神光闪烁 灵域密布的山洞中 刁德一眸光死死盯着中青 但见他一袭白衣 黑色长发如星河瀑布一般散乱披在身后 他就副手站立在自己对面 身材挺拔而修长 宛如一颗鲜松 整个人有种超然若鲜的飘然质感 先前中青的声音 骤然出现就让刁德一吓了一跳 如今 其竟然能翘无声息 在自己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出现在他面前 再加上 他竟然看不透中青的修为 这让他心中不由生腾起了一股浓浓的警惕之意 你是谁 中青 玄域人族之中 似乎没你这好人物 刚来玄域 不认识我很正常 现在这不认识了吗 阁下来我这里 所谓何事 这不 听说你想要攻打人族东周 我这便过来了 一问一答之间 对话相当丝滑 中青一脸轻松 但刁德一的眼神 却是愈发危险了起来 你想阻我 有这么个意思 想让你放弃 这个危险的念头 听到这话 刁德一张狂掌笑了起来 老祖挥下十万狼 各个身怀排山倒海的神威 老祖本身 更是盛进弃虫天强者 你 凭什么 就凭云层上方那两个女人 说话间 他一双眸光 充满了锐利以及危险 还有急许咄咄逼人 不可否认 中青的突然出现 确实让刁德一内心充满了忌惮 他还以为 有大批人族强者 已经将这里团团包围住了 但是他在说话间 用神识反复将方圆万里之景 扫荡了鼠边 结果除了中青 山脉附近 就天穷之上 隐藏了两个圣镜三重天的女人 两个圣镜三重天 加上一个中青 竟然想要阻拦他精灵赤雕族 攻入人族 简直吃人说梦 中青笑了 他漫不经心地喝了口酒 随即淡淡道 表面看到的 不一定为真 不用他们 我也能收拾了你 听到这儿 刁德一勃然震怒 中青的言行举止 让他感受到了 前所未有的轻视 在他精灵赤雕族 大本营中 单人前往 直言就能收拾他 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 身为精灵赤雕族老祖 他一向是自信而骄傲的 中青这副姿态 无疑是对他的骄傲 进行践踏 他愤生怒喝道 老祖活了这么大 还从未见过如此狂妄之人 今天 老祖倒是要看看 你的实力 能否成为你狂妄的资本 轰 刁德一说话间 整个人迈步向前一动 好似一座太古神山一般 朝中轻杀来 其单手向前一探 手掌之上 蕴含着恐怖的规则之力 规则是 进阶圣人独有的标准 也是圣人特有的手段 在修行界金字塔之上 一直流传着一句话 圣境之下接楼椅 这句话 俨然证明了 圣境强者的超然性 如果说其他境界 还拥有越大境界而战的可能性 那圣境之下 任你如何精彩绝艳 天赋财情万古无双 也无法做到 跨越大境界而杀敌 大境界的差异 在圣境之下是鸿沟 那至尊和圣境 就是天欠 是两片完全不同的天河地 差距大道 能让人为之心生绝望 这是一道无法跨越的境界之门 一切原因皆在于 圣人掌握的 那独特的规则之力 如果说 法则是天地之间存在运行的脉络 那规则 就是构建天地的根骨 一丝规则之力 爆发的威能 足可压垮万里山河 若是在虚域那等地界 圣人权力爆发之下 甚至能禁止摧毁 负面一遇 圣人之威 已经完全脱离了人的层次 而此刻的雕德一 上来便动用了权力 恐怖的规则之力 在他手掌之上悬浮跳动之间 化成了一道无坚不摧的手刀 并未有丝毫能量溢散而出 但其中蕴含的恐怖威能 仿若能劈开天地 钟卿有些跃跃欲试 他如今的修为 乃是至尊九重天修为 但是他一直知道 自己的境界和别人的境界 所以他还真想看一看 自己能否打破 那道横跨在至尊境 和圣境之间的禁忌之门 但这个念头刚出现 便被他舍弃了 因为他抬手的瞬间 就好像知道了 自己若是用权力 可能会将对方瞬间打死 若是将对方给打死 和他此行的初衷 多少有备而驰 这样一来 就导致了 他还真不知道该控制多少力量 导致刚刚好可以拿下他 却又不杀死他 主要还是因为 钟卿并不知道 自己的底是多少 还是以后 碰到更强一点的在世吧 这个念头一出 钟卿心念一动 放出了两大圣境傀儡 这两尊圣境傀儡 是他先前在天道榜结束后 自一万份奖励中开出来的宝贝 乃是圣境巅峰修为 两大圣境巅峰修为的傀儡 打一个圣境七重天的精灵赤雕 完全足够了 另一边 雕得一眼见自己的攻击 距离钟卿只有持续之遥 可是对方还是丝毫没有还手的打算 这让他心中暗自鄙夷 就这种货色 竟然还敢言要阻止老祖入侵人族之地 现在老祖实力大开 他竟然直接被吓到不敢还手 被他气势所舍呆立当场 往他先前还对钟卿生出了些许忌惮之心 没想到 对方竟然是个绣花枕头 这样的人 死在他的手下 他都感觉是对他的一种侮辱 就在其这般想着之时 陡然间从钟卿袖中 窜出了两道白光 什么东西 雕得一眉头一挑 还没等他看清 那到底是什么东西 他便感觉两个砂锅大的拳头 静直朝自己面门袭来 然后 他只感觉双眼一通 整个人好似遭遇到了太古神山一般的撞击 不仅自己的杀招被完全化解 他全身更是被一瞬间禁锢住 不能动弹 这 这怎么可能 雕得一头皮发麻 整个人内心深处 更是卷起了无尽狂风巨浪 他是谁 精灵赤雕族老祖 圣进七重天强者 然而此刻 竟然一个照面 便被人给拿下了 更关键的是 对方怎么出手的 他都没看清 相比起落败的事实 这般情况 更让雕得一无法接受 他艰难地争了 争被打成熊猫似的 黑白分明的眼 直到这时 他才看清 禁锢住他的 是两个老人 这两个老人一身黑袍 看起来有些木讷 眼神之中 看不到一点生机与情绪波动 给他的感觉 就好似傀儡一般 只是这怎么可能呢 不可否认 有些傀儡 确实做得唯妙唯肖 不仅实力强大 还能让人难辨真假 但是圣人静的傀儡 还是能让他毫无还手之力 将他一瞬间制服的傀儡 他活了数万年 听都没听过 这个时候 他看向钟卿的眼神 复杂了起来 原本以为 对方独自一人 闯入精灵赤雕族之中 是夜郎自大 但现在他才发现 是自己太过小觑对方了 雕得一目光 紧紧看着钟卿 似是要将他看穿 神色之间 充满了不甘和落寞 然而自始至终 钟卿都是一副 云淡风轻的样子 其之存在 就好似一座深渊 让他看不透嘶吼 现在我们可以坐下 好好谈一谈了吧 雕得一内心之中 生出了一股 出生未结身先死的悲凉 如今人为刀祖 我为鱼肉 纵然再不甘 又能徒之奈何 他一脸悲壮道 我和你之间 没什么好谈的 要杀要刮 悉听尊便 钟卿漫步上前 来到雕得一身前 这个世界 并非只有打打杀杀 难道你就真的不想谈谈 哼 和你一个人类 没什么好谈的 雕得一冷哼一声 整个人俨然生出了一股 死而无畏的心态 当下头偏向了另一旁 索性充耳不闻 闭目不语 倒还真有几分骨气 钟卿见此 瞬间哑然 他死存片刻后 召唤出了 在时间宝塔之中 闭关的十二魔将 专业的事 交给专业的人来处理 对于这块硬骨头 他相信 十二魔将肯定有办法 将其啃下来 十二魔将被放出小世界 见到钟卿之后 静止行了一礼 主人 不知你召唤我等 有何吩咐 钟卿心神一动 传音道 这家伙 想要带领族群 攻打人族东周 如今我毕竟是玄狱之主 怎能放任不管 惊让你们出来 就是想让你们劝告一下他 让他放弃这种邪恶的念头 做一只和平有爱的妖 谨遵主人之令 姬一等人 恭敬回了一声之后 目光齐刷刷 看向了刁德伊 小子 你很拽啊 我家主人的话 你竟然敢不听 姬一迈不上前 对着刁德伊 静止就来了一个大笔斗 这一下 直接将刁德伊 给打猛逼了 说实话 这一大笔斗 伤害性并不大 双方的实力差距太大了 哪怕姬一全力出手 也对刁德伊 造成不了多少有效伤害 但侮辱性太强了 他堂堂圣进七重天强者 如今 竟然被一只鸡给打了 虽然这是一只 拥有着尊者境修为 实力还算不俗的鸡 但 那也是鸡啊 似这玩意 在他眼中 当真如蝼蚁无翼 平时见到 都只能在盘子中 然而 竟然敢对他动手 刁德伊心中那个屈辱 那个恨啊 瞬间达到了一个 另类的顶峰 蝼蚁 你敢对我动手 他双目喷火 眸光死死地盯着姬一 若是眼神能杀人 此刻的姬一 怕是早已被千刀万剐了 然而此话一出 迎接他的事 另外一只鸭肘 飞身一蹬 小子 怎么跟我大哥说话呢 鸭气一脸俯视地看着他 这一波 对于刁德伊来说 堪称奇耻大辱 上一波的屈辱还没消散 下一波的屈辱接踵而来 他拳头捏得咯吱咯吱作响 心中那个恨啊 当真是如江河在咆哮 其后 曹牙都快咬碎了 一双目光 好似火山一般在喷发 蝼蚁 你千万别让我有机会脱困 不然 我一定要将你们碎尸万段 强者 自当有强者的尊严 身为妖族 心尽权贵 雕德伊 自然有着自己的傲骨 呵呵 姬一笑了 兄弟们 看来 这家伙有点认不清他自己的定位啊 教教他 身为俘虏 就该有着怎样的觉悟 好嘞 大哥 十一道声音齐齐回应 在这洞中 引发了不小的回应 见到这一幕 雕德伊身躯微微一颤 好似预感到了什么 你们 你们要干什么 机翼和鸭七对他的侮辱 已经给他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创伤 他不敢想象 若他们一拥而上 会对他造成何等大的心理阴影 这个时候 他连忙看向钟卿 愤怒质问道 我承认 你实力很强 我不是你的对手 但 你就是这样侮辱一个 圣境七重天强者的吗 钟卿见此 物字转过身去 压根不理会他 都到这个地步了 这家伙还是这般傲气 正好用十二魔将 来磨一磨他的傲气 见状 雕德伊如了如嘴 有心想要说出几句求饶之语 但身为妖族的骄傲 不允许他低下 那高贵的头颅 只有目光 有那么一刻 闪过一丝哀求之色 然而这丝哀求 钟卿直接无视了 然后 一群庞大的阴影 慢过他头顶 此时的十二魔将 在雕德伊的眼中 好似化身 成了地狱而来的恶魔 让他的世界 充斥着黑暗 你 你们不要过来啊 最后 山洞中 响起了一道惊恐至极的声音 十二魔将 自然是充耳不闻 很快 便用漫天脚影 淹没了雕德伊的声音 鸡爪 鸭掌 猪蹄 骑上阵 这一天 对于雕德伊来说 绝对是整个妖生史上 最黑暗的一天 他万万没想到 自己有朝一日 竟然被一群家禽给蹂躏了 他感觉自己的尊严和傲骨 被那一脚又一脚 彻底从云霄踩入了泥潭之中 更让他受不了的是 这群孽畜 专门踩脸 雕德伊的心在颤 身在抖 屈如宛如潮水一般 一波接一波 绵延不断 连绵不绝 给我一个痛快吧 哼 落在我们手里 生死可由不得你 机翼的声音 让他彻底陷入了绝望之中 此刻的雕德伊 才真正意识到 原来人生最大的无奈 不是生与死 而是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到最后 他实在受不了了 眸光看向中青 一阵极度的犹豫和挣扎之后 这才满脸 不甘心地说道 我愿臣服 求你 让他们停手吧 相比起 被这无止境的屈如所包裹 他更愿意臣服在中青的脚下 毕竟妖族目强 臣服在比自己强的强者脚下 还显得没那么丢人 中青文言 淡淡饮了头酒 对十二魔将的效率 很是满意 果然 恶人还须恶人魔 他来到雕德一面前 挥了挥手 是一十二魔将差不多了 十二魔将 这才停下对雕德一的折磨 主人 我感觉这家伙是假意臣服 机翼挥斥 捋了捋自己头顶上的三根鸡毛 一脸若有所思道 他 甚至都不愿意叫您一声主人 此话一出 雕德一脸色当场一阵扭曲 这家伙 是魔鬼吗 就算臣服 也得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总得给他点接受的时间吧 但现在 这家伙的一句话直接将他全盘否定 他恨不得直接生吞活泼了机翼等人 但却又只能咬牙咽下 又是一阵痛苦的思想斗争之后 雕德一再一次咬牙低头说道 主人 雕德一再次发下天道誓言 对您 绝对是真心实意的臣服 绝无半点一心 还望主人鸣见 做出这个决定 他也实在是没有办法 因为他明白 今日的境地 他若是不表现出绝对的服从 恐怕根本不会善了 或许臣服 还会有些许的生落 这下 机翼等人才满意地点了点头 天道誓言 乃是对修行者最强的约束 修为越高 越不敢违背 一旦违约 必遭天谴 轻则道徒净毁 重则魂飞魄散 看来 他们的教育成果 还是很喜人的 钟卿看着雕德一 很是满意 在一旁缓缓坐下 随后轻声问道 现在 还想不想攻打人族了 雕德低着头颅 颤声说道 不打了 钟卿这才笑道 如此可教也 他樽樽教导道 你既已拜我坐下 以后须切记 身在悬域 不管和其他人还是妖 都要做到和善 有爱 不到万不得已 尽量不动手 你可能做到 雕德一脸挥败道 知道了 主人 此时他的内心 无疑是痛苦 而又带着急需扭曲 自己满怀雄心壮志而来 这还没开始攻占人族领土 就率先将他自己折进去了不说 他堂堂一只大妖 竟然要他和善 有爱 满心的愤懑 最后全然化成了一个疑惑 主人 可否告诉我 他是真的有些疑惑 缘和在四周边界 会出现中青这等强者 其又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来历 中青思索片刻 缓缓道 我的身份 你到时候就知道了 硬要说一个这里的身份 你可以叫我御主 雕德一瞳孔微微一咪 玄域御主吗 玄域的御主看着是大 可并非是一个好差事 因为纵观玄域这么多年 出了这么多个御主 就没有一个御主 是能够正常活命的 要么就是放弃御主之位 逃离他御 因为玄域御主天然的 有统领玄域之职 也就是说 玄域所有的生灵理论上 都归御主调遣 但偏偏玄域的局势在这里 妖族盛大 那些强大妖族 根本就不会服从 玄域的御主 也就是说 这人类的御主 天然就会站到了 玄域妖族的对立面 至于凤天殿 山高皇帝远 也没心思管这么宽 而他雕德一 现在服从了中青 也就相当于 自己站到了 所有妖族的对立面 也来到了这个 水深火热的位置 若是中青有足够的实力 统一整个玄域还好 如果没有足够的实力 那他的下场 可想而知 那么 前面这么多御主 都没有讨得好下场 中青能有这个实力吗 不由的 雕德一再次将目光 看向了中青 同时又看了一眼 中青身旁的两大傀儡 面对雕德一的目光 中青迎了过去 淡淡一笑 手掌一挥 手上图腾一动 一头黑色麒麟踏空出现 小黑出现了一瞬间 雕德一感觉自己血脉都在激动 在妖族之中 血脉的压制力极其强大 或许小黑的实力 还不如雕德一 但是那种血脉的压制 却差点让雕德一抬不起脑袋 他一脸震惊地看着麒麟 却又在麒麟的身旁 发现了小嘎的身影 两大极致血脉 让他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 如何 中青淡淡一笑 哪里不知道雕德一的想法 同时 来玄域这么久 他也不是干玩的 对于玄域的局势 又怎么会没有了解 所以 雕德一心里想什么 他一清二楚 呼 雕德一胸腔起伏间 恭敬道 主人 我没有轻视您的意思 但主人其灵都能收服 一统玄域 必定不在话下 如果说 先前他对中青的臣服 是碍于强威 并且对中青玉主的身份 而感到不安 那现在 他反而看到了另一面 如果说 中青必定会统领玄域妖族 那么他 最先臣服中青的 是否便成为了元老 都说 福之祸所以 祸之福所福 这是一个机会 一个不管对于他 还是对于精灵赤雕族 亦非冲天的机会 对方这前后态度的转变 被中青看在了眼里 虽然很利益 但人也好妖也罢 本身就是如此 那并不重要 他只看结果就行 在他的事意下 两尊圣经傀儡 解开了雕德一身上的禁止 后者刚恢复行动之力 禁止跪倒在中青面前 雕德一 见过主人 先前事我不懂事 冲撞了主人 还望主人恕罪 这一声声主人 叫得无比丝滑 甚至还带着思思讨好和谄媚 中青朝他挥了挥手 无需多礼 起来吧 献我命你带着精灵赤雕族退去 你可有异议 对于中青的第一个命令 雕德一自然满口应下 谨遵主人之令 不过主人 雕德一先前对主人多有不敬 心中恍然 精灵赤雕族 我可以让他们退出此地 回到领地故土 不知属下可否跟随在主人身边 安前马后 已赎罪孽 中青笑了笑 这家伙 先前还一副誓死如归的嘴脸 这骤然变成了溜须拍马之辈 还真让他有些不习惯 不过他倒也未曾拒绝 他刚好准备找个机会 将这些妖族一锅端了 让整个玄域变得和谐有碍 提前化解一切当狱主 可能带来的麻烦 这样他就可以美滋滋地当狱主 找徒弟了 所以有个向导 挺好的 这段时间 你就暂且跟随 在我身边后面吧 谢主人 雕德一狂喜 中青淡淡一笑 此情到此 算是圆满结束 与此同时 在万刃城中 却是有另外一层风波在酝酿 万刃城中 万千势力盘踞 错综复杂 刀圣堂 这是刀圣宗在万刃城的分舵 说起刀圣堂 或许没多少人知晓 但刀圣宗 在整个南荒之地 堪称威名赫赫的一方霸主及势力 此刻 在刀圣堂一座大殿之中 汇聚了八道身影 这些人 一个个气势如鸳 深邃而伟岸 端势不凡 若是有南荒一个 见识稍广之人 看到这一幕 必然会震惊不已 因为汇聚于此之人 全都是南荒各大顶尖势力的掌舵人 或是一门宗主 或是一家家主 或是一方老祖 实力 全部在圣境层次 金碧辉煌 古朴天成的大殿中 气氛凝重 大殿首座之上 端坐着一位 身穿玄色华服的中年男子 其乃刀圣宗宗主赵峰 圣境六重天修为 也是整个南荒公刃的第一强者 他眸光缓缓扫射了在场众人一圈 随即宁声道 各位 金灵赤雕族 大举屯兵于万刃山脉之中 进攻人族的意图相当明显 你们觉得 我等该如何应对 在金灵赤雕族 进入万刃山山脉中时 赵峰便收到了消息 这一次 八大霸主及势力的首领 便是他召集而来的 随着他肃穆的声音落下间 现场众人 本就沉重的心 不由蒙上了极许阴霾 通过观察 汇聚在万刃山脉外的金灵赤雕族 越聚越多 这赫然是对方 准备要大举入侵南荒的节奏 而金灵赤雕一族的老祖 光是盛进七重天气息的流出 便让远远感受到这股气势的他们 振振心惊不已 不幸中的万刑事 经过他们探查 万刃山脉中 除了金灵赤雕族外 众人并未发现其他妖族的身影 这应该 是金灵赤雕族 单方面的 想要攻略人族领地 未能上升到 另外一个层次争斗的程度 可哪怕如此 局势 对他们而言 依旧不容乐观 实在是那金灵赤雕族老祖的实力太强了 他们圣级强者虽多 足有八位 但最强者 不过圣进六重天修为 其他人 也多是圣进四重天 五重天 到了圣进这等层次 一个小境界的差异 也是天差地别的存在 这并非单纯意义上的数量 所能弥补的 一度沉默的大殿中 周家老祖沉思片刻后开口道 赵宗主 可否对三大圣地求援 如果说 现场众人所处势力 是南荒最强势力 那三大圣地 则是整个玄域东周人族的支柱 是拥有大圣进强者 坐镇的超然存在 若是能请动 三大圣地中的任何一方相助 这一次危机 必能安然度过 随着周家老祖话音落下 刀圣宗宗主赵峰 摇头苦笑道 没用的 三大圣地 各自坐镇东周一方 除非妖族入侵过南荒边界 彻底表露出 侵占东周的刑迹 他们方会有所动作 看着精灵赤雕族的动向 他们或许就想在 整个南荒劫掠一番救走 这样的事 三大圣地是不会管的 各位 此次危机 只能靠我们自己解决了 毕竟我们的根在南荒 我们的基业也在南荒 其他人都可以退 唯独我们这些人不能退 一退 若是被精灵赤雕族逐一击破 那我等数万年的底蕴 很有可能就会被洗劫一空 此话一出 众人心头凝重 更添三分 以我们八家之力 能赢下这场战争吗 和刀圣宗齐名的 剑圣门宗主 低声轻语 略显茫然 而又沉重地看向长空 他的目光 似要穿透房梁 看向那苍茫的万人山脉之中 话语虽轻 但在场众人何等修为 而立何等之敏锐 自然能清晰听到 一句话 也说出了在场众人的心声 所有人都在考虑这个问题 他们和精灵赤雕族的战争 能取得最终胜利吗 八家毅历南荒数万年 底蕴皆是不凡 若是拼上各家底蕴 和精灵赤雕族 未尝没有一战之力 但是胜负之说 真的很难去下一个定文 众人心中也完全没底 赵峰眼见众人士气 低迷到了极点 陈声道 各位 大丈夫有所为 有所不为 我不知道 这一战是舒适赢 但我知道 若我等不站出来 整个南荒 就完了 我等看似有的选择 但不管于公于私 局势都不允许 我等后退半步 一番话 让众人有些恍惚 是啊 他们看似有的选 实际上 已经没有半分退路了 这个时候 唯一能做的 就只有拼死一战了 集众家之力 护我河山 守我故土 接下来 众人开始安排 布置镇前防线 所有人心中 全部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八大顶尖势力 首领齐聚 自然不可能 只有他们八人前往 随着八人一同到来的 还有八家顶级势力中的精锐 就在众人商议结束 准备去布房之际 一道身影 自远方天际呼啸而来 这是刀圣宗信使 也是赵峰留下来 用意监视 精灵赤雕族动向的密探首领 人未到 生仙智 报 宗主 精灵赤雕族一动 整支精灵赤雕族大军 全员退出了万人山脉 看他们所行的方向 似乎准备打到回府 此话一出 赵峰和其余七人纷纷错愕 这精灵赤雕族 又在玩什么把戏 周家老祖不解 眼神之中 透露着满满的疑惑 赵峰眸光看向远方 沉思片刻厚道 精灵赤雕族 兴师动众而来 绝对不可能 就这般无缘无故退走 其一 或许是在玩 吊虎离山的把戏 通过全族撤退 迷惑我等 让我等降低防备 好趁机能杀我 等一个措手不及 我等万不可 被这般把戏所迷惑 防线一切照旧布置 各位这段时间 尽可能联系一切力量 我有预感 接下来 蓝黄可能要迎来一场 极尽艰难的苦战 此话一出 众人皆绝有理 精灵赤雕族的脾性 他们也算有所了解 那是不达目的 事不罢休的主 想通过这等把戏 来迷惑他们 未免把他们看得太轻了 这突然传来的消息 丝毫没有让众人放松警惕 反而心中 愈发凝重了 对于他们而言 这某种程度上 算是精灵赤雕族 准备动手的前兆 他们必须提前做好防备 众人是怀着 沉重的心情离开的 他们必须趁着这段时间 联系到一切 能够联系的力量 增强此次和妖族征战的胜份 而随着众人相继退走 大殿之中 独胜赵峰一人 他副手漫不到殿外 看着天边斜阳 忍不住悠悠一叹 整个南荒 接下来恐怕要爆发 湿山血海之战了 这一战 又不知要死多少人 正在其心中思索着 还能联系到 什么可以加入 抗妖联盟之中的势力时 一位下人匆匆来禀 宗主 少主回来了 此话一出 赵峰眉头一挑 脸上闪过一丝怒涩 那镊子 消失十余年 这个时候来此作甚 十余年前 赵鱼留下书信一封 偷到宗门非洲 直接就溜了出去 说是要寻找允仙秘境的下落 待他发现时 其人早已消失无踪 赵峰只要一想起此事 胸中怒火 依旧忍不住在熊熊燃烧 让那镊子来此见我 赵峰视野之中 爹 长王中 赵鱼看着自家父亲 屹立在大殿前的身影 面沉如水的表情 整个人身躯不由易懂 小声叫唤了一句 你还知道我是你爹 给我滚过来 十余年了 我让人在玄狱找了你十余年 若你今日不出现在我面前 老子还以为你死外面了 听到这斥泽 又带着浓浓观心之言 赵鱼眼眶一红 静止来到赵峰面前 双膝一弯 跪倒在地道 孩儿不笑 让爹您担心了 早年间 孩儿曾亲眼看见 妖族入侵东周 到处都是一片 湿山血海的惨状 爹为了应对妖族之祸 寝室难安 彻夜难眠 在孩儿得知 有关允仙秘境的消息后 孩儿便想着 若是能得此滔天机缘 是否能帮爹您解忧 是孩儿想得太过天真 也是孩儿太过任性 让您老人家担忧了 此行前来 孩儿特意向你请罪 要打要罚 孩儿亦无怨无悔 只是父亲消气之后 能否让孩儿 为此次的人族防守之战 出一份力 赵峰听到自家宰 这般情真意切的说辞 便是有再大的怨 再大的不满 此刻也进阶消散了 毕竟孩子所做的这一切 都是想为他这个老父亲分忧 哪怕他真犯了什么滔天大罪 难不成 还能将他打死不成 当然 气是消了 赵峰对赵瑜 却依旧没什么好脸色 他唬着脸道 简直胡闹 那允仙秘境 癌力何等惊人 你难道没有想过 为何仙级别的钥匙 会流落到外 甚至沦落到你们一群 小小尊者去争夺 难道就没有想过不合理吗 赵瑜闻言 浑身一击 额头更是留下两滴冷汗 被他父亲这么一说 再回想起来 简直就是细思极恐 是啊 仙级别的钥匙 怎么会沦落在外 不早就应该被那些大圣强者 甚至是地级强者 控制在手中了吗 如此一想来 这里面的水 恐怕不是一般的深啊 永远不要再想到秘境的事情 好好待在家里 若再有念想 羞怪老子翻脸无情 将你双腿打断 永求万刀锋 孩儿紧急父亲大人教会 赵瑜低头英势 心中也是一脸后怕 感慨自己还是太过年轻 起来吧 如今乃是多事之秋 你的事 带此次南荒危机过去 我再与你计较 这片地界 很快就要成为混乱战场 你来干什么 难不成 你以为凭借你一个小小尊者 尽修为 对战局能起到作用不成 现在 乖乖给老子 滚回刀圣宗去 如今 你老子还活着 还轮不到 你为人族守护故土之战出力 这话 当真是爱之身 则之切了 赵瑜知道 自家老父亲是点心的刀子嘴 豆腐心 他宁声道 父亲曾就教导过我 能力越大 责任越大 但不能因能力弱小 而逃避该承担的责任 孩儿身为人族一份子 竟有妖族来袭 自当为人族出一份力 怎可因实力低微 便逃避该承担的责任 还请父亲恩许 让孩儿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听到这儿 赵烽心中既有欣慰 又有不舍 这孩子性格随他 不是闹肿 但此次战场 太过凶险 连他都不能保证自身安全 更何况 一个尊者静 一旦上了战场 那当真 就是生死随缘了 赵瑜是他唯一的子嗣 他又怎舍得 让他以身犯险 后者四是看清了 自家父亲的顾虑 父亲大人 此次随你一同 抵挡妖族的 还有我人族无数好狼 你担心孩儿的安危 他们身后的父母亲人 又何尝不担心他们的安危 我和他们之间 并无什么本质区别 唯一的区别或许就是 我以父亲大人的儿子为傲 这话 让赵烽虎目一阵放光 好样的 不愧是我南荒刀胜的儿子 也罢 既然你有此心 为父若是在横家阻拦 倒是如你所言一般 对其他狼太过不公了些 这一次 我父子二人齐心 定要粉碎妖族的阴谋 将他们赶出我们南荒 都说打虎亲兄弟 上阵父子兵 这一刻 两人心中 都有股异样的豪情在滋生 生死看淡 不服就干 为守护故土 纵是战死沙场 又何惧此身 原本的父子二人 一个词 一个孝 只是中间隔着一层带钩 但这一瞬间 他们却感觉到 双方之间的关系 却前所未有的亲近 这个时候 赵瑜突然想到了什么 对了 父亲大人 这一次我离开悬狱 游历了诸多大狱 先前曾遇到过一次生死危机 信得意恩公相助 这才脱离了险境 甚至在他的帮助下 才有机会重返悬狱 和父亲大人相见 先前我曾许诺过 若回到悬狱 必报其答案 但是未曾想到 刚回悬狱 就遇到了妖族 御公占我人族 在此之前 我想让父亲大人 准备一份重礼 让我登门致谢 这话一戳 赵风汉手 人家救你性命 确实该好生感谢一番 我赵氏子孙 有恩必报 或许此次过后 当真再没那个机会了 说话间 他神色悠悠 神色间带着急许怅然 这让赵鱼心中一沉 尽管他也做好了 战死沙场的准备 但父亲这般模样 让他知道了 这一场妖惑 似乎比想象的更加严重 父亲 对于这一次妖族进攻 我们这方 不知有几分胜算 赵鱼问道 不足三成 毕竟是自家儿子 赵风也没有跟他打什么禅机 将内心对此战的胜率 直接相告 按理来说 他救你性命 对你有大恩 我身为你父亲 怎么也得陪同你亲自的登门致谢 但如今举紧张 谁也不知道 妖族什么时候进攻 我必须趁着 战场未曾开启前 尽可能联系 一切能联系到的力量 增强此战胜算 这一战 我们输不起 这话让赵鱼神色一动 爹 我觉得 你应该陪我走一走 恩公实力很强 若能请动他出手 或许 能大大增强我们此次的胜算 哦 赵风惊异一声 私称片刻后问道 他实力如何 让你觉得 能有增强我人族一方的胜算 恩公具体实力 我也不知 但是我跟随恩公行了一路 发现这位恩公 很是不凡 其拥有一艘能横跨多余的非洲 更有很多弟子 而其中一个弟子 实力深不可测 我们出入玄狱之时 便遇到了赤阳族首领 带着诸多高手前来挑衅 想要抢夺恩公非洲 但恩公挥下一个弟子 直接将他们全部斩杀 由此我做出了一个大胆的推断 恩公实力 恐怕达到了圣经层次 这话让赵风心神一动 狡诈的种族 实力不弱 首领更是拥有至尊九仲天修为 若麾下一个弟子 都有能斩杀至尊九仲天的战力 那师父 确实很有可能是圣经强者 一尊圣经强者的加入 确实能极大增强人族一方的胜算 那我确实得 随你一同前去拜访一下了 甚至不仅仅是他 为表诚意 他还准备拉着其他七家首领 一同前去拜访 毕竟 对抗这场妖族之祸 稍不注意就有生死到消的凶险 可不是什么人 都有自动为人族献身的觉悟 而且他还从赵瑜的话中推断出 他口中的恩公 很有可能并非玄遇之人 这是 严格意义上而言 和中卿没半点关系 若是不给足足够的礼遇 人家如何肯帮忙 加入他们这个抗妖联盟的阵营之中 在赵风的联系下 很快刚离开刀圣堂的七大圣经强者 便收到了一个 邀请他们再次聚首的消息 这让他们心中一紧 难不成 精灵赤雕族已经打过来了 众人不敢怠慢 联盟以最快的速度 重新赶赴回刀圣堂大殿 赵兄 可是妖族打过来了 首先开口的 便是周家老祖周长风 大殿门前 赵风带着赵瑜在门口迎众人 前者朝众人拱手道 非是妖族打过来了 而是小儿子他欲游历回来 路上遇到了一个救命恩人 此人实力不弱 我想邀请诸位 共同前去拜访 邀请他加入我方抗妖联盟 此话一出 众人眉头微微皱了起来 剑圣门宗主刘建白 一脸正色道 赵兄 如今南荒大祸临头 至此关键时刻 我等确实需要拉拢 一切能拉拢的力量 增强我方胜算 但 也不是什么人 都能值得我们这么多人 前去拜访的 众人心中是有点不高兴的 就为这事 将他们专门召集过来跑一趟 对方救了你儿子 你带着儿子上门拜访 拉他加入抗妖联盟 我们无话可说 但是你拉着我们一同上门 真当他们这些圣境强者 不要面子的吗 这个时候 赵羽开口了 各位书拜 钟卿恩公极其非凡 很有可能是圣境强者 如今正值我南荒 陷入生死攸关之际 若能将说动他加入我们阵营 我们的胜算 无疑会增强很多 还请各位书拜 随我父子走一趟吧 这话让众人狐疑 内心之中 不是很相信 放眼整个南荒 也只有他们八位圣境强者 纵观整个东周 圣境强者 也是有数的 而且到了圣境这等层次 他们或多或少 对其他圣境强者有所耳闻 什么时候 东周多出了一个 明中卿的圣境强者 他们听都没听说过 一旁的赵峰 见此大概知晓了 他们心中所想 当下道 犬子这位恩公 自他欲横跨而来 各位未曾听说过 也很正常 对于他的实力 具体有多强 我也不知道 但走上一遭 对于我等而言 也没什么损失 然对方 如果真是圣境强者 若能将他拉入 我方阵营之中 也算是对我方 抗腰联盟 实力的极大增强 不是吗 众人闻言 思索片刻后 这才看在赵峰的面子 伤不情不愿地同意了 与此同时 万任成方家 方家家主方孝天 正在院落中 副手夺步而行 眸光不时看向长空 唉 一声叹息 叹不尽的心酸落幕 脸上被愁苦之色沾满 是我害苦了一二 一声喃喃 透露着浓浓的后悔和心酸 当年 方家遭遇危机 确实需要通过联姻 才能更快摆脱危机 但纵使不联姻 以方家的底蕴 也能扛过去 是他不忍见方家落幕 才想出联姻的策略 但不曾想 就是他当年的偏执 让自家女儿 自此走上了不归路 也让方家 这些年美眶日下 衰败颓势竞险 就在方孝天 长须短叹之际 一下人自门外匆匆来禀 报 家主 有一字称沈金库的人 上门求见 不见 不见 方孝天烦躁地挥了挥手 我不是说过 方家闭门锁镇 谁也不见吗 日后这种小事 莫要来烦我 下人一脸欲言又止的神色 纠结半想后 这才道 可是 那人 那人说 他就是圣女心中 念念不忘那个人 此话一出 方孝天虎目一睁 整个人彻底不淡定了 这贼子 竟然还敢上我方家 一开始 方孝天还对沈金库这个名字 没什么感觉 或者说 有些熟悉 但已经淡忘于记忆中了 但一说自家女儿心目中 念念不忘那个人 这心中愤怒的火焰 蹭就上来了 若非是这丝 自家女儿如何能走上 那条不归路 若非是这丝 他方家安 能落到如此天地 整个家族落幕衰败不说 现在方家之人 连门都不敢出 只能归缩于家族大阵之中 若非当年方家的大阵 乃是得自早年间 一决是高人所部 恐怕现在整个方家 早已被人灭了 不知多少次门了 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 在方孝天看来 与沈金库脱不了干系 他刚想上前 去找沈金库算一算总账 但刚迈了几步 又停顿下来了 事已至此 就算真将沈金库大卸八块 又有何意义 难道还能改变方家的处境 甚至搞不好 让一直对他充满怨念的依儿 怨恨更胜三分 想到这儿 方孝天一脸落寞地挥了挥手 让他滚 我方家不欢迎他 此外 此人来我方家的消息 不可对外传出 更不可向小姐提及半分 我方家再也经不起折腾了 话音落下 却听下人弱弱道 家主 那沈金库说 家主许是不愿意见他的 若你拒绝见他之后 他让我向你传句话 什么话 今天若不能踏入方家的大门 他就不走了 好贼子 这是欺我方家治不了他吗 方孝天双目喷火 只感觉胸腔之间 有股火焰在熊熊燃烧 他在何处 带我过去 我今天倒是要看看 他是哪里来的脸 想要等我方家大门 方家正门门前 原本肆意喧哗的方家大门 此刻安静地出奇 那些前来闹事的各大势力中人 全部被沈金库给打跑了 此时的沈金库 看着方家紧闭的大门 心中在没了刚才大发神威 横战四方的豪情 有的只是期待和忐忑 方家 会见他吗 一样 对他誓愿是狠 待会见了方家之人后 他又该如何自处 这一个个问题 都是他不得不去亲自面对的 一想到这些问题 当真是千仇万绪 让他心乱如麻 不知该如何自处 就在其围绕在方家大门前 来回转悠 忐忑不安之际 但听吱鸭一声 朱红色大门徐 徐展开 自里面走出了一个 身穿锦衣的中年男子 他目光喷火 目光直视沈金阔 救你是沈金阔 沈金阔看着对方眉间和方仪 有着三分相似 当下确定了来人 当下强压躁动的人 上前几步 拱手行了一礼道 晚辈 见过方叔 方笑天眉不对眼道 沈公子乃是地族之后 我可不敢高攀 不知灯铃我这小小方家 有何见叫 这不音不扬的语气 挤兑得沈金阔 脸色不由一白 方叔 我知晓 因为我的缘故 一而吃了很多苦 甚至方家 也遭遇了很多磨难 小侄听闻之后 心中自责不已 此次前来 就是想弥补一番昔日过错 帮助方家渡过难关 免了 方笑天大手一挥 面无表情道 只要沈公子赶紧 从我眼前消失 从今以后 不再出现在我方家面前 对我方家而言 就是最大的帮助 方叔 小侄是诚心悔过 还请方叔给我一个机会 沈金阔连忙再次拱手 姿态放得极低道 呵呵 不是我方某人 看不起沈公子 一而这些年得罪的势力 一抓一大把 其中 不乏至尊及势力 甚至拥有半圣坐镇的 强大存在 你沈家分墨墨主 固然不俗 但地族分脉何其多 光凭你一个小小分墨墨主 恐怕还解决不了 我方家面临的困难 说到这儿 方笑天话音一顿 目光死死盯着沈金阔道 而且我女儿 被你害得不清 名声尽悔 道徒暗淡 精神恍惚 神志不醒 千年过去 好不容易有所好转 现在得你就此 消失 对于他来说 远比你重新出现在他面前更好 听到这儿 沈金阔脸色一阵清一阵白 羞愧交加 不知该如何自处 就在这时 一道声音自远方传来 方家主此言差也 正所谓解铃还虚细凌人 我想贵女心结缠绕 若不解开这个心结 恐怕余生都不得解脱 就在这时 一道身影自虚空中之中 迈步而出 钟卿带着雕德衣 以及叶姬和火妹二女 静止来到沈金阔身后 算是得让他站台助力 师父 钟卿的出现 让沈金阔心神一阵 只觉得所有的茫然无措 此刻好似找到了主心骨 方笑天眸光打亮着钟卿 眉头微皱 这是我方家之事 阁下莫非想插足其中 钟卿慢慢饮了口酒 方家之事 我确实没有理由插足 但沈金阔为我弟子 他的事 我倒是可以管上一管 方家主先前说 如今方家遇到的麻烦 以沈家分卖家主的身份 无法解决 但以我徒儿弟子的身份 却是可以为你解决这个烦恼 此话一出 方笑天心中微愣 好狂妄的语气 他先前已经说了 方家得罪过的人和势力不知反己 其中不乏至尊及势力 乃至半圣及势力 此人 竟然说 可以为方家解决麻烦 是真有本事 他一生观人也算无数 但他发现 自己竟然看不透中青嘶吼 在其惊异不定之间 却听中青继续道 方家主 所谓与人方便 就是与自己人方便 对于这事 我大概知道几分 先前确实是我徒儿做错了选择 但人非圣贤 熟能无过 大家不妨坐下来谈一谈 过去发生的事 已无法更改 未来要发生的事 却掌握在现在的我们手中 或许 能找到一个两全其美的解决方案 也说不定 你觉得呢 方家门前 方孝天神色惊疑 他先前和中青 并未有过任何交集 对于他的了解 也只是沈金阔的一句师父 虽然沈金阔身份有几分不凡 中青身为他师父 想来也有不凡之处 但能否解决方家的危机 他内心是存疑的 想到此处 方孝天皱眉询问道 阁下到底是谁 又是什么来历 中青淡淡饮了口酒 我是谁不重要 什么身份也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想不想解决方家如今的困局 这话 俨然触动了方孝天的内心 如今的方家 堪称日落西山的典范 族中唯一的至尊敬老祖去世后 更是一落千丈 曾经很多对方家 敬畏有加的尊者敬势力 甚至连尊者都没有的势力 也纷纷跳了出来 欺辱方家 扰得整个方家不得安宁 甚至公然要求 处死方家圣女 当然也不排除 有其他抱着别有心思的人 但这些人 全部都想要方家灭亡 对于这女儿 她当真疼爱到了骨子里 怎么忍心让她受到半点伤害 自然不可能同意 甚至那些人的险恶用心 可不止如此 他们就是以温水煮青蛙的方式 想看着方家 一步步在挣扎中死去 我该如何相信你 方笑天神色微动 钟情瘫了瘫手 你现在只能相信我不是吗 方家的因果 我可以为你解决 但前提条件是 你得让我徒儿见你女儿一面 若她们仍有意在一起 你不得阻拦 花音落下 方笑天内心生出了一抹苦涩 如今的方家 早已达到了不得不变的程度 若再不想办法解决危机 恐怕灭亡 只是时间问题 现在钟情的出现 无疑是方家一个死中求活的机会 她思索片刻后道 我从来没有阻止他们在一起过 便是当年 姨儿去找她 我也是睁只眼 闭只眼 说话间 她看向沈金阔 也罢 你们之间的事 总得有个了断 不过我事先说明 姨儿为了你 练了一门魔宫 那魔宫效果极其霸道 凡是对她心怀邪念的男子 全都会莫名暴毙而亡 就更不用说 和她有近距离接触了 也就是说 姨儿原谅了你 你们此生此事 也不可能真正在一起 听到这儿 沈金阔既是自责 又是心痛 方说 我现在不敢说 姨儿能原谅我 但是我确实想为她做点什么 为当年的事 与她亲口说声对不起 还请方叔成全 话音落下 方笑天长叹一声 早知今日 何必当初 也不知道 她是在对沈金阔所言 还是对自己所说 又或是两者皆有 你们跟我来吧 在她的带领下 众人进了方家宅院 横穿过几条长网走道后 最后来到了一间周边 布置着阵法的殿语中 方笑天看着眼前阁楼 神色之间带着急需感伤 姨儿 就在这静心阁内 此话一出 沈金阔不由为之一颤 乃至为之一阵紧张 这 是她为之惦念了千年的人儿啊 只是很快 她看了看周边的 带着禁锢之力的阵法 神色不由为之一变 方叔 你们 对姨儿进行了囚禁 方笑天神色难掩 愁容失落 这是无可奈何之举 这些年 她因修炼魔功 神智受损 心智大变 再这样下去 早晚会走火入魔 这做阵法 可以压制她的心魔 削减她身上的力气 另一方面 因她而死的诸多天骄子弟 不知反己 方家实在承受不住 那些人背后势力的压力 为了能少几个人因她而死 我也只能出此下策 将她先行关押在这静心阁中 说话间 方笑天双手结印 打开了囚禁静心阁阵法的一角 行了 你进去吧 姨儿就在里面 你万不可刺激到她 我可怜的女儿 现在已经经不起刺激了 说到这儿 方笑天双眼微红 即是心疼 又是无奈 沈金阔文言 心中一阵发毒 只从只言片语之中 她就能感受到 姨儿这一千年来 到底是怎么过的 方笑天有一句话说的没错 姨儿之所以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一切都是拜她所赐 在前来悬瘾的路上 她便想象过自己和姨儿 见面的万千场景 或是相逢一笑地释然 或是擦肩而过形同陌路 又或是曾经失去的一男平 感伤的 释怀的 平淡的 但唯独没想过 会是这般情况 终究 是她负了她 这一刻 沈金阔甚至有些害怕见到姨儿 因为 她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她 院落中 钟卿看着愁愁不前的弟子 鼓励道 有些事 总该要面对的 你已错过了她一次 可莫要再让自己的犹豫 让下半生再次充斥着遗憾 此话一出 沈金阔深吸口气 谢师父 她神色一动 调整了一下自己的心态 脚步坚定向前迈进 不一会儿 便进入了静心阁中 物一进入 其神色就是一动 整个人瞬间僵硬住了 但见小小的楼阁中 没有任何家具 也无半点装饰 有的 仅仅只是一幅副画像 那画像 有山 有水 有人 看见这山 这水 这人 尘封千年记忆 尽数涌入脑海之中 这分明 是她二人一同经历过的曾经啊 沈金阔细细抚摸着一幅墙壁上的画像 画像之上 有一处已经被液体打湿了 毒留下一脚褶皱 她轻轻一嗅 咸的 味道很淡很淡 显然过去了漫长时间 她隐约能感受到 画主人在做此画时的心境 哭泣着回忆以前的往事 再一幅又一幅看过去 其之心境 乱了 彻底乱了 她知道 姨儿对她用情很深 但是怎么也没想到 竟然情深至此 她疯了一班 四处搜寻着家人的身影 从一楼 到二楼 再到三楼 每一个楼层之中 都有一幅幅画像 那不仅仅是画像 更是他们之间的回忆 整个静心阁 一共有六楼 最后 沈金阔在五楼 发现了家人的身影 待看见那道家人身影之后 其心神不由 狠狠为之遗产 印象中的方怡 落落大方 自信从容 圣洁无瑕 如白脸一般 亭亭玉丽 光彩夺目 眼前的方怡 长发杂乱 身形憔悴 她正端坐在地上绘画 然一只手 却不断在拍打着自己的额头 口中不时发出喃喃之声 怎么会想不起来了呢 那可是我和沈大哥 第一次相见的地点 那一天 是在哪里相遇来着 清零渡口 曼谷长道 还是通约秘境 该死 我怎么能够忘解 那可是我和沈大哥 相遇开始的地方 我不能忘记 我和他说过的 我会记住 关于和他有关的一切 我怎么能做到 对沈大哥实验呢 他一下又一下 拍打着自己的额头 努力在回想着曾经的一幕 只是越回想 越发现那一幕早已斑驳 越斑驳 越回想 越回想 整个人越痛苦 如此 好似陷入了一个 无尽的死循环之中 让他痛苦地难以呼吸 整个人情绪激动到近乎失控 到最后 他双手抱头 蜷缩在角落 浑身站立 好似一直陷入 痛苦挣扎的小兽 怎么 怎么 会想不起来呢 沈金阔看见这一幕 整个人血液瞬间上涌 那一字一句 好似如大锤一般 敲击在他的心头 让他心痛到无法呼吸 他伸了伸手 想要将眼前可怜的家人抱在怀里 好生联系 但最后 却又被他硬生生止住了 他颤着阴道 姨儿 莫要再想了 我沈金阔何德何能 能值得你这般对待 此时的他 当真恨不得回到一千年前 将曾经拒绝姨儿的他 碎尸万段 大写八块 如此嘉然 如此轻身 区区一个分脉家主之位 如何能与之相提并论 随着沈金阔话音落下间 方一浑身胶躯一颤 他以最快的速度 豁然转手起身 双方四目相对 对方那盘踞在心中 长达千年的身影 好似从梦幻中走了出来 与现实重叠在了一起 沈大哥 是 是你吗 他双眼微红 眼泪如断了线的珠子般 花花不断往下流淌而出 我 我莫不是在做梦 他第一时间上前 想要触摸一下 沈金阔的脸颊轮廓 但又好似想到了什么 身躯不往后退 直到退到了一个 相对自认安全的距离 他这才停下脚步 沈大哥 没想到 有生之年 我还能再看到你 此生能再见你一面 我已经心满意足了 你走吧 姨儿如今已嫁过他人 名声已坏 更是克服克轻的不祥之人 自问配不上沈大哥 你 值得拥有更好的 这一句句 无不如刀锋一般 狠狠搁在沈金阔心头之上 他万万没想到 到了这个时候 姨儿对他 仍旧没有半点怨言 反而时时刻刻在为他考虑 齐颤着声音 红着眼问道 姨儿 难不成 你心中就一点不恨我吗 若非是我 你不会落得这般下场 若非是我 方家也不会落得如此地步 方姨摇了摇头 情绪再也遏制不住 静止崩溃 捂着嘴长气 他抽气哽咽道 是 姨儿福保原浅 此生能与沈大哥相遇 已是天大的信誓 此生 亦不曾丝毫怪罪过沈大哥 你能来看姨儿 姨儿 已经很开心 很开心了 沈金阔情绪彻底遏制不住了 偌大的铁血汉子 静止泪目 姨儿 对不起 这一句对不起 压在他心中压了千年 他一直以为 日后相见 伴随着这一句对不起 自己会彻底得到解脱 然而现在他才发现 他要说的 何止是对不起 方姨等的 同样并非是对不起 他摇了摇头 脸上浮现一抹凄美之笑 这一切 都是姨儿自愿的 自始至终 沈大哥从未对不起 姨儿半分 说话间 他轻轻一咳 脸上涌现一抹 不不正常的红 沈金阔分明看到 齐武在嘴上的苍白利手上 有一抹烟红的血迹 那些 红得如此绚丽 红得刺眼 红得让他心头大剧 姨儿 你怎么了 他快不上前 就要查看家人情况 不 不要过来 然而这番动作 却是被方姨给言辞拒绝了 见他情绪激动 沈金阔不敢再有所动作 生怕刺激到他 见此 方姨脸上 这才露出了一丝 释然的笑 他依靠在墙角 泪花闪烁的双眼 迸发出一抹柔光 方大哥 我恐怕 不行了 先前修炼魔功 汲取了我太多的生命精华 如今的我 早已步入了游镜灯窟之景 我原以为 上天是残忍的 突然我遇到了你 却不能与你厮守 独留我千年伤悲与遗憾 但现在我才发现 上天总算带我不薄 今生能再见到沈大哥 姨儿 就是死 也无憾了 一听到家人僵尸 沈金阔完全接受不了这个事实 不会的 你一定不会有事的 此时的他 急得好似热锅上的蚂蚁 团团乱转 却又为之无可奈何 甚至 连他都察觉到了 此刻姨儿身上的生机 正在快速消散 片刻后 其眸光一动 对了 师父神通广大 高深莫测 手段通天 他一定能够救你 姨儿 你等着 我一定求师父来救你 说话间 其第一时间冲出了静心阁 扑通跪倒在中青面前 哭诉道 师父 救命啊 求求你救救姨儿吧 中青神色微动 一旁的方笑天也急眼了 你把我女儿怎么了 姨儿修炼魔功 身体出现了大问题 还请师父你救救她吧 你个丧门心 姨儿早不出问题 晚不出问题 偏偏你来了就出了问题 若我女儿出现什么三长两短 老夫此生注定跟你没完 此时的方笑天也是彻底急了 完全失了风度 对着省经阔 就是一阵输出 行了 这个时候 说这些有什么意义 先去看看 到底什么情况再说 这个时候 中青发话了 话音落下 整个人已是静止消失在了原地 其他人同样紧随其后 众人先后相继来到静心阁五楼 中青第一时间 就看到了趴在桌子上的方姨 她天眼一睁 静止查看起了对方状况 姨儿 你这是 怎么了 方笑天看着自家 奄奄一息的女儿 心神大乱 方寸进尸 一时间 完全慌了神 跟在中青身后的雕得一件词 莫然道 你若不想女儿生死 最好安静些 方笑天被她看了一眼 只感觉好似被某种史前巨巨凶给盯上了一般 心中一灵 念诺两下后 没了声息 当下 她只能用恳求的目光 看向中青小声道 先生 不知我家一二 可还能救之 中青淡淡饮了口酒 救 自然是能救的 她通过天眼 打探到 造成方姨这番模样的根源 乃是对方修炼的魔工出了岔子 造成了身体严重的暗伤 此番 许师见到沈金阔 情绪太过激动 勾动了体内暗急 这才造成生命快速流失之状 另外 她还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情况 那就是这方姨 之所以能引动无数天骄 对她念念不忘 乃是因为旗帜本身 拥有着和极刀魅体类似的体质 当然 这种体质的效果 和极刀魅体根本不能相提并论 大概不到极刀魅体万分之一左右的功效 这倒解释了 为何不断有人对她动心了 而且 她修炼的魔工 也不知是何来历 功效极其霸道 带着类似诅咒的力量 凡是对她怀有一心 或是和她身体接触之人 都会受到诅咒横死 这魔工 已然练到了一个极其高深的阶段 连带着她本身 儼然成为了一个诅咒的源头 便是她本身 都控制不住这股诅咒的力量 想要解决她的问题 只有净化她身上的诅咒 这一切 对于他人来说 她是大圣强者来了 也要束手无策 不过对于中轻而言 并非没有解决的办法 她思索片刻后 取出了一丁点气韵结晶 米粒大小 随即单手稍稍用力一撮 静止化成了一片光雨 打向了方怡 随着光雨落在她的身上 其那原本在快速流失的生机 赫然得到了缓解 并在快速回升 便是本身的诅咒 也在被一点一点净化 不仅如此 其身上正在发生着惊人的蜕变 整个人流光闪闪 身上阴晕之气弥漫 精气神得到了巨大的补充 好似要语化生线一般 这 这 方笑天看着这一幕 震撼地张大了双眼 对于自家女儿的状况 心里总会有几分不适 不自觉生出一股晦气感 那便是诅咒带来的负面效果 然而现在 她发现 如今的女儿 不仅生机前所未有的旺盛 甚至比她还要旺盛 便是那股晦气 也在快速消失 这 这到底是何手段 震撼地不仅仅是她 还有一旁的雕得意 在钟卿拿出气韵结晶之后 她第一时间便认出了这等奇物 气韵结晶啊 何等珍贵 便是大圣见了也要眼红 地级人物见了 也难保持心中平静 然而 自家这个主人 竟然用来救治一个不相干之人 也不能说不相干 救的 仅仅是徒儿的老相识 这等奇物 若是换成其他人 怕是媳妇死了 也不舍得拿出来用 这 可是能让人破镜的奇物 虽说用的量很少 但是若给她使用 不知能省下她多少年的苦工 同时 其心中很是振奋 这个主人 来头似乎比她想象中的更大 来历更加惊人 自己跟随在她身边 侍奉左右 算是跟对人了 今日 她能拿出这等宝物 来救治这样一个人 他日 若自己的表现入了主人的眼 恐怕她随便赏赐些东西 便能让自己起飞 在众人心神振奋之际 钟卿也是微微侧目 她虽然知晓 气韵结晶 能解决对方身上的顽疾 但连她也没想到 效果竟然这般好 堪称立竿见影 随着修为越是强大 她愈发感受到了气韵的奥妙 同时也更加知晓了 气韵结晶的珍贵 这东西 用一点少一点 今后若无必要 还是留着充当底蕴为妙 万不可随意消耗 就在这时 随着一声音鸣声传来 方怡缓缓睁开了双眼 她只感觉 自身状态前所未有的好 身上的顽疾 也在这一刻 彻底消失无踪 甚至便是诅咒之体 在这一刻 似乎也全然被化去了 这 这当真是太不可思议了险 毕竟 她都已经做好生死的准备了 谁能想到 竟然还能焕发第二唇 这 当真是脱胎换骨的表现 谢过恩公救命之恩 她当即朝中 轻盈迎行了一礼 以表谢意 先前的她状态虽差 却也知晓 是钟卿出手 救了自己 钟卿摆了摆手 无须多脸 说来姑娘之所以落到这般境地 和我这徒儿脱不了干系 此举 也算是为我这徒儿 弥补些许愧疚之心 当不得一声谢字 这话一出 沈金阔感激地看了钟卿一眼 在钟卿身上 她感受到了一股久违的长辈关爱 她这一生 何其幸运 不仅能得欲如此红颜 更有这般伟岸师父 在钟卿的眼神示意下 沈金阔收起了心中感动 她快步来到方怡面前 一脸认真道 一二 千年前 是我鬼迷心窍 拒绝了你的美意 好在上天总算带我不薄 让我千年后 能再次与你相遇 这一次 我不想再失去你 你 你还愿意和我在一起吗 方怡连连汗手 堪称喜极而泣 完全没有任何一点犹豫 我愿意 千年的期望 千年的等待 千年的执着 不是就在等这一刻吗 钟卿身后的叶姬和火妹 看到这一幕 莫名有几分羡慕 虽然二人期间 有过太多曲折 但这也算是 有情人终成眷属了吧 就是不知道 不过如今 他们能跟随钟卿左右 已是天大的福分 又怎敢再奢求其他 方怡连连的康复 心愿得以实现 对于方孝天来说 可算是近年来 最大的一件喜事 她摆下大宴 宴请钟卿一行人 以示感谢 同时 也算为自家女儿 重获新生 以示庆祝 宴会之上 其乐融融 沈金阔和方怡 能重归于好 不管对哪一方来说 可都算是最好的结果 众人推杯换盏间 方孝天在经历过 一开始的兴奋之后 又变得愁眉苦脸了起来 如今的方怡 能够重获新生 她自内心深处感到高兴 但这些年来 被自家女儿 客死的天骄不知反几 这些问题 一日不得到解决 她这内心 始终好似压着 一块大石一板 她悄悄看了眼中清 尽管对方说 能够 为她解决方家之祸 自认识到现在 其虽然也展现出了 不凡手段 但是否真能解决方家之祸 她心中仍旧没底 毕竟 方家得罪的最强势力 可是有半圣级 人物坐镇的存在 当然 这些东西 方孝天也只是在心中想想 不可能真直接将其说出来 扫了大家的兴致 待酒过三巡 菜过五位之后 当即有下人 自外面急跑着 进入宴会大厅之中 携带着周家老祖 承家家主 万兴门宗主 见圣门宗主 八大强者来访 此话一出 方孝天瞳孔俱缩 整个人瞬间经历而起 你 你说什么 下人物字咽了口口水 她强忍悸动的心 再次重复道 南荒刀圣宗宗主 携带着周家老祖 承家家主 万兴门宗主 见圣门宗主 八大强者来访 再次得到确认的方孝天 彻底不淡定了 这些势力 都是些什么存在 任何一家 都是南荒顶尖势力 任何一家 随意跺跺脚脚 整个南荒 都能镇上三镇 任何一家 都是方家眼中 高不可攀的 庞然大物般存在 方孝天心神颤抖 她第一时间的反应是 难不成 是自家宝贝女儿 无意中刻 死了这南荒八 大顶级势力的某个 或多个重要人物 不怪她有这般想法 这在先前 都是有迹可寻的 方家好端端的 总是人在家中坐 或从天上来 时常有一些势力 突然间就找上门来 说是自家某个后辈 被宝贝女儿客死 要来讨个说法 只是 以前得罪过罪狠的 也就半圣级势力 这下南荒八大势力 连妹而来 每一家 都有圣级强者坐镇 方孝天瞬间 想死的心都有了 她方家何德何能 能让这八家 连妹登门拜访 这个时候 下人再次开口了 家主 那八大势力 说是想要拜访中卿先生 看起来 并不像是来找茬的 听到这话 方孝天悬着的心 瞬间放下了一半 不是来找茬的就好 若是身怀恶意而来 恐怕今天 就是她方家灭族之日 不过 很快起心中生 出了一个新的疑惑 对方来拜访中卿 莫不成 这位先生 和南荒八大顶级势力的 首领认识 但现在 明显不是在纠结这些的时候 他神色一阵 连忙吩咐下人道 快 快请他们进来 说完之后 他仿 若又感觉到了不妥 不 还是我亲自出门相迎 这样方能更显诚意 花音落下 他回首看向中卿道 先生 贵客上门 我得去接见一番 不知先生 可介意他们 一同前来贡献 毕竟对方此次上门的目标 是来拜访中卿 他自然要询问 一番当事人的意见 中卿也是有几分讶异 他才来悬遇多久 认识的人屈直可数 能来拜访他的 似乎 也只有赵羽那家伙了 他掌引一杯道 都说 远来是客 自是没把客人 拒之门外的道理 方家主看着安排便是 得到中卿允许 方孝天这才离开了宴席 恭恭敬敬 将在方家府 宅门口的赵丰一行人 给迎了进来 恩公 我们又见面了 宴席之上 赵羽看向中卿笑道 我来为你们引荐一番 这位是家父 刀圣宗宗主赵丰 这位是周家老祖周长丰 这位 是见圣门宗主柳剑白 爹 各位说吧 这位就是 我跟你们提过的恩公中卿 随着他一番介绍过后 八大圣境强者 目光齐齐看向中卿 刀圣宗宗主赵羽朝着中卿 拱手抱拳道 小儿赵羽顽劣 若非先生相救 恐已身死浑霄 此番前来 特为感谢先生大恩 说话间 他随手掏出了一个木合道 此中 有一圣极大药 小小薄里 不成敬意 还望先生收下 这让中卿微微侧目 圣极灵药 于他而言 虽算不得什么珍贵之物 但对于一般人来说 哪怕是一般的圣境强者来说 也是价值不菲之物 对方能用一件圣极灵物 来偿还救命之恩情 这份诚意 可算难得 有心了 他举杯相邀道 若各位不弃 不妨一起坐下喝杯酒水 正有此意 赵峰长笑一声 一脸豪爽 来到中卿对面坐下 谢礼 则是亲自交由到了中卿手上 对此 中卿也没拒绝 在二人说话之际 其他几大圣境强者 眼神悠悠 眸光露出 极许威亚之色 先前赵羽曾说 中卿很有可能是圣境强者 他们内心是不大相信的 毕竟这年头 成圣之艰难 他们可算是 深有体会 但是现在 他们发现 自己竟无法看透 中卿修为 几人不动声色 同样落坐在燕桌之上 或许 这中卿 真能给他们 带来什么惊喜也说不定 随着几大圣境强者落坐 方笑天心神 有些振奋 连忙招呼着下人 为众人赶紧赛上美酒佳肴 他是万万没想到 中卿竟然是 刀圣宗宗主之子的救命恩人 有了这层关系在 对方 似乎真能解决方家之祸 长桌之上 赵峰举杯相邀道 先生 我敬你一杯 感谢这一路到玄狱 你对犬子的照顾 钟卿笑道 无所谓照不照顾 不过顺路之事 他与之队饮一杯之后 把玩着手中酒杯 若有所思道 你们此行 除了感谢之外 应该还有 其他什么目的吧 此话一出 赵峰微微一愣 先生快人快语 实不相瞒 赵某此行 除了专门向先生感谢之外 确实还有一事相求 宴席之上 随着赵峰话音落下 一旁后者的方笑 天眸光微动 心中微惊 这赵峰何许人言 圣经六重天修为 素有南荒第一强者之称 有什么事 连他都解决不了 想来求助钟卿 这位先生 又有何手段 能让赵峰前来相求 甚至不仅是赵峰一人 他隐隐感觉到 这南荒八大顶尖势力的首领 似乎都在为钟卿而来 先前的他只感觉钟卿 有些手段和神秘 但现在 他愈发感觉 其之神秘莫测了起来 钟卿眸光悠悠 看向赵峰 陈英片刻厚道 有什么事 你且说来听听 赵峰错了措辞 直接开门见山道 先生 南荒如今正在遭遇一场盛大浩劫 有一精灵赤雕妖族 准备大举进攻我南荒地界 这精灵赤雕老祖雕得一 乃是圣经七重天修为 此妖实力强大 手段凶残 若是被他攻破南荒地界 恐怕将有无数人族生灵 惨遭其毒手 为守护故土 我南荒八大势利特 组建了一个抗妖联盟 只可惜 纵然我八家合力 对上这精灵赤雕族 也没多大生犯 先前听小儿说 先生实力不凡 因此 我八家特意来此 就是想请先生 加入抗妖联盟 守护南荒故土 庇护南荒无数生灵 共同对抗妖族 此话一出 另外一桌 正在喝酒吃菜 炫饭的雕得 已坐不住了 他不过 就想安静地吃个饭 顺便当个吃瓜群众 这喝着酒 吃着肉 万万没想到 吃个瓜 火竟然直接烧到了他身上 在主人面前 说他手段凶残 说他会屠杀 南荒无数人族生灵 这是什么 这是赤裸裸的污蔑啊 他 雕得一 是那样的妖吗 不可否认 自己以前是犯了些 思想性错误 仇视人族 恨不得抢光人族所有宝贝 但他什么身份 圣人七冲天强者 他再不计 也不至于 对那些无辜之人下手啊 一来是没把那些人 看在眼里 二来 是不懈动手 而且 如今经过主人的教导 他已经深刻意识到了 自己的错误 现在的他是一个好妖 是一个对人族 充满真善美的妖怪 这骤然听到 有人在主人 这般诋毁自己 他哪还能做得住 更重要的是 如今的他 已然彻底和中卿 绑定在了一起 也明白了中卿的诸多不凡 这要是在他心目中 留下什么不好的印象 日后安能 有自己崛起之际 想到这儿 雕得一直立而起 对着中卿解释道 主人 你别听他们胡说八道 他们在诽谤我呀 我根本不是那样的 此话一出 瞬间让以赵峰为首的八人 眉头微微皱了起来 他们如今 谈论的是 事关整个南荒安危 关乎南荒无数 生灵生死存亡的大事 这个时候 跳出来找什么存在感 把自己当成什么了 精灵赤雕族老祖 雕得一了吗 当下众人 将不满的目光 看向了另外一桌上的雕得一 第一眼 让他们眉头 微微一皱 好熟悉的身影 好似在哪见过 第二眼 恍惚之间 好似有一道灵光 在众人脑海之中 瞬间划过过 雕 雕得一 你竟然是雕得一 赵峰率先反应过来 脚底好似 安装了弹簧一般 静止从长凳上弹射而起 一脸戒备 如灵大敌地看着雕得一 双方先前 是打过交道的 但是 众人之所以第一时间 没能认出雕得一 实在是因为 他那两只熊猫眼泰 具有伪装性 先前雕得 已被两大圣镜傀儡打伤的眼睛 到现在还没恢复过来 二是他们打死 也想不到 雕得一 竟然偷偷混到了万刃城中 来了他们大本营 他们就说 先前精灵赤雕足缘河 会无缘无故撤退 原来 是在这等着他们 这一刻 不只是赵峰 其他七大圣镜强者 也纷纷经历而起 一脸戒备地看着雕得一 众人心中 被震惊所取代 但紧接着 他们回想起了 先前雕得 一对中卿的称呼 主人 这应该是他们 出现幻听了吧 雕得一 乃是圣镜七重天强者 精灵赤雕足老祖 身份之高 地位之贵 何等惊人 似这类的存在 怎么可能会任人为主 就在这时 却听中清淡淡道 若你们此来 乃是为妖族之事 请我出手 那大可不必 正如你们所见 如今的雕得一 已经在我麾下任命 便是整个精灵赤雕足大军 也是我命他们退去的 所谓的南荒之祸 不会发生了 此话一出 现场不由一镜 八大圣镜强者 呼吸不由未知一粗 心脏都停止 调慢了半拍 赵峰整个人静 直呆立当场 心中泛起了滚滚波涛 眸光之中 有种如梦似幻之感 遥想先前 为了应对妖族大祸 他结心全力 共邀八大圣镜家族 组建抗妖联盟 部下层层防线 甚至内心之中 早已为此次大战 做好了父子血剑战场 严消云散的准备 但是现在 有人突然告诉他 所谓的妖族之祸 这般没了 震惊 错愕 狂喜 乃至不可置信 诸多情绪 岂有上头 看向中青的眼神 更是惊为天人 其余几大圣镜强者 内心之中的复杂情绪 俨然并不比他少 遥想先前 赵峰邀请他们前来 供邀中青 加入抗妖联盟 他们内心之中 还有些不以为意 认为不是什么人 都值得他们拜见的 但是 谁能想到 就是这样一个人 以一己之力 制止了南荒妖族之祸的发生 就是这样一个人 竟然收服了 圣境期重天的精灵 赤雕族老祖雕德一 他们此时 已经不知道 该用什么言语 来形容他们的心情了 号称南荒八大 最强势力的首领 集体呆滞 这种情况 对于方孝天等人而言 可谓是千古难得一见的场景 同时 他看向中青的目光 也彻底不淡定了 先前他听到赵峰说 有妖族即将入侵南荒的时候 其整个人内心 慌得不行 毕竟妖族之祸 一旦爆发 首先波及的 便是万人城 然而下一刻 他便听到妖族老祖 竟然已经被先生收服 此刻在看中青 当真有种 让他惊为天人 高山扬指的感觉 一想想先前 对方说能帮他解决方家之祸 他还半信半疑的模样 他此刻 当真恨不得挖个地洞钻下去 这样一尊真神 出现在他面前 他竟不自知 也幸好他并未做什么 过激放肆之举 否则 他估计自己怕是 能悔恨交加一生 现场之中 众人心神起伏不定 这消息 对于他们来说 太过震撼 他们需要时间 来消化 来接受 宴席之上 要说谁心情最激动 那当属赵鱼无疑 他虽早已知晓 中青不凡 但万万没想到 竟然不凡到这种程度 以一己之力 翘无声息便将让整个南荒 视为生死之战的危机解除 甚至连精灵赤雕族老祖 也收之麾下 这何止是不凡 那么简单 这该是何等人物 才能做到这般程度 难不成 这是一尊新的人族大圣 一想到大圣两个字 照于浑身血液 忍不住一阵沸腾上冲 直冲天灵盖 圣人 对于普通人而言 已是渴望而不可及的人物 大圣 每一个 放眼整个悬域 都是人族定海神针一般的存在 他们四天上的恒星 悬浮在世人头顶 攻世人膜拜 又肆意立在修行路上的一道封碑 是最接近地的存在 每一位大圣 都代表着无尽的传奇 此刻的照于 内心深处 俨然将中青 当成了大圣强者 能和这样一尊人物产生交集 绝对是他一生 为之骄傲的荣耀 直到缓了两久之后 众人这才稍稍平复下 内心的波涛 照风强压心中震动 起身朝着中青一拜道 先生此举 对于南皇来说 堪称功德无量之举 消灭了一场 潜在的滔天大祸 在下厚颜代替南皇意外生灵 谢过先生大恩 随着他话音一落 其余几位圣境强者 好似心有灵犀一般 一同起身 满脸正色 朝着中青一拜道 还请先生 受我等一拜 中青端坐在主位上 朝众人挥了挥手 各位无需这般 毕竟玄狱之事 就是我之事 而南狱 是玄狱其中之一 此举 不过是我应尽之责罢了 此话一出 众人纷纷露出一色 更是对中青的 来历生出了 无尽好奇 赵峰疑惑道 不知先生 为何这么说 可否为我等解惑一番 中青淡淡饮了口酒 待回味少许之后 缓缓道 我为玄狱玉主 见到此事 自然不能置之不理 哄 此话一出 好似有道道惊雷 在众人脑海之中乍下 赵峰更是双眼俱缩 惊呼道 先生 竟是玉主 此时他的内心 泛起了无尽拨头 同样知晓了 中青为何说 玄狱之事 便是他之事了 玉主 天然有统领一玉之权势 整个玄狱 都应该在玉主的治下 更遑论 一个小小男荒了 其他几位圣境强者 脸上同样带着动容之色 抛开其他各方面的因素来说 玉主身份 对于他们而言 堪称 是贵不可言的人物 先前奉天殿 使者放出消息 玄狱将会有新的玉主上任 没想到 这位玉主大人 竟然就是中青 一旁的方家家主方笑天 此刻只感觉自己 整个人都骂了 当他还在为对方收服 精灵赤雕族老祖精 为天人之计 不曾想 下一刻 对方竟然就一脸云淡风轻地 曝出了玄狱玉主 这个天大的身份 这等天大的人物 是方家能接触到的吗 宴席之上 众人今日可谓是 被这接二连三的消息轰炸不清 方姨也是一手捂着小嘴 难掩金融 沈金阔 则是一脸自得 这 就是他的师父 他这一生 不为能出身在地级家族而自得 但他 为拥有这样一个师父而自傲 钟卿举杯相妖道 各位 都说相遇是缘 难得今日能同聚 且引了此辈 如今 雕得意已入我麾下 我希望 日后大家能和平共处 放下往西安院 见钟卿这般说 赵峰等人自不能不应 金灵赤雕族 不可谓不强大 哪怕集合他们八家之力 也没多少胜分 如今 钟卿此举 可不止 解决了这一次的危机 更有意修补他们 和金灵赤雕族的关系 若大家真能和平共处 以后 他们也就不用担心 金灵赤雕族之祸了 而雕得意先前 之所以想要掠夺人族 不过为了搜寻资源 提升壮大自己 如今 得知跟随钟卿 要更有前途 自然不会 再去做那打家劫舍的营生 饿了和钟卿的关系 在钟卿的友谊调节下 原本将要打生打死的俩拨人 就这般放下了往日成见 甚至坐在一起 谈笑风生 言笑宴夕 堪称一笑 闽恩朝 随着宴会 进入到尾声 赵风朝着钟卿进酒道 先生 不管怎么说 这一次 南荒若没有你 恐怕少不得一场生灵如涂炭 赵风敬你一杯 不过在下有一言 不知当不当讲 钟卿放下酒杯 一脸平静看着他道 但说无妨 赵风沉音片刻后 郑重道 玄狱局势极其复杂 狱主身份 虽然贵不可言 但是背后水很深 妖族那边就不说了 人族这边 恐怕麻烦也会不少 是也 在狱主前去上任之期 得小心才是 钟卿闻言 不由漠然 这玄狱的水 似乎比他想象的要深得多 这玄狱御主 似乎就是一个 烫手山狱般的存在 当然 钟卿也不是太在意 都说兵来降荡 水来土掩 凭他身负的底牌 他自信 这点挑战 足以轻松应对 钟卿随后摆了摆手 是关御主之事 暂且不及 不过如今 我确实有一件事 想让几位帮忙 此话一出 赵风连忙道 不知先生 有何吩咐 钟卿看了眼方笑天 慢慢饮了口酒道 我和方家 也算有些渊源 如今方家 遇到了些麻烦 各位也算是这篇地界的半个主人 不知可否 帮方家解决这个麻烦 周家老祖周长风 当即表态道 对于方家之事 我也有所耳闻 些许跳梁小丑 不足为据 少请之后 麻烦方家主 将想要对方家不利的事例 名单给我一个 我保证 今后他们必不能再找方家麻烦 另外 若日后有哪个不开眼的 来找方家麻烦 方家主大可前来找我们八家中的任何一家 这话一出 方笑天整个人 已然是激动到不能自己 周家老祖周长风这话 翻译翻译 可不就是今后周家 我们八家找了 他万万没想到 困扰了他多年的难题 搅得整个方家不得安宁的事 就因为钟卿一句话 便得到了完美的解决 不仅如此 有南荒八大顶尖势力 做靠山 可以预见方家重回巅峰 不是问题 甚至更进一步 也非难事 今天对于他来说 堪称如梦似幻的一天 一场宴会 就在大家的谈笑中落下了帷幕 而随着宴会结束 钟卿突然间惊疑一声 他突然间感受到 一大剥修围 正源源不断朝自己涌来 这剥修围的数量 庞大到超乎想象 远超以往 他神色一动 朝着方笑天道 方家主 麻烦帮我准备一间 闭关所用的密室 对于方笑天来说 钟卿可谓是方家的大恩人 不仅救下了他的宝贝女儿 更是解了方家大祸 让方家有了一个光明伟岸的未来 竟然尽心竭力满足 当下直接将方家灵气最充裕 地理位置最好的一间密室 腾了出来 密室之中 钟卿感受着体内 传来的那股 源源不断的修围返还 整个人精神不由一振 这修围来源颇多 有俩百多万记名弟子 也有几大真传弟子 而最多的 则来源于三眼凤犬族 这股返还修围的数量之多 绝对能让他 直接突破到圣境层次 甚至在圣境之中 也能走上不远的距离 先前和三眼凤犬族分离前 钟卿便送出了一块气韵结晶 他知道 这气韵结晶 能让三眼凤犬族 实力大涨 但连他连自己都没想到 竟然长得这般快 这般汹涌 轰隆隆 随着钟卿将返还的修围 添加在身上 其之气息 不断在上升攀高 原本至尊九重天的修围 只请客间 便达到了至尊九重境巅峰 再到圆满 然后 以逊而不及眼泪之势 净直突破到了半圣层次 一只脚踏入了圣人领域之中 至尊到半圣 这是一道坎 半圣到圣 这同样是一道坎 这两道坎 好似两道天欠 阻挡了至尊修士 上升的路 然而这两道坎 在钟卿这里 好似两道褶皱一般 气势一推一平之间 其净直从半圣领域 踏足了圣境领域 过程之简单 好似吃饭 喝水一半 若是被其他人看见 钟卿的晶级 怕是能吓死一大片人 甚至会开始怀疑起人生 怨天不公 怨地不平 至尊到圣 不知多少人 苦修千年万载 也不见得能往前踏出一小步 又不知多少人 枯作万载岁月 乃至枯作一生 直到最终作画 也不见得 能领悟圣境的奥秘 然而钟卿呢 用时 不过几个呼吸 不怪他突破如此迅速 实在是这股 能量 太过庞派 太过精纯 质量还高得离谱 甚至 钟卿能从中感受到 这股修为返环 远远超脱了圣境层次 达到了大圣级别 不用想他也知道 那股修为 来自于凤浪天 一位大圣境强者的 修为返环 哪怕只是一辈 对于至尊境的中卿而言 也堪称是海量的 更何况 还有三眼凤犬族的 其他成员 要知晓 三眼凤犬族中 可是有一位大圣强者 十二位圣境强者 其他人 皆是至尊层次 凤天 更是中卿的清传弟子 他的修为返环 足以呈现万倍作用 在中卿身上 这股修为返环 何其庞大 甚至不过短短数个呼吸 中卿的修为 再次上涨了一大节 达到圣人静二重天的程度 这波提升 太过夸张了 一下直接让中卿 从至尊敬久中天 提升到圣人二重天之境 让他成为了 真正的圣境强者不说 实现了修为提升的 多级跳跃 而且 这还不是全部 还有一大波修为 未曾消耗完 中卿自然是全部 用来提升自己的修为 轰隆隆 在他的身上 有圣光在弥漫 有神光在闪烁 有道运在跳动 道道规则之力 在他周边沉浮起伏 滚滚紫气 自他身上蓬勃喷涌而出 将他硬衬得 愈发超凡脱俗 神圣伟岸 好似真仙将士 最后 中卿的修为 彻底跨入了圣境三重天 一连跨越四重天 这才停止了增长的趋势 一波提升 让他从至尊九重天 跨越到圣境四重天 哪怕是中卿 也不由为这波提升 而感到心惊震动 这已经不是 在乘着火箭在提升了 这堪称 是坐着航空母舰在跑了 也就是 中卿早就知道 自己的修为境界 和别人有一点点的不一样 需求的量 也比别人更多 不然的话 光是这波返还 就足以让他 冲上大圣境界 当然 虽然中卿的境界 相对于同境界来说 需求的量会更大 相应的实力 比同境界 也要强那么一点点 这三眼凤犬足 实力到底提升了多少 才能让我有 这般恐怖的净声 中卿为修为提升 欣喜的同时 不免生出了一个疑惑 与此同时 在北周之殿 一座庞大的山脉之中 倒倒恐怖的气息 升腾而起 好似有一尊 又一尊史前巨兽 跨越远古时空 来到现实 而其中一道身影 高达数万丈 好似要与天气高 身上散发着赫赫凶威 好似要掀翻大地 破开天语 凤傲天感觉自己 重回大圣九中天巅峰的修为 只感觉自身状态 前所未有的好 曾经悬遇的一代霸主 俨然再度回归 这一次 凤傲天凭借着 中卿给的气韵结晶 修为直接恢复到巅峰 不仅仅是他 整个三眼凤犬足 实力也完全恢复到了 曾经的巅峰层次 十二尊圣境巅峰强者 八十多尊至尊强者 若是让中卿知晓 这么多人的恐怖提升 才让他从至尊九中天 突破到圣境四重天 未免也太过于多了一些 当然 这种未必是一件坏事 就像雕德一 高他多少个境界 堂堂圣境七重天 他对自己实力没底的情况下 都可以自信一拳都干死他 此时 北周的万妖山脉之中 九十多尊恢复到巅峰状态的 三眼凤犬足 屹立在山脉之上 所有人看着四周山河大地 只感觉心神一阵振奋 不少人仰天长笑 借此发现内心那高昂澎湃的激情 曾经的他们 就是这片大地的主人 只是奈何 中途发生变故 整个三眼凤犬足 就此沉寂了下去 时隔无数万年 他们终于再次回到了故土 只是这么多年过去 已然是物是人非 他们先前再次出现在这片土地上 竟然没有多少妖族能认出他们 甚至 刚踏足北周之时 还遭遇到一尊圣境大妖的嘲讽 说三眼凤犬足的巅峰 已成过去 他们只是历史遗留下来的残诈 对于心高气傲的三眼凤犬足来说 这能忍 老祖 我们现在第一步该怎么办 凤天溢丽山头之上 三千多丈庞大的身躯 让他看起来格外魁梧雄壮 好似一座山脉般 耸入云霄 身上气血滔滔 如江河大海一般在奔腾 整个人身上 散发着一股极其强大和可怕的气息 威风凛凛 霸气横生 当然 比起凤奥天那数万丈的身躯 无疑是小巫见大巫的区别 但见凤奥天溢丽大地之上 他高昂着如山四月的头颅 思索片刻后 声如惊雷道 一只小小的圣级妖物 竟然嘲讽我族 现在的第一件事 就是要去让他感受一下 我三眼凤犬族 是不是如他所说那般 已成过去 是不是历史的残渣 收拾此妖之后 我等势必要以最快的时间 整顿妖族 拿回属于我三眼凤犬族的荣光 师父如今要来玄狱当狱主 身边没人手使用怎么行 妖族 将会成为师父 做下最忠实的簇拥者 奥奥天几句话 就定下了三眼凤犬族 接下来发展的基调 也是这个决定 让接下来的妖族 发生了晴天之变 让妖族的势力格局 重新洗牌 对于这一切 钟卿自然是不知晓的 此刻的他 正在查看这一次的收获 打开个人属性面板 宿主 钟卿 修为 圣境四重天 徒弟 林峰 归一境八重天 百倍增幅开启中 修为万倍返还宿主 徒弟 苏叶 归一境七重天 百倍增幅开启中 修为万倍返还宿主 徒弟 杜浩 归一境八重天 千倍恢复开启中 修为万倍返还宿主 徒弟 白灵 三阳三境大圆满 死亡修为开启中 修为万倍返还宿主 徒弟 奉天 至尊三重天 药体羁绊开启中 修为万倍返还宿主 徒弟 古尘仙 大圣九中天修为 杀神羁绊开启中 杀敌所获修为 十倍返还宿主 以激活羁绊 废才羁绊二 普通版以激活羁绊 霸体羁绊 强化版 以激活羁绊 涅槃羁绊 普通版 以激活羁绊 药体羁绊 普通版 以激活羁绊 杀神羁绊 普通版 更多羁绊带开发 以获得体质 霸体 不死之身 急到魅体 急到战体 急到圣体 重铜体 剑体 日月圣体 以获得特殊技能 老六光环 天眼 铜锦碾压 阵法免疫 自身小世界 二级真神之御 以获得特殊武器 凌峰 以获得坐骑 圣谢麒麟 看着属性面板 中卿心神危荡 这一段时间 不仅是他的实力 提升巨大 门下凌峰 苏叶和杜昊 也分别提升了 一个小境界 奉天的修为 提升最夸张 一月提升到 至尊三重天 或者不能说是提升 说是恢复更恰当些 奉天的的巅峰修为 本就是至尊近三重天 如今 他不过是恢复巅峰罢了 中卿感受了一下 自己如今的力量 强得很离谱 让他都有些 心惊肉跳的程度 还是那句话 那就是 连他都不知道 自己现在到底有波强 不过 三眼凤犬族的修为 提升潜力 也在这一波 小好殆尽了 接下来一段时间 若不能找到新的徒弟 中卿感觉自己的实力 恐怕会停顿在 圣经四重天 很长一段时间 毕竟修为高了 所需修为的提升 将成几何倍数的增长 却不知 这一次真传弟子 会给我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中卿不由期待 起了第七个真传弟子起来 他有预感 这第七个真传弟子 会给他带来极大的惊喜 除了收获之外 每一次打开属性面板 看到白灵 中卿都有些痛心疾首 白灵的不死羁绊 按理来说 潜力应当是 所有真传弟子之中最大的 但是如今 其他真传弟子 一个个实力 皆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 唯独白灵 还在三扬三境徘徊 这么长时间过去了 也不见半点提升 这让中卿猜测 他应该是 被人囚禁禁锢了 否则 以他不死之身的变态属性 不至于这么长时间过去了 还没有半点动静 对此 中卿也有心无力 只能期待 以后实力强到一定程度之后 能感应到他的位置 将其解救出来 中卿这一次的提升 是多方面的 在修为突破到圣境层次之后 其在气质这一块上 同样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如果说 以前的中卿 超凡脱俗 四折先凌晨 深邃中 透露着一股儒雅 那现在 其整个人 再次增添了几分飘渺之意 给人一股 好似随时都能语化非仙之感 这种变化的出现 伴随着中卿出关 让叶姬和火妹 对他更加痴迷了 而在中卿闭关这段时间 关于方家的祸事 已经得到了完美的解决 如果说 以前的方家族人 害怕被报复 只能归缩于方家府宅之中 哪里也不敢去 那现在 则完全没了这方面的顾虑 整个人行走在外 再没有半分被人看不起 甚至是走路都带风 尤其是方家家主 更是有种扬眉吐气之感 在方家落难的时候 谁都想来踩上一脚 便是一些在方家眼中 不入流的小角色 也敢在方家放肆 但是现在 有南皇八大顶尖势力 为方家撑腰 原先欺辱方家的势力 全都上门跪求方家的原谅 以前的方家 外面人山人海 完全一片欺辱叫骂 要和方家清算的声音 现在的方家 外面同样人山人海 不过全是八姐讨好 乃至求方家高抬贵手之声 这短短时间的前后变化 当真是让人从泥潭 瞬间涌上了云霄 而方孝天知晓 这一切的变化 都是谁带来的 因此 在得知中清出关之后 其第一时间 便带着家族重要成员 前来恭迎 先生 对我方家大恩 无以为报 经特来感谢先生恩德 还请先生稍后 我这边命人准备大宴 为先生出关喝 大殿中 方孝天来到中清敬前 恭声道 此话一出 中清却是摆了摆手 不用麻烦了 在此地停留甚久 我也该告辞了 此话一出 方孝天大吉 先生 袁河走的这般吉 可是方家有招待不周的地方 中清覆手而立 摇头道 我此番本就是为徒弟之事而来 如今 徒弟之事已了结 也是时候该离开了 这话一出 让包括方孝天为首的不少方家人 全部失落不已 尤其是方家一些妙龄少女 他们在得知方家 来了一位有着天大来头的前辈高人之后 此次也是应家主之命 前来恭迎这位前辈出关 就是想看看 这位解了方家之祸的前辈 到底有何特殊之处 这一看 差点没让他们当场沦陷 超凡 实在是太过超凡了 那一张深邃 神秘 轮廓分明的脸 当真是长在了他们的心田里 光是看到那张脸 就有一种让他们陷入热恋的感觉 当然 他们也就这般想想 身份和实力的不对等 让他们不敢生出过多非分之想 顶多在心中想着 这前辈若是在方家多待一段时间 身边必然缺一个端茶 倒水的丫鬟 这要是能服侍这位先生 那该是何等幸运之事 但是 随着钟卿要走的消息传出 他们心里那点小算计 瞬间落空 更让他们有种怦然心碎之感 这种女池感觉 能见钟卿一眼 即是幸运 也是不幸 幸运的是 他们能得见如此天人 此生 当真无悍也 不幸的是 见了钟卿之后 此生 怕是很难再看得上其他男人了 那些所谓的天才圣子 在其面前 根本就不值一提 这还是钟卿 将及到媒体的功效 收敛到极致的结果 若是钟卿 将及到媒体功效稍微一放 恐怕这些人 瞬间都得沦陷 人群之中 沈金阔在得知 自家师父要走 他自然是要随 钟卿一同离开的 在那和方怡 一脸依依不舍的戏别 钟卿笑骂道 你二人千年未见 却是不必急着随我离开 待他日 我于玄狱上任之后 你再来寻我便是 这话让沈金阔一阵窃喜 谢师父体谅 内心深处 他感觉自己亏欠方怡太多 若无必要 他真的很想补偿一下对方 不想这么快和家人分别 一番辞别之后 在方家 众人和徒弟的恭送下 钟卿带着 带着叶姬和火妹 刁得一漫步离开了 随着钟卿离开 叶姬和火妹 看着方家那些妙龄少女的不舍情绪 不知为何 这心里总觉得美滋滋的 人和人之间 最怕对比 相比先前 沈金阔和方怡 能修成正果 让他们羡慕 现在的他们 也成了别人羡慕的对象 君不见那一个个女人 看见他们能侍奉在公子左右 一个个羡慕不得情绪 都直接溢出来了 这 就挺让人心情愉悦的 果然 这女人之间 总有种奇奇怪怪的攀比心理 无分年龄大小 无分修为高低 看着钟卿等人离开的 不仅仅是方家人 还有赵瑜父子 一楼阁之上 赵瑜看向自家父亲 爹 看样子 恩公似乎要离开了 我们不上去送别一下吗 赵峰摇了摇头 看先生的言行 显然是个洒脱的主 并不在乎这些繁文入节 在心中送别即可 何必搞些花里胡哨的仪式 我最担心的还是 随着先生走出这个门 整个玄狱 怕是要变天了 这话一出 赵瑜神色微动 一脸手舞足蹈振奋道 可不是要变天了吗 如今玄狱之中 人族是弱 妖族是强 相信带恩公当了狱主之后 有了恩公的领导 我玄狱人族的实力 必然能更上一个台阶 说不定能够压制那些真正的大妖 与妖族形成分庭抗礼之事 甚至压过妖族 也不是不可能 爹 这是天大的好事啊 你黑着个脸作甚 赵烽美好气 看了自家儿子一眼 你知道什么 凡事 又启示 你表面看到的那么简单 这其中的水 伸着呢 说到最后 他眸光悠悠 看向天际 心情复杂 更有一抹担忧愁 挂在脸上 眉头之间 有股愁节 另一边 中青一行人 自离开方家之后 主人 我们现在要去何处 身旁的刁德一询问道 中青思绪良久 最后看了看四方 沉思片刻厚道 去妖族领地 在收服刁德一的时候 中青便打算去 妖族领地看看 准备来个一锅端 现在 不过是将这个想法 付诸了行动 刁德一文言 微微一愣 有些诧异地 看了自家主人一眼 对于妖族来说 御主这个身份 可不讨喜 若是传了出去 甚至会引发 一众妖族的仇视 如今 自家主人要去妖族领地 异域何为 当然 疑惑归疑惑 对于中青的命令 自然不敢有任何违逆 中青怎么说 他就怎么做便是了 主人 玄域有四周 妖族独占三周之地 不知 你想先去哪一周 中青慢慢饮了口酒 我记得你精灵赤雕族 似乎在南周之地 就去南周看上一眼吧 是 主人 在雕得一的带领下 众人踏上了去往南周的旅程 南周很大 整个周 划分为六合八荒十地 事实上 不只是南周 玄域的四周之地 每一周 都有六合八荒十地之分 亿万公顷领土为一地 十地称为一荒 八荒化作一荷 这是玄域独有的地域计量单位 精灵赤雕族 便坐落于南周大荒之地 众人一路横穿天穷 所过之处 尽皆一片荒凉 山穿大地之间 充斥着野蛮 原始的气息 看不到多少文明的痕迹 人族和妖族的生活习性 相差很大 人族善于创造 创造万物 改善环境 纵然再恶劣的环境 也会想要征服它 将其改造成移居之地 妖族则是清静自然 贴近自然 适应自然 他们以天为备 以地为床 纵然再恶劣的环境 也会想着适应它 大多数妖族 过着衣山傍水的群居生活 一路锁过 雕得一不断为中青 介绍着妖族之间的风土人情 行了不知多久 雕得一指着前方 一块戒备道 主人 前方就是我南州大荒之地了 在这片地界 我精灵赤雕族 也算一地霸主 没人敢不丢几分面子 说到这儿 雕得一神色之中 有几分傲然和得意 他确实有得意的本钱 精灵赤雕族 本只是一个二流种族 在整个大荒之中 二流种族没有一万 也有八千 是他 带着族群一路雄起 日益壮大 现在 终成为大荒之中 不可被忽视的存在 这份成就 可不是谁都能拥有的 而精灵赤雕族 如今所占据的地盘和资源 就是他准备 送给中青的一份鹤礼 他相信 有了这份鹤礼 今后 自己必然能在主人身边 占据一定地位 而随着中青一行人 踏足南州大荒之间 奉奥天 这位大圣巅峰强者 带着十二尊圣境巅峰生灵 乃至数十尊至尊境高手 在整个北周 打响了三眼奉犬族 复出的第一站 轰隆隆 这一天 北周渤海处 海浪翻滚 神光荡漾 杀鸡弥漫 虚空炸裂 恐怖甚微弥漫天地 席卷四方天域 一条万丈蛟龙 自深海之中咆哮而出 蛟龙 乃是上古一种 真龙近青 这个族群之强大 在整个玄域 也是赫赫有名的存在 便是在整个三千域中 也有滔天的名声 堪称 玄域妖族之中的恐怖生灵 也是北周之地的绝对霸主 此刻 这条万丈蛟龙身躯晃动间 虚空炸裂 一双如山四月的眸光 散发着恐怖杀鸡 在它对面 凤傲天好似一座亘古山脉 恐怖的凶威震动天地 滔滔气血轰鸣 引发万寝海水奔腾 轰 其身躯往前踏步间 整个大海都开始翻滚奔腾 周身爆发无量光 俨然一尊烈日 向前扑杀而去 杀鸡似要穿透万古 横贯九天这 就是巅峰大圣的顶尖威势 一举一动 都有翻江倒海之力 破灭乾坤之能 这一战 双方杀到癫狂 蛟龙王敖影仰天怒吼 凤傲天 你我往日无冤 近日无仇 你当真要和我不死不休吗 凤傲天冷哼一声 本作不过回我族领土看上眼 你未经本作同意 便盘踞在我三眼凤犬族领土 数万载岁月 不该给本作一个解释吗 乱战之中 敖影憋屈 属于你三眼凤犬族的时代 已经过去 当年三眼凤犬族的地盘 也一度被万千妖族所瓜分 本作不过占据了一海之地 你不去找他们 偏偏来找我 是觉得本作好期吗 要知道 本作可是如今的北周最强 你若再苦苦相逼 休怪我拼个鱼死网破 届时大家都落不得好 然而凤傲天的杀招 并未因此而丝毫减弱 反而攻势 愈发凶猛了 就你 也想和我 拼个鱼死网破 你配吗 也不怕告诉你 这是我三眼凤犬族 重新出世的第一战 你若不强 我还不来找你 老祖 打的就是最强 一句话 震动天雨 传遍四方 让一旁观战的三眼凤犬族 热血沸腾不已 老祖还是那个老祖 霸气四射 锋芒毕露 一席间 他们仿若又回到了那个 独属于三眼凤犬族的高光时刻 而这一次 他们不仅要 拿回属于三眼凤犬族的荣耀 甚至要比以前 走得更远 成就更高 这一点 众人毫不怀疑 只因为 他们背后站着一个 深不可测的男人 那个男人 是他们的师父 这一天 大半个北周震动 大胜强者的厮杀 哪怕相隔千万里 也能感受到 那恐怖的余波震动 无数妖族 在那两股恐怖的气势波动下 瑟瑟发抖 这一战 蛟龙可血 龙铃都被打到崩飞 半身骨头都被敲碎 没办法 傅浩天太强了 当年他之所以去挑衅陈帝 就是在整个玄域 已无敌手 当年的整个玄域 都匍匐在他的实力之下 一个自诩能与大地争锋的存在 你可以说他狂妄自大 可以说他不知天高地厚 但你绝对不能小觑他的实力 在奉傲天威名震吓之际 蛟龙敖影 只是大圣七重天修为 原本他以为 如今的自己 身为大圣九重天之境 纵然打不过奉傲天 可也比他差不到哪句 但是现在 他发现 自己错了 不仅错了 还错得有些离谱 奉傲天的强 根本不能以常理来置之 甚至强得有些变态了 在与对方厮杀之际 根本不像是在 合同级别的人交手 反而对方 好似比他高了半个层次 这让敖影悚然一惊 难不成 你已经触摸到了那个领域 呵呵 你以为这么多年过去 本作还会在原地他步不成 奉傲天傲然而立 虽然如今的他 实力堪堪恢复 恢复到当年的巅峰状态 但是这些年来 在虚域的兽族秘境之中 他一直未曾放下过 对前路的推演 而对于大胜之后的道路 早已被他推演了无数次 又加之他翻越过 中青赐下的地精 对于成帝之路 奉傲天早已了然于胸 给他点时间和契机 成帝于他而言 并非不可能 都说福或相依 对于奉傲天来说 从巅峰跌落低谷 并不一定全是坏事 至少 在跌落谷底的这段时间 给了他尽心推演前路的时间 臣服 或是死 奉傲天眸中凶光闪烁 给了已然被打到 丧尸战力的敖影两个选择 敖影眸光闪过一抹挣扎之色 强者 都有自己的尊严和傲骨 若是换成以往 纵然死 他也绝不可能臣服奉傲天 早年间 在三眼奉犬一族 统治玄狱之时 他都是潜伏在深海之中 并未外出活动 就是不想寄人篱下 但现在 若对方真触及到了那个领域 跟着他 倒也不视为一个好去处 奉傲天也不催促 化成人形 副手屹立在海面上 静等他做出抉择 敖影在挣扎了片半响后 最终艰难地 低下了高贵的头颅 我 怨沉浮 奉傲天汉手 聪明地选择 三眼奉犬族老祖 以一战定顶北州东海 收服蛟龙王丰敖影的事 以狂风巨浪般的速度 向四方浮射而去 在整个北州 掀起了滔滔波兰 敖影是谁 对方崛起于数万年前 自出道以来 无一败计 曾有一尊大圣八重天的强者 前去挑衅 被他一轮尾抽飞了万万里 而直接封神 就是凭借着这一强大害人的战绩 敖影的存在 已然被誉为北州第一高手 然而 如今就是这样的人物 竟然被给打服了 这个消息 无涯于大地震一般 震得无数妖头脑一片空白 耳朵轰鸣不止 这 三眼奉犬族 当年不是妄图去挑衅陈帝 被陈帝灭杀 抹出于历史长河中了吗 谁能告诉我 他们到底是从哪来的 你问我 我问谁去 整个北州 恐怕要变天了呀 我好似看到了曾经的一代霸主 在消失了漫长时间后 再次称霸北州的现象 惊骇声 哗然声 喧嚣声 响彻云霄 在整个北州六合八荒十地 无数妖族之中 化成了无数惊涛骇浪 当年的三眼奉犬族 消失得太过突然 突然到世人 没有半点防备 一个超然势力 就此消散无踪 正如他们今天的出现 同样突然 突然地让人猝不及防 而在这喧嚣哗然四起的同时 三眼奉犬族 开启了自己的北征之战 他们的战略也很简单 没有所谓的奇谋 没有什么计则 就一路横推过去 不过三天时间 再次拿下一拥有 大圣经作战的妖族 双翼藤蛇族 这一下 整个北州彻底不淡定了 这速度 太吓人了 蛟龙王敖影 确实被誉为北州最强 但真正号称北州最强的势力 却是双翼藤蛇族 这个势力 屹立北州不知多少岁月 整个族群 更是掌控一种大杀阵 然而既然不过三天时间 就被三眼奉犬族给攻下了 这还要算上 三眼奉犬族赶路的时间 若是算上真正将双翼藤蛇族 给攻占下的时间 怕仅仅只是一天 一天 直接将一个拥有 大圣经作战的势力 给攻占打伏 若是先前有人告诉他们这种情况 他们一定嗤之以鼻 暗叹其是不是疯了 毕竟大圣那是何等存在 仅次于地的无上人物 拥有大圣强者坐镇的势力 不知是多少人巴结 视为擎天柱依靠般的存在 但现在 当事实真发生的那一刻 群妖只感觉内心深处 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动 然而 还在他们处于震动之际 又三日后 再次传来了一个消息 九文白虎族 被三眼奉犬族打伏 这一种族 同样是拥有 大圣经强者坐镇的种族 体内身负上古 十大至强生物的白虎血脉 当三眼奉犬族打上去的时候 这个种族 刚听到风声 正准备商讨 应对之策 却没想到 商议人手还没召集 三眼奉犬族 已经打上门来了 三眼奉犬族的行动速度 堪称和北周震动的 传播速度持平 一时间 北周的三大圣经强者 直接被三眼奉犬族 收为麾下 过程简单粗暴 一路打伏过去 手段之雷烈风行 让人望尘莫及 北周三位大圣强者 号称屹立在 北周一弯妖族头顶 三座大山 这三位大圣强者 被收服 意味着整个北周 进阶落入了 三眼奉犬族的掌控之中 三眼奉犬族 以绝世霸主之姿 重回世人眼前 已经出现 便掀起了无边风浪 这个时候 一些北周妖族 仿佛感受到了 曾经回到 被三眼奉犬族统治的时代 而收服北周妖族 只是三眼奉犬族的第一步 这一天 奉奥天翼立山巅 看着收服的挥下群妖 大手一挥 昂手而立道 休整半月 半月之后 攻打西 南二州 一统妖族大业 所有三眼奉犬族人 心神激荡 他们 终是拿回了独属于 三眼奉犬族的荣耀 而这 也将是让他们 为自家师父 打下的江山 三眼奉犬族 要一统妖族的信号 以非一般的速度 很快传到了西 南二州 他们以一己之力 搅动着整个妖族风云 平静了无数万年的妖族格局 就这样 被奉奥天 以一己之力 活生生撕裂 开了一道巨大的口子 甚至这道口子 将会不断蔓延开去 直至将整个玄域妖族 搅个天翻地覆 南昭 精灵赤雕族领地 这是一片群山万鹤之地 山中飞禽凌厉 猛兽成群 天穷之上 偶有几只精灵赤雕飞跃而过 中青屹立在山顶之上 眸光看向那苍茫大山 不时独饮一口烈酒 堪称形影不离 三人的存在 俨然为这片地界增色不少 远方 一道流光自天穷划过 化作一道身影 降临在中青面前 赫然是精灵赤雕族 老祖雕得一 他躬身向中青行了一礼厚道 主人 北周巨变 有三眼凤犬族 征服了整个北周妖族 并放出豪言 要打下 整个西周和南周 成为妖族的无上霸主 今有西周大圣 和南周大圣牵头 在南周天河上帝万妖谷 号召群妖 准备组建联盟 共抗大敌 而精灵赤雕族 便在号召行列 还请主人试想 我精灵赤雕族 该如何行事 此话一出 中青有些讶异 他还准备找个机会 将整个妖族 收归囊中 没想到 三眼凤族 居然和他打同样的主意 倒是不枉他 一路培养 他嘴角微微勾勒 微微撕存片刻后 慢慢饮了口酒 淡淡道 万妖谷号召群妖 这是罕见的盛事 我随你一同钱吧 啊 召得一惊呼一声 傻眼道 主人 妖族对人族可不友善 而且您还是御主的身份 这要是被他们认出您来历 届时恐怕难以善了 你就这般随我前往 是否不妥 要知晓 这次群妖会剧 强者云集 据我收到消息 光是要参加的盛境强者 就不下百数 西 南二洲的六位大圣 很有可能全部加入其中 在他看来 以中青的身份 去参加这次群妖大会 堪称去闯荡龙坛虎穴 有何区别 他将自己的前途 和未来全部绑定 在中青身上 自然不希望 他受到半点伤害 出现半点意外 尽管他知道 中青妃以前那种 御主可比 然而 中却是挥了挥手 我知道了 去准备把这姿态 让雕的一一时间 有些静意不定 他知道自家主人不凡 身边甚至有麒麟追随 但那麒麟 才是尊者境 还远未成长起来 成为独当一面的存在 那 自家主人 为何如此有恃无恐 难道主人的实力 远比自己想象的 更加高深莫测 便是面对上百位圣镜 六位大圣镜 也自信 能够全身而退 若是如此 那主人的实力 到底有多强 雕得一心中一灵 原本在他心中 高深莫测的中青 再次披上了一层 神秘的面纱 在中青的示意下 当天下午 众人便自精灵 赤雕祖岭地出发了 天穷之上 不时有道道身影划过 带着恐怖的气息 实力 至少是圣镜层次 这些全都是硬妖 参加万妖谷联盟的妖 三眼凤犬族 展现出来的实力 太恐怖了 不过短短数天时间 便打服了北周 众多妖族 这等层次的争端 也仅有圣镜以上的势力 有资格被邀请 圣镜以下的势力 连参战的资格都没有 中青等人 还没走出大荒 便看到了十数拨人马 就在众人刚刚走出大荒 途经一片大海之际 轰隆隆 大海泛起了滚滚波涛 伴随着浪涛浮起的 还有一只 长达三千丈的大妖 其通体金黄 如山四月一般 悬浮在大海之上 浑身上下 好似有焰火在燃烧 这是一条精灵 只是区别于一般的精灵 其只身上 俨然出现了 画龙的迹象 浑身鳞片 好似龙鳞 便是额前 也生出了两只龙角 下颚带着两措龙须 周身散发的赫赫胸威中 也夹杂着淡淡的龙威 雕德一 都说山水有相逢 我终于等到 你这砸碎了 精灵开口 眸光直视雕德一 声音四红中大鼓 带着思思不善 在这片土地上 生活着万千妖族 妖与妖之间 同样充斥着 斗争和厮杀 其之剧烈程度 甚至比人类之间的 争端内耗严重十倍 而精灵一族 和精灵赤雕族 便是天生的死对头 精灵赤雕族 来历不俗 那份真龙血脉的生灵 是精灵赤雕族的最爱 所以这精灵一族 在曾经的很长一段时间 都是精灵赤雕族 最喜爱的食谱 没有之一 精灵的突然出现 让雕德一神色大为不解 是谁给你的勇气 敢这般出现在我面前 精灵谋光杀鸡闪闪 都说识别三日 当刮目相看 你以为 我还是当初的我吗 精灵说话间 身上释放放出了 独属于圣境八重天的 恐怖气息 一时间 滔滔海浪翻滚 天边云霄躁动 无尽狂风四溢 四连虚空 也承受不住这滚滚威压 而变得扭曲了起来 这般恐怖的气势 让雕德一心中一灵 这条精灵 先前的修为跟他持平 光以战力而言 是不如他的 如今 不过短短千年未见 没想到 对方竟然已经突破到了 圣境八重天的层次 难不成 对方是得了 什么天大机缘 若是今日没跟随 在中卿身边 他说不得 当真威仪 但是 有主人在身边 毕竟他虽不知道 主人的修为实力 到底处于何等层次 但先前奇光 是出动两尊 圣境傀儡 就压制的他 浑身动弹不得 那两尊圣境傀儡 可全部都是 圣境九重天的层次 想来 压制一个 圣境八重天的精灵 根本没什么难度 想到这儿 雕德一目光 看向精灵道 你待如何 精灵谋光悠悠 金万妖谷 召集万妖 共同抵御 北周三眼凤犬族的进攻 你应该也是 受万妖谷 号召而去 今日若杀了你 我恐怕 也很难置身事外 且暂留你狗命一条 待这次妖族之争 落下帷幕 再来与你算一算总账 不过 你身旁的三个人族 应该是你 随身带着的口粮吧 这口粮 你得留下跟我实用 也算本作 在你身上讨些利息 说话间 精灵目光灼灼地 看着中青和叶姬 乃至火妹 眼神之中 出现了垂涎之色 这话 让雕德一神色古怪了起来 雕德一该说这精灵 是勇敢哪 还是无知 若是单纯来找他算账 今日可能还有一线生计 然而 其开口 就要吃他主人 这 简直就是 在阎王头上抓套走 找死啊 精灵却是不知 雕德一心中所想 只以为对方 受自己气势所设 在他眼中 中青对他 有种致命的吸引力 他感觉 若是吞了这个人类 自己的实力 恐怕会更进一步 一旁的中青 看着精灵 眉头微皱 这其实并不是第一个 对他露出食欲的妖怪 先前在雕德一领地时 他便隐隐感觉到 有不少妖族 隐隐有这个欲动 这并非是说 雕德一的那些属下 胆大包天 而更像是自己身上 有某种吸引力 让他们难以抑制地 产生这种想法 现在再加上精灵也这般 这就说明不同寻常了 不过细微一思索 中青便明误了缘由 似乎 是自己和徒弟奉天的 药体羁绊 从而引发导致的 药体羁绊 可以让师徒二人身上的 任何部位 加入灵丹保药之中 增强灵丹保药的十倍要性 这在某些妖怪眼中 其之身体 可不就是成了 唐僧肉一般的存在 怪不得 精灵能暂时放下两个 族群不死不休的仇怨 也想先吞了他 这一幕 让中青多少有些无奈 有时候 底牌太多 也不见得是一件好事 这不 一不小心 就很容易引发别人觊觎 深海之上 精灵忍不住了 不但雕德一回应 他一个龙腾虎月间 带着三千丈长的庞大身躯 就要将中青给吞下 这个人类 太香了 香得他有些受不了 庞大的身躯 宛如一座山脉般 高高跃起 在深海之上 投下大片阴影 中青有些无奈 就要出手 却在这时 虚空之中 突然传来阵阵涟漪波动 下一刻 一道身影 自虚空中 窜了出来 他束手一挥 一道金色印记打出 这印记 带着无边伟岸之力 精灵那庞大的身躯 在此印记下 静止横飞了数千里 砰 伴随着其身躯落下间 在大海之中 溅起了万尺浪花 精灵气急 发出阵阵龙吟 哪个贼子 胆敢偷袭本作 然而待他定眼一看之际 浑身莫名一颤 眼神之中 带着几分惊悚 若目看去 但见深海之上 出现了一美道极致的身影 他一袭白衣 身材高挑 宛若雪中精灵 身上带着一股神性光辉 好似不识人间烟火的神女 其衣袭蓝色 长发屁于身后 每一根发丝 都好像有生命一般 晶莹发光 圆润光滑 整个人 净显超然雾外 一举一动之间 带着莫名道运 雪 雪姬大人 精灵神色大阵 脸上露出惊恐之色 而跟在中青身旁的 刁得一剑状 也是面色一惊 雪姬大人恕罪 精灵并非有意冒犯 惊恐之后 精灵身躯一动 化作一道人形 就这般 显然害怕到了极致 长空之上 雪姬看着精灵 语气悠悠道 小精灵 看来最近你的胆子 变大了不少啊 而且 说话间 他回手看了中青一眼 露出少许挑逗之色 一个皮囊生的 这么好看的男人 你不觉得 就这么吞了 太过浪费了吗 中青被那双凤眼 这么一看 整个人微微一震 他感觉 自己好似 被电了一下 不是形容词 而是对方眼睛 在看他的那一瞬间 真就在放电 就在这时 海面上的精灵 诚惶诚恐道 不敢不敢 小得万万不敢 实在是不知道 雪姬大人清灵 小妖下次 再也不敢了 还请雪姬大人 看我出饭的份上 饶小妖一次 此刻的精灵 内心带着思思不甘 她明显地感觉到 若是能将中青 吞噬自己 将会受益无穷 没曾想 这刚张口 就引来了南州 这尊号称 最难缠 也是最喜怒无常的 大胜强者 在精灵一脸惶恐之际 雪姬轻轻一笑 瞧你这副没出息的样子 我又不会吃了你 滚吧 这个男人 我照了 今后莫要再打他主意 谢雪姬大人 小妖这就告退 得了宽恕的精灵 心中大石落了下来 然后逃也是地离开了 在处理完精灵之事后 雪姬这才回首 看向中青 一脸笑一道 小男人 你知不知道 以你的体质 在这南州出没 是件很危险的事 中青 她 好似被这女人 给调戏了 而她从雕得一的神色 以及刚才精灵畏惧的模样来看 这女人在妖族的身份 恐怕并不寻常 当然 中青道并不畏惧 她此番前来 本就是来收妖的 你倒如何 她抬起头淡淡问道 雪姬脸上 露出了少许玩味之色 你们人族有句话 叫救命之恩 当以身相许 我救了你 你该怎么报答我啊 说话间 其一脸目光灼灼地看着中青 眸光越看越火热 火热到下一刻 她好似就要 将中青给吃了 雪姬当真没想到 这一次前去赴万妖谷之约 竟然能遇上 这般极品的男人 中青 更加感觉自己 和唐僧有几分相似之处 不光男妖精想吃她 女妖精也想吃她 雕的一目光 不时在雪姬身上看了一眼 又在自家主人身上 看了一眼 神色变得有些唏嘘感慨 她本以为雪姬前来 是知晓了 自家主人的身份 来找麻烦的 可没有想到 事情的发展 会是这样戏剧性的进行 雪姬竟然是 看上了自家主人 她第一次感觉 原来这个世界 武力并不是 唯一能力深的根本 有些人 光凭颜值 就能解决很多麻烦 云空之上 雕得亦有些羡慕 雪姬是什么存在 实力不说 光纳容颜气质 在妖族之内 便不知道 有多少爱慕者 不由得 她摸了摸自己的皮囊 老儿迷奸 红光满面 当初在画形的时候 她对这副模样 还相当满意 成熟而不失稳重 威严而显素母 凭这副模样 她当初 获得了不少女妖的青睐 早知道 雪姬喜欢这一口 她说 什么也要画形出一副 年轻英俊的面孔 只是这个念头一出 其再次看了 自家主人一眼 内心深处 又不自觉怅然 长叹一声 自家主人 之所以能引发 雪姬大人的另眼相待 恐怕不仅是因为容颜吧 外貌可以自己捏造 但那气质 当真甩她十万八千里不止 而在英俊不凡的容颜 若是没有那股气质之称 也不过是一副 没有灵魂的皮囊罢了 钟卿自然不知晓雕得意的脑海之中 正在想着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她看向雪剑 身形翩翩 宛若游龙 神秘 高贵 超凡 周身散发着一股神性的光辉 这气质反而不像的妖族 叶姬和火妹 俨然算女人中的两大角色 但眼前的女妖 比她们还要让人更惊艳些 只是这样一个女人 开口就是让人以身相许之话 这多多少少 让钟卿感到别念 她摇了摇头 针锋相对道 你又怎知 你是真的帮助了我 死话一出 雪姬一双 如星空般深邃的大眼中 闪过一丝一色 她痴痴笑道 笑声好似银铃一般 清脆而悦耳 我这一生 见过的人类很多 帅气英俊的男人也不少 但像你这般帅气 而又有性格的 却是少见 你成功让我记住了你 告诉我你的名字 钟卿 钟卿饶有兴趣 倒想看看 这女人还能搞出什么话 你们 去参加万妖谷大会 她看了眼中 亲身旁的雕得衣 不错 钟卿淡淡道 倒是有趣 你一个人类 居然想去参加万妖谷大会 但你一个人类去了那里 可知道会发生什么 一不小心 可是会被撕成碎片的 不管你一个人类 为什么想要去万妖谷大会 但到了万妖谷 你旁边这小雕 可庇护不住你 这话 让雕得一面色一阵轻 但她却不敢反驳什么 雪姬 根本看都不看雕的一眼 那双魅惑的目光 依旧悠悠看着钟卿 跟姐姐走吧 你想去万妖谷 姐姐就带你去万妖谷 哪怕你是人类 姐姐也能庇护 助你安全 你若依了姐姐 你想要什么 姐姐辨别你什么 你看如何 钟卿 这妖族 都是这么直接奔放的吗 对她的觊觎 当真没有半分遮掩 她摇了摇头道 不用了 再下次认为 有几分实力 能保证自身安全 姑娘请便吧 说吧 钟卿便不再想理会这女人 反正这女人 也是去万妖谷的 到时候打包 一起降服了就是 路上没必要 在节外生枝 可钟卿的话 却让雪记 眸光异色更甚三分 不管钟卿说的 是不是真的 但那自信的样子 是当真迷人啊 让她心都有些酥了 哥哥 有趣 真是有趣 那硬要拒绝我 姐姐也没什么办法了 那就期待 万妖谷再见到 弟弟 不过为了避免弟弟 真的受到伤害 姐姐给你一块 我的随身玉佩 保你在万妖谷平安 可要说好了 再见了 说着 她朝钟卿眨了眨眼眸 抛下一块玉佩的同时 随后化作一道流光 消失不见 钟卿看着手中玉佩 颇有些无语 由于片刻后 还是将之收了起来 就在这时 钟卿突然感受到了 一股火热的目光 回手看去 但见雕德依正目光 灼灼地盯着她手中玉佩 眼里止不住地羡慕 她本以为 雪记也就是调侃调侃 可没想到 真的将自己随身玉佩 都拿出来了 这说明 雪记是真对自家主人 有意思了 这是玄遇多少妖族 梦寐以求的 这若是传出去 雪记对一个人类男人 动心了 那简直要轰动 这个玄遇妖族 哼 唯有钟卿身旁的 叶姬两女 吃之以鼻 从那雪记出现的时候 便是满脸敌意 只是没有钟卿的发话 他们不敢愉悦多嘴 此刻雪记走了 两女自然是忍不住 要冷哼两声 只是雕德依哪里晓得 这么多弯弯绕绕 内心羡慕之下 又憨头憨脑地 向钟卿抱拳道 恭喜主人 贺喜主人 钟卿淡淡看了她一眼 喜从何来 这一问 倒是把雕德依给问愣住了 她难道说 恭喜主人 喜得大圣强者雪记大人青睐 这么说 好像有点贬低主人的感觉 她只能善笑着 以掩饰自己的尴尬 钟卿也没在意 上路吧 赶紧将这群闹事的腰摆平了 以后就省了麻烦了 天河上帝 万腰谷 以万腰殿为中心 周边群山万鹤 都属于万腰谷领地 在这群山万鹤之间 有史前巨蟒山脉之中 穿梭而行 巨蟒粗如山柱 似山脉一般 盘旋于大地之上 身躯一栋间 山摇地动 天穹之上 有青鸾飞跃而过 数千丈的身躯 遮天蔽日 在地上投射下大片阴影 凶威震天 凶煞之气 弥漫云霄 山林之中 有泰坦巨猿一族 在山间奔跑跳远 远远看去 好似群山在移动 每一只泰坦巨猿急行间 体内气血滚滚 轰鸣之声不断 好似江河湖海 在翻滚 为应对北周出现的 三眼凤族之乱 无数妖族此刻 在万妖谷集结 而够资格 来到此地集结的 基本都是 玄域妖族的佼佼者 每一只 体内都蕴含着 恐怖潜力 和不菲的血脉 当中青一行人 踏足万妖谷领地之际 他看着盘旋在 山林天穹上的恐怖巨兽 有些恍惚 一席间 他仿若来到了一片 洪荒地界 更是开口感慨道 我原本以为 星域在三千域中 也能算强域 整个星域步伐 有大胜强者这等存在 但现在来玄域一关 我才知晓 星域和玄域相比 当真是小巫见大巫 光是一个南州妖族 若是入侵星域 星域恐怕便 抵挡不了他们的入侵 他身边的火妹 一脸认同地点了点头 这话 让刁德一心中 生出了一股自豪之色 他为玄域南州妖族 自家故乡被人称赞 他自是余有容颜 不过也没忘了 自家主人的目的 连忙将目光 看向了身旁的钟卿 等待着 钟卿下一步的指示 与此同时 在万妖谷边缘的 一座山峰之上 风链如柱 山高崖险 耸入云霄 远远观之 好似一爬行的玄规 飘渺间 好似要成风行去 这座山上 汇聚了十数人 这些人 统一着装 他们来自东州 三大圣地之一的浮屠殿 负责搜集妖族信息 观测妖族动向 是东州人族 在妖族之中 安置的密探之一 为首一人 齐名罗宾 罗统领 这妖族之中 是否出现了什么 我们不知道的变故 缘何有如此多恐怖 圣境强者聚集 一个身穿黑袍的男子 神色凝重道 罗宾心中 也是极其沉重 他们靠着宗门 传下可以隐匿气息的秘宝 潜伏在 万妖谷不短的时日了 对万妖谷的状况 也有了一定的了解 这是妖族 白骨大圣的领地 麾下妖兽强者虽多 但那些强者 平时 基本都是窝居一地 轻易不出来走动 但是这几日 不断有四面八方的强者 起回万妖谷 身上赫然流淌着 独属于圣境强者的 赫赫雄威 其中不乏圣境高阶强者 这个发现 让众人心惊胆战的同时 心中也是 犯起了无边的担忧 统领 妖族 不会再次汇聚 攻打我人族吧 这话一出 现场众人 神色尽皆一尘 罗宾铭声道 若妖族 真有攻打我人族之心 那当真 是我人族之祸了 不管如何 速速将妖族异动的消息 传回宗门 我等继续监视妖族的一举一动 势必要摸清楚 他们的目的 正在众人说话间 突然看到 几道流光 从天边飞跃而至 正是中青一行人 见此一幕 罗宾等人面面相去 万妖谷之地 堪称人类境地 可以隐匿自身气息的秘宝 为人族打探消息 才敢龟缩 在万妖谷边缘 小心活动 然而如今 竟然有人光明正大 一路遇空而行 他 他们是怎么敢的啊 难道他们不知道 自己身在妖族吗 虽说妖族之中 也有不少妖物 喜欢画形 以人形出没 但他们 还是一眼就认出了 中青身上 纯正的人族气息 在罗宾打量着 中青等人的瞬间 中青感官 何等敏锐 自然也发现了 他们的存在 这让他微微有些讶异 他没想到 在这万妖谷 还能遇到人族 诸多目光 对视交错间 罗宾沉吟片刻后 对着中青 连忙传音道 朋友 这万妖谷危机重重 乃龙潭虎穴之地 我虽不知你们 从何而来 但若这般招摇而过 恐要丢了性命 你们 还是速速退去吧 且莫再往前行了 到底同为人族 他好心提点道 面对这份善意的提醒 中青笑道 多谢提醒 不过 我此行的目的 便是这万妖谷 事情未曾办完 自没有退去的道理 此话一出 众人心中 涌现了浓浓的 不可思议之色 万妖谷是什么地方 白骨大圣的领地 群妖汇聚之所 如今 中青禁言要来万妖谷办事 这是活得不耐烦了吗 而且 平时倒也罢了 现在的万妖谷 可不是之前的万妖谷 罗宾皱眉 再次诚心劝告道 朋友 你可明白 现在万妖谷的恐怖 似这等地界 现在便是我人族大圣 也不敢乱闯 听我一句劝 这绝非你现在 可以去的地方 闻言 中青朝他们抛去 一个善意的目光 笑了笑 但是并未在过多言语 身躯同时朝着万妖谷 深处继续行径 看着中青等人离开的身影 众人摇了摇头 满脸的不解 当真是良言难劝该死的鬼 统领都说了 现在的万妖谷 连人族大圣强者 估计去了都实死无生 他竟敢就这般踏入其中 难不成 其自认为 自己比大圣更特殊不成 另外 同样面色复杂到 这个世界啊 总有那么一群人 自命不凡 到头来才发现 自己不过是 云云众生中的一员罢了 并没什么特殊的 想来待他明误 这个道理之后 已经晚了 可惜了 罗宾叹道 魏中青感到惋惜 在他看来 中青气质极其不凡 堪称人中龙凤 能够来这种地方 本身就非同小可 可惜 有点太过自负 现在万妖谷 是人能踏入的地方吗 除了进去找死 他想不到 中青其他的结局 统领 有什么可惜的 是他自己找死 与人无由 怨不得旁人 这个时候 罗宾身边的心腹刘峰 突然神色一变道 统领 若这行人 直接陨落到也罢了 我只怕 他们若是被妖族抓住 当成探子 被施以急刑 对方恐怕会供出 我们的存在 此话一出 众人面色 进阶一变 罗宾迟疑道 我观其面相 并非奸邪狡诈之人 应该不至于吧 然而其他人 却是有不同见解 都说画龙画虎难画骨 知人知面不知心 这天下最不可测的 便是人心 这事 很难说 我等身负重任 万不可冒此暴露的风险 必须马上转移 一个粗壮汉子 满是阴一道 当真是晦气 你说 自己找死就找死吧 偏偏要来连累我等 行了 都少说几句 罗宾挥了挥手 打断了 正在发牢骚的几人 做事吧 他的眸光 有些复杂地看了眼 万妖谷深处一眼 也不知道 在想些什么 随着中青等人 继续深入 远远便见 一座大殿 屹立在山脉之中 与群山 争相辉映 那是一座通体 由白骨 打造成的大殿 殿与辉煌古谱 充满了一股 岁月沧桑的气息 中青细细感受了一番 此时的大殿之中 汇聚了不少高手 五尊大圣 数百尊圣人 主人 我们接下来 该如何行事 雕得一询问道 中青饮了口酒 淡淡道 你且看看 你们妖族的高手 汇聚得如何了 听到这话 雕得一细细感应了一番 然后道 回主人 大部分高手都到齐了 既然这般 那就直接打进去吧 打 打进去 雕得一傻眼 胡须一抖 整个人差点吓到贪乱 他知道 中青很是不凡 但是这直接打进去 未免太过惊世害俗了些 万妖殿中 正在举行一场大宴 宴会之上 群妖汇聚 五位大圣齐聚一趟 这五位大圣 分别是白骨大圣 雷霆大圣 风铃大圣 富海大圣 虚空大圣 这是玄域妖族之中 五大真正的擎天巨主 每一位跺一跺脚 都能引发大地震动的存在 作为这次 万妖大会发起者 本地主人的白骨 大圣朝着重妖举杯道 感谢诸位远道而来 本座在此境 诸位一杯 大圣克简 那三眼凤犬卒 想要欺压在我等头上 成为我妖族的 绝对统治者 我等自然 不可能答应 说来 大圣能够站出来 为我妖族 树立一面 全新的旗帜 共同抗击此聊 是我等的福分 才是 这杯酒 应该是我等来敬您 怎么也轮不到大圣相敬 一位圣敬酒 重天强者回应道 大家说 是不是 当是此礼 我等敬白骨大圣一杯 一杯酒 让殿中本 就热闹的气氛 直接推向了一个台阶 在众人豪饮之际 一道声音悠悠开口 正所谓舌无头不成 一个势力的诞生 必然要有英明 而睿智的领袖 万妖联盟成立在即 却不知 谁可成为联盟盟主 这个话题 太过敏感 也宛如一盆冷水 静止剿灭了 殿中的大阪喧嚣 众人寻声看去 却是端坐 正东方座位上的雷霆 大圣开口了 雷霆大圣 自雷霆中诞生的生灵 天生拥有 掌域万雷的神通 战力之强 隐隐有南州 第一强者的称呼 他的话 自然没人敢无视 但是 联盟盟主这个位置 一般盛境强者 可没资格插足 众人都知晓 此盟主 必然只可能在 几位大圣之间诞生 眼看喧嚣声剑眉 端坐席中主位上的 白骨大圣笑道 如今妖族高手 还没禁输到其 血迹大圣 有事耽搁了 正在路上 这个时候 议论这个位置 是否言之过早 正西方向的火灵大圣 把玩着手中九杯笑道 众所周知 血迹大圣看淡名利 并无权势之心 他并非盟主的两选 三眼奉犬卒 如今雄威赫赫 随时有可能 来犯我惜 南二洲 我倒认为 这个时候 选举个盟主出来 是迫在眉睫之势 听到这儿 白骨大圣眸光 微微一动 见其他二圣 也是默然同意 知晓之万妖盟盟主之位 当要在今天诞生了 他朗声道 既然各位道友 皆有此意 那我等 不妨一一这个位置 想要当上盟主 必然要满足 以下两个条件 一是要有 让人幸福的实力 二是 要有让人幸福的能力 而本作 乃是大圣强者 实力之强 不用多言 以一己之力 促动西南二洲的联盟 能力之强 无庸置疑 由本作担任 此次联盟盟主 不知各位可有意见 说话间 他眸光扫视 在场众人一圈 着重停留在了 其他四位大圣身上 白骨大圣麾下的盛进强者 适时开口复合道 由白骨大圣 坐上这盟主之位 我等自然是心服口服的 一道 二道 三道 最后引出了数十道声音 眼看有愈演愈烈之势 雷霆大圣 再度开口了 白骨 你说得不错 想要当上盟主 实力和能力 都要有所展示 但我妖族之中 一向以实力为尊 只要拥有绝对的实力 自然能压制一切 不服的声音 而拥有实力之后 还怕没能力吗 这联盟之主的位子太沉重 你把握不住 这个重任 还是交给我吧 我画完 谁赞成 谁反对 说话间 他眸光悠悠 看着下方众圣 一股霸道之意 笼罩着整个大殿 在他的注视下 众多圣级强者 头皮发麻 一个个不由 开始表态 我同意 我也同意 这个时候 端坐在南方主位的 富海大圣笑了 雷霆 这么多年没见 你脾气 还是这么火爆 不过 就是这手段 未免太过下坐了险 以恐吓的手段 胁迫他们 有何意义 要我说 既然大家对这个位置 都有想法 不妨以绝对的武力 来分个高下 大家做过一场 谁赢了 谁就是万妖盟盟主 不知各位觉得 这个提议如何 善 此话一出 其余几位大圣觉得 这个提议最是合理 不过 风铃大圣和虚空大圣 注定是没戏了 大圣和大圣之间 同样是有巨大差距的 在场五位大圣之中 就他们二人实力最差 其余的大圣 差距虽有 但若是拼上底牌 未必没有一战之力 眼看 诸圣就要达成协议之计 一道平静 无波的声音 在大殿之中响起 我看 你们都不用争了 这是谁 众人寻声看去 却见虚空之中 一阵涟漪波动 下一刻 钟卿 叶姬和火妹 乃至雕得一的身影 出现在了大殿之中 钟卿等人的出现 让现场中央 先是一愣 紧接着 大殿之中 爆发了一阵 无边喧哗之声 好胆 一个人类 竟然敢跑到 我妖族领的放肆 谁给你的勇气 真是不知死活 在他身边的那是谁 好像是精灵赤雕族 老祖雕得一 堂堂圣经期 重天强者 竟然和人族狼狈为奸 勾搭在一起 简直丢了我们妖族的脸 该杀 义论声四起的同时 还有阵阵杀鸡 席卷而出 弥漫整个大殿中 让整个万妖殿 瞬间充斥着 无尽的寒意 那数百道杀鸡的 迸发交叉 让雕得一浑身 机灵 灵打了的寒战 内心之中 生出了一股 前所未有的慌乱 他眸光求助似的 看向中青 这个时候 他只能祈祷 自家主人 真能搞定这些妖族 否则 天下之大 放眼整个玄域 恐怕也无他的立足之处 不 甚至 恐怕他都没以后了 叶姬和火妹 则是一脸恭敬 地后立在中青左右 他们 和自家公子 相交时间也不短了 但却从未见过公子 真正出手 这一次 终于有这个机会了吗 对此 他们内心之中 充斥着西纪 大殿之中 喧嚣声四起 就在这时 白骨大圣麾下 一位圣镜九重天的 强者动了 其脉部一塌间 浑身爆发无量光 一只大手 骤然变大 笼罩了一片虚空 静止覆盖而下 手上 弥漫着恐怖规则之力 携带着无边伟力 以高高在上的姿态 就要将中青一行人打杀 在他看来 中青一群人类 胆敢闯入万妖店 当真死不足惜 根本无需和他们废什么话 直接打杀了便是 其余中妖 一个个则是暗叹可惜 如今 正是在几位大圣面前 露脸的时候 他们竟然被其他妖抢了先 至于五位大圣 自始至终 也只是淡淡看了一眼 便不再关注 到了他们这等层次 不是什么阿妈阿狗 都能入他们眼的 然而动手最快的 往往也是倒得最快的 中青随手一挥 一股无形之力 挥洒而出 刹那间 这位圣镜九重天强者的攻势 进阶被化解 整个人更是如遭雷劈一般 浑身不受控制地 开始粉身碎骨 在他的恐惧之中 他身体开始溃散 随后直接灰飞烟灭 虽说如今的中青 才圣镜四重天 而对方 俨然是圣镜九重天的强者 双方相差五个小境界 但对于修为和实力 多少有点不平等的中青来说 多少有点不够看 随手一挥 直接将一尊 圣镜九重天的强者灰飞烟灭 这一幕 让那个原本正在看戏的重妖 瞬间呆立当场 怎么 可能 片刻之后 方才有大妖发出 不可思议的喃喃声 白骨大圣麾下的古圣 可不是弱者 堪称在场五圣之下的 最强那一批存在 然而 现在仅仅被一招 给灰飞烟灭 此刻 现场所有人 看向中青的目光 全都变了 能瞬间将一个 圣镜九重天强者 灰飞烟灭的人 其之真实实力 又该达到什么层次 难不成 这是一尊人族新出的 大圣强者 不过 纵视大圣又如何 在这万妖汇聚 五尊大圣齐聚的日子 人族大圣来了 也得隐恨 这个时候 端坐大殿主位上的 白骨大圣开口了 人类 难怪你敢直闯我妖族 不可否认 你确实有几分实力 但今天来我万妖谷放肆 显然到错了地方 他眸光悠悠 看向其他四圣道 我妖族行事 向来不喜欢 以多气少 不知哪位愿意出手 让他见识见识 妖族大圣之威 随着此话落下 凤灵大圣 放下手中酒杯 缓缓起身道 我来吧 此人实力不弱 万妖联盟即将成立 正好将此人杀了几起 以助我万妖联盟之威 他漫不经心地 看了钟卿一眼 脸上自信而超然 而他 也有自信的本钱 岂为大圣三 崇天强者 面对这个人类 他有自信将之拿下 随着凤灵大圣站了出来 现场气氛 瞬间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大圣强者 对于他们而言 可谓是高高在上的人物 平时根本没多少机会 能得见这等存在出手 如今 他们也算有幸地 见大圣之力 从这一方面来看 他们倒是要感谢中卿 给他们这个机会 大殿之中 凤灵大圣漫步间 来到中卿面前 动手吧 且让我看看 你有几分实力 中卿目光 看了眼凤灵大圣 随即摇了摇头 待巡视在场中腰一圈后 再缓缓道 你不是我的对手 你们一起上吧 话音不大 却好似金雷一般 在中腰耳边乍响 他们听到了什么 此人 竟然想以一己之力 挑战五尊大圣 上百尊圣人 他们知道此人狂妄 不然 也不至于带着少数几个人 就敢打上门来 但是 未曾想 竟然狂妄到这个地步 一时间 现场哗然 中腰拳都沸腾了 然而这话听在不同人儿里 却是有不同的感受 中卿身后 叶姬和火妹胸腔起伏 身躯微颤 在他们眼里 此刻的中卿 当真浑身 都在散发着如烈日焦羊一般的光辉 太霸气了 傲视群雄 屁逆天下 水雨争风 说得大底便 是此时的公子了 雕得亦同样 激动难鸣 不知为何 在自家主人说这话时 他只感觉 浑身血液在燃烧 体内有股热流 在躁动 原来 主人说得打进来 那是真直接打呀 没有半点花里胡哨 以一己之力 单挑戏 南二洲所有妖族 他和自家主人 相处时间不长 却也知晓 其平常之时 是个低调内敛之人 此刻这般说 那就足以证明 自家主人 真有这般实力 若是如此 未来太过美好 他不敢再想下去 现场众人 心思各异 有惊恶 有哗然 有震动 有骂中卿夜郎自大 不知所谓 而将中卿视为对手的风铃大胜 此刻 却是肺都欺诈了 中卿这话 分明就是没将他放眼里 他纵横穴域多年 还没受过如此奇耻大辱 且让我看看 你的本事 是否真有你的 口气那么大 风铃大胜谋中 杀鸡滚滚 恐怖的气势 自其身上奔腾而起 在他周身体内 滚滚血液奔腾 好似即将喷涌的火山 自其身上 爆发出了无尽神光 道道规则之力 交织成了一起 凝结成了一道规则之印 规则之印 这是从圣级突破到 大胜的标志 如果说 圣级强者能掌握规则之力 那大胜强者 则是将规则交织成道印 若是能衍生成道果 那就是 正道成帝的标志 风铃大胜 乃是风中精灵 天生可以驾驭风之伟力 他体内凝结成的规则道印 同样也被称之为风印 翁 风印报名 带着莫名伟岸之力 在那没风印中 众人好似看到了一幅 开天辟地之景 山河破灭之象 星海摇曳之姿 那由无尽风 认凝结成的印记 好似有破开天地 掀翻日月星河的伟丽 这种力量 太过恐怖 风印一出 现场众人只感觉一种 不可名状的伟丽在诞生 所有圣级强者 此刻无不再衍生出个念头 但凡这道风印砸落下来 俨然都能将它们 瞬间碾压成炸 这 就是大胜的伟丽吗 有妖难难 心神大震 眼神中 充斥着浓浓的不可思议和震撼 风铃大胜驾驭着 巴掌大小的封印 目光直视钟轻 你 准备好死亡的准备了吗 一般而言 对于大胜强者来说 规则之印 是他们修行的结晶 也是他们最强的手段 若非生死搏杀 没人会轻易动用此印 一旦动用 必分生死 但凡此道硬受损 影响最直接的 便是他们的道徒 而风铃大胜上 来便直接动用了 自身最强杀招 由此可见 其心中震怒到了 何等地步 当然 也是对钟轻的看重 毕竟一个人类 赶直闯他们妖族领地 要么是傻子 要么就是 有真实力 轰 伴随着一声轰鸣巨响 风铃大胜 直接祭出了 自己的大杀招 道硬迎迎风便涨 转瞬间 便化成了丈高大小 以催骨拉小的方式 朝中清袭杀而去 旗帜上面 迸发无量光 散发着一股深邃 伟岸 苍莽古老之气息 道硬所过之处 风之规则绵延 虚空四野承受 不住这股威压 寸寸炸裂开来 俨然要镇压万物 破灭万物之威 那一散出来的气息 好似一座太古神山一般 横压在众人心头 面对着恐怖的一击 中清思索片刻后 直接就是一拳打了出去 这一拳看似平平无奇 实则也弥漫了道道规则之力 只是 他这规则之力 与普通圣人之间的 有所不同 一般圣人强者 掌握的规则之力 细弱隐私 纵使 圣经九重天的强者 掌握的规则之力 也不会超出拇指大小 然而 中清打出的规则之力 绵延数十上百丈 粗壮如巨蟒 一般来说 规则之力 对上规则之印 必然是被碾压的结果 然而中清的打出的规则之力 俨然不可以 常理来致之 道印与规则之力交错间 后者几乎是以摧枯拉朽之势 直接将道印击飞了出去 噗 随着道印被击飞 与道印息息相关的风铃大圣 当即身躯一颤 一口鲜血狂喷而出 整个人脸色 瞬间变得灰暗 惨白了起来 这 这怎么可能 原本以为 在他寄出杀手锏后 中清必然会被直接碾压成炸 他猜中了开头 却猜错了结果 碾压是出现了 只是被碾压的 不是中清 而是 他自己 要知道 他可是大圣三重天强者啊 在道印之上 凝结出了三道道文的存在 然而 就是这般杀手锏 竟然 就这么以催骨拉朽之自败了 他接受不了这个事实 他是谁 妖族大圣强者 屹立在整个妖族金字塔顶端的存在 如今 竟然败在一个 名不见经传的人手里 还是当着 几乎囊括整个西 南二洲妖族的面 而且 对方甚至连杀招都没出 自始至终 只是打出了一片规则之力 可谁能告诉他 谁的规则之力 有那般夸张 风铃大圣 接受不了这个事实 加上身上的伤势 他又是一口鲜血吐了出来 连忙进入入定状态 想要恢复伤势 一时间 整个大殿之中 出现了短暂的 诡异至极的安静 如果说 先前钟卿一招 打败圣级九重天强者 他们还只是稍稍惊讶 那现在 随着风铃大圣的被击败 众妖心中 可谓彻底生出了一股寒意 这 这可是大圣三重天的强者啊 但结果 和先前的 圣级九重天的鼓妖一般 直接被一招放倒 他到底有多强 此时 这个念头 回荡在重要脑海之中 但 没人能回答他们 甚至连钟卿本人都不能 在无声的寂静中 一道尖锐的破空声 打断了这短暂的宁静 主人神威 此刻雕德一 激动到眼都红了 纵然 他对自家的主人的实力 早有一定心理准备 然当其真正展现出来时 还是吓了他一大跳 更让他心中生出了 无尽振奋质感 这可是大圣三重天的强者啊 对于他而言 堪称天一般大的人物 然而如今 一个照面 就被主人秒了 遥想先前 他竟在还在内心中 质疑主人的实力 此刻回想起来 他当真恨不得 给自己一大巴掌 主人何等存在 岂是他所能质疑的 同时 雕德一内心之中 生出了无尽的后怕之色 遥想先前 主人找上门来时 他还妄图与主人动手 但现在看来 自己能活着 还成功加入主人麾下 当真是天大的造化 这个时候 他已然在内心深处坚信 最后的胜利 必然是主人的 在其心声无尽振奋之际 此时的大殿中 却是无任何人理会他 白骨大胜 雷霆大胜 虚空大胜 以及腹海大胜 此刻一脸凝重地 看着中青 心中 再无半分看清之意 而是将中青 当成了同一级别 甚至高了他们一筹的 绝世强者 在场中人中 以雷霆大胜 和腹海大胜的修为最高 然而纵使他们 也不敢说一招 让风铃大胜败北 阁下此行 来我万妖谷 到底有何目的 白骨大胜磨光 死死盯着中青 脸上露出了 浓浓的忌惮之色 可以说 中青用实力 换来了平等对话的资格 当然 这资格 中青是不稀罕的 他要的是妖族 臣服于他的认可 而不是平等交流的认可 面对白骨大胜风的询问 中青不紧不慢地 掏出妖间酒葫芦 在灌了口酒后 这才不紧不慢道 我此行 准备来收下整个妖族 哪个不服的 大可站出来朝我动手 我会打到他服为止 依旧是平淡无波的声音 却透露着强大的自信 而这话 远比先前中青说 要对战整个妖族 更让中妖难以接受 甚至让他们生出了一股荒谬感 玄狱之中 人族是弱 妖族是大 他们不去攻打人族 人族就该烧高香还愿了 如今 竟然有人想来 收服他们整个妖族 这 不仅是痴人说梦 更是异想天开 阁下 此言 未免太过大言不惭了些 就在这时 雷霆大胜开口了 他眸光死死盯着中青 散发出一股 让人心悸的寒芒 你的实力 确实超出我等意料之外 我承认 我等全都小看你了 可纵然你的实力高又能如何 妖族 永不为奴 妖族的傲骨 不是区区实力可以压弯的 而且 你以为 你吃定了我们不成 中青笑笑 再次饮了口酒 不错 就是吃定了你们 这番姿态 算是彻底将整个万妖殿的妖族 给激怒了 也让局势 静止失控升级 四位大圣相互对视一眼 皆看出了彼此的心意 他们第一时间 迈步而出 将中青团团包围 上百位圣级强者 第一时间 封锁了四周 白骨大圣 则同样开启了 万妖骨镇静 一时间 风云变色 血气冲云霄 无数道恐怖的气息 好似史前巨兽 再复苏 各种杀鸡 弥漫胶之间 让天穷都变了颜色 由原本的蔚蓝天空 变成了一片星红血色 万妖骨群山万鹤间 升腾起了一道又一道 符纹流光 无数道杀阵 被激活 再复苏 这一刻 万山好似 活过来了一般 这一变化 太过惊人 绵延无数理 万妖骨边缘 原本正在寻找 心藏溺处的罗宾等人 看着远方变化 所有人 全都吓呆了 他们看到了什么 整个万妖骨上空 都弥漫着无穷无尽的杀鸡 杀鸡如海水奔腾 似是要贯穿天地 湮灭万物 而在万妖骨 最中心地带 传来了上百道 恐怖的圣境气息 甚至 那四道大圣境强者的威压 也席卷起来了 以罗宾为首的众人身再颤 心再抖 头皮发麻 整个人 骇然到了极点 这 这妖族之中 到底发生了 何等惊天变故 上百位圣境强者 齐齐躁动 便是那几位大圣强者 也齐齐掀起波澜 他们神色金黄 满脸苍白 纵然隔着现场 极其遥远的他们 也被那无数恐怖的杀鸡 吓得不轻 甚至连呼吸都困难了起来 肉身和灵魂传来 振振刺痛感 不仅如此 那自群山万鹤之间 复苏地道道杀阵 更是让他们 惊惧到了极点 他们毫不怀疑 一旦被其中一座杀阵波及 哪怕只是沾染少许 迎接他们的 恐怕就是魂飞魄散的下场 连他们远在万妖谷边缘 尚有如此感受 难以想象 此刻这些大圣 圣人针对的目标 会承受何等压力 又或者说 到底是谁 能引发万妖谷群妖发狂 他们想象不出 整个悬域 谁有这种能耐 显然 他们根本没有考虑到 之前见过的中青头上 万妖殿中 此时的中青 俨然处于杀鸡漩涡的中心 他看着躁动的群妖 心中并未有多少波澜 至于所谓的压力 他也并未感受到 杀 以四大圣为首的中妖 在一声进攻的号角下 静止朝中青 攻杀了过去 轰隆隆 刹那间 漫天杀招 宛如潮水一般 直接朝中青杀了过去 这片地界 仿若瞬间成了末日之景 整个万妖大殿 一瞬间被撕裂 天穷轰鸣 大地巨震 好似天塌地陷 中青见此 眸光微动 思索片刻之后 单手一招 箭来 随着他一声轻和之间 夜姬 活妹怀中的长剑 一声清明 好似在雀跃欢呼 最后两柄长剑 合二为一 化作凌峰 出现在中青手里 不可否认 这些大妖 实力很强 但中青自问 可以将它们全部镇压 只是 他对自己现在的实力 有点没底 自己到底多强 压根就不知道 所以他很难掌握 这其中的尺度 这要是一个 不小心将它们全部打死 那未免太过得不偿事 事已 他准备动用凌峰 凌峰 乃是他的本命神兵 可随着他的成长 而成长 千变万化 随心而动 而妖族之中 对血脉极其看重 在此次前来的路上 中青便已想好了 将它们如何收服 他手持凌峰 心念一动间 凌峰化成了一条 万丈真龙 万丈真龙腾空 金色的灵片密布 好似有道运在弥漫 散发璀璨夺目神盲 自其身上 传来赫赫凶微 身上流淌着一股至高傲义 好似横跨无尽时空 岁月长河而来 高贵 神秘 伟暗 周身散发着一股 亘古岁月气息 吼 随着一生龙迎传荡而出 阴波化成阵阵道文 似能镇压万古时空 所有的一切攻击 一切手段 在这道阴波之下 全部化成了积分 这一幕 让众妖心神遗颤 龙 怎么可能会是龙 真龙不是早已消失在 历史长河中了吗 如何会再次出现在世间 真龙一出 群妖巨害 那滚滚龙威之下 不管是圣级还是大圣级强者 都感受到了一股 来自心灵深处的无边压迫 那是来自血脉的震慑 更是高等生命 对低等生命的完全碾压 真龙一出 水雨争风 群妖原本对中青剧烈的杀心 变成了惊恐 乃至畏惧 一个能驾驭真龙的男人 是他们能够对付的吗 在真龙血脉压迫下 他们几乎连行动都成了问题 更遑论 是反抗了 与此同时 中青身形移动 踏向云空 屹立在真龙头顶之上 他眸光悠悠 扫视着下方群妖 臣服 或是死 平淡的声音 响彻群山万鹤之间 在真龙的衬托下 此刻的中青 在众妖眼中 已然如先似神 超然 绝世 深不可测 如果说 先前中青说这话 众妖只当 歧视在大放厥词 那现在 随着凌风画出的真龙登场 没妖再敢质疑 这话的真实性 那平淡的话语 好似画成了生死两条道路 摆放在众人眼前 圣 或是死 这是个问题 在真龙那恐怖的压力下 有圣境大妖中士 承受不了 这死亡的压迫 其膝盖一软 静止跪倒在地 主 主人在上 我 我愿臣服 有了第一个臣服之妖 很快便有了第二个 第三个 到最后 所有圣境强者 全部臣服在了中青的脚下 唯独几位大圣强者 眼神之中 透露着倔强 白骨大圣 更是对着自家麾下 投成的圣境大妖顿感 痛心疾首 赤骨 金骨 你们之所以 能有惊天成就 全靠本座 一手栽培 是老祖赋予了你们生命 如今 你们安敢盼望 赤骨和金骨 是他挥下圣境强者 也是他绝对心腹 其他人背叛他 投降中青 他能理解 但他万万没想到 这两个 让他寄予厚望的妖 会成为第一批 向中青投成的对象 赤骨和金骨一阵羞愧 但二妖看了 眼头顶上的真龙 那思羞愧瞬间荡然无存 老祖 正所谓实实物者 为俊杰 这位大人 连真龙都能为其所用 我们奉他为首 不丢妖 是啊 老祖 真龙都被封印于刀中 与其作纳无用的反抗 倒不如投降吧 显然 妖族之间 血脉的压制很恐怖 真龙血脉 都被寄存于刀中 对于很多妖族来说 这种恐惧和震撼 直入他们心底 两腰的软弱 让白骨大圣又气又急 住嘴 他一声怒吼 心中生出了别样的悲凉 原本以为这一次 万妖联盟的剑力 必然能让他的声望 在妖族之中 达到一个另类的巅峰 甚至成为万妖盟盟主 统一群妖 也不是不可能 未曾想 他目的未达到 寄予厚望的属下人便贵了 对于几位大圣强者来说 他们血脉能力更强 与此同时 他们高高在上惯了 怎么可能愿意 低下高贵的头颅 内心深处 所以哪怕碰到那刀中 封印真龙血脉 他们也不愿意臣服 钟卿目光 在几位大圣境强者身上徘徊 对于他来说 一些圣境臣服 不是他的目标 目光看向几位大圣及妖族 这个时候 白骨大圣朗声道 各位 我们妖族大圣同气连之 共同进退 纵使他再强 难不成还能将我们 全部杀光不成 我们应该 走 毕竟 刘德青山在 不怕没柴烧 白骨大圣说完 直接化作一道流光 朝天边掠去 白骨大圣的话 让包括中卿在内 错不及防 尤其是 其他几名大圣 原本都已经被白骨大圣 点燃了大战一场的亢奋情绪 却没想到 白骨大圣错不及防地 来了这么一句 文威一瞬间之后 他们也二话不说 紧随白骨大圣之后 瞬间朝四面八方逃窜 显然 他们虽然说得强硬 但方才的龙威 同样在他们内心 留下了极大的震撼 虽然让他们 没有直接臣服 但何尝不是胆战心惊呢 再加之 其他重要的臣服 内心哪里不明白 大势已去 跑路 成了他们唯一的选择 随着四位大圣陶窜 正在地上打坐调养 丧失了行动能力的 风铃大圣 瞬间傻眼了 他为妖族流过血 他为妖族负过伤 说好的妖族大圣 同进共退 你们要跑路 倒是带上我啊 然而这个时候 四位大圣 已是尼菩萨过疆 自身难保 哪里还能顾得上他 大圣眉头微皱 若是一般人 还真就对此毫无办法 毕竟大圣一心想跑 哪怕实力高出他们许多 能留下一两个 已是极限 但中卿心念一动间 手中凌风 再次化成一柄 神兵利刃 在他心意的操控下 神兵利刃好似 有生命一般 化出了四道分叉 朝四方追击了过去 大圣强者 速度何其惊人 尤其是在一心逃命的情况下 爆发了各种 能提速的秘法 只请客间 便逃出了成千上万里之外 然而凌风的速度 丝毫不比他们慢 甚至游游过之 凌风分叉 犹如灵蛇 转瞬间便突破了虚空 绵延成千上万里出去 静止 抵达在了四位大圣的 驳梗之前 此时 在仲妖看来 这一幕 无疑是极其震撼的 剑身绵延的成千上万里 好似一块大路般 横压在他们头顶之上 遮掩住了所有光亮 但现场之中 最次的 都是圣经强者 纵然黑夜 到底是什么东西 既能幻化成真龙 还拥有 这般千变万化的能力 最关键的是 他们自那剑身之上 感受到了 无边恐怖的杀机 好似只要剑身再向前一步 便是大圣也要隐恨 然而 他们再震撼 也只是站在旁观者的视角 真切感受 哪有当事人来得深刻 此时的白骨大圣 雷霆大圣 火灵大圣 乃至虚空大圣 感受着脖梗处 传来的冰凉之意 心中恍然 脸色苍白 偌大的死亡危机 席卷全身 他们快要疯了 几人可是大圣强者呀 一般的神兵 连他们身上的皮 都划不破 更遑润其他了 但这件神兵 给他们的感觉 却是无尽危险和恐怖 好似随时能吞噬他们的生机 收割他们的性命 钟卿看着待在原地 不敢乱动的四腰 再次淡淡问道 臣服 还是臣服 只有一次机会 不然我可不敢保证 自己不会手抖 四腰头皮发麻 一股良意从心中升起 直冲天灵盖 多少年了 自他们成为大圣以来 已经多少年 未曾受过 这死亡的威胁了 他们原本以为 自己是超然的 是高贵的 是妖族亿万生灵 只能仰望的对象 但现在 他们才发现 原来 他们并无自己想象的 那般超然 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 他们也会害怕 也会恐惧 原来 纵然是大圣强者 也只是云云众生的一员 逃不过 对死亡的恐惧 雷霆大圣张了张口 想要说几句硬气的话 但话到嘴边 却好似被什么东西 给死死捏住了一般 那是对生的渴望 对死的恐惧 在生死面前 四圣只觉得 时间无比漫长 每一息都好似过去了 万载岁月一般 最后 虚空大圣 第一个承受不住这压力 他颤着声 向中青道 臣服 我愿臣服 说完之后 他浑身好似虚脱了一般 只感觉 全身都软了下来 中青手持凌风 毅力长空 看着其他三位大圣道 你们呢 火灵大圣见虚空大圣都臣服了 自己还傻乎乎的 坚持个什么劲 他同样选择了臣服 此刻的雷霆 大圣和白骨大圣 明显就要纠结得多了 没办法 谁让他们先前打造的人设太鲜明 一个说 妖族永不为奴 一个号称妖族的傲骨 不能弯 这人设 架得他们多少 有些下不来台了 他们要是就这般屈服了 以后还怎么在妖族之中立足 以后 在其他妖族之间 还怎么抬得起头来 当他们大圣强者不要面子的吗 但是 随着临风异动 那股刺骨的杀鸡 好似要洞穿他们之际 二妖头脑瞬间一片空白 身体诚实地做出了回应 主人请慢 我愿臣服 随着二妖表态 那刺骨的杀鸡 这才如潮水一般退去 这让二妖心中 长舒口气的同时 又生出了一股 无边的后怕之色 刚刚 若是他们表态再慢一步 或许 现在已经成为一具死尸了吧 这种感觉 很不好受 直到这个时候 二妖方才意识到 原来在死亡面前 面子什么的 都是浮云 至此 五位大圣 已经臣服了四位 独留下还在争取 恢复伤势的风铃大圣 局势变换得太快 让还处在黯然神伤 没能加入逃跑大军 而满心酸涩和后悔的他 没能第一时间反应过来 待中青的目光 上百位 圣经大妖的目光 乃至其他四位大圣的目光 全部齐刷刷 看向他时 其瞬间感受到了无边的压力 尤其是一众上一刻 还在和他并肩作战的妖族 此刻脸色更是充满了不善 那眼神 风铃大圣读懂了 咋的 我们都臣服了 就你不臣服 偌大妖族 就你有傲骨和能耐啊 这让凤铃大圣心中 歌之一声 坏了 我成妖族公敌了 风铃大圣第一时间 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主人在上 请受风铃一拜 这个时候 多犹豫一息 都是对他生命的不尊重 至此 五位大圣 上百位圣境强者 全部臣服在中青的脚下 随着事情尘埃落定 中青满意地点了点头 这股力量 将会成为 他在悬域的班底 当然 最重要 他还是想一口气 解决掉所有的活端 未来好当轻松御主 叶姬和火妹此刻 双目放光地 看着自家公子 内心泛起了层层涟漪 这个时候 什么风华绝代 什么绝世无双 他们感觉 都不足以形容 自家公子的万一 一旁的雕德衣 嘴唇激动到直打哆嗦 主人 真的做到了 以一己之力 压伏了整个妖族 哪怕心中早有预料 可当这一幕发生 在眼前的时候 他还是感觉到 振振不可思议 而且这过程 太过轻易了 这 太过梦幻了 要知道 这可是五位大圣境 上百尊圣级强者 这股力量 若是放出去 在整个玄域 基本都是横着走的存在 呼 起胸腔起伏间 浑身热血躁动的厉害 此时的雕德衣 已经意识到了一个问题 能跟随中青 绝对是他一生 做的最正确的选择 对中青的敬畏 也达到在此刻 达到了顶峰 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与此同时 在遥远的万妖谷边缘之地 罗宾一行人 已是彻底失声 呆愣在了原地 目空空洞 眼神惊骇 世界观都快裂开了 他们先前看到了什么 万妖谷上空 出现了一条真龙 真龙啊 这可是传说中的生物 至高无上的存在 然而 正当他们震动到顶峰的时候 几人便看到 在真龙之上 出现了一道身影 那人 他们先前还见过 甚至罗宾 还一度劝解齐莫 要在此阶段 进入万妖谷之地 唯恐其丢了性命 然而 就是这样一个人 竟然踩他在真龙头顶之上 驾驭真龙 收服了整个妖族 双方距离太过遥远 他们不敢伸出神殿去探索 唯恐大妖发现 所以万妖谷之中 具体发生了何事 他们并不清楚 但却是听到了 上百位妖圣 如珊瑚海啸的沉浮声 再看到原本 那如世界末日的场景 此刻 已然恢复了平静 不难猜想到 这场万妖谷之争 已然落下了帷幕 而先前的那个人 成了这群妖之主 这让众人心中 骇然到了极致 只感觉整个悬域 怕是要变天了 在这妖族 势大的悬域之中 居然有一个人 把整个妖族 踩在了脚底下 这事情传出去 难以想象 会引起怎样的惊天波澜 可笑他们先前 竟然还担心那人 会落入妖族手中 从而暴露他们的踪迹 意识到这一点的 众人惊叹不已 对方和他们 根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 又如何会将 他们这群人放在心上 当然 现在更重要的是 妖族格局的变化 会不会对人族产生冲击 一个能收服 这么多大妖强者的存在 绝对不是悬域之人 因为悬域人族 就不可能有这么一个人 那么这个人 来自什么地方 他来悬域 又有着什么样的目的 这个消息 太重要了 他们必须第一时间 上报宗门 与此同时 万妖谷忠心之地 随着群妖臣服 重要齐聚一起 白骨大圣 看向中青的眸光 多了几分敬畏之色 但见他抱拳 行了义礼之后 小心翼翼道 不知主人名号 这个时候 雕得已感觉 是自己上场的时候了 我等主人名号中青 乃是玄域玉竹 所以 各位能败在主人麾下 也并不算辱没了 各位的身份 此话一出 群妖哗然 什么 主人竟然是玉主 玉主 乃是一玉之主 天然有同管一玉之职 玄域以前 也曾出现过多位玉主 但妖族向来 对玉主并不感冒 甚至还曾联手 斩杀过多位玉主 先前 凤天殿曾到玄域传下过消息 说玄域即将有玉主上任 他们还并不是太在意 但收服他们的人 竟然就是玉主本人 这天杀的凤天殿 这一次 怎么会选这样一尊恐怖强者 前来上任玉主 这选的要不是中青 安有他们今日之祸 当然 这些念头 他们也就敢在心中想想 是万万不敢宣之于口的 雕得一龙形虎步般 屹立在众妖面前 主人此番前来 是不希望 我们妖族和人族之间 继续将矛盾发展下去 是希望我们妖族和人族之间 能和睦相处 从而构建一个和谐 有爱的玄域 如今各位既已臣服主人坐下 还希望各位能约束好手下群妖 莫要做出什么 让主人不高兴的事 此刻的雕得一 对中青已是惊为天人 迫切地想要得到中青认可 但他修为在群妖之间 并不算太出众 唯一比其他妖有优势的 便是跟随在中青身边的时间 比他们更久 亲自受到过中青的训斥教导 他唯一能做的 就是坚决拥护中青的意志 贯穿中青的思想 在明显感受到中青赞同的眼神后 雕得一底气 瞬间足了不少 胆子也大了很多 内心之中 也莫名生出了一种成就感 在场中妖 不乏圣进八重天 更遑论是大胜极高手了 而今 他们只能在下方 接受自己的训话 这早早追随于主人的好处 在这一刻 无疑体现了出来 下方众妖 看着雕得一 这一副小人得志的样子 心中恨得牙痒痒 什么时候 一只雕族也敢大放厥词了 但现在 他们却不敢造次 只能乖乖接受训斥 他们知道 这个雕得一 现在是中青身边的大红人 就关系清净度而言 比他们高了不知多少 终于 在雕得一番长篇大论 心满意族的发言之后 雷霆大圣 这时目光转动 事实的朝中青说道 主人 北周有个三眼奉犬族 实力很强 若能收服 必然是个强大的助力 属下建议主人 您去将他们给收了 他之所以提出这个建议 一方面想的是 先前以三眼奉犬族为首的 北周妖族 不是要叫嚣着来打他们吗 如今 他们已经成了中青麾下 这北周妖族 也别想置身事外 第二 他也是抱着一点点的念头 若是那三眼奉犬族 真的足够强大 和中青干起来 他们是否可以鱼翁得利呢 此话一出 其余众妖眸光微动 对这个提议 当真恨不得拍案叫绝 怪不得人家是大圣 他们只是圣人 就这份心思 当真让他们拍马难及 在所有大妖期待的目光中 中青微微仰起嘴角 他哪里看不出 这些大妖的心思 随后七淡淡说道 你们就不用操心这个问题了 三眼奉犬族 本身就是我的麾下 何来去收服一说 此话一出 原本还有几分期待的群妖 瞬间傻眼了 什 什么 诸多大妖 错愕地瞪大了双眼 满是不可置信地看着中青 内心更是充斥着 浓浓的错落之感 主 主人 您说 整个三 三眼奉犬族 都是您的麾下 包括三眼奉犬族 老祖奉奥天 此时的雷霆大圣 说话都有些不利索了起来 不错 再次得到确认的群妖 瞬间傻眼了 三眼奉犬族老祖 那是什么人物 那可是大圣九中天的强者啊 此刻 中青竟然说 是他的麾下 不过仔细想一想 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中青能够驾驭真龙 并且让他们几大圣 连逃跑的机会都没有 这等实力 能够收服三眼奉犬族 好像也没什么好夸张的 而三眼奉犬族 既然早就是中青的麾下了 那么他们此刻的臣服 回想起来 那就能够接受得多了 当然 要说最傻眼的 还得数雕得一 北周的消息 他也有所耳闻 连他都不知道 那风头正盛的三眼奉族 竟然早就是中青的麾下 现在想来 当初他能被中青 找上门去收服 真的是非常幸运啊 让他有了一种 自己居然能和三眼奉族 相提并论的 与有容颜感 不知不觉间 那嘴角翘的 都快压不下来了 而此时 距离整个万腰大会 约定的时间开启 依然还有三天 这三天 仍旧有圣级大腰 不断从四方赶赴过来 毕竟整个西 南二洲 面积太大 堪称广袤无垠 一些偏远地方的大腰 赶路过来 需要一定的时间 而随着新的腰圣赶赴过来 他们惊讶地发现 整个万腰谷 出奇地沉默 这事 发生何事了 一个名为林泽的腰圣不解道 林泽腰圣来了 随我拜见主人去吧 这个时候 有和他相熟的 大腰招呼道 啥玩意儿 林泽腰圣 眉头立马皱成了一团 更有些猛 他 怎么不知道 自己什么时候多了个主人 他猛 万腰谷中腰可不猛 当下直接将其绑到了中青面前 毕竟大家都是同一个阵营 有句话怎么说的 就该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 有主人 自当一起认 就这样 三天时间 来一个 中青收一个 来两个 中青收一双 当然也有大腰立马察觉到 不对竟想第一时间开流跑路的 可是如今的万腰谷 近来容易 想要就这般胡轮着出去 却是难如登天 不利个效忠主人的天道誓言 想走 门都没有 在上百位圣境强者 乃至五位大圣强者的 轮番教育威胁下 这些近来的妖圣 根本翻不起丝毫浪花 然后后知后觉的一众妖圣 恍然惊觉 一入此地深四海 从此节操是路人 他们不远万万里赶赴过来 就是想为西 南二洲的万妖联盟出奋力 共抗北洲妖族 可现在 来了之后 才有人告诉他 北洲妖族不会打过来了 他们可以放心了 作为他们对西 南二洲的付出 万妖谷为他们准备了一个回礼 帮他们认了一个主人 这 让新加入万妖联盟的 一众妖圣心态 激进炸裂 如此 不知不觉间 万妖谷的圣境强者 再次多了数十尊 这一天 一道倩影 自天穷横跨而来 其身形婀娜 亮丽无双 身上散发一股自信 而迷人的光泽 此人 正是西 南二洲第六位大圣 雪记 他一双如星辰宝石大的双眼 闪烁着极许脚下的光芒 口中喃喃自语 不知道那个小男人 会不会真的有胆量 来着万妖谷 怪想念他的 一想到中青 雪记嘴角 便勾勒出了一抹好看的弧度 他也算是见多识广之辈 自问见过的天骄无数 容颜好看的人不知反几 但唯独中青的存在 让他感受到了振振惊艳 让人一眼难忘 先前若非有紧急之事 他必然是舍不得和中青分开的 若是真来这万妖谷了 可别被吓成安纯才是 雪记难难 毕竟他深知 此次群妖汇聚的万妖谷 可是聚集了不知多少大妖的存在 那每一个大妖 对于绝大多数人族看来说 都是强大到不可思议的存在 一个人类来到这等地方 势必会成为众矢之地 那感觉 想想就会让人头皮发麻 若真是如此 白骨他们这些家伙 可得看在我的令牌上 没有为难这小男人才是 夕阳斜下 天便一片阴红 刁德义为了让自家主人 成为妖族之主 看起来更有仪式感 着手命人操办了一场露天大宴 以示庆祝 宴会上 中青端做首位 五位大胜做陪 白骨大胜看着主位上的中青 心神有些恍惚 遥想不久前 他还是万妖谷之主 这转眼之间 万妖谷就议了主 连带着整个妖族 也成了这位主麾下 当真是世事无常 变化莫测 谁又能想到 不过短短数日之间 整个妖族格局 就发生了翻天覆地之变化 虽然心中很不适滋味 但他还是不得不赔起一副笑脸 举杯向中青敬酒 当雪季从云端降临下 第一眼便看到了 白骨大胜给中青敬酒这一幕 而中青 全程尽显风轻云淡 不卑不亢 姿态从容 表情淡然 丝毫没有半分紧张之感 这让他眸光不由微微一亮 不愧是他看上的男人 一个人族 身处这群腰汇聚之地 竟然还能这般淡定从容 换位思考 他自问自己 都不一定能做到中青这般程度 看来 这白骨大胜 还是很给我面子的嘛 雪姬双眼迷成了月牙 心情大好 在他看来 中青之所以能和诸位大胜同验 必然是诸胜看在他将随身令牌 送给对方的缘故 如若不然 难不成还能是中青的实力 让这群大妖这般客气 坐陪不成 别逗了 放眼整个悬域 也找不出这样一个人来 他笑着迈步上前 姿态优雅地 朝中青挥了挥手 小男人 有没有想姐姐啊 嬉笑的声音 宛如风铃一般响起 在山谷之间 传来了阵阵回声 然而这话 却让现场中妖 瞬间变了脸 中青身为他们的主人 身份何等之尊贵 然而如今竟被人叫做小男人 这不仅是在落中青的面 更是在打他们的脸啊 同样是他们在中青面前 表现的一个机会 因为他们知道 大势已去 既然已经臣服了 那就得百清定位 白骨大圣 对此第一个做出了反应 但见他怒拍长桌而起 指着血迹力声道 大胆血迹 大人何等存在 也是你能侮辱的 还不跪下 向大人磕头认错 祈求大人原谅 这话一戳 血迹笑容瞬间僵硬在了脸上 不是 白骨 你今天没吃错药吧 他想不通 自己一句话 缘何能引起这么大反应 在他猛圈之际 迎接他的是一片 山崩海啸般的指责声 雷霆大圣冷声道 在大人面前 安能有你放肆的份 风铃大圣也随之表态 跪下认错吧 莫要自悟 血迹大圣这性子 就是太挑脱了些 若不磨一磨 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敬畏 山呼海啸的声音 统一化成了一个意志 那就是让他跪下认错 这一幕 让血迹整个人都不好了 这些妖族 今天是集体入魔了吗 他 他血迹和他们 才是一伙的呀 现在竟然让他 给一个人族跪下认错 这 简直有够离谱 更离谱的是 他也没做什么呀 怎么感觉 像是犯了十恶不赦的大罪一般 谁能告诉他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怎么感觉 这世界 和他认知中的世界 有种格格不入的撕裂感 他很想看看 这是不是几位 妖族大圣 跟他开的一个玩笑 就算这群人 给他令牌的面子 但也不是这么给的吧 然而 结果让他失望了 几位大圣 契机已然锁定了他 好似只要他 稍有动作 便会以雷霆之势 将他镇压一般 而且 那些圣级大妖 若在平时 连正眼都不敢看他一眼 借他们几个胆子 他们也不敢 在自己面前放肆 然而此刻 一众妖圣群情激愤 对他怒目而逝 只择身不断 雪姬整个人 都快裂开了 谁能告诉他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在这时 雕的一字中 亲身旁站了出来 雪姬大圣 不可否认 你在妖族之中 地位不凡 实力不俗 之前在路上 大人懒得动手 意图打尽到也罢了 但是到了现在 该明确告诉你了 我主中卿这位 妖族之主面前 不是你可以放肆的 跪下向主人认错吧 这一刻 雪姬彻底傻眼了 目光愣愣地看着中卿 他 妖族之主 这一刻 其内心之中 泛起了无边波澜 脸上涌现出了 无边动容之色 随着雕得一点鸣 这个时候 他若是再不知晓 发生了何事 那当真枉费 他活了这么多年了 原本他心中 还有几分疑惑 钟卿来万妖谷作甚 谁能想到 其竟然是 来收服整个妖族 这才过去多久啊 几天时间啊 但就是几天时间 却能收服 这群桀骜不逊的家伙 其之实力 到底害人到了 何等层次 迷雾了这些之后 雪姬一想到 自己和钟卿出见的样子 乃至刚才的行为 当即感觉 自己好似小丑一般 不知为何 其心中 漠然生出了极许委屈 他眸光看向钟卿 钟卿淡淡看着他 一个选择 怨奉我为主 雪姬 好吗 他只想钟卿做他男人 可现在 对方却想做他主人 其再次看了眼周边 虎视眈眈的群摇大圣 嘴角不由 泛起了极许苦涩 都说了 只有一个选择 现在 深刻后 雪姬这才心不甘情 不愿委屈八八相中 倾行了一个跪拜之礼道 雪姬 拜见主人 至此 妖族所有大圣级高手 全部被钟卿收入麾下 若是加上凤奥天 乃至凤奥天麾下 三位大圣强者 也就是说 此时的钟卿 足以调动的大圣境强者 足足有十尊 这个数字 若是传了出去 绝对能下傻一大片人 随着雪姬的加入 钟卿此次万妖谷之行 算是达成了圆满目标 他当即让一尊妖圣出洞 前往北周 让凤奥天前来接收西 南二周群妖 至于为何要派人前往 实在是 这玄域有些特殊 哪怕顶级的传训玉符 也传不了太远的距离 而做完这一切之后 钟卿第二日 便带着叶姬 活妹离开了 哎玄域 也有一段时间了 该去上任 玄域御主之位了 虽说他对玄域御主 这个身份 并不是太在意 但异地他乡的 有自己的一份基业 总是好的 至于雕德一 则是被钟卿 留在了万妖谷 让他继续做 妖族的思想工作 至于这些妖族 是否会反叛 钟卿是不担心的 都说人活越久 越精明 妖遗如此 短时间内 他们必然不敢 有任何疑心 待凤奥天到来之后 想来他应该 能镇住这群大妖 让他们彻底归心 数日后 钟卿带着叶姬和火妹 再次踏足了人族领土 来到了东周之地 相比起妖族蛮荒之地 人族领土 无异于更有文明的气息 更能感受到文明的魅力 云端之上 双手事件的叶姬 看着下方山河大地上 屹立着的 充满人间烟火气的城池 对着钟卿道 公子 赶了数日的路 不如去下方城池内 找个地方歇息一晚吧 顺便看看 此地可有能入 公子之眼的美酒 此话一出 钟卿顿时有些异动 虽然他的吞天葫芦中 还储藏着多达上百种 不同口味的美酒 但每行一处 其还是有收集当地美酒的习惯 那 就去看一看吧 在他的试意下 一行三人 当即朝着下方城池 飞绿而去 成明天水城 整个城池并不算太大 却也不晓 汇聚了四面八方的修饰 刚入城中 便能感受到 一股扑面而来的滚滚红尘气 修行 修行 修的及时力量 同样是心境 有些人喜欢闭关苦修 有的人喜欢于深山中悟道 感受自然山川的气息 还有人喜欢红尘练心 在滚滚红尘之中观人生百态 磨练己心 当然 更多的修饰 却是不得不为一些修行资源 奔波游走 在人间烟火气密集的地方 做一些修饰间的生意 从中赚取修行所需物资 每一次行走 在人间城池之中 中卿都有不同的感受 于他而言 生活是多姿的 世界是绚丽的 一成不变的生活 无疑是枯燥的 人生 需要不同的色彩 来点缀 很明显 这人间烟火气 是一抹生命中 无法忽视的艳丽之色 闹市中 三人一路 沿着街道而行 感受着这座城市的喧嚣 体验着当地 风土人情特色 近看人来人往 众生百态 这种感觉 偶尔体验一番 当真别有一番特色 而在中青一行人 在天水城游逛之时 在天水城数万里之外 有一队人 正在云层之中 急速穿梭而行 他们统一身穿天 蓝色长服 胸前之上 有一卫蓝徽章 徽章之上 则雕刻着一个玄字印记 若是有东周之人 见到这身装扮 必然会大吃一惊 因为有资格 佩戴此徽章的 放眼整个玄域 唯有天玄门之人 而天玄门 乃是玄域东周人族 拥有大圣境强者坐镇的 三大超然势力之一 为首一人 鹤发童年 身材魁梧 气势伟岸如鸳 给人一股不怒自威的压迫感 其 正是当今玄域 人族三位大圣的其中一位 天玄门老祖 银号 天玄门 起源于玉主 世代忠诚于玉主 堪称玉主麾下的家臣 先前 奉天殿使者传来讯息 说是玄域之中 有玉主不日上任 天玄门举宗上下 便随时做好了 恭迎玉主的准备 后来 在中青刚踏入玄域东周之时 世代供奉玉主的天玄门 便对中青身上的玉主令 有了感应 然后 为了表示 对玉主的恭敬 天玄门老祖 亲自带队门中一众高层 远赴万万里之外 恭迎玉主的大驾光临 此刻 天玄门老祖感应当那玉主令 明显距离自己越来越近之后 大手一挥 吩咐众人道 全速前进 此时的中青并不知晓 有人为了恭迎他 已然不惜跑了万万里路 他带着夜姬和火妹 在天水城游历一番之后 来到了当地九富盛名的天水阁 准备一品当地特色美酒与美食 随着三人出现在天水阁 瞬间引发了不少人注视的目光 吴他 实在是三人的气质太过非凡了 中青气质飘渺 如折仙凌晨 夜姬和火妹 更是容颜绝世 天下罕见 如此一男二女的配置 最是悉情 让人不由心中暗暗喝采一声 好个儒雅贵公子 好个天生立志男子气的绝代双交 他们的出现 好似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为整个天水阁 增色不少 区别有人单纯地 抱着欣赏的目光 频频看向三人 有人心中 则生出了异样的心思 此时 一长桌之上 端坐着一位面容阴逸的年轻男子 他手中把玩着一块翡翠玲玉 看向夜姬和火妹的眼神 充斥着丝丝火热之色 天下间 竟有如此绝色佳人 福伯 你说 有没有办法 将那两个侍女讨要过来 在男子身后 还有一个独臂老者 老者不休蝙蝠 但其光是站在那 就好似山岳一般 给人一股强大的压迫感 在听到自家公子所言后 福伯应策策地打量了钟卿等人一眼 随即缓缓道 公子想要人还不简单 天下兮兮 皆为力来 天下嚷嚷 皆为力往 再漂亮的侍女 也不过是男人的一件玩物 即是物件 自当有一个价值 公子给他些东西 将两个侍女交换过来便是 听到这话 年轻男子手中把玩玉佩的动作 不由微微一顿 面无表情道 人我想要 东西我又不想给 福伯可有什么办法 福伯思索片刻后 再次道 那也简单 公子身为天水城少城主 在这座城内的一切东西 都是公子的 公子只要表明身份 想来 他不敢不给 若其真那么不识好歹 那老朽 也只能教教他 天水城的规矩了 二人说话的声音不大 但也不小 这让很多时刻 看向钟卿等人的目光中 充斥着同情之色 这些人 被天水城少城主 落无伤盯上 也算倒了八辈子血没了 但凡在城中待久了的人 谁不知道 天水城少城主 为人嚣张桀骜 蛮横无礼 狠力非常 被他盯上之人 几乎就没有好下场的 有人面露不忍之色 暗中给钟卿传音 兄台 天水城少城主盯上你们了 你们还是速速逃命去吧 这种欺男霸女之事 最是让人不耻 然奈何天水城少城主 这个身份 对于常人来说太过尊贵 根本不是一般人能得罪的 暗中告知一声 已是极限 至于出手相助 那当真 就是爱莫能助了 九楼庄 钟卿不动声色 端坐在座位上 自饮自酌了杯酒 原本只想体验一下 当地的风土人情 骤然遇到这种事 就挺闹心的 另外一遍 洛乌商目光赤裸裸地 看向夜机和火妹 眼神之中的战友欲 根本不带丝毫掩饰的 他朝着福伯吩咐道 一刻钟之后 我要那二位美人 来陪我饮酒 是 公子 福伯闻言 朝洛乌商行了一礼之后 漫步朝中卿一桌走了过去 随着其跨出一步 其身上的气势 便强大一劫 到最后 齐之身上赫然发出了 半步至尊的气息 这股气势 如山四月 太过恐怖 也让原本喧嚣热闹的楼阁 变得寒蝉若静了起来 半步至尊镜 在方圆数万里内 绝对撑得上一具大高手 福伯昂首尔利 目光静止看向钟卿 带着一股射人的压迫感 他刚想开口要人 却听钟卿率先一步面无表情道 你先前说 要教教我天水城的规矩 此话一出 福伯眸光之中 露出了极许亚异 在他半步至尊的威压笼罩下 对方竟无半分惧色 反而是一副镇定自若 云淡风轻的模样 只此一点 他便感觉 钟卿有着不凡来历 不过他也只是有些亚异罢了 纵使钟卿来历再不凡 难不成 还能比得上天水城少主尊贵不成 要知晓 当今天天水城少城主之父 可是至尊五重天的高手 天水城少主之祖 更是圣进强者 放眼整个东周 圣进强者的分量 也是极重的 更遑论是在天水城这等边缘之地了 拥有着这般背景势力和靠山 在这城中 福伯还从未见过自家公子惹不起的人 更何况 他本身的实力 也是让绝大多数人 只能为之仰望的存在 因此 面对钟卿的询问 福伯傲然而满脸皆傲道 不错 既然你都听到了 那老朽也不必多费唇舌了 交出身后的两位侍女 你可以走了 他挥了挥手 好似打发苍蝇一般 就要将钟卿打发走 四周的众人见此一幕 内心之中 或多或少都为钟卿感到些许不愤 在他们看来 这无亚于一场飞来横祸 只是遇到这种事 除了自认倒霉 又能徒之奈何 先前暗中给钟卿传音的 一位中年男子 更是满脸可惜地摇了摇头 他虽然已经提醒到位了 但现在看来 还是晚了 如今 这尊半部至尊强者出动 再想胡扔着出去 已经迟了 然而 在无数瞩目的目光中 却听钟卿淡淡道 我若说不呢 应笑道 老朽奉劝一声 年轻人莫要心太高 气太傲 天水城少主 不是你 可以得罪的存在 若现在乖乖离去 老朽还可饶你一条性命 若不失去 惹恼了我家公子 就是将你打杀当场 也无人敢指责我家公子半句不是 这 就是天水城的规矩 在这天水城中 我家公子 就是天一般的存在 我家公子的意志 就是绝对的法治 不顺我家公子之意者 只有死路一条 随着浮泊声音一落 不远处的洛乌商 扬起阴力的嘴角 充满了冷笑 中青却依旧面色平静 眸光悠悠 看向不远处的洛乌商 良久 才缓缓道 那我今日便偏不顺你意了 一言出 满堂皆惊 他 他是怎么敢的呀 有人神色大变 看向中青的眼神 既有钦佩 又有惋惜 钦佩的是到了这个时候 中青并无半分退缩不说 竟然还敢开口反击 惋惜的是 中青 很有可能要因为这话 而付出生命的代价 似是为了印证众人所想 端坐在长桌之上的 洛乌商笑容 瞬间将印定格在了脸上 紧接着 一股无尽怒火 自心中生疼而起 下一刻 洛乌商目光直勾勾 看向中青 发出冷笑之音 我真不知道 是谁给你的勇气 敢来挑衅本公子之威严 也不掂量掂量自己什么档次 也配跟我作对 话音落下 他便想叫福伯直接动手 宰了中青 抢抢二位美人 然下一刻 一道雄魂之音在大厅之中炸响 他的档次 就是你一百个天水城加在一起 也难以比你分毫 突如其来的声音 让众人大脑为之一阵嗡鸣 洛乌商在大脑一片空白后 回神的第一时间 脸上阴一只色更省三分 又是哪个不知死活的东 话未说完 其看向声音来源处的瞳孔 目然一缩 浑身俱颤 整个人差点没当场瘫软在地 他看到了什么 入目看去 但见大厅门口处 涌现出了十数道身影 每一个都是气势如鸢 深不可测的存在 他们统一身穿天蓝色长服 胸前之上 则刻印着玄字徽章 整个东周 拥有这一印记的 唯有天玄门 随着天玄门十数人出现 现场之中 一片哗然 众人目光中 透露着浓浓的不可置信之色 有人骇然惊叫失声 天玄门 竟然是天玄门之人 天玄门 在整个玄域人族东周之中 绝对称得上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的存在 其为东周三大超然势力之一 是人族抵挡妖族的主力之一 号称守护人族的基石 在世人心目中 天玄门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 堪称人族的定海神针 只是这等势力之人 和他们几乎是两个世界之人 在天水城这等偏远地方 很多人终生也不见得 能得见一位天玄门门人 如今 竟然涌现出了十数人 他们 来此作甚 在众人心生无尽好奇之际 骆无伤却是心胆俱颤 恨不得当场直接晕死过去 常人只知道 天玄门服饰上的徽章 但他老祖为圣境强者 他身为老祖最疼爱的孙子 曾有幸跟随过自家老祖 前去天玄门 赴天玄门老祖的寿宴 其曾远远看到过天玄门老祖一眼 那一眼 几乎让他永世难忘 毕竟大圣强者的英姿 实在太过深入人心 然而 就是这样一个人 此刻 竟然梦幻般地站立在了他的眼前 再联想到天玄门老祖先前所说之言 若无伤大脑就是一阵眩晕 心中惶恐难安到了极点 不可否认 天水城少主这个身份 很势不凡 凡是在天水城这一亩三分地上 几乎找不出能比他身份更尊贵的人来 但 这也仅仅是在天水城 放眼整个东周 天水城的实力连名号都排不上 在天玄门面前 他背后的势力与之相比 无疑于大海与浅滩 双方就不是一个量级的存在 此刻的他 只能在内心深处祈祷 钟卿和这位存在 并不想象中那么深厚 不然 在洛无伤心神惊骇到了极点之际 天玄门老祖 已是率人龙行虎步 进入了天水阁之中 他看了洛无伤一眼 冷哼了一声 这一声冷哼 明显带上了少许私人情绪 好似化成了滚滚天雷 在洛无伤脑海之中 轰然炸响 其整个人闷哼一声 口而眼鼻一血 整个人静止瘫软在地 除了洛无伤之外 还有一道闷哼声传来 却是先前在中青面前 趾高气昂的浮泊 只是这浮泊的状况 就比洛无伤凄惨多了 齐之身躯 好似遭遇了无边距离攻击 整个人不受控制般 倒飞了出去 待到落地时 齐之胸枪已然塌陷了一大片 好似承受了无边撞击 一声冷哼 禁止将一位半部至尊的强者 打成了重伤垂死的状态 这一幕 让围观众人心中骇然至极 虽然天玄门的强大 是世人共知的 但一道冷哼 禁止将一尊半部至尊强者打残 这是何等修为才能做到 难不成 眼前之人 乃是一尊真正的圣境强者 突如其来的变故太过惊人 让众人处在一片无边震动之中 心脏都莫名紧锁了起来 待天玄门老祖对落无伤 和其口中的福伯小城大戒一番之后 这才将目光磨向了中青 心中泛起了层层涟漪 这就是狱主吗 怎会这般年轻 虽然中青遮掩了自身修为 甚至是自身古灵 但到了万岁之后 身上难免沾染些许岁月沧桑气 而没有这股气息的 很明显年龄都在万岁之下 在大圣眼中 一个不足万岁的人 已经可以看成是年轻后辈了 当然 天玄门老祖可不敢因为 中青年龄小而因此轻视他 他们天玄门的建立 和其他势力并不一样 可以追溯到很远古很远古的时期 甚至可以称得上 是玄域自成型之初的第一批土著 他们与生俱来 秉承着守护玄域的的意志 血脉里也留着只属于玄域的血脉 同时 他们天玄门世代侍奉玄域徒 这从自古以来 几乎已经成为了他们骨子里面的基因 而因为血脉的缘故 他们对玄域的那枚徒主令 有着天然的感应 也因此 中青在接受到徒主令 成为玄域徒主之后 天玄门就注定了 会成为中青的附属家臣 这个世界 哪有家臣看不起主子的道理 更何况 中青身后的侍女业姬和火妹 圣经三重天的圣级强者心丹情愿追随 足以证明 这个新主人 似乎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 在天玄门老祖看着中青之际 中青也在打量着他 实力很强 是大圣八重天强者 他能看出 这些人就是为他而来 但是并未抱着恶意 只是 双方之前 并未有过任何交集 中青端坐在长桌之上 寻声问道 阁下是 在中青开口之际 天玄门老祖瞬间抱拳 朝中倾行了一个跪拜之礼道 天玄门老祖隐号 特来恭迎御主 前去上任 随着天玄门老祖开口之际 在他身后的十数人 同样朝中倾行了一个跪拜之礼 天玄门宗主隐翼 特来恭迎御主 前去上任 天玄门长老柳秋产 特来恭迎御主 前去上任 声音整齐 好似惊雷 震动长空 而这道道声音 好似陨石坠落一般 落在了围观众人的内心之中 当起了无尽惊涛骇浪 先前 隐号以神鬼莫测之力 将一尊半步至尊强者活生生干费 他们就预感到 其哪怕是在整个天玄门中 也是个重要人物 然而 未曾想 这何止是重要人物 而是灵魂首脑人物 他们 他们有生之年 竟然遇到了一尊大圣级人物 不仅如此 这前来的十数人 竟然全部是天玄门的首脑高层 更让他们心中震动的 是钟卿 竟然是御主 整个玄狱的主人 这一幕太过震撼 反转之颠覆 当真超乎了所有人想象 另一边 正在浑身抽搐的落无伤和浮泊 听到这个炸裂的消息 瞳孔再次为之一缩 只感觉周身传来无边冷意 胯下更是流淌出一滩黄白之物 俨然被吓到 大小便直接失禁 大厅之中 钟卿看着天玄门众人 目光微动 天玄门吗 似乎是看出了钟卿的疑惑 天玄门老祖 连忙又上前自我介绍 顺便简略地说了一遍 关于天玄宗的来历 以及和历代御主之间的关系 这倒是让钟卿破为意外 这玄狱之中 居然还有这么一个势力 而他也看得出来 这天玄宗老祖并未说谎 这时 尹昊指着地上 下道面无土色的二人 公声道 御主 此二人 不知该如何处置 钟卿淡默地看了一眼 杀了吧 一句话 直接宣判了二人死刑 若无伤和福伯文言 心神惶恐 骇然到了极点 内心之中 更是生出了无尽悔恨之意 若是早之中 亲友如此身份 便是借他们一百个胆子 他们也不敢对钟卿 生出任何不利的想法 只可惜 这个世界并无后悔药 也不知道是不是天理循环 报应不爽 以前的落无伤 一直是发布行刑号令之人 未曾想 有朝一日 他竟然成了被行刑的对象 内心之中对死亡的恐惧 让他并未放弃最后的挣扎 其满脸惊恐道 我洛家老祖 也是人族高手之一 也是人族的中间力量 而我乃老祖血脉后代 你 您身为玄域御主 不能以大欺小 不然传出去 你如何服众 闻听此言 钟卿微微一棱 人族的中间力量啊 这话让落无伤眼神一亮 他好似溺水之人 抓住了最后一根稻草 眼神之中 再次迸发出了生的希望 却听钟卿继续道 将他老祖 连带着整个落家 也一并处理一下吧 能够交出这种后辈子孙 上面的 也不见得是什么好东西 正所谓 上梁不正下梁弯 这话让落无伤 刚生出的希望之光 瞬间暗淡了下去 甚至整个世界 都塌陷了 他怎么也没想到 就因为自己一句话 连带着自己的家族 乃至老祖 全都迎来了灭顶之灾 不 不要 他想要求饶 想要认错 然而他认错的速度 显然没有天玄门 门人动手的速度快 伴随着天玄门 一位长老大手一拍间 其整个人 带着无尽的自责和愧疚 连带着一旁的仆从 在满视对生的眷恋 和不甘中倒下了 这一幕 不知让多少人拍手称快 在这天水城中 被落无伤欺辱过的人 不知反击 如今 其终究是得到了 他该有的报应 而这一天 有人骇然地发现 天水城城主府 被一股无形的力量 直接抹去 还有人在城头之上 发现城外的山林中 传来一声仰天怒吼 我落家之祸 全是这不孝子孙导致 悔不当初啊 早知如此 当初就该让他爹 将这不孝子孙 设在墙角之上 也好过他今日招惹大祸 连累整个家族 有人听出来了 这是落家老祖的声音 声音中充满着气急败坏 更像是临终遗言 从这之后 再也没人见过这位落家老祖 强盛一时 称霸一方的落家 就以这般戏剧性的方式落幕了 然其虽然落幕 但造成的影响 却是深远的 落家的下场 给不知多少势力 敲响了警钟 也让不知多少势力 对自家子孙后代 加强了管制教育 这落无伤 以一己之力 坑死了整个家族 乃至圣经老祖 放眼整个修行界 也是相当爆炸性的存在 自此之后 骑成了无数大势力 教育门下弟子的首选教材 以另外一种方式 被定在了耻辱柱上 活跃在世人心目中 人活着的时候 声名狼藉 不曾想死了之后 还能起到一个警醒世人 净化风气的作用 当然 这些都是后话 随着落家的覆灭 寓意着中青这位玄狱御主 正式登上了东周这个舞台 进入了不少大势力的视野之中 天穷之上 一行人在云层之上 急速穿梭而行 正式中青 叶姬 火妹 乃至天玄门一行人 时间 距离他们离开天水城 已然过去了三日 而中青这段时间 天玄门老祖引号 再次补充了不少天玄门 和御主之间的从属关系 双方也熟悉了不少 同时 也知晓了中青来自他御 所以一路上 又都在主动为中青 介绍着沿途所过的风土人情 御主 前方便是东周地脉 翻过这座地脉 按照我们如今的矫程 再行三四日 便能抵达天玄城 那里 汇聚了我东周人族 三大超然势力的高手 算是我东周人族的大本营 同样 那里也是中青御主的上任之地 中青目光看向下方 葱玉河山 询问道 东周的三大超然势力 都汇聚在天玄城中吗 不错 这些年来 妖族欲战我人族故土之心不死 不管是哪一州的妖族攻打过来 都需要天玄门 浮屠殿 万圣宗三大超然势力联手 方能将其打退 为了不延误战机 这些年来 浮屠殿和万圣宗 已将大本营 搬移到了天玄城中 不仅如此 整个天玄城 还汇聚了大大小小 数十个圣级宗门 他们都是 我东周人族 抵御妖族的主力 说到这儿 引号话音不有一顿 他错了错词 陈声道 玉主 天玄城中 所有势力 在涉及到妖族之事时 都会很有默契地团结在一起 但在其他事上 却并非全都团结一致 就玉主您的身份 在整个天玄城中 便很有争议 哦 这是为何 钟卿疑惑道 引号四世想到了什么 神色有些晦暗 但最后 他还是向钟卿解释了缘由 在主人宁出现之前 玄狱之中 也曾出现过多位玉主 前几任玉主 都想带领人族崛起 打破妖族式 大人族示弱的格局 想要为我人族 争取更多的生存土壤 发展空间 但无一意外 最终全部以惨败而收场 每一位玉主的上任 都消耗了大半人族 好不容易积攒的有生力量 而在主人宁出现之前的 上一任玉主 在带领人族和妖族的决战之日 眼看人族落入了下风 竟然独自携带 人族大军的物资潜逃了 这一举动 直接导致人族彻底崩拜 也让无数势力 对于玉主的感官 下降至了兵点 属下担忧 玉主此行 恐怕会受到 其他各大势力的排挤 您的处境 恐怕会很不妙 听到这儿 中青看向长空 陷入了沉思 两久之后 他方才挥了挥手 无妨 且先去看看吧 云层之上 一行人继续上路 对于中青来说 这个玉主的身份 未免有些坑了 人族人族不待见 妖族妖族很仇视 但于他而言 都走到这一步了 自然没有半途而废的道理 而且那些坑 在中青看来 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只是时间过去这么久 系统只告诉玄狱 有他要找的徒弟 却具体消息一直并未透露 至于叶姬和雪姬二人 心中想得就比较简单了 中青去哪里 他们就去哪里 他们只需要安静 待在公子身边即可 相信 哪怕是天塌下来 公子也能为之轻松解决 二女和中青相处时间 也不短了 对于自家公子 他们总有种迷之自信 这种自信 甚至超越了中青本人 三日后 黄昏时分 众人终时赶赴到了天玄城 天玄城 汇聚了整个东周人族的 大半高端顶尖势力 可谓是整个人族心中的 圣地之所在 城墙宛如巨龙一般 屹立在大地之上 整座城池 建立了不知多少岁月 扩建了不知多少次 依稀可以看到 有些地方 带着岁月的痕迹 上面一些斑驳的找痕 好似在诉说着 其曾经历过种种战火洗礼 这是一座原始古城 它的存在 无疑就是一部 见证玄域人族数万年来 兴盛衰落的古史 玉主 这就是天玄城了 随着一行人来到城门前 天玄门老祖 尹浩向中青 简单介绍起了这座古城 随着众人步入城中 瞬间引发了城内 不少人的注目 毕竟尹浩身为大胜强者 人族的三大定海神针之一 其在整个人族之中的地位 无疑是最高的那一小撮存在之一 而当一些人 看到尹浩身边的中青时 在看到尹浩等人 对中青的态度后 瞬间便明白了中青的身份 这 就是新上人的御主吗 不少人眸光悠悠 原本想要上前和天玄门 一众高层问好打招呼 却因中青的存在 脚底好似生根了一般 原地停顿了下来 御主 按照名义而言 确实是整个玄域的主人 拥有统领一御 掌管一御之权柄 按照身份来说 整个玄域 御主的身份 无疑是最为高贵的存在 但是 上一任御主逃跑之事 影响实在太恶劣了 尤其这座城中 有大半都是当年那一战中的人族大军后人 御主这个身份 对于他们来说 当真再没半点光环加持 反倒是让人从内心深处 由衷生起一股抵制 乃至厌恶的情绪 若非中青身边有天玄门之人陪同 指不定他们会做出什么过激之举 影响看到这一幕 内心有些酸涩 他和御主的身份 天然绑定在一处 他自然是希望 御主能恢复应有的荣誉 但上一任御主之举 实在是让人族伤透了心 他面对这一幕 也是顿感无可奈何 指得向中青道 希望御主莫要怪罪他们 这些人针对的并非主人本人 只是对御主这个身份 有些反应过激 还请主人见谅 无妨 中青背负双手 眸光打亮着四周众人 摇了摇头 自然不会对此心生什么不满 天玄城很大 也很繁华 但中青没有受人冷眼的习惯 也没了在城中游逛的心思 他清灰长袖 对着引号道 走吧 带我去御主府看看 御主府在玄狱城的最中心 一直由天玄门门人在打理 更确切地说 此地就是天玄门的大本意 随着中青 入主御主府 关于御主到来的消息 几乎以非一般的速度 快速传遍了各大势力 每一个角落 浮屠殿 此为人足三大超然势力之一 整片殿雨 坐落在一非洲之上 悬浮于玄天城西方天际 非洲横长无数万丈 从下方网上看去 好似一座悬浮于天际的岛屿 虽是深夜 但整片非洲之上 却是灯火通明 亮如白昼 映衬的天边白云 一片通透 整座非洲之上 群殿灵力坐落在青山绿水之间 从上方往下看去 珠殿熠生辉 青山之间 霞光弥漫 灵气阴晕 道运横生 神兮遍地 灵中灵之大药扎堆 不时有几只火红灵猴 于山间跳跃而过 几只灵鹤 自灵空上方长鸣而行 充斥着一片生机与活力 俨然一方洞天伏地之所 山间之上 有一道灵泉瀑布 飞流下 瀑布下方 有一凉亭 凉亭之内 坐落着两位老者 其中一人 一身黑色滑袍 面容方正 眸光深邃 四星沉大海 其端坐在御台之上 物字饮了一口香茶 茶香浓郁 里面还散发着阴云光泽 这是浮屠殿老族 古炎平时最喜之物 可此刻喝入口中 却全然没了半点滋味 两酒之后 古炎轻叹一声 眸光带着极许悲涩 如今御主前来上任 人族 恐怕又要陷入多世之秋了 方兄 对此 你怎么看 古炎口中的方兄 全名方全 纵观整个东周人族之地 能让这位浮屠殿老族 古炎称兄道弟的人不多 而方全 恰是其中一位 世人皆知 人族有三位大胜强者 古炎和方全 便是这其中的两位 区别于身形 有些粗犷的古炎 方全看起来 明显多了几分先锋道鼓 其一身白袍随风飘扬 好似要随着清风 随时羽化飞翅而去 面对古炎的询问 方全沉思两久之后 同样微微一叹 看向天际的眼神 充斥着极许茫然 山间飞流垂落 见起道道水花四散 四周白云悠悠 清风徐徐 凉亭之内 沉默两久之后 方全才徐徐开口道 风无星 云无象 天地无常 狱主的存在 对于整个玄狱来说 是定数 对我人族来说 却是变数 这么多年来 每一次狱主的出现 老夫都能期待 他能带领人族 带来新的转变 迈入新的辉煌 但我人族 好似遭受了某种诅咒一般 每一次变数 都将人族的有生力量 消耗殆尽 这么多年来 老夫也已经完全看开了 人族维持目前的局势 便挺好 不需要再做出新的改变了 说到这儿 其脸上涌现出了一股 浓浓的挫败之色 古言完全能理解 此刻好友的心情 对于人族来说 三周妖族的存在 好似悬浮在人族头顶之上的 三大利剑 这利剑之祸 一日不解决 人族便一直不得安宁 一开始 他们对于御主 是极其信任的 只是希望多了 在一次次失败中 失望也就多了 而这种失望 随着上一任御主的逃跑 更是积攒到了 一个全新的高度 哎 一声叹息 叹不尽的心酸落幕 古言摇了摇头 目光看向这个香蕉 多年的老友道 那你的意思是 不理会 不响应 疏而远之 古言一愣 撕衬片刻厚道 若是这般 恐会让这位 御主心生不满 他心有不满 总好过 我人左而郎 平白流血又流泪 难不成 你还对他心有幻想 自然不会 浮屠殿和万圣门 一向同气连之 你我二人又是生死之交 我等自然要同进共退 就这般 浮屠殿和万圣门老祖 达成了同进共退的方针 而这 也是整个天玄城 大多数势力 对待中青的态度 只是中青到底是御主 都说新官上任三把火 不知道 对于这般局面 他又会是什么反应 只是让人意外的是 一天过去了 天玄城中 一片风平浪静 三天过去了 啥消息都没传出来 七天时间过去了 有人在山上 看到中青带着两位侍女 在踏青游玩 一副逍遥自在 悠闲自得的模样 见此 天玄城众人纷纷猜测 难不成 这位御主 知道诸多势力 对他并不感冒 选择摆烂了 若是如此 那当真是人足之性了 这么多年来 凡是上任玄于御主之人 无不是精彩绝艳 实力强大之辈 但不怕你胸无大志 就怕你心怀凌云之至 这每一任御主 都要带领着人足折腾一番 将人足的底蕴 给挥霍一空 若这位御主 真安于现状 不要搞那么多幺蛾子 对于人足来说 可不就是一种幸运 不管外界如何争论 中青依旧我行我素 不予理会 于他而言 收不收服这些人足 对他意义又不大 只要没人来搞事就行 他过他的清闲日子不好吗 不得不说 这天玄城有些地方 确实对中青 有着不小的吸引力 城北有个小酒馆 里面酿造的酒水 堪称一绝 让中青多少有些乐而忘返 城外天玄山脉之中 有一飞天瀑布 景色堪称一绝 城北有一高塔 在上面仰望日出日落 别有一番风味 此外 御主府上有一片桃林 四季长青 花开不败 里面的果实硕大饱满 芬香扑鼻 在晌午时分 于桃林中饱饱吃上一顿 再小气一番 堪称人生一大美事 这一一日 正当中青于桃林中午休之际 尹昊找了上来 御主 属下有一事 想要向御主禀告 中青躺在一颗万年谷桃下 用藤条编织而成的躺椅上 文言漫不经心道 何事 见此一幕 尹昊眼神有些复杂 原本以为 中青来到天玄城 孔慧和天玄城一众势力 爆发不小的矛盾 但经过这些天的相处下来 他担心的是 一直没有发生 这位御主 和网见御主 有很大的不一样 网见御主 无意不是胸怀浩虹之志 心怀天下之辈 男儿大丈夫 毅力当势 谁不想做出一番大事 开创一番万事称赞的高功伟业 事已 网见所有御主上任 都把解决妖族之祸 当成终生的奋斗目标 并一直为这个目标奋斗前行 哪怕是上任御主 在人族与妖族关键之争 临阵逃脱的寒跑跑 在刚来上任御主之初 展现出来的 也是一副历经图治 奋发图强 自强不息的样子 恨不得将所有权力紧抓手中 他们的大权交付于其手上 可钟卿没见 并说他对权势并不感兴趣 以前怎么样 今后依旧怎么样 一切维持原来的运转便可 尹昊当时还以为钟卿刚来 有些腼腆 毕竟刚来的第一天 便夺了他的权 有些抹不开面 当下并未坚持 只想着今后找时间 再将手中的权力交接上去便是 但经过这些日子相处下来 他才发现 钟卿所说的不感兴趣 那是当真不感兴趣 其每日纵情山水 悠闲自乐 完全就是一副咸云野鹤不管事的心态 这让他心中滋味难鸣 相较于城中多方势力 对于狱主的信任 已经降低到了兵点 尹昊依旧选择对狱主抱有 无与伦比的信心乃至信念 他迫切想要洗刷掉 网接狱主带给钟卿的污点 他更想帮助钟卿 做一番大业 找回独属于狱主的荣光和威望 当然 也是找回他们曾经的荣光 只是这事 光靠他一己之力 自然是不可能完成的 需要以钟卿为主 他为辅助来开展 可现在 眼见钟卿志不在此 他身为一个家臣 又能徒之奈何 尹昊强压心中纷乱的心思 说出了此行的目的 主人 每一任狱主上任 都会举办一个上任大典 您看 这一次的上任大典 应该怎么办 再何日办 办成什么规模 对于这些 钟卿一向是不在意的 他挥了挥手 你开始安排吧 最好是不办了 钟卿这话 让尹昊神情一愣 表情更加复杂了 上任大典 对于御主来说 可谓是重中之重 按照往昔流程来说 每一次的御主上任大典 都要宴请多方势力 招告天下 向世人宣告御主的主权 这标志着御主正式入主玄域 成为玄域之主 其具有特殊的意义 算是御主一生的开篇和起点 但就是一个如此重要的大典 主人竟然半点不上心 居然还想不办了 哪怕他知道 钟卿不中权势 但博名利 但但博到这般地步 是他万万没想到的 尹昊张了张口 想要说些什么 但看钟卿一副无心关注的模样 其最终还是 什么都没说 钟卿身为主人 他怎么说 自己怎么做便是 他当下只得怀着复杂的心 向钟卿辞行 回到自己寝宫的引号 越想 心中越有股悲凉之意在弥漫 天玄门身负玄域血脉 以守护玄域为己任 他们世代供奉御主 以御主意志为先 但他本人 却是有着自己的人生报复追求的 重塑御主荣光 解决妖族之祸 便是他一生未知追逐的目标和动力 但他在钟卿身上 看不到丝毫曙光 满是愁苦的他 在殿中饮起了酒 焦起了愁 现在的他 只求一罪解千愁 或许醉了 就什么都不用想 什么烦恼都没有了 酒过三巡之后 一道身影 敲响了殿门 踏入了流金石门大开的殿宇中 老祖不是和主人商议 御主上任大典的是去了吗 原和在此独自求罪 来者 正是当代天玄门门主引逸 他看向独坐酒桌前的老祖 脸上露出了极许压异 尹昊闻声看向来人 义儿来了 义人独隐无趣 且过来陪老祖一醉方休 尹一点了点头 一声照做 上前与老祖同转饮 一杯入度后 其看着脸上满是愁苦的老祖 老祖有何心事 不妨与义儿说上一说 都说一人计短 二人计长 兴许义儿能替老祖分忧 也说不定 尹昊苦笑一声 仰头看向长空 脸上满是唏嘘道 义儿 你觉得 御主大人如何 尹昊闻言 眉头微不可查地皱了一下 臣不可一君 奴不可一主 这是我们这一脉 自古流传下来的规矩 非是让你议论 只是让你谈谈 对主人的感官看法 话音落下 尹昊思考片刻厚道 给出了一个重肯的评价 飘然若先 儒雅沉稳 性格随和 不似凡尘中人 他的性格 算是如今人族的幸运 符合了如今许多人的意思 然而尹昊却是苦笑一声道 但却是老祖的不幸 听到这儿 尹昊默然 两久后方道 老祖 可还在为上一任御主之事 耿耿于怀 尹昊是自然知晓 自家老祖 一直有个心结的 他将御主的荣光 看得比自己生命还重要 但上一任御主的做法 却是为御主这个身份 留下了一个抹之不去的污点 尹昊神情明显带有几分悲异 我又如何能释怀 当年人族与妖族之争 寒跑跑临阵脱逃 临行前 还带走了所有人族大军 所需的物资补给 而那物资 却是我亲自 交由旗帜手上的 正因为物资供给链断裂 人族的伤亡比例 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那一次人族之所以战败 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仇光交错间 尹昊悠悠一叹 那一件事 又怎能怪罪在老祖身上 眼见自家老祖不为所动 依旧沉寂在无边的自责之中 尹昊心中颇为无奈 他知道 老祖心中俨然打了个死劫 自从上一次人族大败之后 老祖便迫切希望 下一代御主出现 就是希望 能通过下一任御主 弥补自己的过失 这也是先前 在知晓先任御主 在东周出现时 老祖为何迫不及待 带着众人不远万万里 前去攻迎中轻的 重要原因之一 同时 尹昊也知晓 老祖现在的仇政所在了 新任御主 并无表现出 明显对权力的热衷 是个安于现状的性子 这分明是老祖在他身上 看不到报复施展的希望所致 大殿之中 气氛微沉 尹昊沉吟少许后 缓缓道 其实 想解决老祖的问题 也不是没有办法 哦 尹昊闻言 失忆的谋光 不由未知一亮 你有何策 尹昊并未正面回应 而是问了一个 看起来毫不相干的问题 老祖先前不是找过主人 商议商人大典吗 不知主人怎么说 尹昊悠悠一叹 摆了摆手道 别提了 甚至还想不办 总之 对商人大典毫不关心 却听尹昊成竹在兄 信誓旦旦道 这 或许便是老祖的机会 这让尹昊有些迷惑了 他满脸疑惑道 怎么说 在我看来 商人大典 必须要大办特办 虽说如今天玄城内的势力 对御主身份很是抵制 但放眼整个东周人族 御主的号召力 还是极强的 但让主人看到群雄汇聚的场面 体验到权力的快感 说不得能滋生出雄心壮志来 我等虽不能违背主人的意愿 却可通过一些事 来改变主人的观念 只要主人观念一变 老祖的报复 自有机会能够实现 只是 这条路 无疑会很艰难 甚至可能 也会让人族 再一次风雨动荡 这话 算是让如同迷失在深海之上的引号 看到了一条前进的方向 让他颓废之势 一扫而空 周身热血在滚动 浑身充满了干劲 他目光灼灼 看向远方 老祖风雨飘摇一声 最怕的是 前方无路 只要能达到彼岸 哪怕中途充满荆棘 哪怕有龙坛虎穴阻路 老祖也无所畏惧 接下来 二人就此事 展开了一系列深入讨论 最后制定了一个 相对完整的计划 总之 便是唤醒中青的雄心斗志 带领大家夺回人类 曾经在悬域的荣光 但同时吸取 以往失败的经验 不步以往后尘 同时扫去众人 因为以往失败 而对狱主产生的一些偏见 这一晚 祖孙二人一直聊到天明 随着计划制定出来 尹浩心中 无疑是极其亢奋的 现在 他便要去开始实施计划的第一步 向天下 正式宣布 狱主上任大典 这日一早 一则消息 刷爆了整个玄天城 现任狱主 将于三月之后 在天玄城狱主府 举办上任大典 今天玄门奉狱主之命 广邀天下群雄 共同参加 消息很简单 却在整个玄天城 这些狱主上任 邀请的势力 多是几大超然势力 和天玄城本土势力 然而如今 这次的狱主上任大殿 邀请的 竟然是面向整个玄域 这是要干什么 笼络整个人族势力 重新掀起人族和妖族的争端吗 不怪他们有这般念头 实在是以往的每一任狱主 都会来上这么一出 很多人对此 几乎形成过激反应了 但很快又有人摇头倾笑 天玄城 便是整个东周人族的高手聚集地 只要天玄城本土势力之人 不参与其中 纵使汇聚整个东周之力 也万难和其中任何一州的妖族 相提并论 而且放言整个东周 但凡圣境以上的势力 在上一次人族与妖族的征战之中 有九成以上的人 都曾参加过那场大决战 他们对玉主 想来也是怨念颇深 在这般情况下 能到现场参加此次玉主上任大典的 估计只能是一些至尊敬势力 搞不好 这一次上任大典 除了天玄门之外 根本没有任何一尊圣人愿意前往 若是这般 那这场上任大典 可真就成笑话了 天玄城中 很多人抱着冷眼旁观看戏的态度 观看事情后续发展 倒不是说 他们对中卿本身抱有多大的敌意 实在是他们对玉主这个身份的感官 实在是喜欢不起来 换作其他任何人来当这个玉主 都会受到这份待遇 就这般 玉主上任大典的消息 以不到短短小半日的时间 便传遍了整个天玄城 并朝四方扩散而去 浮屠殿 非洲之上 凉亭之中 浮屠殿老祖古炎 和万圣门老祖正在主察论道 一往西岁月 似他们这等人物 相聚一次 聊个一年半载 都是稀疏平常之事 正在交谈的二人 听到天玄城内发出的议论喧嚣 神石一扫 瞬间便知晓 发生了何事 古炎神色微动 看来英雄 这是仍旧不死心啊 江宝全部压在这位玉主身上了 这是为他在造势呢 人族三大圣人 相交多年 自然对彼此颇为熟悉 他们也一直知晓 尹昊心中的心病 上任玉主寒跑跑 背弃人族 独自逃窜 致使人族大败 尹昊将其中大半责任 揽在了自己身上 其实 谁也不曾怪罪于他 只是其之心结太重 几乎到了执念般的地步 方兄 以我对影兄的了解 他可能会通过 此次上任大典 招揽四方人族高手 这要是被他做成了 迫不及待窜夺着玉主 去找妖族麻烦 那可就糟了 此话一戳 方全脸色瞬间为之凝重了起来 对方执念深重 永远不要奢望 一个执念根深的人 能做出什么理智的行为来 要是被他拒拢四方高手 争取挑衅那妖族 掀起人族和妖族的争端 难不成 他们这些人 还能袖手旁观不成 一时间 方全的眉头深深皱了起来 他们只考虑到 玉主这个变数 远想着 只要疏而远之 没了他们的支持 对方再怎么折腾 也翻不起什么浪花 却下意识忽略了天玄门这个变数 虽然这种情况 只是有小概率发生 但他们不敢赌 毕竟每一次人族和妖族之争 死去的人族阴结数量 哪怕是他们 这等大胜强者 也要为之触目惊心的地步 或许 我们应该断了他的念想 两久之后 方全给出了这么一个建议 古言一愣 怎么断 只需要放出一个消息 出去即可 玉主上任的消息 在短短半个月内 便传遍了大半个东周 这个消息传播速度之快 之广 前所未有的迅猛 整个东周路河 八皇的领地 基本凡是拥有 至尊敬强者以上坐镇的势力 都收到了前去参加 玉主上任的消息 这让无数人错额 这种盛事 也是他们所能参与的 不怪他们有这般想法 网界的玉主上任大典 有资格收到邀请的 起码要拥有 圣敬强者坐镇的势力 而且 也只是局限于少数 更多的 只配通过公告 知晓玄狱中 有这么一件盛事发生 但现在 他们竟然也能有幸参加其中 这当真是莫大的荣誉 就在很多人兴致勃勃 摩拳擦掌 准备前往复宴之际 突然就听到了另外一个风声 这一次 前去参加玉主上任大典的人 很有可能会被聚集到一起 前去攻打妖族 浮屠殿和万圣门的人 不会参与此事当中 妄想去复宴之人 三思而后行 这个消息一出 收到玉主上任大典 请柬之人 全都惊了 每一次的人族和妖族之争 对于玄域人族来说 都是一个噩耗 这 这在浮屠殿和万圣门 两大超然势力 都不参与的情况下 去挑衅妖族 这不是找死吗 一时间 受到邀请的势力 几乎全都不敢有所行动了 他们虽然知道 这信息来得有些诡异 没有任何根据 都是一些捕风捉影的信息 但谁也不敢去赌 是以 不去趟这浑水 才是最聪明的选择 这是导致的结果就是 消息发出都快一个月了 竟然没有一个自私方 前来赴咽之人 这一幕 气得尹浩直上火 不用想也知道 这分明是有小人 在暗中作梗啊 细细一查 在得知这消息 竟然是出自方权 和古炎的手笔之后 尹浩当即气得咬牙切齿 好啊 我那拿你们当兄弟 你们却背后捅我一刀 这是 没完 这一天 尹浩自御主府冲天起 怒气冲冲 直奔浮屠宗而去 不多时 其已来到浮屠殿非洲上空 古炎 给我滚出来 一声怒吼 震动长空 好似天鹰在震动 那独属于大圣 进八重天的修为 引得天地变色 虚空颤鸣 万岛惊雷滚滚 强大的威压 让不少人惊骇侧目 有人动容 这事 发生何事了 难不成 我人族大圣之间 发生内讧吗 无数人头皮发麻 被那股强大的威压 压得喘不过气来 有人喃喃 眸中带着一股忧色 人族之间 只有三位大圣 这要是几位大圣之间 发生内讧 那对于人族来说 当真是天大的祸事了 在无数群众 议论纷纷 心乱如麻 甚至心中不断祈祷着 几位大圣之间 只是一场误会之际 却听非洲之上 传来一阵温和如玉的声音 不知古兄做了何事 让引凶如此震怒 你且说说 我来给你们评评理 听到此言 尹浩心中怒火 更甚三分 这道声音 他可谓是再熟悉不过 可不就是万圣门老祖方权 方老匹夫 原来你也在这 我还寻思着 半想之后再去找你 如今正好 倒也省得 我再跑一趟了 引号说话间 整个人静止画成了一道流光 来到了非洲之上 循着声音来远处而去 最终出现在了青山飞流瀑布前 他看着梁亭中的古言和方权 一双拳头 捏得咯吱咯吱在作响 体内恐怖的气血 如长龙在奔腾 你们 不准备给我交代吗 梁亭中 古言和方权 看着怒发冲关的引号 面面相去一眼 苦笑一声道 引兄 要我们给你个什么样的交代 引号眉目神宁 眸中几乎快要喷出火花 咬牙切齿道 我主的上任大典 而等为何凭空干涉 今天若不给我个说法 休怪我翻脸无情 文言 古言和方权权都沉默了 他们虽然知道 这件事恐怕会给引号心中造成不痛快 但没想到 后果竟然严重到了翻脸无情的地步 几人相交 不知多少万年 对彼此最事了解 他们毫不怀疑 今天若不给他个说法 这不知多少万年的交情 恐怕真就戛然而止了 方权叹了一声 与众心肠道 我等深知这件事 确实是我等做的不地道 在这里 我和古兄向引兄先赔的不是 说话间 二人起身 朝引号拱了拱手 算是赔礼 然后方权才继续道 但是我等这般做 全是为了我人族着想 还请引兄能够谅解 然而这个理由 根本不能平息引号的怒火 我不过为我主举行一个 狱主上任大典 这和人族能扯上什么关系 方老匹夫 我知晓你们对我主心怀芥蒂 我也不强人所难 上任大典 也不抢求你们参加 但你们不参加 还不让其他人参加 是不是有些欺人太甚了 古言苦笑一声道 引兄稍安勿躁 非是我等有意阻止其他人 参加这狱主上任大典 实在是 我等实在不想让狱主再度掀起 人族与幽族之争的惨剧了 此话一出 空气中传来死一般的安静 引号目光死死盯着二人 胸腔起伏间 好似有一只轰炉在燃烧 他喷着重重的鼻息 脸色难看到 难不成 你们以为 人族不反攻 妖族便不会打进来 方权沉默片刻后道 至少 妖族打进来 被动防守的一方 伤亡可以控制在能接受的范围 此话一出 引号眼瞬间红了起来 他张了张口 想要说些什么 但一想到 自己曾全力支持的上任御主 寒跑跑 带给人族的损失 瞬间变成了无力反驳 到最后 他无力地转过身去 声音再无一丝愤怒 有的只是默然 你们原来不是这样的 我原以为 我们人族在对待妖族之事上 是上下一心的 这一点 不会因为任何事情而改变 更不会因为时间推移 而有所变化 但现在看来 是我错了 我们 终究不是一路人 说到这儿 他抬手看向长空 眸中带着几分伤感 也罢 个人有个人的追求 两位既然 已经做出了选择 我也不会强求 但是 其话音一转 声音瞬间变得激昂了起来 没有你们 我相信我天玄门 在御主的带领下 总有一天 会解决妖族之祸 此外 这一次 我可以不与你们计较 但事情可一不可在二 若再让我发现 你们暗中针对我主 休怪我不讲往日情面 古言和方权 看着影号离去的背影 两人皆是苦笑地摇了摇头 方权难难道 这位影兄 脾气还是一如既往的火爆 我当真怕他这般倔皮 有朝一日会吃大亏 古言却是有些失神 他由于片刻之后 脸上闪过些许迟之色 方兄 你说 那位新上任的御主 是否真能解决妖族之祸 方权有些诧异地 看了古言一眼 影兄执念已深 激进成了心魔 由此念头不足为奇 怎么连你 也还抱有这般天真的幻想 难不成 前几次的教训 还不够惨烈吗 听到这儿 古言心中暗叹 自己不该 一想到前几次的失败教训 他再次坚定了自己的念头 是啊 上面多少人御主 都未解决的问题 凭什么这一人御主就能解决 这根本就是不切实际的幻想罢了 御主上任大典即将展开的消息 好似春风一般 刮遍了整个人族东周之地 可惜 响应之人寥寥无几 难慌 以刀圣宗宗主赵峰为首的 八大圣级势力首领 齐聚一堂 一旁的剑圣宗宗宗柳剑白宁声道 御主上任大典在即 可我听到消息 并没有多少人愿意前往 这其中 似乎有浮屠宗和万圣门的人 在背后推波助澜 听到此话 众人心中思绪纷纷 有人皱眉道 如此看来 御主的处境不太妙啊 不管如何 御主对我等来说 有着天大的恩情 在这种时候 我等必然是万万不能退缩的 不错 其他人可以不去 我等却是不能不往 有人忧心道 可若浮屠宗和御主 真走到了对立面 我等又如何自处 这话一出 现场气氛瞬间凝重了下来 浮屠宗和万圣宗 对于他们而言 绝对是两座高不可攀的大山 是两大巨无霸般的存在 要是真和这两大势力 站在了对立面 迎接他们的下场 可想而知 这个时候 一直沉默地 刀圣宗赵峰开口了 我只知道一点 若无御主 难遇必遭大祸 我等这群老家伙 有一个算一个 此刻也不知道 还能不能再站在这里 若局势真到了那般地步 就当还御主的恩情了 这话 无疑起到了一锤定音的效果 就这般 南皇八大圣 成为了第一批响应御主 上任大典赋宴之人 万妖谷 自从中青离开此地 命人通知奉奥天 来接掌西南二洲群妖之后 奉奥天有些感慨 他以为自己的动作 就算快了 万万没想到 师父的速度 竟然比他还要快 果然 跟师父学习 一辈子都学不完 感慨过后 其没有丝毫耽搁 以最快的时间 前来接管了西 南二洲的群妖 不仅如此 在这段时间 奉奥天将三周圣级以上的大妖 全都汇聚在了一起 对他们进行统一管理和培训 核心宗旨只有一个 那就是 凡是以中青的意志为先 这其中 也曾出现过小小的问题 那就是北周妖族 以前根本没听说过 中青这号人物 然后 在经过奉奥天一番 深刻的教育之后 他们明白了 中青这两个字的含义 玄域玉主 妖族之主 奉奥天之师 能驾驭真龙的男人 这每一个身份 单独拎出来 都是足以引起一番轰动的 所有身份叠加在一起 瞬间让人有了一种 高山羊指之感 此刻一片 相对平坦的空地上 聚集了妖族十位大圣 统共近四百尊 圣极强者 这是一股极其可怕的力量 整个玄域妖族的巅峰战力 基本都会聚于此了 放在以前 西周 南周 北周这三周的妖族 都拥有一套 独属于自己的运行法则 三周相互独立 相互竞争 甚至处于相互敌对的状态 这也是人族 只有三位大圣 却为何能在妖族的进攻下 从未被真正攻克占领的 主要原因之一 可以说 整个妖族高层 全部汇聚在一起的场面 这在妖族历史上 是从未发生过的事情 而现在 这么多强者汇聚在一起 若是让东周之人看到 恐怕小脑都能被吓到萎缩 奉奥天屹立在一大石上 正在给众妖 进行每日一个小培训 完后 他向众妖提出了一个问题 主人 对于儿等来说 意味着什么 白骨大圣第一个举手抢答 主人是 照耀我们前行的光 雷霆大圣做出补充 妖族因为主人的存在 而更加和善有爱 其余大妖纷纷对此 做出了自己的理解和回应 我愿为主人 扫出前路一切阻碍 若主人需要 我可以为主人奉献生命 包括灵魂 主人之义即我义 主人之令 即是天下最神圣 而光辉的使命 现场之中 响起了此起彼伏的激昂之音 奉奥天看着这一幕 满意地点了点头 在他看来 这群妖的教育 算是出现成效了 师父将这群大妖 交给他教导 他自然要教导出最乖顺 最听话 对师父完全死心塌地的一批麾想 而所有大妖 看向奉奥天的眼神 敬畏之际 又透露着浓浓的心有余悸之色 回想起这些日子的经历 他们当真有种 往事不堪回首的泪目感 这奉奥天第一天来 便借着切磋的名义 要与他们来一场友谊赛 并放出豪言 让他们所有大声一起上马 这一下 可谓是将所有妖族的激情 彻底点燃了 不可否认 难 北三州的大胜强者加在一起 可是有足足九尊 你再强 也不可能是九位大胜强者的对手吧 然后 一场大战一触即发 结果让仲妖有些接受不了 那就是 他们九尊大胜强者 根本就不是奉奥天的对手 接下来 奉奥天每日都要与仲妖切磋一番 九尊大胜都不是他的对手 谁还愿意跟这种变态切磋 但是奉奥天 可不管你们愿不愿意 接下来的每天时间 都会将仲妖狠狠修理一番 到最后 仲妖实在受不了了 纷纷向奉奥天服了软 低了头 开始求饶了起来 奉奥天表示 不想和他切磋也很简单 那就每日想一篇 歌颂对中青的赞美词 谁的赞美词最合他心意 情感最真诚 谁就可以免去和他切磋 就是 靠着这般小手段 整个妖族 可谓被奉奥天 训得服服帖帖 到现在 一个个俨然成了中青的狂热粉 至少表面看起来是这种 这个时候 但听奉奥天继续开口道 好了 接下来是切磋时间 不知 谁愿做我第一个对手 随着奉奥天目光扫尸之间 在场群妖 一个个纷纷畏惧地缩了缩头 开什么玩笑 他们脑子又没病 谁愿意上去受虐 同时一个个嗖脑瓜长地想着 今日能念一篇什么样的赞美之词 这个时候 很多大妖欲哭无泪 当真是输到用十方恨少啊 就在诸多大妖心中淒淒然 感觉今日终事免不了 要受一场皮肉之苦之计 远方一道身影 自天穷飞跃而至 奉奥天大人 大事不好了 主人去天玄城上任 要举行一个上任大典 广妖天下人 可是却没什么人愿意去 不少人族 说是这次的上任大典 恐怕会成为一个笑话呢 这道身影 来到重妖境前 画成了雕德衣 一副气愤田英模样道 此言一出 群妖内心一震 什么 竟然敢看主人笑话 这是当我们妖族不存在 还是当我们妖族死绝了 哪个王八蛋敢笑话主人 我这就去撕了他 一时间 重妖蹦起 群情激愤 佛管心里愿不愿意 这个时候 表达自己的愤怒就完了 这是妖生的政治正确 奉奥天更是大手一挥 小的们 随我前去 为师父摇起助威 随着奉奥天 这命令一出 刹那间 现场一众大圣级强者 近四百尊圣级大妖 哗啦啦直立而起 画成一片流星雨 冲向了人族东周之地 东周 天玄城 随着距离御主上任大典的时间 天玄门老祖 引号这段时间 每天都是愁眉苦脸 长须短叹 原本还想靠着这一次上任大典 为自家主人 举办一场浩大的上任大典 借此唤醒 御主大人的雄心壮志 谁能想 计划未罢 而中道崩俗 经过浮屠宗老祖谷 沿河万圣门老祖方 全这么一插手 想要达到原本的预期 明显是不可能了 好在天玄门 也算是东周 三大超然势力 麾下依附的势力不少 高手也不在少数 倒也不至于 让此次的大典成了笑话 甚至为了让场面更加壮阔些 引号亲自前往 四方各地去请人 若是平时 以引号的身份地位 谁见了不得给几分面子 但是 在如今这个风口 愿意赶赴过来的人 还真就不多 效果收效甚微 这一幕 被天玄城大多数人看在眼里 不少人摇了摇头 对这位奔前忙后的大胜强者 有些心疼 但是要让他们 前去参加御主上任大典 他们是万万做不到的 他们不落井下时 就不错了 奢求他们 对这位御主释放善意 那当真是难为他们了 对于这些 钟卿自然是不关注的 此时的他 也没时间关注这些东西了 因为就在这时 一股修为返还涌入了自己的体内 这股修为极其浩瀚庞大 让钟卿都有些傻眼 到底是谁给自己带来 这么大的修为反馈 马上 脑海中传来系统的声音 解答了钟卿的疑惑 丁 宿主徒弟古尘仙 斩杀一尊大圣境巅峰高手 恭喜宿主 获得被杀者修为 哦 钟卿微微一惊 原来是古尘仙 同时内心也无比期待了起来 自己相当于 直接被灌溉了一个大圣境巅峰的修为 也不知道 一尊大圣境巅峰强者 能够让他提升多少 要知道 大圣境巅峰的修为 比他现在的修为 可是要高多了 来不及多想 其第一时间 找了间密室 准备突破 轰隆隆 在内心期待之下 随着一声轰鸣巨响间 钟卿体内的气血 宛如真龙一般在奔腾 道道圣光自他身上浮起 无尽神光 自他身上涌现 恐怖的规则之力 在其体内宛如秩序神恋 一般在绵延起伏 很快 圣境四重天的气势 九王五重天开始冲去 如此 不知过了多久 钟卿的修为 已经来到了 圣境五重天 然而 这还没完 圣境五重天之后 他的境界继续往下一 一重境界突破而去 此刻的钟卿浑身上下 都在喷涌着无尽下光 整个人的生命层次 都在发生越迁蜕变 伴随着气血滚滚之际 其之修为 再度上涨了一个台阶 来到了圣境六重天层次 正当他准备 再接再历之际 突然发现 这股返还回来的修为 竟然没了 这让钟卿有些傻眼 傻玩意儿 一个大圣境巅峰的修为 竟然只够如今的 我突破两个小境界 钟卿知道 自己的境界修为 与常人有一点点不一样 但不一样 到这般程度 还是让他有些预料不及 毕竟以前 是诸多修为 混合着返还过来 只是让他知道 自己的提升 所需要的修为 堪称海量 极其恐怖 但具体没个什么概念 现在 总算是有了个 确切的参照物 但正是 有了这个参照物 让钟卿心情 瞬间不美丽了起来 按照一个大圣巅峰境 只能让他提升 两个小境界层次 来推算的话 那除了古尘仙之外 其余弟子修为的提升 哪怕经过万倍返还 于他而言 也几乎没啥作用 呦 这还怎么玩 那这样的话 以前收的徒弟 岂不是 全都是废物了 虽然按照这系统的尿性 或许未来 会有办法解决 但现在 还是很让人郁闷 郁闷之下的钟卿 静直朝天穷之上 狠狠挥了一拳 连钟卿都没发现 他这一拳 有些特殊 全境并没有造成什么破坏力 但却有一股隐藏的规则 传透了虚空 静直朝天穷轰击而去 此时的钟周二重天 一片虚空之地中 有三个黑袍人 正各自盘坐一方 这三人 身上气势伟岸如鸳 周身之上 密布着浓郁 而恐怖的仙灵之气 奇光坐在那 就好似一座 深不可测的高山 但见三人盘坐之下 雷霆滚滚 规则密布 交织成了一片大网 无边无言 笼罩了整片空间 这是钟周一重天 和钟周二重天之间的 规则之网 使得让下界的人 无法正常通往上界 唯有飞升 通过认可拿到天机令 才能安然通过天幕 进入上界 此刻 在三个黑袍人眼中 那天幕 正在发生无边大震动 同时发现 有一道 高达上万丈的拳头虚影 冲击而来 而天幕的震动 似乎正是这拳头引起 这 这是 哪里打来的攻击 三人猛地踏空而起 立于虚空之中 看着天幕之外 打来的这一拳 眉头紧紧地皱起 虽然成为圣人之后 便能掌握规则之力 但是这天幕 哪怕是递进强者 也无法撼动 这拳头 在他们看来 威力倒是算不得惊人 但这其中蕴含的 规则之力 似乎比天幕本身 蕴含的规则之力 还要高级 在这一拳之下 他们竟然感觉到 天幕似乎要被 这一拳给动穿 不 这不可能 天幕怎么会被动穿 可下一刻 三人 就被重重打脸 轰 一股力量 自脚下天幕直冲而来 接着便是见到 催枯拉朽地撕出了一道口子 天幕直接被破开 拳影却力量未消 又禁止远方冲出 而站立在虚空中的三人 虽然并没有直面 面对这一拳 但天幕被撕开的时候 那顺带而来的力量 直接宣泄到他们的脸上 三人齐齐口吐鲜血 宛如炮弹一般 静止倒飞了出去 砸在十万里之外的 一座大山之中 万里山脉 被推为平地 三人顾不得伤势 集体掠空而起 互相对视一眼 纷纷从对方的眼神中 看到了惊骇与惊恐 二话不说 几步踏出 跨越十万里 重新又回到了天幕之处 此时的天幕 正有一个漆黑的洞口 这个洞口 正是刚才拳头虚影 略过的轨迹 洞口的空间 直接被撕裂 让原本具有 自动修补能力的天幕 完全失去 了修补能力 三人面面相去 忍不住下咽口水 只感觉口干舌燥 这 这是什么存在 而在三人 见证现场的同时间 整个中周二层天 因为有很多高手 都察觉到异常 甚至有不少人 直接见到一道拳头虚影 在天上划过 大爷的 最好我真实实力 和境界的不同 也有这么大差距 不然 我就跟你这破系统 解除绑定 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 并不知情 自己造成的这一切 心中的郁闷 使得修养良好的他 忍不住地抱了句粗口 吐槽了起来 骂骂咧咧吐槽半天之后 这才查看一眼 自身属性面板 宿主 钟卿 修为 圣经六重天 徒弟 灵风 归一境九重天 百倍增幅开启中 修为万倍返还宿主 徒弟 苏叶 归一境八重天 百倍增幅开启中 修为万倍返还宿主 徒弟 杜昊 归一境九重天 千倍恢复开启中 修为万倍返还宿主 徒弟 白灵 三阳三境大圆满 死亡修为开启中 修为万倍返还宿主 徒弟 奉天 至尊四重天 药体羁绊开启中 修为万倍返还宿主 徒弟 古尘仙 大圣巅峰 杀神羁绊开启中 杀敌所获修为 十倍返还宿主 以激活羁绊 废材羁绊二 普通版 以激活羁绊 霸体羁绊 强化版 以激活羁绊 涅槃羁绊 普通版 以激活羁绊 药体羁绊 普通版 以激活羁绊 杀神羁绊 普通版 更多羁绊带开发 以获得体质 霸体 不死之身 集到魅体 集到战体 集到圣体 众筒体 剑体 日月圣体 以获得特殊技能 老六光环 天眼 铜锦碾压 阵法免疫 自身小世界 二级真神之欲 以获得特殊武器 凌峰 以获得座骑 圣血麒麟 从属性面板 可以看到 除了白灵之外 凌峰 杜浩 苏叶和奉天等 弟子的修为境界 全都有了小幅上涨 而古尘仙 古尘仙则似乎是通过击杀 让原本 大圣九重天的修为 突破到了大圣巅峰 这证明古尘仙 能够越即作战 战力惊人的同时 也让中青更加的郁闷 古尘仙十分之一的反馈 就从九重天突 破到了大圣境巅峰 虽然也是知道 古尘仙本身就 距离大圣境巅峰不远了 但是对比自己圣境 只突破两重 好气啊 两九两九之后 中青才算合 这郁闷和解 这才恢复平静 准备出关 随着中青出关之际 狱主上任大典 如期而至 无数道目光 齐齐汇聚向狱主府 此刻狱主府中 一屹立着 晴天之处的广场上 看似人来人往 落作了千余人 从至尊敬强者 到圣境高手都有 气氛比较热闹 但实际上 这多是天玄门 麾下势力的首领 其他势力 就只有南皇八胜 乃至一些 不入流的角色 看到这一幕 一些人讶异 有人难难 倒没想到 南皇八胜 竟然会来参加 此次大典 但是很快 齐有冷笑道 不过 就算如此 若是这上任大典 就这些人 那可算失败中的失败 上任大典 可算是御主 向天下正式宣告 御主权威性的日子 如今 仅有天玄门 以及其麾下势力 乃至南皇八胜参加 这意味着 其之权威性 根本得不到 其他势力的认可 这无疑是他们 喜闻乐见的结果 他们并不需要 御主来 对他们发布施令 甚至有极端一些的人表示 一个只会 将人族带入深渊的御主 不要也罢 浮屠殿 非洲之上 浮屠殿劳祖谷 严独自端坐 凉亭之中 两久之后 谷言仰望长空 悠悠一探 玄狱 何时才能出一个人 带领我们 回到当初的人族 鼎盛局面 至于御主 他摇了摇头 而就在其感叹间 天穷之上 有一道流光划过 流光如风四殿 一路及时而过 最后化 此人乃是浮屠殿当代 宗主谷长青 老祖 我有重大消息禀报 谷长青面色急迫 说话之间身形 都有些在颤抖 可见这个消息 的确重大 见此 谷言眉头微微一皱 随后 与众心肠交导道 长青啊 老祖先前 就教导过你 身为宗主 须有一宗之主的气度 到了你这个位置 要有山崩于前 而色不变 天塌地下 免不惊地修养 就算发生了什么事 你作为一宗之主 也应当做到 从容不迫 不是啊 老祖 这是 远比天塌地线更惊人啊 谷长青满脸急迫道 这下 让谷言眉头微微皱了起来 能让谷长青这番姿态的 只可能与妖族有关 他脸色微变道 难不成 是妖族打过来了 谷长青摇了摇头 强压心中 无边大震动 一脸正重道 老祖 非是妖族打过来了 而是三周妖族 一捅了 什么 这个消息 让先前还在教导 谷长青遇事要镇定的谷言 瞳孔瞬间皱缩 整个人更是瞬间一跃蹦了起来 他一个跨跃间静直 来到谷长青身前 双手紧紧抓着他的双肩 好若牛童一般大眼 直勾勾盯着谷长青 脸上的表情 争鸣到有些吓人 壮若风魔 两久之后 其才从牙缝里 蹦出了一句话 你说的 可是真的 谷长青咽了咽口水 下意识回应道 千真万确 看着谷长青的神态 谷言知道 这事情估计八九不离十 这一刻 谷言精神 好似遭受了无边重击 他双手无力地 放开了谷长青 整个人更是一个亮腔间 差点站立不稳 几乎跌倒在地 其只脸上 露出了一副 极度不可置信的表情 原何如此 为何会如此 一周妖族 我仁族尚且疲于应付 这三周妖族 要是一统 安有我仁族立足之地 这好端端的局势 为何说变就变了 难道 上天要往我仁族 到最后 那空洞的眼神里 几乎全被绝望所充斥 浑身上下 弥漫着欲哭无泪的悲气 但到底是大胜强者 知晓事情已经发生了 现在伤春悲秋 根本无济于事 有这时间 倒不如想想 接下来该如何应对 他强行压下内心 诸多纷乱的情绪 快速道 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 谷长青俨然 被自家老祖 这疯癫的模样 吓得不轻 他几乎不带思索般 脱口出道 三 三个多月前 三个多月前 妖族发生如此 惊天大事 缘和现在财报 据探子传回的信息说 他们当时身处 南州万妖谷之中 当时万妖谷大妖灵力 他们害怕 消息传不回来 根本不敢大肆动作 只能小心翼翼赶回 所以消息 这才传得迟了险 说完这话后 谷长轻定了定神 随即在深吸一口气后 话音一转道 老左 事情 或许没有我们想象的那般糟糕 然而这话一出 瞬间引来了谷言的怒斥 都到这个时候了 你还说事情 没那么糟糕 若一统后的妖族 进攻我人族 届时 是由我 还是由你带人 将他们击退 此时的谷言 可谓是心乱如麻 三周妖族一统啊 这在历史上 是从未发生过的事 一想到妖族 大军压境的场景 他这内心深处 就忍不住 生出一股窒息之感 或许 应该改变主意 现在去参加 御主的商人大典了 谷长轻这时 连忙说道 老左 我不是那个意思 孙儿之所以说 事情没有想象中的 那般糟糕 是因为 这一次 统一妖族的 乃是人族之人 这个消息一出 谷言瞬间错愕地 瞪大了双眼 人族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我玄域人族 不可能有这种存在 谷言脸色 不善地看了看谷长青 心中狐疑 莫不是这孙子 来拿他开涮 爆出的消息 一个比一个震惊 一个比一个难以置信 玄域人族 要是有人 能解决妖族之祸 这么多年来 人族何至于受 欺压到 只能归缩于 益州这般地步 面对老祖宗的质疑 谷长青 也不由产生了一丝 对消息真实性的怀疑 不过片刻后 他似乎想到什么 说道 老祖 我玄域人族 自是不可能 完成这番壮举 但有没有可能 这人 是来自玄域之外呢 这话 算是瞬间 将谷言局限的思路 给彻底打开了 玄域之外 三个多月前 这两个关键信息节点 一联合在一起 不知为何 谷言的脑海之中 瞬间就浮现出了 中青的身影 无他 中青就是三个多月前 来到的天玄城 只是 这怎么可能呢 所有网界御主 穷尽一生 也解决不了的妖族之祸 这个御主 还未上任 就解决了 反正 他内心是不太相信的 一时之间 谷言谋中 惊疑不定 到底是不是中青 直到这个时候 他方才发现 自己因为以前 对御主的阴影和排斥 竟然对这个 新上任的御主 没有任何一点了解 谷长青看着眸光 闪烁不定的老祖 有些琢磨不透 自家老祖的想法 他小声道 老祖 你有什么吩咐 谷言却是摆了摆手 问道 那些探查 妖族动向的探子 现在何处 他有预感 这些探子 或许能帮他解开 这个疑惑 探子 先将消息传递回来 如今 正在赶赴回宗门的路上 想来 不用三两日 便能回到宗门 闻言 谷言却是摇了摇头 等不了三两日了 立刻以最快速度 通知浮屠殿 所有圣境强者集合 这话 让谷长青不明所以 老祖 集合这么多强者作甚 谷言谋光 看向御主府 一字一顿道 前往御主府 先向御主大人道贺 谷长青面 露疑惑之色 老祖 这是为何 先前你不是明令禁止过 禁止浮屠殿任何人 前去参加 御主商人大典吗 梁亭前 谷言烦躁地挥了挥手 此一时 彼一时也 照我说的做便是 他的想法也很简单 此行 便想去探一探 收服统一妖族之人 有没有可能是中青 而结果不管是 不是他 致使御主和浮屠殿 拥有间隙 最核心的缘故 便是妖族 如今 妖族格局已然大变 他们对待御主的态度 自然也要跟着有所变化了 随着老祖一声令下 整个浮屠 殿圣境以上的强者 瞬间有了动作 尽管他们并不明白 老祖为何要做这么一个决定 但在浮屠殿中 老祖的意志 便是整个宗门的意志 他们自然不会 违背老祖的决定 然后 浮屠殿老祖 连带着数十尊圣人 一起前往御主府 向御主道贺 这一举动 可谓在整个天玄城 掀起了轩然大波 先前 不是由浮屠殿 最先放出消息 说是不会参与御主 上任大典吗 谁能告诉我 这是怎么回事 不仅浮屠殿老祖 亲自带队 甚至连带着 整个宗门高层 这所谓的御主吗 他们怎么能一会一个主意 许多人 满脸不解地做出猜测 浮屠殿这一波操作 属实将众人 看得目瞪口呆 错不及防 与此同时 万圣门 作为人族三大超然势力的 万圣门 原本是东周北方的 无上存在 这些年 因为人族和妖族局势的变化 他们在将重心 迁移到天玄城之后 整个宗门的大本营 同样放在了非洲之上 白色的非洲 屹立在天玄城 东南方位的云空之上 整座非洲 从下方看上去 好似一高达数万丈 仰天咆哮的白虎 非洲之内 万圣宗老祖方 全此刻 正立身于一座大殿中 身前则摆放着 一边长十数丈的 硕大正方形沙盘 沙盘之上 有山川大地 荒谷丛林 乃至人族城池 甚至是玄域四周的分界线 这 显然是一幅玄域地图 可以从地图上 清晰看到 人族虽然号称 占据一周之地 名义上 占据了玄域四分之一的领土 可在地图上 展现出来的人族地盘 仅仅占据了 整个玄域的六分之一左右 只有部分人族 在妖族占领的地界中 于夹缝之中生存 就如北周那几方二流势力 再这样下去 我人族未来前景堪忧啊 方全看着地图沉默良久 发出了一抹心酸的感叹 这些年来 他是亲眼见证了 人族生存空间被压迫 渐渐被妖族蚕食 身为人族三位大圣强者之一 他曾为人族找寻过 很多不同的道路 换过不同的方向 但无一例外 最后皆以失败而到中 直到凤天殿下派狱主 他们本以为 是凤天殿特意派来解决祸端的 曾经燃起满腔的希望 可也正因为如此 断送了 他们对狱主 甚至是凤天殿的信任 此时的他 看着玄域地图 正在推演人族的未来 会不会有一线生机 只是还莫等推演出个结果 便被一道急匆匆的声音 给打断了 老祖 不好了 浮屠殿老祖 带着浮屠殿众人 全都赶赴玉主府 参加上人大典去了 这话一戳 方全只觉大脑一声轰鸣 整个人精神 都变得恍惚了起来 摇记得先前二人 坐在一起 古炎那家伙 还信誓旦旦地 拍着胸脯表示 二人相交多年 理应同进共退 这同进共退 是这么退的 大殿之中 方全起身 化成一道流光 静止消失在了原地 古炎身为人族 某种程度而言 关乎着整个人族的未来 他必须要去弄清楚 这其中缘由 到底搞的是什么鬼 另一边 古炎正带领着宗门高层 赶赴玉主上任大典 一路上 他心中思绪起伏 眉目间透露着 浓浓的一色 你觉得 玉主大人 是个什么样的存在 长街上 他看向自家 孙儿古长青问道 这个 孙儿并未和玉主有过接触 只是远远观望过 倒是不好评价 古长青闻言 陈寅少许之后回到 此刻的他 稍微思虑 也琢磨明白了 自家老祖 为何会对玉主 产生这样大的态度 转变了 显然自家老祖怀疑 收服妖族的 便是玉主 只是 收服妖族的 真是玉主 对此 他之内心 是持怀疑态度的 他曾见到中青携带着 两个侍女 在城外游山玩水 也曾看到过 其在城北小酒馆中 一座便是一天 这位玉主 似乎比较喜欢 饮酒作乐的生活 他很难将这道身影 和收服整个妖族的 那道位 存在联系在一起 就在祖孙二人 交谈之际 不远处虚空之中 突然传来一阵 涟漪波动 万圣门老祖方全的身影 静止自虚空中 踏步而出 拦住了一行人的去路 古兄 你不准备给我一个解释吗 方全眉头微皱 目光看向前方束 十人中 居于守卫的古言道 方兄 你来得正好 我还准备传讯你一声 随我一同去拜见玉主 这话一出 古言微皱的眉头 不由皱得更深了 这家伙 先前二人制定的策略 是对这位玉主不理会 不响应 殊而远之 这算是二人之间的约定 如今 他不仅带头违背 双方先前的约定不说 还要叫上自己 一同前去拜见玉主 他 到底是怎么想的 古言明显看出了方全的疑惑 方兄 事关重大 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解释清楚的 我们边走 边说如何 他一边说着 一边向其 发出了同行的邀请 方全私存片刻后 沉声道 我希望能听到 一个合理的解释 一行人 当即朝天玄广场 正在举行的玉主上任大典 赶赴而去 路上 古言解释道 我知晓 方兄现在心中 肯定在责怪我 为何违背先前的约定 你我相交多年 理应清楚我的违缘 非是古某一变 而是局势 让我不得不变 古兄何出此言 方全和古言并排而行 文言侧头看向对方 古言深吸口气 那件事 实在太过惊人 哪怕现在想想 他依旧感到 极其不可思议 他平复了一番 内心的躁动之后 这才缓缓道 妖族 一捅了 什么 此话一戳 方全瞳孔俱缩 浑身一颤 便是白色胡须 也跟着狠狠抖动了一下 他脸色大变 急声道 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 三个多月前 我也是刚刚知晓 方兄应该清楚 这妖族一捅 对于我人族来说 意味着什么 和妖族 打了这么多年交道的 万圣门老祖方全 哪不明白这其中含义 先前妖族 虽然和人族相争 但是妖族本身 内部矛盾也不断 也从未联手 攻打过人族 这才让人族 维持住现在的局面 可三周妖族一统 若是联合来宫 以人族目前的实力 根本不可能抵挡得住 一想到妖族大军 联合来宫的状况 他心中当真 是凝重到了极点 这个时候 古言继续道 根据我收到的信息 收服妖族的 乃是人族之人 你说 这个人会不会就是御主 听到这儿 万圣门老祖方 全绝望的心 瞬间好似 被注入了一道光 但很快 这道光又迅速暗带了下去 他苦笑着摇头道 天下间 哪有这妖巧的事 一句话 让古言瞬间沉默了下来 似乎 是他太过想当然了些 一时间 现场气氛有些凝重 少许过后 万圣门老祖方 全臣声道 不管如何 妖族发生这等惊天巨变 我人族 确实也得做出改变了 联合一切 可以联合的力量 才能为我人族 谋求新的出路 所以 不管是不是他 也必须得得 和那位御主接触一番了 在这一刻 这二位人族大圣 再次完成了统一战线 而就在这时 两位人族大圣 好似心有所感一般 一起抬手看向了天际 这事 古言心中一动 他感觉到了玄狱之中 有空间 被撕裂了一下 这裂痕很细微 极不可查 并且在一瞬间 又闭合了 但大圣强者 感知何等敏锐 他还是清晰地捕捉到了 而且 从那一瞬间当中 他感受到了一股 淡淡的妖气 天玄城 有大圣守护 拥有禁锢空间之能 可以自主识别人族 和妖族之分 若有妖族成员闯入 大圣便会自动出发 镇压 乃至发出警报 这 怎么可能有妖物 在翘无声息之间 撕裂了天玄城的空间 他心中如是想到 难不成 是我精神太过紧绷 感知错了 但下一刻 他便看到了 脸色微变的方全 你也感知到了 不错 一问一答之间 却是让两位大圣 心中一沉 如果说一人 还有可能感知错 那两位大圣 一同发现了异常 这完全可以确定 刚才的那一丝妖气 并非错觉 刚才真的是有妖族 在撕裂天玄城的空间 甚至不排除 这天玄城中 已经有妖物 闯了进来 二人想到此 心神一沉 二话不说 神石瞬间延伸了出去 笼罩了整个天玄城 但是 神石搜索的结果 是并没有发现任何东西 这种结果 只有两种可能 一种可能是天玄城内 并未尽妖物 另一种 是来者 比他们两人的实力都要高 能完全躲避二人 神石探查 前者或许还好 但若是后者的话 这情况的严峻程度 简直不可想象 毕竟天玄城 算是他们 玄遇人族 最后的一片堡垒了 古言和方全 相互对视一眼 皆能从彼此眼中 看到无边的凝重 此时的二人 心中皆生出了 同一个念头 我们不敢赌 必须以最严肃的态度对待 而且不管天玄城 有没有尽妖物 刚才的空间裂缝 是事实 必须联系顶尖力量 共同探清此事 两人郑重点头 古言和方 全第一时间 想到了引号 现在这种时刻 已经不是讲 那些争执恩怨的时候了 天玄广场 狱主上任大典 依旧在持续 虽然只有一些 天玄中的下属势力 和少部分 透明人物和势力 但依旧是人来人往 而中青 则是静静站在暗中 目光扫视着诺大的现场 百无聊赖的 独自饮酒 身后两女 则是静静站立 对于这种活动 他当真没什么兴趣 但既然天 学们搞了这么一个活动 也算是他们的心意 该配合的 自然要配合一下 所以 该轮到他出场的时候 就出去露个脸吧 在中青百无聊赖的 看着下方人群之际 突然看到了 几到似曾相识的熟悉身影 这让他微微一愣 随即举杯 朝几人摇摇一静 在整个宴会之上 能够和中青称呼为 似曾相识的 也就南皇八胜了 以赵峰为首的八位圣人 似乎是察觉到了中青 释放出来的气息波动 连忙望来 见到是中青时 顿时一惊 中青连忙 朝他们竖了个手指 让他们保持镇定 他可不想这么快 被人发现 然后被人跟猴子一样围观 八胜也算是 接触过中青的老乡时 连忙拾去地点头 连忙受宠若惊地举杯回应 而天学门老祖引号 则是主操着一切 脸上有些惭愧 他原本还想为中青 举办一个 前所未有的盛大典礼 从而借机激发 玉主的雄心壮志 但奈何结果不尽人意 就在其思绪难平之际 引号似乎是察觉到了什么 面色一沉 随后一步踏出 便出现在了广场之外 而在引号 出现在广场之外的同时间 古言等人 化作流光而来 落在了引号面前 你们来干什么 引号可没认为 他们是想通了 要来参加玉主大殿 相反认为 他们是来捣乱的 所以言语之间 带着不尽人情的冷意 引兄 之前的事情先不说了 我们现在这里 给你赔个不是 之所以来找你 是天玄城 真正有大祸事了 古言一脸急迫地说道 天玄城 被妖族盯上了 甚至不排除 有比我等高级的大圣镜 妖物潜伏了进来 什么 引号文言 面色也是当即一变 天玄城中 有大阵守护 更有封妖阵邪之能 若是有妖闯入境来 如何大阵会没有半分反应 虽然此事我们也诧异 但就在刚才 我们察觉到 天玄城空间撕裂的波动 并且我们两人 同时嗅到了一丝妖气 这时 方权一脸凝重地说道 即便没有妖族进入天玄城 但也对我天玄城有动作了 所以 我们此番前来 是想要联手影兄 尽快查明这一切 听完 引号同样紧紧地皱着眉头 三人相交多年 自然深知彼此的脾性 他深知二人 绝不会在这等事上开玩笑 而且刚才 他在操持大典的时候 也察觉到了一丝空间波动 只不过 他没有仔细查探和多想 想必看来 便是两人所说的 所以这个消息 必然是真的 这个时候 他自然不可能说 再对两人冷眼相待 这么多年来 妖族是大 人族示弱 而人族 之所以能在东周 立足这么多年 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就是在面对妖族的时候 足够团结 在面对妖族的时候 其他一切事情 都得靠边站 个人情绪与之相比 当真太过微不足道了些 甚至 就连今日他亲手操办的大典 恐怕也得延后了 此事事关重大 除了我们三人之外 最好再禀报狱主义上 这时 尹浩说道 如此 最好不过 古言两人点头道 中青能成为狱主 实力自然不会比他们低 所以他们 也从未低看过中青 只是单纯地排斥狱主 这个人物罢了 但现在的情况 已经不同 已经不是狱主 带着他们怎么样 而是妖族 已经打上门了 必须联合人族 一切能联合的力量 在天旋门老祖尹浩的带领下 两人很快 便见到了中青 未免太过年轻了险 此时的浮屠 殿老祖古言 和万圣门老祖方权 目光打亮着中青 心头微愣 先前 他们并不待见中青 自然也不曾刻意去了解 这还是他们第一次 和中青会面 他们虽然 看不透中青 具体的修为 但历代御主 都有大圣修为 所以他们 也想当然 中青是大圣修为 而在看中青身上 朝气蓬勃 身上并无任何 岁月风霜洗礼的痕迹 其之年龄 恐怕不会超过万岁 不由的 他们微微吃了一惊 这位新御主 如此年纪 是为天才绝艳之辈啊 不过同时间 心中也有些失望 一个不足万岁的人 认你如何精彩绝艳 修炼到大圣镜 成为御主 已经是了不得的事情 但若是说他 能够一统妖族 那几乎 不可能存在的事情 在二人 打量着中青之际 中青同样在打量着他们 他目光看向一旁的天玄门 老祖尹浩 问道道 这两位是 尹浩深吸口气 然后这才朝着中青拱手行了一礼 恭敬道 御主 这二位 乃是浮屠殿老祖古炎 和万圣门老祖方权 就在刚才 他们察觉到天玄城空间波动 并且嗅到了一丝妖族的气息 甚至不排除 有妖族进入了天玄城 这天玄城 是我玄遇人族力之根本 事关重大 所以特来禀报御主 所以 还望御主带领我等 查明情况 尹浩这般说 等同于顺带着两人认同了 中青领袖的身份 中青刚来天玄城不久 城中所有人乃至势力 基本都不待见他 若是能以中青为主导 将此事情圆满解决 相信 天玄城的人必然会因此 而对于主改观 同时也能增强中青的权威 可以说 在这个时候 尹浩还有这等小心思 也算是煞费苦心了 一旁的浮屠殿老祖 和万圣门老祖 听到此话后 面色复杂地 看了尹浩一眼 他们怎会不知尹浩那点心思 如果说 在得知妖族一统前 他们必然是不会同意此方案的 但是现在 仁族 还真就需要一个人来领导 二人念诺了一番 最终终究是什么都没说 全当默认了 而中青在听到尹浩所言之后 心中也是有些讶异 有大圣境的妖族 可能进入了天玄城中吗 随着他喃喃自语间 浮屠殿老祖古言 则是成绩道 玉主大人 我承认 我等先前 确实对你有些隔阂 若有得罪失礼之处 还望玉主大人能够见谅 但现在情况危急 先联手将天玄城之祸解决 再延其他 不知玉外大人以为如何 中青文言 则是暗暗沉映了起来 难不成 是妖族之中 还有未曾被收服的漏网之鱼 亦或者说 就是凤傲天那群家伙 若是后者 自然无需担心 若是前者 他身为玉主 自然不能坐视不管 想到这儿 中青点了点头 淡淡道 那就 出去看看吧 然而 中青的声音刚刚落下 却见天玄广场上空 传来阵阵涟漪波动 这波动 宛如水花一般 朝四方扩洒而去 这动静 率先就吸引了几人的目光 忙将目光看去 便是见到 空间在这一刻 陡然被撕裂开一道口子 自空间之中 踏出了一道身影 那是一个 看起来偏显瘦弱的中年男子 其受到好似 只能看到皮包骨 但通体骨质如玉 散发阴云之光 好似有骨不朽的光辉 在周身蔓延 一身契机 浩瀚如鸳 竟然是白骨大圣 古言何方全面色一变 原本他们心中 还抱有一丝幻想 希望嗅到的那丝妖气 是他们的错觉 但现在看来 明显不是 天玄城的防御 居然在他们不知道的情况下 被妖族悄无声息地给破了 他们和妖族打了多年交道 对于妖族白骨大圣 自是不陌生 白骨大圣 原本是一只猿妖 后来 占据了一具上骨大能 遗留下来的尸体 从而得到 肉身近乎不朽 在一众大圣经妖族之中 也属于比较难缠的存在 而随着白骨大圣出现的瞬间 不管是大典现场 还是关注这场大典的人 全都面色巨变 白骨大圣 怎么会出现在这天玄城中 天玄城 可谓是人族的大本营 是人族最核心之地 如今 一尊妖族大圣 就这般光明正大 出现在天玄城中 这代表什么 妖族 已经攻过来了吗 一想到这种情况 无数人心头俱阵 脑海中 仿佛又浮现出了 曾经妖族和人族之争 导致尸山血海的画面 一时间 整个天玄城的气氛 好似都要为之凝固了 现场之中 尹号 方全 古炎三位大圣 紧紧地皱着眉头 白骨大圣的出现 已然证明 天玄城这最后一道防线 已经被妖族渗透了 三人忍不住对视一眼 神色凝重 三人皆在暗中传音 方全 白骨大圣虽然强大 但光凭他一己之力 还不敢 就这般光明正大 出现在我们面前 献出真身 必有依靠和屏障 只是 他的屏障会是什么 古炎 不管这白骨大圣 有什么谋划和后手 他来到这天玄城 就代表着人族和妖族 已经走到最后一步了 若是免不了一战 那我等 就只能先下手为强 我等若是合力出击 应该有把握 在短时间内将他击杀 只要我等出手速度够快 或许 就能消灭一场大祸 为人族 解决这一心腹大患 尹号 动手 这一切 当真 只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 三人调动全身力量 凝结在一起 准备直接给白骨大圣 来一个必杀之机 然而 还不等三人有所动作 空间之中 再次传来一阵 涟漪波动 下一瞬 空间再次被撕裂 有两道身影 先后再次从空间裂缝中 踏了出来 这二位 分别是雷霆大圣 和风铃大圣 这一幕 让刚准备动手的人族 三位大圣 硬生生止住了动作 脸色 也凝重到了极点 这是 南州妖族三位大圣 一起出动了吗 南州三位妖族大圣 分别是白骨大圣 风铃大圣 乃至雷霆大圣 银号三人 皆是大圣八重天层次 这风铃大圣 乃是大圣三重天 不足为惧 白骨大圣 乃是大圣八重天 和他们身处同一境界 他们虽然忌惮 却不怕 唯独雷霆大圣的出现 让三人内心 一沉到底 只因为 这位 乃是大圣九重天的存在 随着妖族三位大圣的出现 现场气氛 堪称压抑到了极点 现场不少人 直接被吓到尸圣 城内无数人 看向虚空中的那三道身影 更是被吓到脸色发白 嘴唇发青 更有不堪者 已然被吓到屁股尿流 有人在哭号 妖族 妖族打进来了 逃 逃啊 三位妖族大圣的威慑力 实在是太强大了 他们的存在 更是无数人的噩耗 尤其是雷霆大圣 恶民更是可知小而啼哭 他们虽然 并未散发任何杀机 但光是 往那一站 那强大的压迫感 便彻底击溃了 无数人的心理防线 一时间 整个天玄城 全都乱成了一锅粥 三位妖族大圣的出场 还未有任何动作 便将整个天玄城 搅得鸡犬不宁 现场之中 三位人族 大圣屹立当场 眸光死死地 看着三位妖族大圣 继续暗中传音 方拳满脸凝重 怪不得 白骨大圣 赶独自现身天玄城 原来 是南州三大圣 一起出动了 今日 恐怕要有一场恶战了 古言 风铃大圣不足为惧 白骨大圣 颇为棘手 唯独这雷霆大圣 纵使我们三个拳上 恐怕也不是他的对手 想要对付他 恐怕只能出动 我人族底蕴了 底蕴二字一出 方拳和尹浩拳 都沉没了 妖族之中 是有大圣九 重天强者的 而人族 他们这三位大圣八重天 就是顶尖站立了 到了大圣境这等层次 每一个小境界的差异 无疑都是天差地别的存在 而以往 在人族遇上大圣九 重天大妖的时候 便是动用了人族底蕴 此底蕴 便是消耗人族气蕴 汇聚在一人身上 让其短时间内 迎来一波实力的暴涨 从而借此 和大圣九重天 强者分庭抗礼 但是这个方法 每一次都会消耗 大量的人族气蕴 如不到万不得已 他们是万万不愿动用的 只因为 每动用一次 人族都会迎来 一段时间的虚弱气 最明显的现象 就是 在这段时间内 人族新出生的婴儿 天才的数量和质量 会成肉眼可见的速度 在下跌 这等方法 无异于杀鸡取卵之举 请客之后 尹昊第一时间 做出了回应 顾不得那么多了 三位妖族大圣 连妹而来 很明显是有备而来 此战 不可能毙了 由不得我等不见 若人族连当前都过不了 又弹劾以后 不过 今日若能将他们 拼杀当场 那一切付出 就都是值得的 很快 三位人族大圣 再次制定好了 相应的策略 这一战 难吗 很难 不论成败如何 这一战过后 天玄城将会是生灵涂炭 但人族这么多年来 风雨飘摇无数年 所走过的道路 无不充满荆棘和泥泞 此战虽难 未必就一定会走到尽头 只要战术配合得当 他们依旧能找到一丝生路 然而 就在三人 准备再次动手之间 却见虚空之中 空间再次颤抖 撕裂出了一道裂缝 很快 字里面 踏出了第四道身影 然后 第五道 这一幕 让人族三位大圣 脸色一变再变 他们那本 就跌落到谷底的星 再次下滑了一大劫 好似要沉入地狱之中 这 这到底 来了多少位妖族大圣 方全面色发白 死死地盯着那空间裂缝 紧接着 第六道 第七道 第八道 一直到第九道 九位身影 无不是大圣强者 这一幕 让原本还抱着些许希望的 引号三人 面如死灰 若只是白骨大圣一人 他们自信 以三人之力 足以联手 将他第一时间斩杀 若只是白骨大圣 风铃大圣 雷霆大圣三人 虽然艰难 但不至于 完全让他们绝望 然而现在 新出现的大圣强者 不是一个两个三个 而是整整九个 这还怎么打 便是拼上整个人族之力 他们也看不到 任何胜利的希望 然而 九个大圣 依旧不是极限 在九个大圣身后 再次出现了一批 又一批的身影 这一次 不再是一个 两个的涌现 而是十几二十个的出现 到最后 足足跨出了 近四百道身影 虽然这些后来 出现的身影 只有圣境修为 但是 那也足够惊人了 要知道 这可是近四百尊 圣境大妖啊 这么多高手齐聚 这怕 不是整个妖族高层 都出动了吧 一时间 三位大圣心中 充斥着绝望 万圣门老祖方权 更是神情悲戚 发出了一声 不甘的怒吼 难不成 天要亡我人族 九尊大圣强者 宛如九座 云古山脉一般 鸭的 让人喘不过气来 近四百余尊 圣境大妖 黑鸭鸭密布 在天穷之上 在地上投射下了 大片阴影 这股力量 强大到让人绝望 连三位人族大圣 尚且如此 注视着这一幕的 天玄城众人 自然更是不堪了 所有妖族高层 齐齐出动 这在整个玄域历史上 也是绝无仅有的事 那一个个 散发着伟岸 如冤气势的身影 光是看上一眼 便让人头皮发麻 彻底丧失了胆气 一股绝望 悲观之意 通过整个天玄广场 弥漫到整个天玄城中 天玄广场之上 尹昊嘴角勾勒出了 一丝苦涩 且无奈地笑 他朝古言和方拳道 二位 可惧一死 二人闻言 皆是摇头 方拳更是道 老夫一生 都在为人族而征战 早已做好了 为人族牺牲的准备 既然今天免不了一死 那老夫 便要多拉几个垫背的 古言闻言 心中豪气 彻底被激发了出来 当即悲怆大笑一声 说得好 今日 纵然我等全军覆灭 也不能让这群妖崽子好受 人族三位大圣说话间 皆是从对方眼中 看到了彼此的心意和决心 既然已经到了这个 没有退路的份上 那对于他们来说 也只有在最后的关头 多拉一些垫背的 而且 他们到了这等身份地位 做出的任何一个选择 早已不单单代表着他们个人 若是为了个人荣辱 怎么样他们都无所谓 但 他们代表的 某种意义而言 是整个玄域人族啊 尹浩深吸口气 目光扫视全场一圈 最后 看向了广场之外 此时的天玄城 早已乱成了一锅粥 各种哀嚎绝望声 响彻长空 他朗声高呼道 各位人族同袍 经妖族齐出 欲灭我天玄城 而等 是想卑躬屈膝 受尽侮辱摩纳而死 还是为打出我人族气节而亡 我们就算被灭 但能让他们好受吗 声如惊雷 响彻全城 悲观中带着豪迈之意 透露着一股舍生望死之决心 却又有着另类 鼓舞人心的力量 随着此话一出 蓝黄八胜受气氛所感 第一批做出了回应 能和诸位人族先贤大胜并肩作战 堪称我等之幸运 不错 哪怕是死 也要咬下他一块肉来 让妖族知晓 我人族 不是那么好气的 这个时候 哪怕有人两股颤颤 哪怕有人瑟瑟发抖 却还是坚定地站了出来 脸上露出坚毅之色 跟他们拼了 见到这一幕 银浩既是欣慰 又敢悲哀 人族 都是好样的 没有孬肿 但是 今日过后 天玄成 恐怕将不复存在了 他暗中向浮屠 殿老祖古炎 和万圣门老祖方 全转阴道 稍后 你们为我创造机会 尽可能多地 将妖族大圣 汇聚在一起 老夫直接自爆 若是能带走几位妖族大圣 一起共赴皇权 这条命 也算值了 古炎何方全看向他 心中悲凉 没有多言 只重重地点了点头 二人知晓 到了这个时候 说什么都无济于事 众人 全都做好了死的准备 尹昊当先一步 踏空而出 紧随他之后 无数人族也动望 沙沙沙 拼了 就算死 绝不能让这群兽崽子好受 显然 无数人族 在经历了绝望之后 也瞬间明白 当前的处境 玄遇最后的一块人族净土 都被妖族攻进来了 他们已经没有了退路 摆在他们面前的 只有和妖族一战 一时间 诺大哥广场玄器抖动 气势喧天 喊沙声震耳欲聋 各色各样的法宝 在这一刻 所未有的大战就要掀起 就在这时 一股恐怖的力量 一股恐怖的气息 自空间裂缝中 蔓延而出 伴随着其一同出现的 还有一股无形的禁锢之力 这股力量 以迅而不及眼雷之速度 瞬间笼罩了整个天玄城 也在笼罩的这一刻 原本喊沙喧天的天玄城 在这一刻陡然一惊 宛如瞬间 变成了一座无人的末日之城 无论是普普通通的人族青年 还是高高在上的 尹浩等大胜强者 在这一刻 全部都被禁锢在了原地 怎么可能 这是什么力量 被禁锢的众人 心神大振 尤其是尹浩等 三位人族大胜强者 心中更是惊骇到了极点 因为他们发现 这禁锢之力太过霸道 便是他们 都丝毫动弹不得 要知道 他们可是大胜八重天的强者啊 到底是谁 竟然有这般通天的手段 还没现身 竟然就让他们毫无还手之力 在无数人或惊骇 或惶恐的眼神中 奋傲天的身影 自空间裂缝中 缓缓踏了出来 刹那间 无数人的心神 全都放到了那道身影之上 但见其周身契机 伪爱如星海 物一现身 便散发出了一股强大的气场 光是看上一眼 便给人一股无与伦比的压力 好似有一座仙山 横压在众人心头 在这股恐怖的压力下 似是空气中 都弥漫着一股窒息的味道 就是此人 经过了现场所有人吗 妖族之中 怎么会有这么恐怖的大妖 以一己之力 竟然连人族三位大圣 都给禁锢住了 上天何其不公 竟让妖族出了这等存在 无数人心中哀嚎 彻底陷入了 深渊地狱般的绝望之中 也让人族的心 彻底死了 奋傲天太强了 一出场 便封印了整个天玄城 包括三位人族大圣 如果先前 他们虽然绝望 却还有反抗之心 哪怕死 至少也能够在战斗中去死 那现在 当真是连反抗的资格 都被剥夺了 只能任人宰割 天玄城中 几乎所有人 都感觉到了一股 深深的无力感 此刻的他们 只感觉好似身处 无边冰冷 而又灰暗的地狱 含义笼罩全身 让人近乎要窒息而亡 奋傲天 没有理会 人族众人的心神 而是脸上露出 极许称赞之色 自顾自叹道 没有想到 这天玄城大圣 倒是给了我不小的惊喜 为了研究这座大阵运转原理 倒是花费了老夫不少时间 随着话音落下 所有妖族成员 齐齐向他行了一礼 拜见奉傲天大人 山呼海啸的声音 响彻云霄 奉傲天 却是眉头一皱 对着群妖 高声呵斥道 你们拜见我做什么 师父在此 安有拜见我的份 说话间 他崇敬的目光 落向了那唯一 不受控制的青年身上 随后化作一道流光 落到了他的身前 拜见师父 随着他话音一落 所有妖族成员 全都齐刷刷跟随而下 跪到在中青面前 拜见主人 同时间 众妖的举动 也吸引了众人的注意 主人 哪里来的主人 众人的心神 循着众妖拜见的方向 汇聚而去 最终 将目光汇聚到了 中青身上 这一幕 让无数人 全都错愕地瞪大了双眼 原本死寂 而绝望的内心 好似 注入了无边的活力 伴随着活力一同注入的 还有无尽狂风巨浪 在他们内心深处 众人肆意 狱主 全是这群妖族的主人了 甚至 那看起来强得可怕的大妖 竟是狱主徒弟 这太不可思议了 让他们感到振振不敢置信 可事实发生在眼前 又让人不得不信 尤其是浮屠宗老祖古炎 和万圣门老祖方权两人 此刻瞪着眼睛 内心之中 俨然发生了无边大地震 原本古炎心中就有猜测 中青 或许就是 收服妖族的那位存在 但看到中青之后 却打消了这个想法 然而谁能想到 这位狱主大人 竟然真的就是 收服整个妖族那个男人 震惊 错愕 不可思议的同时 最后化成了无尽的狂喜 整个妖族 既然已被狱主收为麾下 那岂不是说 他们 可以不用死了 天玄城的危机 也没了 一旁的引号 则是同样完全不可置信地 看着这一幕 这是整个妖族高层啊 是往借狱主及毕生之力 都未能解决的大祸 然而 现在就这样拜服在狱主脚下了 这一幕 对于他而言太过梦幻 是他做梦都不敢想的场景 他承认 哪怕他一生的经历 波澜起伏无数 但加在一起的冲击 也没这次来得大 来得震撼 亏他先前还想 先激发出主人的雄心大志 从而走向 和妖族漫长的争斗路线 继而彻底消灭妖族之祸 然而 他第一步还没开始实施 自家御主 就把最后一步给完成了 关键是 他和中卿相处了数月 却从未在中卿口中 听到关于此事的半点风声 一切都好像在无形之中 轻描淡写完成 能够轻描淡写 做到这边 那么中卿的实力 到底有多强 莫非可能是大帝 一想到大帝 这两个字 引号内心 只觉响起万道惊雷 整个人瞳孔 再次剧烈收缩 激动到连呼吸 都为之急促了起来 脸上涌现出了一片激动的赤红 另一边 以刀圣宗宗主赵峰为首的南皇八圣 也激动到不能自已 他们算是现场众人中 除了凤傲天少数几人外 最早接触到中卿的存在 在他们看来 中卿很是不凡 悄无声息之间 便解决了 让整个南皇 视为大火的精灵赤雕族 但是万万没想到 竟然不凡到这般程度 他们都已经做好的 必死的决心 战死的准备 谁能想到 反转来的这般突然 整个妖族 竟然早已被这位 御主收归麾下 此刻的他们 无比庆幸 庆幸自己前来 参加这次上任大典 更是见证了 这堪称历史性的一幕 自此之后 整个玄域的格局 堪称被这位大人 以一己之力而改写 他的功绩 必将万事流芳 其刚当上御主 所做的成就 更是往接御主 一生为之奋斗 都达不到的目标 在现场众人 内心深处 翻起无尽波澜 滚滚浪涛之际 中卿看着贵倒 在自己面前的一众妖族 揉了揉眉心 对着凤傲天笑骂道 你们来干什么 还整出这么大阵仗 凤傲天低眉汗手笑道 师父 这不是听说 你要举办商人大典吗 我带着整个玄域妖族高层 来给你庆祝一下 中卿嘴角 微微抽动了一下 好家伙 这知道的是 来给他庆祝 这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来打仗的呢 差点引发了一场天大的乱子 给他们解开封印吧 好的 师父 中卿一声令下 凤傲天当即解开了 被封印的众人 随着众人封印被解开 无数道目光齐刷刷 看向中卿 狂热中带着难言的激动 此刻的中卿 在他们心目中 如同救世主一般 拯救了整个东周人族 更是如同太阳一般 驱散了他们内心的阴霾 照亮了他们整个世界 在万众瞩目中 中卿目光微动 到了这个份上 也知道是时候说点什么了 于是漫步而动 便这般凌空踏向半空 凌空副手而立 俯视着众人 他眸光扫视了现场 众人一圈 随即淡淡道 先前在上任御主之时 得知玄域人族 一直饱受妖族之祸 便去妖族之地 转了一圈 随手将众妖收入了麾下 今后 等也再不用饱受战乱之苦 我希望 玄域人族和妖族双方 今后能摒弃救援 和平共处 你们 可有什么意见 意见 对于人族一方来说 能够有生存之地 不用面临妖族灭族之祸 对很多人来说 便是梦寐以求的事情了 如今 能够面受战乱 他们高兴都来不及 怎么可能会再有什么意见 锦尊玉竹法指 如山崩海啸的声音 自天玄广场响起 然后 辐射到了整个天玄城中 无数道身影 齐齐向中青跪拜了下去 在这一刻 天玄城所有势力 所有人 全部归心 方全看着凌空副手的中青 心中激动的同时 又生出复杂之意 遥想先前 是他第一个 发出抵制御主的信号 却没有想到 此人是这样的一位存在 自己 真是该死啊 险些将人族的 一位无上领袖 给拒之门外 而人族 彻底归心这一幕 也将中青 彻底推上了神坛 让他的声望 在刚一上任之日 便达到了一个 前无古人的高度 成为了后世人眼中 一座不朽的封贝 大典再继续进行 随着流程 再继续推进 很快便到了盛宴时间 人族妖族 一同共义 上手 中青挥手说道 便在中青这般深意的安排下 人族和妖族齐聚一起 同坐一桌 现场 再无先前半点剑弩弩张的氛围 虽然双方之间的恩怨 由来已久 不知追溯到了何年何月 甚至人族 被妖族恨意滔天 恨到了骨子里 自古以来 多少同门 多少亲人 都死在妖族的魔爪下 但是 以人族为首的古言等人却知道 随着中青收服了 整个玄域人族和妖族 以及方才的表态 便意味着玄域的历史 已然进入到了一个 全新的篇章 不管怎么恨 他们都需要放下成见 未来在人族 和妖族一统的大势下 和平发展才是主题 不管是对于个人而言 还是对于一个种族来说 展望未来才是王道 但凡林的轻轻重之人 都不会沉浸于过去之中 无法自拔 至于妖族一方 想的就比较简单了 如今的中青 乃是他们的主人 自然主人怎么说 他们就怎么做了 而且 他们不听话 封傲天是真打 事已 争斗了无数万年的人族和妖族 在这一刻 终于有了和平的开端 现场之中 封傲天哪里不知道 中青的想法 是要维护主人 打造一个和平清静的悬域 是以一巴掌 抽在白骨大圣脑袋上 喝道 你 敬酒去 白骨大圣哪敢不从 连忙端起酒杯 走向尹浩三人举杯道 三位 同饮一杯如何 尹浩等人 自然不会揣着 以前恩怨拒绝 从刚开始的绝望 到现在的大反转 其实也是人类 一直所期盼的局面 即使以前的仇恨还在 但他们 也会永远地压在心底 甚至作为某种程度上的代表 他们更需要做出一些表率 所以 他们连忙举起酒杯 大笑一声道 有何不可 我等之间 也算争斗了半生 在实力上 一直未能分个输赢 如今 正好在酒桌之上 见个高低 干 一声带着释然的笑 响彻全场 虽然大家都知道 心底的成见 不见得立刻能放下 但随着今日的开端 未来也只是 时间的问题 这时 较为机灵 知道沈氏夺氏的风铃大圣走来 打去笑道 见个高低就免了 指望看在我敬几位一杯的份上 各位下次再见时 莫要再想着 弄死我们才是 显然 先前他们出现在天旋广场的时候 这三位斩鹿杀鸡 早已被他们感知到了 听到这话 尹浩等三位人族大圣 不由想到了自己先前的所作所为 脸上流露出了丝丝窘色 那个时候 双方俨然 已经算是一伙人了 但他们 还一个劲地分析着战术 动员整个天旋城 是与妖族 死战到底 现在想想 一抹尬色 迅速自心头攀升而起 转瞬间 便密不到了脸上 随着时间过去 整个大圆的氛围 也随着时间的推移 愈发热闹了起来 推杯换斩剑 尹浩看着现场中 人 妖二族把九言欢的一幕 忍不住发出了一声感慨 从今之后 我人族 终是不用再担心 王族灭种之祸了 说话间 其嘴角不由 露出了几分会心的笑意 是啊 一旁的古言 同样触动颇深 老夫原本以为 此生都看不到这一幕了 没想到 无数大人努力的结果 竟然被御主大人 就这般轻易给解决了 万圣门老祖 同样心有所感地点了点头 他们三个 虽然不是同一时代之人 但是对人族的感情 是一致的 都想为了人族更好 更强 有更加光明美好的未来 如今 妖族之祸彻底解决 这心中 当真是百感交集 然而尹浩的感慨 却是引来了一道 不同见解的声音 却见焰桌上 一直沉默的蛟龙王 敖影文言 缓缓开口道 你们怎么会认为 妖族有能力 将你们玄遇人族灭绝 事实上 就算没有主人的出现 妖族 也奈何不了你们人族 此话一出 尹浩等三位人族大圣 愕然地看着对方 你要不要听听 自己在说什么 妖族 有整整十位大圣 你竟然说 奈何不了人族 尹浩能看出 对方并未在开玩笑 他说得也很认真 可若是没有中卿的出现 他们何德何能 能抗住妖族 十位大圣的进攻 阁下可否具体言明显 我等不是太明白 尹浩一声道 这话 让敖影沉映了起来 看来 你们并不知晓 玄遇之中 还有一位特殊的存在 在几人一脸好奇 与疑惑中 蛟龙王敖影卫 众人解释道 人族妖族 争斗这么多年 都曾想攻占对方 尤其是之前 几位御主 带领人族 多次攻打妖族三遇 难道 你们就没考虑过 为何三周妖族 却没有一次 严格意义上的攻打东周呢 难道仅仅是 我们妖族内部不合吗 此话一出 尹浩几人面色 不由未知一变 也顿时从敖影的画中 嗅到了言外之意 不瞒诸位 之前我曾聚集过四位大圣 欲攻打东周 这时 蛟龙王敖影又说道 尹浩等人再度错愕 他们竟然不知道此事 不过 几人没有言语 选择了静静倾听 却听蛟龙王敖影继续道 结果显而易见 老夫的目的并没有达成 在我等即将出发之际 被一个神秘人给拦住了 他警告我 平时人族和妖族 不管怎么打都无所谓 但妖族不可灭 玄遇人族之根基 否则 后果自负 当年的老夫 仗着实力不弱 自问不惧任何人 自然受不了 有人在我面前趾高气痒 遂与他动起了手 结果呢 尹浩眸光微动 脸上露出了极许异色 追问道 蛟龙王敖影眸光 陷入了回忆之中 脸上充斥着一抹苦涩 随即缓缓道 在那人手中 我没有丝毫还手之力 此话一出 人族三位大圣 瞳孔俱缩 心中泛起了无尽波涛 怎会如此 要知道 蛟龙王可是大圣九重天的强者 然而 他竟然在那人手中 毫无还手之力 玄遇居然还有这样的存在 那人是谁 难道 他一直在默默守护人族 只是 真的是庇护吗 浮屠宗老族古言 想到这些年 人族不知多少先贤天骄 陨落在妖族手上 不知多少次 元气大伤 只能归缩一余之地 默默舔尸着伤口 然而 这位神秘的存在 却一直未曾现身 能让蛟龙王说出 自己在面对这位存在 没有丝毫还手之力的话 想来他的实力 必然是极强的 若他真正站在 人族一方 人族这么多年来 又何至于 过得如此艰难 再回想先前蛟龙王 敖影复述的一句话 人族和妖族 不管怎么打都无所谓 但妖族 不可覆灭人族之根基 不知为何 他脑海中 隐隐感觉到了某种不对劲 总感觉背后 有一只无形的大手 在背后 操控玄域局势一般 更甚至 他们有一种被圈养的感觉 在普通人圈养的家禽之中 养肥之后 迎接他们的便是被屠宰的命运 但总得留下一批 繁衍生息的种子 纵观这么多年下来 这般情况 和人族的境地 何其相似 随着越是深思 古言神色越是凝重 他眸光微沉 抬手看向上方的钟卿道 狱主大人 我等有事 要向您禀报 哦 何事 说来听听 钟卿偏头问道 古言沉吟片刻 随后说道 其实哪怕在今日之前 我也有一些猜测 只是直到今日 才找到机会说出来 那就是我感觉 玄域的表面 并不像我们看到的这般 此话一出 万圣门老祖方 全眸光同时一动 显然 他也早有类似的念头 因为 身在玄域这么多年 很多不合理的地方 他们早就 察觉到了 甚至 对于狱主的排斥 也有这方面的因素 端坐在狱主宝座上的 中卿文言 看了过去 这话从何说起 古言整理了 一番心中的万千思绪 然后宁声道 首先 奉天殿派遣的网界狱主 实力很强 每一位 都是大圣境强者的存在 但是又不够强 因为他们 完全无法解决 妖族之祸 反而一次又一次 带领着我等步入深渊 好似是来 专门来消耗我 玄域人族的 有生力量一般 以奉天殿的能量 他们完全可以 早早地派更强的人 来解决我 玄域人族之祸 但是并没有 反而 仿佛在刻意维持着 玄域某种特殊的局势 其次 我一直没有想通一个问题 为何网界各大狱主 屡屡要以剿灭 妖族为己任 乃至终生目标 要知晓 这些狱主 皆是来自 三千大狱的其他个狱 哪怕一些狱主 对玄域 完全没有归属感 但他们 在对剿灭妖族的态度 却是出其一致 甚至是狂热 好似剿灭妖族 就能得到飞升一般 最后 先前敖影大圣 所言的那尊神秘高手 出现得太过蹊跷和诡异 其名义上 看好似在庇护我 玄域人族 但是 我等先前 对此人的存在 竟是毫无所觉 从不知道 玄域有这么一位存在 听到这儿 一旁的几位妖族 大圣神色一动 雷霆大圣 眸光悠悠道 你这般一说 似乎 还真是这般 老夫也曾 和那一位打过交道 实力强得可怕 就在不久前 我还收到了 来自那位的警告 说攻打人族可以 但是不可以将人族灭绝 哦 覆海大圣 惊疑一生 你也收到了 最后众人才发现 妖族一众大圣 竟然都收到了 来自那位神秘存在的警告 胆敢威胁一众大圣的 这就足以证明 那位神秘存在 完全不把妖族 一众大圣 放在眼里 甚至其完全有能力 将几位妖族大圣 逐一击破 而对方 却一直没有这般做 最关心的 也只是 玄域人族不能灭亡 至于其他的 随意 而人族不少高手 在听完一众 妖族大圣所言之后 内心默然感受到了 一股无边的沉重 古言更是愈发肯定了 自己的猜想 他神色凝重地 朝中青拱手抱拳道 玉主大人 综上所述 我有理由怀疑 有某种存在 在针对人族 进行着一场 可怕的阴谋布局 甚至不仅仅是人族 妖族恐怕也难以置身事外 中青在听完这番话后 眉头也是微微一皱 在前来玄域之前 他在虚域中 就接到了 奉天殿使者的提醒 让他最好不要来这玄域 现在看来 这玄域中的水 比他想象的要深得多 当然 中青内心之中 并没有什么紧迫感 以他掌握的底牌和实力 足以应付大多数局势 他不惹事 但也不会怕事 想到此 中青抬手 看向众人道 都说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而等也无需太过忧虑 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若真遇到什么事 我会出手 中青这话 好似有股特殊的魔力 让人有股莫名的心安 与此同时 天玉奉天殿 一座精致古朴的庭院中 庭院不大 却极有特色 院东墙角 地上林草 抽出了嫩芽新枝 绿意盎然 生机勃勃 院南有一池塘 满池荷花盛开 绽放出艳丽的色彩 带着晶莹流光 院西两颗枯黄枣树林立 瘦果雷雷 秋意浓浓 院北一排雪竹冒出了墙头 枝叶上堆积了一层厚厚白雪 小小院落中 却好似囚禁了春 夏 秋 冬四季 微风徐徐 带起一道雄浑的声音 在院落中响起 大人 如今玄遇布局 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想来要不了多久 大人便能得偿所愿 独获允仙秘境之宝藏 属下提前在这里 恭喜大人 贺喜大人 声音的主人 是一个身穿黑袍的中年男子 其身形魁梧雄壮 一身契机 伟岸如鸳 宛如小山一般 屹立在小院中央 双眼似牛童 在其瞳孔之中 好似有日月在运转 星辰在转动 若是玄遇妖族一众大圣在此 必然能认出此人 这就是在玄遇之中 允仙秘境事关重大 在未曾完全将其掌握在手中 一切变数都有可能发生 现在恭贺 为时尚早 随着九幽话音落下 另外一道深邃古朴的声音响起 这同样是个身穿黑袍的男子 其端坐在小院十凳之上 周身契机 好似要与天地相容 给人的感觉 好似天地就是他 他就是这片天地 此人 正是赤丰中轻为 玄遇御主的凤天殿 五大殿主之一 幽明帝君 充满生机的小院中 幽明帝君品着茶 在浅尝一口过后 他缓缓道 玄遇布局 事关重大 玄遇人族不可灭 你出来十日两久 以人族的实力 根本抵挡不住妖族的进攻 可莫要出了什么意外 此话一出 九幽心中一领 他连忙拱手道 回大人 属下在离开玄遇之时 特意威胁嘱咐过妖族几位大盛 他们见识过属下厉害 想来便是借他们几个胆 他们也不敢将人族毁灭殆尽 唯一让属下有些不解的是 大人为何要挑那中卿 去玄遇当狱主 说话间 其脸上露出了极许疑惑之色 幽明帝君眸光 看向天际 手指轻轻地敲击着身前长桌 再次浅尝了一口杯中之茶后 这才缓缓道 允仙秘境的开启 不仅需要庞大的气血之力 还需要气运足够强大之人 作为这股气血的载体 方能彻底磨掉 覆盖允仙秘境周边的 上古残仙大阵 这么多年来 我不局让妖族人族始终维持一种局势 让他们不断厮杀 陨落的生灵数以亿万计 想来 这些生灵积累的气血之力 再差一两次大战就够了 只是 这气运强大之辈 倒是难寻 之前派去多位气运还算不错的妻子上 任御主前去送死 虽说也积攒了不少气运之力 但总体而言还是不够 更别说上次 还出了寒跑跑这个意外 似是看穿 来本地的谋划 直接跑了 让本地白白浪费了这么多时间 所以 为了加快进度 恰好此人出现在视野 便派他去了 此人能够培养 一万仙道体弟子上榜 气运之强 理应顶得上之前 数个那种货色 听到这儿 九幽眸光一动 大人 这中轻能培养 这这么多天赋 强大的弟子 足以证明其手段非凡 他会不会 已经是那个境界了 如果是如此的话 会不会破坏大人的计划 甚至是超脱大人的掌控 哼 幽明帝君 轻笑一声 三千大狱 为我奉天殿掌控 甚至某些规则 都为我奉天殿所掌 若是哪一域 有帝级存在 奉天殿早已知晓 所以此子 不可能是帝级 而能够批量 培养出先天道体 恐怕是身上 拥有某种逆天宝物 亦或者某种 上古所不知的手段 大人英明 看来是早知此子 不可能是帝级 才将他派去玄域 作为棋子 九幽公静说道 所以 此子再不凡 也在掌控之中 也逃不脱 本座为他编织的命运 说到这儿 幽冥帝君话音一顿 你该回去了 我能通过 玉主令感应到 钟卿 如今已经到了悬域 差不多该推动悬域人 妖两族 新一次的大战了 你且持我密令 告诉他 只要他能带领悬域人族 灭了妖族 奉天殿重重有赏 甚至未来 可以不以非生的方式 给他一块天机令 让他进入中周二重天 待大战开启 所有弃血之力 搜集足够之后 你如之前那般 设法让钟卿这位狱主阵王 化作最后的养料 是 大人 九幽行了一礼后 躬身退出了小院 随着九幽一走 幽冥帝君 目光看向长空 两久之后 他再次饮了口茶 这才缓缓道 以玄狱为奇 化人族 妖族作子 布局十数万载岁月 不知 这一次能否成功 一想到那陨仙秘境 哪怕是身为大帝的他 眸光之中 都透露着无尽火热之色 天狱和玄狱之间 相隔数百玉 哪怕九幽这等层次的强者 想要在短时间内 赶赴到玄狱 也只能借助传颂阵 赶路而行 随着九幽身影 再次出现在玄狱之中 他傲力长空 看着下方山河大地 眸光悠悠 这玄狱生灵 也不知道该说他们 是幸运还是不幸 允仙秘境 号称真仙埋谷之所 以真仙之躯 葬身这片地界 反馈此方天地 这才造就玄狱灵气 空前浓郁 天才被出 强者云集 这本是整个玄狱的福报 然而成也允仙秘境 败也允仙秘境 这片地界的生灵 不管是人族还是妖族 不过是允仙秘境 开启的养料罢了 不过 能为大人的大夜发光发热 他们也算是死得其所了 一群楼一般的存在 安能详允仙秘境 这等天大复原 说话间 九幽摇了摇头 目光看向远方 最终 朝东周天玄城方向赶了过去 对于这玄狱 他比任何人都要熟悉 毕竟身负幽明帝君之令 在此方天地监控了无数年 可以说 玄狱地界 没有他未曾去过的地方 而随着九幽来到天玄城 时间已是深夜 月色如水 繁星点缀天界 九幽的身影 翘无声息般 赶赴到了玉主府上空 他并未第一时间 前去寻找中卿 而是仔细感应了一番 最后 直奔其他方向赶赴而去 那里 是天玄门老祖引号的洞府 对于这位天玄门老祖 九幽可不陌生 双方早已接触过多次了 只是他认识对方 对方却从未记住他的存在 九幽轻车路熟地 来到了引号洞府 谁 正在闭目沉神静气的引号 突然感受到 有一极其恐怖的存在 在朝他靠近 骤然惊醒 发出一声大喝 然而他的声音 却并未传出洞府 只因为四周早已被九幽 翘无声息间 布下了隔绝一切声音的阵法 我们又见面了 九幽屹立洞府门口 朝着天玄门老祖引号挥挥手 一副熟人见面的语气道 这话让引号心中一沉 凝声道 阁下到底是谁 来此有何贵干 我似乎并不认识阁下 此时的他 心中翻起了滚滚波涛 他为大圣八重天强者 可如今 有人翘无声息 来到了他的洞府 甚至若非对方 故意散发出一缕契机 他恐怕到现在都察觉不了 难不成 这就是先前妖族大圣说的 那位神秘强者 却见九幽摇头道 你还是这般无趣 每一次 都会问这般无聊的问题 纵然本座告诉你 今夜过后 你也会忘记我的存在 引号心中一沉 对于这位突然出现的神秘人物 当真是忌惮到了极点 对于他的话 更是不明所以 明明双方先前从未见过 圆和对方 好似对他很熟悉一般 但是现在 不是想这些的时候 他从对方身上 感受到了极度危险的气息 其心中明白 此人 绝不是他所能对付 能对付此人的 在整个天玄城中 恐怕也就御主和奉奥天大人了 逃 这个时候 他率先想到的 就是逃离此地 哼 这一次 倒是学聪明了 不过 在我手中 你跑得了吗 九幽不屑一笑 随即眸光一动 射出了两道 好似来自地狱之中的 悠悠绿芒 这是沉沦之眼 乃是一门半地 即玄技 拥有毁天灭地 即威能 也能让人一眼沉沦 陷入无边幻境之中 在此光芒的照射下 隐昊身躯一颤 目光瞬间变得呆滞了起来 整个人好似行尸走肉一般 见此 九幽单手掐印 最后凝聚出了一颗黄豆大小的的道种 静止打入到了隐昊神魂之中 从今以后 你需时刻警记自己的使命 对狱主唯命适从 推动狱主 发动新一次的灭妖大战 声音带着丝丝蛊惑之力 好似化成一道指令 汇聚进入了道种之中 明刻进了其神魂之中 是 隐昊机械点头 见此 九幽满意地点了点头 睡吧 睡醒之后 今晚关于我的一切 你都会选择性忘掉 随着隐昊再次躺下 九幽嘴角流露出一丝玩味的嘲讽 大圣强者 在整个玄域人族之中 何等尊贵 可还不是如狗一般 被他玩弄于鼓掌之中 这是心道种 霸道之处就在于 其可以翘无声息间 改变一个人的心智 甚至强行给其种下一个信念 唯一的缺点就是 这是心道种拥有时效性 需要每隔一段时间种一次 而作用也很简单 他们需要狱主发动对妖族的战争 因为只有战争死亡 才会拥有足够的气血之力 而一个狱主 来到玄域这片地界 想要统领人族发动战争 也需要有相应的帮手 和属下的推动 而隐昊 起到的便是这个作用 也就是背后那位 不想牵涉太多的因果 才用这种委婉取巧的方式 不然的话 所谓的人族几大圣 都会被他们种下此类道种 做完这一切的九幽 悄无声息 离开了隐昊的洞府 如今 隐昊这一枚棋子已经落下 接下来 就是和中青接触了 对于这一位 他可谓是早有耳闻 却不知 这位能培养一万仙天道体的弟子 又有何与众不同 当然 再怎么与众不同 也只是大人手中的一枚棋子罢 对方的命运 早已被大人暗中给安排了 而他的作用 就是成为推动中青 走向既定命运的推手 一日清晨 九幽登门御主府 只是区别于上一次的悄悄潜入 这一次的他 以奉天殿使者的身份 出现在了御主府门口 告诉你们御主 奉天殿使者来访 九幽背负双手 毅立御主府前 昂首高声道 听到这话 几位守门侍卫悚然一惊 奉天殿的威名 他们自然不可能不知道 跪时稍等 我等这就去通报 几人不敢怠慢 更不会怀疑九幽的身份 放眼整个玄狱 还没几个人敢胆大包天道 打着奉天殿的旗帜行事 几位侍卫 最终在经过层层上报之后 消息传到了中青耳朵里 庭院中 正在厅内饮早茶的中青 听到这个消息 眸光露出了一丝异色 先前几位人族大圣 还在推断 玄狱背后有一只无形的大手 在密谋着什么 这一切 他左猜测右猜测 也唯有奉天殿 这转瞬间 奉天殿使者就找上了门来 对方有何目的 中青面色悠悠 对着传讯之人挥了挥手道 请他进来一训 随着传讯之人出去 很快 九幽便被带到了中青所在的庭院中 客厅内 中青端坐长桌凳前 不紧不慢的品茶 夜姬和火妹 就这般屹立在他身后 自从跟随中青之后 二女好似 变成了中青的影子一般 一直安静地跟随在中青身边 随着九幽步入客厅中 目光第一时间 便被中青吸引了过去 这让他眸中 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意思 中青的名号 曾一度在整个奉天殿 都引起了轰动 毕竟 那培养出一万多先天道体弟子的成就 太过惊人 连他当时听到此事迹之后 都为之震动不已 他原本以为 有此能耐之人 年岁必然不小 没想到 竟是这般年轻 而中青在看到九幽之计 也是有些讶异 对方 竟然是一只准地级妖兽 半只脚迈入了地境的生灵 这等层次的强者 放眼整个三千玉 也不多见 双方相互打两眼之后 中青伸手一腰 请坐 九幽闻言 迈步上前 坐到了中青对面 阁下 就是玄域御主中青 不错 当真百闻不如一见 对于中御主的名号 在下早有耳闻 此次一见 当真才知晓 传闻不如见面 见面更甚闻名啊 哦 阁下听说过我 中青缓缓举杯 饮了口茶 不动声色道 在九幽面前 同样有一杯满上的茶水 他端起身前茶杯 将茶水一饮而尽 然后哈哈一笑道 好茶 少请之后 他才继续道 何止是听过 简直是如雷贯耳 中御主现在在奉天殿 可谓拥有偌大的名声 在下和你可算是神交已久 今日 总算是见到真人了 而且 在下此次过来 可算是为中御主 带来了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中青眸光微台 脸上不动声色道 不知是何消息 九幽拿起桌上茶壶 再次给自己酗上一杯 再次饮了一口之后 这才一脸唏嘘道 说来 玄域人族这么多年来 过得苦啊 一直被妖族压迫 堪称在夹缝中生存 中御主身为人族之人 见到玄域如此局势 每每夜深人静之时 可曾为人族局势而忧 说话间 其一脸为人族处境 感受到一副痛心疾首的模样 这般模样 让中青眉头微微一皱 只感觉此人好生虚伪 对于你奉天殿来说 想要改变这个格局 又不是什么大事 不过他并未打断对方的表演 而是想看看 对方葫芦里 到底卖的什么样 却听九幽继续道 如今 我特带来奉天殿殿主的消息 若中御主能带领人族 彻底剿灭妖族 殿主承诺 将对中御主你重重有赏 甚至未来 可以给你一块天机令 让你不以非生的方式 直接进入中周二重天 这话一戳 连中青都有些讶异了起来 这奉天殿 还真是好大的手笔 这天机令 中青还是在自己的 第六位真传弟子身上 有所了解 也知晓其中代表的含义 下界三千狱中 修士想要抵达二重天 只有当修为到达一定程度 通过神秘残酷而又恐怖的考验 才能获得天机令 可谓是进入二重天的通行证 珍贵程度 难以想象 怕是一些大帝 都要为之眼红心动不已 而现在 对方竟然准备拿出来当奖励 这个时候 中青隐约明白 为何先前那么多狱主 都这么疯狂热衷于带领人族攻打妖族了 这一切的根源 恐怕就在于奉天殿开出了一个 他们无法拒绝的条件 毕竟 中周二重天 已然类似于人们口中所传的仙界一般 能进入仙界之中 谁还愿意在凡间红尘之中打滚 而随着中青沉樱之际 九幽则在一旁成竹在凶地引起了茶 天机令的诱惑 他自问 天下间没几个人能够抵挡 尤其是修为越高 实力越强之人 中青自然 也不可能例外 然而下一刻 却听中青不紧不慢道 抱歉 奉天殿的奖励 在下可能无福消受 这天机令 对于其他人而言 或许是珍贵至极的宝物 但对于中青来说 还真就没什么感觉 因为他本身就不需要修炼 甚至说 这儿八经一天也没修炼过 所以 在这里也好 第二层也罢 对于他本身来说 意义并不大 所以 目前对于他来说 中周第二层并没有什么太大的追求 除非说 未来第二层有他弟子的线索 但即便如此 自己也还有一些小小的底牌 想必得到那天机令 也没那么难 原本以为中青 必然不会拒绝的九幽文言 当场愣在了原地 中玉主可知道你在说什么 他眉头微皱 脸色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阴沉了下来 身为奉天殿统领 而且此次还以特使的身份出现 他还从来没想过 对方竟然会拒绝 而且 拒绝得如此干净利落 这让他脸面一时之间 有些挂不住 眸光之中 更是多了几分怒意 他这次携带的 可是殿主的吩咐和命令 这命令 是这么好拒绝的吗 中青见此 脸上毫无波动 对于九幽表露出来的表情和怒意 也好似看不见 只是淡淡地看了九幽一眼 我想 你还没搞清楚一个问题 什么 九幽眉头微皱 偏头疑惑地看向中青 那就是你似乎还没明白 当前玄遇的局势 中青悠悠说道 你这话 到底是什么意思 九幽眉头皱得更深了 中青笑而不语 因为正在此时 外面传来了 阵阵脚步声 正是凤傲天 带着一众妖族大圣走了进来 先前九幽进入狱主府时 代表的可是凤天殿使者的身份 并未刻意隐藏自己的身影 就这样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 妖族大圣蛟龙王敖影 第一时间便感应到了他的气息 这可不就是以前威胁他的那个神秘存在 这让蛟龙王敖影心思瞬间活落了起来 先前自己是实力不如人 被人威胁 也只能受着 但现在 妖族一众大圣齐聚一处 更有主人在背后荡靠山 他倒是想看看 对方到底是个什么存在 又是否如之前猜测般 此人另有目的 也因此 其第一时间便禀明了凤傲天 联系了诸多妖族大圣 禁止朝中卿所在的庭院赶赴而来 随着十位妖族大圣进入客厅之中 九幽瞳孔瞬间为之一缩 心神亦是不由一锦 你 你们 你们怎会出现在此处 身为准地强者 他嫌少有这么吃惊的时候 然而这一幕 实在是有些超越了他的认知 要知晓 人族和妖族 可以说是不死不休的存在 可是现在 妖族一众大圣 竟然就这般庞若无人地 来到了人族大本营中 甚至 为首的凤傲天 竟让他都感受到了 思思威胁的气息 他在玄域待了漫长岁月 原和 没有发现妖族之中 还有实力这么强大的妖族大圣 此刻的他 心中产生了无数疑问 怎会如此 他感觉 自己完全看不懂如今的局势了 就在其心中 泛起无边波澜之际 却见妖族十位大圣 并未理会他 而是第一时间 朝中清醒了一礼 师父 主人 这一声声恭敬的称呼 让九幽震动的心 再次上升了一个台阶 收缩的瞳孔 再次扩大了一圈 这个时候 他终于明白 中清所说的是什么意思了 也终于明白 妖族一众大圣 为何会出现在这里了 这 分明是中清 将整个妖族 直接收服了啊 九幽脸色阴晴不定 心中怎么也不愿相信这个事实 他努力维持了 漫长岁月的玄域格局 就被刚来的中清 在短短的时间内 直接给破了 中清看着脸色难看至极的九幽 淡淡道 诚如你所见 如今玄域妖族 已被我收入麾下 玄域人族 今后再不用担心妖族之祸 也就不牢缝天电费心了 我不管你 或是你背后的存在 有什么谋划 有什么阴谋 最好不要波及到我头上来 他若有深意地 看了九幽一眼 否则 后果自负 一句话 让在场除了凤傲天之外的 一众妖族大圣 内心全都亢奋了起来 看向中清的眼神 全都充斥着狂热 对于九幽的实力 他们可是真切感受过的 大圣九中天的蛟龙王 也完全不是对方敌手 而且 九幽这次过来 代表的可不单单是他自己 某种意义而言 同样还表着凤天电 如今 这位主人 在面对这样一尊存在 竟然表现得这般强势 这放眼当今 整个下界三千遇 有几个人 敢在面对凤天电时 这般姿态 一众妖族大圣 内心亢奋之际 九幽的脸色 却是阴沉的可怕 多少年了 自从他进入准地境之后 一向只有他威胁别人的份 然而如今 中青这番姿态 当真完全没把他放眼里 一个还未成帝的家伙 有什么资格在他面前这么狂傲 有那么一刻 他当真想不管不顾 让这个口出狂言的家伙 付出沉重代价 但是最后 又被他硬生生给止住了 对方能在半年不到的时间 将整个妖族一统 足以证明 对方实力 应该是和他处在同一个层次 这里 是中青的地盘 旁边又有诸多大圣虎视眈眈 大圣强者 若在平时 他自然不放在眼里 可若两个同级强者相争 大圣强者的力量 也不可小觑 此时动手 自己难免吃亏 而且 就算真能将其斩杀当场 并不符合大人的计划和利益 九幽深吸口气 平复了一下躁动的心 然后深深地看了中青一眼 你会为今天的决定 后悔的 中青脸色如常 这就不劳阁下费心了 傲天 送客 随着中青话音落下 凤傲天当即向前踏出了一步 来到九幽面前 阁下 请吧 这 对于九幽而言 当真如被人扫地出门 没什么区别了 事情 发展到现在 算是彻底谈崩了 在凤傲天的驱赶下 九幽只能全程冷着脸出了御主府 禁止离开了天玄城 今天的局面 是他没想到的 网界御主 谁见了他不是客客气气的 在得知覆灭妖族之后 能得到天机令这等奇物 谁不是将他当成了再生父母般的存在 然而没想到 中青竟是这等怪胎 连大帝也要为之眼红的至宝 其竟然没有半分心动 虽然这只是大人抛出的耳料 并不可能将真正的天机令送出去 但是中青竟不遵大人的命令行事 这本身就是犯了取死之道 破坏大人的布局和谋划 更是最佳一等 轰 来到一片无人山脉中的九幽 再也压制不住内心中的震怒 单手狠狠朝前一压 刹那间 脚下的山脉 直接被打成了击粉 中青 终有一天 本座定要让你死得很难看 九幽阴沉的声音 好似来自地狱的恶鬼 伴随着破碎山脉后的滚滚沉潇 涌上了长空 伴随着硝烟传荡四方 久久难散 寓意着其心中的杀鸡 浓郁到了极点 发泄一通过后 待九幽冷静之后 他不得不考虑一个现实问题 那就是此次幽冥帝君大人的计划 被这小子 直接给破坏了 毕竟 他们最后的目的是以 气血之力和气运之力 以开启封存在玄域的允仙秘境 但是现在 不管是人族还是妖族 都在中青的统治之下 人族和妖族铁板一块 还如何能掀起战争 哪来的气血之力和气运之力 而最好的办法是 杀死中青 掀起人族和妖族新一次的战乱 但现在不说 能否杀死中青 即便杀死了中青 但看现在的模样 人族和妖族 似乎已经知道了 自己身为棋子 有他们在布局 是否还能依他们所愿 继续大战 这事必须上报的人 让大人定夺 想到这儿 九幽不敢怠慢 一个踏步间 静止消失在了原地 而当他再次到达天狱奉天殿时 已经是数日之后了 四季院 此为幽冥帝君的一处私人道场 此刻 小院之中 正在发生一股奇异的巨变 春 夏 秋 东四季之景轮变 一股岁月之力 流淌在小院之中 有花草林木 在刹那间 迸发出璀璨生机 又在刹那间 走向枯竭 凋零和死亡 好似一瞬间 便已度过了短暂的一生 化成了生死二气 在小院之中徘徊游荡 整个道场之中 神兮闪闪 道运弥漫 道音起伏 传荡四周虚空 好似有古老的神魔 在低声音唱 一道身影 盘踞在小院中央 其舅静静地端坐在那 身上好似有不朽的光辉在弥漫 给人的感觉 就如同这片天地的主宰一般 伟岸 深邃 万物共尊 来到四季院道场外的九幽 看见这一幕 心神震动 大人的实力 当真是愈发深不可测了 难不成 这是掌握了岁月的力量 她嘴角楠楠 眼神之中 透露着金融 九幽能感受到 在她踏入此片地界之际 小院周边的时间流逝 与外界并不相同 岁月之力 何等博大精深 纵然本地 也只能窥探到些许皮毛 而不能掌握其中奥妙 只是能在这些花花草草上 简单作用罢了 下一刻 一道声音传来 解答了九幽的疑惑 院落中 盘坐在玉色蒲团上的幽名帝君 缓缓睁开了双眼 随着她眸光开刻间 有两道神光在眼眸之中运转 一阴一阳 好似大日和脚院 这目光 穿透了整个小院 静止落在了道场之外的九幽身上 背着到目光一打亮 九幽只感觉浑身不由一阵 心神未知一景 一股如天渊般的伟力 扑面而来 九幽 见过大人 她屈身一败 恭声道 本地不是让你前去监视 玄玉 你来此作甚 下一刻 幽名帝君的声音传了出来 听不出喜怒 却让九幽感受到了一股巨大的压力 回大人 玄玉格局 出现了大变 那中卿 收服了整个幽族 将人族和幽族进行了一统 大人的计划 出变术了 此话一出 幽名帝君眸光微动 整个人沉寂良久 四周虚空氛围 压抑到了极致 九幽心中惶惶 她知道 大人对允仙秘境之事 何等看重 容不得出现半点闪失和意外 严格意义上来说 如今的玄玉 出现这般格局 她犯下了严重的泄质之罪 若非她离开玄玉半年之久 钟卿也不至于这么顺利地 将妖族收归为麾下 一想到此 旗帜额头 不由尽职 被吓出了一层戏汗 就在九幽以为 自家大人会震怒 自己难免会被问责至极 却听幽名帝君与其幽幽道 此人倒是有些能力 不过身为棋子 纵然更改了些许诡计 也改变不了她本身的结局 说话间 幽名帝君自仆团之上直立而起 她背负双手 眸光看向长空 双目之中 好似有一条又一条因果线在转动 这条条因果线 最终好似勾勒成了一张棋盘 那沉稳的身躯 露出了一股强大的自信 那是天地万物 一切尽在掌握中的自信 两久之后 幽名帝君缓缓道 你且持我手令 前往陈玉陈家一行 这陈家几位老家伙 一直对玄域妖族蠢蠢欲动 想要将玄域妖族 几位大圣的血脉抽离出来 以做重要研究 只是这些妖族大圣 事关本地大解 本地曾对他们下达过 严禁踏足玄域的禁令 此番 你且持本地口令前去 此话一出 九幽眸光一亮 大人阴亮 身为幽名帝君的心腹 他瞬间便知晓了 自家大人的心意 如今 玄域人族和妖族 形成了一统 想要重新从内部分化 他们之间的矛盾 明显不太现实 哪怕直接杀了中卿 也不现实 只能通过外部势力 来达成目的 陈家 可是出过陈帝的 不朽势力家族 家族之中 更是有着三位准帝级强者 如今 陈帝虽然隐识不出 但陈家三位准帝老祖 足以对整个玄域 形成降维打击 若能从中好好谋划一番 同样能达成想要的效果 一时间 九幽看向幽名帝君的身影 愈发敬畏了起来 那玄域御主中卿 在他看来 俨然有超脱了掌控的趋势 但大帝轻描淡写之间 又将局势扳回了正轨 就这份算计能力 他自问远不及也 在其心中震动之际 却听幽名帝君继续开口道 具体怎么做 就不用本地教你了吧 九幽连忙道 大人放心 属下这一次 必将此事办得妥妥荡荡 万不会让大人失望 如此最好 这其中的度 你要掌控好 如今汽血之力 搜集得也差不多了 也没必要在如同以前那般 小心翼翼维持着整个玄域的格局 很多事 可以放手去做 便是整个玄域灭绝 也无伤大雅 当然 玄域人族若是能留点根 就留点根 毕竟允仙秘境那位残存意志 并不希望玄域人族灭亡 属下知道 下去吧 九幽随即离开了凤天殿 化作一道流光 随即消失不见 陈玉 这在下界三千大玉中 相对而言 也是极其强大的一玉 只因为在这一玉中 曾出现过一位风华绝代 盖压当事的人物 陈帝 陈玉忠心 一片辉煌古朴的大殿林立 宛如怒龙一般 雄聚在大地之上 一座高达数百丈的青铜石门 屹立在群殿之前 青铜古门之上 写着龙飞凤舞两个大字 陈府 这便是整个陈玉最强家族 也是号称拥有大地坐镇的不朽势力 陈家 更是整个陈玉的主人 陈府境内 一片青山绿水 喷勃着阴云流光 弥漫着浓浓道运的山脉之上 盘坐着三位老者 三人呈三族之士 各自盘坐在一山头之上 在他们身上 喷勃着无尽霞光 身上隐约可以听见 道经声在轰鸣 一股至高的气息 自他们身上流淌而出 三人乃是自陈帝之后 整个陈家最精彩绝艳的人物 也是陈家除陈帝之外 现如今主持家族的三大老祖 分别为三祖陈骁 九祖陈谋 还有十八祖陈翼 他们都是距大地之境 只差一步之遥的准地级强者 谁 就在三人不断运转地级功法 修炼以身 体悟道之真理 探索道之奥妙之计 一声大喝 震动长空 声如万雷轰鸣 在天地之间炸响 无形的声波之力 如水圈一般在虚空中 层层荡漾开来 让整个虚空都不由位置湮灭 然后露出了一道真身 正是自奉天殿赶赴而来的九幽 三位道友 好久不见 九幽自虚空中大踏步而出 笑着朝三人打了个招呼 看见来人 三人有些讶异 我还想 是哪个敢这般闯来 原来是九幽族下 阁下不在玄狱待着 不知跑我陈家 有何贵干 三组陈骁看着九幽 面无表情道 双方显然认识 但这关系远算不上和睦 对于陈家三组来说 他们多年前想要进入玄狱 捉拿几只幽族大圣 抽离其血脉 完成一项重要研究 但这个计划刚准备动手 便被凤天殿的幽冥帝君给阻止了 这让他们 对于凤天殿并无什么好感 对于九幽 说话自然也就没那么客气了 这还是他们对凤天殿 颇为忌惮的结果 若是换成其他任何一个人来 如果没有凤天殿背景做依靠 哪怕是同为准地强者 胆敢贸然闯入陈家核心之地 三人怕是要第一时间 上前去将其撕裂 九幽面对这般局面 也不在意 而是微微一笑道 故人相见 何必这般生疏 此番 我可是给陈家带来了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道友这般行径 可不是该有的待客之道 九祖臣谋冷笑一声道 有时说是 凤天殿门槛太高 我等可高攀不上这等故人 虽然凤天殿是整个三千玉的主人 但是陈家背后 有陈帝为依靠 面对地级强者 哪怕是凤天殿也要以礼相待 也因此 陈家三位老祖 还真就拥有不待见九幽的底气 九幽陈寅少请之后 对着三人道 既然如此 那我就开门见山池说了 经无奉幽名殿主幽名帝君之令 来解除等禁止他族玄域的禁令 也就是说 自今日之后 而等可以自由出入玄域 此话一出 三位陈家老祖不由一阵愕然 他们万万没想到 九幽竟然是来传达此信息 这让他们的心思不由活络了起来 他们陈家正在研究某种谢丹 血丹一成 甚至可能让其再让陈家诞生一尊地级强者 但血丹的研究 需要有大圣经妖兽的气血 并且还需要特定的种类 而大圣经 哪是这么容易修炼成的 放眼整个三千玉 大圣经的妖兽也寥寥无几 如果还需要特定的种族 那更是稀有 而偏偏玄域 就有这么几只大圣经妖兽 所以 陈家对玄域的那几只大圣经妖兽 让陈家三位老祖有些错不及防 两久之后 第十八祖呼吁道 你说的 可是真的 九幽笑道 三位都是威名赫赫的人物 我怎敢拿你们开涮 这是帝君倾下的口令 再次得到确认的三位陈家老祖大血 好 好 好啊 第十八祖更是连到三声吼 激动之情 异于言表 九幽这个消息 对他而言可谓是吉时语 九幽道友 这个消息 对老夫而言可算是一个大大的惊喜 还请入在下道场一叙 在下还有一份珍藏多年的十万年品质的龙咸茶叶 想来九幽道友应该会喜欢 九幽闻言 嘴角微微勾勒而起 挥手道 茶就免了 我只是给帝君带给消息罢了 现在消息已经带到 在下就不多逗留了 告辞 九幽说罢 便化作一道流光消失不见 气息很快消失在陈狱中 毕竟此番来 他只需要将消息带到便可 至于剩下的 就不需要他管 任由发展便可了 自九幽离开之后 陈家三位老祖 当即展开了一场小型会议 陈家三祖 这幽冥帝君 先前沿进我等 踏足玄域之地 如今 又对我等解除禁止 你们觉得 这其中 是否有诈 不怪他有此疑问 他可不相信 幽冥帝君 那等人物 会好心到专门让人跑一趟 特意向他们卖得好 对于那个境界的存在而言 一言一行 一举一动 皆带有深意 陈家九族沉谋 陈鹰片刻后 缓缓道 不管如何 玄域那几只妖族大圣之血 对我等而言 至关重要 万不可错过 陈家十八祖 陈鹰汉首 不错 不排除 他在利用我等 达成某种目的 但是在绝对的利益面前 哪怕是被利用 也无所谓了 而且 不管发生何事 出祖终究是我等 最大的靠山 倒也不用太过 为首为脚 陈家三祖 那你们的意思是 十八祖陈鹰昂首 看向长空 目光灼灼道 未免夜长梦多 自然是第一时间 前往玄域 将那几只妖族大妖抓回来 这话一出 立马引发了 其余二人的附和 若是如此 那我等便一起行动 多少年了 我等也该出去走一遭了 然而 陈鹰却是摇了摇头 对这二人道 几位妖族大圣 我之手便可镇压 又何须出动三人 如今出祖云游在外 族中不可没有高手作证 这玄域之行 我一人足以 这是否不妥 三祖陈骁有所顾虑到 陈鹰笑道 小小玄域 能有什么高手 早年间 倒是出了一个勉强 还算能入眼的大妖 叫什么来着 三眼奉犬老祖 不过 其狂妄自大 不自量力 前来挑衅出祖神威 倒是可惜了 其一身血气 若是当初我等便能掌握 谢丹炼制之法 这大妖的血 能让谢丹炼制的成功率 提升足足三成 说到这儿 其余二人皆是一脸可惜的摇了摇头 不过话题聊到这 气氛倒也活跃了起来 在他们看来 那三眼奉犬老祖 当真是蠢的可以 以大胜之躯 竟然妄图挑战帝威 简直就是笑话 这个时候 陈家三祖陈霄道 我有一千秋酿 待我温好 且为你壮行 陈家十八祖摆了摆手 左右不过跑一趟的事 若不出意外 三日便可回转 待我回来 再饮也不迟 走了 花音落下 其整个人身形一踏间 静止消失在了原地 对于准地强者来说 日行一欲 并非什么难事 陈一是五十离开的陈家 不过下午 便只身来到了玄域 物仪踏足玄域 其眉头瞬间就皱了起来 这玄域的修行环境 比之陈玉 竟是丝毫不差 这 怎么可能 他眸光中 透着惊疑之色 要知道 陈玉之中 可是出过大地的存在 一个大地 足以将正道之地的位格 提升足足一个档次 也就是说 按理而言 陈玉的修行环境 天地法则完善程度 是远远要比玄域高级的 但是事实完全不是那样 不过陈玉也只是 压抑了一下 并未过多理会和深究 他此行的目标 就是身负部分 龙之血脉的蛟龙王 还有身负部分 白虎血脉的九文白虎老祖 以及双翼腾蛇老祖 至于其他的事 在抓捕这三位妖族大圣面前 都得靠边站 想到这儿 其静心脸神 独属于准地强者的神石 肆无忌惮地扫荡着 整个玄域地界 与此同时 虚空之中 久悠感受到 有一道神石 自自己身上扫荡而过 他瞬间便感知到了 这是独属于 陈家十八祖的神石 这让他不由侧目难难 这家伙 还真是肆无忌惮啊 不过这正合他意 久悠微微仰起嘴角 如今陈家老祖已至 一场大戏即将开幕 对于接下来要发生的事 连他都不由为之 期待了起来 与此同时 天玄成 玉竹府 中卿乃至妖族 人族大圣 第一时间感受到了 有一股神石 肆无忌惮地 从他们身上扫荡而过 这让中卿眉头 微微皱了起来 一些妖族 人族大圣 脸色则是为之微微一变 那道神石散发的气息 对于他们来说 相当陌生 但却很是恐怖 宛如深渊一般浩瀚 带着一股至高的气息 让他们感受到了振振压力 蛟龙王敖影皱眉难难 这玄遇之中 什么时候又出了这等强者 白骨大圣 富海大圣等大妖心中 也是微臣 在先前 似他们这等存在 便是屹立在玄遇 金字塔顶尖的存在 然而不知何时 这玄遇之中 出现了一个又一个恐怖的存在 先是奉天殿使者九幽 再就是奉奥天大人 紧接着便是钟卿 如今 竟又出现了一尊 超脱大圣境的强大存在 出现在玄遇之中 平时万载难得一见的无上强者 如今 竟然先后涌现了出来 要说天玄城中 内心最不平静的存在 当属奥奥天了 但见他双眼赤红 身躯微颤 这股气息 那个人的后代 几乎是第一时间 他便从这道神石之上 感受到了一股似曾相识 而又熟悉的味道 对于那个人 他当真可谓是终生难忘 当年的三眼凤犬族 何等辉煌 是那个人 以一己之力 活生生将整个族群 九成九的人 全部咒杀 其中 不乏他的直戏后代 每每夜深人静之时 他的脑海之中 皆会闪现出 当年族群之人惨死的一幕 那一幕 几乎都快成为了 他的阴影噩耗 如今 那个人的后代 竟就这般出现在了 玄遇之中 这也让凤傲天的杀心 浓郁到了一个 前所未有的高度 玄遇 长空之中 陈家十八祖陈毅 在探查一圈之后 嘴角勾勒出了一抹笑容 找到你们了 过程 倒是比本作要想象的容易 他脚步一踏肩 整个人静止消失在了原地 几乎以一步万里的顺移速度 朝着天玄城赶赴了过去 那股神石 一直牢牢地锁定在了蛟龙王敖影 久闻白虎祖老祖 双翼藤蛇族老祖身上 这般情况 让三位妖族大圣大吃一惊 敖影面色彻底变了 对方 好似是冲着我们来的 久闻白虎老祖 我等现在该如何是好 在那股神石面前 他感受对方的实力之强 根本不是他所能对抗的 双翼藤蛇老祖 心中蒙上了一层浓浓的阴影 感受到了一股无边的压力 所有大圣 随我出城 就在这时 钟卿的声音响彻整个玉竹府 听到这道声音的瞬间 以敖影为首的三位妖族大圣 宁中的心不由为之平静了下来 这道声音 在他们看来 好似天籁之音 同时一个个暗暗叹 自己不该表现的这般不堪 要知晓 他们现在已经不再如同以前那般 是一盘散沙了 他们也是有背景 有靠山的存在 而钟卿 无疑就是他们的靠山 一个能驾驭真龙的存在 来人纵然实力不俗 但他们坚信 若自家主人出手 必可以轻松拿捏 想到这儿 一众大圣从四面八方汇聚 静止朝天玄城门口汇聚 钟卿早已先众人一步 出现在了此地 主人 玉主 师父 三位人族大圣 连带着妖族十位大圣 几乎是前后几个呼吸间 赶赴而至 纷纷对着钟卿 俯服行了一礼 钟卿汉手 无需多脸 起来吧 说话间 其眸光悠悠看向远方 感受着徘徊在天玄城 久久不散的神石主人 在急速靠近 眼神一眯 来者 不善啊 玉主 这道神石的主人 似乎来自与玄玉相邻的陈玉 就在这时 浮屠殿老祖古言 眼神惊一道 属下早年间 曾去过陈玉 这道神石 给了我似曾相识的感觉 若属下没有猜错 其乃是陈玉城家的第十八祖 陈毅 此话一出 天玄门老祖引号 和万圣门老祖方权 脸色当即为之一变 齐齐惊呼道 竟然是他 钟卿看着三人 一脸震动的神情 物字引了口酒 淡淡道 此人 有什么特殊之处吗 浮屠宗老祖引号道 玉主 此人有着天大的来历 其出身于陈玉的大帝世家 不仅背景大道无边 乃是陈地之后 一身实力 同样深不可测 传闻 其从大圣强者 突破到准地之时 便斩杀过一个成名多年的老牌准地 实力之强 在同境界中 也是能排得上好的 不过我玄玉人族 从不曾得罪过这位存在 不知道 他这般气势汹汹而来 目的为何 这个时候 蛟龙王敖影开口了 对方 是冲着我 以及九文白虎老祖 双翼腾蛇老祖来的 他们皆从对方锁定在他们身上的神石上 感受到了一股势在必得之意 这种感觉 他们很熟悉 这事 将他们当成猎物了 随着蛟龙王开口的瞬间 人族三位大圣 心中不由未知一臣 都感受到了一股无形的压力 若是在中青一统玄域之前 妖族大圣 被这等恐怖的强者盯上 他们怕早就恨不得拍手称快了 就在这时 凤傲天开口了 师父 此人 能不能交由我来解决 在经历一开始的内心情绪翻涌之后 此刻的凤傲天 很明显能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只是那眸光闪烁过的一抹尸杀 还是让人感受到了一股心惊 中青看了自家这个徒儿一眼 对于三眼凤犬族和陈帝的恩恩怨怨 他多少是知晓一些的 自家徒儿想要报仇 他自然是要支持的 只是 你有把握吗 要知晓 如今的凤傲天 只是大圣巅峰修为 而对方乃是准地修为 双方之间 表面看起来或许就差着一线 但这一线 对于世人来说 无异于天欠 凤傲天咧嘴一笑 师父放心吧 当年的我 或许太过狂妄了些 但是对付不了陈帝那老家伙 若是连其一个子孙后代都对付不了 那我三眼凤犬族 也不至于在当年打下过赫赫威名了 此话一出 一众妖族大圣心中各异 这凤傲天大人 竟然这般自信吗 想要以一届大圣之躯 逆战准地强者 能做到吗 他们心中没底 但又感觉 似乎也不是不可能 毕竟这位 当年就敢直接叫板大帝的存在 若是连准帝都对付不了 如何有信心去挑衅大帝强者 在一众大圣心思各异之际 远方虚空陡然传来一阵涟漪波动 却见一道身影 自虚空之中跨越了出来 他身躯魁梧 体格壮硕 身穿玄黄法袍 物以现身 一股独属于准地强者的恐怖 威压自其身上绽放开来 惊扰了九天风云 也震动了万里长空 更是让天玄城中 无数人心中恍然 这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先前天玄城 才经历过一场大变 现在又来 有人喃喃 看着屹立在长空上的那道身影 只感觉好似九天之上的神龙 在俯瞰尘世间的蝼蚁 那种高高在上的姿态 让人内心本能的不舒服 但那股至高无上的威压 却又好似天威一般 让人本能感觉自身的渺小和卑微 看向蛟龙王以及双翼腾蛇老祖 九闻白虎老祖 好 好 好 他长笑一声连到三声好 本以为你们会仓皇逃窜 倒不想 还算识识物 竟会在一起等着本座来抓 倒是省了老祖一番功夫 这番姿态 当真高傲到了极点 完全没把现场众人放在眼里 中卿见此 眉头一挑 你想要带走他们 恐怕没那么容易 你什么层次 也敢来管本座之事 陈家十八祖眸光 看向中卿 那双倍岁月轻染过的双眼 带着一股射人的压迫感 整个人犹如九天之上的神奇 带着无尽冷漠之意 其身上的气势太过恐怖 哪怕只是往那一站 也能让诸多人族和妖族大圣 感受到一股无边恐怖的压力 然而中卿丝毫不为其气势所设 只是背负双手 冷漠地看着陈毅 在下玄于欲主 这些妖族大圣 皆是我麾下 你要带走他们 还得问过我同不同意 这话 让陈毅有些讶异 竟然是玄于欲主 甚至 看这情况 其还得到了整个人族和妖族的认可 他虽久久未曾踏足玄域 但玄域格局 他大体是知晓的 能让整个玄域人族和妖族大圣收心 足以证明其不简单 而且对方在他气势的压迫下 竟然如此镇定自若 综上种种 对方恐怕也是一尊准地级强者 不过那又如何 他在刚刚正就准地之际 便能搏杀老牌准地强者 纵然中卿是一尊准地 他自信 也不会有半分改变 想到此 其冷冷道 本座乃陈玉陈帝之后 陈家第十八祖陈医 今天前来 只为抓捕三只大圣妖兽 念你修行到这个境界不易 此刻速速退下 我可不与你计较 如若不然 你恐怕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 钟卿脸色一冷 你在威胁我 不 我只是在称述一个事实 这一幕 让一旁的凤傲天彻底坐不住了 小子 你有什么资格 敢以这种口吻 和我师父说这般话 其脚步向前一踏 整个人目光死死看着陈医 正所谓仇人见面 分外眼红 三眼凤犬足和陈帝之间 可谓有着不死不休的仇怨 陈医身为陈帝之后 也算是仇人的一员 此人在踏足他面前的时候 便已经上了凤傲天的必杀名单 对方竟然胆敢 这般轻视师父钟卿 更是让他的杀心 凝聚到了一个全心的高度 凤傲天全身紧绷 杀鸡 紧紧锁定住了陈医 俨然随时要发动致命一击 凤傲天那毫不掩饰的杀鸡 引发了陈医的注意 他毫不在意 反倒是一脸惊奇到 一个小小的大胜强者 竟然也想对本座动手 本座真不知道 是该夸赞你英勇 还是该说你愚蠢 不过 为何本座在你身上 感受到了一股熟悉的气息 陈医疑惑间 突然间 好似有一道 灵光在脑海中闪过 本座想起来了 你就是十五万年前 挑衅出组那个蠢货 很快 起眉头一皱 没理由啊 当年先祖 将整个三眼凤犬族 全部给皱杀了 按理来说 你们本不应该存在 这个世上才是 凤傲天冷哼一声 陈医老儿那老家伙 都还没死 老夫岂能先踏一步离世 小子 你身为陈医之后 我三眼凤犬族的血仇 今天 是时候 该从你身上讨还 几分利息了 此话一出 陈医好似听到了 世上最好笑的笑话一般 整个人 发出了肆无忌惮的嘲笑声 老家伙 我虽然不知道 当年你是怎么逃脱出组的 咒杀之术 但好不容易 捡回一条命来 不如臭虫一般 归缩在阴暗角落 反而还敢出现在 本座面前放肆 你还真是和以前一般 蠢得可笑啊 说话间 他话音一转 背负着双手 目光直视凤傲天 微眯道 说来你身上的血脉 价值不菲 本座原本还未不能 得到此类血脉 而有些惋惜 现在 你出现得正好 正好抓了你前去炼药 同时 也算是弥补了当年 老祖不能尽数 将你三眼凤犬足 尽数灭杀的事物 这个时候 气势积攒到 巅峰的凤傲天洞了 费那么多话作甚 想抓老夫去炼药 也得看看你有没有那个本事 这一动 当真是真龙出海 其浑身迸发出了 无量杀机 周身规则起伏转动 好似秩序神恋一般 最后凝结成了九口大钟 每一口大钟 都高达丈许 由规则编织而成 弥漫着浓浓的道语 深邃 古朴 雄魂 好似自远古 跨越时空长河而现 带着震杀一切的伟力 朝陈毅扑杀而去 陈毅见此一幕 原本微眯的眼神 透露着丝丝寒芒 不自量恋 难难自语间 其同样动望 其单手朝前一压 那只手上 弥漫着丝丝 规则本源的气息 带着一股至高无上的伟力 震压而下 圣人之境 掌握规则之力 大圣之境 可以将规则凝结成 规则之印 而在大圣之后 则是将规则之印 化成一颗道种 这便是进入准地的标志 而将这道种 演变成道果 便是正道成地的标志 只是 这一切 说来简单 每一步的境界蜕变 却是千难万难 想要有准地正 就大地道果之位 放眼整个下界三千玉 亿亿万生灵 数万年 也难见到一尊新晋大地 准地身躯之中 拥有道种 而这颗道种 某种程度而言 便是准地 修行一生的结晶 内部蕴含着 规则本源之力 这规则本源 是比规则之印 更高一级的存在 同等量的十份规则之印 所爆发的力量 也不足以 和一份规则本源相抗衡 也就是说 一个准地强者 完全可以玩虐 十个大圣巅峰强者 这是一种 大道能让人为之绝望的差距 在众人的瞩目中 双方 终是厮杀碰撞在了一起 轰隆隆 二者争锋的刹那间 现场之中 响起了恐怖的大震动 可以看到 周边的虚空 第一时间炸裂 裂缝宛如蛛丝网一般 不断向外 蔓延而去 转瞬间便突破了千里 并且还在源源不断 向外寸寸撕裂而去 一股恐怖的能量余波 自四面八方扩散开来 卷动九天万里 风云大震动 下方的山川 第一时间被湮灭 一平了千百座 也幸好天玄城内 有大阵守护 否则整个城池 恐怕在第一时间被抹拼 到了这等层次的强者 所爆发出来的威能 太过恐怖 对于普通人而来 跟天塌地线的神战 没什么区别 一刹那的碰撞过后 战场出现了短暂的寂静 这是 分出胜负了吗 所有大圣 全都秉着 呼吸看向战场 心神紧绷到了极点 战场之中 神光闪烁 法则之力纵横 狂风四溢 尘烟滚滚 带着无尽雷霆奔腾躁动 天穷之上 出现了一个硕大的黑洞 好似天地都要被洞穿了 这是双方交手后的余波波洞 随着众人定神看去 但见虚空之中 陈家十八祖臣一单手在颤动 丝丝血珠 顺着手臂滑落而下 他难以置信地看着这一切 自己 竟然受伤了 一个准地强者 竟然被一个大圣镜的蝼蚁 给打伤了 反观奉奥天 身体之中的血液 在奔腾咆哮 好似星海 在翻滚一般 一身战役席卷云霄 整个人的气势在不断上涨 仿佛没有极限一般 一双眸光 宛如大日 那目光太过犀利 似能灼烧神魂 这一幕 让一众大圣强者 无不大吃一惊 准地强者 在他们眼中 已经是大到天边的人物 这陈家第十八祖 在准地境内 战力也是能排的上号的存在 然而 第一次交锋 竟然是奉奥天 占据了上风 虽然他们 早已知晓奥奥天的不凡 但这般情况 还是超出了他们的意料之外 毕竟 准地强者 已经是半只脚 踏足了地境大门 和大圣之境 完全就是两个不同的层次 境界之间越往后 差距越大 能在这般情况下 还能逆境而战的 无疑是绝世妖孽级的存在 在一众大圣心思各异之间 却见陈家十八祖臣一脸色 彻底阴溢了下来 谋中的杀鸡 也达到了新的一个高度 在他看来 被奉奥天打伤 当真是他人生之中的 奇齿大辱 他眸光直视奉奥天 脸色冷冷的 倒没想到 你还有这般手段 本座一个大意之下 竟然让你占了先手 能做到这一幕 你完全可以自傲了 不过 你的辉煌 也就仅限于此了 你 做好准备了吗 本座接下来 要开始认真了 陈毅说话间 整个人的气势 再次暴涨了一大截 这气势之强 当真如天威 似神怒 让观战的一众大圣 感受到了无边的压力 还在大圣三重天的 风铃大圣 甚至险些承受 不住这股威压 险些跪了下去 不过最终 其闷哼一声 那弯曲的膝盖 还是硬生生挺直了 只是嘴角之间 不由一散出了 丝丝鲜血 光是气势的爆发 便一度让大圣三重天的 强者受不了 其他大圣 状态 虽然比风铃大圣好上许多 却也一个个心中 凝重到了极点 这 才是准地真正的威能吗 当真恐怖如斯 光是气势的爆发 便让人险些承受不了 若是真正对上 他们不自觉 将自己 带入到了凤奥天的立场 最后 一个个悲哀地发现 他们甚至撑不到一招 便要被斩杀 这样一个 强大到了极点的存在 凤奥天大人 真的能战而胜之吗 只有钟卿在一旁 不急不缓地喝着酒 似乎对结局 已然有所预料 就在一众大圣心中 为凤奥天捏了一把汗的同时 却见凤奥天养 天长笑一声 随即目光灼灼 对着陈奕道 垃圾一样的存在 也敢在我面前口出狂言 相比起陈帝老儿 你这个不成器的后代 差了简直不要太多 老祖就算让你一只手 杀你 也如载鸡吐狗 这话一出 现场之中 好似发生了 十八级大震动一般 所有大圣 看向凤奥天的眼神 都充满了浓浓的惊恶 和不可思议 这一幕 对于他们来说 实在是太过颠覆了些 要知晓 光以境界而言 陈奕无疑是拥有 绝对优势的 然而 现在他们怎么感觉 好似反过来了一般 陈奕很张狂 从一出场 便是不把所有人 放在眼里 可现在 他们感觉 凤奥天大人的张狂 比之陈奕 无疑是 有过之而无不及 其实相比起以前 如今的凤奥天 已经算是收敛许多 但是这话 却是将陈奕给弃坏了 他堂堂准地强者 更是拥有 大地级强者靠山 谁见了他 不是恭恭敬敬 但是现在 一个大圣级的蝼蚁 竟然在他面前 口出狂言 大放厥词 还说要让他一只手 也能将他碾压 这不仅是 对他实力的一种侮辱 更是对他人格的一种践踏 轰 其内心的震怒 好似火山 喷发一般 杀鸡 更是如无量海水 一般喷涌而出 似要冰封这片天地 洞穿这片地界 这杀鸡 让观战的一众 大圣心神无不一领 只感觉 神魂四都要被冻僵 然而 其一身战役 再次上涨一大截 最后 浑身的战役 化作了一道灰蒙蒙的光 覆盖在了他的身上 这光颇为奇特 看起来好似平平无奇 但若是静心 凝神去感受 便能发现 奇之不凡之处 散发着一股 深邃玄奥的血脉气息 这 这似乎是 风傲天身上的血脉之力 有大圣强者 瞳孔一缩 看来 三眼凤族当年 能够到达这种地步 也不是浪得虚名啊 这种血脉之力 虽然比不上 真正的神兽血脉 但足以碾压 大部分的妖族血脉了 在风傲天的血脉之力 触发之下 他身上的气势 肉眼可见的拔膏 在境界上 居然是暂时做到了 和陈毅相视频的状态 陈毅自然也发现了这一幕 这让他瞳孔微微一缩 然而很快 那波兰的心 便重新被 满星杀鸡所覆盖 他怎么也没想到 三眼凤族的血脉之力 居然这么强横 这个时候 只是 凤傲天虽然能够依靠血脉之力 拉平和他之间的境界差异 修行者之间的厮杀 境界差距 只占据了其中 一个重要的因素 陈毅自认 哪怕凤傲天 依靠血脉之力 将境界拉到了 和自己持平的状态 但以他掌握的手段 依然足以对凤傲天 进行碾压 毕竟 他可是大帝后人 掌握了地级玄机 而这等至高无上的功法 是一些哪怕修为 达到了准地级强者 也没资格接触到的 灭世轮回拳 长空之上 陈毅仰天 长笑一声 这是陈家 出祖陈帝所受 是陈帝观生死 见轮回 看众生 感悟天帝 从而演化出来的 无上杀招 真正的地级玄机 此玄机 若是由陈帝出手 号称可葬往生 可葬天帝 可覆灭 世间一切生机 是真正的无上杀招 陈毅 自然没修炼 到那等层次 但其打出的这道杀招 也足够恐怖 可以看到 其整个人 好似化成了一尊 灭世轮盘 其所过之处 虚空崩塌 便是时空 也好似跟着震动了起来 下方山河大地之上的生机 被抽取 死亡之气 弥漫天穷 好似让人置身于地狱之中 如果说 一开始陈毅还想着 将凤傲天活捉抽血 那现在 他只想将对方给活活打死 死掉的大妖血脉价值 虽然没有活着的高 但仍旧可以动用 伴随着这道恐怖杀招打出之际 长空之上 传来陈一张狂解傲的声音 老家伙 这是我陈家出祖 陈帝所创的绝技 能死在此等 地级绝学之下 你足以自傲了 在这一刻 观战的所有大圣强者 只感觉自身气血生机 都好似要被剥夺 整个人好似 见到了往生轮回一般 这让他们心中 骇然到了极致 这 就是地级玄机吗 蛟龙王敖影 万圣门老祖方权 富海大圣 白骨大圣等 众人心神大战 地级玄机 即便是他们这种 大圣级境界 也是接触不到的级别 他们 也一直未曾见过 地级玄机的真正威能 此刻 哪怕只是观战 众人都能感觉到 一股莫大的恐惧袭来 难以想象 身处战场中的奉奥天大人 又承受到了 何等大的压力 另一边 九幽则是隐匿在虚空中 注视着这一场大战 在看到陈毅 打出这一地级杀招之后 其脸上 忍不住惊叹道 这就是陈毅 自行领悟的地级玄机吗 不愧是拥有大帝 坐镇的不朽势力家族 果然恐怖 就这一绝学 在准地境内 除非对方 能掌握同等级别的杀招 否则 怕是能做到乱杀 这大妖 确实天赋绝伦 竟能以大圣之躯 逆战准地强者 但今日 怕是要隐恨于此了 他摇了摇头 一席间 好似看到了 奉奥天惨死的画面 此刻的战场之中 气势凝聚到巅峰的奉奥天 看着那恐怖的杀招 地级玄机吗 确实有点看透 但老夫说过 你这种货色 比起你出组来说 差得远了 因为地级功法 我也有 正好用你来练练手 天地印 乾坤指 轮回节 轰 在他的身上 迸发出了无量神光 只一刹那间 奉奥天就打出了数道杀招 这些杀招 太过恐怖 几乎是一瞬间 众人便看到 奉奥天 好似变成了一通天大印 似要磨灭这方天地 那指尖 迸发出来的光芒 好似颠覆乾坤 逆乱着阴阳 各种恐怖的杀招 似是连轮回都要将其打穿 这 这怎么可能啊 一众大圣瞳孔俱缩 身躯不自觉颤抖了起来 内心陷入了无边的震撼之中 地级玄机 还不是单一的地级 而是数道地级玄机 此刻的他们 只感觉自己的世界观 都受到了严重的冲击 要知道 地级玄机的珍贵 除去那些拥有地级层次 坐镇的势力 放眼整个下界三千玉中 当属举世难寻的存在 然而现在 他们看到了什么 整整数道不同的地级 玄机杀招 从奉奥天的手中寄出 就跟不要钱一样地丢 实在是太惊人了些 也太过不可思议了些 以前的一众大圣 只知道 他们和奉奥天之间 差距很大 但是具体有多大 他们并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 但是现在 他们算是 真真切切感受到了 这其中的距离 这 双方之间 完全就不是 一个档次的存在 在一众大圣心 神起伏动荡之间 奉奥天和陈家十八祖 陈役的厮杀 如气而喻 轰隆隆 刹那间 天地间 响起了恐怖震动 轰鸣之声 这声音 好似开天之音 响彻了大半个玄狱 让玄狱一亿万 生灵其抬头 茫然看向长空 不明白 到底发生了什么 天地间 原何会发出 这一般恐怖的震动之音 现场之中 更是如同陌世之景一般 众人隐约好似看到了 有轮回之路在断裂 有什么在嘶吼 天地法则之力在崩塌 周边的虚空在寸寸塌陷 这种情况 太过骇人 地级玄技 携带着无上伟力 这种伟力 超脱了常人想象 触及到的领域 更不再是纯粹的力量 乃至法则 规则 更是道德另类运转 而在双方交手的刹那间 便已分出了胜负 只一瞬间 陈家十八祖陈一的身体 便被撕裂 不 一声惊恐到极致的大吼 传荡四方 响彻云霄 陈家十八祖 本以为自己 在使用出压箱底绝技后 这场战争 会以催枯拉朽的方式结束 然而 他猜中了这开头 却错算了这结局 催枯拉朽确实出现了 被碾压的对象 却是变成了他 他甚至能清晰地感受到 自己的身体被撕裂 他眼神充满了惊恐与慌张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你会递极玄技 而且还会这么多 他声音嘶吼 充满了不可置信 嘶吼中 却只能眼睁睁看着 自己的神魂 在一寸寸被湮灭 轰 在一连串的轰鸣爆炸声中 这位陈家十八祖 伴随着他不甘的嘶吼声 开始神魂俱灭 尸骨无存 彻底化成了飞灰 他可能怎么也没想到 一个在他眼中 根本不值得过多关注的玄遇 会成为他最终的沉眠之地 说着最狠的话 挨了最毒的打 莫过于此 这一切说来话长 但自沉溺出现到覆灭 仅仅不过一刻钟 伴随着滚滚尘埃散去 现场之中 出现了死一般的寂静 蛟龙王熬饮吞了口唾沫 只感觉身在颤 心在抖 内心更是生出了一股恍惚之感 一尊准地级强者 就这样 莫了 此刻的他 看向傲力长空的奉傲天身影 心中生出了 无限敬畏 直到这个时候 他才发现 对方当初 收服他的时候 是多么仁慈 但凡对方用出十分之一实力 恐怕他现在坟头 都开始长草了 不过 待他眼光撇到自始至终 都是一脸云淡风轻的神色之后 心中对钟卿的敬畏 更是达到了极点 这奉傲天大人以前 厉害归厉害 但可没有掌握 地级玄机这等恐怖杀招 而联想到 先前他一直叫钟卿师傅 顺着这个方向 稍微一想 便能知晓 对方的地级玄机 出自何处 这个发现 让他心中的波涛 更是翻涌上了一个台阶 其余大胜强者 同样想到了这一层 一时间 看向钟卿的目光 更是惊畏了天人 另一边 正在暗中观察 此战的九幽 则是差点没下到 原地蹦起 心中更是惊骇到了极点 陈家十八祖 在一众准地之中 也算能排得上好的强者 可就是这样一个人 还是在使用了地级 玄机着等无上杀招之后 竟然败了 不仅败了 还是以被碾压的姿态 以魂飞魄散的方式收场 他将自己换算一下 带入对方的立场 可结果 让他心头沉入了谷底 那就是 若是自己和凤傲天对上 结果并不会有什么不同 自己虽然出自凤天殿 但同样 也只掌握了一门 地级玄机而已 那还是幽名帝君大人 看待他忠心耿耿 在玄域维持人族 和妖族阁 无数万年 出力无数的份上 赏赐下来的 严格意义上来说 他的实力 和陈家十八祖臣役 差别不大 纵然强过对方少许 可这强度也有限得紧 这个时候 他心中不由生出了 一阵后怕之色 还好当初 自己替帝君大人传令 遭遇中卿拒绝之后 自己并没有轻举妄动 如若不然 以凤傲天 如今展现出来的战力来看 他都根本不是对手 更何况 是凤傲天的师父中卿了 这中卿 到底是何方神圣 先前的中卿 便已经展现出了诸多不凡 能培养一万先天道体的弟子 上天道榜 如今 其名下一个弟子 竟然能用出数种地级玄境 这让他心中 生出了浓浓的不安之感 他感觉到了事情的严重 好似脱离了自己的掌控之中 与此同时 陈玉 陈家 陈家三祖陈霄 和陈家九祖陈谋 正在一座大殿之中 齐聚一堂 二人盘坐 在一场桌之前 轻桌一口小酒 神态轻松 姿态谢意 但十八回来之后 我陈家 恐怕要再出一尊大地了 陈霄饮着酒 眸光看向窗外远方 神色说不出的振奋 一门双帝 必然能将我陈家的威势 推向另一个巅峰 陈眸同样振奋不已 他们等了漫长岁月 一直再等一个机会 而现在 这个机会 已经出现了 陈家三祖陈霄庸了 递换了一个舒适的坐姿 算算时间 十八此刻 应该已经到了玄域了 若是一切顺利 说不得此刻 已经在回转的路上了 这对于我陈家来说 无疑是一场天大的机缘和幸运 两位准地喝着酒 聊着天 畅想着未来 毫不惬意 一时间 似乎连空气中 也充斥着一股欢乐的气氛 然而就在这时 一道金黄之声 打破了此地的宁静 三祖 九祖 大事不好了 十八祖的魂牌 破碎了 陈家当代家主 惶恐难安的声音 在大殿门口响起 也让空气中原本轻松的气氛 瞬间变得凝制了起来 呈现出了死一般的安静 更让大殿内的两大准地 脸上的笑容 声名咆哮的声音传了出来 怎会如此 十八乃是准地强者 身负地级玄技 更是出祖陈地之后 有着绝强的实力和背景 如今不过去了一趟小小悬域 放眼整个悬域 谁能伤他 谁敢害他他性命 伴随着咆哮声响起的同时 一股独属于准地的威压 静止绽放开来 整个大殿 在第一时间被镇成飞灰 独留在准地威压下 惶恐难安的陈家当代家主 瑟瑟发抖道 老祖 呼吸都显得困难的酸 心中当真是惊怒到了极致 废物 此刻的他 双眼赤红 发出了一声震耳欲容的怒吼 不管是谁 胆敢害十八性命 我必让他血债血偿 话音落下 其整个人手腕一番 静止多了一张传送卷轴 随着他将传送卷轴撕裂 其整个人 瞬间被一道清光所包裹 三族 冷静啊 莫要冲动 一旁的陈家 九祖陈谋见词 好似预感到了什么 脸色大变道 如今十八被人害死 你叫我怎么冷静 你放心 三日之内 我必提着真凶头颅悔转 以记十八的在天之灵 陈家九祖陈谋还欲再劝 可陈霄的身影 直接消失在了原地 这是能直接传送一遇的 传送卷轴 珍贵程度 天下罕见 哪怕是陈谋 手中也没有存货 想要追赶 也只能是望尘莫及了 随着陈家三祖陈霄 消失在原地 陈家当代家主 在一旁哭丧着脸道 陈谋柔了柔眉心 此刻的他也是心乱如麻 内心之中 更是隐隐生出了 极许不好的预感 先前十八放下豪言 三日之内 必然回归 可如今三天时间还没到呢 人直接就没了 如今 三祖陈霄同样说 三日时间回转 他真担心 但是很快 他在心中安慰起了自己 悬域之中 根本不可能 有大地这等存在 或许十八遇到了 旗鼓相当的敌人 只是既差一筹 这才丢了性命 三祖实力 比之十八要强大不少 理应不会遇到什么危险才是 纵然不敌 想要逃得性命 应该不是问题 想到这儿 他心下烧安 一脸烦躁地挥了挥手 十八陨落之势 暂且莫要张扬 且带三祖回来 再做商议 天玄成 随着凤傲天 一举将陈毅轰杀 其之内心 只感觉一阵透心凉的爽 陈弟和三眼奉犬族的恩怨情仇 终是在今日 收回了几分利息 当然 这一切 都离不开自家师父的帮助 若非师父提供的气韵结晶 他的实力 根本不可能在这么短时间内 恢复到巅峰 若无师父提供的地级功法 今天 想要杀这丝 还真有点难度 想到这儿 其心中不由对中卿 生出了一股浓浓的感激之情 回想到自己和师父 相遇相识的过程 他到现在 都有些如梦似幻之感 奋傲天深吸口气 定了定神 正当其以为 这场战役 已经尘埃落定之际 但见虚空之中 刚刚经历了一场大战 下方山河大地破碎 塌陷的虚空 正在缓缓修复愈合 空气之中 还弥漫着一股残破的战火之气 但见虚空一阵颤动 空间撕裂而开 一名老者满脸杀意地走了出来 这忽然再生的变故 也顿时吸引了 中卿风奥天等人的目光 来者正是陈家三组陈霄 此刻他毅力长空 看着天地之间 到处都是陈意散落的魂光 让他本就赤红的双眼 不由变得更加心红了 是谁 胆敢杀我陈家十八祖 他眸光扫视着在场众人 心中之怒火 几乎快要将其理智吞没 身上的杀鸡 锁定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身上 不管是谁 今日 我要你们在场所有人陪葬 一声怒吼 宛如来自地狱的恶灵 震动天上地下 而这一幕 让原本准备就要离开的九幽 停下了身影 眸中露出了极许一色 这陈家老祖 一个个脑袋被驴踢了吗 不一起出动 非要一个个上赶着送人头 他心中颇为不解 但大受震撼 不可否认 陈家三祖实力 确实要比陈十八祖高上一些 但这高度 有限的紧 其根本不可能是 能将陈毅秒杀的凤奥天对手 更遑论 在凤奥天身上 还站着中青这样一尊靠山了 虽然他无法确认 中青的实力到底有多强 但想来 战力不可能比凤奥天低 不过 局势到了现在 他也不急着走了 与此同时 天玄城门前 其他大圣一个个看着陈家 三祖陈霄的身影 一个个面面相去 若是先前 这样一尊准地及强者满事不善 杀鸡滚滚地看着他们 他们心中可能还会产生紧张 乃至畏惧的情绪 那随着凤奥天大人和陈毅这一战 此刻的他们 无疑拥有了直面准地的底气 而凤奥天 在看向新出现的陈霄之时 很快感受到了 他那流传来自陈地血脉的气息 这让他惊诧 转瞬间化成了狂喜 今天是什么日子 收个利息 还能收一送一 这简直就是意外之喜 想到这儿 他一脸凝笑地看向陈霄 陈地老的后代 都是这副尿性吗 一个个在老祖面前 拽得跟二五八万似的 先前大放厥词那货 现在已经被老祖打得魂飞魄散 却不知 你的实力比之他如何 也敢在老祖面前这番叫嚣 这话一出 陈家三祖脸色瞬间猙獰了起来 就是你杀了十八 不错 老祖杀了他不算 今日你这老灯也难逃一死 说话间 凤傲天就要动手 但在关键时刻 却被中青叫停了 托让开 让施法打一下 不得不说 先前凤傲天和陈毅的一战 看得中青多少有些热血沸腾的 这屁屁啪啪的一顿轰 真的很帅啊 他也好久没有动手了 很想看看 以他如今的实力 能否干掉准地级强者 毕竟他现在的境界和真实实力 有一点点不一样 可是差了到底多少 他是真没格数 所以说话的同时 中青也缓缓腾空而上 踏上了虚空 和陈家三组对空而立 而凤傲天在听到自家师傅 想要热热身 愣了一下后 心中也是一阵亚异 更充斥着一股火热 毕竟 他跟随在中青身边 也有漫长时间了 却还未曾见自家师傅 真正意义上地动过手 这难得自家师傅有动手的欲望 他当真求之不得 顺便观摩学习一下 师傅的手段和本事 而其他众人 也是涌现出了 无比强烈的期待感 双方实力差距太大 过程实在太短 甚至都称不上战斗 人族三位大圣 同样想见识一下 这个到玄域上任之后 便给他们带来无限惊喜的御主 其真实实力到底有多强 便是隐匿在虚空中的九幽 目光也炽热了几分 他没想到 自己原本都要走了 竟然还有机会 见识一番中青的手段 若能通过陈家三组 来测量一番中青的深浅 那这陈家三组 纵是死 也算是死得极有价值了 可以说 在场的所有人 全都接下来要发生的事 充满着期待 唯独屹立在虚空之中的陈霄 心中本就奔腾的怒火 此刻更上一个台阶 他堂堂准地强者 去哪不是万众瞩目 众心捧月的存在 如今 他怀着满心怒火 前来复仇 奉奥天如此无视他 也就罢了 一个不知道从哪跳出来的垃圾 也敢这般轻视他 要拿他来练练手 把他当成什么了 一个无足轻重的小角色吗 一时间 陈霄只感觉 人格受到了严重的羞辱 尊严都受到了无尽的践踏 给我死 内心的杀鸡怒艳 怒火滔天 其身躯一踏肩 整个人好似蔑视末盘一般 静止横压而下 好似要磨灭天地间一切生计 身为陈帝之后 他自然也掌握了蔑视轮回权 这等地级玄技杀招 甚至这绝学 自他身上施展开来 远比陈家十八祖臣一要恐怖得多 威呢 最少提升了数成 由此可见 准帝虽然只是大圣道地境之间 一个过渡的阶段 并没有明确的等级区分 但准帝和准帝之间 同样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也看得出来 这位三祖虽然愤怒 但也没有完全失去理智 这群人能够杀死十八 所以他没有半点看清 上来就是最强杀招 此刻 屹立在大地之上的钟轻 看着迎面来的恐怖杀鸡 心中只感觉前所未有的宁静 下一刻 他动了 持我一掌 悠悠的声音在天地间传开 静止传入到了陈霄里 什么东西 陈霄眉头一皱 不明所以 然下一刻 他发现 钟轻竟然在他的视线中消失了 很快 其心中有所感应 待抬手看去时 整个人瞳孔不由一缩 轰隆隆 但见长空之中 传来一道撕裂的轰鸣声 伴随着这无尽轰鸣声响起的 是一只无边无言 绵延无际的巨掌 这巨掌有多大 很难以肉眼去测量清楚 甚至是触动神时 也感受不到奇之边际 给人的感觉是这一掌 似能包容整片天地 巨掌之上 晶莹之光闪烁 浓浓的道运 弥漫开来 似能划破古今岁月长河 大手上面 弥漫着一股至高的气息 不可揣测 无法丈量 不可匹敌 这 这怎么可能啊 陈家三祖陈霄 看着这铺天盖地的一只大手 只感觉手在颤 心在抖 神魂在震动 这一刻 他恐惧了 一股良意 自心中生疼而起 转瞬间 便密布了四肢全身 因为他明显感觉得到 自己和这一掌 根本就不是同一个层次的存在 陈家 到底招惹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怪物 不 一声惊恐的大鹤 震动长空 陈家三祖陈霄 这一刻 忘记了复仇 忘记了所有 他此刻 最想做的一件事 就是逃 逃得远远的 然而 在不断尝试之后 他发现 逃命 于他而言 好似都成了奢望 那只大手 覆灭了四周虚空 甚至连时空 都好似被封锁了 他就以匀速 在缓缓降落 这一落 好似九天在头顶塌陷 还未临近 便给人一股 无法匹敌的 亘古厚重之感 任陈霄手段进出 也伤不了那大手分毫 更遑论是 破开大手的防御了 然后 陈霄只能看着 那只大手一步 一步再靠近 眼睁睁看着自己 在大手覆盖下 直接被拍成了血污 而他唯一能做的 便是发出和陈家 十八祖陈翼一般 死前惶恐而不甘的惊吼 一尊准地级强者 在钟情手中 好似蝼蚁一般 直接被拍成了血污 然而在拍死陈霄之后 这只大手去世不渐 依旧朝大地拍接而去 掌心未到 光是其气势 便引得整个地面 发生了恐怖的大震动 地面之上 无数地脉在这一掌的气势之下 尽数化成了肥灰 天地规则之力 在这一掌之下 全部化成开了积粉 这一刻 整个玄域 似都要被这一掌 先翻了过来 生活在玄域这片土地上的 亿亿万生灵 此刻明显感受到了 大地在震动 这让很多人惊悚 到底发生了何事 今天 圆河频频发生这等怪事 先是出现了奇怪的声音 如今 又出现了奇怪的大地震动 当然 大多数生灵 是没什么感觉的 只当其是自然规律现象 唯独身处战场附近的生灵 才明白 玄域之中 到底发生了何等惊天巨变 天玄城外 身处虚空的钟情 眉头一挑 吓了一大跳 他不过是想试一下 自己的实力而已 但这一掌 造成的破坏力 远超他想象 若整个玄域被掀翻 无数生灵因其而惨死 那当真成为莫大的罪过了 他心神异景 赶紧将掌力撤回 随着这一掌撤回 原本微轻的大地 这才停止了晃动 撕裂的空间 也这才渐渐趋于好转 呼 钟卿停顿在虚空之中 深吸了口气 看着自己撤回的手掌 有些失神 虽然心中早已经有所猜测 自己的战力 应该会很强 但强到如此离谱的程度 还是让他有些始料未及 一掌 差点将一域给掀翻 连准帝都测试不出自己的极限 现在的他 当真有些挠头抓瞎了 他才圣经六重天啊 要不要这么离谱 唉 钟卿悠悠一探 他时常为测量不出自己的极限 而有些许烦恼 而在钟卿叹息之际 下方的众人 却是彻底傻眼了 凤傲天咕咚吞咽了下口水 整个人莫名显得有些呆滞 他感觉 自家师父 先前刚刚 应该只是在热身 毕竟 一个他都能杀的垃圾 怎么可能会能让师父动用权力 但就是热个身 差点没把整个玄域给掀翻 若是权力出手 难以想象 唯一能将恐怖到何种程度 是不是只要师父愿意 下届三千玉 都能被师父一掌干报废 这 他第一次如此清晰 且直观地感受到 自己与师父之间的差距 自家师父目前所在的高度 恐是他余生 都要为之追赶的方向和目标 而先前被中青 在南州收服的白骨大圣 雷霆大圣 富海大圣 等一众妖族大圣 不由地回想起了 他们先前和中青动手的场面 然后 冷汗当场就被吓出来了 他们感觉 自己现在还能活着 当真是天大的幸运 尤其是雪记大圣 更是一脸吃惊地看着中青 这个先前被他调戏的男人 小脸更是一阵煞白 直到现在 他才意识到 自己调戏的男人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存在 至于人族三位大圣 此时心中 更是泛起了无尽的涟漪 先前他们隐隐有所猜测 玉主 极有可能是一尊大帝 但现在 他们可以肯定地说 玉主 绝对是一尊大帝 可以说 中青这一掌的风采 将在场的所有人 震得不要不要的 也让远处藏匿在虚空中的九幽 吓得脸色一片惨白 整个人更是头也不回 惊悚逃窜去 太惊悚了 太恐怖了 那是一尊准地啊 放眼整个下界三千玉中 准地 也绝不多见 更是堪称 屹立在金字塔上游的存在 然而 就是这等强者 竟然被人如同拍蚊子一般 直接给拍死了 甚至整个玄域 都差点直接被拍翻了 这当真是准地能拥有的力量 反正他自己是 万万做不到如此程度的 一想到自己先前 竟然对中青生出了杀鸡 九幽便不由抽了的冷战 被吓得不轻 这样的人 安是他有资格算计的 想要对付中青这般存在 恐怕 只有出动大地才有可能 这一刻 九幽爆发出了生平最快的速度 陶冶势地离开了玄域 玄域太危险了 他片刻都不想待在此地了 其只能以最快的速度 将这消息 第一时间回禀大地 可以说 这一位来自凤天殿的准地强者 直接被中青吓破了胆 陈家三组陈霄 和十八组陈毅 两位准地强者 在玄域迎来了他们最终的落幕 但关于他们陨落的风波 却并未停止 陈毅 陈家 陈家九祖陈谋 正在大殿中来回转步 眉宇之间 带着一股阴郁之色 他眉头紧锁 不时看向长空 想破头皮也想不通 玄域之中 怎么会有能威胁到十八生命的存在 陈家毅历陈毅无数年 陈帝更是威名赫赫的无上存在 一般的准地强者 根本不可能是十八的对手 若对方是大地强者 也不会以大欺小 加之看上陈帝的面子上 也几乎不可能动手 他在思索 到底是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 原本以为 幽冥帝君解除他们 踏足玄域的禁令 乃是天大的喜讯 会使陈家 迈向更加辉煌的开始 万万没想到 这辉煌还没个影子 今天噩耗 就率先传了回来 在如今陈家出祖 外出游历的状况下 陈家的三位准地强者 堪称整个陈家 三大根基之主 如今 十八没了 这意味着 一向稳如泰山的陈家 直接断了一脚根基 若是出祖回来 我又怎向他交代 陈家九祖陈谋喃喃 只感觉心绪 前所未有的烦乱 只希望三祖此行 能有所收获 这个时候 他也只能将希望 寄托在三祖身上 然而 就在其话音落下之际 门外 再度传来一惊天噩耗 九祖 大事不好了 三祖 三祖魂排碎了 一道哀嚎声 在大殿外响起 是 什么 陈家九祖陈谋闻言 顿时只感觉眼前一黑 一阵天旋地转袭来 报信的 赫然又是陈家当代家主 随着他跌跌荡荡 推门而入 陈家九祖陈谋目光 死死地看着他 三祖 三祖离去方不过半个时辰 他 他怎么会在这么短时间内 出现意外 九祖 我 我不知道啊 陈家当代家主 几乎快要哭出来了 今天这事 对于他而言 可谓是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天大的震动 先是十八祖出现意外 但这才过去多久 三祖也相继出事了 他心中惶恐之际 内心更是有些茫然 说句大逆不道 对自家三祖不敬的话 这 这就是 单纯跑去送人头 也不至于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送出去啊 陈家九祖陈谋此刻 却只感觉一股深深的无力 涌上心头 三祖陨落这个消息的传回 当真让他彻底乱了方寸 短短一天时间 陈家 竟然连损两位准地级强者 这 无疑连损陈家两大基石 十八出现意外 或许因敌情不明 还情有可言 然三祖理应知晓对方的厉害 若发现 打不过 难道 连逃跑都做不到吗 若是如此 那这一次的对手 得有多强 他不敢再想下去 越想 陈家九祖陈谋 越是有种惊悚莫名 毛骨悚然之感 他强行让自己镇定下来 毕竟 现在整个陈家 真正能当家做主的 就只剩他一人了 只是 三祖和十八相继折损 他又能如之奈何 事到如今 他知晓 此事早已超脱了 他所能处理的范围 唯一能处理此事 替三祖和十八报仇的 整个陈家 也就只有出祖陈地了 只是出祖 一向神龙见首不见尾 便是他也联系不上 刹那间 深深的无力感 再度涌上心头 身为不朽势力家族成员 他这一生 很少有这般无力的时候 九祖 我 我等现在该如何是好啊 这个时候 陈家当代家主 哭丧着脸问道 陈家九祖陈谋深吸口气 即是心痛 又是争鸣道 三祖和十八的仇 不能不报 派遣大量人手出去 寻找出祖 只要寻到出祖 不管是谁动的手 最终都逃不脱被清算的下场 奉天殿 游民帝君到场 当九祖再次回到此地之时 心神有些恍惚 以往的他 万载岁月也不见得能回来一趟 但是现在 他却三番两次往这边跑 而致使他每次回来的原因 都和钟卿脱不了干系 一想到那个人 其内心不由再次一紧 唯有看到盘坐鱼 远落正中央那道身影后 其心中的慌乱 这才平静了下来 帝君 属下有要事禀告 九幽快步前行 来到幽明帝君进前 俯伏作一 功声跪拜道 正在闭目打坐的幽明帝君文言 缓缓睁开了双眼 他微错眉头 在打量九幽半请之后 方才沉声问道 何事 禀帝君 先前 您让属下传讯陈家 解除陈家三组 禁止踏足悬域的禁令 属下一言照做 那陈家十八组 在收到此消息后 第一时间便踏入了悬域之中 他将自己上一次离开奉天殿后 所作所为 所见所闻 是无惧细地全部禀告了一遍 完后 九幽总结道 大人 这玄域御主中卿 有些超脱掌控之外 属下担心 他 恐怕会对大人的计划 造成阻碍 幽明帝君静静听完九幽所述后 眉头微微一皱 再沉默 两久之后 他方才缓缓昂首 看向长空 双眼带着极许困惑之色 一个徒弟 竟然能掌握数种地级玄迹 以大胜之躯 逆斩准地强者 而他自己一掌之力 湮灭一尊准地不说 甚至差点没将整个玄域给掀翻 难不成 他是一尊真正的大帝 若下界之中 有谁成为新晋大帝 他没理由收不到半点风声 这中卿 还真是一次又一次超出他的意料之外 但下一刻 幽明帝君笑了 纵然是一尊真正的大帝 又如何 实力越强 气韵便越胜 这对他而言 反倒是越有利 终究不过是他手中的一颗棋子罢了 再怎么折腾 又能翻起什么浪花 想到这儿 幽明帝君心中有了计较 他起事而立 副手看向九幽道 陈家两位准地身遇 陈帝必然不会善罢甘休 陈家之人 恐怕一时半会儿 找不到他们这位老祖 便让本帝来助他们一臂之力吧 你且动身前往允星海一遭 直接将此消息 告知陈帝即可 想来 他会很乐意 替本帝解决这个麻烦 是 帝君 九幽闻躬身退去 随着九幽离去 幽明帝君眸光 看向远方 那里 正有一群人在洞天福地内修行 他们 正是自虚域而来的中卿坐下弟子 下界三千域 广阔无边 在这片广阔无边的大地上 孕育着很多神奇的地方 允星海 便是其中之一 传闻这片海域 乃是上古纪元终结之地 曾埋葬过一片文明古史 更孕育着生命起源 天地本质 乃至长生的秘密 部分准地甚至是大地 是以这允星海 同样被世人称呼为 强者的寻宝地 波涛翻涌的允星海上 有不规则的巨石密密麻麻倒插在海面上 那巨石浩大无边 有一半没入海水中 还有一半露出了水面之上 纵是如此 露出海面的部分 有些也高达数万丈 耸露云霄 看起来好似晴天之柱一般 这片海面之上并不平静 有些地方周边 孕育着狂暴的雷霆之力 有些地方 虚空俨然塌陷了一大截 从虚空之中 好似一条硕大的火龙自虚空之中 窜入大海 大火奔腾 好似一片火海一般 类似这样的奇景之地 在这片海面之上 堪称稀疏平常 很明显 这大海周边 连接着很多异度空间 只不过大多数的异度空间之内 并不稳定 有些空间中 弥漫着时空乱流 有些空间中 则蕴含着莫名恐怖的危机 大多数地方 则是被一团不知名的黑雾所笼罩 在这片地界 你永远不知道 下一刻会遇到什么 凶险 未知 神秘 而在波涛汹涌 飓风四溢 雷霆翻滚的海面上 有一片地方 却显得异常平静 那是被一柄长枪锁拢罩的岛屿 火红长枪横插在岛屿之上 枪长万丈 散发着伟岸难民的气息 定住了四十分空 在长枪周边 大海一片安宁 虚空一片寂静 与外面四溢的风暴混乱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当九幽踏足此片地界之时 第一眼就被长枪吸引住了目光 沉地的随身地兵 他心头一动 整个人展开身形 静止前往长枪所在的岛屿上 赶赴而去 这里另有乾坤 是一片生机勃勃的岛屿 岛屿之上 葱龙古墓伶俐 丛林中 阴云紫气弥漫 灵光闪闪 神兮遍地 林中有上古一种出没 丛林上空 有蛊吓在长鸣 而在林中山巅之上 有一股亭 古亭之中 盘坐着一道身影 这是一个青年男子 其身躯修长 体型健硕 五官方正 身穿一玄黄骨袍 看起来 平平无奇 好似一普通人般 然而 看见这道身影的九幽 心中却是一领 只因为 其第一眼 便认出了这人的身份 其 便是有滔天威名的陈家大帝 任何一尊大帝 对于世人来说 都是不朽的传奇 堪称神话一般的存在 而陈帝相比起 其他大帝来说 更多了一分神秘的色彩 其出生于微末之中 崛起于乱世之内 纵观他的成名之路 和杀戮 其自宜众天骄中 厮杀崛起 在成帝之前 一生不是在厮杀 就是在厮杀的道路上 一生征战无数 却从未曾有过败绩 可谓是一尊杀神中的杀神 说他是在杀戮中 正道也不为过 面对这样一尊杀神 哪怕其并未曾露出 压迫性的气息 九幽心中 异不由异己 他小心翼翼 来到古亭前 拱手一拜道 凤天殿幽名帝君 坐下九幽 见过成帝 陈帝一动不动 好似一尊 沉寂万年的雕像一般 其嘴唇未动 却有一道声音传了出来 我和凤天殿之间 并无过多交集 你寻本地何事 陈帝 陈家 出了重大变故 陈家十八祖 和陈家三祖 先后陨落在了玄遇之中 此话一出 原本宛如雕塑一般的身躯 微微一震 闭目的双眼 疏然睁开 那双沧桑古朴的眼眸中 好似一颗石子 溅入湖水般 溅起了丝丝涟漪波动 眉目之间 微微皱了起来 谁干的 冰冷的声音 好似红中大鼓一般 在九幽脑海之中炸响 此刻的九幽 只感觉陈帝的目光 好似两座大山一般 横压在他身上 这让他身躯一颤 心神异景 似乎连空气之中 都充满了燥热的气息 一时间 岂只感觉头皮发麻不止 他虽知道 陈帝之不凡 但万万没想到 对方一个眼神的注视 就几乎快让他受不了 他强忍激动的心 快速道 回陈帝 陈家 三族死于玄域 玉主中青之手 陈家十八族 死于中青徒弟之手 他这徒弟 和您还有些许渊源 乃是当年妄图挑衅您的 三眼凤犬族 老祖凤奥天 全程目睹了凤奥天 和陈家十八族 陈一交手对话 全过程的九幽 很轻易就知晓了 凤奥天的来历 以及他和陈家双方之间的恩怨 中青 凤奥天 陈帝难难 他一生所杀之敌太多 对于凤奥天 他并没有什么印象 死人 是不配被他记住名字的 但现在 这两个名字 儼然被他记在了心里 本帝不过在此地休养万载 西纪能参悟些许奥义 看来 太长时间没出去走动 世人已经忘记了本帝的威名了 敢杀他直系后人 还是他最看重的两个后辈 在他看来 不管对方什么来历 什么身份 再不久的将来 都只会是一个死人 陈帝悠悠叹息间 整个人身躯一动 静止消失在了原地 随着他一同消失的 还有那随他征战一生的 地道神兵 是神枪 随着地道神兵 被陈帝取走 整片小岛 瞬间被漫天巨浪所淹没 九幽自漫天巨浪中 飞升而出 环顾一圈 四周 哪还有陈帝的身影 到了陈帝这种境界 下界三千大狱 处处皆可去得 其一步跨越间 便是万万里距离 玉与玉之间的距离 镇静阻碍限制 或许是常人眼中 不可逾越的天倩 但于大帝而言 根本不是问题 随着月氏临近玄遇 陈帝心中的杀鸡 便强烈一分 似他这等存在 天地万物之间 真的很难再有 牵动他心神的人和事 但对这血脉后代 终究是有几分 特殊的感情和羁绊的 而且 小三和小十八 还是他诸多后人中 实力最为出众 天赋最为强大的 那一小撮存在 未来若有机缘临身 未必不能得正地位 但 就是这样两个 精才绝艳的后代 竟然被人 就这般随意给宰杀了 某种感伤 剑起的同时 伴随而来的杀心 非鲜血性命 难以浇灭和平息 正当陈帝 以急速横跨 一个又一个大狱之时 一道声音 唤起了他的注意 多年未见 却不知陈帝匆匆即行 所谓何事 这道声音 让陈帝脚步一顿 入目看去 但见青山古道间 正站立着一人 他一身轻袍 身躯笔直挺拔 宛如轻松助力 两鬓斑白 带着岁月的极许风霜 双目深邃却明亮 宛如一片繁星银海 沈家 青帝 陈帝诧异 道出了来者身份 这赫然 同样是一尊大帝 青帝狼声笑道 道友 说来我二人 也有数万载时光 未曾相见了 世事无常 岁月无情 纵是我等 又有几个万载时光 都说相请不如偶遇 不如下来喝杯酒水 再行赶路 面对青帝的热情相邀 陈帝摇了摇头 杀星一气 无心痛意 道友的好意 本帝心领了 待到本帝处理完琐事 再登门 与道友畅饮长谈吧 这话一出 让青帝有些讶异 道友可方便言明显 什么事 能引发道友这大杀星 青帝是真的生出了几分好奇 到了帝这般存在 一般很难再被外物勾动心神 毕竟在他们漫长的生命中 见证了太多的人事沧桑 悲欢离别 很多东西见得多了 看得也就淡了 便很难再引发其情绪波动 在青帝诧异的目光中 陈帝面色微微一冷 脸上露出了极雪寒霜 倒也没什么不好对人言的 家中有两位修炼到准帝境的后辈 被人给杀了 本帝正准备去给他们讨一个公道 这话一出 青帝惊恶之际有些错愕道 谁这么大胆 纵然两位贤孙真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看在你的面上 也不该下此死守才是 而这 也是陈帝最为恼怒的地方 都说不看僧面看佛面 打狗之前还得看主人 身为他的后代 就这么不明不白死了 这凶手 是当真半点没把他放在眼里啊 陈帝没在这个话题上继续 他悠悠道 若道友没有其他要事 就此别过了 这凶手一刻不除 我这心中便一刻不得安宁 陈帝说完 刚想迈步离去间 却听轻的连忙道 道友且慢 无此番出行 准备游历下界三千大狱 金正愁没个去处 可建议在下一同前行 也正好见一见 这凶徒 到底有何特殊之处 竟然连道友你的面子 也不给 陈帝闻言 眉头微微一皱 但最终 却是并未拒绝 他还不至于 因为这般一个小小要求 去驳了一个 和他同等层次强者的面子 那就 一同前去吧 就这般 两位大帝 一路结伴上路同行 不到半日时间 两人就横跨了数十遇 最终 来到了悬域之中 随着二人 刚一没入悬域 陈帝心中的杀鸡 经过一路的奔波 已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那属于递进强者的威势 也毫不保留释放了出来 他并不怕凶手 感受到他的契机而逃跑 敢杀他的后人 若是一下子拍死 未免太过便宜对方了 他要凶手 在仓皇不安中 一步步窒息 绝望死去 一旁的亲帝见词 瞬间明白了陈帝的想法 这让他摇了摇头 为凶手默挨了几息 这位陈帝 别看他现在身居高位 一副修身养性的性子 在当年未曾成递前 也是个小心眼的性子 但凡得罪过他的 谁有过好下场 哪一个不是全家死绝 背后势力静灭 甚至被深埋土里的老祖宗 也得拉出来编个尸 确保完全死绝 真将其得罪狠了 他放下身份包袱 照样能干出当年这等流氓事 这凶手得罪谁不好 偏偏得罪这样一位主 杀了人家后辈 偏偏还放消息 走漏了出去 当真是鱼不可及的代表 钟卿并不知晓 自己此刻已然被一位大得 打上了愚不可及的标签 在陈帝肆无忌惮 释放出独属于自身的 递境气息后 他便已经感应到了 在这股气息中 他感应到了 和陈家三祖陈骁 和陈家十八祖陈翼 同根同源的气息 这是 没完没了了吗 先前在天玄城中 陈家十八祖找上门来 被奉奥天活活打死 刚以为已经结束了 又挑出了一个 这才过去了多久 又有人肆无忌惮 找上门来了 御主府内 四季长青的桃林中 钟卿自藤一上站了起来 眸光悠悠 看向那股气息的来源处 脸色有些难看了起来 非是惧怕 而是他讨厌麻烦 这 属实是没完没了了 就在这时 前方虚空处 产生了一阵涟漪波动 奉奥天的身影 自虚空中踏步而出 师父 我感应到 陈帝老来了 对于奉奥天而言 陈帝的气息 可谓是烙印在了灵魂中 刻印在了骨子里 哪怕相隔极其遥远的距离 他也不可能感知错 此刻的他 当真心绪难平 滔滔的恨意 在心中翻涌不断 但他又不得不承认 一个事实性问题 那就是 以他现在的实力 依旧不是对方的对手 当然 他也早已过了 打不赢 还要上去硬刚那个年纪 这年头 实力 可不仅仅代表战力 身后的靠山 同样是实力的一部分 他相信 只要自家的师父出手 区区一个陈地 有何惧在 而听到奉奥天的话 也让中青对来者有所猜测的身份 得到了证实 先前 他已经验证过了 准地 根本不是自己的对手 那么 我能打过大帝吗 这个念头一出 让回过神来的中青 忍不住生出了一股别扭怪异之感 下一刻 他知道 这股别扭怪异之感 来源于何处了 毕竟 他的真实修为 不过是圣集六重天 哪怕他知晓自己的修为 与常人有所不同 但 以圣境六重天 跨越大圣境 准地境 去打一个地境 可能吗 是不是有些 太过疯狂了些 毕竟地 那可是 屹立在整个下界 三千遇巅峰的存在 真是他如今这个修为 可以匹敌的 但很快 中青心中便有了决断 纵然真正硬件实力比不上 他还有不死之身 这不死之身 他已经得到了很长一段时间了 但是一直未曾展现出 其真正的威能来 若是不敌 正好可以借此机会 来验证测试一下 这不死之身的特性 只要不是第一时间被封印镇压 他都能立于先天不败之地 更遑论他还有其他诸多底牌 正好借此机会 和陈家做一个了断 不然 若是三天两头有人找上门来 烦豆能把他给烦死 想到这儿 中青向前迈出了一步 徒儿 去会一会 这所谓的陈地 这一次 中青不准备 让对方打上门来 毕竟 这天玄城 已经成了他在玄域的根基 大地强者之威 稍有疏忽 对于这片地界而言 无异于毁天灭地的冲击 事宜 他准备主动出击 奋傲天在听到自家师父所言之后 浑身一震 狂喜道 是 师父 在他看来 师父亲自出马 这波 绝对稳了 他对中青的实力 远比中青对他本身 要有信心得多 就这般 师徒二人 在谁也没有惊动任何人的情况下 悄无声息 自御主府逃灵之中出发了 与此同时 奉天殿 在陈帝踏足玄域之时 正在道场中 闭目养神的幽冥帝君 疏得睁开了双眼 玄域 作为他谋划了无数年的地方 投注了他太多的心血和精力 他自然不可能完全将九幽 当成唯一看管玄域的后手 在他身旁 悬浮着一股谱青铜镜 这是观天镜 持此镜者 可以观测到整个三千玉 乃是奉天殿的一箭重宝 此刻 这道小小古镜之中 呈现出来的 却是整个玄域之景 陈帝 这也就意味着 整个玄域 恐怕即将迎来一场地战了 却不知 到底是这陈帝技高一筹 还是中青 更甚一尺 哪怕是幽冥帝君这等存在 对接下来的局势 也充斥着极许期待 因为不管谁输谁赢 他都可以稳坐钓鱼台 坐收渔翁之力 咦 下一刻 幽冥帝君惊一声 为何青帝会在此处 青帝的出现 有些超出幽冥帝君的意料之外 不过也只是有些意外罢了 如今整个玄域都在他的监视之下 他自问多出一尊大帝 对他的谋划并不会产生什么影响 玄域 虚空之中 陈帝与青帝并肩而行 他并未第一时间寻找凶手的踪迹 而是眉头微皱 看向四周 最后 目光放到了青帝身上 道友可感受到了一股窥探之意 大帝强者的感官 何等敏锐 就在刚刚 他感受到了被人偷窥的目光 可是他四周寻了一圈 并未找到偷窥的源头 这让他心头微微一沉 青帝自然也感受到了 那股窥探之意 他同样四周找了一圈 并未有任何发现 不过其眸光悠悠 露出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道 若我没有感知错的话 偷窥我等的目光 应该是来自 他指了指天 陈帝瞬间瞄懂 整个下界三千玉 能以天自居的 也就奉天殿了 这奉天殿 当真是越来越霸道了 连我等刑界 竟然也这般肆无忌惮窥探 陈帝本就极差的心情 瞬间又上了一个层次 青帝苦笑一声 奉天殿 乃是下界三千玉的主人 是秩序和权柄的化身 形势本就霸道 这玄玉 严格意义上而言 也属对方的管辖 人家视察自己的领地 我等到也不好指责什么 理事这么个理 但任谁被这么肆无忌惮地窥探 内心都会不舒服 而且陈帝 对奉天殿 是有些微词的 若是在他两个后辈 在玄玉遇害之际 奉天殿能提早发现 并及时出手阻止 又怎会弄到 他这个陈家老祖 白发人送黑发人的近况 当然 事已至此 现在说这些 也无济于事 当务之急 就是将凶手错骨扬灰 敢杀他的后代 他要让对方好好感受一番 什么 是真正的绝望 正当他准备 将神石探出 弥漫整个玄域 抓出凶手之际 身旁突然传来 青帝的惊呼声 道友 你且看那是什么 这话 让陈帝心中 隐隐生出了些许不快 杀星已起 可一而再 再而三被打断 但是又不好发作 同时他也疑惑 什么是能让一尊 大帝强者这么势态 他当即顺着 青帝的目光看去 心中顿时吃了一惊 他看到了什么 但见下方群山万鹤上空 有空间被撕裂而开 久久未必 宛如一张被揉捏过后的纸张 凌乱不堪 错乱重叠 看那模样 俨然是被某种力量波及 而在那撕裂的空间当中 则有一枚金银符文闪烁 那符文 极为深邃古朴 似乎郁郁着天下 最为本源的真理和奥义 透露着浓浓的仙光 这是 仙 仙符 陈帝脸上露出了些许动容之色 仙 哪怕对于大帝而言 也是向往中的存在 这 这片地界 怎么会出现仙符 在二人关注的目光之中 那仙符 也不只是受到了 漫长岁月的侵蚀 还是因为承受到了 其他不知名因素的影响 伴随着咔嚓一声 开始崩塌 溃散 而随着仙符溃散之际 一股浓郁的仙光 自其中喷涌了出来 红隆隆 只是刹那之间 那股仙光 便冲上了高空 震破了云霄 似是要将整个旋域给照亮 与此同时 大地震动 群山万鹤晃动得不停 似是有什么恐怖的东西 要从地脉之中 窜出 这变化 太过剧烈 这一天 整个旋域 亿亿万生灵 都能感受到 有一股似来自史前的光芒 散发出比焦阳 更耀眼十倍的光芒 那是什么东西 有人不解 伴随着种种疑惑 汇聚成了滔天骇浪 响彻于整个旋域上空 也有少数高手 认出了那光芒的来历 瞬间吓得呆愣住了 竟然是 仙 仙光 好像是传说中的仙光 旋域之中 怎么出 会出现这种东西 在整个旋域 无数人心中 大胜强者 就是屹立在巅峰的存在 对他们而言 当真是太虚无缥缈了线 根本不是他们 所能接触到的层次 然而 现在整个旋域上空 都弥漫着浓郁的仙光 这 这是他们所能看到的东西 事实上 不只是他们不敢相信 便是身处现场的 沉地和青地 也不敢相信 眼前所看到的这一幕 可以看到 在仙幅破碎的瞬间 周边的仙光越来越浓郁 一道漩涡浮下而出 这漩涡 以迅而不及眼泪之势 朝四方扩散去 愈眼愈大 愈升愈高 肆意吞噬着周边一切物质 转瞬间 整个群山万和的空间 在漩涡之中 开始崩塌 破碎 化成积粪 便是天上云层 也被这漩涡搅动了进去 沉地和青地在惊骇之中 不断升高后退 最终 来到了距离地面 数十万里的高空 这个高度 甚至已经足以俯瞰大半个旋域 可也正因为如此 他们的脸上更是动容 只因为 那个漩涡 此时已然扩大了 好似汪洋大海一般 风云席卷 中间 隐约可以看到一道 远古青铜大门 那青铜古门之上 同样密布着仙幅 很明显 仙光 便是从这道门户上 绽放出来的 这让臣帝和青帝大吃一惊 一道青铜古门 便能绽放如此仙光 这道门后 又隐藏着什么 难不成 是一个仙玉不成 这个时候 青帝好似想到了什么 但见他瞳孔拒缩道 我知道 这是什么了 允仙秘境 这 这竟然就是上古传闻中的允仙秘境 此话一出 臣帝心中泛起了无边波澜 浑身不由狠狠一颤 允仙秘境的存在岁月 太过久远 久远到 甚至可以追溯到 下界三千玉出现之前 上古之前 那时候的下界 还不叫三千玉 而是统一 被称呼为中周一重天 那是一个群雄并起 万族伶俐 强者为尊 没有秩序和规则的蛮荒时代 传闻有一天 一位仙人 自天穷之上坠落而下 作画于下界之中 而在仙人作画之前 将自己的埋谷之地 改造成了一个秘境 有传言称 谁若能得到此秘境 谁就能得到仙人 一生积攒的负责 那可是仙人负责啊 谁不行动 里面 不排除有仙人传承 仙集神兵 仙集功法 仙丹神药 这些东西 任何一件东西 都足以让各大地级强者 为之疯狂 大地之间 同样是有森严等级 划分的 称帝之后 则需要经历三灾九劫难 三劫九难 是每个地级强者的噩梦 但同时 也是他们 走向更高一步的契机 每度玩一次劫 其道果之上 便会留下一道劫痕 实力便会相应地提高一分 道有云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拥有三道劫痕的 便是三劫大地 也被称虎为之高地 这高地在网上 才有资格 去踏那些的门槛 而臣帝 现在不过是拥有一道 劫痕的一劫大地而已 连至高地都要为之疯狂的东西 他又怎能无动于衷 他看向清帝 呼吸急促道 你确定是允仙秘境 传闻中 当年允仙秘境诞生 引发了上古一众大地争强 不是说 这允仙秘境 在一众大地的争夺中 顿入了时空乱流 消失不见了吗 怎么会隐藏于 这小小玄域之中 清帝摇了摇头 这些上古传闻 距离现今太过久远 真真假假 谁又能分得清几分 我倒是听说过 引发了一众大地争抢 但厮杀到最后 一众大地 却是连秘境之门 都未曾进去 最后在残活的一众大地 休战商议对策之际 有个神秘人 却是以偷天换日之法 直接将整个允仙秘境盗走 至此失去了踪迹 而且 传闻中的允仙秘境 青铜古门上 有三个阵位 只有机器三 把允仙秘境钥匙 置入阵位 方能将门彻底打开 这一点 和此门之上的 三个阵位 完美对上了 如此 我有理由相信 这道青铜古门 便是允仙秘境的入口 只是不知道什么原因 竟然现世了 说来 允仙秘境的现世 和中卿脱不了关系 当时他的那一掌 不仅将一尊准地 给活生生打死 残余的掌力 穿透地脉 将允仙秘境 隐藏在虚空中的 允仙大阵符文 磨灭了一脚 在经过一段时间酝酿后 那被磨灭的 允仙大阵符文崩溃之后 这才露出了 秘境一脚真容 别看如今的秘境 展现出来的漩涡 便有一海之光 可真正的秘境本身 远比其展现出来的 要大上千百倍不止 而随着清帝讲解之间 陈帝呼吸 愈发急促了起来 他万万没想到 一次玄遇之行 竟然能得遇 如此天大造化 这个时候 他早已将替子孙后代 报仇的念头 抛到了九霄云外 在允仙秘境 这等至宝面前 其他一切东西 都得靠边站 毕竟 子孙后辈 没了可以再生 这天大的机缘 要是丢了 那可就真没了呀 另一边 正在路上的中青 和凤傲天 自然也注意到了 玄遇的一变 那浓浓的鲜光 哪怕是中青 也有些诧异 凤傲天 更是双目放光 师父 如此惊天意象 必有重宝现世 师父身为玄遇御主 这玄遇的一切宝物 自然也只能是 属于师父的 中青目光 紧盯着异象方向 他能察觉得到 因为异象的缘故 陈帝的气息 几乎所有的人 都放下了手中的事情 被这异动吸引 这番变化 也让一直在关注 玄遇的幽冥帝君 彻底不淡定了 凤天殿 四纪元道场 轰 幽冥帝君直立而起 整个人散发出了 一股如天威 似神怒的帝威 引得虚空其名 风云震战 整个道场 都好似要翻转过来了一般 他眸光死死盯着观天境 怎会如此 允仙秘境 怎会直接暴露出来 震惊 错愕 诸多情绪交织 汇聚在一起 最终化成了浓浓的不可置信 允仙秘境 是他谋划了 不知道多少年的东西 不知浇灌了 他多少年的心血 眼看再过一段时间 便到了收割的季节 谁能想到 其竟然直接在 两位大帝面前 毫无征兆 就这般赤裸裸的暴露了 这无意为他的谋划 平添了无数波澜 也让事情 变得愈发不可控了 幽冥帝君 脸色阴沉 心绪起伏难平 他并不喜欢这种事情 超出掌控的感觉 但到底是活了 不知多少年的人物 很快 他便将内心翻涌的情绪 按捺了下去 事情 还没到最糟糕的程度 如今 允仙秘境 只是暴露 并未开启 想要开启 只有G7-3 把秘境要是 纵使他们真侥幸进去了 里面的残仙大阵 也不是一般人所能对付的 当年此秘境现实之际 有三尊至高地 便是陨落在这残仙大阵之中 他在玄域布局了这么多年 搜集庞大的气血之力和气运之力 就是为了对付这残仙大阵 事已 哪怕局势到了现在这般地步 他依旧拥有绝对性的优势 想到这儿 幽冥帝君 脸上再次恢复了从容之色 他并未有过多动作 而是准备先进观其变 谋而后动 另一边 允仙秘境上空 出现了一道又一道身影 这些 自然都是被秘境吸引过来的强者 有之尊敬强者 也有圣境高手 甚至还有大圣境的身影 整个玄域之中 虽然整个人族和妖族的高层 几乎都被中青给收服 但玄域屹立至今不知多少岁月 哪怕人族妖族常年大战 也总有一些常年闭关 隐世不出的强者 现在 这些存在 几乎全都被这允仙秘境给炸了出来 而不同修为的人 身处不同的云层空间层次之中 这一方面 是因为身份的差距 另一方面 则是下界三千玉云空之中 当达到一定高度之后 便会有近空之力 这近空之力 可限制修饰 越往上 近空之力便越强 一般而言 至尊敬强者 只能停留在距地面五万里的高空 就在难以往上了 至于青帝和陈帝 则是在数十万里的高空中 看着下方允仙秘境 至于那些 被允仙秘境吸引过来的人 则直接被他们无视了 蝼蚁一般的存在 并不值得他们过多打量 此刻 两位大帝正打量着允仙秘境 青帝打量片刻后到 那远古青铜门 尸入口 想要打开这座大门 距禁太过久远 茫茫人海 苍茫天下 想要搜寻这三把钥匙 谈何容易 陈帝谋中火热之色不减 规则视为弱者而定 强者便要有打破规则之心 一道门户 或许可以成为 阻拦我等进入的阻碍 但 未必没有其他办法进入其中 此话一出 青帝谋光移动 你的意思是 青铜骨门周边 联动的是上古大阵 此阵虽然玄傲 但经历了漫长时光的侵蚀 此阵的威能又能剩下几分 本帝在阵法一道上 同样有着不菲的造诣 给我些许时间 未必不能将这阵法破译 哪怕只破译一脚 我等也足以完全进入其中 夺取造化 陈帝傲然而立 言语之间 对自己有着无穷自信 说话间 他看了青帝一眼 道友 此番秘境 乃是我二人一同发觉 但秘境出事 造成这般天大的动静 难保不会惊动其他强者 此秘境关乎甚大 我二人不若组成联盟 同进共退 一同破译这阵法 同享这其中造化 你觉得如何 正所谓一法通 万法通 能修炼到地境 这个层次的强者 在阵法一道上的造诣 都不会太差 陈帝有此提议 也是希望 能让对方 助自己一臂之力 青帝没有过多犹豫 便同意了这个提议 虽说财物动人心 宝物勾人魂 谁都想将好东西 占为己有 但这允仙秘境 显然不是他一个人 能吞得下的 二人可谓是天然的盟友 这个提议 可算是正中他下怀 既然如此 我等且分头行动 观察着上古大阵运转规律 若能提前一刻 将其破译 我等也能早一刻 将造化落袋为安 以防意外和变过 此言大善 就这般 青帝和陈帝分头行动 深入研究起了 允仙秘境周边的 这座上古大阵 而二人并未发现的是 在双方离开之后 有一道身影 自虚空中踏步而出 静止停留在了 他们刚才所待的地方 此人身材高调 恶挪多姿 兵姬玉骨 不识粉黛 却已是天下角色 举手投足之间 给人一种 赏心悦目的美感 其一双凤幕 看着下方允仙秘境 朱唇微起 当真是造化 谁能想到 不过途经此地 竟能让我遇到 传闻中的允仙秘境 显然 能在此处空间停留的 足以从侧面 证明旗帜实力 这 赫然也是一尊 大地强者 又被世人 尊称为红尘女帝 以往在整个下界三千狱中 属于半透明的玄狱 却因为允仙秘境的出现 汇聚了无数风云 不仅引得三位大地献身 幽名帝君关注 更是让无数玄狱本土生灵 为之疯狂 而中青 带着凤傲天 在日落西山之际 同样感复到了 这让无数人为之疯狂的 狂欢盛宴之地 允仙秘境 虽是一角之地露出 却是上城云霄 下界地脉深处 绵延万里长空 接通未知的时空节点 陈帝和青帝分头行动 观测秘境周边的上古大阵 西纪通过研究 上古大阵运转规律 破开这大阵一角之地 从而进入允仙秘境之中 进而夺取秘境内的质保 然而随着二人 观测不到半个时辰 双方再次汇聚在一起 两人立身于距地面 十万里云空之中 陈帝脸色有些难看 这上古大阵 悬傲复杂程度 远超想象 原以为此阵 在漫长岁月的侵蚀下 想要破解并不难 但现在看来 确实我想得太简单了 以本帝的阵法造诣 没有成百上千年时间 恐怕根本难以破开 一角之地 一旁的青帝陈寅 沈家有一只宝 天机盘 此宝能推演天机 解析阵法本源 若是有它相助 想来足以让我等 对此秘境的阵法 破译速度 提升数个档次 陈帝闻言 沉稳如山的脸上 不由闪过一抹喜色 那就烦请道友走一趟 顺便 本帝也正好乘此时间间隙 将一些因果 料理干净 说到后面 其眸光之中 已经有一抹杀鸡 在酝酿 青帝神色 微微移动 他沉音片刻厚道 在下此次前行 便想看看 这悬域之中 到底有着什么人物 竟不给道友面子 胆敢对道友后人 痛下死守 所以 我也去看看 那不知天高地厚的人 再动身也不止 沉帝汉手 自无不可 夕阳斜下 残阳如血 空间之中 一个浩大的漩涡 笼罩了半片长空 席卷了数万里之地 深邃 浩瀚 散发着一股 岁月沧桑的亘古气息 好似要将整个悬域收纳其中 师父 这 似乎是传说中的 允 允仙秘境 高空中 残阳下 凤凰天看着 漩涡中央的青铜骨门 一脸吃惊动容道 除了惊讶动容之外 还有一份 狂喜在蔓延 允仙秘境啊 这可是号称 真仙的埋谷之地 仙人的传承之所 里面的宝藏 随便拿出一件来 放在外面 恐怕都是价值无量之物 甚至能让大地 都为之心动 眼红的存在 这让他怎能不惊 如何能不惜 中卿也有几分讶异 他第一次听说 允仙秘境时 还是在虚域之中 那个时候 至尊敬的独孤风 和他打赌 输了他一把允仙秘境钥匙 第二次听说 这允仙秘境 是在前往玄域的道路上 刀圣宗宗主 赵风之子赵瑜 因为怀有允仙秘境钥匙 遭人追杀 也因此 他身上不知不觉之间 便收集了两把允仙秘境钥匙 现在 这钥匙还没集齐呢 这允仙秘境 倒是率先出现了 正在中卿沉阴之际 凤奥天魔光一转 师父 我们是否现在就要 将这宝藏给取了 对于自家师父 能否取到秘境 凤奥天 是丝毫不担心的 毕竟 当初就是中卿 待人在轻描淡写之间 取走了整个三眼凤犬族的宝藏 尤其是那一手 神乎其神的破阵手段 凤奥天现在想想 仍旧感到惊艳和震撼 虽说 三眼凤犬族所在的兽族秘境 和这允仙秘境不在一个档次 但凤奥天依旧坚信 这个秘境 根本难不住自家师父 可以说 在和中卿接触的这些时间之中 中卿几乎在他心目中 刻下了一个 无所不能的印象 中卿闻言 意味深长地笑道 来到了距地面八万里的高度 这个高度 足以俯瞰整个陨仙秘境 四周围绕的 再非白云 而是一股无影无形的立场 这股立场 好似潮水一般 无处不在 带着庞大的压迫之力 这 就是弥漫在高空之中的净空之力 八万里这个高度 一般而言 只有大圣境界 才能停留驻足 若修为不够之人 根本升不到这个高度 强行攀升 恐怕瞬间 就能被这股立场 挤压成血污 当然 钟卿情况有些特殊 是一个能以圣经六重天 逆法准地的存在 这般程度的净空之力 对他造不成丝毫影响 两人身处 漫漫长空之中 凤傲天眸光一转 师父 这陈地老儿 先前在弦域露出瞬息气机之后 转瞬间便消失不见了 再联想到那个时候 这陨仙秘境爆发出了滔天动静 想来 他必是被此秘境吸引 不过 他一开始出现在弦域的原因 恐怕是来找我们的麻烦 所以师父您怎么打算 钟卿看了眼天穷 稍微思索片刻后 笑道 没什么打算 只需 你稍微释放出 少许气息即可 听到这话 凤傲天冷了一下 刚开始没反应过来 下一刻他便瞪起了眼睛 知道了钟卿的想法 自己杀了陈地老儿的准地后代 以那老灯 自自毙报的性格 他安能 就此善罢甘休 只要自己露出气息 恐怕陈地用不了多久 就会赶来 师父这明显是在钓鱼执法呀 一时间 他不禁暗暗付费 真是好一个 没什么打算啊 想到这儿 其并没有半思犹豫 静止将一身气机 肆意释放而出 那独属于大圣强者的威压 顷刻间便蔓延了出去 而就在凤傲天将自身气机 释放出去的第一时间 身处十万里长空的陈地 立马便有了感应 这股气息 让他感受到了一股 似曾相识之感 下一刻 好似有一道流光 划过他的脑海 一股尘峰得记忆 浮现于脑海之中 那股记忆 正是关于凤傲天的 这让他刚准备有所动作的身躯 不由微微一顿 脸上散发出丝丝 莫名之色 怎么了 一旁的青帝察觉到了陈地的异样 疑惑道 陈地笑了 只是这笑容有些冷 若是他们刻意隐藏 或许我还得用神识 将整个玄域扫一遍 但现在看来 确实不用了 他在凤傲天散发的气急中 感受到了一股挑衅之意 对方 很明显知道他已经到了玄域 可纵是如此 竟然还敢这般挑衅于他 这是和以前一般 一如既往的蠢 根本没把他放眼里啊 八万里空间之中 钟卿一动不动 盘坐在地城神静起 因为他也没有真正对战过大帝 也不知道打不打得过 所以对于这一战 他很郑重 自己需要保持一个 良好的状态来应对 凤傲天却并不知道 自家师尊享这么多 相反在一旁 心情很是激荡 以自身作耳 掉一尊大帝 这想想都刺激 他有预感 自己和陈地无数年的恩怨 将在此地彻底做一个了断 正在这时 凤傲天眸光一动 来了 随着话音落下 但见天穷之上 一股恐怖的帝威 席卷而来 震动长空 似要搅动九天 在这庞大的帝威之下 似是连云空周边的 近空之力 也在退让沉浮 轰隆隆 云空之中 爆发出了 恐怖的气旋轰鸣声 陈地和清帝 自空间之中 漫步而出 停顿在八万里云空之上 宛如九天之上的神灵 高不可攀 深不可测 贵不可言 陈地看了眼缝傲天 眸中有滚滚杀鸡 在酝酿 他背负双手 以俯视的姿态道 你倒是有点运气 当年被本帝下咒 侥幸活了一命 你不跑个地方好好狗着 居然又重新出现了 不仅杀本帝的后代 还敢这样 肆无忌惮地暴露 自己的位置 真不知道该说你勇气可嘉呢 还是鱼不可及 所以我真的很好奇 是谁给你的勇气 和自信 声音漠然 震动长空 听不出丝毫感情可言 却带着一股刺骨的寒意 凤傲天看了眼陈地 又看了眼陈地身旁的清帝 心中微沉 他没想到 陈地身边竟然还跟着一尊大帝 两人的气势 让他感受到了一股无边的压力 但在看了眼自家师父后 心中的压力进去 钟卿就是他的天 只要有师父在 天就他不了 想到这儿 奉傲天昂首而立 对着陈地傲然道 哪来的勇气 你一会儿不就知道了 这话 让陈地为之一愣 转而笑了 这么多年过去在 你还是没有一点长进 喜欢说这种自大话 以大胜之躯 能斩杀本帝 那不成期的后代 确实有几分不凡 但在本帝面前 你还远远不够看 说话间 他眸光静止从奉傲天身上移开 看向钟卿 本座的另一位后代 是你杀的吧 钟卿目光与陈地的目光 对视在一起 这大帝 给人的感觉 可还真是强大到无边啊 还是让人的热血激动了呢 遥想他来到这个世界 刚开始 何尝不是热血激情 想要拳打诸天 只是后来 因为系统 只给奖励不给修为 给磨灭了不少激情 所以 即使后来有修为了 也依旧没能激起钟卿内心中 藏下的那份热血 现在 面临一个这么强大的对手 可算是 让曾经那个热血的钟卿 重新觉醒了 不由的 他微微昂首 朗声道 不错 此话一出 陈地谋中的杀鸡愈发肆意了 一旁的青帝 则是微不可查地摇了摇头 表现得有些兴致缺缺 原本以为 能杀陈地之后的 应该也是一尊大帝强者 最起码 也是无限接近于大帝的存在 他先前心中 还有些疑惑 玄狱之中 什么时候出了这样的人物 但现在一看 其心中不免大失所望 一个大圣境的妖族 一个连万岁都不到的年轻人 这样的组合 若是放在平时 连被他看上一眼的资格都没有 他也瞬间失去了 继续关注的兴趣 对于钟卿和凤傲天 不用想亲帝 也预料到了他们的结局 想到此 其对着陈地道 道友 本来以为能看一出好戏 现在看来 恐联系都算不上 那本帝 就先行一步离开了 带我从沈渝回来 再和道友 共谋大事 向陈地辞别之后 清帝随手一挥间 身前出现了一道时空裂缝 其身躯一动 静止踏入了裂缝之中 转瞬间便已消失不见 钟卿看着清帝离开的背影 眸中闪过一缕思索之色 他在此人身上 感受到了一股 似曾相识的熟悉气息 但双方先前 明显从未见过 片刻之后 钟卿终是知晓 这股熟悉气息的来源何处了 几年前 他从北域横穿乱摩海 来到中州之后 在混乱之地矿场 遇到了一位 可以收作真传弟子的人 只可惜 世事无常 双方之间 终究是有缘无分 最后甚至闹到了 反目成仇的地步 那人 便是号称女帝转世的沈刘云 此人 和沈刘云功法同源 赫然也是沈家之人 而且 还是一尊沈家大帝 在其思绪悠悠间 却听陈地高斥一声 你们两个 一起上吧 若是本帝率先出手 你们没有半点机会 高斥声震动长空 陈地眼中满是蔑视 在他看来 不管因为什么缘由 钟卿和凤傲天胆 敢杀他后代 就已经犯下了取死之道 一巴掌拍死 有点太便宜他们了 唯有让他们 感到绝望 在玩弄而死 才能解他心中的口气 无形之中 凤傲天当即感受到了 一股恐怖的压力袭来 他想要放几句狠话 可发现在这股恐怖的压力下 竟然连开口不成了奢望 其知感觉 身躯之上 好似背负了一座天渊 这股力量 甚至让他战力都成了困难 这让他心中不由一理 没想到 十几万年不见 陈地老儿的实力 竟然达到了 如此恐怖如斯的地步 上一次双方见面之时 他还能承受住对方的威压 甚至依靠各种底牌 和天赋血脉 还能过上一招 但现在 光是对方的气息自己 便已承受不住 这让他愈发感受到了 自己和大帝之间的差距 一旁的钟卿 眼见凤傲天在苦苦支持 当即随手一扒 将他丢入到了世界之中 其深吸口气 看着八万里 云空之上的陈地 已经开始在期待这一战了 想必 这是一场很激烈 有来有回的旷世之战 陈地压抑地 看了钟卿一眼 因为在钟卿将凤傲天 丢入小世界之中时 竟然瞬间让他 失去了对凤傲天的感应 倒没想到 你竟然还有些手段 难道你以为 凭你一己之力 就能和本地抗衡 钟卿面色不变道 不试试 又怎么知道呢 与此同时 在几人上空 几万里之外 一道倩影 从空间中走出 饶有兴趣地看着这一幕 只是当他看清 双方差距的时候 那一丝兴趣 也跟轻地一般 消散全无 更没想到 在这般情况下 钟卿首先想的 竟然不是逃跑 而是准备 跟一尊大地硬碰硬 红尘女帝摇了摇头 心中叹道 愚蠢 这世上 总有太多 自命不凡的天骄 自认能人所不能 但在那宛如禁忌般的 差距面前 任你如何精彩绝艳 胆敢挑战帝威的下场 只有死路一条 与此同时 在距离玄域 无尽遥远距离之外 幽明帝君 通过观天境 同样注视到了 钟卿和陈帝相遇的一幕 这让他心头 微微振奋了起来 连他都没想到 钟卿和陈帝 竟然这么快 就对上了 速度 比他预料中的还要快 而在陈帝身边 则是传讯 赶赴回来的九幽 当然 您说他们二人 最终结果 会是谁胜谁负 九幽在一旁 功声询问 心中不由浮现出了 无边好奇之色 陈帝的实力 在地境之中 也算是 强横至极的存在 是从尸山血海之中 杀出来的大帝 其之强大 是经历过时间 和岁月检验过的 其之威名 是无数条生命 用血淋淋的鲜血 来扑救出来的 而钟卿 给他的感觉 相当神秘邪门 岂能培养出 一万仙天倒体弟子 一掌直接轰杀 准地强者 甚至差点 没把整个玄域掀翻 但奇怪 就奇怪在 钟卿身上 又感觉不到 半点地级的气息 可又让他 幽冥帝君 都有些看不透 所以对于钟卿 除了用神秘 他真找不到 其他形容词了 哪怕钟卿 不是大帝 种种手段 恐怕也不会太差 面对九幽的询问 幽冥帝君 一时间也不拿捏不准 到底谁会取得 最终的胜利 但是 他内心之中 还是觉得 陈帝获胜的概率 要大一些 哪怕钟卿真的是大帝 但陈帝可是拥有 帝级神兵式神枪 因为拥有 帝级神兵的大帝 能发挥出来的战力 远远大于 一加一 大于二的效果 当然 心中这么想 其口中却是道 不管谁胜谁负 今天 总归要有一个人 要躺在玄域之中 无论如何 本帝都会成为 最大的受益者 时间 会给出答案 又何须在这 做无用的猜测 且先观之便是 八万里空间之上 陈帝依旧用一种 蔑视的目光 盯着钟卿 他在等待钟卿出手 只有让他打出 最强手段 让他认识到自己 和地之间 无法跨越的差距 再慢慢折磨而死 才不枉他亲自动手一回 让其意识到 触怒一尊大帝 是何其愚蠢 在大帝面前 他是何等卑微可笑 钟卿自然不知晓 对方所想 他在聚气凝利 面对人生中 第一尊大帝 他不敢有丝毫大意 而是准备动用权力 他之所以在这里 等待陈帝 一是想测试自己的实力 来一场旷式战斗 二是他不喜欢麻烦 更不喜欢打了爸爸 来爷爷的戏码 既然双方到了这个份上 诚早解决是最好 几百种体质 极具一身的他 随着宁气距离之间 可以看到 其整个人身上 散发出一股莫名的气势 全身血液 宛如星河 一般在翻滚奔腾 各种体质之力 加诸在一起 散发着轰鸣之声 好似道音在徘徊 仙音在震动 隐约间 钟卿好似化 成了一尊大人 自他身上 开始绽放丝丝光芒 这光芒并不要眼 给人的感觉 却好似要贯穿古精 带着一股沧桑 古朴的韵味 见此一幕 陈帝双眼微眯 有点意思 钟卿没有理会 继续距离 翁 随着时间的推移 钟卿的气势 俨然达到了一个 全新的高度 这股气势 惊扰了风云 震动了天地 虚空之中 四也承受不住 这恐怖的气势 开始寸寸崩塌 有阴阳两道规则之力 自他身上 飞窜而出 演化了九天十地 有金 木 水 活土五行规则之力 演化出了日月星辰 有地 法 空 风四大规则之力 幻化成了山川地脉 钟卿头顶九天 脚踏十地 身边环绕着群星日月 山川地脉 随着他呼吸而动 天地四 也在随着他的意志 而轰鸣 他 好似成了这方天地的主宰 天地间 任何一切规则法则之力 都随着他的心意 在调动运转 万法随心 万法随意 这一幕 让陈地脸色 微微一变 这是什么手段 古怪 实在古怪 在钟卿身上 并未爆发出 半点递进的气息 但 竟然让他感受到了 思思威胁之意 事实上 连钟卿都不知道 自己的手段 叫什么名堂 他只是本能地调动 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 而他的气势 虽然没有展现出 地级之威 却好似 没有上线一般 越升越高 越升越高 到了最后 陈地彻底不淡定了 不可否认 你有些手段 但是胆敢挑衅本地 就注定了你的败亡 本地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且让我送你上路吧 陈地大喝一声 是神枪出入龙 四针龙一般静止 朝钟卿杀去 他不敢再让钟卿 继续距离了 只因为 钟卿给他的感觉 越来越危险 越来越危险 如若不及时出手 打断钟卿的大杀招 他还当真有可能 阴沟里翻船 栽在此地 这是无数年 陈地之路 给他的警觉 大地杀招 无疑是极其恐怖的 是神枪上 爆发璀璨滔天的杀机 似有一万冤魂在嘶吼 无数神魔在咆哮 所过之处 虚空炸裂 浩大的杀机 似是要破灭一切 灭绝一切 让一切生机 陷入往生轮回 随着陈地这一杀招打出 钟卿 以忠视距离结束 哄 其向前脉步间 无尽伟力加诸其身 最终幻化成了一拳 拳位置 拳风四开天之音 在虚空之中炸响 那拳头 好似突破了时空的束缚 一拳 静止将是神枪化为了年粉 却拳势未消 在陈地 咒缩的瞳孔之中 越放越大 好似九天 十地朝他镇压而来 要送他去往生轮回 至高无上 无可匹敌 怎会如此 这 到底是什么力量 陈地心头俱颤 全身被浓浓的 死亡危机所包裹 整个人 陷入了无边恐惧之中 他怎么也没想到 原本在他眼中 宛如蝼蚁一般的存在 竟然能爆发 连他都为之畏惧的力量 就连他引以为傲的是神枪 都瞬间化为了年粉 不 一身惊恐的大喝 陈地身躯 在中青沙包大的铁拳之下 生机瞬间被剥夺 气血瞬间被轰干 号称无间不摧 万古不灭的地区 好似风沙一般 静止被打成了渣渣 一拳 静止秒杀了一尊大地 尸骨无存 神魂俱灭 这一拳 打出的威能太过恐怖 秒杀一个大地之后 依旧没有停留 迸发无量之光 化成了一道惊天泉印 好似一尊烈日一般 自下而上急射出去 空间直接被轰塌一大片 整个悬域 在这一刻 都被狠狠颤了三颤 在这一刻 无数悬域生灵 抬手仰望长空 瞳孔皱缩 脸色骤变 悬域之中 怎会升起一轮大日 有人神色大亥 心中翻腾起了 无边惊涛海浪 全光太过璀璨夺目 以至于让很多人误以为 真有一尊大日 在升天而起 然而一些 修为高强之人 脸色却是一变再变 他们发现 那并非是什么太阳 只是一道 拳印 只是 什么样的拳印 爆发出的光芒 能照亮整个悬域 什么样的拳印 光是余波的震动 便能让整个悬域 颤上三颤 这一拳造成的动静 比之陨仙秘境现实 还要大上许多倍 不仅整个悬域的 生灵感受到了 甚至悬域附近的 几个域的生灵 也感受到了 悬域出现的恐怖巨变 一时间 喧嚣声 哗然声 震撼声 响彻在树域上空 他们无法想象 什么样的存在 才能打出这惊天一拳 与此同时 凤天殿 原本正通过关天镜 观察战况的 幽冥帝君和九幽 突然感受到虚空周边 传来一阵剧烈的晃动声 然后 那观天镜 好似承受到了 无边伟力 撞击一般 净直破灭暴碎 九幽头皮发麻 脸色骤变 差点没吓到 当场瘫软在地 这是什么样的力量 一拳 在打死一尊大帝之后 甚至牵动了 冥冥中的因果之力 连远在亿万里之外的神兵 都被打到报废 一旁 幽冥帝君 则是面无表情 只是四周虚空 却是安静的可怕 直到两久之后 怎会如此不济 一拳就被人给打死了 一旁的九幽文言 身躯微颤 脸色苍白道 大人 会不会 不是臣弟太过不济 而是 钟卿实力太强了 一句话 让幽冥原本面无表情的脸 接连变化了数次 是 他不得不承认 事实是九幽说的这般 虽说 谁生谁死 对于他而言无伤大雅 结果都是一样的 但这钟卿 表现出来的恐怖战力 实在是太超乎他的意料了 甚至 他都没有万全的把握 说能接下这一拳 中周二重天 恐怖雷霆交织 规则密布的天幕之上 三位黑袍人 正在对天幕进行修补 这天幕 原本拥有自愈的功能 但先前 那倒不知道 从哪窜出来的权硬 蕴含的至高规则之力 太过恐怖 竟然将天幕击穿了不说 还让天幕 都失去了自愈之力 甚至 连带着他们本身 也受到了不小的波及 各个受伤吐血 这片区域 由他们进行看管 对于破损的天幕 他们不能放任不管 三人只能拖着商区 承担起了 修复天幕之责 随着三人合力 将手中最后一块 仙金熔炼 化成了天幕的养料 在三人的疏导下 最后一个碗口大小的缺口 终是重新备制 高规则之力覆盖 呼 其中一人长舒口气 不容易啊 修补天幕的任务 终是大功告成了 可不是吗 为了修补这天幕 老夫半条命 差点没搭进去 现在 老夫只想好好睡一觉 弥补这段时间的身体亏空 另外一个 黑袍人回应道 修补天幕的任务 对于他们来说 消耗的精气神 远比生死大战一场 要多得多得多 就在二人说话间 一直未曾说话的 第三个黑袍人 指着天幕下方 眼神惊恐 嘴唇发青 浑身哆嗦道 你们看 那是什么 二人闻言 心中莫名一突 顺着其所指的方向 猛然俯手看去 但见一惊天拳印 正突破层层进空之力 朝着天幕袭击而来 这一下 两人脸色彻底变了 不是吧 还来 一口铜声的声音 带着浓浓的金句 响彻在虚空之中 伴随着声音响起的同时 三人第一时间 身形暴退数十万里 他们可没忘记 先前那一拳 带来的恐怖压迫感 随着三人暴退的瞬间 拳印 转瞬间便到了天幕之上 不要啊 三人齐齐高呼 他们好似预感 到了什么 颤抖的声音 甚至带上了几许祈求 然而 拳印冲击而来的速度 并未停止半分 携带着数万丈光芒 以摧枯拉朽的姿态 将他们刚刚修复好的天幕 冲击地支离破碎 甚至不仅仅于此 这一拳的威力 比之先前那一拳 大上不知多少 整个天幕 不仅仅是撕开一道口子 那么简单 甚至有大块范围 被直接打成了虚无 甚至 拳印在贯穿天幕之后 还在以闪电般的速度 再向上攀升 好似要将第二重天的天幕 轰穿不说 还要将第三重天的天穷 给轰塌陷 在这一刻 三人的心 好似也随着天幕破碎 而破碎了 痛苦 而又绝望地闭上了眼 到底是哪里来的大能强者 要来跟他们开这般玩笑 先前崩裂的天幕 光是修补 便消耗了他们大量的精气神 乃至底蕴珍藏 这一次 都不是崩裂了 甚至是 直接打成虚无了 想要完全修补好 花费的精力宝物 先不提 但那时间 恐怕要以 万年为单位来计算 一想到 自己接下来漫长的岁月 都要用来修补天幕 三人眼前顿感一黑 只觉得世界 都失去了色彩 悬浴 八万里长空中 钟轻呆呆地 看了看自己的拳头 又看了看蒸发 成为了气体的陈地 满脸的猛逼 眨巴眨巴眼睛 脑袋上挂满了问号 不是 我血液都开始沸腾了 好不容易燃烧的热血啊 结果 堂堂大地 就这 说好的生死之战呢 没有 说好的旷世之争呢 也没出现 出场牛逼 轰轰带闪电的陈地 被他一拳直接给干磨了 这一幕 连钟轻都感觉到梦幻 乃至 极度不可思议 他知道自己很强 但 要不要强得这么离谱 这可是一尊地啊 是万人敬仰 无数人共尊 俯瞰亿万生灵 坐看尘世 桑苍变化 号称下界三千玉中 站立天花板的大地 这死的 也未免太过随一些了吧 云空之中 全城目睹着这一幕的红尘女帝 只感觉眉心 在疯狂跳动 原本在他看来 钟轻竟然胆敢挑衅帝威 这无疑是鱼不可及 送死的举措 然而万万没想到 在他眼中 鱼不可及的代表 竟然真的完成了 蝼蚁图天的壮举 不 一个能将地级强者 一拳轰杀的存在 安能是蝼蚁 这 明显就是半猪吃虎的典型代表啊 下界三千玉中 什么时候出了这样一个人物 此刻红尘女帝的内心 俨然卷起了无尽波澜 泛起了滔滔巨浪 身为大帝 她心神 一向很少会出现多少波澜 甚至山崩于前而色不变 天塌于顶而面不惊 但钟轻打杀 陈帝这一幕 比天塌地线 惊人何止百倍 这么多年 她也未尝没有见过大帝陨落 但是陨落的 这么轻而易举的 还是头一回 走 这一刻 红尘女帝当机立断 就要远离这个煞心 甚至钟轻在她心中 已然被打上了不可招惹的标签 她自认为 自己的实力 比之陈帝 是要强上一些的 但纵然比陈帝强 这强度 也有限得紧 这样一位存在 若是和她产生纠葛的矛盾 自己的下场 肯定比陈帝好 不到哪里去 然而还不等红尘女帝 有所动作 身处八万里空间中的 钟轻眉头 却是微微一条 对于续空中隐匿的身影 她先前已有所察觉 只是钟轻先前 一心想着 和陈帝来一场 龙争虎度的厮杀 这才没有过多理会 似陈帝这等地级强者 谁也不知道 她背后都有些什么能量 今日若是放此人离开 难保消息 走漏之后 再图惹出什么风波和麻烦 而她这个人 无疑最讨厌麻烦 想到这儿 钟轻身躯一动 静止消失在了原地 再次出现时 已到了红尘女帝身前 钟轻的突然出现 让红尘女帝眉头猛皱 立刻生出了一股 浓浓的警惕之心 尤其是对方的眼神 更是让她浑身紧绷 莫名生出了一股寒意 那是一双怎样的眼 冷漠 深邃让她感觉自己好似 被地狱死神给盯上了一半 带给了她一股 无与伦比的强大压迫感 让她额头不禁冒出冷汗 这让红尘女帝 感觉到了丝丝荒谬之感 她 为下界三千玉的顶尖强者 威名赫赫的无上存在 从来只有她带给人 无上压迫之感 什么时候 她成为被压迫那个对象了 但是一想到钟轻 先前那恐怖的战绩 其内心便再次一紧 眼前这位 她看不穿 望不透 神秘至极 又强大的可怕 就在这时 钟轻覆手而立 悠悠开口了 阁下躲在暗中窥探了这么久 现在想走 是不是已经太迟了 红尘女帝闻言 面色一致 对方携带着杀地之威 那不善的语气 让她本就紧绷的心神 不由生出了极许慌乱 但到底是大地级人物 她物资镇定 强压心中的不是 目光与钟轻对世间 缓缓道 要红尘 见过道友 我和道友往日无冤 近日无仇 如今 不过看了场热闹 道友 不会想着要对我出手吧 不得不说 这当真是一个美到极致的女人 她的存在 好似为这片空间 增添了极许明念之色 一举一动之间 姿态从容 举止优雅 浑身上下 好似有有一股莫名的道运 在流淌 钟轻不语 只用行动表明了意图 一身契机 彻底锁定了对方 道友 这其中 是否有些什么误会 感觉到自己被锁定 这让她头皮发麻 心脏骤然一缩 而在看到对方 丝毫不为所动之后 甚至其身上的气息 愈发危险之后 他脸上挤出一个 难看的笑容道 道友若要动手 总该有个理由吧 这话 让钟轻眸光微动道 在下一向不喜欢麻烦 先前陈帝之后 前来寻我麻烦 解决了一个之后 又来一个 接连解决之后 又来了一尊陈帝 烦不胜烦 现在弄死了这陈帝 谁知道又会来个谁 我只想过个清闲日子 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我得灭个口 他说得轻描淡写 红尘女帝 却只感觉 一股沉重的窒息 压迫感扑面而来 这让她寒毛根根炸裂而起 一股凉意 自心中升起 涌遍全身 一时间脸色难看到了极点 原本以为 遇到允仙秘境开启 乃是自己天大的机缘 但谁能想到 不过看了一场热闹 竟然把自己 看成了当事人 还落到这般危险的境地 他明白 若是钟轻动手 自己恐真有陨落的危险 想到此 他眼神中 闪过一抹慌乱 连忙说道 道友 我保证 今日的事情 我就当没有看到过 钟轻依旧锁定着他 并未说话 但那目光 却更冷了几分 这一刻 红尘女帝只感觉 整个人 被地狱中的魔神 给盯上了一般 死亡的危机 正在朝他一步一步扩散而来 不禁让他背脊发凉 冷汗直流 怎么办 他心中很清楚 若是未能在对方动手前 打消他的杀鸡 那他可就完了 到了地这等层次 谁不是经历过千难万难 才修炼到的这般境界 他还不想死 他还想再看看 世界的色彩喧嚣 感受生命的真谛 在无尽死亡契机的侵蚀下 红尘女帝 脸色越加慌乱 终于 在钟轻 马上就要动手的最后一刻 他紧咬朱唇 如星空般深邃的 眸光一定 好似做出了 某种艰难的决定 但见他连忙躬身 朝着钟轻一拜 俯伏起手道 要红尘 愿追随大人 今后大人之敌人 即是红尘之敌人 大人之意志 即是红尘之意志 若无大人允许 红尘绝不会将今日之事 泄露半分出去 为了活命 红尘女帝也是彻底 活出去了 奉钟轻的意志为尊 这一幕 让钟轻目光微微一蹴 心生诧异 到了大帝这等强者 不应该都很要尊严 很有傲骨的吗 似这样的存在 也会臣服 不得不说 眼前这位女帝的诚意 让她有些心动了 毕竟是一位大帝啊 你 当真愿意奉我为主 她目光锐利地问道 红尘女帝见此 知晓钟轻 已是被自己的诚心打动 她 俨然看到了 活下去的希望 在生死面前 别跟她谈什么尊严和傲骨 人都没了 那些东西要来何用 她当即正重道 红尘在此 以天道誓言起誓 今后必然对大人的命令 马首是瞻 但凡生有二心 必让我死在 三灾九难之下 这一下 钟轻看到了 她满满的诚意 修为越高 天道誓言的约束越大 看来 对方是真心臣服的 只是 让钟轻也不禁有些恍惚 太过梦幻了些 居然就这么轻而易举的 收复了一尊大帝 既如此 那你便跟着我吧 见对方下了天道誓言 钟轻戒心放下 淡淡点头 心情也是颇为好转 陈帝这个危机 算是彻底解除了 不仅如此 还收了一尊女帝为以用 见钟轻收敛了一身契机 那股生死危机 消散全无 红尘女帝浑身 彻底瘫软了下来 整个人有种 劫后余生的庆幸 庆幸过后 就是满心的苦涩和郁闷了 在今天之前 她从来没想过 自己有朝一日 会成为别人的附属追随者 原本以为的一场天大机缘 未曾想 竟然变成了自己的一场天大劫难 只是事到如今 目已成舟 天道誓言已发 想反悔都没机会了 就是不知道 未来的前途 命运会如何 她一时间 对自己的未来生出了极许迷茫 与此同时 中青念头一动间 身处小世界的凤傲天 只觉一阵天玄地转 乾坤变幻 定眼在看时 距地面八万里空间中 除了师父外 只有一个美到极致的女人 这女人 实力很强 在她身上 凤傲天感觉到了一股 深不可测之意 甚至是独属于 地境独有的本源的气息 她心中立马便有了判断 这 赫然也是一个地境强者 只是 陈帝呢 陈帝怎么不见了 师父和陈帝的争斗 开始了吗 她抬手看向中青 有些茫然问道 师父 那陈帝老呢 中青毅力尝空 清语道 陈帝之事已经了结 你和他之间的恩怨 也算是在今日 画上了一个圆满 一番话 让凤傲天内心 泛起了无尽的波涛 师父的意思 岂不是说 陈帝已经被灭了 只是 这才过去多久啊 她就感觉自己 眼前一黑 被师父扔到了 一片奇异的天地中 这 时间有超过一刻钟吗 陈帝就被灭了 纵然是对自己师父 有着绝对自信的奉傲天 现在也感觉到了 极度梦幻之感 那可是一尊大帝啊 这一刻 其心中震撼的同时 又不免生出了 急许懊悔遗憾的情绪 自己的实力 终究是太弱了 若非承受不住 那股地威 他岂不是能 亲眼见证这个 被他视为 一生之敌的仇人覆灭 更能再次目睹师父的神威 当然 更多的 则是振奋 陈帝的存在 宛如横压 在他心头的一座大山 每每想起这个 生死大敌之际 他内心深处 不仅感受到了 一股巨大的压力 还有无边的仇恨之火 在熊熊燃烧 现在 这个大敌生死 一切恩怨 在这一刻 尽皆消散 而他的心灵 也为之一空 彻底得到释放解脱 在这一瞬间 奉傲天心声感慨 果然 实力强不如背景后 跟对人很重要 若非遇到师父中卿 他恐怕一辈子 也无法得到大仇 感慨过后 奉傲天眸光 看向红尘女帝 师父 这位是 这是师父新收的追随者 红尘女帝 今后 若是修行遇到什么问题 你可多向他讨教 一句话 让奉傲天 刚有所平复的心 再次翻腾起了 滔滔波澜和涟漪 自己才离开多久 师父不仅灭了 那臣弟老儿 甚至还收服了 一尊女帝强者 他怎么感觉 自己离开 不过短短一刻钟时间 就跟世界脱轨了 一刻钟 自家师父 不仅解决了臣弟 还收服了一尊女帝 这 这速度和效率 不免太吓人了些吧 但仔细一想 自己在得益师父时 挥下稻草人的一把武器 便能将整个三眼 凤犬卷族身上的诅咒 彻底解除 挥下一个稻草人 便有如此恐怖的实力 师父打杀 一两个大地强者 收服一两个大地强者 似乎也没什么 值得大惊小怪的 只能说 师父太过超然了 在自己眼中 惊天动地的大事 在师父眼中 恐怕也就是 再寻常不过的小事吧 很快 其眸光一转 对钟轻道 师父 如今臣弟之祸 已经解决 接下来 是不是该取这允仙秘境宝藏了 在奉奥天心中 这宝藏 已经是师父囊中之物 若不能将其提前落袋为安 这心里 总跟小猫抓心一般 痒痒的 此话一出 瞬间勾紧了 红尘女帝的心神 毕竟 她便是因为 这允仙秘境宝藏出世 才被吸引过来 对于这个秘境 她自然也是颇为上心的 只是这允仙秘境 她也暗暗打量过 除非能找到 三把秘境钥匙 否则 想要进入其中 无疑是难如登天 现在 听奉奥天这意思 这位大人 似乎 有办法 取得这秘境宝藏 只是 这可能吗 毕竟那上古大阵 可非蛮力所能破开的 这一点 在允仙秘境 第一次出世时 便被人验证过了 有三位至高大帝联手 也无法破开 这座上古大阵 至高帝 那可是三节大帝 在地境之路上 走到极致的人物 号称无限接近于仙的存在 连那等三位存在联手 也未能破开 这上古大阵 这位大人 固然实力超群 但要说 他能以一己之力 破开这上古大阵 红尘女帝心中 是不相信的 不过心中这般想 她的目光 还是第一时间 看向了中青 想要听听 她怎么说 在两人的注视下 中青缓缓道 允先秘境之势不及 想要取走 应该不难 我此番前来玄遇 目的乃是 收益真传弟子 且先看看 这秘境 是否会引来 我那真传图 系统曾言 她这一次玄遇之行 会有真传弟子的信息下落 只是她来玄遇 也有一段时间了 收服了整个玄遇妖族 让人族和妖族彻底归星 但关于真传弟子的信息 系统并没有半分提示 她猜测 这秘境 很有可能 会引来自己那未来图的踪迹 等上一等 无伤大雅 若能将秘境宝藏 乃至真传弟子一起收 来个双喜临门 那是再好不过 若是等不到真传弟子信息 这秘境 在她眼皮底下 也不会出什么意外 但这话 听在红尘女帝耳中 就变了魏了 她看向钟卿的眼神 变得古怪了起来 先不说 进入这允先秘境有多难 就算侥幸 进的秘境之中 里面的危机 可多着呢 然而 如今钟卿竟然说 想要取这秘境 不难 这 哪就这么能装逼呢 随着时间的推移 围惧到 允先秘境附近的人 越来越多 先前允先秘境现实 震动了整个悬域 同样也引起了悬域 临近周边几域的关注 再就是 钟卿那一拳 所造成的动静 太过巨大 一些大势力 大宗门 纷纷派遣门中 探子出去打探 悬域之中 到底发生了何事 这些探子 自然没能力打探到 钟卿弄出的今天动静 但却发现了 秘境的存在 而当秘境的消息 传回去之际 一些高手强者 纷纷坐不住了 在他们潜意识中 悬域之所以 弄出这么大动静 竟是因为 一座秘境的现实 什么样的秘境现实 能引发这么大的动静 很多人不明所以 但都从其中 嗅到了机缘的气息 都说天下兮兮 皆为力来 天下嚷嚷 皆为力往 一时间 四方高手齐动 宛如闻到了血腥味的鲨鱼 蜂拥朝着悬域而去 而在看到 允仙秘境一角之后 一些人根据古籍 认出了这允仙秘境的来历 然后 彻底不淡定了 允仙秘境现实 此乃天大的机缘 速速去请卒中老祖 有人屹立在云巅 沙哑着声音 净显癫狂荡 然后 不知多少超然势力的家族老祖 自闭关之中被唤醒 甚至一些 埋藏在地下的老祖宗 也被后人掘坟挖出 袭击老祖带领他们 能在这天大的机缘中 能分润一杯羹 一时间 四方高手齐聚 八方风云震动 每一天 都有大量的强者 齐慧悬域 允仙秘境周边 俨然成为了真正的风云 汇聚之地 在这里 至尊强者多如狗 盛进强者遍地走 大盛强者也不算少见 甚至云空之中 先后有多尊准 地级身影出没 天穷之上 随处可见人影绰绰 无数宗门势力 驻扎于此 皆对允仙秘境 虎视眈眈 这一天 天朗气清 阳光明媚 万里无云 一道神出鬼没的身影 出没在 允仙秘境附近的云层之中 他眸光不断在四周扫荡 好似在搜寻某个目标 少请之后 齐在一片六万里空间中 发现了一位落单的圣镜 强者身影 其眸光移动间 静止迈不上前 道友 我这里 有一桩天大机缘 想要与你交易 却不知 你有没有兴趣 那人文言 有些狐疑地 打量了来人一眼 一身不一 身上没有任何门派 视力标志 圣镜寺重天修为 应该是个散修 他为圣镜寺重天强者 来自火域灵家灵天 身后有准递进老左压阵 也不怕此人别有用心 对于他口中的天下机缘 来得几分兴趣 当下道 你且说说 是何天大机缘 来者小心环视了 一下四周 在确认周边并无人注意之后 当下来到镜前 低声道 实不相瞒 在下身上有一把 允仙秘境的钥匙 此话一出 灵天瞳孔一缩 当即大手一挥 在周边布下了一个 能隔绝声音 与神势探查的大阵 目光火热 声音急促到 此话当真 允仙秘境的钥匙啊 这可是能打开 允仙秘境远古青铜骨门的 重要屏障 如今 随着无数势力 诸多强者 汇聚于此 关于允仙秘境神秘的 一脚面纱 也被揭开 在诸多势力之中 疯狂流传 这是仙人允身之计 布置下的秘境 是大帝 也要为之疯狂 争抢的存在 想要打开允仙秘境 唯有极其 流传下来的三把钥匙 若能将其中之一 掌握在手中 无异于能在 接下来的秘境 争夺中占据主动 抢占先机 这一刻 他心中已然下定决心 不管付出任何代价 也要将这宝物 占为己有 在他灼灼 火热目光的注视下 来者笑道 自然 说话间 他勿自道 在下自认 虽有些实力 但在这群雄汇聚 高手云集的地方 想要守护住这件质宝 无疑是天方夜谭 是也 在下准备用这宝贝 换取一桩机缘 如此重宝 相信阁下 相当清楚 它的价值和分量 纵然是一些准地强者 甚至是大地强者 恐怕也要为之心动 现在 这般宝贝 不要八千八 也不要九九八 这个术 他伸了伸三根手指 三亿极品零食 外加一件圣极之物 在下 就将允仙秘境的钥匙 交付给道友 此话一出 灵天目光骤然一锁 这个数字 多吗 对于一般修士而言 必然是个天文数字 但对于火域 超然施力灵家而言 根本不算什么 甚至 就他个人而言 都能支付 他身上携带的身家 恰好就有三亿多极品零食 一件圣极神兵 灵天 深深看了眼来人 眸光悠悠 显然 在思索 是要支付购买 允仙秘境钥匙 还是要杀人夺宝 毕竟 在这强者为尊的世界 一切公平交易的原则 都建立在绝对的实力上 后者四世 看出了他的想法 身上气息 稍微一放 赫然露出了圣经六 重天修为的气息 显然 先前圣经四重天的修为 只是一个伪装 道友 我诚心交易而来 虽然火域灵家 相当强大 但在下 也不是那么好拿捏的 真要拼个鱼死网破 对谁都没好处 说话间 他拿出了一把秘池 那秘池 通体如玉 古朴天然 尚有玄傲纹路交织 带着一股沧桑岁月的气息 甚至自其上面 冒出金银鲜光 一看就是真品 现在这天大的机缘 就在眼前 道友若非诚心交易 那我只能去 另寻他人了 在看到允仙秘境钥匙的一瞬间 林天 怦然心动了起来 这一次 他再无半分犹豫 质地有声道 成交 以全部身家 换取允仙秘境钥匙 这笔买卖 无疑是相当划算的 甚至是他捡了一个天大的便宜 而对方 展露出来的修为 也让他收起了一些 不该有的心思 就这样 双方在翘无声息之间 完成了一笔交易 麦允仙秘境钥匙的男子 在交易结束之后 来到了一片无人之地 看了看手中 除物带中 那堆积如山的极品灵石 乃至圣极神兵 神色振奋 我喊跑跑 当真是一个 旷世无双的绝世天才 竟能想出 这般身材致富的点子 他眸光微动 再次展开身形 搜寻起了目标 不到半刻 其眸光位之一亮 再次改头换面一番 竟直走向了一位落单的 圣境七重天强者 这一次 他的修为 相应做出了调整 展现出了圣境七重天 该有的气息 道友请留步 我这里 有一桩天大的机缘 想要与道友交易 不知道有 可有兴趣 我这里 有一把允仙秘境钥匙 不要八千八 不要九九八 三亿极品灵石 外加一件圣极之物带回家 什么 只有两亿极品灵石 没有圣极之物 我看到有 与我有缘 这里面的水太深 在下把握不住 两亿就两亿吧 全当交一个朋友 若道友能在秘境中 获取造化 今后成为民动 一方的强者 可莫要忘记 提携照顾一番在下 就这般 在短短半刻时间 喊跑跑 再次成交一单 至于他卖出去的秘池 价格有高有低 完全是因人而异 看人下财 反正这秘池 成本价低廉 激进为零 卖到就是赚到 只要对方敢砍价 喊跑跑就敢卖 他的身影 宛如勤劳的小蜜蜂一般 穿梭在不同的云层空间之中 五万里高空待过 六万里高空待过 七八万里高空待过 甚至九万里高空也待过 从至尊敬强者 到盛境强者 乃至大盛境强者 更甚至准地强者 都是他的目标客户群体 要问喊跑跑 现在什么感觉 那就是非一般的爽 聪明勇敢的人 率先享受世界 其他人靠着 进入允仙秘境 悉即能寻到毒 属于自己的造化 而他 就靠着 在允仙秘境外 卖个钥匙 就能最大化 收割无数修士一生的珍藏 汲取滔天海量的财富 寒跑跑毅力 在九万里高空之上 看着下方 乌泱泱的人潮 眸光火热 宛如掉到了米缸中的老鼠 幸福的 都快要晕厥过去 他感觉 自己算是 完全打开了 这颇天富贵的大门 当然 常在河边走 哪有不失血 并不是每一把允仙秘境的钥匙 都能推销卖出去 就比如 当汉跑跑 再次搜寻到一个目标 向其推销允仙秘境钥匙之后 对方明显有些诧异 不好意思 这允仙秘境钥匙 在下于方域之中 已经买过了 那不是更加证明道友 是天选之人 常人一生难遇的允仙秘境钥匙 道友竟然已经拥有其一 若再加上我这一把 三得其二 然后才缓缓道 我已经买了三把了 这一句话 将含跑跑脑瓜子震的嗡嗡嗡的 这一单 最终的结局明显 以失败而告终 然后 含跑跑找了一个无人之地 开始反思 没理由啊 这允仙秘境钥匙 我一向值一把一把的卖 他怎么能买到三把 我有卖出去过 那么多钥匙吗 他回忆起了 自己卖允仙秘境钥匙之旅 自他脱离玄域之后 就在下界三千玉 做起了卖允仙秘境钥匙的生意 这么多年 卖出去了多少把 连他都数不清了 似乎 在这样的基数下 有人能买到三把 并非不可能之事 意识到这一点之后 含跑跑眉头 瞬间皱了起来 早知道 就不卖那么多出去了 以前卖出去的钥匙 价格便宜不说 利润还少得可怜 哪像现在 动辄就能收割一个 强大修饰的身价 甚至是一个家族的 无数年珍藏 若是在发生 如刚才一样的状况 那得多尴尬 当然 人为财死 鸟为食亡 只要利润足够 尴尬什么 都是无关紧要的 最怕有人意识到 自己买的钥匙是假的 这钥匙引起了众怒 顺藤摸瓜 摸到自己身上来 含跑跑一想到 这么多年来 自己卖出去的假钥匙 足以用天文数字来形容 那无数势力 无数强者 朝着自己蜂拥而至的场景 不由机灵灵打了个寒战 好在 这么多年来 他一向谨小甚微 时常改头换面 这才稍微松了口气 不过也是这件事 让他意识到了 这比买卖 干不长久了 索性不如成这个机会 捞足一票 彻底闪人 到时候 只要找个地方一藏 躲他个几万年 想来 纵然这些人知道 自己被骗 那么长时间过去了 此事的影响 应该能降到最低 而且 他若是能借助这些资源 更进一步 到时候 以大地之躯 行走世间 谁敢在他面前 逼逼赖赖 想到这一点后 韩跑跑心神振奋 再次充满干劲地 进入到了 篓才大业之中 另一边 钟青带着红尘女帝 凤傲天 穿梭在不同高度的 云层之中 一来拳当漫漫步 散散心 二来 钟青想看看 来允仙秘境周边的 都有哪些人物 是否能找到 关于真传弟子的信息 别说 这允仙秘境的吸引力 还真有些 超乎钟青的想象 他举目环视四周一圈 眸光跨越层层云雾 方圆数万里之景 尽收眼底 一个允仙秘境周边 汇聚的生灵 起码有十万之中 这十数万人 修为最低的 也是至尊敬层次 不少宗门势力 几乎所有高层 全部倾巢而出 一些人在制定策略 一些人 则是忙着拉帮结派联盟 一些天骄的天赋 相当不错 便是中青 也要为之侧目的程度 然而很可惜 他们都不是真传弟子人选 而在十万里 高空之中 隐隐自虚空之中 透露出了 几股晦涩玄傲的气息 能在十万里 高空停顿驻足的 必然只有大地强者 显然 这秘境 除了原本的陈帝等人之外 还吸引到了 某些不知名的大地注意 只是他们 并未透露真身 而其中 有一道气息 眸光反复在 中青一行人身上 扫荡而过 最终停顿在了 红尘女帝身上 中青旦 但朝十万里高空上的 西南方位 看了一眼 最后侧身回首 看向红尘女帝 你认识 红尘女帝 脸色有些复杂 但在中青的询问下 还是点了点头 回答人 此乃是古甸 和我也算半个故人 如今故人相遇 我能否前去 和故人打个招呼 去吧 中青微微汗手 得到中青首肯的 红尘女帝 当下欠身 朝中青行了一礼 这才卖步 静止撕裂了空间 朝十万里高空 赶赴而去 这一边 红尘女帝 刚离开不久 就在中青 带着凤傲天 准备继续迈步游行之际 另一边 正在八万里 高空寻找目标的 韩跑跑 在搜寻一圈之后 最后将目光 锁定在了中青 和凤傲天身上 两位道友请留步 韩跑跑神色有些振奋 凭直觉而言 若他所料不错 这应该是两只肥养 随着韩跑跑的声音响起 中青和凤傲天 转身看去 但见虚空之中 一道身影自远方 以急速之力 跨越空间而来 顷刻间便到了身前 凤傲天看了看来人 大胜巅峰修为 他眉头一挑 上前一步 张口询问道 阁下叫住我的 所为何事 韩跑跑先是左右 环顾一周 确定周边无人关注之后 随后手腕一番 出现了遗物 赫然正是允仙秘境钥匙 两位且看 这是什么 中青文生定念看去 压一道 允仙秘境钥匙 韩跑跑轻笑 不错 正是允仙秘境钥匙 两位 想必也是 为此秘境 才会举此的吧 想要进入允仙秘境 非三把允仙 秘境要是不可 如今 在下手中便有一把 我官二位气宇轩昂 气势不凡 堪称人中龙凤 未来妥妥的大地之姿 若能得此秘池 无疑会在接下来的 秘境之争中 占尽先机 现在 这秘池不要八千八 不要九九八 三十亿极品零食 外加三件极品圣物 便可带回家 对于这话术 韩跑跑已经是熟练的 不能再熟练了 可谓闭着眼睛 都能张口就来 这一幕 让凤傲天有些讶异 如此至宝 你不留为己用 就这么轻易 将它卖了 他有些看不懂 对方这什么路数了 第一时间就怀疑 这是假钥匙 面对凤傲天疑惑的眼神 韩跑跑笑着解释道 道有千万 各有所求 这允仙秘境来历甚大 到最后 说不得会引发大地那 等存在下场 风险和机遇 往往是成正底的 与其拿性命 拒搏那九死一生的先缘 在下更愿意 将其化成 切切实实看得见的利益 道有 觉得这价格如何 韩跑跑说的话 说的可谓是高明 反而打消了风傲天 认为这是假货的顾虑 不由的 他将目光看向中青 此时的中青 也目光涌动 紧锁在韩跑跑身上 他能看出 这人身上 明显变化了身形 展现在人面前的 并非本来面目 甚至修为 都被隐藏了 出门在外 形势谨慎险 这一点 倒是无可厚非 真正让他感到怪异的是 他刚才细心感悟了一下 韩跑跑拿出的这把钥匙 居然和他手中的两把钥匙 产生的波动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 韩跑跑手中的这把钥匙 是真的 他万万没有想到 这第三把 竟以这般方式 出现在他面前 但更让他感到古怪的是 他明显能感觉到 对方爆出的价格 似乎有很大讨价还价的空间 也不知道这家伙 布置钥匙的真实价值 还是怎样的 既然给了中青 讨价还价的空间 那他自然是能省就省 一剑普通圣器 这话一出 瞬间让韩跑跑瞪大了眼 兄弟 你可知道 你在说些什么 这是允仙秘境的秘池啊 是能让准地为之眼红 大地为之怦然心动之物 三十亿极品零食 三剑顶级圣物 已经很便宜了 结果倒好 你一下子缩水了 不知多少倍 一剑普通圣器 你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良心不会痛吗 中青笑而不语 坚决不退步 就一剑普通圣器 多了没有 一句话 让韩跑跑痛心疾首的表情 不由为之一顿 腹中的千言万语 也瞬间戛然而止 看向中青的眼神 带着极许复杂 原以为遇到两只肥羊 可以大载一笔 不曾想 这竟然是一个抠货 但本着蚊子 再小也是肉的想法 他脸色反复变换了数次之后 成交 还是那句话 只要对方敢还价 他就敢成交 卖刀就是赚刀 这允仙秘境周边这么多肥羊 没必要抓住一个死磕不放 有着杀架的功夫 没准他都成交另一单了 兄弟 也就是 我看你合乎演员 今后必成大器 想要和你结下一段善缘 若是在允仙秘境中有所收获 他日成名之后 切莫忘了关照兄弟一下 交易之后 韩跑跑一副吃了大亏的模样 挥着手 静止向二人辞别了 当真是来去如风 显然是要去寻找下一只肥羊去了 直到对方离开良久 钟青看着手中第三把允仙秘境钥匙 还是感觉这是有些梦幻了些 这人 自始至终都在给他卖假货的感觉 但是他左右观看手中的秘境钥匙 也看不出丝毫一样来 和他手中的两把钥匙 就是一模一样 除非说 他手中的两把钥匙 原本也是假的 并且还是出自此人之手 钟青看着手中的三把秘境钥匙 陷入了沉思之中 一旁的凤傲天 有些晚不明所以 但神色很是亢奋到 师父 如今 三把钥匙尽会于手 这对于您来说 可谓是如虎天意 如果说 先前他觉得 自家师父能取到宝藏的概率为八成 那现在 完全就是十拿九稳了 钟青摇了摇头 这要是 是真是假还不能确定 现在高兴 为时尚早了些 此话一出 凤傲天脸色当即一愣 随即皱眉道 难不成 纳斯还敢向师父出售假货 不好说 不过 可以先验证一番 话音落下间 钟青眸光 看向了云空下的云仙秘境 在他的招呼下 师徒二人身影一动 静止消失在了原地 不多久便来到了青铜门上方的云层之中 轰隆隆 物疑靠近青铜谷门 四周便传来了滔天的轰鸣声 青铜谷门周边 是一个绵延数万里的漩涡 在漩涡之中 隐隐有鲜光在跳动 有金银浮光在闪烁 那是上古大阵 如果说 整个秘境以青铜谷门为入口 那这大阵便是秘境围墙 两人身处青铜谷门之前 由若已看山巒 威俄 高大 浩瀚 古朴 凤奥天细细看了一下漩涡之中 隐藏的上古大阵 神色微变道 我能感受到 此阵之中 隐藏着恐怖的危能 一旦触发 引发着大阵躁动 恐怕能化成无边杀机 掩灭周遭一切 对于阵法 凤奥天自认为 已然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但这座上古大阵 还是让他感受到了 阵阵心惊肉跳的地步 他看不穿 望不透 但本能地感觉到 此阵很危险 中青同样在打量着这座大阵 只是让他有些讶异的事 这座大阵 给了他一种似曾相识之感 稍微一思索 他便明白 这熟悉感从何而来了 遥想他当年 横穿整个乱魔海之时 途经天渊 在那里 遇到了深渊之主 对方便是用上古十大杀阵来对付他 此阵 俨然和那杀阵有异曲同工之处 甚至同缘 这让他有些讶异 那深渊之主的来历 似乎比他想象中的 要更加不凡血 同时 其又不得不感慨 阵法免疫的霸道 要知晓 这座上古杀阵 哪怕是大盛巅峰的凤傲天 也要为之心惊 甚至说 大地强者也奈何不了的存在 他当年不过一个小小万法竟修士 却能凭借阵法免疫 让这般恐怖的杀阵 直接失效 只能说 这阵法免疫之身 完全就是一般的存在 而随着此番查探 中卿几乎可以确定 这允仙秘境周边的上古大阵 完全对他无效 有没有钥匙 于他而言 意义已经不大了 传出来之物 三把钥匙 除了打开青铜骨门之外 难保还会存在着 其他什么潜在的用途 事已 中卿觉得 还是有必要验证一番真伪 不过这允仙秘境周边人多眼杂 为了不引起必要的麻烦 在验证真伪前 有必要布置些手段 思索之间 中卿随手一番 一张阵图出现在了手里 此为乾坤阵图 这些年来 中卿自系统处获得的宝贝 多不胜数 这乾坤阵图 便是诸多宝物之一 其乃地气 内部自称一片空间 可以在范围内隔天绝地 当然 对于拥有小世界的中卿来说 其所谓的防御功能 很是鸡肋 若非今天场景特殊 需要用它来屏蔽一切神识探查 可能这件地气 一直只能摆在角落里 蒙尘吃灰 中卿随手一抖 乾坤阵图迎风见掌 悄无声息间 隐溺于虚空之中 转瞬间便包裹住了一方天地 对于外界来说 只看到青铜骨门隐秘 被一片白雾所包围 倒也未曾多想 毕竟 这陨仙秘境 并非是一成不变的 那悬浮于半空中的滔天漩涡 有时奔腾躁动之际 见起的光芒白雾 便会将青铜骨门遮掩覆盖 此刻 身处乾坤阵图中的中卿 看着眼前的青铜骨门 微微思索间 静止拿出了三把陨仙秘境钥匙 三把钥匙物意出现之际 立马引发了整个青铜骨门的震动 红隆隆 整个骨门晃动之间 传来了一声声惊天动地的巨响 且好若有生命一般 似是要化身成远古神魔再复苏 一股亘古 浩瀚 带着浓浓岁月的气息扑面而来 奋傲天心神大动 神色间带着无边振奋 这座尘封无数岁月的仙人秘境 终是要展开一脚神秘的面纱了吗 仙 这个概念对于整个下界三千玉来说 都是至高无上的存在 仙人 寿缘无尽 微能无边 可肃乾坤 可造天地 那是修行者修道一生 为之奋斗的终点 整个下界三千玉 在面对这等秘境 没几个人能保持平静 一旁的中卿见此一幕 则是有些愕然 他原以为 这么容易得到的秘境钥匙 是假的可能性很大 但是 其竟然能引发整个青铜骨门震动 所以说 他花了一件圣级神兵 买了一把允仙秘境的真钥匙 这 就挺离谱的 不过 没有彻底打开的意思 在古门之上 还有一道道玄奥银轮烙印 一共十个 中卿认出了那东西 他曾在一本古籍上见过 其为岁月轮 岁月轮 是一些大能强者 用来记载时间的工具 当时间流淌过之后 岁月轮便会变为银色 一个岁月轮 代表着十万年时光 整个岁月轮 完全变成银色后 便是十万载过去 而古门上的十个岁月轮 已然彻底赢了九个 还有一个 颇为怪异 岁月轮中间部分 彻底断裂 好似被某种距离所破坏 银灰向两边溢散过去 一端已然一满 另外一段 却还有个末梢没有填满 中卿见此 瞬间明误了 青铜古门没有打开的缘由 这秘境的开启 除了要事之外 还有着时间限制 一个岁月轮开启一次 也就是说 十万年时间开启一次 而纵观古门上的岁月轮 此秘境 竟然已经存世了 近百万年之久 这个时间 可谓是相当古老和漫长了 一般的大地 都活不了这么久 明误了这些之后 中卿静止将三把钥匙 直接收了起来 随着钥匙收入空间之中 震动的古门 也随之平息了下来 一旁的凤傲天有些疑惑 师父 是什么情况 中卿慢慢道 秘境还没到开启的时候 还需一段时间 这秘境方能彻底开启 这样吗 凤傲天有些失落 他原以为 自己会在今天 一读允现秘境的真容 没想到 竟然还要过一段时间方能开启 不过他并不知道 这秘境倒没到开启的时间 对于中卿来说 也没有太多影响 这秘境 已然成为了 他的囊中之物 尤其是三把钥匙 也在他手中 既然钥匙 也控制在手里的话 也就是说 不管秘境 倒没到开启的时间 也只有中卿能够进入 所以要是 与他这个拥有 阵法免疫的人 来说没用 但控制在手 等同于掌控了 所有的主动权 另一边 随着红尘女帝 来到十万里高空之后 他的目光 看向了远方空间中的 一道身高丈六的身影 骑之身躯 仿若由神经胶筑而成 五官轮廓深邃 头生双脚 目似牛瞳 眼珠黑白分明 好似有生死二气 在转动 人身牛蹄 双手似菩扇 周身散发着一股伟岸的气息 这 便是妖族古帝 却并不是 出身玄域 一尊笔之陈帝 成名 还早的妖族大帝 两尊大帝四目相对 古帝缓缓开口 红尘道友 好久不见 要红尘四百连 驻扎在空间中 亭亭玉立 冷艳高贵 散发着晶莹流光的长发 无风而动 他倾起朱唇 微微汗手 确实有数万载 未曾相见了 古帝此行 也是为允仙秘境而来 不错 允仙秘境价值无量 只此滔天机缘现实 本帝自然要分润一杯羹 古帝说话间 目光看向要红尘 撕衬片刻后 继续道 我有一个提议 这允仙秘境 觊觎者甚多 经本地探查 如今汇聚在周边的 地级强者 便不下五指之术 不若 你我之间结盟 如此也能在 接下来的秘境 争夺中 确保收益最大化 你觉得如何 双方曾与允星海结识 那个地方 相当恐怖和邪门 两人皆被困于 允星海内的 一片失落之地中 最后同心协力之下 才算破了困局 双方之间 有良好的合作基础 然而 面对古地的盛情邀请 要红尘 却是缓缓摇了摇头 拒绝了 抱歉 古地的好意 在下心领了 但是这联盟一事 红尘却是做不了主 这话 让古地脸色一记 红尘道友若不想 和本地联盟 大可直说便是 又何须拿这般 可笑的借口推脱 身为地级强者 难道还能有人 能左右道友意志不成 要红尘文言 嘴角泛起了极许苦涩 他摇了摇头 脸色悠悠道 道友说得不错 在下 如今已然奉了 一位大人为尊 若无他的允许 在下的决定 却是算不了数的 话语虽轻 却如阵阵惊雷 在古地脑海之中炸响 他原本还有些 不满的情绪 瞬间消散一空 取而代之的 则是一点错愕 任何一尊大帝 都是时代的天骄 命运的宠儿 自亿亿万生灵中脱颖而出 是可以搅弄 天下风云的人物 这样的人 又岂甘居于人下 在古地的认知中 红尘女帝无疑是高傲的 其知实力 在一节大帝之中 也属顶尖的存在 便是他也不敢说 胜他一筹 然而此刻 就是这样一尊强大的存在 却直言 自己已经成为了 另一个人的追随者 这 何其荒谬 古地眉头微沉 打亮着对方 心中充满了诧异和不解 你所追随的人 便是你先前行李那位 不久前 红尘女帝 向中卿行李那一幕 被古地看在了眼里 那时他还有些不解 什么人 也值得红尘女帝 这般对待 但现在 其心中的疑惑 好似有了答案 不错 红尘女帝的回应 更是证实了古地的猜想 却也让他 愈发不解了起来 那人是谁 又有何特殊之处 竟能让一向心高气傲的你 为其折腰臣服 面对这番询问 红尘女帝摇了摇头 抱歉 大人生性淡薄 不喜麻烦 若无她的允许 我不可随意透露她的名号 不过 大人的目标 也是这允现秘境 看在曾经相识 相交一场的份上 此番前来 只为给道友一个忠告 若是秘境开启 道友在秘境中 遇到我家大人 最好莫要 与她爆发冲突 如若不然 她没说完 有些东西 点到极止即可 活了不知多少万年的古地 又岂会不知 红尘女帝言下之意 一时间 她不由沉默了 眉头 也不由皱得更深了 对于红尘女帝的劝告 古地不可能 不放在心上 能让心高气傲的 红尘女帝 为之臣服的人 又岂是一语之辈 不用想也知道 其之实力 必然非同小可 只是下界三千狱中 什么时候出了 这般一个地级人物 纵观整个 下界三千狱中的 大地强者 她不说 全部认识 却也知晓十之八九 其他大地强者 纵未见过 却也有所听闻 但对于红尘女帝 口中那位大人 她却是感到陌生的紧 古地搜遍脑海中的记忆 也未发现 有关对方的半点信息 在其皱眉沉思之际 红尘女帝 却是拱手辞别道 严禁于此 望到有好自为之 在下 先行告辞了 古地张了张口 想要说些什么 但最后 她却是什么都没说 就这样目送着 红尘女帝离去 两久之后 古地悠悠一叹 看来 纵是本帝 想要在这秘境中 得获大造化 难度也不小啊 红尘女帝口中的 那位大人 让她感受到了 阵阵压力 但对于红尘女帝本人 她内心 是颇为唏嘘的 遥想当年 二人相识之际 红尘女帝 是何等意气风发 纵身处险恶绝地 其依旧镇定自若 拥有僻逆天下 舍我其谁的豪情 没想到 再次见面时 竟然是这样一番光景 即便她口中那位 存在很强 但也不是堂堂大帝 成为别人追随者的理由 从此之后 双方 大概就是两路人了 在古地看来 红尘女帝 竟甘心作为别人的追随者 这无疑是 自甘堕落的表现 换位而错 若是将她放在 红尘女帝的位置上 哪怕对方是三节大帝 她也绝不会 低下自己高贵的头颅 在古地内心深处 是相当不齿 这般行径的 看来 只能去找另外一个同盟者了 古地思索之际 眸光看向了远方 下一刻 其身躯移动间 静止消失在了原地 日升月落 周而复始 转瞬间 距离允仙秘境现实 已过去了小半月时光 随着时间的推移 依旧有源源不断的身影 朝允仙秘境赶复而来 这段时间 中青就盘踞在 八万里空间之内 每日坐看云卷云书 静观大局变化 同时 打量着秘境周边 往来的天骄 身后奉傲天 和红尘女帝 一直跟随在左右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整个秘境周边 已然形成了一个 新的势力格局 诸多势力之间 在短短小半月时间 已然诞生了上千个联盟 而这些联盟之中 要说公刃已知 声势最大 威势最强的 无亚于三玉联盟 其为火玉灵家老祖 金玉方家老祖 水玉雷家老祖 三大准地强者 组合成的联盟 今天 汇聚了无数风云的 允仙秘境之地 经过时间的酝酿后 终是迎来了一丝 不一样的变化 远古青铜古门上空 一道又一道身影汇聚 转瞬间 便密布了数百道身影 为首者 赫然正是 三玉联盟的 三大准地强者 在他们身后 跟随着一众大圣 乃至圣境强者 他们 这是要干什么 有人疑惑 目光微眯 还能干什么 看这架势 自然是坐不住了 要探查 允仙秘境呗 此话一出 瞬间牵动了 不少人的心神 他们 难道不怕成为 众矢之地吗 都说财物动人心 宝物勾人魂 允仙秘境 价值无量 造化无穷 可以说 谁动了第一口蛋糕 谁就会毫无疑问地 成为众矢之地 三大准地强者 连带着这么多大圣 圣境高手 这样的实力 纵使成为众矢之地 在大地不出的情况下 又有何惧 现场之中 响起了无数 窃窃私语议论声 几乎所有的目光 全都盯在了 三玉联盟的众人身上 此刻的云空之中 三位准地强者 并排而立 目光看向下方的青铜骨门 眼神中 闪过丝丝火热的神色 两位 准备好了吗 方家老祖深吸口气 高声道 雷家老祖胸腔起伏间 发丝之上 俨然有电弧在闪烁 仿若一尊雷霆之主 这秘境 埋葬了太久岁远 是时候该让他展现出 原本的面纱了 林家老祖 快动手吧 老夫的热血 已经开始沸腾了 三人的对话 再次让围观众人确认了 他们 就是想开启 这陨仙秘境 一些人 有些蠢蠢欲动 一些人 则是摸着怀中的宝贝的钥匙 暗掘三玉联盟的人 不可能成功 毕竟想要开启秘境 只有集结三把钥匙 这几乎形成了共识 那些像韩跑跑 买过钥匙的人 都觉得 若无自己手中的 允仙秘境钥匙 想要开启 这允仙秘境 无疑于是 痴人说梦 而刚刚又开张一丹 卖了一个好价钱的 韩跑跑剑词 则是有些怅然若失起来 那三尊准地 他清楚地记得 自己分别向他们 出售过一把钥匙 而且每一个 都狠狠大赚了一笔 这是 搂钱的时代 一去不复返了吗 虽然 他早已预料到 会有这么一天 甚至这一天 来得比他预料中的 还要晚一些 但其心中 总是有那么几分失落 毕竟 这雷若晚爆发一天 他赚取的资源 就堪称海洋 这赚钱速度 抢劫都没这么快 不过一想到 他的收获 喊跑跑脸上的 失落不见 取而代之的 则是满满的振奋 这段时间 具体赚了多少 连他自己都不清楚 但可以预见 在今后的 很长一段时间 自己完全没必要 为资源而发愁 甚至 若是一切顺利的情况下 这些资源 完全足够作为 他晋升大地强者的资量 与此同时 云空之上 三位准地老祖 在相互对视了一眼之后 皆是拿出了 花费偌大代价 购买而来的 允仙秘境钥匙 先前三人结盟之际 召开大会 商讨是否可以通过 推演天机的方式 找全允仙秘境钥匙 然而 一番交谈之后 三人才发现 原来其余两把允仙秘境 就在对方的身上 这让他们欣喜若狂 只觉得 这是冥冥中的天意在执意 毕竟允仙秘境的三把钥匙 流传在外 不知多少岁月 想要 找其 何等艰难 这不是天意指引是什么 天赐不语 必受其救 他们 怎能辜负这上天的美意 在自称实力 足以应对一切局面之后 三人毅然而然达成共识 共同开启这远古青铜门 掀开允仙秘境的神秘面纱 随着三把钥匙一出现 立马引发了无数道关注的目光 八万里云空之上 红尘女帝错愕 允仙秘境钥匙 这么极其了 她的眸光 透露着思思不可置信 脸上更是浮现无尽惊疑之色 一旁的凤傲天文言 老神在在笑道 假的 你怎么知道 红尘女帝侧目 一双凤目带着疑惑和探寻 虽然她内心深处觉得 这样的宝物 不应该出现在几尊准帝手中 有资格执掌允仙秘境钥匙的 应该是地级层次才是 但是 三大准帝手中的钥匙 气息极其飘渺玄幻 让她也看之不透真假的地步 凤傲天一口咬定 这是假货 这自然引发了她的好奇 在红尘女帝的注视下 凤傲天心中暗笑 真的就在自己师父手中 她可是亲眼目睹 那外界出现的 自然就只能是假的 她也没解释其中缘由 只笑道 女帝且耐心观看便是 她们手中的钥匙 必是假的 类似这般的对话 出现在不同的地方 很多人眸光悠悠 手中紧紧 把攒着独属于自己的 允仙秘境钥匙 在万众瞩目下 三大准帝手中的钥匙 终是汇聚在了一起 轰隆隆 随着三把钥匙齐聚 在靠近骨门足够的距离之后 立马引发了整个青铜骨门大震动 随着骨门震动间 倒到仙光自清 铜门户上喷涌而出 便是四周虚空 也随着骨门震动而颤动 这 这允仙秘境钥匙 竟然是真的 怎么可能是真的 这一幕 对于那些 拥有允仙秘境钥匙的人来说 可谓是相当炸裂的一幕 如果说 三大准帝手中的钥匙 是真的 那他们买的 又是什么 假货 无数人在这一刻 心疼的都在滴血 正是因为 笃定自己拥有的 乃是真的允仙秘境钥匙 他们方才会花费 偌大的代价 将其购买下来 一些人 甚至因此 清空了自己数万年的 积累收藏 更有甚者 连家族中 积累多年的宝藏 都交出去了 也有人 为了将允仙秘境钥匙拿下 向三亲六鹏 借下了大笔债务 然而 现在 他们花费如此代价 购买的允仙秘境钥匙 竟然是假货 很多人怒发冲冠 双目赤红 心疼的都在滴血 都说其货可拘 允仙秘境天下间 一共就三把 谁若掌握其中之一 谁就掌握了主动权 就这主动权 若是运用得当 足以谋取天大的好处 和利益 原本在他们看来 这绝对是一笔血传的投资 谁能想到 这血传 突然就变成了血亏 一些人心疼得直哆嗦 内心深处 更是问候了韩跑跑 乃至其祖宗十八代千百遍 那庞大的怨念 都快显现成形了 化成了一股庞大的阴云 几零零一颤 他暗暗吞咽了口唾液 心虚地看了眼四周 这要是被人知晓 自己是始作俑者 被人生撕都是最好的下场 好在 他先前形势 一直足够谨慎 每卖出一把钥匙之后 都要改头换面一番 如今 他已全新的面孔出现 没人人发现 是自己卖出去的钥匙 只是心虚过后 韩跑跑也有些迷糊了 他很确信 自己卖出去的是假钥匙啊 这 怎么还能跟青铜骨门连动上了 连他上如此表情 先前还一副信誓旦旦 自认为三大准地手中施 假钥匙的凤奥天 则是一副逼了狗的模样 这 这没理由啊 师傅手上的三把钥匙 先前就引发了青铜骨门的反应 怎么这三把 同样能引发青铜骨门反应 难不成 当年留下来的是六把钥匙 这个念头一出 连他都觉得扯淡 但眼前的一幕 又该如何解释 凤奥天只感觉这一幕 严重冲击着他的三观 便是一旁的钟轻 对于钟轻而言 当真有些错不及防 他本以为 自己手中的钥匙 能引发青铜骨门震动 必然是真品无疑 谁能想到 如今新出现的 三把允线秘境钥匙 同样能引发青铜骨门反应 所以说 这是有人在贩卖假钥匙 但这钥匙 制造水平之高 俨然达到了足以假乱真的程度 这造假能力 当真诀了 不过 纵然假钥匙 能打开青铜骨门 钟轻也丝毫不及 毕竟 这秘境的开启 除了钥匙之外 还有时间的限制 石身未到 这些人 纵然拥有秘境钥匙 也万万不可能进去 想到这 钟轻不动声色 继续关注着事态的发展 随着三大准地 将允线秘境钥匙汇集 引发整个青铜骨门大震动 不同云空中 无数人 在经过一系列 复杂的心理变化之后 目光死死地盯着秘境 随时准备冲入秘境之中 毕竟 他们此行的终极目标 便是这允线秘境 这个时候 进入允线秘境 才是正理 其他的一切 在此目标面前 都得靠边站 然而 就在无数人满心期待 远古青铜门开启之际 整个大门 只是翁鸣震动不休 却是一直未曾 真正启动 这 是什么情况 有人眸光之中 透露着浓浓的压抑和不解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这秘境 除了需要钥匙的开启之外 还受到了时间的限制 有人看着青铜骨门之上的岁月轮 若有所思 准备探索秘境的三大准地 同样发现了这一点 秘境未能立刻开启 对于他们的士气而言 无疑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但是很快 三大准地又恢复了昂扬的斗志 如今 允线秘境要是在手 主动权永远在他们手中 他们自信 待时间一到 他们必能在此次秘境中有所收获 这场万众瞩目的 允线秘境探行 最终因秘境开启时间位置 草草收场 但因这一次 允线秘境探索 造成的余波后径之强 却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当众人的重心 从允线秘境移除 回归现实之际 有人紧紧握着花重金购买的假钥匙 狠狠一抛 直接将其丢置了出去 同时面色猙獰 我要这假货 何用 也有人满目杀鸡 神识不断扫射着四方 这是一尊大胜强者 此刻的内心 却是充斥着无边愤怒 当真是奇耻大辱啊 他这一生 何等伟案英明 然而如今 竟然被一削小只被给骗了 若不能将那货揪出来 他道心都不通明 然后 愤怒的情绪开始蔓延 滔滔的杀鸡 弥漫在整个允线秘境四周 什么情况 允线秘境还未开启 这漫天的戾气杀鸡 从何而来 有人侧目 面露不解之色 在有心人一番勘察之后 发现了一个 让人无比心惊的事实 那就是 有人竟然在整个允线秘境 卖假钥匙 这买卖 极其丧心病狂 从至尊强者 圣境强者 大圣强者 乃至准地强者 都是受害者 间接得罪的人和势力 不计其数 随着越是了解 明误真相之人 只感觉大脑轰鸣 口干舌燥 整个人 不可置信地倒吸口凉气 他 他是怎么敢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 越来越多的受害者 浮现在世人眼前 而当所有情绪 随酿酿到顶点之后 售卖假钥匙的事 宛如平地一声惊雷 彻底爆了 声讨始作俑者 罪行之声愈演愈烈 如熊熊烈焰一般 转瞬间席卷了四方 声势之大 纵观整个玄域历史 也堪称罕见 然后 诸多势力 万千强者 爆发出了 前所未有的团结之心 是要合力 找出这位始作俑者 在几位准地强者 牵头带领下 他们通过抽丝剥茧的分析 并进行天机演算推演 最终 所有线索 通通指向了一个人 那就是韩跑跑 是他 通过售卖允仙秘境的 假钥匙大发横财 这个名字一出 让本就喧嚣的云空 彻底沸腾了 韩跑跑 你还真是一个狠人啊 把如此多人 玩弄于鼓掌 耍得团团转 有人咬牙切齿 某种好似 要喷发如火山 一般炽热的愤怒之焰 这个名字 让八万里云空之上的 中卿不由位之一了 韩跑跑 这个名字 他可不算陌生 其乃玄域 上一任御主 在人族和妖族之争时 背弃人族而逃 不仅如此 再逃跑前 此人还卷走了 整个人族的物资 算是给他留下了一个大坑 当初他来玄域之时 玄域人族对他的态度 可谓极不感冒 这其中 便有韩跑跑一半的功劳 当初中卿还感慨 常言道 前人种树 后人成梁 但这韩跑跑 是光挖坑不种树 没想到 双方之间 竟以这般另类的方式 有了交集 这个时候 中卿奶还不知晓 先前售卖给他允仙秘境钥匙的人 就是韩跑跑无疑 此人 还真是让他有些刮目相看了 以一己之力 诈骗了无数势力 万千强者 这是胆子长矛了呀 不过 很快中卿眉头 又变得古怪了起来 因为 他已经验证过了 对方售卖的钥匙 是真能打开允仙秘境大门 只是其他人没有测试过 并不知道 自己手里的钥匙 能够打开秘境 所以 一个能发挥作用的假货 还算是假货吗 当然 这不是中卿该考虑的问题 一个如此人才 引起了中卿的几分兴趣 他第一时间 睁开天眼 找寻对方的身影 其心中 也隐隐有一个猜测 不过具体如何 还需验证一番 另一边 整个允仙秘境四周 到处都是关于 争讨韩跑跑的声音 真正的韩跑跑 隐匿于人群中 看着愤怒的群雄 心中 是有点小慌的 他自认为自己做事 一向胆大心细 滴水不漏 万万没想到 这么快 就被人查到了真名 果然 是他有些小觑天下群雄了 这么多人 所能爆发的能量 远超常人想象 不过 心中荒归荒 倒也不至于惧怕 他身上有遮掩天机的质宝 他自信 有此质宝在身 没人能看穿自己的真身 正在其心中这般响之际 下一刻 一道神识传音 在他脑海之中响起 韩跑跑 阁下在玄狱之中 兴风作浪 掀起无尽波涛 钟某 早就想会议会你了 这话一戳 韩跑跑浑身骤然一紧 瞳孔急剧一缩 整个人宛如炸刺的猫一般 瞬间炸毛了 他一个机灵 抖了一下身躯 一脸警惕地看了他四周 谁 韩跑跑的伪装 虽然高明 怕是准地强者 也无法发现半分异常 但在中青的天眼面前 一切伪装 都无所遁形 和韩跑跑对话之人 自是便是中青 此时的中青身处 八万里长空 韩跑跑这老六 则在五万里长空 和一堆至尊敬私混在一起 双方隔着三万里 高度对话 此时的韩跑跑 内心俨然泛起了滔天波澜 上一刻 他还觉得 不会有人发现 他的真身 下一刻 便被人叫出了名字 这打脸来得简直不要太快 让他心惊震动之际 只感觉脸上一阵 火辣辣的疼 好似被人凭空 打了一巴掌似的 你也不想自己的身份暴露吧 中青的声音 继续在其脑海中响起 过来一叙吧 这个时候 韩跑跑已然通过声音的来源 锁定了中青 是他 其心中诧异至极 对于自己的顾客 韩跑跑一向不会忘记 而对中青的印象 则是尤为深刻些 这是他第一个认定为肥羊 最后却以白菜价成交的顾客 堪称抠男代表 当然 韩跑跑对中青印象深刻的同时 也弥漫着诸多疑惑 八万里云空领域 其近空之力 非大胜强者不可踏足 中青能在八万里云空中 足以证明其之实力 至少是大胜强者 只是 他的伪装 准地都发现不了 一尊区区大胜强者 何德何能 能发现他的真身 当然 这疑惑 也就一闪而过 下一瞬间 韩跑跑身躯一洞间 直接撕开虚空跑路 君子不立威强之下 现场无数人都在寻找他 西记除他而后快 如今 自己真身被认出 这要是再不走 难不成 要留下来 被打死开席吗 八万里云空之上 中青看着直接跑路的韩跑跑 微微一愣 他没想到 对方形势竟然这般果决 说跑路就跑路 形势毫不妥泥带水 身份暴露的危险 竟然都威胁不了他 下一刻 中青笑了 被他盯上之人 想在他眼皮底下 这般离开 哪有这么容易 他身躯一洞间 就要追负过去 师父 你这是要去哪 一旁的凤傲天疑惑 中青脚步微微一顿 看了眼凤傲天 和红尘女第二人 走吧 带你们去会一会 这卖假要是韩跑跑 韩跑跑 不管是凤傲天 还是红尘女帝文言 皆是微微一愣 但二人没有多想 第一时间跟上了中青的脚步 撕裂空间之际 静止消失在了原地 且说韩跑跑 不断在空间之中 跳跃穿梭 一步万里之遥 在逃离允仙 秘境万万里之遥后 这才停下了身影 身躯一洞间 自空间中 窜了出来 来到了一片 荒无人烟的大漠之中 他默默注视了 一下四周看片刻 见并无人追上来 一直悬着的心 这才落了下去 对于其他人而言 允仙秘境的寻宝之旅 还未开始 但对他来说 他的搜刮宝物之旅 已经结束了 如今四下无人 正好乘此机会 清点一下此次收获所得 想到这儿 韩跑跑 先是在四周 布置了一个大阵 以防万一 随即将一个又一个 除袋里面的宝物 倒置出来 清点盘算 随着花花声流淌而出 散发着晶莹之光的 极品零食 宛如山月一般 堆积在了一起 一些圣极功法 圣极神兵乃至圣极大药 散发着阴暈光芒 原本荒凉枯寂 黄沙漫天的沙漠 被一道道浓郁的 灵光宝气所包裹 韩跑跑看着 眼前的一座座灵石大山 堆积成了成千上万座 整个人双眼直冒金光 呼吸都急促了起来 他知道自己这一次 收获很大 但没想到 竟然大到这一半地步 光是极品零食 就达到了恐怖的万一规模 圣极灵药 足足有上百株 圣极神兵和圣极功法 加起来过千 其他一些灵宝要不计其数 有了这批资源宝物 何愁今后大到不成 这一刻 韩跑跑意气风发 仰天狂笑 脑海中只有一个念头 真是发财了 就在这时 一道略显激动的声音 响彻在整个大漠之上 谁 韩跑跑心中莫名异己 整个人警惕地看向四周 自己的心里话 怎么还被人给说出来了 下一刻 钟卿奉天 要红尘的身影 自空间中漫步而出 奉奥天满眼 放光地看着眼前的宝物 呼吸都急错了几分 很显然 先前的话 就是出自他之口 其看向韩跑跑的目光 也多了一股 耐人寻味的韵味 他知晓韩跑跑这丝 这一次收获必然不小 但万万没想到 竟然夸张到了这般地步 要知晓 当年三眼凤犬卒 称霸一方 主宰玄域无数宰岁月 搜刮的宝物 堪称多不胜数 但相比起 韩跑跑这一次诈骗所得 当真是小屋见大屋 一旁的红尘女帝 同样诧异地 看了韩跑跑一眼 通常而言 地境之下的生灵 很少有人 能入他眼的存在 但韩跑跑 绝对是一个例外 就眼前的这些资源 哪怕是地级强者 也不能完全无视 这家伙 绝对是一个人才 屹立在极品灵石山头之上的韩跑跑 目光却是死死盯着 骤然出现停顿在大阵虚空内 以三人为首的钟卿身上 玄域上任御主与现任御主 第一次以这般奇特的方式相遇 两久之后 韩跑跑长吸口气 缓缓道 你还当真是阴魂不散 钟卿摊了摊手 笑道 让你过去聊聊 既然你不去 那我自然只能来找你聊聊了 我想 我们之间 没什么好聊的 不可否认 我是赚了你一件 圣极神兵 大不了 我还你一件 圣极神兵便是 一旁的凤傲天文言 笑了 小子 我们不远 万万里而来 难不成 你准备一件圣极神兵 就想把我们打发了 未免想得太过简单了吧 嘿嘿 韩跑跑摇了摇头 轻蔑一笑 随即傲然道 不可否认 你们确实有点本事和手段 既能发现我的真身 找寻到我的位置 但是 你们觉得 吃定我了不成 面对韩跑跑 那几傲的目光 钟轻笑而不语 一旁的凤傲天则是 摇了摇头 也遇到 小子 难不成 你觉得 你可以和我们碰一碰 你有那份实力吗 韩跑跑闻言 一声哈哈大笑 莫说是你们三个 再来三十个又如何 声音当真是桀骜猖狂 这话一出 钟轻微微一愣 脸色有些微妙 凤傲天则是同情地 看着韩跑跑 他就不说了 面对一个大帝 以及他师父 还能说出这种大话 他真是不知道 说什么好了 这一刻 他隐约能明白 当时陈弟老看他时的心境了 他是该说这霍有吗 还是该说 这会不知死活 一旁 一直不发一言的红尘女帝 看了钟轻一眼 得到钟轻默许 则是再也忍不住了 再不压制自己的修为 竟只是放出了 独属于地境强者之威事 随后 伸出一只御手 朝韩跑跑静直 覆盖了过去 大帝之威 简单利落 面对地级强者出手 刚还极要狂妄的韩跑跑 再无反击之力 直接被红尘女帝 徒手镇压 嗯 然而 下一刻 红尘女帝眉头一蹴 就连钟轻也目光一闪 有意思的神色 顿时变得厚重起来 红尘女帝并未下死手 只是镇压 但那手中的韩跑跑 却薄得宛如一张画卷般 就只剩下一张 人皮掉落在地 师父 这 旁边 风傲天瞪大了眼睛 不可置信地看着这一幕 呆知道 居然是个假身 这家伙 什么时候替换的 旁边 红尘女帝也红唇微张 不得不说 这个韩跑跑 还真是让她都有些刮目相看了 钟轻 则是沉默不语 但眼中的韵味之色 却藏不住 她很确定 自己在允仙秘境周边 用天眼找韩跑跑时 这家伙 绝对是真身 然而 这追过来 就变成了替身 也就是说 这家伙 在被追踪中 当着她和堂堂一尊大地的面 给金蝉脱鞘了 要知道 她可是有天眼的 虽然并非 用天眼时刻 锁定韩跑跑 但能够逃过她的追踪 不得不说 这家伙 真是个人才 不仅制造出的钥匙 能够以假乱真 就连金蝉脱鞘之术 也用得这般炉火纯青 她这个未来图儿 可真是有点本事啊 不错 就在她认出 韩跑跑真实身份的时候 系统便给了她提示 韩跑跑便是下一个图儿人选 却没有想到 这到手的图儿 在眼皮子底下跑了 师父 那些留下的宝贝 也全部都是假的 这时 风傲天跑过来气愤说道 文言 钟轻点了点头 对于这个结果 她并不意外 在得知 韩跑跑是假身的时候 她便有所预料 那接下来怎么办 风傲天问道 陈寅片刻 钟轻挥了挥手 说道先回去玄狱吧 这家伙逃不出 我手掌心的 凤傲天文言 看了眼地上 那干扁皮囊 在品味着钟轻的话 她好似明白了什么 小声道 师父 难不成 这韩跑跑 就是你要找的真传徒弟 钟轻点了点头 不错 这话 让凤傲天一阵羡慕 这韩跑跑 当真走了天大的狗屎运了 竟然能和自家师父 拥有师徒之缘 不过 她也知道 既然师父预定了 韩跑跑当真传弟子 那韩跑跑 就跑不了 以后 势必就是自己人了 思索片刻后 凤傲天再次道 既然师父如今 已经确定了 真传弟子身份人选 那是否需要弟子帮忙 将这韩 跑跑真身找出来 钟轻看了看天际 摇了摇头道 不用了 虽然我和这家伙 接触不多 但以这家伙的形式作风来看 如今恐怕早已离开了玄狱之中 想要找她 绝对不是短时间内 可以做到的 说到这儿 钟轻话音一顿 而且允仙秘境开启的时间 也不远了 是时候了 未免夜长梦多 今日 就先把允仙秘境给取了吧 对于钟轻来说 虽然这允仙秘境的 对她并没有太大的吸引力 但在自家门口的东西 还能让其他人夺了不成 而之所以要马上就取 是因为钟轻知道 韩跑跑制作的钥匙 可是真能打开允仙秘境的 若真等时间来临再开启 所有人一窝蜂地冲进去 那可就失去先机了 此话一出 奋傲天倒是还好 毕竟跟在钟轻身边这么久 早就波澜不惊了 但红尘女帝 却忍不住红唇一张 偏头将目光看了过来 忍不住问道 那允仙秘境的开启时间 至少还有半远 时间未到 这 这如何能进入秘境之中 钟轻笑笑 淡淡道 我要进秘境中 又何须等秘境彻底开启 这话让红尘女帝 有些绷不住了 先前 钟轻便提过 她想得到允仙秘境里面的宝藏 理应不难 好家伙 现在这话 比这先前更加狂妄了 红尘女帝很想付匪一句 大人你到底知不知道 这允仙秘境意味着什么 这可是仙人留下的遗宝 合着听这意思 怎么变成允仙秘境 是想出就出 想进就进一样呢 你以为是自家后花园吗 但是红尘女帝最终张了张口 终是什么话都没说 毕竟 她知道自己现在是什么身份地位 以自己如今的身份 还不配质疑钟轻的任何决定 只是 钟轻那轻描淡写 丝毫不把连大帝 也为之疯狂的允仙秘境 放在眼里的表情 让她心中的吐槽欲膨胀的厉害 她倒是想看一看 这位大人的底气 到底来源于何处 这位能一拳轰杀臣弟的强大存在 若是在允仙秘境前吃瘪 被自己夸下的豪言啪啪打脸 那场面 应该挺有意思的吧 想到这儿 红尘女帝双眼微眯 露出了一股狡黠之意 钟轻若有深意地 看了红尘女帝一眼 只是微微一笑 没有多言 很快 几人便朝玄狱赶回 凤天殿 幽明帝君所在的四季道场内 浑厚气息狂躁 空间时有扭曲波动 这段时间 她一直在道场中祭练遗物 虽然允仙秘境出现变故 忽然提前现实 吸引来了无数人 甚至大帝都来了几尊隐藏在 暗中等着分一杯羹 打破了她一切的计划 但即便如此 事情并未真正超脱她的掌控 而真正让她感到不可控的 还是杀死过陈帝后的钟卿 她在钟卿身上 嗅到了危险的气息 所以她这东西 便是祭练出来 专门对付钟卿 轰隆隆 这一天 整个四季院道场 空间扭曲到了一起 在道场外等候待命的九幽 隐约看到道场之中 闪烁出红光 笼罩整个天地 一股浓郁的极致的杀鸡 似要崩灭空间 那杀鸡光是溢散出一丝 便让她顿感心惊肉跳 这 这到底是什么大杀气 九幽心中亥然 她跟随幽冥帝君无数岁月 只知晓帝君之强大 只能用身不可测来形容 这件杀气 她并不知道是何物 但她冥冥中有种感觉 若是祭出去 恐怕大地都得隐恨 在其心神震动间 道场内的一切异象 终是消散无踪 归于平静 九幽何在 幽冥帝君的苍茫浩大的声音传来 让九幽心中一领 她身躯一洞间 静止没入道场之中 拱手朝着幽冥帝君行了一礼后 拱声道 大人有何吩咐 幽冥帝君副手立于院落中央 眸光看向天穷道 这允仙秘境 本座谋划了漫长时间岁月 如今接连出现变数 本帝准备亲自前往玄域 那中卿实力不凡 本座虽以为他准备了一份大礼 但未免万无一失 你且将那些自虚域而来的先天道体 控制在手 随时等候本帝指令 是 大人 九幽连声应道 同时 目光闪烁出一抹狂热之色 大人 忠是要准备亲自出手 对付中卿了吗 还真是当人期待啊 这一天 幽冥帝君翘无声息之间 自奉天殿出发了 允仙秘境 是他谋划了无数年岁月之物 是时候完成最后一波收尾了 与此同时 允仙秘境周边之地 无数人依旧沉浸在 被韩跑跑诈骗一事耿耿于怀 大有一副上天入地 也要将韩跑跑找到的架势 也有人拿着三把允仙秘境钥匙 难难自语 没理由啊 这钥匙看上去如此玄傲深邃 怎么会是假货呢 他满脸的不甘心 他可是倾家荡产 一口气买了三把钥匙的人 就想着 靠着三把钥匙 在秘境真正开始的时候 有所先机 可谓是把所有的都投入在里面 孤注一掷了 所以 哪怕知道 三把真正的钥匙 在三大准地手中已经现实 他还是抱着发生奇迹的心态 朝青铜骨门飞去 而这人的动作 也吸引了无数人的注意 并没有人去阻止他 一是有很多花了大价钱的人 也抱着这个修饰一般的想法 二是 现在秘境真正开启的时间还未到 也乐得看乐子 就连无尽高空的隐秘处 始终不曾有人发现的几双眼睛 也饶有兴趣地投了过来 随着此人 带着三把钥匙 靠近青铜门 将手中三把钥匙寄出 浮空而去 煞时间 整道远古青铜门 瞬间爆发出了无数的仙光 引起了滔天的震动 轰隆隆 青铜骨门摇晃之间 虚空在扭曲 苍茫古老的岁月气息 扑面而来 带起漫天云雾 翻滚奔腾 这偌大的动静 瞬间让在场无数人一傻 什么情况 这三把钥匙是真的 是那三个准地 将钥匙给这家伙了 这是所有人下意识的反应 只以为这家伙手中的钥匙 是三大准地手中那三把 才能解释得通眼前的状况 但瞬间反应过来 允先秘境钥匙 如此重要之物 三大准地强者 不好好贴身保管 如何能交由一小小 至尊敬修士看管 所以下一刻 整个悬域彻底不淡定了 无数惊呼的声音传出 就连无尽高空的那几位 也闪烁出锐利的目光 气氛在这一刻骤变 那就是 所有人都察觉到了一个事实 能开启秘境的钥匙 不止三把 而此时 要说最难以置信的 还属于那至尊敬修士 他看着眼前震动不休的 青铜骨门 瞳孔瞬间未知一锁 最后 心中的千言万语 全都化成了两个字 卧槽 太惊喜了 也太意外了 他原本只是在不甘心之下 抱着奇迹发生的心态 万万没想到 自己手中的允先秘境钥匙 竟然真的对这道远古青铜门 有所作用 此时震惊加傻眼的他心中 翻腾起了无尽的波澜 哈哈哈哈 这寒袍袍卖给我的 并非假货 周回死死地握在手中 传出兴奋的大笑 然而下一刻 他笑声戛然而止 一把飞剑 直接冻穿了他的身体 飞剑过后 便是见到一名大圣强者 从他手中夺过三把钥匙 哈哈 钥匙是我的了 可他要是还没有五热 就发现四面八方 有十几道攻击铺天盖地的笼罩而来 这名大圣强者 瞬间灰飞烟灭 三把钥匙 变成无主之物 从天空滑落而下 这一刻 上百道影子 在半空化作流光 朝钥匙抓去 这一刻 大战一触即发 当即便有强者接二连三的陨落 不行 这三把钥匙 必须控制在我们手中 空间中 之前组成联盟的三大准地 在这一刻 也陡然出马了 原本他们以为 寒跑跑是见他们准地实力 把手里仅有的三把真钥匙 卖给他们了 所以 当他们见到铺天盖地的假钥匙时 颇为自傲 暗暗感慨 这寒跑跑倒是有些眼光 不敢在他们三大准地面前 弄虚作假 将三把真正的钥匙给了他们 可现在看来 哪是如此 随着三大准地加入战场 战斗的局势再一次升级 平时在各域都是高手的至尊镜 和圣镜强者 宛如下饺子一般陨落 即便是大圣镜强者 也不时有被打得灰飞烟灭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便是如此 更别说是如此之大的秘境 一开始的平静 终于被这三把钥匙点爆 也就是到了这个级别的战斗 都已经到了绝对的高空之中 不然光是这战斗的余波 便足以毁灭整个玄域 可即便如此 站在地面的人们 看着扭曲的天空 一个个依旧心惊胆战 然而 就在无数强者 为了之前三把钥匙打得不可开交之际 汲取了整个玄域天地力量与气域 盘踞在漩涡中的那道门户 忽然再一次传出了动静 仙光乍现 异象四起 怎么回事 为何密经大门又有动静了 正在激烈战斗中的众人 将不可置信的目光投向了那漩涡中 只见又有人拿出钥匙迹象的门户 显然 是最开始尝试的那位修士 临死前喊出寒跑跑卖给他的钥匙 是真的这句话 所带来的效果 所以 又有买到了寒跑跑钥匙的人 出来尝试钥匙的真实性 这不尝试不要紧 一尝试 简直炸锅了 开始的三把钥匙 还能解释说 有点隐秘 或许打开密经的钥匙 本来就有六把 但现在又有钥匙可以启动门户 那就绝对不仅仅是巧合 或者隐秘 能够解释得了 众人不得不相信一个事实 那就是 寒跑跑卖出来的钥匙 可能都是真的 所以一时间 原本围绕三把钥匙 而战斗的战圈 顿时发生变化 而是变成了六个 渐渐地 又发展成为了九个 十二个 三十个 可打着打着 众人又发现不对劲了 那就是 冒出来的钥匙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几天下来 据不完全统计 整个悬域彻底乱成了一锅粥 有刚开始以为 寒跑跑是骗子 而丢弃钥匙的人 在悬域中 掘第三尺寻找钥匙 有之前在一怒之下 毁掉钥匙的人 一边毁得心肝直痛的同时 却又不得不展开 新的钥匙争夺 也有之前买了寒跑跑钥匙 而没被人发现的人 躲在暗中沾沾自喜 可很快 众人又发现一个事实 那就是 只有几把钥匙的时候 能独显其珍贵 拿到钥匙的人 也能够占据仙机 可特梅钥匙 到了一万多把 甚至随着战斗发展 大圣镜以上 境界人手一把钥匙的时候 这钥匙还显得珍贵吗 那手拿钥匙的人 还撑得上仙机吗 厮杀到最后 众人发现 自己好像厮杀了一个寂寞 这 就挺让人憋屈难受的 这一幕 全都落入了 重新回到 允仙秘境上方的中青眼里 这让中青 不由一阵感慨 他这未来徒儿 真贪娘是个人才 不仅逃跑能力无双 造假能力无敌 搅风搅雨的本事 也是一绝 感慨过后 中青微微思索之际 召唤出了十二魔将 麒麟和小嘎 乃至稻草人 这一次来 他便准备将允仙秘境的 机缘和造化 尽数给取了 多几个帮手 斑斑机缘造化宝藏 也是好的 十二魔将这段时间 一直在时间宝塔内修行 一个个实力 全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升 但即便如此 在如今到处都是 大圣准地的允仙秘境周边 他们这点实力 我也是有点拖后腿了 不是他们天赋低 而是中青成长速度太惊人 以至于中青身边的人 没一个能跟上他的成长速度 一旁的麒麟和小嘎 同样如此 唯独稻草人这家伙有些特殊 他的实力一直是个谜 连中青也看不透深浅的地步 主人 云空之上 众人出现之际 第一时间朝中倾行了一个礼 十数到身影的出现 让中青身后的红尘女帝 不由未知侧目 同时 看向中青的眼神 也多了极许微妙的变化 他没想到 这位大人 竟然还圈养了麒麟这等生物 但将麒麟和一群家禽一起养 甚至还养了一个稻草人 这 这是什么恶趣味 在其心绪起伏间 以记忆为首的十二魔将 第一时间上前道 主人召唤我等 不知有何吩咐 一旁麒麟和小嘎不甘落后 同样齐声开口道 但凡主人吩咐一声 不管是上刀山 下火海 我等必然一不容辞 说话间 这两货挑衅地看了十二魔将一眼 显然 他们和十二魔将的两子 是彻底结下了 凡事都要争个输赢 分个高低 中青看了下方的允仙秘境一眼 本想直接带他们 进入秘境之中 但下一刻 其心中莫名一凸 产生了一股心迹之感 中青眉头微微一皱 修为到了他这般境界 任何心血来潮 都不会是平白无故的 这 在预示着什么吗 难不成 这秘境之中 会有什么危险 不 中青仔细感受了一番 先前那股心迹的来源 并非是来自允仙秘境 而是来自 一个极其遥远的地方 他的眸光 穿过云霄 看向了正东方向 那个方向 似乎是凤天殿所在之地 这一刻 中青心中翻起了小小的涟漪 他来玄狱之中 本身就有着凤天殿的某种算计 玄狱之中的很多事情 亦有凤天殿在背后插足的影子 加上之前出现过的九幽 以及后来的很多事情 中青都感觉得到 凤天殿对他有所图谋 尽管不知道对方具体谋划什么 但他注定不可能让凤天殿遂远 如果是那样的话 双方注定会走到对立面 对立面倒是无所谓 但他可是没有忘记 自己那么多弟子 还在凤天殿当中 那些弟子 尤其是真传弟子 关乎的可是中青的成道之机 万万不可有半点闪失 想到这儿 中青看向稻草人 直接吩咐道 你且跑一趟天狱凤天殿 势必将我门下弟子 完整带回此处 稻草人眸光悠闪 面无表情 只是手中的镰刀 闪过一抹寒光 显然已经领会到了中青的意思 一旁的十二魔将文言 主动请应道 我等愿随大大哥一同前往 还望主人允许 眼见十二魔将都开口了 麒麟和小嘎同样开口道 主人 我等愿为先锋 负责带头冲锋 一旁的红尘女帝见此 憋得有些难受 凤天殿 那是什么存在 这可是下界三千大狱最强势力 是指掌下界三千大狱全柄的存在 然而 此刻 自家这位大人 一群家禽竟也吵嚷着要一同前往 不可否认 麒麟血脉不凡 来历甚大 但是现在才什么实力啊 听他这意思 是要去直接冲了凤天殿啊 现在的小年轻都这么勇的吗 一旁的凤傲天 则是有些蠢蠢欲动 这稻草人大人 绝对是一个无法想象的存在 先前就是他手上那把镰刀 轻轻一挥间 直接解了整个三眼凤犬族身上 所中的大地诅咒之力 难以想象 其之实力究竟有多强 若不是知晓 自家师傅身边需要人手 他都想直接跟随去见识 一番稻草人大佬的恐怖了 至于稻草人 能否从凤天殿带出人来 这一点凤傲天从不怀疑 师傅这般安排 就自然有他的道理 中青看着十二魔疆 麒麟乃至小嘎 他们的实力 多少有些上不得台面了 这要是去了 恐怕也就是累赘的货色 刚想回绝 一旁的稻草人 脑袋歪了一下 似是看出了中青所想 主动开口道 不 干 就 断断续续的声音 却透露着一股 无与伦比的强大自信 稻草人既然这般说 中青倒也没了反对的理由 行吧 既然如此 那儿等即刻动身 遵命 主人 在躬身行了一礼之后 麒麟和小嘎 当即昂首挺胸 带头出发了 十二魔疆 则是落在身后 对于稻草人嘘寒问满 大大哥 待此次任务结束 需不需要 小弟几人寻些家里陪你 姬姨在一旁谄媚道 稻草人文言 脸上 没有丝毫表情变化 但整个身子 却是呆了一下 明显多了几分向往之色 一群人嬉闹之间 很快便消失在了长空之中 这让红尘女帝脸上莫名之色 更甚三分 在她眼中 这群生灵 也就麒麟有几分特殊 但终究 只是一群乌合之众罢了 就靠着这群乌合之众 想要去要奉天殿闹事要人 这是否有些异想天开了些 一时间 她看向中青的眼神 多了几分不同寻常的变化 为未来的前途 深深担忧了起来 中青并不知道 红尘女帝在想些什么 在注视着稻草人 一行人消失在眼帘之后 目光这才重新 看向允仙秘境 走吧 且去看看 这被诗人传的 神乎其神的允仙秘境 到底有何特殊之处 深邃的漩涡之中 隐隐迸发出 极许符文仙光 随着光芒闪烁之间 好似能贯穿虚空 洞穿古今岁月 内部隐藏着恐怖的能量波动 中青带着凤傲天 以及红尘女帝 悄无声息之间 来到了一片虚空之中 三人就这般静静悬浮 师父 我们现在打算 怎么进入秘境 走门户吗 中青文言 摇了摇头 据他观察所知 这秘境除了青铜门户之外 周边还有一座上古大镇 与之沟连 而他们之间的关系很简单 就好像一个院子 青铜门户 便是院子的大门 而这大镇 便是院子的围墙 正常情况下 只要时间到了 用钥匙打开青铜门户进入其中 这外面的大镇便如同虚设 但现在的情况是 因为时间未到 青铜门户 现在即便有钥匙 也打不开 那既然如此的话 他就只能直闯上古大镇 翻围墙进去了 当然 还有一个不从青铜门进去的原因 便是 发财要低调 要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去才好 跟我来便可 中青带着几人 向前方虚空逼近 随后便来到了 那上古大镇的边缘 来到这里 一旁的要红尘 目光闪闪地看着中青 似乎是猜到了中青的想法 心中微惊 这位大人该不会告诉他 不走青铜门户 而是要破解这座大镇 直接进去吧 红尘女帝 来到这陨仙秘境 也有不短时间了 在没有出现钥匙之前 对这大镇 他亦有所研究 也企图说 不通过钥匙 破开大镇进入秘境 可随着研究才发现 这座大镇等级之高超乎想象 纵使三节大帝来了 也绝对不可能用蛮力来破开 不可否认 中青狠是不凡 能一拳将陈帝给打死 但这可不意味着 他能以蛮力将此秘境给破开 难不成 其除了强横的实力之外 在阵法一道上 也有着极高的造诣 可即便如此 下界三千玉中 要论阵法造诣 当时之人 无人能超出阵地左右 可这大镇 哪怕是阵地本人来了 也休想在短时间内破开 就算能够破开 允仙秘境开启的时间 也已经到了 也就不需要费尽心思破大镇 用钥匙直接走青铜 门户进去就好了 难不成 这位大人认为 自己的阵法造诣 能超越阵地 只是 这怎么可能 就在其心绪起伏之际 却听中青淡淡道 跟我来便是 说话间 其一马当先 率先一步 踏入了这座 让人闻之变色的 上古大镇之中 大人 不可 红尘女帝 骇然变色 别看这座大镇 就这般尽力在此处 并未爆发什么神威 但若是胡乱踏入其中 引发大镇杀鸡针对 怕是大地 也得陨落于此 红尘女帝心头大颤 如灵大敌 浑身紧绷 暗暗调动全身力量 随时做好了 应付各种突发意外的准备 然而 随着中青踏足其中 整座大镇 好似静止失效了一般 别说爆发出什么杀鸡了 那镇法符文 见了中青 好似有生命一般 在刻意绕道行 这一幕 让红尘女帝瞳孔俱缩 整个人彻底呆之傻眼了 这是什么手段 哪怕红尘女帝 活了无数载岁月 可对此种手段 却是闻所未闻 见所未见 这般场景 更让她的三观 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她整个人苏兄起伏 心中泛起了无尽涟漪 一旁的凤傲天 见红尘女帝 经得一副花容失色的模样 乐乐 这才哪到哪啊 师父的存在 又岂能以常人的眼光来打量 她偏过身姿 伸出手掌做出寝室 赶紧走吧 再不走 带师父走远 我等可没进入 这上古十大杀阵的本事 有了凤傲天的提醒 红尘女帝 心经归心经 却还是第一时间 怀着复杂的心情 跟了上去 允仙秘境周边 如今汇聚的人数数量 已经超过了十万之中 但却是谁也没有发现 有三道身影 居然未从门户 而是直接投身大阵翻围墙 进入了秘境之中 随着钟卿 带着凤傲天和耀红尘 突破上古大阵的封锁 进入允仙秘境之中 世人传的神乎其神的允仙秘境 终是向他们 展开了神秘的一脚面纱 若目看去 天地苍茫一片 道道流光闪烁 充斥着四方 一串符文 在虚空之中若隐若现 符文之上 仙光流转 导音轰鸣 好似凝结了天地之理 孕育其中 一阵狂风呼啸而过 道道仙光弥漫开来 带着至高金歌之意 散发着无上锐利之盲 那光芒 似有斩天辟 地之威能 只是自周边扫视而过 便让红尘女帝 感觉自己肌肤 都开始隐隐作痛了起来 这是 另外一个仙阵 红尘女帝为之心惊 此处大阵 好似无处不在 隐匿于虚空之中 符文明刻在天地四方空间之内 与外界上古十大沙阵 形成了一个阵中阵 一旁的凤傲天 双目不断打量着四周 他缓缓开口道 我在古籍上见过 好像叫做残仙大阵 对于阵法 凤傲天的阵法造诣 并不比红尘女帝差 是以 他有资格 发表自己的言论 残仙残仙 并不是残缺的仙阵 其含意是能够残仙 允仙 要红尘文言 浑身感知开启 警惕之色 拉到了顶点 心神紧绷 不敢有丝毫动作 那时 就在这时 凤傲天似乎有所发现 目光看向长空 眼神骤然一缩 神色带着无边震动之意 钟卿和红尘女帝文言 皆是好奇地抬手望去 只见距离他们万里之外 一道伟岸的身影 就这般悬浮在半空 骑之胸腔 被残仙大阵的符文贯穿 俨然被钉穿在了虚空之中 红尘女帝瞳孔微缩 原出帝君 原出帝君乃是三节大帝 曾在整个下界 一重天中 打下过滔天威名 塑造过 无上传奇的人物 然而此刻 这样的存在 竟然浮世在了此处 这让红尘女帝 更加直观感受到 这残仙大阵的恐怖威能 很明显 这尊三节大帝 就是被此残仙大阵 斩杀于此处 红尘女帝深吸口气 好恐怖的大阵 这仙阵符文 融入了四周空间之中 和整个秘境连接在一起 可能一步便是杀鸡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这个时候 他将目光看向了中青 先前的中青 给了他太大的惊喜和震动 却不知 这号称能够残仙允仙的大阵 这位大人 是否也能破解 进入其中 与此同时 一道流光滑过 静止进入玄域之中 虚空之中 幽冥帝君 踏足玄域上空 此刻的他 背负双手 双目悠悠 散发着好似 来自地狱的青芒 奇之身影 在虚空之中快速掠过 没多久 便到了一片山脉之中 威鹅山脉绵延 骑形如虎 争鸣而起 仰天咆哮 似要冲破长空 这山脉 在常人眼中 恐怕也就造型奇特了一些 但在幽冥帝君眼中 山脉之下 汇聚了一身不见底的血海 血海奔腾流转之间 好似有无数恶灵在咆哮 带着无尽血沙污秽之气 在整个血海上空 徘徊盘旋 这 便是幽冥帝君 在玄域不下的手段 此为白虎穴 可以汇聚容纳 血沙之气 除此之外 整个玄域之中 还有其他三个地穴 分别是青龙穴 玄武穴 猪雀穴 四大地穴身处 玄域四周之中 青龙穴 用以收纳气韵 其他三个地穴 则是用来收纳无边血气 这么多年来 玄域陨落的人族和妖族 气血和气韵 皆被收纳在了 这四大地穴之中 这一晚 幽冥帝君 都在巡视 玄域四大地穴 最后来到了青龙地穴上空 整个青龙地穴 绵绵数万里 好似一条沉睡的真龙 山脉之中 不时有青光在游荡 那是浓郁的气韵之力 经过地脉酿氧之后 产生异变所散发出来的 异常现象 其中一道气韵之力 显得格外粗壮 幽冥帝君眸光露出极许一色 倒没想到 陈帝这家火器运镜如此庞大 以一己之力 足以抵得上数万载的气韵收集 这无量冲煞阵 乃是幽冥帝君的底牌 如今 进入玄域之中 他并未第一时间前往陨仙秘境 而是第一时间探查这座大阵 由此可见 这座大阵在他心目中的分量 日升月落 随着第二天天明 在确保整个无量 冲煞大阵万无一失之后 幽冥帝君 这才脉动身躯 朝陨仙秘境所在之地赶赴而去 随着幽冥帝君 悄无声息之间 来到云空之上 他仿若九天神灵一般 俯视着下方 众生的窃窃私语之声 也随之传入了耳里 这号称仙人陨落的陨仙秘境 也不知道 里面存在着何等之宝 你说 这其中 是否蕴含着成仙之命 这话 让幽冥帝君 摇了摇头 脸上 闪过一抹讥讽之色 屁得允仙秘境 这天上真仙陨落 所造就出来的秘境之说 简直是无稽之谈 也不知道是谁传出去的谣言 竟成了世人 深信不疑的历史 拿谣言荡成史迹 众生何其愚昧 幽冥帝君 看着下方秘境 眸光悠悠 思绪好似 回到了久远的岁月之中 这个世间 恐怕也就只有 渺渺几个人知晓 此秘境 并非永久固定在某一个地方的 而是如同活物一般 是会移动的 每十万年移动一次 便又会开启一次 如此循环 而每次移动到具体方位 谁也摸不着痕迹 只在九十万年前 在夏界一重天 现身过一次 再往后的时间岁月 却是谁也没有见过 允仙秘境的踪迹 而那一次现身 它便是众多争夺的大敌之一 最后 那一场争夺 根本没有赢家 反而死了无数人 随着时间过去 许多人 都渐渐遗忘了这秘境 但万万没有想到 十万年前 他意外发现 这允仙秘境 竟然窍无声息地 来到了悬域之中 也因此 这才有了 他在悬域的一系列 谋划布局 虽然幽冥帝君 也不知道 这秘境到底是何来历 但他知晓 这秘境 跟什么所谓的允落仙人 扯不上半分联系 毕竟 允落仙人的秘境 又怎么会自己移动 很快 另外一段谈话 引起了幽冥帝君的注意 如今我等身负 允仙秘境钥匙 只待这秘境开启之日 我等便能进入其中 也不知里面 有何种机缘和造化 真是期待啊 这话 让幽冥帝君 微微一愣 他拿出了自己 珍藏无数年的 允仙秘境钥匙 这钥匙 是在九十万年前 秘境第一次出现时 诸多大帝厮杀之际 他趁乱花费了 好大一番功夫 才将其弄到手中的 这 如何会有其他钥匙出现 幽冥帝君 呆愣片刻之后 很快便想通了其中关键 他无比确定 自己手中的钥匙 是真的 既然如此 那出现的其他钥匙 自然只能是假货 幽冥帝君 打量了一番对话之人 两个大圣巅峰强者 按理来说 大圣竟 修为不算差了 但竟能被假货所欺骗 只能说 这智商 当真让人无语啊 就在他为两个 大圣巅峰的智商摇头之际 却听二人交谈一番之后 转了个话题继续道 这韩跑跑 侦探娘是个无上鬼才 以一己之力 在整个陨仙秘境 搅风搅雨不说 关键还没人 能找到奇之踪迹 这能力 绝了 韩跑跑这个名字 让幽冥帝君 眉头微微皱了起来 那如星空般 浩瀚伟岸的身躯 不由微微移动 还真是一个 令人难忘的名字啊 幽冥帝君语气悠悠 眸光之中 闪过一抹煞气 他在玄狱 布局无数载岁月 吩咐九幽案中 操控着整个玄狱局势 让人族和妖族 不断厮杀 借而收集气血 以及气韵之力 十万年来 他先后派遣了 多位狱主 那些狱主 也结成了 他所不大局的养料 唯独韩跑跑 是一个例外 这家伙 不仅发现了他的谋划 还险些破坏了他的大局 逃命能力 在地级之下 堪称世间少有 那是第一个 让幽冥帝君 产生杀意的变数 可纵使他亲自出马 竟也找不到 对方的身影 这个人的存在 宛如一口痰斑 一直卡在他喉咙里 让他不吐不快 这么多年来 他从没有放弃 寻找对方的踪迹 期间 也先后几次 发现对方的身影 可从没有一次 能真正抓到那人 没想到 如今眼看允仙秘境 就要开启 竟然让他 再次与此 听到了这个名字 幽冥帝君心中 泛起了不小的涟漪 他继续听着 两位大盛巅峰的对话 却听另外一人道 这家伙 也不知道什么来历 这胆子大盗 都要长矛了 手段还如此不俗 这造假能力 当真为我生平 所见之决定 谁能想到 他竟然胆敢售卖 允仙秘境的假钥匙 给天下群雄 还他妈一卖 就是上万把 更关键的是 把把有用 这 简直有够离谱 这话 让幽冥帝君 把握钥匙的手 不由一紧 他听到了什么 韩跑跑 竟然伪造出了 秘境钥匙 就目前已知的 便伪造了一万多把 还把把有用 这一刻 幽冥帝君感觉自己 好似听到了一个笑话 这秘境何等存在 其虽非陨落先人所留 但来历 却也不是常人 可以想象的 就第一次秘境开启之争 陨落在秘境中的大地人数 便多达两位数 这其中 更有三节大地 这等恐怖存在 就是这样一个秘境 如今 有人竟然说 秘境钥匙被人伪造出来了 不仅伪造出了一个天文数字 偏偏这天文数字的钥匙 还都能打开秘境之门 这简直就是荒谬 然而 关于韩跑跑这个人物 不止两个大晟巅峰在议论 允先秘境周边 还有成千上万人 在议论他 话题 皆是大同小异 人数从至尊敬层次 到准地境层次 都有 这让幽冥帝君意识到了 这个看起来 竟显荒谬的消息 极有可能是真的 为了验证 他随手抓来两人 直接开始了搜魂 搜魂之后 事实的结果 让幽冥帝君的脸色 彻底黑了下来 先前他还暗暗嘲笑 那两位大晟强者蠢的可以 以大晟之修为 竟分不清其真假 拿着假货当宝贝 这样的人 可不就是鱼不可及 然而 打脸来得如此突然 乃至猝不及防 还真是厉害啊 幽冥帝君 眼中寒芒肆意 这韩跑跑 还真是一次又一次 超出他的意料之外 连他都忍不住 犹新地夸了一句 不过到底是存活了 近百万载岁月的人物 其心中泛起的波澜 只请客间 都不是的蝼蚁 再如何跳脱 也终究翻不起多少浪花 如今的当务之急 是谋夺秘境 才是正理 虽说 这秘境假钥匙 可以当真钥匙使用 尾时超出了他的意料之外 但一切并未真正超脱 他掌控之中 毕竟 这秘境之中 青铜骨门的存在 只是第一道屏障 里面的残仙大阵 才是真正的无上杀招 残仙大阵的威能 那可是让三节大帝 也为之隐恨的恐怖大阵 而这一切 只有他在九十万年前 亲自见证过的 也只有他知道 有残仙大阵的存在 这也是他为何对玄域 谋划无数年的原因 为的就是 打造出四方地穴 利用气血和气运之力 破开残仙大阵 就如今围绕在 隐仙秘境周边之人 有一个算一个 既不知道 残仙大阵的存在 也不可能有突破 残仙大阵的半分可能 相反冲得快的 只会陨落在里面 唯有他 占据一切先机 想到这儿 幽冥帝君 宁星近神 静止盘踞在一片空间内 静等隐仙秘境的开启 同时感知力拉满 一双眸光 不断扫视着四方 在无上高空之中 幽冥帝君感受到了 七股不同寻常的气息 地境之下接楼椅 对于地境以下的生灵 幽冥帝君 从来不将其放在眼里 唯一能对他造成威胁的 只有地境强者 这一次 来了七尊大帝吗 幽冥帝君低语 七尊一节大帝 倒也没必要 太过放在心上 只是那中卿 却是在何处 要说这一次 允先秘境之争 幽冥帝君 唯一忌惮的人 也就只有中卿了 能一拳直接将陈帝 给打死的人 其之实力 至少是二节大帝的层次 他冥冥中有种预感 中卿会成为 自己此行的最大阻碍 若是能提前将其剪除 也算出了一个心腹大患 然而 其探查了一圈之后 却是无果 幽冥帝君倒也没去 刻意找寻 待秘境真正开启之日 他相信中卿 必然是会出现的 毕竟 下界之中 但凡知晓此秘境者 没人能够无视 更无人 能保持无动于衷 以他手中掌握的大杀招 想来 足够解决中卿这个麻烦 与此同时 在幽冥帝君 扫视四方之界 隐藏在无尽高空中的几位大帝 心中境界纷纷一宁 他们皆能 从那道目光中 感受到一股强大的压迫力 这是 有二节大帝入场了吗 无尽高空中 位于允先密近西南上空的 古帝南南低语 心中微沉 凭借一道目光 就能让我等感受到 强大压力的 也知可能是二节大帝了 在他身旁 一尊身穿玄黄长袍的男子悠悠道 其身高八尺 体型修长 好似一线松骨木般 驻扎在长空之中 五官深邃 棱角分明 脸上带着些许岁月风霜的气息 浑身上下 有股莫名道运在流淌 此为斗帝 在一节大帝之中 也是享誉圣明的存在 在古帝与红尘女帝结盟失败之后 斗帝便是古帝找寻的盟友 你刚刚可探查到了对方的来历身份 杖六身高 通体好似神经 浇灌一般的古帝眸光 看向远方 深邃的眸中 带着金仪之色 斗帝覆手而立 绣有山河 图印的衣缺飘飘 文言摇了摇头 声音微沉道 此人遮掩了自身气息 很是神秘 看来 这一次的允仙 秘境中之争 又多了一个强劲而恐怖的对手 古帝眸光一动 深吸口气道 这是预料之中的事 允仙秘境 号称有着无尽机缘 里面不排除 有成仙之秘 下界之人 谁不为之心动疯狂 相比起来 如今汇聚的强者虽多 但比预料中的情况 要好上许多 当然 竞争依旧也会相当激烈 斗帝文言 谋中生出了一股熊熊的战意 他修长有力的五指握紧成拳 昂然到我被修饰 自当勇往直前 前路之争 不容退让 纵死于战场 也不是为我等最好的归宿 这话 让古帝深有同感 凡成帝者 谁不是李千兴 金万难 白隔征流 脱颖而出者 现在虽已成帝 但这何尝不是 递进向先路的另一争部 秘境之争 关乎前路 随着时间的推移 无数人皆在摩拳擦掌 只等允仙秘境 彻底开启 展开一场龙形虎斗之争 与此同时 允仙秘境中 钟卿带着要红尘两人 从残仙大阵中踏出 身后 要红尘已然傻眼 呆着的翘脸 已然有些僵硬 方才那让他这个堂堂女帝 连脚尖都不敢挪动的残仙大阵 就这么破了 不 甚至不能称之为破 更像是无事 倒是身后的风傲天 早就已经免疫 脸上看起来稀松平常 就在这时 眼前的场景好似碎片 一般卷起 化作碎片 消散而去 画风大变 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番场景 一阵微风吹拂而过 沁人心疲 入木而去 是一望无际的平原 地平线尽头 似乎还有牛羊奔过 旁边的花簇中 有三两蝴蝶起舞 要红尘看着眼前大变的场景 有些难以置信 难以想象 这是置身在 允仙秘境之中 三人的脚下 还有一条实境小路 不知通向哪里 钟卿微微沉吟 便率先向前踏步 要红尘见状 以防止有危险下意识 想要阻止 但说出的话 到一半便应声声咽了回去 这才想起 方才那残仙大阵 不也是这么轻描淡写地 走过来的吗 随着时间缓缓过去 三人也不知道走了多远 一路上相安无事 就连钟卿都怀疑 这是不是还在秘境中 因为眼前呈现的这一切 和他预想的 着实有些不太一样 太祥和平静王 旧宛若是一个世外桃源 师父 看前面 就在这时 风傲天看到什么 指着前方小静喊道 钟卿抬头 果然 前方不远处 树立着一块石碑 石碑上面 似乎还刻有字迹 走 上去看看 钟卿副手向前 三人很快来到石碑面前 石碑通体泛白 宛如乳玉 不知是用何种材质制成 上面的字迹龙飞凤舞 不像是雕刻 更像是漂浮在上面 还朦胧着一层淡泊的虚物 同时可以看到 石碑之后 已经没有了道路 仙人手段果然不同凡响 光是这字体 就让钟卿忍不住夸赞 可下一刻 他整个人便正在原地 脑海中 宛如响起了一道炸雷 饶是以他的修为 也不由揉了揉眼睛 生怕自己是看错 或者出现幻觉了 旁边 风傲天的声音传来 苍茫的天涯 是我的爱 绵绵的青山脚 下花正开 这应该是秘境的主人 给我们出的谜题 让我们解答 谜题或许才能到达秘境 你看到的也是这样的 钟卿偏过头 看着风傲天 这 难道不是这样的吗 风傲天莫名其妙地 看着自家师傅 钟卿又偏头 看向要红尘 要红尘点了点头 得到两人的确认 钟卿深吸了一口气 也就是说 眼前石碑上的字 并非幻觉 这真是仙人秘境 钟卿又问 当然是仙人秘境 师傅您这是怎么了 您没事吧 风傲天看出了钟卿一样 忍不住担忧地问道 没事 可太有事了 他万万没有想到 会在这石碑上 看到这两句词 这到底是巧合 还是真如他想象那般 若是后者 这也太不可置信了一些 就在这时 石碑上的字迹一阵虚幻 在原本的两行字后 又出现了两行字 补充后两句 便可入秘境 一看到这 钟卿直接傻眼了 他抬手就要补上后两句 可抬起的手掌 刚到石碑又是一顿 怎么来着 苍茫的天涯 是我的爱 绵绵的青山脚 下花正开 什么样的节奏 是最呀最摇摆 什么样的歌声 才是最开怀 一旁 风傲天和耀红沉瞪 大了眼睛 好奇宝宝一般 看着钟卿 更是忍不住问道 师傅 您怎么唱起来了 然而 钟卿却根本没有理会 他们的心思 对 是什么样的节奏 是最呀最摇摆 什么样的歌声 才是最开怀 嘴里确认地 念叨了一句之后 抬手便落到了石碑之上 留下了后两句 在钟卿留下后 两句之后 眼前的石碑 很快就发生了变化 宛如尘埃一般 肉眼可见地消散 与此同时 已经截止的小镜 又重新连绵而上 朝远方连接而去 这 这就解了 这谜题的答案 未免也太草率了吧 不过 师傅真的是太厉害了 风傲天忍不住吐槽 同时还不忘夸 自家师傅一句 旁边的耀红尘 虽然也觉得答案 的确有些草率 但他更心惊的 还是钟卿破关的速度 从踏入秘境开始 一路破三关 简直就跟完一样 着实是一次又一次地 颠覆了他的认知 他美眸微动 或许 自己成为他的跟随者 并不见得 就是一件坏事 更像是 一桩机缘 可钟卿此刻 却完全没空 搭理两人 在想什么 随着答案的揭晓 这证明了 眼前出现的一切 并不是幻觉 更不是巧合 所以他迫切地想要知道 这道路的尽头 到底有什么 在等待着他 他快步向前 身后连人连忙跟上 终于 在一小课中之后 前方出现了一个山崖 山崖长满翠竹 山崖之下 坐落着一栋小庭院 此刻 庭院门正开 似乎正在等待着他 师父 还是小心点 风傲天下意识提醒道 钟卿点了点头 该有的警惕 他当然不会落下 却恰在这时 庭院内 传来一道如沐春风的声音 有朋自远方来 还请进来一叙 你们俩在这里等着 我先进去看看 微微沉吟 钟卿交代两人 便不再犹豫 踏步朝庭院走去 随着走入庭院 庭院里面的一切 也开始被他禁收眼底 院里石桌旁 正坐着一名白衣青年 青年看不出深浅 坐在那里 毫无修为气息 就宛如一平常 凡人一般 却面色温和 如沐春风 仅是看一眼 便让人忍不住 生起好感 而在青年的旁边 还有一个矮小的黑袍人 正翘着二郎腿 躺在躺椅上 躺椅边上 正有一只狗伸着舌头 露出一副羡慕之色 帮黑袍人捶着大腿 而这只狗的脑袋上 居然还爬着一条蜈蚣 口吐人眼的要找妹子 如此诧异的一幕 让钟卿止不住好奇 不必理会他们 坐 这时 石桌上的白衣人 偏过头来 温和一笑 朝钟卿伸出寝室 既来之则安之 钟卿点了点头 便在白衣人对象坐下 我知道你有很多疑问 但是不必紧张 我对你没有恶意 白衣人拿出酒壶 帮钟卿倒满一杯 接着又悠悠笑道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再下一封 是一百万年前 游历到这个世界的 一个蓝星人 尽管看到之前石碑上的词 就早有预料 但此刻见到此人亲口说出 钟卿心中还是忍不住一惊 眼神里有藏不住的激动 蓝星 这个久违而又的名字 真的好久没听人提起了 也是他一直藏在心里 从来没有对人说起过的秘密 所谓老乡见老乡 两眼泪汪汪 来喝一杯 这时 一封又笑着说道 同时朝钟卿举起了酒杯 好 钟卿看着眼前的老乡 也是没有客套地 举起了手中的酒杯 两人一饮而尽 方才你说 你是游历到这方世界的 放下酒杯之后 钟卿忍不住第一时间问道 一封点了点头 重新给两人满上之后 这才继续笑着说道 不错 在你这方世界时间线的百万年前 我等游历至此 偶感天机 察觉到这方世界百万年后 会有一名老乡穿越来 恰巧碰了个主人意图 坑人夺舍的秘境 我便将知夺了 开辟了这块空间 并且留下石碑 以及一缕气息 再次等你 也就是说 秘境里的这片空间 只为你而开 当然 原本秘境主人留下的一些东西 和阵法也还在 其他人若进了秘境 凭本事也能有所得 当然那些东西都是垃圾 估计你也看不上 文言 钟卿心中暗暗吃惊 此人居然在百万年前 就算到他会出现在这里了 而且也得知 眼前在他面前的 并非是一封的真身 只是他们留下的一缕气息 请一下 你如今是何境界 钟卿好奇道 当然 质问比较冒昧 若是不方便也无碍 这有何冒昧 一封笑道 那是 钟卿抬头 无敌 一封笑道 钟卿 哈哈哈哈 一封见状 忍不住大笑一声 随后说道 不必如此 其实说起来 我俩是一样的 只不过 我暂时走在你的前头 所以咱俩 不必说这些 说着 一封起身伸了个懒腰 来到一边的炉火旁 蹲着天起了火 来来来 带把手 帮我把那个铜壶 装点水提过来 酒水喝得没意思 来喝点我的好茶 一封喊道 钟卿提起铜壶 走到一旁的山泉旁 接满了一壶水之后 一边将之放到炉火上 一边问道 那你 回去了吗 当然 一封笑道 未来你 肯定也一样 钟卿吐出一口气 眼中亮起了不一样的光 多谢 很快 在一封天柴之下 炉火旺盛 他这才起身拍了拍手 道 做个约定 请我撸串 好 钟卿坚定笑道 对了 还未请叫你名字 一封又问道 在下钟卿 钟卿道 钟卿 一封冷了冷 有什么问题吗 钟卿疑惑道 没问题 只是恰巧 我曾经也有个弟子 叫做钟卿 一封笑道 当然 我可没有占你便宜的意思 是真有个弟子叫钟卿 那还真是巧了 钟卿也忍不住笑道 怎么样 会搓麻将布 整两圈 说着 一封轻轻挥手 石桌上便出现了一副麻将 叫你外面 那两人进来 刚好凑四人 外面那两人 估计不知道规则 要不叫你这几位 钟卿偏头 看向堂椅上的黑袍人 这几个狗东西没个正形 打不了一点 还是叫你那两人进来 外面待着也不是事 至于规则 都修炼者了 这不一交就会吗 一封笑道 也是 钟卿笑了笑 看着一封气好的麻将 正别说 有点手痒了 很快 在钟卿的召唤下 在外等候的耀红尘 和风傲天两人 一前一后走了进来 见到院子里面的一封几位 风傲天还好 耀红尘却是心中一惊 他虽然 看不出这些人的具体实力 但对方那种虚无缥缈的感觉 冥冥之中 让他感觉到对方很强很强 甚至强到超脱他认知 两位 在下一封 和你们的钟卿老弟 是另一个世界的老乡 来者便是客 大家随意便好 一封毫无架子地笑道 拜见前辈 两人连忙行礼 一时没想到 眼前此人居然如此平易近人 同时 耀红尘还从一封随意的话中 捕捉到了一个恐怖的重点 他们 来自另一个世界 不由的 他又偏头看了钟卿一眼 却殊不知 他的到来 引起了唐蚁旁几位的注意 只见那狗子口吐人眼 伸起狗爪 指着耀红尘喊道 哥 哥哥哥 快看 妹子 有妹子 原本躺在唐蚁上 要死不活的黑袍人文言 一个弹跳立了起来 张望着脑袋 哪呢哪呢 滚 一封一挥袍袖 黑袍人那几位 顿时消失的无影无踪 呵呵 一封揉了揉鼻子 尴尬地笑着 那几个狗东西 向来没正行 不必理会他们 我们继续我们的 时间缓缓过去 却在玄狱局势风雨欲来 危机不断 所有高手包括幽明帝君 都还心思各异地 等待秘境时间到来时 钟卿等人却搓起了麻将 碰 我杠 我抢杠 哈哈哈哈 山崖之下的庭院里 颇有欢声笑语传来 穿越这个世界这么多年 钟卿少有的真正开心 少有的真正放松 与此同时 天狱 悟道风 此为幽明帝君道场 108风之一 山高崖险 耸入云霄 山体浩大 绵延万里 山上一片金碧辉煌的 大殿林立 群殿之间 生机勃勃 阴晕灵气密布 神兮闪闪 道运横生 俨然是世人梦寐以求的 无上修炼圣地 宽阔的悟道场上 有不少人正在修行悟道 轰隆隆 有人血气宛如滔滔海浪在翻滚 周身法则之力 四灵蛇一般在窜动 体内散发着无量之光 让其看起来 宛如一尊人形暴龙一般 生命精气 澎湃地吓人 尤其是体内食道烙印 在修行之际 散发的光芒 映照全身 让其看起来 好似一尊小太阳 也有人双目之间 好似在郁郁着日月星辰 周身骨骼震动间 好似有道道建议 要破体而出 让其看起来 好似一柄绝世锋芒的利剑 而这些人 全都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 体内拥有十道烙印 每一道烙印 都散发着无知光 弥漫着思思神异道运 好似到的雏形 为他们在修行之路上 提供了强大的助力 就在众人修炼之际 九幽的身影 出现在雾道风云空之上 他一身黑袍 身躯不动如山 一双眸光 看着下方正在修炼的天骄 脸上涌现出 极许惊叹之色 这群人的天赋 还真是让人羡慕啊 先天道体 在整个下界三千狱中 本就是举世罕见的体质 更何况是拥有 十道先天道印的 先天道梯了 可惜 纵然这群人天赋再好 终究是没有未来了 在九幽看来 只要忠青一死 以帝君大人 斩草除根的性子 这些人 根本就没留着的必要了 身上的天赋和体质 也都会被剥夺出来 现在之所以留他们一命 不过是为了以防万一吧 想到此 九幽摇了摇头 徒手一挥 一道道身影 自其袖口中飞出 宛如下饺子似的 纷纷掉入到了误道场上 自虚域接送过来的天骄 皆被统一安置在误道风上 但先前并未限制他们的活动 有不少人外出历练去了 这段时间 九幽一直都在亲自抓捕 外出历练的天道院弟子 随着误道场上掉下来 密密麻麻的身影 瞬间惊动了正在修炼的众人 钟卿坐下大弟子凌风 看了看被摔得头晕眩目的 一众失地 同样看到了 始作俑者九幽 一双修长有力的手 不自觉握紧 这段时间 他心中一直憋着一团火 这悟到风上 不久前无缘无故 被下了一层 禁止禁出的禁止 如今 外出历练的一众同门 竟然被人以这种方式 带了回来 好似抛垃圾一般 将他们抛下 他再也忍不住心中目火 愤生质问道 奉天殿这是何意 九幽默然 看了凌风一眼 归一镜九中天 这样的修为 在他眼中 与蝼蚁无异 本是没有和他对话资格的 但他还真想看看 这群天赋好的 让他都为之羡慕的天骄 在得知自己的禁欲之后 会是何反应 想到此 其嘴角勾勒出 一抹玩味道 到了现在 等还没看明白吗 你们被囚禁了 此话一出 先前已隐隐有所猜测的凌风 心中不由歌之一声 周边的众人 更是脸色一片煞白 这是为何 看下什么过错 阁下安能无缘无故 将我们囚禁 再怎么说 我们也是天道榜上有名的天骄 你如此行径 就不怕凤天殿真正的高层震动吗 凌风深吸口气 沉声道 呵呵 九幽脸上玩味之色 更甚三分 而等觉得 在帝君大人的道场内 若无帝君大人允许 谁敢在大人道场内放肆 这个消息 好似晴天霹雳一般 在众人脑海之中炸响 此刻的凌风众人 终是真正意识到了 问题的严重性 见到人心惶惶的众人 凌风连忙朝众人安抚道 大家不用怕 我们是师父的弟子 师父一定会来救我们的 文言 原本有些慌乱的众人 像是打了一剂定心针 的确 原本想到和凤天殿作对 众人下意识感到惶恐 但一想到自己的师父 他们便莫名地有了底气 原本想看这群 所谓天骄痛哭流涕的九幽健壮 面色一下子就阴沉了下来 哼 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 你们的师父 自身都难保 还想着他来救你们 痴心妄想 哼 凌风冷笑道 真正痴心妄想的 是你们吧 如果真如你所说 还留着我们干什么呢 之所以留着我们 不就是害怕师父 想要借我们要挟师父 你找死 似乎是被戳到了痛点 九幽面色一冷 一个闪烁 直接逼近凌风 一把掐住了凌风的脖子 然而 凌风却眼睛都不眨一下 狼手说道 怎么 我说错了吗 好好 小畜生 你这般自信 反而让我不想杀你了 九幽面色冰冷地说道 因为我更想要看到 到时候将你师父尸体 丢到你面前 你崩溃的样子 那咱们看看 谁会崩溃 凌风冷声笑道 好 小畜生 希望到时候 你还能有这个骨气 九幽冷哼一声 直接将凌风丢在地上 这才飞离而去 且说稻草人一行人 自允先秘境出发 在行了几天后 兜兜转转之间 一行人连旋遇都没能走出去 云空之上 记忆看着领路的麒麟和小嘎 鸡翼狐疑 你们两个是怎么带路的 这都几天了 连玄玉地界都没走出去 照这速度下去 要想前往凤天殿 怕是得猴年马月去了 话说 你们认识路吗 这话让麒麟瞬间跳脚了 他哽着脖子道 叽叽歪歪作肾 有能耐 你来带路啊 就是 我大哥找不到路 难道你们就能找到不成 作为麒麟忠实狗腿子的小嘎 第一时间为自家大哥站台道 好吗 这一下直接确定了 小黑和小嘎这两家伙 是真不知道路 十二魔将恨得牙痒痒 他们早知道 这两货根本就不靠谱 自己怎么就鬼迷心窍 跟着他们赶了几天路呢 只是真让他们带路 他们也抓下 毕竟 他们也没去过呀 主人交代的任务何其重要 这要是找不到路而耽搁了 那真是万死难熟弃救了 一时间 空气之中 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 最后没办法了 记忆之能将目光看向稻草人 大大哥 你能找到去凤天殿的路吗 这话一出 麒麟和小嘎的目光 不由放到了稻草人身上 对于这稻草人的厉害 麒麟是领教过的 且对方作为此次行动主人 清点的主力 想来 除了实力强大之外 应该有些不同寻常的手段吧 稻草人文言 僵硬地转了转头颅 最后眸光悠悠闪烁了一下 下一刻 他的目光 静止穿越了无尽遥远的距离 整个下界三千玉 静收眼底 最后 齐之目光 静止锁定在了 距离玄域数百玉外的凤天殿 他手中镰刀随意一个滑拉 瞬间将空间滑拉出了一个数丈大小的窝口 紧接着 其身上浮现出了悠悠明光 这蓝芒 包裹着众人的身躯 瞬间没入了空间裂缝之中 麒麟和小嘎 乃至十二魔将 只觉得一阵天玄地转之间 再次出现时 已置身到了一片全新的天地 这是 到哪了 众人抬手看去 只见前方地平线上 辉煌古殿灵力 一座座巍峨状的山峰拔地而起 天地之间 弥漫着极品灵光紫气 各种神兮闪闪 端视不凡 好似来到了仙家所在的洞天伏地之中 何人胆敢闯入奉天殿 就在这时 一声低河 震动云空 一只光是阴影 就笼罩大片范围的蛟龙圣兽 直立而起 目光冰冷地 看向地上的稻草人一行人 这蛟龙圣兽 乃是大圣巅峰修为 也是这片地界的护山灵兽 一股恐怖威压 自其身上释放出来 如今的十二魔将 乃至麒麟和小嘎 实力都是尊者境 按理来说 以他们的修为 根本不可能挡得住 一尊大圣巅峰的威压 但是稻草人套在他们身上的明光 好似化成了护身符咒一般 让他们直接无视了这股威压 而让几人傻眼的是 这蛟龙圣兽说的话 这里 竟然就是凤天殿 虽说他们都是地理白痴 但也知道 玉与玉的距离 何止万万里之遥 这玄玉 距离凤天殿所在的天狱 必然相隔诸多大狱 这 就这么转眼之间 就来到凤天殿了 这是什么手段 便是一向天不怕地不怕的麒麟 此刻 看向稻草人的眼神 也多了几分敬畏 现在的他 忠视知晓 十二魔将这几个家伙 为何会对稻草人这般殷勤了 就这般手段 恐怕便是他成年之后 也比之不上马 这家伙 到底什么来练 就在麒麟小黑思绪悠悠间 居高灵下的蛟龙圣兽 神色动容 麒麟 还是纯屑麒麟 哪怕在整个凤天殿中 也没有麒麟这等生物 麒麟感受到了 蛟龙圣兽注视的目光 挑衅地 看了十二魔将一眼 眼神之中 透露着些许得意 那模样好似在说 看 这就是我 颜色不一样的烟火 在哪都是万众瞩目的存在 十二魔将瞬间无语了 那蛟龙圣兽 看向他的眼睛 带着带着毫不掩饰的贪婪 也不知道 被人祭奠 有什么可豪横的 正如十二魔将看到那般 蛟龙圣兽 确实惦记上麒麟了 当然 惦记之余 其心中 还有一股异样的愤怒 不可否认 麒麟一族 天赋异禀 潜力无穷 但眼前这一只麒麟 明显还处在幼年期 不过尊者竟修为 可如今 擅闯奉天殿 被他发现 没有丝毫畏惧不说 反而一副 天不怕地不怕的模样 这是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啊 我不管你们 来自干什么 正好擎二等 向帝君邀功 蛟龙圣兽动了 然后 他没了 稻草人镰刀轻轻一挥间 一片寒光闪过 蛟龙圣兽禁止被劈成了两半 死得相当随意 轰隆隆 那如山月般的身躯 一分为二倒地 血液如喷泉一般 洒向万里长空 偌大的身躯 见起阵阵尘霄 引起了一阵山摇地动 嘶 这神乎其神的一刀 看得麒麟和小嘎 倒吸了口凉气 强 强 太强了 这一幕 也真正引起了诸多强者的瞩目 修 修 修 随着一道道流光闪烁之间 只请客间 便有上百道身影 自四面八方赶赴而至 以俯视的姿态 打量着稻草人一行人 这些人 实力最弱的 都是大圣经一重天强者 另一边 悟到风上 一众天道院的弟子 也感受到了 远处传来的动静 有不少人感应到了麒麟 小嘎乃至十二魔将一行人的气息 这让他们神色为之一动 这是 师父带人来救我们了吗 这话让高居云空之上的九幽 心头一跳 对于中青 他是从内心深处感到一股惧怕 先前中青几次出手 全都被他看在了眼里 一掌 差点直接将整个玄域掀翻 一拳 直接打死了一尊大帝 如今帝君大人外出 这个时候 若是中青来此 可没人能挡住他的凶威 只是 对方如今不应该再玄域吗 怎么可能来到此殿 怀着忐忑之心 九幽连忙放出神识探去 在仔细查找了数遍之后 他发现 远方作乱之人 哪有什么中青 这让他心中 瞬间安定了下来 只要不是中青亲自前往 一切牛鬼蛇神来了 都得跪 误到场上 林峰等人都在翘首一盼 眼神之中 迸发出希望之光芒 云空之上的九幽见此 脸上多出了一股 莫名嘲讽之色 别看了 你们的师父 没来 帝君大人亲自出手 安有他活命的机会 等死 是你们唯一的归宿 众人闻言 眸光闪过一股愤怒的火焰 但是这个时候 争辩没有任何意义 时间会给出答案 在众人心中 师父非凡人 骑坐下麒麟 小嘎 十二魔将到此 必是师父察觉到了他们的处境 派人来解救他们的 以师父的通天手段 哪怕不曾轻智 也断然不会做那无用之功 不可否认 凤天殿很强 在整个下界三千玉中 俨然是无敌的代表 但师父中卿 随手便能造就这么多 先天道体同门 将他们这等中人之姿 点化成绝世妖念 师父之强 早已不属此界中人 他们对自家师父 有无上的自信 九幽见此 微微摇头 脸上嘲讽之色拉满 一群乌合之众罢了 竟然被他们当成了救命稻草 他倒要看看 这群不知天高地厚的 到底什么来临 也敢来此地放肆 念头一起 其身躯一栋间 静止朝动乱之处赶了过去 蛟龙失去静静躺在地上 鲜血顺着 被切割的身躯流淌一地 空气之中 弥漫着浓浓的血腥味 四周虚空中 百十道身影 直接无视了蛟龙胜兽 就这般注视着稻草人一行人 其中 一两道身影 最为引人注目 一人身形高大 气势如鸳 浑身气血澎湃 好似地狱岩浆 其光是站在那 周身虚空似 也承受不住那恐怖的气血之力 变得扭曲了起来 另外一人 体型相对矮小 但面目猙獰 轻面赤眼 好似自地狱中爬出的厉鬼 其身上充斥着死亡和腐朽的气息 好似是行走于人间的死神 此二人 乃是幽冥帝君麾下 分别为通明和炼狱 皆是准地强者 此刻 身形高大的 通明如牛同似的眼光 静止看向了稻草人 在他看来 这些奇形怪状的生物 也就稻草人能值得 让他多看一眼 愚者 哪怕麒麟身份有些特殊 但修为太低了 皆是蝼蚁 谁派你们来的 通明声背负双手 身如红中 眼神冷漠 以高高在上的姿态 审问式地 问询他们的来历 对方这副姿态 让十二魔将不爽到了极点 姬怡向前迈出一步 头上三根鸡毛迎风而舞 这几乎成了他的标配 他昂首而立 目光肆意道 你还没资格知晓 我家主人的名号 实相地 速速将来自虚御天到院来的一众 先天道体弟子交出来 一旁的鸭妻跨步而出 一旁的小嘎见此一幕 羡慕坏了 随即弱弱地 看了自家大哥麒麟小黑一眼 他也想有一天 自己在大哥的庇护下 胆气十足地来一句 实相地 你们赶紧束手就擒 否则 必让儿等知晓 我大哥的厉害 麒麟被小嘎那眼神给刺激到了 可如今大敌当前 又不好发作 只在心中暗暗发誓 自己有朝一日 必然要超越稻草人 如此 方能凸显自己 在小弟心中 伟暗光明的形象 自今日开始 为小弟的崇拜而开始奋斗崛起 另一边 机翼和鸦气的发言 却是将包围他们的众人 刺激得不轻 两个尊者静的蝼蚁 闯入帝君道场不说 在他们一群大圣 乃至准地的包围下 竟然胆敢对他们发出威胁 这是什么行径 当真是找死啊 面目猙獰 好似自地狱爬出来 周身弥漫着腐朽死亡气味的 炼狱眸中 寒光一闪 冰冷刺骨的声音响起 不知天高地厚的蝼蚁 就你们这种货色 也敢来帝君道场方思 不管是谁 胆敢挑衅奉天 殿的下场就一个 那就是死 随着奇化音落下间 炼狱身躯一洞 牟中射出两道灭世之光 自远方赶赴而来的九幽 见此一幕 微微一愣 这就要结束了吗 他的神识 一直关注着这边 在机翼说出 是为一众先天道体弟子 而来之计 他便知晓 这些人 必然是中清派来的 只是 派这样一群祸色而来 这是来搞笑的吗 将奉天殿 当成什么地方了 不可否认 稻草人能秒杀蛟龙胜兽 其确实有几分实力 可纵然如此 带上一群尊者 尽修为的蝼蚁 就想强行将人带走 这不是来搞笑是什么 而九幽之所以笃定 这场闹剧要结束 便是因为 他深知炼狱的厉害 这家伙 乃是帝君的绝对心腹 最是得帝君看重 曾以一己之力 斩杀过多尊准地强者 那刀灭世之光 更是恐怖 一般的准地强者 对上之后 稍不留神之下 不死也得重伤 然而 就在九幽以为 战局即将落幕之际 一道刀光 挥洒而过 刀过无痕 唯独留下一颗硕大的脑袋 冲天起 血液飞溅长空 冲天起的头颅脸上 还保持着一副 嚣张桀骜 狂拽炫酷的姿态 这 显然是生生将自己 给狂死了 变故来得太过突然 让九幽原本轻松看戏的心 瞬间顶到了嗓子眼 头脑更是一片空白 脑袋之上 悬浮起了无数问号 炼狱的实力 他最是清楚 比他还要高出不少 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个准地强者 就这样没了 一招都没撑过去 这 要不要这么吓人 其他奉天电众人 见此一幕 也是悚然打惊 直到这个时候 他们方才意识到 在稻草人那人畜无害的外表下 竟隐藏着这等可怕的实力 一起上 杀了他 通明双眼赤红 半分傲慢 取而代之的 是又惊又怒 又气又急 炼狱和他相识多年 双方可谓如同手足 如今 手足竟然就这般没了 其心中的杀鸡 可谓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这一刻 他心中俨然忘记了其他 只想将稻草人静置撕碎 在他的号召下 这一刻 所有人全都动了 九幽原本也想加入战场 但稍微思索之后 他还是准备静观其变 稻草人展现出来的实力 太恐怖了 这样的存在 若是抱着必死之心而战 一旦被其盯上 难保不会被他拖死 倒不如藏在暗中 静观其变 在适当的时候 给予对方致命一击 一场大战 一触即发 有了两次前车之剑后 众人丝毫不敢大意 全都展现出了 自己最强的实力 一时间 天地风云骤变 恐怖的杀鸡 弥漫了云霄 上百大胜 一尊准地强者 这等阵容 何等浩大 放眼整个下界三千玉 能在寝客之间 拉出这么多强者阵容势力的 很少很少 而这 还只是幽冥帝君 麾下势力的冰山一角 这事 发生何事了 有不少正在闭关的强者 被这浩大的动静给惊醒了 幽冥帝君的道场极大 道场内的随意一座山巒 便能绵延万里 很多地界 更是布置下了乾坤大镇 内部自称一片空间 动辄绵延百万里之遥 更有一些特殊的地势 能阻断神石 在这般情况下 很多人并不能第一时间 知晓到底发生了何事 但众人 能根据杀机的扩散分辨出 这是有人闯入帝君道场了 不然 不至于闹出这么大的动静 是谁 胆敢来帝君道场放肆 这是胆子长矛了吗 自幽冥帝君将道场设置在此处 还从来没有人敢擅闯过 今天 这可谓是开天辟地头一遭 被惊动的众人纷纷出关 第一时间朝战乱处赶赴而去 胆敢前来帝君道场放肆的人 古今不见 能造成这般天大动静之人 更是难得 这要是将贼人擒杀 可谓是天大的功劳 帝君麾下人才挤挤 强者众多 这个时候去晚了 怕是连汤水都分润不到 而现场之中 正在爆发一场恐怖大战 轰隆隆 天地之间 各种恐怖的杀招 好似潮水一般 自天穷之上 覆盖而下 稻草人垫着奇怪的脚步 身躯穿梭在数百人之中 镰刀一挥一收间 必有一人倒下 与其说这是一场大战 更不如说这是一场屠杀 在稻草人手中 不管你是大胜一重天 还是大胜二重天 一或者是大胜九重天 只要被他盯上 全都统统难逃一死 境界的差距 在他面前 好像失去了意义 躲在暗处准备偷袭的九幽 见此一幕 整个人头皮发麻 一股凉意 自心中生疼而起 转瞬间便涌遍了全身 整个人只觉手脚冰凉 这 这到底是什么怪物 在他的视角之中 此刻的稻草人 俨然在乱杀 不仅在诸多大胜境 强者身影中乱杀 便是通明准地 也被一刀直接给砍没了 甚至说起来 通明帝君的死 死得不仅随意 还有点搞笑 那稻草人的 本来在砍杀一尊大胜强者 通明准地刚想抓住空隙 实行偷袭 然而瞬移过去后 直接撞到了刀口上 为稻草人解锁了双杀成就 一个瞬移 直接将自己移没了 堂堂一尊准地强者 竟被人误伤似的 给砍死了 这不是搞笑是什么 然而九幽却半点笑不出来 若是钟卿来此 做到这一点 他不会有半分惊讶 但这 只是一个稻草人啊 在九幽心中 惊惧到了极点之际 战场之中 尸山血海 俨然堆积成了一地 但场中身影 却是丝毫不见减少 反而有圆圆的身影 自四面八方赶赴而来 血腥的味道弥漫天地 恐怖的杀鸡充斥着天宇 海量的杀招 依旧如同潮水在蔓延 但那杀招 死亡如风 长扮其身 每一次出手 必然会带走一条性命 天上的尸体 好似在下饺子一般 哗啦啦不断往下掉 看得十二魔匠 阵阵热血沸腾 大大哥牛逼 此时的十二魔匠 一个个好似喝了假酒一般 脸上满是癫狂 兴奋的手舞足蹈 稻草人每一次出手 在他们看来 都是一场视觉上盛宴 充满了一种赏心悦目的美感 一旁的麒麟小黑和小嘎 呆呆地看着这一幕 内心之中 也不由生出了一股 高山扬指的惊叹 稻草人从南沙到北 从西沙到东 一步一个血印 那并不高大的身躯 此刻在麒麟小黑和小嘎的心中 却是极其伟岸 齐之身上 好似在 散发着一股无敌的光辉 也不是没有人将目光 瞄向十二魔匠和麒麟 小嘎等人 但是他们身上的明光 化成了一道强大无比的护盾 纵然大胜巅峰强者全力一击 也不能损伤护盾丝毫 渐渐地 便是周边的山川大地 也被鲜血染红了颜色 这 这到底是什么魔鬼 厮杀到最后 有人惊惧了 先前在同伴舍生忘死的进攻下 他们仗着人数众多的优势 还能憾不畏死地发起进攻 然而随着倒下的身影越来越多 自四面八方赶赴而来的身影数量 已渐渐跟不上稻草人杀人的数量 伴随着周边的身影越来越少 一股惊惧恐慌的情绪蔓延开来 这一刻 残活的众人 可谓是被稻草人彻底杀到了胆寒 若是在这之前 他们绝难想象 有朝一日 此地竟然会遭遇外敌入侵 更不会想到 下界三千狱中 竟然有人真敢在帝君道场内 大开杀戒 一些想来分润情贼之功的人 此刻更是长子都毁清了 这位煞星 当真是他们所能对抗的 一时间 围绕在稻草人身边的数十人 内心全部被金具所包裹 再也不敢上前半分 然而 他们不上前 可不代表着稻草人就会停手 对于稻草人而言 胆敢向他出手者 就已经上了他的必杀名单 他超小气的 秀 伴随着稻草人身影消失在原地 溅起了丝丝空间涟漪波动 再次出现时 其轻飘飘地来到了 另外一尊大圣强者头顶上空 手中镰刀翘无声息落下 伴随着一道血花四剑声响起 再次有一条性命 在他手中悄然流失 这一幕 让存活下来的其他众人 心中含义咒声 有人吞咽了口唾沫 满是骇然颤声道 你这般行径 难道不怕帝君震怒吗 这个时候 也只有帝君 能带给他一些的安全感了 这一幕 只看得躲在远处的九幽 一阵上火 这傻雕 羞到羞了 脑子里被打变阻塞了吗 对方都已经杀上门来了 这个时候 还妄图拿帝君压人 他怀着战力的心 暗中传音 以激进嘶吼的声音 给活下来的人 指出了一条名路 快去请月西女帝 月西女帝 乃是幽冥帝君的唯一的弟子 也是一尊大帝级存在 如今 幽冥帝君大人 外出玄狱办事 这绝非三两日时间可以回转 以稻草人的胸威 在帝君道场内 如果说 还有谁能压他一头 那只有帝君的弟子 月西女帝大人了 然而 这位大人早年间 修行出了岔子 性格暴力 喜怒无常 一般来说 九幽是不愿意和这位大人见面的 是也 他只能暗中提点这群蠢货 去将女帝给请出来 镇压稻草人这阵煞心 将这消息抛出去之后 九幽头也不回 逃也是的 飞快离开了现场 这稻草人凶威太甚 在女帝未曾出现之前 她是万万不敢再在对方面前出现了 至于原本准备偷袭的念头 则彻底被九幽禁职 抛向了九霄云外 开什么玩笑 这么多人都被砍没了 难道要他像通明准帝一般 一个瞬意上去送人头吗 战场中 随着九幽提醒 残活下来的人 一个个如大梦惊醒一般 在彼此相继对视一眼之后 众人瞬间心有灵犀般 达成了一致 逃 现在这种情况 自然是能逃一个是一个 只要请动月西女帝动手 他们便安全了 然而很快 众人便惊骇地发现 这个时候想要逃 似乎已经太迟了 因为不知何时 一股诡异的光芒笼罩了天地 禁锢了四周 同时也禁锢住了他们的身躯 这个时候 连动动手指都显困难 更何况是逃跑了 最后 他们只能眼睁睁看着那把 象征着死亡的镰刀落下 无情地收割着自己的性命 不 一声声惊恐至极的哀吼 成了他们唯一能做的事 稻草人手持镰刀 毅力长空 脚下湿山血海堆积一地 让其看起来 好似一尊魔神在世 入眼所见 周边除了十二魔将 麒麟小黑和小嘎之外 再无一个活物 太帅了 十二魔将此时 全部化成了稻草人的小谜地 此刻的他们 当真恨不得拍着胸脯 告诉世人 看 这就是我们的大大哥 对稻草人的崇拜 又加深了几分 一旁的麒麟和小嘎 见到这一幕 有些酸楚 他们和十二魔将 一向不对付 如今 见到他们这般 春风得意的模样 这心里 别提多难受了 当然 不爽归不爽 麒麟小黑 没忘记自己此行的目的 我已经感应到 主人门下弟子的气息了 我们先去救人吧 这话 他是对着稻草人说的 言语间 带着罕见的一丝敬意 若是以前 稻草人虽然不凡 但麒麟 自持身份血脉不凡 是不愿意搭理他的 甚至因为十二魔将的缘故 还一度对稻草人有些仇视 但经历了今天这事 稻草人算是彻底 用实力征服了他 当然 想要让他像十二魔将 那般没出息的围 绕在稻草人身边转 他是万万做不到的 他 麒麟小黑 今生除了主人之外 膝盖至今 还从来没向谁服过软 对于这个提议 十二魔将罕见的没有反驳 毕竟 将一众先天道体弟子 带出奉天殿 是主人亲口下的命令 他们和麒麟小黑之间的 恩怨情仇玩归玩 闹归闹 但自是不可能将主人的命令 当玩笑 如今 他们在奉天殿 闹出了天大的动静 天知道 这个时候 奉天殿的人 会不会做出什么 狗急跳墙之事 因此 众人第一时间 寻着一种先天道体天骄的气息 找了过去 悟道风上 有禁止阵法 阻拦了一种先天道体天骄的出入 这阵法 乃是九幽不下 对于准地 静之下的人而言 想要破开 或许极其困难 但对于稻草人而言 根本不是事 准地强者 说砍就给砍了 一座准地布置的大阵 想要破解 自然是轻而易举 一刀就没了 一行人成功进入到了悟道风 十二魔将的担忧 很明显是多余的 这片地区的生灵 大圣境以上的强者 几乎被稻草人全给杀完了 至于大圣境之下的生灵 早就被吓得直接跑路了 挟持人质威胁 不是没人想过 但那是要建立在 相对平等的实力基础上面 稻草人展现出来的实力 对于他们而言 无异于是碾压性的 这也是为何 先前九幽脑海之中 第一时间想的是去请人 而不是拿凌峰等人来威胁 因为九幽明白 那样做 毫无卵用 只会加快自己的灭亡 两方人马 没有遭遇什么拨者 成功在悟道场上会面 宽阔的悟道场上 十二魔将等人 看着完好无趣的凌峰等人 心中悬着的大石 总算是放了下来 基一身知自家大大哥 一向都是沉默寡言的性子 这个时候 自然只能由他前往交涉了 他迈不向前 笑着对众人道 主人叫我等前来接引你们回家 一句话 让以凌峰为首的众人 瞬间红了眼 在他们得知自己 被奉天殿之后 众人虽然没有表现出丝毫聚色 但内心之中的惶恐 却是难免的 如今 自己这边前脚刚刚出事 师父后脚 就让人前来营救他们 这让他们心中感动的同时 更是有一股愧疚的情绪在滋生 师父收他们为徒 将他们打造成了绝世添交 他们欠师父的 已经够多的了 但是现在还劳烦师父 费心让人前来营救 此恩此得 他们恐怕三生三世也报不完 一行人见面 结果自然是皆大欢喜的 双方都是熟人 甚至现场之人 不少人还在十二摩江和麒麟下听过课 气氛自然是其乐融融 只是很快 记忆便注意到了 凌峰脖梗上的淡淡掐痕 这让他脸色瞬间阴沉了下来 奉天殿的人干的 嗯 对此 凌峰并未否认 竟然敢对主人的真传弟子动手 奉天殿 这是找死啊 这一刻 记忆心中的杀鸡 前所未有的浓郁 虽然以他的实力 对奉天殿造不成什么威胁 但别忘了 他还有一个大大哥 稻草人 就是记忆最大的屏障 对于十二摩江一行人来说 主人的弟子竟然在这里受伤了 后果无疑是相当严重的 如果说 一开始 他们只想安安稳稳将人接回去 那现在 他们则是直接将这地界掀翻的心都有了 他们是这么想的 也是这么做的 轰隆隆 这一天 帝君到场 整个雾道风 山巒都给掀翻了 冲冲冲冲冲 十二摩江带头冲锋 天穷都好似要被他们掀翻 当然 若是遇到什么好东西 自然也不忘打包带走 山中的灵脉 收了 结界内所孕育的奇珍灵宝 收了 大殿中珍藏的灵丹大药 收了 便是雾道所用的一个蒲团 都没放过 屋顶上悬挂的照明灵宝 都被扣了下来 帝君到场 花费无数万年打造 里面的宝贝 何其之多 十二魔将开路 稻草人负责战力支援 林峰等五千多人 则宛如钓到了米缸里的老鼠 他们第一次体会到了 什么叫做幸福的烦恼 不管是群山 还是诸多大殿内 蕴含的宝物 实在是太多了 收不完 根本收不完 这些宝贝等级之高 随便一见 对于现阶段的他们而言 都是价值非凡之物 甚至很多人 在稻草人先前 随着美搜刮完一处 麒麟和小嘎 则是在后面 放起了熊熊大火 显然 他们这是 在实行三光政策 杀光 抢光 烧光 什么万年宝殿 千古宝岔 全在大火中燃烧殆尽 化成飞灰 在众人耳朵里听了个响 足足搜刮了一个下午 众人才搜刮了整个道场 不到百分之一的地间 由此可见 这帝君道场 何等之大 随着众人在整个帝君道场内 肆意横行 也惊动了不少 正在必生死官的强者 这些必生死官之人 周边都有大阵守护 为的就是隔绝外界打扰 也因此 纵使整个帝君道场 发生了滔天之祸 他们也毫无察觉 只是随着麒麟小黑和小嘎 一把火放下去 熊熊火势蔓延之下 很多人自闭 生死官中被惊醒 什么人 敢敢来帝君道场内放肆 然后 这话就成了 他们的最终遗言 自熊熊大火中 跳出来一个 被稻草人打死一个 跳出来一个 被稻草人打死一个 然后很快便有弟子 上前摩尸寻宝 配合可谓是相当默契 一旁的十二魔将剑刺 看得很是眼热 他们也不通 他们为何有资格 出现在帝君道场之中 有能耐进入制药园之内 闻听此言 鸡一笑了 什么狗屁帝君 也敢治罪我家主人 他配吗 此言一出 在场众人奇奇变色 这座道场之内 帝君就是天 就是神一样的存在 谁敢对帝君生出半点不敬 然而现在 一只鸡 竟敢口出狂言 在这边排帝君的不适 这何止是胆大包天 简直就是大逆不道 他 是怎么敢的呀 木陵谋中 杀鸡滚滚 怒喝道 数子敢二 不管你家主人是谁 就凭你闯入灵妖谷园 对帝君大不敬之言 今日 本圣就是将你打杀于此 也无人敢为你明半句不平 鸡一笑了 先前稻草人大大哥大杀四方 看得他可谓是热血沸腾 体内战血蠢蠢欲动 如今身负大大哥 交由他的大杀器 他正不知道从哪找个人来练练手 想不到 这群人就这般毫无征兆地跳出来了 当真是瞌睡来了 就有人来送枕头 思念极其 他张狂笑道 来吧 且让我看看 所谓的圣级强者 都有何能耐和本事 说话间 其一身战意奔腾 尊者巅峰修为 彻底释放而出 机翼的修为提升 进度并不算慢 其跟随中卿短短数年时间 便从归一径一重天 提升到了尊者进巅峰 这个提升速度放在外界 绝对是相当迅猛的存在 奈何中卿本身的成长 并不能以常理来置之 在虚域之时 放眼整个虚域 圣境强者 都是神龙剑手不见尾的天大人物 然而 这才从虚域到玄域多久 加上赶路的时间还不到一年 对上的无不是大胜强者 准地强者 乃至地级强者 这跨度太大 便导致原本追随在 中卿身边的人 修为对比起来 多少显得有些拉胯 而随着机翼战役 奔腾之际 在场中人 全都好似一副 见了鬼的样子 尊者巅峰修为 在整个修道体系中 绝对算不得弱者 在一些偏远之地 甚至算得上霸主 然而 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这可是帝君道场 周边的人是什么层次 全都是至尊强者 乃至圣境强者 如今 这只鸡 竟想以尊者进修为 挑战圣境之威 墨灵这尊圣境强者 直接被气笑了 身旁一位至尊敬强者 跨步而出 对着木灵道 大人 杀鸡烟用牛刀 一群区区尊者进家禽 就让我来送他们上路吧 这话 让机翼不乐意了 在他看来 大大哥的神兵举世无双 至少可以 让他跨越多个大境界而作战 一位至尊敬 安有资格 成为他的尸刀石 想到此 他刀指对方 你 没资格成为 鸡爷第一个刀下亡魂者 随即又指了指木灵 一脸认真道 你 还勉强构格 这一幕 可谓是把在场一众至尊 乃是木灵圣者气得不轻 他们活这么大 还真就没见过这么狂的戒 太欺人了 若是机翼境界比他们高 说出这话 他们也认了 但对方 在他们眼中 分明就是蝼蚁一般的存在 给本圣死 木灵再也忍不了了 一声怒吼 大手一挥 一道规则之剑 瞬间甩了出去 规则 专属于圣级人物 所掌握的手段 对于圣境之下的生灵 可谓是降维打击 这规则之剑 只是规则的粗浅运用 但却有开山裂海之威能 恐怖的剑光 急迟呼啸而过 似要破灭一切 灭绝一切 然而 面对这一恐怖攻击 机翼毫不畏惧 反而大喝一声 来得好 当下 直接提到迎接上 机翼挥动镰刀 一道刀光挥洒了出去 所谓的规则 在这刀光之下 好似纸糊的一般 静止被砍灭成渣 刀光去世不减 以训而不及眼雷之势 顷刻间便到了 木陵圣者身前 这 怎么可能 木陵瞳孔俱缩 竭尽所能对抗 瞬间自内而外 在自身身上 叠起了十数的防御 然而 在刀光之下 这所谓的防御 毫无卵用 其整个人 直接被一刀给砍死 一刀出 群雄精 天地净 一群至尊强者 不可思议地看着这一幕 头皮发麻 整个人陷入了 无边的惶恐和惊惧 这一幕 太过不可思议 毕竟 姬一只是一尊尊者啊 木陵 可是实打实的 圣境强者 不是说 修为越到后面 境界之间的鸿沟 越难抹平吗 这 可是足足差了 两个大境界啊 谁能告诉他们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不仅是他们 感到不置信 便是姬一自己 也感觉到了 些许的不可思议 稻草人大大哥的神兵 固然不凡 但他本身的实力 太废了 他原本以为 自己想要杀这尊 圣境强者 应该要费几番手脚才是 但没想到 对方竟然连他一刀 都扛不住 这宝刀 强得 简直有些离谱 有了第一战的开门红 姬一对自己的战力 生腾起了 前所未有的强大自信 他刀指欲下众人 狼声道 你们这里 还有什么高手 全都叫出来 一起上吧 姬一手中的大刀 已经饥渴难耐了 他感觉 一群至尊 已经满足不了他了 甚至是圣境强者 也不被他放在眼里了 真正有资格 与他一战的 唯有大胜强者 今日 他便要以尊者之身 跨越三个大境界 逆斩大胜强者 塑造无上神话 当凌风一行人 搜刮到灵药古猿的时候 正好看到 姬一提着大刀 在打一群至尊敬强者 鸭七在后方大喊 大哥 收敛些 这些灵药 可都是我们的财产 莫要损坏了 一只散发着尊者 进巅峰气势的鸡 在追着一群 散发着至尊敬修为的人侃 旁边还有人 在喊下手倾斜 这一幕 就很抽象 甚至其中有几道身影 远远超出了至尊敬 至于那是什么 层次的强者 以灵风他们的修为 却是看之不透的 可在姬一手中 一刀一个 一刀一个 过程之轻松 跟待宰的羔羊 没什么两样 莫多久 现场之中 便被姬一给屠戮一空 直到这个时候 众人才将注意力 放到灵药古猿之中 无边无言的灵药奇珍 散发着阴云光泽 带着淡淡的芬香 而现在 这些东西 全都属于他们了 所有人眼冒金光 对着灵药古猿 展开了大扫荡 一群人当真 宛如蝗虫过境 所过之处 原本青葱翠玉的药原 变成了光秃秃一片 连地皮 都被姬一气给收走了 待整个灵药古猿 全都被搜刮一空过后 姬一扛着大刀 意气风发 出发 前往下一站 帝君道场内的造化太多了 其他不说 就帝君道场内的108封 每一封之上 都孕育着偌大的造化 更何况 还有很多自称 一片空间的地界 里面同样孕育着 诸多非凡造化之物 每到一片小空间 都是姬一开路 将危险消灭于无形 剩下的人 则是负责 将诸多灵宝造化收走 随着众人 再次来到一片 全新的小空间之内 高空中 麒麟小黑 看着姬一大杀四方 这心里别提 有多羡慕了 他开始反思 大家都是主人坐下 不管是论姿排队 还是个人实力 凭什么现在姬一能大杀四方 他只能在一旁干羡慕 最后 小黑将目光 放到了稻草人身上 姬一之所以能拥有 现在的威风 一切都是败到草人所赐 自己这要是过去低个头 扶个软 是不是也能像姬一那般威风 一时间 小黑有些蠢蠢欲动 但身为麒麟一族的高傲 却是让他迟迟下不了这个决心 此刻的他 脑海中好似 有两个小人在争吵 其中一个 你可是麒麟啊 今生今世 除了主人 如何能再向其他人低下高贵的头颅 但是另外一个声音告诉他 稻草人乃是主人作下 实力比你强了太多 向稻草人低头 不丢人 小人一 别忘了 你先前发过誓 是要超越稻草人的 现在向稻草人服软 那你成什么了 小人二 稻草人的神威也看见了 一把武器 就能让姬一跨越多个境界乱杀 纵然你有朝一日 真正不如成年 你确定 你能超越他 两个小人 在脑海之中僵持不下 就在这时 姬一手持大刀砍翻群雄 面对长空张狂大笑 还有谁 这一幕 让麒麟心中的天平 瞬间倒向了小人二 稻草人比他强 又是主人作下 向稻草人低头 不丢人 关键是他看不得姬一 在他面前嚣张桀骜的样子 念头至此 小黑舔着一张大脸 善笑着来到稻草人身前 大大哥 先前的事 是小弟不懂事 小弟在这里 给你赔个不是 却不知 大大哥能否原谅小弟先前 鲁莽不尽的行为 给小弟一个 以大大哥意志为尊的机会 既然已经决定低头做小 小黑的姿态放得很低 态度也相当端正 随着他话音落下 稻草人歪了歪脖子 悠悠看向他 似在思索 两久之后 他吐出了一个字 可 小黑狂喜 谢大大哥 那个 他绝了绝四只蹄子 目光带着稀迹和恳求道 大大哥 不知 你还有没有 其他可以让人提升人实力的宝物啊 能否暂戒小弟用一下 说话间 他的目光 不断向稻草人手中提着的灯笼瞄 在他看来 稻草人大大哥手中 一共只拿着两件物品 一件是镰刀 一件是灯笼 既然一把镰刀 能爆发出如此恐怖神威 没道理这灯笼 只是个摆设 其必然也是一件 无上之宝 只是 大大哥 会不会将这宝物借他 小黑心中也没底 毕竟 他是刚认的大大哥 不像记忆他们那般 跟随的时间已久 还那么会拍马屁 稻草人却想都没想 将手中灯笼递了出去 谢谢大大哥 小黑狂喜 再次道谢 他幻化成了人参 俨然人类七八岁的顽童 粉雕郁嫩的 一脸之而重之的 小心结果灯笼 在向稻草人词别之后 麒麟意气风发 同样生出了当初 积一出获之宝的心思 一灯在手 天下我有 小嘎 今天且让凤天殿 这群小崽子们 见识见识黑夜的厉害 是 大哥 小嘎眼睛 弯成了月牙 只感觉这一刻的大哥 好帅 他就知道 自家大哥 一生不弱于人 怎么可能被鸡 意他们一直压在身下 今天 何该是自家大哥 大展神威的时候 至于小黑先前 在稻草人面前 弯腰献媚的一幕 则是被小嘎 自动给忽略了 甚至觉得 这是大哥身上 识时误者 为俊杰的 诸多闪光点之一 大哥身上的优点太多 他一辈子都学不完 就在麒麟小黑 带着小嘎 在到处找人 实验一下 手中宝物的厉害之际 另一边 九幽 则早已在一座 洞府周边藤蔓凝结 有些已经枯死 有些又在绽放勃勃生机 浓郁的生死二气 自动中徘徊 并不是弥漫开来 向洞外扩散而去 有一层强大的阵法 守护在洞府四方 这阵法之强 便是身为准地境的九幽 也不敢随意触碰 此地 赫然正是月曦女帝的 闭关之所 天地幽幽 周遭寂静一片 九幽跳幕看向远方 这都过去多长时间了 还没有人前来报信吗 难不成 这些人全被杀了 一想到稻草人的凶威 九幽不由击凌凌打了个寒战 不能再等了 必须尽快唤醒女帝 让女帝制止这一场灾难 想到此 九幽深吸口气 自云空中落下 躬身朝着星月洞府行了一礼 竟有贼人来帝君到场作乱 残杀四方 凶威之甚 我等无力之足 帝君坐下九幽 前来恭请女帝 出关平乱 一连喊了三遍之后 星月洞府之内 终是传出了动静 轰隆隆随着一道轰鸣巨响传来 浓郁的生死二气 化成黑白两道悬光 四怒龙一般在翻滚奔腾 转瞬间便突破了阵法限制 涌上高空 震动云霄 弥漫四方天地 随着生死悬光闪烁而过 洞府周边大量的绿植灵雾 瞬间枯萎 衰竭而死 生机被瞬间剥夺 好似刹那间 完成了一个另类的轮回 便是九幽 在这生死悬光 在身边游走穿梭之际 也感觉阵阵头皮发麻 好像被死神给盯上了一半 这就是地级强者的实力 他毫不怀疑 只要对方对他抱有杀意 哪怕他全力以赴 恐怕在瞬息之间 便能命丧当场 成为一具死尸亡魂 这让他心脏不由未知意境 浑身汗毛根根炸裂而起 整个人陷入了无边恐惧之中 这就是九幽不愿轻易 亲自前来向女帝报信的原因之一 除了女帝性格喜怒无常之一 其公参造化 手段神乎其神 若惹他一个不顺心 你什么时候死的都不知道 对方可不会管你什么身份 什么实力 在这帝君道场内 除了帝君外 谁都不被他放在眼里 轰隆隆随着生死悬光 不断躁动 弥漫无尽长空 九幽大气都不敢出船 只浑身紧绷 好似一尊雕像般 躬身行礼 屹立在原地 这每一息 每一瞬 对于九幽来说 都显得无比漫长 他只感觉 自己正在炼狱口 随时都有可能跌落深渊 坠入无边地域 如此 时间不知过去了多久 一道清零 不带丝毫感情的声音响起 师父身为 凤天殿五大殿主之一 整个下狱三千狱中 论身份之贵 没几个人 能和他相提并论 谁敢不知死活 前来师父到场作乱 听到这话 九幽心中 这才长说了口气 他真怕女帝一言不合 称怪自己 打扰了对方闭关 就此将他给料理了 只要对方肯开口 那就证明 对方没在此事上 跟他计较 他眸光微扬 借着眼角余光 看着这道毅力 在身前的身影 恶挪身姿高挺 四神连注视 乌黑发丝 随风飘扬 如银河瀑布披肩 精致白皙的五官 带着冷冽之色 眉心烟红 里面带着一玄妙印记 那印记之中 好似承在了天地治理 他身穿一广袖流星裙 裙上珠星点缀 好似要将本身 像明月一般拱位其中 一双单眉凤眼 四星空般 浩瀚深邃 流露出 亘古岁月的气息 身上生死二气环绕 神灭 高贵 冷艳 危险 这便是月曦女帝 给九幽的感觉 面对女帝的询问 九幽不敢怠慢 连忙回应道 回女帝大人 这群人 乃是中青麾下 这中青 极其不凡 他想从头到尾 给女帝解释清楚 这其中的因果利害关系 然而话未说完 便被月曦女帝 挥手给直接打断了 一群废物 冷力的声音 好似一记重锤锤 在九幽心头之上 月曦女帝 副手而立 眸光悠悠 别人一群麾下 你们便招架不住 我早就向师父提过 兵在尖不在广 手底下养了这么多人 没一个 是在关键时刻 能派上用场的 你最好祈祷 他们的实力 值得我出手 说话间 月曦女帝 看向九幽 眼中凌冽之色 更甚三分 否则 我便让你知晓 打扰本帝闭关的代价 是你承受不起的厚重 被月曦女帝注视的九幽 只感觉身上 好似压了亿万寝之重 神魂都好似 被女帝身上 散发的冷意 给冻僵了一般 她不敢辩解 只公声道 打扰女帝闭关 是我等无能 千错万错 是我等的错 但那群贼人 如今正在帝君道场内四亿 还请女帝大人 先将贼人绳之以法 以免损失 进一步扩大 待事后女帝 要如何处置我等 九幽觉 不敢有半分怨言 月曦女帝闻言 冷哼了一声 目光从九幽身上移开 看向了远方 两久之后 她背负双手 嘴角轻扬 找到你们了 我倒要看看 敢能来师父道场 四亿的人 有几分本身 随着其话音落下之间 其随手一挥 空间静止 撕裂了一道口子 月曦女帝脉步间 静止消失在了空间之内 直到这时 九幽方才敢起身 看着女帝消失的身影 其身上的压力 这才消失一空 只是不知何时 其浑身已然被汗水打湿 可以说 月曦女帝给她的压力 远比幽冥帝军要大得多 这倒不是说 月曦女帝的实力 比幽冥帝军强 实在是这位大人 一向高傲 地级之下的生灵 不管是大胜还是准帝 在她看来 无疑于蝼蚁 死了也就死了 如今 月曦女帝亲自出手 想来这场动乱 应该足以平定了吧 九幽难难 但一想到 稻草人那深不可测的实力 她又变得精仪不定了起来 毕竟 对方连大胜强者 准帝强者都能秒杀 其之实力 到底有多强 她看不透 只是 若说 稻草人同样是个地级强者 九幽觉得 不太可能 毕竟 地级强者 何等存在 以地级强者的位格 和高傲 又怎会臣服于他人 这世间道法千万 各种神鬼秘术 不计其数 其中不乏有人 将帝师恋制成傀儡 从而发挥出 递进强者 生前数成的实力 在她看来 稻草人根本就算不得一个生命 其应该是和地级傀儡 类似的存在 若是这般 就能完美解释 其那深不可测的实力 但是 这类存在 和真正的大地 俨然有着不小的差距 想到这儿 九幽心神大定 觉得这一波 必然是稳了 其身躯一动间 静止跟着月曦女帝 消失的身影 跟了过去 帝君道场 坐落在这片地界 不知多少万载岁元 其一向是超然的 是世人眼中的无上 修行圣地 然而 如今这片修行圣地 正在迎来不一样的喧嚣 以基义为首的十二魔疆 在整个帝君道场内 肆意横行 焰火熊熊燃烧 滚滚浓烟四起 伴随着一座又一座古殿坍塌间 惊怒惨叫之声 响彻长空 对于基义等人来说 幽冥帝君 竟然敢命人 将主人做下弟子 囚禁于此 甚至这里的人 竟然胆敢对主人弟子动手 便是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过 凡是这座道场内的人 有一个算一个 都不算是无辜之人 就算是全部屠杀 也是赢党 他们本身就是魔头 形式一向以自我喜好为标准 如今 有稻草人提供的 强大武器支援 这一下 可算是彻底放飞了自我 熊熊烈焰燃烧 倒塌的大殿山脉之上 基义手持有黑镰刀 毅力长空 一双鸡眼 锐利地巡视着四周 大哥 这边有一个 有魔将为他爆点 秀 随着刀光闪过 一尊刚落头的大圣强者静直 这一幕 相当抽象 不管什么境界 露头就秒 若是传了出来 足以引发整个下界三千余轰动 毕竟对于低境界的人来说 哪怕手持地级神兵 也根本难以跨越 两个大境界而战 因为地级神兵虽强 修为弱小者 根本难以真正发挥出 独属于此神兵的威能 然而 基义手中的镰刀 俨然能让他无视这种境界差异 此刻的基 一目欲圣血 看起来 好似一尊地狱的魔头 尤其是头 上的机关 看起来格外璀璨 他擦了擦 并未染血的刀身 新潮振奋澎湃不已 纵然他知晓 大大哥的神兵 极其非凡 不曾想 竟然非凡到这般地步 这一刻 他心中膨胀的厉害 境界的差异 在此神兵面前 好似直接被无视了 他感觉 持此神兵 自己都够胆向大地宣战 正在其新潮澎湃之际 鸭七指着天穷上 出现的一道身影 大哥 那里还有一个 机翼闻言 赫然抬手向上方看去 云空之上 月曦女帝翩翩 曼妙的身影 自空间中踏步而出 他背负双手 一双冰冷而深邃的眼眸 在十二魔 将身上打亮 面色阴沉似水 师父的道场 何等神圣之地 如今 竟然被一群家畜 糟蹋成这般模样 更让他有些 难以置信的事 这些家禽 实力低得可怕 最强者 不过尊者竟巅峰修为 然而就是这样几个 蝼蚁般的货色 九幽竟然告诉他 搞不定 这一刻 月曦女帝 对于师父麾下等人无能地怒 甚至超越了十二魔将本身 他甚至联想到了更多 莫不是道场之中 有人叛变 将所有罪责 推给了这几只家禽 不怪他有此念头 实在是十二魔将的实力之低 让他根本不相信 这样一群货色 能在师父道场中作乱 就在其思绪纷飞至极 一众魔将同样展开了讨论 接二 这娘们看着很是不凡 实力似乎比大哥 刚才砍的人 要高多了 牙齐 看不透 但应该是一尊 很恐怖的强者 大哥 还是小心为妙 其他魔将纷纷提醒道 虽说他们实力低 看不透月曦女帝的真正修为 但众魔将本能地感觉 此人和先前那些人 有所不同 机翼闻声大笑道 管他什么强者不强者 机翼打的就是强者 十二魔将的话 让月曦女帝 本就冰冷的脸色 瞬间黑了下来 自他成道之后 已经不知道多长时间 没人敢在他面前放肆了 然而如今 一群卑微低贱的东西 竟然对他品头论足 对他极尽亵渎之语 轰隆隆 独属于地级强者的威势 自其身上瞬间爆发开来 惊扰了风云 震动了云空 恐怖的帝威 好似要将天穷撑裂开来 只是 十二魔将身上 有稻草人的明光庇护 纵使其爆发的威能极尽恐怖 却也不能影响他们嘶吼 但这股威势 还是让十二魔将眉心 齐齐一跳 帝 帝威 鸡巴神色一惊 大帝强者 放眼整个下界三千玉 绝对属于至高无上的强者 和他们本身 堪称天差地别的存在 虽说稻草人大大哥 赐下的神兵极其非凡 但这 真是他们能对抗的存在吗 然而此刻的基一 已经彻底上头了 他就不知道 什么叫怕的 退一万步说 纵然真的不敌 这不还有大大哥吗 他觉得 以大大哥的伟力 绝不会看着自己这个忠心的小弟 身陷险境 而无动于衷 念头即此 他大刀横立于身前 对着月曦女帝叫阵道 先前那些废物 没能让我占个痛快 今日 我基一便以尊者之境 逆战大帝强者 也算留下一段千古佳话 且让我看看 大帝强者 有何手段 这一刻 他全力以赴 只感觉全身热血都沸腾了起来 云空之上 月曦女帝自动忽视了 基一的叫嚣声 他眉头微醋 别说几位尊者 便是大胜强者 在他地位之下 也得化成积分 然而这群家禽 实在古怪 但纵然在如何古怪 都将改变不了 他们即将灭亡的事实 在师父道场内肆意 胆敢触怒帝威 这每一条 都是取死之道 月曦女帝动了 金银玉指朝前一点 瞬间化成了一道晴天之剑 剑光惶惶 好若大日 寒光照耀九天 恐怖的杀招 让天穷都变了颜色 翁 只见翁明 以迅不可挡之势 朝下方震杀而去 剑光上带着生死二气 好似要抽干这片地界的一切生机 大地手段 太过恐怖 随手一击间 都带有毁天灭地的伪力 在月曦女帝动手间 机翼也动了 她双手抱着镰刀 不退反镜 运转全身力量 挥一刀而出 哄 这一刀 好似牵扯到了什么莫名的因果 这片天地 全都为之遗产 一道古朴的刀光 迸发而出 刀光并不绚丽 带着灰蒙古朴之色 好似自混沌中飞跃而出 又好似跨越了时光长河 在这一刀之下 那看起来势不可挡的擎天巨剑 好似纸糊的一般 竟只被碾压成了积粉 不仅如此 刀光去世不减 以电光火石般的速度 来到了月曦女帝面前 月曦女帝无疑是孤傲的 她自始至终 甚至都没正眼看一下十二魔将 其宛如九天之上的神灵 以高高在上的姿态 俯视着万物苍生 然而 在这一刀之下 她的高贵 她的优雅 她的自负 全都荡然无存 取而代之的是一脸花容失色 这是什么力量 她惊叫一声 竭尽全力 想要对抗这一道刀光 然而 哪怕其瞬间在自身身上 叠加了十数道防御 这刀芒 依旧直接将它撕裂 轰 伴随着一阵惊天巨响传来 现场之中 发生了惊天大爆炸 弱大的冲击波 直接将周边的虚空轰它 便是云霄 也被这股恐怖的力量给撕裂 远远看去 好似有什么力量 将整个帝军道场 一分为二 待余波散尽 无尽滚滚尘埃落定 机翼一行人举目看去 哪还有女帝的半分身影 这是 一刀直接劈没了 机翼很猛 在她看来 地级强者 无疑是很有排面的存在 其内心深处 都已经做好了 大战三百个回合的准备 甚至都已经做好了 最坏的打算 那就是自己不敌 最后大大哥出手 但是结果呢 一刀 直接将一尊大地给斩了 不仅是机翼猛 其余一众魔将 同样猛的不行 这可是一尊大地强者啊 这死的 是不是太耳熄了些 靠 在猛逼了好一会儿后 机翼朝着天穷 比了个中指 这凤天垫出来的大地 怕不是个水货吧 这 完全没找到一点战斗的快感 人就没了 白瞎姬爷这么激动 此时的机翼 还有点小生气 气这女帝 实在太不惊打 当然 其心中也明白 这应该是稻草人大大哥的武器 太过神异的缘故 兄弟们 走 下一站 郁闷的机翼 在清扫完这片战场之后 再次赶赴到了下一站 只得将心中的玉器 发泄在这帝君道场的 其他小喽啰身上 而随着机翼等人离去不久 原本发生 今天大爆炸的中心之地 空间产生一片涟漪波动 一道身影 正在空中慢慢凝聚出现 然后缓缓成形 正是月西女殿 此时的她 是一张不满寒霜的脸 甚至出现了极度的扭曲 她万万没想到 自己有一天 竟差点栽在一群蝼蚁手里 不 确切来说不是差点 而是已经栽了 先前机翼那一刀 确实将她斩没了 只是每一个大地强者 都有自己的底牌和手段 而月西女帝 悟的是生死之道 在她眉心之处的印记 便是其道果的结晶 可以让她 比之常人 多出一条性命 现在的她 眉心内的印记 早已消失不见 也就是说 原本本该拥有两条命的她 现在只拥有一条命了 该死 该死该死 月西女帝极度扭曲的面孔 看起来格外猙獰 身上的气息 在这一刻 也变得极度紊乱 这条额外的生命 是她最大的底牌 最大的依仗 此刻 却被一只鸡 一刀给砍没了 她恨不得追上去 将那只鸡灰飞烟灭 可最终理智 战胜了心中的愤怒 那只鸡虽然如蝼蚁一般 但那把刀 却让她感到可怕 甚至现在回想起来 她依旧感到心有余悸 如果再面临那么一刀 她还是挡不住了 稍微冷静下来之后 她目光一动 唯有先去找到师父 让师父回来 才能对付那把刀 她并不傻 知道暂避其锋芒 只是在临走之前 她还需要带走一些东西 想到此 月西女帝目光看向了东南方向 最后朝着浮光洞赶赴了过去 那里 是她师父珍藏了 无数万年的宝库所在之地 自从麒麟小黑 融获稻草人的灯笼之后 便和十二魔将兵分两路 肆意扫荡着这片稻场内的一切物资 此刻 在一片山岭之上 小黑幻化成了七八岁孩童 踢着一个大红灯笼 面对围攻她的七八个大圣强者 怡然不惧 瘦 随着她一声轻斥 灯笼之内传来一股庞大的犀利 那些围攻她的人 灵魂禁止被收纳 进入了灯笼之内 肉身纷纷倒地不起 大哥威武 一旁的小嘎在一旁呐喊助威 双翅荡成手掌 拍得震天响 鸟毛乱飞 翅膀都给拍红了 迎着自家小弟 那崇拜到极致的眼神 麒麟小黑心中 受到了极大的满足 好宝贝啊 她目光端向着手中灯笼 心神很是振奋 自从手握这件质宝之后 她一路可谓是神党杀神 佛党杀佛 御妖收妖 御人收人 这灯笼也不知道适合宝贝 不管什么境界的存在 只要被这灯笼一照 灵魂都能被活生生抽出 收割其中 而随着周边众人的灵魂 全部被收割其中 小嘎突然指着前方不远处道 大哥 你看 那是什么 小黑顺着小嘎的方向看过去 但见山岭不远处 宝光冲销 神光闪烁 阴云之气密布 一看就是充满造化宝贝之地 走 去看看 麒麟踏步 小嘎紧跟其后 还有小几千弟子 跟随在他们身后 这些 都是负责解释之辈 随着众人靠近 阴云紫气密布的山岭中 一道金光闪闪的牌匾 屹立在眼前 牌匾之上 写着三个流光溢彩的大字 浮光洞 此刻 洞府之门大开 里面不时有宝光闪烁而出 小嘎振奋了 大哥 这必然是此方地界主人的宝藏了 麒麟小黑也有些兴奋 十二魔将发现了灵谷要员 他们发现了这道场宝藏 这一下 纵失论功劳 他也和十二魔将不分上下了 只是 这宝藏的大门 为何是打开的 下一刻 他好似想到了什么 不好 想必这是有贼人提前我们一步 进入到了这宝藏之中 何方妖孽竟敢截取黑爷的宝贝 出来受死 洞府之中 正在忙着收宝的月曦女帝闻言 心中悚然一惊 这是 提着镰刀那只鸡找上门来了 其感知力瞬间拉到最大 方圆万里之井 全部汇入到了脑海之中 在反复搜索一圈之后 月曦女帝并未找到十二魔将的身影 这才轻出了口气 眸光也瞬间冷了下来 若是那只鸡提着刀来了 他还要为之忌惮三分 但如今 一只麒麟也敢在他这里邀五喝六 而且还是未成年的 真当他堂堂大地 是泥泥的不成 浮光动前 麒麟小黑正在洞府门口叫骂 眼见半想没有动静 他这小暴脾气 瞬间就上头了 竟然不理我 黑爷今天倒想看看 是谁吃了雄心豹子胆 敢在黑爷碗里抢夺食吃 话音落下 其刚想踏足其中 一道流光 自山洞之中窜了出来 月曦女帝不发一言 一个剑指 直接朝麒麟小黑刺了过去 不可否认 麒麟血脉确实非同反响 若是换了瓶时 他或许还会对其生出浓厚的兴趣 甚至将对方囚禁 圈养在身边 但是现在 那只提着镰刀的鸡 正在这片道场之中肆意 他不确定 对方是否有手段 会发现他的存在 那把刀 俨然不可以常理来置之 在这之前 谁敢相信 一个尊者静修为的人 竟然能斩杀他这一身大地 这是说出去 恐怕都没人相信 只因为太过匪夷所思 当务之急 尽快通知师傅 才是证解 事已 他没任何和麒麟小黑废话的意思 先前他两条命 被人砍杀了一条的邪火 正好无处发放 如今麒麟小黑既然撞了上来 他不介意给对方 留下一个永生难忘的教训 女帝的动作太快了 以小黑如今的境界 甚至不知道对方是怎么出现的 但他隐约感觉 有什么东西在靠近 其手中灯笼一台 收 刹那间 自灯笼之上 迸发了一道血红色光芒 这光定住了四十分空 女帝连同他打出的杀招 同样被定格在了半空 而直到这时 麒麟才发现 对方的杀招 已经到了他的额头之上 距离贯穿他的头颅 只有零点零几公分 这不由吓了他一大跳 哪里窜出来的小娘皮 吓黑爷一大跳 他抬脚就踹了过去 月曦女帝 想要阻挡 但发现自己全身被定在原地 动弹不得 甚至灵魂都被一股恐怖的犀利 直接硬生生从肉身之中吸出 他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肉身 被小黑无情猛穿 灵魂则是不断被灯笼散发出的 恐怖犀利牵引而去 他的魂体在不断挣扎 还为灵静一股莫名的寒意 就笼罩了他的全身 冥冥中的直觉告诉他 一旦被吸纳进去 自己恐将永世不得超生 然而 纵然他递进强者灵魂的反抗之力 在这股恐怖的犀利下 仿若银虫之光与角月之芒 双方根本就不是一个数量级的存在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下界三千狱中 怎么会有这么恐怖邪门的东西出现 不 月曦女帝此时的灵魂 都变得扭曲了起来 内心之中 被绝望和无措笼罩 还有一股强烈的不甘 在萦绕 他才情天赋 不说古今无双 却也天下罕见少有 其得正地位 还未打出自己的威名 塑造自己传奇的一生 先是被一只尊者静的鸡 打杀了一条命 如今 竟然被另外一只尊者静的蝼蚁 给收了 此刻的他 哪里还不知晓 不管是机翼还是麒麟 都确确实实 只是尊者静修为 但却凭借着手中的宝物 将他克制得死死的 他堂堂一尊大地强者 比其他人多了一条命的存在 却先后栽在了两个尊者静的蝼蚁手中 这让他如何能甘心 然而 这世间很多事 并不会以人的意志而转变 纵然月曦女帝再如何不甘 在绝对的力量压制面前 也只能遗憾落幕 咻 随着一道鸿芒一闪而过 月曦女帝的灵魂 静止被收入到了灯笼之中 与此同时 灯笼的颜色 愈发红艳了几分 看起来 妖艳而邪艳 自始至终 麒麟小黑都不知晓 一尊大地 竟然就这般被他给收了 若是知晓月曦女帝的身份 恐怕他整个人 都能得死好久 此刻的他 骂骂咧咧 在月曦女帝的尸身上 又揣了好几脚 叫你吓我 叫你偷到小爷的宝藏 现在报应来了吧 黑爷是你能得罪得起的存在 说话间 其物资在女帝的尸身上 摸索了起来 待找到其随身携带的 储物袋之后 小黑低头打亮了一眼 待看清里面的宝藏之后 哪怕是见惯了各种 大风大浪的小黑 也不由怦然心跳了起来 与此同时 云空之中 一道潜伏在空间内的身影 胸腔起伏不断 心中俨然翻起了 无边滔天巨浪 此人 正是一路跟随月曦女帝 而来的久悠 他本以为 月曦女帝出关 必然能镇压一切痴美亡俩 谁能想到 女帝在面对着十二魔将第一战 便遭遇了滑铁炉 在他看来 这群闯入帝君道场的人中 除了稻草人外 愚者都不足为惧 然而谁能想到 月曦女帝连稻草人面都没见到 就被一群先前看起来 毫不起眼的小喽喽给解决了 这一刻 九悠心中泛起了无边的寒意 这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怪物 那 到底又是何宝贝 他看向麒麟小黑手中的灯笼 联想到记忆手里的镰刀 眼神之中 有贪婪 有忌惮 还有畏惧之色浮现 最后这所有情绪 全然化成了一抹坚定 此事 必须以最快的时间 上报帝君 这一刻 九悠知晓 整个帝君道场 完了 连月曦女帝都陨落了 此片道场之中 再无人能挡住这群人了 他当即毫不犹豫 转身便跑 这已经是九悠不知道第几次跑路了 但他感觉 这一次 应该是自己最后一次了 只要帝君能将忠卿钉沙在玄狱 得到允仙秘境 其必然能以一妃冲天之势 冲天而起 如今帝君道场遭逢大变 帝君麾下几乎全部遇难 身为对帝君忠心耿耿的他 到时候 必然会更受以重 都说一人得到 鸡犬升天 说不得 在帝君的恩赏之下 自己日后未必不能更进一步 都说 福兮或所福 或之福所依 这番变故 谁又知晓 会不会成为自己另类的福源 随着月曦女帝生死 久悠跑路 整个帝君道场 可谓成了十二魔将 麒麟 等一行人的天下 一群人分成两派 从不同的方向出发 宛如蝗虫过境 扫荡着沿途所见的一切资源物资 灵丹宝要神兵这些东西的搜刮 自是不提 便是山中哪里藏着的一条灵脉 也被劈开山体挖出 所过之处 大地一片疮痍 原本好似仙家圣地的洞天福地 凡一切有价值之物 都被洗劫一空 变成了穷山恶水之地 要说整个道场之中 唯一让他们看不上眼的 便是功法了 毕竟他们所修 全都是地级功法 而且都是最顶级那种地级功法 有了地级功法 谁还修地级之下的垃圾 不得不说 这群人跟随中青十日 久了之后 眼界变高了的同时 口味也变叼了 当然 看不上归看不上 众人还是没有放过 毕竟 这些功法 他们用不上 拿出去卖些资源 还是能做到的 这地军道场太大了 一群人 在足足扫荡好几天之后 这才几乎将整个 地军道场扫荡一空 数日后 分开的众人 再次汇聚在一起 来到了一座小院前 这里 正是幽名地军所居之所 也是目前为止 唯一还没被众人 祸祸过的地方 此时 娇阳正好 所有人的脸上 全都挂着洋洋喜色 众人这一次 在此地的收获 可谓是盆满钵满 有些弟子 身上甚至挂满了 好几个储物袋 里面装着堆积如山的资源 其他不说 光是圣镜套装 一人便能穿戴好几套 灵丹宝药 更是多不胜数 以灵风为首的众人 打量着这座小院 有些唏嘘 他们自虚欲而来 进入凤天殿之后 原本以为能在这里 大展拳脚 闯出不小的名号 对于凤天殿 心中也是 颇为向往的 谁能想到 世事无常 变幻莫测 双方最终走向了对立面 稻草人屹立在人群中央 正物资在数着金币 他的身上 同样挂了好几个储物袋 只是区别于 其他人储物袋中装的 都是灵丹宝药 修行资源 他的储物袋中 装的全是金币 这些 都是天道院弟子们奉献的 此刻 其正一手拎着储物袋 一手数着金币 每数一枚 其嘴角勾勒出的笑意 便灿烂明亮一分 大大哥 这是小弟此次的缴获 机翼捧着一个储物袋 双手奉上 同样奉上的 还有那把神党杀神 佛党杀佛的镰刀 这次奉天殿之行 对于机翼来说 可谓是爽翻了 以尊者之身 在一群至尊 圣镜 乃至大圣镜强者中乱杀 甚至连女帝都被宰了一尊 虽然没有热血沸腾的战斗 但他充分 享受到了什么叫碾压的快感 这次的经历 足以成为 他日后吹嘘半生的勋章 稻草人收回镰刀 看着小弟奉献上的金币 脸上的笑脸 愈发灿烂了几分 很显然 对于机翼的表现 满意极了 凡事都怕对比 在机翼的强烈对比之下 麒麟小黑在归还灯笼之际 就显得有些尴尬了 因为 他先前 光顾着收人了 身上唯一的宝藏 也就是在月西女帝身上 搜刮到的 然而谁知道 自家大大哥 只喜欢金币 除此之外 其他东西在他面前 好似都是垃圾 连看都不值得他看上眼 这让他内心 不由嘎吱一声 草帅了 下次 他必然要为大大哥 搜刮足够的金币 在稻草人大大哥面前 狠狠压十二魔将一头 在稻草人的影响下 在今后的修行界 掀起了一股不小的 收藏金币热潮 而如今 麒麟虽然已经拜 稻草人为大大哥 但他和十二魔将的 恩怨情仇 并未消散 反而以一种奇奇怪怪的方式 继续延续了下去 在一幅奇乐融融之景中 众人推开了这座 幽冥帝君所居的庭院 精致小巧的院落中 弥漫着春 夏 秋 冬四季 一股浓浓的道运 密布在小院之中 这座小院 好生不凡 凌风惊异 他在时间宝塔之中待过 能明显感受到 院落中存在的 时光岁月之力 其静静感受了一番 下一刻 脸上浮现了 极许动容之色 这座小院 本身便是一箭一宝 在这里 好似可以囚禁时间 改变时间的流速 这个速度 外界的十倍 这个速度 和中青手中的 时间宝塔千倍流速 固然没有可比性 却足够惊人 但凡是涉及到 时间的东西 都是无上至宝 要知晓 在修行界中 一个人的生命 是有限的 若是一个 只有百年寿源之人 在开启时间延缓之后 其之寿源 相比起来 立马平添了十倍 若是一些天骄 在里面修行 修炼速度 相当于凭空增长了十倍 而且这件一宝 有一个时间宝塔 比拟不了的功能 那就是能无视人数限制 一旁的记忆谋中 也露出了极许一色 他同样在时间宝塔内待过 自然也发现了 这座小院的不凡 对于这种不凡的东西 没什么好说的 自然是直接打包带走 轰隆隆 随着一道轰鸣巨响声传来 幽冥帝君的道场 俨然被彻底搬空 随着小院被直接收走 记忆行人此行的任务 可算是圆满结束 甚至是超额完成了任务 另一边 玄域 隐仙秘境 在万众瞩目 十数万人的期待下 整个隐仙秘境开启的时间 终是如期而至 轰隆隆 这一天 整个秘境发生了天大的震动 地脉翻滚 虚空站立 原本绵延万里的秘境 凭空暴涨了不知多少倍 屹立在整个玄域的上空之中 庞大的秘境 好似一团乌云 笼罩在了玄域上空 那深邃的漩涡 似海浪一般在翻滚 大半个玄域之人 都能看到这秘境的身影 一时间 整个玄域为之轰动 无数等待秘境开启的人 为之沸腾 先入机缘之争 终是要开启了 有人喃喃 浑身紧绷 随时做好冲入秘境的准备 便是无尽云空的大地强者 在这一刻 亦不能为之免俗 做好了严阵以待的架势 与此同时 秘境之中 庭院之内 端坐在石桌上的一封 若有深意地 看了一眼秘境之外 随即收回目光 看向端坐在对面的钟卿 笑道 天下无不散之宴席 是时候说再见了 且以此查 已做鉴别 待他日蓝星在狱了 一时间 钟卿有些怅然若失起来 这段时间 在这秘境之中 他几乎都快忘记了 时间的流逝 这一位老乡 给了他无限清静之感 在这里 恍惚间 他好似已经回到了蓝星 直到这时 他才惊觉 这里并非蓝星 而是意见 当然 但有朝一日 只要他修为足够之后 必然是能回到蓝星的 这是他自这个老乡口中 确定的答案 他也相信 给他点时间 日后回到蓝星 不是问题 想到此 钟卿又释然了 遥遥举杯一尽之后 笑道 蓝星见 这个时候 一风起身 略微沉吟过后道 临别之前 本来想给你留下些东西 然你有自己的路要走 你也有自己的道 若是送你些什么 难免有化蛇添足之意 但同为老乡 若是就这般空手而来 空手而归 总觉得失了几分礼数 这里有些不起眼的小传承 将来是交付给你徒弟也好 送人也罢 便交由你自主分配吧 也算是在此方世界 拨下几颗种子 说话间 他随手一挥 洒出一片光团 足有数分 钟卿打量了其中一分一眼 心中一灵 对方说的不起眼的小传承 他却从其中感受到了 几分深不可测 悬不可言 知晓这些传承 都是了不得之物 他也没矫情 静止将这些传承 全都收下了 随即拱手抱拳道 如此 多谢了 一封笑着摇了摇头 我与百万年前 留下一缕契机在此 只为交你这么一个朋友 朋友之间的些许赠语 何须言谢 说到这儿 他话音一顿 对了 这篇秘境园主人 也留下了一些东西 这些东西对你来说 理应无用 不过毕竟都到这儿了 这些东西 便一起交由你处置吧 说话间 其单手一挥 与此同时 整个秘境轰然一颤 原本沉浸了百万年的秘境宝物 俨然被某种伪力给射去了过去 当一封手腕一翻之时 手中凭空出现了三件物品 一本仙级功法 一本仙级秘书 还有一件仙级神兵 随着钟卿将三件宝物接过 远处的红尘女帝 心神不由狠狠一颤 这些天只是跟着一起接触 却并不知道 眼前的这位一封 具体实力几何 现在 他却得到了些许答案 这里好像 好像早就被纠占却巢了 仙级之物 让三杰大帝 也未知打生打死的存在 对他俩来说 似乎不过稀松平常一物 甚至好像还有些看不上 那这两人境界 又该达到何等层次 红尘女帝心神起伏 整个人陷入了无边震动之中 随着月事接触下来 他便月事发现 自家这位大人 何其深不可测 其之存在 已然超出了自己的想象 便是一旁的凤傲天 心中同样泛起了不小的涟漪 纵然师父在他心目中的高度 已经无限拔高 可到头来 他才发现 师父的真正高度 总能比他想象的 要高上一截 钟卿撇了撇凤傲天 知道这货 又不知道想歪到哪去了 别看现在 他能杀大帝己存在 但谁又知晓 他的真实修为 只是圣经六重天呢 这战力虽然不算太差 但这境界 总归是低了一些 总之 提升弟子实力之势 已经刻不容缓了 毕竟如今他的麾下 有大圣经巅峰的弟子 甚至连大帝追随者 都有了 他本身还在一个 小小圣经六重天 这多少有些拖后腿了 而且 新出现的 这位老乡朋友 也让钟卿感受到了 不小的压力 都是同一个地方出来的 人家现在已经走在 无敌路上了 他还在半路而行 这心中 未尝没有生出 几分较劲的心思 再会了 老乡朋友 一封好似看穿了 钟卿的想法 投了他一个肯定的眼神 在钟卿身上 他依稀看到了 自己曾经的几分影子 此刻的他 向钟卿挥手 做着最后的告别 然后 其只身影 越来越淡 越来越淡 到最后 俨然化成了一缕清风 消散于天地之中 而跟他同行的几位 也一并消失不见 钟卿看着对方消失的身影 久久无言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一旁的凤傲天 和红尘女帝心中 涌现了浓浓的 好奇八卦之色 此刻的钟卿 在他们眼中 写满了故事 只是谁也不敢多嘴询问 而随着一封消散之际 整个秘境 同样随着他的消散 四海市渗楼一般 在闪烁了三五次后 静止消散在了原地 这一幕 让秘境外围 正暗中全力以赴 浑身紧绷 准备争夺秘境宝物的人 彻底傻眼了 无数人反复擦了擦眼 然后终时确定了 这个秘境 真就是凭空消失了 就好像 先前散发着弱大动静 引发整个悬域震动的秘境 是来逗他们玩一样 有人接受不了这个事实 毕竟 其为了这个秘境 先前就花费了全部身家 从寒跑跑那里 购置了允仙秘境钥匙 其抱着的心态 不乏有孤注一掷 将全部身家压上 从而进行一搏 但假钥匙一事爆发 让其一颗心 瞬间沉入了谷底 结果峰回路转 假钥匙竟然能当真的用 当其满怀期待地 等着秘境大门开启的时候 结果告诉他 秘境没了 如此一波三折的转变 让人心态 直接炸裂 现在 身家没了 秘境也没了 一切都没了 然而要说心态最炸裂的 还得属幽名帝君 为了这秘境 他在十万年前就开始布局 如今 好不容易等到秘境开启 眼看胜利的果实 即将收入囊中 结果 盗嘴的鸭子 直接飞没了 他怎么也不愿相信这个事实 其身躯一动间 自无尽高空之中跨出 激进以狂奔的姿态 来到原先秘境所在的青铜骨门前 他双手大张 好似要通过双手 来感受一下秘境的存在 然而 没有 这秘境 好似就从来没出现过一般 这一刻 幽名帝君彻底癫狂 他长发乱舞 双眼赤红 壮弱蜂魔 看向长空 向天地发出了灵魂质问 秘境呢 我那么大的秘境呢 轰隆隆 震怒的幽名帝君 一身气势如神似魔 恐怖的帝威 绵延万万里 那独属于二节大帝的威压 让世人惶恐震动 便是藏身在无尽高空之上的一众大帝 脸色亦不由为之一变 对方身上散发的恐怖威势 便是他们 也感受到了偌大的压力 至于地境之下的生灵 就更是不堪了 在这股滔天怒厌下 无数人只感觉 世界好似要迎来了末日 生命好似随时有可能被剥夺 天下间 怎会有如此恐怖的存在 有人头皮发麻 纵然知晓这次秘境之争 必然会有无数高手争夺 但万万没想到 竟然高到了这般离谱的程度 有这等存在在 秘境 安能是 他们所能染指的 不对 现在秘境都没了 他们染指个鬼哦 所以 这秘境 到底是怎么没的 这是现场无数人的疑问 与此同时 原本秘境的小院之中 钟卿等人 看着秘境内的一切烟消云散 便是身处的小院山脉 也随之消失的无影无踪 四周变成了苍茫一片 上不连天 下不接地 钟卿毅力半空 看着手中三件仙级之物 这些东西 对他来说 确实没什么卵用 毕竟 这东西 他如今的仓库中 还摆放着一堆 微微沉阴片刻后 他将仙级攻给了凤奥天 将仙级秘书给了红尘女帝 这东西 你们自己收着吧 也不算来此秘境 白跑一趟 谢师父 凤奥天喜滋滋地端向起了 自己手中的仙级攻法 这可是仙级攻法 直指成仙的法门 早年间 他便知晓跟着师父 必然是一条通天大道 但是这大道之宽 还是超出了他的想象 凤奥天身旁的红尘女帝 心中就没凤奥天那般平静了 他一双美目满 是不可思议地 打量着自己手中的仙级秘书 这仙物 若是流传出外界 必然是能引起轰动的东西 便是三节大帝 也要为之疯狂地存在 在他原本的计划中 自己若是能谋夺先级之物 不是没有可能 但哪怕是以他的实力 也必然要经历九死一生的局面 然而结果呢 就这般轻而易举到自己手中了 幸福来得太快 让他有种不真实的梦幻之感 谢大人 这一刻 他对中青 可谓是彻底归心 如果说 先前的他 沉浮于中青 只是迫于中青的五力压迫 内心之中 对自己的未来 是极其迷茫 乃至有些忐忑和不安的 那现在 他算是彻底归心了 秘境中的经历 也让他知晓了 跟随中青 绝对是自己一生的转折点 自己将会从 慢慢摸索的前路 他向另外一条康庄大道 这些过后 红尘女帝迫不及待 翻阅起了先级秘数 越看其眸中之光 就越是明亮 甚至呼吸 都不由急错了起来 虽然其内心之中 已有所察觉 这先级秘数 必然不同凡响 但其之强大 还是彻底颠覆了 红尘女帝的想象 大帝之境 固然是下界三千狱中的 战立天花板 是世人敬仰 无数人共尊的伟大存在 但修炼到大帝境之后 前路并非一帆风顺 想要继续提升 便要经三灾九难 这三灾九难 绝对是所有大帝的噩耗 红尘女帝在一节地境中 其实是属于顶尖的存在 其修为 也已经摸到了二节境的门槛 但为何卡在这里 便是他始终不敢踏出那一步 没有足够的信心 去面对通往二节境的三灾九难 但是现在 有了这本仙级秘书 他相信 地节再非是阻拦他前境的绊脚石 甚至 不仅是第二次大节 第三次大节 于他而言也不是难事 话而言之 今后在大帝境内 他将可以一马平川 问顶三节大帝巅峰 只是时间问题 这一刻 红尘女帝算是真切体会到了 跟对人的好处 钟卿看着如获至宝 恨不得当场修行的二人 笑了笑道 这里可不是修炼的地点 我等 也是时候离开此处了 他背负双手 双眼微眯 眸光看向了空间之外 外面 可能还有些麻烦要出脸 些许麻烦 何须大人动手 红尘可以为大人分忧 此刻的药红尘 自称先级秘书在手 虽然只是掠懂其中皮毛 但一身战力 必然要比之先前 长上许多 显然如今的药红尘 已然彻底摆正了自己的位置 要在钟卿面前 展现自己的价值 然而钟卿却是挥了挥手 这事 我来处理便是 先出去吧 说话间 其一步踏出 身形已是率先消失在了原地 奋傲天和药红尘见此 不敢怠慢 连忙跟了上去 随着钟卿三人 自空间中踏步而出 瞬间就引发了 全场瞩目的目光 毕竟 这么大的秘境 彻底消失在了世人眼前 而钟卿三人 从消失的秘境中 就这般现出身形 想不引人注意都难 正在发狂的幽冥帝君 目光死死地看着钟卿 本地的秘境 是你取的 他双目赤红 一身气势伟爱如鸳 恐怖的地危 四亿万火山 齐齐喷涌而出 天穷都变了颜色 虚空都为之震战了起来 钟卿眸光平和 注视着此人 这是他和幽冥帝君的第一次相遇 冥冥之中 钟卿好似看到了 此人和他之间 存在着诸多因果 这让他有些讶异 印象之中 和他有交集的地境 强者不多 很快 钟卿便对此人的身份 有所猜测 幽冥帝君 娇阳似火 照耀山穿大地之上 钟卿屹立在虚空之中 一袭白衣 超然雾外 好似折仙凌晨 幽冥帝君长风乱舞 思思危险的气息 自身上弥漫而出 如神似魔 天地之间 二人的身影 好似成为了唯一 不管是天上还是地下 无数道目光 齐聚在二人身上 钟卿对幽冥帝君感到陌生 然而幽冥帝君 对钟卿可谓是熟悉至极 尤记得他第一次 听到钟卿这个名字的时候 内心之中 就翻起了滚滚浪涛 毕竟 能培养出上万先天道体弟子的人 他当时就预感到了 此人有诸多不凡 也因此针对此人 随意落下了一子 将此人调到玄域 当上一颗棋子 然而接下来 钟卿在玄域所做之事 一次又一次超出他的预料之外 先是将玄域人族和妖族一统 破了他在玄域谋划多年的布局 后来他假借陈帝之手 前来对付钟卿 在他看来 那一次 钟卿因不能逃过陈帝的震杀 谁能想到 他颇为看好的陈帝 竟然直接一拳给打死了 纵然如此 幽冥帝君依旧感觉 事情虽然有些出乎意料 但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 可谁能想到 事情 在不少时日了 对于秘境的研究 自认为已经达到了一个 常人难以理解的高度 这秘境 在他们看来 除了在特定的时间开启 用钥匙进入之后 根本没有其他任何办法 提前进去才是 然而如今 竟然有人提前进去 独吞了整个允仙秘境宝藏 这 怎么可能 古地难难 此人 竟有如此手段 先前 红尘女帝跟随钟卿 他还不能理解 但现在 他好似有些明白了 对方 或许就是掌握了 某种不为人知的特殊手段 能够进入秘境之中 获取允仙秘境的宝藏 红尘女帝正是得知了这一点 这才愿意屈身追随吧 只是这红尘 为何如此天真 纵然对方 真能进去里面的造化 难不成 真愿意跟其分享 允仙秘境内的质保不成 而且 对方独占允仙秘境宝藏 如今 必然会成为众矢之地 难不成 他以为 对方会有能耐 守护出这等宝物 古地摇了摇头 暗叹红尘女帝 真是太不明智了 与此同时 另外一遍 清帝目光 则是死死地盯着钟卿 对于钟卿 他是有些印象的 毕竟 先前陈帝前往玄域 就是为了寻找钟卿寻仇 这才有了他们 共同发现允仙秘境一事 为了占据仙机 他还专门跑了 沈家沈域一趟 取了沈家至宝 目的就是为了和陈帝 共同破解允仙秘境外围大阵 只是没想到 这一去一回 清帝赫然发现 陈帝竟然不见了 任他如何联系寻找 也找寻不到 对方的半点踪迹 对方 就好似凭空消失了一般 如今 随着钟卿再度现身 其好似明误了些什么 这心中 顿时便泛起了无边波澜 滔天巨浪 陈帝找钟卿寻仇 如今 陈帝消失无踪 钟卿 则是再度出现在世人眼前 这 证明了什么 是不是意味着 陈帝 已经没了 而且 看现在的局势 整个陨仙秘境的质保 俨然已经落在了钟卿手上 当初他丝毫看不上眼的人 竟有这般能耐 在无数人心中 翻腾起滚滚涟漪之际 幽冥帝君眸光炽热之色 一闪而过 秘境宝物果然在你手上 钟卿 不得不说 你还真有些超出本地的意料 三番五次破坏本座大局 如今 更是在我眼皮底下 将本地密谋无数岁月的宝藏偷走 但是本地的东西 岂是那么好拿的 本地最后再给你一个机会 将本地的宝物交出来 不依本地的意志形式 只有死路一条 幽冥帝君 很少有情绪波动这么剧烈的时候 实在是这秘境宝物 事关重大 寄托了他的成仙之念 除了他之外 他不允许任何人 染指这等质保 此刻 其对钟卿的杀星 俨然达到了一个 前所未有的高度 钟卿摇了摇头 没有多言 修行界中 信奉的一向是 强者为尊的理念 言语的争锋 没有任何意义 看来 今日想要安然离开这儿 只能做过一场了 对此 钟卿没有丝毫惧惧怕 体内的热血 反而有些沸腾 先前他和陈弟的争锋 并没有测试出自己的极限 却不知 这一次 能否测试出自己的极限来 想到这儿 钟卿体内 俨然有一股高昂的战役 在奔腾酝酿而起 幽冥帝君见此一幕 眼神微眯 知晓钟卿 这是已经做好了 负予抵抗的打算 看来 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了 也罢 今日便叫你知晓 敢和本地对抗 是你这一生 做得最愚蠢的一个决定 现场气氛 瞬间变得剑弩拔张了起来 不管是天上地下之人 全都目光灼灼地看着这一幕 心中有些期待 二人直接打起来 若双方能打个两败俱伤 他们或许可以渔翁得利 获得浑水摸鱼的机会 不可否认 幽冥帝君乃是奉天殿殿主 二杰大地修为 实力高强 位高权重 背景深厚 若是在平时 现场有一个算一个 绝不敢在其面前遭死 然秘境之宝 射及成仙之秘 都说财物动人心 宝物勾人魂 这一次 前往允仙秘境之人 谁不是做好了 九死一生的准备 在绝对的利益面前 确实能让人忘记 对死亡的恐惧 在万众瞩目中 幽冥帝君阴狠的双眼 扫射了众人一圈 作为一个二杰大地 奇之感官 何等敏锐 瞬间便知晓了 这些人的心思 这让他心中怒意 更增三分 这群人 在他原本的计划中 只是献祭残仙秘境的养料罢了 谁能想到 事情的发展 一次又一次 超出他的意料之外 秘境的消失 倒是让这群蝼蚁 躲过了一截 现在 更是敢将主意 打在了他的身上 这 简直不可饶恕 待弄死了中青 这些人 但凡有一点点异样心思 一个都别想跑 不过大地之争 波及甚广 一不小心 便能将整个玄域毁掉 虽然这些蝼蚁的性命 不被他看在眼里 布局让他们自相残杀 没什么 但若是亲手屠杀 太多生灵 会造成弱大因果 不利度过日后的 三灾九难之节 而且 难保着中青 没什么保命逃窜的手段 为防他逃跑 倒是不好 将此地作为主战场 微微丝衬片刻之后 幽冥帝君眸光一亮 他昂首看向中青 这片玄域太小 无法作为我等争斗的主战场 不知 你可够胆 随我去往天外天一战 天外天 乃是一个奇特的地界 内部自成一片空间 可以承受大地级 强者力量对决的地方 下界三千玉虽大 但大地级别的生灵 破坏力太过恐怖 动辄便能毁灭诸多大遇 事已 下界意志 便专门开设了一个 独属于大地级强者 厮杀争斗之地 因此地 不属于任何一遇 存在未知虚空之中 又被人命名为天外天 幽冥帝君的话 让中青微微一愣 因为他来中州这么长时间了 还从未听说过 中州有这么一个地方 这就暴露出了中青的短板了 虽然如今他的实力很强 手中的宝物也很多 但是其踏入修行之路的时间 终究是太短了 与这些动辄活了 无数万年的老古董而言 甚至连他们的 灵头中的灵头 都比之不上 很多东西 并不清楚 甚至完全没有概念 一旁的红尘女帝 见中青露出疑惑之色 轻声向中青 解释了天外天的由来 此为中州一重天意志 所设之地 绝对的公平公正 哪怕号称中州下界 三千玉主人的奉天殿 也完全操控不了此地 这是一个另类的生死斗场 凡进入其中者 必要有人与命 只有活下来的人 方能自天外天走出来 听到红尘女帝的解释 中青对这所谓的天外天 有了一个具体的概念 对方这个提议 倒是正合他意 既然已经和这什么 帝君走向了对立面 他也害怕对方跑了呢 事已 中青没有丝毫犹豫 直接答应了 幽明帝君的腰战 无尽高空中 一群大地强者 听到二人 要去天外天决战 本能地眉头一皱 但因为此天外天 并不是固定不变的 而是会移动的 而且 此地不可观测 不可探查 这让他们想 坐收渔翁之力的心思 变得难以实现 幽明帝君 却是不曾理会众人的心思 但见他单手一番 手中净直出现了遗物 那是一份战铁 战铁长三尺 宽六寸 通体金黄 上面密布了玄奥符文烙印 他以神殿为笔 在战铁之上 签下了自己的名号 随即抛向中青 后者端向着手中 似金非金 似玉非玉 似指非指的战铁 并未有丝毫犹豫 一样画葫芦 以同样的方式 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随着中青签下之际 好似完成了某种仪式一般 温 战铁轰鸣 爆发出一道玄黄之光 好似在牵引着什么 请客之后 在光源尽头 隐约可以看到 有一方散发着苍茫意志的古战场 自古战场上 射出两道光芒 其中一道射向了幽明帝君 另外一道射向了中青 在牵引着他们 往天外天而去 在众人的注目中 中青和幽明帝君的身影 不过片刻 已是彻底消失在了视线尽头 静止被传送到了 天外天战场之上 这片战场极大 绵延无际 通体弥漫着 丝丝缕缕混沌气 带着一股岁月沧桑的气息 好似已经存在了 更古岁月 整个战场 并非实物所见 而是通体 有之高规则搭建而成 在一些地方 可以看到星红的印记 那是血液溅落的痕迹 好似千古不朽 万古不散 自血液之中 散发着一股强大的战役 好似有不灭的阴魂在怒吼 远古神魔在征战 毅历战场之上 整个人心神慧不自觉 被这股强大的战役影响 血液愈发沸腾 有种战天斗地的欲望 这 就是天外天战场吗 果然不凡 中青瞩目眺望四方 心中微微有些哑然 在中青对面 幽明帝君眸中 闪过丝丝嗜嗜血之色 中青 你能埋骨在此方地界 也算是死得其所了 还有什么遗言 不妨说出来 看在你为本地奉献 秘境至宝的份上 或许本地会大发慈悲 帮你实现也说不定 言语之间 彰显出了对自己的强大自信 很显然 在他看来 既然上了天外天这片战场 一切都将尘埃落定 纵然途中发生了这么多变数 他 也会成为那个 笑傲到最后的存在 少废话 动手吧 中青深吸口气 暗暗叙吏 呵呵 幽冥帝君冷笑一声 谋中杀鸡滚滚 带着丝丝缕缕的煞气在弥漫 先前给你机会你不用 现在 便让你尝尝 本地为你准备的大杀气 斩仙刀 随着一声大吼 嗡 四周空间之中 爆发出一阵嗡鸣之声 一道荧光 自帝君身上飞窜而出 荧光散发凌冽的寒光 照耀了整个战场上空 那寒蛮好似附带的杀鸡 好似要贯穿一片古史 洞穿整片天地 这杀招 太过恐怖 似能毁天灭地 终结众生 这便是幽冥帝君 为中清准备的大杀招 身为奉天殿五大殿主之一 幽冥帝君有很多底牌 而这斩仙刀 便是他诸多底牌之一 这是一门半仙级秘术 其之来源 脱胎于上古一击其 恐怖的禁忌仙术 斩仙飞刀 一经施斩 神党杀神 佛党杀佛 无往不利 斩仙刀 便是仿照这斩仙飞刀所创 威能和真正的斩仙飞刀 固然没有可比性 但幽冥帝君自信 在这杀招之下 除了三节大地以上的生灵之外 没人能抗得住 此秘术杀招 乃是他专门用来对付中清所练 为此 其甚至忍痛 将一块银月仙金 练成了这秘术杀招的载体 唯一自信消耗的禁忌之术 用来对付中清 属实有些大材小用了 甚至 其内心之中 还有几分心疼 但一想到和收获相比 幽冥帝君又觉得 这一切的付出 都是值得的 此时的战场之上 荧光寒芒闪烁 以急速之力 朝中清杀去 那滚滚的杀鸡 如浪花在翻涌 硕人的寒芒 似要将人灵魂都给撕裂 中清眼神一眯 这漫天的刀光寒芒 并未让他产生什么生死危机感 但他也不确定 自己的肉身 能不能抗住这一刀 毕竟这名字有些唬人 斩仙刀 连仙人都能斩的禁忌之刀吗 为了保险起见 中清决定 先稳一手 虽然他并不怕死 想到此 其念头一动间 周边浮现了数十件武器 有盾牌 有宝塔 有大钟 都是能叠加防御的 每一剑都散发着金银鲜光 每一剑都带着深邃伟岸的至高之意 这些赫然都是中清 自系统处获得的仙气 可惜先前一直只能摆在角落里吃灰 没机会动用 现在 倒是派上用场的时候了 不可否认 幽冥帝君的斩仙刀 很势不凡 但说到底 其也只是半仙级的禁忌杀招 如何能突破仙气的防御 当 携带着无边伟丽的斩仙刀逼近 最终展落在一仙中之上 伴随着一阵清明声传来 这号称能重创三截大地的斩仙刀 静止被弹射了出去 一招恐怖无边的禁忌杀招 就此被化解 甚至连在仙中上留个应急 都做不到 这一幕 让幽冥帝君瞪大了眼 仙 仙气 还是数十件仙气 他的呼吸开始急错了起来 他的眼睛 愈发心红了 其全身的每一个细胞 都在向他传递着想要的信息 该死的钟卿 你竟然偷到本地的仙气 当真罪该万死啊 显然 在他潜意识的认为之中 钟卿能有这么多仙气 必然是自允仙秘境之中获得的 而这些仙气 原本都是属于他的东西 这让幽冥帝君 如何能按捺得住心中的躁动 钟卿眼神威朗 他又怎会看不出 此人心中所想 但他并未过多解释什么 而是禁止将所有仙气都收了起来 冷声道 你对我发动了一次杀招 离尚往来 你也接我一招试试 说话间 齐迈不向前 再次轰出了杀生一拳 这所谓的杀生 便是他先前打杀臣地的那一招 调动全身力量 转化而出的无上杀招 先前的那一拳 对于钟卿来说 印象可谓相当深刻 但总不能以后调集全身力量 都叫权力一击 是以 他给自己的权力以赴 附上了一个相对好听的名字 杀生拳 此拳一出 好似有九天十地的力量 加诸在其身上 偌大虚空 都在这一拳之下炸开 甚至整个天外天战场 俨然也承受不住这一拳之力 开始崩塌 直接截铁 在帝君剧烈收缩的瞳孔之中 钟卿的拳头 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这 怎么可能 这是什么力量 对于这一拳的威能 幽冥帝君并不陌生 甚至 他曾亲眼看到 陈帝便是死在这一拳之下 也正是因为这一拳 让他再不敢小觑中卿半分 将他抬到了 与自己一个高度的存在 然而 尽管他已经尽可能将中卿抬高了 可直到这一拳临近 他才发现 自己还是低估了中卿 这一拳的力量 给他的感觉 势不可挡 这一刻 他心中生出了和陈帝一般无二的心思 抗不住 根本抗不住 这到底 是一个什么样的怪胎 它 到底是一个什么层次的存在 难不成 这是一尊 一直在扮猪吃老虎的三节大地 不 这一刻 幽冥帝君在这一拳下 为之战力和恐惧 无尽死亡的气息袭来 在死亡侵蚀的威胁下 他下意识做出反应 在瞬息之间 给自己套上了百石套护盾 然而 这一切的行径 俨然都是白打 在这双铁拳之下 所有的防御 好似都是纸壶的一般 净直被撕裂 整个人更是一瞬间 直接被轰杀成炸 此刻的玄遇之中 无数人只感觉头顶上空 猛然震战一声 然后 一些强者依稀间看到 正在愈行愈远的天外天战场 突然消散 这事 已经结束了 这么快 地面之上 有人眸光露出意思 谁赢了 有人疑惑 这还用问吗 必然是幽冥帝君赢了 幽冥帝君之实力 放言整个下界三千玉中 除了三节大地之外 谁敢言超他一头 但三节大地 何等存在 每一个都是明镇万古的无上人物 所以胜的只能是幽冥帝君 能提前所有人 进入允仙秘境之人 我还以为他有多特殊 不曾想 竟然是个水货 在幽冥帝君的手下 连半壳中都没坚持到 这场斗争 结束得太突然 突然到众人 没有一点心理准备 先前钟轻印下 幽冥帝君之邀 众人虽然 看不透他的修为 但总觉得 其既然敢应战 必然是有几分实力的 万万没想到 这人竟然这么不顶时 无尽高空中 几尊大帝 看着消失的天外天战场 眼神悠悠 天外天战场 凡上战场者 除非一方死亡 不然战场必然 就会一直存在 如今战场消散 这场争斗 自然是毫无疑问地结束了 他们压根就没想过 天外天战场 是直接被中轻给打散的 他们也不敢 往那方面想 毕竟此战场 存在了这么久的岁月 从来没出现过 被人崩散的场景 其中一尊大帝 脸色难看 若不是中轻 将允仙秘境内的宝藏带走 凭幽冥帝君一人之力 绝难在短时间内 将所有的造化驱走 以他地级强者的实力 还是有很大获得 机缘造化机会的 但是现在 宝藏必然尽数 落入幽冥帝君手中 而且双方之争 在这么短时间内结束 可以想象 他们期待的 欲望相争的画面 并没有出现 此战 应该是一边倒的碾压 可以说 事情发展到现在 这允仙秘境的宝藏 跟他们彻底无缘了 这一次 他们前来争抢秘境宝藏 可谓是 抢了一个寂寞 自始至终 他们就只看到了 一个秘境的影子而已 与此同时 红尘女帝和凤傲天 听着四周 连绵起伏的一轮声 其中步伐 全是对中卿落败一轮声 红尘女帝脸色称怒 一群鼠辈 安能知晓大人的伟丽 竟然说 大人会败于幽冥帝君 这老之手 真是可笑 大人的伟丽 也是他们所能想象的 大人的存在 也是他们所能编排的 可以说 自允仙秘境出来之后 中卿在红尘女帝心中的地位 无限拔高 根本不是优明帝君 这等层次可以比拟的 如今 听到有人在编排中卿 他不乐意了 本座今天非得让这些人知晓 有些人 不是他们能随意编排的 说话间 他便要动手 给这群嘴碎之人 一个小小的教训 一旁的凤傲天见词 静止拦住了他 女帝你这是作甚 师父行事 一向随缘于心 又岂会在意他人的看法 左右不过一群俗人 何必与他们一般计较 而且 师父一向不喜麾下 惹是生非 徒生或端 红尘女帝闻言 这才信心收手 对于其他人的话 他可以不听 但对于这位大人麾下的弟子的话 他却是不能置之不理 另一边 妖族古帝 看了眼屹立在远处的红尘女帝 有心想要上前打声招呼 但最后想了想 感觉没必要了 在红尘女帝 向中卿屈身臣服的一瞬间 双方便已不是一条道路上的人 他摇了摇头 看向一旁的斗帝道 如今允先秘境之争 已落下帷幕 是时候该离开了 斗帝摇了摇头 既然来了 这么急着离开作善 不知为何 我冥冥中有种直觉 这玄域之中 有一处属于我的另类机缘 且等上些时间 或许会有意外收获 此言一出 古帝谋中露出些许一色 递进强者 有着另类的道心市井 或是福 或是祸 这东西 很是玄妙 便是大帝也不能尽亏其中奥秘 当然 也不是每一次俘获 都能预料到的 这属于玄学概率性问题 但既然到新市井 自视不可无视 也因此 古帝没有坚持 而是准备 再停留玄域一段时间 看看斗帝的造化 会落于何处 与此同时 打杀了幽冥帝君的钟卿 看了眼自己的拳头 有些无语问苍天 他真的很想来一场 热血沸腾的战斗啊 但是 身为二节大帝的幽冥帝君 竟然也直接被他一拳干死 根本测试不出他自己的极限 甚至不仅是幽冥帝君 便是被吹嘘的 神乎其神的天外天战场 也直接被他一拳给干没了 他还只是一个圣经六重天啊 这合理吗 这根本不合理 这表现 多多少少有些崩境界了啊 虽然境界低 实力强是好事 但是这种强 又不知道具体多强的感觉 实在是让人有些没底 正当中卿吐槽的时候 却见远方 突然传来了阵阵能量波动 虚空阵战 一道身影在滚滚能量波涛之中 缓缓凝聚成形 最后 化成了幽冥帝君的身影 月薪女帝 传承了幽冥帝君的衣钵 一生道果 可以让她比之常人多出一条命 幽冥帝君 自然也有此禁忌之术 此刻的她 虽然又一次复活 只是这心中 却透露着浓浓的经济之色 她怎么也没想到 中卿的实力 竟然远比她想象的高出那么多 这一幕 让中卿有些愕然 随即面色为之凝重了起来 她都不胜 然而对方 竟然还能再次复活 就中卿所知 能做到这一步的 唯有不死之身 难不成 这家伙也有不死之身 若是如此 那这一次面对的敌人 还真有几分棘手了 但是不管了 往死里捶吧 中卿举起拳头 就要动手 另一边 刚刚复活的幽冥帝君见此 瞳孔一缩 脸上浮现一股惶恐之色 毕竟先前 她便被中卿打杀了一条性命 如今 若是再被对方打上一拳 她安能活 她色力内茶害声道 若是杀了本帝 你那群弟子 也别想活命 中卿闻言 动作一顿 眉宇微微一眯 见此 幽冥帝君紧绷的神经 这才不由松了口气 浑身 早已被汗水淋湿 无他 实在是中卿给他带来的压迫质胆 太过恐怖了 而中卿的停顿 让他意识到了 他对自己那群门下弟子 必然是在意的 想到这儿 幽冥帝君神色微定 深吸口气道 中卿 你也不想自己门下的弟子 受到什么伤害吧 那可是一群 拥有十道先天烙印的先天道体 未来成就无法限量 其中甚至不乏 拥有成仙的可能 放了本帝 交出秘境所得至宝 我可以答应 放了你那群弟子 从此以后 与你井水不犯河水 你看如何 与此同时 一道身影 跨入了玄狱之中 此身影 正是自天狱帝君 到场夺命狂逃而来的九幽 他满脸焦急 在仔细感应自家大人的位置 他和幽冥帝君之间 签订过主仆契约 能通过契约 在一定距离内 感应到彼此的位置 很快 其眸光一动 找到了 同时 正在与中卿对峙的幽冥帝君 同样感应到了九幽的到来 这让他心神大定 仰起嘴角节节一笑 眼里透露着疯狂之色 来得正是时候 说话间 他伸手一抓 静止穿透了无尽虚空 将九幽抓了过来 随即对着中卿道 如今你的弟子 生死全都在我的掌控之中 你若不信 大可问问九幽 随即他赫然回首 心红着眼看向九幽道 你且跟他说说 他的弟子 现在何处 他原本想通过九幽之口 向中卿证实 对方所有弟子的生死 全在他掌控之中 哪里想到 九幽压根不知道 现在是什么情景 被抓过来之后 直接就焦急地大喊道 大人 不好了 那群先天道体弟子 全都被中卿派人就走了 这个消息 让刚还觉得 九幽来得正好的幽冥帝君 整个人一愣 好似晴天霹雳一般 在幽冥帝君脑海之中炸响 直炸得他头脑一阵嗡鸣 浑身不由亮枪一颤 整个人都不好了 你在逗老夫 他们不是被囚禁在道场中 怎么会被救走 幽冥帝君盯着九幽 额头清惊暴怒地喝道 帝君大人 小的不敢骗你啊 九幽哀嚎道 不仅那群弟子被救走了 而且道场 道场也没了 来了一个稻草人 和一群家禽 还有一只麒麟 他们不知 从哪里弄来的恐怖大杀器 跟蝗虫过境似的 道场的高手根本挡不住啊 已经被屠杀殆尽了 您的药草原 和种种宝物设施 也被搜刮一空 就连 就连 就连什么 幽冥帝君喝道 就连您的弟子 月曦女帝也被杀了 九幽哀嚎道 所以小的不敢逗留 连忙挨给您报信 这话一落 幽冥帝君在虚空中一个亮呛 怒火攻心之下 一口鲜血直接吐了出来 他不可置信地 将目光看向了对面的钟卿 说了 满盘皆输 面对幽冥帝君的目光 钟卿则是仰起嘴角 想通过他的弟子来要挟他 未免想得太过天真了 行了 闹剧至此 也该结束了 你该上路了 钟卿眸光一冷 没有再和对方废话的心思 举拳直接轰杀了过去 哄 这拳势如天威 虚空在这一拳之下 也为之寸寸炸裂开来 幽冥帝君脸色一变再变 九幽 本帝命你拦住他 说话间 其随手将九幽抛了出去 而自己则是朝着相反的方向 夺命狂逃 被扔出去的九幽 伴随着轰鸣一声巨响传来 直接惨死在了钟卿的铁拳之下 不得不说 九幽的直觉很准 自帝君到场逃出来之后 他觉得 这是自己最后一次跑路 这确实变成了他最后一次 因为他以后再也跑不了路了 就这么短短片刻之间 幽冥帝君已经跑出去了 数十万里里开外 跑得了吗 钟卿喃喃自语一声 再次打出了一拳 这一拳 竟直突破了无数万里长空 正在空间之中 不断跳跃腾诺的幽冥帝君 感受着恐怖的死亡危机传来 心中寒意骤声 神魂都好似 要被吓到直接离体 他私生历劫道 你不能杀我 我乃凤天殿五大殿主之一 杀了我 凤天殿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然而钟卿丝毫不为所动 他要杀人 从来不看对方背景和身份 用凤天殿来压他 未免打错了算盘 权势贯穿而下 在空间中画出了一条数十万里的拳钩 静止碾压而过 不 随着一声惊恐大叫 幽冥帝君的身躯 静止被贯穿而过 整个人再次被打成了渣渣 自此 又一增大地 再次陨落在钟卿手中 当然 为了确定对方会不会再复活 钟卿并没有第一时间选择离开 而是在幽冥帝君陨落之地 又等待了三日 三日后 一切风平浪静 这一下 钟卿算是彻底确定了 对方已经完全凉透了 再也没有复活的可能了 然后 他方才离开了此地 这一次的陨仙秘境之行 至此 算是完美谢幕 要说这一次秘境之行 对于钟卿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那恐怕就是结识那个来自地球的老乡了 而当钟卿找到要红尘 奋傲天 带着二人 回转自己 在玄狱的大本营天玄城时 远远便看到 有两道倩影 正在痴痴地守候在玉珠府大门口 二人一个身穿白裙 似血中精灵 清纯高贵 亮丽无双 一个好似火中精灵一般 性感妩媚 妖娆迷人 艳丽绝世 公子 看到钟卿 二女齐齐上前 高呼一声 脸上遏制不住的喜色 眼中的柔色 好似要溢出水花来 此二人 正是钟卿的两位见识 叶姬和火妹 这一幕 让钟卿内心生出了极许微妙之感 他能从二女眼神之中 看出浓浓的牵挂 被人牵挂的感觉 总能让人心中不自觉多出一份暖意 他那媚体 看来实在是霸道啊 不由的 他看了一眼药红尘 还好 在他权力收敛之下 地级强者并没有那么大的影响 不然的话 又来一个恋爱闹 着实有点扛不住 当然 若是钟卿全力放开媚体 药红尘能不能扛住还两说 但钟卿不想试 也不敢试 城中 最近没发生什么大事吧 他来到二人身前 笑着询问道 回公子 自您离开之后 一切安好 业绩迈不上前 小心地替钟卿 整理有些褶皱的白袍 火妹接着道 就是今早十二魔将和麒麟他们 带着公子 您的弟子回来 闹腾得有些厉害 尤其是十二魔将 一直在吹嘘自己 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钟卿笑道 这群家伙 钟卿回来的消息一传开 瞬间便在整个御主府 引发了阵阵轰动 以尹号为首的三位人族大圣 乃至妖族一众大圣 全部第一时间出门相迎 所有人看向钟卿的目光 全都充斥着敬畏 乃至狂热 这一次 允先秘境前后 弄出的声势之大 震动了整个旋域 他们自然也在关注 如今大半的旋域都在传 御主陨落在了 天外天战场之上 被幽冥帝君所斩杀 原本他们心中 还极其忧虑钟卿的安危 毕竟 那可是大地强者啊 还是在大地境中 成名无数岁月的恐怖存在 但是现在 见到钟卿真身 他们自然便明白了 这一次的秘境之行 御主无疑是最后的赢家 什么幽冥帝君 钟卿竟然能屠戮大地 这恐怖的实力 也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我等恭迎御主回归 所有人齐刷刷跪倒在门前 迎接钟卿的归来 心中生出了一股 莫名的自豪之感 甚至不少人 有种梦幻之感 他们何德何能 甚至是何其三生有幸 能追随这样一尊伟大的存在 如果说 先前的钟卿 一统玄遇人妖两足 让他们感觉 这是一位英明睿智的御主 那现在的钟卿 在众人心目中 俨然已经被推上了 他远远便听到姬姨这家伙 明显喝大了的声音 你们知道吗 姬爷此行 从南砍到北 从东砍到西 什么圣境 大圣境 准地境 在姬爷手中 就是个屁 一刀就给砍没了 甚至那什么所谓的女帝 也被姬爷一刀给剁了 死前都没能哼记出一声来 这一次奉天殿之行 爽 大哥威武 其余一众魔将 纷纷献上了一记小小的马屁 只看得不远处的麒麟小黑 一脸不爽 暗叹凤天殿怎么不出两尊大帝 以至于让姬爷这家伙 专美于人前 臭屁的不得了 一路上都在拿着是吹嘘 害得他都别比下去了一头 显然 他并不知晓 月夕女帝的另外一条命 就是被他收入到灯笼里的 此时的一座大殿中 众人明显在百艳庆祝 除了十二魔将 稻草人 麒麟和小嘎之外 还有中青坐下的五千多弟子 大殿极为宽阔 纵使这么多人聚艳 也不显拥挤 大殿外 中青听到姬爷在吹嘘自己的战绩 有些愕然 这家伙 一个尊者静 能杀圣静 大圣静 地静 但是很快 中青便明目了其中缘由 以姬爷的实力 自然不可能做到这一步 但是有稻草人跟随 这就不一样了 毕竟 稻草人这家伙 手上的镰刀极其不凡 先前便曾展现出了不俗的威能 连大帝发出的诅咒 不能被一刀给破开 似乎 持此镰刀 砍杀一两个大帝 也并非不能做到 稻草人这家伙 实力似乎比他想的 还要可怕些 悠悠思索之间 中青带着要红尘 奉奥天 叶姬 火妹 以及一众大圣 以及来到了众人巨营的大殿前 殿门未关 随着中青等人的到来 瞬间惊动了在里面宴会的众人 主人 十二魔将大喜 率先起身攻迎 麒麟小黑和小嘎一个剑步 冲到了中青面前 向中青邀功 七嘴八舌地诉说着自己此行的战警 师父 以林峰为首的五千多弟子 齐齐向中青行了一礼 很是激动 中青看了众人一眼 见一众弟子 全都安然无恙 反倒一个个精气神十足 笑着朝他们挥了挥手 不用多脸 都坐 看着这些弟子 中青心中 是有些许成就感的 遥想他当年在仙江宗时 整个幕府封门下 也就小于小下三两只 但如今 齐之挥下弟子 已经来到了两百多万 坐在这里的每一个弟子 都是天纵之姿 绝世之才 虽然如今 他们还未彻底成长起来 但给他们时间 他相信 这群人日后的成就必然不俗 每一个都能成长为 独当一面的存在 第一次来到玉竹府的红尘女帝 见到这些弟子的时候 内心之中 也是吃了一惊 以他的眼力 自然能看出 这些弟子潜力之非凡 相当惊人 拥有十道先天道印的 先天道梯者 纵观整个下界三千玉 万古也难得见到一个 如今 这五千多人 竟然全都是 但一想到中清那恐怖的身份和来历 他又释然了 大人之手段 神鬼莫测 又岂能以常理来制之 随着中清的到来 原本喧嚣热闹的整个大殿 愈发热闹了 而中清和这群弟子 也有一段时间未见了 也乐得和他们聚上一句 这一句 便是三天 临近宴会尾声之际 凌峰来到中清面前 朝着中清敬了一杯酒之后 神色有些凝重的 师父 稻草人 十二魔将 麒麟和小嘎 带着我们将整个地军道场都给掀翻了 这幽名地军 乃是凤天殿五大殿主之一 我担心 凤天殿 恐怕不会善罢甘休 中清摆了摆手 无妨 你们现在要做的 就是好好修炼即可 其余的一切麻烦 自有为事来处理 凌峰 苏叶 杜浩等几个真传弟子 听到这话 只觉得体内有一股热血在窜动 师父这话 虽然平淡 却给人一股异样的霸气 给人一股振振的心安之感 燕桌上 中清对面的红尘女帝听到这话 心中泛起了极许涟漪 她和中清相处时间虽然不长 却隐隐感觉 这位大人 很是互犊子 这让她不由再次感慨 自己这是真正的跟对人了 虽然她不是中清弟子 但身为大人的追随者 若她今后遇到险境 她相信自家大人 必然不会袖手旁观 不知道 可否 其心中一动间 抬手看向中清道 大人 我有一事 不知可否恳请大人帮个忙 中清闻言 小酌一杯酒道 你说 红尘女帝轻咬红唇 露出几分脚白好齿 明显有些难以启齿 毕竟自从跟随大人之后 她还没展现出自己的任何价值 却已被大人赐下了天大的幅员 若是再开口 会不会有贪得无厌之嫌疑 徒惹大人不喜 但一想到此事事关重大 涉及到自己未来的道徒 容不得半点马虎和大意 而且 若此事攻城 她的实力必能更上一步 如此 他日大人若是遇到什么小麻烦 她也能更好为大人处理 念头及此 红尘女帝当即朗声道 属下在一节地中 已经停滞了太久时间岁月 这地节 越早度过 未来呈现的几率便越大 先前属下没有丝毫把握度过二次地节 但如今有了先级秘书 想来 度过二次地节不成问题 但未免万一 属下可否恳请大人 为红尘护法 说完 要红尘满脸紧张地看着中青 生怕中青怪罪她 此番无理要求 然而 听到红尘女帝所求 中青则是轻轻一笑 道 自无不可 毕竟 这是跟随自己的第一个大地追随者 人总是对于人生的无数个第一 有着特殊的记忆点 包容度也相对较高 而且 红尘女帝若是就此度过二次地节 成为二节大地 实力必然会迎来一波暴涨 对于她而言 也是好事 她没有拒绝的理由 中青和红尘女帝的对话 让周边众人微微一惊 这位师父的追随者要红尘 居然是一个大地 还马上就要突破二节了 不过这种惊讶也只是稍纵即逝 因为在中青身边发生什么都不为过 早就已经习惯了 第二日一早 中青和红尘女帝的身影 自天玄城中飞跃而出 地节之危 太过恐怖 自然不可能在人烟密集的地方渡劫 甚至 就不能在有生命的大狱之中进行 最好选择无尽虚空 或是一些寂灭的大狱 不然 若是有过多生灵波及惨死 平添因果 增强 灾节之危 这在一定的圈子中 几乎形成了一个共识 最后 要红尘选择了玄狱之外的无尽虚空之中 苍茫虚空之中 要红尘助力虚空 宛如神连 身上散发一股伟岸难鸣的气息 他一个欠身 盈盈朝中清醒了一礼 有劳大人了 中青摆了摆手 无妨 去吧 红尘女帝汉手 狱卒向前脉步之间 与中青拉开一段距离 与虚空之中盘坐而下 四周规则之力横行 化成无尽巨风四翼 红尘女帝不动如山 静心凝神 调整状态 他身穿一袭白色长裙 黑丝随风而舞 整个人身上流转着阴云光辉 超然 脱俗 神圣 超凡 少庆之后 其之状态 终是调整到了巅峰 独属于一节大地的气息 在蔓延 似潮水一般朝周边扩洒而去 引发虚空颤动 规则之力 起伏乱舞 如此 时间不知过了多久 红尘女帝头顶之上 开始凝聚出了乌金色的黑云 乌云滚滚 笼罩万里 还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再向四方扩散而去 轰隆隆 天地惊雷起 道道乌金闪电 在雷霆之中穿梭纵横 一股股毁灭性的气息 自雷霆之中绽放而出 这气息 异常恐怖 绵延天地八方 贯穿天上地下 附近几个大狱中 很多强者第一时间 感受到了一股 令人惊惧的毁灭性力量 在孕育 玄域南周大地上 有两道身影 目光好似穿越了万万里山巒 看向了无尽虚空之地 这二人 便是因允仙秘境结盟的 妖族古地和人族斗地 这 是 大地之上 杖六身高 通体 还是由神经浇灌的古地 脸色露出惊恶之色 地劫 看其气息 似乎并非一重地劫 而是二重地劫 是何人 两人同为一劫地劫的存在 便都经历过初次度劫 自是不陌生 每每回想起当时杜杰的场景 他们心中 皆忍不住打了个寒战 那绝对他有生以来 最难忘的场景 可以说 那一次杜杰 二人皆是经历了 九死一生之局面 而这还是他们突破 一劫地劫的强度 更别说是二重地劫 越往上 杜杰的难度便越加恐怖 要想知晓 何人在杜杰 且去看看不就是了 旁边的斗地说道 对于大地强者来说 整个下界三千狱中 能引发他们兴趣的 还真就不多 但观看二重地劫 对于他们而言 甚至算得上一份机缘造化 毕竟未来 他们也要冲击二重捷径 也要突破这一关 若能从其中汲取点经验 日后杜杰 把握自然要大上一份 二人没有任何耽搁 静止撕裂了空间 朝着红尘女帝杜杰之地 赶赴了过去 当古帝和斗帝 赶到现场之界 恐怖的劫云 已经笼罩了方圆百万里之地 轰隆隆 电闪雷鸣之间 恐怖的天威 似是连虚空都被压到战里 无数恐怖雷霆 在云层之中穿梭 好似在孕育灭绝 天地一切生机的杀招 那股气息 光是远远看上一眼 便让人心生敬畏 不敢放肆 雷霆之下 盘踞着一道身影 其只身上 流淌着莫名 阴晕之光芒 让他看起来 好似一尊小太阳 竟然是他 他虽然早就摸到了 二杰镜的门槛 但不是一直没有把握杜杰吗 妖族古帝恶然 对于红尘女帝 他自是不陌生 但他怎么也想到 这一次杜杰的主角 竟然是对方 斗帝摇头 太冲动了 古帝点了点头 又摇了摇头 古往今来 没有做好准备 便去杜杰的大帝不知几何 无非是因为突破下个境界 太过于诱人 致使很多人只看到突破后的坦途 却忽略了帝结本身的危险 而要红尘的修为 早就到了那个门槛 现在抵不住了突破的诱惑 想要寻求突破 虽说也可以理解 但此刻 看着二重地劫之危 哪怕他们远隔百万里距离之外 也能感受到 那无尽恐怖的威压 不由的 他也有些庆幸 实话说 他和要红尘修为在伯仲之间 他也曾无数次 抵不住突破的诱惑 想要引动地劫突破 但现在看来 还好他忍住了 因为 看着二重地劫的威力 若是他来挡的话 即便祭出手中所有底牌 恐怕成功率也不足万一 想到这儿 岂不由惋惜道 看来 他今日要为自己的冲动 付出代价了 一旁的斗地文言 不由诧异道 古兄不是 一向不齿红尘女帝 向人弯腰屈服的行为吗 这 如今又怎为他惋惜起来了 古帝沉淫一番之后 谋中带着极许沧桑道 虽说道不同 不相为谋 但纵观整个下界三千遇 亿亿万众生 万载岁月 也不见得能出现一尊帝 似我等修行到这般境界 谁不是经历了千般艰辛 万般不易 虽然看着劫难的恐怖 他度过的机会几乎渺茫 但我倒希望 他能度过此劫 此话一出 斗队点了点头 修行之难 何等不易 他能理会古帝心中的心情 且先观之吧 此番观此地劫 对于我等而言 可算是不小的造化 能让我等日后度此劫难之时 心中有个数 也能提前找到阴劫之法 若他真出现什么意外 我等便帮他料理后事吧 也算全了这番阴果 在二人说话间 天穷之上的灾劫 终是落了下来 轰隆隆 劫云之中 一道粗壮的雷霆 轰然而落 雷霆之中 好似蕴含着灭世之力 照亮了整片无尽虚空 似要轰穿一切 覆灭一切生机 这是三灾之中的天雷灾 盘坐在虚空中的 要红尘眼神微眯 看着头顶降临的恐怖天雷 双手掐印 凝结出一片玄黄之光 第一时间庇护住己身 这是先级秘书中的避雷诀 可以免疫天下万雷 下一刻 恐怖的雷光洞穿了无尽虚空 连无尽虚空中密布的规则之力 也被彻底劈成结灰 百万里之外 谷帝和陈帝 看着那恐怖的雷光 眉心直跳 好恐怖的雷姐 谷帝深吸口气 这天雷之力 专披肉身 若没特殊的护道之法 纵然以我之肉身 恐怕也难以看过去 然而就在他说话间 那滚滚天雷 丝毫不给人反应的机会 轰隆隆以万龙奔腾之势 轰轰而落 一道接着一道 一道威能更甚一道 一共九道落下 似要将天地一切生机给撕裂 一时间 现场直接被恐怖的雷霆所覆盖 谷帝和斗帝脸上齐齐变色 他们自问 若是一地儿处 在他们手段禁用的情况下 可以抗住七道雷姐 第八道 纵然不死也要重伤 第九道之下 恐怕也就只剩一口气了 哪怕他们 对这二次地劫的威能早有预料 但万万没想到 竟然恐怖到这般程度 这当真是给人度的劫难 要知晓 这九道雷霆 只是三灾中的第一灾啊 两人看着漫天滚滚雷霆 在这滚滚天雷下 神石不可探 肉眼不可观 唯有无尽寂灭之力 传荡四方 他怎么样了 不会是直接没了吧 古帝心中 狠狠为要红尘捏了一把汗 心神紧绷到了极点 不知道 可能没了 也可能还有一口气 斗帝眉头紧皱 目光死死观察着现场状况 两久之后 随着滚滚雷霆之力散去 现出了红尘女帝的身影 他一如既往盘坐在原地 身上气势 丝毫不见减弱 其之状态 依旧维持在巅峰 看起来 先前那九道雷杰 并未给他造成一丝伤害 这一幕 让古帝和窦窦 瞬间增大了双眼 内心之中 翻腾起了无数惊涛骇浪 两道声音齐齐惊呼 响彻长空 怎么可能 那天雷的威能 他们可谓是亲眼目睹 连他们也没自信能够抗过去 可是红尘女帝 竟然无伤抗了过来 这 这简直太过不可思议了些 惊骇过后 古帝强行让自己镇定了下来 看着那漫天节云 正在郁郁恐怖的杀招 心神不自觉带入了 红尘女帝所处的位置 看来 他并非毫无准备 其技能无伤 抗过这九道天雷 或许 他今天还真有可能 度过这二次地劫 一旁的斗帝 却是摇了摇头 发出了不同的意见 天雷劫 只是三灾之中的第一灾 夜火灾和星魔灾 远比天雷灾可怕十倍 纵然三灾过后 还有那宛如地狱的九难 每一难都堪称一个死劫 想要度过这三灾九难 太过艰难 自足至今 能自一节大地 步入二节大地者 百不存一 虽然他的表现确实出乎意外 但我还是觉得 他恐怕走不到彼岸 这话一出 古帝充斥着光亮的眼 瞬间再次黯然了下去 只因为 他知晓斗帝说的是一个事实 想要从一节步入二节 太难太难 三灾九难十二节 每一节 稍有不慎 便是身死到消的下场 这劫难 难道能让人心生绝望 就在二人说话间 天穷之上 劫云涌动 好似在孕育着什么极其恐怖的杀招 隐约之间 可以看到夜火之光在翻涌 无尽魔器在荡漾 那是夜火灾和星魔灾 这二灾 同样是以雷劫的方式落下 只是 其之存在 俨然超脱了雷法的范畴 也即使说 红尘女帝面对这两灾之时 无法再以避雷诀来对抗 当然 仙级秘书中 并不仅仅只记述了避雷诀 还有其他手段 不过想要度过这二灾 于他而言 也有着不小的难度 不可大一半分 想到这儿 其之脸色 不由为之凝重了起来 另一边 钟卿也感受到了 劫云中郁郁的杀招 要远比先前要恐怖得多 虽然他觉得 耀红尘既然有信心引动灾节 加之有仙级秘法 应该有能力度过此地节 但怎么说 也是自己人 这要是出了点意外 就不太好了 是以 他觉得 自己有必要做些什么 想到这儿 钟卿随手丢了一仙钟下去 但想了一下 一件仙器可能不太保险 又丢了一件宝塔 和一尊大顶下去 三件仙器 都是能叠加防御之物 在三大仙器庇护下 方能保证万无一失 这也是钟卿做事的一个习惯 凡事讲究一个稳健 随着三道流光落下 照在要红尘身上 古地和斗地疑惑 那是什么 他们下意识 向着流光来源处看去 入目看去 但见节云边缘 钟卿的身影 屹立长空之中 他背负双手 目光平淡地注视着 正在渡劫的红尘女帝 一袭发丝随风而舞 身上带着一股空灵之意 似轻松古墓一般 屹立在长空 其好似 与天地之间 融合在了一起 若不注意 根本察觉不到他的存在 但一看到他 只感觉 其便是天下最靓丽的一道景 那超然的气质 让人想望都难 是他 怎么会是他 他不是被幽冥帝君给干掉了吗 两人表情出奇的一致 充满了惊骇和不可思议 钟卿的出现 更是严重挑衅着他们的世界观 大地强者 山崩于前而色不变 天崩于底儿 面不惊只是机操 但 但今天所看到的一切 可谓比之天塌地线 要更惊人百倍 钟卿能屹立在此 这只能证明 先前上天外天战场决战的两人 死的是幽冥帝君 那可是二节大帝的存在 然而 从两人上战场 到战场结束 还不到一刻钟 也就是说 钟卿不到一刻钟 就把一尊二节大帝给灭了 这下戒三千玉 什么时候又多了一个三节大帝 很显然 能做到这一步者 在他们看来 钟卿必然是三节大帝无疑 就在两位大帝心中 泛起无边波澜之际 下一刻 天上又有两道雷霆分别落下 只是这一次的雷霆 与先前的有所不同 一道雷霆 呈火红色 坠落之际 化成了无边夜火 另外一道雷霆 呈乌黑色 犯着滚滚魔咽 里面好似有一尊 盖世大魔在咆哮 这两大灾结 绝对是修行者 弹之变色的劫难 然而此刻 不管是夜火还是星魔 根本突破不了 仙气撑起来的防御 那盖世大魔 好似有灵智一般 化成一滔天魔王 当即朝仙中撕咬而去 然而下一刻 连牙齿都给崩飞了 也根本奈何不了 仙中嘶吼 最后 他呆愣了一下 眼神有些忧怨地 看了盘坐在仙中里的 红尘女帝一眼 转瞬间消失在了原地 三灾过后 久难紧随而至 可惜 仙气的防御太过惊人 这些劫难 连一剑仙气的防御 都突破不了 更何况 红尘女帝周边 足足笼罩了三剑 根本拿他无可奈何 那化作雷霆落下的久难 全都被仙中抵挡在外 这一幕 只看到古帝和斗帝傻了眼 两人物字吞咽了口唾沫 彼此看了对方一眼 仅能看到对方眼中的惊骇 最后 古帝男男道 这三剑 不会是仙气吧 斗帝茫然看向长天 好似受到了某种刺激 一脸无神道 三灾九难之下 地气根本扛不住 除了仙气 我想不到有何种宝贝 能硬刚这栽结 最后二人 目光齐齐看向中青 只感觉心中 有什么东西堵着似的 难受得厉害 自中青出现在这里 他们便知晓 允仙秘境最大的获益者 必然是中青无疑 允仙秘境的造化 近归中青之手 若是对方拿出一剑仙气 他们毫不觉得意外 但是 对方拿出的是 整整三剑 三剑仙气啊 这明明一剑仙气 就能解决的是 他为何要拿三剑出来 三日时间 一闪而过 随着三灾九难 彻底过去 耀红尘看了眼 完好无缺的自己 一双大眼 写满了惊喜和不可思议 虽然这一次地结 他有很大的把握度过去 但万万没想到 竟然度得这么轻松容易 他原本早已做好了 丢半条命的准备 但现在别说受伤了 就是皮都没破一块 与此同时 原本乌金云层开始消散 取而代之的 则是一片祥瑞金莲 这金莲 极其璀璨 散发着神圣非凡的气息 携带着地级本源的力量 劫难已过 接下来 自然是享受造化的时候了 这三灾九难 与其说是灾结 更像是天上降下的一场考验 考验不过 自此烟消云散 考验过后 造化随之而生 迈向更高的层次 随着朵朵金莲 化成漫天光与坠落而下 遍布无尽虚空 红尘女帝 赶紧掀开了仙气 迎接着造化的洗脸 随着时间推移 其之气势 越来越强 越来越强 一身道果 渐渐凝聚出了两道结痕 轰 伴随着一声轰鸣巨响传来 红尘女帝身上 赫然散发出了 独属于二节大帝的 强横气息 天穷之上 妖族古帝和窦得 看着这红尘女帝 散发出二节大帝的 恐怖气息 眼神有些呆滞 让所有大帝 为之恐惧不已的 三灾九难之劫 就这么度过去了 古帝脸色极为复杂 他原本以为 要红尘认中卿为尊 乃是没有气节的一种表现 甚至是在为 同为大帝强者的他抹黑 这绝对是一个愚蠢的决定 当强者失去了 独属于他的尊严和傲骨之后 那还有进步的空间吗 然而现在 要红尘用事实告诉了他 有 不仅有进步空间 而且这进步空间 尺度相当之大 这和他一生的坚守 产生了严重的冲突 这红尘女帝 还真是好运道 下一刻 却听斗帝口中 不无羡慕道 一句话 让古帝愕然 难不成 你也觉得 他的选择是正确的 虽说红尘女帝现在的成就 确实让人眼红 但古帝依旧觉得 自己和他 终究并非是同一路人 斗帝摇了摇头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 是否正确 我却是不好做出评价 不过他这条路 却是不适合我 毕竟 受识人敬仰 高高在上惯了 在下如今 恐怕早就弯不下腰了 这话让古帝脸色稍缓 他感同身受道 可不是吗 一个人 若是连底线都能退步 一步退步不退 最后 终究难免会退向 通往地狱的深渊 我如履复兵 之所以能修行到如今的境界 正是因为 拥有一颗坚定不移的道心 说到这儿 他看向斗帝道 道友 我果然没看错人 我们都是同一条道路之人 纵前路艰难 我等日后若能携手共进 未必不能抵达彼岸 这一刻 四目相对 确认过眼神 都是志同道合之人 与此同时 红尘女帝 在适应了一下 自身暴涨的力量之后 他看向身旁的三大仙气 知晓若非大人助他一臂之力 恐怕想要度过完整的三灾九难 纵能成功 恐怕自身也要退层皮 他第一时间 来到中青面前 拱手致谢道 此番多谢大人相助 中青摆了摆手 纵然无我相助 凭你之力 想要度过三灾九难 想来也不是问题 举手之劳罢了 何须言谢 要红尘摇了摇头 不一样的 若无大人 绝无红尘今日 今后主人若有所吩咐 红尘必然干脑涂地 死而后已 如果说 先前的要红尘 将自己的身份定位 摆在中青追随者上 那这一刻 他直接自降一级 彻底心甘情愿任中青为主 这是主人仙气 还请主人收回 说话间 他禁止将三大仙气奉上 物归原主 然而 中青却没有动手接 这仙气 他仓库里面 还堆放着不少 很多仙气 甚至一辈子 都只能待在角落里吃灰 这委是有些抱歉天物了 如今要红尘 可算是他麾下第一强者 而且态度尚可 属于可以投资的类型 倒不如将这些仙气 直接赐给他 如此一来 既能极大地增强他的战力 若是今后遇到什么麻烦 很多事 也不必要自己亲自动手 可以直接派他去解决 有念及此 中青汉手道 这些仙气 便赐予你防身 爸 也没必要归还了 此话一出 要红尘美目咒缩 他连忙贵妇道 还请主人收回成命 如此珍贵之物 红尘万不敢收 更亏不可收 他并非不知进退之恩 先前中青传他先级秘术 其之恩德 已然如再造之恩 后又为他护法 以仙气帮他抵挡劫难 如今他寸功未利 如何有脸在接受主人的赏赐 中青 赐予你的 你收着便是 今后 有让你出力的地方 听到这话 要红尘不敢再推辞 只一脸激动到 谢过主人 这一幕 分毫不差地落在了 谷帝和斗帝眼里 让他们道心 不由狠狠为之遗产 那可是仙气啊 还是三剑 整整三剑啊 就 就这么给送出去了 这一刻 斗帝木然感觉 若是自己身处 红尘女帝的位置 他这腰杆 未必不能弯一下 谷帝同样感觉 自己的道心 再狠狠颤动了一下 其实 有些底线 适当退一步 似乎也是无妨的 这一刻 两人心中 同时生出了一股 别样的心思 只是这心思很隐晦 并未被对方所察觉 毕竟 他们还是要几分脸面的 这上一刻 双方之间 还惺惺相惜 一个坚称自己的腰杆 不会弯 一个号称 自己能走到这一步 全靠拥有一颗 坚定不移的道心 这要是下一刻 就在对方面前 复制红尘女帝 所走的道路 那他们成什么了 是也 得想个办法 将对方支开 这一刻 二人的心思 出奇的一致 谷帝 道友 斗帝 道友 两人同时开口 心虚的二人 瞬间别过了头去 一时之间 空中弥漫着 一股尴尬的气氛 最后 还是斗帝率先开口道 道友先说 谷帝眼中 嘎瑟一闪而过 强自镇定道 天下无不散之宴席 在下出来十日已久 也是时候该回去了 这话 可谓深得斗帝心意 在下先前到新市井 预感着机缘即将降临 也是时候 该去寻自己的机缘去了 完后 两人齐声道 如此 山水有相逢 他日再会了 二次地劫所造成的影响 无疑是巨大的 那恐怖的雷劫威压 让无数人为之震动 也让一些大地 先后出现在了 先前节云 笼罩的无尽虚空之中 只是待他们出现在 此地之时 这里早已空空如也 而当事人 早已回到了天玄城中 天玄城内 人山人海 热闹非凡 自从中青来到 玄域当上御主之后 整个天玄城 早已今非昔比 这里 再不是人族最后的大本营 而是整个玄域 至高圣地一般的存在 当然 也就中青斩杀 幽冥帝君的消息 未曾彻底传出 不然 这片地界 恐怕也会因为 中青的缘故 彻底走上神坛 而这一天 城中先后来了两道身影 当古地踏足天玄城之后 大街小巷中 不乏听到众人 对中青的拥护爱戴之声 这一幕 他并不意外 一尊能随手赏赐 三剑仙器的存在 不管再怎么受 世人爱戴 都不为过 只因为 其拥有的实力 注定是万灵敬仰的存在 此刻的古地 心中想的是 自己该怎么复制 红尘女帝的道路 拜入中青大人麾下 若是直接去拜剑 表明心意 不禁显得很唐突 失败的概率 恐怕会很大 虽说一劫大地强者 是世人眼中高不可攀 至高无上的存在 但一个能随手 拿三剑仙器 赏赐给麾下的人 真能看上他吗 这一点 古地心中没底 毕竟 大地虽强 但光以价值而论 和仙器完全没有可比性 更何况 还是三剑了 是以 想要得偿所愿 只能采取迂回战术 红尘女帝 无疑是一个 很好的突破口 若有她帮忙说几句好话 成功的概率 无疑会大上很多 若是有人知晓 古地的想法 必然会感叹一声 堂堂一尊大地强者 想要投靠他人 还害怕被拒绝 这跟天方夜谈似的 然而有这个想法的 不仅是古地 还有斗地 此时的斗地 同样来到了天玄城中 心中在思索着 如何搭上 红尘女帝这条线 玉竹府 作为中卿 在玄域的大本营 防御不可谓不强大 便是守门之人 也是妖族大圣强者 大圣守门 一来能防住一些 萧小之辈 二来 也能彰显此府主人 贵不可言的身份 当然 这一切 都是奉奥提安排的 最近一段时间 负责守门的 乃是妖族蛟龙大圣 和富海大圣 此刻 两尊大圣正在门口闲谈 蛟龙大圣 主人之能 当真深不可测 那么大哥奉天殿殿主啊 竟然也败在了主人之手 听说 不到半刻中 便被主人给宰杀了 此举 当真是大快人心 爽 对于玄域妖族 一众大圣来说 早就对奉天殿不爽很久了 在中卿未来玄域之前 他们时常受到 幽明帝君 挥下九幽的欺压 后面得知 九幽乃是奉天殿之人 心中对奉天地殿的不爽 早已达到了极致 如今 在得知自家主人 竟然宰了奉天殿一尊大帝之后 这心中 怎一个爽子了得 富海大圣同样笑道 先前只觉得投靠主人 乃是我等生命灰暗的开始 谁能想到 竟然是另类巅峰的开端 听说 奉奥天大人 当年在跟随主人之前 只剩下一残魂苟言残喘 神区甚至受到了大地诅咒 后来跟了主人之后 不仅诅咒被破除 更是得主人赏赐至宝 不仅在短时间内 恢复了巅峰战力 甚至连地级功法和地级玄技 都赏赐了不少 前几日 我去拜见奉奥天大人之际 甚至发现他的身上 有仙光在涌动 正准备着手突破准地之境 若是我没猜错 这奉奥天大人 必然得了主人新的赏赐 其所修之功法 恐怕已经超越了地级 达到了先级的地步 这话一出 蛟龙王敖影 不由道西口凉气 眼中不乏羡慕之意 这奉奥天大人 还真是浮渊深厚 不知道我等 什么时候才能像他一般 能得主人另眼相看一眼 在其心中 已然将奉奥天 当成了妖生学习的榜样 事实上不仅仅是他 如今的妖族强者 早已将奉奥天 立成了妖族学习的 另类标杆 富海大胜向往道 会有这个机会的 前提是 我们好好做事 最近主人在玄狱之中 做了不少大事 难保一些别有用心之人 前来打扰大人安宁 我等必须提高警惕 打起精神 坚决不能让任何一只苍蝇 飞进御主府 两妖并不知晓 他们的交谈声 一字不差地落入到了 隐藏在御主府周边的 古地和窦地耳中 此时的二帝 将自身气息收敛到了极致 谁也没有发现 谁的存在 二妖的言论 让他们心中 翻起了无边的惊涛骇浪 先前红尘女帝 被中卿赏赐了三件仙器 便让他们震惊到了极点 如今 他们听到了什么 一尊大圣镜 竟然被赏赐了一件 仙级功法 纵然他们知晓 中卿出手不凡 但是这手笔 是不是太过恐怖如斯了些 震撼过后 斗地和古地 同时振奋了 这次来投靠中卿大人 绝对是他们此生 最为明智的决定 连一尊大圣镜 都能受此重伤 他们相信 只要今后紧跟这位大人脚步 奉献上自己的忠心 他日 隐藏在御主府外虚空中的谷地 心在颤 身在陡 纯粹是激动的 让他闯入御主府 他是不敢的 他只能再次等 等红尘女帝出门 从而借他这条线 搭上中卿大人这艘船 只要能得偿所愿 哪怕是等个千年万载 一切都是值得的 激动过后 一种愧疚和负罪感 油然而生 道友 对不起了 非是古某不愿带你 踏此通天之路 实在是你的腰杆太硬 古某又岂能强人所难 说到后面 其一脸唏嘘 一副我不下地狱 谁下地狱的大无畏精神道 终究是老夫承担了所有 另一边 斗地同样感觉 自己的行为 多少有些不地道 但很快 其嘴角弯弯 却是怎么也压不住 道友 我知道你是个有原则和气节之人 这天大的造化 看来只能有某一人来独享了 这段时间 整个御主府内 不时有霞光闪烁 尤其是 一座庭院中 更是充斥着神兮造化 一股股强大的气息涌上云空 这座小院 乃是稻草人一行人 自帝君道场搬至而来的四级道场 里面拥有十倍时间流速 四级道场很大 虽说只是一座小院 但里面自成一片空间 便是容纳成百上千万人 也不是问题 前段时间 中青名下的一众弟子 在四级道场所获颇多 如今 他们正在将在帝君道场获取的造化 全都转化成自身实力的一部分 整个御主府 最近迎来了一波突破狂潮 轰隆隆 如雷鸣般的声音 不断在整个四级小院之中响起 以林峰 苏叶 杜昊 乃至奉天的真传弟子的修为 在不断快速上涨 自中青将御主府打造成 自己在玄域的根据地之后 包括三眼奉犬族为首的所有成员 全部搬到了御主府上 如今 四大真传弟子齐聚在一起 在无数其真大药 乃至一些破镜丹的帮助下 他们的实力 提升可谓相当恐怖 几乎以一天一个小境界的速度 再往上涨 以林峰为首例 齐职修为 原本只是归一径九仲天 但只短短十天时间 直接从归一径 达到了尊者径九仲天 这种升级速度 实在太过迅猛 能吓死个人 之所以有这么恐怖的提升 实在是这一次在帝君到场的缴获 实在是太过丰富 里面的好东西 不计其数 各种提升修为 增强悟性 破镜丹丹 巩固修为的丹丹宝要 多不胜数 到最后 所有弟子 几乎全都不约而同 直接提升了一个大境界 便是小噶麒麟 乃至十二魔将同样如此 而其中 修为突破动静最大的 便要数凤凰天了 其从大胜巅峰修为 静止朝准地层次迈进 与此同时 随着他们突破之际 身处桃花林中的中青 同样感受到了一波实力的增长 对于记名弟子而言 他们的提升虽然极其迅猛 但一比一的修为返还 每一个返还到中青身上 于他而言实在是杯水车星 真正的大头 还得看真传弟子 轰隆隆随着四大真传弟子 修为经过万倍返还之间 再加上五千多弟子的修为返还 中青忠实体会到了 修为再次飙升的快乐 只不过请客之间 即便从圣境六重 达到了圣境七重的层次 然后 圣境八重 圣境九重 轰 随着一声轰鸣巨响间 中青的修为 终是从圣境迈向了大胜层次 给我声 中青心神激荡 这种实力跳跃式的升级 实在是太爽了 大胜二重 然而 大胜二重天之后 中青的实力 却是再也升不上去了 这让他有些傻眼 这就没了 是 不可否认 自己这波提升极大 从圣境六重天 一跃成为了大胜二重天强者 这种提升速度 堪称古今难见 但这群弟子 修为提升何等之迅猛 其他不说 凤奥天突破准地的修为 这股修为 按照道理来说 一比一返还到自己身上 怎么也得给自己推到个准地 再说凤天 从尊者三重天 突破到至尊三重天 再经万倍返还 这股返还的修为 何其庞大 更不用说 还有其他弟子的修为返还了 然而 竟然只让他突破到了 大胜二重天 这 合理吗 虽然中青知晓 自己的实力很逆天 相应的同境界修为所需要 也定然会很庞大 但庞大到这般地步 还是让他有些始料未及 他仰望长空 目光有些唏嘘 看来 这实力太强 也是一种烦恼啊 中青觉得 自己承受了这个年纪 不该有的压力 感慨归感慨 境界提升 总归是一件好事 中青琢磨着 自己的实力 又增强了一大件 具体有多强 他又没了个概念 但他有种错觉 若是在遇上陈帝之流 自己根本无需动用权力 稍微用力 对方恐怕就受不了 当然 具体如何 就不得而知了 陈帝都被他打到疯化了 他总不能再拉对方出来 再测试下自己的实力 打开属性面板 宿主 中青 修为 大胜二重天 徒弟 林峰 尊者静九重天 百倍增幅开启中 修为万倍返还宿主 徒弟 苏叶 尊者静八重天 百倍增幅开启中 修为万倍返还宿主 徒弟 杜昊 尊者静九重天 千倍恢复开启中 修为万倍返还宿主 徒弟 白灵 三阳三静大圆满 死亡修为开启中 修为万倍返还宿主 徒弟 奉天 至尊静四重天 药体羁绊开启中 修为万倍返还宿主 徒弟 古尘仙 大圣九重天 杀神羁绊开启中 杀敌所获修为 十倍返还宿主 以激活羁绊 废财羁绊二 普通版 以激活羁绊 霸体羁绊 强化版 以激活羁绊 涅槃羁绊 普通版 以激活羁绊 药体羁绊 普通版 以激活羁绊 杀神羁绊 普通版 更多羁绊带开发 以获得体质 霸体 不死之身 即到魅体 即到战体 即到圣体 重铜体 剑体 日月圣体 以获得特殊技能 老六光环 天眼 铜锦碾压 阵法免疫 自身小世界 二级真神之欲 以获得特殊武器 凌风 以获得座棋 圣血麒麟 中青看着属性面板 总体而言 还算过得去 这一波 他和一众弟子的实力 实力可谓都有了较大的提升 不过 中青眼神一眯 勃耿一台 看向了狱竹府外 狱竹府外来了两尊大帝 中青是知道的 先前他们并未展现出什么恶意 中青也就没有理会 原本以为 过个三五日 他们便会自行离开 现在看样子 他们这是 不打算走了 思索之间 中青换来了要红尘 让他将那两人给打发了 若他没记错 那二位 其中一位 还是要红尘的救世 得到中青命令的要红尘没有耽搁 第一时间出了狱竹府 大人 门口处 蛟龙大圣和富海大圣 朝他行了一个大礼 如今要红尘跟随在中青身边 已有一段时日了 众人对他的身份 自然不陌生 他们知晓这位的实力 可非比寻常 对他的态度 也极其恭敬 要红尘背负双手 朝二人点了点头 随即看向虚空 两位所来 所为何事 还请献身一剑吧 随着要红尘出现 隐藏在虚空中的古帝 第一时间为之狂喜 不枉他顿顿手在此数日时间 他就知道 皇天不负有心人 自己终有一天 能等到他 甚至这时间 比他预想的 要提前不少 只是 很快 古帝有些疑惑 自己明明是一人 他怎么说是两位呢 疑惑归疑惑 现在可谓是和 红尘女帝搭现 难得的机会 他第一时间 自藏身的空间中 现出了身影 只是还未等他 和红尘女帝打声招呼 不远处的空间 有连一波动出现 下一刻 斗帝的身影 出现在了狱主府门前 两人几乎是同一时间现身 四目相对间 空气 突然就安静了下来 原本笑意盎然的妖族古帝 笑容瞬间定格在了脸上 他瞳孔微缩间 惊呼道 你怎么会在这 斗帝脸上闪过一抹心虚慌乱 但下一刻 他物资镇定了下来 再下预感自己的机缘将至 自然是前来寻找机缘 你呢 你不是回你的古域去了吗 怎地还在悬域逗留 古帝 突然就有种逼了狗的感觉 他感觉 自己是长了张嘴 但不知道该怎么圆了 总不能说 自己独自撇下你 前来此地求寿留的吧 但下一刻 他俨然好似明白了什么 这老灯出现在这里 十有八九 也是打着和他一样的主意 现在 对方倒是先发制人 数落起他的不是来了 果然啊 这人心 真他娘的靠不住 他跟兄弟心连心 兄弟跟他玩脑筋 想到这儿 气冷声道 先前某人说自己的腰杆很硬 已经弯不下来了 如今 不会是想来此弯腰寻机会吧 斗帝脸上闪过一抹窘色 此刻的他 就好像被人扒光了衣服一般 赤裸裸地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 那是自身秘密 被人戳穿得不自在 但这个时候 他也发现了 这丝 先前在他面前说的 那叫一个正义凛然 什么叫自己 今天能走到这一步 全是因为有一颗坚定不移的道心 装的那是一个清高自傲 大有一副 凭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驱的傲骨铮铮 可现在 想到这儿 他冷哼一声 在下如何行事 不容古兄费心 不过古兄此行 似乎与你的初衷有所违背吧 你的傲骨呢 你的气节呢 你的初衷呢 一连三问 叨叨暴击 给妖族古帝 造成了成敦的伤害 也让他的脸色 一阵青一阵红 别提有多难看了 这一幕 看得要红尘眉头一簇 也看得蛟龙大圣 和富海大圣 满脸猛逼 两人的突兀现身 是让他们大吃了一惊的 他们自信 这御主府的大门 交由他们来看管 绝对万无一失 然而这二位 竟然翘无声息之间 在他们的眼皮底下出现 很显然是隐藏在这里 不浅的时间了 再联想到要红尘的身份 这二位流露出来的气息 和红尘女帝类似 所以 这二位 竟然是两尊帝 更让他们吃惊的是 如今两尊帝 竟然在他们面前撕了起来 大有一言不合就动手的架势 若非有看门重任在身 此刻的他们 当真恨不得抱个板凳 吃个瓜看的信 就在这时 要红尘开口了 两位有什么恩怨 我无心插足 但此非闹事之地 若没什么事 还请两位速速离去 此话一出 古帝和斗帝急了 他们此行 最重要的 就是想通过要红尘这根线 搭上中青 如今 好不容易等来的郑主 怎会就此离去 这个时候 二人也顾不得争论了 当务之急 是和要红尘打好关系 才是正理 想到此 妖族古帝舔着脸上前笑道 多日不见 红尘道友风采 更甚往昔 实不相瞒 在下再次前行 就是专门来寻红尘道友的 此话一出 要红尘面无表情 淡淡道 当不起 古帝如此夸赞 至于我和你之间 似乎没什么好聊的 先前要红尘和妖族古帝 在允仙秘境相遇之后 对方虽然没有当面说他什么 但在得知他跟随主人中青之后 态度明显冷了下来 显然是要与他保持距离 这般因果之下 要红尘怎么可能会给他什么好脸色 这让他心中不由生出了阵阵悔意 早知如此 何必当初 若非自己先前所为 红尘女帝现在安慧甩他脸色 好在当初他并未做得太过分 亡羊补牢 为时未婉 想到这 妖族古帝舔着脸陪罪道 先前之事 是在下的不是 还请道友大人不计小人过 莫要与我一般见识 若道友心中实在有气 在下愿赴金请罪 任打任罚 绝无半分怨言 指望道友能消了那口气 他的姿态放得很低 甚至可以说是卑微 红尘女帝并非真的对古帝有什么意见 只是自己先前一番好心 上前去劝告 让他莫要与自家大人作对 免得引火烧身 却被对方刻意疏远 这便是菩萨在世 心中也会有那么几分不舒服 然而如今 对方这番姿态 他倒也没再把这点小事 放在心上 他眸光一抬 你应该不是专门来吵我道歉的吧 有什么事 你直说便是 妖族古帝见女帝的语气缓和了下来 知晓先前之事 算是接过去了 他愁愁片刻 满怀西纪开口道 实不相瞒 在下此来 想要拜入中清大人坐下 不知女帝可否引荐一番 这个时候 一旁的斗帝适适开口道 还请女帝成全 让我能实时聆听中清大人的教导 我实在是 太想进步了 红尘女帝瞥了一眼姿态谄媚的二人 倒是没有什么比意 大帝身份虽然高贵 但在主人面前 根本算不了什么 甚至 红尘女帝感觉 怕是真先来了 在自家大人面前 也得臣服坐下 他们今天能找上门来 欲拜在主人麾下 说明他们眼光不错 对比起他们来说 自己无疑是幸运的 能早早拜入主人麾下 在自己能所能及的情况下 帮他们一把 倒也未尝不可 想到这儿 红尘女帝道 我可以帮你们引荐主人 但主人收不收你们 我就不得而知了 谢道友 古帝和斗帝为之狂喜 只要红尘女帝能松口 对于他们来说 便是天大的好消息了 这一幕 只看着守门的蛟龙大圣 和富海大圣一阵傻眼 看到现在 他们也算是看明白了 两尊大帝 竟然在恳求着 红尘女帝大人 引荐他们 指望能加入主人麾下 这 这是 于他们而言 简直比知晓自家主人 将幽冥帝君斩杀 还要惊人 我也实实太不可思议了些 另一边 钟卿正在桃陵中 独自饮酒 同时默默体验着 这一次修为提升的 各种玄妙 身后夜姬和火妹 侍奉左右 二人一白一红 双手抱剑 和漫天桃陵 相得一张 形成了一幅人美 谨美的唯美之景 随着一道脚步声传来 端坐在石凳上的 钟卿抬手看去 但见红尘女帝 正黏着林终小道 漫步而来 在她身后 还跟着古帝和斗帝二人 待三人行至近前 红尘女帝 朝着钟卿扶手行李道 主人 这是古帝和斗帝 他们二人 预奉主人为主 红尘不敢擅自做主 特代他们来向主人过目 让主人以做定夺 随着红尘女帝话音落下 古帝和斗帝 心神紧绷到了极致 这已经不是他们 和钟卿第一次见面了 但每一次和钟卿的见面 都带给了他们不同的感受 先前在允仙秘境周边 钟卿被幽冥帝君给盯上 他们觉得 其必然是实死无生 再次见面时 便是红尘女帝度劫之时 直到那个时候 他们才发现 钟卿到底有多么不凡 不仅斩了幽冥帝君 甚至随手抛出三件仙器 为红尘女帝消灾挡劫 不仅如此 其甚至直接将三件仙器 赐给红尘女帝 当防身之用 如今再次相见 却又是另一番情景 随着钟卿将目光 放在他们身上打量 二人只感觉 一股无形的压力 笼罩在他们心头之上 这位大人 会收下他们吗 他们心中没底 但二人知晓 他们必须 要做点什么 二人对视一眼 琪琪向钟卿跪拜道 我二人 希望能追随大人 愿奉大人为尊 希望大人看在我等一片诚心的份上 给我二人一个机会 说话间 二人常跪在地不起 忐忑地等待着钟卿回应 此时的钟卿 眉目间有些古怪 他没想到 这二人先前在御主府外逗留 竟然是想投靠自己 其一向古井无波的心 此刻亦不由泛起了极许波澜 虽说如今的大帝强者 在他手上 已经翻不起多大的浪花 但旗下 若是有几尊大帝坐镇 好处还是很多的 其他不说 若是今后门下弟子外出历练 有几尊大帝为护道者 无疑能大大保证弟子的安全性 想到此 钟卿双目发光 天眼发动 想看看此二人是否成心 虽说二人看起来 并没有什么坏心思 但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 用天眼查看一番 总归要稳健些 结果 让钟卿很是满意 他端着酒杯 缓缓开口道 起来吧 今后 你们便站在我府下认命 这话 对于古地和斗地而言 可谓是天籁之音 谢大人 二人狂喜 连忙对着钟卿在此败了三败 这才起身 心中之激动 好似浪涛一般 一浪高过一浪 原本他们感觉 纵然钟卿要收下他们 恐怕也得经过漫长的考核期 但万万没想到 过程竟然这般轻松容易 钟卿身后的夜姬和火妹 相互对视一眼 心中也有些欢喜 自家公子麾下的实力 真的是越来越强大了 这意味着 今后很多事情 都不用自家公子再出手了 公子本就是一个懒散 不喜欢麻烦之人 如今 能有更多的时间闲暇下来 他们打心眼里 为自家公子高兴 古帝和斗帝奉中卿为尊的消息 在整个狱主府内 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这一天 奉奥天刚从四季道场中走出来 感受着自己准地境界的修为 整个人心怀大肠 他在大圣巅峰之境 便能斩杀准地强者 如今 自己突破准地 他可以拍着胸脯说上一句 大地之下 我无敌 实力的提升 带给了他无穷的自信 他相信 若是今后 师父有什么指令 他能更好 更快更完美地完成 然而 高兴不到三刻 古帝和斗帝 加入自家师父麾下的消息 便传入了他的耳里 这让奉奥天突破的喜悦 荡然无存 原本的他 一直将自己定义为 师父麾下除稻草人之外的第一高手 只有先前古尘仙的出现 让他有了些许危机感 但后面古尘仙离开了自家师父 可算是 让他保住了第一的位置 但后面红尘女帝的出现 直接将他从第一高手的宝座上挤了下去 如今 他感觉要是再不努力些 自己在师父身边就快没位置了呀 这让他生出了一股浓浓的危机感 最后奇牙一咬 心意横再次陷入了闭关之中 时代变了 今后出现在师父身边高手 恐怕会越来越多 只有大地强者 恐怕才能勉强跟得上师父的脚步 在他出现之前 方不求 沈经阔等尊者静之流 便是师父麾下最强的那一批存在 他出现之后 那些人 已经被版本淘汰了 他还想跟随师父 冲向更高 陪伴师父 走向更远 可不想被版本淘汰 大禹滂沱 给这燥热的天 降了降温 御竹服 一座假山之上 红尘女帝 正于庞派大禹中 感悟道之真意 虽说 如今的他 已然成了二节大帝的存在 但他深知 主人何等非凡 下界三千玉 绝对不会限制住主人的脚步 终有一天 主人必然是要往上界走的 古帝和斗帝的加入 不仅给了奉奥天 强大的压迫感 同样给红尘女帝 造成了不小的压力 这份压力 并非来自于 古帝和斗帝二人 而是来自未来 若是到了上界 难保不会有 比他更强之人 加入主人麾下 若想时刻 跟锦主人的脚步 就要时刻 不忘提升自己的实力 此刻 在红尘女帝身上 散发着阴晕神光 这神光 弥漫开来 在红尘女帝身边 化成了一片 未受雨水侵袭的净土 红尘女帝 将关天雾地 身上道音轰鸣 周身似与天地相容 远远看去 好似一尊仙女灵晨 似要超脱这片天地 身上散发出一股 无尽伟岸的气息 自他周边 有浓郁的生殖器 弥漫开来 随着时间推移 生殖器所过之处 四周长出了漫漫金莲 一些花草灵木 也受到了这股 造化气的滋润 变得灵气惊人起来 好似要当场 衍生出灵智一般 便是周边的丸石 也多了一丝丝 不一样的变化 到了红尘女帝 这般存在 每一次修行悟道 对于周边的万物生灵 来说都是一场造化 与此同时 在假山不远处 一处大殿之中 古帝和斗帝 正在三楼观看着 修行悟道的红尘女帝 脸上流露出了 思思羡慕之色 楼台之上 斗帝缓缓收回了目光 惊叹道 女帝这次修行 恐怕又有不少的收获 她的实力 又变强了 羡慕之余 她心中难免有些失落 我们和她之间的差距 又变大了 大家原本都是 同一个境界的存在 然而如今 红尘女帝 不仅遥遥领先 她们一个境界 还在领先的道路上 奋勇前进 这种滋味 可不算好受 只要我们日后 在中青大人面前 好好表现 今日的女帝 未必不会是未来的我们 一旁的古帝 却是有不同的感受 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 自从二人 成功加入中青麾下之后 她们之间的那点小矛盾 自然也就消失无踪了 甚至关系 比起先前更近了一步 轰隆隆 随着阵阵惊雷声响起 斗帝背负双手 看着眼前的漫天大雨之 唏嘘道 话是如此 但我等刚加入大人坐下 卫力寸功 短时间内 恐怕难以得到 大人的看重赏赐 那你的意思是 古帝狐疑 斗帝私生片刻后 缓缓道 大人能收留我等 已是天大的幸运 我等自然不敢要求 大人为我等做些什么 但你说 我们如今和女帝 同为大人麾下 若是能向他借用仙气 他会不会借 若能有仙气之助力 我等想来 也不用再拒那三灾九难之劫 可以迈入二劫地之境 此话一出 古帝怦然心动 对啊 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一场 虽说仙气之珍贵 按照常理而言 绝对不会轻易外界 但试试呗 纵然对方拒绝了 他们又不会损失什么 这一刻 二人相互对视一眼 在心中达成了某种共识 三日时间 一闪而过 大雨过后 天光放晴 一道彩虹 自天边划过 静直穿过红尘女帝上空 七彩之色 带着圣洁之光 将她映衬的欲发 超凡脱俗 呼 红尘女帝倾吐一口啄气 身上道运渐渐消散 周边道音渐渐消失 她缓缓睁开双眼 眼中喜色一闪而逝 这次悟到 她感悟颇多 足以抵得上平常千年苦修 让她在二节大帝的道路上 又坚实地迈出去了一小步 随着红尘女帝活动了一下身躯 远处古地和斗地的恭贺声传入耳中 恭喜女帝 贺喜女帝 修为再进一步 想来进阶三级大帝 指日可待 红尘女帝闻言 寻声看去 轻笑道 二节和三节 虽只有一径之差 但想突破这一径 何等艰难 没有数十万年的苦修和积累 根本难以触摸到这一层次 两位莫要捧杀在下 古地摇头道 女帝有仙气在身 只要积累足够 度过第三次地劫 根本不是问题 我等不过实话实说 何来捧杀之说 女帝嘴角微扬 看得出来 心情很是不错 对于一般的大帝而言 三灾九难之劫 堪称谈之色变的存在 能度过此等劫难的成功率 不足百分之一 而这等劫难 于她而言 确实不是问题 换句话说 她已经拿到了 通往三节大帝的通行门证 而且还是很稳的那种 她看了眼谴媚的二人 知晓他们等在这里多时 恐怕是另有踏实 当下道 两位如今和我同为主人麾下 若有什么事 直说便是 没必要遮遮掩掩的 古弟等的就是这句话 他善善笑道 实不相瞒 我等确实有一件事 想麻烦女帝 我二人在一节大帝 已经停止了 相当漫长的一段时间了 此次前来追随大人 便是在大人身上 看到了更上一步的希望 但如今我等寸功未利 不敢奢求大人赏赐些什么 今天老夫想后颜 向女帝借鉴仙气一用 以助我二人 成功度过三灾九难之劫 当然 仙气之事事关重大 若是女帝不方便外戒 我等也是可以理解的 唐突之处 还望女帝见谅 戒仙气吗 红尘女帝轻语 对于两人的心思 她是能够理解的 也能感同身受 思索片刻后 她轻声道 对于我而言 将仙气借于你们一用 无伤大雅 但此仙气 乃是主人所赐 此事 我需要先禀明主人 不怪红尘女帝这般做派 仙气之珍贵 非同凡响 在她心中 只有主人能够指派仙气的用途 那是自然 自然 古地和斗地连声应导 大雨过后 空气显得愈发清新了些 便是御主府上的桃林 看起来也更加鲜艳亮丽了些 实力桃林虽然不大 但那万子千红 带着果实芬芳的味道 却是让人有些沉醉 钟卿带着夜姬和火妹 在桃林中漫步而行 公子 今年的桃 挂满了枝头 各个硕大饱满 若是用来酿酒 必是一绝 夜姬屹立在一股老烟红的桃木下 指着挂满枝头的红桃 满是雀跃的 哦 你们还会酿酒 钟卿诧异 以前是不会的 但公子 喜欢喝酒吗 我和火妹日常无事的时候 便研究了些酿酒古方 如今也算是半个行家 那感情好 钟卿爱酒 也喜欢品尝天地间不同的美酒 美人酿酒 否管手艺如何 但光是想想 味道便已浓了三分 对此 她甚至有些期待成品之日 几人说笑间 临终迎面走来了一道身影 正是要红尘 主人 属下有事向你禀告 要红尘朝中倾行了一礼 一脸正色道 何事 钟卿停足顿目 云淡风轻问道 古地和斗地 在一节大地停顿了漫长岁月 如今想向红尘借助仙气 度过三灾九难之节 红尘不敢擅自做主 特来向主人请示 钟卿摇了摇头 那仙气既然已经赐予了你 如何使用 自当有你 何须向我请示 说话间 钟卿脑海中 好似划过了什么东西 这让他心头莫名咯吱一声 等等 你刚刚说 古地和斗地要做什么 红尘女帝有些不解 但还是道 他二人 想度过三灾九难之节 特来向我借助仙气 抵灾抗劫 钟卿挥了挥手 度劫得事先不急 你先叫他们进来 我有事与他们说 是 主人 红尘女帝不明所以 但还是第一时间 选择了听从命令 钟卿看着对方离开的身影 钟卿抱着心脏 不行 心口痛 直抽抽 亏他先前 还在嫌自己修为进度慢 不曾想 竟然错过了一桩天大机缘 凡他做下弟子 在修为突破之时 都能按照一比一 修为比例返还给他 先前红尘女帝突破之时 他竟然忘记了 提前将对方收为弟子 这可是一节大帝 到二节大帝的修为啊 若是返给他 恐怕足以让他如今 大胜二进的修为 更上几个层次 然而 就因为他的一个失误 竟然放跑了 这天大的机缘 若非今日红尘女帝 向他提起 古帝和斗帝 要突破这一茬 他怕还没反应过来 也幸好对方提了一句 不然若是古帝和斗帝 没有收下 直接突破 少了两尊大帝修为 中卿事后再反应过来 怕是长子都能毁清 另一边 当红尘女帝和斗帝 以及古帝说主人 要传召他们时 二人是有几分忐忑的 女帝 不知大人照我等 所为何事 红尘女帝摇头 我也不知 你们去了 自然就能知道了 这话 让古帝和斗帝 莫名惶恐了起来 难道 是他们太急躁 犯了什么忌惑 越想 二人心头愈发沉重 也是 他们刚加入大人麾下 如今寸功未利 却想借助仙气渡劫 不管从资质 还是履历来说 仙气这等存在 又岂是他们 现阶段所能燃殖使用的 大人召见他们 恐怕是为了敲打他们吧 一想到自己的行为 很可能会引发中卿的不喜 二人就是一阵后悔 斗帝和古帝 怀着沉重的心 在红尘女帝的带领下 来到了中卿 面前 我等 拜见大人 二人满脸恭敬 大有一副错了就认 挨打立正之事 无需如此 随便点吧 此次叫你们过来 乃是问问你们 可愿拜在我门下 做一个记名弟子 这话一出 不仅要红尘梦了 斗帝和古帝也梦了 三个人大眼瞪小眼 他们是万万没想到 中卿竟然不是问责 而是要收他们做弟子 这 这幸福来得太突然 太过猝不及防 让他们一时间怀疑 自己是不是出现了幻听 叶姬和火妹见此一幕 不由无嘴嗤嗤轻笑 这些人可能不知道 自家公子 最好人是 若是他们知晓 公子在虚域之中 还有两百多万机名弟子 恐怕也就不会这般惊讶了 中卿见二人迟迟没有反应 眉头微皱 怎么 你们不愿意 这个时候 斗帝和古帝 终是确定了 自己没有听错 这位大人 确实要收他们为弟子 能轻易斩杀幽明帝君 随手赏赐红尘女帝 三件仙器的存在 多犹豫一息 都是对着滔天纪元的不尊重 愿意 愿意 我等拜见师父 二人狂喜 对着中卿 便是筐筐筐行了三个大礼 此刻的他们 深刻体会到了 什么叫做惊喜 这一幕 看得红尘女帝羡慕极了 他没想到 古帝和陈帝 竟然能得大人看重 收为弟子 中卿看了红尘女帝一眼 你若愿意 便一同拜入我门下吧 收两个是收 收三个也是收 而且从红尘女帝身上 中卿吸收了不小的教训 他可不想让对方 今后突破的修为 再凭白流失 甚至 今后若是在遇到 什么能入眼的人 也不用收入麾下了 直接收为弟子就完事了 对于红尘女帝来说 能成为中卿的弟子 他自然是求之不得的 哪有半分拒绝的理由 就这般 中卿坐下再增 三尊大帝寄名弟子 师父 如今我等纪为同门 不知 我和斗帝 能否向师姐借先器用 古帝大着胆子开口 一声师父 叫得无比丝滑 显然 想当然地将红尘女帝 当成了师姐 眼神之中 充满了西技 中卿摆了摆手 笑道 如今 你们既为为师坐下 何须再向他人借用先器 说话间 他随手一挥 两道流光 自其袖口中飞出 分别落在古帝和斗帝身前 这是为师赐予你们的先器 拿去防身用吧 先器入手 古帝和斗帝 只觉得呼吸都急促了起来 满脸激动 而之所以如此大方 也是因为 中卿这里先器有不少 天眼中 两人也并无二心 如今除要红尘之外 便是这两尊大帝 在自己的麾下 未来必有作用 既然已经是自己人了 赏赐一番 也没什么大不了 毕竟 他若真想收回的时候 随时也可以收回 此时的古帝和斗帝 激动得无与伦比 这可是先器啊 他们万万没想到 自己不过想借 先器一用 最后却是直接被赏赐了 一件先器下来 更让他们吃惊的是 先前师父已经赏赐了 红尘女帝三件仙器 如今又随手 刺了两件下来 自家师父身上 到底还有多少件仙器 不敢想 完全不敢想 心绪起伏间 二人双目放光地 打量着手中仙器 由此质保在身 接下来的杜劫之事 算是稳了 中卿看着 新收下的几位大帝弟子 只觉得 除了他们杜劫之后 能给自己提升 很大一部分助力之外 他们背后潜在的价值 也值得挖掘一番 他撕撑片刻后 对着三人道 戴尔等杜劫之后 你们三人 可与你们 是交好的其他地级好友 联络走动一番 若是有人愿意 拜入为师座下 带为师考察过后 合格者 可谓为师记名弟子 这话 让红尘女帝 古帝和斗帝 心头微动了起来 尽管他们不知道 自家师父 为何要收这么多弟子 但这可是师父 对他们下发的第一道命令 他们自然要将事情 办得漂漂亮亮的 而且 能成为师父的弟子 不知是何等荣幸 更不知是何等天大的机缘 这 无疑是一个美差 我等仅遵师父之命 在三人朝中清辞别之后 一路上 古帝和陈帝 打量着手中仙气 依旧有些不可思议之感 最后二人 齐齐朝着红尘女帝拱手道 我等能有今日之机缘 全赖师姐相助 大恩大德 无以为报 今后师姐若有吩咐 但凡吩咐一声 纵然是赴汤蹈火 我等也在所不辞 红尘女帝摇头笑道 如今大家都是师父 坐下弟子 两位师弟 何须如此客气 说来 若无你们 我也没机会败在师父麾下 我们应该是互相成就才是 斗地摇头 若无师姐 我们岂能接触到 师父这般仙人事的存在 不管如何 师姐这份情谊 我等只能勇记心中 他日再报 红尘女帝文言 不由想起了 和中清的允仙秘境之旅 心头微叹 师父的存在 上限何止是仙人 不过 他并未在此事上过多论述 他们如今跟随师父时间上短 但有朝一日 自会明白 师父俨然是难以想象的存在 思绪悠悠间 红尘女帝缓缓道 两位师弟 先找个地方度劫吧 师姐在一旁为你们互道 待你们度过三灾九难之劫后 我等便去完成师父的命令 如此 有劳师姐了 三人说话间 身躯一动间 静止消失在了原地 再次出现时 已来到了无尽虚空之中 古帝和斗帝 各自盘坐在一方虚空之中 身上气息肆无忌惮地发出 皆引雷劫的到来 若是先前 他们自然是 不敢引动地劫降临的 然而如今 有仙气在身 又有师姐在一旁护法 他们坚信 所谓的三灾九难之劫 再难成为他们前进的阻碍 轰隆隆 随着两人将气息施放出去 雷劫在线 劫云绵延百万里 恐怖雷霆散发出来的 恐怖毁灭气息 震动八方 三灾九难之劫 如漆落下 然而古帝和斗帝 一人手持一件仙气 置于头顶之上 任凭三灾九难之劫 如何凶猛 散发着何等蔑视的凶威 他二人身处仙气之下 皆是窥然不动 如此 时间不知过了多久 劫云消散 造化再生 古帝和陈帝 迎接造化金莲洗礼 身上气息 越来越恐怖 到最后 但听两道轰鸣巨响传来 世间 再增两大二劫 递进强者 两人看着自己身上的变化 有些不可思议 尽管预料到 此次度劫不会太过困难 但是过程之轻松 还是远超他们的想象 这 就是有背景靠山的感觉吗 爽 古帝感受着自身体内 传来的澎湃力量 整个人神清气爽 脸上喜行余色 一旁的斗帝 同样激动难鸣 今日方知我是我 只恨未能早遇恩师 空活数十万载岁月 在古帝和斗帝一起风发 志得一满之际 狱主府内 钟卿感受到了 两股海量的修为 返还到了自己的身上 这就是地级修为吗 好生庞大 不知道 这次返还的修为 能让我达到何种境界 二节大帝的修为 超乎想象 远比钟卿以前 接纳吸收的 多上不知多少 他心神有些激动 第一时间闭关 吸收转化 这部庞大的修为 轰隆隆 伴随着七体内 气血轰鸣之间 钟卿身上的修为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在向上暴涨 原本大圣二重天的他 只请客间 便突破到了第三重天 转眼间 便来到了第四重天 大圣五重天 大圣六重天 大圣七重天 大圣八重天 大圣九重天 这修为突破 堪称几个呼吸 破一个小境界 没多久 便突破到了大圣九重天 只是随着修为 来到大圣九重天之后 体内的法力 却是早已消耗一空 在南之称 他向下一境界突破而去 这一幕 看得钟卿嘴角直抽抽 虽说从大圣二重天 到大圣九重天 无疑是非一般的提升 但 这可是两尊一节大帝 到二节大帝 晋级转化而来的修为 按照道理来说 两个二节大帝 一比一返还 足以也让他破二节 但现在别说二节 就连大圣巅峰都没有 钟卿算是再次知晓 自己突破所需修为 到底恐怖到何种程度 好在经历了 这么多次的修为提升 也算早已接受了 自己突破难的事实 而且 自身实力比境界 稍微厉害一丢丢 也算是个不错的安危 却是不知道 他们三个 是否会给我带来 不一样的惊喜 钟卿目光看向长空 喃喃自语 有些期待 他们三个 会给他找来多少 大地精的弟子 到了他如今这个境界 是真传弟子 短时间内 已经很难带给他大提升了 只有地基以上的存在 才能在短时间内 将他的修为堆上去 炎玉 万燕山 山鸾呈赤红之色 好似一块烧红的天外神铁 上面燃烧着汹汹烈焰 焰火冲云霄 可怕的高温 似要将整片虚空融化 整个万燕山 好似坠落于凡间的大日 周边千万里 看不到丁点绿色 围汹汹大火绵延 似如一片火海 火势之大 似要撕裂云空 洞穿天穷 在炎玉亿万生灵眼中 这片地界 乃是绝地 亦是禁地 更是圣地 山上一伙盘踞 炽热的高温 肆意吞噬着方圆千万里 一切生机 便是大圣境强者 贸然进入其中 稍不注意 亦会被烧成灰烬 但这片万燕山中 却住着一个 让炎玉亿万生灵俯首 无数势力共尊的存在 炎帝 这一天 沉浸了无数岁月的万燕山 迎来了些许不一样的变化 虚空之中 连一波动 一道身影 自空间之中漫步而出 随着此人出现 整个万燕山 好似活了过来一般 猴 漫山火焰 好似有灵制一般 化成了上百道火龙 携带着灭天绝地之威 就要将来人给吞噬 每一道火龙 都夹杂着恐怖的威能 核心内部 俨然是天地一火所化 上百道天地一火 散发的威能 怕是准地强者来了 都得当场融化 来者牧师四方 随后看向了 朝他扑来的万道火龙 脸上不动声色 开口轻斥 定 声音苍茫古朴 好似开天之音 带着莫名的伟丽 定住了四十分空 更定住了汹涌扑来的 天地一火 斗帝满意地 看了看自己的杰作 随即喃喃自语道 若非得世尊相助 突破成了二节大地 恐怕这上百道天地一火 还真能让我感到些许棘手 自从他和古帝 度过二次地劫之后 几人便分头行动 完成师父钟卿 交给他们的任务 斗帝的第一站 便选择了言语 此刻的他 背负着双手 闲庭性不漫游在万眼山上 最后来到了一丈高洞府前 朗声道 故人来访 萧雄可变一见 话音落下 火炎洞中传来一道爽朗大笑声 友朋自远方来 不亦乐乎 还请入内一叙 随即但听轰隆一声 火红色的厚重山门 被一股无形之力打开 斗帝顺势脉步跨入其中 洞府之内 别有洞天 远方聪裕山脉灵力 浓郁的生机充斥天地之间 阴云造化之气横行 晶莹神兮闪烁 阴云有道名声 传荡于天地之间 山脉交错间 好似道文在交织 诸多符文散发灿灿光芒 好似承在了天地治理 蕴含了无尽奥秘 一门之隔 隔的却是两个全弯不同的天地 斗帝注目看去 山巅之上 轻松古墓之下 盘坐着一身 穿玄黄古袍的中年男子 他五官深邃 周身流露出 丝丝缕缕岁月沉淀的气息 身躯不动如山 似是与天地山川相连 一头赤红长发 好似有生命一般 四灵蛇在跳动 似火焰在燃烧 此人 正是阎帝 随着斗帝来到境前 阎帝缓缓起身 四目相对间 双方神色皆是一动 内心涌现出了一股 久别重逢的喜悦 少请之后 斗帝谋中露出极许一色 你 距离二节帝 竟然只有半步了 所谓的半步 便是如今的炎帝 虽未渡劫 却已然窥探到了 二节帝境的几分玄妙 双方都是同一个时代的人物 先前不管是境界还是实力 两者都在伯仲之间 若是未曾遇到中卿 此刻的炎帝 已然走在了斗帝的前面 这让斗帝多少 有些吃味 炎帝苦笑 心中却是没有半分自得 他背负双手 看向长空 神色悠悠道 虽是半步 却是天欠 古今不知多少一节地 便是被困在这半步之下 对于他来说 前路漫漫无边 这点成就 实在不足称道 地劫之下 他还是如同其他人一般 随时面临着 生死魂灭的风险 此话一出 斗帝心中 就瞬间平衡了 甚至 生出了些许优越感 在他这位老友 还担心地劫之祸时 他今后 却是再不用为地劫所扰 师父赐下的仙气 足以让他在地境之中 无视所有地劫 山巅之上 白云悠悠 清风徐徐 逗得看了眼 这位香蕉多年的好友 笑道 说来此行 我来找你 便是想 为你指条名路 让你能安然度 过这二次地劫 此言一出 言帝恶然 神色一愣 地劫之恐怖 他可谓是深有体会 可以说 古往今来 凡是历经过地劫者 谁不为之心计和敬畏 到了他这般境界 在面对二次地劫之时 若有一二成概率度过 便算得上 是极高了 属于可以拼死一搏那种 如今 这位老友竟然说 有条能让他 安然度过二次地劫之路 这让他呼吸 不由为之急促了起来 他也不求这条路 真如对方所说那般夸张 但只要能在面对地劫之时 能增加半成成功率 于他而言 便算是天大的机缘 不知是何名落 还请凌兄不吝嗣叫 言帝脸色一正 虚心请教 心中充斥着期待 话题聊到了这儿 斗弟感觉 气氛已经到位了 他深吸口气 直接开门见山 一脸认真道 不瞒肖兄 我此行前来 为你找了个师父 只要能入了那位的眼 所谓的地劫 与你而言 将再不是问题 言帝 迎着对方那真挚的目光 他脸色莫名 呼吸一致 一股荒谬之感 好似化成了无边海浪 在心头肆意奔腾 满心的期待 静止破碎一地 自古至今 他还从来没听说过 有哪一位大帝所度的地劫 是可以通过拜师来解决的 他有些无语地 看了这位至交好友一眼 灵兄 我们交情归交情 但你 没必要将我的智商 按在地上狠狠摩擦 此刻的他 是真感觉自己的智商 受到了严重的侮辱 说句狂妄些的话 放言古今 整个下界三千狱中 谁有资格收我为徒 谁敢言收我为徒 轻松古目下 炎帝的声音 震动长空 傲气长存 其身躯笔直 蒸蒸铁骨傲然而立 他并不以自身的成就而自傲 但他本身 却有着不像任何人低头的底气 这话让窦帝眼神微眯了起来 此情此景 何其熟悉 曾经的他 一如炎帝一般 自认为天下间 根本没有能让他弯腰的存在 他也曾很自信地表示 自己不会向任何人低头 然直到遇到中卿之后 他方才知晓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师父本身 能压制天下一切不服 想到此 窦帝神色微动 看向炎帝道 事不可用尽 话不可说尽 我知晓消休你的想法 身为大帝强者 本身就是 屹立在下界三千玉顶尖的人物 能走到这一步之人 谁不是心高气傲之北 谁又认为 自己会弱于人 然而现在 我想告诉消休的是 若你一直抱着这个念头 必然会错过一个 令你后悔终生的决定 炎帝见他一脸认真 心中荒谬质感 愈发泛滥成灾 他呼吁道 你 认真的 你觉得 我会在这等事上 跟你开玩笑 一句反问 让炎帝道心一振 正因为 他知晓斗帝的性子 这才让他更加感觉到 不可思议 那位 到底是谁 能让你如此推崇 甚至能让你觉得 让我败入他门下 会是一场机缘 你应该知晓 纵然三节大帝强者 可以让我等敬畏 却也没资格 当我等师父 斗帝笑了 小兄 为何你的思维 不能再发散些 三节大帝不能 当我等师父 为何不能是 三节大帝之上的存在 而且 那位存在 可不是你想拜师 就拜师的 还得看人家收不收 也不怕告诉你 就我本事而言 先前想要追随那位 甚至不惜 想要奉其为主 还担心对方不收 也是机缘 能得贵人相助 最后机缘巧合之下 得入那位之眼 成了其座下 一小小弟子 如今 那位好不容易开了尊口 想要收几个弟子 这等机缘 也就看在我 两交情深厚的份上 我第一个想到了你 其他人 哪怕是大帝强者 想要拜入这位存在门下 恐怕还没有门路呢 这番话 狠狠敲击着眼底 让他整个世界观 都产生了无边大震动 他听到了什么 对方 竟然是大帝之上的存在 下界三千狱中 什么时候出了 这么恐怖的存在 但是 纵然大帝之上 又如何 自己这位老友 先前竟然上 赶着过去 给人当奴作婆 还担心人家不收 这就很离谱 他很想问一下 你好歹是一个 一节大帝存在 你的尊严呢 你的傲骨呢 这副嘴脸 让他感到相当陌生 炎帝深吸口气 摇了摇头道 林兄 个人有个人的选择 对于你的选择 我虽然不理解 但我选择尊重 不过 纵然对方真如你所说 乃是大帝之上的存在 也绝不能让我 上赶着低头拜师 若你此行 只是为此事而来 那就无需多言了 我是不会改变心意的 还是那句话 我堂堂大帝 还没有人够资格 做萧某人的师父 斗帝看着对方 一副富贵不能赢 威武不能屈的模样 摇了摇头 他知道 炎帝这般模样 只是因为 他对师父不够了解 若是彻底了解师父的手段后 自然会改变心意 事实胜于雄辩 他决心 给对方来一点小小的震撼 念头及此 他再不保留 竟只将自身气息 释放而出 那独属于 二节大帝的修为 震动云空 充斥云霄 好似天地山川 都要在其意志下沉浮 这一幕 让炎帝 瞬间瞪大了双眼 你 你竟然度过了 二次地劫 你 你什么时候突破的 此刻他的心中 俨然翻起了 无尽狂风巨浪 二次地劫的威能 威能强了何止十倍 哪怕他早已触摸到了 二节大帝的门槛 甚至二节大帝之境 也窥探到了几分 但是其却是迟迟不敢 引动二次地劫 就是因为 他根本没把握 度过次劫难 甚至连一成把握都没有 他自问 其在地劫之道上 理应是领先 斗帝小半步的 然而现在 对方竟然 直接提前他一步 迈了进去 这 这在他看来 无疑是极其不可思议的 还未等斗帝回话 炎帝脑海中 一道灵光一闪而过 难不成 你能有现在的成就 是你那个师父造就的 道帝是大帝级人物 心中震动归震动 但结合斗帝先前所说 他很快 便明目了其中缘由 也让他心中 诸多疑惑 有了解答 怪不得 怪不得斗帝 对他这个所谓的师尊 极其推崇 原来 竟有这层缘故 这一刻 他心中 为之坚守的信念 为之动摇了 若是有人能助他 成功度过二次地劫 任其为师 似乎也不是不可以接受的事 斗帝对于这位老友的态度 有些诧异 在他看来 在自己展现修为的这一瞬间 对方态度 理应就来个两极反转 没想到 其竟然只是动摇了一下 看来 给对方造成的震撼 还远远不够大 思索之间 他神色一动 萧兄姐看看 这是什么 说话间 其静止掏出了 中轻次语的仙气 为了让效果达到理想化 其静止催动仙气 刹那间 鲜光四溢 弥漫天际 一股深邃 亘古 永恒的气息 在蔓延 似是有什么 无上存在在复苏 在苏醒 那属于仙气的力量 让炎帝振振心惊 更让他原本 便以瞪大的双眼 再次剧烈收缩了一圈 仙 仙气 这竟然是仙气 他失声惊叫 内心深处 更像是被什么东西 给狠狠撞击了一下 斗帝把玩着手中仙气 一脸淡淡装逼道 这 也是师父 赐予我防身用的 炎帝神色一致 随即搓了搓手 善善笑道 师兄 莫要取笑于我 我承认 先前说话大声了些 还望师兄莫 要与我一般见识 御竹服 这段时间 中清一直在等待 三位大帝弟子的行动成果 结果没有让他失望 不过数日时间 斗帝便带着炎帝 来到了他的面前 逃灵之中 炎帝看着端坐在 石凳上的中清 神色一灵 这就是师兄口中 那位传的神乎其神的存在吗 这些年来 他一直在闭关之中 并未关注天下大事 然而在来的路上 他已然从斗帝口中 了解到这位的一些事迹 每一件 都让他惊为天人 以一己之力 悄无声息之间 取走了让无数人 为之瞩目的允仙秘境至宝 斩杀了奉天殿 身为二杰大帝的幽名帝君 更是收下红尘女帝 在对方杜劫之时 当场赐下三件仙器 帮助对方杜劫 此刻的中清 在他眼中 好似凡人一般 并未有半点修为在身 然他丝毫不敢轻视 反而内心之中 生出了一股偌大的压力 似这样的存在 早已达到了反扑归真的程度 又岂是他所能看穿的 他现在心中 只有一个念头 那就是 拜中清为师 念头即此 炎帝公身 尽致跪拜在中清面前 萧宇见过前辈 此行前往 只为拜前辈为师 跪请前辈收留 中清满意地看了眼炎帝 他通过天眼能够看出 对方是诚心拜师 而且修行俨然 走到了一节大地的尽头 随时有可能突破二节大地 一旦收下 助对方突破 必然又是一大波修为进账 他撕衬片刻之后 慢慢道 自此之后 你可为我做下记名弟子 此话一出 炎帝狂喜拜谢道 谢师父 虽说记名弟子 听起来并不是那么好听 但他可是知晓 不管是古帝还是斗帝 乃至红尘女帝 都只是记名弟子 他们 便是以记名弟子之身 得遇师父赏赐仙气之物 这才纷纷度过二次地劫 榜样就在眼前 他相信 自己有朝一日 自己必然 也能在师父的助力下 成功度过二次地劫 然而 他能等有朝一日 钟卿却是等不了了 他随手一挥 一道流光飞出 化成一座宝塔 悬浮在炎帝身前 为师官你即将度劫 此琉璃仙塔 便赐予你防身度劫之用 琉璃仙塔一出 不管是斗帝 还是炎帝内心 都被狠狠触动了一下 斗帝心中泛起了无边波澜 自家师父 这身上到底 是有多少仙气啊 先前红尘女帝三剑 她和古帝一人一剑 如今竟然再度刺下一剑 反观炎帝 看着浮于身前的仙气 呼吸不由为之一致 全身血液瞬间上涌 灌至头颅 激动地眼多红了 这可是名副其实的仙气啊 怕是仙人见了 也忍不住怦然心动吧 如今 就这般赐给她了 幸福来得太过突然 让她有种不可思议的幸运感 直到两久两久之后 她才反应过来 正儿众之收下仙气 重重地朝中卿拜了三拜道 谢师父 至此 中卿坐下 再多一大帝寄明弟子 连炎帝在内 中卿明下的大帝寄明弟子 已然来到了四尊 两天之后 红尘女帝带来好消息 又有一尊大帝 拜入中卿明下 在数日后 古帝又为中卿带来好消息 成功拉了两尊大帝回来 中卿也毫不吝啬 在用天眼打量一番 确定对方并没有一心之后 大手一挥 人手刺下一剑仙气 助他们渡劫之用 靠着让麾下大帝弟子拉人头的方式 不过一月 中卿明下的大帝弟子 俨然突破了两位数 达到了惊人的十三尊 这是一个让人心惊的数量 十三尊大帝齐聚一起 可以推平下界三千玉中 除凤天殿外的一切势力 可以说 只要中卿愿意 他瞬间就能建立一个 能与凤天殿比肩的无上超然势力 而这些大帝弟子 在得到中卿赏赐的仙气之后 一番稍作准备后 纷纷开始了渡劫 以前的他们没得选 面对地劫 他们能躲就躲 能避就避 实在避无可避 这才会硬着头皮去肚结 但现在 有了仙气护身 他们只想仰天长笑一声 让这地劫来得再猛烈些吧 一时间 整个无尽虚空之中 迎来了雷劫喜地 雷劫轰鸣不断 一个个大帝强者 在仙气的庇护下 纷纷实现了脱胎换骨的蜕变 而这些修为 返还到中卿身上 一度让他体内的修为 为之暴涨 红隆隆 在这股修为的推动下 闭关在一间密室之中的 中卿境界 再次向上攀升高涨 从大圣九中天 直接突破到了大圣巅峰 再从大圣巅峰 直接突破到了准地之境 他身体之中 血液奔腾之间 犹如真笼在咆哮 其直体表 有仙光在闪烁 发丝之上 散发着一股阴晕流光 隐约之间 好似有混沌雾气在奔腾 其直体内 好似在散发着 大道轰鸣之声 这声音带着 某种伟岸难鸣之力 似是能穿破万古长空 沟通时空长河 速尽导致真意 这种意象 太过非凡 修为突破准地之后 中卿感觉自己的实力 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 因为没有具体的参数 他不知道自己的实力 到底提升了多少 但若是在遇上 幽冥帝君这等二节大帝 他感觉 自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 将其直接捏死 只是 许是中卿的实力 太过变态的缘故 两位数的大帝突破 返还的修为 何其浩瀚澎湃 最终的结果 竟然也没能助他更进一步 甚至别说更进一步了 他感觉自己的准地之境 好似一个无底洞一般 在吸收了这么多修为之后 根本就没有 触摸到地境门槛 这般情况 让中卿头都大了 他坐下十三位大帝弟子 修为虽然有高有低 但如今度过雷劫之后 最低都是一节大帝层次 二节大帝 更是有着六尊之多 这么多大帝突破 返还回来的修为 竟然只让他从大圣九中天 突破到准地 这就 很离谱 在中卿感觉到 事情的离谱程度 超乎想象之际 无尽虚空中 十三位大帝齐聚一方 虚空之中 一道身穿青袍的身影 隐藏在空间之中 看着意气风发 一个个散发恐怖气息的 诸多大帝强者 感觉整个人都有些不好了 此人 乃是轻便 先前红尘女帝度劫之时 他便隐隐有所察觉 后面古帝和斗帝度劫之时 他也有所感应 这让他有些疑惑 什么时候 地劫的出现 这么频繁了 但每一次 带他赶到度劫现场时 对方早已人去楼空 迟到这一次 十位大帝先后度劫 劫雷绵延无尽虚空 好事近乎整整一个月 目睹了近乎全城的青帝 此刻身在颤 心在斗 世界观遭受到了 难以想象的冲击 这可是地劫啊 是整个下界三千狱中 最为恐怖的劫难 自古至今 繁渡递劫者便有白死一生的说法 换句话说 一百个大帝强者 也就一个能突破递劫劫难 成功到达彼岸 然而 现在他看到了什么 十三位帝级强者 全部渡劫成功 成功率堪称百分之一百 百分之一百的成功率啊 而众人之所以能成功渡过递劫 全因为 他们有一件质保相助 在那质保守护之下 所谓的三灾九难之劫 根本突破不了质保的防御 若是他没有看错 他们渡劫所用的质保 竟然是仙气 这一发现 更让清帝眼都红了 更让清帝亥然的是 这十三位大帝 全都以师兄弟相称 一时间 他心中当真生 掀起了无尽惊涛骇浪 下界三千狱中 什么时候出了一个如此恐怖的人物 竟然能将如此诸多大帝强者 收为弟子 甚至更是赐下仙气 为他们消灾挡劫 到底是大帝级人物 清帝从所见所闻中 请客间便分析出了诸多信息 那就是 这些人之所以有如今的成就 一切都和他们那个背后的师尊 脱不了联系 这让他瞬间怦然心动了起来 若是自己能够 败入那位大佬门下 那自己有朝一日 是不是也能如这诸多大帝强者一般 能够直接无视这帝级的威胁 越想 清帝越是怦然心动 越想 他越觉此事 大有可为 而正在其一颗心 为之蠢蠢欲动之际 无尽虚空中 古帝朝清帝所在的方向看了一眼 道友来此多时 何不现身一见 如今的古帝身为二杰大帝强者 在清帝来到无尽虚空周边之际 他第一时间便发现了对方的存在 只是先前诸位师弟要杜劫 他并未理会 如今 随着众人杜劫结束 古帝覆手而立 朗声开口道 随着其话音落下 清帝大大方方 自空间中迈步而出 他也很想跟这群人接触一番 其一步数万里 半刻之后 清帝已然来到了众人身前 他拱手一台 清帝 见过诸位道友 这话一出 原本正在闭目凝神的红尘女帝 瞬间睁开了双眼 看向清帝的眼神 戴上了几分冷意 对于清帝 红尘女帝以前并未有过接触 但他曾看见对方 和陈帝走得很近 而陈帝 俨然和自家师父有仇 虽说如今陈帝早已被师父一拳打死 但在内心深处 他已然将清帝打上了和陈帝私交甚好的标签 有这般因果在 他很难对眼前的清帝生出好感 要说现场众人 一个个感官何等敏锐 他们第一时间注意到了现场之中微妙的变化 说起来 他们之所以有如今的成就 耀红尘绝对有着功不可没的作用 若非有他相助 古帝和斗帝 绝难败在师父门下 若无两人败入师父门下 自然也就不可能 他们如今这番天大的机缘 是已 哪怕如今十三尊大帝之中 有六尊二节大帝强者 乃是和耀红尘同一层次的强者 但众人对这位师姐 却是相当感激和尊敬的 如今 眼看自家师姐对清帝不喜 一众大帝对清帝的态度 自然也就发生了变化 斗帝适时开口道 师姐 可是这老灯得罪过你 但凡你知会一生 我等必然将他抽皮拔骨 错骨扬灰 让他后悔来到这个世上 此话一出 十数位大帝契机第一时间锁定了清帝 以防他逃跑 一个个神色不善了起来 被这么多大帝一同锁定 清帝只感觉头皮发麻 直接吓出了一身冷汗 这其中任何一尊二节大帝 都可以随意拿捏他 若真让这么多人同时出手 他安有命在 他好不容易修炼到这般境界 若是就这般不明不白被打死了 那当真是千古其冤了 他连忙解释道 在下此来 只想知晓 诸位的师尊是谁 顺便想看看 是否有机会 败入这等前辈高人门下 能否有幸成为诸位的师弟 绝无半分恶意 在下更自认 从不曾得罪过诸位半分 不知道诸位何至于此 何至于此啊 此刻的清帝 彻底激艳了 他毫不怀疑 只要对面女帝一声令下 这群大帝 怕是能瞬间冲上来 送他去轮回 不 一旦动手 怕是轮回都成了奢望 纵然是大帝强者 在这般生死威胁之下 也难以保持淡定 一众大帝强者 在听到清帝的解释之后 不为所动 只一个个眼睛 看向了红尘女帝 等待她的吩咐 可以说 这一刻 清帝的生和死 全在红尘女帝的一念之间 要红尘眸光微动 她的目光 不断在清帝身上打量 这给清帝心头 萌生了无边的压力 她强忍心中金句 再次开口道 女帝大人 我们之间 是否存在什么误会 直到这时 要红尘方才淡淡开口 你和我之间 并无什么误会 但阁下和我师尊 似乎有些因果 这话 让清帝心中压力倍增 她颤声道 不知大人师尊 是谁 钟卿 哄 这个名字 好似一记重锤一般 狠狠砸在了清帝的心窝之上 让她瞳孔皱缩 浑身不由一颤 是她 竟然是她 怎么可能是她 钟卿 这个名字 清帝怎么可能陌生 她先前和陈帝来到玄狱 得知此人竟然敢杀陈帝之后 当即生出了几分兴趣 但见面之后 其心中大失所望 觉得这样的人 都不值得她过多看上眼 然而 待第二次再见之时 她方才发现 自己竟然看走眼了 陈帝 已然陨落在了钟卿手里 但是那个时候 钟卿答应了 和幽冥帝君 进行天外天战场一战 在她看来 对方此举 无疑是自寻死路 然而如今 她想要拜师的存在 要红尘告诉她 此人 竟然是钟卿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她再一次看走了眼 一个能收 十数个大帝强者为徒的人 有能耐刺下仙器 给一众弟子杜劫之人 其怎么可能会败在 幽冥帝君手里 这一刻 其心中掀起了无尽波涛 涌起了无尽狂风巨浪 她怎么也没想到 当初她都不愿 多看一眼的人 竟有这般滔天的能耐 同时 一股无边冷意席卷全身 这个时候 她终于明白 要红尘为何对她不待见了 只因为 她曾和陈帝走得太近 甚至双方先前曾结为同盟 说好同进共退 只是后来随着陈帝生死 这同盟之说 自然也随之作罢 此刻的她 当真连长子都毁清了 毁不当初 自己为何要和陈帝那四联盟 那四自己死了倒也罢了 死了之后 还不忘连累她 越想亲帝越是后悔 在心中 早已将陈帝全家 统统问候了一遍 无尽虚空中 红尘女帝看着眼前的亲帝 心中在私称 是否要将对方直接给斩了 她知晓 师尊一向有斩草出根的习惯 她便险些因为看了一场热闹 而被师父给斩了 若非她当时时时悟 恐怕现在早已经没了 但是转念一想 师父何等存在 若想杀亲帝 其必然不会留她性命到如今 在无师父明确的指令面前 她还是莫要自作主张 节外生枝的好 想到此 红尘女帝淡漠道 你走吧 这里 不欢迎你 亲帝闻言 如蒙大赦 此刻的她 被吓到激进肝胆俱颤 生怕红尘女帝反悔 其整个人 拿出了生平120%的速度 甚至不惜燃烧气血 一个转身 静止消失在了原地 呼 不知过了多久 亲帝从一片空间内狂奔出 见后方并无人追来 她这才长出了口气 今天的经历 于她而言 可谓是胆战心惊的一天 她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差一点 真就差一点 第二天的太阳了 一片云端之上 亲帝心有余悸地拍了拍胸口 心中生出了一股 劫后余生的后怕 在缓了两久之后 这股后怕的情绪 依旧未能消除 反而化成了一股莫名惶恐 萦绕在心头 经久不散 亲帝当真 恨不得直抽自己几大嘴巴子 若没有和那狗臣帝走在一起 说不得 他也能有机会 和那十三位大帝一般 得想那可以轻松突破 地结的天大造化 又岂会如同这般 被吓到惶恐难安 说一千到一万 是他没那个命啊 一想到十三大帝 那冰冷的眼神 其走路都只打百赞 明显被吓坏了 接下来的数日时间 亲帝整个人 皆是陷入了无边的恐惧之中 虽说红尘女帝 并未与他为难 但他不知道 自己先前对中青的藐视 会不会被中青记恨上 乃至他和陈帝之间的关系 会不会被对方清算 他有心想要自此 远离这尊恐怖存在 今生之后 不在对方面前出现 但他发现 这诺大的下界三千玉 他也没地方可去 而且 若是不解开这个因果 他很可能因此而滋生心魔 自此修为 再难更进一步 甚至面对下次递劫 自己绝无半分度过的可能 从而迎来生死魂灭的结局 我该怎么办 夕阳斜下 一片赤火红云之上 亲帝养问长空 脸上带着忧郁迷茫之色 沉思两久之后 他最终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 解灵还虚细灵人 若能取得中青谅解 让对方不再与自己计较 那这一切都可以迎刃而解 虽然此去 有很大概率会是自投罗网 被对方一下拍死 但去也是死 不去也就那样 倒不如死中求活 赌上一把 争取那一线生计 这一刻 亲帝展现出了 独属于大地强者的果决 想到此 他身影一动间 静止消失在了原地 不多时 其之身影再次出现在了玄域之中 不过他并未第一时间 前去寻找中青 若能打探到中青为人喜好 提前做些准备 无疑能增强因果化解成功的几率 事关身价性命 亲帝自然不敢有半分大义 这一天 亲帝的身影 穿梭在玄域大地之上 运用各种手段 搜索着关于中青的一切信息 南荒 万任成 方家 最近一段时间 对于沈金库来说 生活可谓相当滋润 自从跟随师父中青 从虚域来到玄域之后 他便定居在了此处 狠狠弥补了千年前 和相爱之人错过的遗憾 他的修为虽然不高 只有尊者敬 但因为师父乃玄域玉主 不管他方家家主 还是周边的势力 对他都很是尊敬 甚至南荒八位圣人 也因为师父的原因 时常过来做客 言语之间 不乏对他有些讨好之意 这样的生活 对于以前的沈金库来说 是想都不敢想的 虽说他曾经乃是 地级沈家家族的分脉家主 但一个地级家族 分脉家主何其之多 像他这样的存在 连核心人员都算不上 随意一位至尊强者 都可以拿捏住他 圣人强者 那更是让他高不可攀的存在 哪像如今 圣境强者 在他面前 都要凭空矮上一头 方家宅院之中 沈金库端坐在院中饮茶 对于现在的生活 可谓是极其满意 就在这时 一道脚步声 游远极尽传来 来者 正是沈金库的新上人 方家家主之女 方宜 此时的方宜 神色之间带着极许忧色 他心事重重道 沈大哥 如今玄域各地都在传 钟卿前辈 陨落在了那位手中 你身为他的弟子 难道就一点不感到担忧吗 此话一出 在方家百万里之外 用神识搜寻 有关钟卿一切信息的亲弟 不由为之一愣 他现在对钟卿这个名字 有过激反应症 其之目光 第一时间看向了 百万里之外的方家 沈金库和方柔 瞬间进入到了他的视线之中 若是他没有看错 这沈金库 流淌的是他沈家血脉 也就是说 此人 是他的子孙后代 若是他没有听错 刚刚的女娃竟然说 他这个子孙 是钟卿的弟子 这钟卿 是正版吗 不怪清帝有这般想法 天下同名同姓之人何其多 随着越是了解 他越是能感受到钟卿的恐怖 那位可是能收拾三位大帝 当徒弟的无上存在 一个小小的尊者静 如何会与那等人物产生交集 与此同时 方家宅院中 端坐石桌前的沈金库 看向身旁的家人 缓缓饮了口酒 笑道 师父那等存在 早已非凡俗之人 不可否认 那奉天殿殿主 确实不同凡响 乃是世人眼中 高不可攀的一座大山 然而我坚信 师父不可能会败 对于沈金库来说 钟卿的超凡 早已在他心中 执下了无敌的印记 放眼整个三千狱中 也无人是师父敌手 所谓的师父 拜王在幽明帝君之首 必然是以讹传讹的谎言罢了 当然 他之所以如此淡定 也不全是因为 对钟卿的盲目自信 自钟卿前来玄狱之后 尾师干了不少惊天动地的大事 其在玄狱之中的地位 早已达到了无人能比的地步 若师父真出了什么事 玄狱妖族和人族高层 早已坐不住了 现在整个玄狱高层如此安静 进而可以验证 这不过是一个谣言罢了 在二人交谈之间 百万里开外的清帝 心中早已泛起了无边的波澜 如果说 先前他还有些疑惑 沈金库的师尊 和他印象中那个 是不是同一个人 那现在 他已经确认了 自家这位后代口中的师父 就是当今玄狱御主 钟卿 人物或许会重名 但敢和奉天殿殿主队上的 放眼当代 就玄狱御主钟卿一个 造化 当真是山崇水 富夷无路 柳暗花名又一村 此刻的清帝 心中狂喜 他和钟卿的因果 让他寝食难安 激进入魔 此次想要化解这段因果 他也是抱着九死一生的心态 然而 万万没想到 自己这位后代 竟然是那位的徒弟 这于他而言 无疑是一个转机 一个能和钟卿修补关系的 无上契机 想到这儿 清帝再也按耐不住 心中的躁动 其撕裂虚空 几个跳跃间 静止自空间中漫步而出 静止落到了方家小院之中 就这般出现在了沈金阔 和方仪面前 面对突如其来出现的清帝 方仪神色大惊 一脸警惕道 阁下是谁 出现在我方家 不知有何贵干 一旁的沈金阔文之 则是面色俱变 一夜二 不可无礼 此乃沈家老祖 清帝 不知老祖降临 有何指示 沈金阔心中惶恐 如果说沈金阔这辈子 最怕见到的是谁 那无疑是沈家之人 他原为沈家分家家主 身具重任 后来却被师父 直接以武力收服 成了师父徒弟 但与沈家之间 自此也就断了联系 某种意义而言 他这般行径 在整个沈家 已经可以算得上是叛徒 他先前一直担心 沈家之人 会来找他清算 然而后面随着时间推移 一直无人来找他麻烦 此事他也就暂且放下了 他是万万没想到 第一个找上自己之人 竟然会是沈家老祖 亲帝 此刻的沈金阔 当真如惊弓之鸟一般 心中惶恐到了极点 不可否认 师父厉害归厉害 但今日老祖若是来找他问罪 原水救不了近火 他安有命在 甚至不仅仅是他 整个方家之人 都恐会遭受到牵连 大帝之怒 可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的 沈金阔当即就要跪地 向自家老祖请罪 然而他刚起身 却是发现 一股柔和的力量 直接将他托起 膝盖却是怎么都弯不下去 亲帝漫步来到沈金阔面前 一脸和善道 乖孙你这是作甚 这慈眉慕善的眼神 和善的语气 让人如遇春风的笑容 当场就把沈金阔给干烧了 身为沈家之人 沈家老祖在家族中的地位 是毋庸置疑的 其早已成了沈家的信仰 乃至神话 记忆中的老祖 是高高在上的 是让人只能仰望的存在 什么时候 这般亲和了 这个时候 亲帝再次笑着开口道 乖孙 你且告诉我 你的师尊 是不是中卿 虽然亲帝心中已经肯定 但他还是忍不住 想要再次确认一遍 这话让沈金阔 脸色一变再变 脸上出现了一股死灰之色 果然 这所谓的和善只是表象 老祖 是因为他叛逃沈家来找他的 此刻的他 心中充斥着极许绝望 他一个尊者静 何德何能 能让老祖亲自出马 审判他的罪行 老祖 沈金阔有罪 我确实败了 中卿为师 但我没想过要背叛沈家 要杀要寡 惜听尊便 但还请老祖慈悲 莫要牵扯其他无辜之人 在一尊大帝面前 狡辩没有任何意义 到了这个时候 他唯一能做的 就是从容赴死 不给师父丢脸 用自己的死来平息老祖之怒 希望他莫要牵连无辜 傻孩子 说的什么傻话 谁说你背叛沈家了 你乃我沈家麒麟 更是我沈家的荣耀 便是老祖 也要以你为荣 谁敢说你有罪 你为沈家 立下大功了 此话一出 沈金阔是彻底傻眼了 老 老祖 你 你没和我开玩笑 他什么时候 成沈家麒麟了 他什么时候 成沈家的荣耀了 他干什么了 他什么都没干啊 就拜了中卿为师 老祖这帽子给他戴的 他承受不起啊 亲弟脸色一正 你看老祖 是像和你开玩笑的样子吗 随即他脸色软了下来 一脸称赞道 当初老祖第一眼看到你就觉得你有出息 好啊 现在看来 你果然没有让老祖失望 这话 让沈金阔脸色 瞬间变得古怪了起来 以他的地位 根本就没有和老祖对话的资格 若老祖觉得他真有出息 他这些年 何至于还停留在尊者境 老祖 你找孙儿 到底什么事 能否告知孙儿一声 你这样 孙儿 很慌啊 面对沈金阔的询问 亲弟笑容不变 那个 我和你师父之间 有些误会 你看 能否请你 帮我个忙 将这误会得解开 听到这话 沈金阔瞬间误了 怪不得自家老祖 今天的行为如此反常 原来 是老祖得罪了自家师父 若是如此 那今天所发生的一切 就都不足为奇了 沈金阔心中感慨 自家师父是真心牛逼 原本他以为 老祖都找上门来了 今日恐怕是在劫难逃了 关键时刻 还是自家师父靠得住啊 玄玉 玉竹府 随着中卿坐下 多了十三尊大帝 这段时间 整个玉竹府刮起的修行之风 并未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小 反而有愈发扩大的趋势 不管是十二魔将 还是麒麟小嘎 乃至一众弟子 全都感受到了一股无形的压力 这些日子 一个个都在拼命闭关修行 甚至便是和中卿 形影不离的夜姬和火妹 也加入到了修行大军 他们的修为 有很长时间不曾增长了 随着中卿坐下的高手越来越多 他们的实力境界 多少显得有些拖后腿了 中卿很喜欢这样的氛围 毕竟 这群弟子的修为 每增长一分 他的实力便强大一分 虽说如今双方差距相当明显 但是积少成多 从长远来看 这诸多弟子返还的修为力度 还是让人极其期待的 这一天 中卿正在玉竹府溜达 行至一片竹林之际 突然有下人来禀 狱主 门外有一来人 自称是您的弟子 说是有事求见 中卿微微一愣 稍一感应 便知晓了来者是谁 带他过来吧 下人领命而去 不多时便领了两人过来 这二人正是沈金阔和清帝 徒儿给师父请安 匆匆路临边 沈金阔躬身向中卿 行了一个跪拜之礼道 中卿挥了挥手 无需多脸 起来吧 随即他将目光 看到了一旁的清帝 对于清帝 中卿是有些印象的 当初对方和陈帝走在一起 两人关系看起来不错 不过 当时他的重心 全部放在了陈帝身上 对于此人 倒也没过多关注 随着中卿目光落下 清帝只感觉身上一尘 似有一万寝之力压在身上 他用眼神 示意自家 这位好大孙一眼 那模样好似在说 你倒是说些什么呀 沈金阔瞬间瞄懂 师父 我来介绍一下 这位 是我沈家老祖 清帝 先前老祖 不知陈帝和您有愿 和陈帝走得近了些 现在 他已经深刻地 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此次老祖前来 主要是想向您请罪 希望师父 莫要与他一般见识 随着此话一出 清帝连忙朝中卿 拱手行了一礼道 前辈 先前是在下有眼无珠 不识真神当面 若有什么冲撞得罪之处 还望前辈见谅 此刻的清帝 心中无疑是惶恐的 没办法 中卿的战绩太彪悍了 威势也极其惊人 今天若不能取得 中卿的谅解 他接下来的 恐怕都会活在 中卿的阴影之下 面对诚惶诚恐的清帝 中卿淡淡道 无需这般 我根本没把这是放心上 先前和清帝初次见面 对方的姿态 确实让中卿有些不喜 但双方之间 却是没什么仇恨矛盾 他还不至于 因为这一点点小事 将对方记恨上 而且从天眼看得出来 此人的确是有着 满满的道歉诚意 另外 不看僧面看佛面 看在沈金阔的面上 中卿自然不会与他为难 闻听此言 卿的心中悬着的大石 终是落了下来 他没想到 在他眼中事关生死的大事 就被这般轻易给接过了 他深吸口气 再次拱手道 前辈大人有大量 不与我一般计较 但在下 就是不能当什么事 都没发生过 若前辈不弃 我愿追随前辈 为奴为仆 任前辈驱使 指望前辈能够收留 双方因果已了 但卿帝却是 生出了异样的心思 若能抱上这样一只大腿 但凡对方稍微照拂一下 他日后的道路 必然也会畅顺许多 这一刻 亲帝是真心放弃了尊严 只要中卿愿意收留他 哪怕是当牛做马 他也愿意 面对投诚的亲帝 中卿暗暗思索了片刻 随即缓缓道 以你的身份 为奴为仆 不免有些作奖了些 你若愿意 今后便在我门下 做一个记名弟子吧 对方乃是一节大帝 即将突破二节之人 一旦助他突破 必然能再次返还一份强大的修为回来 这于他而言 无疑又是一份强大的助力 这话让亲的心中狂喜 先前他便有拜中卿为师之心 只是后面得知 他曾得罪中卿之后 那份心思就没了 只敢提出当为奴为仆 借此搭上中卿这艘大船 然而没想到 中卿竟然不与他计较 愿意收他为弟子 下一刻 反应过来的他连忙跪在地上 对中卿行了一个三跪九寇大礼 徒儿拜见师父 中卿副手而立 微微汗手 有一挥刺下一件仙气 为师看你即将要渡那二次地结 便赐你一件防身宝物 轻地看着身前散发阴云鲜光的仙气 整个人不可思议地睁大了双眼 什么叫做惊血 这就是惊血 他万万没想到 自己今日不仅能成功和中卿化解因果 还能拜其为师 更能被赏赐仙气 幸福来得太过猛烈 让他有种不真实的梦幻之感 这一天 他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离开的 只一个劲地抱着仙气 在那傻乐 一直跟随在他身边的沈金阔 有些看不下去了 老祖 能不能把你脸上的表情收一下 轻地回首 目光灼灼看向沈金阔 师兄 你说 我是不是在做梦 沈金阔被这称呼吓了一跳 当不得老祖如此称呼 轻地却是道 你逼我先入门 你叫我老祖 我叫你师兄 这有什么错 以后咱俩就各伦各的 你管我叫祖 我管你叫师兄 这一番话 直接将沈金阔给干沉没了 有了中青赐予的仙气 青帝很顺利成功渡过了二次地截 而这返还的修为 再次让中青感觉 自身的实力强大了不少 只是这股修为 依旧不足以让他真正突破地境 对于这一点 中青早有预料 毕竟 他的境界提升 和常人的有一点点不一样 小院之中 中青在思索接下来的道路 他来悬域 是来找真传弟子的 但这真传弟子 初是出现在悬域了 可现在却跑了 所以现在悬域的事情都尘埃落定 差不多该去找到寒跑跑 把他拿下了 不过在去之前 还有一件事 需要中青去解决 那就是他和凤天殿的因果 凤天殿五大殿主之一的 幽冥帝君死在他的手里 凤天殿怕是不会善罢甘休 中青虽然不惧凤天殿 但以凤天殿的能力 若是针对他身边的人下手 不管是仙江宗还是凤宇宗 可没多少反抗之力 有了威胁 自然是要提前抹除 而不是等到事情无法挽回之后 再想办法去弥补 想到这儿 中青决定走一走 不过在此之前 却是得找几个向导 中青想到了 自己新收的那些大地弟子 他眸光微动间 向着四季道场迈步而去 如今的四季道场 早已成为了 中青麾下众人的修行圣地 十四个大帝 正在给众人传经受道 讲述一些修行经验 为他们讲解 每一个境界的玄妙奥义 他们虽然入门晚 但境界却是超出了 其他人不知多少 这些修行经验 对于中青麾下一众弟子来说 无疑是极其宝贵的 一众师弟给一众师兄上课 这般现象 放眼整个修行界 恐怕也就中青麾下能发声 整个道场内 气氛极其和睦 这些人 都来自天南地北不同地方 有来自东狱 有来自虚狱 有本身就是玄狱的 若无意外 他们很多人的人生 大抵是没有交集的 然而现在因为中青 所有人汇聚在了一起 随着中青到来 师父 主人 公子 哗啦啦一群人 迎了上来 纷纷向中青行礼 中青汗手朝着众人挥了挥手 无须多脸 他眸光朝着众人扫视了一圈 不由满意地点了点头 一段时间没见 众人的实力 明显再度上长了不少 尤其是十二魔将 小嘎和麒麟他们 一个个寂静快要成胜了 最后 中青将目光放到了一众大地身上 红尘女帝上前拱手恭敬道 不知师父有何吩咐 中青 我准备去往凤天殿一趟 不知 你们谁愿意跟我走上一早 凤天殿 一位大地眸光微动道 不知师父前往凤天殿 所为何事 中青背负双手 缓缓道 我灭了那什么帝君 既然和他们已经有了这个恩怨 与其等他们找上门来 不如自己先找上门去 他说得轻描淡写 但一众大地内心 却是卷起了滚滚波涛 师父这意思 是打算去灭了凤天殿吗 有人神色震动 有人蠢蠢欲动 亦有人心中 好似有股热血在燃烧 这可是凤天殿啊 是称霸了整个下界三千遇 无数万载的存在 他们身为大地强者 在世人眼中 无疑是高不可攀 贵不可言的存在 然而在面对凤天殿 这个庞然大物时 却是有种 被压制到抬不起头来的感觉 这么多年来 凤天殿给人的感觉是 在我面前 是龙你的的盘着 是虎你得握着 无数万年以来 无人胆敢挑衅凤天殿的虎威 若是其他人说这话 众人必然是要嗤之以鼻 但中青说这话 他们的第一念头却是 凤天殿完了 这些人跟随中青虽然不长 但他们早已被中青 那神乎其神的手段 深深蛰伏 凤天殿虽然不凡 又岂能跟先比肩 师父 弟子愿随师父一同前往 十四位大帝 几乎没有任何犹疑 第一时间开口 公子 我姐妹二人 也想去见识一下 还望公子成全 这个时候 叶姬和伙妹同时开口 两双亮晶晶的大眼 充满息迹与期待 主人 你怎么能忘了我们呢 十二魔将 如今虽然实力低微 但帮助主人摇旗助威 还是能做到的 十二魔将同样在请求前往 主人 还有我 麒麟和小嘎 也跑出来秀了下存在感 这一下 让中青有些头疼了 他此行 不过准备找两个向导 怎么哗啦啦便涌出了这么多人 眼看凌峰等一众弟子 也有些蠢蠢欲动 想要开口凑个热闹 中青没给他们开口的机会 够了 就这些吧 随即对着凌峰等人道 至于你们 就安心在此地修炼即可 在他们看来 师父亲自出手对付凤天殿 这必然是足以载入史册的 乃至轰动天下的大事件 不能亲眼见证师父的英姿 这内心难免有些小遗憾 不过 他们也知晓 现在的自己 实力修为太差了 既然师父让他们好好修行 他们自然不能违背师父的意志 就这般 中青带着夜姬 火妹 十二魔将 麒麟 小嘎 乃至十四尊大帝 一大群人 浩浩荡荡一同出发了 随着一大群人开播 玉竹府中 鼠金碧手不由一顿 眸光悠悠间 身躯移动间 静止混入了队伍之中 奉天殿 一共有五大殿主 五帝坐镇天狱五方 镇压下界三千玉 此刻 三大殿主 齐聚天狱奉天殿中央总部 金碧辉煌的大殿之中 气氛微宁 为首一位胡发须白 身材壮硕的老者 端坐在大殿琉璃主座上 此人 乃是五大殿主之寿 九霄帝君 他眸光在大殿之中扫射了一圈 脸色有些阴异 沉声道 玉火明君 还没来吗 奉天殿五大殿主 分别为九霄帝君 玉火明君 深渊帝君 黑暗帝君 幽冥帝君 在九幽帝君下方右手边的深渊帝君文言道 这老家伙三千年前便去找寻地狱明火 到了现在 依旧联系不上 我看 此事也不用再等他了 就我们三个人 先一上一把 幽冥那家伙 道场都被人给掀了 这是在整个天狱 圣牌更是直接破碎 很显然 是被人给灭了 这是对我等的严重挑衅 上界四大仙门 轮流掌控奉天殿 这么多年来 向我等派往下界执掌殿主的 还从未有过陨落的先例 若是我等不能将凶徒绳之以法 只不定二十万年之七一道 于化仙门新上任那群杂碎 会如何嘲笑我等 若这是传回上清仙门 我等面上也无光 是已 凶手 必须得以最快速度给灭了 此话一出 位于他对面的黑暗帝君 神色一宁 此事 需要从长计议 幽冥帝君手段不俗 能斩杀他那人 实力非同小可 深渊帝君眉头一挑 怒声道 他实力再不凡 那又如何 难不成 还能是我等三人的对手 还能是上清仙门的对手 说话间 其一缕长发无风自动 眸光之中 闪烁着滚滚杀鸡 黑暗帝君神色一致 他耐心解释道 深渊 你闭关多年 近日方才出关 很多事情 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深渊帝君眉头微微一簇 不解地看向他 这话从何说起 下界三千遇 近段时间 发生了古今未有的天大变故 幽冥帝君被杀只是开始 你可知晓 最近整个下界之中 在短短数月之间 有十四人频繁争渡地劫 那又有什么 一群不自量力的蠢货罢了 真以为渡劫是那么好渡的 扎堆渡就容易渡过了 黑暗帝君摇了摇头 一脸凝重道 真让你说对了 这群人全都渡劫成功 一句话 好似滚滚天雷一般 在深渊帝君脑海之中炸响 你说什么 十四个大帝渡劫 全都成功渡劫 开什么玩笑 他经历而起 脸上浮现无尽金蓉 双目之中 闪过浓浓的不可思议之色 随其其目光看向九霄帝君 似在寻求一个肯定的答复 主作上 九霄帝君汉首 他说的没错 确实有十四个大帝 先后全部渡劫成功 而且 根据凤天殿传递过来的信息来看 致使他们渡劫成功的原因 是他们手中拥有仙气 此凤天殿 非比凤天殿 世人只知晓 凤天殿称霸下界三千玉无数岁月 却是不知 这凤天殿 从来不是一个势力 而是一件仙气 整个下域三千界 都是一件仙气 而凤天殿五大殿主 也不是亘古不变的 他们分别由上界四大仙门轮流执掌 每一个仙门 可以轮流派人执掌凤天殿二十万载岁月 目的就是靠着凤天殿仙气 开启天道榜 收集下界契域 而五大殿主 拥有一定操控凤天殿仙气的权限 若下界三千玉出了什么大事 一般而言 很难逃得过他们的耳目 也正是依靠这一点 四大仙门派遣而来的殿主 能够执掌整个下界三千玉 号称三千玉的主人 如果说 十四个大帝一起渡劫成功的消息 让深渊帝君不可置信 那仙气的出现 让他整个人陷入了无边震动之中 仙气 下界这等污浊平级之地 怎么可能会有仙气的出现 他喃喃自语 心中泛起了无尽波涛 要知道仙气之珍贵 纵然是在上界 也是极其珍贵罕见的 别看他们五大殿主 对奉天殿仙气 拥有一定程度的操控权限 但这操控权限 也有限的紧 只能依靠这仙气 帮助仙门收集气韵 乃至查探一些信息 九霄帝君抬手看向长空 随即缓缓道 说来此事 和幽冥帝君 那个蠢货脱不了关系 他密谋允仙秘境诸多岁远 却从来没想过要与我等分享 妄图独占允仙秘境之宝 可惜最后 陪了夫人又折兵 允仙秘境 全被一个叫中青之人所获 便是他本身 也被此人所斩杀 而那些大帝手中的仙气 便是出自中青之手 对于九霄帝君这等存在来说 哪怕不依靠仙气 要探清这些消息 并没有多少难度 不过真正让他心惊肉跳的是 根据奉天殿仙气传来的讯息 目前整个下界三千狱中出现的仙气 足足有十六件 这可是足足十六件仙气啊 十四位大帝人手一件都还有盈余 在他看来 这必然是中青自允仙秘境中所得 但凡当初幽冥帝君告知他们一声 一众殿主合力获取秘境 岂也不至于落得 现在这么个下场 而这天大的机缘 他们也能分润到一杯羹 是也 在得知这些消息后的九霄帝君 对幽冥帝君的死 毫无半分波动 甚至是暗恨其死不足惜 而当深渊帝君知晓所谓的仙气不止 一件 而是整整十六件之后 整个人瞳孔俱缩 说话都不理所了 多 多少 十六件 这幽冥帝君 真是该死啊 他赤红着眼 呼吸急促 脸上猙獰之色净显 活脱脱像是一尊自地狱之中爬出来的恶魔 他万万没想到 自己不过是避了一次关 在出现时 下界三千玉竟然连续出了这般天大的变故 行了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 这次将你们召集过来 便是想问问你们的意见 我不是问如何处置中青 而是问你们 如何处置这十六件仙气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深渊帝君问道 有些不解 就是话中之意 九霄帝君顿了顿 接着说道 我等遂为大帝 在下界三千玉中享有无上地位 但你们应该知晓 这并非是个美差 在这被诅咒的一重天中 从我们下来那一刻起 便已断绝了我们成仙的可能 而中青获取的 那秘境中能有十几件仙气 证明秘境来历 恐怖至极 说不得 这些机缘中 便有能让我等重续前路之法 此话一出 其余二人瞬间就怦然心动了起来 无论是仙气 还是续上前路 对他们有着无法抵挡的诱惑 也明白了九霄帝君的言外之意 那就是 将此事暂时隐瞒仙门 私吞仙气和中青 在秘境中所获得的一切 不然若是上报仙门的话 他们最多捞一点奖赏 至于纪元的大头 必然是被仙门真正高层给瓜分 根本就轮不到他们 只是心动归心动 他们并未完全失了理智 那人手里拥有诸多仙气 身边还跟随着诸多大帝强者 若是不上报仙门 凭我们之力 能够对付吗 黑暗帝君皱眉沉思道 九霄帝君 却胸有成竹地笑了笑 他目光灼灼 仙气何等珍贵之物 那人能将仙气 送与身边跟随的诸多大帝 根本原因定是在于 他完全没能力 催动这么多仙气 从这一点来看 他手中便是有一百件仙气 但和一件又有什么区别 而且他获得仙气的时间尚短 想来 不足以发挥仙气该有多威能 至于他身边的那些大帝强者 确实棘手 既不能直中取 我等何不屈中求 此话一出 不管是深渊帝君 还是黑暗帝君 全都不免露出了几分意思 两人同时道 何为屈中求 九霄帝君深吸口气 全身上下露出了 竟在掌握中的自信笑容 我等在下界三千玉 经营了十几万载岁月 每一个殿主麾下 都有一道三尊大帝级的追随者 若我等三人调动麾下力量 瞬间便能拉出数尊大帝强者 虽说玉火明君找不到踪迹 但他麾下 同样有两尊帝级高手 只要我等将其调动出来 我等帝级强者的数量 瞬间便能上升到十尊 十尊大帝 和中清麾下的十四尊大帝 固然存在着一定的数量差距 但我等目标 自始而终 便是针对中清一人 只要寻一个他落单的机会 十尊大帝一拥而上 届时 那中清纵然有仙气在手 在未能全部掌握 仙气威能的前提下 他拿什么来当 这个方案 极有诱惑力 不管是深渊帝君 还是黑暗帝君 全都怦然心动了起来 但是 两人心中 还是有着几分顾虑 黑暗帝君皱眉道 这一切的前提 都是建立在绝对理想化的情况 下方有可能成功 其中存在着诸多变数 就如 这中清的实力 我等并未彻底摸清楚 他对仙气的掌握程度 也只是我等的猜测 若是稍有失误 我等恐怕会陷入生死险境之中 九霄帝君摇了摇头 大盗之路 寸步难行 在我看来 只要有三成的把握 便可以以命相搏 而且 这事的成功率 远不止三成 在我看来 若能一切按照计划进行 至少高达八成 退一步来说 我以防万一 可以让追随于我等名下的 七尊大帝巨打头阵 我们三人 先静观其变一番 若真是不可为 纵然真的不敌 我等也可从容退走 届时 再请动上界之人出手 也不迟 是意 我等静可攻 退可守 这般情况下 还有何风险可言 好 在这般分析下 深渊帝君和黑暗帝君 眸光爆发 璀璨光芒 轰然叫好 他们先前 在得知中清的种种不凡之后 第一时间想的 便是禀告上界先门之人 然而现在 九霄帝君给了他们一个 全新的思路 让他们感觉 这仙气 他们自己拿了 也未尝不可 而就在三人召集人手 准备实行计划之时 中清一行人 已是跨越数百大域 一路风驰电掣前行 这一天 天狱之中 有一尊又一尊强者 从四面八方赶赴而至 每一尊 都好似一座深渊 散发着思思伟岸如渊的气息 每一尊 都极其强大 带着地级强者恐怖威势 这些 全都是奉天殿三大殿主 召集而来的高手强者 连着九霄帝君 黑暗帝君 深渊帝君三大帝君在内 一共十尊大帝 十尊大帝 这股力量超乎想象 按常理来说 足以推平整个下界三千玉 奉天殿总部之中 群攻殿宇之间 一宽大广场之上 九霄帝君毅力高抬 衣美飘飘 白发随风而舞 他看着如此多强者 心中豪情大涨 整个人净显神采飞扬 意气风发 这么多高手 只是用来对付一个中清 在他看来 完全绰绰有余 甚至都有些兴师动众了 但是 为了稳健 他觉得 这一切都是极有必要的 十尊大帝一同出手 只要能找到 中清落丹的机会 磨 也能活生生将中清磨死 出发 最后 他大手一挥 体内生出了一股久违的热血 对于他而言 这是能改变 人生命运的一场机缘 深渊帝君 乃至黑暗帝君 同样对此行期待至极 自从修为突破地境之后 他们以为自己这一生 很少再有让他们激动万分的事情了 但事实证明 他们错了 只要一想到那十几件仙器 他们内心深处 便忍不住一阵阵欣喜躁动 原本以为 此次下界之行 乃是一份苦差事 万万没想到 这等天大的机缘 就这般落在了他们头上 而就在众人准备离开之际 远处 一股股强大的气息 吸引了他们的注意 大地强者 在未曾刻意收敛 自身契机的情况下 生命磁场之强大 犹如夜空中的明月 白天中的太阳一般 钟卿等人刚刚进入天狱之时 便感应到了 十道地级强者的契机 这让他眸光微微一亮 天狱是奉天殿的大本营 不用想也知道 在这片地界 出现十尊地级强者 必然是奉天殿真正的精英高层 若是这些大地 散乱各地 他想一一搜寻出来 从而进行斩草除根之举 恐怕还要麻烦不少 费力一些 但没想到 老天都在助他 竟然让他刚来 便遇到了奉天殿高手云集的场景 他没有多言 带领着众人 直接跳跃空间而行 另一边 以九霄帝君 深渊帝君 黑暗帝君三大帝君为首的 一众大帝 眼神微眯 他们细细感应了一番 远方 传来了一位 又一位独属于大帝强者的气息 一尊 三尊 七尊 十一尊 十四尊 其他七位大帝 思绪莫名 他们接到三大殿主传训 说是要去办一件大事 至于什么事 三大帝君没说 他们也不甚在意 在他们看来 十尊大帝一同联手 什么是做不了 然而他们万万没想到 下一刻 就遇到了十四尊大帝 有人脸色露出惊容 在他们心绪震动之际 九霄帝君三大殿主 则是心头一震 体内躁动的热血 好似遇到了寒流一般 莫名冷了下来 十四尊大帝强者 这个数量 让他们有了不好的联想 下一刻 那不好的联想 成为了现实 随着空间连移一阵波动 中青的身影 静止从空间之中 漫步而出 而随着中青现身之际 一道道身影 同样自虚空之中 逾越而出 以耀红尘为首的十四尊大帝 在现出真身的第一时间 封锁了四周空间 一时间 现场之中 弥漫出了一股浓浓的肃杀之意 接近三十尊的大帝强者 在同一个地方相遇 这在整个下界三千遇 不说绝无仅有 纵观古今历史 那也是极其罕见的一幕 中 中青 九霄帝君 看着魏力众人之手的中青 眸光在颤动 双方虽从未见过面 但第一眼 他便认出了 这便是他们此行的目标 他没想到 近来在整个下界三千遇 搅风搅雨的人 竟然这么年轻 更让他没想到的是 自己一行人 正密谋 想要对付洛丹的中青 这人刚刚集合完 还没开始行动呢 对方就带人找上门来了 这让他的心 静置跌到了谷底 身上 泛起了无尽的寒意 三大殿主 实力都只是在二节大地层次 其他七尊大地 都是普通大地 乃至一节大地 而反观对面一方呢 光光二节大地 便多达七尊 其中七尊 也全部渡过了一次地节 不管从数量上 还是质量上 双方之间 都不在一个档次上 这还怎么打 冷汉 顺着他的额头 静置滑落 就在这时 斗地在一旁蠢蠢欲动开口道 师父 可要我等直接出手 灭了这群杂碎 在他看来 师父有事 弟子扶其楼 而且 他早就看奉天殿这群人 不爽多时了 只是以前的他 势单力薄 面对奉天殿之时 只能远远退避三射 但是现在 人多势众 变成了他这一方 正所谓 只有起错的名字 没有叫错的称号 他为斗地 天生畏战而生 正好 他突破二节大地不久 其体内的战血 此刻已经在蠢蠢欲动了 随着此话一出 钟卿麾下的一众大地弟子 也在纷纷请战 然而 钟卿麾了挥手 不用 你们在一旁 为我略阵即可 这一幕 看得三大殿主一方 面色阴沉 他们已是七人 什么时候 他们变成了 能随意被人挑剪拿捏的软柿子了 然而 到底是大地级人物 其很快便从诸多不适的情绪之中 强行让自己冷静了下来 如今 钟卿带领大队高手旗帜 这时 必然是不能善了 双方 今天必然是要有一方倒下而结束 若这钟卿 让一众大地一拥而上 他们还真没有半点机会 但如今 其显然是想要亲自出手对付他们 这 就给了他们反败为胜的机会 三大殿主相互对视一眼 皆从对方眼中 看到了彼此的心意 擒贼先擒王 局势 完全超出了他们的掌控之中 他们如今 已然没有半分退路 必须得进行殊死一搏了 三大帝君暗中传音众人 务必全力以赴 争取第一时间 擒祝中卿 只有这样 他们才能拥有绝地翻盘的机会 这点小动作 又岂能瞒过中卿耳目 不过他未曾在意 如今他的实力 比之和幽冥帝君对战之时 早已不可同日而语 他也很想看看 这十尊大帝 能否挡住他的锋芒 想到这儿 其脉步一跃间 直接动了 哄 杀声全一出 中卿体内 气血好似真龙在怒吼 周身伟力汇聚成一拳 这一拳 天上地下都好似要陷入往生轮回 九天十地都好似要为之崩塌锻炼 一拳 好似要崩断万古长空 动手 随着中卿动手之际 九霄帝君一声大喝 下一瞬间 十尊大帝 一起动了 天地之间 好似生腾起了十尊大日 一股股灭是凶威 叠加在一起 诸多地气被祭出 无上秘法被催动 恐怖的杀机弥漫天际 整个天狱 都好似要坍塌了 亿万生灵惶恐 周边数域一些高手 纷纷动容 这 这天狱之中 到底发生了何事 这么多恐怖地级杀机 这是要将天穷给打穿吗 有强者骇然 灵魂忍不住战力 脸上露出无边惊恐之色 大帝之威 太过恐怖 这么多大帝根本不敢留守 一上来便使用了最强杀招 这片天地 静止被打到尸声 一片又一片空间在崩塌 变成了无尽真空地带 整个天狱 在这一刻仿若 被按下了暂停键一般 这场景太过骇然 在诸多地级强者的杀招下 时间 都好似陷入了停滞 与此同时 天狱 一片长空之中 空间连一波动 一道身材魁梧 气急雄昏的身影 自空间中踏步而出 岂为凤天殿的五大殿主之一 玉火明君 这下借三千玉 到底发生了何事 九霄帝君这群老家伙 竟然患了这么多次 在他喃喃自语间 其整个人莫名一致 天狱中央 那恐怖的地级强者之战 让他意识到 凤天殿出事了 到底是谁 吃了龙心凤胆了吗 竟然敢挑衅凤天殿权威 玉火明君神色一宁 第一时间朝战场赶赴而去 身为凤天殿议员 在得知有人前来作乱 他自是不能做事不管 与此同时 战场之中 在无尽杀招中 一道晶莹如玉 散发着莫名阴晕之光的拳头 强势出击 在此拳头之下 所有杀招纷纷被轰散 所谓的地气 就好似纸糊的一般 静止被打成了渣渣 轰 一尊又一尊大地 在这拳头之下 静止炸开 纷纷化成了血雾 洒落山河大地 九霄帝君 深渊帝君 黑暗帝君等一众大地 瞳孔俱缩 这一拳 给他们的感觉太过恐怖 让他们生出了一股 无处可逃 无处可躲 无法抵挡的恐怖压迫感 死亡的危机包裹了全身 内心深处 更是生出了无尽惊具 这是 什么力量 他们头皮发麻 内心在嘶吼 十尊地级强者啊 一同打出的禁忌杀招 竟然伤不了对方嘶吼 直接就被这般轻而易举地化解了 要知晓 对方这还是在未曾动用仙气的情况 在他们看来 中青最大的底牌 也曾动用仙气便能爆发出这般神威 这 当真是他们可以对抗的存在 然而 这个时候 他们已经明误得太晚了 随着中青一拳彻底打出 天地之间一片寂静 十尊大帝 在一个个目自欲裂 惊骇欲绝中 直接被一拳打成血污渣渣 连反抗逃窜都成了奢望 全部尸骨无存 神魂俱灭 这 俨然是一种全面碾压的战斗 这一幕 直看得中青麾下一众大队 眼神直突突 太 太凶残 残了 此时 一个个看向中青的眼神 不由在天几分尊崇和敬畏 中青这一拳 在他们看来 其所代表的含义 远不止表面看起来这么简单 奉天殿 称霸下界三千玉 无数载岁月 独属于奉天殿的荣光 在这一拳下 直接迎来了终结 也就是说 中青 一拳 终结了一个时代 一拳 打乱了整个下界三千玉的势力格局划分 而他们 则成了时代的见证者 哪怕他们存活了无数岁月 此刻也不由感到体内血液在躁动 而中青并没有他们那么多复杂的心思 在他看来 自己和奉天殿的人有过节 他只是单纯地想把这因果给了断罢了 至于这过程 比他想象中的 还要轻松得多 不过 这事 似乎还没完 他目光看向远方虚空处 空间中 藏匿着浴火明君的身影 此刻的浴火明君 脸色发青 嘴唇发紫 浑身在战里 整个人不自觉吞咽了口唾液 这 可是整整十尊大地竞强者啊 一拳 竟然被一拳就给打没了 下界之中 什么时候多了这么一个恐怖的存在 原本的他 还想看看到底是哪个不知死活的东西 敢来挑衅奉天殿的权威 但现在看来 这分明就是猛龙过疆啊 也幸好 他速度慢了一步 如若不然 待他冲入战场 他毫不怀疑 自己绝对已经成渣渣 一想到中青刚刚展露那一拳之威能 即便是一阵心有余悸 但很快 即便反应过来 这尊凶神 竟然直接覆灭了奉天殿一众顶尖强者 很显然 此番是来寻仇的 若是让他发现自己的存在 自己安能有命在 逃 这一刻 他心中只有一个念头 那就是 有多远逃多远 甚至连心中半点复仇的想法 都不敢生出 靠着上界先门给的那点资源 他玩什么命啊 只是 还不待他有所行动 浴火明君便感觉到 有一道契机 直接锁定了他 这让他身躯一江 静止下出了一身冷汗 他有预感 他有所异动 迎接他的 必然是雷霆一击 一想到先前对方展现出来的手段 他完全不敢赌 是对方的杀招快 还是他逃跑的速度快 怎么办 浴火明君只感觉自己 遇到了成帝以来 最大的生死危机 稍有不慎 他恐怕就要追随九霄那几个老家伙去了 生机在何处 活路在哪里 他的大脑在疯狂转动 他的思维在超负荷运转 最后 还真让他想到了一个办法 看来 只能用压箱底绝招了 正所谓 打不过就加入 只要投降得足够快 相信便能有机会 争取到活命之机 想到这儿 他双腿一弯 直接跪了下去 朗生高呼道 前辈 前辈切莫动手 先前的我没得选 现在的我 只想跟随前辈 侍奉前辈左右 还请前辈给个机会吧 这一幕 让钟卿莫名一愣 如此丝滑流畅的贵姿 这是认真的吗 不由的 他睁开了天眼 然后 他发现 这家伙 还真是成心投诚的 一时间 他不由沉吟了起来 这家伙 乃是二节大帝修为 似乎留着他 比杀了他 要更加有用得多 不过 人心一变 最不可测 难保今后 对方起什么一心 他背负双手 缓缓道 我该怎么放心用你 浴火明君文言 心中大喜 知晓这位凶神 对他的态度 已有所改变 只要自己表现出 该有的态度和价值 今日 他就能活 念头即此 他当即指天立下 天道誓言道 浴火明君 在此指天立誓 愿奉大人为主 尊大人意志为先 但凡生有二心 必让我万劫不复 不得好死 天道誓言 无疑是天下间 最为诚心可靠的契约 对方的识时悟 让中卿想下手 都没机会 就这般 整个奉天殿高层 以十死一头的方式 而结尾 中卿和十尊大帝的一战 过程虽然短暂 但所造成的破坏 无疑是极其恐怖的 整个奉天殿总部 基本全被夷为平地 大帝之上 满目疮痍 入目所及 不管是山川大帝 还是洞天福地 全都变成了一片焦土 徒留少许残渣废墟 裸露在外 这般情况 让身处长空中的中卿 嘴角微扯 有些莫名心疼 毕竟 这里面有不少修行物资 对他那些弟子 可谓是有着极大的帮助 这也是他战力 强大的一个弊端 当战力和境界不匹配时 很难去把握其中的度 这一次 他甚至都没动用权力 十尊大帝就直接没了 整个奉天殿总部 就给打成渣了 不过奉天殿五大殿主 坐镇五个不同的方位 如今奉天殿高层死的死 投降的投降 倒是可以去其他大地道场 搜刮扫荡一番 这一点 十二摩江 齐林和小嘎表示 自己是专业的 一时间 中卿带来的众人 有了用武之地 他们分批次打扫着战场 扫荡着不同大地的道场 接受着奉天殿的遗产 而新加入中卿麾下的玉火明君 知道是该到自己展现价值的时候了 主动向中卿请英 带人抄起了奉天殿诸多大地的家底 在天道誓言的约束下 中卿也不担心他会跑路 这是个狼面 在他的带领下 跟随他的人 对着很多宝库一抄一个准 狠起来 连自己所在的道场都没放过 一日清晨 战火的硝烟已然散去 玉火明君一大早 便找到了身处废墟之上的中卿 属下找到一件宝物 预献给主人 他双手成衣物 高举过头顶 双膝跪地 身躯笔直 弓身跪拜道 中卿向下看去 但见对方手中之物 通体呈黄色 看起来好似一块三尺石镜 上面刻印着一个个 玄奥深邃古朴的符纹 里面承载着极其浓郁的气韵之力 他能感觉得到 这些气韵之力非同反响 若是全部炼化出来 足以凝聚出不菲的气韵结晶 对于气韵结晶的妙用 中卿可谓是深有体会 这让他有些讶异 这是何物 回主人 此乃上界 上卿先门所赐的天地玄剑 是根据奉天殿仙气 核心阵法炼制的防瓶 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操纵奉天殿仙气 收集气韵 这话蕴含的信息量有点大 也让中卿眉头 不由深深一皱 你是说 在奉天殿背后 还有一个上界先门 是的 主人 中卿嘴角微动 他此次前往天狱 本就是抱着解决因果而来 但是现在怎么感觉 刚解了一环因果 又多了一环 可这个那套娃呢 陈寅片刻后 中卿缓缓问道 你口中所谓的上卿先门 实力如何 这话 让玉火明俊有些诧异了起来 上卿先门 在上界之中 也是威名赫赫 响彻八方的存在 在他看来 中卿能一拳 直接将十个大帝干掉 这 甚至都不是三节大帝 可以做到的 一个超越三节大帝的存在 怎么可能不了解上卿先门 显然 在他潜意识中 如此实力之人 必然是来自上界 在下界 是万万不可能 诞生出如此恐怖的存在 不过心中 虽然疑惑 玉火帝君 却是不敢多问 直老实道 上界之中 分一 养两级之地 阴级之地 当以上清先门 羽化先门 造化先门 太清先门 四大先门为尊 上清先门 传承久远 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 先门老祖 放眼整个上界之中 也是为数不多 幻古朔经的先人强者 先吗 中卿不由感受到了一股压力 先之存在 在下界三千玉中 一度成了飘渺传说的存在 先这个词 在世人眼中 更成了近乎无敌的代名词 中卿自信 以他现在的实力 大地境内 纵是三节大地 自己也能占而胜之 但先级和地级 完全就是天和地 两个概念的存在 以他现在的实力 对上先级人物 也不知道打不打得过 当然 压力是有 中卿道 也不至于怕了 他毕竟还掌控着 这么多的底牌 而且 从玉火明君的话中 中卿解析出了 另外一层意思 纵是在上界之中 仙人 也是极其稀少的存在 思绪交加间 中卿心头 很快又被新的疑惑 所占据 你说 这天地玄剑 可以操纵凤天殿仙气 收集气域 又是何意 听到这话 玉火明君组织了 一下语言 随即这才道 这凤天殿 原本并非指某个势力 而是整个下界三千玉 本身所处在 一件仙气空间之中 而这仙气的名字 就叫做凤天殿 此话一出 中卿恶然 心中泛起了不小的涟漪 也就是说 整个下界三千玉 都是身处一件仙气的 内部空间之中 那这空间 该有多大 怪不得 这个世界 在他看来 存在着诸多不合理的地方 天上虽有日月星辰 但哪怕到了地级强者 也从未能突破 天穷数负阻碍 没入星空中去 横跨星空而行 若是一重天之地 都是身处在仙气 内部空间之中 那这个现象 倒是能够解释了 与此同时 玉火明君继续道 上界四大仙门 依靠奉天殿仙气 一手打造了 天道榜的诞生 就是通过天道榜 来收割下界气韵 而这天地玄剑 主要的功能有三个 一个作用 是开启天道榜的钥匙 第二个作用 是可以通过它 观测奉天殿仙气内 所发生过的人和事 第三个 便是承载 因天道榜 而产生的气韵之力 随着玉火明君的 不断讲述 又再次解开了 中青心中 一个困惑已久的谜团 原来 天道榜的诞生 真是人为操控的 目的 就是为了收集下界气韵 果然印证了那句话 天下一切免费的东西 早已在暗中标注了筑马 再无数人还在为上 天道榜沾沾自喜 在为天道榜的奖励 而欣喜雀跃之际 殊不知 这幕后的黑手 早已露出了 猙獰的嘴脸 在背后 享受着那陶贴盛宴 中青很快压下了心中思绪 目光再次看向了 天地玄剑 对于天地玄剑的 其他两个功能中青 并不在意 他手中 并非没有仙气 甚至不止一剑两剑 但他在意的是 其内部拥有的 气韵之力的数量 到底有多少 随着中青修为越高 实力越强 他越能感受到 气韵的妙用 当他将浴火明君 手中的天地玄剑接过 神石 往其中一扫之后 一时间 哪怕以他的心性 也不由为之一致 天地玄剑之中 空间极大 绵延无边的气韵 几乎凝结成了 淡黄色雾气 一般来说 气韵不可循 更不可见 能化成肉眼可见的东西 已经天下罕见 然现在这弥漫天际的数量 中青估算了一番 若是炼化成气韵结晶 怕不是比他先前一众弟子 八榜天道榜 得到那一块 还要大上数百倍 要知晓 先前中青 只是随便赐予了 奉奥天一丁点 就直接让他 乃至整个三眼 奉犬一族 从低谷恢复到巅峰 虽然先前他便知晓 这天地玄剑里面 蕴含着浓郁的气韵之力 却也没想到 竟然多到 这般离谱的程度 只此气韵之力 中青便觉得 这当是自己此行 最大的收获 一时间 哪怕以他的心性 也不由泛起了丝丝涟漪 他看向浴火明君 这是你们在下界 收集了多久的气韵 回主人 十几万年 马上快二十万年了 怪不得 若是如此 也就不足为奇了 天道榜 每千年开启一次 每次 笼罩下界三千余地减 这么多年的积累 气韵庞大成这般模样 那就不足为奇了 你就这么把他送给我了 不怕上青先门怪罪 中青收起天玄宝剑 随意问道 然而 这随意之言 却是让浴火明君 吓了一大跳 他连忙汗手 我只知道 一日是主人 终生是主人 为主人服务 是属下的天职 和荣幸 至于以往的一切 在我认主人为尊之后 早已如同过眼云烟 随风而散了 这家伙 当真是个人才 这求生欲 直接就给拉满了 倒也不怪他如此 被上青先门青 算是日后的事情 但此刻 若是不实声托底 现在就要莫得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 要红尘 斗帝 古帝 清帝 十二摩江 麒麟等人 相继从四面八方归来 他们一个个脸上 洋溢着兴奋之色 看起来 这一次收获不错 对于他们的收获 中青并没有过多询问 也没有任何 要收缴的意思 这些人 不是他的徒弟 就是跟随他多年的老人 他们的实力 若能因此大幅度提升 对于中青而言 无疑是好事 虽说在众人之中 真传弟子 在他心中的比重 占据较大 培养众心 也必然是要 放在真传弟子身上 但如今 在玄域的几个真传弟子 他们缺的不是资源 而是对自我的磨练 不是谁都能和挂臂相比的 修行之路 想要成为真正的强者 天资和资源 虽然重要 但若 没有相匹配的心性 一味地拔苗助长 终究不是长久之计 随着众人打扫完战场齐聚 这一次凤天殿之行 也算是达成了一个 相对完美的落幕 至于为何说是相对 那是因为 在这凤天殿的背后 还有一个 屹立在上界的强大仙门 对于这面了 还有后台 让中青心中 始终有那么几分烦闷 但兵来将挡 水来土掩 也并不惧怕 而在经过几日的酝酿之后 凤天殿覆灭的消息 以天狱为中心 以狂风巨浪一般的速度 向周边诸玉浮射而去 刹那间 诸多大玉 亿万生灵 掀起了无尽的喧嚣哗然声 这可是凤天殿啊 几大殿主 乃是二节大地的无上存在 就这么被人给灭了 这个消息 保真吗 有人吞咽着唾沫 心灵遭遇到了 前所未有的冲击和震撼 然而这话一出 很快便被无尽浪潮声淹没了 以凤天殿的威势 若非真实发生 谁敢造这般离谱的谣言 谁敢传得满天下 到处是 到底是谁 谁有那么大本事 能将整个号称 三千玉主人的奉天殿 给掀了 很快 随着这则消息流传的同时 中卿的名号 也第一次出现在世人面前 如果说 先前的中卿 名号仅仅局限在 虚域和玄域之中流传 那现在 其直接以无上之姿 闪亮登上了 三千玉这个舞台 一出手 就是王炸 借着奉天殿的肖王 彻底名动三千玉 前玉 家财无数 富到流油 据说家中临时可扑 满一玉的钱 多多在听到这则消息后 整个人莫名一致 此刻他的手中 握着一幅画像 画像之上 一白一男子 副手凌空 漠然而立 飘飘然似折仙凌晨 下面大地窗移 山河破碎 还有战火 和浓烟在弥漫 画像男子 可不正是中卿 院落之中 前多多仆从 来附小声道 少爷 你未曾修行 已经看了一整天了 该吃饭了 前多多闻言 目光有些失神地 从画像中移开 一脸落寞道 来附 本少爷一直不相信 这个世界上 会存在我用钱 砸不动的人 但现在 这个人 好像出现了 你说 当初明明看着 不咋滴的人 怎么会拥有 这般变态的势力 那么大一个奉天殿啊 他一个人 直接给干掉了 来附文言 眼中流露出了 诸多复杂的神色 那是不敢置信 乃至有 思思后怕之色 姚记得先前少爷 和这人相遇 御用一件盛器 和其交个朋友 更是愿意开出天价 只为买其身上的 允仙秘境钥匙 但那人 直接拒绝了 他当时 还在心中暗觉此人 好生不实抬举 但谁能想到 对方竟然是一条 隐藏于世的真龙 这样一位无上存在 少爷当时的举动 可谓是冒犯至极 也就是对方 当时没有计较 如若不然 但凡触怒了对方 他家这少爷 哪怕有无尽财富 连带着他们 这群守卫 恐怕现在坟头 都开始长草了吧 真欲 曾和中青 有过一段善缘的剑铃儿 端坐在庭院中 他单手脱腮 精致的五官 显得有些呆萌 一双亮晶晶的大眼 写满了不可思议 他一直知道 自己和中青前辈 一直是两个世界人 也一直知道 自那一别之后 双方之间 便再也难产生交集 不曾想 再次听闻 中青前辈的消息之时 竟会以如此 天经地裂般的方式 从今以后 中青前辈 恐怕要成为 整个下界三千狱中 所有人都要仰望的高峰了呢 他仰望长空 长长的睫毛眨压眨 一双大眼 好似夜空中 闪亮的星星 忽闪忽闪的 一张翘生生的脸蛋上 有开心 有祝福 还夹杂着少女 一丝莫名的思念 一座荒无人烟的大漠之中 正在闭关 修复天机令的古尘仙 同样听到了 关于中青的事迹 这让他不免瞠目结舌 师父 这是直接捅破天案啊 身为二重天之人 他知晓凤天殿的人 隶属上界四大仙门 如今 掌权者为上青仙门 这上青仙门 形势最是霸道 实力也是 二重天霸主即存在 若是让他们知晓 下界发生之事 恐怕不会善罢甘休 师父虽然不凡 来历也神秘的景 但若是 贸然对上这上青仙门 一个不慎 怕是会有凶险 不行 我得必须尽快修补体内天机令 重返上界 拥有杀神禁忌之法 上界才是我成长的乐园 只有前往上界 我才能以最快速度提升实力 如此也才能更好地 助师父一臂之力 而且 有些事 也是时候 该去做个了断了 快了 再给我一点时间 天机令 就快修复好了 古尘仙闫门之间 再次陷入了闭关之中 修补起了体内的天机令 与此同时 上界 一片蔚蓝海域上空 屹立着一悬浮于半空的 仙山之岛 岛上神光闪闪 仙气密布 造化之气横生 紫烟渺 道运弥漫长空 当真称得上是仙家之所 大造化之地 一岛屿之上 盘坐着一身躯 修长剑朔 虚发齐白 闭目养神的男子 大人 大事不好了 我上青仙门派往下界的店主 无死其次 下界之中 似乎发生了 某种天大的变故 一中年男子 匆匆来禀 闻言 男子眸光一动 赫然睁开了双眼 一双眸光 散发着一股 超越普通地级强者的摄人威势 他声音不带丝毫感情开口道 意义非凡 数十万年才轮到我仙门收集一次 哪怕五大店主 全部死绝 此物也不能有任何损失 是 大人 此时的中青 并不知晓 因为他的缘故 整个下界 已然发生了今天的波澜 便是上界的太清仙门 也有人已经被惊动了 当然 他现在也没心情 理会这些了 恭喜宿主 检测到韩跑跑出现在黑玉之中 宿主是否要前往收徒 系统久违的提示声 在中青脑海中响起 这话 让正准备带领 众人打道回府的中青 眸光不由一亮 任何一位真传弟子 对于他来说 都有着非凡的意义 是他成就无上大道的重要根基 别看如今 一众真传弟子 看起来已经给他提供不了多少助力 但这群真传弟子的真正发力期 不是现在 而是未来 每一位真传弟子 对于中青来说 都是可遇不可求的 除了当年 闹到反目成仇的沈流云 任何一尊真传弟子 中青都不会轻言放弃 原本中青还以为 想要找到韩跑跑的踪迹 还需要一段时间 但如今 有系统助力 他觉得 是时候该将这伙收归门下了 这个时候 他都在想 是不是因为 自己获得了天地玄剑里面 蕴含的这庞大气韵之力 这才让自己这么快 得到第七位 真传弟子新的提示声 果然 气韵庞大者 自有天助 古人成不起我 中青心神有些激动 大手一挥 出发 前往黑运 这话一出 跟随在中青身边 化身成志同的麒麟小黑 眸光一愣 主人 是不是说错了 我们不是 应该去往玄狱吗 在他看来 如今奉天殿之事 已经了结 这一波 大家赚了个盆满钵满 按照常规 这一波 大家不应该回玄狱闭关 消耗此次 收获所得 提升实力吗 此刻的中青 心情大好 笑着解释道 先往黑玉一趟 我收个真传弟子 这话一出 红尘女帝等人 瞬间羡慕极了 如今 他们跟随中青 也有一段时间了 自然知晓 真传弟子 在自家师父心目中的分量 不夸张地说 他们虽为大帝之身 但见了 尊者静的林峰等人 也得恭恭敬敬 行个师弟之礼 而且真传弟子 和他们这些 记名弟子的差距 可不仅仅表现在 这些繁文礼节之上 若是可以 他们甚至愿意 以大帝修为 换取一个 真传弟子的机会 这是哪个信任 竟然能有幸 让师尊亲自前往 准备收徒 唯独红尘女帝 若有所思 先前允仙秘境 开启的时候 自家师父便说过 他在等一位真传弟子 该不会是 那韩跑跑吧 一想到韩跑跑 红尘女帝面色 便有些古怪 在地级强者眼中 一般有地级之下 接楼椅的说法 而韩跑跑 是为数不多 地级之下 让红尘女帝 刮目相看的存在 相比起人心思动的众人来说 十二魔将想得 便比较简单了 不管主人干什么 他们都会紧跟其后 甚至从不会追根原究 在中卿的带领下 一行人浩浩荡荡 直接改道 前往黑域 十五位大地强者随行 只为去收一个徒弟 这般阵势 可谓是空前强大了 然而 当中卿带着一行人 来到黑域之后 系统提示声响起 检测到韩跑跑身处明域 宿主是否要前往收徒 这一下 中卿眉头彻底皱了起来 系统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先前才让我来黑域收徒 结果来了之后 你让我去明域 你确定 没再耍我 绝对没有 宿主 系统的声音 让中卿诧异了起来 他知道 韩跑跑本领不凡 手段奇特 却没想到 在自己赶赴黑域的这一会儿 他就又已经到了明域 这韩跑跑 不会于这个名字 是真能跑啊 然而 刚到明域后 系统提示声再次响起 韩跑跑身处 数百万里外的金域去了 这 哪怕中卿涵养再好 这个时候 也差点忍不住爆粗口 这徒儿 是他们窜天猴吗 这里蹦到那里 那里蹦到这里 中卿只是思索片刻之后 毫不犹豫 直接带人 再次前往了金域 当一群人浩浩荡荡 赶赴数百域 前往金域后 系统弱弱的声音 再次传来 检测 道韩跑跑 已经前往上见 见 艺宿主 前往收徒 再次听到系统的提示声 中卿整个人都不好了 这未来徒弟 还真上天了 原以为是师徒之间的奔赴 结果韩跑跑 跟他玩一出 嫦娥奔月的戏码 好家伙 这么玩是吧 中卿脸色很黑 先前的好心情荡然无存 你可真能跑啊 不过 中卿对这未来徒 可谓是志在必得 他大手一挥 去上见 这话一出 众人傻眼了 师父 我们不是 来寻那真传弟子吗 难不成 他跑到上界去了 红尘女帝不可置信道 中卿黑着脸点了点头 师父要说的徒弟 可是那喊跑跑 红尘女帝再次道 这没什么好隐瞒的 中卿再次汗手 得到确认的红尘女帝 一张精致的小脸上 写满了洞容 这怎么可能 以前的飞升之路 大胜之境 便能自下界飞升上界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飞升之路愈发艰难 到了现在 哪怕一节大帝 也没敢有勇气尝试 唯有二节大帝 方有可能度过飞升节 他一个准地 怎么可能前往上界 这话让中卿有些讶异 这飞升之路 这么艰难的吗 也难怪红尘女帝 这一群地级强者 还待在一重天 一旁的浴火明君 摇了摇头 女帝此言差也 此话一出 红尘女帝有些不解 此话何解 浴火明君摇头道 自一重天到二重天 根本不能说是飞升 不是飞升 那是什么 红尘女帝等人问道 因为一重天和二重天之间 并非是你们所认为的那样 传统意义上的 两个不同位面 而是一重天也好 二重天也罢 其本身只是两件至高仙气 浴火明君151时解释道 化身一重天的至高仙气 叫做凤天殿 化身二重天的至高仙气 则叫做天机牌 所以无论是你我 还是二重天的众人 其实都只是 生活在凤天殿和天机牌 这两件至高仙气的空间中罢了 而你们所谓的飞升 只是从这一件仙气中 跳到另一件仙气中罢了 所谓的飞升节 其实就是进入二重天 需要经过二重天 仙气天机牌的考验 获得考验之后 体内便可凝聚天机令 相当于获得了天机牌的认可 便能在二重天生存 不会被排斥 以前这个考验 大圣境便可通过 但因为凤天殿这件仙气 是被诅咒过的仙气 又加之两件仙气 虽然是两个不同的个体 但空间在某种程度上 又是互通的 故而在很多年前 二重天众多大能 联手在两空间连接处 布置了天幕 防止一重天的诅咒 污染二重天 故而 原本大圣境便可进入二重天 变得需要二重捷径 才能进入 因为天幕的出现 间接导致了 通过二重天的考验 变得无比艰难 当然 在有天机令的情况下 就要轻松很多 不仅不用再经受天际牌的考验 天幕的压力也会减少很多 这话一出 一众大地愕然 这简直颠覆了他们 与生俱来的认知 这不就是有一天 别人告诉你 你原本以为的事件 根本就不是那样的 世人口口相传的 飞升之路 真相竟是如此 所谓的一重天和二重天 居然不过是两件之高仙气 那这仙气的主人 是谁 其中 到底又牵连着什么样的故事 众人站在原地 原本地级的他们 一时间只感觉自己 太过渺小 惊讶不已 他虽然已经知道了一重天 就是奉天殿这件仙气 但现在看来 也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红尘女帝 平复了好久的心情 随后接着问道 请问一重天的诅咒 到底是什么 浴火明君面色 有些复杂 随后说道 具体诅咒不可知 我等小人物 更不知何人所下 但能够确认的是 因为这个诅咒 其内生存之人 断绝了登仙之路 二重天 也是为了避免诅咒 传染到二重天 所以才不下天幕 所以上界之人 若无必要 也是绝对不会 轻易进入下界的 什么 这话一出 好似识破天惊一番 在众人心中 可谓翻起了 无边惊涛骇浪 那这岂不是说 他们这些人这一生 今后都无缘 仙徒 怎会如此 有人喃喃 心态险些直接炸脸 他们这一生 如履复兵 一步一个脚步 向上攀爬 目的为何 还不是为了成仙 然而如今 有人告诉他们 凡是生存在 下界三千玉之人 终生无妄成仙 这让他们 怎能再保持淡定 那你 有人对这诅咒的 真实性保持怀疑 又有些疑惑 浴火明君 明知下界有这诅咒 为何还会下来 浴火明君苦涩道 我理解你们的心情 没几个人 在知道自己 前路断绝之后 还能保持镇定 至于这诅咒的真实性 我无法给你们验证 但是不管你们相不相信 这诅咒确实真实存在 甚至 上界之人 有些势力将下界三千玉 当成一个被流放的牢笼 至于我为何会自断前路 出现在此处 我只能告诉你们 人生不如一之是十有八九 有些事情 不是你能控制左右的 似我这等存在 别看在下界三千玉 是亿亿万生灵 为之仰望的存在 但我本身 也不过是上界大能 选中抛弃的弃子罢了 这也是他能毫无心理负担 投诚中卿的重要原因之一 对于上界先门 他根本就没多少归属感 浴火明君的一番话 让一众大帝 士气低落到了极点 但是很快 有人反应了过来 若是下界之人 无法呈现是一个定律 那师父中卿的存在 又该怎么解释 能拿出这么多仙气 一拳直接打死 十尊大帝强者 这又岂是大帝境所能做到 中卿确实不是大帝境 只是准帝之境 只是所有人 都将他的修为自动脑补 无限拔高 一时间 众人看向中卿的眼神 有光在一出 在他们看来 师父必然有能力 打破这种诅咒 正所谓大道五十 天眼四九 师父 必然就是他们 顿趣的那一线生机 这个时候 他们不由庆幸 自己先前的选择 果然 跟随师父 才是他们唯一的出路 此时的中卿 倒是没跟这些人 一样想这么多 也并不担心诅咒 毕竟他修为晋升 和常人不一样 退一步来说 车到山前必有路 真正让他诧异的是 这寒跑跑 是从哪搞来的天机令 能翘无声息之间 直接上了二重天 还是说 这家伙本来就是二重天的 偷跑下来了 但若是如此 按照玉火明君所说 那不就是跑下来遭诅咒 不过寒跑跑月特殊 中卿收徒之星 便欲剧烈 他有预感 若能成功收下寒跑跑 这家伙 必然会给他带来 不一样的惊喜 不过上二重天 也不是说上就上 在此之前 确实还得相对做些部署 如今跟随在他身边的大帝 一共有十五位 七个一节地 八个二节地 最后 他大手一挥 让七个一节地 和三个二节地留在下界 让他们照看玄域和虚域 这下界之中 有诅咒的存在 纵然上清仙门 察觉到下界变化 哪怕此仙门底蕴深厚 实力强大 相信也不会派出 太过强大的强者下界 只要不是超越地级 哪怕三节地境 有他留下的这些人 加上手中的仙气 应该便能守护玄域 和虚域的安全 部署好这些之后 中卿也没有再回去 而是直接带着 红尘女帝 斗帝 古帝 清帝 玉火明君 麒麟 小嘎 十二魔将 夜姬和火妹 乃至稻草人 一同出发了 此行 虽然以收徒为目标 但顺便他也想看一下 这下界亿万生灵 人人向往的上界 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打定主意的中卿 当即带着众人 不断往上而行 很快 一行人便到了 只有大地 才能顿足的 十万里高空之上 虽然十二魔将 和麒麟他们实力上低 但在稻草人的庇护下 几人 却是没受到丝毫影响 一路打量着四周 稳稳跟随在众人身后 至于中卿 如今修为虽才准地 但大地都不知道 被他宰杀了多少 小小 净空之力于他而言 自然不是问题 随着众人不断升空 很快 便越来越高 这个高度 净制之力 已是相当强大 在红尘女帝等人 未曾跟随在中卿之前 他们能达到的极限高度 差不多就是在这个层次 随着众人抬手看去 但见上方云雾翻滚 绵延无际 那并非是真正的云雾 而是法则的载体 是规则的延续 甚至其中 充斥着秩序的力量 给人一股无边厚重压迫之感 仰望之下 让人生出了一股 蝼蚁看天的感觉 好似一方真正的天穷 横一二来 主人 上方便是天幕了 这天幕 共十万八千里高 想要去往上见 便要穿越这十万八千里天幕 浴火明君指着上方 为中卿解释道 这天幕之中 凶险异常 先前有一点女帝说的没错 想要完整横跨这天幕 在没有天机令的情况下 恐怕只有二节大地方能成功 若是如此的话 钟卿感觉 自己这群人要跨越天幕 问题不大 走吧 他不想过多耽搁 带领着众人 静止跨越进入了天幕之中 物仪进入其中 红尘女帝等一众大帝 便感觉好似有亿万青之力 横压在身上 不过 这股压力 他们倒也能承受得住 至于钟卿 虽然也感受到了一股重力 但他并未感觉到 有任何不适 反观麒麟和小嘎 乃至十二魔将等人 在稻草人的庇护下 这所谓的压力 根本没有感受到 这让浴火明君有些骇然 纵使拥有天机令 身为二节大帝的他 也不可能在这天幕之中 带人穿梭而行 没想到 一个稻草人 竟然有这般能耐和本事 更关键的是 他根本看不透 这稻草人的实力 这让他心神 不由有些振奋了起来 似乎 这位新任的主人 远比他想象的 要更加惊人 如果是这样的话 他的未来 也不尽然是一片死路 随着众人 继续踏空向上而行 这股压力 越来越大 便是红尘女帝等一众大帝 也感受到了不小的压力 这让他们有些动容 还好先前 他们并未因为好奇 进入其中 就现在他们身上的压力 若是一节大帝进来 恐怕早已被压成重伤 而这 还只是 前行了一万里 可以预见 普通的一节大帝进来 光凭这压力 根本不可能跨越过 这十万八千里天幕 而且 这天幕之中 可不仅仅有重力加深 当众人在天幕之中 上行两万里之后 周边景色不由一变 四周白云变成了乌黑色 里面电光闪烁 雷霆交织 如真龙式的雷霆 带着无尽毁灭性气息 这里面的雷霆 光以微能而言 足以和普通大地 度一次地劫之时的 天雷劫相当 当众人前行三万里之界 四周景色再度为之一变 乌云消退 取而代之的是一层红云 红的四血 带着无尽炽热之色 众人好似来到了一片火海地界 炽热的高温 好似要融进世间一切 就这样 众人一路前行 几乎每隔一万里 便会遇到不同的云层空间 当然 这些云层空间之中 都有不同程度的危险 有些云层 可以勾动人的心魔 有些云层 会蒙蔽神石五官 让人遍布清方向 自此流失在无尽虚空之中 若是换成任何一尊一节大地 及以下强者进来 不说时不易危机 却也差不了多少 然而这些危机 在中青眼中 就多少有些上不了台面了 甚至便是红尘女帝 他们这些二节大地 也能应付自如 只能说 实力强 有时候确实是可以为所欲为的 而随着众人每前行一段距离 他们体内 便会出现一节印记 待众人完全横度了 十万八千里之后 体内的印记 俨然形成了完整的一环 我体内 怎么出现了一个 金色环形印记的玩意儿 麒麟小黑有些愕然 浴火明君笑着解释道 任何外界生灵 通过二重天考验之后 体内都会出现这样一个印记 这就是天机令 是上界身份的象征 不会再被空间给排斥 相当于有了进入二重天的通行证 随着浴火明君说话间 钟卿却是被远方之井所吸引 此刻的他 身处天幕之上 下方云雾奔腾 法则环绕 雷霆轰鸣 头顶上空 烈日当空 万里蓝天一片 远方山脉起伏林立 充满荒谷岁月的沧桑感 空气之中 夹杂着丝丝若有若无的阴云之气 这是下界不曾有的东西 仙气 钟卿对这仙气并不陌生 毕竟 他手中的仙级之物并不少 这 就是上界吗 他喃喃自语 闭目感受着上下界的不同变化 这里除了下界不曾有的仙气之外 规则要远比下界更加完善 而且空间坚固程度 是下界的数百上千倍不止 如果说 大地强者 在下界之中 动辄可以轻易毁灭一遇 那在这里 其之破坏力 无疑成千百倍被压缩 与此同时 红尘女帝等人 同样在打量着上界 很快 他们眼中闪过一丝若有所物之色 接着 一个个身上冒起了霞光 一个个修为在激增 便是十二魔将 小嘎和麒麟小黑 亦是如此 这一幕 直看得浴火明君一阵羡慕 下界三千狱中 由于容器奉天殿被诅咒的缘故 导致法则不完善 规则不完整 如今 他们来到了规则相对完善的上界之地 他们的道 随着天地环境的变化在变化 变得更加完善 可以预见 不久之后 他们的实力 必然要迎来一波暴涨 这算是下界之人 前往上界的一波机缘和福利 至于他 就没这个机缘了 甚至 他当年从上界前往下界之后 修为还狂掉了一劫 众人身上的变化 自然也吸引了中卿的注意 同样 他也明白了 众人正在迎接一场机缘的洗礼 不过让中卿有些不满的是 大家都是从下界上来的 他为何 就没有这机缘福利 这是 区别对待吗 不管怎么说 红尘女帝等人修为的提升 总归是一件好事 他们提升的修为 能一比一返还到自己身上 算起来 他们的提升 也就是自己的提升 不过 看他们的样子 要消耗这一波机缘 绝非三两日之功 中卿随手一挥 将正在悟到的众人 全部收入到了小世界之中 一是小世界环境安静 更有助于他们安心悟到 二来 他接下来 要准备去寻他拿未来图 没时间在这看守他们 而随着众人被摄入小世界后 稻草人也随着众人 自动进入了小世界之中 小世界内 稻草人看了眼 大街大地的红尘女帝等人 又看了眼 不到圣静的十二魔将 和麒麟小嘎等人 他歪着头 好似在思索 最后 他随手一点 化成十四道混沌之光 进入了十二魔将 和麒麟小嘎体内 一时间 十二魔将 麒麟和小嘎身上的气息 直接暴涨 修为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攀升 不过请客之间 便突破了圣静 大圣静 并且还再朝更高的层次迈去 中卿并不知道 小世界中发生了什么 在将众人收进去之后 他便没有理会 至于稻草人这家伙 一天神神秘秘的 他早已习惯了 此刻的天幕之外 独剩下中卿 和玉火明君二人 系统 可能定位到喊跑跑的位置 中卿在心中询问系统 系统正在搜索 请宿主耐心等候 没有得到答案的中卿 心中有些小郁闷 这个徒弟 有点神秘啊 喊跑跑之名 当真名副其实 这前几个徒弟 加起来所追之路 都没他一个来得漫长的 他朝玉火明君招了招手 走吧 且先看看 这上界的山穿地貌 在中卿的招呼下 二人一路遇空而行 因为环境的变化 天地规则的变化 以及空间的变化 中卿自云空中凹行之时 多少还有些不习惯 不过树课中后 倒也完全适应了这方天地 两人行了小半日 加上一路交谈 对于上界 中卿又多了一份 自己的理解和认知 上界 确实要远比下界 更适合修行 但与之相对应的 这方天地 对修士的束缚也更大 而上下界之间 也有很多共同点 那就是有人的地方 就有争端 厮杀和争斗掠夺 似乎成了修行界 一个绕不过去的坎 此山是我开 此树是我栽 要想从此过 留下买路才 两位 最近手头紧 借点资源用用如何 二人途径一荒谷山林上空之际 有三个圣级强者 自云朵之中踏了出来 拦住了他们的去路 听见这熟悉的台词 有时候 中卿都怀疑这世界 是不是被某个未知存在 设定成了程序 这句台词 似乎成了 诸天万界打劫的通用语 三个圣级强者 若放在下界 也算高手 但很可惜 他们拦错了对象 都不用中卿动手 御火明尊只是略微出手 便干净利落地了结了几人 而这 已经是中卿他们一个下午 遇到的第三波劫匪了 上界之人 都是这么用的吗 两人继续上落 云空之上 中卿向御火明君询问道 在他看来 未曾打探清敌人的实力 回主人 上界之人 一向以实力为尊 在上界世人的观念之中 隐藏修为 乃是软弱可欺的对象 所以 属下建议 适当地展露些实力 可以震慑很多不轨之徒 避免很多麻烦 中卿文言 若有所思 御火明君这话 不无道理 他当即收起了老六光环 展示出了自己准地境的修为 御火明君见此 暗叹自家主人 当真是太低调了 他当即 也将自己的修为 压制在了准地境层次 事实上 他哪知道 中卿此刻并非是有意低调 而是他的修为 真就只在准地境 时间 不知不觉已过去了小三日 这三日时间 中卿向系统多次询问了 韩跑跑的消息 但得到的答复永远是 系统正在搜索中 果然 凡事不能太依赖系统 系统也不是万能的 此刻的中卿 也不知晓 自己是该感慨 韩跑跑的逃跑能力逆天 还是该感慨 系统的能力垃圾 没有丝毫头绪的他 向御火明君 询问起了一些信息 你可知晓 这片地区 为何处 中卿指着下方山川地脉岛 回主人 此为刘光宗势力范围地界 这刘光宗 宗主为三节大地 在方圆十几万里之地 倒也算是一方土霸主 似你这样的实力 在上界之中 可能排得上名号 主人说笑了 上界不必下界 大地分三境 三节大地之上 为尾先 尾先分九转 九转尾先之后 方是先境 二节大地的修为 在上界之中 固然也能称得上一声高手 但放眼整个上界 当真算不得什么 今天 是刘光宗千年一次的 收图大点 只是区别于下界收图 上界收图 显得更加高端线 整个刘光宗宗门广场之上 放置着一个 如墨盘大小的轮盘 这是天地耶 随着仪器展开 可以查看方圆十几万里 一切生灵的天资 天资分白 绿 蓝 红 紫 金 青 橙 赤九色 白色最低 赤色最高 对于任何一个宗门来说 弟子是宗门之未来 因此 千年一次的收图大点 可谓是刘光宗千年一次的盛世 为了显示对收图大点的重视 身为三节大帝的宗主赤鸾 乃至诸多长老旗帜 周边围绕着诸多护法 乃至供奉高层 随着天地仪缓缓运转 很快 在天地仪投影之上 浮现出了诸多光点 这些光点 五颜六色 对于他们这等拥有大帝坐镇的宗门而言 白 绿 蓝 红 紫浅五色的天赋 根本就不会考虑 唯有金色天赋 才会考虑收入门下 青色才会引起重视 橙色 差不多能引发轰动了 至于赤色 那是妥妥的成仙之姿 宗门这么多年来 还从没收到过一个赤色天赋的弟子 此刻 人影绰绰的广场上 所有人的目光 都在紧紧盯着天地仪投影上 投影很大 密布半个长空 好似一个地图一般 上面赫然是刘光宗的势力范围地图 地图之上 密布无数光点 有些璀璨明亮 有些暗淡无光 五颜六色 岔紫阴红 随着几道金色光点出现 一些护法悠悠思索间 露出了极许心动之色 金色天赋 虽非什么了不起的天赋 但好好培养 也有望成为圣境 乃至大圣强者 成为宗门的终端力量 很快 几位护法开始抓纳天地以上的光点 这算是刘光宗的老传统了 抓点收徒 谁抓到的光点 那光点上代表的弟子 而光点会显示弟子所在的位置 现场抓 当天就去收 主打一个高校 在座的很多人 都是这样过来的 有时候在家待得好好的 突然人没了 再一看 原来自己被看上收徒了 你们说 这一次 是否会出现有橙色天赋的弟子 大长老陈青腐着灰白胡须 充满期待道 难 难 三长老牧长春摇头道 青色天赋代表着有成帝之姿 橙色天赋 则是有望成为伪先强者 纵观整个刘光宗 拥有橙色天赋的 也仅有那么寥寥三两个 想要找一个橙色天赋的 谈何容易 此番 我估计能收几个青色天赋的弟子 就不错了 就在这时 有人突然一脸金融道 那 那里竟然有一赤点 是老夫看错了吗 哪呢 这话一出 众人纷纷一惊 拥有赤色天赋之人 代表的可是成仙之姿 就在众人翘手看时 大长老和三长老 却不屑地别过了头 尤其是前者 眼神之中 透露着浓浓的鄙视 这帮糟老头子 坏得很 上一次收图时 他看中了一个 青色天赋的弟子 结果有人告诉他 出现了橙色 正当他满心欢喜去找时 他看中的那弟子 已经被人截足先登了 这次更离谱 竟然编出赤色天赋 这等离谱的谎言来 这可是 能呈现的赤色天赋 岂会出现在他们这种地方 同样的招式 还想骗他第二次不成 天真 就在其心中这般响识 卧槽 当真是赤色天赋 还不是普通的赤色 各种惊呼声先后响起 大长老和三长老摇了摇头 这帮老货 没一个好东西 还想和其伙来欺骗他们 他们 是这般好欺骗的 然而下一刻 一股浓郁到极致的赤光发出 很快便笼罩了整个魂天仪 隐约可以 从光幕上看到 红点之上 是一个白衣小人 骑之轮廓 赫然是中青的模样 其身上散发的赤光 宛如一尊小太阳般 那光辉 静止绵延出了十数杖出去 风云涌动 这下 所有人都不淡定了 天佑我留光纵 有人欣喜若狂 第一时间 朝那散发着浓郁赤光的点抓去 与此同时 有十数人一同出手 对此展开了争夺 这可是赤色天赋 拥有成仙之姿的赤色天赋 而且光芒越璀璨 便代表天资越好 成就越高 能散发十数杖光芒的赤色天赋 他们也只在史书上见过 那些人 但凡成长起来 最终无不成了 屹立在中周二重天的顶尖人物 若能教导出这样一位弟子 对于他们而言 那无疑是天大的荣光 随着十数人展开争夺 大长老和三长老也发觉了不对 豁然转身向浑天一看去 然后便看到了 那浓郁到能闪得动眼的赤光 一时间 二人直接傻了眼 还真 真 真出现了赤色天赋的天骄 三长老说话 都打起了结 大长老瞪大了双眼 而且这天赋之光还在长 老天爷 这到底是什么妖念 这光芒都二十丈了 那光芒太过璀璨 连原本缓缓转动的魂天仪 此刻都不由再快速转动了起来 三十丈 四十丈 随着赤色天赋的光芒每长一截 众人的惊呼声便高一分 全身亢奋便多一重 到最后 正在为争夺赤色光团的众人人 全都不约而同地停了下来 他们想看看 这到底是个能长到少丈的妖念 五十丈 六十丈 七十丈 此时整个魂天仪都转冒烟了 碰 伴随着一声惊天巨响 搜索测试天赋的魂天仪 直接炸开了 这可是宗门至宝 若是平时损坏了一点 流光宗高层都心疼得不行 但此刻 随着整个魂天仪完全炸开 所有人都好似没看到一般 只一个个睁带着赤红的双眼 看着魂天仪炸裂前 爆出的百丈赤光 有长老胸腔起伏 好似见到了天下间 最不可思议的画面一般 百丈 是魂天仪测试的极限 却不是那人天赋的极限 这 这是 旷古朔金的无上之资啊 这一刻 在场所有人 彻底疯狂了 此子 何该与我有缘 有长老 常狂大笑 什么与你有缘 那分明是老夫等了三生三世的徒弟 可笑 老夫断情决性 只为全身心投入 教导这个徒弟 你们要与我抢 整个流光宗广场 全部乱成了一锅粥 群情激愤 可谓风魔 够了 就在这时 一声大喝 似天雷滚滚 响彻长空之中 自始至终 不发一言的宗主赤鸾身上 散发着赫赫威压 刘光宗好歹是方圆十几万里内 有头有脸的宗门 你们代表的是我刘光宗的脸面 现在这般吵吵闹闹的样子 成何体统 此话一出 现场不由未知一进 一些长老有些不以为意 那是承仙资质的弟子啊 谁不行动 一些高层则是有些惭愧 他们确实好像有些太不淡定了 赤鸾再道 你们的心情 我能理解 但你们扪心自问 如此天赋绝伦的弟子 放在你们手上 你们有把握能交好吗 放眼整个刘光宗 能为他施者 谁我欺谁 还望你们好好反省一下 说话间 其整个人已经背负着双手 起身大步而去 宗主何去 赤鸾头也不回 我去寻刘光宗的未来 眼看他说的郑重其事 不少人好似看到了一个 伪暗光辉的身影 然而很快 有人反应了过来 这次说的如此道貌岸然 归根结底 还不是要抢我们的徒弟 狗贼 放开那徒弟 让我来 钟青和浴火明君 此刻正穿梭于一大山之上 漫山红叶遍地 清风徐徐 山中古墓摇曳生姿 一条清澈的河流 自南向西 自上而下 发出叮咚清脆的声音 流向远方 两人于河流边漫步而行 钟青看着漫山红叶风铃 吹着微风 喝着小酒 感受着天地自然的气息 内心算是彻底平静了下来 他承认 自己先前 几乎被这未来徒弟 整得有点破防了 只能说 两人之间缘分未知 缘这东西 最是奇妙 抢求不得 正在钟青思绪悠悠见 远方天穷处 一道流光 正以急速飞跃而来 宝贝徒弟 你的师父来了 一道四惊雷般的声音 自远方传来 在整个山脉之中炸响 惊得山中凶兽乱窜 害得群鸟 躲命狂奔逃 钟青双眼威眯 心中威亚 竟然是一个三节大地强者 这也是来找徒弟的吗 看着对方那匆忙的模样 钟青又不由想到了自己 当真是可怜天下师父心啊 他从下界之中 一路横跨诸多玉 寻找徒弟 甚至从下界寻到上界 只是很快 钟青发现 事情和自己想象的有些出入 在那中年男子身后 还跟随着十数道身影 那些人 修为同样不俗 有普通大地 有一节大地 还有二节大地 这些 竟然全都是大地强者 试鸾老贼 你莫要胡言乱语 这分明是我徒儿 怎么就变成你的宝贝徒弟了 想抢我徒儿 先从老夫尸体上跨过去吧 可笑 这怎么就成你的徒弟了 分明是老夫第一个发现的 这说明我和他才有师徒之缘 你先发现 就是你的了 你看到了世界 世界是属于你的吗 当真是荒谬 老夫都不知道 你在说些什么 一群身影 黑压压自天穷之上飞过 当真是群情激愤 这些 可不正是流光宗宗主 以及一众长老高层 他们堪称是飞一路 炒一路 徒弟的身影都还没见到 就因为民愤之势 炒个不停 而当看到郑主之后 所有人的目光 更是炽热的 好似能将人融化 再也难以保持镇定了 随着道道流光闪烁而过 很快 以流光宗宗主赤鸾为首 大长老陈青 三长老穆长春等 一众流光宗高层 先后来到了中青身边 这让中青眼神微眯 浴火明君 则是暗暗戒备了起来 行了行了 把你们的表情都收一收 如此良才宝玉 你们也就不怕 把人吓坏了 这要是让他受到一点点心理创伤 这不仅是我流光宗的损失 更是整个修行界的损失 你们能承担得起 这番因果责任吗 随着此话一出 众人也意识到了不妥 未来宝贝徒弟 只是准地之境 他们这么多大地前来 可莫要把人给吓到 当下一个个将脸上的 垂涎之色一收 不过目光依旧火热 赤软见此 方才稍稍满意地点了点头 随即转身看向中青 小兄弟 老朽在这里 先自我介绍一番 在下流光宗宗主赤鸾 三节大地修为 不知小兄弟姓甚名水 可有失诚 此话一出 以大长老陈青等一众流光宗高层 全都伸长了脖子 中青脸色有些怪异 但也能看出 这群人对他并不恶意 思索片刻后 他淡淡道 中青 已有失诚 在中青心目中 他这一生 尤其只会有一个师父 那就是乃道人 这个回答 明显让流光宗众人脸色未知一暗 唯独赤鸾不动声色道 可否请教下小兄弟师父是 何方大能 我没其他意思 只是单纯想和对方交个朋友 中青看着对方脸上只差写着 我想收你为徒的话 这心中就挺复杂的 上一刻 他还和对方来了波小小的共情 可怜天下师父心 下一刻 对方想收的徒弟竟然是他自己 这 就有些操弹了 更让他有些无语的事 自己一有失诚的话都说出口了 可对方 这分明就是贼心不死啊 抱权 我师父已过 流光宗宗主赤鸾闻言 神色顿时一喜 本来听到中青说 有失诚的时候 他还暗道不好 这要是已过 那可太好了 只是很快 他便意识到了自己不妥之处 人家说自己师父没了 他现在这个表情 似乎有些不礼貌 当下只能强行收敛 脸上不该有的表情 只是中青看着他那努力了 都难以压下去的嘴角 心中已经无力吐槽了 这个时候 赤鸾再道 钟小兄弟 我们此行前来 没其他意思 说话间 搓手一脸真诚道 不知道小兄弟 介不介意多一份失诚 天可连剑 赤鸾身为三节大地强者 一生什么大风大浪没经历过 但此刻 他在面对中青之时 紧张得不行 甚至脸上 闪现了一丝卑微的恳求讨好之色 这一幕 看得一旁的浴火明君 嘴一脚疯狂抽动 主人的实力是什么层次 大地强者 也只配当个记名弟子 他这尊二节大帝 就连弟子都不够资格 这就是最好的证明 如今 一个说大不大的宗门 竟然想来收主人当弟子 只能说 这群人是真敢想啊 中青此刻的内心 还真有几分复杂 不知道为何 在对方身上 他一息间看到了自己的几分影子 不过有些东西 不是有几分影子就能印下的 当下道 抱歉 在下并没有拜师的打算 这话让众人急了 小兄弟 你真不考虑考虑 我们刘光宗 拥有十四尊大地强者 拥有着数百万年的悠久历史 在方圆十几万里内 也能算得上是说一不二的霸主即存在 加入刘光宗 整个宗门的资源 功法 将会全部向你倾斜 赤鸾急声道 开出了一系列的条件 然而 中青还是摇头 抱歉 在下不需要 若是没其他什么事 就此别过了 我们走 他招呼预火明郡 静止越过人群 化作一道刘光 静止离去 独留下待在原地的众人 有些不知所措 宗主 这就让他走了 这可是无上妖孽仙才啊 大长老柳青几眼道 急什么 宗主赤鸾狠狠瞪了一眼中人道 若非你们这般蜂拥而来 下到了本座的宝贝徒弟 他岂会对本座开出的这般条件 如此无动于衷 宗主 现在就别想着谁当他师父的问题了 还是先想办法 让他加入刘光宗再说吧 至于其他的 一切往后在意 有长老鸡的直上火 放心吧 你以为本座能当上这个宗主 靠的 仅仅是实力比你们高吗 此事 我已有对策 什么对策 一长老连忙询问道 先前宗主开出这么优厚的条件 对方竟然直接拒绝了 他确实想不到 还有什么办法 能比举整个刘光宗资源培养 要更有吸引力 赤鸾道 在此之前 先让两个人跟上他们 若是让他们走出了刘光宗势力范围 被其他势力的人拐跑了 那再好的计策 也无济于事 此话一出 大长老陈青和三长老穆长春 连忙请应道 宗主 此事交给我们 论气息隐藏和追踪能力 整个刘光宗 无人能处我二人左右 赤鸾汉首 此事 还真非你二人不可 钟卿身边那人 让人感觉实力不容小觑 而等气要小心隐藏好身形 莫要让他们发现了踪迹 不然 若是惹得我刘光宗未来真先不喜 那当真 是你们的罪过了 放心吧宗主 我二人的能力 你还信不过吗 赤鸾汉首 你们速速跟上去 莫要当得了 完整的对策 稍后我自会通过传讯御符 传讯边等 这话一出 大长老陈青和三长老牧长春 当即起身追了上去 随着二人一走 有人当即道 宗主 你这对策 可还有什么需要用到我等的地方 只要能将这绝世妖孽留下来 我等必然全力以赴支持 赤鸾摇了摇头 他背负双手 给人一股伟岸之感 恢复了身为一宗之主 三节大帝该有的气度 此事 无需用到而等 只需要出动一人 说不得 这无上妖孽 便会主动加入我刘光宗 谁 有长老询问 却也有人 隐忧所悟 宗主说的 可是叶青城 叶青城 这个名字一出 诸多刘光宗高层 全都露出一副莫名之色 说起刘光宗 弟子不少 不下十万 但能让宗门所有高层 全都印象深刻的 却是不多 而叶青城 正是这为数不多的佼佼者 提起叶青城 众人首先想到的 便是那青城绝世的容颜 当然 除此之外 奇之天资 在整个刘光宗内 也属顶尖的存在 当初检测天赋之时 叶青城之天赋 便是仅限于赤色的橙色 光芒散发石杖开外 其修行三千载岁月 如今已是准地之境 其极有可能 在万载之内得正地道 这样的修行速度 放眼整个中周二重天 也是属于第一梯队的存在 在整个刘光宗中 叶青城 可谓是被荡成宝贝中的宝贝 来呵护培养的存在 宗主 你是说 出动美人界 然也 只是 中青天赋异禀 实力也极其不俗 能修炼到准地之境的存在 岂会被区区美色所迷 赤鸾轻轻一笑 你们只知其一 不知其二 青城体质特殊 乃是罕见的九阴玄聘体 此体质 乃是世人梦寐以求的修行道体 若能与之双修 不仅能感悟阴阳之道 更能增强十倍修行速度 这是任何修行之人 都拒绝不了的诱惑 此话一出 不少人眸光露出一色 连他们都不知晓 叶青城 竟然还身负这等逆天体质 赤鸾看了眼众人 九阴玄聘体 非同小可 若是传了出去 哪怕以我刘光宗的底蕴和实力 也要承受极大的压力 事已 本座在察觉出他体质的第一时间 便出手将其掩盖了 之所以先前没告诉你们 也是为了避免泄露的风险 不管是叶青城还是中青的事 你们且不可思传出去 是 宗主 在这等大是大非面前 众人还是拎得清的 一个个郑重道 同时 这个消息 也给了他们无与伦比的信心 如果说 中青不尽女色 那总不至于 连这天大的机缘 也往外推吧 他们想不到任何失败的理由 只是宗主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 还有一个问题 青城生性高傲 自问一声 不弱于人 我担心 他恐怕心中不愿 此事 我自会前去与他说明 另一边 中青和浴火明君 一路多多转转之间 来到了一城池上空 城名八荒 里面居住的生灵 至少有数亿 堪称城中之国 中青诧异 向浴火明君询问道 二重天的城池 都这么大吗 不怪他有此疑问 自从来到上界之后 中青也曾远远见过几座城池 规模和这八荒城 大差不差 浴火明君公声道 回主人 这城 在二重天之中 只能算是小城 真正的大城 人口动辄数百亿 在这方天地 一个势力的实力强弱 不在于其掌控了多少地盘 但却可以通过 其掌控的城池 来间接判断 只因为 但凡强大的宗门 都会一些收割弃运之法 而这些城池中的生灵 某种意义而言 都是大宗门收割弃运的韭菜 中青莫然 这般现象 算是将弱肉强食的法则 体现得淋漓尽致 弃运对于常人而言 可谓重中之重 举个简单的例子 一个正常能活百岁的普通人 若是弃运被收走一半 其很可能连五十岁都活不了 而且 弃运影响的可不仅如此 寿数 服术 运数 这是方方面面的 主人 要去城里看看吗 这个时候 玉火明君询问道 走吧 对于其他人的命运 中青并没有插足的意思 他能做的 就是不断提升自己 避免弱者的悲剧 在自己身上上演 就在二人进城之际 中青若有所感地 看了远处虚空中一眼 这是 还不死心吗 他眸光微动 主人 怎么了 玉火明君不明所以 没什么 与此同时 远方虚空中 大长老陈青 和三长老木长春 面面相去 陈青狐疑 你说 他是不是发现我们了 木长春皱眉 他才准地而已 我二人可是二姐弟 要知道我们掌握瞒天之法 宗主都不一定能发现得了 没理由他能发现 我们才是 话是如此 言语间却充斥着些许不自信 大长老陈青思索片刻后道 或许是他灵觉惊人 也说不定 他越是表现得如此不凡 老夫反倒越是欢喜 走 跟上去 宗主传讯说 不日便会派遣叶青城那妮子 前来说服中青 加入刘光宗 可莫要在我等环节上出了岔子 于中青而言 每到一个地方 总想尝试一番当地的美酒 街道上 人来人往不断 车水马龙不绝 行走在人潮中 能感受到迎面扑来的滚滚红尘气 饮一壶灼酒 看一场人间烟火繁华 这未尝不是心灵的一场另类洗礼 接下来几日 中青都在这城中游荡 品尝着当地特色美食 感受当地人文风情 修行之路 并非要一味追求勇猛精进 偶尔停下来 看看沿途风景 这才是人生 随着二人来到八荒城中心地带 远远看去 一尊高达百丈的雕像 立于正中央 雕像身穿金黄战甲 手持七星宝剑 双手楚剑立于地上 目光平视前方 脸上汗毛可见 当真是栩栩如生 深邃的眼眸看向前方 好似在俯瞰天下苍生 城中不少人正在对雕像 进行跪拜供奉 这是谁 中青指着雕像 向玉火明君询问道 回主人 这是七星剑仙 一也无伤 这是一位真正的得到真仙 上古时代 天骄并起 万族争霸 那时的中周二重天 人族相对弱小 只能在夹缝中生存 这位剑仙 宛如彗星一般崛起 带领着人族 崛起于天地之间 人族现在之所以能成为 二重天一半的主人 这位七星剑仙 功不可没 玉火明君说话间 言语间浮现出浓浓的镜色 那并非是对对方 真仙境强大修为的尊敬 而是对其功绩的敬重 与此同时 八荒城外 一道流光自云空中划过 流光进入到八荒城后 幻化成了一个 清澄绝世的女子 她身材高挑 五官如画 身穿青色琉璃长裙 乌黑发丝 四星和瀑布一般 悬挂于腰间 周身兵机玉骨 带着莫名的光韵 好似从画中走出来的仙女一般 尤其是那一身冷若冰霜 巨人于千里之外的气质 更让其增添了 极许神性的光辉 让人生出一股止渴远观 首席大弟子 叶清澄 有些人 天生就如角月一般 只一出现 便是万众瞩目 众星捧月的存在 叶清澄 无疑就属于这一例的存在 静 竟然是叶仙子 八荒城内 有人惊呼 叶仙子竟然会毗邻此地 我这不是在做梦吗 偏若惊鸿 宛若犹龙 今生得见叶仙子一面 今后其他雍之俗粉 恐怕再难入眼 叶清澄静直无视了 因她的出现 在城中引起的喧嚣 她第一时间避开了诸多耳目 找到了刘光宗大长老 和三长老 一处空间呢 叶清澄拱手向两人行了一礼 清澄 见过大长老 三长老 清澄来了 无序多礼 大长老 陈清笑着开口道 清澄 你能出现在这里 想必已然知晓了宗门的意思 钟清 必须要加入我们刘光宗 怎么样 可有信心将他请到我们宗门来 叶清澄轻轻一笑 必不如命 这话 让两大长老有些诧异 他们可是知晓 以叶清澄高傲的性格 绝不是一个轻易低头的主 暗宗主先前传讯的意思 只要能将钟清拉入刘光宗 甚至可以 先让钟清享用九阴玄聘体 这潜在的意思 懂得都懂 如今 叶清澄竟没一点反感抵触 这明显有些不正常 大长老陈清 有些放心不下 清澄 你当真做好了现身的准备 此话一出 叶清澄微微一愣 随即摇了摇头 陈长老 想要让他加入宗门 何须现身 清澄自有办法 三长老穆长春狐疑 当真 自然 眼见他信心满满 两人倒也不好过多询问 大长老 若是如此 不知清澄你觉得 要用多长时间 才能让他心甘情愿 加入我刘光宗 短则三五日 长则半月 应该会有结果 在陈清和穆长春眼中 此刻的叶清澄 全身上下都洋溢着一股自信的光芒 正如他对自己的天赋 有绝对自信一般 行了 二位长老 那人在何处 烦情止落 我倒想看看 橙色天赋的人 到底有何不凡 叶清澄眸中 有金光一闪而过 身为刘光宗数万年来 最精彩绝艳的弟子 叶清澄无疑是高傲的 他自认自己这一生 不弱于人 如今 他和中青 都处于准地境修为 他很想看一看 自己和赤色天赋的中青 到底差在哪 不 他从内心深处觉得 自己并不比中青差 而他 便要借助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 向世人证明 天赋固然重要 但并不是绝对 没有无敌的天赋 只有无敌的人 这 就是属于叶清澄的自信 随着穆长春向远方一指 叶清澄的目光 顺着其所指的方向 落在了中青的身上 好一个翩翩玉公子 叶清澄眸光一动 上界天骄 他见过不知反几 但没一个 在气质这一块上 能和中青相提并论 但也正是这样的对手 才更有意思 大长老 三长老 你们且等我好消息 叶清澄身躯一动间 静止消失在了原地 另一边 中青正在听玉火明君 给他讲解 中周二重天的人族古史 七星见仙 无疑在整个人族古史之中 留下了浓厚的一笔色彩 在整个二重天人族古史之中 似这样的存在 还有不少 很多 都是对二重天人族之中 做出过莫大功绩的存在 从记载他们生平世纪的 直言片语中 好似掀开了一个 波澜壮阔的大时代 就在这时 一道清零的声音 打断了二人的交谈 你可是中青 叶清澄自人群中款款来 论多的身姿 好似绽放的神连 一双美目打亮着中青 好似要将他看穿 中青侧目 阁下是 叶清澄 听说你天赋很好 我想和你比比 他的身上 雄魂的气机一而不发 体内 正在酝酿着一股澎湃战意 这番姿态 让一直注视着 叶清澄作的大长老陈清 和三长老沐长春傻眼了 宗主说的 明明是美人计啊 美人计 是这样用的 此刻 身处空间中的大长老 和三长老 彻底傻眼了 这 事情发展的和设想的 不能说是不对 只能说是 完全偏离主题了 要不要阻止 他们二人 可是刘光宗的未来 三长老沐长春急道 先看看他说 我虽然不知道 清澄为何要这么做 但他明白 中青对刘光宗的重要性 这么做 必然有他的理由 随着叶清澄出现 现场再次成为了 万众瞩目的焦点 无数人吃惊地看着中青 这位到底是什么来历 竟能引得叶仙子腰战 他的名字叫中青吗 没听说过这么个人物 在众人的议论分分中 中青看了看叶清澄 眉头微微皱了起来 不得不说 对方乃是天下罕见的角色美人 确实对得上清澄之名 但美人在中青这里 从来没有优待权 没兴趣 此言一出 叶清澄好看的眉头微微一挑 你怕了 他的眸光带着一股侵略性 开始以言语相机 中青嘴角抽了抽 拙劣的激将法 他现在都不知道 自己的实力到底处在一个什么层次 若真动起手来 他怕自己一个不注意 直接将人打没了 你这么认为也可以 这个时候 浴火明君在一旁低声道 主人 这女娃来自刘光宗 相当于下界宗门圣女一般的存在 此时的浴火明君 就觉得事情挺离谱的 整个刘光宗不知好歹 竟然想收自家主人为徒弟 主人拒绝之后 竟然派出了一个女娃来挑战 这是什么路说 他表示 自己活了不知多少岁月 根本没看懂 中青也有些不明所以 不过他懒得深究这其中原因 他继续道 我再说一遍 你们刘光宗 我是不会加入的 你且回去告诉你家宗主 让他莫要再白费力气了 然而 他一番好言好语的劝慰 并未让叶清澄知难而退 但见他摇了摇头轻声道 天下间 凡事都不是绝对的 刘光宗的底蕴 超乎你想象 何不给彼此一个相互了解的机会 或许有些事情 能改变你的想法 这话 让中青莫名有些熟悉 他仔细一想 这不是自己先前收徒 用过的说辞吗 好家伙 他没想到 自己说出去的话 有一天 竟然会以螺旋标的方式 落到自己身上 不用了 我不觉得刘光宗 能给我带来什么 姑娘 若无其他事 在下先行告辞了 中青招呼预火明君 转身离开 这仪器合成 毫不拖泥带水的姿态 让叶青城脸色一致 有那么一瞬间 他都开始怀疑起了自己的魅力 自己 这么没吸引力的吗 中青不仅先后拒绝了他两次 甚至都不肯为他过多停留一下 要知晓很多宗门添交 不惜费尽心思 千方百计来讨好于他 不 不是自己的魅力出了问题 而是这中青 确实有些特殊 他能感受到 对方打量他的目光中 自始至终都很平淡 生不出半丝波澜 就好像他和路人 没什么区别一般 稍微思索一番之后 叶青城静直跟了上去 中青越是这般 越是激起了 他内心之中的胜负欲 天才 总是骄傲的 对方也确实有骄傲的本钱 但他要做的 不就是压对方一头 从而让他知晓自己的不足 进而再让他加入刘光宗吗 与此同时 一山穿地脉之上 云空之中 有一群人 正在急速而行 这是七个身穿黑袍的男子 他们一个个身上契机雄伟 隐隐散发着 强大恐怖的道运 其人 全都是地级强者 为首一人 更是达到了三节大地之境 齐名涅天雄 来自上青仙门 乃是上青仙门护法 云空之上 一个二节大地疑惑道 护法大人 如今已然确认 下界凤天殿的几大殿主 是被一个叫中青的人所灭 想来承载下界三千玉 近二十万年气运的天地玄剑 也已落入了此人手中 我等 现在应该想办法 找回天地玄剑 这是要去往何处 在整个二重天中 上青仙门的势力 无疑是极其庞大的 能量也是极其惊人的 先前聂万龙察觉 下界三千玉有变之后 第一时间上报 后便被临时任命 查看下界事变缘由 不过两天时间 他便用了些手段 查明了下界变故的真相 如今 听到手下询问 他没好气道 下界那等身受混乱污浊之地 难道 你想亲自去感受一下诅咒之威 此话一出 这尊二节大帝 瞬间聂诺不敢言了 下界诅咒之力 对于他们来说 威慑力还是极其强大的 毕竟 修为到了他们这个境界 距离先路 看起来并不算太过遥远 谁又愿意自断前程 而且 对于他们而言 那诅咒可不仅仅是 断绝成仙之路那般简单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 会拖慢他们 在大地境的修为进度 事已 若无必要 他们是万万不愿 深入那等地方的 这个时候 又一尊大帝开口了 护法大人 若不深入下界 这天地玄界 又如何寻回 届时 若是上面的人怪罪下来 我等恐怕承受不住 这雷霆之怒 说到这儿 一群人脸色不由一变 对于上清仙门的人来说 进入下界 无疑是苦差事 但若是将事情 漂漂亮亮地办完 奖励也是极其可观的 然而 若是懈怠了上面的命令 这就不是断绝前路 那般简单了 说不得人生之路 都会就此戛然而止 聂万龙脸色平淡 放心吧 此事 本帝已有应对之策 此话一出 众人无不一喜 不知大人有何良策 对于他们而言 若是能不用去往下界 那是最好不过 下界 本座自然是不会带你们下去的 但是我等可以找人 去将天地玄界夺回来 不知大人想找谁 毕竟 那中清 有能耐斩杀四尊二节帝 实力不同小区 恐非三节帝君不可拿捏 说话之人 言外之意就是 中清可以被三节大帝拿捏 而他之所以这般说 主要是基于两点 第一点便是他们收到的消息 并不详细 众人只知晓 中清是覆灭下界奉天殿 几大殿主的真凶 并不知道具体细节 第二点则是认为 下界之地 根本没有诞生超脱 地级人物以上的条件 纵然那中清再不凡 三节大帝也就顶尖了 可纵使 对方是三节大帝 在二重天天地法则完善的地方 上界的三节大帝强者 远非下界的三节大帝 可以比拟的 只是现在唯一的一个问题是 他们上美去找一个三节大帝 去帮他们完成任务 在众人疑惑的目光中 聂万龙背负双手 目光看向远方道 翻过前方无尽山脉 盘踞着几个势力 其中有一个势力 叫刘光宗 这个宗门宗主 便是三节地境 我想 他会很乐意替我等 将天地玄剑夺回来 此话一出 有人愕然 他 会去吗 毕竟 下界诅咒之凶险 在二重天并非什么秘密 他们背负宗门之命 尚且不愿意下去 对方和上清先门无亲无故 又怎会甘愿 替他们去躺着浑水 聂万龙面无表情 这可由不得他 众人听出了弦外之音 有人疑惑 护法大人 这刘光宗 我也听闻过 和上清先门 固然没有可比性 但宗门之中 高手不少 足足有十数尊大地强者 光凭我们几个人的力量 恐怕 很难押服对方 聂万龙默然道 别忘了 我等这次行动 代表的可不仅仅是自己 而是上清先门的意志 以上清先门的名头 你觉得 他敢生出拒绝的勇气吗 而且三节地之间 也是存在莫大差异的 本帝得宗门看重 修行过半仙级功法 你以为 一个连伟先进 都没诞生过的宗门宗主 有能耐和本帝比肩 此话一出 众人心中疑惑进去 连连功为道 大人应命 一行人心中振奋 便是赶路的速度 也不由快了三分 可纵使如此 众人穿梭过整个无尽山脉 也足足用去了半月时光 一来整个山脉极大 绵延不知多少里 二来 中周二重天 不比一重天 因为天地法则的不同 空间壁垒的不同 大地强者在下界之中 可以轻松穿越一域 然而同等距离 在上界之中 恐怕得用无数倍的时间 随着众人 来到刘光宗所属势力范围境内 一尊二节大地 打量了下方天地一眼 好平静的地界 严格意义上来说 这片地界灵气阴晕 甚至还砸夹着少许仙气 放在下界之中 这片地方 绝对是举世罕见的造化之地 洞天伏地之所 然而 二重天评判一个地方平静与否 乃是根据仙气含量来判断 这细薄的仙气 还真就只能用平静来形容 聂万龙打量了周边一眼 淡淡道 四大仙门 雄聚四方 若真有什么洞天伏地 如何能轮到他们来占据 做事吧 天地玄剑里面的气运关乎甚大 涉及我上清仙门一位大人物的乘道之路 纵然一个三节地 短时间内也消耗不了多少 但能早一日将其巡回 我等也能更好交差 咦 就在其话音落下间 聂万龙核心心腹审问 突然惊一一声 当然 我好像感应到了 玉火明君的气息 此话一出 众人内心结实一动 他怎么会在这儿 上清仙门派了五大殿主下界 唯独玉火明君得以存活 只是这天幕 隔绝了上下界往来 他们也不知道 对方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这家伙 上了二重天 竟然没有第一时间 前往仙门报备 莫不是 叛变了吧 有人眸光微动 推测道 他应该没这个胆子 以仙门的实力 若他当真做出叛变之事 不管是一重天 还是二重天 都不会有他的容身之所 也有人持不同意见 这个时候 聂万龙开口了 不管如何 这家伙身为仙门 在下界的代言人 守护至宝不利 必然是要将他 带回宗门问罪的 若是没遇到 也就罢了 如今对方既然出现在此地 自然没有置之不理的道理 原计划不变 我带人去收复刘光宗 审问 你去将那家伙带回来 最后在刘光宗会合 若欲反抗 格杀勿论 是 大人 在一群人分头行动之际 中青正带着浴火明军 准备在一青山绿水旁露营 于他而言 这段时间的经历 更像是一场短暂的人生旅途 繁华闹市 九霄云区 荒山绿土 每一站 都有着不同的风采 西洋斜下 天边好似镶嵌上了一层金边 漫漫山巅之上 古松林立 中青立于枯黄老树下 一席白衣飘飘 不时饮口酒 关天地之辽阔 看山河之波澜 迎着黄昏 见证日月更替之景 当真别有一份滋味 在距中青百丈开外 叶青城同样屹立在一具石之上 其正闭目凝神 盘腿而坐 清风拂过 带起一缕长发飘飘 还有一股清香 弥漫长空 自从那日自八荒城相见之后 叶青城便一直尾随着中青的足迹 不远不近 大有一股生死相随的架势 当然 中青知晓 对方之所以这般 可不是因为看上了自己 而是一心想和他鄙视一场 这一路走来 他也曾规劝过 可惜 没什么用 两遍之后 中青也没再理会 由他去了 正在中青思绪飘飘之际 外出 为中青寻找野位的浴火明君 匆匆而来 脸色大变道 主人 那个宗门的人 找上门来了 要说浴火明君跟随中青之后 最担心的是什么 自然就是上青仙门了 在上青仙门之人感应到他时 他同样感应到了 那群人的气息 哪怕知晓中青极其非凡 可这一刻的浴火明君 心中还是为之慌乱不已 他是自上青仙门出来的 自然知晓上青仙门的体量 到底庞大到何种程度 远处的叶青城 见浴火明君这般模样 心中一喜 他的机会来了 不管是中青 还是浴火明君 一直展现出来的修为 都是准地之境 在叶青城看来 能让浴火明君 流露出一副如灵大敌般的模样 对方来头必然不小 实力极有可能是地级强者 他之所以有信心 和中青比试一番 便是因为他曾经有过奇遇 获得过天大造化 能以准地之躯 逆斩普通地级强者 甚至便是一节地 他也能与之周旋一二 准地到地 在下界之中 堪称不可跨越的禁忌 在整个二重天之中 能跨越这个境界而战的 自古至今也不多见 而他 有信心斩杀普通大地 可与一节大地周旋 只这一点就注定了他 超越了古今不知多少天骄 也是他自信 自己能横压中青一头的缘故 只是中青一直不给他 一个公平一战的机会 这让他颇为苦恼 他也想过 直接找中青打上一架 但后面想想 终究没有付诸行动 毕竟 他此行是来和中青结善缘的 而不是来结仇的 好在皇天不负有心人 现在 他总算等到了 和中青另类一较高下的奇迹 另一边 浴火明君 小心地观察了一下四周 主人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要不要 先避其锋芒 中青缓缓摇了摇头 兵来降挡 水来土掩 且先看看 来的都是些什么人 二人的对话 更加验证了叶青城的猜测 他们 必然是被仇家追杀 这才来此闭火 这让他嘴角弯弯 心情瞬间愉悦了起来 这是一个成绩 将中青收入流光宗宗门的大好机会 时间 与指缝中悄然流逝 夕阳完全落下 取而代之的是 明月高挂长空 皎洁月色下 一道身影自天穷之上 如流光四闪电一般横跨来 来了 玉火明君一阵紧张 目光死死地看向来人 在他的注目下 沈问停顿在百丈外的长空之上 居高临下地打量着三人 中青和叶青城 被他直接给无视了 两个准递境 根本没有被他放在眼里的资格 齐之目光 最后静止放在了玉火明君身上 王妍 你可知罪 这是玉火明君的真名 王妍眼神微眯 没有回应 而是第一时间展开神石 向四方扩散而去 远处的叶青城见此 只感觉体内有一股战意 在奔腾而起 来人果然和他猜测的一般 实力很强 他看之不透 但那深深不可测的气势 散发着一股独属于 地级强者的威压 他目光灼灼 看向中青 主动开口道 看来 你们和他有仇 怎么样 需不需要我出手相助 把他给打发了 地级强者 根本不是准地所能应对的 但他自问 自己不是一般的准地 凭他的实力 想要打发对方 理应不难 这话一出 中青还没开口 云空之上的审问 却是气笑了 一个准地镜的女娃 开口就要 将他一尊二节地给打发了 这是把他当成一个小角色了吗 他冷哼一声道 大言不惭 你什么档子 也敢在本地面前这般造次 说话间 其身上直接绽放出了一股 独属于二节大地镜的恐怖气息 轰隆隆 一时间 天上风云骤变 巨大的威压 自天穷之上弥漫而下 好似天威 又似神怒 在这股恐怖的威势下 叶青城眸光一缩 脸色一变 直接棱在了当场 二节 怎么可能是二节地 在他看来 中青和云颜不过视准递境 纵然遇到仇家追杀 很大概率也是普通大地层次 撑死了一节地了不起了 然而现在 竟然出现了一尊二节 这让他心中不由一尘 想借此机会 和中青分个高下的念头 瞬间散去了 以他如今的实力 一节地确实能周旋一二 但二节地 根本不可能是对手 不过 叶青城心中 震动归震动 却是不见多少慌乱 别忘了 现在他们所处的地方 乃是刘光宗地界 纵然来人实力很强 可刘光宗内 还有三节地的宗主坐镇 想到这儿 他物字镇定了下来 起事而立 对着神问道 我承认 阁下实力确实很强 但他们二人 乃是我刘光宗贵客 我家宗主 更是三节大地的修为 宗门之中 亦有十数尊地及强者 阁下若是要动他们 还请考虑好后果 显然 这个时候 能作为依仗的 就只有宗门了 然而神问听到这话 却好似是听到了 天大的笑话一般 想用刘光宗吓唬本地 你未免打错了算盘 刘光宗实力固然不差 但还能与上青仙门比肩不成 死话一戳 叶青城心中顿时 升起了无边惊涛骇浪 他脸色骤变 精致的五官上 写满金融 在叶青城看来 自家宗门不可谓不强 也算是当地一方 霸主级别的存在 但和上青仙门 俨然不是一个档次的存在 只因为整个上青仙门的 开宗老祖 乃是仙籍人物 是在整个二重天人族古史中 也留下过浓厚色彩的存在 抛开大人来说 整个上青仙门 势力遍布五湖四海 就是一些分舵 也不是如今的刘光宗 可以比拟的 然而很快 沈温再次抛出了一个 对于叶青城来说 堪称石破天惊的消息 而且 如今你刘光宗自顾不暇 我家大人 已然带人收服刘光宗而去 若他们识相也就罢了 若不识实物 刘光宗灭亡 恐就在眼前 说话间 其一脸戏谑道 到现在 你还认为 你背后的刘光宗 能为你出头 这一刻 叶青城沉稳的心 已是彻底乱了 如果说 审问的存在 让他感觉到了沉重的压力 那对方来自上青仙门 和准备 对刘光宗图谋不轨的消息 则是让他心中 充斥了一股绝望 他万万没想到 对方不仅是冲着 中青他们而来的 还是冲着刘光宗来的 这个时候 欲火明君亡言开口了 他带着急许疑惑和不解道 审问 就你一人前来 月色之下 长空之中 雄微赫赫 契机伟岸如鸢的审问冷笑道 拿下你 本地一人足矣 你觉得 你会是本地的对手 无数年前 欲火明君便非他对手 更何况 对方在下界进修过 体内深具诅咒之力 就更不可能是他敌手了 原本提心吊胆的欲火明君亡言 听到这话后 反而松了一口气 他原本以为 既然上清仙门 发现了他和自家主人的存在 必然会出动族中真正的大人物 然而万万没有想到 竟然就派了一个二姐弟过来 这一刻 欲火明君亡言 表情微妙极了 甚至他很想大声问一句 这是看不起谁呢 不可否认 欲火明君自问自己 不是审问的对手 但他现在可不是孤身一人 他的背后 站着的乃是中青 这尊恐怖存在 他虽不知主人的实力 到底到了什么层次 但一拳 能直接打死十尊大帝的人 岂是一个小小 二姐弟所能抗衡 长空之上 沈问自然是不知晓 王言心中所想 他眸光泛着清幽寒光 高声喝道 王言 你身负宗门重任 护保不力 致使宗门遭受重大损失 现在 我要拿你回宗门问罪 念在我二人曾相交一场的份上 是你自负双手 还是要我自己动手 欲火明君摇了摇头 沈问 不是我看不起你 想要抓我 你还不够格 说话间 他拱手朝中青一拜 主人 这人有些厉害 属下不是对手 恳请主人出手 让他赴死 这话一出 叶青城脑海之中 闪过无数疑问 不是 这人 是吓傻了吗 让中青一个准地 去打一个二节地 他是怎么开得出口的 纵然中青天赋恐怖如斯 但天赋和战力 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以准地之身 占二节大地 这 可能吗 然而沈问文言 眉头却是一条 浴火明君乃是二节地 竟然对一个准地 尊称主人 他深深打量了中青一眼 动用秘法 想看看 此人是否隐藏了修为 然而 不管从哪一方面来看 中青都是准地之境 装神弄鬼 既然你如此不识好胆 那我只能亲自动手了 哄 随着他向前脉步之间 其周身迸发无量光 好似远古巨凶一般 欺压来 中青摇了摇头 在对方动手的第一时间 同样动了 这一幕 看得夜倾城大吉 这主铺量 这么轴吗 还真是一个敢说 一个敢动手 这个时候 不应该是想办法拖住对方 然后找机会逃跑吗 中青倒好 就这般直接忙了上去 这是 嫌自己死得不够快吗 此刻的夜倾城 感受到了一股深深的无力感 他有心想帮忙 但奈何 自身实力并不允许 电光火狮之间 却听一道剑鸣声传来 这剑锅 太快了 快到审问 根本反应不过来 他只感觉 好似有什么东西 竟只从自己脖梗之上穿过 然后 眼前突然一黑 意识便陷入了永恒的寂静之中 其只躯体 就这般直挺挺栽倒了下去 投手分离 身死到消 这一幕 让夜倾城大脑 直接荡机了 时 什么情况 他呆呆地看着现场 原本清冷高傲的脸 此刻看起来 俨然有种莫名的呆萌 直到看到 浴火明君王岩 在熟练的摸尸 收割战利品时 其荡机的大脑 方才缓缓开始转动了起来 但内心的波涛 却是犹如银河在奔腾 这 这可是二节地啊 放眼整个上清仙门 恐怕也就宗主能吻压他一头 然而 就是这样的存在 此刻 竟然就这般死了 死得还如此随意 跟路边的杂草一般 被直接收割了性命 这就是能散发百丈光芒的赤色 妖孽仙才吗 他原本以为 天赋不代表战利 他承认 中清的天赋比他强 但战利和他相比 谁高谁低 还真就不一定 然而 此刻夜倾城方才发现 相比起天赋 中清的战利 更加恐怖无边 准地之身 逆罚二节地强者 数遍整个二重天历史 也不曾见 若是双方 历经一场龙争虎斗的大战 夜倾城还不至于 如此震动 然而 一招 仅仅是随意一挥 一尊二节大帝 就这般直接没了 可以预见 中清必然没有出权力 若是其权力出手 那又该有多强 夜倾城不敢再想下去 他怕再想下去 自己的道心 会忍不住直接崩塌 直到这时 他才恍然惊觉 自己先前的举措 就好似小丑一般 这样的人物 也是他能比肩的 但很快 夜倾城便想起了 先前审问临死前所说的话 对方 此行来的 不仅仅是他一个人 还有比他更厉害的强者 在针对刘光宗 其强压心中 纷乱的思绪 静止来到中清面前 拱手道 先前是倾城太过自以为是了 今日得见先生神威 方知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倾城为自己先前的冒使 向先生赔的不是 不知先生能否原谅 在下先前的无礼 搜刮完战利品过来的 欲火明君文言乐乐 他还是喜欢这小娘皮 先前天上地下 一副舍我其谁的高傲姿态 中清则是摆了摆手 先前之事 我从未放在心上 听到这话 夜倾城绷紧的心神 这才微微松了口气 同时内心之中 难免涌现出了 极许苦涩和失落 这是一种极其复杂的心理 原本以为双方 都是一个层次的存在 但是现在看来 他和对方无异于 有着天差地别的差距 不过 现在不是想这些的时候 如今宗门门欲嫌 他自是不能置之不理 但以他如今的实力 对大局根本起不到什么作用 而中清 展现出来的实力 无疑拥有着 扭转战局的力量 想到这儿 他私称片刻 错了错词道 先生 在下 有个不情之情 今有人要对我刘光宗不利 能否恳请先生 助我刘光宗在 抵御外敌之上一臂之力 若先生愿意出手 需要什么报仇 只要先生开口 我刘光宗上下 必然全力满足 若是换作其他人 叶清成必然不敢 开这个口 上清仙门的名头 太过响亮 非常人敢招惹 但是 他能看得出来 中清二人和这些人之间 明显有过节 这才有此疫情 在他期盼的目光中 中清沉映了起来 他也没想到 会在此地 遇上上清仙门之人 自己和上清仙门的恩怨 必然是要解决的 但现在 明显不是时候 毕竟 对方可是有着 先级人物的存在 为了稳妥起见 他觉得 待自己修为 突破大地之后 可以亲自上门 将双方的恩怨 给解决了 而想要突破大地 他名下弟子 便要有较大突破 先前收下的弟子 短时间内 难以满足所需 若能将刘光宗 一众强者 收归麾下 助他们更进一步 在修为返还下 或许 自己有机会 能突破到大地之境 刘光宗 背靠无尽山脉 四面环山 对于方圆 十数万里的生灵来说 这个宗门 绝对是当之无愧的霸主即存在 当代宗主 三节大地的修为 门中高层 一共十数个大地 这等实力 在地级势力中 俨然算得上是拔尖的存在 然而 就是这样一个势力 在今日 却是迎来了一场大火 轰隆隆 这一天 整个刘光宗山门中 传来了惊天巨响 有恐怖的能量余波 绵延出去 席卷云霄 震动长空 有人看到 刘光宗上空 雷霆滚动 无尽神光在迸发 恐怖的杀鸡 绵延四方 轰塌了大片大片的山川大地 这 这是什么情况 难道有人 正在攻打刘光宗 山门附近的深山之中 有大群大群的 凶情巨兽 仓皇逃窜 内心陷入了无边的京剧之中 刘光宗屹立此地无数载岁远 像这种程度级别的战争 他们还从未见到过 地级的战争 哪怕在二重天 于他们而言 跟神战无异了 不知过了多久 随着月上眉梢之际 这场战斗 方才算是落下了帷幕 此刻的流光门山门中 大片大片的宫殿倒塌 有山头 直接被拦腰斩断 地脉之上 有战火在燃烧 青烟鸟鸟鸟升起 空气中 充斥着一股残疚破败的气息 一座倒塌的大殿周边 整个流光宗山门高层 散乱地躺在地上 人均负伤 体内气血 翻滚奔腾不已 俨然失去了再战之力 以聂万龙为首的六尊大帝 傲力长空 宛如高高在上的神奇 冷漠地打量着下方众人 圆月悬空 皎洁的月色照耀而下 身披淫晦的聂万龙身上 散发着一股神秘 伟岸 而又强大的气息 他扫视了在场众人一圈 最后目光落在了流光宗宗主 赤鸾身上 淡淡道 而等这又是何苦呢 我等来自上清仙门 臣服上清仙门之下 爱是你流光宗天大的机缘和造化 何便 非要比我动手呢 此话一出 赤鸾挖地吐出了一口鲜血 他强撑着一口气 亮亮呛呛坐了起来 目光死死地盯着这群 突然出现的不速之客 这机缘和造化 我流光宗承受不起 不可否认 阁下实力很强 我流光宗上下 自认不是对手 但你若以为 凭借绝对的武力 就能将我流光宗压服 那未免太小看我等了 仅我流光宗众人败于你手 是我等实力不如人 但要我等今后 为你所驱使 我劝你最好死了这条心吧 宗主 跟他们拼了 我流光宗上下哪儿 没有孬肿 今日 纵是流进最后一滴血 也绝不能让他们好过 有长老颤颤微微起身 眼神中闪烁着疯狂之色 不可否认 上清先门的实力 远非我流光宗可以比你 但若 仅靠一个名头 就要让我流光宗 无条件为其卖名 他还没那么大脸 长空之上 聂万龙看着 还在嘴硬死撑的众人 眸光不由闪现出一股怒色 在他看来 向这些人展示出自己背景 在展示一番自己的实力之后 理应足以将这群人折服 十几尊大帝强者 若能将其收归麾下 不仅在接下来的计划中 能为他出力 这股力量 在未来 也足以给他提供极大的助力 却没想到 事情走向超出了他预料 这群人 竟然宁愿死 也不肯为他效力 一时间 其眸光之中 闪现过一抹嗜血的杀意 但很快 这股杀机 又被他强压了下来 这方天帝 似刘光宗这样的势力不少 但很多 和四大仙门之间 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刘光宗背景简单 无疑是最好用的一把刀 除去刘光宗 短时间内 他还真找不到去往 下界办事更好的人选 想到这儿 聂万龙深吸口气 倒是本地小乔乱等的气节 也不怕告诉他 今日前来找你们 乃是为了 让你们宗主 去为本地办件事 若是办得好了 本地可以不与刘光宗为难 若是办得不好 那刘光宗 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时间考虑 此话一出 下方刘光宗 一众高层 瞬间炸了锅 哼 想驱使宗主为你办事 这是痴心妄想 今日纵是我刘光宗 全员覆灭 也绝不可能 顺了你的意 宗主 莫要应他 在一众刘光宗高层 群情激愤之际 宗主赤鸾 却是悠悠一叹 他承认 此人 拿捏住了他的软肋 若是他要刘光宗 全体臣服 为他驱使 他绝对不可能答应 但此刻 若是牺牲他一人 可免受宗门一场浩劫 他却是拒绝不了 身为刘光宗宗主 这个身份 带给他的 不仅仅是名誉和地位 还有责任 想到此 他面无表情道 你想让我做什么 宗主 一众刘光宗宗门高层大吉 在他们看来 此人大费周章 只为这么一出 显然安的不是什么好心 更不可能是什么好事 此刻见自家宗主 有松口的架势 他们自然不能 眼睁睁看着自家宗主 跳向火坑 赤卵转身 环视了一圈 随即沉声道 诸位 这是我自己的选择 也是我的使命 我等同门一场 还望各位 能够尊重我的决定 有人张了张嘴 想要说些什么 但最后发现 此刻说什么 都显得苍白无力 一时间 空气之中 弥漫着一股无力的悲凉之意 立于长空之上的聂万龙 见此满意地点了点头 聪明的选择 你也不用露出那般 生离死别的模样 本帝不过想要 让你去下界 帮我杀个人 顺便帮本帝 取回他身上的遗物 随着其话音落下 一众刘光宗 高层脸上怒涩 更甚三分 就知道这四美安好心 凡进入下界的生灵 都会被诅咒所扰 断绝心路 对于任何一个 有雄心壮志的人来说 前路断绝 远比生死 更加令人绝望 很难以接受 怪不得 这次要来 攻打他们刘光宗 原来 是要将前路断绝的 大祸转接到他们 宗主身上 此时的刘宗宗众人 只感觉心中 憋屈至极 但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又能徒之奈何 刘光宗宗主赤鸾 看向天际 好似任命一般 两久之后 方才缓缓道 阁下 要我下界杀谁 钟卿 谁 这个名字 让正在赶上的众人 瞬间呆愣了一下 就在这时 一道声音 自远处传了过来 阁下想要杀我 又何须假借他人之手 跑到下界 众人寻着声音看去 但见远方三道身影 好似流星 一般自夜空中划过 几个呼吸间 便已到了境前 这三人 正是钟卿 叶倾城 以及御火明君亡言 三人的出现 让聂万龙神色 微微一眯 一股寒光 在眸光之中酝酿 也让以赤鸾为首的 刘光宗众人 愕然不已 现场 一时之间 陷入了莫名诡异的安静之中 聂万龙的目光 在钟卿和御火明君身上 不断扫荡 最后 净直定格在了 钟卿身上 你就是钟卿 不怪他有此疑问 实在是钟卿准递境的实力 让他怎么也和下阶 覆灭几大二节地的凶手 联系不起来 如假包换 钟卿背负双手 尽力长空之中 清风徐徐 带起一脚白衣飘飘 皎洁月色下 钟卿身上 好似披上了一层圣运光辉 让他看起来更显超凡 脱俗 空灵 好似折线 就是你 覆灭了 下届奉天殿四大殿主 不错 好胆色 聂万龙声若惊雷 杀了我上清仙门的人 还敢在我面前出现 简直不把本地放在眼里 钟卿身旁的浴火明君 王颜文言冷笑道 你什么档子 也配备我家主人放在眼中 此时的王颜 完全将自己 带入到了狗腿子的角色 既然已经走到了这个份上 他自然是要一条路走到黑 以自家主人的身份地位 自然不可能 自降身份和对方打嘴炮 这个时候 身为狗腿子的他 重要性就凸显出来了 一句话 直接将聂万龙心中的杀鸡 刺激到了极点 好 好 王颜 本地真不知道 你是吃了什么雄心包子的 不仅敢背弃 上清仙门 如今 竟然还敢在本地面前作妖 这个时候的他 乃还不知道 先前派出去的审问 多半已经遇害了 而王颜的一句主人 也无不再表明 他已然成了 上清仙门的叛徒 他冰冷的声音 响彻夜空之中 在你下界之前 与本地眼中 就是一个弱鸡废物 倒没想到 这么长时间不见 实力不见长 胆气倒是长了不少 今日 本地便让你明白 敢做上清仙门的叛徒 绝对是你这一生 最愚蠢的决定 欲火明君摇了摇头 大言不惭 这略带嘲讽的声音 让聂万龙心中的杀鸡 彻底按捺不住了 死到临头 还敢嘴硬 他上前一步 就要直接动手 但王颜这般 有恃无恐的态度 让他提起了警惕之心 最后 聂万龙大手一挥 对着身后众人道 意气上 杀了他们 随着话音落下间 以聂万龙为首的六尊大帝 直接动了 这六人 一尊三节大帝 两尊二节帝 三尊一节帝 六尊大帝一同出手 恐怖的杀鸡弥漫长空 天地之间 充斥着一股 无边恐怖的压力 这样的阵容 堪称强大 换作其他 任何一尊大帝强者 都要郑重对待 然而 中卿却是连战役 都升腾不起来 在他圣经六重天之时 便已经能斩杀大帝强者 如今 他的实力 已然达到了准帝境层次 他虽不知道 自己的极限在哪里 但说句狂妄些的话 纵观古今 帝境强者 应该没什么人 有资格做他的对手了 唯一能让他升腾起战役的 恐怕也只有伟先境强者 下方刘光宗 众人看着一脸随意的中卿 脸色大吉 这个时候的他们 隐约从双方的对话中 察觉出了中卿的不凡 再不敢将他当成一般的准帝境强者 来对待 但是 聂万龙一群人的实力 他们可谓是亲有体会 尤其是刘光宗宗主 更能感受到 这群人的强大 毕竟 先前他 以及几尊二节弟 一同联手 也不是那聂万龙的对手 毫无疑问 中卿的出现 让刘光宗的境遇 迎来了转机 但奈何 他们如今 一个个都没了战力 当下只能急声道 道友小心 这帮贼人 实力很强 战力远超同境界强者 万不可大意啊 呵呵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小心有用吗 给我死 聂万龙一马当先 杀招已至中卿身前 六尊大帝 每个人掌握的杀招 都不一致 但毫无疑问 每一个人掌握的杀招 都极其强大 有人身上 迸发出生死悬光 死气弥漫间 俨然要剥夺万物生机 有人手持地气 斜剑杀制 剑光凛然 似要一剑破天 还有人掌似星河 一掌落下 好似有无边星河伟力席卷来 带着亿万禽力道 横压下 这恐怖的一幕 哪怕是身为抗坷的众人 也不由感受到了一股 无边沉重之感 然而 身为众人 集火对象的钟卿 却只是单拳一挥 轰 一时间 这方天地不由一震 在聂万龙等人眼中 这一拳 好似带着某种 至高规则伟力 无法抵挡 无法抗衡 似真正的天威神怒 不 有人惊恐大叫 在他们惊恐的眼神之中 那只高一拳 无情地击溃了 他们一切手段攻击 似死神一般 静止剥夺了 他们的性命 时间 在这一刻好似 进入了短暂的凝滞 一道又一道身躯 相继炸开 好似化成了 炫耀夺目的血色烟火 碰 随着最后一位大帝生死 天地之间 瞬间便清静下来了 六尊大帝 直接被一拳打死 尸骨无存 神魂俱灭 直接化成了一团血舞 钟卿收回拳头 有些头疼 六尊大帝 身上还是有不少好东西的 然而这一次 他已经尽力 收着力道打了 却没想到 还是直接将他们 直接打炸了 啥东西都没留下 战斗 至此结束 但整个流光宗 一众高层内心的震动 却是刚刚开始 此刻的他们 头皮发麻 三观都受到了严重的冲击 一个个脸色呆滞 脑海之中 依旧在回想着 那风华绝代的一拳 这一拳 实在太过离谱 一尊三节大帝 二尊二节大帝 三尊一节大帝 自始至终 一言都没能说出一句 直接就被打死了 而这人 还是他们先前 千方百计想着 要收作徒弟的人 这样的人 是他们有资格收下的 月夜下 所有人的目光 全都不由自主地 看向中青 心中不约而同 生出了一个疑惑 他到底有多强 然而 即便是中青 也不知道 自己的极限在哪 更遑论是他们了 不知过了多久 流光宗宗主赤栏的声音 打破了寂静的夜空 他深吸口气 朝着中青拱手行了一礼 这才缓缓道 此番流光宗遭遇大祸 多谢前辈出手相助 双方算是第二次见面 但称呼 已然从小友 变成了道友 再到如今的前辈 先前是我等有眼不识真神 冲撞了前辈 还望前辈莫要 与我等一般见识 说这话的时候 赤栏的内心 无疑是充满感激和尴尬的 便是一众流光宗高层 此刻回想起自己先前的举措 看向中青的目光 也有些闪躲 一个个还争着抢着要收人为徒 不曾想 再回首 对方明显是他们 只能仰望的存在 中青见此 多少有些理解他们的心思 他当即摆了摆手道 正所谓无巧不成书 我等之间 倒也因此结了些许缘分 先前的事 诸位无需放在心上 声音温和 带着空灵之意 给人一股如遇春风之感 让众人 那紧张的内心不由一松 这个时候 宗主赤栏再道 前辈高义 虽说前辈 不愿于我等一般见识 但我等冲撞前辈在先 前辈救我刘光宗于 水火在后 大恩大德 无以为报 我刘光宗 在这片地界 也算有头有脸的人物 若前辈今后遇到什么事 只请吩咐一声 但凡我刘光宗能做到 赴汤蹈火 在所不辞 这话 他说的真心诚意 对中青的感激 也是达到了顶点 其他刘光宗众人 也是颇为认同般地点了点头 见此一幕 中青微微沉吟片刻厚道 我还真有一件事 前辈轻讲 众人脸色一正 全都做出一副倾听之状 中青见此 直接开门见山道 我想 收留光宗地级以上的强者 做个记名弟子 不知各位意下如何 此话一出 现场再次为之一境 一个个面面相去 不可置信地瞪大了双眼 一股荒谬之感 自心头弥漫而出 可不是荒谬吗 先前 他们还想收中青 做个弟子 但现在 中青竟然来个反向收徒 这 这简直有够离谱 不管是从心理上 还是情理上 他们都接受不了 还 还请前辈 莫要与我等开玩笑 我等 目前并没有拜师的打算 流光宗宗主 赤鸾善善笑道 他觉得 哪怕是中青提出 要当流光宗宗主 自己也不是不能退位让贤 但 但这要收他做徒弟 讲真 他赤鸾活了漫长岁月 还真拉不下这张脸来拜师 前辈 不知 您可否换个要求 其他什么要求我等 都能答应 唯独收徒这事 我等接受不了 大肠老陈青 小心翼翼道 生怕因此而触怒了中青 一旁的叶青城 看着为难的师尊 和诸位长辈 他觉得 在这次宗门之祸中 自己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但现在 或许是自己 派上用场的时候了 身为小辈 如何能看得长辈们为难 陷入一副 进退两难的处境 他当即朝着 中青行为一礼 恳求道 还请前辈 收回成命 中青见此 眉头微微皱了起来 我不是在给你们开玩笑 而是真心 想收你们为徒 你们 当真不愿 众人连连摇头 好似波浪鼓一般 脸上写满了抗拒 那可惜了 中青随手掏出了 一剑仙器 我还想着 给收下的第一个弟子 送一剑礼物 但现在看来 这仙器 显然是送不出去了 这是一柄三尺长剑 长剑之上 仙光四溢 道道仙福 交织其上 流光婉转之间 寒芒闪烁 好似要洞穿天地 整体散发着一股深邃 伟暗 恐怖的气息 那剑芒之锋利 好似 只是远远看上一眼 灵魂都要被切割开来 仙器 再看到三尺长剑的一瞬间 在场所有人 除了中青之外 眼都直了 仙人 哪怕在整个中周二重天 也是极其少见的存在 仙器 自然也是举世难寻之宝物 可以说 一剑仙器 但凡流放出去 绝对是能引发 二重天无数势力癫狂的存在 一时间 以刘光宗宗主赤鸾 一种高层 眼睛全都红了 原本气息萎靡 行动都成困难的 大长老当即 跳了起来 指着叶青城 高声训赤道 青城啊 我说你这孩子 怎么能这样 前辈能收我等为徒 乃是我等上辈子 修来的福分 你 你怎么能让前辈 收回成命呢 就是 三长老木长春 随声附和道 你自己有师尊疼 有师尊爱 可怜老夫的师尊走得走 让我一人 孤苦伶仃 在这残酷的修行 世界挣扎求存 现在看来 这分明是 已经故去的师尊 在天有灵 指引着老夫 重头新世作下 重新感受 师尊的教导 和关爱 师父 弟子木长春 拜见师父 弟子这些年苦啊 哼 只恨未能早遇恩师 愿 只愿这命运弄人 长春等了几十万年 盼星星 盼月亮 终是把恩师宁给盼来了 三长老木长春一番 声味俱下的哭诉 让叶青城整个人 都不好了 此刻的他 脑瓜子嗡嗡嗡的 直接怀疑起了人生 我是谁 我在哪 我干了什么 三长老那生情病茂 感情真挚流露的样子 有那么一瞬间 他都在怀疑 自己是不是网做小人了 阻了他的败师之路 成道之徒 但 但他分明是看到了 一众长辈们的为难 这才请求中卿 收回成命的 现在 倒显得自己 里外不是人了 三 长老他怎么能这样 一向心高气傲 被宗门荡成掌上明珠 来培养对待的叶青城 此刻感受到了一股 前所未有的委屈 他眺望夜空 紧紧抿住红唇 一双凤眼之中 俨然有雾气在笼罩 那坚强而又倔强的样子 让人莫名有些心疼 中卿见此一幕 不由乐 对他而言 已经决定做的事情 很少有失败的时候 既然靠实力 收不了这群人的心 那就用仙气砸 一剑不行就两剑 总能将人砸松口 现在看来 效果不错 同时其心中 不由再感慨 这牧长春 真他娘是个人才 挺会给自己加戏的 就这番层次丰富的表演 眼帝来了 都得叫升福 而其余众人 在惊诧过后 一个个瞬间反应了过来 这偌大的机缘 怎么能让三长老 这老家伙结族先登呢 刘光宗宗主 赤鸾大喝一声 待 三长老 前辈收徒 必然是要以实力强 悟性高为先 在这宗门之中 论实力 本座当之无愧 堪称第一 论悟性 怎么也能排进宗门前三 不管是论实力 论辈分 这第一个拜师的 怎么也轮不到你吧 慕长春脸上丰富的表情 瞬间一收 回首对道 宗主先前 可是明确拒绝了 不愿做师尊的徒弟 粉爹 你堂堂一宗之主 还想出而反而 就不怕人耻笑吗 赤鸾脸上 顿时闪过一抹尴尬之色 大意了 但第一个成功拜师的人 可是能收到 一件仙器坐见面里啊 他长这么大 还从没摸过仙器 是什么触感 若能有这件仙器傍身 日后的道徒 必然是一帆风顺的 这某种意义而言 已经涉及到道徒了 道徒之争 岂能因为 一点小小的面子而退缩 为了仙器 他豁出去了 脸面算个什么东西 为了仙器 不当人都可以 想到此 他立马反驳道 我先前这不是 被江湖迷了眼 猪油蒙了心吗 现在我才知道 师父就是我生命中 不可或缺的一道光 师父 徒儿先前错了 请你原谅徒儿 给徒儿一个机会吧 他双膝跪地 当即朝着 中青行了一个 五体跪拜大理 姿态之虔诚 神色之诚恳 好似最忠实的信徒 遇到了自己 所信奉的真神一般 这般模样 让现场瞬间炸开了 一个个被刺激得不轻 原本一些人 还想着自己 是不是应该矜持些 但自家宗主 都已经这么不要脸了 这要是再矜持 那仙器 算是彻底 与他们无缘了 当下一个个跪着求着 要成为 中青此次所收的 第一个弟子 激烈程度 一如先前众人 争着朝着 要收中青为徒 所不同的 是现在一个个争着吵着 要成为中青第一个徒弟 一时间 场面闹哄哄的 热闹极了 为了争夺第一个 成为中青弟子的机会 众人相互拆台 不断诋毁对方 到最后 甚至演化成了 相互爆黑料 便连宗主第一次行防 才坚持不到 三夕时间的秀士 都被拉出来 鞭挞了一番 叶倾城痛苦 而又绝望地闭上了双眼 这些宗门长辈 在他心目中 是德高望重的代表 是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驱的典型 他们顶天立地 铁骨蒸蒸 这些都是他 对宗门高层的印象 但现在 他只感觉 这群宗门高层 节操彻底碎成了一地 中青也是有些哭笑不得 他也没想到 一件仙气 对他们的吸引力 竟然大到了这般地步 引出了这般闹剧 行了 别吵了 随着他话音落下 原本喧嚣的场景 瞬间一静 一个个眼神 期待地看着他 三长老木长春 小声叨叨道 师父 是我第一个拜师的 此话一出 其余人明显不干了 你第一个拜师 师父就要第一个收你吗 三长老 请你摆正自己的位置 现在是师父收徒 不是你的师父 可 可什么可 这还为拜师呢 你便准备质疑师父 粉滴 是想弃师灭祖吗 眼看到剧 又要再起 中青柔了柔眉心 行了 不就是一件仙气吗 跟师父送不起似的 人手一剑 你们不用再争了 这话一出 众人明显傻眼了 这是什么惊天豪言 什么你天言论 据他们所知 纵然是四大仙门 也只有一剑仙气 他们这里 可是有十四个大地强者 一人一剑 这岂不是说 要一共送出十四剑 在众人惊疑不定的眼神中 中青随手一挥 十三道仙光一闪而过 然后连带着他手中长剑 赫然是十四剑仙气 每一剑都仙光闪闪 每一剑都流光一彩 品质不凡 带着一股至高无上的伟案之意 一时间 在场众人 吴不到吸一口凉气 十 十四剑仙气 一个个地瞪大了双眼 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 娘啊 我到底追随了一个什么样的主人啊 要说此刻内心之中 震动最深的 还得属浴火明君亡言 他知道 中青极其非凡 但也没想到 竟然不凡到这般程度 一口气 拿出十四剑仙气 这 这便是上青仙门 也拿不出这天大的手笔啊 也就是他不知晓 中青在下界之中 早已送出去了一批仙气 如若不然 其内心的震动 恐怕还要翻个几倍不止 此刻的亡言 对刘光宗众人 可谓是羡慕极度了 这是多大的先缘 才能败入主人名下 但羡慕归羡慕 很快 其内心又振奋了起来 他和中青 早已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 先前他还担心 上青仙门大人物找上门来 但现在 他感觉 纵然上青仙门老祖 亲自现身 他也无惧 甚至其心中 还有些飘飘然 只要自己今后办事 能入主人之眼 以主人这般 财大气粗的豪爽性格 自己今后 未必不能拥有一件 属于自己的仙气 这一夜 对于整个刘光宗高层来说 注定是一个不眠之夜 当一个个领到仙气之后 眼神中依旧充斥着 浓浓的不可思议之感 他们抚摸着仙气的模样 温柔的好似在 对待自己的情人 这一幕 让夜清诚茫然地看向夜空 一夜之间 宗主变了 一众长辈 全都变了 他们捧着仙气离开 好似下定了 某种决心一般 走得如此坚定决然 自始至终从没看他一眼 从这一刻起 他知道 自己再也不是刘光宗 捧在手心里呵护 独宠的那个仔了 一日一早 整个刘光宗上下 洋溢着一片喜气 虽然整个宗门 才经历了一场大祸乱 有半数大殿都成了废墟 但这丝毫不影响刘光宗 一众高层的喜悦之情 毕竟 仙气在手 天下我有 相比起所得 这点损失 完全不被他们放在心上 有了仙气之后 众人的第一个反应 就是先去渡个劫 毕竟 能早一步 抵达下一个境界 今后的路 无疑能走得更久远些 地劫 哪怕在整个二重天 对于一众修士来说 依旧是相当恐怖的存在 这一点 并未因环境的改变 而有所变化 而刘光宗的诸多地级强者 多数都达到了 引渡地劫的标准 原本他们还想要 再积累深厚些 增长些实力和底蕴 但如今仙气在首 自然不用再等了 天下间 有什么底牌 是比仙气在首 还要让人心安的 事宜 接下来的时间 众人先后引渡地劫 洗礼自身 当然 因为二重天的天地环境 和夏节不一样 更因为众人知晓仙气的重要性 一个个倒也没将仙气暴露 除了在小范围内 引起轰动之外 此番十几个大地渡劫 在整个二重天 并未掀起什么波澜 而随着众人 先后突破 刘光宗一座山巒之上 盘坐在一具石上的钟卿 也感受到了一股股海量的修为 返还到自己身上 在夏节三千玉时 他便经历过 诸多大地的修为返还 而那返还的修为 让他一度接近地境 而现在 这股返还的修为 远比夏节十数个大地 返还的修为多得多 这修为 应该足以让我突破地境了吧 钟卿南南 神色中有些期待 轰隆隆 伴随着他体内一阵 翻江倒海的轰鸣声传来 此刻的钟卿身上的气势 在不断攀升 不断增长 他的身上 好似在进行着某种 自内而外的蜕变 其肢体内 气血轰鸣 如真龙咆哮 无尽霞光 自他身上喷波而起 映照八方 让他看起来宛如在世的真神 超凡 脱俗 神圣 但是 他的成帝之路 似乎比想象的 要更加艰难得多 随着十数尊大地的修为 被钟卿彻底练化为己用 他依旧没有突破之感 别说突破地径了 他连地径的门槛都没摸到 如果说 将准递到地这个过程 比喻成一条路 其他人 只需横跨百丈 便可抵达 那钟卿感觉 自己如今 已经走了何止万丈 但他依旧没有看到 尽头的意思 这也太夸张了吧 钟卿头疼无比 纵然他知晓 自己的突破 和其他人有些不一样 但是差距大到如此地步 还是让他有些始料未及 这可是十几尊大地 返还过来的修为 其中甚至有 刘光宗大厂老陈青 和三掌老木长春 这两尊三节地径 二节地 足足有四尊 一节地 更是有着七个 而如此海量的修为 竟然只让他在准地径 增强了一些底蕴 这 这简直有够离谱的 打开个人属性面板 宿主 钟卿 修为 准地 徒弟 凌峰 至尊静逆重天 百倍增幅开启中 修为万倍 返还宿主 徒弟 苏叶 尊者静久重天 百倍增幅开启中 修为万倍 返还宿主 徒弟 杜浩 至尊静逆重天 千倍恢复开启中 修为万倍 返还宿主 徒弟 白灵 三阳三境大圆满 死亡修为开启中 修为万倍 返还宿主 徒弟 凤天 至尊静五重天 药体羁绊开启中 修为万倍 返还宿主 徒弟 古尘仙 大圣九重天 杀神羁绊开启中 杀敌所获修为 十倍返还宿主 以激活羁绊 废材羁绊二 普通版 以激活羁绊 霸体羁绊 强化版 以激活羁绊 涅槃羁绊 普通版 以激活羁绊 药体羁绊 普通版 以激活羁绊 杀神羁绊 普通版 更多羁绊带开启 以获得体质 霸体 不死之身 即到魅体 即到战体 即到圣体 众铜体 剑体 日月圣体 以获得特殊技能 老六光环 天眼 铜锦碾压 阵法免疫 自身小世界 二级真神之御 以获得特殊武器 凌峰 以获得座骑 圣血麒麟 中青看着属性面板 凌峰 苏叶 杜昊 奉天四人的实力 明显有了小幅度的提升 不过 四个真传弟子如今 和他的实力 相差巨大 哪怕他们的修为 经过万倍返还 对于中青而言 也是杯水车星 根本不足以 让他更进一步 古尘仙和白灵的修为 依旧没什么提升 中青看着属性面板上的白灵 本就有几分郁闷的心 不由更加郁闷了 每隔一段时间 他便会调出属性面板看一下 一是确保 真传弟子们的修为进度 二来也是通过系统 查看一下白灵的状态 这宝贝徒儿 该不是真被人给封印了吧 这么长时间过去了 白灵的实力 却是一直没有得到丝毫增长 虽然对方身具不死之身 却还是让中青有些担忧 不过连系统 都定位不到白灵的存在 天下之大 想要找一个人 谈何容易 中青也只能等 自己实力再强大些 看能否通过其他手段 来寻回对方 关掉属性面板 中青昂首看向长空 开始思索起 未来的道路来 此番上二重天 他是来寻找第七个 真传弟子韩跑跑的 他决定 先在刘光宗等上一段时间 看看系统 能否再次定位到对方的踪迹 其次 和上青先门的恩怨 是必须要解决的 原本中青觉得 收下刘光宗一众大地之后 凭借着他们的助力 自己理应能突破地境 从而直接打到上青先门去 但现在 地境突破之难 超出想象 稳妥起见 这计划 只能先暂时搁浅 待到自己修为 进一步突破后 再做打算 而中青不知道的是 数欲进而封不止 此刻 距离刘光宗 无尽山河湖海外的 上青先门总部 却是针对他召开了一场 临时会议 金碧辉煌的大殿之中 十几个上青先门的 一个个身上契机伟岸无边 都是超脱了地级的存在 俨然都是伟先进强者 二重天中 任何一个 拥有伟先进坐镇的势力 都是一方霸主级别的存在 而上青先门 光是汇聚于此的 便足足拥有 十几个伟先进强者 其他不说 光这些高手出动 便足以横推八方 这个宗门 放眼整个二重天中 也属屹立在金字塔上方 足以制定规则 秩序般的存在 大殿上方 端坐着一个 身穿悬浮 气度非凡的男子 其身躯魁梧雄壮 给人一股强大的压迫感 双眼好似雄鹰 国字脸 一字眉 此人 正是上青先门宗主 灵天 他目光转动 看向四方 在他下方左手边的 大肠老朱赤疑惑道 宗主 不知何时换 我们前来 灵天沉阴片刻后 方才缓缓道 下界三千玉 乃是我四大先门 收割气韵的最大粮仓 每个先门值长 二十万年 八十万年一轮 如今 眼看二十万年之七快道 但我上青先门 收集气韵的容器天地玄剑 却是被人锁道 什么 这个消息 好似一道惊雷 自天上降落 静止在现场之中炸开 他们还是第一次听说 天地玄剑一师被道的消息 到底是谁 这是吃了龙肝凤胆吗 竟然敢在太岁头上动土 连我上青先门之物都敢动 当真是不知死活 宗主 是否有其他三大先门的身影 插足其中 有长老周梅寻问道 不怪他有此疑问 以上青先门的实力 放眼八方 有胆量得罪他们宗门的势力 还真就不多 四大先门 虽然共同执掌奉天殿 但彼此之间 却非铁板一块 甚至私下间 还存在不少摩擦和恩怨 龌龊不断 也因此 其他几大宗门第一时间 就成为了怀疑的对象 灵天摇了摇头 非其他三大先门所为 据本作掌握的消息 天地玄剑 乃是被下界一个 叫中青的土著索取 这天地玄剑内的气韵 在上青先门之中 便能再添一尊 伪先及强者 不知 诸位 有谁愿意为宗门分忧 去寻回那天地玄剑 这话 让众人不可思议的同时 一个个纷纷沉默了 他们怎么也没想到 夺取天地玄剑 这等至宝的 竟然是下界一个土著 这某种意义而言 比其他三大先门掺和其中 更让他们吃惊 但对于他们而言 成先之路近在咫尺 谁会愿意去往那下界 沾那诅咒 断那前途 大肠老朱赤宁声道 宗主 下界之中 成先之路已断 能在下界之中 修炼到的最强者 也就三节地 天地玄剑固然重要 但杀鸡烟用牛刀 随便派出几个三节地 便足以将此之宝巡回 何须动用伪先强者 灵天淡淡道 先前本作便已派出三节地出去 但连带他在内的 七尊帝级强者 如今全都身余 本作以神通推演众人破碎的魂牌 见证了他们生前陨落的场景 此人 有些实力 非为先进不可敌 而且 如今他身处中周二重天之中 未处无尽山脉后 一个叫刘光宗的势力地界 想要对付他 取回天地玄剑 倒也无需通往下界 这话一出 众人瞬间松了口气 只要不是通往下界即可 一个来自下界的生灵 身处着上界之中 只要找到他 他们之中任何一人过去 对方是生是死 还不是完全任由他们拿捏 抵触之心继续 九长老邓仲当即从长凳上起身道 宗主 那别我走一趟吧 近来一直在闭关 好几万年没出去了 正好借此机会 活动活动筋骨 九长老 乃是一转尾先修为 在现场众人之中 这修为不算高 只能算是垫底 但尾仙境强者 本身就是排面和实力的象征 在这个仙人隐匿不出的时代 尾仙境强者 已经算是巅峰战力了 首座之上 临天思所片刻 然后方道 这中卿 很是古怪 战力之强 有些匪夷所思 未免意外 本座提议 最好再由一人与你同去 先前临天动用神通 查探聂万龙等人的魂牌碎片 正好看到了 他们生前所见的最后一幕 六尊地级强者 直接被一拳打死 甚至他能看出 就这 中卿还没有动用权力 也因此 他这才有有此提议 然而这话 却是让九长老邓仲 眉头紧皱了起来 宗主 您先前说 此人乃是自下界而来 下界之人 修为不可能 超脱三节地 这是自古以来公认的定律 难不成 您认为 我连一个地级生灵都对付不了 灵天的提议 让他感受到了羞辱 他 邓仲 堂堂一个伪先级强者 如今去对付一个地级小辈 已经算是以大欺小了 若是传了出去 自己去对付一个地级小辈 还要带帮手 那当真是一笑大方了 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他这个伪先级强者 是个水货呢 这个时候 有长老道 宗主 修行界中 谨慎是好事 但您未免 也太过谨慎了 九长老的实力 我们都知晓 在一转伪先中 也是顶尖的存在 派他一人 聚变足矣 又何须兴师动众 灵天文言 没再坚持 心中暗道 自己确实有些谨慎过头了 地级和伪先进强者 中间隔着的堪称是 一条无法跨越的鸿沟 纵然那中卿再特殊 难不成 还能真跨越 这无上差距不成 想到此 他慢慢道 既如此 此事 就辛苦邓长老了 见此 更重难看的脸色 这才稍缓 他摆了摆手 左右不过是跑一趟 挥挥手 就能解决的事 谈何辛苦 宗主 天地玄剑事关重大 不容有失 既如此 我就先去了 九长老抱全行了一礼之后 当即自信满满 直接出发了 与此同时 刘光宗 中卿背负双手 屹立在一山巅之上 鉴于宿主修为 提升进度较慢 请宿主尽快突破地级 地级之后 系统将解索性的功能 系统的声音 事实在中卿脑海中响起 这让中请谋光不由一动 他这修为进度 确实有些拉胯了 这都好几年了 还只是在准地级打转 要是将他的人生经历 写成一本书 这应该都有 八百好几十章了 开这么大的挂 修为提升速度 还这么慢 是连系统都看不下去了吗 系统 新功能是什么 系统无法透露 请宿主突破地级之后 自行解锁 好家伙 还挺神秘 不过中卿 却是有些期待了起来 每一次系统解锁新功能 都会给他带来一波强大的助力 想来 这一次新增加的功能 必然不会让他失望 只是他想要突破这地级 是真的难啊 在中周一重天时 中卿就收了十几尊大地级弟子 来到中周二重天之后 他又收下了十几尊大地级弟子 这么多大地 突破之后返还的修为 按理来说 就是一个从没修炼过的普通人 消化了这股庞大的修为之后 最起码都能成为伪先进强者 然而 他却连地级门槛都没摸到 到了现在 中卿依旧感觉自己突破地境 遥遥无期 检测到宿主成帝之路 突破难度较大 线系统开启徒子徒孙功能 助宿主一臂之力 徒子徒孙功能效果 宿主弟子所收徒弟 乃至徒孙所收的徒弟 修为增长 同样可以一比一返还到宿主身上 系统的话 让中卿微微一愣 系统 你的意思是 但凡我门下弟子收到的徒弟 不管收到第几代 修为的增长 同样会返还到我身上来 是的 宿主 这话一出 中卿瞳孔不由微微一缩 呼吸都不由急促了几分 这徒子徒孙功能太强了 一个人的力量 始终是有限的 他固然可以收徒 但天下那么大 他能收过几个徒弟来 但这系统新增的功能 完全解决了他遭遇的难题 其他不说 以他为源头 只要他挥下弟子 每人收十个徒弟 十个徒孙 每人再收十个 如此不断裂变下去 只要给一点时间发酵 他的徒子徒孙 数量绝对能达到一个极其恐怖的地步 若是时间线拉长 千年万年之后 恐怕一个呼吸间 自己都能吸收到海量的修为 这功能 无疑是极其恐怖的 哪怕是中卿的心境 这一刻 也不由有些振奋了起来 没有过多犹豫 他当即 召集了自己在刘光宗收下的 十四位帝级弟子 要将系统这徒子徒孙的功能应用起来 就少不了他挥下弟子相助 以赤鸾为首的一众刘光宗高层 最近一段时间 可谓是意气风发 他们修为 近来都有了不一而同的进展 虽说宗主赤鸾修为 依旧停顿在三节地境界 但有仙气相助 他相信 自己想要更进一步 成就伪先 只是时间问题 至于其他人 也觉得前路一帆通顺 至少在地境之中 所谓的三灾九难之节 再也不能成为阻挡他们前进的阻碍 而这一切 他们都没忘记 是谁给予的 若无中卿 他们哪有今日这般境遇 也因此 在收到中卿的传召之后 众人没有丝毫耽搁 第一时间朝着中卿所在的位置赶了过去 夕阳斜下 漫天红云一片 青山之上 十四道身影 自四面八方赶赴而来 对着山巅上的中卿 行了一个师徒之礼 弟子给师尊请安 不知师尊换我等 有何吩咐 在众人想相继请安过后 刘光宗宗主赤鸾 来到中卿进前 功声道 中卿副手力 看向赤鸾 为师准备交给你们一个任务 师尊请讲 众人神色一领 齐身恭敬道 你们去外面多收些徒弟 天赋不用卡那么死 收到的徒弟越多越好 众人面面相去 有些不明所以 这是什么奇怪的任务 钟卿也没跟他们解释的意思 他随手一挥 随着一片流光闪过 众人身前 瞬间出现了百十本功法 赤鸾神色动容 半 半仙级功法 大长老陈青脸上 同样露出了无尽金融 而且还不是普通的半仙级功法 而是那种无限接近 真正仙级功法的存在 可以说 这些功法 任何一本流传出去 都能引发一阵腥风血雨 让无数伪仙境势力 为之疯狂 这一刻 在场众人 心中全都犯起了滚滚波涛 虽说他们知晓 自家师尊非同反响 能一次性拿出十几件仙器 但这一刻 众人内心之中 还是忍不住一阵激动 毕竟 先前的刘光宗 连一本普通的半仙级功法都没有 但是现在 半仙级功法 好似路边大白菜一般 就这样成堆成捆地出现在他们面前 这种冲击力 对众人而言 无疑是巨大的 就好似金山银山 毫无征兆地裸露在普通人眼前 这些功法 你们可自行修炼 也可用来教导所收弟子 我的要求就一个 尽快在短时间内 收下足够多的徒弟 是 师尊 众人激动地收下了中卿所赐的功法 每个人心中 都生腾起了无边动力 虽然他们依旧不解 师尊为何要自己等人出去收徒 但师尊代他们恩重如山 他们要做的不是质疑 只需要绝对服从师尊的命令 就是了 去吧 中卿挥了挥手 打发了众人 这十四人 只是一个开始 他相信 用不了多久 自己挥下的徒子徒孙数量 必然能承止数级暴涨 真是期待 当徒子徒孙的数量 突破十亿 百亿 千亿 万亿 之后 每一天修为反 还回来的场景 赤鸾 陈青 牧长春等十四个大帝 在向中卿辞行之后 一群人没有丝毫耽搁 第一时间便展开了行动 众人自四面八方 分散开来 开始了收徒之旅 流光踪踪主赤鸾一路急行 心中攒着一股劲 这是师父给他们的第一个任务 这个任务 他必须要圆满完成不说 还要狠压其他人一头 不这样 如何彰显自己的能力 如何让师尊刮目相看一眼 赤鸾一边急行 一边在思索 如何才能在短时间内 收到更多的徒弟 此次师尊出动这么大手笔 他能感觉到 师尊对他们收徒这件事的重视 向师尊所想 及师尊所及 这无疑是身为 一个合格弟子 该有的品质 他不可能花费千百年时间 慢慢去寻找 想要让师尊高看一眼 就必须打破常规 尽快做出一番成绩 或许 我可以这样 一个粗略的计划 在赤鸾脑海之中勾勒成形 越想 其谋中亮光越盛 越觉 他越觉得此事大有可为 赤鸾一路朝流光踪境外 西南方向 急迟而去 在中周二重天 这片广阔无垠的大地上 流光踪所占据的地盘 说是弹丸之地 也不为过 再距流光踪地盘 数百万里开万 还有一个伪先进强者 坐镇的势力 其名 问仙宗 如果说 刘光踪乃是方圆 十数万里的小霸王 那 问仙宗 就是称 霸方圆数百万里的一方霸主 在整个中周 二重天内 也是排的上号的 星级大势力 二重天 浩瀚无边 势力多如牛毛 拥有一到三转 伪先坐镇的势力 便称为一星势力 拥有四到六转 伪先坐镇的势力 便称为二星势力 拥有七到九转 伪先坐镇的势力 称为三星势力 也只有星级势力 在整个中周 二重天中 才能拥有 一定的话语权 否则 像刘光宗这样的宗门 放眼整个二重天 根本就上不了 什么台面 而这问仙宗 便是赤鸾此行的目标 要说 论弟子质量之高 之多 整个刘光宗 和星级势力 根本没有任何可比性 这年头 想要收一个好弟子 谈何容易 但从其他势力手下 挖些弟子 那事情 无疑就要简单得多 若是在以前 借赤鸾一百个胆子 他也是不敢打 这一心势力的主意的 毕竟 三节大帝 和一传伪先强者 虽只有一步之差 但这一步 对方却是可以挥挥手 轻松灭了他 但现在不一样了 有了师尊赐语的仙气 这一步之差 他感觉自己 完全可以轻松弥补 甚至能反超 对方好几步 就算他的挖墙角行为 被对方发现了 他也可以做到 完全无惧 一片地脉之上 大气磅礴 四周云雾缭绕 山川大河之中 有阴云仙气 在奔腾 从上往下看去 巍峨山脉涌入云霄 群殿之间 还有神兮在闪烁 紫气在奔腾 道运在弥漫 这里 便是问仙宗大本营 真是好一片洞天伏地 当赤鸾来到问 仙宗山门上空之时 看着下方神机 造化闪烁的伏地 忍不住赞道 这里的修行环境 远不是刘光宗所能比拟的 这也是常态 实力强的势力 总能占据 更好的洞天伏地之所 正在赤鸾心绪悠悠 不断打量问仙宗之际 一道声音 自远方云空传来 问仙宗地界 白者止步 像这等星级势力所在之地 不管天上地下 都是他们的势力范围 四周都有强大的修饰阵守 赤鸾寻声看去 但见一道身影 自远方急速行来 不过几个呼吸间 便已到了近前 他身穿近装 目似同龄 身材魁梧 须发齐飞 气势不凡 俨然是一尊二姐弟 齐名正途 乃是问仙宗护卫首领 他目光看向赤鸾 高声道 阁下是何人 来我问仙宗 所谓何事 赤鸾打量的对方 越是打量 越觉满意 要不怎么说是星级势力呢 连守卫 都是二姐弟境强者 他觉得 此人可收为弟子 当然 收人也是讲究策略的 挖墙角 怎么也得避讳这些来 而且 他此番的目标 可不是一个两个 而是一群 只有先进入问仙宗 再根据情况 从长记忆一番 想到此 赤鸾拱首道 在下流光宗宗主赤鸾 此番前来 拜访贵宗宗主 还望阁下能够引荐一番 正途一看对方 修为极其不俗 倒也有资格 拜见自家宗主 沉思片刻后 当即朗声道 我家宗主如今 正在接见一位贵客 短时间内 恐怕无暇召见道友 若是道友没什么急事 过些十日再来吧 当然 你也可以 先在我问仙宗主下 待宗主闲暇之余 我可以帮到友引荐 此话一出 赤鸾心中顿时一喜 这倒是正合他意 拜访此宗宗主 只是一个幌子 如今 对方正在接待贵客 倒是给了他不少操作的空间 想到此 他拱首道 虽说两宗相隔不是太远 但一来一去 却是麻烦 烦牢阁下为在下 安排一出住所 正途汉手 既如此 那阁下请随我来 就这般 在对方的带领下 赤鸾成功进入到了问仙宗内 沿途锁过 山川上 云端中 寒潭边 不时有三三两两之人 在修行悟导 有人口吐惊泪 气血如江河翻滚 有人气机与天地交融 身上不时弥漫着 丝丝缕缕倒云 还有人身上迸发出雾亮光 陷入了深层次的悟导之中 这些人 一个个实力 极其不俗 资质也是极好的 每看到一个 赤鸾眸光 皆要亮上一份 在他看来 这些人 都是徒弟的最佳人选 他当真恨不得 当场直接打包 全部带走 当然 这股悸动 最后还是被他给按纳住了 小不忍择乱大谋 他要得 不仅仅是这些人 他要收更多的弟子 月色如水 繁星点缀天际 问仙宗内 一山脉之中 一道身影 正在月色下盘 坐在巨石上 修行悟导 齐鸣其乐 一节地境强者 今晚的月 格外明亮 然而齐乐的心 却莫名有几分烦躁 自他踏足一节地境 已经有数十万载岁月了 然而 因为三灾九南之节的缘故 他迟迟不敢踏足那一步 对于他而言 所谓的地节 堪称九死一生之局 哪怕问仙宗 这等有伟先强者 坐镇的宗门 门下的地级强者 度过地节的成功率 也仅仅只有一成 由此可见 修行之路的艰难 在整个中周 二重天中 想要能完美度过 三灾九南之节的方法 不是没有 但那个方法太过逆天 非常人可以使用 若是有仙人或是仙兵 为其互道 那便可以以仙道伟力 直接强势破灾萧南 然而整个中周 二重天中 仙人何等尊贵 仙兵何等罕见 如何是他这般 小小一节地所能接触到的 若是能有完整的半仙境 功法就好了 如此 我度节的成功率 应该足以提升五成 其乐仰望长空 情绪有些低落 只是半仙级功法 何等珍贵 以我在宗门中的地位 想要获得完整的半仙级功法 难度并不比度节差 门中的半仙级功法 乃是整个势力的传承之机 非核心重要人员不可修炼 也就宗主 乃至宗门道子 德高望重的几位长老 渺渺十数人可以修行 至于其他人 哪怕是对宗门 忠心耿耿的地级强者 也只能修行 残偏的半仙级功法 除非对宗门有天大贡献 否则 基本终生都无缘地见 完整的半仙级功法全貌 而问先宗成立这么多年 就其乐所知 因为功绩 被赏赐完整半仙级功法之人 只有一个 那就是宗门护卫首领正途 难 难 难啊 此时的其乐 愈发感觉到 修行之路的艰难 功法获取之难 资源收集之难 他这一生 如履复兵 好不容易修炼到一节地层次 但是 想要更进一步 却只感觉 难如登天 我被修行之人 自当勇往直前 这般长虚短叹 可不是强者所为 就在这时 一道声音 自其乐身后传来 其乐闻言 回首看去 但见月夜下 一个中年男子 正背负双手 正朝他漫步 缓缓醒来 阁下是 他并不认识此人 但是在这问仙宗内 他并不觉得 有人胆敢前来闹事 自我介绍一下 在下赤卵 此番来问仙宗做客 方才无意之间 听闻朋友感叹 修行之难 可是在为功法之事 而烦恼 其乐苦笑一声 倒是让道友见笑了 确实如此 地劫之难 不知困扰了古今 多少精彩绝艳之辈 若能给我一本 完整半仙级功法 我有七成把握 可渡过这地劫 可惜 这不过是奢望罢了 赤卵一脸正色道 这怎么会是奢望吗 以你的潜力 只要稍加培养 未来必成大器 你没有半仙级功法 我有啊 嗯 这话直接让其乐 给愣住了 半想之后 他方才摇头苦涩道 道友莫要开玩笑了 半仙级功法 何等珍贵 纵然 你真有此无上功法 必然也是宗门的 不传之命 难道还能传我这外人不成 外人自然是不能传 但要是自己人 这不就可以传了吗 其乐内心之中 生出了一股荒谬之感 半仙级功法之珍贵 便是宗门道子 也要在达到一定境界后 通过层层考核方 能传授下去 而且传下之后 还得在神魂之处 下意禁止 若遇人搜魂 这禁止便会自主启动 以销毁此功法的相关记忆 其他各大势力 对自家传承功法的保护力度 也和问仙宗大同小异 然而 此人竟然说 在告诉他 天下间不可能有如此美事 对方极有可能是在诃骗于他 然而 他的眼睛却在告诉他 对方的样子并未在说谎 半仙级功法 对其乐来说 诱惑太大了 鬼使神差的 他不由问道 怎么才能算是自己人 听到这话 赤鸾笑了 他就知道 天下间很少有人 能抵挡得住 半仙级功法的诱惑 尤其是修为 到了递进这个层次 他不急不缓道 说来也是你的造化 老夫掐指一算 在问仙宗内 有人与我有师徒之缘 而你 恰好正是其中之一 只要你愿意 拜我为师 为师 自然传你无上修行之法 听到这话 其乐当即 怦然心动了起来 承蒙前辈不切 愿收弟子为徒 其乐拜见师尊 他没有丝毫犹豫 对着赤鸾 倒头就拜 但凡犹豫一息 都是对办仙级功法的不尊重 当然 这并非说是 他就此背叛了问仙宗 而是他本身 只是问仙宗的客亲 是被问仙宗 收编的散修 之所以加入问仙宗 便是觉得 问仙宗 能给自己修行之路 提供助力 如今 赤鸾若当真 能给他半仙级功法 别说拜他为师 便是为对方卖命 他也心甘情愿 好好好 见对方如此识时误 赤鸾心情不由大好 好托儿 快快起来 他大手一挥 一本半仙级功法 净直从袖中飞出 净直浮现在其乐身前 这是为师送你的见面脸 你且收好 其乐见此 瞳孔豁然一缩 开始翻阅起来 待看完整本半仙级功法之后 他彻底呆愣住了 一本完整版的半仙级功法 师尊就这样 交给他了 这 是不是太草率了些 惊起来得太过突然 以至于让他有种 置身梦境的不可思议之感 师尊 这等功法 您就这般交由弟子 您 您不怕弟子 将其泄露出去吗 赤鸾摇了摇头 一本普通的半仙级功法而已 便是泄露了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现为师教 有你一个任务 若是完成的好 更好的功法 为师也不是不能赐给你 什么 师尊身上 还有更好的功法 其乐一惊 在他看来 自己手中这本功法 足以让人修炼到三转尾仙境 问仙宗的核心功法 也只能让人修炼到 二转尾仙而已 难不成 师尊身上 还有能让人修炼到 四转尾仙境的功法 赤鸾虽然不知道其乐所思 但大概也能从对方眼神之中 察觉到其心中的震撼 这让他摇了摇头 淡淡道 这才从哪到哪呀 为师手中的半仙极功法 不下十步 其中甚至有能修炼到 九转尾仙境的功法 只要你能展现出足够的价值 便是这极品半仙极功法 交由你又如何 听到这话 其乐心中的震动 好似翻起了 无尽狂风巨浪一般 十本半仙极功法 其中甚至有能直抵 九转尾仙的通天法门 这每一个消息 对于他而言 都是极其震撼的 但震动过后 其心中便被狂喜所替代 机缘 这绝对是他一生之中 最大的机缘 师尊有何吩咐 还请示下 便是上刀山 下火海 弟子也一定竭尽所能 完成师尊所交代的任务 赤鸾对其乐的态度 很是满意 倒也不用上刀山 下火海这么夸张 先前为师 与你说过 在这问先宗内 有不少人 与为师有师徒之缘 你且去问问 与你私交甚好之辈 问他们 是否愿意拜入为师门下 这话一出 其乐神色恶然 这 这就是师尊说的师徒之缘 怎么感觉这缘 和他想象中的缘 有些不一样 赤鸾没有理会 自家新收这个 徒弟怪异的眼神 而是物字继续道 但凡他们愿意拜入为师座下 为师 自会传他们通天法门 甚至 可以帮他们 成功度过地劫 话音落下 其乐瞳孔猛然巨缩 帮助地级强者 度过地劫 这只有仙人强者 或是仙气方能做到 赤鸾并未 隐藏自身境界修为 是以 其乐能清晰感知到对方的境界 如此 只剩下一个可能 自家这位师父 拥有仙气 一想到这种情况 其乐整个人彻底被镇麻了 自家这位师尊 到底有着 什么天大的来历 直到两人分别之后 其乐还是晕乎乎的 实在是今晚的经历 太过离奇 他不仅轻而易举 得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 全版半仙级功法 甚至师尊承诺 若他拉的人数 能让师尊满意 师尊不仅可以助他渡劫 甚至还会传他更好的功法 他做梦都不敢梦到这种美事 却在现实中被他给遇到了 有那么一刻 其乐甚至感觉 自己就是画本中的天命之子 否则 这天大的机缘 如何会落在他身上 在不久之后 他便会知晓 所谓的天命之子 不过是他一厢情愿的想法罢了 似他这样的天命之子 还有千千万万个 当然 这是后话 暂且不提 赤鸾和自家徒弟分开之后 心神也是有些振奋 其乐 并非是他在问先宗收的第一个弟子 也绝对不是最后一个 这一晚 他好似勤劳的小蜜蜂一般 不断搜寻着 可以收作弟子的合适目标 小友 我关你骨骼清奇 一股灵光 直冲天灵概 乃亦万中无一的妖孽之姿 你在问先宗修炼 实在是屈才了 可愿转头本座门下 在本座的教导下 相信未来 你的成就 绝对超乎想象 就这般 一夜过去 赤鸾坑蒙拐骗 无所不用其极 成功收下 三十七个弟子 大圣镜弟子二十二尊 而这些弟子 在成为他的弟子之后 又不断游说身边的人 不过短短三天 赤鸾麾下的弟子 已然突破了 惊人的四位数 当真应证了那句话 只要锄头挖得好 没有墙角挖不到 而战果之所以如此辉煌 还在于赤鸾有好处 他是真给 不仅入门 就给半仙 急功法 甚至承诺 可以帮弟子成功渡过地劫 这两个大招放下来 很少有人能扛住 这天大的诱惑 然后 整个问先宗的弟子 以惊人的速度 再转变成赤鸾坐下的弟子 不过 随着赤鸾坐下的弟子增多 新的问题 也随之而来 在他挥下弟子较少时 动静还不容易引人注意 随着他挥下弟子的增多 赤鸾和一众弟子会面之时 自然难免引发了有心人的关注 负责整个宗门守卫的正途 便是其中之一 这一页 在弟子其乐的推荐下 赤鸾再次收下了三尊地境强者 这让他心神极其振奋 果然 天才弟子 哪有其他门派的香 照这般速度下去 赤鸾相信 整个问先宗 他起码可以带走 半数以上的徒弟 就在他鼓动弟子 再接再历时 正徒自虚空中漫步而出 脸色阴沉地看着赤鸾 赤宗主 我原以为 你是真心来拜见我家宗主 没想到 竟然来我问先宗 收徒来了 不得不说 你这手段 是真脏了 若是再给你一段时间 怕是整个问先宗 都要姓赤了 说话间 他目光环视赤鸾周边的众人 怒声呵斥道 宗门带你们恩仲如山 你们就是这样回报宗门的 被人以三两个歪瓜裂枣 就哄骗了过去 此时的正徒 心中是寂惊幼目 他没想到 自己竟然引狼入室 差点让人挖了问先宗的根基 这对于他而言 无疑是人生中的奇耻大辱 若非发现即时 他恐怕要成为宗门的千古罪人 面对圣怒的正徒 赤鸾脸上 却是不见丝毫俱异 若非知晓这问先宗 和四大先门之一的羽化先门 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他哪会用这般手段 直接就抢抢了 他笑道 朋友 正所谓人往高处走 谁往地处流 本座能提供给他们更好的未来 他们这般选择 无可厚非 倒是你 不妨考虑一下 拜我为师 跟着我 绝对比在问先宗 更有前途 此话一出 正徒怒急而笑 一个三流门派宗主 不过三节地修为 也想当我师尊 你凭什么 赤鸾当即甩出了 普通半仙级功法 哼 半仙级功法 本地也有 作为一个对宗门中心耿耿之人 正徒是唯一一个立下大功 被赏赐完整半仙级功法之人 那若是再加上这个呢 赤鸾再次甩出了一本 可以修炼到四转尾先进的功法 随着赤鸾新的功法甩出 正徒眼神微微眯了起来 两本半仙级功法 怪不得 对方能在问先宗内 拉起这么大的队伍 说实话 哪怕是他 在这一刻 也有些心动了起来 不过 他对问先宗忠心耿耿 若是以为 这般就能让他投诚 那未免太过小看他了 赤鸾 问先宗的一些客亲 或者心智不间的弟子 或许会被你蛊惑 但想要用这低劣的手段来收买我 简直痴心妄想 说话间 他直接动用传送预检 便要直接通知宗门之人 赤鸾摇了摇头 你若是早通知 或许还有机会 现在想通知人 不觉得太晚了吗 他的领域早已绵延了四方 包裹了这片天地空间 在这领域之内 任何消息都别想传送出去 正途在尝试数次后 见发送的信息并未传出 整个人脸色瞬间沉了下来 是他大意了 但很快 齐之眼神中 闪过一抹绿色 赤鸾 虽然你是三节弟 而我只是二节 但你未必就能拿下我 说话间 他随手一番 手中多出了一件极品地器 由此极品地器在 他觉得 自己未必没有一战之力 而且 他也不需要迎过对方 只要突破对方的领域封锁 通知宗门高层 以高层的实力 一尊小小三节地 又能翻起什么风望 赤鸾见此 再不废话 当即单手朝前一案 轰 伴随着一股无上伟力横跃而来 正途刚想动手 整个人静止倒飞了出去 甚至手中的地器 也直接被赤鸾给抢了过去 怎么 可能 正途怎么也不愿相信这个事实 纵然他知晓 二节地和三节地差距巨大 却怎么也没想到 竟然大到了这般恐怖的程度 自始至终 他甚至都还没出手 自己就落败了 赤鸾根本不给他机会 直接单手将其镇压 在正途身上 快速下了一层 禁锢力量的封印 他自然不会告诉对方 自己为了速战速决 借用了一丝仙气的力量 双方本就相差一个境界 如今 又动用了仙气的力量 他拿什么来抵挡 如何 现在再给你一个机会 可愿拜入我们下 赤鸾提着被封印的正途 再次问道 正途脸上 闪现一抹宁死不屈的神色 痴心妄想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有本事你就杀了我 宗门高层察觉 你这卑劣行径后 一定会为我报仇的 这家伙 赤鸾眸中 闪现一抹异色 这年头 能无视生死的人 已经不多见了 不过要是就这般杀了他 魂牌一碎 难免问先宗的人会察觉 为了自己的收徒大计 最后赤鸾 也只是将他敲晕 收入随身空间之中 与此同时 一座金黄大殿之中 摆放着一琉璃紫金长桌 桌边端坐着八道身影 其中七人 身穿统一白色服饰 这些都是 问先宗高层 为首一人 胡须齐白 脸上勾壳纵横 一双眼睛 带着岁月风霜的气息 此人乃问先宗的创始人 也是问先宗的宗主 一转尾先强者 秦问 在这问先宗内 秦问 无疑就是晴天之柱 定海神针一般的存在 然而 此刻 诸多问先宗高层 连带着宗主秦问在内 却是对着另外一人 姿态恭敬至极 那是一个身穿担子 长袍的中年男子 他端坐在秦问对面 不紧不慢地饮着茶 待浅尝一口后 其眯着眼睛 好似在回味茶的幽香 少请之后 中年男子把玩着手中茶中 徐徐开口道 秦宗主 本座先前所说之事 考虑得如何了 这 秦问欲言又止 可才刚说出口 就被中年男子打断 至于你们问先宗 和语化先宗的关系 就不用抬出来说了 我早就查清楚了 只不过是 你们门中一位长老 乃是语化先宗 某位执事的企图罢了 你们拿这个 骗一骗其他宗门倒也罢了 却瞒不了我 这让众人想要拒绝的话 瞬间堵在了喉咙中 愿不愿意 给个痛快话吧 声音虽淡 却给人一股强大的压迫感 问先宗宗主 和其余几位长老面面相去 脸色有些不自然 数日前 五行门宗主相风 亲自登门拜访 这五行门 虽然和问先宗一般 只是一心势力 但宗主相风 却是二转尾先进强者 九转尾先进 一转一冲天 一转尾先 在二转尾先进面前 无疑于只有被碾压的份 得知如此人物登门 问先宗自是不敢怠慢 宗主请问 乃至门中长老高层 亲自相迎 不曾想 对方此次 竟是来收编整个问先宗 欲将问先宗 收为五行门的附属 众人内心自然是不愿的 可又距于五行门宗主的威势 不敢明知拒绝 如今 随着对方再次提出 他们知晓 这事 已经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了 他们今天 必须要给一个答复了 几人用眼神交流一番后 问先宗宗主请问 强行挤出一个笑容道 五行门能看上我问先宗 乃是我问先宗的福分 向宗主亲自登门 更是足以体现出 对我问先宗的重视 若是我问先宗在拒绝 那就显得我等太不知好歹了 今后 我问先宗院以五行门马首是瞻 很好 聪明的选择 想风汗手 对这个结果 很是满意 他还以为 此行 说不得要展示一下肌肉 没想到 事情比想象中的 要更加顺利 既如此 而等提前准备一番 七日之后 我等一同参加灵帝的百宗圣典 此话一出 以秦问为首的众人 心头不由一动 他们所在 这片地界 名为灵帝 每隔百年 会举行一场百宗圣典 届时 灵帝各大年轻一辈会聚集于此 挑选一个好的宗门加入 对于各大宗门来说 也是吸收新鲜血液的好机会 除此之外 那些各有本领的伞修们 也同样会来 趁此机会 成为一些宗门的客亲长老 可以说 此番盛会 无论是对灵帝各修炼者 还是灵帝的各大宗门来说 都是一场不可缺席的盛会 当然 对于宗门来说 也不是没有门槛的 参加最低也得星级势力 星级势力中 越强大的宗门 便能挑选更好的弟子 而较弱的宗门 则是只能最后 捡一些其他宗门 都不要的残羹剩饭 问仙宗这种 只有宗主达到一转尾仙的宗门 自然是垫底的存在 但若是有五行宗门罩着 或许 情况会稍微有些不一样 想到这儿 以秦问为首的众人 心头一动 若是如此的话 成为五行门的附属 倒也不见得 完全是一件坏事 秦问拱手朝着五行宗宗主 相风致谢道 多谢向宗主提携 相风摆了摆手 这都是你们应得的 行了 此事已了 本座也该走了 请问 相宗主何不在此多待些十日 七日后 和我等一同离开 顺便 也好让我等一进地主之意 相风起身 不聊 百宗圣典临近 很多东西 要提早准备 我在问仙宗逗留的时间 已经够久了 就不多停留了 走了 而等无需相送 直到相风的身影 彻底消失在众人视线之后 有长老苦涩道 宗主 虽说这五行门宗主 对我等展现出了善意 但 我问仙宗 真要成为五行宗的附属吗 其只眼神中 充斥着满满的不甘 问仙宗宗主 请问文言 悠悠叹了口气 若不如此 我等又能如何 终究是实力不如人 若者 不管在何处 本身就是没有任何人权公平可言 想要改变这一切 以我等的潜力来说 已经没有任何 希望可言了 只希望新生代弟子 能出一个可以超脱本座的存在 随着其话音落下 众人深有同感地点了点头 待这次百宗大典过后 得加强对一众弟子的鞭策和培养了 然而他们并不知道 他们所给予厚望的弟子 此时正在被人疯狂挖墙角 一片山脉之上 中清正在云空中穿梭而行 他的递境之路 漫漫无期 其自然不能指望着 十四个大地弟子收的徒孙 能让他短时间内突破大地层次 他自身 还得多收些徒弟 如此双管齐下 方能大大缩短他 突破递境的时间 随着中清一路前行 搜索着可以收徒的目标 突然感受到小世界中 传来一阵躁动 中清惊一声 他感受到了 自下界来到二重天的耀红尘等人 苏醒了 随着中清打开小世界 一道又一道身影 自小世界中逾越而出 耀红尘 斗帝 清帝 古帝 他们的实力 俨然有了很大的进步 而真正让中清吃惊的是 十二魔将和麒麟小嘎等人 竟然成帝了 他分明记得 在他们进入小世界之前 这几个家伙 甚至连圣境都没打到 然而 这才过去多久 竟然全都成帝了 他这个主人 都还在准地进层次打转 这 合理吗 哈哈 一阵张狂的笑声 充斥云空之中 麒麟小黑 画出了万丈法香 身上熊熊焰火燃烧 好似一座移动的火焰山 赫赫雄威 震动长空 我感觉自己现在强得可怕 他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 在适应自己暴涨的力量 小嘎飞身而起 双翅展开 足有万丈 自天穷飞掠而过 在地上投射下了大片的阴影 大哥 大哥 小嘎现在也很强呢 我觉得 寻常二节帝都 不是小嘎的对手了 十二魔疆 则依旧是那副家禽模样 身体上没什么变化 看起来依旧人畜无害的 但那股隐藏在体内的力量 却是让药红尘等人 都为之心惊肉跳的程度 感觉 若是双方队上 被碾压的 绝对是他们 原本药红尘 他们还以为 自己这一次的提升 已经算得上是极其强大 但没有对比 就没有伤害 但他们也知道 麒麟等人 本质确实逆天 但其实也达不到这种程度 真正逆天的 是稻草人 一切原因在于 当初稻草人 给了他们某种恐怖的传承 只是什么样的传承 能让人在短时间内 有如此恐怖的提升 实力能达到 这般翻天覆地的变化 直到这一刻 他们才真正意识到 稻草人的恐怖 俨然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此时的中青 内心也是有些妈了 他自是不难看出 十二摩将他们身上的变化 是稻草人造就的 这家伙 还真是一次又一次 超出他的意料 对方竟然有这能耐 有那么一瞬间 他都想让稻草人 帮他提升一下实力了 不过这个念头 也就一闪而逝 很快便被中青压了下去 他能看出 十二摩将他们 之所以有如此提升 是因为稻草人 传给了他们一条完整的道 也就是说 他们今后 只能自这条道上走下去 而中青有自己的道 这种提升 并不适合他 此时的天穷之上 麒麟小黑奔跑跳跃间 整个人亢奋极了 从今以后 谁敢在我面前称无敌 那个敢在我面前言不敗 黑爷一只麒麟酒 注定打遍天上地下敌 就在他极尽嘚瑟之际 远方天穷处 一道流光飞速掠过 此人 正是自问先宗出来的 五行宗宗主相风 此时的相风 距离麒麟等人 足有百万里距离 但二转尾先感官何等惊人 在小黑无依出现之际 他便感应到了麒麟的存在 这让他整个人都 不由亢奋了起来 当真是天大的造化 竟然让我遇到了一只麒麟 纯雪麒麟 哪怕是在整个二重天也不多见 是妥妥的仙兽级存在 只一瞬间 他便将麒麟小黑 视作了自己的囊中之物 而在听到麒麟小黑 那张狂至极的发言之后 相风笑了 这麒麟 还真是张狂 不过 越是如此 本作越是喜欢 也罢 且让本作为你好好上一课 让你知晓 天有多高 地有多厚 地境修为 可远远不够 让你纵横天下的 云空之上 相风一路及时而行 身体化成一道流光 不断朝麒麟所在的位置靠近 很快 麒麟的身影 直接映入到了眼帘之中 那高达万丈的庞大法乡身躯 身上燃烧的熊熊烈焰 看起来 好似焰火中的君王 体内流淌着的麒麟血脉 竟然让他这尊二转尾 先都感受到了一股无上高贵之感 好一只纯血麒麟 相风双眼爆发出一阵璀璨神光 神色之间带着难民的激动 麒麟本就不是凡间生物 如今靠近再细细一打量 他更加感觉到了对方的超然 从其身上散发出来的稚气不难看出 这分明就是还未成年的标志 一只未成年的麒麟便能踏足地径 这只麒麟的天赋潜力 远比他想的要更加强大 此刻五行门宗主相风的眼中 完全被麒麟所占据 至于其他人 包括钟卿等人在内 则直接被他给无视了 一个准地 一群递进生灵 还有一个不知所谓的稻草人 哪里有纯血麒麟万分之一重要 另一边 小黑看着眼前突然出现的小不点 被他那火热的目光打亮的 浑身都有些不自在 小不点 是不是没见过这么帅的麒麟 你激动的心情 黑夜能够理解 但是你那觊觎的眼神 黑夜很不喜欢 你家长辈难道没教过你 这样看人 是一件很不礼貌的行为吗 相风面上表情不变 丝毫没有因为麒麟的调侃而生气 他摇了摇头 目光依旧火热道 还真是出声牛 独不怕虎啊 你可知 就你这番话 本作就是将你打死 天下人也说不出我的半点不慎 但念在你血脉特殊 若是就这般直接打杀 未免太过可惜 当然 死罪可免 活罪难逃 本作山门之中 尚缺一户山灵兽 你若愿意随我回去 我便不与你计较 如若不然 你今日怕是要吃些苦头 然后被我带走 若是以往看到什么好东西 相风直接就抢了 然而 麒麟太特殊了 特殊到 他愿意给对方多一个选择的机会 当然 不管是那种选择 最后 都逃脱不了 他将带走麒麟的事实 这是他对自己实力的绝对自信 呵呵 小黑不屑地笑了 就你 也想收黑爷做护法灵兽 你有那个实力吗 你配吗 此话一出 相风不再言语 而是直接以行动做出了回应 身为二转尾先的气势 彻底爆发 一股恐怖的威压 自其身上弥漫开来 惊得天地变色 四周云空翻腾不已 虚空似也承受不住这恐怖的威压 而变得扭曲站立了起来 相风身处云空之中 好似九天神灵 目光直视麒麟 如何 你现在可还觉得 本作有没有实力将你带走 感受着对方身上传来的恐怖威压 小黑双眼一眯 原本一直在看戏的耀红尘等人 神色也是一阵 这就是中周二重天吗 在下界一重天中 他们本身的实力 堪称金字塔巅峰的存在 放眼整个中周一重天中 比他们强的也找不到几个 然而 如今来到二重天 不过毕格关在出现时 随随便便就遇到了一个超脱地级的存在 众人倒是没什么紧张的 中青和稻草人的存在 好似两大定海神针 只要这二位在 哪怕天塌下来 他们也完全无惧 相反 他们内心之中还有几分振奋 这中周二重天 才能算得上是真正强者的舞台 云空之上 麒麟小黑摇了摇头 不得不承认 你确实有几分实力 但若就这点实力 想带走你家黑爷 可远远不够看 哦 这话 让相风眼神微微一眯 暗暗警惕了起来 麒麟一族 得天独厚 任何一只麒麟 对于麒麟一族而言 都是极其重要成员 这一族 太过神秘 底蕴之深 远非常人可以想象 哪怕在它爆发出二转尾仙气势的情况下 这只麒麟 竟然还如此有恃无恐 难不称 对方还有什么底牌不成 想到这儿 其心中一领 神识绵延而出 方圆万里之景 瞬间映入眼底 在反复搜索数遍之后 他方才确定 在这方圆万里之内 根本没任何能够威胁他的存在 这让他不由摇了摇头 师生笑道 好一只麒麟 本座差点被你蒙骗了过去 我今日倒要看看 你自信的底气 到底来源于何处 这麒麟 太过稀缺 天下罕见 未免夜长梦多 早一刻将其收入麾下 也能早一刻安心 若是能成功将其寻训服 日后的五行门 必然能出一尊伟大的先级强者 届时 五行门 未必不能成为 继雄霸半个中周二重天 四大仙门之后的第五仙门 然而 他刚想动手 麒麟却是提前察觉到了他的意图 一溜烟直接窜入了空间 跑没影了 再次出现时 其已然化成了一份 雕郁嫩的七岁之童 抱着一直立在原地 一动不动地稻草人到大大哥 有人当着您的面 欺负您的小弟 这分明是 不给大大哥您的面子 您可一定要为小黑做主 这一幕 看得相风脸上兴奋之色 再次高涨一减 空间跳跃神通 麒麟刚才那一手 实在是大大超出他的意料 更是让他呼吸 都不由急促了起来 拥有此天赋者 在同级别强者之中 绝对属于佼佼者般的存在 麒麟越特殊 他就越兴奋 但是特殊归特殊 就是这脑子 似乎有点不太灵光 竟然认了一稻草人当大哥 不成 相风失声笑道 不要再做无谓的挣扎了 乖乖跟我回去吧 本座在这方地界 也算是雄霸一方的人物 今日别说区区一稻草人 便是天王老子来了 也护不住你 这话一出 稻草人僵硬地转了转头 目光直直地看着相风 下一刻 稻草人动了 咻 但见其化成一道黑影 一闪而过 如幽灵 似鬼魅 直奔相风而去 留他一命 远方 中卿看出 稻草人明显动了杀鸡 连忙出声道 这年头 找个徒弟不容易 这人 实力不错 若是让稻草人一刀砍了 未免有些太过可惜了 此话一出 未处云空之上的相风 恼怒地看了中卿一眼 什么玩意儿 一个准递进的蝼蚁 也敢命令他 来教 他做事 当真是 不可饶恕啊 看来 是他自出现以来 表现得太好说话了 以至于让这群人忘了 什么叫对强者的敬畏 哄 他大手一挥 以俯视的姿态 欲将迎面来的稻草人 一巴掌拍飞 然而 稻草人垫着奇怪的步伐 以一种他完全不能理解的姿势 避开了他的攻击 然后其身躯一闪 直接消失在了原地 相风只感觉肩膀一沉 他心有所感 抬手看去 但见稻草人正立于他左肩之上 相风闷哼一声 只感觉自己好似 担负了一座仙山板 让他身躯不断往下坠 轰 伴随着一声轰鸣巨响传来 相风整个人 直接坠落在了大地之上 骑之双腿 俨然被压入到了大地之中 徒流上半身 裸露在地面之上 给我起 他一声怒吼 全身血液翻滚 浑身爆发无量光 各种密法神通 化成了无边的动力 然而起自刚落 肩上的力道再次加剧 这一下 差点没将相风体内的隔夜茶 给压吐出来 直压得他脸色胀红 浑身轻金爆起 任他如何尝试 竟然都挣不开稻草人的束缚 这 这怎么可能 这一幕 让相风心神大颤 他怎么也没想到 一个看起来丝毫不起眼的稻草人 只一出手 便直接将他镇压 他堂堂二转尾先强者 竟然连反抗都做不到 原来 先前钟清涵的手下留情 不是对他说的 而是对着稻草人说的 这 这到底是哪窜出来的妖念 能将他如此轻易镇压之人 他相信 若是对方真要动杀手 现在 他恐怕已经是死尸了 随着相风被彻底镇压 这个时候 麒麟再次跳了出来 他光着小脚丫 跑到相风面前 环抱着双手 目光不断在相风身上打量 似笑非笑道 小子 你先前不是挺嚣张的吗 现在再嚣张一个 给黑爷看看 如何 可还要抓黑爷 去给你当护山灵兽 就你这丝 也不撒泡尿照照镜子 也配来抓黑爷 就是 一旁化身为三岁志同的小嘎 插着双手凶巴巴道 什么档次 也配打我大哥的主意 被二人一翻挤对的相风 直憋得满脸通红 一半是被稻草人压的 另一半是羞的 原以为是惊天机缘 让他遇到了麒麟这等生物 谁能想到 事情竟然演变成了这番模样 直到现在 他依旧很难想象 稻草人到底是何等修为 竟然能将他压制得 毫无还手之力 难不成 对方是三转尾仙 只是谁家三转尾仙 会长这般模样啊 与此同时 钟卿也带着要红尘 十二魔将等人来到了境前 要红尘一行人 有些敬畏地 看了稻草人一眼 每一次看这位大佬出手 都是一种视觉上的享受 这个时候 麒麟看着钟卿道 主人 此人如此不知好歹 竟然敢抢您的宠物小黑我 像这般不知好歹之辈 不如直接杀了算了 如何要让大大哥手下留情呢 此话一出 相风瞳孔一缩 心中矩阵 倒不是震动对方 对他显露的杀机 在这修行界中 实力至上 此番是他实力不如人 纵然被人斩杀于此 也怨不了旁人 真正让他震动的是 麒麟这等生物 竟然会这副狗样子 任人为主 这可是纯血麒麟啊 不是什么杂交血脉 未来妥妥的成仙之姿 这样的存在 高傲是刻在了骨子里面的 怎会这样 他看了眼钟卿 不过准地修为 他一巴掌 能拍死一群的存在 这样的人 何德何能 能当麒麟主人 在其心神震动间 钟卿看了小黑一眼 对方修炼到这个地步不容易 若是这般直接打杀了 未免太过可惜了 说话间 他看向相风道 先前 你给了麒麟两个选择 现在 我也给你两个选择 第一个 你可愿做我徒弟 还未等钟卿说完第二个选择 相风已是气笑了 不可否认 他今天确实在了 但一个小小的准地修为 竟然也想收他为徒 他自内心深处 感受到了一股侮辱 不用说了 我选第二个 是可杀 不可辱 希望阁下能保留 对强者的尊严和体面 见他态度坚决 钟卿也没抢求 收徒弟这事 看得是缘分 毕竟 强扭得瓜不甜 他朝稻草人挥了挥手 那就杀了吧 成全他的体面 随着此话一出 一股杀鸡 瞬间笼罩在了相风的心间 他只感觉 自己肩上的重力 越来越大 隐约之间 他好似听到了 自己骨骼破裂的声音 他好似看到了 死亡在向他招手 他隐约看到 自己正在滑落地狱的深渊 一股深深的恐惧 笼罩在心头 向风原以为 自己在面对死亡时 他会是淡然的 会是无味的 然而 直到死亡的气息笼罩而来 他才发现 自己错了 原来 自己在面对死亡时 并不比普通凡夫俗子 好到哪去 在无尽死亡契机的侵蚀下 他发现 活着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 正是怀着对生的渴望 和对死亡的畏惧 向风脸色彻底变了 且慢 哦 你还有什么遗言要说吗 钟卿看了他一眼 淡淡道 我承认 先前是徒儿说话声音大了一点 还请师尊莫要跟徒儿一般计较 弟子向风 现处境特殊 未能向师尊行礼 还望师尊见谅 钟卿乐了 这 会不会太勉强你了 向风一脸正色道 不勉强 一点都不勉强 此乃弟子心中的诚恳之言 一场冲突 开始得快 结束得也快 又收了一个徒弟的钟卿 心情不错 让稻草人放开了 对这便宜徒弟的压制 直到这时 五行门宗主向风方才感觉自己好似从鬼门关走了一圈回来 心有余悸地看了稻草人一眼 他毫不怀疑 若是自己再晚一步改口 或许不久之后 五行门就可以为他开席了 都说生死之间有大恐惧 此刻的他 只感觉呼吸的每一口空气 都带着丝丝沁人心脾的甜意 活着的感觉 真好 徒儿拜见师尊 没了稻草人压制的向风 很容易便摆脱了地面的束缚 他向钟卿行了一个跪拜之礼 姿态极其恭敬 钟卿这尊准地放在眼里 那此刻 静下心来细想的他 已然发现了这位师尊的诸多不凡 能让麒麟认住 能驱使打的他毫无还手之力的稻草人 只这两点便注定了这位师尊 绝非等闲之辈 都说眼睛看到的 并不一定是真的 这位师尊 若非隐藏了自己的实力 就是有着超强的来历和背景 不管是那种情况 对方都绝非他可以招惹得起的存在 钟卿看着这便宜徒弟 直接一道禁忌打在了他的身体之中 这 师父 相风面色难看 他感觉得到 这道禁忌随时能够要他的性命 但一想到刚才发生的事情 却又不敢再说啥 现在能够留一条性命 便已经是大性 然而 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下一刻一道流光砸来 一见先及 功法便凭空出现在了相风面前 为师官你修为已然达到了瓶颈 这功法 或许可以助你更进一步 算是给你的见面脸 对于钟卿来说 像这种徒弟 压根不需要培养什么感情 甚至都懒得去管他是好是坏 一切都是他掌修为的工具 若对方能突破到三转尾先层次 这种投资绝对值得 但凡有二星 他一个念头弄死的同时 也能随时拿回功法 先及功法一出 五行门宗主相风 瞬间瞪大了双眼 这 他看着眼前鲜光闪闪的功法 整个人激动地说话都不理所了 整个五行门 包括他这位宗主在内 修炼的只是半先及功法 而且这半先及功法 品质还算不上高 修炼到二转尾先 也就到头了 他做梦都想拥有一本能续上前路的功法 至于先及功法 他从来不敢想 别看尾先和先 只有一个境界之差 但实则上二转尾先 和和三转尾先之间的差距 都宛如天欠了 先这等层次 若无意外 是他一辈子也接触不到的 然而现在 一本先及功法 就这般摆放在了他面前 这让他背下禁忌心中产生的难受 瞬间烟消云散 能得这先及功法 再下时到禁忌他也愿意啊 宝贝似的 将先及功法 紧紧攥在了手中 谢师尊赐宝 谢师尊赐宝 相风连连磕头 不断道谢 非这般 不足以表达其内心的激动狂喜之情 都说福之或所依 或之福所靠 今天的事 对于相风来说 可谓是一波三折 感谢的话 就不用多说了 如今你既已入我名下 就暂时跟随 在我身边修行吧 若能早日突破如今的境界 也不忘我对你的一番培养 钟卿淡淡道 相风闻言 内心是千万个愿意的 能随手拿出一件先及功法之人 其之来历 远比他先前想象的更加惊人 跟随在这样的人身边修行 绝对是一场莫大的机缘造化 但是 他若若看了钟卿一眼 弟子若能跟在师尊身边修行 自是求之不得 不过 灵地之中的百宗圣典即将开启 弟子先前为此做了诸多准备 不知 可否等百宗圣典之后 弟子再跟随宁老身边 侍奉左右修行 百宗圣典 这是个什么活动 相风闻言 连忙向钟卿解释道 回师尊 百宗圣典 每隔百年 于天山举办一次 届时 整个灵地无数天骄 都会赶赴天山 灵地之中 星级以上的诸多大宗门 也会在这段时间 前往天山收徒 因为参与的宗门较多 久而久之 便形成了百宗圣典 此话一出 钟卿当即来了几分兴趣 他现在正愁去哪收徒 机会 这不就来了吗 这百宗圣典 何时开启 回师尊 距离百宗圣典开启之时 估计还有八九日时光 钟卿思索片刻后 吩咐道 带你前往天山之际 可来刘光宗寻我 这样的圣典 为师 也想见识见识 是 师尊 这一次外出 对于钟卿来说 收获不可谓不大 不仅收了一个二转尾先徒弟 同时也打探到了一个 百宗圣典即将开启的消息 他感觉 这圣会 更为他专门准备的一般 若是操作得当 应该能收下一批 让他满意的徒弟 这个时候 相风朝中卿请辞道 师尊 百宗圣典开启在即 徒儿还得回去筹备一些事项 待徒儿处理完这些琐事后 再来恭迎师尊 去吧 中卿挥了挥手 双方离别之后 他也没了四处寻找徒弟的心思 而是带领着众人 直接打道回府 静等百宗圣典的开启 时间 就在这般等待中 一连过去了数日 先前派出去的 刘光宗十四尊大帝 在这段时间 一个个收徒 也都有了不意而同的进展 这段时间 居住在刘光宗的中卿 每一日 都有新的徒孙前来拜见 这让他颇为欣慰 可以看出 刘光宗的十四位大帝弟子 在收徒仪式上 确实费了很大的心思 这些徒孙 数量上虽然还不算太多 但也算是一个好的开始 照这般速度下去 从量变引起质变 只是时间问题 而让中卿有些讶异的是 赤鸾这个徒弟 他一个人所收的徒弟 比其他十三的大帝 加起来都多 数量多也就罢了 质量上还显得很是不俗 便是收下的大帝弟子 都有八九尊之多 每一日都有数千人 源源不断汇入到刘光宗来 关键中卿能看出 这些人 还都来自同一个宗门 一问之下才发现 他们都是 被赤鸾给挖过来的 这让中卿都有些傻眼了 这徒弟 不会是把人宗门给 直接给挖空了吧 此刻的赤鸾 宛如一只勤劳的小蜜蜂 正在卖力地到处挖人 虽然没有将问仙宗挖空 但整个问仙宗的人 直接被他挖了大半了 挖人大夜市 干得风生水起 都这么长时间了 若大一个宗门 竟无一人得以察觉 而之所以出现这般情况 原因之一就在于 赤鸾给的实在太多了 半仙级攻法 许诺可以帮麾下弟子 度过地劫 凡修道者 很少有人能抵挡此种诱惑 而且 若真遇到那种顽固不化 不能收服地 直接打晕封印 这三板斧下去 效果出奇地好 直到这一天 问仙宗宗主秦问 和几位长老 正在宗门古道上漫步 商讨宗门未来发展大计 宗主秦问看着道路上 零散三两个宗门弟子 有些疑惑 三长老 圆河门中 最近冷清了许多 先前出个门 不说弟子遍地时 漫山之间 却随处可见 弟子修行论道的身影 如今 我等走了小半日时间 所见弟子 竟不过双十之数 三长老闻言 同样有几分疑惑 但他思索片刻后 很快便自认为 想通了关键 当即笑道 宗主 是这样的 自从上一次 五行门宗主登门之后 老夫愈发体会到 在这方世界中 没有实力 就没有话语权 而弟子 乃是宗门未来的根基 事已 老夫下了一个命令 鼓励门中弟子 刻苦修行 为宗门崛起而努力 现在看来 效果不错 这漫山大路上 没有几个弟子的身影 不正好说明 他们一个个 都在勤恳闭关 刻苦修行吗 听到这话 秦问疑惑的脸上 方才带了三分笑意 弟子乃是宗门的根基 一个好的修行环境 对于他们的成长助力 是不可估量的 三长老 你做得不错 若这种风气 能一直保持下去 宗门当为你记忆大功 哪里哪里 三长老摆了摆手 一脸自迁道 这都是老夫分内之事把了 宗门的发展 离不开宗主的保驾护航 宗门能有今日的规模 此功劳 话虽如此 其眼角却是笑意满满 说不出的自得 就在众人说话谈笑间 路过一悬崖时 一段对话 引发了秦问几人的注意 师妹 师兄这里有一桩惊天机缘 想要与你共享 不知你可有兴趣 众人寻声看去 但见距他们千丈外的山崖上 一轻松古墓下 有一男一女两个弟子 正靠着古术你浓我浓 相依而报 男的俊 女的亮 朝气蓬勃 俨然一对碧人 看到他们 老夫好似想到了 三长老脸上笑意盎然 宗门之中并未禁止弟子双修 修仙之路多么难 甚至很多人 会在修行路上寻找道理 共同携手并进 宗主秦问也来了几分兴致 他也很想听听 对方口中的惊天机缘 到底是何机缘 在众人的注目下 山崖对面 古松下的女弟子疑惑道 师兄 不知是什么惊天机缘 有一位前辈 正在宗门之中大肆收徒 只要能得那前辈看重收下 成功拜他为师 便能赏赐完整地能修炼到三转尾仙的半仙级功法 此话一出 不仅女子惊了 秦问等人眉头也微微皱了起来 师兄 这如何可能 要知道 问仙宗中至高传承功法 也只能修炼到二转尾仙 这 哪一位宗门前辈 能拥有修炼到三转尾仙的半仙级功法 这你就有所不知了吧 那位前辈 并非问仙宗之人 啊 这么说 我等要 要叛变师门 师妹 你这话就不对了 修行人的事怎么能叫叛变呢 我等不过是 换了个师父 并未做出任何有损问仙宗的事 而且 如今整个问仙宗 有大半弟子 供奉 护法已经成功败入那位前辈门下了 不仅如此 那位前辈承诺 若今后到了地境 会帮助麾下弟子 成功度过地劫 这对于我等这些无背景 无依靠的弟子而言 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过了这村 可就没这店了 这话一出 女弟子瞬间被说动了 一脸急切道 那师兄 我们快些去吧 去晚了 可能就没机会了 在女弟子的催促下 二人不再耽搁 静止起身朝山下赶去 没一会儿 身影便消失在了视野之中 而他们的这段话的信息量太过 也太过惊人 好似叨叨惊一般 执政的秦问等人 脑瓜子嗡嗡嗡嗡嗡作响 此刻的秦问 整个人都不好了 眼睛都在冲血 他心红着眼 脸上清惊怒长 看向三长老 一字一句道 问仙宗人都快被人偷光了 你告诉我 他们在闭关修行 这个时候 他严重怀疑 是不是这家伙叛变了 宗门中人 被挖走大半 这性质太过恶劣了 连一个内门弟子都知晓的是 偏偏他这个宗主 毫无半分察觉 一直被蒙在鼓里 三长老迎着秦问那不善的眼神 整个人不由姬林林打了个寒陈 这个时候 他也顾不得缅怀自己 那已失去的青春了 一脸焦急地解释道 宗主 这 这不关我事啊 我也不知道 竟然有贼人竟敢胆大包天致词 竟然敢来我问仙宗作乱 宗主 你是知道我的 我一向对宗门忠心耿耿 万不可能做出叛变之事 为了自证清白 三长老直接指天立事 我以天道名义启示 若我当真做了什么对不起问仙宗之事 必让我不得好死 万劫不复 永世不得超生 忽勤问胸腔起伏 呼吸急促 整个人都快气炸了 有种满腹邪火 却找不到发泄的憋屈感 于他而言 这简直是奇耻大如 这个时候 一直未曾开口的六长老开口了 宗主 这二人乃我宗门弟子 如今却要转投其他宗门 可要我将其抓来问罪 请问脸色阴沉 不用 跟着他们 我倒想看看 到底是谁 胆敢来我问仙宗放肆 不管是谁 胆敢如此欺我问仙宗 我都要他死 一声嘀吼 好似来自地狱恶鬼的咆哮 在山谷之中 响起了阵阵回应 也寓意着奇之杀星 达到了极点 另一边 在问仙宗一片偏僻的山谷之内 汇聚了成百上千道身影 相比起相对冷清的问仙宗冷清 这里可谓是热闹非凡 有人负责维持着秩序 一些人则有条不紊地进入山谷之中 对着位于人群中央的赤鸾 倒头就拜 弟子拜见师尊 嗯 起来吧 赤鸾心不在焉地回应了一句 这里 几乎成了他在问仙宗临时收徒的根据地 对于这些前来拜师的人 他都是来者不拒 当然 他收徒也是有着标准的 天赋一般的人 根本到不了此地 虽然赤鸾时刻 谨记师尊的命令 收徒多多益善 但门槛 还是要有的 他只接受问仙宗的精英 绝对不要垃圾 只是这徒弟 似乎越来越少了 赤鸾看着山谷内的身影 相比起巅峰时期 每日能收到七八千人 如今加入他麾下的弟子 却是在急剧下降 现在 人数竟然都快跌破一千了 还是号称星级势力的宗门呢 这所谓的精英弟子 竟然收了三四万人 就相行见处了 这问仙宗 也不行啊 悠悠的话语 随着风声飘向长空 这个时候 问仙宗宗主秦问 以及两位长老三人 刚好尾随着弟子 来到山谷上空 恰好听到了这一声 似难难似埋怨的声音 本就满怀杀鸾而来的几人 听到这话之后 心中的小火山 彻底炸开了 这是人话吗 此人来他们问仙宗 搅风弄雨 挖他们宗门的墙角根基 一边挖 还一边抱怨 问仙宗根基不行 轰 一股恐怖的气势 自秦温身上喷涌而出 其身上绽放的杀鸡 好似如冰冷的海水一般 席卷八方 这一幕 让山谷中的众人 瞬间惶恐了起来 宗主 宗主怎会在此处 有人骇然失声 脸上闪过金锯之色 颤着身躯 不断往边角上靠 降低自己的存在感 好似这般 能给他们带来些许安全感 慌什么 这个时候 赤鸾开口了 在场众人之中 也就他一个 能保持镇定 对于赤鸾来说 今日这一幕 他早有预料 甚至 时间比他预料中的 还要晚上一些 呵呵 好胆色 问仙宗宗主 身处长空之中 目光冰冷地 看向赤鸾 随着他每向前 迈出一步间 其身上的气势 便高涨一番 那喷涌的杀鸡 也浓郁一节 量你一个三节地 也没胆子来 挑衅我问仙宗的虎威 说 你是受何人指使 欲断我问仙宗跟进 面对秦问的质问 赤鸾昂首 轻笑道 你是不是太看得起 你问仙宗了 就你这破宗门 本座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何须他人指使 问仙宗宗主 赤鸾怒极反笑 已经很久没人敢 这么跟本座说话了 也罢 既然你这般迫不及待想死 本座今日 就将你抽筋把骨搜魂 看看你背后 到底是何事例 胆敢犯我问仙宗者 虽远必诛 随着其话音落下 秦问洞了 那独属于一传尾仙的威压 彻底弥漫开来 齐好似真神将士 随手一击间 便带着亿万情的尾力 横压下 伴随着其手掌落下肩 赤鸾双眼一眯 这股力量太过强大 竟让他生出了一股 无可匹敌之感 这便是一传尾仙吗 虽然他想过 自己和一传尾仙的差距 会很大 但真到直面对方时 他才发现 这差距 远比自己想象中 要大得多 不过 差距虽大 他却也无惧 毕竟 他可是有着 师尊赐予的仙气在手 轰 就在那晴天剧长 不断落下 电光火石之间 赤鸾同样动了 他不退而进 飞身迎击而上 手腕一翻 一剑三尺清风 赫然出现在手中 仙剑在手 天下我有 轰 伴随着他注入 无边地境本源之力 三尺清风之上 迸发出了一道 绝世无匹的锋芒 那锋芒太过耀眼 促璀 好似要将整片天地 一分为二 剑与长的交锋 一个携带着 天翻地覆之力 一个夹杂着 斩天灭地之威 这是两个领域的 不同碰撞 轰隆隆 下一刻 现场之中 一股恐怖的冲击波传来 这冲击波 向四方扩散去 卷起了九天风云震荡 一座又一座大山 直接被削平 也就是中周二重天 地势特殊 这里又是问 先宗的大本营 整个宗门之中 有阵法竞技守护 否则 若是这等程度的对决 放在下界 恐怕只这一击 便能摧毁数个大鱼 所以如此 这般层次的破坏力 实在太过惊人 无数人在双方的对决中 瑟瑟发抖 只感觉自身好似深处 狂风巨浪中的孤舟 随时可能被滔天巨浪所吞噬 一击过后 秦问收回手掌 看着自己掌心烟红的血迹 看向安然无恙的赤鸾 眼神之中 多了三分惊骇 一转尾仙的对上三节地 不应该都是碾压局吗 如今 双方短暂交锋过后 对方竟然无视 反倒是他受伤了 若非他打出的巨掌 乃是伟先本源之力所化 恐怕就不是手掌受伤 那么简单了 甚至说不得 其只整只手掌 都要被斩断 你到底是谁 寻常三节地 不可能有如此恐怖的战脸 秦问阴沉这脸 第一次重视起了赤鸾来 尤其是 对方手中的那三尺轻风 更是让他感受到了 一股巨大的威胁 这是什么品级的神兵 难不成 是伟先级 先级神兵 威能无穷 任何一件先级神兵 都有反扑归真 宝物自会之能 若非手持神兵的主人 主动暴露品级 哪怕是伟先进强者当面 也看不透其只品质 而秦问 能想象的最高品级 也就伟先级了 至于先级神兵 完全不敢想 赤鸾高举三尺长风 常笑道 秦宗主 还真是贵人多妄事 难道你忘记了 曾经被你欺压到 抬不起头来的刘光宗吗 而我 正是刘光宗宗主 赤鸾 说话间 他低头打量了 清风仙剑一眼 仙气不愧是仙气 这威能 看得他 都有些心惊肉条 可惜了 以他现在的实力 未能发挥出 仙气千分之一的威能来 如若不然 刚刚那一剑 便足以终结对方性命 而不是 只将他打到轻伤了 刘光宗宗主赤鸾 问仙宗宗主 秦问眉头紧皱 下一刻 其瞳孔豁然一缩 对于秦问来说 实力不如他的人 连让他记住 名字的资格都没有 但伪先进强者 过目不忘 只是基操 在听到这有些 似曾相识 熟悉的字眼后 关于刘光宗的记忆 也随之翻涌了出来 在记忆中 刘光宗 是一个连星级 都没入的势力 身后更没什么背景势力 整个刘光宗最强者 也就一个三节地赤鸾 宗门整体实力 在他眼中 也就属于 还行那种货色 正面硬刚 让他都吃了一个 不小的闷亏 随着问先宗秦问 脸色阴沉 变幻不定间 赤鸾高声道 三万年前 秦宗主曾带人 亲领我刘光宗 抢我刘光宗至宝 压得我整个刘光宗 近低头 并放出豪言 弱大宗门 无一人可以入你眼 如何 在下如今 可还算能入 秦宗主的眼 刘光宗和问先宗的恩怨 由来已久 这也是赤鸾 在获得先气后 将目标 放在问先宗 摆着这个 宗门祸害的 重要原因之一 除了完成 师尊交代的任务之外 他还想出一口 压在心头 数万年之久的恶气 而随着双方之间的恩怨 牵扯出来 现场气氛 莫名多了一股肃杀之意 问先宗宗主 请问 目光死死盯着赤鸾 好一个刘光宗在宗主 本座没想到 当年的一个遗念之人 放你刘光宗 一条生路 倒是为我问先宗 埋下了一个 巨大的祸害 赤鸾不屑笑道 像这种冠冕堂皇 毫无营养的话 秦宗主就不用说了 什么叫放我刘光宗 一条生路 我刘光宗这些年来 获取的修行物资 有八成被你问先宗 以各种名义 收缴了上去 若非我刘光宗 还有利用价值 你岂会手下留情 不过 你想不到吧 一个曾经被你正眼 都不屑看不一眼的 三流势力宗主 也会有咸鱼翻身的一天 秦温怒笑道 咸鱼是真的咸鱼 但要说翻身 为时尚早了些 不可否认 你的变化 确实让本作 有些惊讶 但你要是以为 凭借着这点 实力就能在 我问先宗作乱 那未免太过小看 我秦某人了 今日 便让你看看 本作能在这片地界横行 称霸一方 靠的是什么 话音刚落 但见秦温 双手掐印 一个个悬傲 复杂的纹路 打入了周边的山川大地之中 下一刻 便见周边的群山大地 好似活过来了一般 一道又一道 恐怖的杀鸡 在山间酝酿一生 一座又一座恐怖的大阵 好似沉睡中的远古巨兽一般 在复苏觉醒 一时间 这片天地八方 完全被杀鸡所覆盖 赤鸾 别忘了 这里是本作的主场 现在 便让你尝尝本作 花费数十万年 布置的石荒寂灭大阵 你一个三流宗主 能让本作 单独为你启动这座大阵 便是死 你也足以造了 秦温的声音 透过阵法 响彻八方 伴随着花音落下间 一股恐怖的剑意 好似火山 一般自地底 喷涌而出 好似要将赤鸾 静止劈成两半 后者心有所感 一个闪身之间 静止向高空 腾移了千百丈 显而又显地避过了 这道洞穿空间的杀招 然而 一是杀招刚过 另外一道杀招 皆冲而至 这是一道带着金色符文的 恐怖雷霆 其中运造的惊天杀鸡 比之三截天雷 勾动天地大势 为杀招 一旦开启 天地八方 都是杀鸡 便是一传伪先 稍不注意 也要隐恨其中 赤鸾开始 还能平身法左右上 下腾挪躲避 但最后 不得不靠着仙气之威 方能躲避 数次必死攻击 到了后面 哪怕是拥有仙气 再深的他 也有些疲于应对 无他 实在是他能发挥的 仙气威能实在太过 威于不足道 而以他的修为 想要催动这仙气 消耗是极其恐怖的 倒没想到 这丝竟然还有这般手段 赤鸾手持三尺轻封剑 再次碾碎了一道 自地脉生腾 而起的杀招 心中不由暗暗焦急了起来 他承认 自己确实有些轻敌了些 仙气品质 虽然极其不凡 但品质太高 远不足以让他持之 横行天下 如今 一座大阵 便有些让他疲于奔命 若是再拖下去 他今天 恐怕还真有可能交代于此 三十六计 走为上策 念头及此 赤鸾再摸了这方大阵 周旋的心思 而是凭借着仙气之威 一路横冲直撞 杀出一条路出去 想走 问仙宗宗主秦问 脸色阴沉 再度出手了 然而 赤鸾手中的仙气 太过凌厉 那散发出来的恐怖剑光 哪怕是秦问 也不敢直面对上 就在双方 反复一个拉扯之间 赤鸾已是手持仙气 直接将阵法 劈开了石荒寂灭阵一道口子 整个人一个闪身间 没入了空间之中 静止消失不见 我还会回来的 待一切风平浪静之后 天穷之上 还回荡着一道 带着几分不甘和挑衅的声音 宗主 不追吗 一旁的三掌老剑尺 神色大极道 他和赤鸾一般 同为三节地 但对方表现出来的战力 太过吓人 而这样的人 还和问仙宗有怨 今日 若是让对方就此逃脱 不仅整个问仙宗面尚无光 有这么一个敌人 今后睡觉 都恐怖会安稳 追 拿什么追 你去追吗 秦问脸色难看训赤道 面对这么一个敌人 连他也感受到了一股棘手之意 但是很快 其眸光转瞬间 被一股火热所取代 伟仙及神兵 哪怕是他 也不曾拥有 他能看出 对方之所以 能和他分庭抗礼 这神兵 占据了很大一部分功劳 若是他能将这神兵 占为己有 说不得 什么所谓的五行门 也能被他踩在脚下 这一刻 秦问在心中 打定主意 刘光宗 必须灭 那柄神兵 他必须要占为己有 当赤鸾回到刘光宗时 整个人 已然近乎力竭虚脱 身为三杰地境强者 体内的力量 早已达到了生生不息 源源不绝的程度 然而仙及神兵 消耗太大了 就刚刚那番生死之战 几乎抽空了他身体的全部力量 若非跑路得早 他还真有可能 当场力竭而亡 这问仙宗 不愧是星级势力 底蕴 远比本座想象中 要雄厚得多 这两子 算是再次加深了 以我对那似的了解 那秦老匹夫 恐怕在想着 怎么对付刘光宗了吧 而且 那些刚收入门下的弟子 虽然没什么感情 但终究是我徒弟 总不能放任不管 还得再与他做过一场 彻底把这恩怨了结才是 只是很快 赤鸾为之头疼了起来 以刘光宗现在的实力 只要汇聚起 大长老陈青 和三长老木长春他们 凭借三人三节地的修为 再加上三大仙气 就算是灭了刘光宗都不成问题 但现在 他们明显还在外面收徒 也不知道何时才能回归 解决问仙宗之事迫在眉睫 这希望 是寄托不到他们身上了 看来 只能去请示师尊了 一想到要面见中卿 赤鸾就有些虚 师尊待他们恩重如山 不仅传授他们仙气 还授予他们强大功法 如今 不过叫他们收些弟子 他却捅了个 自己处理不了的窟窿 让师尊来为他收尾 对此 赤鸾是极其愧疚的 但他深知 若他隐瞒不报 那才是真正的罪该万死 一问仙宗的体谅 若是明着 来找刘光宗麻烦 也就罢了 有师尊坐镇 一切来犯之敌 都不过是跳梁小丑 但他们若是玩鹰的 刘光宗的弟子 可承受不住 他们的算计报复 虽然后者的可能性很小 但却是不得不防 在一番思量过后 赤鸾朝着中卿 锁住之地赶了过去 自从中卿入住 刘光宗后 便在刘光宗内的 浮云岭 上起了一座茅屋 搭建的简易院落 取名浮云院 这浮云岭 乃是刘光宗 一座独具一格的山峰 风高万丈 耸入云霄 身处顶峰之上 可以看到 下方云雾翻滚 此刻夕阳斜下 在红阳的照射下 整个浮云岭 好似镶上了一层 灿灿金边 便是下方云雾 也好似燃烧起来了一般 红云如烈焰一般 围绕在浮云岭周边 让整个浮云岭 看起来 犹如一座火焰山 再配上山岭本身 便是一栋天福地 时时喷勃灵光霞锐 更天三分 飘渺空灵之意境 当称的上一天的奇景 赤鸾还未靠近浮云院 远远便听到了里面 传来一阵喧嚣之声 这时 他微微一愣 师尊一向喜欢安静 这里怎会如此热闹 正疑惑间 下一刻 便见一只火麒麟 自云层中奔腾跳跃而出 在抖了抖身子过后 随即一股脑净直 扎入了小院之中 这让赤鸾瞳孔猛然一缩 整个人大吃一惊 奇 麒麟 麒麟这等生物 放眼整个中周 二重天中 也极其罕见 但一想到此地 是师尊所居 似乎周边 出现一尊麒麟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 只能说 在中青一次又一次 展现出来的非凡手段面前 赤鸾的免疫力 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随着他降落到小院门口 赤鸾整理了一番衣精 在敲了三声房门后 朗声道 弟子赤鸾 有事想向师尊禀告 院落中 闲来无事 正在和门下弟子 要红尘对齐的中青 闻言持白子的右手动作 不由一顿 进 话音落下 赤鸾推门入 若木看去 小小院落中 要红尘 斗地 谷地 乃至十二魔疆 麒麟 小嘎 一行人的身影 占满了小半个院子 师尊 这些事 中青端坐在石凳上 看着桌上的白棋露树 慢慢道 一些是你的师兄姐 一些是早年间 跟随为师的部将 今后有时间 你们可以多多走动 认识一下 此番寻我 所为何事 这 士鸾有些难以启齿 有什么事直说便是 在我面前 不必吞吞吐吐 对于这位弟子的能力 中青还是很满意的 短短几天时间 便收了好几万弟子 虽然不用想也知道 手段可能不是 那么光鲜伟案 但能人之所不能 总归是一个特殊人才 感受着中青话语中的 温和之意 赤鸾当即不再隐瞒 一五一时 将自己离开流光宗后 这段时间 在问仙宗所作所为 托盘而出 完后 赤鸾双膝跪地道 师尊 弟子掘了那问仙宗的根基 又和他们结了仇怨 那问仙宗 恐不会善把甘休 是弟子无能 没能将麻烦彻底了断 还请师尊则罚 听完赤鸾所述后 要红尘等人 古怪地看了他一眼 师尊新收的师弟 还真探娘的是个人才 说个弟子 直接去其他宗门挖 一个宗门的人才 差点没直接被他给挖空 他们听听 都能想象到那问仙宗宗主 气急败坏的场景和画面 一旁的十二魔将 也有些诧异地看了赤鸾一眼 这家伙 行事手段 比他们还要阴损极端啊 麒麟小黑 则是若有所思了起来 有那么一瞬间 他都想收两徒弟玩玩了 而且拐走 敌对宗门的重要人物当徒弟 让敌人气急败坏的样子 想想都有些刺激 只是 他想了半天 也没想到自己和谁有仇 至于主人的仇家 好像 但凡和主人有仇的 不是被打死了 就是被收服了 所以说 活在这世上 没有仇人 好像也是一种苦恼啊 而宗卿听完后 则是淡淡一笑 即是问仙宗妻 你刘光宗在先 你这般行事 无可厚非 惩罚之说 更是无从谈起 宗卿说话间 伸了个懒腰 懒散道 正好这几日闲来无事 为师准备出去走走 顺便帮你 把这段因果给结一下 浮于院中 随着钟卿那慵懒的话音落下 赤鸾心中 有些动容 他原本以为 自己此番办事不利 怎么也会受到师尊的惩罚 不曾想 师尊并未说 上半分重话 反倒是轻描淡写之间 要帮他了断因果 自己和其三生有幸 才能得欲如此恩事 另一边 听到钟卿 要去和问仙宗 了结因果之后 麒麟小黑这个 唯恐天下不乱之祸 第一时间跳了出来 主人 请允许我带头冲锋 十二魔将同样不甘示弱 记忆理了理 自己头上三根飘逸的毛发 主人 十二魔将请站 他们自突破地径之后 还从没进行过一场战斗 这段时间 闲得厉害 早就想找人打一架了 要红尘 古地 等人也有些蠢蠢欲动 他们也想试试 自己在中周二重天 是什么橙色 毫无疑问 这问仙宗 绝对是一块 很好的魔刀石 然而 他们不像十二魔将和麒麟这般 可以在中青面前肆无忌惮 只是委婉地 用眼神流露出了 自己也想参战的意思 中青见此 笑道 既然都想去 那就一起走一圈吧 他也没将问仙宗放在心上 二转尾仙都被收服了 收拾一个一转尾仙 他还真提不起什么兴趣 也就当踏青旅游了 在中青的带领下 一群人浩浩荡荡 直接出发了 跟随在队伍最后面的浴火明军 看着这庞大的队伍 不由慰问仙宗默挨了起来 招惹谁不好 为何偏要招惹到这位身上呢 这位 可是上青仙门的人 都是说灭就灭的存在 这番兴师动众 在浴火明军看来 当真是翻山倒海打蚊子 还未开打 吓都能将蚊子吓哭 问仙宗 丝毫没有意识到 问题严重性的问仙宗宗主请问 这段时间 一直在想办法 谋夺流光宗宗主手中的那件神兵 只要一想到 那神兵的威能 他内心就忍不住一阵火热 一尊三节地 持此神兵 能伤他 这尊一转伪先 甚至在他开启了宗门的 石荒寂灭大阵之后 对方还能全身而退 一个蝼蚁般的存在 持此神兵 都能爆发出这般神威 难以想象 到了他手中 能展现出何等威能 这样的神兵 就理应归他所有 一个小小的三节地 何德何能 能掌握此神兵 这简直就是抱歉天物 为了那件神兵 这段时间 他几乎达到了茶饭不思 激进入魔的程度 就在其在心中 反复推演谋夺神兵的方案时 问仙宗三长老 和六长老 连妹来访 三长老小心看了眼 在院落之中 双眼冲血地勤问 小声道 宗主 那些叛徒 已经全被控制 关押在了地牢之中 我自他们身上 拷打出了一本 能修炼到三转尾先进的 半仙极功法 不知 这群叛徒 该如何处置 哦 听到这话 勤问惊异一声 心神也直接被拉回到了现实 能修炼到三转尾先进的 半仙极功法 对于整个问仙宗而言 也是价值无量的存在 我倒以为那赤鸾 拥有什么蛊惑人心的力量 原来 竟然是以功法诱惑之 终究是小门小派出来的人 这等珍贵之法 竟然就这般教了出来 连最起码的防功法 泄露手段都不会 如今 倒也算便宜了 我问仙宗 请问哪里知晓 赤鸾固然是不会这般手段 但更多的原因是 他都不屑防守的 如今 整个流光宗内 伪仙级功法 足足有一百多本 其中步伐 能修炼到九转尾先进的 顶级半仙级功法 功法太多 根本修不过来 这等能修炼到 三转尾先进的半仙级功法 只是他们 准备给普通弟子修炼的 最垃圾那一本罢了 在三长老和六长老的注视下 请问陈鸾片刻后 陈生道 这群弟子 暂时不用动他们 说来此事 也怪不得他们 他们不过是受了 奸人蛊惑罢了 待灭了流光宗后 他们自然会 重新归心 与我问先宗 说到这儿 请问内心 是有几分酸楚的 口中说是不怪 但内心之中 又怎会不愿 他自问 带这群弟子不薄 万万没想到 有朝一日 他们竟然会脱离 问先宗 加入其他宗门 这跟叛徒合意 只是宗门内的精英弟子 流失太多了 数量多到请问 都为之心惊肉跳的地步 若真一个个认真追责 有一个算一个 凡是加入流光宗的 都难逃被清算的命运 但那样一来 整个问先宗 恐怕也元气大伤了 虽说只要有他在 宗门就不会散 但他这么多年的努力 和心血 都将复之一句 要动这群弟子 代价太大了 大到他都有些 承受不起的地步 想到这儿 请问烦躁地深吸口气 摆了摆手道 弟子的事 往后在意 现在我等得当务之急 是怎么将流光宗给灭了 你二人 可有什么想法 他心中 已经有了一个大概的想法 但他还是准备 听取一下二人的意见 三场老文言 陈寅片刻后 开口道 宗主 我问先宗如今 已经成为五行门附属 我等何不请五行门宗主出手 相信这位出手 必能毫不费吹灰之力的 便能将流光宗覆灭 请问摇了摇头 若是事情这般简单 他又岂会再次纠结考虑这么久 不可否认 请动五行门出手 必然能灭了对方 但最后 那件神兵 也必然会和他无缘 他看向六长老 你觉得呢 六长老思索片刻后道 我觉得以宗主的人脉 大可去请几尊 和宗主同级别的一转尾先散修 若有两个以上一转尾先进强者同时出手 小小流光宗 又何足道哉 而且以我问先宗的底蕴 请动两个一转尾先进强者出手 还是可以做到的 到时候 一切主动权都会在宗主手上 六长老自然明白自家宗主的心思 他想要的 可不仅仅是单纯灭了流光宗 更是要吞并刘光宗宗主赤鸾所获得的机缘 这个想法 与秦问心中所思不谋而合 此季甚好 且容刘光宗再苟且几日 待百宗圣典结束后 便是他们的死期 对于秦问来说 百宗圣典 乃是整个灵地百年一次的圣会 刚好可以借此机会 为宗门增添一批新鲜血液 顺便 也可以在此百宗圣会上 寻找两个帮手 届时 再去和刘光宗清算总账 然而 计划赶不上变化 就在整个问仙宗高层 坐等百宗圣典开启之时 这一天 整个问仙宗上空 风起云涌 一群黑压压的身影 出现在了整个问仙宗的上空 宗主 大事不好了 那刘光宗宗主赤鸾 带人打上门来了 正在和一众问仙宗高层 商量百宗圣典事项的情问 脸色瞬间一沉 直接拍案而起 好好好 我还会找上门去 他反倒亲自找上门来了 若是这赤鸾 一直待在刘光宗 没了问仙宗阵法加持的 我还忌惮他三分 但这一次 宗门高层旗帜 只要不止充分 将宗门大阵的威能 撤击发出来 任他插翅也难逃 三长老第一时间起身道 还请宗主带领我等 斩杀这贼子 以证我问仙宗雄威 其他长老也一个个 一份填膺表态 请求出战 请问见此 只觉得人心可用 不枉他花费这么多心血 来建设宗门 只要宗门高层齐心协力 小小一个流光宗宗主 哪怕拥有神兵在手 又能翻出什么浪花 他大手一挥 走 当下数十道身影 静止于悦跨门而出 随着众人腾空而起 行了没多久 远远的 便看到了正子云空之中 向他们急速而来的 中轻一行人 请问目光扫视众人 最后 静止停留在了赤鸾身上 身处人群中的赤鸾见此 高声道 秦老匹夫 先前我就说过 我一定会回来 没想到 我会来得这么快吧 正所谓仇人见面 分外眼红 秦温怒笑道 好一个流光宗宗主赤鸾 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狱无门你闯进来 上一次让你跑了 这一次 可就没这么好运了 两人对话间 以中轻为首的一行人 已是来到了近前 云空之上 双方隔空对峙而立 麒麟小黑化作的 志同于半空中 迈步而出 双眼转溜溜地看向秦温 你就是那个 被赤鸾挖空了宗门弟子的 倒霉但宗主 小黑这家伙 是知道怎么吸引仇恨的 一句话 差点让秦温直接破防 宗门弟子 激进被挖空 这无疑是他一生的黑点 更是他心中 无法治愈的一个伤疤 这话 无异于将他的伤疤 直接血淋淋地撕开 并顺势撒上了一把盐 你找死 秦温双眼一凝 目光中的杀鸡 近乎化成了实质 嘖嘖嘖 小黑嘖嘖道 口气比小爷狡气还大 你有实力说这话吗 那一脸轻视桀骜的表情 别说当事人了 便是问仙宗一众高层 都看得一脸火大 这小鼻仔子 太气人了 一个普通地镜 他是怎么敢对一个伪先强者 这般放肆的 请问气急反笑 目光越过小黑 看向赤鸾 如果你是要让这小崽子 来激怒本作 你的目的达到了 但是 本作保证 你绝对会后悔多次一举 你以为 凭借你叫来的这群乌合之众 就能和我问仙宗抗衡 今天本作就来告诉你 什么叫自寻死路 说话间 骑大手一挥 对着身后 问仙宗一众高层道 一起动手 开启大阵 杀了他们 拾荒击灭大阵 共有十个阵眼 只有同时催动十个阵眼 方能将阵法 威能催动到最大化 见识到赤鸾的不凡之后 秦温不敢有丝毫大意 一上来便动用了大招 要以最强手段击溃对方 随着他话音落下 一众问仙宗高层 第一时间四散开来 分散到了不同的方位 成十方包索之势 直接将中清一行人团团包围 同时 在他们的操控下 山川地脉好像在复苏 一股股无尽毁灭的气息 在天地八方荡漾 若是远远看去 便能看到 整个问仙宗 通体闪烁起了恐怖的符文光芒 光芒化作流光 包裹住了此方天地 整座大阵 就好似一尊远古巨凶一般 似要自沉眠之中苏醒 一股股恐怖的杀鸡 在酝酿 一旁的麒麟小黑 看了中清一眼 生怕自家主人一动手 他们此行 就没得打了 当下道 主人 你且在一旁看戏 这群杂碎 就交给我们来处理吧 不仅小黑 其他众人也有些跃跃欲试 中清也没扰了众人的兴致 反正有他在一旁看着 身负诸多手段的他 若是众人真出现了什么意外 他也会及时出手 当下点了点头 既然如此 这里就交给你们吧 有了中清点头 不管是小黑小改这两货 还是十二魔将 乃至要红尘等人 轰隆隆 一时间 这片天地中 八方云洞 虚空也在一股股 强大战役的冲击下 开始变得扭曲了起来 翁 随着一声翁鸣 海量的杀鸡 自四面八方喷涌而至 好似潮水一般 疯狂喷涌而来 有金 木 水 火 土五行本源杀鸡在四翼 有漫天 雷结翻涌而来 更有地 火 风 空本源之力在窜动 这些 都自带本源的气息 或画刀枪辅月 或画漫天剑雨 每一道杀招 都带着本源的气息 足以重伤普通的大地强者 然而这漫天杀招 何止万千 这 便是石荒寂灭大阵的恐怖之处 人数在这大阵之中 根本没有任何优势 此阵留下过最恐怖的战绩 是曾一次性 击杀过万万生灵 其中包括了上百尊大地强者 此时的问先宗宗主请问 身处大阵之中 冷眼看着赤软一群人 一群蠢货 在绝对的力量差距前 真以为能靠数量弥补不成 若是在大阵杀招 未曾全面激发前 他们一起冲破大阵封锁 还有一线生机 但是现在 他真不知道 对方怎么活下来 问先宗其他高层 也觉得这一波 必然是稳了 在如此恐怖的杀招面前 便是一转尾仙来了 恐也要落个重伤垂死的下场 敢和问先宗作对 当真死不足惜 就在问先宗众人以为 赤软等人必死无疑之计 下一刻 一变涂生 怎么可能 一道又一道不可思议的声音 在云霄之上回荡 在问先宗众人 目瞪口呆眼神中 但见赤软一行人 迎着那如潮水般翻涌的杀招 竟然只用一件件神兵 就完全给挡住了 要知晓 在这等杀招之下 哪怕是极品地级神兵 也得被打烂 然而 那些神兵 在如此汹涌密布的攻击下 竟然丝毫无损 这 这在他们看来 完全是不可思议的 当然 在陈鸾等人看来 这却是再正常不过之举 每一件仙器 都自带强大的防御功能 虽然他们发挥不出 仙器的真正威能 但这点程度的攻击 要真破开了仙器的防御 这才是天大的笑话 此刻的问先宗众人 心中无疑翻起了今天的波澜 尤其是宗主秦问 他目光死死地盯着要红尘 清帝 古帝 斗帝 等众人手中的神兵 若是他没有看错 这些神兵 和赤卵手中的那三尺清风剑 都在同一个档次 也就是说 任何一件半仙级神兵 都是可遇不可求的至宝 便是很多伪仙强者 也打造不出一把 属于自己的半仙级神兵 这里 怎么会一下子出现这么多 尤其是那尊女帝 更是一人拥有三件 难不成 这些人获得了某个上古遗迹至宝 这让他直接极度羡慕到发狂 内心深处 更是涌现出了一股浓浓的贪婪之色 若是这些神兵 都能被他占据 恐怕整个问先宗的实力 能以几何倍数增长 直到这时 秦温依旧感觉 优势在我 尽管赤鸾等人手持半仙切 但以他们的修为 又能发挥出几分实力 此外 双方人数基本持平 但问先宗众人的修为 整体普遍 比赤鸾等人高了一个境界 再加上这座大阵 对个人战力 有着极大的增幅 他不相信问先宗会输 杀 随着他一声大喝 新一轮的杀招 再次接踵而至 赤鸾一群人 自是不可能一直被动防守 直接发起了反攻 混战 虚空再震荡 杀鸡再肆意 各种神通碰撞 洞穿了虚空 似是要将天穷 都打穿个窟窿 几十个人的乱战 却打出了远比 亿万圣灵对决 更加惊心动魄的气势出来 要红尘 古帝 斗帝 清帝 四尊二节帝 找上了问先宗 以大长老到四长老为首的 四个三节帝强者 虽然前者修为不如后者 甚至后者本身 还有阵法加持 但凭借着仙气之威 双方赫然动了个旗鼓相当 而真正表现亮眼的 却要属麒麟小黑 这家伙 虽是出入地境 但和一尊三节地厮杀 竟是丝毫不落下风 甚至每每能够占据优势 动手之时 身上血液流转之间 如同星河在翻滚 带着一股苍茫古老 而又深邃伟岸的气息 血脉流转越快 旗之战力 便越强 好似没有极限一般 隐隐夹杂着某种禁忌之力 便是中青 也忍不住多看了一眼 这家伙的血脉 好像净化了 而时刻跟随在麒麟身边的小嘎 表现也极其不俗 以普通地境 厮杀一尊二节地 展现出了赫赫凶威 但真正扭转整场战局的 却是十二魔将 他们虽是家禽之身 却如同盖世凶魔 十二道身影 占据十二个方位 好似组合成了 某种禁忌阵法 在他们手中 不管是普通地 还是一节地 乃至二节地 甚至是三节地 通通都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这一幕 就很抽象 甚至看得中青都有些动容 稻草人这家伙 到底传授给了他们 一条什么样的道 不仅让他们 修为在短短时间内 连破数个大境界 甚至便是战力 也近乎开始变态了起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 伴随着十二魔将收拾掉 和他们厮杀战斗的对手 加入到其他战局之后 对于问先宗来说 局势 几乎形成了一面岛的溃败之势 宗主 这些人太凶残了 挡不住了 留得青山在 不怕没柴烧 逃吧 有问先宗长老 哭丧着脸大叫道 被赤鸾一道恐怖见光 逼退的秦问文言 扫了眼战场 心中顿时凉了一减 此刻的问先宗一众高层 几乎全都成了俘虏 怎会如此 他难以置信地看着这一幕 在他看来 明明天时地利人和 皆在问先宗 败亡的 应该是刘光宗才是 怎么会是这般解决 碰 伴随着麒麟小黑江 和他厮杀的三节地 给打趴下 至此 整个问先宗 除了宗主一人之外 所有地级以上的强者 全都被擒 秦问的一颗心 瞬间沉入了谷底 自他突破为伟先强者之后 递进强者 再难入他眼中 然而此刻 随着十二魔将 麒麟 耀红尘等一众大帝 目光落在他身上后 他却感受到了一股莫大的压力 秦老匹夫 大势已去 投降吧 如此 你还有一条活路 若是赋予反抗 只有死路一条 赤鸾傲力长空 狼声道 秦问惨笑一声 眼中闪烁着浓浓的不甘 赤鸾 本座承认 先前确实小看了你 没想到 你竟然能将本座逼到这一步 但你若是以为 彻底吃定了本座 那就大错特错了 他眼神死死地盯着众人 泛着恨恨之色 似是要把所有人的样貌 全部挤在心里 随即手腕一翻 手中已多出了遗物 那是空间传送卷轴 众人见此 心中一惊 刚想上前拦截 然而却是晚了 一尊身负空间传送卷轴的 伟仙极强者 一心想走 他们根本拦不住 咻 随着秦问将空间传送卷轴撕裂 其整个人 静止消失在了原地 当他再次出现时 已出现在了 据问仙宗数百万里开玩 我好恨啊 物仪现身 秦问仰天长笑一声 他怎么也没想到 问仙宗堂堂一个星级势力 竟然被一个没有品级的刘光宗 逼到这般地步 就在其满腔怨愿 无处发泄时 下一刻 一道身影自远处映入了眼帘之中 那人 正是五行门宗主 相风 一时间 秦问为之狂喜 苍天有眼 问仙宗还没有说 云空之上 秦问毅力长空 只觉得山崇水负一无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 先前五行门宗主相风亲自登门 将问仙宗收归门下 他心中还有所抵触 但是万万没想到 因果之势 就是这么玄妙 正是有了这层因果在 若能请动五行门宗主出手 以五行门宗主相风二转尾先的修为 如今那些 在问仙宗作乱之人 还不是轻松镇压 那刘光宗宗主能叫人 难道他就不能吗 此可谓 以其人之道 还至其人之身 另一边 正在云空之中 一路横行的相风 心情大好 正所谓 人逢喜 适经神爽 不久前 他因缘忌讳下任了个师尊 虽说体内被打了禁止 但师尊却是传了他一本 至高无上的宪法 有此宪法在 他不敢说 日后能得正仙道 但在未来的修行之路上 无疑要顺畅得多 这本功法 能给他带来无限可能 他神色振奋间 赶路的速度 不由加快了数分 百宗圣典开启在即 他此番前来 先准备去往问仙宗一趟 再带领问仙宗 一众高层等人 前去攻迎师尊 正在他一路急行之际 远方一到黑点 正朝他急速行来 定眼一看 赫然是问仙宗宗主请问 他怎么会在这儿 疑惑之际 请问已是来到了境前 看着相风 那当真是比见到了轻爹还轻 当然 您可一定要为属下做主啊 他双手抱拳 拱手行了一礼 神情悲切 颤着声恳求道 这事 发生何事了 相风皱眉 询问道 回答人 有意无耻小人 前段时间 来我问仙宗作乱 挖我问仙宗弟子 坏我宗门根基 被我赶走之后 这丝竟然带人打上门来 破我宗门大阵 镇压我门中之人 若非属下跑得快 说不得此刻 也已失手被擒了 大人 他们这乃是 来攻打我问仙宗 这分明 是打您的脸啊 说话间 请问公身一败道 恳请大人 能为属下讨回一个公道 听到这话 相风眉头顿时皱了起来 他万万没想到 自己几天前才收下的宗门 竟然遭遇了这番变故 问仙宗成为五行门的附属 五行门固然可以 对问仙宗发号施令 甚至要求他们 缴纳资源供品 但相对应的 五行门也要对其 进行一定的庇护 这种事 若不知道就罢了 知道了 他自是不能不管不问 不过 他也没大包大揽 将其揽下 问仙宗实力不俗 不然 也不值得他专门跑一趟 将其收入麾下 能攻破问仙宗的人 实力自是不可小觑 虽说他在这片地界 也算得上实力强大之辈 可先前和师尊的遭遇 让他知晓 做人啊 还是得低调些 想到此 他询问道 那些攻打你问仙宗的 都是什么人 实力如何 请问连忙道 大人 那些人实力不高 最强者 也不过三节地境修为 不过手中掌握着 好几件强大的半仙器 我怀疑 这些人 可能是获得了某个上古秘境之宝 也正是靠着这些半仙器之威 我问仙宗 方才吃了一个大亏 先前赤鸾在问仙宗作乱之后 问仙宗三长老便提议 请五行门出手 但请问那时想也不想 便拒绝了 只因为他想独占那件半仙器至宝 然而 此意十比一时 谁能想到 对方手中 竟然不止一件半仙器 事情 已经超脱了他的掌控 而且宝物虽好 让人眼红 但他现在最想做的 却是复仇 相风在听到对方 拥有好几件半仙器后 一瞬间便心动了 哪怕是他 这尊二转伟仙 也没能拥有一件半仙器 最关键的是 攻打问仙宗的人 最强者 竟然只是三节地 这让他看秦温的眼神 变得古怪了起来 正常而言 伟仙境强者 对上帝境强者 无疑拥有绝对的压制力 哪怕对方拥有半仙器 也是一样 若是其他伟仙境强者 遇到地境生灵 手持半仙器来找麻烦 恐怕做梦都能笑醒 这怎么看 都是一场天大的机缘 然而秦温这丝 竟然被打得爆头鼠窜逃跑 甚至宗门都被攻破了 一场天大的机缘 变成了大祸 这个小弟 感觉有点废啊 不过很快 相风内心充斥着火热 小弟不废 这天大的机缘 安能到他头上 心中这般想的同时 相风正气凛然道 问仙宗身为我五行门附属 你说得不错 那贼人胆敢来攻打你问仙宗 这摆明了事 不给我五行门面子 走 本座现在就带你 讨一个公道回来 此话一出 请问心中狂喜 有了相风坐后盾 他心中顿时底气十足 身上的颓势一扫而空 赤鸾一行人 是怎么来攻打问仙宗的 他就要怎么打回去 问仙宗 随着情问逃窜 整个宗门 落入了赤鸾等人的掌控之中 这一战 对于耀红尘等人来说 意义非凡 他们对自己的实力 有了一个清晰的认知 不过要说真正大出风头的 还是麒麟小黑 乃至十二魔将 此刻的十二魔将等人 正围居在稻草人身边 殷勤地献着金币 对于他们来说 美功课下一个地步 首先要做的 就是寻金币献给大大哥 这都是老传统了 而稻草人 则在一旁眯着眼 享受着来自一众小弟们的孝敬 另一边 浴火明君 则是忙前忙后地打扫着战场 在中清身边的众人中 就属他身份最尴尬 地位最低 他也想多表现表现自己 希望有朝一日 能和耀红尘他们一般 从仆人的身份转正 变成主人身边的一个记名弟子 可惜了 让问仙宗宗主 那老灯给跑了 总感觉 这一场行动 算不得完美 他砸吧砸吧嘴 有些遗憾道 就在其话音落下见 天边云空之上 两道身影正在急速而来 嗯 还敢回来 浴火明君亡言神色一愣 认出了其中一道身影 正是问仙宗宗主秦问 不仅是他 便是其他众人 也第一时间发现来人 在众人的注目之中 秦问以王者归来的姿态 扫视全场一圈 他傲然凌空 最后目光定格在赤鸾身上 面无表情道 你没想到 本座会这么快回来吧 随着秦问再次闪亮登场 被镇压的问仙宗 一众高层 看到秦问身后的相风 瞬间就激动了 宗主 宗主去请救兵来救他们了 尤其是三长老 整个人更是兴奋得不行 五行门宗主相风 可是二转尾先大能 要收拾一个小小刘光宗 还不是手拿把掐 他们有救了呀 相比起他们的激动和振奋 要红尘等人面色 却是古怪了起来 在秦问身边那人 他们又怎会不认识 可不正是师尊前不久 刚收下的相风 他怎么会和问仙宗宗主 出现在这 在两方众人各异的心思中 云空之上的秦问 俨然好似回到了自己的主场 他冰冷的声音响彻全场 我问仙宗成立多年 盘踞此方地界无数岁远 还从没遇到 能攻破我山门的人 不得不说 你们能做到这般程度 足以自傲了 换做其他任何一个 只有一转尾先坐镇的宗门 千不该万不该 不该来招惹我问仙宗 我问仙宗 早已成为五行门附属 今有 五行门宗主在此 今日 凡参与攻打我问仙宗者 有一个算一个 统统难逃一死 他说这话的时候 丝毫没有注意到 自己身后 脸色越来越白 最后 小腿肚包已经发颤的相风 此时的相风 在内心中 早已骂娘了 恨不得把秦问祖宗十八代 通通自坟堆里拔出来 狠狠鞭挞一遍 他万万没想到 秦问请他来对付的人 竟然是他的师尊 这是老寿星吃砒霜 嫌病长了 就自家师尊身旁 不远处的稻草人 那可是以一己之力 将他压制得 毫无还手之力的存在 你管这群人实力最强的 只有三节地 远处的钟卿 一句话 更是让相风冷汗 瞬间流了出来 你想要为他出头 相风着急地刚想解释 一旁的秦问 却是提前开口 对着钟卿不满怒斥道 你什么档次 也敢跟我家大人这般说话 这话 惨白了起来 他觉得 今天这误会 闹大了 若是师尊觉得 这是他心怀一心 对其有所不满 那他今天可谓是 跳进大海都洗不清了 偏偏这个时候 秦问还毫无所查 转身拱手对着相风 静止行了一礼道 还请大人出手 将这群贼人 捅捅清楚 替属下讨回一个公道 这一下 可谓是把相风心中的火气 彻底引燃了 我讨你奶奶个公道 他反手直接就是 一巴掌甩了过去 因为是寒怒出手 直接将秦问打得原地腾空 转了两圈半 这一巴掌 不仅把秦问给扇猛了 便是一直觉得 自己很快就能得救 可以脱离苦海的问先宗 一众高层 也得看猛了 大人 这是为何 回过神来的秦问憋屈愤怒中 带着浓浓的不解问道 为何 相风气急而笑 你这该死的杂碎 竟然想让本座 亲手对付师尊 你安的是什么心 打你都是亲的 本座现在都想杀了你 相风嘶吼道 显然 他是真急眼了 而秦问此时 已顾不得脸上 火辣辣的疼痛了 只因为相风这话 所含的信息量太过巨大 将他给彻底给惊住了 他视为依靠的靠山 竟然是敌人的徒弟 这一刻 他的脸色精彩极了 忽白忽疾忽赤 内心更是翻起了无边惊涛 他嘴角扯起一丝难看的笑容 刚想说一句 大人 你莫要开玩笑了 这个玩笑 一点都不好笑 太惊悚 也太吓人的险 会死人的 然而还不等他开口 相风此刻却是再顾不得其他 他快速来到中卿面前 双膝跪地道 弟子给师尊请安 师尊 非是弟子前来替问先宗出头 前来寻找师尊麻烦 而是弟子 也是被奸人所骗 不知他口中的敌人 竟然就是师尊 若是早知此人 尽胆敢和师尊作对 弟子早已将他碎尸万段 哪还会和他产生半分瓜葛 还请师尊明察 弟子对师尊 一片尊重 绝不敢生出半分忤逆之心 这番言真意切的发言 让远处的秦问刚扯出的笑容 瞬间定格在了脸上 心中最后一点侥幸 也直接被碾压成炸 他张了张口 想要说什么 你可是二转尾先强者呀 你怎么能自甘堕落 败人为师 但细细一想 这不更加说明 中卿之不凡 竟然能让一尊二转尾先败师 秦问只感觉自己好似一个小丑 原来 命运从来没有眷顾过他 先前的他 以为相风的出现 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出路 不曾想 只是将他从一个深渊 打入更深层次深渊的开始 他痛苦而绝望地闭上了双眼 只感觉 这一刻 世界都变得灰暗了起来 完了 不仅是问先宗完了 连他也完了 这个时候 中卿看向秦问 给你两条路 一 带领整个问先宗 拜我托尔赤鸾为师 二 死 淡淡的话语响彻全场 在二转尾先向风跪姿衬托下 俨然有着无上的威势 好似天归一般 画成了生死之道 摆在秦问身前 问先宗一众高层 脸上顿时死灰一片 宗主何等高傲之辈 以他一转伟先的实力 要他拜一个三节地为师 尤其这个人 还和问先宗 有着深厚的恩怨 这无疑比杀了他还难受 他怎么会选择 这一般离谱的生路 在这短短时间内 众人经历了从云霄到低谷 内心遭受到了莫大的摧残 累了 毁灭吧 一个个顿时痛苦 而绝望地闭上了双眼 然后 他们便听到了一个不理解 但大受震撼的天籁之音 弟子秦问 经愿拜在赤鸾师尊名下 还望师尊收留 秦问来到赤鸾面前 公公静静行了一个跪拜大礼 都说生死之间有大恐惧 人在绝境之中 本能能抓住 一切可以活命的东西 秦问在这反反复复的 变故拉扯中 早已被打没了一切高傲兴起 若是先前 让他拜赤鸾为师 打死他都不可能同意 但现在 他只想说 活着的感觉 真好 随着问先宗宗主秦问的低头 整个问先宗之人 没出什么意外 最后全成了赤鸾的徒弟 至此 中清名下的徒子徒孙 达到了一个极其可观的数量 而问先宗的收获 明显是小头 真正让中清有些期待的 是百宗圣典 第二天一大早 中清一行人 直接自问先宗出发 前往百宗圣典所举办的天山之地 区别于来时 一行人自问先宗离开之后 队伍明显壮大了不少 云空之上 相风在最前沿 只是看得出来 他的性质明显不高 一路上都无精打采的 相比起来 十二魔将他们性质比较高昂 要红尘等人 则是有些期待 百宗圣典 可是灵地无数天骄 乃至诸多强大势力 百年一次的盛会 对于这样的盛会活动 他们也很想去见识一番 众人一路横跨山岭江河 期间 也路过不少本土势力 不过都是一些不入流的势力 很多势力的体量 甚至远远没有流光宗大 中清饮着酒 朝相风问起了百宗圣典相关事宜 这百宗圣典 是整个灵地星级以上的势力 都会参加吗 回师尊 正常来说 是这样的 宗门想要发展 注入新鲜血液是必不可少的 而每一次的百宗圣典开启之时 整个灵地四面八方的天骄 都会赶往天山 若没有特殊情况 没有任何一个星级势力宗门 能无视这些天骄弟子 中清汉首 再次问道 捏五星门的实力 在整个灵地如何 相风如实道 弟子是二转尾先修为 但放眼整个灵地 修为比弟子高的 却是不少 是以 网界的百宗圣典 那些顶尖的天骄 是轮不到五星门来挑选的 不过这次有师尊同网 想来情况会有所不同 便是那些天赋顶尖的弟子 只要师父稍微露一手 便定能收于麾下 说到这 相风脸上是有几分期待的 五星门的地位 在整个百宗圣典上 是有些尴尬的 属于高不成 低不就那种类型 先前 他为何要费尽心思 将问先宗说归麾下 不就是为了带上 问先宗宗主请问 在这一次百宗圣典上 多加一份筹码 从而在挑选弟子上 多掌握一点话语权吗 但是现在 完全就不同了 这是中青同行 带给他的底气和自信 中青文言 只是笑笑 没有多言 这一次 他前往天山 看重的 可不仅仅是前来拜师的天骄弟子 毕竟这些弟子实力低微 即便全收下 又能给他长几个修为 反而那些前来收徒的 星级宗门 才是他真正的目标 中青准备 将整个前往天山之人 全都打包带走 他的地境之路 所需要的修为太过庞大 中青怀疑 哪怕整个问先宗的 地级徒孙 能够快速度过雷劫 突破一波 返还到他身上的修为 都不够他突破地境的 但若是将百宗圣典的宗门 全部打包带走 想办法帮他们增强些实力 这么多人 理应能够让他无忧 进入地境了 对于成帝 中青可是极其期待的 不仅是对自身实力 会再次增长蜕变的期待 还在于成帝之后 系统会开启新的功能 百宗圣典 这对于整个灵地来说 乃是百年一次的大事 随着日期临近 有源源不断的人 自四面八方 胆赴圣典开启的天山之地 越是靠近天山 便越能感觉到 这盛会的热闹 城池内 有小家族天交子弟 带着整个家族的希望 开始出发 大山中 有散修整装待发 准备去碰碰运气 看能否加入一个 实力相对强大的 心急宗门 成为供奉 便是深海里 也有妖兽化作人形灯案 准备去看场热闹 一时间 大地之上 诸多城池之中 酒馆内 饭馆里 茶馆中 全是对于百宗圣典的热议 一场百宗圣典 在这片地界 引起了无数喧嚣与热议 与此同时 一片云空之上 随着一阵涟漪波动 有一老一少两道身影 自空间之中 现出了身影 刘伯 我们 这是传送到灵地了吗 身穿紫衫 青丝垂落腰间的少女 一双灵动的双眼 打亮着四周 询问道 在少女身旁 是一个身躯钩楼 脸上 密布着岁月风霜的老者 她汗手道 单向传送阵的偏差 一般不会超过十万里 而且 此地掀气稀薄 这等平级地界 想来 应该是灵地无疑了 远方 有不少正赶赴天山的人 目睹了他们的出场 听到他们的对话后 眉头微皱 什么人 竟然称呼他们 灵地为贫瘠之地 当真是好大的口气 一个递进二节的高手 有些不愤 当即想上去 给他们些教训 然而很快 其瞳孔赫然一缩 脚步好似生了根一般 根本向前迈不出半步 只因为 他在那少女的腰间之上 看到了一玉牌 玉牌八掌大小 通体呈青色 极其精致 上面龙飞凤舞的 写着两个大字 九霄九霄云宗 其瞳孔微微一缩 心中泛起了巨大的波澜 在这片地界之中 上清仙门 羽化仙门 造化仙门 太清仙门四大仙门 乃是横压在 亿万生灵头顶上的 四座大山 超然雾外 高高在上 是无数人 只能为之仰望的存在 四大仙门 镇压古今 掌控一部分 中周二重天秩序 堪称巨无霸一般的存在 而九霄云宗 原本有机会 成为这四大仙门 其中之一 只是不知为何 最后没能成功 反而被上清仙门 取而代之 虽如此 九霄云宗的实力 却也是强大至极的存在 实力仅次于四大仙门 怪不得 对方敢说 林帝为贫瘠之地 这位二姐 递竟灰溜溜 直接跑路了 惹不起 根本惹不起 九霄云宗出来的人 别说只是评论林帝贫瘠 便是评论林帝是驼祥 林帝之人听到后 也得舔着个笑脸 赔的不是 这 就是属于九霄云宗的威势 云空之上 少女林月儿 自从踏入林帝之后 便感觉这林帝 和其他地方 有着些许不同 空气之中 充斥着一股滚滚红尘气 那是喧嚣热闹的味道 这让她来了兴趣 她轻耳细细一听 很快 便知晓了 这喧嚣热闹的源头 刘伯 我听下方云云众声之音 这林帝之中 最近有个百宗圣典 据说林帝数百个宗门 一起收徒 堪称林帝百年一次的盛况 这几天 整个林帝天骄 都会齐聚天山 说话间 她一双亮晶晶的双眼 有些蠢蠢欲动道 不如 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刘伯摇了摇头 一副兴致缺缺斑道 圣女 左右不过一心势力的小宗门收徒 不过数量听上去多些罢了 论弟子质量 我九霄云宗 随便另一个真传弟子出来 便能将这些所谓的天骄 秒成渣渣 论巅峰实力 林帝之中 实力最强不过三转尾先进 这样的人 在宗门之中 一抓一大把 有什么好看的 哎呀 刘伯 我知道你实力高 是四转尾先进强者 看不上他们这点实力 你就陪我去看个热闹吗 林月儿摇着 刘伯手臂撒娇道 行了行了 莫要再晃了 再晃 老夫这把骨头 都要散架了 我陪你去还不行吗 刘伯办事无奈 办事联系道 听到这话 林月儿这才松开了手 一双眼睛笑成了月牙 脸上还挂着两个浅浅的酒窝 身上洋溢着一股青春活力 我就知道刘伯最好了 咦 原本漫不经心的刘伯 突然惊疑一声 目光静止定格在了一处 怎么了 刘伯 林月儿顺着刘伯的目光看去 但见远方 一群黑压压的身影 正自云空之上 急速速掠过 这些人 正是自问先宗赶赴天山的中青一行人 他们有什么特殊吗 林月儿有些不解道 原本以为 一个平级之地 应该没什么天才人物 但是现在 老夫发现 自己倒是有些一片盖全了 圣女 你可曾注意到 那个小娃娃 她指着化作人形的麒麟小黑说道 林月儿点了点头 刘伯目光悠悠 目光中带着几分奇色道 老夫早年间 机缘巧合之下 得到过一本上古奇书残篇 略懂几分象古之术 那小孩耿古突出 有吞吐日月玄机之相 这是麒麟骨 身怀麒麟骨之人 天赋一般都不会差 更有着麒麟子的美誉 此人的天赋 纵然放在九霄云宗之内 恐怕也能显现出不俗的神意来 先前老夫还觉得 这平级之地 难出一位能入眼的天骄 倒是不曾想 是我一片盖全了 若是圣女有心 可以将此人收归麾下培养 若是成长起来 未来或许可以给圣女 提供一些助力 这话让林月儿 有些讶异了起来 她可是知道 自家刘伯的眼光之高 年轻一辈者 很少有人能得到她的赞誉 自己可是被宗门 当成仙才来培养的 未来能跟得上她脚步的 最次也得是能修炼到 七转尾仙之上 也就是说 刘伯认为 那小孩能修炼到七转尾仙 不过 心中惊讶归惊讶 她柔声道 刘伯 这些人兴师动众而来 一看就是某个宗门弟子来收徒的 或许那小孩 乃是他们宗门未来的道子 我怎么能夺人之美呢 刘伯正色道 圣女此言差矣 修行之路 与天争 与地争 与人争 若不争 机缘何来 若不争 如何呈现 弱肉强食 本就是世间治理 便是这百宗圣典 本质上来说 也是当地强者势力 对弟子的一种垄断性争夺 林玉尔摇了摇头 刘伯不用再说了 大征之道 确实是修行界中 最常见的一条道 只是这条道 却不适合我 若是有个比九霄云宗 更厉害的宗门 前来要收我当徒弟 我不会愿意 宗门也不会愿意 都说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我等岂能行那 世强凌弱之举 这话一出 刘伯当即苦笑了起来 他知道 圣女平时 虽然有些少女气 但在涉及一些 原则性事件的时候 却是半步不会退缩 这让他即是欣慰 又有些忧愁 欣慰的是 圣女的品德 确实让人称赞 愁的是在这 尔虞我诈的修行界中 这样的性子 稍不注意 可是要吃大亏的 不过他最终还是决定 尊重圣女的意见 一个麒麟子虽然少见 但在整个九霄云宗中 能比肩麒麟子的天骄 也不是没有 而且 虽然这种天赋上限的确不俗 但是真正能够成长到那种地步的 又能有几个 而且 他们此行 还有其他要是再深 倒也没必要过多节外生枝 想到这 刘伯不再言语 另一边 正在云空中穿梭而行的钟卿 在灵院口中的刘伯目光 扫过他们异行人身上时 他便有所察觉 双方虽然相隔无数理 但他的感官极其敏锐 对方的谈话 丝毫不差地被他感知到了 一开始 当他听到对方 对麒麟小黑有想法时 他还准备来拨钓鱼执法 但后面的事情走向 却是有些超出他的意料之外 自他进入修行界 也有很长一段时间了 期间见过了形形色色 各式各样的人 但能保持初心和操守的 还真不多见 能说出 己所不欲物是于人来的 这女人还是第一个 这样的人在修行界中 比之前式的大熊猫都还少见 不由的 他多看了对方一眼 另一边的灵院有所感应 回了一个善意的微笑 那甜甜的笑容 似乎格外有感染力 尤其是脸上的两个酒窝 在夕阳的照射下 反射一股晶莹之光 好似承载着两杯美酒 能荡入人的心田间 让人不免心生几分好感 感受到这善意的微笑 钟卿也朝他点了点头示意 随后各行其道 转眼没入这云云天山之中 天山 又被称为灵地最高山 周边珠峰环绕 四周云雾缭绕 好似一条又一条巨龙 在云雾中奔腾 这些山峰 众星拱跃一般 将中间一座造型独特的山巒 拱位其中 那山 好似被人倒立翻转过来一般 下系上措 耸入云霄 顶端类似一平地 覆盖了大半个天穷 此刻的天山之上 人来人往 热闹非凡 无数天骄自灵地八方皆会聚于此 每个前往天山的星级势力 都会找一个地点 设置招募处 一些招募的点面前 排起了长龙 一些招募的点面前 却是无人问惊 在整个天山中央 还设置了一检测天赋的魂天仪 一些宗门之人 已早早在此处等候 若是出现天赋绝佳之辈 必然会引发各大势力争强 当然 有资格参与争夺之战的 必然是灵地顶尖势力宗门 只有等各大顶尖势力挑选完了 才会轮到其他势力 修行界中 秩序等级划分 无处不在 某种意义而言 这是修行界弱肉强使法则的一个缩影 当中清一行人降临天山之地 转了一圈之后 中清眉头不由微微醋了起来 不是说 此地汇聚了整个灵地星级以上的势力吗 但是放眼看去 整个天山之上 最强者 不过二转尾仙境 至于三转 更是一个都没有 虽说这里面的尾仙强者也有不少 足足有上百个 但和他预期的相差较大 这让他心中有些小失望 正这般想着之时 天穷之上 一阵风云躁动 一股强大的威压 自天穷之上传来 恐慌的威严 席卷天上地下 让虚空都变得阵阵站立了起来 好 好恐怖的威压 有二转尾仙强者南南 脸色凝重 这股气势 甚至超越了宗门中 正在闭关的三转尾仙老祖 难不成 是四转尾仙强来了 只是灵地之中 什么时候出现了四转尾仙强者 这等大人物 如此气势汹汹而来 又是为何 总不能是跟我们来抢弟子吧 轰隆隆 伴随着天上白云四海浪般翻滚 带起阵阵狂风四翼之际 一道黑影 自天边浮现 化成了一个老者 他看起来 好似埋葬了漫长时间岁月的干湿 身上看不到半点肉 就如一张老皮 包裹住骨架 只是其体内气血轰鸣之间 让他整个人 好似一只浸泡在血液中的大膜 通体赤红 便是胡须 也被侵染成了血红色 其一现身 整个天空都好似暗淡了下来 天空之中 弥漫着一股刺鼻的血腥味 这 这是血尸老祖 他 他怎么会在此处 有人满是骇然 第一时间认出了来者的身份 一时间 原本被那恐怖威压压的瘫软在地 浑身动弹不得的众人脸上 不由密布着一抹绝望 血尸老祖 可是声名赫赫的人物 其烧杀抢掠 无恶不作 善夺他人精血 强大自身 乃是邪道中的邪道 凡被他盯上的势力 举踪上下 竟无一个活口 所过之处 都会成为一片死欲 其知名声 可指小而啼哭 对于很多修士而言 他的存在 本身就是死亡的代名词 而随着血尸 老祖现身 远方 正准备看一场热闹的灵月 一张精致的小脸煞 不由未知一变 刘伯 是冲我们来的 能对付吗 刘伯脸色有些凝重 这血尸老祖 成名更在老夫之前 尤其是半仙级神兵血煞神刀 更是能误人神魂 坏人盗机 这个对手 极其棘手 听到这话 灵月儿一张精致的小脸 不由变得凝重了起来 正在二人说话间 云空之上 血尸老祖一双赤红的眼 扫视全场一圈后 最终定格在了 刘伯和灵月儿身上 刘念老二 老祖找你多时了 当真是山水有相逢 你杀老祖子四 回我血煞魔宗根基 今天 我们 之间的账 该算一算了 嘶哑的声音 震荡长空 好似来自地狱的名牙 简单的话语 让很多人心中喜半参忧 喜的是 这血尸老祖 好像不是 专门来针对他们的 忧的是 神仙打架 凡人遭殃 他们不过 一心想要来拜个诗 收个图而已 怎么无缘无故 便卷入了这天大的漩涡之中 在众人患得患尸之中 刘念深吸口气 沉声道 血尸老魔 血煞魔宗魔子 如我宗门圣女在先 欲对我宗门圣女不利在后 老夫不过是给他们一点点教训 是他们咎由自取 与人无忧 死了也怨不得庞然 你若识去 就此退去 我就当今天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我等之间的恩怨 就此一笔勾销 如若不然 先不说你 能否在老夫手中 讨到半分便宜 但凡圣女出了半点差池 九霄云宗的怒火 不是你所能承受的 随着刘念自爆宗门 现场众人 进阶到西一口凉气 他们想过 能被血尸老祖惦记的敌人 必然不同凡响 但万万没想到 竟然不俗到这个地步 九霄云宗圣女 指这个身份 对于众人而言 便是尊贵到 他们只能为之仰望的存在 天穷之上 血尸老祖 在听到九霄云宗宗门之后 眼神也是透露出了浓浓的忌惮 但是丧子之仇 灭门之恨 让他脸色都不由变地扭曲了起来 老祖纵横天下 求的是无上逍遥 想的是自在极乐 若是如此血海深仇都不报 那老祖修的什么仙 求的什么道 今天别说你只是 搬出了九霄云宗 便是搬出四大仙门 老祖也照杀不误 澎湃的杀鸡 自血尸老祖身上喷涌而出 一股刺骨的寒意 席卷而出 众人好似直接由盛下步入了寒冬 天地之间 也在这股杀鸡下 变得昏暗阴沉了起来 留念见此 眉头紧皱 他知道 以九霄云宗的名头 是吓不住这血尸老祖了 看来 今天免不了一番恶战了 其聚气凝神 一股恐怖的气势 自其身上升腾而起 一时间 现场之中 充斥着一股肃杀之意 一场大战 一触即发 另一边 钟卿见血尸老祖出场之后 整个人眸光不由微微一亮 自系统徒子徒孙功能开启之后 他的眼光变高了不少 此次天山来的这些人 很多都不够资格做他徒弟的 充其量也就是做个徒孙 但这血尸老祖实力不错 四转尾仙的修为 可以收归麾下 当一个合适的工具人 至于他是什么人 什么性格 什么出身都不重要了 正所谓 心动不如行动 所以 钟卿动了 他迈步踏向云空 静止来到了血尸老祖面前 这是谁 两大四转尾仙的巅峰对决 在场众人 谁都不敢乱动 钟卿的出现 瞬间成了全场瞩目的焦点 他 这是活得不耐烦了吗 在场有一个算一个 谁不是缩在角落 尽量降低自己的存在 生怕一不小心 引发血尸老祖的注意 但现在 有人竟然就这么光明正大 出现在对方眼前 在众人诧异不解的眼神中 钟卿打亮着眼前的血尸老祖 虽然长得怪了些 但胜在实力不错 四转尾仙巅峰强者 若加以培养一番 应该要不了多长时间 便能修炼到无转尾仙的程度 此话一出 不仅现场众人呆了 便是一旁的血尸老祖 也被弄猛逼了一下 他血尸老祖 纵横天下这么多年 自问经历的大场面不知反几 一个准低近的蝼蚁 竟然敢跳出来 这般大大咧咧的 是他血尸体老祖 太久没在世人眼前出现 以至于让人以为 他提不动刀 杀不动人了 还不等血尸老祖发怒 钟卿一脸认真道 但有境界就够了 拜我为师如何 此话一出 原本寂静肃杀的场面 瞬间被盗到哗然声索冲破 他 他怎么敢的呀 这是修炼修炼到走火入魔了吗 对方想要收徒弟的心 他们能够理解 毕竟 很多人此次来到天山 就是来收徒的 但敢收血尸老祖 这是喝多少啊 而当事人血魔老祖 此刻眼中的怒火 好似即将喷发的火焰一般 一双责人而逝的眼睛 死死地盯着钟卿 没看到他杀意这么大吗 没看到他和九霄云宗的流念老匹夫 正准备来一场生死对决吗 在这样的场所 一个蝼蚁般的存在 偏偏跑出来找存在感 不仅说他怪 还要收他为徒 血尸老祖感到被羞辱的同时 还感觉自己有被冒犯到 小子 没人敢如此折辱老祖 记得 下辈子招子方亮显 他寒怒出手 虽是随手一拍 却打出了亿万倾的力道 在这看似随意的举措下 却是带着无与伦比的杀机 别说只是一个小小准递 若是这一下打实了 便是二转尾先强者 瞬间都能被拍成肉饼 这一幕 看得远处 灵月儿眉头一跳 刘伯 还请出手 救他一命 他虽不知 钟卿为何会做出如此不治之举 但这血尸老祖 是因为他和刘伯出现在此处 在这里 若因为血尸老祖 而陨落的任何一条生命 都和他脱不了干系 他固有的三观 告诉他 不能连累无辜之人 然而刘念却是摇了摇头 圣女 挨不及了 这个时候 纵然是他有心出手 在一个同级别强者面前 也根本不可能将其救下 这话让灵月儿眉头微微一簇 眼神之中 带着极许愧疚自责 若非他要闹着 来看这百宗圣典 对方就不会受着杀身之祸了吧 我不杀伯仁 伯仁却因我而死 这种感觉 让他心中一阵发毒 现场之中 唯独要红尘为首的众人 神色轻松 在他们看来 血尸老祖固然不俗 实力远非他们可以比拟 但和师尊 根本不在一个档次 云空之上 随着血尸老祖 手掌落到身前 钟卿摇了摇头 随即动了 虽然他如今只是准地镜 虽然他到目前为止 还没探究到自己的极限 也同样没有和伪仙境强者动过手 但他感觉 自己想要将其镇压 应该不难 然后 随着他单手一提一扒拉 血尸老祖那凌冽到极致 足以寝刻间 震杀二转尾仙的杀招 直接被轻松化解 钟卿抓住对方的手 稍一用力 刹那间 血尸老祖原本看 蝼蚁般的眼神猛然一变 原本猙獰的脸 表情更加猙獰了起来 他只感觉自己的手 正在被两座仙山死死夹住 不仅如此 手上传来的力道 甚至让他听到了 自己手骨破裂的声音 这让他骇然变色了起来 要知道 他这具四转尾仙的身躯 被继练过 体质之强 足以比肩一般的半仙级神兵 他便是徒手 都能和手持半仙神兵的 同境界强者对抗 然而如今 竟然只是被人轻轻一握 手骨就开始破裂 他痴痛之下 运转全身力量 想要第一时间抽出手掌 可任凭他用尽手段 也没能成功 这 怎么可能 血尸老祖 神色在变 有那么一瞬间 也不是杀人不眨眼的魔头 而就是一个 手无腹机之力的老者一般 一股深深的无力感 油然而胜 自从成就伟先进后 伟先老祖 哪怕得知自己的敌人 就是来自九霄云宗之后 他都没如此无力过 然而此刻 竟是连反抗挣扎都成了困难 你到底是谁 他惊慌开口 原本天不怕地不怕的脸上 也第一次流露出了巨色 到了这个时候 他哪里还不明白 自己是遇到硬查了 钟卿笑道 我是你师父 徒儿 还不拜师 更待何时 面对这等邪修 钟卿手段就没那么温和了 今天 对方是同意也得同意 不同意也得同意 血师老祖 感受着手上的力道 在不断加大 心中惊慌的同时 更有一股火气 如海浪在翻涌 他堂堂一方四转尾先老祖 从来只有别人遵循他的意志 还从来没人能左右他的意志 他呲牙咧嘴恨声道 老祖纵横多年 能受你这般威胁 今天若不教你 见识一番我真正手段 还以为老祖是你捏的 这血师老祖 也是个狠角色 在自身无法挣脱中卿束缚 体内力量被完全压制住的情况下 整个人右臂猛然一扭 一条手臂 成麻花状 竟是被他直接活生生给扭断了 给我死 在脱离束缚的一瞬间 其体内力量立马恢复了运转 其怒怒俱增 右手凭空多出了遗物 这是血师老祖祭练而成的半仙级神兵 血煞神刀 此刀专门针对神魂道基 手持此刀的血师老祖 心中生腾起了强大自信 在这一刻 他感觉便是五转尾先 他也敢与之一战 轰 血师老祖连人带刀 化成了一道谢光 以电光火石般的速度 朝中卿横批而来 这一刀 锋芒毕露 带着一股绝世无匹的杀机 好似要毁天灭地 然而在刀锋挥舞 而至中卿面门之际 中卿一如先前随手一挥 然后伸开了两根手指 然后 无间不摧的血煞神刀 直接被两根手指夹住 但见钟卿稍一用力 伴随着一声悲鸣 那号称无间不摧的血煞神刀 直接应声而断 嘶 这一幕 只看得血师老祖 整个人神魂皆颤 这可是血煞神刀啊 真正的半仙级神兵 然而 竟然伤不到对方分毫不说 甚至只在对方稍一用力之下 直接就断成了两截 这到底是个什么怪物 他的实力 怎么会这么强 跑 此时的他 再无半分抵抗的勇气 这一刻 他只想远离这个是非之地 太惊悚了 太吓人了 然而钟卿早就防着他 在其刚想逃窜之间 其大手一挥 朝前猛然一探 瞬间 以钟卿为中心 周边空间全部被禁锢 血师老祖拼尽全力逃窜 却只感觉一股恐怖的犀利传来 然后他整个人 不受控制地倒飞了回去 静止落在了钟卿手中 钟卿宛如提着小鸡仔一般 直接掐住血师老祖命运的咽喉 你说 你这又是何必呢 早点拜我为师多好 你看看现在弄的 手也断了 神兵也毁了 现在 我再给你一个重新选择的机会 血师老祖浑身站立 此刻的钟卿 给他的感觉就是强大 无可匹敌的强大 半仙及神兵都被直接轻锋捏断了 他毫不怀疑 若是对方给他脖子上来一下 他怕是当场就得离世 在对方手中 他还真跟你一般 是贬世员 任其柔搓 身为邪修 血师老祖有自己的一套行事准则 顺风浪 逆风头 在察觉自己的生命遭受严重威胁后 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可以活命的生路 师尊见谅 是徒儿无知 胆敢不自量力 丈量师尊伟利 还请师尊莫要跟徒儿一般见识 他脸上挤出一丝惨白的笑容 神情之间再无半分桀骜 乖顺得好似绵羊一般 满是讨好之色 邪修嘛 要什么礼仪廉耻 为了活命 不寒沉 终轻乐了 如何 可还有什么手段要施展 让为师见识一下 血师老祖内心一吐 他爆发权力之下 都被随手拿捏 而且这出手的代价太过沉重 先前被对方抓着手腕 他还能将自己手腕扭断 现在被捏着脖梗 难道他 还能将自己脖梗扭断不成 他眼神躲闪 谗笑道 师尊说笑了 弟子引火之盲 安敢与浩月比量 至此 钟卿麾下再多一徒弟 这一切说来话长 但也就短短半刻之间 天山之上 所有人都傻眼了 一尊四转尾仙的强者 就这么被收服了 这跟天方夜谈似的 太不可思议了 那可是四转尾仙境啊 这样的人物 也会被臣服吗 现场之中 一片震动 灵玉尔小嘴微张 神色之间 带着浓浓的不可思议之色 先前他还以为 钟卿必死无疑 没想到 便过来得这么突然 便是他身边的刘伯 此刻心中也是震动不已 原以为这一番 和雪狮老祖的相遇 会是一场生死之战 结果都还没动手 半路杀出个人 直接将雪狮老祖给收服了 看走眼了 先前和钟卿一行人的相遇 在刘念看来 能入他眼的 也就麒麟化作的那个小孩 不曾想 这支队伍之中 竟然还隐藏着 如此恐怖的一尊存在 先前 他还窜夺圣女 可以把那身负麒麟骨的小孩 收入麾下 也幸好 圣女没有答应 不然 双方那时 恐怕会爆发不小的矛盾 一想到此 刘念心中便后怕不已 脸上涌现出一股庆幸的神色 他的实力 和雪狮老祖 只在伯仲之间 若是真正进行生死之争 谁生谁死 还真不知道 但雪狮老祖 被对方轻易镇压 能做到这般程度的 对方至少有无转尾先的实力 他毫不怀疑 若是对上 自己的下场 怕是比雪狮老祖好不到那局 念头即此 他朝中青拱手抱拳道 此番多谢道友出手相助 若无道友 在下今日 怕有兵解之祸 他这话一点都不夸张 虽然他和雪狮老祖实力相当 但还要分心保护圣女安全 若双方真的展开决战 今日的他 恐怕凶多吉少 另一边 中青放开雪狮老祖后 顺手给他下了一层静止 闻言目光 看向流念 对于这个四转尾先者 他心中也是有些想法的 微微思称片刻后 中青狼声道 你若真想道谢 不若给我做个徒弟如何 这话一出 当场就把流念给干不会了 他就想单纯致个谢 对方竟然想当他师父 他善善一笑 道友说笑了 在下有自己的失诚 目前 没有任何拜师的想法 中青眉头微微一挑 但仔细想了想 还是没有用强 毕竟 对付不同的人 还是要有不同的对待方式 而在一旁的雪狮老祖 听到师尊将主意 打到流念身上后 脸上露出了一个 幸灾乐祸的笑容 这是一种很奇妙的心理 他和流念乃是生死仇敌 如今自己身陷胡伦 自然也是见不得 对方好过 正当他准备在一旁看戏时 却见对方拒绝师尊的提议后 师尊竟然没了下文 这让他直接傻眼了 不是 就因为他是邪修 所以搞区别对待吗 雪狮老祖很受伤 但又不敢多言 只如绵羊一般 乖乖在一旁调养伤势 对于伟先强者这等存在而言 断职重生并非什么难事 不过这需要花费本源之力来修补 另一边 流念见钟卿并没有在此事上坚持 心中也是常说了口气 他还真担心 对方会动强 他可不想经历一番 和雪狮老祖同等的遭遇 对方也许是忌惮他背后 九霄云宗的背景 这才有所收敛吧 他把这一切的原因 都归咎在了自身背后的势力上 并不是所有人都和雪狮老祖一般 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主 九霄云宗 在整个中周二重天中 都属于极其强大的宗门 这是一张强大的护身符 或许 流念心中这般想到 钟卿的实力有目共睹 哪怕在整个九霄云宗中 五转尾先以上的强者也不多见 任何一个都是宗门中中流砥柱的存在 想到此 流念朝钟卿拱手抱了一拳 狼声道 道友 正所谓买卖不成仁义在 我等之间 虽无师徒之缘 但道友今日之举 对我和我九霄云宗圣女而言 却是有着相助之恩 都说大恩不言谢 不知道有先居何处 改日我等好登门拜访 心中虽然想招揽钟卿 但他并未冒昧开口 而是先准备探查一番钟卿的来历 钟卿自然不知晓 他心中的弯弯绕绕 当然 便是知晓了也不会在意 他淡淡应道 刘光宗 刘光宗 这是什么宗门 完全没听过呀 流念狐疑 对这个宗门完全没印象 但现场之中 却是有不少人知晓这个宗门 一些人当即就惊了 不是说 刘光宗宗主 都只有三转地径修为吗 这样的宗门 甚至连来到天山 参加百宗圣典的资格都没有 他 怎么可能是刘光宗之人 这番对话 一字不差地落在了刘念尔中 也让他眸光不由微微亮了起来 这片天地 不乏一些一心求道的散修强者 在自觉前路无望之后 会入室创建一个属于自己的势力 根据目前已知的消息推断 钟卿 很大概率上就是这样的人 入室之后 先收服一个宗门 然后再根据自身实力 不断壮大宗门力量 这也解释了对方 为何会连血尸老组织等邪修都收入门中 这很明显 是处于宗门原始力量的扩张阶段 这样的事 很多实力强大的散修都做过 而同样这也证明 中卿病位和其他大势力有多少瓜葛 是属于可以拉入宗门的人选 一时间 他神色有些振奋道 不知道有可曾听闻过九霄云宗 说完 其不等中卿回应 自顾自道 我九霄云宗 实力仅次于四大仙门 以道友的实力 若是一直待在这灵地之中 未免太过去彩了 我九霄云宗求贤若渴 若道友能加入宗门之中 必然有着更加光明的未来和前途 甚至说不得 有望获得一长老之位 听到这话 现场众人顿时一阵羡慕 九霄云宗长老 这对于他们而言 无疑于天大的人物 职位之高 权柄之重 纵然放眼整个二重天中 也是重量级存在 便是一旁的血尸老祖 一时间也不由地为之紧张了起来 生怕自家新任这个便宜师尊 忍受不了了诱惑 直接就同意了 以他和刘念老的恩怨 若是师尊加入了九霄云宗 安能有他的活路 然而中卿听完之后 想都不想 直接就拒绝了 没兴趣 对于他而言 别说什么九霄云宗长老 便是宗主退位让贤 让他登上宗主宝座 他也不会有丝毫心动 有这时间 还不如多收几个徒弟 来得实在 而中卿的拒绝 让在场所有人 除了要红尘一行人 全都诧异了起来 竟然想都不想 就直接将这颇天大的富贵 给拒绝了 远处的刘念眉头 不由皱了起来 在他看来 以九霄云宗的实力 对方理应没有任何拒绝的理由才是 当然 他并没有就此放弃 而是准备 先和中卿接触一番 探查清楚 对方拒绝的缘由 一个无转尾仙以上的高手 足以让他花费偌大代价 去拉拢 一场百宗圣典大会 不知不觉间 便变了位 先是雪师老祖的出现 让大典半场中断 接着就是中卿的登场 将气氛推向了另类的高潮 众人打量着 全场万众瞩目的那个男子 这是个谜一样的存在 不仅拒绝了九霄云宗的招揽 甚至收徒 还专门只收高手 诸多宗门此次 前来天山 无非是想收几个天赋 绝佳的弟子 若是能收到一个 能成就伟先资质的存在 都足以让人振奋不已 然而 中卿收徒呢 岂不就是四转伟先 同样是收徒 对方徒弟的起点 是他们徒弟一生 都要为之仰望 而奋斗的终点 在中卿身上 他们深刻地感知到了 人与人之间的差距之大 不过 看这样子 此次的百宗圣典 应该可以照常进行了吧 而此刻中卿的目光 则是放在了天山上的众人身上 这些人 整体实力虽然不强 但胜在基数大 一旦收下 他相信 自己突破地境 指日可待 与此同时 九霄云宗刘念 和圣女林月 正在暗中传音对话 不知圣女 对此人有何看法 林月看了钟卿一眼 很强 若是能加入我九霄云宗 也能为我宗门 增添一份抵运和实力 可惜 对方并没有加入 我九霄云宗的打算 事在人为 此事 未必没有转机 哦 刘伯可有什么办法 林月身为宗门圣女 自然是愿意 再为宗门 招揽一方高手的 但是 在刘伯开口招揽 而被对方拒绝后 他也就放弃了这心思 以他的性子 很难做出 强人所难的事情来 如今 听到刘伯说有转机 这让他心思不由 再次活跃了起来 刘伯自信笑道 先前老夫 在反复思索之后 觉得他拒绝的缘由 应该是老夫开出的 筹码太空 没有切实的好处 以老夫的权柄 不足以 调动足够的筹码 但圣女 你乃是宗门 未来的执掌者 拥有一部分宗主的权限 若是能许诺他一步 能修炼到 七转尾仙的半仙级功法 一件半仙级神兵 如此重力之下 老夫不相信 他不心动 任何一家宗门的修行之法 都是宗门 传承之机 轻易不能外传 然而 九霄云宗的实力 仅次于四大仙门 底蕴之身 远超想象 便是顶尖半仙级功法 也有好几步 半仙级神兵 同样珍贵无比 一些三转尾仙之下 根本没资格拥有 自己的半仙级神兵 每一件半仙级神兵 哪怕对于高级尾仙强者 都有着极大的吸引力 若是圣女同意 老夫这便找个时机 与他重提此事 一切但凭刘伯做主 双方交谈过后 刘伯胸有成竹地点了点头 另一边 身处长空之中的钟卿 看着下方云云天山 上百个宗门 加上自四面八方汇聚过来的天骄 足足有数十万之众 他深吸口气 随即对着众人高声道 天山上的诸位 相遇士园 可愿给我当个徒弟 声如惊雷 响彻天上地下 群山万鹤之间 虽是询问 却带着一股 无庸置疑的语气和霸道 对于钟卿而言 目前的他 只想尽快突破地境 为此 他已经不在乎弟子的品质德性了 数量的追求 是当下最符合他利益的选择 若有有人不愿 他不介意上点手段 随着钟卿话音一落 现场众人瞬间炸开了锅 怎么冲着我们来了 有人惊恶 原本以为 随着血师老祖被收服 百宗圣典大会 能够照常运行了 但现在看来 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 看这位的意思 是想将在场所有人一起 打包当徒弟 自灵的四面八方 赶赴而来的天骄 还不觉如何 但前来天山收徒的 各大宗门之人 却只感觉到一股 荒谬和离谱 他们活了这么多年 就没遇到过这么离谱的事 他们是来收徒的 现在 竟然被人给反向收徒 自内心深处 众人自恃 千万个不愿的 但血师老祖前车之鉴在前 却是谁也不敢率先说 半个不字 枪打出头鸟的道理 众人还是知道的 一时间 现场陷入了一股 莫名诡异的寂静之中 中青巡视了一圈 随手一挥 竟直在身前浮现了 三本顶级半仙级功法 和三剑顶级半仙级神兵 谁若第一个败我为侍者 这些功法神兵 可随即挑选一本 其余的神兵功法 我也会随即赠送 给新加入的弟子 谁要是不愿 我会让血师老祖 与你们聊聊 在他的劝说之下 相信你们会改变主意的 中青说话间 血师老祖极其配合地 做出了一个怒怒争鸣的姿态 只是眼神之中 带着明显的吃惊和忧怨 心中很不适滋味 他万万没想到 自己认这个师尊 竟然如此不凡 能拿出顶尖品质的 半仙级功法和神兵 若是他一开始 就拿着功法神兵来诱惑他 他安有不同意之理 何苦要动强呢 随着中青身前出现 六大半仙级之物 原本觉得 提出了一个天才般建议的刘念 瞬间瞪大了双眼 脸上浮现无尽金融 这怎么可能 上一刻 他还认为 一件半仙级功法 和一件半仙级神兵 足以将中青拉入九霄云宗 然而万万没想到 下一刻 对方就拿出了六件半仙级之物 而且那品质 远非他所能提供的可以比拟 这一刻 他只觉得自己的脸 被人凭空扇了一巴掌 火辣辣的疼 刘念身旁的灵月 一张精致的翘脸上 同样浮现金色 二人对视一眼 灵月儿眼神之中 明显带着询问之色 刘伯 这招揽 还要继续吗 刘伯深吸口气 暗中传音道 原本老夫以为 一件半仙级功法 和一件半仙级神兵 开架已经够高了 对他也展现出了足够的重视 但现在看来 我等先前 还是小觑他了 此人 远比我想象的更加非凡 另一边 天山上的众人 看着中青身前的半仙气 双目已经在冒红光了 呼吸都不由急错了起来 中青所提供的任何一件 半仙级之物 对于他们来说 都拥有着致命的诱惑力 修行界中 机缘难寻 像这般天大的机缘 更是少见 若能得到这其中的 任何一件物品 对于他们而言 不说逆天改命 却也能在未来的修行之路上 提供天大的便利 只是 要他们改换门庭 他们心中 却是迟迟难以取舍 这其中得失 正所谓犹豫 就会败北 在一些人摇摆不定之际 已经有一个叫朱渊的二转尾仙 率先冲到了中青脚下 师尊在上 还请受徒儿一拜 然后 朱渊获得了一件 挑选半仙级之物的资格 当他真挑选到了一件 半仙级神兵之后 朱渊有些难以置信 这天大的机缘 竟然真落在了 他的头上 这让他窃喜的同时 看向犹豫的众人 充满了幸灾乐祸 师尊这玩的明显 就是一手填草 一手大棒 不抢的吃草 难道真要等大棒落 在身上才知道后悔莫及吗 这不是明显的剑吗 随着朱渊蓉 或半仙级神兵 天山之上 反应过来的人 顿时后悔莫及 直到这时 他们才发现 自己犹豫之间 到底错过了 何等机缘 他们看似有的选 但其实 自始至终 中青只给了他们一条路 那就是自愿拜师 还是被人打负拜师 谁都不会认为 中青先前所说的 让血师老祖 找不愿意拜师的人聊聊 真就只是单纯的聊 在这等四转尾仙强者面前 他们可没有与之对抗的实力 和勇气 明悟这一点后 众人顿时争先恐后 蜂拥而至 要拜在中青麾下 生怕再慢人一步 剩下的半仙级之物 就在与他们无缘了 一时间 中青麾下记名弟子 光是伟仙级强者 就直接过百 弟级弟子 更是直接破迁 至于弟级之下 中青便不再收了 而是让他们败入了 自己弟子名下 收作图孙 这一场收徒 一直维持了三天 期间 陆陆续续 不时有人自四面八方 赶赴而来 欲挑选一个 合适的宗门败入其中 然而 直到他们来了之后 才发觉 所谓的百宗圣典 前来收徒的上百个宗门 全都被人当徒弟收走了 这 就很离谱 三日过后 眼看来人越来越少 中青也没了 继续逗留的心思 这一次 他的收获不小 其麾下的徒子徒孙 达到了一个 极其可观的地步 只要给这些徒子徒孙 提供点助力 其他不说 只要这上千大地徒弟 统统度个劫 他就不信 自己还突破不了地境 正当中青 准备带领众人 回归刘光宗之际 刘念带着林月 找上了中青 两位可有什么事 中青盘 坐在一块巨石上 询问道 说话间 目光不由自主地 投向了刘念 林月来到中青面前 笑道 说来此番本想 单纯见识一下 百宗圣典的圣会 不曾想 竟认识了先生 这等奇人 倒也是人生一大幸事 月儿此番前来 是特来和先生辞行的 中青汉首 那就助两位 一路顺风 双方本就是萍水相逢 不可否认 中青对少女感官不错 但也仅局限于此了 他倒是想收下留念 但是 对方并无这个念头 他也想过用墙 但他与其他人不同 背后还有一个大势力 倒不是惧怕这个大势力 是出来二重天 中青不想 处处为敌 林月儿闻言 沉思片刻厚道 临行之前 月儿有一句话 不知当不当讲 但说无妨 中青解下腰间胡萝 慢慢饮了口酒缓缓道 都说树大招风 先生先前 展现出来的宝物 太过惊人 先生所收之徒 来自五湖四海 人心复杂 若是消息 难免会走漏出去 难免会引起 有心之人的觊觎 还望先生 多加小心才是 这话 算是娇浅延伸之语了 中青看了对方一眼 郑色道 多谢提醒 我会的 这话 让一旁的留念 为之诧异了起来 道友 你可知你先前 展示出来的那些宝物 何等惊人 便是一些大势力 也要为之心动的存在 你难道真的 就一点都不担心 引来其他人的际遇吗 这话听得 距中青不远处的 十二魔疆等人直摇头 谁敢来际遇主人的东西 那不是纯着死吗 而中青文言 淡淡笑道 都说 兵来将挡 水来土也 修行之道 本就该有一颗 无所畏惧的心 若这也担心 那也忧愁 那还修什么仙 求什么道 这话 让留念肃然起敬佩 道有心性 道是豁达 在世总有太多的无奈 道有固然很强 但要是有一天 针对上大势力 恐怕不见得 能讨得了好 若是真有那么一天 道有可来我九霄云宗 只要加入 我九霄云宗 但凡不是惹上四大仙门 相信我家宗门 都能庇护你这安全 显然 他招揽中青之心 依旧不死 当然 这更多的是 在给中青一条退路 更是一个承诺 相当于偿还 先前中青的出手之恩 中青文言 点了点头 他也听得出来 对方实则这是善意的提醒 也听出了对方招揽之意 可谁说 自己收徒之心就死了呢 随后笑道 要不 你来给我当的徒弟吧 然而这话 却是让刘念瞬间黑了脸 这让他感觉自己 受到了不小的侮辱 诚然中青很强大 比他强大得多 但屡次三番开口说要收他 实在让人有些不舒服 他毕竟活了这么多年了 抛却实力不说 傲气和资历 也不是一般人可以比你的 一把年纪了 岂能扮人为师 道有不必说了 他脸色有些不好看 朝中轻拱了拱手之后 静止带着一脸无奈的圣女 灵月儿离开了 中青看着对方远去的身影 摇了摇头 倒也没有多么失望 一个四传固然想收下 但想来最近收了这么多人 若是能安排他们突破一波 想来自己突破 递竟也够了 所以随缘便可 中青思所间 缓缓起身 在伸了一个懒腰之后 召集了一众徒子徒孙 这一次收徒之旅 差不多结束了 是时候该回去了 随着数十万人 自天山浩浩荡荡离开 这一次也算是满载而归 而当天山之势 传了出去后 整个灵地的无数势力 全都傻眼了 一个原本 只是三流势力的刘光宗 竟然在短短数天时间 收服了上百个 拥有伟仙境坐镇的宗门 更甚至 四转伟仙的血尸老祖 竟然也被收服了 随着天山之势传出 整个灵地 顿时刮起了一阵狂风巨浪 星级势力 在很多人眼中 无疑是高不可攀的存在 而如今 竟然有上百个 星级势力的人被收服 无数人有预感 这灵地 怕是要变天了呀 而随着消息传出的同时 中青的名字 也第一次登上了 中州二重天灵地的舞台 这件事的影响 无疑是巨大且深远的 在未来一段时间后 有一些宗门老祖闭关出来后 直接傻眼了 我那么大一个宗门 怎么就没了 在中青带着众人满载而归 回归刘光宗之际 身为九霄云宗护法的刘念 和林月儿 同样离开了天山之地 双方一路无语 刘念的脸色依旧不大好看 有些愤愤不平 他也一把年纪了 对方老是要收他为徒 让他感受到了不小的冒犯 一旁的林月儿见此 哪能不知小刘伯心结所在 他歪着头 沉阴片刻后 轻声安慰道 刘伯 何须为此事耿耿于怀 若非那人 我等此行多 是凶多吉少 说来 对方将整个天山之地的人 全部收为了弟子 连带着血诗老祖 也同样被强行收服 唯独没有为难你我二人 已是难得 刘伯文言 仰天长叹一声 圣女说的是 只是老夫想不通 他行事如此张扬 就不怕那些二星 乃至三星势力 找上门来吗 别看他如今麾下势力大涨 但在真正的大能强者面前 人数 可没有太大的意义 云空之上 清风徐徐 林月儿一美飘飘 一缕长发飞舞 在阳光的照射下 好似披上一层圣洁的金灰 精致的五官上 露出了一抹沉思之色 刘伯这话 也是他心中的疑惑 在他看来 修行者求的 固然是逍遥自在 但人生在世 谁不被俗世规则所缠绕 能真正无视世间规则 凭心意而行的 恐怕也就只有 超然无外的先人强者 除此之外 其余修行者 做事自有尺度 若是超过这个度 无疑会引来真正的祸端 而钟卿在数十万人面前 拿出那等质宝 这便是取货之道 能修炼到可以压服 四转尾先的存在 不可能连财不外露的道理 都不知道 难道说 他自有底牌 可是 什么样的底牌 可以让他这般 无所顾忌行事 又或者说 其本身便是 无所顾忌的性子 想了片刻也无果 林玉尔索性 摇了摇头 不再深思 他缓缓道 金日英 他日果 不管如何 对方助我们脱困是事实 若未来得知他 当真遇到危险 我会请动宗能高手 助他避过一难 也算全了金日英国 此话一出 刘念赞同地点了点头 正在二人说话间 远方隐约传来了 一道能量余波震动 那显然是 有人在厮杀 一 刘念突然惊疑一声 那是两个地镜 生灵在厮杀 地级生灵 自然不能入他的眼 但是 其中有一道能量波动 远远超出了地级 所能发挥出的威能 带着一股 至高无上的伟案之意 甚至让他 都感到了丝丝压力 圣女 前方有些古怪 可要去看一看 对于修行者之间的厮杀 灵月儿 一向是不太喜欢的 他是喜欢热闹 但是却不愿过多沾染 修行者之间的恩怨因果 但他明显 也感知到了 远方是两个地级生灵 在争斗 而一般的地级生灵 可入不得刘伯的眼 他这般提议 必然有其他因素 想到这儿 灵月儿点了点头 在留念的带领下 二人当即 朝战场赶了过去 此刻 一片云空之上 正在爆发一场地级之战 其中一人 赫然是 先前中青派 出去收徒的刘光宗 十四位大帝之一的 三长老牧长春 另外一人 则是一三杰地级的邪秀 其名 罗冠 罗冠城就三转地级多年 是号称伟先之下 最强的存在之一 然而此刻 他却是被牧长春 这尊新晋的三杰地 压制的 几乎只有招架之力 而无还手之能 轰 伴随着一声 惊天巨响传来 随着滔滔能量余波 卷起漫天风云 震动之际 双方交错而过 罗冠身上挂红 狼狈地利 在半空 双目赤红道 长春老二 你莫要欺人太甚 我天邪宗和你刘光宗 一向井水不犯河水 可你先是以蛮力 镇压我宗门弟子 强行收他们为徒 如今 更是对本座井 咬着不放 没你这么欺负人的 逼急了本帝 待本帝脱困之后 必将潜伏下去 对你刘光宗弟子 进行清扫灭绝 都说一方 谁徒养一方人 刘光宗宗主 赤鸾在街道中青 多多收徒的讯号后 第一时间前往问仙宗 将整个问仙宗门挖空 而这三长老牧长春 则是直接从地境势力 开始下手 直接横推过去 如今的他 为三节地 又有仙气在手 只要不是遇到伟仙级强者 地级宗门 还真没人是他的对手 而这天邪宗 便是牧长春 盯上的宗门 如今 整个宗门 都被他收服 唯独这宗主罗关 逃了出去 作为一个完美主义者 他怎么能允许 有这种失误存在 一个宗门 该什么样 就什么样 自然要整整齐齐 拜他为师 少一个都不行 听到罗关 悲愤之言的牧长 春仰天大笑道 罗关 枉你也是修炼到 这般层次的人物 不觉得 这样的威胁 太过幼稚了吗 你以为 你今天 能从我手上逃脱 罗关面色难看到 你待如何 牧长春傲立长空 奉我为师 可以活命 休想 你把我宗门基业 略我宗门弟子 还想让我拜师 不觉得太过可笑了吗 二人的对话 让正赶赴过来的流念 和灵院面面相去 这 怎么又是收徒 听说过 将人宗门 直接灭绝了的 但直接将一个 宗门收为徒弟的 他们还是第一次听说 徒弟 还能这样收 再联想到先前中卿 在天山的所作所为 何其相似 这也就说 这并非个例 难道这是 这灵地独有的特色 只是 这到底是 从哪传来的陋习 一想到一个宗门 不管宗主 老祖 还是弟子 长老护法 统一叫人师尊 口中各称师兄弟 两人心里莫名一突 这个画面 对于他们而言 太过窒息 云空之上 牧长春没有过多废话 既然对方不服 那就打到他服便好 随着牧长春一动 罗关内心不由一突 等等 他和对方缠斗多时 早已察觉到 对方的非凡 乃至难缠 他想不通 以前 只是一个二节地的后辈 为何突然之间 就步入了三节地之境 不仅如此 战力还远超他一大节 若是再打下去 今天非得交代 在这儿不可 他咬了咬牙道 不可否认 你的实力很强 本地不是你的对手 但是 想要当我师尊 比我强一点 可不够格 我与你定个赌约 你若能三招 将我打到丧尸抵抗力 我便拜你为师 否则 你便放我走 如何 牧长春文言 眼神一亮 当真 先前双方的争斗 他可一直没下重手 目的就是敖音一般 慢慢将对方的傲气 给抹平 身怀先气的他自负 若真认真起来 何须三招 一招就能搞定 难就难再打败他不难 但要想收心 得费些心思和手段 如今 对方提出三招之约 倒是正好符合他心意 自然 另一边 罗关回应道 看着同意了的牧长春 牟中金光一闪而逝 虽然对方实力很强 但他不幸 以他的实力和手段 连对方三招都接不过 只要硬抗三招 他就能摆脱这次 双方定下赌约 牧长春牟中爆发一缕金光 那你可要好生准备 我来了 说话间 其手腕一番 掏出了一对轮子 这是日月金轮 乃是钟卿赐予他的仙气 先前的战斗 他只是借用了一丝仙气的力量 如今 为了稳妥起见 他却是准备动用仙气 一招定出胜负输赢 来吧 罗关闷哼一声 催动全身力量 静止在周身 升起了一个 巨大的金色防护罩 他对自己这一招 有绝对的信心 地级生灵 万难破开此道防御 除非有伟仙级强者出手 牧长春见此 不再犹豫 当即催动仙气 投掷了出去 轰隆隆 日月金轮 迎风剑掌 转瞬间 化成了十杖大小 携带着至高无上的伟丽 只双方接触的一瞬间 罗关升起来的防护罩 仿若纸弧的一般 直接破碎开来 不 不要 随着日月金轮砸下 他只感觉好似 天塌地线一般 内心升起了一股 无法抵挡的绝望 死 另一遍 牧长春到西口凉气 预感到了不妙 师尊赐予的这宝贝 威能未免 也太过恐怖了些 他连忙用心神操控仙气 妄图将仙气收回 然而 以他目前的境界 根本掌握不了仙气之能 仅能做到 勉强操控的地步 在他收回仙气之时 仙气已然砸到了罗关身上 只一瞬间 罗关整个人身躯 直接倒飞了出去 胸腔凹陷了一大截 伴随着一口鲜血狂奔而出 其直接撞碎了数座山峰 狠狠地摔在了大地之上 卷起了漫天尘埃滚滚 若非关键时刻 牧长春收了八成力道 他怕是直接被砸成了一团肉泥 虽如此 此刻的罗关却也是静气少 出气多 这一幕 直看得云空之上的流念 瞳孔猛然一缩 他目光死死地盯着 牧长春首中的日月经轮 他能确定 自己先前感受到 有压力的气息 便是从这日月经 轮身上传来的 一般而言 半仙级神兵 能不可能给他这种感觉 所以说 难道是一件 真正的仙级神兵 只是 这怎么可能 仙兵何等罕见 就是九霄云宗 这等庞然大物 宗门也没有一件 真正意义上的仙兵 怎么可能会出现在一个 地境生灵身上 这一刻 流念心中 泛起了无尽波涛 不解 疑惑 震撼 难以置信 与此同时 牧长春眼 见自己要说做徒弟的罗关趴 在地上奄奄一息 吓了一跳 一个闪身 连忙来到罗关进前 你可不能死啊 你要死了 我找谁收徒弟去 罗关 嗨嗨 又喷出了两大口血 看向牧长春的眼神 复杂极了 整个人处于一股 气若游离的状态 坚持住 为师来救你 牧长春 直接甩出日月经轮 玄置在罗关 身躯之上 日月经轮交换之间 散发出一股柔和的光芒 照耀在罗关身上 每一件仙器 都有神鬼莫测之威能 这日月经轮 远能攻 静能防 还有救死回生之功效 云空之上 流念看着牧长春此举 有些不解 他能看出 此刻的罗关 生命垂微 神魂都要开始溃散 这种伤势 神仙难救 难不成 他以为 可以凭借一件神兵 将他救回来 这让他摇了摇头 神魂之伤 若真这么好治 他又何必因为独子的事 而奔波半生 然而下一刻 在日月经轮的照射下 只见罗关凹陷的身躯 开始修复 身上的死气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开始消散 取而代之的 则是旺盛的生机 不仅如此 便是溃散的神魂 也开始修复 不过 短短一时三刻 其整个人 静止活了过来 看起来龙惊狐猛 哪还有半分伤势 这 怎么可能 流念瞳孔 再次瞪大了一圈 脸上浮现无尽 金融骇色 难道说 这才是 真正仙兵的恐怖功效 如果说 先前他还有所怀疑 牧长春手中的神兵 是否是仙级品质 那现在 这丝怀疑 则是彻底消失 伪仙级神兵 绝对没有这恐怖的功能 他有生之年 竟然见到了一件 真正的仙兵 不仅如此 这仙兵的神效 让他呼吸都不由急促了起来 他的独子 早年与人争斗 伤了神魂 损了根源 一直陷入沉睡之中 这些年来 他想尽办法 也未能将其治好 只能将其放兵 风于悬兵之中 保留一丝生机不散 但是现在 他看到了 能治好独子的希望 呼 流念呼吸急促 整个人心神陷入 极度振奋之中 因为情绪太过剧烈 导致其一丝气机 释放了出去 这让不远处的 牧长春心中一惊 整个人瞬间 警惕了起来 眸光看向一处空间中 谁 在牧长春的瞩目下 流念不再隐藏 带着灵院 自空间中漫步而出 只是看向日月经纶的目光 有些火热 这让牧长春暗自警惕了起来 身为三节弟 他对自己的实力 有着绝对的自信 然而 这老者带着一个女娃 隐藏在暗中不知多时 若非对方 主动暴露了一缕契机 他竟都察觉不了 如今 随着对方现身 他竟是看不透 其半分修为 对方给他的感觉 更是如同深渊一般 只从这两点来看 对方实力 就极其不俗 恐在他之上 这让他心中意紧 第一时间握住了日月经纶 一脸警惕地打亮道 两位是谁 来此 有何贵干 呼 流念深吸口气 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若是一般的三节弟 手持仙气 为了能救回独子 抢了就抢了 但是这人 明显有些不一般 他先前曾说 这仙气 竟然是其师尊所送 能将一件仙气 送给徒弟 难以想象 对方的师尊 到底是 何等层次的强者 这也让他 决了强强的心思 想要救他独子 只能用温和的办法 绝不能动强 如若不然 人就不了不说 甚至有可能 为九霄云宗招来大祸 念头及此 流念和善笑道 道友无需紧张 老夫此行 绝无半分恶意 在下有一独子 受了神魂之伤 老夫想尽办法 也未能将其治愈 经见道友神兵有此神意 竟有起死回生之能 在下行中一时有些情难自尽 惊扰了道友 还望道友莫怪 若是往常 一尊递境强者 哪有和他平辈论交的资格 但是 他现在有求于人 姿态放得很低 当然 哪怕如此 牧长春依旧没有放松 半分警惕 流念正色道 道友 我真无半分恶意 以老夫四转伟先的修为 若真想对道友不利 纵道友有先气在手 恐也非我敌手 他说话间 释放出了自己独属于四转 伟先修为的气息 感受到那股恐怖的气息 牧长春神色一惊 他想过来人实力很强 但没想到 竟然强到这般程度 对方说得不错 仙气固然能给他带来 强大的战力加持 但以他如今 对仙气的掌控力 根本不可能跨越三节地 到四转伟先这等鸿沟 你待如何 直到这时 牧长春才引了敌意 高声询问道 流念见此 拱手抱拳道 老夫此行 向后颜和道友 结个善缘 希望能接到游手中 仙气一用 若道友同意 今后道友 但有所需 老夫力所能及内 必有所应 当然 若道友不放心 老夫可对天道发下誓言 用后即还 若为此事 天人共诛 但叫我神魂俱灭 这一下 牧长春有些犹豫了 这个时候 他也看出来了 对方确实没有歹意 对于对方的提议 他还是很心动的 一尊四转伟先的人情 对于他来说 还是很有诱惑力的 而代价 不过是借仙气一用 不过 这仙气 乃是师尊所赐 防身之用 若是就这般将 仙气借出去了 难保师尊不喜 一个四转伟先的人情 和师尊的喜爱 谁重谁轻 他还是分得轻的 想到这儿 牧长春朗声道 这仙气 乃是师尊所赐 我也不敢轻易 将其外借 只有禀明师尊 我才能给你回复 应该的 应该的 刘念连连点头 只要对方 不是一口回绝 那就证明 这仙气 有机会能借到 凡请道友 稍等片刻 待我收了这徒弟 再带你 去见在夏师尊 牧长春朝流念 说完此话后 目光静只看向罗关 如何 现在可愿拜我为师 此时的罗关 心中凉索索的 他有心不认 先前那赌约 但从二人的对话之中 他也知晓 牧长春手中的神兵 竟然是仙气 他何德何能 今生能挨上仙气一击 这个时候 他还有选择的余地吗 且不说 自己根本不是 手持仙气的 牧长春对手 再就是一旁的那个老人 但凡他说个不字 恐怕自己都得 被当场打死吧 弟子拜见师尊 一番挣扎之后 他选择了从心 至此 以罗关在内的 整个天邪宗 全员成了牧长春徒弟 收徒之后 牧长春并未耽搁 静止带着众人 往刘光宗赶赴而去 一路上 留念的心情 无疑是激动的 为了独子的事 这些年 他走遍大江南北 寻遍无数宝物 也没能治好独子的伤 却没想到 有心在花花不成 无心插柳柳成音 竟然让他在无意之间 遇到了能够救治独子的契机 刘云 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卫父一定会将你治好 他喃喃自语间 目光看向远方 既有温情 又有几分忐忑 能随手将一件仙气 送给徒弟的人 不用想也知晓 其知实力 必然深不可测 他都不知道 自己可以用什么 来打动对方 另外一遍 灵月也感受到了 留念的心情 他轻声安慰道 刘伯 你放心 只要那前辈高人松口 不管他开出什么苛刻条件 我必然会说服宗门 助你一臂之力 相信 以我九霄云宗的能量 理应能满足 那前辈所需 多谢圣女 留念感激地 看了圣女一眼 灵月也摇了摇头 要说谢 也是月儿 该向刘伯道谢才是 这些年 若非刘伯庇护 多次救月儿 于水火之中 恐怕月儿 早已遭遇不测 一行人 赶了一天的路 终是来到了流光宗地界内 两位 前面就是我家宗门了 牧长春指着远方 一片大电道 这话 让留念和灵月儿 有些面面相去 在他们看来 能随手送出 仙气之人 极有可能 是伟仙中 顶尖的存在 甚至有可能 真正摸到了仙的门槛 这样的人 所住之处 理应是天下 罕见的洞天伏地 没想到 竟然是一个三流宗门 难道 这才是真正的 大隐隐于世的得到高人 留念和灵月儿 对于牧长春口中的师尊 心中生出了 浓浓的好奇之色 这段时间的流光宗 可谓热闹非凡 随着中卿 将天山的众人 带了回来 旗下弟子不断收徒 整个流光宗 到处是一片 喧嚣热闹之景 当牧长春 再次踏足宗门之时 整个人不由一惊 他原本以为 自己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收服一个宗门 已经是很了不起的成就了 但直到逛了一圈 宗门之后 他才发现 自己见识浅了 就这一路锁过 便是伪先进强者 都遇到了好几尊 帝进强者 更是比比皆是 我是谁 我在哪 发生了什么 他有些猛 出去了一段时间 再回来时 这宗门变得 他都快有些不认识了 刘光宗 什么时候这么强大了 直到两久之后 他才愣愣回神 猜测这应该是师尊的手段 也只有师尊 有能力在短短时间内 让刘光宗 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意识到这一点后 慕长春心中 反而没什么波动了 就师尊那神鬼莫测之能 想要做到这一点 根本不足为奇 他将此行所受的弟子 罗关安顿好后 转手看向刘念和灵院 邀请道 两位 请吧 师尊在浮云岭上 我现在便带你们 去见他老人家 如此 多谢道友了 刘念深吸口气 拱手致谢道 不知为何 这里的人 一些敬给了他 似曾相识之感 少请之后 他猛然想了起来 其中一些人 不正是 先前天山上的那群人吗 难道 这中青 也是他们要见的 那位前辈弟子 他不动声色 和灵院 一路跟上了 牧长春的身影 另一边 中青正在浮云院外 一块大石之上 欣赏日落 心情很是不错 对于他来说 这一次收下的弟子 境界修为很是不错 其他不说 只要那群 大地境的弟子 集体度一次结 他不信 上千个大地强者 还不能将他的修为 推到地境 他现在要做的 就是等待 等待赤鸾 将所有弟子 名单统计出来 再由他 帮他们提升一波实力 然后就是坐等 这波修为返还 想到地境 之后系统开启的新功能 中青还是有些期待的 他美美地喝了一口酒 当然 内心深处不免 有些小遗憾 要说这次天山收徒 唯一美中不足的 就是没能将那尊 四转尾先收归麾下 正在中青这般想着时 云空之上 飞来树道身影 正是牧长春 刘念 以及灵院三人 三人速度很快 几个呼吸间 便已到了浮云院外 牧长春第一时间 朝中倾行了的跪拜之力 弟子牧长春 见过师尊 无须多脸 起来吧 中青挥了挥手 眸光则是看向了 一旁的刘念和灵院二人 有些亚印 二位不是走了吗 这是 身处牧长春身后的刘念 和灵院此时 则是彻底傻眼了 先前他们还在猜测 这位能将仙气 送出去的前辈 到底是何等存在 然而万万没想到 此人 就是中青 刘念双眼 泛着无尽的错愕之色 心中泛起了无尽波涛 直到这时 他才发现 原来对方说的 收他为徒 是真的有资格 那时的他 还觉得 中青这个提议 冒犯了他 但现在看来 是自己冒犯在先才时 一个能赏赐掀起 给麾下弟子的人 是他们九霄云宗 所能招揽的 亏他还三番五次生出 招揽对方的念头 这要是换了脾气 火爆一点的大能强者 恐怕在他刚提议出来 当场就能直接翻脸 将他给拍死了 一想到这般情况 刘念心中 不由生出了极许后怕 一旁的灵院 此刻心中 也是充斥着无边的震动 一张小嘴张开 神色间带着难民的金色 先前他还不理解 为何中青形势 会这般肆无忌惮 但现在 他算是明白了 原来 对方是真有实力 可以应对一切危机 因为拥有仙气 便已经是实力的象征 一想到 自己先前的想法 竟然还想在对方 陷入危机之时 助他拖难 若是连这般人物 都应付不了的局面 恐怕整个九霄云宗出面 恐怕也改变不了什么吧 可以说 在这一刻 中青在他心目中的地位 已经抬到了 和九霄云宗 这个庞然大物等同的高度 而之所以 会有这般想法 实在是送给弟子 一件仙气的举措 太过惊人 便是九霄云宗 也没有这么大的手笔 另一边 牧长春看了眼呆愣 在原地的二人 又看了眼中青 师尊 你们 认识 这话 将留念的思绪拉 回了现实之中 他看向中青 强行压下 心中的经济震动 拱手行了一礼后 带着积蓄惶恐道 先前留念之举 多有冒犯之意 万望前辈见谅 中青有些疑惑 这家伙先前 可不是这态度 但他只是 看了牧长春一眼 心中便有了些许猜测 对方这态度前后 反差的缘由 你们来此 所为何事 他当然不会 将这点小事放在心上 而是开门见山 询问起了对方的来意 牧长春在一旁道 师尊荣禀 弟子先前 使用仙气 收服一尊三节地为图时 正好被这两位撞见 他们见弟子手中的仙气 有起死回生之能 这位道友 便想向弟子 借仙气一用 救下他重伤垂死的独子 弟子 见他并未视强凌弱 说话也诚恳 心中不由动了侧影之心 但仙气何等重要之物 弟子 万不敢擅自做主 事业 只好带他们回来 向师尊请示 他将前因后果 朝中青讲述了一遍 而在牧长春话音落下间 留念当即躬身 随后缓缓下跪 先前是晚辈不懂事 冒犯了前辈 万望前辈慈悲 能将仙气介于晚辈用 只要前辈能够答应 不管前辈 提出什么条件 我都愿意接受 很明显 为了独子 他已经彻底豁出去了 哪怕中青 让他当牛做马 为奴为仆 他也在所不辞 而中青看到这里 心中也是有些讶异 都说原之一字 最是奇妙 先前他刚觉得 溜走了一个 四传伟先弟子 心中有些惋惜 这不 徒弟自己 就找上门来了 山巅之上 夕阳之下 刘念跪倒在中青面前 说完之后 忐忑不安地 等待着中青的回应 先前 他明确拒绝了 对方的善意 如今 自己又死皮赖脸的 求上门来 对方 会同意吗 他心中没底 这个时候 中青缓缓开口道 你可愿做我徒弟 刘念心中 有些挣扎 九霄云宗 待他恩重如山 哪怕中青展现出了 极其非凡的手段出来 但他内心深处 是万万不想 脱离宗门 改投其他人门下的 但是 独子的病情 不能再拖了 那一缕生机 随时可能会消散 一边是 待他恩重如山的宗门 一边是 独子活命的机会 不管是那个 于他而言 都是难以驱舍的决定 一旁的灵院 看出了刘伯的左右为难 他悠悠叹了口气 刘伯 你这些年 对宗门的贡献 已经足够多了 宗门那边 无需有所顾虑 我会为你向宗主 去禀明情况 相信 纵使你脱离宗门 败入前辈门下 宗主他老人家 也能理解你的处境 正所谓 饥不可施 食不再来 如今 好不容易能遇到一个 能救治刘伯独子的机会 刘伯你 可万万不可错过 灵院和刘伯 相处时间也不短了 哪里不知道 其之独子 对他来说 何等重要 别看刘伯贵为 四转尾先强者 但为了独子的事 其又经历了多少 不为人知的心酸 他现在 唯一能做的 就是免去刘伯的后顾之忧 此话一出 刘伯眼睛瞬间红了 他重重朝灵院 跪拜致谢道 多谢圣女成全 谢过灵院之后 他再次朝中卿叩手道 晚辈愿意脱离九霄云宗 败入前辈门下 指望前辈收留 他一脸悲苦 把中卿都给看不会了 他不过收个徒弟 怎么还弄得对方 跟生死离别似的 他挥了挥手 我不过是 收你做个记名弟子 并非强制让你 脱离原本宗门 你 这是作甚 此话一出 刘念脸上的 悲苦之色不由一顿 啊 他脸色有些呆萌 合着他 好不容易下定决心 脱离九霄云宗 是自己表错情了 一旁的牧长春见词 不由乐 很快 他摇了摇头 心中暗道 师尊何等人物 能被他收为记名弟子 已不知是撞了 何等滔天幸运 他莫不是以为自己 能让师尊收为 清传弟子吧 一般来说 只有被收为 清传弟子的人 才不允许 和其他宗门有所瓜葛 记名弟子 则没这诸多 条条框框的限制 明雾这一点后的 留念老脸 不由闪现一抹尴尬 只恨不得 当场找个地缝钻下去 但到底是修炼了 不知多少年的老古董 这份尴尬 很快便被他掩饰了下去 心中转瞬间 又被狂喜所替代 他对九霄云宗 有着深厚的感情 若是让他脱离九霄云宗 他内心 是千万个不愿的 但若只是被收个记名弟子 那他完全没那方面的抵触了 弟子留念 拜见师尊 承蒙师尊不弃 愿意多给弟子一个机会 往后余生 若是尊友和吩咐 弟子必当肝脑徒弟 死而后已 说话间 他再次叩首 钟轻挥了挥手 在我名下 不用这么多繁文入解 说来 虽然这个徒弟收得有些波折 但对方的心性 却是不错 这样的人 一旦收入门下 今后也完全无需担心 对方会做出欺师灭祖的事 钟轻看他 还是比较满意的 他沉思片刻厚道 你且仔细说说 你那独子的症状 见钟轻询问起 自己子嗣的问题 留念心中 不由闪现了一抹感激的神色 这显然是把他的事 放在心上了 他强压下激动的心 快速道 师尊 弟子那独子 早年间与人发生争斗 被人暗害 神魂陷入 濒临消散之状 便是道鸡 也受损严重 不知这日月经伦 可否能将弟子那子嗣彻治愈 在先前和牧长 春来刘光宗的路上 双方交谈之下 留念也得知了日月经伦的名字 也询问过这仙气的功效 只是牧长春 对仙气的掌控能力不够 他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此刻 牧长春再次向钟轻询问 就是想得到一个确切答案 钟轻摇了摇头道 日月经伦虽有治愈之能 但本质上 也只是给使用者补充力量 神魂之伤能治 但并无修补道机之能 仙气之能虽然强大 但也不是万能的 听到这话 牧长春有些失落 这岂不是说 纵然仙气能复活他之独子 后者也由此 彻底断绝了修行之路 不过 只要能让他苏醒 他就已经极其心满意足了 做人啊 最记得 就是贪心不足蛇吞象 就在这时 钟轻再次道 虽然仙气 并不能治疗 你独子的道伤 但维师这里 有一颗造化丹 却可以尽数驱除 他的顽紧 钟轻说话间 随手掏出了一粒丹药 丹明造化丹 并非他自己炼制 而是出自系统 这些年来 他一直未曾落下 而这造化丹 便是系统 近些年来迁到所获之物 此丹 号称可生白骨 拥有起死回生之效 神魂之伤能治 盗鸡之伤同样能治 这丹药 虽然有些不俗 但这些年来 钟轻也没有受过什么伤 放在他这里 也只有落灰的份 此次 倒是正好派上了用场 尤其 他还给这丹药加了一点料 增强了丹药十倍要性 想来 此丹 完全能将对方独子给救回来 甚至会给对方 带来一些不一样好的变化 毕竟这造化丹 堪称万能丹药 有极至极 无极强身 只是能带来什么改变 钟轻也说不准 毕竟 他从没用过 刘念在听到钟轻介绍的 造化丹的功效后 整个人呼吸不由一致 他没想到 自己刚刚拜师 师尊便能将这等神丹 交付给他 这一刻 刘念已经不知道 该怎么形容自己此刻的心情了 原本以为 能救活他的儿子 已是万幸了 万万没想到 师尊所赐的丹药 竟然还能将破损的道姬给治好 这等神丹 价值之大 难以估量 此时的他 只能通过不断磕头 来表达自己的喜悦 和对自家师尊的感激 谢师尊 谢师尊 钟轻摆了摆手 为师说过 在我面前 无需那么多繁文入解 你舅子心切 且先持此造化丹 救人去吧 待此事完结之后 你再回刘光宗一趟 为师有事吩咐于你 一个四传尾先 先不说其未来实力的晋升 可以让钟轻提升一波 若是敞开了收徒 理应可以让他 多出无数徒子徒孙 用好了 无疑是极大的助力 弟子 一定速去速回 刘念满脸郑重 向钟轻辞边 直到离开刘光宗后 他依旧感觉 有些难以置信 独子的伤 是他一生的心急 他寻遍八方 也没找到救治独子的办法 没想到 因缘巧合下败了一个师尊 竟然便得到了 救治独子的神诞 回想这一趟来灵帝的经历 当真让他有种 如梦似幻之感 而在刘念带着灵院 离开灵帝不久之后 一道身影 跨越苍茫大海而来 静止登上了 刘光宗的灵土 这就是灵帝吗 好平静的地界 来人一双 如天上雄鹰般锐利的目光 扫视着下方山河大地 他背负双手 于云空之上漫步而行 神色悠悠 蓝蓝自语道 这钟轻倒是有点小聪明 偷抢了我上青仙门至宝之后 躲在了这等上青仙门 平时根本不会多看一眼的 苦寒之地 可惜却无大智慧 一个小小蝼蚁 又岂能知晓 上青仙门的能量 我上青仙门要杀的人 不管天上地下 安能有你的容身之所 此人 正是奉命前来打杀钟青 取回天地玄剑 自上青仙门出来的 九掌老邓中 他神识肆无忌惮地蔓延出去 开始搜索钟青的身影 只是神识还没绵延出去多远 便被一股无形的力量 给阻扰了 哪个憋孙 趁老祖睡觉之际 偷窥于我 一声怒吼 震动长空 下一刻 一道身影冲天气 来人 正是血尸老祖 最近的血尸老祖 火气很大 身为一个四转尾先强者 血尸老祖在哪不是高高在上 名震一方的人物 然而一次天山之行 原本想给自己宗门和子嗣们报仇 结果仇没报到 反倒把自己给搭了进去 被人收作了徒弟 好不容易出来找寻个机会 出来散散心 睡个觉 还被人给偷窥了 这让他火气蹭的一下就长了起来 血尸老祖 静止来到邓仲身前 面色不善 怒声道 小子 你用神识偷窥老夫 有何企图 在这方世界 神识虽有无穷妙用 但使用之时 忌讳颇多 因为在释放神识查探消息之际 对于那些被神识打探之人 无疑是极其冒犯之举 若是神识主人自信 能实力能碾压一切 自然没什么问题 但是天下之大 卧虎藏龙者不知反己 谁又知晓 哪一个角落中 不会藏有一些隐士强者 每一年 在修行界中 因为用神识探路之人 不知要被人打杀了多少 面对血尸老祖的质问 上清仙门九长老邓仲 眉头微微一凝 若是在他巅峰期 血尸老祖 这等修为境界 敢对他如此无礼 邓仲怕是一巴掌 就直接招呼上去 将他直接给拍死了 但他如今 乃是转世重修之身 境界 也才一转尾先层次罢了 他还当真拿捏不了对方 话虽如此 邓仲却是丝毫不慌 修行界中 实力固然是立身之本 但势力 同样是一个强大的依仗 在整个中周二重天中 还没多少人 敢不迈上清仙门面子 退一万步来说 如今的他 虽然不敌这四转尾先强者 但以他掌握的手段 对方想要留下他 却也不是那么容易 想到这儿 他神色微眯 傲然道 老夫 来自上清仙门 一句上清仙门 让原本怒气之高涨的血尸老祖 浑身一个机灵 怒气当场便消了大半 谁不知晓 中周二重天中 四大仙门 宛如四座大山 横压在亿万生灵头顶之上 高高在上 镇压四方 他敢以一己之力 挑衅和他身负血海深仇的九霄云宗 但还真不敢履这上清仙门的虎须 只因为 这上清仙门 有真正的仙人强者坐镇 仙人 那是打破寿源限制 超脱生死的无上存在 毫不夸张地说 一尊仙人强者 若是对他动了杀念 哪怕相隔亿万里长空 对方一根手指 都能将他活生生给戳死 他一脸胡一道 不知阁下在上清仙门 担任何职 邓仲也不废话 直接掏出了自身的长老令牌 令牌成身紫色 通体弥漫着一股神异符文 带着一股玄妙莫测之意 品级赫然达到了半仙级层次 正上方 龙飞凤舞地 写着四个大字 上清仙门 上清仙门之下 则是写着他的身份 九长老 邓仲 这令牌一戳 瞬间让血诗老祖 再度变了脸色 连一块身份令牌 都能达到半仙级品质 这般手笔 恐怕也就四大仙门能够做到 原本他以为 纵然对方真来自上清仙门 以其一转尾仙的实力 充其量 也就是上清仙门 麾下附属势力之人 但万万没想到 竟然是仙门长老 长老之职 哪怕在整个上清仙门中 也是真正的核心大人物 光凭这一身份 便是一些五 六转尾仙层次之人 在他面前 恐怕也不敢过多放肆 血诗老祖 只感觉自己最近 是不是倒了什么血霉 先是和九霄云宗结下仇怨 后被中清强行收为弟子 如今 不知不觉间 竟又开罪了一个 上清仙门长老 这让他脸色难看极了 处境 也变得进退两难了起来 不可否认 对方实力确实不如他 但以对方身为 上清仙门长老的能量 若是因此记恨上他 他恐怕会引来生死大祸 虽说 他现在也非孤家寡人 背后也有个师尊 但先前中清 收他为徒之时 不仅在他体内下了禁止 事后还逼他 发下了永不能背叛的 天道誓言 他可不认为 自己那个便宜师尊 会为了他 开罪上清仙门 另一边 邓中自然也看出了 血诗老祖的窘境 显然是被吓住了 这让他心头 不由为之冷笑了起来 这就是上清仙门的威慑力 凭借仙门长老这一身份 出门在外 哪怕是实力比他强的人 在尾仙境内 又有几人赶不给他起分面子 不过现在不是 节外生枝的时候 当务之急 是将中清的事给办了再说 想到此 邓中冷声道 阁下若是没其他事 就此退去吧 此事 我就当没发生过 然而血诗老祖 哪敢就此退去 他分明在对方眼中 看到了一抹隐藏的杀机 恐怕自己这一退 下次迎接他的 就是比他修为更强者的围杀了吧 他想的没错 邓中确实是这般打算的 敢称呼他为憋孙 他堂堂上清先门长老 哪里受过这等羞辱 在其心目中 血诗老祖已有取死之道 先让对方退去 不过是缓兵之计 待到他将中清之事了结 便会回去召集强者 让对方知晓 何为祸从口出 云空之上 两人各怀心思 血诗老祖担心对方会秋后算账 不愿离去 但要他直接动手 杀了对方 他也不敢 毕竟 这等人物一旦生死 恐怕瞬间 便会引发上清先门高层震动 届时迎接他的 恐怕就是天崩地裂级别的末世之日 上清先门九长老邓仲 虽然暗恼血诗老祖 却也不愿在此刻撕破脸皮 这一点诚服 他还是有的 毕竟现在他重修的修为还不高 另外便是 他也没有想到 这小破地方 还隐藏了一个四转悬线 一时间 局面变得有些僵持微妙了起来 最后 血诗老祖咽了口唾沫 强行挤出一个笑脸陪笑道 不知这位 前辈 来灵地可是要办什么大事 晚辈 能否笑全马之劳 这话 让邓仲诧异地看了血诗老祖一眼 对方 竟然袭击以这种方式 来打消他的杀心 只是杀心一起 岂是那么容易消退的 不过 若不能安抚住对方 以其四转尾仙的实力 倒也能给他此行 带来巨大的麻烦 想到此 他心中有了另类的计较 其傲然道 本座确实是来此地办一件事 看你实力不错 若能助老夫一臂之力 老夫可以考虑 让你加入上清先门 不知是什么事 血诗老祖不动声色问道 活了多少年的他 哪能看不出对方的敷衍 但如今 他的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老夫来此 只为杀一个人 谁 一个叫做中青的人 一问一答之间 血诗老祖 内心却泛起了滔天的波澜 谁 这一次 他声调都变了 邓仲不满地看了他一眼 似在责怪血诗老祖的大惊小怪 但他也没多想 只是再次重复了一遍 中青 怎么 你认识他 血诗老祖表示 这可太熟了 他就是被对方活生生给打服的 只是 这位师尊 怎么会和上清先门 扯上这般恩怨因果 他没有正面回应 而是道 不知 这位中青做了什么事 竟然能让前辈您 亲自前来情杀他 这并非什么 不可对人说的秘密 邓仲冷声道 此子胆大包天 竟然敢偷强我上清先门 在下界收集了几十万年的契运 你说 他该不该死 一句话 让血诗老祖 内心不由倒吸了一口凉气 心中泛起了无尽波涛 原本 他以为自己就够无法无天的了 其被世人尊称为 一代狂魔 就是因为 他天不怕地不怕的性子 但现在和中青一对比 他才知晓 自己所谓的狂魔称呼 在师尊面前 完全就是一个屁啊 伟先之境 不再仅仅是修为的增长和提升 气运 也是伟先成长至关重要的一环 下界三千玉 绝对是收集气运的肥沃净土 然而 真正能瓜分这块蛋糕的 也只有真正掌握中周二重天部分权柄之力的四大仙门 其他人和其他势力 根本没资格插足其中 而这么多年来 四大仙门在下界之中 收集了无数年的气运 却从来没有人敢打过那些气运的主意 不就是因为 惧怕四大仙门之危 然而现在 他新任这位师尊 此举无异于是在太岁头上动土 一个仙门在下界收集了几十万年的气运 这庞大的气运数量 怕是能直接造就一尊九转尾仙境强者 这位师尊 到底是何来历 这东西都敢抢 原本在血师老祖看来 钟卿能轻易拿捏他 怎么也得有五转的修为 甚至是六转尾仙的境界 但现在 他发现 自家师尊比自己想得要更加超凡 一般而言 正常人得罪了上卿仙这等庞然大物 尤其还是抢夺了整个仙门 在下界之地搜刮了几十万年的气运 谁不是偷偷摸摸猥琐发育 哪敢光明正大出来活动 然而 他的这位师尊呢 禁止将灵帝几乎所有伟仙级以上的势力 全都收入了麾下 闹出了天大的动静和波澜 就差把整个灵帝都捅穿了 这是什么形境 这是根本没想隐藏自身的意思 也就是说 这位师尊 根本就不怕上卿仙门的报复 再联想到 中卿仙前一系列的举措 什么人 才能随手拿出顶级半仙级功法 乃至顶级半仙级神兵 还是整整六件之多 一条条信息自脑海中浮现 最后在他脑海之中汇聚出了一个结果 所以说 这位师尊 恐怕无限接近真仙 甚至本身就可能是真仙 这一刻 血尸老祖 血气都在翻滚沸腾 牙齿都在发颤 神魂都在发抖 他 竟然认了这样一尊存在为师 他 何德何能 能认一尊仙人为师 这等天大的机缘 有朝一日 竟然会落在他的身上 震惊 狂喜 错愕 乃至不可思议 化成了无尽波澜 在他心田处翻滚 在思绪翻涌沸腾好一阵过后 他看向邓仲德 眼神瞬间彻底变了 上清仙门的长老 他是没胆子动手的 但是若上清仙门的长老 胆敢对他这位师尊动手 他动手的胆子就有了 不仅大 而且很足 哄 血尸老祖第一时间动手了 出手便是权力 恐怖的修为 化作无边伟力 朝着邓仲镇压而去 这一变故 太过突然 突然到邓仲没有丝毫准备 伟先进中 四转打一转 本就是碾压局 更何况 还是一个在偷袭 一个毫无防备的情况下 电光火时间 邓仲甚至都没来的 急反抗 直接就被血尸老祖 给镇压封禁了 硬是让他一身底牌 发挥不出半点作用来 你 你怎么敢呢 邓仲目称欲裂 又气又惊又目 他笃定了 血尸老祖不敢动手 然而没想到 明明上一刻 还对他唯唯诺诺的人 会下手这般迅捷果断 你就不怕 上青仙门的报复吗 这话不说还好 一说血尸老祖 更来劲了 反手就是一巴掌 甩了过去 直接打得邓仲原地腾空 转了两圈半 你个老家伙 还想拿上青仙门来吓我 真当老祖是下大的不成 不就是一个 上青仙门长老吗 还在老祖面前 装起大爷来了 你有在老祖面前 装的实力吗 此刻的邓仲 只感觉脑瓜子 嗡嗡嗡地叫得不停 内心之中 更是翻腾起了 无尽的屈辱 简直是前所未有的 奇耻大儒 他堂堂上青仙门长老 如今竟然被 一四转尾仙这般欺凌 他心红着眼 面部争鸣道 你有胆 现在就杀了我 否则待他日老夫脱困 定要让你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若是先前 血尸老祖 恐还会被他的气势吓住 但是现在 得知自家师尊如此超凡 又和上青仙门 有着化解不开的恩怨之后 他的胆气 可谓是前所未有的充足 他反手再次一巴掌甩了出去 你个憋孙也不看看 自己什么处境 到了现在 还敢威胁老祖 你以为 仗着上青仙门长老的身份 便可以为所欲为 来到我灵地地见 是龙你 也得盘着 是虎 你也得握着 这两巴掌下去 让血尸老祖整个人 不由为之神清气爽了起来 原来 这就是有靠山的感觉吗 真爽啊 与之相比 此刻的邓仲 却是凄惨无比 俩巴掌下去 脸都扭曲了 他好恨啊 若非他想更进一步 转世重修 安能被搬 楼椅折辱 若非他大意之下 失了警惕 安能这般轻易 被对方擒重 原本以为跑一趟 就能随便解决的差事 万万没想到 竟然在中途 遇到了这般变故 一个不知道 从哪跑出来的四转尾仙 竟然敢如此嚣张跋扈 根本不把上青仙门 放在眼里 其一双怨恨的目光 死死盯着血尸老祖 似是要把他的样貌 烙印在骨子里 哪怕到了如今这个地步 邓仲依旧觉得 对方不敢对他痛下杀手 他若一死 别说眼前这丝 哪怕是整个灵地生灵 都要为他陪葬 被他那双怨恨的双眼一瞪 血尸老祖居高临下 俯视着邓仲 嘲讽道 不愧是大宗门出来的人 哪怕到了如今这个地步 依旧这般有恃无恐 你该不会以为 老祖之所以把你禁锢 是真不敢杀你吧 邓仲强行让自己冷静下来 恨声道 你若敢杀 又何须等到现在 则则 尚清仙门 当真是好大的威风 若是其他人 还真不敢对你动手 但今天落在老祖手中 算是你的不幸 不过你放心 现在老祖可舍不得让你死 我还要拿你回去邀功呢 你若死了 老祖功从何来 这话让邓仲内心歌之一声 活了漫长岁月的他 在这一刻 嗅到了一丝不同寻常的意味 你这是何意 血尸老祖没有解释的意思 单手将他提起 一个纵身消失在了原地 他要将此人带回刘光宗 交由师尊处置 如果说 先前的他 被中清强行收徒 内心之中 还有诸多部分 那此刻 心中俨然被火热所替代 一个连上清仙门 都不拒的靠山 这是多大的大腿 如今 他有机会成为 这等人物的弟子 若是不仅仅把握住机会 那他这么多年 算是白活了 而这上清仙门的九长老 便是他送给师尊的见面礼 相信立下这一大功 必能让师尊 对他的印象改观 届时 只要能得师尊栽培一番 他能想象到 自己今后的道徒 将是一帆风顺 一想到这般情况 血尸老祖 心神便是一阵振奋 看向邓仲的眼神 更是充斥着火热之色 这哪是什么 上清仙门长老 这分明就是他通往 通天大道的敲门砖啊 邓仲被血尸老祖 那炽热的眼神 看得头皮发麻 今天这事 处处透露着古怪 他想不通 到底是谁 给了血尸老祖底气 让他敢如此对待自己 然而随着二人 来到刘光宗地界时 当看到刘光宗大门的匾额时 邓仲心中 好似隐隐有了答案 刘光宗 这不是宗主说的 中清藏身地吗 难不成 这人 是中清请来对付他的高手 只是 中清不是一地级境界吗 他怎么有能耐 请动四转尾仙境出手 而且 哪个四转尾仙 会为了一地近生灵 胆敢和上清仙门对上 疑惑 不解 困顿 弥漫在邓仲心头 其之一颗心 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霾 血师老祖 可不管邓仲此时的心理活动 他宛如拎着小鸡仔一般 带着被封禁的邓仲 穿越重重山巒 来到了浮云岭上的浮云院前 师尊 弟子有事求见 血师老祖 随手丢拉机式地 将邓仲丢在一旁 一丝不苟地 在院门口行了一个大礼 姿态恭敬到了极点 不一会儿 院子里传来了一个淡淡的声音 进 随着话音落下 院门被一股无形之力推开 被扔在地上的邓仲 透过大门 看到了一个 正端坐在院落中品插的身影 只一眼 便让他如丧考彼 呆愣在当场 仙门宗主以大神通 给他汇过中清画像 那人 不是中清是谁 他想过和中清见面的万千场景 或是自己以雷霆之势 强势降临 将对方直接震杀 或是自己伪先气息 惊动了对方 让对方四散而逃 然后在逃亡之中 被他一掌击毙 唯独没想过 他作为俘虏 宛如一条长冲般被扔在地上 以仰望的姿态仰视着对方 在这一刻 邓仲先前所有的困惑和不解 随着再见到中清的一瞬间 随着血师老祖的一生生师尊 全都迎刃而解 他总算知道了 为何血师老祖 在听到中清名号后 会有那么大反应 为何血师老祖会说 要拿他邀功 原来 这尊四转尾仙 竟然是中清徒弟 一个能将四转尾仙 收为徒弟的人 仙门宗主竟然跟他说 只是一个地级强者 邓仲头皮都快炸开了 这情报 简直有够离谱 这一刻 他心中生腾起了无数的怨念 那怨念 来自于上清先门 宗主 你真是害苦了我啊 此刻的邓仲 内心在哀嚎 甚至有那么一瞬间 他都开始怀疑 是不是宗主在假借他人之手 要将自己给清除了 与此同时 上清先门 一辉煌大殿之中 宗主临天 正在和门中一众高层 在商量要事 嗯 突然之间 临天眉头一皱 内心之中 无来又产生了一抹躁闷之感 宗主 发生何事了 端坐在下方左手边的大长老疑惑道 临天目光看向远方 悠悠道 似乎 有人在念叨本座 宗主之名 响彻整个二重天 有人念叨 不足为弃 听到这话 临天心中疑惑畏惧 而是微微沉引道 算算时间 九长老应该到刘光宗地界了 在他右手边的二长老轻笑道 应该是快了 或许现在已经在回来的路上 也说不定 临天却并未如他一般乐观 而是皱眉道 不知为何 我这心中 总有种心绪不宁之感 大长老摇了摇头 九长老修为 乃是一转尾仙强者 再加上他一身底牌 便是对上二三转尾仙 也能轻松应对 如今不过是去对付区区 一地进生灵 任对方有三头六臂 又如何能是九长老的对手 不错 宗主就是太多心了 一个地进的楼一罢了 哪怕九长老重修 如今修为暂时倒退 但若是连这等人都镇压不了 那他修炼这么多年 当真是修到狗身上去了 有长老打去道 一时间 现场充斥着 一股活跃的气氛 所有人都对三长老信心满满 宗主见此 也只在心中暗道 或许 真是自己多虑了 而让上清先门 一众高层信心满满的三长老 此刻却正被压跪在中清面前 师尊 此人来自上清先门 号称上清先门九长老邓仲 此次过来 竟然不知死活 想要对师尊妄动杀计 信而徒儿提早发觉 将此人擒拿 这才不至于扰了师尊安宁 还请师尊发落 浮云院中 血尸老祖激情四射地 向中清讲述了一番大概经过 中清有些讶异地 打量了血尸老祖一眼 这家伙 先前说为徒弟时 还一副半死不活的样子 几天没见 跟换了个人似的 现在看向他的目光 都充斥着激动和狂热 他也懒得理会各种缘由 做得不错 中清勉励了一句 先前为师毁了你一剑 半仙级神兵 现在便还你一剑吧 他随手一挥 赏赐了血尸老祖 一剑顶级半仙级兵器 这让血尸老祖 不由为之狂喜 他的血煞神 兵 虽然也是半仙级层次 但和顶级半仙级神兵 完全没有半点可比性 一剑顶级半仙级神兵 价值是他那剑神兵的十倍不止 他就知道 跟着师尊有前途 但没想到 前途竟然如此广固宽敞 一剑顶级半仙级神兵啊 说给就给了 眼都不眨一下 他只恨自己 为何没能早点遇上师尊 以至于虚度了这无数时光岁月 这个时候 中清目光看向了 跪在他身前的邓仲 他手指不断轻敲着眼前石桌 在思考着 该如何处置对方 此时的邓仲 则同样在打量着中清 他深吸口气 沉声道 中清 本作没想到 你竟然隐藏得这么深 我上清仙门之人 全都小看你了 但上清仙门的能量 不是你所能想象的 实相的 便速速放了我 奉上天地玄剑 有本作为你从中周旋 如此 你或许还能有一线生机 如若不然 只有死路一条 中清没有理会对方的叫嚣 上清仙门和他之间的恩怨 注定是不可调和的 对于敌人 中清一直抱着的 都是斩草除根的理念 但一个伪先进强者 若是就这般杀了 未免有些太浪费了 或许可以圈养起来 待他日什么时候 将宝贝徒儿古尘仙接过来 让对方练练手 毕竟 古尘仙可是有着杀神羁绊的 其所杀的敌人 不仅可以增强自身的修为 还能十倍返还到他身上 而这杀神羁绊 算是古尘仙的专属 他也只能被动接受 这弟子所杀之人 十倍返还而来的修为 念头及此 他也没了审问的意思 而是吩咐身后 一直将自己当奴作仆的 御火明君道 带下去吧 严家看管 此人他日 看着跪在地上的九长老 脸上闪过一丝复杂的神色 他也是出自上清仙门 这九长老邓仲 对于以前的他而言 可谓是天大的人物 在对方修为身处巅峰之际 他连面见的资格都没有 没有想到 再次见面时 双方竟是如此境遇 当真令人唏嘘和感慨 随着他将邓仲带下去 钟卿则是目光悠悠看向天际 看来 晋升地级之势 不能再拖了 今日来的 只是一个上清仙门长老 他日 未必没有可能是整个上清仙门 清朝洞 这个宗门 可是有仙人级高手的存在 以钟卿如今的实力 对上仙人静 他也不知道有几分胜算 但若是晋升地级 再对上仙人静的高手 把握 无疑要大上不守 然后 钟卿吩咐两个侍女夜姬和火妹 对着一众徒子徒孙 传达了一个命令 让所有可以杜劫的地级弟子 来他这里报备 他会助他们杜劫 这个命令一出 整个刘光宗所有人顿时沸腾了 地级一向是困扰修行者的天大劫难 每一次渡劫 对于修行者来说都是九死一生 凡被中卿收下的徒子徒孙 最近一段时间 或多或少都听过中卿一些事迹 听说师尊能让人无伤渡地级 不知这是不是真的 有人神色振奋 心中充斥着期待和狐疑 空穴来风 未必无音 无伤渡地级不敢想 只要能成功提高三成成功率 我就心满意足了 也有人脸上带着向往之色 整个刘光宗上下 到处是此起彼伏的议论声 见识过中卿诸多底牌手段的闻听 这番言论也只是相视一笑 不知情者对此 却是感觉到难以置信 而在这滔天议论声中 源源不断的大地强者 自四面八方赶赴中卿所在的福云院 一个又一个地境强者 占据四方 数量足有上千之重 以红尘女帝要红尘为首的古帝 青帝 斗帝四人看着这一幕 心神有些震动 遥想他们在下界之时 本身便是屹立在下界三千玉的顶尖强者 地级高手 以下界亿万万生灵基数 万再也不见得能诞生一尊 然而此刻 光是师尊麾下达到地境的徒子徒孙 竟然便有这么多人 自师尊来到上界 满打满算 还不到半载时光 就是这么点时间 却已经拉起了这么庞大一股势力 大地上千 便是伪先进强者也有上百 其中甚至不乏四转伪先的强大存在 几人心神震动 果然 人和人之间完全没有可比性 师尊只是略微出手 所做的事 却已是常人一生也难以企及的高度 而随着众人相继到场 钟卿来到院外 看着四周密密麻麻的身影 心神也是有些激动 在他还未踏上修行之路时 地境 在他眼中便是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峰 这个境界 对于他而言 乃是曾经追逐的目标 而这些人 基本全都是推着他 朝此目标前进的动力 看着这些徒子徒孙 他隐约能预感到 自己突破地境的场景 我等见过师尊 我等见过师族 我等见过主人 随着钟卿出来 在场众人纷纷对着钟卿行礼 十二魔将 麒麟小黑 小嘎赫然在列 钟卿目光环视在场所有人一圈 随即点了点头 他背负双手 在小院门前朗声道 此次教儿等汇聚于此 想必你们已知晓缘由 多的话我就不过多重复了 你们但可随意引动地结 我会为而等护法 此话可谓一旦激起千层浪 瞬间引发了无尽喧嚣 地结者损率为何居高不下 但凡插手其中 都会引动冥冥中的因果之力 这因果之力会化成各式灾结磨难 降临在插足者身上 更甚至会让其到新蒙尘 前路断绝 除了仙人强者 或是仙气 能无视这般因果外 其余人皆难以倖免 所以一般而言 哪怕是亲生父子 也很少有人会为后代消灾党劫 至于仙人强者或是仙气 对于这些人来说 那等层次距离他们太过遥远 哪怕是四转尾先进的血尸老祖 此生也从未见过这等层次的存在 在中青发化之后 有人蠢蠢欲动 但更多的人却是心中存疑 上千个大地渡劫 这师尊 师祖 真能庇护得住这么多人来吗 就在这时 十二魔将却是第一时间 引动了自身的契机 他们获得过稻草人送出过的传承 修为已然突破到了地境层次 只待渡过劫难 便能成就一节大地 以他们得到的传承层次来说 想要渡过地劫 根本无需他人相助 毕竟 他们先前以普通地境之身 便能镇压三节的强者 地劫虽然恐怖 但若是连这等恐怖战力都渡不过去 古往今来 恐怕也没几个人能成功 他们此行 更多的是为众人打个样 以机翼为首的十二魔将腾空而起 身处十万里高空之中 今天机翼便看看 这所谓的地劫 到底有什么特殊之处 机翼傲力长空 头上三根鸡毛迎风而舞 眼神桀骜 一身气势震动长空 好似地狱里走出来的魔神 哈哈 我小黑今天注定要成为 麒麟一族的传奇 刷新麒麟族 成就一节地劲的时间 在这等出风头的时刻 小黑怎么可能 让机翼专美于前 他同样带着小嘎 来到无尽高空处 仰天大笑道 在他们气势散发之下 天穷之上 轰隆隆 滚滚雷霆如约而至 劫云绵延无数里 好似笼罩了这方天地 无尽毁灭性的气息 充斥天语 这股气息 让浮云院周边的一众大地 为之骇人 更有不少人露出了畏惧之色 这是源自于骨子里 对天地的敬畏 而随着劫云汇聚结束 眼看第一道天雷就要落下 中青随手一挥 丢出了一件仙气 笼罩在众人头顶上空 这是一仙盾 仙盾三尺宽 一丈长 随着中青抛出尖 迎风便涨 转瞬间便笼罩了十二魔疆 麒麟小黑 小嘎等人头顶上空 先前在下界之时 红尘女帝是中青剑道的 第一个渡截之人 那时候为了稳健 她用了三件仙气 来为红尘女帝消灾挡劫 但如今 随着修为的增长 剑势的增多 她发现 自己太过稳健了些 仙气的威能 远比她想象中的 要更加不凡 哪怕是上千人一同渡截 一件仙气 也足以轻松应对 随着仙气一戳 任劫云如何翻涌 雷杰威能如何强大 但当雷霆落在仙盾之上 尽数被仙盾所吸收 连残存能量 都见不出少许 见此一幕 一众大地进阶骇然 但很快 便被火热的目光所取代 然后 一个个争先恐后 来到无尽高空中 肆无忌惮地 释放自身契机 开始渡截 这注定是一场 渡截的狂欢盛宴 与之对应的 这一举动 在外界引发了 无尽喧嚣和波澜 数千个大地 一同释放的契机 何等伟案 这股能量波动 整个灵地 无数生灵都感知到了 而随着渡截的人数增加 劫云的威能和面积 也在不断扩大 那寂灭的气息 更是让无数生灵 瑟瑟发抖 惶恐难安 这股气息 谁在渡截 灵地之中 有很多宗门老祖 第一时间 被这滔天的动静所惊醒 只是当他们施展神通 想要一探究竟之时 却发现 大半个灵地 都被劫云所覆盖 除了漫天劫云之外 根本探查不到任何信息 那恐怖的劫云波动 更是让一些伪先进强者 都为之惊心肉跳的程度 这让他们百思不得其解 递劫 不是递进圣灵的专场吗 谁的递劫 会这般恐怖 不对 这是群体渡截 有人看着劫云源头 神色若有所思 若所料不错 那个地方 是刘光宗所在的方向 随着百宗盛典结束 中卿将上百宗门 和无数天交收下 刘光宗近段时间 在整个灵地可算是 大打出了一把风头 放眼整个灵地 似乎也就这个宗门 有能耐凑足这么多大地 形成这等恐怖劫云的规模 只是 他们是怎么敢的啊 如此恐怖的雷劫 规模交织 怕是伪先进强者 身处劫云下 也得跪吧 就更别说大地了 一时间 喧嚣声四起 哗然声若海啸般 在整个灵地四溢 还有人脸上 透露着浓浓的不解 但更多的人 却是被那劫云 吓得惶恐难安 与此同时 刘光宗 一地牢之中 上清先门九长老正 是被关押在此处 王言 你是聪明人 理应知晓 上清先门的能量 放老夫出去 你先前的过错 老夫可以与你既往不救 甚至 老夫还会保举你 在上清先门做一指示 此刻的上清 先门九长老邓仲 正在侧反育火明君王言 而后者文言 只是笑了笑 没有多言 不可否认 邓仲开出的条件 不可谓不高 上清先门直视 是仅次于长老的存在 非为先进强者 不可担任 若能身此高位 对于他而言 可谓是一步登天 在地位上 能和三转尾先强者平起平坐 但先不说他 已经对中清发下 永不能背叛的天道誓言 再就是 他一路跟随中清自下界 来到中周二重天 见证了主人 太多的超凡 对方 可是能将仙气 批量发放给麾下弟子的存在 哪怕在中清身边当条狗 也绝对会比在上清先门 做个直视更有前途 王言 难道你当真 如此明顽不灵 想要跟中清 一路走到黑 和上清先门对抗 我劝你好好考虑清楚 莫要自悟 小小中清 也就上清先门高层 低估了他的实力 代宗主等人 真正重视起他之计 便是他生死魂灭之时 话音刚落 其突然间感受到一股 无尽寂灭的气息传来 便是大帝 也传来一阵 山摇地动的剧烈晃动 什么情况 他脸色一愣 浴火明君亡颜淡 但看了邓中一眼 忘了告诉九长老 今日 是主人坐下上 千个徒子徒孙 集体度缔结的日子 我想 以九长老的见识 应该明白 这意味着什么吧 什么 此言一出 邓中心神俱阵 瞳孔一阵收缩 这么多人一起渡结 除非是仙人 亲自出手相助 或是有仙气 祝他们渡结 方能成功 如果王言所说为真 那这中清 难道本身便是仙人强者 或是手中拥有仙气 不过这怎么可能 中清不过是一下界土著 在下界诅咒下 其怎么可能是 无上仙境强者 如此一来 就只剩下一种可能 那就是对方 拥有仙气在守 这个消息 对于他而言 同样糟糕透顶 一个能发挥出 完整仙兵战力的 伪仙境强者 哪怕是上清仙门 想要对付 也非易事 此人 真的只是一个 下界土著吗 邓中脸色阴沉不定 一颗心 不断往下沉 都说 有人欢喜有人愁 随着时间的推移 很快 十二魔疆 麒麟和小嘎等人 相继度结成功 而且还是一口气 直接度了三截 直接成了三截地强者 这般情况 可谓看傻眼了不少人 正常而言 每一次度结之后 都需要经历相当 长一段时间 来积累修为和底蕴 才能度第二次地截 这时间长短不一 有人花费了数十万时间 有人甚至需要 近百万年岁月 然而 他们直接无视了 这底蕴积攒 从这也可以看出 当初稻草人 留给他们的传承 到底有多逆甜 而在他们之后 一些人也相继度结成功 所有人脸上 都洋溢着 无尽欢喜之色 他们万万没想到 地截 还能这么多 只需要释放气息 往内一做 竟然就结束了 过程只简单容易 就好像 喝水吃饭那么简单 这一切的经历种种 对于很多人而言 跟梦幻似的 而在度过地截之后 就是享受 造化的时候了 所谓的地截 更像是 天地间的一场考验 度过去了 天降造化 修为暴涨 度不过去 身死浑灭 一切归于天地 一时间 节云过后 金连天降 漫天子气奔腾 无尽造化气横生 便是整个刘光宗 也被这造化洗礼 很多山川地脉 便得愈发超凡入胜了起来 与此同时 随着一众徒子徒孙 修为的提升 他们的修为 返还到中青身上 同样让中青身上的 气势为之暴涨 上千个大帝的修为返还 其中步伐很多三节地 这股修为 何等庞大 中青第一次有了 被修为称道的感觉 原本的他 远远看不到地境门槛 但随着这海量修为 返还回来 划成了一条通天之路 在推动着他 以急速迈向地境门槛 轰 伴随着一声 轰鸣巨响传来 中青只感觉 自己好似 打破了某种禁忌 其之一身修为 在快速汇聚运转 如百川归海 划成了一颗稻果 这稻果拳头大小 散发着阴晕金光 宛如大日一般 悬挂在他丹田处 照亮了他的全身 不仅如此 这光芒 好似要贯穿古今 沟通未来 中青心神 随着这光芒看去 好似看到了 古今未来之景 极其神意 道果之上繁复的道文 好似道的载体 深邃 玄奥 这世道的雏形 也是地境的标志 更是迈向长生之路的一大步 终于 成帝了 中青喃喃 体会着地境的力量玄妙 心神振奋不已 还不等中青 细细品味成帝之后的感觉 忽然间 头顶一暗 轰隆隆的雷声 随之传来 中青抬头一看 灯石一愣 只见刚刚明明 已经消散的结云 不知何时 已经再度出现 乌云滚滚 雷霆涌动 外面正沉浸在 渡劫成功喜悦中的 上千大地 也都是一阵 看着天空中的结云 他们面面相去 要说此刻结云 倒是没什么稀奇的 只是他们 刚刚渡完怎么又来 是又有谁引动天结了 不是 谁这么不合群啊 大家都搁着一起 开开新兴度大劫 就你搞特殊 自己单开一场 有些人 已经有些面色不善 心想着 是不是哪个爱显摆的 来这一套 想在师尊面前 露露脸引起注意 但下一刻 他们的面色就变了 只见天空这结云 以前所未有的速度 疯狂膨胀 几乎是短短几个 呼吸的时间 就已经超过了之前 上千大地度 解锁汇聚的规模 直接将整个灵地笼罩 甚至还没有停下 继续朝着四周膨胀 当真仿佛是 世界末日来临 苍穹之上 目所能及之处 竟是无尽翻腾的黑云 和其中 不断亮起的耀眼雷光 好家伙 这是一个人 能引动的规模 一位刚刚突破的三结地 脸色都有点绿了 若说是一个人引动的 规模未免 有些太大了 要是很多人 根本没发现啊 师尊麾下的大地 基本上都在这了 哪还有那么多 没肚结的 直到此时 浮云院中的钟卿 感受着结云的气息 忽然反映了过来 这结雷的气息 好像是冲着我来的呀 那个不合群的人 原来是我啊 钟卿略一思索 就明白了过来 一般来说 突破地境 凝结盗果之后 需要花上很多年的积累底蕴 盗果达到一定强度 才能引来地结 但是钟卿 你光看他突破 这大地之境 花费了多少功夫 就知道 他底蕴有多厚了 仅仅是钟卿一个人的 第一次地结 转瞬间 规模和强度 就已经远远超越了 之前上千大地 其中蕴含的恐怖的 雷霆波动 无边寂灭之气 更是不可同日而语 别说灵地 连灵的周围 好几处地狱 几乎占据 整个二重天 十分之一的地界 都被这片劫云 笼罩其中 这次别说是一般的伟仙强者 哪怕是四劫伟仙 在这劫云气息之下 都为之恐惧不已 他们都能感觉到 这劫云中的如暴雷霆 一旦落下 瞬间就能让自己尸骨无存 到底是谁 或者说多少人在杜劫 别说一般的势力 如此大的声势 甚至惊动了 与灵地相隔亿万里的 羽化仙门 这也是四大仙门中 距离灵地最近的一个 羽化仙门主峰之上 一名气度不凡的中年人 睁开眼睛 目光穿越无尽山河 看向那天空中 翻腾的庞然大雾 眼中流露出一丝惊讶 好恐怖的雷杰 这是帝杰 还是仙杰 是谁 我二重天 还有这等人物 灵地的各大宗门老祖 更是震撼不已 本来以为 刚刚那下就够厉害了 没想到 这么快又来一次 你们刘光宗 到底有多少人度假 怎么还带分批的 地牢里的上青 仙门九长老邓仲 感受着这股气息 脸色更加难看 不行 不能再留在这里了 必须马上想办法脱身 回禀宗门 只是他被关押在此处 以他现在的实力 想要强行逃脱 根本不可能 念及此处 邓仲看了一眼 自己的身躯 眼中流露出一丝狠利之色 在外面 浮云院中 看着天空滚动的杰云 钟轻反而来了兴趣 他一挥手 直接撤掉了 还笼罩在天空中的仙盾 突破大地之后 他依然不知道 现在的自己 变得有多强 所以 眼下面对地劫 他反而想着 凭借自己扛一扛 体会一下 按照他的见识 实力越强地劫 也会越强 从眼下 这无边无际的劫云 就是体现 那么自己的地劫 起码也能让自己爽上一波吧 他这一举动 却是将外面的上千 大地下得够呛 这雷劫若是落下 他们可都在笼罩范围内 没了仙盾 这怎么扛 合着杜劫的时候 没被劈死 杜完了突破之后 还要被雷劈 没这么玩的吧 师尊这是何用言 下一刻 他们就看见自家师尊 从浮云院中直接飞起 升上天空 独自一人 迎上了那无边劫云 这一幕 让众人都为之动容 有些人 已经挠不出了原因 是了 我们这么多人一起杜劫 却没有一个人 遭受劫雷洗练 全靠掀气抵挡 这等举动 在二重天力史上都没有过 说不定已经引起了 某种法则变化 所以才生出 这更大的地劫雷云来 若是继续用仙气抵挡 说不定天道震怒 还会继续降下灾结 师尊他恐怕已经看出了这一点 所以撤去仙气 想要直接 以自身抵挡劫雷 这个想法 很快得到了很多人的赞同 虽说以往没听说过这种例子 但也没听说过上千人 一起度地劫的呀 一时间 众人看着天空的身影 眼中泛起热议 他们当中很多人 本来都不是 自愿拜中卿为师 一方面是形势所迫 一方面是因为 仙气功法 本身也只是 祭明弟子而已 但现在 师尊却亲自挺身而出 为他们抵挡地劫 这身影并不高大 但在他们心中 伟暗无比 就在众人感动到热泪盈眶的同时 天空中的钟卿 却是看着劫雲 一脸期待 快来吧 这么大的劫雲 总该能让我刺激一下了吧 在钟卿满怀期待的注视之中 翻腾的劫雲不断 膨胀汇聚 雷霆在其中 不断咆哮怒吼 然后 一直咆哮怒吼 但他就是不落 等了足足快一炷香的时间 那劫雲 已经膨胀到不知道 有多大 气息也恐怖到无法形容 但劫雷在里面滚啊滚啊滚 但就是 死活不落下来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似乎劫雲的色彩 都微微产生了变化 那是膨胀到极致所产生的 就像是一个人 憋到脸都红了 都快要爆炸了 可就是憋不出来 钟卿有点发懵 这是什么情况 地结卡了 还是便秘了 下一刻 更加奇异的一幕出现了 这膨胀到极点 可能是二重天历史上 最为恐怖的劫云 在一道雷 都还没落下的情况下 开始疯狂收缩 雷声也变得越来越小 刚刚还是亿万里昏尘 天地灰暗 不过眨眼几个呼吸的功夫 就已经快要消散了一般 钟卿一正 下意识叫出声来 别啊 话音未落 只听轰然一道雷声炸开 在雷声之前 已经有一道乌金色的雷霆 从即将彻底消散的 劫云中爆发出来 朝着钟卿头顶披落 这一道雷来得极快 钟卿都还没反应过来 已经在他头顶炸开 他身躯微震 感觉略有点麻 除此之外 什么感觉也没有 钟卿皱起了眉头 这劫雷速度虽然快 但威力未免有点太弱了吧 不仅如此 就这一道劫雷之后 最后一片劫云 也随之消散 天空一片晴朗 万里无云 仿佛刚刚那末日一般的场景 都只是幻觉而已 钟卿猛了 下面无数人也都梦了 这什么情况 这地劫就这么直接没了 都说雷声大雨点小 可你憋了这么老半天 就憋出这么一道 然后就没了 这也太过了吧 众人面面相去 不知道是谁 忽然开口来了这么一句 这地劫 被师尊给吓退了 所有人听到这话 灯石反应过来 一个个大为震撼 说的没错 肯定是这样 地劫被师尊吓退了 天呐 师尊到底有多强 他们虽然不懂这其中官巧 但也看得出来 刚刚那雷劫到底有多恐怖 结果那般恐怖的雷劫 被忠卿迎上去之后 竟然就发了一道雷 就直接消散了 这不是被忠卿吓退了 还能是什么 一时间 所有人心中 都是震撼不已 今日他们真是长见识了 以往无数年来 地劫在他们心中 那都是恐怖的代名词 九死一生都是轻的 而今日 不仅仅有坐着释放一下气息 就能轻易度过的地劫 甚至还有直接被吓退的地劫 一时间 地劫在他们心中 再无知钱那般可怕 但他们也知道 这一切都拜一个人所赐 那就是师尊中卿 师尊不仅仅用仙气 让他们安然度劫 更是直接亲自出面 将这第二次地劫下退 这等手段 这等大气 当真是闻所未闻 之前中卿飞向地劫的那一幕 也映在了他们心中 哪怕无数年后 也无法忘怀 直到此刻 不少人才在心中 真正将中卿当作了师尊 但这位中卿师尊本人 现在心中却是郁闷不已 本来还以为难得碰上个地劫 可以热血沸腾一下 结果他还啥也没干 这地劫居然跑路了 当然 成帝之后 中卿的感应比起之前更加灵敏 还多了些玄之右玄的东西 他隐约能感应到 这地劫与其说是被吓跑的 倒不如说是 跌倒没办法了 地劫一定程度上 是和渡截者的实力挂钩的 实力越强地劫也越强 当然 地劫增强的幅度 是赶不上渡截者的 所以 人人都在追求更高级的功法 增强自己 以增加渡截成功的几率 而中卿的地劫 似乎是强过头了 中卿此时也想起 他们其实不是在真正的天地间 而是在先气之内 因此 可能有着某种限制 而他的地劫 因为要跟上中卿的实力 而不断膨胀 却受到限制的拘束 而无法进一步增强 导致最后根本降不下来 所以憋到最后 把自己给憋死了 那最后一道雷霆 与其说是劫雷 简直更像是某种发现 老子就是憋死 好歹也要给你一下出出气 这奇异的一幕 放在外人眼中 就像是地劫 直接被他吓退了一般 不过好歹 这地劫也算是过去了 那一道劫雷之后 并没有什么天降造化 恐怕也是和地劫一样 根本憋不出来 但中卿清晰地看到 自己的道果之上 浮现出了一丝结痕 也算是他度过了 现在的中卿 已经是一位 名副其实的一劫大帝了 而系统的声音 也恰巧在此时响起 恭喜宿主突破地劲 弟子反补功能开启 中卿谋光一动 总算是来了 他着急突破地劲 一方面也是想看看 这系统解锁的新功能 到底是什么 弟子反补功能效果 可在一定程度上 将宿主自身的修为力量 反补给弟子 看到这里 中卿浑身一震 忍不住地露出喜色 反补弟子 这功能可太变态了 弟子的修为增长 会万倍返还给他 要是他再能返还给弟子 然后弟子修为增长 再次返还 那岂不是直接变成 无限循环涌动机了 好家伙 这以后还用担心修为 但继续看下去 下一句就让中卿的脸 拉了下来 反补弟子的修为力量 无法再次触动修为 反还效果 仅限于宿主真传弟子 在满足一定条件的前提下 可将宿主自身 1%的力量 加载到弟子身上 并且将其修为 提升到距离宿主 相差一个大境界 好吧 直接梦碎 中卿撇了撇嘴 就知道这系统 不会这么好心 也不可能 给他这么犯规的效果 真能互相反还 那他以后啥也不用干 在家躺着不动境界 就直接捅穿天花板了 世上哪有这种好事 虽说没有那么大的惊喜 但实际上 这弟子反补功能 也已经十分强烈 季明弟子 他要多少有多少 但他那几个真传弟子 除了古尘仙之外 其他人的修为 放到今天 都是有些太低了 甚至连一个圣者都没有 放在这二重天 连炮灰都算不上 但真传弟子 毕竟不同于季明 是会一直跟随着他的中间和根基 中卿也不可能会放弃他们 因此这新功能 算是帮他缓解了这一难处了 此时这场浩浩荡荡的大渡截 终于落幕 众人满怀敬畏和感激地 看着天空中那道身影 回到浮云院内 等没了中卿的影子 这才开始互相兴奋激动地谈论起来 从这场大渡截 谈到修行的问题 无论是一截地 还是三截地 不管修为高低 此刻都是毫无保留地 交流着彼此的经验和心得 很快 那些伟先级别的强者 也随之加入进来 将气氛推到了高潮 直接形成了一场 众人自行举办的法会 而中卿虽然刚刚突破大地 但地节跑路了 也没个对手来验证一下 自己到底有多强 心情有些不爽 自己窝在浮云院内 开始研究着新开启的弟子反补功能 这个修为实力贯注 都有不同的条件 毕竟对于中卿来说 修为是修为 实力是实力 当然 不管是修为还是实力反补 前提都必须是真传弟子 也只能是真传弟子 其次 接受反补的弟子 其修为不能低于中卿五个大境界 否则无法承受 一次性贯注需要花费一段时间 同时只能反补一人 能达到的最高修为 乃是和师尊差距一个大境界 也就是说 中卿如今是大地境界 那么接受反补的弟子 最高也只能达到准地 接受一次反补之后 在突破下一个大境界之前 无法再次反补 就是说 他的弟子即便被贯注到准地 还需要自己去修炼突破 可以说 这功能并没有想象的那般随心所欲 不过这也理所当然 若是可以毫无限制地反补弟子 那弟子以后 也根本用不着自己修行了 对于系统来说 岂不是失去了意义 中卿继续看下去 接受力量贯注 则是要在境界的前提下 同样是一次只能贯注一人 并且根据境界决定承受上限 相差一个大境界 可以接受1%的力量贯注 两个大境界则是1% 以此类推 事不宜迟 中卿决定立刻尝试一下 如今中卿的几个真传弟子中 只有凌峰和奉天 是至尊境的修为 刚好和他相差5个大境界 其他人都还没达到反补标准 而古尘仙是达到了 甚至还远远超出 不过中卿觉得 也没必要给他反补 毕竟中卿目前能反补的最高修为 就是准地 而古尘仙现在已是大圣九中天 突破到准地也花不了多少功夫 念及此处 中卿直接将凌峰叫了过来 师尊 赵徒儿来有何事 中卿微微一笑 只是看一下你的修为静静 凌峰啊 如今你的修为有些低了 这话一出 凌峰当时有些羞愧 此刻同在浮云院内的 还有血师老祖 他听到中卿的话 下意识就想笑出声 凌峰作为自己 这位师尊的真传弟子 竟然才至尊境的修为 血师老祖本来就是邪道 实力为尊 行事肆无忌惮 刚刚得知的时候 就在暗地里嘲笑过这事 但马上又反应过来 连忙憋住 院内其他还在的几人 已经面色不善地看了过来 真笑了 那就得罪人了 暗地里怎么笑都行 当着中卿的面 笑那是作死 人家再怎么说 也是你师兄 不过其他人也不得不承认 师尊的几个真传弟子 修为确实有些过低了 咱们都是地境伟先的修为 再不计也是个大胜准地 一个至尊境 在这晃又算怎么回事 弟子无能 凌峰憋了半天 脸上的通红 也只憋出这一句来 回想起来 他心中也确实羞愧 自己作为师尊的大弟子 都远远比不过 不客气地说 目前整个流光宗上下 哪怕是扫地看大门的 都比他们几个真传修为高 修为可以慢慢提升 但凌峰无法容忍的是 成为累赘 之前师尊和幽冥帝君 对上的时候 尽管以师尊的实力 一巴掌就能灭了幽冥帝君 但对方却能反过来 用他们这些弟子 来威胁师尊 若不是稻草人 带着十二魔将和麒麟小嘎 将他们救了出来 说不定 师尊还真要处于被动 忠卿看着凌峰 微微一笑 不 你既然是为师的弟子 那就不会无能 你未来的成就 当高过任何人 此刻 你所欠缺的 只有时间而已 他对着凌峰 轻轻招了招手 现在 就让为师 替你将这时间弥补上 众人一开始还不明所以 不知道忠卿是什么意思 凌峰也是一样 只是满脸迷茫地走了上来 下一刻 就见忠卿忽然伸出手 一直点在了凌峰眉心之处 嗡 一股无形之力 瞬间倾泻 进了凌峰体内 后者浑身一震 露出难以置信的神色 在众人震撼的注视之中 只见凌峰的修为 飞速拔高 短短几个 呼吸的时间 就达到了至尊九重 接着毫无阻碍地突破半胜 然后一路飙升到半胜巅峰 直破圣境 接着是圣境五重天 九重天 然后是凝聚出规则之印 成就大胜 凌峰每突破一重境界 众人的嘴就长大了一分 雪尸老祖一开始还没当回事 到后面也开始发呆了 因为他看着凌峰的修为 在短短一柱箱之内 直接突破了大胜九重天 而这甚至还不是结束 大胜巅峰 被凌峰毫无阻碍地突破 规则之印 转化为了一颗晶莹剔透的道种 浮现在凌峰体内 这也意味着 他已经成就准地 感受着体内澎湃的力量 凌峰震撼不已的同时 心潮激荡 忍不住仰天长笑 笑声直冲云霄 那属于准地的气势 肆无忌惮地爆发出来 说实话 就现在在院子里这几个 最少都是三姐弟 一个准地的气势 着实算不了什么 但如果这个准地 在一炷香之前 还是个至尊 那就不一样了 此刻 周围包括雪尸老祖在内的一众人 都已经张大了嘴巴 和都合不上了 他们呆呆地看着眼前的一幕 只感觉自己 见证了奇迹的发生 贯注修为这种事 大家都知道 也都会 但是贯注好歹也讲个基本法 修为差距太大情况下 你一个贯注 直接就给人家撑爆了 像是凝聚规则之印 乃至道种的力量 对于一个至尊来说太过庞大 根本不可能承受得住 何况还是这么短的时间 某种意义上 这也是修行界的共识 若非如此的话 谁都会给自己的弟子 晚辈贯注 早就天才 到处跑妖孽满地走了 而这个常识 就在他们的眼前被打破了 对于在场众人来说 这是比起中卿 随手抛出一件仙器 更让人震惊的事情 仙器毕竟是外物 一注香把人从至尊灌到准地 这是多大的手段 根本想象不了 而且在他们看来 中卿神态轻松 仿佛根本没有花费任何力气 可能准地都还远远不是极限 那极限是什么 直接灌到大地 还是伟先 众人沉默不语 显然都是被吓到了 多谢师尊 平复了体内激荡的力量和心情 凌峰上前一步 深深一拜 中卿微微一笑 不必激动 区区准地而已 修行之路 这也只是个开始 你还有的修炼 凌峰点了点头 是 师尊 徒儿谨记 中卿悠悠道 你可知道 为师为何让你停留在准地 凌峰摇了摇头 实际上是为师 只能给你灌到准地 但是这话能说吗 不能 因此 中卿淡淡道 准地之上 便是凝聚道果 成就递境 这在修行路上 是相当重要的一环 要为日后成仙之路 打下基础 所以这一步 要由你自己来走我 用你自己的修行和感悟 凝聚道果 推开走向成仙的大门 凌峰心中一灵 确实 即便成就了准地 也没什么好骄傲的 前方的道路 还很漫长 他一抱拳 师尊 徒儿明白了 一旁的其他人都听傻了 大帝还只是打基础 合着咱们这么多万年的修行 实际上才刚刚打完基础没多久呗 不过一想到中卿这神秘莫测的手段和实力 倒也没那么难接受了 如今在这些弟子看来 他们这位师尊 有极大可能就是一位将士真仙 对于真仙来说 大帝可不就是个基础吗 不过 你现在境界虽然上来了 实力上还有所欠缺 钟卿再次招了招手 来 与此同时 还在浮云院内的其他人 只感觉眼前一花 在回过神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已经出现在了浮云院外 众人面面相去 明白过来 恐怕师尊是要传授那位年轻的大师兄什么东西了 连将人从至尊灌注到准地这等手段 都可以轻易展示 接下来要传授的东西 他们却没有资格观看 一想到此处 他们就不由地心中振战 同时也对凌峰产生了浓浓的羡慕之情 别看他们成了师尊的寄名弟子 仙气和功法都有了 但是和真传弟子 还是没得比啊 有朝一日 若是自己也能成为师尊的真传弟子 那当真是死而无憾了 另一面 刘光宗地牢之中 王妍已经听腻了邓仲的废话 正好此时有另一名弟子前来还班 他迫不及待地就离开了 刚刚那么多人在外面集体渡截 还开法会 他也眼热啊 虽然目前他的修为还没到渡截的时候 但能和那么多三节弟乃至伟先交流 对他也好处极大 至于邓仲 王妍现在不觉得他能翻起什么风了 看到王妍离去之后 刚刚还在费尽口舌 劝说王妍 气暗投名的邓仲忽然停下了口 眼中闪过一丝光芒 机会终于来了 前来换班的这名刘光宗弟子 实力上虽然也是二节弟 但是显然刚刚突破 进来之后也没有理会邓仲 就在外面打坐稳固修为 在他看来 邓仲就是坐在那里 闭目不语 因此只是看了几眼 就没再注意了 就在此时 无人发现 盘坐的邓仲天灵之上 有一缕微光渗透而出 这微光仿佛一缕青烟 竟是直接穿越了地牢的静止 来到了外面 而地牢内的邓仲 虽然看起来和之前没有任何区别 依旧闭目盘坐 胸口还在微微起伏 但若是有精通神魂之道的人 前来仔细查看 就会发现 他已经没有了神魂 留在这里的 仅仅是一具还活着的躯俏 和活死人无意 而那一缕微光 正是邓仲的神魂 身为上清先门长老 即便重修 只剩下一节伪先的修为 他的许多手段 依旧不是这些普通势力的人 能想象的 此刻他的状态 名为虚灵体 乃是他所修炼的一门 虚灵原神秘法的能力 可以脱离肉身 化作着无形无相的姿态 这等姿态下 他无法直接干涉外界 但同样的 外界也无法干涉到他 因此 他可以直接穿越静止 这也是他的保命秘法 现在哪怕是 血尸老祖这个四节伪先来 也无法察觉到 虚灵体状态下的邓仲 即便察觉到了 也无法拿他怎么样 但如此强大的秘法 自然不会没有代价 代价就是 一旦使用虚灵原神秘法 脱离肉身 就等于切断了 和肉身之间的联系 再也无法回归 该死的钟卿 该死的刘光宗 仔细看时 那一缕微光之中 浮现出邓仲扭曲的面庞 上面满是怨恨之色 本长老 一定要你们付出 惨痛之极的代价 前世他的修行道路 有所缺憾 以至于最终停留在 七转尾仙的境界 无法再进一步 所以他花费了 极大的代价转世重修 为了创造出 现在这具 和他完美契合的肉身 他几乎耗尽了 自己之前的积蓄 随着这一出窍 一切都化为乌有 可想而知 邓仲心中有多么愤恨 虚灵体无法维持太长时间 必须先找个人夺赦 然后回上清仙门 禀报宗主 邓仲压下心中怨恨 在他看守弟子头上 盘旋了几圈之后 转身飞出了地牢 即便是临时夺赦 他也需要找到一个 与自己较为契合的肉身 否则夺赦之后 也发挥不出几分实力 很可能都走不出灵地 好在这等状态下 流光宗内 除了那神秘莫测的钟卿 其他人都没能力察觉他 他可以慢慢挑选 合适自己的肉身 果不其然 虚灵体状态下的邓仲 在流光宗内四处游逸 下到大地 上到那些伪先强者 没有一个人能发觉他的存在 他也趁机打探情况 除了那神秘莫测的钟卿 让他有些忌惮 所以不大敢靠近福音院外 其他地方对他来说 都百无禁忌 看着那些恍然不绝的流光宗之人 邓仲面露冷笑 心中由然而生出一股优越感 说到底 也只是一群下界上来的渣子 以及穷乡僻壤的 小宗门里的底层修行者罢了 就算靠着什么手段 真正论其手段 如何能跟身为 上清仙门长老的自己相比 都是些垃圾而已 这些垃圾的肉身 他甚至都看不上 从下界上来 背负诅咒的就不说了 这些灵地的小宗门 也没什么看得过眼的存在 虽说邓仲只是准备 找个临时合用的肉身 但除了契合度之外 好歹也要考虑一下资质 太差的肉身 对身为仙门长老的他来说 也是一种侮辱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这一路走来 他确实发现 许多人身上 都有刚刚突破的气息波动 看来刚刚在地牢中 王延纳斯所说的 集体突破并非虚假 从他们对话的 直言片语中可以听出 他们也确实是依靠仙气 才安然无恙地度截突破的 哼 竟然拿宝贵的仙气 用来给这些垃圾突破 邓仲冷哼一声 真是暴殿天物 在他上清仙门 哪怕是长老 都很难有机会 接触到真正的仙气 更无论这些小小地劲 和地劫伟仙了 只是除了仙气之外 偶尔从这些人口中 蹦出的什么师尊下 退地劫之类的话 让他很有些不理解 什么叫下退地劫 地劫还能被吓退的 想不通的邓仲 也没有多想 只当是这些垃圾见识浅薄 看中清动用仙气 解决了地劫经为天人 就大吹法罗 没有太往心里去 绕着刘光宗飞了几圈 邓仲也没看到 什么太过契合的肉身 便想着 不能太耽误时间 哪怕肉身支撑不了太长时间 也足够他回到上清仙门了 这中清手中 当真有仙气在 就算是宗主 也不能坐视不理 一见货真价实的仙气 其价值已经不低于 那蕴含着 二十万年气韵的天地玄剑了 虽然说 这次对于邓仲来说损失惨重 但仙气的消息 对于上清仙门极为重要 仅凭带回这个消息的功劳 宗门不给自己补偿 都说不过去 正当邓仲如此想着 同时也下意识 看向中清所在的浮云院 的时候 便看到一名青年 正缓缓走下浮云岭来 乍一看去 这青年的修为并不是很高 仅仅只有准地镜 但是以邓仲的眼光 一眼就能看出 其古灵很小 甚至还远远不到万岁 以这个年纪而言 能有准地的修为 已经称得上妖孽了 但更让邓仲在意的是 另一件事 他凝视着青年 心中又惊又喜 这是 先天道铁 不仅仅是先天道铁 还有十道先天道印 邓仲心中震动 要说仅仅是先天道体 对上清先门来说 倒也没什么 有时到先天道印 这就十分难得了 即便在上清先门 有这种体质的弟子 也都会十分重视 而且对于现在的邓仲来说 更是意义非凡 先天道体 有一种极大的优势 就是对于任何力量 都有十分完美的契合度 这也是先天道体 修炼起来事半功倍的原因 也就是说 这青年的体质 和邓仲 同样有着极高的契合度 不仅如此 能在万年之内 修行到准地层次 同样说明 这青年的天赋极高 简直就是他最佳的夺赦对象 夺了这青年的肉身之后 回上清先门 他甚至都不用再重新更换 只需要通过一些秘法和手段 将这具肉身重新洗练一番 便不下于他之前的那一句 真是天助我眼 刚刚抛弃了肉身 就送上来一具新的合用 邓仲凑近过去 准备伺机夺赦 却见那青年在流光宗内 似乎地位很高 走到哪里 都有人行礼 林师兄 林峰师兄 你从师尊那里出来了吗 邓仲跟随着一路听下来 也明白了这青年的身份 原来 他是中青的真传弟子 难怪年纪轻轻 这么低的修为 能被这些人叫做师兄 邓仲更加惊喜 哈哈大笑起来 这真是上天造化 因果轮回啊 中青 你害得我抛弃了 费尽心思造就的肉身 我就夺你真传弟子的肉身 一抱还一抱 等回禀宗门 带着门内强者前来将你拿下 本长老就要用你弟子的这具肉身 亲自将你斩杀 不知道那时 你会是什么样的表情 想到此处 邓仲似乎已经看到了那个场景 脸上浮现出一丝快意之色 不过话是这么说 线下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他肯定不能出手 否则要是惊动中青 就算夺射了凌峰也逃不掉 可似乎是上天都在帮忙 那凌峰竟然独自一人 朝着刘光宗外围走去 依稀可见 脸上还带着些兴奋的神色 也不知道是要去做些什么 但这可是 碎了邓仲的意 眼见着凌峰就这么出了刘光宗 一路前行 此时周围已经是空无一人 邓仲见状 虚灵体的脸上 也浮现出一丝凝笑 这可是 你自己自寻死路 怪不得我了 话音落下 他骤然朝着凌峰扑了过去 前冲的过程中 虚灵体也迅速发生变化 从原本那不可查的微光 逐渐转化为 一道半透明的神魂之体 浑身上下散发出滔天的气势 这也是他有信心 能夺蛇伟仙的底牌 他前世本世七转伟仙 即便转世重修 神魂的境界也还在 虚灵体转化为当前状态之时 他可以借助密法 短暂爆发出生前的一部分力量 以此来控制夺蛇他人 这个状态下 别说一般伟仙 即便是血师老祖 那样的四转伟仙 也根本无法抵抗 钟卿 你徒儿的肉身 我瞪中就收下了 此时的凌峰 还沉浸在兴奋之中 一股难以想象的庞大力量 正在他体内流转 这并不是刚刚突破的 准地镜的力量 而是方才在浮云院内 钟卿直接灌注给他的 徒儿 即便是突破到准地 你如今的实力 也还是太弱 这是为师的一小部分力量 以你现在的境界 应该足以承受 回想起临走之前 钟卿淡然一笑所说之话语 今后也该有个师兄的样子了 凌峰便是振奋不已 他能感受到 钟卿灌注的力量 比起身为准地的修为 要强上太多 只是到底有多强 他自己也没个数 当然 钟内强者很多 但不知为何 临走前师尊告诫过他 让他不要随意 和流光钟内的其他师弟切磋 所以 在接受灌注之后 他才决定直接出宗 找个机会来尝试一番 正当凌峰 寻思着去哪里一盏手脚 要不要学习那些师弟 也给师父 收点徒孙的时候 忽然间 就听到背后 传来一阵怪异音森的笑声 他一回头 便看到一道半透明的虚影 散发出无边恐怖的气息 满脸凝笑 正朝着自己扑过来 嘴里还嚷嚷着什么玩意 卧槽 这画面太美 又来得太突然 饶视灵峰心里素质不差 也是吓了一大跳 就是这个谎神 那虚影已经扑到了自己面前 一股冰寒刺骨的气息 涌了上来 灵峰几乎就是下意识地 一巴掌拍了上去 这一巴掌他毫无保留 体内那股力量 瞬间随之倾泻而出 当巴掌触及到那虚影身上的瞬间 他就看到对方脸上的凝笑 转变为了惊恐 不 怎么可 惨叫声指 来得及发出一半 然后 就听到轻飘飘地扑驰一声 仿佛是皮球漏气的声音一般 那气势汹汹的恐怖虚影 就像是个泡沫一样 被凌峰一巴掌拍灭了 轰隆隆 接下来 便是一阵震耳欲聋 惊天动地的声响 这惊天动地 并不只是个形容词 而是周遭的天地 真的在震动 与此同时 流光宗内的一众 刚刚突破的大地和尾仙 正兴高采烈地互相交流着 忽然间便听到一阵轰隆巨响 与此同时 恐怖无比的力量波动 从宗外传来 这气息之恐怖 连周遭的空间都不堪重负 产生了一丝撕裂纹 什么情况 嫡妻 众人纷纷大惊 现在的灵帝 还有什么敌人 赶来流光宗找事 宗内的钟卿 同样也察觉了这股力量波动 但他却没有惊讶 感受着这力量的气息 嘴角反而浮现出一抹笑容 浮于院外 一众被惊动的 刘光宗大帝伟仙们 纷纷冲出了刘光宗 准备御敌 虽说感受到的这力量 无比可怕 但是他们手中有仙气 背后就是刘光宗 就是师尊中卿 所以 他们十分有底气 没有半点畏惧 饶是如此 当冲出宗门的众人 看见外面的画面之时 也都是惊呆了 刘光宗周围 除了南面是城池之外 三面环山 有千万里山脉 重重叠叠盘绕 而此刻 这三面山 已经变成了两面 因为整个东北面 数百万里范围内的山脉 都已经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片 庞大无比的盆地 目力稍微弱一点的 甚至都看不见边缘 而在这盆地的边缘 正站着一道人影 是此人做的 饶是手上拿着仙气 众人也都头皮发麻 要知道 这里可不是下界 而是二重天 这里天地法 则坚固无比 寻常伟仙 拼尽全力 一击下去 也很难毁灭数十万里山河 而面前 这等恐怖的破坏力 哪怕血尸老祖 正当众人忐忑之时 忽然间有人叫出声来 咦 那不是大师兄吗 众人一眼看去 这才发现 那盆地边缘的人影 不是别人 正是他们师尊中 倾坐下大弟子林峰 此刻林峰正站在那里 看着自己的手掌发呆 听到众人的叫声 这才回过神来 看着面前的盆地 一个机灵 呃 你们怎么都来了 众人面面相去 心中一阵惊害 难道这恐怖无边的一击 是大师兄打出来的 他不是个至尊 咦 什么时候变成准地了 一时间众人 只感觉大脑有些当机 至尊大便准地 已经很让人惊讶了 准地能在二重天 打出这种威力的一击 更离谱 大师兄 这是你 不 是您出手了吗 站在前面的斗地 小心翼翼地开口问道 林峰看了看自己的手掌 扯了扯嘴角 好像 一不小心出手 有点重了 他也是一阵 恍惚和后怕 恍惚是没想到 自己能打出 如此恐怖的力量 有些难以置信 而后怕 则是因为刚刚自己那一巴掌 幸亏是对着东边 这要是朝着 南边歪一点 是不是整个刘光宗 都没了 师尊 你这给我的 真的只是一小部分力量吗 说起来 刚刚那虚影 到底是个什么玩意 因为一巴掌 就拍成灰了 根本没仔细看 从今日起 刘光宗上下 再没人敢小看 这位师尊的 真传弟子了 不少人震撼之余 都在心中庆幸 好在之前 没有因为修为 就对这位大师兄 表露出轻蔑之意 不然的话 看看这无边盆地 果然不愧是能成为 师尊真传弟子的人 刘光宗众人 为凌峰的出手 而震惊的同时 远在无尽山河之外 上清先门总部之中 上清先门宗主灵天 忽然睁开了眼睛 今日他不知为何 总感觉 有些心神不宁 打坐修炼 都无法持久 好像是要出世一样 这种感觉 他已经不记得 多少年 不曾有过了 可以他上清先门的实力 地位稳固如山 能出什么事 难道是外出的九长老 不过 解决一个夏季来人 还能翻车不成 正当他这么想着的时候 一道惊慌失措的声音 忽然从殿外传来 宗主 不好了 九长老他 他的魂牌破碎了 临天浑身一震 你说什么 上清先门总部之中 悠扬的钟声响起 一连九次 这是门内 发生紧急事物 召集诸位长老议事的钟声 片刻之后 大殿之内 气氛有些沉闷 邓中魂牌破碎的消息 他们已经得知 上清先门 已经有近百万年 没有长老级别的高层身孕了 虽说邓中在长老里面 实力不算强 现在又转世重修 只剩下一转伪先的修为 但是 他身为上清先门长老的身份 就是最大的护身符 上清先门 是二重天无可争议的霸主 别说小小一个灵地中的势力 哪怕是那些三星势力 只要邓中表明了身份 也绝不敢对他下手才是 诸位怎么看 一片沉寂之中 宗主临天 开口说话了 一名面容严肃 身材枯瘦的白发老者开口了 我认为 是宗主你误判了 宁天看了那老者一眼 若是其他人 直接这么说 他恐怕都要动怒 但是这位 连他也要给一些面子 这位正是如今 上清先门的二长老太书员 虽说排行第二 但实力 还在大长老朱社之上 也是目前门内 除了宁天之外的第一强者 平日里 统侠宗门诸多事务 威望也是众长老之中之罪 也只有他敢当面 直接指摘宁天了 因此 林天并未生气 而是开口询问 二长老 何出此言 太书员沉声道 在这之前 宗主还是先说一说 从九长老魂牌碎片中 是否看到了什么吧 林天摇了摇头 若是看到了什么 本宗早就说了 难道本宗主会 故意卖关子不成 即便本宗主施展了秘法 也没能从碎片内 窥探到九长老 最后死前的画面 之所以 会出现这种情况 只有一个可能 那就是九长老 动用了他的虚灵秘法 转化成了虚灵体 在这等情况下 他所看到了什么 只有他自己知道 二长老太书 远点了点头 既然如此 那就说明 敌人非同小可 能逼得九长老 转化成虚灵体 依旧难逃毒手 宗主认为 中庆一个下界的三节地 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吗 林天沉默了 他不得不说 这确实不大可能 众所周知 下界有诅咒笼罩 一旦被沾染 就绝不可能突破尾仙境界 而尾仙之上的强者 沾染了诅咒之后 也在无法更进一步 断绝道徒 九长老邓仲现在 虽然只有一转尾仙的实力 要说 被某个逆天的三节地 动用了某些特殊手段 逆法也就罢了 他连虚灵体都用上了 还是难逃一劫 连逃跑的机会都没有 别说三节地 就算是三转 甚至四转尾仙 都没有这个能力 二长老沉声道 所以我才说 是宗主你误判了 从一开始 我就觉得不对劲 一个下界草民 沾染了诅咒的三节地 哪来的胆子 抢了我上清仙门的东西 杀了我上清仙门的人 还敢跑来上界 他来送死不成 此话一出 也得到了不少长老的赞同 首先 对方沾染了诅咒 拿了天地悬剑 也没法突破尾仙 其次都得罪了 上清仙门 还往二重天跑 这是有多蠢 既然有杀邓仲的实力 只要窝在下界 不是安全的多 有谁愿意冒着 道徒断绝的风险 下界杀人 二长老继续道 他敢这么做 只有两个可能 一个是从一开始 他就不是什么地境 而是尾仙 还不是一般的尾仙 至少是四传之上 要么 他自己 虽然只是个大帝 但是他背后 却有四传尾仙之上的强者 无论是哪一种 此人多半都不是什么 下界土著 而是一开始 就是二重天之人 而且来历非凡 在场中人 纷纷点头秤势 二长老 眼神沉了下来 扫过众人 我们一开始 就是被人算计了 宗主却上来 就认定 那只是个下界土著 此乃误判 由此才会导致 邓仲之死 被人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如此指责 临天也并未发怒 若没有这般心胸气量 他也没办法成为 如今上清先门的宗主了 他只是点了点头 沉申开口 二长老说的是 这次是本宗的误判 不应该倾下结论 那么依照二长老你看 真相到底是什么 二长老目光闪动 开口道 其实也不难猜 放眼整个二重天 拥有四转以上 伟先强者的二星 乃至三星势力 都不在少数 但是 敢干出这种事 派人算计我上清先门 甚至敢直接下手 杀害我先门长老的势力 又能有几个 想必诸位心中 已经有了答案 在座长老们 漠然不语 但眼中光芒闪动 已然想到了什么 二长老说的不错 能杀邓仲 不仅仅是实力的问题 更是胆量的问题 别说只是一转尾仙 哪怕只是一只鸡 只要他身上 挂着先门长老的身份 也没几个人敢动他 是另外三大先门吗 五长老堂西枝开口道 二长老点了点头 十有八九 除了和我上清先门 并列的三大先门之外 若说二重天内 有些实力的 也就只有九霄云宗了 但他们形势 一向低调 看起来也不像是 有胆量杀我先门长老 林天此时开口问道 那么按照二长老看来 最有可能的是哪一家 二长老沉淫了片刻 方才开口道 很可能 是羽化先门 在场中人 都是一阵 林天开口道 二长老为何如此判定 二长老道 很简单 那刘光宗所在的灵地 距离羽化先门最近 若是那中清 是羽化先门的人 知道 会被我上清先门派人追杀 自然要在距离 自家宗门最近的地方 以便宗门来源 当然这只是其一 其二的话 诸位都知道 上一个二十万年 驻守下界收集气运的 正是羽化先门 谋夺天地玄剑之事 显然不可能是 临时起义 我们是从羽化先门的 手上交接的 在那之前二十万年里 要说 能做出什么 不止提前算计的 也就只有羽化先门了 众所周知 这一次的气运之力 对我上清先门 来说极为重要 一旦到手 便可以再造 就出一位九转为先 多了这一位九转 我上清先门 便是四大先门之中 无庸置疑的最强 所以 羽化先门横加阻挠 也不是没有理由的 二长老这一番分析 在场中人都觉得 颇有道理 纷纷点头秤势 二长老说得对 我看 就是羽化先门干的 难怪 除了他们之外 也没别人有这个胆子 哼 岂有此恋 这羽化先门 竟敢算计 到我上清先门头上了 是可认孰不可认 等众长老都 发表完自己的意见之后 宗主临天再次开口 缓缓道 本宗主也认为 二长老的分析 很有道理 但如果此事 真的是羽化先门 在背后算计 那可就非同一般了 若是再派出个 什么三转四转危险过去 也是送死 二长老太书员沉声道 宗主 和羽化先门对上 非同小可 但此事一块不宜迟 那天地玄剑现在 应该还没到羽化先门手中 必须阻止 灵天点头道 确实 虽然不适合因为此事 直接和羽化先门 全面开战 但也必须以雷霆之事清算 他眼中闪过一丝 灵力锋芒 我上清先门多年不曾出手 恐怕有些人 已经忘了 我上清之威了 大长老 二长老 三长老 六长老 七长老 五位老者 同时起身 宗主 灵天开口喝道 你们五位 随本宗主一起 直接赶赴羽化先门 以拜访为名义 勘察 并且拖住羽化先门本宗强者 五位长老低头 遵命 接着灵天再次开口 四长老 五长老 又两人一同起身硬核 宗主 灵天眼中杀意浮现 你们两位亲自出手 去完刘光宗 从中清手上夺回天地玄剑 然后 将在场的所有人 全部杀光 不管里面 有没有羽化先门的人 不 他缓缓摇头 根本没什么羽化先门之人 只有盗取我上清先门宝物 不知天高地厚的流光宗贼人 你们懂吗 四长老和五长老心领神会 就算中清身边 有羽化先门的人 都要一起斩杀 杀人灭口 这样等事后 就算羽化先门的人 感到也来不及了 不给对方以此开战的借口 毕竟对方的人杀了邓仲 但他们没有证据 可他们若是留下马脚 反过来被动的 就是上清先门了 两位长老同时点头 遵命 定不负宗主所望 临天大手一挥 出发 一日之后 流光宗外 这一日 有一名不速之客到来 却见一名长相清雅 身材高瘦 穿着一身长袍 乍一看过去 像书生多过修行者的中年男子 走到了北门之外 第一眼映入眼帘的 便是流光宗东北方向 那一望无际的盆地 中年男子的眼中 闪过一丝惊叹之色 好恐怖的破坏力 六转尾先之下 绝对打不出这等威力 不 六转恐怕也不行 这周围 可都是二重天 无尽山脉的一部分 掀起内部自由法则镇压 不会让太强的力量 破坏其中的世界 所以在这里打出这等破坏力 难度更高 区区一个流光宗 怎能有如此强者 他的目光转向面前的流光宗 看来 那一日渡劫之人 果然就在此处 难道这盆地 就是他打出来的吗 他沉吟片刻之后 走到了山门之前 作为面生之人 马上就被守卫拦住 站住 什么人 一名守卫弟子 开口喝道 此处是我流光宗所在 闲人免禁 中年男子 微微一笑 是吗 那就反请通报一声 就说羽化先门徐松年 前来前来拜会 什么羽化先门 听都没 守卫弟子 下意识脱口而出 但下一刻 就反应了过来 直接双腿一软 于于于于 羽化先门 如今 作为流光宗的一员 也是中青的徒子徒孙 这些弟子 听闻见识了 许多师祖的传闻 与有荣烟 已经是颇为膨胀 但羽化先门 这可真是二重天 无数年以来的真正霸主 再怎么膨胀 在面对羽化先门的 威名之时 也是难以不振动 那守卫弟子 瞠目结舌了好一会方 才回过神来 却见那中年男子笑道 怎么样 这位小兄弟 可以替我通报了吗 守卫弟子 对于对方的身份 倒是没有多少怀疑 在二重天 敢冒充四大先门的人 你有几个脑袋够用的 你你你你 你等一会 我这就去通报 他打了个冷战 二话不说掉头就跑 宗门内的高层们 比如袁流光宗的长老宗主等人 听闻此事 也是吓了一跳 他们不敢做主 因此只在片刻之后 浮云院内的中卿 就收到了消息 羽化先门 中卿皱起了眉头 一个上卿先门 已经够招人烦了 在突破大地之后 他这两天 就寻思着什么时候 去把这个大麻烦 彻底解决掉 但是 他也不怎么了解 二重天上青先门的情况 所以暂时没行动 没想到又来了个 羽化先门 他也不记得 自己什么时候招惹过对方 虽然有些纳闷 但中卿也没太当回事 直接让弟子们 把人带过来 徐松年 很快就见到了中卿 来之前 他也是打听过 刘光宗的事情 知道最近有一位强者出现 收服了整个刘光宗 乃至 诸多强者为弟子 结合之前的雷杰 他这才判断 那个杜杰者 就在刘光宗 所以才上门拜会 结果这一见面 他倒是一愣 中卿在他眼中 那真是年轻的有些过分 即便看不出古灵 那股气质 看来也不过万岁 看起来年轻倒也罢了 甚至连修为 都只是个大帝境界 但徐松年 很快也反应过来 一个大帝 能统率整个刘光宗 凌驾于诸多大帝 甚至尾先之上 这当然是不可能的 那只能说 对方肯定是隐藏了修为 以至于连自己 都看不出端倪 仅凭这一点 徐松年就不敢小看对方 他上前一步 率先抱拳一礼 羽化先门徐松年 见过道友 咦 你姓徐 此刻跟在中青身边的 刘光宗宗主赤鸾 听到对方的话 下意识证问一下 姓徐怎么了 中青歪了歪头问道 赤鸾连忙道 没什么 师尊 只是弟子以前听说过 好像羽化先门当代宗主 就姓徐 虽说四大先门高高在上 一般情况下 以他们的层次 根本接触不到 但林帝说起来 其实也是在羽化先门的 势力范围之下 身为林帝的宗门 多少还是对羽化先门 有些了解的 却听徐松年微微一笑 实不相瞒 这位道友口中的 当代宗主徐千锋 正是家父 此言一出 中青脸上 依旧没什么表情 只是呕了一声 旁边的赤鸾 还有其他几人 都是浑身一震 瞪大了眼睛 震惊不已 你 是羽化先门宗主之子 雪氏老祖还好 毕竟他已经绑过 一个上清先门长老了 但是其他人 可不知道这事 即便师尊中青就在身边 这几日 已经见识过 太多中青 那神乎其神的手段 但毕竟 身为二重天之人 无数年来 四大先门的威名 早就已经深入人心 观念一时间 还难以扭转 何况 这还不是普通的 四大先门之人 而是羽化先门宗主之子 这身份 可是比一般的长老高层 还要更高一筹 这等人物 怎会无缘无故来临地 乃至刘光宗这么个小地方 众人在思索的时候 徐松年同样也在观察 刘光宗众人 赤鸾等人的神色 他看在眼中 并不意外 以他的身份 走到哪里只要爆出来 多半都会收获这样的表情 但却还有个血尸老祖 明明只是四转尾先 在听到他身份的时候 也只是略一吃惊 就恢复了常态 打量他的眼神中 好奇多过敬畏 显然是有所依仗 才有如此反应 但最让他惊讶的是钟青 他自爆家门之后 钟青除了呕了一声之外 眼神中甚至没有半点波动 就仿佛听到了 林家张三李四那般 平平无奇 这种毫不在意的淡定 是装不来的 说明 他是真的没有将徐松年的身份 当做多大的事情 而在二重天 能做到这一点的人 很少很少 徐松年目光闪动 心中已然笃定 之前在灵帝度节之人 正是眼前之人 念头一转 徐松年露出一丝笑容 对钟青道 最近听闻 灵帝出现了一位 来历不凡的强者 家父命在下上门拜会 如今一见 阁下当真是风采非凡 实际上 此话倒也不假 二重天的势力格局 已经固化了很久 放眼整个二重天 四大仙门外的三星势力 最多也就有个七转尾仙坐镇 偶尔几个强一点的 可能会多一两个 不在四大仙门的八转尾仙 须值可数 九转尾仙 更是一个都没有 不是他们天赋不够 而是整个二重天 好的资源好的地方 以及最天才的弟子 早都已经被四大仙门所瓜分 九霄云宗之流 我说是接近四大仙门 实际上 双方的差距 只会越拉越大 在这种情况下 几乎不会出现 什么意料之外的强者 若是有的话 那么多半就不是二重天之人 来之前 徐松年便已经打探过 钟卿的来历 却发现 此人根本找不到根脚 仿佛突然出现 直接横压了整个灵地 压服灵地不难 一个五转尾仙 便可以轻而易举地做到 但那杜杰的声势 可不是一个五转尾仙 能搞出来的 自己的地盘上 出了一个来历未知深的强者 这才是羽化仙门 对此重视的原因 却听钟卿又是嗷了一声 看着徐松年道 这么说 你不是来找麻烦呢 徐松年一正 他还是头回听到这种回答 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 只能下意识到 呃 道有何出此言 当然不是 钟卿点了点头 那就好 说着 嘴里还咕弄着什么 已经得罪了一个 再来一个 那麻烦就没完了 徐松年眼角一抽 什么叫已经得罪了一个 你得罪谁了呀 在知道我身份的情况下 还这么说 难不成 还是什么能媲美我羽化仙门的存在 这等存在 放眼整个二重天 可只有四个 话音落下 就看钟卿目光 灼灼地看了过来 既然不是来找麻烦的 那 你有没有师父 徐松年有点猛 这位外表年轻的神秘强者 说话未免有些太跳脱了吧 怎么就忽然从 我是不是来找麻烦呢 转到我有没有师父身上了 不过出于休养 他还是点了点头 自然是有的 家师便是我羽化仙门大长老 这样啊 钟卿摸着下巴 那借不介意再多一个 徐松年眼角又是一抽 这思路 他怎么就不懂呢 他刚来拜会 怎么话题就变成 要给他多找一个师父了 其实 钟卿也不是无地放食 晋升大帝之后 他的感应能力 比之前灵敏了很多 即便不开天眼 也能看穿许多东西 比如眼前这个徐松年 钟卿就一眼看出 他的修为远在血尸老祖之上 估计已经有六转尾先的层次 但年纪上对比其他人 确实要年轻 甚至比他手下一些大帝 都要年轻得多 之前为了晋升递进 疯狂收徒形成的后遗症还在 看到这么个好苗子 下意识就想着收徒了 徐松年勉强一笑 多谢倒有好意 不过还是免了 钟卿嗷了一声 虽然有些遗憾 但也没抢求 毕竟他已经晋升大帝 暂时没那么大需求了 此时一道声音传来 师尊 我来了 众人回头看去 却见一名青年正走进院内 正是钟卿坐下真传弟子 杜浩 见他过来 院内众人纷纷行礼招呼 杜师兄 徐松年健壮也有些惊奇 院内这些人 修为都没一个低于三节地的 甚至包括四转尾仙的血师老祖 竟然都叫这个 不过至尊敬的青年师兄 钟卿点了点头 你来得正好 为师等你有一会了 过来吧 杜浩先前已经知道了 大师兄林峰的事情 此刻脸上难以抑制地 带着一丝兴奋之意 是 师尊 下一刻 一旁还有些不明所以的徐松年 缓缓瞪大了眼睛 在二重天内 能让身为羽化先门宗主之子的徐松年 震惊的事情并不多 但显然不包括 眼前正在发生的这件事 钟卿毫不避讳地当着他的面 一指头点在杜浩的眉心之上 然后杜浩的修为 就一路从至尊敬飙升到了准地 徐松年的见识 比起院内众人更高 所以他更知道 此事是何等不可思议 将一个至尊灌顶到准地 如他羽化先门之内 强者无数 倒也不是没人能做到 甚至 他自己动用些手段 都不是不行 但绝对没人能像眼下钟卿这样 做得如此轻描淡写 如此简单随意 虽说准地并不强 但是至尊在他们这个境界眼中 更是弱地堪比虫子一般 想要灌顶到准地 需要花费大量时间 去洗炼强化对方的身躯神魂 让他慢慢消化 以免对方承受不住 我哪里敢像钟卿这样 一指头过去 没一会就完事 敢这么灌顶 一千个至尊都给灌炸了好吗 因为是第二次 钟卿甚至更加熟练 总共加起来 也不到一炷香的时间 这等手段 让徐松年都傻了眼 这绝不是我二重天能有的手段 回过神来的徐松年 看着钟卿的眼神 已经彻底发生了变化 等到钟卿为渡号灌顶之后 徐松年方才开口询问 这位钟 前辈 想必不是我二重天之人吧 此刻他说话的语气 都不自觉地客气了很多 称呼也从道友变成了前辈 当然 钟卿也没在乎这些 他点了点头道 不错 果然 徐松年心中暗道一声 不是二重天的人 那只能是从上面来的 要知道上面 可不是每一方势力 对中州二重天的人族 都是友好的 因此接着开口问道 敢问前辈 来我二重天 所谓何事 问完他还赶紧补上一句 当然 晚辈并没有打探前辈的意思 只是灵地 也算我羽化仙门所统辖之地 作为东道主 有客来 我羽化仙门自然不能不闻不问 询问之时 他其实有点紧张 对方下来 不到别的地方 直接就跑到他羽化仙门的地盘 还搞出之前那等声势惊人的天节 光是天节也就罢了 谁还不能度个节呢 关键是 那天节冒出来 结果啥也没发生 又这么消失了 这又是什么意思 难不成是在警告 或者挑衅我羽化仙门 这一刻 反倒是徐松年心中开始担心 这来历神秘的钟卿 该不会是来找麻烦的吧 却见钟卿微微一笑 倒也没什么大事 就是过来解决一些小麻烦 再收几个弟子 徐松年猴头动了动 口舌有些发干 开口缓缓问道 敢问前辈 你所说的这麻烦 和我羽化仙门 可有关系 这话问出来 反倒是钟卿有些古怪地 看了他一眼 当然没有 徐松年这才松了口气 那就好 接着他又想到了什么 小心翼翼地开口问道 莫非前辈 是从那个地方来的 那个地方 钟卿一正 还没等说明白 忽然间 在场众人 都是面色一变 这一刻 两道无形无质 但是恐怖无比的气息 铺天盖地的笼罩而来 瞬间就将整个流光宗覆盖其中 宗内上下 不管是大地还是尾仙 在感知到这两股气息的时候 都是浑身紧绷 感受到莫大的压迫感 几乎窒息 好恐怖的威亚 这是谁来了 嫡妻 这回真是嫡妻了 仅仅是两道气息 就让此时的流光宗 一片混乱 众人抬起头 寻找气息的来源 便看见了天空之中 远远立着的两道人影 他们的身影看似渺小 但存在感 甚至压倒了这片天地 连那一轮烈日 似乎都在此刻 变得暗淡无光 看着下方慌乱的流光宗众人 天空中 上青仙门五长老 烈昭然冷笑一声 一群垃圾果然是穷乡僻壤 他扭头看向身边的 四长老魏江雷 你说 就这样的穷乡僻壤 有人能杀得了邓仲 有人敢杀邓仲 你信吗 二长老说得对 若是无人在背后指使 那才是笑话 四长老魏江雷冷冷道 不用管那么多 只要将这里 所有人都杀掉就好了 不管有没有人指使 反正到最后 死的都是流光宗的人 谨记这一点就好了 烈昭然轻哼一声 有些不以为意 要我说 宗门还是太小心 就算真给了羽化仙门借口 又能如何 难道我们 还怕了他们不成 魏江雷沉声道 这是宗主的命令 你我照做就是 烈昭然虽然嘴上不愤 但是也没有反驳 我来动手吧 花音落下 他随意一掌 对着下方流光宗拍了下去 这一掌 看似轻飘飘的 毫无力度 但下一刻 瞬间暴涨 化作一道宽达万里的恐怖掌印 弥天盖地碾压而下 在掌印落下之前 恐怖无比的威压 已经让整个流光宗上下众人 几乎都动弹不得 彼此之间的差距 实在是太大 上清仙门武掌老猎昭然 乃是一位七转尾仙 不要说一个流光宗 哪怕是整个灵地之前的所有强者 都聚集在这里 他这一掌下来 照样灰飞烟灭 这才是四大仙门真正的实力 区区一个灵地 翻手可灭 比起呼吸还要简单 面对着遮天蔽日的恐怖掌印 中清面色不变 甚至没有出手的打算 因为已经有别人要动手了 浮云院外 刚刚回来的灵峰满脸跃跃欲试 就要一跃而起 就在此时 却听浮云院内传来一声低贺 九天归陈阵 刹那间 一道庞大的阵法光幕升腾而起 以九宫八卦之势排列 中间两仪阴阳于旋转生灭 迎上了这万里掌印 热大的掌印 那似乎要将天地都破灭的恐怖威能 在这阵法之中 被逐渐消弥于无形 但驾驭阵法之人 显然也受到了极大的压迫 脸色发白 此人手持一枚八卦铜镜 不是别人 正是羽化仙门的徐松年 嗯 这刘光宗果然藏着东西 二长老和宗主 果有先见之名 自己的一击被接下 烈昭然虽然有些惊讶 但并不意外 反而冷笑起来 连本长老的一掌都能接下 要是再派个什么四转五转之类的货色过来 多半也是必死无疑 魏江雷沉声道 这气息 嗯 是六转 能如此简单 就接下你这一掌 倒也不简单 两位 为何无故出手攻击 此时声音传来 却是徐松年飞起 沉声开口 身在刘光宗 他倒是没什么出风头的意思 但方才烈招然这一掌从天而降 连他也被笼罩在攻击范围之内 而且他们所在的福云院 乃是刘光宗最高点 掌印落下 他们手当其冲 但见旁边的钟卿不动如山 徐松年不得已之下 也只能出手挡住 不仅如此 他心中也是十分惊讶 这一掌的威能 绝对已经超过了六转尾仙的层次 而天空中那两道人影身上的气息 竟然都差不多 出手的那个 甚至还稍弱一些 也就是说 这两人都是至少七转尾仙的层次 六转和七转 虽然只差了一重 却是天壤之别 众所周知 尾仙分为九转 但二重天的势力 却分为一到三星 这是因为 三转到四转 六转到七转 都是一次蜕变 差距甚至比起大地之境的 一到三节更大 达到七转以上 放在二重天 已经是站在金字塔间的存在 属于真正的强者 有七转尾仙坐镇 和没有的势力 完全是两种概念 哪怕是 放在四大仙门 都是绝对的高层 而现在 竟然一次来了两个 这刘光宗 这中卿果然非同寻常 毕竟一般人 可没资格招惹这等层次的对手 但是当他看清那两人样貌的时候 更是露出惊讶之色 两位是 上卿仙门的 他回想了一下 想起了两人的身份 列长老 魏长老 他作为羽化仙门长老之子 同为四大仙门 长老级别的人物 还是认得的 他忽然想到了什么 脸色微变 而对面的两位长老 此时也注意到了徐松年 这个刚刚接下他们一击之人 你是 羽化仙门的少宗主 这一下 两人都是吃了一惊 虽然来之前就已经断定 此事是羽化仙门在背后主宰 所以 在这里即便见到羽化仙门的人 也是意料之中 但怎么也没想到 出现在这里的 竟是羽化仙门宗主之子 这身份 可比一般的长老还要尊贵了 脾气较为火爆的列昭然 首先大怒 果然是羽化仙门在背后主宰 这一下可是人赃并获了 魏江雷则是脸色沉了下来 没有说话 这一声断鹤 徐松年登时一愣 列昭然和魏江雷 作为上清仙门长老 出现在这里 已经让他很意外了 本来结合之前中清所说之话 徐松年还以为是中清得罪了上清仙门 以至于对方打上门来 结果 对方上来就是一句 果然是你羽化仙门主使 直接给他整猛了 什么就我羽化仙门主使了 合着这里面 还有我们什么事 他愣了一下 方才开口道 两位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列昭然他往下看了一眼 正看到了浮云院中 面色平静的中清 而徐松年 刚刚也是从这院中飞起 可见 刚刚两人是在一处的 一看到中清 列昭然更是气不打一处来 好小子 还想狡辩 我等四大仙门 向来是同气连之 互相扶持 你羽化仙门 竟然不讲道义 背地里谋夺 上清仙门的这二十万年 来在下界收集的气运 盗走天地玄剑 如今人赃并获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你羽化仙门如此嚣张 真当我上清仙门 是好欺负的吗 这一下 徐松年彻底整不会了 他就奉宗主之命 来灵地探查一下 寻找前日那杜劫之人 怎么就忽然给羽化仙门 扣上这么一口大锅了 谋夺上清仙门 二十万年收集的气运 四大仙门收集气运这事 他是知道的 虽然他自己都还没经历过几次 但上一次 就是他们羽化仙门 但对天发誓 谋夺对方气运 和天地玄剑的事情 他真是半点没听过呀 这 徐松年心中 升起不祥的预感 两位 这恐怕是个误会 我宗绝无此意 列昭然冷笑道 还在狡辩 看来徐千锋 还真是重视此事啊 竟然连自己的宝贝儿子 都派了出来 本长老倒是想看看 你死在本长老手中 徐千锋会不会心痛 若说原本对于 二长老和宗主的结论 他们还是有 那么一丝怀疑的 可如今在此处 见到徐松年之后 都是再无半点 若不是羽化仙门 在背后主使 堂堂羽化仙门少宗主 怎会出现在灵地 这连二星势力 都找不出一个的穷乡僻壤 还刚好和他们 追杀的钟卿走在一起 巧合 笑话 这话说出来 傻子都不会信 话音落下的瞬间 列昭然已然再次出手 一道虚空大手凝结而成 遮天蔽日 笼罩方圆十万里 朝着徐松年当头压下 徐松年面色大变 顾不得辩驳 只得再次出手抵抗 手中八卦铜镜 闪烁出无边玄傲浮禄 在半空中交织 化作八卦九弓 轮转之间 古老沧桑的气息渗透而出 凝聚在阴阳之间 眨眼间 化作一道黑白交错的神光 从阴阳于之中照射而出 迎上了列昭然那虚空大手 双方碰撞在一起 顷刻间天摇地动 四周的空间都不�堪重负 发出咔嚓嚓的声响 隐约可见七黑的裂缝 不断生出又消失 可见其威力之恐怖 按理说六转尾仙 在面对七转尾仙之时 根本没有半点机会 轻易就会被碾压 差距可谓天欠 但徐松年 毕竟是羽化仙门的少宗主 非同寻常 一身根基浑厚无比 手中的八卦铜镜 更是最顶级的神兵 已然达到了 半仙层次的顶级 堪称准仙气 以此才能抗衡 七转尾仙之威 看着天空中 骄骑手来的徐松年 和列昭然 下方浮云院中 钟卿有些莫名其妙 看向身边的血师老祖 话说那两个 是上清仙门的人吧 血师老祖闻言 连忙恭敬点头道 师尊 看样子似的 可能是我们之前 抓了那个什么九长老 所以他们来报仇的 钟卿皱了皱眉头 那货不是被关在地牢里了吗 怎么通风报信的 算了这不重要 问题是 这个语化仙门的 怎么和他们打起来了 血师老祖 本来也不怎么了解前因后果 文言只是耸了耸肩 谁知道 兴许他心肠好吧 这样啊 钟卿点了点头 有些感慨 第一次见面就帮忙打架 这人还怪好嘞 是啊是啊 在外人面前 凶微赫赫的血师老祖 如今在钟卿面前 也是一副乖巧样子 小鸡啄米一样点头道 天赋不错 人也不错 钟卿摸着下巴喃喃道 血师老祖一看就知道 自家师尊 肯定又起了收徒的意思 师尊是想收徒了 不过他毕竟是 四大仙门的少宗主 恐怕没那么轻易败事 钟卿摆了摆手 小意思 还是先解决这两个祸吧 要是在外面 感知到天上那两人 恐怖的气息 血师老祖 肯定早就有多远跑多远 但在自家师尊面前 血师老祖 可就百无忌惮了 他眼珠一转 直接纵身飞起 师尊 我去助他 话音落下 手中撤出一柄缠绕着金龙 通体晶莹剔透 仿佛水晶打造的长刀 直冲天空的猎 招然而去 狗东西 吃老祖一刀 血师老祖起飞的那瞬间 天空的猎招然 就注意到了 不过他并不以为意 反而心中吃笑不屑 徐宗年也就罢了 就算是六转尾仙 身为羽化仙门的少宗主 也有和自己交手的资格 你一个区区四转尾仙 楼一样的东西 也敢来凑热闹 因此根本没有当回事 只等血师老祖冲上来的时候 随意一巴掌拍了过去 在他看来 暗死一个四转尾仙 根本用不上几分力气 然而下一刻 当血师老祖一刀砍出 那凌厉无比的锋芒 瞬间穿破天地 扑面而来 刀芒未至 脸上已经一阵刺痛 什么 准仙气 最顶级的半仙神兵 被称之为准仙气 即便是在四大仙门 这等层次的势力之中 这种级别的法宝都不多 只有宗主和大长老 那等层次的人物 才有资格拥有 即便他是五长老 都还差了一点 徐松年手上的八卦铜镜 也是这个层次的法宝 可徐松年是什么人 人家是徐先锋唯一的儿子 羽化仙门少宗主 现在扑上来 这老头才刚刚四转地修为 放他们 上清仙门 只是护法里面都算菜的 居然也拿着一把 羽化仙门 什么时候这么好横啊 来不及多想 此刻刀芒近在咫尺 列昭然只能仓促躲开 那刀锋显之又显地 沿着他的脸颊擦过 带出一道血痕 列昭然勉强闪过这一刀 又退出数百里外 方才松了一口气 即便他是七转尾仙 也不敢用肉身 硬接准仙气的攻击 他这一闪 攻势灯时放松 也让刚刚正在抗衡 列昭然攻击的徐松年 得以喘息 只见他飞到雪石老祖身边 还不忘道谢 多谢道友 雪石老祖 都不由地多看了他一眼 这什么少宗主人这么好的 帮咱们打架 还得谢谢咱 徐松年心中 却也是愤愤不已 两位 就算你们 是上清仙门之人 也不该这般不分 青红皂白出手 莫非当我羽化仙门是 好欺负的不成 先不说这是不是误会 就算真的事出有因 我好歹也是羽化仙门少宗主 你一上来就下死手 真是一点 没把咱放在眼里啊 列昭然冷笑道 装 你接着装 羽化仙门 还真是下了血本啊 准仙气都舍得 也好 正巧本长老 还缺一件合手的准仙气 想不到今日 你们便送了上来 在他看来 血诗老祖区区一个四转尾仙 哪有资格拥有准仙气 放眼二重天 除开四大仙门之外 这级别的法宝 就是号称四大仙门外 最强的九霄云宗 也没几件 不消说 肯定是羽化仙门赐下的 派出了自家少宗主不说 还带上两件准仙气 羽化仙门为了谋夺 他们上清仙门的器运 还真是不惜血本啊 想到之前被算计 不但丢了天地玄剑 甚至还死了个九长老邓仲 脾气本就火爆的烈昭然 此刻更是怒火上涌 浑身气息膨胀生腾 无比恐怖的压迫感 瞬间笼罩了整片天地 一时间 整个灵地内无数宗门势力的强者 都感受到这股恐怖气息 惊得面如土色 好恐怖的威压 这等压力 烈昭然此时杀心沸腾 但一旁的魏江雷 再次是开口了 下手要注意分寸 换成别人也就罢了 既然是徐松年 便不能下死手 烈昭然冷哼一声 来之前 宗主不是说了 这里根本没什么羽化仙门的人 只有谋度我上清仙门宝物的 刘光宗的贼人 管他是徐松年还是什么 都照杀不误 魏江雷摇了摇头 来之前 宗主恐怕也想不到 徐千锋竟然舍得将徐松年派出来 哪怕在这里的是羽化 仙门其他长老 杀了也就杀了 但此子可是徐千锋唯一的儿子 若是死在此处 不管有没有证据 徐千锋恐怕都会发疯 烈昭然目光闪动 冷哼一声 那就打断他的手脚 魏江雷手中握着一枚传讯符录 淡淡道 莫及 你们刚刚交手的时候 本座已经传讯给宗主那边了 想必很快就要回复了 话音刚落 那传讯符录便亮起了光芒 魏江雷神念一扫 嘴角掀起 宗主有令 灭了刘光宗 将徐松年带走 用来要挟羽化仙门 他并未掩盖自己的声音 最后这句话 也随之远远传出 另一边徐松年一听 灯时又惊又怒 好你个上青仙门 真是嚣张到极点了 莫名其妙 就给我羽化仙门 扣上一口谋夺气韵的锅 现在还想将本少宗主 情下要挟羽化仙门 你一人也有三分火性 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我徐松年 岂能任由你们拿捏 与此同时 远在亿万里之外 羽化仙门 总部山门 羽化洞天之中 上青仙门临天 携带着足足五位长老 驾铃羽化仙门 同为四大仙门之一 上青仙门宗主驾铃 对羽化仙门来说 也是一件大事 何况 对方还没有事先通知 忽然上门 宗主徐千锋 也是匆匆召集了门内高层 整肃衣冠 前往洞天入口迎接 林宗主 大驾光临 蓬毙升辉 见到临天众人 徐千锋上前一礼 林兄 说起来也有今万年不见了 如今风采更甚往昔啊 今日怎么有空光 林我羽化仙门 还不提前通报一声 他的态度是客气 但林天的脸色 却是并没有那么好 目光扫过眼前 羽化仙门众人 只见宗主徐千锋 和周围义英长老 聚都在此 唯独不见 少宗主徐松年的踪印 林天心中冷笑 他刚刚收到的消息 果然不假 徐千锋将自己的儿子 徐松年派去了刘光宗 一开始他还有些不幸 现在是想不幸 都不行了 也是因为如此 让林天格外恼火 羽化仙门似着 定然不是临时起义 而是图谋已久 多半从二十万年以前 就开始谋划了 那中青 肯定就是徐千锋等人 安插在下界的棋子 想到他堂堂上清仙门 竟然被人如此算计 二十万年的气韵 转眼落入他人之手 纵然林天休养再怎么好 此时也要压抑不住怒火了 脸上更是没什么好脸色 只见林天露出一丝冷笑 开口道 徐宗主 说笑了 若是提前通报 不就走落了风声吗 风声 徐千锋一正 什么风声 他满脸茫然 看在林天眼里 心中冷笑 庄 你接着庄 庄的还挺像啊 他略带嘲讽地开口道 说起来 怎么没看见令狼 徐千锋更猛了 堂堂一个上清仙门 宗主上门来没说几句 就问我儿子是什么道理 咋的 你和我儿很熟吗 不过他自然是想不到这么多 虽然疑惑 但还是开口回道 最近侠地内发生了一些事情 我让犬子前去处理 因此不在宗内 怎么林兄忽然问起这个 林天冷笑道 是吗 我看 徐宗主是在等令狼 带回来什么东西吧 徐千锋彻底不会了 你这好端端突然上门 说的骗汤话我怎么一句 都听不懂吗 只见林天笑得格外冷酷 只可惜 恐怕是等不来了 虽然完全搞不明白 林天这是在说什么东西 但徐千锋好歹身为羽化仙门宗主 也是有脾气的 今日林天忽然上门 还带着足足五位长老 这架势 说出来的话 怎么看都是来者不善 合着 这是问罪来了 念头一转 徐千锋就有些不爽 大家同为四大仙门 有啥大事 还得亲自上门问罪 不过他好歹 也身为一宗之主 体面还是要有的 他轻吼一声道 林宗主 有话大可以直说 不必弯弯绕绕的 你忽然上门 还提到犬子 莫非是犬子出门在外 因为何事得罪了你上青仙门 若是如此的话 本座大可以将他找回来 向贵宗赔罪 要是有什么误会 也可以一并解决 话音落下 他对身边的一位长老 叮嘱了一句 五长老 麻烦你走一趟 将松年带回来 那长老点了点头 是 宗主 徐松年去往的林地 距离与花仙门并不远 以长老级别实力 来回一趟 都用不了一个时辰 他正要离开 眼前却忽然多了一道人影 却正是随林天而来的 上青仙门六长老 正拦住他的去路 冷冷地看着他 徐千锋见状 脸色也阴沉了下来 林宗主 这是什么意思 林天心道 我还能让你 派人出去支援你儿子不成 嘴上却是轻笑开口 不必了 想必令狼很快就会回来了 还会带着徐宗主想要的东西 只是 恐怕不是以你所想的方式 在那之前 诸位还是莫要随便离开为好 都到了这个地步了 徐千锋还察觉不出问题 他也当不了这个宗主了 对方岂止是上门来问罪的 这根本是来找事的呀 甚至还打算赌门 要想到林天所说 徐松年很快就会回来 徐千锋登时面色一变 难道徐松年在外出了什么事 念头刚起 他便感知到了什么 低头一看 腰间悬挂的一枚玉佩 正散发出光芒 微微震动 这玉佩有传讯功能 本为一对 而另一块 就在他的独子徐松年身上 别看只是传讯玉佩 他可是有半仙层次的法宝 任何阵法禁止 都无法阻拦起传递消息 也正是如此 心系爱子的徐千锋 才会随身携带悬挂于妖 松年真的出事了 徐千锋一阵 随即眼中闪过怒火 看向眼前的林天 因为知道他宗物繁忙 若不是碰到紧要情况 徐松年都不会动用着玉佩联络他 林天却似乎并不意外 反而轻笑着开口道 莫非是令狼传讯 徐宗主 怎么不看一看 压住心中躁动 徐千锋神念一动 激活了玉佩 徐松年的急促的声音传入脑海 父亲 不好了 我遇到了上青仙门的人 他们无端说我羽化仙门 谋夺他上青仙门的气韵天地玄剑 要请拿我来威胁宗 话说到一半 对面便传来轰然巨响 玉佩的联系也被切断 而徐千锋此刻 已经是面尘如水 修行到了他这个地步 已经难得有子嗣 徐松年是他唯一的儿子 又天赋极高 早被当作羽化仙门下 一代宗主培养 上青仙门竟敢对其动手 他看向灵天 眼中怒火燃起 好啊 灵天 我还道你为何忽然上门 原来 是要和我羽化仙门过不去 我知道你上青仙门 想当灵驾另外三宗很久了 但也想不到 你竟行此卑劣之事 今日若不给个说法 你休想走出我羽化仙门 与此同时 远在亿万里之外 刘光宗中 徐松年也是满腔怒火 开口喝道 你们以为我羽化仙门是你捏的吗 今日便教你们知晓 我等个手段 刘光宗上空 徐松年和雪石老祖 共同应对上青仙门五长老列昭然 虽然 两人一个六转一个不过四转 而列昭然 则是货真价实的老牌七转尾仙 差距极大 但两人均手持准仙气 即便以两人的修为 无法将准仙气的威力 完全发挥出来 但以二敌一 以列昭然七转修为 一时间竟也压制不下两人 他本就性格火爆 哪怕修行了百万年 也是一样 区区一个六转的后背 和一个四转的垃圾 到了上青仙门的东西 自己亲自动手 一时半会 竟然没拿下 列昭然又羞又恼 再不留守 心念一动 一道红光 犹如赤火流星喷不而出 那赫然是一颗通体 缭绕着火光的 人头大小的赤红色宝珠 只见万千火光赤霞喷土 红烟燕光 灼灼笼罩苍穹乾坤 将百万里天穷都灼烧得火红一片 大地上的河流 都在这炙热之下干枯 简直像是天地间 又多出了一颗赤色日轮一般 此乃列昭然随身法宝 六阳守颜珠 虽然不是准仙气 但也同样是一件 品阶不低的半仙仙气 虽然比不上 徐松年和血诗老祖手中法宝 但双方实力不在一个层次 徐松年二人 尚不能完全发挥准仙气之威 六阳守颜珠 在列昭然手中 威力却是展现的淋漓进之机 以至于这法宝一出 形势灯实逆转 徐松年和血诗老祖 很快便被压制 但还能勉强支撑 但徐松年脸上 却还带着一丝忧色 单独一个 列昭然他并不怕 身为羽化仙门少宗主 他身上可是有不少底牌的 真要拼起来 仅凭列昭然还拿不下他 但是 旁边还有个四长老魏江雷 据他所知 魏江雷的实力 更在列昭然之上 他拼尽底牌 也只有把握挡下一个列昭然 一旦魏江雷出手 他很可能连逃跑的机会都没有 但也不是没有希望 他眼角于光 看向下方浮云院中的钟卿 此人的实力 他完全看不透 很可能是从上方下来的人 光看此时 正著他对付列昭然的血尸老祖 不过四转尾仙 手中准仙气 唯能进不下于自己的九宫八卦境 能让一个四转尾仙拿准仙气 这等豪气 就算他羽化仙门都没有 只是此人一直坐在下面 不动如山 好像半点出手的意思都没有 让徐松年有些捉摸不定 同一时刻 钟卿看着天空激斗的三人 颇有些羡慕地叹了口气 他也想找个能酣畅淋漓大战一场的对手 结果到现在 没碰到一个惊打的 天上这两个 刚来的时候 气势汹汹 刚感受到这两人散发的气息 钟卿还有点剑烈欣喜 结果列昭然一动手 钟卿就没什么兴趣了 什么时候才能来个惊打一点的呀 钟卿摇头叹道 当然 他也不是没想出手 只是此刻 还有一个人更加郁郁郁郁市 天空中 魏江雷锐利的目光 落在徐松年身上 方才徐松年激发传续玉佩的时候 他便察觉到了 现在羽化仙门 恐怕已经得知此事 虽说有宗主带人前往拖延 魏江雷对自家宗主 有着足够的信心 但还是尽量快点拿下徐松年 夺回天地玄鉴 有徐松年在手 他们大可以知反制羽化仙门 让他们狠狠吃得大亏 念及此处 魏江雷终于出手了 这位上清仙门四长老一出手 等时滔滔威严弥天盖地 虚空之中 卷起怒涛狂澜 朝着徐松年和雪氏老祖二人笼罩而去 二人灯石变色 本来已经被列昭然所压制 此时魏江雷出手 还未动用法宝 魏氏却已经在列昭然六阳手炎珠之上 徐松年心中暗惊 听说这位上清仙门四长老 实力已经达到七转巅峰 距离八转指差半步之遥 此话果然不假 在他感知中 魏江雷的压迫感 已经不比羽化仙门内 那两位八转尾先级别的长老 差上多少了 列昭然意在此时 催动了六阳手炎珠 如同一轮烈日 朝着两人滚滚碾压而来 炽热的气息 将周围的空间都为之融化 两大强者连携进攻 根本不是此刻的他们所能抵挡的 就在此时 一道人影从下方急冲而起 走你 只听一声低贺 人影竟是嗖的一脚 直接将那列日一般的 六阳手炎珠踹了回去 列昭然猝不及防之下 直接被自己的法宝 撞飞 口吐鲜血 啥 撞飞了六阳手炎珠的恐怖手段 二来 则是因为这出脚的人影 乃是一名外表看来二十多岁的青年 在修行界 外表当然不能说明实力 但徐松年一眼看出 这青年的修为 竟然是一名准低 而且看样子 还是刚刚突破不久的准低 要说对方隐藏修为 可这气息分明是刚突破 甚至都有些不稳固 哪有这么装的 可若说对方真是准低 这世界上有能一脚踹飞 七转尾先全力法宝攻击的准低 出手 哦不 出脚之人 自然正是中青坐下大弟子凌峰了 他刚刚得到中青灌注没多久 本来还想找个对手 好好感受一下自己现在的实力 结果刚出门碰上他 不知道是人还是鬼的玩意 一巴掌过去 差点把刘光宗团灭了 那一巴掌把其他人吓到了 也把凌峰自己吓到了 所以这两天他都没出门 老是在家待着 没敢再动手了 他也是多少有点数 知道在这灵地 想找个能实验实力的对手 可能性不大了 没想到 今日直接来了两个七转尾先 岂能不见烈心血 师兄 血师老祖见到凌峰 下意识叫出声来 旁边徐松年一正 这青年也是中青的弟子 那就难怪了 不过随即 他的脸色又有些古怪起来 这下要说 凌峰真是准地 他是一百个不幸了 因为中青表现出来的修为 就是大地 合着你们师徒 都一个德行 一个冒充大地 一个冒充准地 冒充准地也就罢了 甚至还把那骨子刚刚突破 气息不稳的模样 都模仿出来了 都这个实力了 还这么能装 与此同时 与化仙门山门之前 气氛剑拔弩张 徐千锋阴沉着脸道 林天 看在我等同为四大仙门的份上 本宗不想把事情 闹到那等程度 但你若是敢对我而动手 此事便绝无转环余地 本宗再给你一次机会 速速让开 林天面露冷笑道 本宗主不让 那又如何 你与化仙门不易在先 你做的初一 我做的十五 本宗主就放话在这里 两个时辰之内 谁都别想离开此处 之所以是两个时辰 是因为此处距离灵地 也不到一个时辰的路程 而刘光宗的情况 林天已然通过 魏江雷的传讯直响 在他看来 之前杀了邓仲的 十有八九 便是徐松年 身为羽化仙门少宗主 又有六转尾仙的实力 邓仲动用了虚灵体 都没能逃出去 也不奇怪 也是出于谨慎 他才让列昭然 和魏江雷 这两位实力靠前的长老 一起出手 以保证万无一失 两个时辰的时间 足够两位长老 灭了刘光宗 再将徐松年 擒拿到此处 同为四大仙门 他倒是没指望能灭了 或者重创羽化仙门 但有徐松年在手 足以要挟羽化仙门 让他们狠狠吃个大亏 也好让他们知晓 图谋他上清仙门 是什么下场 在他看来 这群人当真是卑鄙无耻 都已经人赃并获 居然还在装模作样 而羽化仙门这一边 更是气炸了 徐仙风怒急反笑 好好 好一个灵天 在我羽化仙门的山门 也敢说出这种话 不知道还以为 你上清仙门 已经是四大仙门之首了 就算是再好脾气的人 到了这个地步 也忍不下去了 徐仙风大喝一声 诸位长老 出手吧 羽化仙门的一众长老们 也早都已经勃然大怒 虽说徐松年 不是他们的儿子 但四大仙门 不说同气连之 一向也是井水不犯河水 不管是因为什么 我羽化仙门 又没对你们 干什么十恶不赦的事情 居然带着人 直接上门堵门 还敢对他们少宗主下手 身为羽化仙门长老 这也相当于 是在打他们的脸 就算不讲这么多年交情 大家都是体面人 灵天的做法 无异于直接撕破脸 半点面子都不给 怎能不令人愤怒 一时间 滔天恐怖气息弥漫而出 一道道属于 七转以上伟先强者的气息 毫无保留地释放出来 其他势力 光是有一位七转伟先坐镇 就足以评为三星势力 而在四大仙门 七转伟先 才是成为长老的门槛 可见 其是何等强大 上清仙门的一众长老 也毫不示弱 纷纷放出气势对抗 超过两位数的七转之上 强者气势对撞之下 整片天地都随之动摇 方圆千万里之内的空间 都在莫大的压迫之下 不断颤动着 无数生灵 在这威压之下瑟瑟发抖 稍微弱一些的 更是直接被生生吓死 双方一言不合 直接动起手来 此刻羽化仙门 集结在此处的 不算宗主徐千锋 足足有十位长老 而灵天只带来五人 四大仙门实力相仿 境界上是差不了多少 但人数劣势 又是在羽化仙门的地盘 看似是一边倒的局势 但灵天可不是乱打的 他是有备而来 眼见徐千锋带着一众长老 气势汹汹地直冲而来 灵天冷笑一声 却见他左手一抬 一枚散发着古朴气息 上面刻满了 无数符路花纹的 青铜正盘浮现 骤然间 那道道浮路亮起 瞬间扩散到虚空之中 眨眼间 变化作一道庞大无比的阵法 将双方直接笼罩进来 却见阵法之中 空间错乱变幻 沧桑气息汇聚 仿佛在短短瞬间 演化出地火水风 天地生灭 在这天地阴阳轮转之中 一股混沌气息弥漫开来 逐渐分化为阴阳五行八卦 形成一个个 依附于大世界 具有独立的空间 刚刚还聚在一起的 羽化仙门众人 在进入其中之后 瞬间便被分割开来 进入了这一个个独立空间中 见到自己身边的众长老 都消失不见 又见四周珠天演化 其中传来一道道熟悉的气息 徐千锋又惊又怒 八卦阴阳虚空阵盘 你竟然连此物都带来了 四大仙门并列于二重天无数年 打过不知道多少交道 对彼此的手段 也都了然于心 是以徐千锋 一眼就认了出来 这是上清仙门的一箭至宝 其所承载的八卦阴阳虚空大阵 被称为二重天第一尼阵 光是那阵盘 就是准仙气的级别 别看徐松年也有准 仙气 一件准仙气 在九转尾仙和六转尾仙手中 那根本就是天壤之别 何况 八卦阴阳虚空阵盘 是号称是最接近真仙神兵的 顶级准仙气 一旦展开 便能将人拉入一个个 充满杀机的虚空小世界中 哪怕是九转尾仙 也无法脱身 必须按照八卦阴阳生灭 破开十六重小世界天地 才能达到阵中心 击败掌阵者之后 方能离开 因为每个入阵者 都会被拉到单独的小世界中 甚至无法联手 虽然在杀伤性上 算不上首屈一指 但绝对是二重天 最难破解的阵法之一 若是真的开战 用这阵法起不到决定性的作用 但是临天此时施展此阵 显然是为了拖延时间 要是在山门之内 徐千锋身为宗主 当可勾连羽化洞天之力 直接从外面暴力破开阵法 但临天十分鸡贼 从一开始 就没有踏入羽化洞天山门一步 而是等他们冲出来之后 方才激发阵法 反而将此处变成了他们的主场 直接抹消了羽化仙门的人数优势 现在羽化仙门 一众高层战力被困在阵内 而上清仙门五位长老尚且在外 凭他们的实力 即便不敢进入羽化洞天 但将出入口封锁住 是轻而易举 虽说早就知道 上清仙门有此手段 但毕竟是在自家地盘 战力又占据绝对优势 羽化仙门众人一时大意 反被对方所致 灵天的声音传入小空间 带着冷笑 本宗主说过 两个时辰内 谁也别想离开羽化 仙门山门一步 你当我说笑不成 徐千锋身在小世界之中 四周空间不断生灭 划出一道道 仿佛天地崩裂所生的恐怖烟灭之力 四面八方 铺天盖地的席卷而来 七转尾仙以下的存在 在此处 恐怕连一刻钟都撑不下来 就会尸骨无存 更无润破阵了 但他身为羽化仙门宗主 整个二重天寥寥无几的 九转尾仙之一 破阵并不是问题 很快 他就施展手段 直接将此处 小世界破灭 但眼前小世界破碎的下一个瞬间 新的世界已经生成 将他直接笼罩其中 徐千锋心急如焚 这阵法玄妙无比 十六重小世界 一环接一环 即便以他的实力 没有一两个时辰 也别想破开 即便破开之后 还需要面对掌控阵法的灵天 同为宗主级别的存在 一对一徐千锋 对灵天半点不惧 但也不得不承认 二者实力并没有多少差距 即便手段进出 也不一定能稳赢对方 就算能赢 也绝不是一个时辰之内的事情 只能等到其他长老破阵后 前来相助 但同样他们实力不如自己 破阵也更慢 无论怎么想 徐千锋也想不到 能在两个时辰内脱身的办法 羽化洞天内 虽然还有许多人 其中也不是没有七转之上的强者 可都不是封锁洞口的 上清仙门五大长老的对手 硬要冲击 纵能得胜 只怕也是死伤惨重 都怪本宗 不该冲动行事 若是事先有所防备 这大阵本宗岂能躲不过 徐千锋心中懊恼 同时担忧不已 他也知道灵天的用意 是想要拖住他们 好让自己的人 情下徐松年 纵然徐松年身上 有不少自己给予的保命底牌 但若出手的 也是上清仙门长老级别的人物 那恐怕 徐千锋一边破阵 一边急切催发传训玉佩 想要联系上徐松年 不多时 传训玉佩中 就传来了熟悉的声音 傅剑 徐千锋这才大松了一口气 他最怕的 就是激发玉佩之后 对面传来的是 上清仙门的人的声音 松年 你情况如何 上清仙门派了谁来捉你 徐松年顿了一下 开口道 是上清四长老魏江雷 和五长老列昭然 徐千锋一听 心就凉了半截 这两人可都是老牌七转尾仙 魏江雷更是距离八转只差半步 两人联手 哪怕是一般的七转尾仙 都撑不住半个时辰 何况徐松年 这灵天当真是阴险之极 为了捉自己的儿子 竟然派出了两位长老 松年 你莫要恋战 赶紧跑 能多撑一会试一会 灵天那四代人打上门来 想要拖延时间 为父解决他 之后马上去救你 下一刻 徐松年的声音响起 却有些古怪 这 父亲 你不用来救我了 我已经在回来的路上了 徐千锋文言 浑身一缠 什么 到现在为止 加起来也还没到小半个时辰 他不认为 徐松年能如此轻易地 从魏江雷和猎昭然手中逃脱 那么就只有一种可能性了 徐千锋心脏一紧 松年 是魏江雷 他们带你回来的 对面徐松年顿了一下 这个 倒也不是不能这么说吧 徐千锋悬着的心 终于死了 看来徐松年 果然是已经被擒了 却听下一刻 徐松年的声音再次响起 只是 可能和父亲 你想得不大一样 徐千锋一正 什么意思 徐松年无言地看向眼前 只见前方天空中 一名满身邪气的老者 手中牵着一条 散发仙气的绳索中段 而绳索两端 则是化作圈套 套在两个人的身上 而老者 则是驾驭着一架仙舟 此刻徐松年自己 也正在这仙舟之上 那两人正拽着绳索 拖着仙舟拼命飞行 老者满脸凝笑 一只手牵着绳子 另一只手中 拎着一把长刀 时不时拿刀被抽向两人 抽得两人哭爹喊娘 别打了 别打了 背套着绳的两人 浑身散发着强大的气息 不是上清仙门的两大长老 列昭然和魏江雷 又是谁 时间回到片刻之前 刘光宗上空 林峰一脚抽射 将六阳手炎珠踹回去 列昭然猝不及防之下 被砸得口喷鲜血 旁边魏江雷见状也是一惊 还有高手 能做到这一点 起码也是同为七转尾仙的强者 四大仙门内的高层 彼此基本都互相认识 但这青年看起来十分陌生 从未见过 是羽化仙门暗中培养的吗 为了涂抹我上清仙门 连隐藏的强者都派出来了 还真是煞费苦心 魏江雷眼中煞气流露 毫不畏惧地直扑林峰而去 与此同时 他手掌一台 一只通体紫金之色 散发出恐怖气息的巨笔 从身边凝化而出 煞时间增长到万里庞大 灰豪之间 泼洒出紫金长河 将林峰席卷其中 这长河连绵不尽 仿佛连接过去未来 蕴含无边浩瀚之力 这正是魏江雷的本命神兵 子圣舒天豪 此笔每一根笔豪 都由一种规则之力凝炼而成 威力无穷 甚至足以改写覆盖范围内的天地法则 同时 他也是最顶级的半仙仙气 距离准仙气 只有一步之遥 作为上清仙门四长老 魏江雷修行无数年 其实修为早可踏入八转 之所以迟迟不晋升 就是为了将这本命神兵 炼制成准仙气 再借反捕之力 同时晋升 借时一突破 他就能直达八转后期 即便是现在 人兵合一之下 他所能发挥出的战力 也不下于出入八转的伪先 一边徐松年看出其中凶险 连忙开口提醒 这位 道友小心 千万莫要被那笔墨触及 他话还没说完 只见林峰一巴掌过去 然后魏江雷就连人带笔一起飞了 然后还回头瞅了他一眼 你刚说啥来着 徐松年 当我没说 而魏江雷 则是吐着血在半空中翻滚着 满脸猛逼 发生什么事了 林峰则是看着手掌 十分兴奋 之所以兴奋 不是因为自己的强大 而是因为 太好了 这次没一巴掌拍死 虽说这两人打上门来 看上去十分强大 不过之前被他一巴掌拍没了的那个人 不忍鬼不鬼的东西 乍一看也是气势汹汹 所以 为了避免再次出现之前那样的情况 林峰出手之前也是留了力的 看到烈昭然和魏江雷 两人都没死 林峰也是松了一口气 他是松了一口气 反应过来的烈昭然和魏江雷 可就是倒吸凉气了 这突然冒出来的青年 明明看上去 只有准地的修为 但他出手的那一瞬间 却让魏江雷感受到了死亡的气息 受伤的不仅仅是自身 他身边的紫圣书天豪笔杆子上 赫然已经浮现出了刀刀裂纹 一边烈昭然压下伤势 召回了自己的六阳手炎珠 却见原本无暇的宝珠 此时已经崩了一小半 这可是都是半仙仙气 两人花费了不知道多少心思忌恋 竟然被林峰随便两下打成这样 魏江雷和烈昭然都又是惊骇 又是通袭 但等不及他们做出反应 林峰已经再度冲了上来 啪啪又是两巴掌 上青仙门两大长老 再次喷着鞋打着滚飞出去了 还不等两人停住 他便身形一晃 闪身到了另一边 又是两巴掌上去 两大长老又飞了回去 这么一来 林峰似乎从其中找到了乐趣 就这么在空中闪来闪去 只听啪啪的巴掌声响不断 两大长老就跟两个皮球一样 左飞右飞东滚西滚 而此刻 一边的徐松年已经看傻眼了 若只是击败了魏江雷两人 也就罢了 七转尾先虽然强 但放在他们羽化先门 能同时击败两人的也不是没有 例如他师尊大长老就可以 但是能跟完一样 把两大长老当球拍的 他还是头一回见 中青的这位弟子 到底是什么修为 八转 还是九转 徒弟都是这等修为 那师父又该如何 徐松年忍不住看了一眼下方的中青 后者依旧一脸平静 仿佛天空的激战 只是小孩子打闹一般 此刻徐松年在心中再次确定了 这位绝对是从那个地方来的强者 否则怎会一个弟子 都有如此恐怖的实力 殊不知 下面中青看到天空临风丸的开心 更加惆怅了 也就是弟子只能贯注他1%的力量 所以勉强控制一下 还能把这两人当球拍 换成中青自己来的话 只怕两巴掌过去 这两人就不是皮球 而是气球了 但也就是中青这么想 对于天空中的烈昭燃和魏江雷来说 还不如当个气球 直接炸了干脆 被林峰来回拍了没一会 两人都快不成人样了 浑身上下骨头 也不知道断了多少根 五脏六腑 乃至全身每个位置都在哀吼 更重要的是 众目睽睽之下 被人当球拍 身为上青仙门长老 对他们来说 精神伤害更甚于肉体上的痛苦 伤害性极大 侮辱性更强 很快 列昭燃终于撑不住了 投降了 投降了 别拍了 列昭燃惨叫道 他平日里脾气暴躁 这种时候 却反而更加脆弱 魏江雷文言勃然大怒 身为上青仙门长老 怎能向敌人低 话音未落 林峰闪身过来 又是一巴掌 直接给他满嘴牙都拍碎了一半 魏江雷打着滚飞了出去 半边脸肿的和馒头一样 满嘴是血 口中含糊大叫 大侠饶命 甘拜下风 正好林峰完了这一会 也已经有些腻了 文言方才停下手来 但没有马上回答 而是看向了下方院中的钟卿 师父 这两个怎么出脸 说话之间 他两手虚空一探一抓 直接和老鹰抓小鸡一样 将两人都抓了过来 从未吃过这等苦头的两大仙门长老 彻底老实了 哭丧着脸 跪在林峰面前 低着头一动也不敢动 哪里还能看到 刚刚过来的时候 那般嚣张高傲 完全没有将刘光宗上下 放在眼里的模样 听到林峰之言 两人又却又是浑身一颤 一来是心中忐忑 二来是震惊 这个把他们两大长老 当囚拍的青年 竟然是他们之前 要抓的中卿的徒弟 这怎么可能 能毫无压力地顽虐他们二人 至少也是八转后期 乃至巅峰的伪先 若说林峰是羽化仙门 暗中培养的强者 那也就罢了 四大仙门 谁还没写隐藏的战礼 但林峰竟然是中卿的弟子 那中卿又是什么身份 难不成是羽化仙门 老祖不成 可是宗主明明说过 中卿是从下界上来的 四大仙门乃至整个二重天 但凡伪先级别的强者 谁肯冒着被诅咒的风险 前往下界 真就不要自己的道徒了不成 也正是因为如此 越高层次的强者 越会爱惜羽毛 绝不可能亲自前往下界 只会想办法 在二重天操纵影响局面 这一刻 两人甚至产生了 和之前邓中类似的想法 难道是宗主社的套 故意坑害我等 但下一刻 他们又反应过来 现在可不是考虑这些的时候 现在他们的生死 可都细于对方一念之间 很快 中卿就开口说话了 为时一向很怕麻烦 直接把他们杀了 听到杀了两个字 两大长老浑身一震 险些下晕 别说是他们了 连一边的徐松年都是一惊 这可是 上卿先门的长老 还是排名靠前的两位 说杀就杀 这么猛的 就是他自己 身为羽化先门少宗主 也不敢随意说 要杀四大先门长老级的人物 但下一刻 中卿又画风一转 那后面恐怕上卿先门 又有人会来报复 麻烦没得完了 两大长老这才松了口气 只感觉心脏扑通扑通的 险些没跳出胸腔 不免有些埋怨 这位爷 您说话能不大喘气不 吓死个人了 徐松年也松了口气 跟着点头 前辈说的是啊 上卿先门势力庞大 若要对付他们 还得从长纪 他话才说到一半 就听中卿画风再次一转 所以 为了避免后续的麻烦 一劳永逸 就趁着今天这个机会 让这两人带路 现在就去 把上卿先门解决了吧 徐松年还没说完的话 卡在了嘴里 彻底傻眼了 在突破到大地之后 就去解决上卿先门 这也是中卿本来的打算 不过他们刚来二重天 也没出过灵地 对上卿先门也不熟悉 所以 一时半会 还没来得及动身 本来还指望让那邓仲带路 想不到今天刚好 有这两人送上门来 那中卿 也就择日不如撞日 准备趁势去解决 上卿先门这个 从下界一直牵扯到现在的麻烦 话音落下 中卿已然起身 一个脉步 瞬间出现在天空中 烈昭然和魏江雷二人面前 背负双手 淡淡开口问道 你们上卿先门总不在哪 有多少人 烈昭然二人和徐松年都傻了 见过莽的 没见过这么莽的 这是要直接去攻打 上卿先门 徐松年只是惊叹 中卿居然这么忙 烈昭然二人可就不一样了 他们到现在 还以为中卿是羽化先门的人 怎么着 看这个架势 羽化先门是要直接和他们 上卿先门全面开战了 可这又为啥要问我们总不在哪 大家同为四大先门 你们还能不知道 咱家总不在哪 虽然有些想不明白 但两人不敢怠慢 连忙交代了总部位置 魏江雷顿了一下 又开口道 只是 这位道 大人 现在即便去我上卿先门总部 宗主和其他长老也不在门中 中卿闻言一证 去哪了 列昭然犹豫了一下 开口道 宗主让我二人夺回天地玄剑 擒祝徐松年 他自己亲自带领其他长老 去往羽化洞天 阻拦羽化先门之人 以免他们派人前来支援 中卿摸了摸下巴 原来如此 那就去羽化先门好了 话音落下 他开口便是一声鹤 剑来 列昭然两人又是一颤 剑来 换剑来做什么 莫非是问出了情报 觉得我二人已经没有利用价值 要一剑杀了我等 下一刻 庞大的阴影 笼罩在了众人头顶 看到那庞大无比的 剑行非洲之时 众人这才明白过来 原来这才是中卿的剑来 魏江雷和列昭然 这才松了一口气 但面色依旧苦涩 毕竟他们的身家性命 还拴在人家的手中 然后 他们就真的从物理意义上 被人拴在手中了 中卿随手抖出一条 之前系统奖励的 半仙气绳索 丢给了一边的林峰 林峰思索了一番之后 将绳索转交给了雪师老祖 让他带上两人 雪师老祖 刚刚也被林峰的战力 狠狠震惊了一番 他也没想到 这个自己 之前看不起 觉得除了师尊 真传弟子的身份之外 连他老祖一根手指 都比不上的大师兄 在被师尊灌顶 突破到准地之后 竟然变得这般恐怖 听到林峰的声音 这才回过神来 打了个机灵 连连点头 眼神中已经不敢有半分轻视 只剩下满满的恭敬 大师兄放心 就交给老祖吧 说吧转过身来 看向烈昭然两人 老脸上灯石露出了宁笑之色 嘿嘿嘿 竟然落到老祖的手上 今天算你们运气好 他这辈子也没想到 自己区区一个 邪修的四转尾仙 竟然有一天 可以同时拿捏 两位二重天的霸主 上清仙门的长老 身为邪修天不怕地不怕 但有些事情 以往也就只能想想而已 今日居然有这等机会 他雪师又岂会错过 只见雪师老祖 三下五除二 毫不客气地给两人拴上 然后直接就是一刀劈了过去 还发什么冷 今天你们有福了 给老祖和师尊当一回牛马 嘿嘿 中清带着林峰 和刚刚被灌顶的杜浩 一起上了非洲 开口道 走吧 去羽化仙门 此时一边的徐松年回过神来 慌忙开口叫道 前 前辈 晚辈可否同行 中清背着手 刚要走进船舱 闻言回头瞥了他一眼 哦 我想起来了 你就是那个什么羽化仙门的吧 徐松年嘴角扯了扯 合着 你还差点给忘了 当然他嘴上是不敢说的 只是忙不迭地点头道 不错 晚辈之前说过 羽化仙门当代宗主 正是家父 其实到了这时候 中清听了烈昭然二人刚刚的话 多少也已经弄明白了来龙去脉 知道这倒霉催的羽化仙门 多半是被上清仙门误会 帮他顶了锅 不然这两老头来刘光宗找麻烦的时候 上清仙门宗主 去羽化仙门补门干什么 想明白之后 中清看着徐松年的目光 就多少带着点同情了 他点了点头 既然如此 那你也一起去吧 然后 还懵懂不知缘由的徐松年 就跟着一起 稀里糊涂地上了船 接下来 就是刚刚徐千锋 联系上徐松年之时的这一幕了 血世老祖兴高采烈地 将两位上清仙门长老挡成拉车 哦 拉非洲的牛马 用准仙器挡马鞭 一路狂抽着 赶往羽化仙门 而目睹了这一切的徐松年 感觉自己是不是还在梦中 他就奉父亲的命令 来一趟灵地 寻找那前日渡劫之人 距离他走进刘光宗到现在 夹起来还没到一个时辰 局面怎么就发展成了这样呢 连他自己都整不明白 传讯玉佩另一面的徐千锋 自然就更不明白了 只是感觉从传讯玉佩传来的 儿子的声音和气息都十分平稳 不像是受伤的样子 多少也松了口气 估计儿子是用什么办法脱身 正赶回宗门 哪怕真是被上清仙门擒住 起码没什么损伤 他一边奋力破阵 一边开口道 松年莫要担心 威夫很快就能摆脱灵天这丝 前来接应你 你千万小心上清仙门那两人 莫要硬拼 徐松年面色古怪的 看了一眼 两个正在拉船的牛马 感觉自己 恐怕不需要小心了 而与此同时 八卦阴阳虚空大阵中心 灵天也是面露冷笑 虽说他的预计 是要拖住羽化仙门众人 至少两个时辰 但那也是稳妥起见 在他看来 羽化仙门的一众长老都在此处 徐松年身边 无人能护他周全 以两位长老的实力 一起出手 拿下徐松年赶回来 根本不需要这么多时间 等看到自己的儿子 何天帝玄剑 被我门中长老带回来 徐千锋 你还装得下去吗 自家宗主和一众长老 都被困进了阵法之中 这一幕 也都落入了羽化 洞天内众人眼中 众人自视心急如焚 当时就有山门护法 和直视等强者冲出 想要救援 但下一刻 树道强横气息 在洞天入口之处爆发 力量如同洪流一般清晰而出 直接将冲上来的羽化 仙门众人逼了回去 没听到吗 一道低沉而冷静的声音响起 五等上卿宗主说过了 两个时辰之内 无我等允许 任何人都不得进出羽化洞天 正是此次跟随灵天来的 一众上卿仙门长老 如今 徐千锋和一众长老都被困住 羽化洞天内的这些护法直视 大多数都是六转尾仙上下的修为 而上卿仙门这边 最低也是七转尾仙 为首的大长老 已然达到八转巅峰 站在他身边的二长老 气势寒而不发 宁而不露 乍一看并不突出 实则深不可测 差距如此之巨大 即便羽化洞天众人 在数量上占据绝对优势 也根本不可能冲破这几人的封锁 羽化仙门众人设了好几次 都被上卿仙门众长老击退 正在心急如焚 没奈何之际 忽然间 羽化洞天内 一道低沉的声音响起 哼 什么时候 从羽化洞天内传出 在天地之间响起回荡 紧接着 一道金色的巨影 直冲而出 以惊人的速度 和无匹的气势 轰然撞向入口之处 上卿仙门众人 上卿仙门大长老 目光一鸣 一步踏出 拦在众人面前 施展手段 画出万道霞光照耀天地 与那金色巨影相撞 双方冲撞在一起 瞬间爆发出惊天动地的波动 整个羽化洞天 乃至周遭数百万里天地 似乎都在动摇 恐怖的余波冲击之下 将羽化仙门众强者 乃至上卿仙门大长老身后 除了二长老之外的 其他长老都逼得不断后退 此时那金色身影 也已经显露出真容 赫然是一只 浑身金羽的金色雕鹏 它虽然体型不大 双翼展开也仅有百丈 但腾飞之间的气势 却堪称气吞天地 见到这金色鹏雕 羽化仙门众人 都是惊喜出生 是鹏护法 鹏护法出手了 这只金雕鹏 正是羽化洞天的镇山神兽 乃是一只活过了 无数岁月的金色鹏 拥有传说中 鲲鹏血脉 而且纯度极高 其实力 赫然已经达到了八转巅峰 他平时都在羽化洞天内 前修 极少出手 但在羽化仙门之内 地位极高 今日上清仙门之人赌门 无异于对羽化仙门的 侮辱和藐视 宗主徐千锋 和众长老都为之算计 被困在了镇法之中 此等挑衅之下 这尊镇山神兽 终于出手了 给本座滚开 鹏护法低声低喝 嘹亮的阴力之中 双翼拍击而出 邪果排山倒海的恐怖威能 这一赤下去 哪怕是一片大海 都会在寝客之间被删干 然而上清仙门大长老不退不必 而是冷哼一声 正面迎了上去 霞光万道汇聚一处 宁化掌心 与之相抗 一头畜生 也来谢言 一人一鹏 在羽化洞天入口之处 大站起来 同为八转巅峰尾仙 二重天最顶尖层次的强者 二者的战斗 堪称毁天灭地 但这样一来 几乎无人敢靠近入口之处 反而另类 将洞天入口封锁起来 鹏护法自然也发觉这一点 见识不妙 他扑闪双翼腾飞之间 一把抓住大长老的肩头 扯着他 朝着羽化洞天之外 急飞而去 羽化仙门众人见状 连忙集结起来 再次冲击入口 此时上清仙门二长老 露出一丝冷笑 随意抬手 一掌挥出 轰蹦蹦 天地震动之间 毁灭之力无情迸发 黄暴的力量冲击着一切 几乎将羽化洞天的入口 都轰得崩裂开来 仅仅一掌 就将羽化仙门冲击而来的 数十名强者轰得吐血飞退 这其中还有两名 已经达到七转尾先层次的强者我 这位险山不漏水的二长老一出手 其威势竟然还在大长老之上 远处大长老 已经挣脱了彭护法的掣肘 二者在入口外激动 见此情形 彭护法眼中浮现出震惊之色 九转 以他的眼力 已然看出 上清仙门二长老 赫然已经达到了尾先的最高层次 九转之境 上清仙门 作用两大九转尾先 不可谓不恐怖 大长老冷笑道 不错 意外吗 今日两个时辰内 你们羽化仙门的人 说什么也别想离开 彭护法发出愤怒的鸣叫声 和大长老激斗一处 但心中也十分沉重 羽化仙门除了宗主徐千锋之外 也不是没有其他九转尾先 但那一位平日都不在羽化洞天 而是在据此 上议里的一处秘境影修 若非关系宗门生死存亡之事 都很难惊动他 此时就算想要求援 也没人能冲得出羽化洞天 局面似乎一下 就陷入了僵局 远处维持着阵法的灵天 也是冷冷一笑 胸有成竹 他既然敢带人来封锁羽化仙门 自然是有这个把握的 一招八卦阴阳虚空大阵 便直接逆转了形势 现在 就等着列昭然和魏江雷 将徐松年带过来 届时便是他们上清仙门的胜利 就在此时 阵法内外的上清仙门众长老 似乎感知到了什么 齐齐回头 看向东方天空 是四长老和五长老的气血 六长老脱口而出 脸上浮现出喜色 他们来了 二长老目光扫过羽化洞天那众人 微微点头 来得还算快 灵天脸上也浮现出笑容 结束了 他开口喝道 徐千锋 不来见见令狼吗 开口之时 灵天甚至还专门解开了阵法对外的视野封锁 好让徐千锋能看到 自己儿子被擒 阵法小世界中的徐千锋 听到灵天喝声 浑身一震 心凉了半解 徐松年 真的已经被抓住了 下一刻 远方云层之中 赫然冲出两道身影 正是上青仙门的两大长老 烈昭然和魏江雷 见到自家两位长老 上青仙门众人先是一喜 但是下一刻 却发现似乎有些不对劲 这两位长老的模样 似乎有些 凄惨 两人衣衫蓝绿 原本一身华美的法衣 都已经变得破破烂烂 遍体鳞伤 鼻青脸肿 甚至烈昭然 左手都歪歪扭扭 显然是被折断了 而两人此刻 更是神色恍然 拼命朝着此处飞来 仿佛后面有什么东西 在追赶一样 正在和鹏护法激斗的 大长老都吃了一惊 怎么回事 有人在追杀你们 但下一刻 他们就注意到 两位长老的身上 还牵着一条绳子 而随着两人的靠近 绳子的另一端 从云层之中 逐渐扯出一个庞然大物 那是一柄巨大的飞舰 是一艘剑型的巨大非洲 其散发的气息 让在场的一众伪先强者 都有些暗暗心惊 这是谁家的非洲 不对 谁敢让我上清仙门长老拉非洲 大长老先是一惊 随即反应过来 灯时勃然大怒 八卦阴阳虚空大阵内的灵天 也是心中咯噔一声 涌起不妙的预感 派去覆灭刘光宗 夺回天地玄剑的四长老和五长老 怎么会变成这副模样 难道羽化仙门 除了徐宗年之外 还埋伏了其他高手 可这非洲又是谁的 羽化仙门 可从未听说过有这样的非洲 等那践行非洲靠近 众人也终于看到了 非洲船头的两人 正是手持绳索猖狂大笑的 血师老祖 以及旁边脸色古怪的徐松年 血师老祖众人都没见过 但徐松年可没几个不认识的 灵天浑身一震 如遭雷击 怎么可能 他上清仙门两大长老 不但没能擒住徐松年 甚至反被拿下 抢逼着拉非洲了 远处大长老 更是一股怒火上涌 庶子安敢如此 欺我仙门长老 打不过背擒也就罢了 在他看来 也不是说不过去 但徐松年居然让一个区区四转尾仙 牵着绳子 把他上清仙门长老 当作牛马驱使 简直就是 被上清仙门的侮辱 从古至今 自从四大仙门立足于二重天 成就霸主这无数年来 敢侮辱四大仙门的 都付出了代价 即便同为四大仙门 也一样 阵法小世界内 看到这一幕的徐千锋 也是棱在当场 随即面上露出狂喜之色 一直悬着的心 也终于放了下来 倘若徐松年当真被抓了 他还真不知道如何是好 身为宗主 他必须一切以宗门为重 即便徐松年被擒 也绝不应该向上清仙门低头 但他修行了无数年 至今也就这么一个儿子 父子相处多年 感情极深 更无论 而徐松年天资过人 聪慧灵敏 甚至有望真仙之资 他也是一力培养 这么多年来 也不知道付出了多少心力 只希望这个儿子 能清出于蓝 成就超越自己 若说就这么放弃 实在不忍 但真要到了那个时候 就算是不想做选择 也得做了 现在 看到徐松年安然无恙 他也是大大松了一口气 看向他践行非洲的目光之中 带上了三分惊讶 三分好奇 还有三分感激 他对徐松年的实力 还是有数的 知道凭借自己儿子自己 绝对不可能反过来击败 并且擒拿上清仙门两大长老 自然是这件行非洲的主人做的 只是放眼二重天 有能力直接擒拿两位 七转悬仙的可不多 尤其是在明知对方是 上清仙门长老的情况下 即便有这个实力 也没这个胆子 在他看来 能做到这种事的 也就只有另外两大仙门的强者了 但就他所知而言 不仅他语化仙门和上清仙门 另外两宗 也都没有这样的非洲 倒不是说 四大仙门拿不出这等庞大的非洲 只是仙门为了彰显身份 非洲都有各自的制式风格 以表特殊 还没有哪一家 是用这种模样的 所以这非洲的主人 多半不属于四大仙门中任何一家 只是在二重天 除了四大仙门之外 还有谁有这样的胆子 但不管怎么说 今日不管是谁做的 他语化仙门也必须将之保下来 上清仙门对徐松年出手 已经超过了他的底线 同为四大仙门 谁怕谁不成 念及此处 徐千锋怒喝一声 再次开始冲击阵法 而操纵阵法的灵天 一时失神之下 对阵法的操纵力减弱 竟是让徐千锋 趁机又冲破了两重小事件 惊得他回过神来 再不敢分心 全力操纵阵法 同时开口传音喝道 大长老 二长老 还有机会 趁现在将徐松年拿下 如今语化仙门众人 都还在阵法之中 只要现在将徐松年情下 优势便还是他们这边的 不用临天开口 两位长老也都已经判断出形势 怒火冲天的大长老 第一个急冲而出 朝着非洲扑去 休想 一边的彭护法也回过神来 怒喝一声 斩持追击而去 然而他刚刚飞出一半 背后便有一股恐怖气势 如同怒涛一般席卷而来 惊得他下意识止住身形 回身抵挡 却是动天入口之初的二长老出手 一掌朝着彭护法推来 二长老乃是九转尾仙 实力更在大长老之上 这一出手 彭护法登时陷入窘境 再难有空隙去阻截大长老 却见大长老浑身气势勃发 散发出让天地动荡的恐怖气息 弥漫百万里山河天地 伸出手掌 朝着那剑行非洲一把抓去 哪怕这非洲是半仙气 大长老这一击 也有信心将他直接捏碎 大长老这一出手 气势恐怖无边 船头上的血尸老祖 感受到这气息 灯石变色 别说他只是有把准仙气 哪怕有真仙气 以他的修为 也发挥不出多少威力 怎能扛得住 身为八转巅峰尾仙的大长老 一边徐松年也同样如此 他面色一变 开口叫道 小心 此人乃是上清仙门大长老 二重天有数的强者 血尸老祖强称着没有逃跑 口中却忍不住大叫出声 大师兄 船舱之内的中青 听到血尸老祖的叫声 下意识就想回一句 八戒你说 不过他还是忍了下来 看向身边的凌峰 不用他说 凌峰也登时会议 迈步走出 来了来了 下一刻 天空中上清仙门大长老 便看到那非洲之上 飞出了一名青年 朝着他迎面来 大长老目光一宁 随即便看出 这青年不过是准地的修为 他微微一震 随即冷笑起来 一个准地蝼蚁 居然敢出现在他的面前 这些人是在搞笑不成 后方羽化洞天门口 上清仙门众人见状 也都露出冷笑 这徐松年 果然是年轻气盛 既然烈昭然和魏江雷 没能拿下他 就应该趁机有多远逃多远 如此一来 没了他作为彻肘 等到临天众人脱困 他们便要处于被动 不得不撤退 结果徐松年 竟然自己送上门来 真是自寻死路 大长老也是如此想的 正当他这一掌发力 准备捏碎非洲的同时 将那青年碾成飞灰的时候 只见那青年 抬腿就是一脚踹了上来 下一刻 一道流星突兀 出现在了羽化洞天入口 之前的天空之中 那是倒飞回去的大长老 划过天空之时 燃烧起的烈焰所化 而他所飞去的方向 恰巧就是他来时 羽化洞天入口所在的方向 这一切发生得太快 以至于众人都还没反应过来 上清仙门众人的笑容 都还挂在脸上 等下一刻 大长老所化的流星 从他们的头顶掠过 杀不住车的 轰然冲进了羽化洞天之中 直接将数十座巨山 撞成平地的时候 众人脸上的笑容 也都凝固了 发生了什么 刚刚飞过去的那个 是大长老吗 他怎么飞回来了 当众人还在猛逼的时候 只见灰头土脸的大长老 一边吐着血 一边从坑中爬出来 然后一抬头 就发现自己陷入了 许多气息的包围之中 那是羽化洞天的众人反应过来 直接将他团团围在了中间 大长老此时脑子 还有些不大清醒 见状顿时冷笑一声 哼 就平儿等 也敢来包围我 羽化洞天内的这些护法直视 大多数都是六转上下 就这种层次的 来得再多 他也不放在眼里 因此 他随意一掌挥出 准备将这些人一起击退 下一刻 只听怒喝声中 羽化先门众人一起出手 一股奇异而强大的力量 加持在他们身上 一瞬间 便让他们的气息疯狂增长 然后 大长老就被他们 揍得嗷嗷直叫 直到此时 他刚刚被一脚踹猛逼的大脑 终于回过神来 自己刚刚 派进了羽化洞天里 洞天内外 看似只是一步之遥 差距却是天壤之别 他们做好了万全准备 只是设计将徐千锋 和一众长老 引出来的原因是什么 不就是因为 不敢踏入羽化洞天吗 四大仙门的总部 都在自己的洞天世界之中 每个洞天之内 都有仙门 无数年来积累的虫虫布置 光阵法都数不清 有几万虫 甚至洞天本身 就是一尊真正仙气所化 就如同此刻 在羽化洞天之力 加持影响之下 原本不过 尾仙六转上下的羽化 仙门重护法直视 实力直接拔高到了 七转巅峰的层次 而大长老自己的实力 则是被压制了一大截 加上刚刚吃了那青年一脚 已然受创 此消彼长之下 双方的实力差距 已经不再是不可见远 在洞天之外 和四大仙门的人动手 跟在洞天之内 完全是两个概念 这也是身为 仙门最后的底牌 只要在羽化洞天之内 不夸张地说 哪怕是另外三大仙门联手 也拿不下羽化仙门 这一点 对于其他三大仙门 也是一样 怎么可能 大长老被早就在心中 憋着火的一众羽化仙门强者 揍得嗷嗷惨叫 叫声中充满了难以置信 那气息看起来 不过区区准地层次的青年 怎么可能一脚将自己踹飞 就算隐藏了修为 那青年在他看来 古灵都不超过万岁 能有多高的修为 二重天若是有这种妖孽 他怎会不知道 此时上清仙门众人 也都回过神来 惊骇的同时 看着被群殴的大长老 又是焦急 又是无奈 他们不是不想救 但他们若是也跟着进去 那就是 他们和大长老一起挨打了 远处正在出手 压制彭护法的二长老 皱起眉头 正欲出手 八卦阴阳虚空大阵内 宗主灵天的声音传出 二长老 切莫动手 先拿下那青年和徐松年 二长老目光一沉 明白灵天的意思 以自己的实力 进了羽化洞天 虽然不会被揍 但想要救出大长老 也难免要纠缠一番 不如先拿下徐松年 反正大长老看着凄惨 但也不至于真被打死 一念所至 二长老丹 手压制住彭护法 另一只手探出 抓向那诡异青年 不管对方到底是什么来路 身为九转尾先的二长老 有着绝对的信心 在这二重天内 真先不出 面对任何人 他都有一战之力 然后 只听喀巴一声 那青年直接上前一步 一把抓住了二长老伸出的手掌 然后就这么一折 二长老的手 就这么被折断了 足足愣了有一息的时间 二长老方才 踉跄着后退一步 抱着手臂发出惨叫 怎么可能 你是谁 他堂堂一个九转尾先 竟然就这么 被人折断了手掌 简直比掰干这还简单 这一刻 不管是羽化洞天内外的 所有人都惊得目瞪口呆 说不出话来 击退了大长老还好说 若是九转尾先 做到这一点并不奇怪 但随手折了二长老的手 这又是什么实力 此时不光是两大先门之人 连非洲上的徐松年 也被再次惊呆了 尽管之前 林峰已经展示过 将列昭然和魏江磊两大长老 当球拍的实力 但那都还在他接受范围内 眼下这一幕 着实超过了他 所能理解的极限 但好歹有之前的阵经 作为铺垫 此刻他最快回过神来 看向一边的八卦阴阳 虚空大阵 目光闪动 忽然开口叫道 林兄 家父现在被上清先门之人 困在这阵内 还请林兄出手相救 林峰听了 也没多想 扭头一看 便看到了远处的 八卦阴阳虚空大阵 以及阵中 显露的林天 和徐千锋等人的身影 虽说和徐松年不熟 但这人似乎还不错 刚刚还帮他们出手打架 而且 天赋似乎也是顶级 以林峰对自家师尊的了解 这人之后 多半会成为自己的寄名师弟 既然是师弟的忙 那帮一下也无不可 林峰略意私存 没有多想 就一步踏出 朝着大阵飞去 其余众人 此时方才回过神来 大阵内的林天 更是面色大变 他可是亲眼看着这青年 跟掰干着一样 把自家二长老的手 轻松折断 同为九转尾 先也有差距 身为宗主 他的实力 再还在二长老之上 但自存 即便自己也无法做到 这般轻描淡写的 压倒二长老 这青年是个什么怪物 从哪里冒出来的 不过 此时已经顾不上多想了 林峰来得极快 一眨眼 便已经到了阵法之外 一拳便朝着大阵打了过来 这八卦阴阳 虚空大阵非同小可 即便是在外面 让一位九转尾 先全力猛攻 一时半会 也很难强行攻破 但放在这诡异青年的身上 林天也不敢保证了 一旦让他打破阵法 放出徐千锋等人 可就都完了 点光火石之间 林天一咬牙 双手掐绝 奋尽全力 操纵阵法 只见八卦阴阳 煞时变换 阵法范围竟是猛然扩张 一瞬间 将还没来得及出拳的林峰 也笼罩其中 与此同时方位变换 林峰瞬间被笼罩在小世界之中 这一拳打出 直接将自身所在的小世界轰碎 但下一重小世界随即形成 再次将林峰笼罩 林峰移了一声 又打出一拳 刚刚形成的小世界 再次被轰碎 紧接着又一重小世界成形 林天嘴角掀起一丝冷笑 他看出来了 这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诡异青年 虽然实力强大 但对这座八卦阴阳虚空大阵 一窍不通 作为堪称先品的二重天第一迷阵 自然不只是这么简单就能破阵的 若是不按照特定的方位 顺序破阵 这小世界只会一重套一重 永无止境 连破了几重小世界 却依旧没能脱身 见状林峰登时皱起了眉头 抬起手来 握拳发力 准备一拳轰出 之前他为了避免造成太大破坏 一直都是收着力的 眼下他准备不再保留 全力一拳 看能否直接将整座阵法破坏 阵法中心的灵天看出这一点 眼皮一跳 心中涌起无比危险的预感 连忙沉声喝道 小子 不要轻举妄斗 于化仙门之人也在这阵法之中 你若是暴力破阵 会将它们一起卷进去 林峰文言也不得不停下手来 确实 这阵法乃是八卦阴阳方位的 一重重小世界叠加在一起 虽然都在独立的空间 但实际上距离并不算远 回想起自己在流光宗外的那一巴掌 直接扇平了数百万里山脉 要是一个掌握不好力度 把寄明失地 他爹一起扇死了怎么办 无奈之下 林峰只好收手 继续轰破一重重小世界 试图逼近阵法中心的灵天 灵天见状松了一口气 虽说对方这样的破阵法 也会让大阵的力量加快消耗 维持的时间比之前更短 但在那之前 起码能困住这来路不明的诡异青年 给外面的一众长老争取时间 同在阵中的徐千锋 见识不妙 脸色也是一尘 他看得出 以这青年的实力 只要掌握破阵之法 突破到阵中心 只在寝客之间 偏偏不得其法 反而被牵绊脚步 他想要提醒 但林天又起会不防备 他直接封闭两人所在的小世界 让徐千锋无法传音给林峰 同时开口喝道 二长老 趁现在 阵法之外的二长老 此时也已经恢复了冷静 他抱着折断的右手 脸色阴沉之极 这伤势 对于一位九转尾仙来说 其实并不严重 但他都不记得自己多少万年 不曾受过这样的伤了 精神打击更多过肉身 他眼呆怒火地 看了一眼阵法中的林峰 心知现在就是最好的机会 此仇留待日后再报 眼下还是要先趁着林峰被困 破坏非洲 擒祝徐松年 听到林天鹤声 二话不说 便转头冲向非洲 休想 只听一声怒吓 伴随着嘹亮的长鸣 彭护法展翅腾飞而来 滚开 二长老怒吓一声 完好的左手一握 虚空中 瞬间展开道道繁杂浮路 凝聚围到道光幕 万丈光芒映照大千 直接将彭护法周身笼罩 彭护法展翅奋力一搏 破碎一道道光幕 但最终还是被压制 唯一道道光幕封锁其中 二长老信手一挥 光幕带着彭护法直飞天外 此时在无人能阻拦 身为九转尾先的二长老 他煞时间逼近了非洲 一把伸手抓向船头 眼中闪过一丝冰冷之色 同一时刻 非洲之内 中卿看着远处 被困在阵法之内的林峰 摇了摇头 还是太嫩了呀 他缓缓站起身来 下一刻 众人只看见非洲之中 有一只白净的手掌伸出 一把抓住了二长老 探出的左手 然后 只听喀巴一声 二长老紧声的左手 也被掰断了 气氛凝固了一瞬间 二长老的表情 也就此凝固 仿佛时间在这一刻静止了 随后 时间恢复了流动 二长老亮腔着后退几步 看着自己折断的左手 满脸的难以置信 紧接着 众人便看到 一道人影背着手 从非洲中走出 样貌俊逸 气质飘然似仙 超凡脱俗 正是中青 船头的血尸老祖 连忙下拜 师尊 众人此时方才回想起来 方才那一脚踹飞了大长老 掰断二长老右手的青年 好像是被这邪气老头 叫做大师兄 而眼下这气质脱俗的青年 被叫做师尊 岂不是说 阵法内的灵天 以及羽化洞天入口处的 上青仙门众长老 意识到了什么 脸上的表情都僵硬了起来 下一刻 只听一声怒吼 却是双手被折断的二长老 表情扭曲 直冲向刚刚走出的中青 二长老平时都以 沉着冷静而著称 但平时越冷静的人 在破防的时候 就失智的越厉害 就比如现在的二长老 作为上青仙门二长老 同时也是门内第二强者 二长老养尊处优了无数年 哪怕是自家宗主 对他也要退让三分 放眼整个二重天 谁见到 他不是客客气气 恭敬有加 即便偶有冲突 他一出面 也都是风平浪静的解决 即便有需要动手的时候 整个二重天能与他一战的 也不超过两手之数 因此 他都不记得 自己有多少年 不曾受过伤了 而今日 却是在众目睽睽之下 两次吃扁 两只手被人像甘蔗一样 随便乱掰 这谁能受得了 如此刺激之下 二长老终于暴怒了 想也不想地 直冲中青而去 双手断折 并不能妨碍一位九转尾先发威 二长老暴怒之下 直接爆发权力 黄暴的气势迷乱于天地之间 在难以想象的恐怖先例凝聚之下 化作横贯天地千万里的光流 这光流之中 每一缕力量 都是无数规则的凝聚显化 每一寸都流淌着 毁天灭地的恐怖力量 席卷虚空 朝着中青笼罩而来 一位九转尾先的暴怒之下的权力爆发 当真是令天地日月阵战 在场众人进阶失色 在这股力量衬托之下 作为面对者的中青 连尘埃都不剩下 然后下一刻 众目睽睽之下 中青出手了 他只是简简单单地踏出一步 一只手背在身后 另一只手探出 掌心向前 轻轻一握 下一刻 千万里光流破碎 异散的力量 在天地之间狂乱四散 数百万里大地 顷刻间变得一片狼藉 而位于最中心的二长老 连哼都没哼出一声 身躯整个暴裂开来 又瞬间化为飞灰 消散在天地之间 一切气息 在转瞬间消失无踪 余花洞天内外 陷入了一片死寂 连里面正在暴打 上青仙门大长老的众人 都不由自主地停下手来 张大的嘴巴 久久难以合拢 哪怕之前两人 先后折断二长老的手 都还勉强在接受范围内 毕竟同为九转伟先 也是有强弱之分的 二长老碰到强过自己的对手 吃点亏也是正常的 但这一下 二长老暴怒之下全力爆发 方才那一击 哪怕是林天和徐千锋 也要全神贯注 拼尽全力来应对 却被这青年 仿佛捏死一只蚂蚁一样 轻而易举 连人带着招数一起捏爆了 这中间的差距 简直难以形容 真仙 这是这一刻 在所有人心中浮现的字眼 只有真仙级别的强者 才有这等恐怖的手段 但在二重天 真仙隐秘不出 已经有多久没有这等 层次的存在出手了 不等震撼中的众人反应过来 就见钟卿一步踏出 直接来到了八卦阴阳 虚空大阵之外 灵天回过神来 浑身一颤 面对一位真仙层次的强者 身为上清仙门宗主的傲气和自信 那是半点也胜不下 他顾不得许多 直接燃烧力量 拼着元气大伤 奋力催动大阵 再次变换方位 将钟卿也一起笼罩进来 只要进了大阵之中 哪怕你是真仙 也能拖得片刻 但此刻他想的 可不是困住钟卿 而是能利用阵法特性 短暂拖住钟卿的脚步 为自己和其他人 争取逃跑的机会 然而下一刻 难以置信的画面发生了 只见被笼罩在阵法中的钟卿 一步也不停 直接朝着阵法中心飞来 然后 直接无视了所在的小世界 直直地穿了出去 逼近灵天 怎么可能 灵天仿佛见了鬼一样 这八卦阴阳虚空大阵 可是他上清仙门仙祖 真仙层次的人物 所创造的仙品阵法 若非如此 他也不会有信心 能短时间拖住钟卿 然而钟卿竟是直接无视了 他拼命催动阵法 变换八卦方位 生出一重重小世界 想困住钟卿 然而 不管他怎么变换催动阵法 钟卿都完全无视 只是一个呼吸的功夫 已然来到了灵天面前 然后直接伸出手 朝着灵天抓来 这一刻 面对钟卿的手掌 无穷的死亡气息 从灵天心中浮现 身为九转巅峰尾仙 他早已修炼到 玄之右玄的境界 能够感应到 钟卿这一掌下来 自己绝对会死 在这生死存亡之际 灵天顾不得许多 只听他一声大吼 上轻大盾 虚空中 骤然浮现出一股力量 瞬间将灵天的身躯拽了进去 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 他已经消失在了原地 连气息都消失得一干二净 咦 这一下钟卿失去了目标 灯石一正 而与此同时 失去了操纵者 八卦阴阳虚空大阵 也随之崩解 凌峰以及徐千锋众人 也终于脱身 从其中飞出 凌峰直接飞到了钟卿身边 左看右看 咦 那狗东西跑哪儿去了 师尊 是被你打成灰了 钟卿摇了摇头 皱着眉头道 没有 好像是跑了 只是跑哪儿去了 前辈 他恐怕是回了上青洞天 一道带着些敬畏的声音 从耳畔传来 钟卿回头 只见羽化先门宗主徐千锋 正带着满脸重色和一丝畏惧 飞进前来 对着钟卿毅力 晚辈乃羽化先门当代宗主徐千锋 拜见前辈 多谢前辈 出手助我等脱困 钟卿随意点了点头 顺手而已 你刚刚说什么 他会上青洞天了 徐千锋点了点头 正是如此 前辈恐怕是不知道 我四大仙门都有属于自己的洞天 每一处洞天 都是一尊真仙仙器所化 而每一代宗主 都会将自身一部分神魂意志 融入这洞天仙器之中 如此身在其中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调用这仙器之力 与此同时 还能与洞天仙器形成联系 身在外之时 若是遇到生死危机 便可以勾连洞天 无视时空限制 将自身盾回洞天之中 原来如此 钟卿摸了摸下巴 这丝是跑回老窝了呀 徐千锋嘴角抽了抽 老窝说的有些不好听 但也是实话 钟卿又有些好奇地问道 那你刚刚被关在里面 为什么不用这招 徐千锋摇头道 真仙仙器之力强大无比 动用起来自然不是没有代价 我等说到底不过伪仙修为 即便是九转巅峰 和真仙的差距也是极大 身在洞天之内还好 若是在洞天之外 强行接应仙器之力 反伤己身 所以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 我等都尽量不会动用此等手段 像是刚刚 我若是动用这一手 固然可以脱身 但也定会大伤元气 届时对上灵天 和上清仙门二长老 这两位状态完好的九转尾仙 自然不利 钟卿点了点头 那看来 他离这么老远逃回老窝 也不会好受 徐千锋点头笑道 正是如此 正好趁他并要他命 现在就去那什么上清洞天 把上清仙门给灭了吧 徐千锋的笑容 当时僵在了脸上 您说啥 钟卿还没说话 此时林峰开口道 师尊 这边还剩几个上清仙门的人呢 要怎么处理 众人这才想起 洞天门口 还堵着几位上清仙门的长老 洞天之内 还有个正在被暴走的大长老 钟卿呕了一声 轻描淡写道 现在没什么用了 就都杀了吧 旁边凑上来刚要道谢的徐松年 脸色也跟着一将 这位前辈 杀心未灭太强了吧 这可都是上清仙门的高层长老 在二重天 声名赫赫的古老强者 这一句话 说杀就杀了 比他的反应更快的是凌峰的动作 听到钟卿的话 凌峰二话不说 就点了点头 遵命 接着一个闪身 飞到了羽化洞天入口之外 此时 跟随凌天一道而来的五位 上清仙门长老之中 二长老被钟卿随手捏爆 大长老还在羽化洞天内被暴打 洞口只剩下三长老 和六长老七长老三人 他们刚刚回过神来 吓得六神无主 准备逃跑之际 凌峰闪身过来 一巴掌过去 距离最近的六长老 就直接爆了 漫天血肉 喷洒了三长老和七长老 满头满脸 则 凌峰满脸嫌弃地 看了看手掌 还是不太能掌握好力度 本来只想一巴掌 把他拍死就算了 也没想着 直接弄成这样血呼啦地 看了就倒胃口 三长老和七长老浑身一颤 前者惊呼一声 下一刻反应极快地 化作一道流光 掉头就跑 而后者则是棱在原地 似乎被吓傻了 凌峰转手对着七长老 伸直一谈 后者哼都没能哼出一声 头颅轰然炸裂 无声无息地从空中坠落 这回还好 凌峰颇为满意地点了点头 再次看向逃跑的三长老 七长老头颅炸裂的这一幕 也落在三长老眼中 他心中一颤 二话不说 爆发出燃命密法 再次加速 身影犹如一条绚丽的光带 从空中急速划过 眨眼间就已经飞出百万里之外 凌峰正要追上去 忽见一道身影 先一步闪烁到了那光带前方 二话不说 就是一拳轰出 那犹如彩虹一般绚丽的光带 瞬间就炸裂成了漫天流光 仿佛流星雨一样 洒落天地之间 八转尾仙 上清仙门三长老 就此身于 同样是死 他死得要比另外两位长老 要好看多了 但这一幕 落在在场的羽化仙门众人眼里 都还是忍不住浑身一颤 即便是见识过之前 中青出手 轻易捏爆二长老的一幕 眼下的画面 依然让他们震撼不已 二长老毕竟死前 还展现了一下自己的实力 这三位长老 却是连动手的机会都没有 若是不说 谁能想到 这可是一位八转尾仙 两位七转巅峰尾仙啊 每一位拿出去 都是跺跺脚 能让二重天斗三斗的存在 此刻却死得比一只蝼蚁 强不到哪里去 羽化洞天内的大长老健壮 也是浑身发颤 他知道 再这样下去 其他几人的下场 也会是自己的下场 生死危机之下 大长老一咬牙 大喝一声 浑身气势爆发 惊天动地 周围羽化洞天 众人神色异领 严阵以待 就在此时 只见气势勃发的大长老 毫不犹豫地双腿一曲 直接跪倒 五体投地 投降了 大长老的吼声 响彻云霄 众人 你要投降就早说啊 吓死个人 还以为你要拼命了呢 洞天外的徐千锋 此时也回过神来 颇为无语的一挥手 先将他拿下 此时他可顾不上 一个大长老了 钟卿刚刚的话 才是重点 前 前辈 您真的要去上青洞天 钟卿理所当然的一条眉 那还用说 我一直最怕麻烦 这上青仙门 就很麻烦 为了避免他们以后找我麻烦 还是灭了好 徐千锋 他很想问 您是认真的吗 就您今天展现出这战力 不光是灵天 连他们都差点下破胆了 灵天是有几个脑袋 好不容易逃回去了 还敢来找您麻烦 这是嫌自己死得不够快啊 当然 四大仙门抵运不是这般简单 但主动去对付一位 真仙级别的强者 不是吃得太撑 也干不出这个事 压下心中思绪 徐千锋开口道 前辈 此次多蒙前辈出手 救下吾尔和我语化仙门等重 此等大恩 难以为报 关于这上青仙门之事 并没有这般简单 还请前辈 先入我语化洞天一坐 听晚辈言 如何 钟卿想了想 反正也不急于这一时 他对自己的实力 到现在还没个数 谁知道 这上青仙门 会不会有什么底牌 知己知彼 多了解一下也是好的 因此便开口答应下来 徐千锋见状松了一口气 露出喜色 其余一众仙门长老 也纷纷上前来见礼道谢 一行人恭恭敬敬地 拥促着钟卿 敬了语化洞天 一路上 他也没忘了 传音询问自己儿子 到底是从哪里 带回这么一尊大神的 徐宋年此时 也终于有机会提起此事 连忙将刘光宗的事情 原原本本地跟徐千锋说了一遍 当徐千锋听到钟卿 就是那位再灵帝 疑似引起前日 那恐怖天节之人时 也不是特别意外 毕竟这次徐宋年 就是奉他命令 去灵帝寻找此人的踪迹 若不是钟卿的话 徐宋年刚好出门一趟 就能撞上这等级别的人物 也不大可能 但当徐千锋听到 徐宋年说 钟卿曾询问他师承 以及有没有兴趣 多一位师尊的时候 登石虎去一阵 心脏一紧 什么 这位前辈真是这么说的 你怎么回答的 徐宋年道 我拒绝了 徐千锋脸皮一抽 险些气晕过去 你这孽子啊 你知道 你错过了多大的机缘吗 这位前辈 分明就是有意 想要收徒啊 徐千锋痛心疾首 拜一位真仙为师 这等机会 即便是四大仙门之人 也是可遇而不可求 毕竟在如今的二重天 非特殊情况 根本就不会有真仙常驻 哪怕四大仙门的老祖也是一样 若非如此 临天岂敢带着几个长老 就上来读语化洞天的门 徐宋年文言也颇为尴尬 这怎么能怪他 当时他也不知道 钟卿竟然是真仙大能 对方上来就眉头莫尾地问他 想不想多个师父 是个正常人都不会答应的 但徐千锋目光一转 心中一动 不对 还有机会 宋年 待会你且看好了 一行人将钟卿请到 语化仙门大殿之中 上座主位坐下 而徐千锋亲自在旁坐陪 下令命洞天之内大小人物 集体前来参拜真仙 一时间 整个羽化洞天上下 万千伟仙 数不尽的大地强者 浩浩荡荡地汇聚在主殿之中 堪称万仙群集 一同朝着钟卿下拜 才拜到一半 他们才尴尬地发现 都不知道钟卿如何称虎 徐千锋也发觉这个问题 脸色一将 连忙传音给徐松年询问 徐松年反应过来 赶忙道 父亲 这位前辈名为钟卿 徐千锋得知之后 马上传音殿内众人 一时间 万仙俯首 拜剑中仙人 上万名伟仙强者 同时下拜的画面 放眼整个二重天 恐怕也没有几人见识过 林峰和杜浩还好 雪狮老祖站在旁边 也跟着狐假虎威 享受了一把万仙参拜的感觉 身为邪修 他也就在灵地还有修威名 放眼整个二重天 什么都不是 而如今这殿下万仙中 比他强的数都数不过来 全都是他以往 见到了都只能退避三社 而仰望的大人物 如今却全都在自己面前俯首 这等刺激 让雪狮老祖感觉自己 就要当场飞升 成就真仙了 跟了这个师尊 老祖这辈子 算是值了 雪狮老祖心中暗道 还好之前面对那 上清仙门邓仲的时候 他没怂 否则就没机会 见到今天这一幕了 而中清面上不动声色 心情却也有些复杂 你说他一个 刚刚突破没几天的大地 怎么就被一堆伪仙叫 仙人了呢 但是又一想到 自己突破一个大地 都折腾得要死要活 真突破到仙人 不知道还得哪年哪月 光是想想就头疼 就在此时 旁边徐千锋凑了上来 前辈 您对我语化仙门有大恩 奈何门小博寡 无以为报 实在惭愧 我们那如今人才凋毙 也就是晚辈着犬子 还有几分天赋 若是前辈不弃 就让犬子拜前辈为师 代表我语化仙门 尽心侍奉 以表恩情 中清文言 眼睛一亮 好啊 徒弟越多越好 尤其是天赋高的 这徐松年 都是六转巅峰了 若是突破的话 只不定能抵得上 几百个大地 因此他也没有多想 直接点了点头 你儿子也确实为人不错 还算和我心意 既然如此 听到这里 徐千锋已经是喜上眉梢 接着 中清就是一句 既然如此 可愿做我的寄明弟子 徐千锋笑容一僵 寄明弟子 他还以为能混个真传呢 当然身为仙门宗主 他自然不是那不识相的人 寄明弟子 就寄明弟子吧 总归是拜师了 于是连忙给一边 还没反应过来的徐松年 使了个眼色 一边徐松年浑身一震 马上反应过来 连忙上前下摆 徒儿见过师尊 中清点了点头 露出满意的神色 今日 你表现还不错 这两件 就当做你的拜师力吧 话音落下 他信手一抬 一柄散发着 七彩光芒的玉如意 和一本满是古朴沧桑气息的秘籍 就出现在众人面前 徐千锋一瞬间就看直了眼 准仙妾 还有这是 他语化仙门 作为二重天霸主 四大仙门之一 可不是灵帝那些 没见识的土包子 底蕴深厚 但饶是如此 徐千锋也还是被惊得不轻 这玉如意从气息看来 乃是最顶尖的准仙气 甚至堪比之前 灵天所用出的 那八卦阴阳虚空大阵的阵盘 光是这也就罢了 以语化仙门的底蕴 准仙气虽然珍贵 但也不是拿不出来 那功法散发的气息 和他语化仙门 一脉至高传承 极为相似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 这多半是一本 真仙级别的功法 要知道他们 语化仙门的真仙传承 可是只有历代宗主 才能修行的 因此 哪怕徐松年身为少宗主 在继承位置之前 也没有资格接触 哪怕是语化仙门宗主 徐千锋也是被 此刻忠卿的大手笔震惊了 这么豪横的吗 就收个记名弟子 顶级准仙气 和真仙功法说送就送 话说拜师礼 不是应该送给师父的吗 还有送弟子的 既名弟子尚且如此 那真传弟子得是什么待遇 他想起来 之前随手折断 二长老首长 一巴掌 一个上清先门长老的 林峰和杜浩 也多少理解了 徐松年叩谢中卿恩赐之后 也是有些战战兢兢地 收下了两件拜师礼 用神念略一翻阅 哪本功法 他就身躯一阵 有了这本功法 他甚至有信心 在一年之内突破关卡 成就七转尾先 一瞬间 徐松年也有些后悔了 他和老爹徐千锋 都产生了同一个想法 若是之前在刘光宗就答应 会不会能被这位前辈 收为真传 光是想到这一点 父子俩就有些痛心疾首 徐千锋父子当然想不到 中卿的真传弟子 可不是随便收的 就算徐松年当场答应 也只能是个既名弟子 当然 天赋高实力强的弟子 就算是既名弟子 跟着中卿的前途 也一样是不可限量 反正现在徐松年 已经感受到了这一点 若是原本按部就班 接触到羽化仙门的至高传承 届时 他至少也是八转尾仙了 哪里比得上 从现在就开始修炼真仙级功法 再次拜谢过恩师之后 徐千锋挥退了群仙 神色也逐渐严肃起来 其实在从徐松年口中得知 他在刘光宗的遭遇之后 徐千锋多少已经猜到了一些前因后果 同为四大仙门 虽然彼此也都有竞争摩擦 但上清仙门 也不至于无缘无故就来找麻烦 再说 他派徐松年去灵地查探 引发雷洁之人 是临时起义 上清仙门 怎么就恰好能在刘光宗 赌到徐松年 而中清又恰好在刘光宗 结合着其中种种 他猜测 多半真正和上清仙门 起了冲突的是 这位中清仙人 而他们羽化仙门 只是恰逢其会被卷入其中 但即便是想到了这一点 徐千锋也没有丝毫问罪的想法 反而做好准备 直接将这事揽下来 原因很简单 首先敢不敢向中清问罪 就是个问题 其次这是就算是个乌龙 恰好将他们羽化仙门卷入 但是说到头来 他们其实毫无损失 这一场大战打下来 羽化仙门没有一人死伤 反倒是上清仙门损伤惨重 四大仙门都传承悠久 表面虽然井水不犯河水 甚至还有合作 但私底下也不知道 有多少摩擦和争斗 上清仙门倒霉 其他三家只会乐见其成 更无论对羽化仙门来说 这可是送上门来的机缘 能和一位将士真仙 搞好关系的机会可不多得 四大仙门虽然都有真仙传承 但二重天情况特殊 很少有真仙能在此仙身 一位能在二重天自由行走的真仙 意味着能掌控此地的大局 何况这位真仙还豪气无比 一出手就是准仙器和真仙级功法 简直就是天大的造化 这般种种之下 那点误会缘由已经根本不重要 重要的是 现在如何跟这位中仙人打好关系 恭敬走到中清坐前 徐千锋先是义礼 随即开口道 中前辈 可是要去灭那上清仙门 中清点了点头 是有这个想法 徐千锋沉声道 还请前辈三思 灭上清仙门 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那灵天确实不难对付 但上清仙门无数年来的底蕴 可不只是一个灵天而已 正如晚辈之前所说 四大仙门总部所在的洞天 都是仙气所化 而且还不是一般的仙气 乃是大品仙气 大品仙气 中清一正 他在系统迁道 倒是送过一堆仙气 其中似乎也有些比较特殊的 不过他也没仔细看 全都料一块了 是以对仙气品质的划分 也并不了解 是 徐千锋倒是没想多少 继续说了下去 真仙仙气 在我二重天都寥寥无几 是以知道的人不多 不过中前辈自然是知道 仙气中最强大的 乃是制高仙气 例如形成一重天的凤天殿 瓷等宝物 几乎超出了想象之外 都是远古时期留下的质宝 而仅次于制高仙气的 便是大品仙气 虽不如制高仙气那般 相当于一个大世界 远超外界的修行圣地 只是因为在其中 仙无规则法则更加简单 这都是我等仙门的真仙老祖 所留下的福泽 中卿看似平静地点了点头 一点没表现出 自己其实对此一无所知 徐千锋自然也不会认为 一位真仙不知道这些 所以其实更多是在 顺带向自家儿子 阐述这些事情 像是如灵天和晚辈这般宗主 都会将自己的一部分神魂 融合其中 如此一来 可调用一部分洞天仙气之力 徐千锋继续道 身在洞天内部的时候 这种加成会达到最大 而负面作用被降低到最小 不夸张地说 哪怕是晚辈这等九转尾仙 身在洞天之内 若是不惜代价 全力引动仙气之力 甚至能爆发出堪比真仙的力量 而外人在洞天内 则会被压制 这一点之前 那上清仙门的大长老 已经展现过了 若在上清洞天内 由灵天亲自引动 差距只会更大 因此 就算前辈身为真仙 神通无量 要在上清洞天内 覆灭上清仙门 也绝非易事 况且灭四大仙门 千扯可不小 说到这里 徐千锋小心翼翼地看向中清 前辈看起来 也是我人族之属 既是我人族真仙 想必也是从那个地方来的吧 既是如此 也该知道 我四大仙门 都有真仙老祖同在上见 虽说那里极少插手二重天之事 但前辈若是灭了上清仙门 对方老祖说不得 也不会坐视不理 所以此事 还请三思 那个地方 中清仙是一正 没明白徐千锋的话 不过他听懂了后面那句 你的意思是说 我要是去灭了上清仙门 他们在上级的真仙老祖 可能会出手是吧 徐千锋点了点头 正是此理 中清摸着下巴 对一边凌峰道 所以你看 为师就是讨厌这种事 打了小的来了老的 没完没了 凌峰抽了抽嘴角 心道师尊你 恐怕没资格说这话吧 但紧接着 中清看向徐千锋 那什么上清仙门的真仙老祖 还有没有什么老老祖 或者大老祖了 徐千锋闻言嘴角一抽 摇了摇头 这倒是不曾听说 我等仙门真仙老祖 都是无数年前的人物 比他们更古老的存在 恐怕都是 这中州形成之前了 那个时期的人物 如今早已销声匿迹 那就好 中清点了点头 那么就是说 我灭了上清仙门 等他们那个真仙老祖来了 再把他也宰了 这是就算彻底完了是吧 这话说的徐千锋眼皮直跳 这位中清前辈 看着年轻和气 这杀气 是不是有点重啊 上清仙门还没灭呢 这都惦记着 要宰了人家真仙老祖了 多大仇啊 若不是对方之前 展现过那等手段 换一个人来说这话 徐千锋只会当他脑子进水 但这话 从中清口中说出来 就有点吓人了 说实话 虽然看上清仙门不爽 但他都不敢想象 四大仙门之一覆灭 会在二重天 掀起怎样的波澜 徐千锋刚想继续劝解 就见中清似乎下定了决心一般 直接站起身来 择日不如撞日 就今天吧 来 徒儿 上清洞天怎么走 给为师尹个路 花音落下 只见中清身影一闪 直接消失在了原地 连带着一旁的林峰和杜浩 以及写师老祖 甚至还有徐千锋身边的徐松年 都一起消失了 只留下徐千锋 在原地猛了好一会 才反应过来 灯石面色大变 想都不用想 就知道 中清肯定是去上清仙门了 这一去可不得了 无论结果如何 真仙级别的战斗 都定然会在二重天 引起轩然大波 而且 羽化仙门已经卷入此事 若是最后真影的上清仙门 真仙老祖下界 他们也脱不开干系 思前想后之下 徐千锋一咬牙 转身走入了主殿之后 羽化洞天最深处 一处只有宗主 才有资格进入的秘境之中 赫然可见 一座盘绕九龙的清玉祭台 徐千锋来到祭台之前 双手掐绝 变换出一道道悬傲莫测 蕴含着大道气息的印法 打入祭台之中 而其上满步的纹路 以连台之行盘缠交错 龙口张开 喷吐出道道霞光 这九道霞光融汇在一起 最终形成了一道影子 尽管只能看出 一道模糊不清的人影 但其中 弥漫散发出 无边浩瀚的恐怖气息 令人观之都不由的心生敬畏 忍不住便要拜服称颂 是下界徒孙 在呼唤本座 这声音乍一听分不清男女老少 蕴含着一种奇特的韵律 超凡脱俗 徐千锋浑身一震 直接顺势跪倒在地 行大礼 羽化仙门第十二代宗主徐千锋 拜劫老祖圣尊 那模糊人影微微点头 呼唤本座有何事 若本座不曾记错 你继位十二代宗主 还未有百万年 应当还远不到退位更替之事 是一重天出了什么事 徐千锋赶忙道 回老祖并非一重天 而是我二重天之事 前日 他将关于中青之事一一道来 听完之后 那模糊人影沉默了片刻之后 方才开口问道 你方才说 那年轻人展露出来的修为气息 还只是大地层次 可是真的 徐千锋闻言一正 点了点头 岂敢蒙骗老祖 话音落下的瞬间 那模糊人影浑身一震 下一刻 身影骤然如同水面一般波动起来 眼见着就要消失 徐千锋一惊 这老祖怎么没说两句话 就要走了 就算对二重天之事不关心 好歹也给个表态吧 但下一刻 那身影彻底消失之前 丢下的一句话 却让徐千锋傻了眼 本座即刻下见 你立刻带人赶往上倾动天 可动用羽化仙气之力 务必不能让那人出什么闪失 话音落下的同时 一道蕴含着无边玄傲气息的光芒 骤然从祭台上射出 没入了徐千锋的体内 徐千锋浑身一震 这是 仙力 这可不是伟仙所具的仙力 而是由到果之力升华而来 真正的真仙仙力 联系到老祖消失前的话 徐千锋反应过来 他们之所以动用动天仙气的力量 会反噬己身 正是因为本身身为伟仙 没有真仙仙力 自然难以承受大品仙气之力入体的负担 现在有这一道仙力入体 虽然他无法调动 用来增幅本身实力 却可以以致来承受动天之力 在这道仙力消失之前 他可以无限制地动用羽化动天之力 想明白这一点的同时 徐千锋也是心中震撼 要知道 他刚刚只是通过祭台 勾连到了身在上界羽化仙门真仙老祖 对方和二重天 还指不定隔着几重呢 跨越界线 直接传递仙力 势必消耗极大 而能让老祖第一时间下界 甚至不惜损耗传递仙力 让徐千锋动用动天之力帮助中清 那位中清前辈 到底是什么身份 竟然让老祖如此重视 要知道 上界对二重天并不关心 四大仙门 说是上界真仙传承 实际上几十万年都未必能联系一次 哪怕是羽化仙门即将覆灭 估计老祖都不会这般着急 此事定然非同小可 徐千锋神色凝重 匆匆起身离去 而与此同时 波兰在二重天才刚刚展开 虽说羽化洞天内的人不会外传消息 但先前洞天入口一战 惊天动地 动静根本掩饰不住 仙门之间激烈正面对抗 如今的二重天百万年 也不见得能碰上一次 各大势力又岂能不关心 当然最为关注的 自然还是另外两大仙门 这也是理所当然 总共就四大仙门 另外两个直接干起来了 他们还一无所知 这谁能做得住 造化仙门和太清仙门 第一时间就用尽手段打探情报 很快就得到了一个 令他们震撼无比的消息 上清仙门宗主灵天 带领一众长老 亲自打上羽化洞天 甚至连门内 至宝八卦阴阳虚空大阵都动用了 而最终结果 竟是上清仙门损失惨重 据说有好几位长老生死 而宗主灵天 逃回上清洞天之内 据说这其中 有并非羽化仙门的神秘强者出手 方有此结果 还不等他们 从这消息的震撼之中回过神来 又一个重磅消息传来 就在刚刚 羽化仙门宗主徐千锋 率领门内整整十位长老 数十位护法强者 离开了羽化洞天 几乎是精锐进出 甚至大名鼎鼎的羽化仙舟都出动了 乘在一众强者 赶往的方向 正是上清洞天 一时间 整个二重天都为之震动 好家伙 这两大仙门 是真的要全面开战啊 先是灵天带人 打上羽化洞天吃了大亏 现在羽化洞天 要直接打回去了 这等劲爆的消息忽然传来 震得不少人 都是头晕眼花 甚至惶恐不已 四大仙门 在二重天 是何等存在 这等庞然大物对撞 中间又不知道要波及多少 据说数百万年前 造化仙门和上清仙门 就曾经正面开战过一次 打了整整三千年 把小半个二重天 都打成了废墟 死伤无辜生灵 何止一万 最后还是另外两大仙门 介入调停 据说还有上界力量干涉 方才止住 即便如此 双方死伤的 也大多数是中低层 高层长老级别损伤有限 而这次据说 一上来就死了好几个长老 这要是打起来 怕是每个上万年 都停不下来 造化仙门和太清仙门 震惊之余 也是无比困惑 二重天看似势力无数 实际上真正的主人 只有四大仙门 无数年来 早已形成平衡 彼此都知根知底 绝不会轻易动手 结果羽化仙门和上清仙门 这一天不到的功夫 就已经要全面开战了 一点预兆都没有啊 此刻他们 只想问一句 发生什么事了 二重天之东 造化洞天之中 宗主 你怎么看此事 造化仙门大护法 沉申开口道 在他面前 造化仙门当代宗主 遵天于沉映了片刻 方才开口 依照我对林天的了解 此人十分谨慎 若无十分把握 绝不会轻易与人开战 徐千锋更是向来 以守城为主 极少会主动出击 能让这两人 不顾后果撕破脸面 恐怕是牵扯到 什么惊天隐秘 大护法点了点头 宗主言之有理 既然如此 我造化仙门 该如何处置 遵天于摇了摇头 不可轻动 也不可不动 稍后本座便亲自出马 赶往上清洞天探查情况 大护法 你与诸位长老 留守在造化洞天内 集结人手 做好准备 一旦收到本座的指示 便立刻全员出发 大护法点头应是 遵命 同一时刻 太清仙门洞天之内 宗主派出打探之人打听道 上清仙门这一战 陨落了好几位长老 其二长老身为九转尾仙 也难逃一死 太清大长老满脸严肃 宗主想必也明白 这意味着什么 在他对面盘坐 满头乌黑长发披散 外貌看起来 如同妙龄少女一般的 太清仙门宗主点了点头 用如银铃般的悦耳声音开口道 上清仙门 出动了足足两位九转尾仙 却一死一逃 即便我太清仙门 在洞天之外 也极难做到这一点 不管羽化仙门和上清仙门 是因何而开战 其间恐怕都涉及到 真仙级别的存在 不管是真仙下戒 还是其他什么 定然都非同小可 大长老 你我说不得的走上一趟了 大长老严肃点头 乐意奉陪 另一面 九霄云宗总部山门之中 师尊 你这是要去上清仙门吗 也带上徒儿一起吧 少女灵月闪亮的双眼中 带着一丝兴奋和好奇 摇晃着自家师尊 也就是九霄云宗 当代宗主孟古军的手臂 虽然眼底带着忧色 但面对这个 自己最为宠爱的弟子之时 孟古军还是将忧虑掩饰起来 点了点少女的额头 胡闹 这种事情 是你能掺和的吗 四大仙门之中 上清仙门的势力范围 与我九霄云宗接壤 若是上清仙门和羽化仙门 当真全面开战 我九霄云宗很可能被卷入其中 一不留神 就会粉身碎骨 此等大事 起同而谢 所以 为师这一次去 是要打探清楚局势 若是当真不妙 届时我整个九霄云宗说不得 都要搬迁避祸 哪有心思顾得上你 灵玉儿虽然少女烂漫 但也并非不识大体 文言便不再纠缠 那徒儿不去了 师尊你可一定要小心啊 孟古军眼中闪过一丝宠蜜之色 摸了摸灵玉儿的头发 放心吧 以为师的实力 再怎么说 自保也绰绰有余 你便在宗内安心修炼 等到孟古军离开之后 看着师尊离去的方向 灵玉儿眼中的神色 逐渐转为担忧 刘伯 这次当真有那么危险吗 他身侧 一道老者身影浮现 正是先前随他一道 前往灵地的刘念 前些日子 刘念回到刘光宗内之后 便用中卿赐予的造化丹 成功治好了自己的儿子刘云的伤势 多年夙愿得偿 刘念老泪纵横 执念一消 海阔天空 原本停留在四转巅峰的修为 竟然就此 直入了五转之境 心知这一切都是中卿所赐 和儿子聚首数日后 他正准备依照之前诺言回刘光宗 便出了这等大事 听到灵玉儿的话 刘念摇了摇头 轻轻一叹 圣女 众所周知 我九霄云宗乃是二重天 仅次于四大仙门的强大存在 但这一上一下 差距也是天壤之别 宗主大人身为八转伟先 正常情况下 放眼二重天都足以横行 但这是在不涉及四大仙门的情况下 四大仙门内 都有不止一位八转伟先 甚至有九转级别 最为接近真仙的存在 而这次两大仙门大战 老夫便听闻 甚至有九转陨落 可见必定影响无穷 所以宗主才要冒着风险前往打探 因为两尊庞然大物的碰撞 定会波及整个二重天 覆巢之下 安有婉软 灵玉儿被齿轻咬红唇 片刻后开口道 师尊待我恩重如山 如今遭逢危机 难道我就不能为宗门 做些什么的留念叹道 圣女 老夫明白你的心思 老夫相信 以圣女你的天赋 将来定然能突破八转 甚至更高层次 超越如今的宗主大人 届时定有能力 带我九霄云宗更上一层楼 但那不是现在 能插手此事的 只有宗主 乃至 说到这里 留念忽然神情一变 灵玉儿敏锐地捕捉到了留念的表情变化 连忙问道 刘伯 你想说什么 留念想到什么 精神一振 老夫刚刚想说 除非是宗主 乃至老夫前不久拜下的师尊那等人物 才有资格插手此事 灵玉儿大眼睛一亮 刘伯 你说的是那人 留念点了点头 正是 老夫我虽然拜师不久 但也能看得出来 我那位师尊神秘非常 能赐下仙气给弟子 更能随手赐下造化丹这等宝物 闻所未闻 其来历 至少也是和宗主同层存在的存在 说不定还在我九霄云宗之上 圣女 你若是有心帮宗主一把 不如和老夫一起回流光宗 师尊宅心人厚 又由我等在中间牵线搭桥 若能让师尊和我九霄云宗联手 与宗主互相照应 即便这二重天大乱 我等也有自保之力 灵玉儿乌黑大眼睛浮现出神采来 用力点了点头 刘伯 你说的有道理 我们赶紧出发吧 一老一少再次瞒着宗内众人 悄悄离开了宗门 赶往灵地 留念此时已经是五转尾先 速度比之此前更快许多 不消半日的功夫 便带着灵玉儿赶回了流光宗中 守卫也认得 这个几日前拜师的寄名弟子 没有阻拦便放他进入 心急之下 刘念也没有多坐停留 直接变上了浮云岭 在院门之外便高声开口 弟子刘念回归 特来拜见师尊 有钥匙相扁 但门内却没有传来中青的声音 而是另一个有些陌生的年轻声音 师尊现在不在 你进来吧 师尊不在 刘念一正 连忙带着灵玉儿进入门内 果然不见中青的声音 方才回话的是一名正在打坐修炼的青年人 刘念虽然对刘光宗并不熟悉 但却也认得出 此人乃是师尊中青坐下的真传弟子之一 苏叶 虽说这青年外表看起来十分稚嫩 修为甚至只有尊者静 但毕竟是真传弟子 刘念不敢怠慢 连忙行礼 见过苏师兄 敢问师尊在何处 弟子这次回来 有一件紧急大事 需要禀报 苏叶笑了起来 师尊在这能有什么大事 不过你来得不巧 师尊刚走没多久 好像是去了那个什么仙门 上青还是与什么来着 要是二重天本地人 比如刘光宗诸人 自然不会连上青仙门 和羽化仙门都分不清楚 但苏叶可是下界土著 对他来说 这个仙门那个仙门 也没多大区别 而中青才离开不到两天 自然也算是刚走没多久 刘念听了却是浑身一震 是了 这等大事 师尊自然也是听说了 此刻多半是和宗主一样 前往上青仙门查探情况了 他转头对灵院道 圣女 事不宜迟 咱们也敢去上青仙门吧 一老一少顾不上许多 对着苏叶再次一礼 随即匆匆告退 看着两人离去 苏叶挠了挠后脑勺 查探情况 师尊好像说的是 要去灭了那个什么上青仙门啊 算了 反正师尊出手 没什么两样 修炼修炼 苏叶念叨了几句 再次进入了修炼之中 凌峰和杜昊都被师尊灌顶 他可是羡慕得很 不过听大师兄说 接受师尊灌顶 至少也要至尊静 他距离突破至尊还差一步 只能拼命修炼了 随着消息传开 二重天内 各方反应不同 有惊骇 有惶恐 但无论如何 如九霄云宗这般 几乎所有三星以上大势力的目光 都汇聚到了上青仙门的方向 也不知有多少 如九霄云宗孟古军这般 怀揣不安 敢往上青仙门一探究竟之人 而在这万众瞩目之中 率先到达上青洞天门口的 乃是一柄巨大无比的飞剑 正是中青的剑来非洲 师尊 此处便是上青洞天入口了 刚成为继名弟子的徐松年 还有些不大顺口地叫着师尊 指向前方 却见他们面前 重重无尽山河之巅 乃是漫天彩云盘绕 霞光万千 而彩云深处 则是转为散发鲜光的重重星云 汇聚为星河流转 盘绕的星河 隐隐形成一道巨大的门飞 也不知有多少万里 壮丽神圣 指过之后 徐松年猴头滚动几下 有些颤声地开口问道 师尊 真的要灭了上青仙门 作为羽化仙门少宗主 这上青洞天 他也来过几回 但他做梦也没想到 自己会有一天 是跟着来灭门的 那是当然 中青理所当然地回道 不然为师大 老远跑这一趟 来旅游不成 话音落下 他便准备一步踏出 直接进入上青洞天之内 就在此时 后方远远传来响彻天地的呼声 中前辈且慢 中青停下脚步 回头看去 却见一艘散发着无暇光辉 通体呈现一片白雨形状 大小不在剑来之下的巨型非洲 正急速赶来 不等非洲赶到 已经先有几道红光 从非洲上急速而来 落在了剑来非洲之前 却正是徐千锋 以及羽化仙门大长老等人 复剑 徐松年一喜 脱口而出 中青歪了歪头 你们怎么来了 徐千锋一脸正色 前辈对我羽化仙门有大恩 既然前辈 要对上青仙门动手 我羽化仙门又岂能不来助阵 前辈 之前晚辈曾言 仙门动天乃大品仙气 灵天在其中 可借引仙气之力 达到真仙战力 以前辈实力 自然是不惧 但那仙气 同时也会压制外来者 对前辈不利 但晚辈同样是仙门宗主 若是晚辈进入上青动天 在前辈动手之时 同时借引羽化动天之力 便可在一定程度上 抵消上青动天的压制 为前辈助力 又有我羽化仙门长老在此 可为前辈挡下那些萧小 好让前辈专心对付灵天那死 话说到这个地步 连中青都有些意外地 看了徐千锋一眼 不愧是轻生的 之前在刘光宗他们还没动手 徐松年就先上了 现在这当爹的更绝 中青前脚刚到 他直接把一家老小 都带来帮场子了 这父子两人还怪仗义 有事是真上啊 虽说这些人的实力 在中青看来也不怎么样 但他毕竟从未和真仙级别的存在交过手 并不了解这个层次的实力 同样的也不了解自己的实力 可以说不知笔也不知己 属于反面典型了 如此前提下 徐千锋所说的 能帮他抵消上青洞天的压制 说不定还真有点用处 人家既然送上门来帮忙了 中青当然是来者不拒 见中青没有拒绝 徐千锋也是心中一喜 作为羽化仙门宗主 平时可谓是这二重天 最大的掌权者之一 徐千锋自然考虑的 更多是出于宗门的利益 虽说和上青仙门 本身没什么不死不休的大仇恨 但二重天 总共就这么大地盘这么多资源 你多吃一口 别人就少吃一口 四大仙门少一个 并自然也就变多了 对羽化仙门有意无害 这是好处之一 其二就是 这位中青仙人实力强大 来历不俗 连身在上界的真仙老祖 听说了他的事 都被惊动直接下界 能和他打好关系 百利而无遗害 当然 除了好处之外 还需要考虑风险 这也是徐千锋 直接拉上宗门众多强者 倾巢而出 来助阵的直接原因 这位中前辈 自身就是仙人级别的存在 若是再加上他们羽化仙门 要说灭了上青仙门 并不是不可能 最重要的是 他已经知道 自家真仙老祖 马上就要下界赶来了 就算中青自己不行 再加上自家老祖 两位真仙还能灭不了一个上青洞天 再不及灭不了 上青洞天 恐怕也元气大伤 自顾不暇之下 哪有余裕去报复羽化仙门 有大好处 又有足够的把握 风险在可控范围内 这等机会 若是不去抓住 他也就不配当着宗主了 当下 为了在中青面前表现 徐千锋直接一声令下 登使羽化仙舟之上 羽化仙门数十位长老护法 堪称数百万年来 最强的豪华阵容 齐刷刷飞起 以强大无比的气势 率先朝着上青洞天入口 徐徐压去 徐千锋有足够的信心 如今上青仙门元气大伤 即便身在上青洞天内 对方有力量加持 但自己也可以接引羽化 洞天之力抵消压制 没有被压制的情况下 他羽化仙门重强者 足以应付上青仙门残余力量 同一时刻 上青洞天内 总部大殿之中 原本上青仙门足足十几位长老 此刻已经只剩下了不到五位 包括去刘光宗的烈昭然 和魏江雷 这次和灵天一起离开 上青洞天的七位长老 一个都没有回来 而除了之前 失现在羽化洞天内的大长老之外 其他六位长老的魂牌 都已经破碎 下场可想而知 再加上之前死在刘光宗的邓仲 此时上青仙门 已经损失了八位长老 其中还包括实力最强 境界在八转之上的 大长老二长老和三长老 这可谓是上青仙门 数百万年来损失 最为惨重的一次 但灵天此时已经顾不上心痛了 身为九转伟仙 又是洞天之主 他一眼就能看见 上青洞天外面的情形 眼见羽化仙门 众人气势汹汹地压迫而来 灵天苍白的脸上 就难以遏制地浮现出怒意来 该死的羽化仙门 竟然如此穷追猛打 半点余地都不留 他倒是忘了 是自己先带着几位长老上 羽化洞天去堵门 还让烈昭然二人 擒拿徐松年的 不过 眼下已经不是追究 谁对谁错的时候了 毫无疑问 此刻就是上青仙门 在二重天立足以来 至今最危险的时刻 已然是生死关头 都不说羽化仙门如此架势 就说他可以清晰地看见 那践行非洲上的 那名青年的身影 对方这架势 显然不是小打小闹 就是冲着灭门来的 回想起之前在羽化洞天外 中青出手之时 那恐怖的死亡气息 灵天本就毫无血色的脸 更加苍白了几分 要看了看 已经逼近洞天入口的 羽化仙门众人 灵天咬了咬牙 眼中浮现出一丝很利之色 这可都是你们逼我的 洞天入口之外 当羽化仙门众人 眼见着就要逼近入口之时 骤然间 却见一道道身影 从上青洞天入口之处飞出 为首数人 徐千锋一眼认出 乃是上青洞天八长老 十长老 十一长老 以及大护法 二护法等上青仙门长老之外的 顶级强者 但他随即不屑一笑 前几位实力最强的长老 都已经身语 以他对上青仙门的了解 剩下的这些长老护法 实力最高也才七转尾仙 而他们羽化仙门带头的 就有三位八转尾仙 七转尾仙 更有十几位 双方实力根本不成正比 然双方交手的瞬间 徐千锋面色微变 只见这些人浑身上下 爆发出震动虚空的强大气势 赫然都是七转尾仙之上的存在 而为首的几位长老 更是都已经达到了 八转巅峰的层次 交手片刻 竟是他羽化仙门的人 落在了下风 怎么可能 他们怎么忽然变强了这么多 徐千锋难以置信 是动天之力加持 不对 明明是在动天之外 他们又非宗主 怎可能被加持 但他毕竟眼界非常 这熟悉的气息 这些人身上 果然都有上青洞天的仙气之力 只是浓郁的有些不正常 这是 徐千锋想到什么 面色陡然一变 一旁徐松年开口问道 父亲 你看出什么了 徐千锋脸色难看 还带着些震惊之色 灵天他 竟然用了这等手段 这些人都被灵天 用上青洞天仙气之力练化了 这话一出 钟青倒是有些好奇 仙气还能练化人呢 徐千锋摇了摇头 正常情况下 自然是不能的 但上青洞天是大品仙气 其力量层次远高于尾仙 可以在某种程度上 反过来用仙力炼化人区 但人终究不是法宝器物 人区是经不起这等炼化的 强行炼化 仙力侵蚀身躯 用不了太长时间便会崩坏 但是在他们死前 被炼化的身躯 可以达到类似洞天之主的效果 承受更多仙气之力 并且可以在洞天之外得到加持 这就是他们突然实力暴涨的原因 听到徐千锋之语 别说是徐松年 就是一边的林峰渡号两人 也有些震撼 如此说来 这些人都活不了多久了 徐千锋缓缓点头 不错 看来林天是真的要拼命了 话虽如此 他倒也能理解林天的选择 反正不拼命也是死 拼命也是死 换做他自己面对这种情况 恐怕也会做出一样的举动 但他不理解的是 林天利用上清洞天之力 炼化这些人之后 为何要派他们出来营地 同样是被炼化之后的身躯 在洞天之内受到的加成也会更大 引他们进入洞天后 再拼杀起飞优势更大 思索片刻之后 徐千锋浑身一震 不是不想是不能 只怕林天现在是在洞天内做什么布置 所以 在完成之前 不能让我们在洞天内开战 以免被打断 他都拼命到这等程度了 索图定然不小 不能让他得逞 想到此处 徐千锋低贺一声 开口法令 诸位结成羽化破仙大战 务必要以最快的速度 打进上清洞天 其实 请中清或者他两位弟子出手的话 解决这些人并不难 但如此一来 徐千锋和羽化仙门众人 想要在中清面前表现的打算 自然就告吹了 徐千锋很明白 以中清师徒的实力 除了自己能接引羽化洞天之力 可能派得上点用场之外 其他人其实用处不大 因此比起实力 更重要的是态度 你是来帮忙的 不是来战场子 喝彩加油的 考试题可以不会做 但是翻卷子的声音一定要响 所以 徐千锋没有开口 而是决议 用羽化仙门自己的力量 打进上清洞天 为中清等人开路 如此方显诚意 只见羽化仙门诸强者文言 迅速变换阵势 以最强的大长老为锋刃 二长老和大护法为辅 其余众人紧随其后 形成一道奇异 却充满灵力气息的战阵 整个战阵内 所有人的气息浑然一体 仿佛一柄无上神剑 只要一缕锋芒 就足以撕裂天地 穿破苍穹 伪仙九转 每一转都是不可逾越的天谴 这本是二重天 所有修行者的共识 但此刻 阵中明明实力最强者 也不过是八转巅峰的大长老 此刻这大阵本身 却散发出足以让九转尾 先都为之忌惮的恐怖锋芒 二重天霸主 四大仙门之一的手段和底蕴 也由此可见一斑 大长老一声长笑 带领羽化仙门众人 朝着前方及时突破而去 阵法加成下 强若形势登时逆转 反过来将上清仙门压制 但上清仙门众人 也都是拼尽一切力量 死死地缠住羽化仙门众人 他们被掀器炼化 本就活不了多久 此时更是汗不畏死 每一招每一世 都是拨命的打法 让羽化仙门的人 每前进一步 都要付出不小的代价 可谓举步为奸 两大仙门众多强者的敌死激斗 恐怖的气息和力量波动 震撼周遭亿万里天地 无数山河破碎 天地间回荡着毁灭的气息 打得那虚空 几乎都要崩裂 此时 闻讯而来的另外两大仙门 一上来就打得如此激烈 两大仙门 这是动了真火啊 一位三星势力的七转尾 先震撼道 这还用说 之前上清仙门 据说长老都死了好几个 他们何时吃过这种亏 又岂能善罢甘休 同行而来的另一位 白发飘飘的老者摇头道 除了他们 另外两大仙门 造化仙门和太清仙门的人 更是惊骇莫名 徐千锋能看出 上清仙门众人被炼化 他们自然也能看出来 反而更加难以理解 这才刚开始没两天 就打到拼命的地步了 这是多大仙啊 至于吗 大家同为四大仙门 共存无数年了 你们有这么大仙 我们咋不知道 难道咱之前闭关手过头了 一不小心 就过了几十万年 因为这战斗的余波实在恐怖 他们靠近到千万里之外 就不敢再靠近 只能在远处观摩着战场 你一句我一句的议论纷纷 这其中也包括 九霄云宗宗主孟古军 作为二重天内 除了四大仙门之外 公认数一数二的强者 他的身边 此刻也聚集了 好几位三星势力的 老祖级人物 他凝视着双方交战之处 面色凝重 他自诩在二重天 也算是排得上号的强者 但此刻 那交战中心点 传出的力量波动 让他都心颤不已 若是他自己置身其中 恐怕都活不了一炷香的时间 这次恐怕事情真的大条了 我九霄云宗距离最近 一旦战局扩大 定然第一个被波及 必须考虑千宗的事情了 孟古军心道 九霄云宗 号称四大仙门以外最强者 但真正和四大仙门比起来 根本不是一个层次的 此时 也已经有人注意到了 羽化仙门一方的 建来非洲 惊讶出声 快看 那艘非洲 是哪家的非洲 建来非洲和羽化仙周 明显不是一个画风的 显然不属于羽化仙门 可还有谁敢掺和 进两大仙门的斗争 在场众人都是伪先强者 眼力非凡 船头的钟卿和徐千锋父子 也很快落入他们眼中 那是何人 竟然和羽化仙门宗主 和少宗主站在一起 看起来十分年轻 难道是羽化仙门的 哪个妖孽天才 怎么可能 晚辈天才 哪有资格在这种场合 站在徐千锋身边 孟古军凝视着 那个年轻的身影 目光闪动 不知道在想什么 这一战 直接从日出打到了日落 激战一日 羽化仙门众人 距离上青洞天入口 尚有数万丈之远 放在以往 这数万丈对伪先强者来说 根本算不上距离 但现在 这数万丈却如同泥潭 他们在其中拼尽全力迈步 方能前进分寸 就在此时 战场边缘 孟古军忽然听到了 一个惊喜的声音 师尊 孟古军一回头 便见一道熟悉的窈窕身影 正朝自己冲来 不是自己的徒儿林月儿又是谁 月儿 你怎么来了 孟古军先是一惊 随即发怒 你可知 这里是什么地方 你这点修为 一不小心就灰飞烟灭了 谁带你来的 说吧 孟古军也注意到了 林月儿身后跟着的刘念 灯时脸色一沉 刘念 是你把月儿带到这里来的 你区区一个五转尾仙 竟敢带着月儿到此处来 难道你不知道 这里有多危险 你适何居心 说话之时 孟古军那属于八转尾仙的 恐怖气势 也在若隐若现 朝着刘念压迫而来 林月儿作为九霄云宗圣女 也是他唯一的清传弟子 可以说 就是未来九霄云宗的继承者 被他寄予厚望 而刘念竟然不经他同意 就擅自带着林月儿 来到这现在 可以说是整个二重天 最危险的地方 这等行为 已经触及到了 孟古军的底线 倘若 现在刘念吞吞吐吐吐 或者给出的答案 不能让他认可 他便马上会动手 直接让刘念神行俱灭 刘念自然也能感受到 这股恐怖的压迫感 心中咯噔一声 连忙开口 宗主切莫误会 老夫绝无坑害圣女之意 正相反 是为了和圣女一起 为宗主和九霄云宗 寻找一个强大的助力 好让九霄云宗 能在这场大劫之中生存下来 孟古军眉头一皱 虽说还没有完全相信刘念的话 但还是松开了压迫 转头看向林月儿 到底是怎么回事 月儿 你来说 林月儿对自家师尊何其了解 自然也感受到了 刚刚孟古军的杀意 当时翘脸一白 师尊 你不要怪罪刘老 这也是徒儿的主张 前日 我和刘老一起外出之时 碰到了一位神秘人物 说着 林月儿就将先前之事说了一遍 最后才开口道 师尊 那位中清前辈高深莫测 现在刘老已经成了 他的记名弟子 若是能借着这层关系 让那位前辈 和我九霄云宗结盟 结师尊两位之力 即便面对先门大战 也有几分自保之力 听到中清随便赐予弟子先气之时 孟古军也是一惊 但随即暗自摇头 先气哪里是这么好见的 别说他九霄云宗 就算是对于四大仙门来说 一件真正仙气 也是正门至保的存在 怎么可能拿来赐予弟子 你就问 四大仙门舍得赐给自家 哪怕高层长老仙气不 只怕是自己的傻徒弟和刘念看错了 将准仙气当做了仙气 毕竟刘念那会 也只是个四转尾仙 林月儿修为更低 从未见过真仙仙气 弄错了很正常 当然 即便是准仙气 能赐给修为 还不如刘念的弟子 这中清也确实非同反响 那造化丹 虽然自己没听说过 但既然能修复伟仙级到机神魂 也绝对是不下于准仙气级别的至保 但饶是如此 孟古军心中反而一斗丛生 这中清随便就赐予准仙气和仙丹 意图何在 刘念区区一个四转伟仙 年纪又大 天赋一般 把他卖几十次都值不到那仙丹的价值 赐予他造化丹 是图什么 真只是为了收个记名弟子 给的拜失礼 开什么玩笑 哪怕是四大仙门都没这么大方 想到此处 孟古军心中一震 若说能图谋什么 恐怕也只有他九霄云宗了 这中清多半就是知道了灵月儿的身份 想要借助灵月儿来接近九霄云宗 光是为了这一点 就付出了如此大的代价 其图谋到底是什么 孟古军简直不敢想 想到此处 他面色一变 沉声开口 那中清来历不明 善恶未明 还是不要接近了 月儿 你为宗门和为师着想的心意 为师知道了 但外面人心险恶 多的是鬼欲伎量 你切莫要轻信他人 听到孟古军的话 一旁刘念心中登时咯噔一声 知道了孟古军 只怕是不相信中清 登时大吉 他自己这么大年纪 也不是第一天行走外界 那中清若是有所图谋 凭借他的实力和手段 早在那百宗盛会 就能拿下自己 但实际上 后来他们若不是恰逢其会 遇到了中清的弟子 根本都不会有后来的事情 而且中清赐予的丹药 确确实实帮他治好了自己的儿子 在刘念看来 中清对他的莫大之恩 简直无以为报 眼见现在自家宗主 不信任师尊中清 刘念有些焦急 刚想开口说话 忽然间 旁边的林月儿指着远处 惊喜地开口叫道 刘老 你看那是谁 孟古军眉头一皱 自己这个徒儿 怎么好像根本没把 自己刚刚的那些话都听进去 刚想开口用 严厉一点的语气呵斥 确定旁边刘念也惊讶出声 那是 师尊 他怎么会在那里 孟古军一正 你师尊 他第一反应是 刘念在他九霄云宗的师尊 那是曾经宗那一位长老 不过人家都死了十万年了 怎么会在这里 但下一刻 他反应了过来 刘念说的 正是他心拜的师尊 那个中清 他下意识 顺着两人所指的方向 看了去过 接着一眼就看到了 那站在巨大践行非洲船头 那和羽化先门宗主 徐千锋父子 站在一起的青年 也正是他们这边 刚刚议论之人 是他 孟古军一正 他怎么也没想到 林月儿和刘念口中的中清 竟然就是这船头上的年轻人 真是中清前辈 他怎么会和羽化先门的人在一起 林月儿惊奇不已 孟古军则是在看到中清的那一刻 脑海中就闪过了无数条猜想 此人是羽化先门的人 不 不像 那难道 虽然不知道对方具体的来历 但是现在看样子 对方是已经参与进了羽化先门 和上清先门 的大战之中 并且直接站在了羽化先门这一边 而之前的事情 在孟古军这里 也得到了答案 此人只怕是 投靠了羽化先门 之所以想要通过林月儿他们接近自己 只怕也是为了帮羽化先门 拉拢他九霄云踪 毕竟九霄云踪是整个二重天 四大先门之外最强的势力 同时也距离上清先门最近 两宗大战 若是要拉拢其他势力 九霄云踪定然在名单守卫 虽然连一句话都还没说过 但此刻 孟古军已经自顾自的 脑补出了一整套剧情 在全盘接受了自己脑补的剧情之后 孟古军看着钟卿 脸上浮现出了一丝冷笑之意 此人真是愚蠢至极 看对方的样子 既然有资格和徐千锋父子站在一起 自然是实力不低 只怕比起他孟古军也不差 但居然投靠了羽化先门 那么结果已经可以预料到 按理说在二重天 四大先门是毋庸置疑的霸主 投靠四大先门 按理说是最好的选择 一般人苦恼的 应该是怎么才能投靠四大先门 而不是要不要 但只有孟古军这一类修行无数年 自身所占的层次极高的二重天强者 才知道四大先门的真面目 他们肆无忌惮霸占着二重天 将此处的一切都当作食粮 完全不在乎他人死活 莫要以为 投靠了四大先门 就能成为他们其中的一份子 真正能得到四大先门重视的人 只有他们自己内部培养起来的嫡系 外来之人 无论实力多高 天赋多好 也只是工具 二重天势力无数 以往也不是没有像九霄云宗这般 接近四大先门的存在 但现在却只剩下九霄云宗一个 那么其他人去哪里了 自然是早就被四大先门生吞活泼 食肝抹尽了 这中卿看似受到礼遇 能和羽化先门宗主站在一起 大战之初也没有马上被派出去 冲锋陷阵当炮灰 实际上也只是表面功夫而已 四大先门十分擅长用这种手段 获取投靠而来的强者的信任 然后一点一滴地 将对方所有的利用价值榨干 孟古军就是看过太多这样的事情 所以才一直小心翼翼地维持着九霄云宗 和四大先门都保持距离 同时在听闻大战将起的时候 也完全没有任何想法要投靠其中一家 在孟古军看来 这中卿既然已经上了羽化先门的套 那便已经是个死人 师尊 你看 那就是我们所说的中卿前辈 林月儿欣喜道 想不到中卿前辈 竟然还认识羽化先门的宗主 若是我们九霄云宗 能和中卿前辈结盟的话 这场大战定然能安然度过 孟古军摇了摇头 轻叹一声 月儿 你还是太年轻了 为了让自己天真的徒儿 更多了解一些世间险乐 孟古军将自己刚刚想到的事情 对徒儿一一说了出来 林月儿乌黑的大眼睛中 闪烁着一丝难以置信 师尊 你说的是真的 若是如此 那我们应该赶紧去提醒中卿前辈 好让他离羽化先门远一点 置身事外 说着 林月儿就要往那渐行非洲的方向冲去 孟古军见状 连忙一把拉住林月儿 万万不可 傻屠儿哟 哪里有那么简单 如今两宗大战 那中卿居然和徐千锋站在一起 说明羽化先门对他也十分重视 若是你去提醒中卿 被羽化先门发觉 便是连我九霄云宗也一并被卷入了 虽然很可惜 但是他卷入两大先门的青亚之中 结局已经注定了 孟古军叹道 你要切记这一切 当作前车之剑 林月儿似乎难以相信这一切 还在喃喃自语 怎么会 一边的留念也是神情恍惚 师尊 片刻之后 留念回过神来 眼中闪过一丝决然之色 别人也就罢了 他受忠卿师尊大恩 无以为报 又岂能在这种时候作弊上官 念及此处 他一咬牙 便朝着剑行非洲冲去 孟古军严厉的声音传来 留念 你要干什么 留念止步 回头对着孟古军拜了三拜 宗主所说之事 留念都明白 但一日为师终身为师 更何况留念承蒙师尊恩情 若不回报 无言利于天地之间 宗主放心 我留念今日起 便脱离九霄云宗 绝不会因此连累宗门 孟古军目光一宁 你 对上留念毅然决然的眼神 孟古军话语一致 片刻之后 摇了摇头 轻叹一声 不再说话 他虽然不觉得 留念能改变结果 但对方显然做好了赴死的准备 他也不打算阻拦 留念再次败了三拜 随即转身朝着非洲而去 此时其他各方势力人员 都不敢接近战场 留念孤身一人飞来 自然十分显眼 徐千锋上了剑来非洲之后 羽化非洲上 早已飞出数十名精锐自觉的守护周围 一见留念靠近 等时放出气势大喝 什么人 虽然比不上冲锋陷阵的一众强者 但光是这守护周围的羽化先门精锐 竟都是六转级别的强者 羽化先门的底蕴可见一般 留念连忙开口喝道 无奈中清大人的寄明弟子留念 还请放心 中清的寄明弟子 羽化先门众人闻言一正 随即勃然大怒 哪里来的妄人 在此胡言乱语 开什么玩笑 要知道他们羽化先门的少宗主 刚刚才被中仙人说为寄明弟子 咱家少宗主 何等天赋 年纪轻轻 已达六转巅峰 也只能当个寄明弟子 你区区一个五转尾先 还一大把年纪 这天赋放在咱们羽化先门当的直视都嫌埋态 什么档次和我家少宗主当师兄弟 感受着排山倒海一般的压迫 留念一惊 想不通自己是哪句话 惹怒了这些人 但好在他的声音 却也传到了非洲上 钟卿看上轻动天门口打了一天 正无聊 此时听到声音 回头一看 眉头一挑 咦 是你啊 你怎么来了 众首位一愣 钟仙人还真认识这人 留念一喜 连忙大叫 弟子留念 前来拜见师尊 钟卿一挥手 上来吧 眼见钟卿放话 守卫们自然不敢再拦 但看着留念的眼神 就有点古怪了 那两个年轻人 林峰和杜浩也就罢了 虽然看着境界低 但是实力夸张到 随便打九转尾先 可那同为寄名弟子的血师老祖 也就只是个普通四转尾先 现在再加上这留念 怎么好像钟仙人的寄名弟子 都不咋地啊 莫非自家少宗主的寄名弟子身份 没有想象中那么值钱 他们要是知道 钟卿麾下有上百万寄名弟子 其中甚至一大堆实力 连尊者都不到 也不知该是什么表情 上了船 留念也不免有些心惊胆战 毕竟 今日能来到战场的羽化先门强者 无不是六转以上的精英强者 此刻在自家师父身边的 更是羽化先门的宗主父子 堪称整个二重天 站在巅峰层次的人物 从未置身于如此之多 恐怖存在的包围之中 即便他们都没有刻意 释放出自己的气息 但那无意所露出的压迫 依旧是让留念有些喘不过气 但看着面前的师尊 留念还是咬了咬牙 上前一步败倒在地 弟子留念 见过师尊 钟卿点了点头 起来吧 在我们中 不需要这么多繁文入节 说话之时 这视线的主人 正是羽化先门宗主 徐千锋 九转巅峰尾先 先门之主 二重天无论实力 还是地位 都屈之可数的人物 被这等层次的存在注视 光是视线 都能让留念感受到极大的压力 徐千锋就在旁边 自己若是开口劝说师尊 说不定触怒了他 对方只要一念 就能让自己灰飞烟灭 以对方的实力 哪怕自己传音 恐怕都瞒不过齐耳 留念咬着牙开口道 师尊 徒儿有些要紧之事 想要禀报 还望师尊借步一行 中青挑了挑眉头 有什么话在这里说就是 为师听着呢 旁边徐千锋 也露出一丝微笑开口道 是啊 此处都不是外人 有什么话不能在这里说 话音落下 他还小心翼翼地 瞥了中青一眼 自己的儿子 是中青的记名弟子 所以自己这句 不是外人理论上 也没错是吧 眼见中青没什么反应 徐千锋才松了口气 脸上甚至下意识 露出些喜意 觉得成功和这位中仙人 又拉近了一些关系 肯定是我羽化仙门 众人浴血奋战起到了作用 被中仙人看在眼里了 但他脸上这一丝 若有似无的笑意 落在刘念眼中 却是让他浑身一寒 在他眼中 徐千锋这一笑 怎么看 怎么意味深长 难道对方 已经猜到了自己的来意 想来也是 堂堂羽化仙门宗主 这等人物 不知道经历过多少 又怎会看不出他这点心思 刘念心中一片冰凉 但想到师尊赐下丹药 救下自己儿子的大恩 一股热血灯石涌上心头 自己这一条性命 算得了什么 若是能提醒师尊 那么纵死也值 反正他已经脱离了九霄云宗 儿子刘云也已经痊愈 他再无其他牵挂 念及此处 刘念鼓起勇气 直接开口传音 师尊 羽化仙门绝非真心 只是想要利用您老人家 来对付上清仙门 用心险恶 您老人家可千万不能中了他们的计 他此番开口 已然是存了死至 直到自己一开口 说不定就会直接被徐千锋灭杀 因此开口之时极为迅速 一口气将心中之话全都说了出来 说完之后 方才带着一丝忐忑 一丝坦然 等待着结果的来临 然后 气氛就凝固了 这一刻 除了钟卿和几个徒弟之外 传上所有人的脸色都变了 徐千锋的表情 不出意外地发生了变化 看来自己的传音 果然没能瞒过他的耳朵 也是 一个九转 一个五转 这中间差距比人和蝼蚁还大 只要徐千锋有心 别说听到传音 恐怕就是直接看穿他脑中想法 也不是做不到 只是 让刘念有些意外的是 徐千锋此刻脸上浮现出的表情 不像是恼怒 在刘念眼中 反而看起来有些像是 惶恐 不错 就是惶恐 那位高高在上 比之他九霄云宗宗主 都还要更加恐怖的多的语化仙门之主 此刻 正满脸金黄地 看向身边的钟卿师尊 甚至好像还有些发抖 不等钟卿说什么 他便急急忙忙地开口辩驳 这 钟前辈 误会啊 这中间一定是有什么误会 你这位弟子所说 绝无此事 我徐千锋和我语化仙门 都是一片诚心为前辈效力 如今 咱们都是一家人 连我耳松年都已经拜前辈为师 我语化仙门 又岂会对前辈 你有什么恶意 还请前辈明见啊 眼见徐千锋开口辩驳 刘念一怒 刚要开口反驳 但话还没出口 就发觉了有些不对劲 徐千锋说的是啥来着 他叫自家师尊什么 钟前辈 还有什么 为前辈效力 即便身为五转尾仙的心境 刘念的大脑都在这一刻一片空白 半天没能回过神来 这局面 怎么和自己想的完全不一样 殊不知 此刻徐千锋心中已经是翻江倒海 差点气晕过去 瞎说什么玩意 什么我语化仙门就用心险恶了 什么就想要利用钟卿前辈了 当然 不能否认 他心里确实有那么一丁点 跟着钟卿把上卿仙门给灭了 对他语化仙门有极大好处的想法 但天可连剑 真的就只有那一丁点 主要还是 想要和钟卿拉关系 而且还有自家老祖的法令 徐千锋简直恨不得一巴掌 直接将眼前这胡言乱语的老东西拍死 要不是对方 似乎也是钟卿的记名弟子 他早就这么做了 偏偏这才麻烦 要是别人说这话 他和钟卿 估计都不会当回事 一笑置之也就罢了 但说话的是钟卿的弟子 这事情就大条了 万一真让钟前辈误会了 那可咋办 徐千锋手忙脚乱 口干舌燥地跟钟卿解释着 而刘念已经彻底傻眼了 这什么情况 说好的 自家师尊被语化仙门蒙骗 想要当作工具利用吗 结果这语化仙门宗主 怎么在自家师尊面前 跟个孙子似的 有这么利用的吗 就算要表现出 自己理贤下是好收买人心 也没这么收买的吧 这都快把自己脸皮 都给卖干净了 钟卿看着傻眼的刘念 和慌乱的徐千锋 反而有点想笑 他压住上阳的嘴角 开口道 刘念啊 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谁跟你说这些的 刘念回过神来 就算是再怎么不知事 也该知道 这情况和他想象的完全不同了 此时他不由的心中生起疑惑 难道孟宗主说错了 这 刘念犹豫了一下 若是说出孟古君来 显然就是连累了九霄云宗 这是他不愿意看到的 但就看现在徐千锋 对自家师尊的态度 甚至连为钟前辈笑吏都说出来了 显然和之前的猜测相去甚远 刘念也渐渐回过外来了 自家师尊 只怕是比自己想象的更加恐怖 不 恐怕其层次已经超脱想象了 否则 再怎么也不能让羽化仙门宗主这般态度 恐怕当真是自己和孟宗主误会了 徐千锋见他犹豫神色 也压住怒火 脸上露出微笑来 这位 小友 这中间有误会 只怕是有用心险恶之人 在其中挑拨离间我羽化仙门 和钟前辈的关系 你且告诉我 是谁跟你说的这些 你放心 倘若对方不是心怀恶意 本宗绝不会冤枉好人 钟卿也点了点头 说吧 见自家师尊开口 刘念这才只好将先前之事说了出来 徐千锋看似面带微笑地听着刘念的叙述 眼角却压抑不住地微微抽动 心中也不知道骂娘了几千遍 原来是孟古君 你个狗东西 竟敢如此无谬 徐千锋和我羽化仙门 简直是可忍孰不可忍 孰能忍他也忍不了 是 我承认 我们四大仙门 或许包括我羽化仙门 以前吧 确实做过一点点不那么厚道 不那么上台面的事情 但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宗门斗争嘛 谁还没用过点手段 以前是以前 现在是现在 哥们你老拿以前说是 怎么不拿你刚出生的回来说 何况也要分对象的呀 你孟古君来 和钟卿前辈来 那能是一回事吗 徐千锋已经在心里 把孟古君生死了不知道多少遍 但脸上还是要保持笑容 原来如此 看来是孟兄因为以前的事情 对我羽化仙门 有一些小小的偏见 所以才生此误会 钟前辈 我羽化仙门对您的诚心 天地可见 相信您不会被这些偏见所影响吧 钟卿听完前因后果 也是摇头失笑 说实话 虽说徐千锋父子表现得很仗义 但他从来也没觉得 对方都是什么好人 毕竟都是二重天的四大仙门 轮流收割 下界中周契运 其中也有羽化仙门一份 谁也别想往外摘 只是上卿仙门 恰好招惹到了他罢了 羽化仙门纵然有些小心思 那又何妨 单看此刻 正在上卿洞天前 浴血奋战的大长老等人就知道了 这一日下来 他们推到上卿洞天门口 也伤亡不小 但实际上 只要钟卿或者凌峰渡号出手 甚至不用一个呼吸的时间 但他还是没出手 而是站在这看了一天 就是因为他知道 这是羽化仙门做给他看的 人生在世 选择往往是最重要的 难道没了羽化仙门 他就不灭上卿仙门了 徐千锋父子 选择站在他这一边 也是他们自己的选择 加上徐松年 现在也成了他的弟子 所以 钟卿也不介意 让他们跟着自己沾点光 况且 徐千锋按照他所说 能接引洞天之力 说不定还能派上点用处 念及此处 钟卿微微一笑 无妨 我心中有数 见他神色 徐千锋这才松了一口气 钟卿也开口道 既然刚好来了 那就跟为师一起去吧 差不多是时候了 留念文言一证 师尊要去哪里 钟卿背着手 转过身 看向距离洞天入口 只剩咫尺的羽化仙门等人 淡然笑道 你以为为师在这里是干什么 当然是跟为师 去灭了上清仙门 留念浑身一震 说不出话来 在眼下战况正激烈的情况下 几乎无人敢靠近 两大仙门交战的战场 这种时候 以区区无转的修为 还敢孤身一人 冲向践行非洲的留念 显然十分引人注目 大部分人都不明所以 奇怪这么个小小无转伪先 怎么赶过去的 这边九霄云宗的师徒二人 却是心知肚明 林玉尔远远看着留念的背影 眼中闪过一丝悲戚之色 师尊 我们真的就不了刘老了吗 孟古军轻叹一声 他是自愿赴死 且不想连累宗门 倘若为师出手 或许能保他一命 但却是违背了他的本意 为师 后面的话他没说 但林玉尔心知肚明 眼圈灯石红了 两人就这么看着留念 飞到了渐行非洲之上 然后跪在了中青面前说着什么 孟古军脸色沉重 在他看来 留念只怕下一刻就会灰飞烟灭 而那中青 若是醒悟过来 就在徐千锋身边 只怕眼男脱身 但下一刻 出现的画面 却让他们大跌眼镜 只见那位在无数人眼中 高不可攀的羽化仙门宗主徐千锋 竟是露出满脸慌乱之色 对一边的青年解释着什么 那副恭敬惶恐的姿态 让很多人都看傻了眼 他们是不是在做梦 传上那个 当真是羽化仙门之主 九传伟先徐千锋 那青年到底是什么人 竟能让他露出这般姿态 更傻眼的是 梦古军师徒 林玉二看着船上的画面 乌黑的大眼睛中 闪过一丝疑惑 师父 这是不是有些不对啊 梦古军也是一脸猛逼 你问我 我问谁 难道事情和他所想的不一样 但是很快 局面就产生了新的变化 随着一声怒吓 上青洞天之前 大长老轰出一击 毁天灭地的恐怖攻击 将拦在自己面前的 上青仙门八长老轰飞 此刻 羽化仙门的队伍 和上青洞天入口之间 再无阻隔 上青仙门的防御 终于被突破了 就在此时 那巨大践行非洲之上 徐千锋身边 那青年人背着手 一步踏出 就这么在万众瞩目之下 一步步朝着 上青洞天的入口走去 而徐千锋等人 也紧随其后跟了上去 正在惊骇之间的梦古军 清晰地看见 在徐千锋起飞之前 忽然扭过头 朝着他这边 狠狠地瞪了一眼 同时他脑海中 响起了对方 恶狠狠的声音 姓梦的 你给我等着 梦古军腿一软 差点没从天上摔下来 还是一边灵月儿反应快 一把扶住了自家师尊 师尊 您怎么了 是不是有人偷袭 灵月儿见 梦古军脸色发白 翘脸上也有些惊慌 梦古军连忙拍了拍 自家徒儿的头 强作笑容 没什么 月儿 只是有些累罢了 累 灵月儿不解地眨巴着大眼睛 自家师尊 可是八转尾仙 飞在天上 还能因为累差点掉下去 难道是受到了什么诅咒手段 殊不知 对于梦古军来说 徐千锋的那一声 可比诅咒可怕多了 他心中寻思 他该不会是在恐吓我吧 梦古军当时觉得有点委屈 凭什么 上去告密的 不是留念吗 怎么留念没事 你还恐吓上我了 这时候没关系 我也就说了几句大实话而已 难道我还污蔑你 语化先门了不成 怎么污蔑的 我把你们四大先门 做过的事情说了一遍 你们做的 人家还说不得了 实力强了不起啊 嘿你还别说 实力强还真是了不起 梦古军无奈之下 摸了摸身边徒儿的头发 开口道 月儿 看来咱们九霄云踪 该考虑千宗的事情了 放眼整个二重天 被徐千锋惦记上的人 恐怕没几个还能坐得住的 他梦古军显然不在其中 只是他不由地叹息 被四大先门惦记上 他就是千宗 又能往哪里逃呢 一时间 梦古军居然产生出了一股 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无力感 只希望这次大战 能牵绊住宇化仙门的脚步 最好双方打个几万年 打个两败俱伤 这样宇化仙门 也就没这个余裕 去找他九霄云踪的麻烦了 不过话是这么说 此刻梦古军心中更多是疑惑 那中清到底是什么人 留念上去接宇化仙门的老底 原以为徐千锋会因此震怒 现在怒是怒了 不过好像怒错了对象 怎的 好像那中清才是高位者 徐千锋反而一副惶恐模样 现在甚至还跟着那中清一起走 莫不是自己弄错了 这中清其实一开始 就是宇化仙门的某位高层 可徐千锋 都是宗主了 什么高层能让他这般态度 总不能是宇化仙门老祖吧 也是出于对此疑惑 想要看个究竟 梦古军这才没有马上带着徒弟 跑路回去迁宗 不光是他们这些宗门势力之人 已经到场的另外两大仙门之人 同样猛逼 这年轻人什么来落 能让你徐千锋点头哈腰的 要说是宇化仙门老祖 那也不像啊 原本他们只以为是在他们 不知道的时候 两大仙门因为某些原因起了冲突 现在看来 这中间似乎还别有引擎啊 在众人或疑惑 或好奇 或震撼的注视之下 宇化仙门大长老一行人 死死盘踞着上清洞天入口 抵挡住上清仙门众人的疯狂反扑 等候着中清为首的众人到来 只见中清背着双手 足踏虚空 在宇化仙门众人前后巩位之下 来到了上清洞天入口之处 但此刻洞天入口 一片幽声混沌 看不清其中分毫 显然已经封闭 哼 都这种时候了 还做缩头乌龟 有用吗 徐千锋冷哼一声 率先出手 一招轰在了洞天入口之处 轰咙咙 天地震战 星云破碎 虚空中充斥着狂暴的乱流 千万里空间都不住颤抖 似乎随时都要崩裂一般 身为九转巅峰伪先 堪称二重天制强者之一 徐千锋一出手 威势之惊人恐怖 甚至不下于之前两方人马 拼死激动了整整一日 所造成的波动 但即便如此恐怖的一击 也未能将封闭的洞天入口 直接轰开 这也是理所当然 此处毕竟是上清先门的根基 总不所在 又岂是能轻易攻破的 洞天入口在封闭状态下 即便徐千锋这等实力 也不是一时半会能轰开的 但当着中清的面 徐千锋有意表现 自然不会再让中清站门口 等上半日 只听他低喝一声 浑身上下有万千霞光升腾 在这霞光照耀之中 赫然可见 他身后虚空之中 一座庞大无比 占据半壁苍穹的虚影浮现 那虚影之中 山川河流 日月轮转 亭台楼阁 刘瓦飞檐 赫然是一座完整的小世界 而在场见识广博之人 已经惊呼出声 那是羽化洞天 不错 此刻徐千锋背后浮现的 奥遥天地 这仙光之中 有一股古老而神秘 浩大无边的气息 正朝着徐千锋的身上汇聚 将他衬托得 犹如一尊太古神魔 气势浩荡 威严神圣 这一幕看得中清 都有些羡慕地扎嘴 不说实力 徐千锋这脉象是真的不错 比起自己出手华丽多了 但这一幕落在某些人眼中 则是瞳孔俱阵 惊骇不已 这是 造化仙门宗主尊天于南南道 他的话还没说完 旁边一道清冷悦耳的声音响起 羽化动天之力 徐千锋竟然如此豁得出去 尊天于回过头来 只见一名披发赤族 肌肤如雪 气质清冷脱俗的绝美少女 正缓步走来 向宗主 你来了 尊天于开口道 眼前之人 正是太清仙门当代宗主 向无侠 看似少女 实则当代四大仙门之主之中 乃是最为古老 修为也最高深的一位 据说已经触摸到 真仙境界的门槛 向无侠微微点头 眉目凝视着 在羽化动天之影笼罩下的徐千锋 尊天于沉声道 身在此处 距离羽化动天 何止亿万里 如此遥远距离下 这般大规模的接引动天之力 换成你我 恐怕都同样承受不住 徐千锋他疯了不成 羽化先门一方 虽然看似占据上风 但进入上清动天之后 才是真正的大战 徐千锋就为了开个门 不惜如此动用动天之力 事后定然大受损伤 进入之后 又如何对抗身在洞天之内 以意待劳的灵天 在尊天于看来 徐千锋此举 无疑十分愚蠢 向无侠却轻摇擒手 淡淡开口 你没看出来吗 他只是在替人开门而已 真正的主角 是那青年 尊天于文言 浑身一震 其实从刚刚开始 他们就已经看出 徐千锋无论站位姿态 都似乎是在以那青年为主 但他们实在无法想象 除却真仙老祖 还有什么人 能让徐千锋如此对待 尤其是中卿乍一看平平无奇 嗯 倒也不能说平平无奇 起码外表还算出众 但这个层次的人物 又有几个是形象差的 修为上 竟然还只是个大帝的模样 虽说可能存在隐藏的缘故 但不管从其气质 还是大致观其古灵 都不像是年纪很大的样子 难道是上界的大人物之子 可就算如此 四大仙门同样也有上界背景 作为仙门之主 徐千锋也不至于如此恭敬吧 两大仙门宗主疑惑之际 徐千锋已经再次出手 这一击 邪国羽化洞天的无边伟力 狠狠地撞击在上倾洞天入口 混沌星河之上 碰撞的瞬间 没有震耳欲聋的巨像 也没有毁天灭地的波动爆发 但无形之间 似乎有某种恐怖无边的气息破碎 回荡在千万里内 所有生灵的心头 似乎这世界本身 正在发出某种哀鸣 下一刻 似乎是压抑许久之后的宣泄 超出想象的恐怖巨像 似乎世界开辟的巨阵 方才一起爆发出来 狂暴的余波 仿佛要将世界掀翻 所触及之处 山河大地瞬间化为积粉 消失无踪 战场边缘的无数围观者 都被迫着不断后退 又足足退出数百万里 方才止住 有些实力稍弱一些 在七转之下的 退得稍慢 便直接被震得蹊跷流血 若非伟先体质 早已暴毙 而如此恐怖的一击落下 上倾洞天的入口 也终于支撑不住 只见混沌四散 星云破碎 隐藏在其后的重重山河 仙光环绕的洞天仙境 也终于显露出真容 远隔亿万里 皆引洞天之力 发出这一击 换作以往 徐千锋恐怕早已被反噬重伤 但此刻 他面色如常 收起气势 转过身来 对着中青一拱手 上倾洞天入口已然攻破 请前辈入内 方才那一击之下 上倾仙门众人 也都被余波震飞 各个身受重创 羽化仙门大长老等人 也得以抽出手来 立于入口两侧 跟着对中青拱手行礼相迎 前辈请 众多强者一口同声之下 赫声传遍天地之间 仿佛红中大旅 震得众人心头温温作响 这一刻 也不知道多少人傻了眼 尽管之前看着中青 被羽化仙门众人前呼后拥 已经猜到一些什么 但即便如此 真到此刻 看到羽化仙门众多强者 对着中青 行礼称呼前辈的这一幕 也都被震得说不出话来 一方霸主势力那么简单 以无可置疑的权威统治 称霸了二重天无数年 四大仙门的强大和无上威严 已经深入了 每一个二重天生灵心中 四大仙门就是至高无上 不可撼动的存在 这一点是 无数生灵根深蒂固的观念 而此刻 无上的仙门强者 却对一个年轻人俯首 这一幕即便是在梦中 都难以想象 连战场边缘的尊天愚 和向无侠都镇住了 远处观战众人当中 梦古军更是彻底傻了眼 什么情况 徐千锋在叫那中青前辈 一个外人 竟能得到与化仙门如此尊崇 回想起自己之前的想法 和刘念 以及林月儿所说的那些话 梦古军只感觉脸上有些发烧 此刻他似乎有些理解 为何徐千锋知道以后 没有对刘念和中青出手 反而对他恼羞成怒了 就是不知道 现在去道歉 还来得及步 且不说梦古军心中震撼纠结 与化仙门众人列队相迎之下 中青神色平静 背着手 坦然迈步 第一个走进了上青洞天之中 不管牵扯到什么东西 其他人适合反应 今天 他是来灭上青仙门的 双方纠葛了这么久 也该是时候结束了 走进上青洞天之内 并没有想象之中 铺天盖地的大部队组结 触目所及 却是空无一人 反而显得一片有些诡异的寂静 带领其他强者跟随而入的羽化 仙门大长老皱起了眉头 林天这丝 在搞什么管 身后徐松年开口道 可能是门内强者 刚刚都已经派了出来 剩下的虾兵蟹将 即便有洞天之力加持 也无能为力 所以林天已经放弃 徐千锋缓缓摇头 他不是这么简单 就会放弃的人 就在此时 一道带着些阴冷的笑声响起 你说的不错 果然 只有你的对手 才最了解你 众人闻声一震 急忙看向声音传来之处 却见上青洞天深处 那风鸾叠起 亭台楼阁 重楼宝殿之间 一道人影正缓缓飞来 不是林天又是谁 只是此刻的林天 和之前似乎有些不同 他浑身上下 竟是没有散发出半点气息 以至于他飞进开口 众人才察觉到他的存在 而且他就这般站在那里 却总给人一种 若隐若现的感觉 仿佛只是一道幻影一般 徐千锋皱起眉头 凝视着林天 心中涌起些许不祥的预感 林天 你做了什么 林天却没有理会徐千锋 而是看向钟卿 当目光落到钟卿身上的时候 林天的表情扭曲了一瞬间 眼中闪过某种复杂的感情 但说是这么说 作为对手 我却半点不了解你 钟卿 倒不如说 正是因为本宗看错了你 才让我上清仙门 落到如此境地 此乃本宗之过 钟卿没有说话 只是静静地看着林天 而林天则是难难道 本宗是当真想不到 你这样的人物 竟然从下界而来 不 你肯定不是出身下界 你是从上面来的 你到底是什么人 为何要和我上清仙门作对 但还不等钟卿回答 他似乎自言自语一般 又接着开口 但是这些都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 今天 现在 你走进了我上清洞天之中 那么 本宗便不能让你再走出去 哼 狂妄 钟卿还没开口 旁边徐千锋冷哼一声 你上清仙门气数已尽 今日 本座便跟着钟卿前辈一起 为而等送葬 走不出去的 是你们 话音落下 徐千锋已然一步踏出 一掌朝着林天头顶暗落 两人同为四大仙门宗主 修为本就在伯仲之间 尽管在对方的主场 但他此刻有老祖赐予的先例护体 可以无视代价 远程皆引羽化洞天之力 所以 别说跟着钟卿 就算他自己一个人 和林天一对一 也丝毫不拒 下一刻 只听一声冷笑 林天竟是站在原地 不闪不避 任由这足以崩碎苍穹 湮灭虚空的一掌 落在了头顶之上 这一掌的威能竞数爆发 然而林天仅仅是身躯 微微晃动了些许 毫发无损 徐千锋吃了一惊 怎么可能 他这一掌有羽化洞天之力加持 已经超过了九转尾线的极限 接近针线层次 哪怕林天在上轻洞天之内 得到的加持更大 最多也就达到略高于此的程度 纵然可以接下 也不可能这般轻描淡写 下一刻 林天随手挥开徐千锋的手掌 接着随意一指点出 这一指看似朴实无华 气势不显 但却让徐千锋面色大变 在他眼中 林天这一指点出 指尖仿佛有无穷道运流转 日月万物生灭之力 汇聚在这微尘之间 凝聚无边浩瀚伪力 足以洞穿大道天地 这一指之恐怖 难以形容 徐千锋的护体防御 催枯拉朽地被破开 他拼尽全力 也只能勉强躲闪些许 但终究还是 无法完全避开 整个左肩都被穿出一个大洞 闪烁着七彩灵域 泛着金光的血液 泼洒长空 不可能 即便身在洞天之内 不惜一切接引仙气之力 也不可能达到这等层次 你到底做了什么 徐千锋退回中青身边 封锁住肩头伤口 惊骇不已 刚刚那一下 若不是他反应迅速 直接就已经遭受重创 灵天冷笑道 徐千锋 往你和我做了多年对手 现在莫非已经老眼昏花了不成 从进入洞天开始 你可曾感受到我的气息 若是没有 你可曾想过为什么 徐千锋浑身一震 确实 别说刚刚进来的时候 即便是现在 和灵天面对面交谈 他都无法感知到对方的气息 这局面可谓十分诡异了 徐千锋眉头紧锁 思索了片刻 忽然想到了什么 脸上露出震撼之色 莫非 灵天脸上浮现出一丝 意味深长的微笑 身在局中不知局 身在谜中不自拔 如今这洞天之内 没有一处不被我的气息笼罩 你们又如何能察觉得到呢 徐千锋脸色一沉 果然 想不到你居然不惜一切 做到这等地步 灵天那张风神俊朗的脸庞上 瞬间浮现出一丝怨毒之色 做到这一步 还不是二等所逼 就在这时 忠卿终于开口了 你们在说啥 从近来开始 这两人说的骗汤话 他一句都听不懂 不过在忠卿眼中 现在灵天的气息 似乎确实和他之前碰到过的对手都不同 徐千锋咬牙开口道 忠前辈 这灵天还真是吓得了狠心 他把自己练成上青洞天的气灵了 啊 这一下 忠卿道确实是惊了一下 人还能把自己练成气灵的 还能这样的吗 徐千锋开口道 忠前辈 之前晚辈也曾提到过 我等先门宗主 会将自己的一部分神魂意志 融合寄托洞天之中 方可接引洞天之力 但终归 本体依旧是本体 若是将来成就真仙 甚至还能将这部分 沾染仙气之力的神魂收回 反补己身 而这灵天 则是反其道而行之 据徐千锋所说 灵天是反过来 将融合洞天仙气的那一部分神魂意志 转化为了主体 如此一来 他便相当于真正和上青洞天融合 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洞天气灵 所以如灵天所说 这整个上青洞天内 全都被他的气息笼罩 这等状态下 灵天作为伪气灵 可以直接催动洞天之力 远超此前那般 以自身接引仙气之力的极限 不错 灵天冷笑道 以往我们那般做法 即便身在洞天之内 以损害自身为代价 承受仙力 也才堪堪达到 相当于真仙层次入门的程度 还无法持久 同时对上 你们两人必败无依 但现在 我可以近乎永久地 调用仙气真正的力量 即便是一般真仙 都非无知对手 何况 你们深入洞天之中 还会受到压制 即便你是将士真仙 根本没有半点身份 徐千锋沉声道 但与之相对的 代价也是极大 转化为气灵 就相当于放弃了人身 此生再无突破 真仙层次的可能性 而且以人之魂 成为仙气气灵 它之后 只会被洞天仙气之力 不断消磨意志 恐怕用不了十万年 就会完全丧失意志 成为洞天的一部分 十万年的时间 看似很长 但对于他们 这等级别的存在来说 寿命动辄百千万年 十万载 实在是转瞬之间 临天此举 和慢性自杀 没什么区别 不 甚至比起自杀更恐怖 感受着自身意志 不断磨灭 却想死都死不成 听得连钟轻 都不由则出生来 我不就是想灭了 你们上青仙门吗 至于对自己这么狠吗 而听徐千锋 说到此处之时 临天的表情 再度扭曲了一瞬间 他哈哈大笑 说得不错 未灭如等 我临天 不做人了 所以 本宗要让你们付出 更大的代价 话音落下的瞬间 钟轻等人瞬间感觉 周遭的整个世界 都发生了变化 仿佛这个世界的一切 或者说世界本身 都化作了敌人 朝着他们 散发出无穷恶意 无形的压迫 从四面八方而来 哪怕是七转尾 先层次的强者 此刻都被压制得难以动弹 若是七转之下 只怕瞬间 就会在这压迫之下 蹊跷流血 内斧破裂 被生生压爆 只有八转之上 还有些许自主行动之力 但也只能勉强支撑 想要逃跑或者反击 是万万不能 这等恐怖的压制 远超之前 上清洞天大长老 在羽化洞天内的程度 也只有生化气灵的灵天 才能做到 而且这压制 还在不断增强 很快就要增加到 难以承受的地步 徐千锋大喝一声 羽化洞天的虚影 再次从背后浮现 无形的洞天之力 汹涌而出 为众人抵御着 上清洞天的压迫 虽说徐千锋有先例护体 能无视代价 接引洞天之力 但面对生化气灵的灵天 双方的力量 根本不在一个层次 不到一息的时间 徐千锋接引的 羽化洞天之力 就被压制 连背后的羽化洞天虚影 都随之摇摇欲坠 似乎随时都会崩灭 钟前辈 在这里晚辈根本抵御不住 情况只怕不妙 我们应该赶紧撤出羽化洞天 徐千锋嘴角都一出鲜血 口中不住叫道 想走 有这么简单 灵天一声狂笑 洞天之力化作囚龙 将众人四周牢牢封锁 无论徐千锋 如何催动羽化洞天之力轰击 都微然不动 此时洞天入口不曾被遮掩 这一幕 也落入了上清洞天外 无数观战者的眼中 面对着突如其来的变化 众人都不由露出震撼之色 原本看起来战尽优势 气势如虹的羽化仙门 竟然一进入上清洞天 就被上清仙门宗主灵天一人压制了 同为四大仙门 难道差距如此之大 远处 太清仙门和造化仙门的向无侠 和尊天瑜也是面露惊讶 不对劲 灵天根本没有这么强 尊天瑜沉声道 他用了什么手段 向无侠美目闪动 他们不在洞天内 也不曾听到双方对话 无论如何也想不到 灵天为了对付中清和羽化仙门 竟然动用了如此极端的手段 而洞天之内 灵天狂笑声中 那无形的压迫越来越强 支撑了树西之后 徐千锋终于支撑不住 只听一声破裂之声 他身后羽化洞天虚影 骤然破碎 他自己也狂喷出一口鲜血 上清洞天的压迫 也再次笼罩在众人身上 甚至连中清 似乎都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压制 就好像 呃 好像身上多加了件衣服一样 一边的灵峰和杜昊 也露出些惊讶之色 灵峰开口道 师尊 这小子好像是有点手段 我感觉肩膀有点沉 啊 他这话一出 周围羽化仙门之人都是一愣 大家都快被压吐血了 你说 你肩膀有点沉 面对装弱癫狂 气势无穷 源源不断爆发出滔天仙力 一副胜券在卧模样的灵天 中清耸了耸肩 动作丝毫不受影响的上前一步 一巴掌拍了出去 狂笑中的灵天 被一巴掌抽在脸上 笑容嘎然而止 发出一声怪叫 直接飞了出去 这一飞 便直接飞出数十万里 如同一道流星 轰然撞击在洞天内壁之上 轰咙咙 整座上青洞天 都在此刻随之震动起来 撞击之处 爆发出无比的璀璨光芒 比起天上的日轮更加耀眼 依稀可见 在这光芒之中 一道道裂纹 正在洞天内壁之上浮现 随着灵天被抽飞 洞天压制也随之消失 原本已经快要趴下的众人 齐齐松了一口气 看向中清的眼中 却流露出无尽震撼之色 徐千锋更是傻了眼 实力越强 越能感受到 此时灵天的恐怖 他所说 如今在洞天内 一般的真仙都不是他的对手 并非虚言 毕竟仙门宗主 在洞天之力加持下 本来就能达到 真仙层次的门槛 但刚当的灵天 已经远超出这个层次 结果就这么被中清 轻而易举的一巴掌给抽飞了 这种轻描淡写 甚至比起他之前 一招捏爆上青仙门二长老 更加令人震撼 洞天之外的众人 更是集体师生 原本他们一直在猜测 中清到底是什么身份 年纪轻轻 就能让羽化仙门上下恭敬扶手 而现在 他们终于明白了 身份根本不重要 重要的是实力 之前徐千锋出手 轰开洞天入口的威势 还在他们心中回荡 那已经是超越了 九转巅峰极限的恐怖威能 而即便不知道 灵天生化气灵之事 刚刚包括徐千锋在内的 羽化洞天众人被轻易压制的一幕 他们也都看在眼中 甚至有人怀疑 灵天是不是已经突破真心了 然后下一刻 就看到那个青年出手 和拍苍蝇一样 一巴掌给灵天干飞了 这又是何等层次的实力 哪怕什么身份都没有 仅凭这等实力 也足以让四大仙门俯首 在众人还未从震撼中 回过神来之时 一道蕴含着无穷怒气 和愤恨的声音响彻虚空 钟清 想不到你的实力 竟然达到了这等地步 是我小看你了 我便是不败 伴随着一声怒吓 一道散发着无边恐怖气息的身影 直冲而出 他双手抱援 一瞬间 仿佛整个上轻洞天的力量 都在朝着他双臂之间汇聚 这属于大品仙气的志强之力 仅仅出险之时 还未爆发出来 就已经让虚空振战扭曲 哪怕身在洞天之外的 无数二重天强者 感受到一丝气息 都不由的浑身站立 洞天之内 徐千锋回过神来 惊害到 钟前被小心 这一下非同小 话说到一半 就卡在了喉咙里 因为他一眼看去 只见面对这一幕 钟晴的脸上 所浮现出的 净是 惊喜 不错 钟晴确实很惊喜 就和此前凌风一招 没拍死裂 昭然和魏江雷一样 虽然刚刚那一巴掌 他已经尽量轻一点 甚至不敢多出半分力 但出手之时 也没抱太大希望 想不到 灵天竟然真抗住了 着实是意外之喜 钟晴很高兴 不愧是针线级别 就是不一样 耐打多了 下一刻 灵天一声怒吼 去死吧 他双臂之间 汇聚的仙力 化作一轮散发着七彩光芒 蕴含着无穷毁灭气息 让时空岁月 都难以承受的恐怖烈日 朝着钟晴当头砸下 然后 这一次 钟晴多出了一分力 满怀期待的一拳打出 只听扑斥一声 烈日仿佛一颗泡泡一样 瞬间破灭 无边力量化作洪流 直接将灵天的身影淹没 接着毫不停留地继续冲出 轰击在洞天内壁之上 轰隆 传承了无数年的古老仙气 上清洞天东方内壁 轰然炸裂 震耳欲聋的巨响之中 狂暴的力量洪流 从破开的上清洞天东边破洞之处 冲天起 如同一条长龙 直冲天际 轰隆 下一刻 莫说上清洞天 就连整个周边亿万里天地 都随之轰然震战起来 当真仿佛天地都要崩塌破碎一般 恐怖无边的威势 惊得外界众人勃然变色 好恐怖的威呢 尊天于惊叹道 这绝对是真仙层次的力量 难怪徐千锋会对此人如此恭敬 此人原来是将士真仙 向无侠虽然也十分震撼 但此时 文言却秀没微醋 将士真仙 我等四大仙门掌掀起洞天 坐镇二重天四方 若有上界真仙层次的存在降下 洞天都应该有所感应才对 为何我等都全无察觉 这 尊天于皱了皱眉头 真仙层次 手段无穷 或许是用什么办法 遮蔽了气息感应 向无侠摇了摇头 不置可否 二重天和上界之间 可不像一重天和二重天一样 只要有足够的实力 就可以自行冲破 据他所知 二重天是隐藏着上界派下来的守护者 负责守护天机牌 也就是二重天对上下的屏障 下界上来的人都身负诅咒 实力有限 那诅咒又不会传染 而二重天的人 要是自己作死 想要下去沾染诅咒 那也是自己的事 所以守护者一般都不会管一二重天之间的来往 但上界真仙下降 定然会引起二重天动荡 守护者不应该没有反应才对 可他也不得不承认 这青年所展现的实力太过恐怖 绝对是真仙层次的人物 传说上古之时 凤天殿也就是一重天 刚被诅咒污染之时 上界真仙纷纷撤离 但还有一些强者 因为种种原因自封留在一重天 难道 且不说向无侠思索如何 上青洞天内 所有人都被中青这一拳给惊呆了 当这一拳之力宣泄之后 面前只剩下一片虚空 还有远方那方圆上万里的巨大破洞 中青收起拳头 有些失望 天地可见 他刚刚真的只多出了一分力而已 没想到差别这么大 可惜了 本来还想让这灵天陪自己多玩一回 毕竟他已经很久没碰到 能接他第二招的对手了 比如之前的陈帝 一度让他热血沸腾 还以为能酣畅淋漓地站上一场 结果到头来 还是一拳就没了 属实浪费感情 这下就差不多结束了吧 中青摸着下巴道 不对 他记得之前徐千锋说过 上青仙门 还有个什么真仙老祖来着 自己就这么打死了灵天 对方不知道 来不来得及报信 正当他思索之时 面前虚空中 忽然响起一阵冷笑 哈哈 中青 没想到即便是这样 本宗还是小看了你 声音一出 在场众人都是一惊 这不是灵天的声音 又是谁 却见虚空中 一道淡淡的虚影凝聚出来 正是灵天 还没死 中青又惊又喜 正准备继续出手 旁边的徐千锋却看出什么 急忙开口 前辈莫及 灵天的神魂肉身 应该都已经毁灭 这似乎只是一缕残魂一年 啊 中青文言 又有些失望地停手 那灵天虚影冷笑道 他说得不错 你那一拳打散了我肉身本体 同时也轰破了洞天仙气 虽然我化身气灵 将神魂主体 寄托在洞天之中 但毕竟还未达到真仙层次 神魂早已在那震荡之下破碎 中青 没想到 即便本宗付出这么大的代价 依然不是你的对手 话说到这里 灵天忽然面色一沉 只是我不明白 以你这般实力 为何还要谋夺上青仙门 在下界收集的气运 即便那二十万年气运 也最多能将人 推到九转尾仙的地步 对你来说毫无意义 到了这个地步 灵天也不是傻子 他一开始以为 中青是羽化仙门 安插在下界的棋子 替羽化仙门 夺取天地玄剑 但现在看来 这根本不可能 以羽化仙门的层次 如何指使得了 中青这等存在 中青从下界来 这一点不会有错 而以他的实力 更不会亲自去帮羽化仙门 谋夺气运 所以到了现在 即便马上就要魂飞魄散 灵天依旧想要知道 这个问题的答案 若非因为那二十万年气运 他上青仙门 也不至于沦落到这等地步 下一刻 却见中青一正 气运 他愣了好一会才想起来 哦 好像是有这事来着 说着他一番手 之前从王妍手中 得到的天地玄剑出现在手中 而众人的目光 也都落在了旗上 这一切 都因着小小的天地玄剑而起 早在来二重天之前 中青还不过圣人境界之时 感觉这二十万年气运之力 有着极大的妙用 所以才收了下来 但如今他突破大地之后 层次愈发深不可测 现在在他看来 这气运之力 其实已经没多少用处了 就像灵天说的 哪怕全部灌注在一个人的身上 最多也就能让人达到 九转尾仙的层次 还不如中青 随手拿出一件针鲜鲜器 中青挠了挠后脑勺 其实这玩意 我也就是随手拿了 主要是你们奉天店的人 招惹了我 被我顺手灭了 然后我上来之后 你们的人又来找麻烦 我这人怕麻烦 就干脆过来 把你们上青仙门也一起灭了 这样就没那么多事了 他这话 听得在场众人 脸皮都是一阵抽搐 听听听 这是人说的话吗 就因为怕麻烦 就要灭了四大仙门之一 你是不麻烦了 你知道 这会给二重天的大家 带来多大麻烦吗 当然 这话也就敢在心里说 嘴上是不敢说出口的 灵天听了 脸上的表情看似平静 那虚影魂体 却是微微颤动起来 仿佛水面泛起波纹 随时都会破碎一般 可见其内心的波涛汹涌 此刻灵天心中的怒吼 已经快要冲出天际 他想过很多 想过是不是其他仙门的阴谋 想过是不是上界的变动 影响了下界 但唯独没想到 就是这么简单的原因 此刻的灵天 只想把之前 下界奉天殿那些人 都给随时万断 要是死了 就从坟里拖出来 再杀一万遍 然后再把他们全家乃至九族 都给杀一万遍 因为下界诅咒 一旦沾染 就会断绝先徒 所以他们四大仙门派下去的 只会也只能是大地级别的人物 说实话 哪怕是三节地 放在四大仙门里 都是杂鱼炮灰一般的存在 就这么些以往 他连看都懒得看得货色 竟然给上清仙门 招惹来了这等层次敌人 不是 哥们 林天只想问 你们哥们怎么敢的呀 给本座抠脚鸭子都不配得玩意 也敢去招惹真嫌 此刻要是骨灰 都凉了的幽冥帝君等人 知道林天的想法 一定会大喊冤枉 他们上哪想得到 中清是这等层次的存在 要知道 在下界的时候 中清连准地都还不是呢 而且 但凡尾先以上的存在 谁会冒着断绝道途的风险 往下界跑 这一点 林天也想不通 为什么中清这样的存在 会在下界 不光是他 一边羽化仙门等人文言 也都是入出金融 中清前辈 是从下界来的 这怎么可能呢 去一冲天 可是会沾染诅咒的 难不成那诅咒 会断绝先徒 而中清前辈 本来就是真仙 所以不怕 这也说不通啊 若是如此 那太古时期奉天殿被诅咒之后 原本驻扎在下界的真仙 也不会忙不迭地撤离了 不过现在想不想得通 也不重要了 事已至此 一切都已成定局 林天深吸了一口气 死死盯着中清 原因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 我上清仙门算是完了 但即便你是真仙 也别想好过 他的脸上 流露出一丝癫狂的笑容 倘若你只是杀光 我上清仙门所有人 恐怕都不会惊动上界 但是 你方才那一拳 毁坏了上清洞天 如此一来 必定会惊动我仙门 真仙老祖下界 我四大仙门之祖 都是在无尽岁月之前 就已经成仙 即便在真仙之中 一属强者 手段神通更是无穷 他不会让你好过的 以我灵天和上清仙门一代人之死 扑一位真仙下水 也算是值了 狂笑声中 灵天的虚影一阵晃动 最终彻底消散 他所说的话 中清倒是并不意外 毕竟之前徐千锋 就已经提醒过了 此时徐千锋也回过神来 他先是看了中清一眼 见对方面色平静 毫无波动 这才一挥手 开口喝道 灵天已死 列位随我一起 斩草出根 覆灭上清仙门 其余众人也都反应过来 纷纷跟着高呼出声 数十位羽化仙门强者四散开来 开始追杀上清仙门残余 入口之外 那些长老护法之流 早在徐千锋 借引羽化洞天之力 破开上清洞天入口之时 都已被余伯所伤 此时灵天一死 他们也都失去了洞天加护 更无反抗之力 几乎转眼之间 就被大长老所带领的 一众强者斩杀殆尽 上清洞天之内 处处喊杀之声 没有门主和一众顶尖强者 上清仙门再无反抗之力 这一战之前 灵天显然已经做好准备 除了高层强者和普通门人之外 早已将一些年轻弟子 天才悄然送走 但二重天总共也就这么大地方 徐千锋下令追杀 他们除非逃到下界 否则躲也躲不了多久 真要去了下界 沾染诅咒 先途断绝 那也和死了没区别 没有再追杀的必要 雄霸了二重天无数年的四大仙门之一 就此覆灭 洞天之外的各大势力 以及另外两大仙门之人 都看得心惊不已 原以为两大仙门开战 将是一场旷日持久 波及整个二重天的大战 想不到这才刚开始 就已经结束了 而这一切 都拜那神秘的年轻人所赐 二重天已经有许多年 不曾有真仙踪迹 而如今出现的这位青年 毫无疑问 便是一位真仙存在 尽管战局已经奠定 但无人离开 所有人都知道 这样一位真仙的出现 以及四大仙门之一的负面 定然会给二重天 带来天翻地覆的影响 而且也有人抱着心思 想着是不是能找机会 和这位真仙前辈搭上关系 而尊天瑜和向无侠对视一眼 震惊之余 却都看到了彼此眼中的疑惑 这么大的动静 为何没有惊动守护者 这一点 徐千锋同样向钟卿提起 钟前辈 二重天各大势力 虽然即便我四大仙门 也没有真仙常驻 但据说有上界所派的守护者 隐秘在暗中维护天机派 虽然他们从不会插手 二重天势力争端 这数百万年来都没人见过他们 即便晚辈身为仙门之主 也是一样 但前辈此番出手 动静实在太大 说不定会惊动他们 还需小心 守护者吗 钟卿摸了摸下巴 他之所以还留在这里 就是等那什么上清仙门的老祖 没想到还牵扯出什么守护者 怎么感觉事情越来越麻烦了 希望这些什么守护者 别给他找麻烦吧 与此同一时刻 二重天之巅 天目之下 天穷秘境之中 三道身影 正在累死累活的炼化仙精 修补天目 之前那不知道谁的一拳 轰破了二重天的天目 同时也重创了三重天的 从那开始到今天 他们就没有一天休息之时 没日没夜地修补着 权衡利弊之下 他们决定先修补三重天目 毕竟三重天目损伤更轻 此时更容易修补 若是拖延下去 破损可能会进一步扩大 而二重天目 已经破成那个样子了 早一点晚一点 也没啥区别 三人一边修一边咬牙切齿的痛骂 哪个杀千刀的 没完了是吧 真会给人找麻烦 要让本座逮到你 非得给你 骂到一半 忽然耿在了喉咙里 按照那一拳的威势而言 真被他们找到那人 他们好像也打不过啊 念及此处 三人心中怨念更深 就在此时 一道气息从三重天天目 另一侧传来 嗯 是谁 这种时候要下劲 一人见开口疑惑道 咦 是羽化宗那老家伙 放他过去吗 随便了 现在哪有空管他 不闹事就行 让他过去 上清洞天之中 局面已经尘埃落定 上清仙门六转尾仙以上的强者 都死伤殆尽 剩下的 也大多死的死逃的逃 成雄无数年的上清仙门 至此已经可以说 近乎灭门 即便还有一些小鱼小虾剩下 也不成气候 这洞天内万里河山之中 一座座洞府道场 乃至那重重华丽的仙公楼阁 也都被刮抵三尺 四大仙门在二重天这么多年 覆灭过的宗门势力无数 干起这种事来 都是轻车熟路 一点都不比当初稻草人 带着麒麟小嘎 以及基义他们 搜刮幽冥帝君的道场来的差 当然 面对同位四大仙门的势力 这么干还是头一次 新鲜体验 所以大家都很兴奋 干起活来倍加卖力 片刻之后 羽化仙门大长老飞上前来 手中捧着两枚须米剑 上清仙门总部大殿宝库中的珍藏 尽在此处 请中前辈过目 当然 这只是上清仙门 无数年来抵御的一部分 只是这上清洞天实在太大 想全部收拢非一时之功 带到我仙门之人打扫完毕 再来进风 中清点了点头 随手将那两枚须米剑收下 看也没看里面的东西 开口道 我知道了 剩下的也不用给我送过来了 你们自己带走便是 大长老露出惶恐之色 岂敢 能灭上清仙门都是中前辈出手 按理说 整个上清仙门都是前辈的战利品 我等岂敢据为己有 中清淡然一笑 无妨 我若是缺这些东西 也轮不到我来灭上清仙门了 正如他所说 其实对于现在 中清来说 这些外物都可有可无了 这两枚须米剑内 是上清仙门大殿宝库的珍藏 自然也是其中最为珍贵的一部分 但毕竟他随随便便 就能掏出一堆真仙仙气 而上清仙门上下 也不一定能拿出两剑来 不过羽化仙门的态度 还是很让他满意的 这次来跟着他一起 灭上清仙门 也确实是出了大力气 所以这点东西 中清也没打算去计较 一边徐千锋也跟着开口道 中前辈可是将士真仙 一般的东西自然入不了眼 不过徒增累赘 大长老便依前辈所言吧 是 大长老低头回应 就在此时 忽然间 整个上清洞天都动摇起来 洞天四方 骤然照射出一道道仙光 与此同时 上清洞天最深处 某处隐秘之所 有一道七彩霞光积视而出 与那万千仙光融为一体 逐渐显化为一道身高万丈 散发出难以想象恐怖气息的身影 那气息压迫散开来 整个上清洞天内 人人变色 连中清身边的徐千锋 都抵不住这恐怖的威压 寸寸后退 简直比起之前的灵天 还要强出不止一个层次 不好 这是 徐千锋面露惊荣 中清反倒是一喜 来了吗 一道沧桑而充斥威严的声音响起 与此同时 伴随着一道高高在上 毫无感情 仿佛将众生都视若楼椅的视线 扫过了整个上清洞天 数百万年不曾关注下见 想不到二重天我上清一脉 已然沦落至此 居然被人所灭吗 那声音似乎带着一丝感慨 但下一刻 语气瞬间就冰冷下来 修行界本就是弱肉强食 你死我活 后人不济 事不如人 一时被灭也是咎由自取 只要洞天仍在 道脉便永不绝息 但你竟敢毁伤我上清洞天掀起 莫不是不曾将本座放在眼中 那无情的目光 扫过洞天内外众人 但凡被他视线扫过之人 无不感觉浑身站立 仿佛从内道外 连神魂深处都被人看穿 又仿佛尘埃中的蝼蚁 面对那高高在上的神魔 唯有俯首 之前灵天生化气灵之事 只有洞天内的中清 和羽化仙门一众知晓 因此 他们还只是震惊于 中清一全灭了九传尾仙的同时 打穿仙气 定是真仙将士 而此刻 看到这仿佛凌驾一切的恐怖身影 人人站立 稍有见识的强者 都已经猜到了这身影的身份 造化仙门宗主 遵天于脸色发白 难以置信道 是上清老祖 仙门之祖降世了 向无暇美目流转 心中也是震撼不已 比起中清这个突然冒出来 不知来历的真仙 以及传说中 神龙剑守不见尾 隐世不出的二重天守护者 四大仙门之祖 都是无数年前就已经成仙 威震整个人界的恐怖存在 其压迫感 不可同日而语 即便身为仙门宗主 他们除了在继承仙门之时 通过祭坛勾连上界 远隔重重为目 拜见自家老祖的神念之影 也根本没机会见到仙门之祖 而现在 中清一拳毁坏了上清洞天 终于引得仙门之祖露面了 却见那上清老祖的目光 最终落在了中清的身上 尽管在他眼中 中清也不过展露出大地修为 但他却是在场所有人中 唯一面对真仙气势 不曾变色之人 原来如此 就是你吗 有意思 毁坏我上清洞天仙气 居然还敢留在原地 还真是狂妄 中清则是皱起了眉头 他是在等上清老祖没错 但眼下出现的这个 似乎不是真身了 上清老祖冷笑一声 上清洞天仙气 乃是本座前往上界之前留下的质宝 由本座先运寄托 一旦毁坏 本座即便身在上界 也会心有感应 上清洞天虽为大品仙气 但作为洞天质宝 并不长于坚固 但即便如此 若非真仙 也不可能将之毁坏 然则本座却并未在上界见过你 看来 是刚刚突破的小家伙 自以为突破了真仙 便天下无敌 为所欲为了吗 今日 便让本座来交易交你 何为真仙手段 话音落下的一瞬间 整个上清洞天之内 骤然发生了某种变化 有些类似之前 临天以洞天之力压迫众人 但又截然不同 仿佛整个洞天内的法则规则 乃至本源 都转化为了充斥死亡气息的恐怖源流 朝着中清席卷而来 这一刻 上清洞天内的世界 仿佛化为了死亡的世界 那恐怖的死亡气息 哪怕是九转尾先接触到 都会瞬间湮灭 但偏偏这无边恐怖的死亡之力 却只针对中清一人 哪怕同样身在其中的其他人 虽然为其恐怖威势所经 却都毫发无损 就仿佛是一整个天地世界 都在针对中清一个人一样 这种感觉 竟然让中清都感到了 有些不舒服 甚至身体都有些 发了 仿佛出春出门 忘了夹件衣服一样 让人不由地撕的一声 中清就这么撕了一声 但他反而十分惊喜 比起之前灵天那个什么压迫之力 给他造成的影响 要大得多了 这什么上清老祖 不愧是货真价实的真仙 即便不是真身 也有几分手段 这次他小心一点 应该可以多打几下过过瘾 而他毫发无损的模样 落在了上清老祖的眼中 却是冷笑一声 哦 去 能抗得下来吗 看来你虽然刚刚突破真仙 但仙体锤炼的却是不错 但身为真仙 仙体只不过是基础而已 让我来告诉你 真仙和凡俗最大的不同吧 由凡修圣 由圣成帝 从掌握法则 到凝聚规则之力 与规则之印 再到凝聚道种 结成道果 这是凡人感悟天地世界 蜕变的过程 当道果彻底成熟 便是借着外界天地的孕育 绽放出属于自己的本源规则 每一尊仙人 便是一种新的本源规则 便是一个新世界的雏形 以自身本源规则 侵染着世间 真仙一念 天翻地覆 这才是真仙真正的威能所在 而不是和人比拼 谁的拳头更大 谁的力量更强 真仙之间的战斗 乃是本源规则之间的比拼 若是本作没猜错 你刚刚突破真仙境界 应该都还没掌握 本源规则的运用吧 上清老祖被仙光笼罩的脸上 流露出一丝冰冷的笑意 你应该看出来了 本作的真身还在上见 你眼前的 动天仙气之力凝聚身躯所化的分身 但即便如此 依靠这分身 本作也能将本源规则之力 侵染过来 方才 本作其实什么都没做 仅仅是对你犯起了一丝杀意 然后这天地本身 便成为了你的敌人 不惜一切代价杀死你 那么你猜 当本作真正出手之时 会是如何 你 他话说到一半 忽然面色一变 身为真仙 他一出现 天地颤抖 众生俯首 他开口之时 动天内外 所有人都在战力 而刚刚 他话说到一半 原本看着还兴致勃勃的中青 竟然 打了个哈欠 看他停了下来 这才恢复了兴致一般的开口问道 你说完没 说完可以动手了吗 不怪中青不给面子 上青老祖说的这些 他确实是听不懂 毕竟他说到底 其实也才是个大帝而已 甚至都不是三节地 这些玄之又玄的东西 你让他怎么明白 上青老祖那万丈身躯猛然一颤 眼中怒火生腾而起 本作身为老牌真仙 在阐述真仙大道 这小辈 好好好 好一个狂妄的后辈 莫非以为 本作一道分身 便不能奈何你吗 看来 只有让你吃些苦头 防止天高地厚 话音落下 上青老祖万丈身躯第一次动了 他缓缓抬起手来 朝着万里之外 那渺小如蝼蚁的中青 一指点出 上青老祖出手的这一刻 似乎天地之间 就只剩下了那一指 一切万物 从生到死 从存在到虚无 都在这一指之间演化 万千大道法则 都不过其中一缕浪花 对比之下 气势频频的中青 甚至不如一粒尘埃 然后 尘埃也动手了 中青飞事上 一巴掌拍了过去 然后这点出的一指 连带着上青老祖分身的上半身 就和气球一样 直接爆开了 哄 世界仿佛都在崩塌 天地走向寂灭 上青动天顶端 伴随着一声巨响 轰然炸裂 浮现出一道长达数万里 轮廓清晰的掌印 动天内外 所有人都僵住了 连中青也是身躯一僵 但其他人脸上的表情是呆滞 而中青则是失望 这老家伙 看着气势这么足 所以他忍不住又加了一分力 结果怎么也是个样子祸 一拍就炸 而动天内外 其他人的心中 则是掀起了滔天波浪 那可是上青老祖 四大先门的创始者 上届真仙将凡尘 本以为将是一场龙争虎斗 二重天无数年 不曾有过的绝世之战 结果 和之前没什么区别 中青一巴掌就爆了 这位外表看似青年的针线 到底有多强 这个问题中青自己也很想知道 但他也得不到答案 正当失望之余 上青老祖的声音再次响起 这一次带上了一次意外和震惊 怎么可能 本作没有感受到 本源规则的气息 你仅凭先提 竟然能做到这一步 看来是本作小看你了 中青目光一明 没死 还能再打 不过他也不敢确定 之前林天也是一巴掌拍完 以为没死 结果就剩个残魂了 上青老祖声音之中 震惊一闪即逝 转为了一丝杀机 无怪乎能从现在衰败的下界 突破真仙 小家伙 本作承认 你是个天才 但有些事情 即便是天才 也无法改变 下一刻 上青老祖分身那剩下的半个身躯 也随之骤然炸裂 那一缕七彩霞光再次浮现 在虚空中不断凝聚回转 最中心之处 赫然有一点漆黑浮现 迅速放大 化为了一个 足有拳头大小的黑洞 在这黑洞之中 令人星颤的 无边恐怖气息浮现 周遭的天地 都迅速昏沉下来 似乎末日即将来临 紧接着 一道散发着耀眼白光 如玉一般的手掌 从黑洞之中探出 朝着中青缓缓抓来 中青目光一宁 这一次 他真的感觉到 有些不同了 这时 面对着散发着 无尽恐怖气息的手掌 中青身旁的徐千锋 面色惨白 颤抖出声 从上界直接降临真身了 他可是知道这有多难 二重天之上是三重天 但四大仙门老祖 可并非是在三重天 而是在更高层面 这中间 可不仅仅是隔着 难以想象的距离 更是有重重空间上的阻隔 一般来说 别说真身直接传送过来 哪怕只是如之前 他语化仙门老祖一样 传递一道仙力过来 都要花费相当大的代价 而此刻 上青老祖不知道用了什么办法 竟然能让真身 跨越这无尽时空 直接出手 这等手段 简直难以想象 中青文言也有些惊讶 说实话 打架的话 他谁都不怕 不过 除了打架之外的 各种玄妙手段 他就有点乏善可陈了 像这种跨越无尽距离 出手做些什么 着实是没办法 他要是有这本事 之前都不用来二重天 直接隔着老远 把寒跑跑那小子 这么一把抓过来 多方便 说起来 即便是到了二重天 系统也一直没什么反应 也不知道 寒跑跑那丝 到底是在哪里 该不会也不在二重天了吧 如今 真仙跨界出手 气势恐怖无边 洞天内外无数生灵战力 恐怕没人能想到 在这种时候 中青居然还有心思 出神想其他的事情 眨眼间 那只手掌已经逼近面前 骑上蕴含的无边仙力 仙光中洋溢出的威势 让这世界 仿佛都快要承受不住 随时都会崩塌一般 在这股威势之下 无论是大帝还是伪仙 全都生不出半点反抗的心思 只能绝望地 看着他不断逼近 却无法动弹半分 直到这时候 中青才回过神来 他不紧不慢地打量着手掌 真身过来是很好 这回要是能解决了 应该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只是为啥只有这一只手 身子呢 中青目光扫向那黑洞 然后动了 他准备直接抓住这手掌 然后看能不能把这什么上青老祖 从黑洞里面拖出来 就是 这洞有点小啊 不知道能不能挤过来 中青一边嘀咕着 一边毫不退让地 直接伸手朝着手掌抓去 就在这一刻 一道低茬威严的鹤声 骤然响起 住手 下一个瞬间 一道泛着紫色的霞光 以超越极限的速度跨越空间 直直轰向上青老祖的手掌 这霞光看似暗淡 相比上青老祖手掌所犯的 鲜光渺小不值一提 但其中却似乎蕴含着 惊心动魄的力量 让后者的前进为之一顿 下一刻 那黑洞中探出的手掌 竟是停了下来 猛然转向 一把将那霞光抓在手心 紫色霞光 如同一条游动的长龙 瞬间将手掌缠绕封死 随之骤然发力 紫光闪耀大千 不断吞吐 似乎要将手掌 直接推回黑洞之中 蕴含怒气的低鹤 从黑洞中传来 是你 下一刻 手掌骤然发力 鲜光爆发之中 将那霞光猛然捏碎 碎裂的紫色霞光 化作漫天紫色云霞 瞬间弥漫于整个上青洞天 云霞弥漫之处 竟是将上青老祖散发的威势 而中青也是因为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停下了动作 扭头看向那紫色霞光所来的方向 却见东方天空 无尽紫色祥云滚滚而来 在这云端 有一道身影 一身紫金法袍 头戴与关 常然随风而动 双手负于身后 足踏紫云 那是一名身如鹤形 轻受俊逸 气质脱俗出尘的老者 虽然并未散发出 如上青老祖那般恐怖无边的威势 但他举手投足之间 都弥漫着一股奇特的韵味 仿佛他就是大道的化身 每一个动作 都是这天道规则的体现 毋庸置疑 这也是一位将士针线 众人折舌不已 这二重天 都不知道多少年 没有过针线踪迹了 谁能想到 今日一出现 就是三位 而中青身边 徐千锋为首的羽化仙门众人 见到此人 却都是浑身一颤 面露震撼和狂喜之色 不约而同的双膝下沉 跪倒在地而行大理 羽化门人 拜见老祖 洞天内外 众人皆惊 这一刻 老者的身份 已经不言而喻 正是羽化仙门的那位真仙老祖 羽化老祖微微点头 总算是赶上了 都起身吧 同一时刻 洞天之外 太清和造化两大仙门宗主 同时目光一变 收到了从自家洞天之中 传来的讯息 那是扎根于二重天的 洞天仙气所感知到的 有真仙层次的存在 穿越天幕 降临二重天的气息 不用说 这气息的来源 自然就是眼前的羽化老祖了 只是这位真仙来得太快 显然一下界就赶了过来 所以 反而是他先到一步 他们才通过洞天仙气 感知到气息 尊天愚和向无侠 对视了一眼 目光震动不已 今日之势 似乎越来越大条了 两大仙门之祖亲身出现 在二重天 上一次 恐怕都远在 他们出生之前了 正当他们犹豫着 是否要想办法 也禀报自家老祖的时候 上清洞天内 一阵冷笑声 从黑洞之中传来 哈哈 我还道 这刚刚突破真仙的小子 为何如此胆大妄为 竟敢毁坏我上清洞天仙气 原来背后是你在指使啊 宇薇晨 居然连真身都下界了 你是何用意 那位被称呼为 宇薇晨的羽化老祖 并未马上理会上清老祖 而是目光 扫过在场众人 最后落在了中清的身上 感受着中清身上 那位家掩饰的 属于大地层次的气息 与薇晨目光一亮 果然如此 他一下界 便感知到上清洞天这边的战斗波动 急速赶来 直到此刻看到中清 方才确定了什么东西一般 眼中流露出一丝喜意 念头一动 宇薇晨先是对中清微微汗手 中清小友有理了 本座宇薇晨 乃羽化仙门之主 想必你已经知道了 中清点了点头 在下中清 有理了 中清也想不到 刚刚那个还没打完 这就又来一个 不过这羽化仙门的老祖 似乎不是敌人的样子 此时 黑洞中 冷哼声传来 宇薇晨 你是在挑衅本座不成 面对上清老祖的质问 宇化老祖与薇晨目光一沉 开口喝道 红裕晨 莫要无理 难道你看不出 本座和这小友初次见面 众人此时方知 原来这位上清老祖 名为红裕晨 后者冷笑道 初次见面 一个刚刚突破真线的小子 值得你宇薇晨 不惜跨越重重天幕 亲身下界来户 莫非当本座 是傻子不成 宇薇晨摇了摇头 一回咆哮 红裕晨 你当真是老眼昏花了 本座和这小友 确实素不相识 但你难道不曾察觉 他身上未曾褪去的大地气息 又不曾想 他既然刚刚突破真线 又何来如此强横的仙体 可击破上清洞天 甚至能击溃 你以洞天仙力凝聚的分身 看来这位羽化老祖 虽然才刚刚赶到 但方才发生的战斗 都了然于心 也可见真线手段 他此话一出 上清老祖红裕晨倒是一顿 似乎想到了什么 声音陡然一阵 变得有些惊疑起来 你是说 宇薇晨微微点头 正是如此 红裕晨沉默了片刻 断然开口 不可能 如今的二重天 怎可能有人能做到 宇薇晨 你莫要唬我 这小子 不过是在掩盖气息 用大地境界试人罢了 宇薇晨哼了一声 红裕晨 事实就摆在眼前 你还要自欺欺人不成 他露出一丝嘲讽笑意 一味真仙层次的存在 以大地境界试人 来隐藏修为 你不觉得可笑吗 红裕晨沉默了 钟卿也沉默了 有没有一种可能性 我是说可能 我不是隐藏修为 就是大地境界呢 而且还是刚刚突破 没几天的 他很想这么说 但是首先不说 对方会不会相信 在那之前 钟卿还有其他话想问 他咳嗽了一声开口了 我说 你们两位在打什么哑民 还打不打了 这两人说的话 他完全听不懂啊 不光是钟卿听不懂 在场的其他人也听不懂 不过这种场合下 他们也没胆子 开口问就是了 此时宇维晨不再理会 红裕晨 而是转向钟卿 他又从头到脚 打量了钟卿一遍 看着钟卿 那略显稚嫩的外表和气质 他眼中反而愈发 浮现出喜意和欣赏之色来 搞得钟卿 都有点起鸡皮疙瘩 原谅本作冒昧了 在解答你的疑问之前 这位小友 本作还想问你一件事 钟卿略一思索 点了点头 请 宇维晨开口问道 敢问小友 在你金游大帝 达到如今境界之前 是否曾经过伪先九转 这问题一上来 钟卿就不知道咋回答 怎么回答 什么叫金游大帝 达到如今境界 我现在也还是大帝啊 甚至连三节帝都还不是 何来伪先九转 所以钟卿思索了一下 摇了摇头 不曾 果然 宇维晨一喜 回头冷声道 如何 红裕晨 你还想出手吗 黑洞中 红裕晨沉默了片刻 冷哼道 那又如何 他回我上青洞天 灭我上青盗脉 今日若不让他付出代价 只怕人人都到我上青一脉可泣 宇维晨冷冷道 那又如何 红裕晨 莫要和本作者这些虚的 四大洞天乃当初 众先协助我四人炼制 特意留在二重天 稳固此方世界的蝎子 经过这无数年成就大品仙器 已然与天机牌融为一体 只要没有彻底毁坏 便可自行修复 至于你上青一脉 哼 你若当真在意这些下界门人 也不会让他们落得被灭的下场 这一番话下来 红裕晨不怒返笑 好好好 照你这么说 这小子如此挑衅于我 就这么算了 宇维晨目光一沉 浑身上下 散发出无边气势 你一代如何 若要动手 本作自然奉陪 这一次 本作可是真身下界 而你借由洞天祭坛之力 迫须传来这一只手 已经是极限了吧 莫非 你想以这一掌之力 和本作交手 再者 本作下界之前 已然将此事禀报先军 你应该知道 这意味着什么 红裕晨再次沉默 片刻之后 方才冷笑起来 此事不会就这么算了 那只手掌 也随之缓缓收回了黑洞之中 那一道黑洞 也随之缓缓收拢 在彻底合拢之前 钟卿明显感觉到 黑洞之中 有一道冰冷的视线 跨越虚空投向自己 小子 我们上届再见 话音落下的同时 黑洞也随之消失 钟卿颇为可惜地 择了一声 看来这梁子又结下了 这世上的麻烦 真是无穷无尽 他本来还想着 守株待兔 能把这上清老祖 也一起解决了 但听宇微臣的意思 红裕晨也只是跨界 传来这一只手掌 就算给他扯下来 也死不了人 正当钟卿寻思着 什么时候能找机会去上界 把对方真身 也一起解决了的时候 宇微臣转过身来 语气缓和下来 小友 让你见笑了 不过你且放心 有本作在 谁都动不了你 钟卿怂怂间 动不动得了再说吧 现在可以说一说 你们方才到底 在打什么呀 这种谜语人 他是真的讨厌 宇微臣微微一笑 小友出身下界 看样子年纪也不大 不知道这其中缘由 也情有可原 他沉吟了一下 似乎在整理话语 片刻后方才开口 小友 你可曾知道 为何你不曾经过 伪先九转 就达到了现在的境界 钟卿 这他能怎么说 他压根就还是个大帝呀 不等他回答 宇微臣便接着说了下去 实际上 小友你所经历的 才是正道 他轻轻一叹 说出的话来 却让在场众人 都是浑身一震 伪先九转 本就是弯路歧途 本不应该存在 宇微臣此话一出 对于在场众人来说 简直就是石破天惊 毕竟在场之人 除了钟卿和他两个真传弟子 凌峰渡号之外 虽然修为有高有低 但全都是伪先 而且都已经在伪先九转之途上 迈步了无数年 也不知道付出了多少血汗 多少艰辛 但也没人会抱怨 毕竟大地之上是伪先 伪先九转成真仙 这是二重天无数年来 所有修行者的共识 现在你跟我说伪 先是弯路歧途 不应该存在 玩呢 若是别人说这话 众人只怕会不以为意 甚至吃笑出声 脾气差的 说不定还会一时兴起 把说的人打一顿 但现在 这话可是出自羽化仙门老祖 一位货真价实的真仙口中 打势不敢打 笑也笑不出来了 徐千锋都惊呆了 下意识脱口出 这 您在说什么 伪先九转 怎么会是歧途 在宗门利己之中 就算是您 不也是经历了伪先九转 而成就真仙的吗 别人也就罢了 他可是九转巅峰伪先 在这条路上走到了顶点 只差一层就能成就真仙了 这时候跟他说这是歧途 宇维臣轻轻一叹 点了点头 你没有说错 本作也是经历了伪先九转 所以其实本作 也是走错了路 所以只能止步于如今的境界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还请老祖民说 情急之下 徐千锋甚至都顾不上身份尊卑 急忙开口问道 钟卿没有说话 不过他对此也颇为好奇 虽说宇维臣好像是误会了什么 但他自己以后 毕竟也是要继续向上走 突破成仙的 对此自然不会不上心 毕竟是自家后辈 宇维臣也没有计较徐千锋的无礼 而是又叹了一口气 伪先伪先 若能成真仙 谁会去做这个伪先 他抬起头来 看似是望向远方 但目光却又好像并非看着当下 而是穿越了无尽时光 看向悠久之前的历史长河 人族的修行 一向是一步一个脚印 朝着顶端不断迈进 那些上古的先行者 感悟天地万物 提高自身 前仆后继 开辟出一个个境界 大帝这个境界 之所以称之为帝 就是因为 最初达到这个境界的 都是那些上古人族的领袖 乃古之帝王 而大帝凝聚出道种 最终结为道果 便意味着达到了为人之顶峰 其上便是属于仙的范畴 古有帝王 超凡茬化仙 不错 在太古时期 并没有伪仙这个境界 大帝经历三灾之后 便可直接与化成仙 而最早的宗门始祖 便是这些古之大帝的弟子 他们追寻帝王的脚步 先后飞升 然后自己也模仿大帝 传到寿业 开宗立派 带领我人族 真正走向心上 人族之所以能成为万物领长 便是因为我们并不完全依赖于 自身血脉天赋 而是将修行经验代代继承 师徒相传 最终屹立于万族之上 听到此处 众人也都有些悠然神往 但是在无数年前 发生了一场惊天的灭世大劫 那场大劫的真相 我所知不多 但可以知道的是 最后的结果 是以人族为首的联盟 遭受了极大的损失 为了延续种族 万族中包括人族在内最强的几族 纷纷将本族的至高仙气贡献出来 一共八尊作为各族的退路 众多古之真仙 联手在炼制出第九剑至高仙气 作为中枢核心 将其余八尊至高仙气结合起来 之后 他们施展大法力大神通 将当时的万族联盟中心 中州 以极周边的大片地域 无数洞天伏地 直接挪移送进了仙气之中 最终形成了如今的九仲天 这中间 也不知道有多少古之真 先燃尽生命 之后残余的真仙强者 带领着大劫中残存的各族民众 进入九仲天之中 躲避大劫 一直延续到今天 九仲天人人都知道 但也都今天才听说其来历 一时间也是震撼不已 即便见识过真仙手段 也很难想象 这般真正改天换地 堪称创世的恐怖手段 然而 即便拥有这等手段 甚至还有至高仙气 都难以抵御那所谓的蔑视大劫 不得不用这种办法来庇护 真不知那大劫到底有多么恐怖 但与微臣所要说的 却才刚刚开始 当时的人族 无庸置疑是万族之强 甚至那八尊至高仙气中 有足足三件都属于当时的人族 这三件至高仙气 形成了一道二重天 三重天之下最高的八重天 如今这三天 也是现在人族主体聚集之所 本座这次 便是从八重天下来的 中卿摸了摸下巴 原来如此 九重天原来是这么来的 可这和你所说的伪先是歧途 有什么关系呢 别着急 与微臣摇了摇头 本座这才刚要开始说呢 万族迁移 进了九重天之后 确实避开了外界的蔑视大劫 得以延续 身在至高仙气之中 灵气浓郁 每一处都犹如以往的洞天仙府 修行起来都比至以往更加迅捷 当各族雄心勃勃 准备在九重天中修生养息 积蓄力量 以待他日重回外界之时 却出现了一个致命的问题 在九重天内 再也无法直接 从大地突破阵线了 说到这里 众人都是一领 徐千锋作为除与微臣之外 在场实际修为最高者 文言似乎想到了什么 面色一变 难道说 不错 与微臣叹道 大地之前的修行 都是感悟外界天地 从法则到规则到道果 最终由道果中 揭出本源规则而成仙 但九重天 乃是九剑至高仙气形成 虽然看似其中应有尽有 但其规则根源 实则与外界不同 至高仙气 拥有自身的本源规则 在其影响下 感悟九重天内天地形成的道果 天生就是畸形的 听到此处 众人其实都已经明白了过来 但还是有些不敢相信 与微臣继续道 如此一来 在九重天内 突破大地比起以往要简单了许多 但却在无法经由大地 直接与化成仙 简直是给了万族重重一击 无异于断绝了前路 那些古之真仙 大多在创造九重天的过程中 元气大损 受限无多 如此下去 等到他们都失去之后 只怕人族再无真仙 与微臣沉声道 大家自然不甘心 就此沉沦 各族再次联手 花费了上百万年的时光 终于在原本的道路上 又开提出了另一条路 便是如今的伪仙九转 经过九节洗炼 引外界竭力 将畸形的道果修复归正 方能诞生本源规则 成就真仙 他长叹一生 这相当于绕了一条极大的弯路 而且九转洗炼 本身就会对道果造成损伤 如此成就的真仙 其潜力也有限 所以我才说 伪仙九转 是本不应该存在的企图 听到这里 众人都沉默了 三灾九节 乃是他们自从踏上修行之路 就知道的常识 伪仙九转 更是他们无数年来追求的目标 谁也没想到 这背后隐藏的真相 竟然是这般 他们所有人 都是在弯路上不断冲刺 徐千锋更是脸色惨白 身躯颤抖 见他这般模样 与微臣摇头道 本座知道 这些对你来说很难接受 但其实也无需太过放在心上 这即便是弯路 但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 也是唯一的道路 而你也在这路上 快要走到终点 此生成就真仙有望 徐千锋勉强笑了笑 又开口问道 那老祖 中亲前辈 又是怎么一回事 说到此处 与微臣目光才又是一亮 不错 本座刚刚说的 是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 但还有一类人不同 他们天赋异禀 乃是天地间的艺术 他们体内天生 就蕴含着一丝 本源规则气息的种子 因此 修炼的速度远远快过常人 并且因此形成的道果 也是无瑕无垢 并未受到九中天规则的影响 所以这种人 可以不受歧路的影响 走出上古强者的道路 直接由大地成就真仙 他们的潜力 也是无穷无尽 据说 甚至有可能超越前人 达到那些人族仙区 古之大地所达到的境界 这种人 被我们称之为仙种 此话一出 所有人的目光 都落在了中青的身上 不用多说 他们也知道 宇维臣说的就是中青 难怪中青前辈如此强横 他们本以为 中青是和宇维臣一样 从上界降下的真仙 想不到 其实更加特殊 宇维臣抚恤笑道 不错 中青小友 便是此等存在 所以他明明已经是真仙层次 身上却还弥漫着大地气息 这是因为 他不曾经过伪仙九转 直接从大地羽化成仙 突破不久 大地气息还有所残留 这也是本作听闻之后 马上下界的原因 众人恍然大悟 怪不得羽化老祖 会被惊动轻身下界 只有中青自己 脸色有些古怪 仙种 什么玩意 要是没有系统的话 他现在还是个废材呢 先个毛种 至于残留大地气息 残留个毛 他就是个货真价实的大地啊 宇维臣抚恤笑道 当然 即便是仙种 能在无人教导的情况下 自行突破成仙 也是极为难得 整个九重天历史上 都很少有这般存在 诞生在二重天的 更是有史以来头一遭 所以在这之前 我们都不曾关注 钟小有方才突破 想必也是心中迷茫吧 钟青嘴角抽了抽 迷茫是真的 但不是因为这个 看来这宇维臣 是彻底误会了 甚至 还自己挠不出了一套 逻辑通顺的理由 估计现在自己跟他说 自己不是真仙还是大地 他也不会相信的 但不得不说 宇维臣说的这些 钟青也是闻所未闻 让他长了不少见识 他忽然心中一动 在脑海中开口询问系统 系统 等到我突破三节地圆满之后 是否也要经历 伪仙九转成仙 沉默了许久的童子 这回反应倒是很快 宿主三节地圆满之后 下一步便可语化成就真仙 钟青目光一宁 难道自己还真是仙种 但他随即又明白了过来 如与微臣所说 九重天的修行者 之所以要经历伪仙九转 是因为他们感悟 此处天地规则结成的道果 受到掀起本源规则的影响 而产生畸形 不得不用九节来洗练 而钟青 他的修炼 全靠弟子们的修为反还 突破全靠童子 就没一天感悟过什么天地规则 因此他凝聚出的道果 也不曾被掀起本源规则影响 属于原装货 所以他也无需精力九转 可以直接突破真仙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 宇微臣说他是仙种 倒也不是完全有错了 但他转念一想 又觉得有些不对 那系统 是包含了伟仙九转呢 系统再次回应 宿主抽到的功法 大多出自九仲天内 九仲天内通行的功法 自然包括伟仙九转 而无需精力九转的功法 皆为上古真仙级功法 如今九仲天之人 大多无法修炼 此等功法 宿主也曾抽到过 只是不曾留意 钟青这才想起来 自己抽到的那一堆功法里 好像确实有一些 是什么上古玄功 只不过他自己修炼不了 也没必要修炼 所以大多数看都没看及眼 自然注意不到其中的区别了 此时 与微臣也再次开口 如今我人族真仙 几乎都聚集在八仲天的仙盟之中 仙盟乃是各族真仙组成 致力于团结各族力量 将来突破九仲天 回归外界 但因为 之前所说种种 当今真仙之力 比之上古 尚且衰退不少 所以 仙种便是如今最大的希望 钟青小友 随我回八仲天吧 钟青之所以来二仲天 一方面是为了找那个 到处乱窜 比尼丘还滑溜的寒跑跑 另一方面 是为了多收图 以突破大地境界 除此之外 他对二仲天 倒是没多少留念 如今第二个目标已经达成了 若说继续突破的话 他虽然 无需精力伪先九转 但不用想也知道 想在大地的基础上 再突破真仙境界 所需要的修为是 何等恐怖 估计在这二仲天 都很难达到了 因此 真要说去八仲天 见识一下 也不是不行 只是就这么走 未免有些太突然了 况且 寒跑跑还下落不明 似乎看出了中卿的想法 于微臣府蓄意笑道 钟晓有不要误会 本座 也不是让你马上 就跟我回八仲天 虽然下来的时候 本座已经禀报了狼环仙君 仙君 让我确认了你仙种的身份 便请你上姐加入仙盟 但这也不及再一时半会 你若是在二仲天 还有事情激流 便都处理完了 再走也不迟 于微臣笑道 当然 最好也不要太久 倒不是本座着急 只是你我都是真仙 在二仲天的一举一动 都会引起不小的波澜 甚至还可能造成损害 毕竟一二仲天 是九仲天之中 最为广阔的两界 从创立之初的目的 就是为了容纳占据联盟 绝大多数的未成仙的人族 范围广博了 空间强度 自然就比不上上界了 这一点 钟晴倒是颇有感觉 他从停久之前 就不大敢全力出手了 哪怕随手一击 一个不小心 都会造成极大的破坏 况且我仙盟 还是很需要钟晓有这般力量的 我仙盟之后 定能成为我仙盟的中间力量 钟晴点了点头 宇微臣为他亲身下界 态度也很好 加上他也确实想见识一下 这片天地真正的高层次 既然已经被当成了真仙 那么加入仙盟 倒也不视为好选择 于是他开口问道 既然如此 等我处理完这里的事情 便和宇兄一起上界好了 宇微臣文言也是露出喜色 如此甚好 那本作便也留下等待钟晓有好了 毕竟你上界还续人带路 这三到七重天的路可不好走 不知钟晓有需要多久 一万年可够 钟晴文言嘴角一抽 他眼中的用不了多久 和这些老家伙眼中的 可真不是一个概念 从他穿越过来到现在的时间 再乘以几千倍都到不了一万年 也是 毕竟四大仙门收割气运 都是二十万年一轮 伪先的修行 更是动辄以百万年为继 区区一万年 还真算不了什么 他摇了摇头道 倒也用不了那么久的时间 少则数日 多则数月便可 一行人商定之后 便准备离开上青洞天 路上中青开口询问 我倒是对宇兄提到的仙门 还有仙君更感兴趣 不知上界到底是何情况 宇微臣笑道 所谓仙门 便是九仲天内各族真仙 共同组成的一个联盟 而仙君 则是仙门各位首领的称呼 上古之时 各族真仙中的最强者 合成十二仙君 主持了创造九仲天之事 并且为此陨落了近半 之后的几位仙君 进入九仲天以后 也都先后逝去 为表尊崇 仙门首领 也以仙君为名 如今的仙门 共有七大仙君 分别有几大顶级强族的 真仙中最强者担任 而狼环仙君 便是我仙族的仙君 这位仙君可是非同寻常 等你见到就知道了 三重天以上到七重天 归属于仙族以外的各族 但无论是哪一族 如你我这般真仙 平日几乎都聚集在 八重天仙盟之中 平时会在下界活动的真仙 也就只有留守各层的守护者 说到这里 宇微臣顿了一下 以及一些从很久之前 就留在下界自封的老家伙 至于具体情况 等你跟本座上界 自然会一一了解 钟青点了点头 他原本还以为 二重天之上的每一重 都是如二重天 和一重天之间的关系 现在看起来 好像并非如此 而与微臣所说的 在下界自封的老家伙 倒是让钟青想起了一件事 在上界之前 或许应该先去处理一下 暂且将这些抛在脑后 钟青一行人 出了上青洞天 迎来的是 无数敬畏的目光 无论身份立场 此刻两大真仙强者 立于眼前 整个二重天 又有谁能不敬畏 只不过与微臣 倒是没兴趣 关注这些下界小辈 别看他在中青面前 热情和蔼 也只有同为真仙层次的存在 能让他这般相待 若是放在往常 不管被灭的是 上青仙门 还是羽化仙门 他们恐怕都不会有什么反应 毕竟他们更多着眼于大局 只要二重天人族传承还在 下界还能诞生 真仙变客 因此出了洞天之后 与微臣便转头 对中青开口道 中小友 你要处理私事 我也不好打扰 如此本作便先回羽化洞天等候 等你处理完了自己的事情 来找本作便是 当然 若是想交流修炼经验 本作也欢迎至极 毕竟中小友刚刚突破 想必还有不少疑惑 或者有什么其他需要帮忙的 都可以随时开口 中青文言也是点了点头 一抱拳 如此便先谢过羽兄了 客气了 与微臣笑道 如今人族能出一位真仙可恕为不义 何况还是仙种 相互扶持才是正道 告别之后 与微臣又叮嘱了徐千锋等人几句 让他们用心侍奉中青 便拂袖离去 恭送老祖 徐千锋等与化仙门众人 恭敬地目送与微臣离去 也是松了一口气 虽然是自家老祖 但面对与微臣的时候 这位真仙给他们的压力 可是要大得多了 况且 与微臣之前所说的话 也是让他们心情复杂 自己上百万年坎坷艰辛的修炼 所走的竟是歧途 这等打击 若非在场都是绝顶强者 距离真仙只差一步的存在 徐千锋也是轻叹一声 心中五味杂陈 本来他还惦记着 等出来之后要找某个人算账 现在却也没这个心情了 但他没这个心情 某人可是不敢忘 与微臣前脚刚走不久 他们刚上非洲 便听闻一道小心翼翼的声音响起 晚辈孟古军 拜见前辈 回头看去 只见一名风神俊朗 气质不俗的中年男子 正带着一名娇俏少女 面色忐忑地站在非洲外的空中 正是九霄云宗宗主孟古军 以及灵院 建设了上清洞天一战之后 孟古军也终于知道 为何羽化仙门 竟然对中清如此重视 如此恭敬 这竟然是一位将士真仙 如此 徐千锋为啥记恨上自己 也就不难理解了 这么一想 孟古军更是慌得不行 他九霄云宗小家小业 可经不起羽化仙门的惦记 如今上清洞天被灭 而羽化仙门又没遭受什么损失 更是绑上了真仙的大腿 可想而知 定然势力会更进一步 超越剩下两大仙门 也不过是时间问题 思前想后 孟古军觉得 跑路也不是个事 毕竟二重天就这么大 到时候 他九霄云宗 就是想搬家 也没地头 所以 想要解决此事 还是得主动出击 于是见大战落幕 孟古军便壮着胆子 带徒的凑了过来 虽然不认识孟古军 不过他身边的灵院中清 还是认识的 何况现在徒弟刘念就在背后 中清点了点头 让两人上船来 中 前辈 灵院上前行礼 还有些别扭的感觉 毕竟他最初见到中清的时候 还以为对方和自己是同辈人 后来中清就变成了 如同他师尊一般的大人物 甚至还收了刘老当记名弟子 直到现在 方才知道 中清原来是一位将士真仙 别说他师父 就是四大仙门这等庞然大物 也需低眉俯首的存在 这一次次的落差和变化 着实让他有些难以适应 中清倒是不在乎这些 对这个在修行界 难得还保持着单纯善良的少女 他倒也不反感 因此也只是微微一笑 不用多理 结果他前脚刚说不用多理 后脚就见孟谷军 趴击一下跪了下去 晚辈先前不知前辈身份 因此口出妄言 致使误会 还请前辈降罪 他这话一说 旁边徐千锋也回过弯来了 更是眼神不善地 朝着孟谷军看了过去 本来本宗主心情不好 都没打算和你计较了 你居然自己送上门来了 林玉尔虽然单纯 但也不笨 文言也明白过来 小吉卓米一样点着头 是呀是呀 师父他也不知道 中前辈你的身份 前辈你能否原谅师父 这一下 中清倒是一正 但是很快就反应了过来 说的是之前流念所说之事 灯使哑然失笑 原来是那事 没什么 不用上心 我看你 也并非出于恶意 说着看向徐千锋 倒是徐宗主被误会得厉害 不知你怎么想 可愿原谅孟宗主 徐千锋文言尴尬一笑 我怎么想 我当然是想把这姓孟的 奏成半身不随 现在他估计已经动手了 不过当着中清的面 他还是要表现一下 自己的大度 一回咆哮 中前辈真是说笑了 这点小事 我怎会放在心上 正如中前辈所说 孟宗主也是一片好心 只是误会了 我与话先门和其他人不同 一向是堂堂正正 早已不做那本无德之事了 看他一脸正气凛然的样子 孟古君松了口气 徐千锋既然当着中清的面这么说 以后自然也不好追究了 不过他心中还在富匪 堂堂正正 你这话说出来都能不脸红 真不愧是先门之主 九转尾先 这脸皮厚度 在下自愧不如 此时中清打量着孟古君 忽然目光一亮 孟宗主 你是不是快要突破了 孟古君文言一愣 不知中清怎么忽然提起这个 不过还是老老实实地点头 中前辈目光如炬 晚辈确实是已经到了九转边缘 只不过这一步之差 天壤之别 以晚辈这点微薄底蕴 要度过这一关 时无把握 他已经是八转巅峰 看似和九转差别不大 但如果这一关这么容易过 整个二重天 也不至于只有四大仙门 才有九转尾先了 可以说 从八转巅峰到九转的难度 比起之前的关卡 加起来都还要难 哪怕四大仙门的底蕴和传承 也需要收割下界气蕴 来辅助门中强者 突破九转之境 更无论其他宗门势力了 中清目光闪动 摸了摸下巴 孟宗主 不知道你可有师尊 这话一出 旁边的徐千锋 和徐松年父子 晚辈自然是有师尊的 不过晚辈的师尊 乃是九霄云宗前代宗主 早在百万年前就已经作画 死了呀 死了就好 哦不是 你不要误会 中清咳嗽一声 开口道 既然如今没有师尊在世 那你可愿做我的寄名弟子 孟古君文言 足足愣了三息 啥玩意 收我当弟子 中清要是说的 收灵院当弟子 他还能理解 倘若如此 即便舍不得这个徒儿 他也会忍痛割爱 能拜中清为师 对灵院来说 自然是更好的选择 结果中清一开口 要收的是他 这就给孟古君整不会了 旁边的徐松年 也绷不住了 他还不知道 中清的秉性 本来还以为是自己天赋好 才被前辈看中 结果这位中前辈 怎么逮个人就要收徒啊 徐千锋更绷不住 不是 孟古君这种都能收 为什么不收我啊 我徐千锋 哪里比不上他了 只有林峰杜浩等人 面色如常 少见多怪 师尊收徒影 又犯了而已 怎么 你不愿意吗 中清淡淡道 不愿意的话 也不强求 当然 即便拜师 我也不会强求你 脱离原本宗门 你依旧是九霄云宗宗主 如何 孟古君回过神来 心思赚得飞快 接着二话不说 直接跪了下来 弟子孟古君 拜见师尊 虽然来得太突然 让他还有些没能想明白 但不妨碍孟古君 那头便拜 虽然从外表上看起来 中清不过青年模样 气质也并非十分沧桑 让他颇有些不习惯 不过大家都这个层次的人物了 谁也不会在乎这个 重要的是 这可是一位真仙啊 能拜一位真仙为师的机会 即便是季明 弟子 又怎能错过 往长远了的好处就不说了 就说眼下 拜了中清当师父 以后就算徐千锋想起救援 想找他麻烦 也不敢动手了 至于身为一宗之主 给人当季明弟子 这面子上过不过得去 开什么玩笑 能给真仙当季明弟子 多少人想跪 还没这门子呢 况且 中清也没让他脱离九霄云宗 他依旧是 还是九霄云宗的宗主 打着真仙弟子的名号 从今往后 哪怕是四大仙门 若要动他九霄云宗 也要三思 只有好处的事情 谁会拒绝 但他没想到 真正的好处 这才刚来呢 只见中清满意地点了点头 同时一抬手 一本一散着 霞光仙气的古朴功法 和一方愈合 朝着孟古军飞了过去 既然已经投入为师门下 这两件东西 就当做拜师礼好了 孟古军大脑 一时间没转过弯来 这拜师礼 不应该是徒弟给师父吗 怎么还反过来了 但下一刻 他就顾不上想这个了 孟古军死死地 盯着眼前的功法 眼中流露出 难以置信的神色 这是 真仙及功法 他九霄云宗的传承 也非同小可 据说九霄云宗的开派老祖 也是一位真仙存在 但九霄云宗 之所以没有成为 真正媲美四大仙门的存在 就是因为 在无数年前的一次动乱之中 他们核心的 真仙及功法传承丢失了 虽说就算有真仙及功法 真正能修成真仙的人 也寥寥无几 可即便如此 修行半仙及功法 和真仙及功法 也完全是两个概念 真仙及功法 纵不能成就真仙 但修行到九转伟先 还是比起半仙及功法 要更加简单 真要说天赋 他孟古军 也不比徐千锋 等四大仙门宗主要差 大家也都是同辈的人 之所以他还是八转 最核心的原因 不还是因为 传承比不上人家 而现在 自己只是磕了个头 叫了一声师父 一本真仙及功法 就摆在了自己面前 孟古军只感觉在做梦一样 这可是真仙及 整个二重天 除了四大仙门 都没有的真仙传承 倘若磕头就能换来 真仙及功法 他能把这非洲磕成了 这本功法你先拿去看 钟卿接着道 还有这盒子里 是非仙灵液 可以辅助你突破九转 孟古军浑身一颤 非仙灵液他也是听说过的 是只有四大仙门 占据了顶级灵脉 用动天之力催生出的质宝 显然是钟卿 刚刚灭了上清仙门所得 虽然不如真仙及功法珍贵 但对于此刻的他来说 作用丝毫不下于真仙功法 一份非仙灵液 足可将他突破九转的几率 提升三成 再结合真仙及功法的话 他几乎就有绝对的把握 孟古军很想惊世一下说 弟子承受不起 但又说不出口 他实在很想要这两件质宝 因为孟妹以求的突破 就在眼前 钟卿似乎看出他的心思 淡淡一笑 为师既然送了 就没有收回去的道理 虽说他收孟古军 最主要的原因 是因为他快突破了 但另一方面 也是因为孟古军之前的发言 虽说冒死前来提醒的是 刘念 但孟古军放任他来 同样也是冒了风险 正好他修为也到了门槛 一名八转晋升九转伟先 能带给他的返还修为 绝对惊人 估计比之前刘光宗那次 集体肚截突破加起来 还要高上许多倍 他不久之后 就要上界去先蒙 先蒙乃真先汇聚之处 虽说中卿现在 也不清楚 自己有多强 但再增强一波 也准没错 孟古军自然是 不知道中卿的想法 刷的一下 他眼睛就红了 这哪里是记名弟子啊 简直比清传弟子还亲 当然这是他不知道 中卿清传弟子的待遇 才有的感觉 怀揣着万分激动 双手将师尊所赐的宝物捧起 孟古军又是一半 徒儿谢过师尊 与此同时刷的一下 旁边徐千锋等人 眼睛也红了 孟古军是激动加感动 而他们就是 纯粹眼红了 这等造化 想不眼红动呢 现在他们多少也看出来了 这位中卿前辈 似乎有点爱收弟子的好毛病 这么说 岂不是咱也有机会拜师 众人蠢蠢欲动 只有徐千锋眼含热泪 凝望天空 无语凝噎 别人都能拜师 但是他 他儿子已经拜了中卿为师 要是他再拜了 岂不是和自己的儿子 成了师兄弟了 虽说他其实不怎么介意这个事 但实在是拉不下这个脸啊 早知道就不让徐松年拜师 他自己上了 不用谢我 这边中卿淡然一笑道 不过既然入了我门下 也不能辜负为师的期望 为师用不了多久就要上界 希望在为师上界之前 你已经突破九转 孟古军心潮澎湃 想也不想地低头应道 谨遵师命 定不负师尊所望 此时只有一边的灵院 还处于恍惚状态 什么情况 这一眨眼的功夫 中卿变成自己师祖了 中卿笑而不语 其实他也看出来 灵院天赋极佳 也是得当徒弟的好苗子 但现在他的徒孙 也一样返还修为 也就是说 等于收了孟古军 还白搭一个灵院 马一送医的事情 何乐而不为呢 收下孟古军之后 中卿乘坐着渐来非洲 自故回到了刘光宗 接下来的几日 他先是用上卿先门宝库中 缴获的众多宝物 先将苏叶 直接堆到了至尊境 然后先后给这两位真传弟子 也灌注了力量 而此时 上卿先门覆灭的消息 也彻底在二重天传开 掀起了一阵惊涛骇浪 称霸无数年的四大先门之一覆灭 对二重天各大势力来说 无异于天翻地覆 上卿先门覆灭了 消息传开 无数人的第一反应就是不幸 毕竟四大先门雄距二重天的历史 比他们命都长 四大先门不可撼动 已经成为无数人潜移默化的认知了 但当他们听闻了 上卿洞天之战的经过 无不是沉默了 同为四大先门之一的羽化先门清朝而出 再加上一位真仙出手 也难怪上卿先门难逃此劫 何况 后面还有上卿老祖和羽化老祖 接连出现的重磅消息 一时间 整个二重天都炸开了锅 无数势力强者 从四面八方赶赴刘光宗 想要拜见真仙 被视为穷乡僻壤 连二星以上势力都寥寥无几的灵地 一时间变成了整个二重天的焦点 原本平时连个二转以上 尾仙都难见到的灵地 此时荡真是七转到处走 六转多如狗 连个三星势力都不是 你也好意思来拜真仙 刘光宗 这个原本极其无名的小宗门 也随着中青这个名字 传遍了二重天 传闻这位真仙前辈酷爱收徒 但凡看到良才美誉 就会收入门下 一时间 无数天才妖孽都为之易动 谁不想有个真仙世尊 几乎每日 都能看到从各方而来的年轻妖孽 在刘光宗外面转悠 身为妖孽 自然都是心高气傲 时不时还在刘光宗门口上演全武行 那叫一个热闹 不过这些热闹和中青倒是关系不大 他也曾想过 要不要干脆把这些来拜师的 全都收入门下 不过想想又放弃了 他虽无需经历伪仙九转 便可晋升真仙 但想必所需要的修为 也是个天文数字 所以反而不急于一时 不会再像刚刚来二重天那样 不管好赖 是个人就收 妖孽虽好 但成长起来需要时间 他算是想明白了 一百个年轻妖孽 在短时间内提供给他的修为 尚且不如修为高尚两三个境界 并且马上要突破的普通修行者 如梦古君那样 修为高绝又快要到门槛的 才是最好的收徒对象 当然 妖孽将来的前景肯定是好的 只不过 等他们成长起来 说不定都千百年以后了 天知道那时候 中青还缺不缺他们那点修为 况且 他用不了多久 就要去八重天先蒙 他一没时间去管他们 二来也不能说把整个刘光宗 和所有寄明弟子都带上 之前他可以将一重天的 红尘女帝等人带来 是因为他们行动自由 本就无拘无束 而这些前来拜师的妖孽 可都出于各大势力 肯定是不能直接带走的 所以他索性谁都不见 在将苏叶和凤天 也都灌注到准地之后 中青便准备下界 回一重天一趟 之前他才想起来 自己和一重天的某个老家伙 还有约定吗 这次下界 他没带任何人 独自上路 临走之前 他开口询问 系统 有寒跑跑的踪迹吗 他到底还在不在二重天 这一次 系统沉默了片刻 方才开口道 经检测 当前二重天并无其踪迹 果然 中青则道 这小子也太能跑了吧 之前他就是追着寒跑 跑来了二重天 结果这才过去多久 他居然又不在二重天了 所以 中青这次下界 也还有另一个目的 就是要看看 寒跑跑是否回到了一重天 若是不在的话 说明这小子 是去了二重天之上 摇了摇头 中青一纵身 消失在了刘光宗 来时那一重重云层空间 此时对他来说 几乎和空气无异 只是一眨眼的功夫 他就回到了一重天之中 不得不说 在二重天待的时间久了 此时突兀回到一重天 反而令人不适 贫瘠的灵气 薄弱的空间 在这里 中青感觉自己可能 一举手一投足 都会毁灭一方天地 不得不小心翼翼 将力量收拢到极致 行动起来 都感觉浑身 套着枷锁一样 十分不便 难怪上界之人 都不愿意来下界 恐怕就算没有 那什么诅咒 也是一样 只是不知道 同为至高仙气所化 面积上也没有太大差别 为何现在的一重天 和二重天 差别如此之大 难道就是因为 那什么诅咒 到现在 中青也很难想象 什么诅咒 能让整个一重天 都变成这副模样 甚至能断绝先徒 真先到现在 他也见到了几个 他们看起来 似乎也没这个本事 那么 这一重天的诅咒 又是何人所下 看着下方重重大地煽乱 中青感叹了一番 便纵身朝着远方飞去 他并没有回旋域 而是静止 按照老路 飞往乱魔海 以他如今的速度 亿万里转瞬极致 眨眼间 他就回到了老地方 乱魔海之中的天渊 这里 可还有着一位老乡识呢 正是那深渊之主 当初他和中青说 不到大地就不要来找他 如今他已经是大地 但回想起来 其实也没过多久 在上界之前 中青还是决定 来见见老伙计 顺便看看 还有没有什么羊毛 能耗一耗 站在空中看 中青微微一笑 身形一闪便消失 守在深渊深处入口的 依旧是轻轨二人 只是这一次 中青没和他打招呼 一个闪身便掠过 他的速度之快 几乎超越空间滞骨 守在入口的轻轨 和火把眨了眨眼 甚至没发觉有人进入 还是那条炽热火红的岩浆长河 中青只不合边 微微一笑 深渊之主 老朋友来了 还不出来见一见 下一刻 一颗巨大的眼球 骤然从岩浆之中浮现 看向中青 正是那位神秘莫测的深渊之主 是你 火把和轻轨呢 中青笑道 都是老熟人了 路我也熟 就不用他们带路了 深渊之主轻哼一声 谁和你是老熟人 不问而入室为贼 你 他话说到一半 落在中青身上的目光忽然一震 这才注意到了什么 下一刻 整条岩浆河 乃至整个天渊 都随之震动起来 一股狂暴而古老的气息 泄露而出 弥漫于天渊内外 令人心惊胆战 入口的轻轨和火把都是大惊 这是怎么了 而深渊之底 岩浆之中 巨眼的震撼 无以复加 你 你突破大地了 也难怪深渊之主如此震惊 距离上次中青来天渊街道 显露尊者修为到现在 甚至都不到十年时间 实际上 十年还是说得多了 中青从穿越到现在 总共也没有几年时间 但是天渊之主这等人物 修行时间以百万年来计数 对他们来说 几千上万年 也就是个打个瞌睡的功夫 所以 不管是几年还是几十年 都没什么差别 也就是一眨眼而已 一眨眼的功夫 从尊者变成了大帝 这都不能说是什么进步神速 或者妖孽了 简直比见鬼还吓人 中青可不管那么多 他呵呵一笑 当初你不是说过 等到了大帝你 还有机缘要送给我 我这不是来了 谁这么说 还有什么机缘要送你了 深渊之主下意识反驳道 我是说 你不到大帝 别来我眼前晃扬 上次不说了 那神魂叶 是我最后一件珍藏了 又来打主意 想都别想 中青呕了一声 那我已经是大帝了 来晃悠晃悠怎么了 对于深渊之主 说的什么最后一件珍藏 他是半个笔话都不信的 反正上次他也这么说 不过薅羊毛嘛 急不得 这次也确实许久没见 中青倒也乐得 和他闲扯几句 深渊之主 他沉默了好一会 方才开口道 小子 你别跟我开玩笑 你到底是哪个老家伙来逗我玩的 此时的深渊之主 已经不只是震惊了 上次中青不到一年时间 从万法境修炼到尊者境 虽然离谱 但好在还在理解范畴内 反正不管是万法还是尊者 涉及到的层次都很浅薄 倘若真的是悟性妖孽到前无古人 倒也不是不可能 但这一眨眼的功夫 从尊者修炼到大地 这已经不是什么 妖孽不妖孽 天才不天才的事情了 是根本有被常理 根本不是能通过修行达到的 除非有个真仙不计代价 不计后果 大损元气 来给你灌顶 所以这一刻 深渊之主开始怀疑 对方是不是自己某个老相识 故意化身来晃点自己的 钟卿耸了耸肩 你认真的 你看我像是什么老家伙吗 深渊之主又沉默了 钟卿说得没错 钟卿的气息 和他的那些老相识 一个也对不上 这可不只是表面上的气息 到了他们这等层次 修的都是玄之又玄的灵硬感知 直达本源 倘若是其他老家伙伪装 根本骗不过他的眼睛 况且他们忌惮一重天的诅咒 又怎敢轻易下见 再者 钟卿虽然来历神秘 但是身上这股年轻人的感觉 是做不了价的 他们这些修炼了 不知道多少年 死气沉沉的老家伙 哪里装得出来 最重要的一点是 就算是真先转世投胎 修行起来都没这么快 哪怕一出生 肚子里就塞个道国也一样 这一通分析之后 结果是 深渊之主开始怀疑人生了 只感觉自己的世界观 修行观都受到了冲击 不过这才刚刚开始 只听钟卿开口道 其实我这次来 除了好 除了来看看你之外 还有另一件事想要问你 深渊之主沉默了一下 开口道 说 钟卿开口问道 你知道仙蒙吗 容颜中的巨眼 骤然瞳孔一缩 仙蒙 你怎么知道他们的 就算你修炼到了大地 在一重天 哪怕二重天 你也没可能接受到仙蒙 这个嘛 钟卿挠了挠后脑勺 其实前几天 我在二重天 已经见到仙蒙的人了 他邀请我去八重天 加入仙蒙来着 对于这仙蒙 我还真没多少了解 就想着以你的见识 说不定会知道些什么 你说什么 整个天渊又是一阵震动 弄得守在外面的火拔和轻轨 惶恐不已 今天这是怎么了 难道是主人的修行出什么问题了 深渊之内 容颜河中 深渊之主过了好一会才平静下来 巨眼死死地盯着钟卿 你说的是真的 钟卿点了点头 还能骗你不成 深渊之主倒也不是不相信钟卿 毕竟若非如此 他也接触不到远在八重天的仙蒙 在二重天 光是知道仙蒙存在的人 都不超过一手之数 那些人也不会随意透露 沉默片刻后 深渊之主开口道 即便你修炼到大地 能接触到仙蒙的人 以你现在的修为 也没有资格加入仙蒙才对 钟卿摸了摸下巴道 嗯 对方说我好像是什么仙种 所以邀请我加入仙蒙 仙种 容颜河再次震动起来 其中流淌的岩浆 化作赤红色的千丈巨浪 翻滚不休 难怪 难怪你修炼得这么快 原来你是仙种 即便作为仙种 你的进步速度 也太过超越常理 想来你身上 还有什么我不知道的秘密 不过这都无所谓了 你既然是仙种 那么无需通过如今 九中天内的伪仙九转 便可成就真仙 仙蒙自然不会错过 容颜巨眼 似乎是在对钟卿说话 又似乎是在喃喃自语 钟卿开口道 看来你对这仙蒙 还真是有些了解啊 深渊之主平静下来 轻哼了一声 过了片刻方才开口道 小子 既然你要上八重天去仙蒙了 有些话 我也不得不对你说了 钟卿点了点头 我也有些事情想问 你有什么话就问吧 钟卿首先开口发问 我认识的人 都说这一重天被诅咒了 会断绝先徒 又听说这一重天 本是一件仙器 名为奉天殿 邀请我加入仙蒙的那人 也跟我提过九中天的来历 九中天是一起形成的 那么为何单独一重天会被诅咒 是谁诅咒的 既然一重天有诅咒 那么为何你还在这里 难道你不怕诅咒吗 以及 那诅咒到底有没有解决的办法 其实 对比九中天的来历 还是这个问题 钟卿最为关心 原因无他 他的几个清传弟子 乃至他自己 全都是从一重天出身的 如果一重天有诅咒 会让人断绝先徒的话 那么他和弟子们 是否也一样 虽说他现在成了什么先种 系统也说他 无需精力伟先九转 就可以成就真贤 但他本质上还是个大帝 还没有真正成贤 若是他身上也有诅咒 会不会受到影响 深渊之主对钟卿的问题 似乎并不意外 果然 我就知道 你一定会问起这个 他淡淡道 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 你的身上并没有沾染诅咒 至于原因 我也不得而知 但这 就是我之前选择你 并且愿意 放你过去的原因 深渊之主 可是潜藏在这一重天内 最为古老恐怖的存在 即便是现在的钟卿 也半点看不透他 说明对方 至少也是真仙级别的存在 这样一尊存在 即便是受了伤 行动受限 难道当初就真拿 还不过万法劲的钟卿 没办法吗 当然 钟卿有系统和诸多能力在身 是个超脱常理的存在 真要动起手来 还不好说 但在当时的深渊之主眼中 他也不过是个 有些奇异手段的 万法劲楼尾罢了 但他最终 还是选择让钟卿过去 甚至真的听钟卿的话 对钟卿进行投资 这一切看似不合常理 但追其根本 还是因为深渊之主 在钟卿的身上 看到了可能性 一个明明出身一重天 却并没有沾染诅咒的存在 若非如此 他怎么可能投资钟卿 身负诅咒之人 注定无法成仙 钟卿再怎么修炼 也就是个大帝 又能帮上他什么忙 至于他为何没有诅咒 深渊之主纵然不知原因 但也知道 钟卿非同寻常 毕竟那诅咒 可不是一般的存在 从深渊之主 口中得到了回答 钟卿也微微松了一口气 虽说他从来就没感觉 自己身上有什么诅咒 系统也从没提过 但谁能保证 这诅咒不是层次太高太隐蔽 他发觉不了呢 但他并未完全放松 他自己没沾染诅咒 多半是因为系统的原因 但他其他出身一重天的弟子 应该都是背负诅咒的 只听深渊之主继续说下去 至于奉天殿 为何会被诅咒 这是曾经有人 想要断绝万族的前路 原本被诅咒的对象 是九中天之中的所有种族 但后来 有一众强者联手 将诅咒封锁在了奉天殿 以免他继续扩散到二重天之上 至于诅咒奉天殿的存在 说到此处 深渊之主的容颜俱眼微微收缩 这个还不是你能知道的存在 并非我微言耸听 那诅咒的来源 实在是超出常理 身在九中天内 仅仅是提起那来源的真名 都会让你被诅咒沾染 所以二重天之上 但凡知道那存在真名的 为了防止诅咒出现在更高层数 都会选择封印 或者抹消自己 关于其真名的记忆 你若是想知道 起码也要达到 如我当年的层次 这么厉害 钟卿听得又是惊讶 又是有些震撼 他穿越到现在 也已经见识过 不少超乎想象的东西了 但深渊之主所说的 还是超出想象 光是提起名字 都会被诅咒 连真仙都要封印记忆 这世上还有这般恐怖的存在 是某个人 又或者是某个族群 某件器物 不过比起好奇心 钟卿还是更想知道 如何解除诅咒 听到钟卿的问题 深渊之主冷笑一声 正如你最初的问题 你可想过 我为何会在意重天 为何会受此重伤 对于真仙来说 有什么伤势 是数十万年 数百万年都恢复不了的 钟卿眉头一挑 是因为诅咒 深渊之主缓缓道 真仙之下的存在 沾染了诅咒 会断绝先徒 再也无法成仙 而真仙之上的存在 沾染诅咒 其本源规则会被污染 修为不但再也不能进步 甚至还会不断下滑倒退 不过 到了我当年那等修为 对于诅咒 也是有着一定程度的抵抗之力 纵然无法完全排除 但也不会受到太多影响 直到 我亲眼目睹了 那诅咒的源头 那一瞬间 诅咒内外同时爆发 即便本座拼尽全力 也无法压制 为求自保 我不得不直接毁掉整具肉身 同时将被污染的那一部分 本源规则割裂 其后果 便是你今天看到的这般 肉身还好说 对真仙来说 并非不能抛弃 但本源规则的受损 却是难以弥补的 那是不会随着时间而恢复的 不仅如此 被我撕裂的肉身和本源规则 其上还蕴含着 无比浓厚的诅咒之力 若无人镇压 一旦爆发来开 半个一重天 恐怕都会寸草不生 所以 我不得不再次自封 一方面恢复伤势 一方面镇压 被诅咒污染的身躯 和上面的那部分本源规则 钟卿点了点头 这才明白过来 他颇为同情地 看了深渊之主一眼 本来他对这老哥们的印象 就是大方 没想到居然这么惨 以后还是少耗他一点好了 那有什么是我能帮得上你的 钟卿开口问道 容颜俱眼淡淡道 想帮上我 以你现在的实力还不够 至少也要等你 真正突破真线吧 钟卿点了点头 那就等我突破了真线再来吧 深渊之主顿了一下 骤然间 一物从岩浆中抛出 飞向钟卿 被他随手接住 既然你要去先蒙了 就将这个带上吧 这是我最后的珍藏了 钟卿习惯性地无视了最后一句 开口问道 这是什么 落在他手上的 是一枚泛着金光 巴掌大小的铜镜 此乃幻天镜 找到一处你自认的安全之地 催动铜镜 将那一处的景色映入镜中 此后遇到危险的时候 置换空间 回到之前你映入镜中的地点 哪怕你在八重天 也可以瞬间回到一重天 花音落下 深渊之主的语气沉了下来 切记 在先蒙之中 有些人值得信任 有些人要小心 钟卿看着手中的铜镜 也是一喜 这位老朋友果然还有好宝贝 单纯只是能穿梭空间 并没有什么稀奇 任何一位大帝 也能一念之间 穿越亿万里空间 但如深渊之主所说 甚至能直接从八重天 穿越到一重天 那就厉害了 毕竟各层之间 距离之远更是不能以数字计算 即便是如与微臣那般的老牌真仙 都无法直接跨越空间 从一重天 穿越到灵异重天 可见这幻天境非同寻常 正好钟卿也确实缺少这等手段 有了这幻天境 之后去了八重天 若有需要回归 就不用那么麻烦了 收起幻天境 钟卿也听到了深渊之主后面的话 看来这所谓的先蒙 倒也不是铁板一块啊 不过这也是正常的 按照与微臣所说 先蒙并非人族独有 而是各大种族的真仙共同组成 要知道 光是人和人之间 都一直在勾心斗角 无休无止 何况人族和其他种族呢 他沉吟了一下 开口问道 我听那位想要接引我 加入先蒙的真仙说 现在先蒙里人族的先君 叫做狼环先君 此人是否值得信任 狼环先君 深渊之主闻言 微微一正 莫非是狼环那小姑娘吗 沉默了片刻 他似乎有些感叹 还真是时光荏苒 连他都已经成就先君了吗 也是 但是当时的人族后辈真仙之中 以他的天赋为罪 这话听得钟卿倒是有些震惊 要知道 羽微臣提起狼环先君的时候 可都是带着崇敬的意味 也不曾听他说 对方是刚刚成为先君之类的 可见 这位再先蒙也是个大人物 光是羽微臣 都已经至少是千万年前的人物了 以至于二重天内 已经只流传他们的传说 而不知其具体 羽微臣尚且如此 先君级别的人物 更不用说 而这样一位先君 在深渊之主眼里 居然还是个小姑娘 这老家伙到底多少岁了 又在这深渊之底 自封了多久 对于今年满打满算 实际年龄 都还不到三十岁的钟卿来说 这些老家伙 都快赶上恐龙了 而能让深渊之主 自封了这么多年 伤势都没有好转多少的 那诅咒源头 又该有如何恐怖 虽然至今仍然不知道 自己到底有多强 但时隔许久 钟卿又有了那么一点威胁感 看来 即便去了八重天 也不能松懈 还是得努力收徒 提升自己 才有底气应对一切 此时却听深渊之主开口道 你口中的狼环仙君 倘若是我认识的那个 倒还可以信任 不过 他性格有些固执 眼里柔不得沙子 有些时候 也略显天真 不过 他既然已经成为仙君 想必也成熟不少 总之 是个不用担心 被他背后算计的人 当然 这前提是这么多年过去 他依旧是我当年认识的那个人 你上界之后 若真到了有必要的时候 可以和他提起我的名号 钟卿点了点头 又有些好奇 你的名号 是什么 和这位大方慷慨的好朋友 也不是第一次见面了 他也确实还不知道 对方的名号呢 所谓深渊之主 也只是个称呼而已 深渊之主沉默了片刻 淡淡吐出两个字 吃极 将这两个字记在心中 钟卿和深渊之主 简单道别之后 便转身离开 因为又耗到了羊 又得到了好朋友的馈赠 加上打探到了不少消息 钟卿的心情还不错 没有再着急忙慌地闪身出去 而是慢悠悠地 夺不出了深渊谷底 走出谷底的时候 还顺便和守在外面的火把 和轻鬼打了个招呼 好久不见 回头再见啊 回头再见 火把和轻鬼 下意识地回应了一句 然后下一刻才反应过来 我操 是那小子 他什么时候进去的 当两者追上来 想要追问的时候 就见钟卿一个闪身 消失在了眼前 连带着气息也一道消失了 只留下轻鬼和火把在原地 面面相去 一脸猛逼 而深渊之底 在钟卿离开之后 那容颜俱眼 仍旧没有消失 巨大而深邃的瞳孔之中 似乎有某种思绪在闪动 仙种吗 恐怕不只是如此 巨眼难难道 如果是这小子的话 或许可以 离开乱魔海之后 钟卿身形不断闪烁之间 亿万里空间任意穿梭 他没有马上回二重天 而是先回了一趟悬域 在路上 他也没忘了开口询问 系统 寒跑跑现在可在一重天 沉默了片刻后 系统给出了回答 回宿主 在一重天 并未检测到寒跑跑气息 钟卿点了点头 也并不意外 这小子之前 因为秘境要事的事情 在一重天闯了大祸 除非他在上界闯了更大的祸 不然没理由回来 一二重天都不在 多半便是去了更高层次 思索之间 钟卿已经来到了悬域 回天玄城城主府的路上 钟卿的目光扫过这一路 如今的悬域 和之前是大不相同 人妖之间 不再精卫分明 一座座原本的人族城市中 也多了许多妖族的身影 虽然两族混居 偶尔还是会发生冲突 但总体来说还算融洽 况且 两族来往交流 互换有无 更是促进了发展 整体都呈现一派 欣欣向荣的气派 甚至所到之处 所见的强者数量 比之以往都多出何止百倍 不多时 钟卿回到了天玄城玉竹府 熟悉的尹浩等人 得知钟卿回归 马上前来拜见 经其汇报 如今的悬域 可谓是不比以往 凤天殿被剿灭的事迹传出去之后 钟卿所在的玄域 俨然成为了整个中周 乃至以重天关注的中心点 无数强者 都在朝着此处汇聚 在钟卿名号震慑下 也无人敢再次闹事 妖族和人族打了无数年 骤然和平 虽然还有不少不满之辈 但玄域妖族中那些顶级强者 都跟着钟卿去了上界 也掀不起什么风浪 如今的玄域 俨然有着往一重天 圣地发展的趋势 得知了玄域如今情况之后 钟卿也十分满意 毕竟名义上 他还挂着玄域御主的身份呢 得知此处没什么波澜 他也没了后顾之忧 又待了几日 给尹浩等人留下了一些 在二重天搜罗来的宝物资源之后 钟卿便再度离开了玄域 朝着天空飞去 这一次离开 若无要事 只怕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不会回来了 正当他即将进入一重天 和二重天之间的 云层空间之时 这一瞬间 冥冥之中 似乎有一道目光 从虚空中传来 从钟卿身上扫过 那目光之中 似乎蕴含着无穷恶意 但钟卿却肆无察觉 只是打了的冷战 与此同时 某种无形无质的东西 刚刚落在钟卿的身上 就随之消散 等钟卿进入云层空间之后 才听到了系统的提示 检测到恶意侵蚀印记 以为宿主排除 钟卿文言一正 脚步也停了下来 恶意侵蚀印记 这什么东西啊 一听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他可不记得自己 什么时候沾上这玩意了 他回想起 自己刚刚进入云层空间的时候 感知到的含意 难道便是那个 但是离开一重天之后 便感知不到了 他忽然想起什么 难道这就是一重天的诅咒 钟卿目光闪动 如果是诅咒的话 倒也可以理解 为何无影无形 根本察觉不到了 只是这玩意 已经被系统排除 无法验证了 但若是诅咒 为何他上一次 离开一重天的时候 没有引动 这一次就有了 思索了片刻 也想不出个所以然的钟卿 耸了耸肩膀 便继续朝着上方飞去 想不通就不想了 管他是什么来源 兵来降挡水来土掩 只要不断提升自己 总有解决的办法 和上一次略显漫长的旅途相比 这一次不过片刻 钟卿就回到了二重天 直奔刘光宗而去 在一二重天 他暂时也没什么牵绊了 回到刘光宗内 钟卿直接宣布了 自己很快就要上界的消息 并言所有的寄民弟子 倘若有意的 就可以进入小世界 跟他一起上界 若无意 也可以留在此处 并且有一天的时间考虑 一天之后 刘光宗上下 有五分之一的人 选择跟随钟卿上界 剩下的人选择留下 这倒也不奇怪 别看之前钟卿来二重天的时候 带来了许多人 但他们其中有很多都是 跟随钟卿时间不短 也受过极大恩惠的 自然生死相随 还有一些如红尘女帝 斗帝 古帝之流 本身在下界一重天 就已经是绝顶人物 本就没有太多上升空间 只要还有心想要在修行路上 走得更远的 都会选择跟着钟卿走 但在灵帝所说的这些弟子不同 之前钟卿为了突破大地 可谓是生冷不计来者不拒 不光有弟子 还有一大堆徒孙 他们修为有高有低 虽然受了钟卿恩惠 心中感激不假 但毕竟还没达到 能毫不犹豫地 抛下自己老家 跟着上界的地步 倒不是他们眉眼界不聪明 不知道跟着钟卿前途无量 而是他们本身层次就太低 即便在二重天 原本也只是底层存在 要是再上了界 那当真事连蝼蚁都不如了 还不如留在二重天 在这里 他们有着足够的上升空间 还有钟卿所传之法 修行不愁 且人贵有自知之明 他们当中有许多人 本就是连伟先都此生无望的 即便成了钟卿的寄明弟子 得传功法 但天父毕竟有限制 哪怕拿着真仙级功法 也不可能成仙 属于一眼望得到头 这辈子能成的三四转伟先 已经心满意足了 不再奢望更多 自然没必要背井离乡上界 而跟随钟卿那部分 要么本就是伟先强者 要么自视天父有雄心壮志 想要看看更高处的风景 钟卿对此并不意外 实际上他 哪怕一个也不带 也无所谓 他们在下界 一样能给自己提供修为 但寄明弟子 毕竟也是弟子 只要对方想进步 作为师父 他给个机会也无妨 第二一早 钟卿便准备上路 将愿意跟随自己的弟子们 全都收入了小世界之中 然后又一次乘坐 进来非洲 朝着羽化先门而去 没过多久 羽化洞天便静在眼前 徐千锋等众已收到消息 老早就在洞天之外 等候迎接 眼见钟卿的身影 在船头出现 以宗主为首 先宗众人齐齐扶手行礼 恭迎钟前辈 钟卿淡然一笑 收起非洲 带着林峰渡号等清传弟子 在羽化先门众人拥促之下 第二次进入羽化洞天 而羽威臣 也早已在洞天大殿中等候 这半路上 徐松年却是凑了上来 师尊 徒儿也想跟随师尊一起上界 钟卿挑了挑眉 笑道 怎么 留在这座你的少宗主不好吗 以徐松年的天赋 将来继任羽化先门宗主 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况且 如今上卿洞天被灭 大部分势力底蕴 都被羽化洞天吞并 将之消化之后 可以预料的是 羽化先门将势力暴涨 成为剩下三大先门之中的最强 届时这二重天 便是徐家父子的天下 徐松年也是微微一笑 低头道 在师尊身边 徒儿已经见识到了更高的风景 比起在二重天称王称霸 徒儿更愿意跟着师尊一起 走向高处 徐松年还有话没说 他还有一个雄心壮志 那就是中卿坐下清传弟子的位置 原本成了继名弟子 他虽然有些不满 但想着继名也是弟子 倒也可以接受 但后面他才发现 他的继名师兄弟数都数不过来 这下徐松年登时 心态就有点崩了 他自认天赋财情 纵然比不上两位 能把九转尾先当求替的清传师兄 总比其他人强得多吧 所以他不甘心只当继名弟子 早在前日便下定决心 有朝一日 定然要成为中卿的清传弟子 与之相比 区区羽化先门宗主的位置 称霸二重天的机会 又算得了什么 所以徐松年果断决定前往上见 只是不知道 他要是知道 这清传弟子的位置 不是他能决定的 甚至也不是中卿能决定的 该是什么表情 本来只要愿意跟着中卿上见 无论修为高低 他都来者不拒 何况徐松年虽然没什么特殊体质 但作为羽化先门宗主 天赋上算是他所有 几名弟子之中最高的 中卿当然不会拒绝 点了点头道 既然如此 你就跟在为师身边吧 徐松年面露喜色 低头行礼道 是 师尊 一边徐千锋看在眼中 是欣喜又有些伤感 欣喜自然是因为 自家儿子跟随真仙上见 前途无量 这个决定也是他所支持的 而伤感一是因为 这一别父子 不知何时再能相见 二来也是因为 儿子早早上见 而他自己 却还要留在二重天 倘若他不能突破真仙 那么 此生也没有前往八重天的机会 若非还有责任在身 但凡修行之人 谁又不想见识更高的风景呢 一行人进了大殿 却见于微臣 早已面带微笑 在上座等候 见钟卿进殿 便起身相迎 钟小友 你来了 想不到小友行事 如此干脆利落 本座还以为再怎么少 也要等个百八十年 想不到这一眨眼的功夫 便结束了 钟卿心道 再让你等个百八十年 指不定我都还在不在这九重天了 不过面上 还是微微一笑道 本身也只是一些琐事而已 于兄 我们这边上界吧 于微臣哈哈一笑 看来钟小友 也有些迫不及待了 好 走吧 他十分热情地走上前来 与钟卿一起携手出殿 此时羽化先门万千门人 早已在外公后 见钟卿二人出殿 众人连忙紧紧相随 无数人浩浩荡荡地出了羽化洞天 钟卿抬头 看向头顶那高高的苍穹 开口问道 于兄 我们这边直接飞上去吗 于微臣笑道 那可不行 去往二重天以上 有天目阻隔 需要经过守护者 同一方能通过 他们一直在云上秘境守护 说着 他看了看跟在钟卿身后的弟子们道 至于钟小友的这些弟子 还是让他们进入你的小世界中吧 前往八重天路途遥远 且中间要经过许多关卡 有些地方环境特殊 即便可以通行 以他们的修为也难承受得住 钟卿虽然并不觉得 被他灌注了力量的凌峰度号等人 会承受不住什么环境 但还是一言让弟子们一一进入小世界 同时好奇问道 于兄 既然上届设有关卡 不是人人都能通过 那像这样带上其他人也可以吗 于微臣哈哈一笑 这有什么不行 钟小友 我等可是真仙啊 关卡阻拦的是凡俗之辈 而并非我等 以及我等身边之人 八重天相对于下界 生灵数量更少 灵气更为浓厚 空间也更加坚固 更适合修炼 俗话说 一人得道 鸡犬升天 几乎每个前往八重天的真仙 都会带上清静之人 像是本座当年前往八重天之时 便将本脉清静的门人弟子 都带了过去 因此 在上界亦有羽化仙门存在 当然 那就不能叫仙门 而是羽化宗了 毕竟在八重天 仙门可不是随便叫的 钟卿这才明白 为什么这些上界真仙 对二重天会如此不在意 哪怕是四大仙门之祖 都不怎么把二重天的盗脉当回事 像是灵天 哪怕要被灭门 都没想到要求出自家老祖 之所以上清老祖将士 还是因为他打破了上清洞天 原来这些老家伙 老早就将自家人都带上去了 二重天的四大仙门 对他们来说 只是略有些香火情的枝脉旁门 帮他们看守留在下界的洞天 监视下界情况罢了 钟小友 我们这边上路吧 在万众瞩目之下 两人升天起 万千羽化门人纷纷下半 恭送老祖 恭送忠仙人 这声音犹如红中 煞时间传遍了周遭亿万里 一时间 无数此间圣灵都知道 那两位真仙 已然上界而去 但钟清所留下的影响发酵 在二重天才刚刚开始 宇维臣和钟清二人 不断上升 眨眼间便跨越了二重天空域 来到了天幕之下 云间秘境 隔着大老远 钟清便看到上方天幕上 竟是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破洞 此时正有一道巨大的阵法光幕 将破洞笼罩 一丝丝流光融入破洞四周 缓缓将之修复 乍一看到这么大的破洞 钟清也是一惊 我去 好大的洞 这是怎么回事啊 宇维臣摇了摇头 本座也不知 之前下界之时 本座便注意到这破洞 也是吃惊不小 但其实忙着下界来找小游女 所以不曾有余裕去探寻 现在正好可以去问一问守护者 随着两人飞进 钟清也注意到 正在操纵阵法 炼化仙精 修复天幕的三道人影 看来这三人 就是之前徐千锋提过的 二重天守护者了 对方也注意到了两人接近 当时提起气息戒备 见到宇维臣 这才放松下来 原来是宇兄 你下界才没几天吧 这边要回去了 这位是 三人的目光 也落在了钟清身上 宇维臣微微一笑道 这位是钟清小友 刚刚晋升真仙不久 本座这次下界 便是来接应他的 三人闻言 倒是吃了一惊 心境真仙 他们三人坐镇二重天这么多年 有心境真仙 他们怎的没注意到 不过想想 倒也不是很奇怪 毕竟这些天 他们全神贯注修复天幕 忙得昏天黑地 自然注意不到下界的动静 而且这个钟清说是心境真仙 身上弥漫的 居然还是大地的气息 也难怪他们会看走眼了 若是放在以往 面对一位看起来 如此年轻的心境真仙 他们估计还有兴趣探寻 或者结交一番 但现在实在是没这个经历 只能匆匆 对钟清点了个头示意 原来是钟小友 这是要加入先盟吗 欢迎 欢迎 我等现在正忙着 招待不周 还请见谅 钟清点了点头 无妨 接着又有些好奇地开口问道 三位 这天幕为何会破开这么大一个洞 说到这个三位守护者 就有些咬牙切齿 不知道是哪个躲在一重天的混账 闲着没事耍我们玩 几个月前 莫名其妙忽然上来就是一拳 刷一下 很快啊 趁着我们没注意 来骗 来偷袭 把二重天的天幕给打坏了 这好吗 这不好 我们三个老家伙 累死累活 总算把二重天的天幕给修好了 结果前脚刚修好 纳斯又来了一下 这一次比上次还过分 连带着三重天的天幕 都被一起打坏了 中青看着面带皮色的三人 颇为同情道 实在还有这种事 这人还真是过分 一名守护者点了点头 是啊 岂止是过分 简直就是过分 纳斯可曾想过 天幕事关重大 他无故将之破坏 给别人带来多大的麻烦 中青点头道 是啊 我最讨厌给别人添麻烦的人了 宇威臣也感叹道 不过能打碎天幕 此人实力非凡啊 恐怕也只有那些自封在一重天的老家伙 能有这样的手段了 那些存在许多 都在下界自封了无数年 都有些不大正常 脾气古怪者亦有之 真是辛苦三位了 双方又聊了几句 宇威臣道 三位还有任务在身 修补天幕事关重大 本座还要带钟小友上界去见先君 就不打扰几位了 还请三位打开天幕 让我等过去吧 守护者闻言脸色一黑 放开了阵法 还开什么天幕 这么大个洞呢 两位直接过去吧 宇威臣也是脸皮一抽 颇觉尴尬 另一位守护者咬牙切齿道 那个杀千刀的 要是被我找到他 我非 非上报先君 狠狠惩戒他一番 钟清点头道 如此不讲理之人 日后若被我碰到 我定会帮三位教训他一番 守护者体闻言 对钟清也是颇生几分好感 开口道 年轻人就是热心肠 不过你年纪轻轻 修为尚浅 那人实力深不可测 真碰到 也要小心为上 钟清点头道 多谢三位提醒 我记住了 目送两人穿越天幕离去 三位守护者也是长叹一声 继续埋头苦干起来 而钟清二人 也就此进入了三重天 将刚刚的事情暂且放下 于微臣笑道 钟小友 你是第一次上见 也不熟悉各重天的情况 正好借此机会 让本座为你介绍一番 钟清点了点头 一抱拳 如此就劳烦于凶了 两人继续朝着天穷上空而去 这三重天 虽然没有多坐停留 但惊鸿一瞥之间 钟清能感受到 此处同样是山河无尽 弥漫着许多生灵的气息 只是这无数生灵中 他却并未感知到人的气息 反倒是妖气冲天 不知道还以为 又进了玄域的妖族领地 于微臣笑道 钟小友可曾感觉到了 这三重天的环境 和二重天相差无几 但区别在居民 一重天和二重天 都是未成仙的人族主脉所居之处 而三重天和四重天的主体 乃是妖族 在这里 人族才是极少数 钟清这才明白过来 难怪他没感知到人气 原来此处是妖族介语 嗯 其实妖族乃是下界人族的称呼 对于我等仙蒙真仙来说 用这个称呼并不妥当 准确来说 应该是兽族 无论是妖还是魔 都终究出身于兽 不管凶兽灵兽妖兽先兽 总脱不开一个兽字 其实人族最早 也是兽的一部分 人族与兽族 并称为万族 但上古人族 有大帝圣王等先贤崛起 教化万民 让我等人族从蒙昧无知 如毛银血中脱离 才有了人与兽之分 人族最大的区别 就是我人族无论先凡无论老幼 全都是天生开启灵制的存在 而兽族中 除了少数如龙凤之流外 大多数种族 都只有少数 开启灵制形成聚落 也因此 人族中能修行走上先路者的数量 远远高于其他各族 这也是上古人族能脱颖而出 成为最强种族的原因 但人族和兽族 从古至今都是死敌 争斗不休 即便在大劫压迫之下 不得不统一阵线 但若没了外敌 彼此依旧难以和平共处 所以 当初万族迁移九仲天内 考虑到这一点 便决定让妖人分居 除了一重天 还有相当一部分兽族 因为沾染了诅咒 在迁徙过程中被留下来 其主体都在三重天和四重天 中卿点了点头 原来如此 难怪一重天还有不少妖群 在二重天 他都几乎看不到 妖族成族群的存在 原来都在三四重天 而一重天的妖族和人族 其实都是沾染了诅咒 被抛弃的存在 也是为了防止人族和兽族冲突 所以 二重天和三重天也会封闭天幕 隔绝双方相通 羽威尘道 而三重天网上 天幕虽然依旧存在 但并不封闭 只要有足够的修为便可通过 几句话下来 两人已经到达了三重天和四重天之间的天幕 果然此处虽有阻隔 但并不强力 在忠情感知中 估摸着有个准地的修为 就可以随意穿越 在穿越之时 他们远远地瞥见一处云间秘境 其中坐着一道人影 目光扫了过来 那是三重天的守护者 羽威尘一边说 一边对那人点头示意 人影目光从中青身上扫过 也点头回应 双方并未交流 这里的守护者 其实也只是日常驻扎 只要没什么大问题 便不会阻拦 说话间 两人来到了四重天 此处依然是妖族 或者说兽族疆域 只是在这里 中青感知到的兽族气息 比起三重天要强大许多 羽威尘似乎知道中青想法 微微一笑道 你别看我人族喜欢繁文入节 讲究尊卑有别 兽族分为无数种族 他们讲究弱肉强食 只以强弱分别 上下等级差距 其实比我人族还要大得多 能在四重天居住的兽族 都是万族中较为强大的那一些 中青点了点头 他所感知到的也是如此 恐怕二者之间 也是相当于一重天 和二重天人族一样的差别 当然 一重天之所以凌弱的原因是因为 有诅咒污染 导致上限就是三节地 而放在兽族身上 这个差别就体现在血脉了 正如与微臣所说 对比人族 兽族更依赖血脉种族 就是有些种族天生强大 天赋更高 说到此处 与微臣轻轻一叹 表情有些复杂 只是现在 兽族的这等情形 也已经开始出现在我人族身上了 中青微微一正 这是什么意思 与微臣摇了摇头道 等到了八重天 你便知道了 话音落下 两人已经达到四重天的天幕边缘 此处也一样有守护者坐镇 只不过 这个守护者 比起三重天的守护者 似乎要更加冷漠 仅仅是看了两人一眼 便收回了目光 也没有打什么招呼 两人也无言地穿越天幕 进入了五重天 此时与微臣开口道 接下来就要注意了 五重天之上的路 可就没有之前好走了 中青微微一正 还没明白是什么意思 忽然间 便听到一声低贺 何方狂徒 胆敢擅闯我领祖领地 与此同时 一股强横无比的威压 席卷而来 朝着中青二人笼罩而下 这威压之强 竟然是一位真仙层次的存在 而且 在中青感知之中 似乎和之前感受过的 与微臣 以及上青老族 两位人族真仙 完全不同 这一刻 中青仿佛看到一头 无边恐怖的巨兽 对着自己 发出震天动地的咆哮 与微臣面无表情 释放出自己的威压 将之抵消 临时 看清楚是谁在动手 此时 中青也终于看见了 对方的模样 露出了一丝惊奇之色 只见他们所在 乃是一片山脉之间 但这山脉犹如火山一般 放眼望去 周遭数十万里 都是赤红一片 寸草不生 仅仅是站在这里 就能感受到振振炽热 而在距离他们数百里外 一座万丈高山之巅 赫然有一头身高百丈 浑身火红鳞片 长须飞舞 威严凶猛 散发出无尽恐怖气息的麒麟 不错 并非是下界那些所谓 拥有麒麟血脉的凶兽 而是一头 货真价实的火麒麟 而且还是真仙层次的麒麟 光是站在那里 身上的恐怖压迫 纯正麒麟 只不过同为麒麟 这头火麒麟 比起自家小黑 可是强出太多了 毕竟小黑前不久 才刚刚突破大地 雨微臣显然是认识对方 一开口便直呼其名 对方的目光落在两人身上 看见雨微臣 也是轻哼一声 原来是你 雨化宗的老家伙 本作记得你没几天才刚刚下界 这才一眨眼的功夫 怎么又跑上来了 来来回回进进出出 你当我五重天是什么 雨微臣淡淡道 什么叫你五重天 五重天又不是你灵族所有 不过 你麒麟一族在此居住而已 这头名为灵赤的火 麒麟自了资牙 眼神中流露出一丝凶气 我管你那么多 现在你脚下所在的 就是我灵族领地 哪怕你是先蒙的人 进出也需要我麒麟一族同意 雨微臣轻哼一声 不管是哪一重天 都受先蒙统侠 本作作为先蒙真仙 都出入自由 你若有意见 可以去向各大先军提出异议 灵赤发出了一道滴滴吼声 还拿先蒙来压我 你当我麒麟一族怕了不成 说话之时 他浑身气息 朝着雨微臣二人压迫而来 作为真仙级别的火麒麟 他一发怒 周边的天地 都瞬间转化为无尽火海 真仙之下的存在 光是置身其中 都会瞬间被焚为灰烬 钟卿也算是明白 为啥周遭这片山脉 会是这般模样了 同时也明白 为什么雨微臣说 五重天以上的路不好走 原来这五重天 乃是麒麟一族的地盘 雨微臣传音道 钟小有 这五重天又被称为灵渊天 乃是麒麟一族 和其分之种族七夕之地 这些麒麟大多数脾气火爆 极不好惹 可要注意 钟卿点了点头 这一点 他现在就体会到了 麒麟一怒 天地变色 雨微臣目光一沉 开口道 若要动手 本作可不怕你 不过你此言 看样子是连先蒙也不放在眼里 你可别忘了 你们的玄灵先军 同样是先蒙先军之一 提到玄灵先军 麟翅忽然浑身一震 火海瞬间消失 钟卿眉头一挑 看来这先军名号 还挺好用的 但下一刻 麟翅却是一拍脑袋 我想起来了 刚刚为什么要拦你们两个来着 一生气就得忘了 钟卿嘴角一抽 这话一开口 让他感觉 这麒麟怎么还有点憨憨的样子 此时麟翅的目光扫过两人 最终落在了钟卿的身上 死死顶住 小子 你一个人足 身上怎么有先军的气息 钟卿闻言倒是一正 我身上有先军的气息 旁边雨微臣也是微微一愣 你说的是哪位先军 麟翅滋涯道 废话 这还用说 当然是玄灵大人 他凝视着钟卿 虽然很微弱 但是你身上 确实有玄灵大人的气味 这 钟卿一时也有些困惑 他可从来没见过什么玄灵先军啊 不过他很快就灵光一闪 想起了什么 我没见过你们那位先军 不过我身边确实有一只麒麟 你莫不是感觉错了 麟翅摇了摇头 不可能 同为麒麟 玄灵大人的气味也是最为独特的 我不可能闻错 钟卿略一思索 直接从小世界里将麒麟小黑挪移了出来 你闻到的该不会是他的气味吧 小黑刚刚还在小世界里 和小嘎一起跟着稻草人转悠 一眨眼就被钟卿滴流了出来 一时间还有些猛逼 咋了主人 突然把我叫出来 一边凌翅眼睛一亮 对对对 就是这个气味 分明就是玄灵 话说到一半 他的目光落在小黑的身上 骤然一致 没什么 这有个你同族的前辈 似乎是认错人了 正好出来见一见 钟卿开口道 既然是到了麒麟一族的老家 不让小黑出来看看 似乎不合适 同族 麒麟小黑面带疑惑地扭头 看到了正呆若目击地 盯着自己的灵翅 咦 还真是麒麟 小黑先是有些惊喜 自从跟随钟卿到现在 从一重天四大玉 到中州到玄玉 再到二重天 虽说有不少麒麟血脉的兽族 但还没见过一个纯血同族呢 随即看着灵翅那一身火红色灵片 灯时又有些嫌弃 怎么红不垃圾的 虽然眼前这头麒麟的气息 远比自己强大 但小黑还是觉得 自己一身乌黑发亮的灵片更好看 黑麒麟 此时灵翅方才开口 口中喃喃道 圣血麒麟 咦 钟卿文言倒是有些惊奇 他当初抽出小黑的时候 其种族全名就叫圣血麒麟 不过钟卿本来也对麒麟一族没什么了解 所以也不知道到底是啥意思 之后 虽然有过不少基于小黑的人 但也只是称呼其微麒麟 想不到这灵翅竟然一口 就叫出了圣血麒麟之名 小黑看着灵翅死死盯着自己 眼珠子都快瞪出来的模样 一时间有些害怕 往后挪了两步 就往钟卿身后躲 主人 这红布拉脊麒麟 怎么看着怪怪的 谁知这一举动 仿佛刺激了灵翅一般 后者大吼出声 小子 你是什么人 怎会带着我麒麟圣足 钟卿皱了皱眉头 开口道 小黑是我训养 有什么问题吗 旁边与微臣见识不妙 也开口道 灵翅 你发什么疯 九中天理 驯服纯血麒麟的 又不是没有 就算是纯血麒麟 能与真仙相伴 也是福分 你们玄灵仙君都没说什么 轮得到你来智慧 说着传音给钟卿道 小有小心 麒麟一族和龙凤一样生性高傲 这灵翅在麒麟一族里 也是性格格格外火爆的 对麒麟血脉十分自傲 也厌恶别人训养麒麟 所以 你养的这头麒麟 可能令他不悦了 不过别说麒麟 就是龙凤一族 也不是没有被真仙所训的 不是什么大事 无需担心 钟卿点了点头 还没说话 却听灵翅怒吼出声 老皮肤 滚开 你懂什么 那可是圣血麒麟 区区人类 别说真仙 哪怕是你人族先君 又有何资格亵渎 花音落下 只听一声惊天咆哮 灵翅硕大的身躯 如同飞火流星 直接从山顶一跃而起 朝着钟卿扑了过来 人类 给我滚开 你不配站在圣族血脉身边 不好 与微臣陡然变色 单手在虚空中一滑 煞时间浮现出一道 阴阳太极之形 搅动虚空 朝着灵翅推去 灵翅怒吼一声 竟是不闪不闭 低头直接冲撞而来 麒麟肉身之力 不驯真龙 一味真仙麒麟的力量 更是恐怖无边 这一撞之下 竟是直接将那阴阳太极图撞散 一时间虚空震动 即便是坚固程度 远超下界无数倍的五重天空间 都在不断震战 而灵翅来势不减 继续朝着钟卿直冲而来 与微臣一惊 开口喝道 钟晓有快闪开 不可立敌 他自己身为成仙无数年的老牌强者 虽然不惧灵翅 在钟卿在他眼中 才是刚刚突破没多久 连大地气息都不曾褪去的新人 尚不能纯熟运用真仙的本源规则 击碎虚空 让时光长河都为之断流的火麒麟凌翅 钟卿眨了眨眼 一巴掌就拍了过去 然后凌翅就用比来时更快的速度 倒着飞了回去 哄 火麒麟巨大的身躯 轰然撞击在大地之上 这经过许多次火海灼烧 早已坚于仙京的火山赤岩地面 此刻脆弱的如同泡沫一般 瞬间炸裂 大半座山脉瞬间化为积粉 而凌翅的身躯去势不减 沿着大地咕噜噜地直滚出出去 所到之处 大地如水波一般朝着两侧分开 直接在山脉之间 离出了一条长达十万里 宽达数千里的裂骨 最终 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 天崩地裂之间 被拍飞的灵翅 又撞爆了两座相邻的山脉之后 方才停下 看着瞬间从生龙火虎 变得像条死狗一样 趴在地上一动不动的火麒麟 雨微臣待至了好一会 方才回过神来 灵翅作为一头真仙麒麟 其实还算是年轻的 成仙时间都还不到百万年 雨微臣自己要是动用权力 击败灵翅倒也不难 但他所修偏向道法 不偿于肉身 是绝对做不到 像钟卿这样轻描淡写的 一巴掌 把火麒麟拍翻的 此时雨微臣在看向钟卿的眼神 已经犹如怪物一般 钟小友 你真的才当当成就真仙吗 钟卿 他能说什么 我能跟你说 其实我还不是真仙吗 雨微臣惊叹道 如此恐怖的肉身之力 这便是仙种吗 是了 也只有仙种 从修行之初 就有那一丝本源规则之力 无时无刻地浸染肉身 方能在成仙之后 拥有如此恐怖的力量 钟卿没有说话 不过在内心深处感慨 这雨微臣老哥还真是贴心 他自己都没想好怎么说 这老哥已经帮他 把理由都想好了 想通之后的雨微臣脸上 露出欣慰之色 不愧是仙种 当真非凡 狼还仙君若是知道了 一定会很高兴 此时 麒麟小黑才小心翼翼地 从钟卿背后探出头来 稻草人大哥不在身边 搞得他 很没有安全感 主人 那怪大叔没死吧 怪大叔说的就是灵翅 在小黑眼里 这童族大叔 一身红不拉几的怪模怪样 不说 还用古怪的眼神盯着他 一上来就往上扑 确实是怪大叔了 不过总归也是难得见到的童族 小黑还是有些担心 对方有没有被钟卿一巴掌拍死的 钟卿摸了摸小黑脑袋 没事 只是晕过去了 对方毕竟是小黑童族 刚刚也不像是基于小黑 而是有其他原因 所以 钟卿下手也是留了力的 钟小有 这灵翅也不知为何 忽然如此发疯 等会他若是醒了 恐怕还不会善罢甘休 而且五重天内麒麟一族的真仙 可不止灵翅一人 若是再引来其他人 这麻烦就无穷无尽了 还是趁着他昏过去 赶紧离开吧 宇维臣开口道 等到了八重天先蒙 他就是再凶横 也不能无法无天 钟卿点了点头 让小黑回到小世界内 跟着宇维臣 继续朝着上界飞去 两人离开之后没过多久 地上跟死狗一样 趴着的灵翅 忽然浑身一抽 醒了过来 他先是发出一声咆哮 一跃而起 竟敢偷袭我 他怒吼着 发泄了一阵怒火 却见已经没了 钟卿二人的身影 这才慢慢冷静下来 呲了呲哑 跑了吗 回想起刚刚小黑的模样和气息 灵翅火红双眼中 震撼之色越来越重 不会有错 那是和玄陵大人一样 他圣族血液 不行 此事事关重大 一定要禀报玄陵大人 他再次跃起 朝着后方山河深处 腾飞而去 而另一面 钟卿和宇微臣 已经离开了五重天的天幕 进入了六重天之中 来者何人 那重重河山刚刚映入眼帘 一道清冷的女声 便传入耳中 同时伴随着一股冰寒之意笼罩而来 两人一眼看去 却见一道身影 从空中翩然落下 一袭冰蓝宫装长裙 身材高挑 满头银发披散身后 曼妙身姿 兵姬玉骨 五官完美无瑕 气质清冷脱俗 这赫然是一名角色女子 但以容貌而言 甚至比起钟卿的两位侍女 还要高尚一筹 可谓将仙子二字展现得淋漓尽致 不 这就是仙子 因为这蓝衣女子 也是一名真仙强者 但她的气息 却也和人类有着明显差异 钟卿撇了撇嘴 刚刚是火 这回是兵 这又是谁 见到来人 这回与微尘面色倒是不变 似乎并不意外 开口介绍道 钟小友 这位便是六重天的守护者 黄鱼 与此同时 对钟卿传音道 六重天便是凤翔天 乃是以凤凰一族为首 九重天中诸多 与类神鸟居住之所 这黄鱼 其真身便是一只冰黄 钟卿点了点头 有些好奇地打量着对方 听到名字的时候 他就已经猜到了几分 天地间强大的神兽 种族无数 其中最强的 便是龙凤麒麟这三族 当然 倒不是说没有和他们一样强的 还有诸如金翅鹏鸟 玄规 混沌 白泽 饕贴之类强大存在 单独个体的天赋实力 丝毫不下于龙凤麒麟 甚至在其之上 但几乎都是数量携手 甚至无法形成族群 而龙凤三族 在神兽之中 乃是族群最为庞大的 势力自然也是最强 而麒麟一族 能在九重天内 几乎单独占据一重 凤凰一族自然也能 那边羽威臣正对女子一拱手 黄鱼道友 被称为黄鱼的女子 对羽威臣点了点头 原来是羽道友 前日下界不久 不曾想这么快便归来 这位是羽威臣介绍道 这位是中卿小友 下界二重天心境真仙 本座这次便是接引他上界前往仙盟 他并没有提起仙种的事情 上界之前 羽威臣就已经和中卿提到过 仙种非同反响 一旦有仙种成仙 定然会在仙盟引起波动 在面见狼还仙君之前 最好不要泄露 反正中卿也是个冒牌仙种 甚至不是真仙 巴不得羽威臣不去提 自然不会有什么意见 原来是心境真仙 听到此处 黄鱼清冷的目光 从中卿那年轻的过分的脸上扫过 眼中闪过一丝意外之色 方才我感受到 下界五重天 有真仙本源规则力量波动 可是与二位有关 原来 这位凤族的守护者 是被刚刚他们在五重天 动手的动静给惊动了 羽威臣露出一丝苦笑 这个嘛 是因为撞见了麒麟一族的灵翅 他的性格你也知道 起了一些小冲突 已经没事了 龙凤麒麟 身为九重天最强大的神兽种族 本来就性情高傲 火麒麟更是天生的火爆脾气 因此 对于羽威臣的说法 黄鱼倒是没有多少怀疑 他淡淡开口道 如此便好 我六重天羽族大多喜好清静 希望两位不要再弄出什么动静 羽威臣哈哈一笑 黄鱼倒有说笑了 本作也急着 带忠小友上八重天 这边要离开 自然不会闹什么事 黄鱼微微点头一礼 轻轻让开了道路 忠卿二人回礼之后 也随之飞起 继续上街 但忠卿注意到 直到自己穿过天幕之时 那道清冷的目光 都还锁定在自己身上 眼见着两人进入天幕 下方黄鱼方才收回目光 心境真仙嘛 真仙身上 又怎会还有大地气息 看来接下来的日子 羡猛不会平静了 他喃喃自语着 忽然间话语一顿 眼中浮现出古怪神色 只是 为何他的身上 还有一种莫名的吸引力 这边忠卿二人穿过天幕 与微臣才松了口气 沉声道 想不到会惊动他 凤族在万族之中 感应最为灵敏 仅次于白泽之流 希望他不要看出什么端倪才好 忠卿点了点头 这前往八重天的路 确实不好走 尽管没什么关卡阻拦 但作为人族 经过这些地方 本身就会引起注意了 而对于六重天之上 这第七重天 忠卿已经猜到了几分 果不其然 一进入七重天 忠卿历史便感受到了 弥漫在此处天地之间 那无处不在 无影无形的 龙威 不出意料 与微臣开口道 想必到了这里 忠小有你也猜到了 不错 这七重天 正是真龙一族七夕之处 称之为龙游天 随着两人飞向天穷 却见那云层之中 赫然有一道硕大的长影游翼其中 不多时 白云之间 一颗硕大的龙手探了出来 这赫然是一条紫金真龙 浑身鳞片 散发着炫目的金光 身躯在云层中若隐若现 隐约可见那锋锐的舞爪 所谓神龙剑手不见尾 正是如此 忠卿今天也算是大开眼见 虽然 他自己养了一只麒麟小黑 但除此之外 在一二重天 都见不到真正的 纯血龙凤麒麟 而今天 是一次性全都见了个遍 毕竟二重天主要是人族的地盘 而对于一重天来说 神兽种族太过强大了 只有一些拥有三族血脉的种族 就已经是顶尖存在 比如凤傲天的三眼凤犬族 就以拥有凤族血脉为傲 据宇威臣说 纯血的龙凤麒麟 一旦成年 哪怕什么都不做 都拥有力压三节大地的实力 轻易便可修行到六阶以上尾仙 成就真线的概率 也比人族要大上许多 若非纯血神兽的数量太少 这天地间的主人 应该是他们而非人类 那紫金神龙 罚出震天龙银 站住 此乃龙游天 来者通传身份 宇威臣面对这头紫金神龙 态度比起之前遇到灵斥和黄鱼 都要客气许多 他一拱手道 敖眼道友 是在下 于化宗宇威臣 前不久刚刚下界 如今归来 被称作敖眼的紫金神龙开口道 宇威臣 本座自然知道 是你 我说的是你身边之人 身份不明 便不允许通过 宇威臣一如之前 开口解释了一番 说要带中青加入先盟 那敖眼看向中青 后者只感觉 一道神念 在自己身上扫过 灯石皱起了眉头 他来到修行界 时间也不短了 知道在修行者当中 若是不熟悉 见面就用神念扫人 是十分无理的行径 若是放在下界 两个修为相近的修行者之间 说不好 就会引起一场争斗 除非是一方修为 明显强过另一方许多 又或者是外来者 善入其他势力的领地 才会被如此针对 他看得出 同为真仙级别的神兽 这龙族敖眼 虽然脾气没有灵石那般火爆 但更加高傲许多 也强势许多 甚至真的将七重天 当做了自家私有领地一般 中青也不喜欢 被人拿神念扫尸的感觉 如果不是羽威臣在边上 他估计就一巴掌拍过去了 扫尸了一番后 敖眼这才冷冷道 心境真鲜 哼 也罢 过去罢 花音落下 他龙手这才缩回云中 消失不见 羽威臣也是轻叹一声 对中青道 不要见怪 龙族就是这般作风 谁让龙族 是如今先盟中 最强的两大种族之一 龙族的富海先军 号称是七大先军之中 最强者 中青文言有些奇怪 最强的两大种族 另外一族是人族吗 若是的话 我人族也不处他 怎地如此肆无忌惮 羽威臣文言 露出一丝苦笑 摇了摇头 另外一族 并不是人族 中青一正 不是人族 那莫非是凤族 或者麒麟族 之前不是曾听羽兄说过 人族是最强的一族 甚至八剑之高 先旗中的三剑 都出自人族吗 羽威臣叹道 也不是凤族和麒麟族 至于忠小友你说的 那是先盟成立之前的事情了 而现在 先盟时代 最强的 已经不是人族了 不 这么说 其实也不恰当 很快你就知道了 这话 倒是让中青有些一头雾水 什么叫不是人族 但这么说也不恰当 这已经是七重天了 在网上 就是先盟所在的八重天了 还能有什么强大种族 能在凤族和麒麟之上的 怀揣着这般疑惑 中青和羽威臣继续往上 穿过了七重天的天幕 也终于到达了他们的目的地 八重天 透过重重云雾 已经可以看见视野尽头 那一座座被仙光笼罩的大陆 这整个世界都位于云海之上 华美不尽 几乎便和中青从前所想象中的 仙界天公一模一样 此重上界 论起面积并不算很大 估计还不到二重天的五分之一 当然 即便如此 也已经称得上是浩瀚无垠 但灵气之浓郁 可远远不止二重天的五倍 空间之坚固 规则之强大 也远非下界可比 生活在这里 只要修行天赋不是太差 恐怕闭着眼睛 都能随便修到万法之上 可想而知 此处除了先蒙真仙之外 强者的数量 定然也远非下界可比 而且到了此处 中青也终于再次感知到了 人族的气息 只是这其中有一部分 却似乎和他所知的人族气息 有些不同 欢迎来到八重天 才是我九重天万族真正的中心点 他并没有带中青前往那些大陆 而是继续往上 飞向这些漂浮大陆上空 又一层云层之上 穿越云层之后 赫然便看到 在漫天星河与白云之间 有一重重华美无边的亭台楼阁 与群星之中若隐若现 星河跨越无尽时空 汇聚流转 环绕着这重重攻阙之时 在正前方卷起 弥漫着金光云雾 化作一道新门 这便是先蒙了 钟小友 随我进入吧 羽维尘牵引着中青 释放出一丝气息 那原本看起来远在天边的新门 眨眼间来到了眼前 这期间也不知道 有多少重叠的空间神通法门 在无形之处 护卫着整个先蒙之地 中青此时才看见 在新门内外 有无数身穿银甲 散发出强大气息的守卫 每一个守卫的修为 都不在三转尾先之下 放在二重天 三转尾先 已经能成为一宗之主 在这里 却仅仅只是一名守卫 但相对于整个九中天 真仙汇聚的先蒙来说 这点不过寻常 比起这些守卫的修为 更让中青在意的是 他们身上所弥漫的气息 正是他之前感知到的那种 和人族相似 却又有所不同的气息 中青注意到 不知是先蒙守卫的标志 还是什么 所有守卫的额头之处 都有着一道明显的银色纹路 而在这些守卫之后 正对着新门的一座新宫之前 有一道身影闭目盘坐 随着二人到来 也缓缓睁开 此人一身散发着神光的夺目金甲 浑身上下都散发着强势的气息 即便是盘坐在那里 也能看出其身材之高大挺拔 额头之处 有着和其他守卫一样的纹路 但却是金色 连他的双目 都泛着淡淡的金光 当他朝着中青二人凝望而来的时候 那金光也骤然收缩 化作一道金芒 直射而来 透出无尽灵力气息 此乃九天先蒙 何人胆敢擅闯 拦下 话音落下的一瞬间 在场所有银甲守卫齐声大喝 笑声穿透消汗 与此同时 万千闪烁着寒芒的长歌抬起 锋芒对准了两人 这些银甲守卫 不仅仅自己修为不低 甚至连手持的志士神兵 都是半仙气的层次 而且举歌之时 隐隐形成阵势 万千锋芒和守卫气息汇聚 形成了某种质变 让中青都觉得有些刺眼 可见非同寻常 与微臣面色一变 开口沉声道 唯一天 你做什么 本座要进仙蒙 你还敢阻拦不成 被称作唯一天的金甲仙江淡淡道 与微臣 本将自然知道你是谁 你要进仙蒙 本将管不着 但你身边之人 并非我仙蒙之人 也没有九天令 不可进入 本将同为仙蒙天护 坐镇仙门 便是要阻拦一切来历不明的恶徒 危及仙蒙 你有什么意见吗 与微臣眼中流露出些许怒意 唯一天 你这是什么意思 本座一世仙蒙天护 难道你是说 本座会带什么恶徒来 对先蒙不利吗 唯一天瞥了与微臣一眼 那谁又知道 而等凡人族类 身心污浊 便是成就真仙 有何心思 也无人知晓 他这话说出来 中卿倒是有些奇怪 这人虽然气息和一般人族有些不一样 但在他看来 也还属于人的范畴 怎么听他这意思 说的 好像自己不是人族一样 与微臣闻言浑身一颤 这次当真是怒火上涌 语气都冷了下来 唯一天 你不要忘了 你们一时出身人族 况且即便是如今 我人族依然是先蒙之助 你敢说出这等话来 莫非是想要分裂先蒙不成 唯一天淡淡道 本将可没这么说 只是本将职责所在 此人既然不是先蒙之人 又无九天令 便不能进入先蒙 与微臣压下怒火 沉声道 这位乃中卿真仙 乃下界二重天人族心境真仙 本座这次就是 奉先君之命 下界接引其来加入先蒙 你还不放行 是想要违逆先君不成 唯一天闻言 这才看了中卿一眼 虽然没什么表情 但他那毫无感情 仿佛高高在上 藐视樊臣一般的眼神 却让中卿微微皱眉 觉得有些不爽 却听唯一天开口 语气中似有淡淡嘲译 哦 是吗 想不到如今二重天 那等乌浊樊臣之地 居然还有人族 能晋升真仙 倒也难得 但本将并未收到先君的命令 所以 他还是不能进去 与微臣大诺 你这是故意刁难 本作难道还会作假不成 此时之前一言不发的中卿 终于发话了 所以 这傻猫是不是在没事找事啊 一开口 就是语出惊人 一众赢甲护卫 都不由得一正 随即对着中卿怒目而视 唯一天更是眼神易冷 小子 你在说什么 连与微臣都吓了一跳 倒不是害怕唯一天 而是之前和中卿相处 他还觉得这中小有脾气不错 性格也十分随和 没想到关键时刻 竟如此敢说 其实中卿正常状态下 脾气确实不错 也十分随和 但前提是 对方给脸 中卿面不改色地看向唯一天 我是在说 你这傻貌 是不是在没事找事 我是给你脸了吗 如果不是的话 我和语兄还有事 就不陪你玩了 话音落下 他便转头 对于微臣点了点头 语兄 走吧 不是还要去见 那位仙君吗 接着 中卿看都不看唯一天一眼 率先转身 朝着仙门内走去 而唯一天的脸色 已经是彻底黑了下来 还是头一次 有人敢这么对他说话 而且还是一个 刚刚成仙不久的小辈 甚至骂完他之后 就这么堂而皇之地 当着他面往里面走 简直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 唯一天怒急反笑 好胆 竟敢如此藐视本将 你可知 你现在还没有加入仙门 敢擅闯仙门 本将哪怕将你就地割杀 也没有人能说什么 然而狠话料下 中卿竟是依旧鸟都没鸟他 背着手脚步不停 朝着仙门内走去 这一举动 终于让唯一天坐不住了 他心中怒火上涌 终于缓缓起身 一仰手臂 一柄上盘龙凤 散发着无边沧桑气息 缠绕大道神韵的长脊 出现在手中 断神节 此刻于微臣也回过神来 见状一惊 脱口而出 话音未落 唯一天已然一声不发 纵起长脊 朝着中卿直刺而来 唯一天 你敢 这一刻 于微臣面色大变 连忙上前就要阻拦 而唯一天同时大喝一声 护仙卫 万千守卫在同一时分动了 无数长歌闪烁出 足以穿破时空的恐怖锋芒 凝聚一处 化作一道横冠星河 搅碎虚空 缠绕无边恐怖气息的 巨型长歌虚影 朝着与微臣直刺而来 原本这些守卫修为 除了少数之外 大多数修为 不过三四转伟仙 以与微臣真仙之能 一巴掌过去有多少拍死多少 但他们可不是一般的伟仙 作为仙盟护仙卫 他们的宝甲神歌 都是仙盟 神将所打造 结合仙盟秘传仙级战阵 断仙护天阵 汇聚转化万千道果之力 能发挥出 近似真仙本源规则的力量 万人结阵 甚至足以在短时间内 抗衡真仙 若非如此 也不可能用来护卫仙盟 护卫仙盟的战阵 如今却被用来 针对宇微臣这个仙盟真仙 后者虽然不惧 但面对长歌锋芒 也不得不停滞 一瞬间予以应对 而唯一天手中 断神级的锋芒 中卿展现过了一巴掌 将麒麟一族的灵翅拍翻的实力 但与微臣也不认为 刚刚晋升不久的中卿 能与身为仙盟天护的唯一天相比 更何况 中卿此时手无寸铁 而唯一天手中的长戟 可是货真价实的仙气神兵 断神戟 以断神为名 可见其威力 这是一件以功伐杀戮为主的神兵 恐怖无边 曾经将一尊叛变仙盟的真仙 生生刺穿 哪怕中卿作为仙种 仙体之强远超寻常针线 也不可能以肉身防御 应接仙气的攻击 他看得出来 唯一天这一击 丝毫没有手下留情 十分狠辣 一旦重击 中卿至少也要受到重创 与微臣一咬牙 顾不得许多 正准备爆发全力 施展神通将之拦下 而唯一天则是面露冷意 骤然加速 然后下一刻 那长戟的锋芒 就在距离中卿身躯不到两寸之处 骤然停下 这自然不是唯一天 自己手下留情 而是这一击 无论如何 都刺不下去了 因为有两根修长白镜的手指 轻轻地夹住了长戟的锋芫 远处的羽微臣 吃惊地瞪大了眼睛 唯一天的眼中 也浮现出惊骇之色 只见中卿不知何时 已经转过身来 抬起左手 两根手指夹着断神戟 正面无表情地 看着唯一天 这一刻 不管是唯一天 还是羽微臣 都震惊到几乎失神 他们想过 中卿会用各种方法应对 可能施展仙法神通抵挡 甚至对攻 也可能选择躲开 甚至可能直接也掏出一柄仙器来抵挡 但唯独没想到 竟是如此轻松血液 用两根手指 就轻松接了下来 而此时 中卿一只手夹着断神戟 另一只手缓缓抬起 朝着唯一天抓了过去 不知为何 就在中卿抬手的那一瞬间 唯一天浑身一震 只感觉心中有些发毛 但随即取而代之的是怒火 方才这一击他 并未用尽全力 倒不是手下留情 而是因为小看中卿 毕竟一个刚刚突破不久的真线 又是普通人族 能有多少实力 结果却是中卿的实力 超乎他的意料 更重要的是 他在中卿的眼中 看出了和他自己之前 对中卿一般的藐视和轻视 当然 这实际上 只是他的心理作用 对中卿来说 他也就和一个嗡嗡叫的苍蝇差不多 人自然不会闲着没事 去藐视和轻视苍蝇 只是不当回事 觉得烦了 就一巴掌拍死 但这种不当回事 对于唯一天来说 便是最大的侮辱 他怒喝一声 小子 是本将小看你了 难怪敢如此猖狂 但不要以为 有这点实力 便可以目空一切 今日本将便要交一交你 真仙之间 亦有差距 话音落下 他浑身恐怖无边的先例煞事爆发 就要推动着断神戟 在中卿的手掌触碰到自己之前 以锋刃将之洞穿 就在此时 一道冷哼声响起 唯一天浑身一震 如遭重击 直接倒飞了出去 但他手中的断神戟 还被中卿夹在指尖 不动如山 这一下愣是没抽出来 以至于反倒是唯一天脱手 将长脊留在了中卿手上 中卿夹着长脊 倒是没有继续追唯一天 而是看向了身后 与此同时 一道悦耳却略带冷意的声音传来 唯一天 你好大的官位 让你镇守仙门 是这么镇守的吗 听到这声音 与微尘脸上也浮现出喜色 先君大人 而此时 中卿回头 所看到的 却是从那重重攻阁之间 星河流转之中 一道身影足踏星空 缓缓不出 一身鹅黄宫装 尚有日月点缀 深周有群星环绕 羽关高悬 满头乌黑绣发竖起 衬托的雪白肌肤 犹如在散发光芒一般 禽守鹅眉 完美到极致的五官 找不出半点瑕疵 本该惹人怜爱 但那乌黑双眸之中 所散发出的 却是不下于任何雄主的强势气息 一步一行 举手投足之间 天帝似乎都可轻易操弄 超脱凡尘的气势 立于九天之上 俯瞰万物 这是一位绝美无比 但其容貌 被气质所遮掩的超凡之女 纵使在一重天 威名赫赫的红尘女帝 对比之下 也要相形见出 不负仙君之名 方才随手鸡飞维一天 更见其强悍实力 只是一见 结合与微臣那句仙君大人 钟卿就已经猜出 眼前这位 正是与微臣口中的狼桓仙君 见到仙君到来 唯一天也是面色一变 他缓缓站起 和远处的宇微臣一起 对着女子抱拳毅礼 拜见仙君 宇微臣也不出意料地传音道 钟小友 这位便是狼桓仙君 如今我人族的志强真线 钟卿点了点头 没有说话 而狼桓仙君的目光 也第一时间落在了钟卿的身上 凝视了钟卿片刻 他微微汗手 没有马上与之交谈 而是转向了一边的唯一天 眼中闪过一丝冷色 这位下界真线钟卿 乃是与天护奉本仙君之命 下界皆宜 你同为仙蒙天护 镇守仙门 却对即将加入仙蒙的真线刀兵相像 你可知罪 他的语气并不重 甚至还有些平淡 但当最后几个字吐出口之时 却骤然间有无穷的压迫 从虚空中浮现 朝着唯一天猛然压下 作为老牌真线的唯一天 面色一变 浑身一颤 险些直接跪下 他身躯颤 勉力支撑 咬着牙开口道 回仙君 正如仙君所说 属下受命 镇守天门 属下并没有收到命令放行 出于职责 自当阻拦 狼环仙君淡淡开口 本仙君已有法令给予天护 怎么 难道你觉得予天护 会假传命令 唯一天低头道 属下不知 既然属下没有直接收到仙君的命令 那么 真假都有可能 狼环仙君目光一冷 骤然开口低喝 放肆 这一声轻喝 无形压迫瞬间加重 简直仿佛整个虚空世界都崩塌下来 当头碾压 唯一天灯时支撑不住 膝盖一曲 半跪余地 仙门之内 狼环仙君身躯不动 唯一天面容扭曲 半跪在身前 身躯颤抖 一边的羽微臣露出一丝快意 和对仙君的崇敬之色 钟卿倒是饶有兴趣地 打量着这一幕 他虽然不知道 真仙以上还有没有层次划分 但是看来 真仙之间的差距也是极大 这位狼环仙君 连手都不用动 光凭气势 就几乎压制得唯一天支撑不住 可见其实力之强 却听狼环仙君冷冷道 你和羽微臣同为天护 身在先蒙 地位本无高下之分 倘若他会假传命令 那你难道就不会了吗 还是说 因为你是天人 他是人类 唯一天面色一白 低着头没有说话 看似是无言以对 实则却像是默认 钟卿马上就捕捉到了 狼环仙君口中的关键词 天人 他看向身边的羽微臣 与微臣轻叹一声 晚些再和你细说 狼环仙君凝视着唯一天 淡淡道 那么本仙君也是人族 你是否也不看在眼里 唯一天低头道 不敢 是不敢 不是不想吗 狼环仙君淡然一笑 这笑容堪称绝美 却透露着一丝寒意 下一刻 唯一天又是浑身一震 整个人倒飞出去 轰然撞破身后那座大殿的宫门 口中狂喷出一口泛着金光的鲜血 摔落在地 气势都萎靡下来 狼环仙君一服衣袖 转身离去 滥用直拳 无端质疑同僚 煽动刀兵 这是小小成见 本仙君就算是人族 也能替你家天元仙君教训你 不服的话 就让他来找本仙君吧 唯一天勉强支撑着身体站起来 低着头 口中道 不敢 但无人看到 他眼底闪过一丝冰冷的怨恨 与此同时 钟卿和宇微臣脑海中 同时响起狼环仙君的平淡的声音 跟上 两人对视一眼 不再理会为一天 一步一驱地跟上了狼环仙君 进入仙盟之内 仙盟之大意超乎想象 随意一座宫殿便有百里庞大 一眼望去 群星之间的宫殿重重叠叠 几乎看不见尽头 宇微臣在身边低声道 仙盟共分八个区域 分别环绕七位仙君的仙宫 以及整个仙盟的中央区 如今 我们便是往仙君的狼环仙宫而去 不用多说 走出不远 钟卿便已经看到了前方 坐落在无数宫殿拥促包围之间 那座格外雄伟华丽的巨大宫殿 仅仅宫门的规模 便堪比二重天四大洞天的入口新门 这仙盟壮丽奇景 可以说满足了中卿前世之人 对天宫仙界的所有想象 若非早已知道 中卿恐怕还真要以为自己到了天庭 这一路上 狼环仙君都一言不发 是宇微臣在小声为中卿 介绍着仙盟的情况 放眼九仲天 无论古今 真仙的数量都是极为有限 但仙盟毕竟是整个九仲天 万族真仙汇聚之处 常驻的真仙便有百位以上 当然 即便如此 相对于万族数不尽的亿万生灵 真仙依旧是十分稀少 即便如龙凤麒麟这般强大种族 百万年都不见得能出一位真仙 这其中当然也有九仲天内 晋升真仙困难的原因 据说九仲天还未曾诞生之前 上古之时 万族兴圣 最为鼎圣之时 号称万仙共逝 可惜大劫之后 便无可避免地衰落下去 离开九仲天 回归外界 重现上古仙道鼎圣 也是我仙盟唯一也是最大的目标 此时三人已经进入了狼环仙宫内 这偌大的仙宫之中 人却并不多 所到之处 只有寥寥一些宫额 对三人隐隐礼拜 钟卿注意到 光是这些宫额 都有不下于二重天六转尾仙的气息 来到大殿之上 狼环仙君身姿转环 一回长袖落作于殿上 如炬的目光朝着钟卿看了过来 想不到时隔数百万年 我仁族竟然又能诞生一位仙种 甚至还是来自二重天 倒是让本仙君十分意外 他面上浮现一丝微笑 这一次 却不带之前的压迫感 犹如牡丹盛开 令人观之沉醉 钟卿是吗 你很不错 虽说唯一天并没有动用权力 但从你如此轻易 接下断神戟来看 即便本仙君不出手 你也未必不是他的对手 但以实力而言 你比本仙君 见过的任何心境 真仙都要强得多 说到此处 他目光微微一暗 倘若之前那名仙种 也有你这般实力的话 也罢 钟卿直到此时方才开口 问出心中疑惑 敢问仙君 那唯一天 到底是什么人 或者说 他不是人族吗 仙君所说的天人 又是什么 这个问题 似乎问到了关键 狼环仙君目光微臣 轻叹一声 不错 他们并不是人族 或者说 并不是纯正的人族 而是天人一族 此族 可以说是人族的分支 但现在 已经凌驾于人族之上 他似乎在回想当初 过了片刻 方才开口道 你既是仙种 想必与微臣 已经跟你提过九中天的事情 你也该知道 伟仙九转 乃是九中天内诞生的 歧途弯路 钟卿点了点头 狼环仙君叹道 实际上 仙蒙最初成立 便是为了应对此事 九中天内道果的一变 几乎是断绝了人族的前路 即便有伟仙九转这条路 但也太过危险 太过漫长 九转灾节 纵然可以洗炼道果 成就真仙 但真正能扛过去的 又有几人 为了找到另一条路 各大种族的真仙联合起来 创建了仙蒙 意图结合万族之力 来解决这一难题 而天人族 便是在此期间所诞生的 其实人族 还是仙蒙之中 无庸置疑最强大的种族 甚至还有九中天 创立之初的仙君 以及一些活了 不知道多少年的古老存在 众所周知 在九中天内 唯一不受到影响 可以正常晋升真仙的 便是仙种 他们联手 想要创造出 类似仙种的存在 天人族 由此而生 钟卿摸着下巴 没有说话 而是听着狼环仙君 继续讲述 狼环仙君沉生道 其实原本的计划 说来简单 仙种之所以为仙种 便是因为 其自身天生 便蕴含一丝 本源规则之力 无需通过感悟 这九中天的天地规则 来凝聚道果 所以 其道果不曾受到影响 可以直接 由大地晋升为真仙 若要模仿仙种 便试着在人族血脉中 融入本源规则之力 来后天创造出仙种来 可是说起来简单 做起来却是千难万难 一般凡人的血脉体质 又如何能承受 真仙的力量 若是人人都能承受 那仙种也不会如此罕见了 很多人都推测 仙种之所以血脉中 天生带有本源规则之力 是因为其前世 就是一尊达到 极高境界的真仙 在因为种种原因身孕之后 还有一点真灵不灭 转世重生 重新经历胎中之谜 其力量才能与转世身 完美融合 狼环仙君轻叹了一声 当然 这终究只是个推测而已 虽然在五等看来 很有可能就是事实 但也无法验证 说着 狼环仙君看向中青 眼神忽然柔和了些许 但本仙君倒是希望 这推测就是真的 因为倘若如此的话 你说不定就是上古年间 先蒙创立之初 那些古老大能中 其中一味的转世 甚至很可能就是 本仙君认识的某位前辈 这一下 反倒是听得中青一脸猛逼 他好好一个穿越者 怎么就变成 你什么前辈的转世了 当然他也不能跟狼环仙君这么说 只能耸了耸间 默认表示 你开心就好 狼环仙君也只是随口提起 很快就继续了下去 总而言之 后天创造仙种的计划 经过上百万年的努力 也没能成功 但在这过程之中 也有了不少收获 起码对于这九仲天的认知 以及真仙之力的研究 倒是进步了许多 在尝试未果之后 仙蒙只能退而求其次 将目标从创造出后天仙种 无需经历九转成仙 变成了让人族拥有 能更加适应九仲天 同时对伟仙九转栽节 有着更高抵御之力的能力 这之后 天仁族便应允而生 当然 这一过程也经历了 至少数百万年 中间也有好几位人族真仙 为此牺牲 其中有一位 堪称九仲天历史以来 人族最强大 不 是万族最强的真仙之一 这位存在 参与了九仲天 形成之初的建设 是万族群仙之中 最为古老的存在之一 但在上古年间 伤及了根本 以至于进入九仲天之后 一直在衰弱 说到此处 狼环仙君美目之中 闪过一丝黯淡之色 旁边的羽威臣 此时方才开口沉声道 那位存在 便是当年万族的领头羊 创造九仲天的十二仙君之一 也是狼环大人的老师 钟轻呕了一声 这才明白 为何狼环仙君如此神色 此时他却又想起了天渊之底 那位自称吃鸡的深渊之主 眼前这位强大无比 光凭气势 就能压倒一位真仙的狼环仙君 在他眼中也是小辈 恐怕深渊之主当年 也是和十二仙君 一个时代的人物吧 虽然深渊之主说过 可以向狼环仙君提起他的名字 但现在看样子没这个必要 钟轻也就没有开口的意思 而狼环仙君的表情 则是很快恢复了原本的平静 开口道 那位存在当时 已经接近大县 即将作画 因此便倾尽最后的力量 将自己一身血脉 练化为一滴最精准的本源真血 贡献出来 用以推动先萌的计划 也正是靠了他这一丝本源真血 才使得计划成功 一批从九重天人族之中 挑选的精英 和上万名从怀胎之时便开始培养 经过无数密法改造的胎儿 以那一丝本源精血为影 最终创造出了如今的天人族 因此从理论上来说 如今的天人族 其实都算是他的后裔 钟轻心中默默想到 怪不得他感觉 那些人的气息和人族像又不像 原来归根结底 是一群改造人啊 狼环仙君道 新生的天人族 可谓是前所未有的完美 每一个天人族 都有着天生强大的根骨血脉 远在普通人族之上 随便一个天人 其天赋都相当于 从前人族之中 天生道体的妖孽天才 头顶的道痕 是他们受到那位 前辈本源规则影响的证明 当他们达到一定境界 甚至还能从道痕中 衍生出各种强大的天赋神通 并且对于九重天内的三灾九劫 有着极高的抵抗之力 这也让天人族更加容易突破 甚至成就真险 更重要的是 对比之前所创造的失败品 天人族拥有繁衍之能 是一个真正可以独立发展的族群 说到此处 狼环仙君目光闪动 表情似乎有些复杂 先萌的计划 可以说是成功了 但人族在计划中占据主导 也为此付出了极多 进入九重天之时 积攒的无数年的底蕴 消耗大半 还有包括那一位在内的 好几位真仙身语 可谓元气大伤 可之后的结果 却并不如人意 就在此时 之前没怎么说话的 宇威臣开口了 语气中也带着一丝不愤之意 天人族是人族所创造出的 本属于人族的一支 原本人族指望 能让天人族带领人族壮大力量 重现上古人族的辉煌 谁知那之后千万年里 天人族倒是壮大了 却逐渐从人族中独立了出来 反过来压在了人族的头上 狼环仙君叹道 这也是理所当然 当年诸位先贤千算万算 却唯独算漏了人性 天人族虽然出自人族 却比起普通人族更加强大完美 在凡人眼中 天人族与仙神无异 就是许多修行者 都看不起凡俗之辈 将凡人视作蝼蚁 又何况天生就凌驾于人族的天人呢 如今在许多天人眼中 人族之于天人 恐怕就如同猿猴之于人类 骄蟒之于真龙 早已和自身并非同一层次的存在 但这实际上也是事实 或许论起先天体质 天人族尚且比不上龙凤麒麟这一类神兽 但也远强于绝大多数种族 况且还有到很所诞生的天赋神通 一些拥有极强战斗类神通的天人族强者 铜镜的战力 甚至不下于真龙神兽 但其人数和繁衍能力 又远在龙凤各族之上 只比普通人族要差上一些 可以说是结合了二者的优点 也是因为如此 天人族的发展极为迅速 不到几千万年 俨然已经成为了 九众天内万族之中最强大的存在 一边与微臣接口道 不错 虽然很不愿意承认 但相比如今人才凋敝的纯种人族 天人族要强上许多 当下先盟之中的真仙 有近乎三分之一出身天人族 是万族之中真仙数量最多的 比起人族要多出整整一倍 甚至现在执掌先盟的七大仙君之中 就有两位天人 说到此处 与微臣叹道 而且这些年 天人族一直稳定 有人突破真仙 而人族的真仙 至少也是我这般千万年前的老东西了 尤其是二重天 实不相瞒 钟小友 不曾诞生真仙了 八重天情况稍好一些 但上一次有纯种人族晋升真仙 也都是三百万年前的事 双方的差距 还在越拉越大 也导致天人族愈发高高在上 不将人族放在眼中 若非还有狼环大人做主 情况还不知道差成什么样子 狼环先君没有说话 但美目之中光芒微动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钟卿听到这里 反倒是有些同情 这位先君大人了 若如他所说 天人族乃是在他的老师牺牲之下 为了造福人族所创出的种族 现在却成了白眼狼 反过来压在人族头上 这等滋味 定然是不好受的 但狼环先君 很快恢复了平静的表情 看向钟卿露出一丝笑意 但如今 人族也再次出现了一位先种 对整个人族乃至先蒙 都是一件喜事 钟卿 欢迎你成为先蒙的一员 钟卿点了点头 看来先蒙的情况 也没有他想象的那般和谐 这也是 人与人都无法互相理解 又何况是连种族都不同 就算成了真仙 这一点也不会改变 不过既然来都来了 对于加入先蒙这时 钟卿倒也没什么意见 原本不知道还好 既然知道 现在是身处九仲天之中 仙气所营造的世界之内 他自然也会有想法 要离开此处 见识一下 外面真正的天地世界 他估摸着 离开九仲天 也不能像一二重天那样 往上飞飞就出去了 先蒙再怎么不团结 在这方面 总比钟卿要懂得多 此时 却见狼环先君微微一笑道 作为我人族时隔数百万年 再度出现的真仙 又是如此青年才俊 既然加入我先蒙 本先君也不能小气 之前我看你 和唯一天交手之时 都是空手对敌 以你的实力 应当有一剑配得上 身份的法宝神兵才是 此物便作为你加入 先蒙的见面里吧 说着 狼环先君束手一扬 却见万道霞光闪耀之中 一方雕刻着八卦阴阳浮露 模样古朴 散发出无尽厚重气息的同印 出现在了中卿面前 一边与微臣瞪大了眼睛 这是 太刚落神印 狼环大人 传兵当配民主 中卿是我人族俊杰 配得上这件法宝 中卿虽然不知道 什么太刚落神印 但他一眼就能看出 这法宝同印 乃是一件货真价实的 真仙仙器 见面就送真仙仙器 这狼环先君还挺大方 起码比起每次都要他开口号 谈感情才给东西的 深渊之主要大方多了 在与微臣艳羡的目光之中 中卿大大方方地将同印收下 口中说着 哎呀 这怎么好意思 受之有愧 狼环先君笑道 无妨 他话还没说完 只见中卿一挥手 仿佛有五彩烟霞 从他掌心涌出 煞时间仙器四溢 充斥大殿之中 俗话说 礼尚往来 既然仙君这么客气 那么此物便作为回礼吧 与微臣看得分明 那是一段犹如云彩的青纱流彩 虽然轻若无物 其中散发的气息 却是难以想象的强大 毫无疑问 这也是一件真仙仙器 与微臣目瞪口呆 连狼环先君脸上的笑容也僵住了 即便对于真仙来说 仙器也不是大白菜 真正的仙器 不是用什么材料什么手法 就能打造出来的 是需要用真仙的本源规则去蕴养 直到仙器本身 也形成此等力量 一位真仙 往往一辈子 也只能蕴养打造出一件 属于自己的本命仙器 可见其贵重 前脚狼环先君 送出一件真仙仙器 都让与微臣为之震惊 结果看起来两手空空 打架都不用武器的中卿 反手又回了一件 狼环先君回过神来 面色有些古怪 身为先君 居然被个刚刚加入的新人真仙 送了仙器 我记得此物叫什么天盲青烟罗来着 仙器喜欢便好 中卿随意道 对他大方的人 他一般反过来也很大方 何况他仙器一大堆也用不上 狼环先君眼角微抽 现在的年轻真仙都这么豪横了吗 都不把仙器当回事了 看样子 这中卿不是没有仙器 是不止一件仙器 起码送出来的这件 明显是女性所用 显然不是中卿自己使用的 但话说回来 他也不得不承认 这天盲青烟罗 确实很合他心意 倒不是说他身为仙君还缺仙器 主要这仙器外表上 着实是飘渺秀美无边 一眼便让人喜欢 可身为仙君 居然收获被真仙的仙器 这面子上 着实是有些拉不下来 狼环先君咳嗽一声 中卿 你是心境真仙 有更多仙器傍身 自视多几分底牌 本仙君却是无需此物 你还是收回去吧 不过说话之时 他美目却还看忍不住 看向那烟罗青纱 还是一边的 与微臣有眼力劲 连忙开口道 仙君 这也是中卿一番好意 您便收下吧 狼环先君 最终还是收下了那件仙器 不过作为回礼 他直接赠送了 中卿一座狼环先驱中 位置最好的仙宫 仙盟内的仙宫 可不是随便打造的 毕竟是真仙所居 要用至少半仙层次的材料打造 由仙阵师布置重重阵法禁止 能在一定程度上 承受真仙的力量 其内更是用空间阵法扩大 一座外表看来 不过数十里的仙宫 其内都有着上万里的空间 埋入一条条灵脉 以改造其中环境 花费之高难以想象 可以说 每一座仙宫 都是一方动天小事件 而送给中卿的这一方仙宫 仅仅外表就有百里之庞大 内里山川河流 风轮迭起 足有十万里庞大 灵气浓度之高 甚至已经孕育出仙气 当初下界幽名帝君的道场 与之相比 简直如同乞丐窝一般 位置上 则在狼桓仙区的中心 靠近狼桓仙宫 与中央仙区 更是直接有新门相连 可以说 这座仙宫的价值 可能都堪比一些仙气了 除此之外 狼桓仙君还直接派遣 来了上千名容貌倾城的仙俄工人 以做中卿仙宫服侍之人 狼桓仙君派了几名工俄 带领中卿前往仙宫 而与微臣则是留了下来 钟小友 你便先去看看仙君送你的仙宫吧 本座还有些事情 要和仙君禀报 待会等事情处理完了 便先去找你 也带你熟悉一下仙盟内外 钟卿微微一笑 点了点头 好 那我便等着羽兄了 等钟卿离开之后 看着他离开的背影 狼桓仙君和与微臣 也收回了目光 这么多年了 人族终于又出现了一名仙种 狼桓仙君轻轻 一叹 那么 便将这位仙种的事情 说一说吧 是 仙君 与微臣点了点头 便将自己下界之后 遇到钟卿 以及上界者一路 所遇到的事情 说了出来 狼桓仙君听着与微臣的叙述 眼中不时闪过一丝 亚裔之色 片刻后 狼桓仙君目光微动 你之所言 可是当真 与微臣点了点头 自然 都是本座亲眼所见 思索了片刻之后 狼桓仙君缓缓开口 红玉臣那边 不用担心 本仙君自会去说 此人虽然性格有些刻薄 但总归是我人族真贤 被麒麟族的灵斥称之为圣族 倒是有些令人在意 狼桓仙君眼神流转 似乎在思考着 据说天地间最初诞生的 是一只黑色麒麟 与一只金色麒麟 黑色麒麟被称之为玄英麒麟 金色麒麟被称之为圣阳麒麟 拥有这两大麒麟始祖血脉的麒麟 被称之为圣血麒麟 在麒麟一族中 号称两大圣种 但那都是比起上古 更加古老的事情 如今这两大圣种 都近乎绝技 只有极少数血液残存 而玄麟仙君的真神 便是一只玄英圣血麒麟 如你所说 那中卿所带的麒麟 有和玄麟仙君相似的气息 恐怕也是同族 若是如此 就无怪灵斥如此激动了 恐怕他之后 还会禀报玄麟 狼桓仙君沉印道 倒也不一定是坏事 说不定能借此机会 和麒麟一族拉近关系 但不管怎么说 这位年轻真仙 看来还不只是仙种而已 刚刚晋升真仙 就有如此战力 能随意拿出仙气 身边还带着圣血麒麟 他的来历 只怕不俗 而且 最重要的一点 如你所说 在二重天你曾打探过 此前并无此人的事迹 也不是出身于仙门 也就是说 狼桓仙君顿了一下 继续道 他很可能并非出身于二重天 而是一重天 虽然早已想过这个可能性 但此时狼桓仙君说出来 于微臣还是忍不住震惊 可众所周知 一重天被诅咒污染 不管是谁 都无法逃脱 即便他是仙种 若是沾染诅咒 也不可能突破真仙才是 狼桓仙君点了点头 话是如此说 但还是要看人 你认为 若是出身二重天 便能解释他诸多不凡吗 于微臣一时与色 又摇了摇头 二重天有多少底蕴 他这个四大仙门之一的老祖 还是清楚的 钟卿自己或许是天赋异禀 但二重天上哪去找什么纯血麒麟 以及随手拿出仙气的底蕴 那仙君你的意思 难道是说 狼桓仙君目光闪动 不错 九重天内 绝不会无缘无故 就冒出一位精彩绝艳 成就真仙的仙种 二重天没有这般条件 但一重天有 一重天是九重天之中最古老 也是万族最早迁入的一界 残留了多少隐秘 就连本仙君也不敢说都清楚 在本仙君看来 钟卿很可能 是一重天那些古老存在所培养出来的 若是如此的话 他能成功突破真仙 就说明那些老家伙 已经找到了 某种可以解决 或者规避诅咒的办法 听到这里 与微臣也是眼神俱正 这要是真的 那可就不得了了 一重天作为整个九重天之中 空间最大 也是生灵最多的一层 几乎因为诅咒而废 哪怕真仙面对诅咒 也是为之如虎 以至于仙蒙不得不将一重天彻底封锁 近乎等于是放弃了一重天 也有不少仙蒙创立之初的老怪物 因为诅咒 而不得不自封于一重天 倘若真有办法能解决诅 那恐怕整个九重天 都会迎来一场大地震 狼还仙君轻摇擒手 开口道 恐怕也没那么简单 中卿或许是个例外 还需观察 但不管他是不是从一重天来的 如今他都是我等的希望 是人族唯一的仙种 一定要重点培养 绝不能让他像之前那人一般 半途夭折 天人族的压力 由本仙君来抵挡 如今他出入仙蒙 还需与天护你多多看顾 无论付出什么代价 也要给他成长的时间 语微臣点头道 仙君说的是 本作义不容辞 虽说只包不住火 此事迟早会暴露 仙公之中 狼还仙君叮嘱于微臣 但时间越晚 中卿安全的时间就越多 所以在那之前 尽可能要遮掩中卿 乃是人族仙种的事实 于微臣告辞之后 偌大的大殿之中 再次只剩下了狼还仙君一人 狼还仙君目送于微臣离去 沉饮了片刻 接着一挥衣袖 一道光幕在他的面前浮现 光幕上渐渐浮现出一道人影 若是中卿在这里的话 便能马上认出 光幕上的人影 正是之前和他在二重天 已化身交过手的 上清仙门老祖 红玉成 仙君 换属下何事 原本态度高傲 目空一切的上清老祖 在狼还仙君面前 显得十分恭敬 狼还仙君带着微严的目光 穿透光幕 落在了红玉成的身上 红玉成 与天护在刚刚 从下界借来了一位 人族的心境真仙 名为中卿 你可认识 听说 你们之间 还有一些摩擦 可是事实 红玉成目光一凝 顿了片刻 方才开口 回仙君 却有此事 那中卿灭了我上清宗 在下界二重天的一脉 还毁坏了当初 众同僚助我炼制 镇压二重天的 四大洞天之一 上清洞天 片刻之后 狼还仙君 缓缓开口 你们之间的事情 我都已经知晓 此事 对错暂且不论 其实也只是小事而已 四大洞天 乃是大品仙器 镇压二重天气韵 只要毁坏 不是太过严重 都能自我修复 除此之外 其他事情 也都并非什么深仇大恨 钟卿他是后辈 刚刚晋升真仙 年轻气盛 有些冲动也属正常 玉晨 你身为先蒙天护 亦是人族前辈 还是莫要和小辈 计较才是 想必你已经知道 钟卿是乃是人族 时隔数百万年 再次出现的仙种 天赋异禀 前途无量 如今我人族江河日下 钟卿可谓是人族的未来 还望你为大局着想 暂且放下此事 红玉晨面色平静 不露声色 很是自然地点了点头 仙君说的是 这等道理 属下自然明白 区区一点小事而已 和劳仙君过问 即便仙君不说 这点小事 属下也不曾放在心上 钟卿既然已经加入先蒙 从今往后 便是先蒙人族同僚 属下自然不会因小事大 说话之时 他也面色如常 没有半点不情愿的模样 似乎当真是如此想的 狼环仙君凝视了红玉晨片刻 方才开口道 玉晨 你能为大局着想 自然是再好不过 本仙君也知道 此事是钟卿有错在先 作为补偿 本仙君会动用私人份额 将你这个万年 在先蒙的资源提高两成 红玉晨浑身一震 眼中似乎流露出一丝喜色 对着狼环仙君一拱手 岂敢劳烦仙君如此挂心 属下感激不尽 狼环仙君微微点头 你能体谅便好 他顿了一下 开口道 你要知道 钟卿如今 对我先蒙人族的重要性 无论如何 他既然已经加入先蒙 本仙君都会保住他 本仙君也不会姑息 红玉晨连忙低头道 是 仙君 属下明白 当光幕消失之后 狼环仙君方才松了一口气 直到此时 这位仁族仙君 身上那股巫师 无刻不带着的威严气质 方才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一丝感慨 一丝失落 一丝惆怅 甚至还有一丝脆弱 狼环仙君凝视着面前的虚空 口中喃喃道 希望这一次 真能为仁族带来转机 他的目光 似乎穿透了时光 看到了某个身影 老师 我将你的太刚落神印 赠给了那个年轻人 希望你在天之灵 能忽悠他安然成长起来 这样一来 我身上的担子 多少也能轻一些 而在另一面 狼环仙君东北面的一座 华美仙宫之中 上清老祖红玉晨 看着面前的光幕消失 缓缓支起了身体 脸上的表情 也变得阴沉下来 眼中还带着一丝冷意 片刻之后 这冷意在脸上浮现 变成了一丝冷笑 好一个钟轻 能让狼环仙君如此看重 仙种吗 可当真是了不得 但这 也未必是一件好事 如今的仙盟 可不是人族说了算 花音落下 一抬手 又一道光影在面前升起 经过片刻之后 逐渐变得凝视起来 化作一道身材高大 散发着无比强势气息的 还带着一丝 华丽质感的影子 红玉晨也随之低下头来 仙君大人 那影子缓缓睁开眼睛 双目赫然闪动着金色的光芒 仿佛他额头上 在红玉晨身上淡淡道 红玉晨 你是人族的天护 去来找本仙君 是有何事 红玉晨低着头 沉声道 仙君大人 今日仙盟之内 发生了一件大事 不知道仙君可知晓 影子目光微动 眯起了眼睛 你是什么意思 仙盟内有什么大事 能是本仙君不知晓的 红玉晨嘴角浮现一丝弧度 比如说 人族出现了一位 已经晋升为真仙的仙种 下一刻 那影子猛然颤动了一下 一股无边恐怖的气势 骤然流淌开来 你说什么 与此同时 狼环仙公熄灭 另一座更加庞大 和华丽的仙公之中 钟卿正在颇有兴趣地 赏玩着这座 刚刚属于自己的仙公 麒麟小黑和小嘎 还有姬一姬二等众 都被他放了出来 现在正跟一群野孩子一样 兴致勃勃地 在仙公内洞天之中 到处乱跑 而凌峰和杜浩等弟子 也都饶有兴致地 探索起了洞天 各自为自己 寻找合适的修炼道场 在这里修炼 可是要比在小世界中 还要强得多 哈哈 钟小友 狼环仙君所赠的这座仙公 你感觉如何呀 钟卿听到笑声 一回头看去 直见于微臣正驾云而来 面带微笑 于兄 你来了 于微臣和钟卿聊了几句之后 方才开口道 钟小友 本作来给你介绍一下 仙蒙和八重天如今的情况吧 钟卿点了点头 正要请教 从三重天到七重天 这一路的情况 钟卿都已经见识过了 但八重天 钟卿还不怎么清楚 只听于微臣微微道来 相比一重天 分为东南西北四域 以及中洲三千域 还有各种混乱之地 乱魔海等地域夹杂其中 八重天的地理划分 就相当简单 就只有三块主大陆 分别是绿洲 越洲 新洲 加上环绕三洲的 众多浮空岛屿 据于微臣所说 八重天 其实是没有原住民的 作为中书的九重天 因为种种原因 并不适合居住 因此 一开始 八重天就是作为 仙蒙真仙的驻扎之所 所以 八重天乃是除九重天之外 面积最小 但灵气浓度最高的一件 但真仙驻扎八重天 又怎么可能孤身一人 正如之前于微臣所说 几乎每位真仙前往上界 都会带上亲朋好友 乃至弟子仆从 有些甚至 直接把整个宗门道脉 乃至全族都搬了上来 一位真仙自身代表的 就相当于一个族群了 但这些人除了少部分之外 大部分都是 没资格居住在仙蒙仙宫内的 或者说 仙蒙也住不下 所以便居住在下方 日月星三周之上 即便是一开始人口少的 过个几百万年 也都增长无数 经过几千万年的发展 这些 原本依附于真仙的族群 已经在三周 形成了巨大的规模 当然 人口数量还是比不上 前四重天那般庞大 却也为数不少 毕竟在这里的 不仅仅是一族一种 而是万族之中 所有出过真仙的族群 同样 这也是八重天强者 最多的缘故 能在这里的种族基础 就不会差 再说 大家都和真仙 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在八重天这种环境下 成长起来自然也更快 到了如今 仙蒙真仙之中 除去龙凤麒麟这三大族之外 几乎七成都是 出身于八重天了 三周之中 月周以兽族为主 星周以人族为主 而最中央的日周 万族混居 甚至时常有神兽出没 但如今最中央最好的区域 已经被天人族所占据 天人族虽然人口不如纯种人族 但远在其他各族之上 实力又强 逐渐就将其他种族 排除出日周中心地带 八重天的纷争 也并不比下界要差上多少 但仙蒙有所规定 三周各族之间的斗争 只要不超过一定限度 便不允许真仙级别的存在插手 这也是理所当然 网上归宿个千百万年 大家都是真仙带上来的 谁在仙蒙还没点后台 要是允许真仙插手的话 很快两族之间的斗争 就会变成仙蒙各族真仙之间的斗争 到时候没几下就要四分五裂 大家也别玩了 这种情况下 人口又多 实力又强的天人族 自然就占据了绝对优势 眼下大有一副 要将其他种族全都排除出去 自己独占日周的架势 宇维臣等人族真仙看在眼里 虽然也十分不满 却也没什么好办法 好在不管下面怎么乱 上面还有仙蒙阵场子 如今的仙蒙 真仙超过三位数 仙君却只有七位 分别是人族的狼环仙君 凤族的朱雀仙君 龙族的富海仙君 麒麟一族的玄灵仙君 天人族的两位仙君 天云仙君和神游仙君 这六位仙君 便代表仙蒙最强的五大种族 而最后一位仙君 不属于五族 却是当下仙蒙之中最为古老 地位崇高的一位仙君 乃白泽仙君 光听名号就知道了 这位仙君的真神 是白泽神兽 也是整个九中天内 已知的唯一一只白泽神兽 但仙蒙的强者 却不只有七位仙君而已 毕竟仙君只是称号 而并非是实力境界 还有一些并未得到仙君称号 实力却不比仙君差多少的存在 无疑不是远超寻常真仙的存在 仙君是拥有特殊意义 且作为仙蒙领袖的存在 不可轻称 所以这些强者 往往被称之为援军 例如金翅大鹏一族的金羽援军 和白泽 同为天帝一种的帝江援军 九头鸟一族的九凤援军 龙族第二强者精灵援军 凶名赫赫的饕贴一族的 吞天援军等等 这些援军强者 或许有些实力比之仙君略差 但有些之所以不曾成为仙君 仅仅是因为其他原因 比如金羽援军 据说其实力 甚至超过七大仙君中的大部分人 乃是整个仙蒙 唯一能单独抗衡龙族附海仙君的强者 没能成为仙君 仅仅是因为其性情太过孤傲 并不适合统领仙蒙 加上金翅大鹏一族 虽然实力强大 数量却是极少 在仙蒙内的话语权 比不上其他各族 总而言之 七大仙君和这些援军级别的强者 乃是整个仙蒙 甚至可以说是整个九中天 站在顶峰层次的存在 而仙蒙仙君之下一级 便是天护 能成为天护的 都是各族实力强劲 威望甚高的老牌真贤 如今的仙蒙 共有三十六位天护 羽威臣便是其中之一 先前他们在仙蒙 撞到的唯一天也是 还有曾和中清有矛盾的 上清老祖红裕臣 二重天四大仙蒙的老祖 都属天护一列 三十六位天护在 仙蒙各处担任要职 可以说是仙蒙的中间骨干阶层 当然 这同样也不代表 并不是天护的真贤 实力就弱于天护 总之整个仙蒙之中 藏龙卧虎 强者无数 甚至像龙凤这等大族 除了明面上 加入先蒙的成员之外 都难保暗中 还有没有真仙级别的存在隐藏 好在如今 先蒙各方虽然有些小摩擦 但大体上还是团结一致 毕竟所有人 都有着共同的目标 就是打开桎骨 回归外界 听到这里 中清终于提出了一个 心中许久的问题 羽兄 说了这么久 还不知道 到底为何我等会被 困在九中天之中 当年万族 不是迁入九中天壁祸吗 怎会到头来 反而没法离开 中清顿了一下 又开口问道 如今先蒙想要离开九中天 又有什么办法 听到中清提出的问题 羽微臣并不意外 他露出了一丝苦笑 钟小友这个问题问得好 换成一般人 还真没有资格知道这些事 但钟小友你 迟早也会知道 那本作告诉你也无妨 羽微臣顿了一下 沉思了片刻 方才开口道 其实九中天 有着两个出入口 分别 就在最顶层的九中天 以及最底层的一重天 当年万族迁入九中天 便是从一重天进入 所以 小友你若是去过一重天 就会知道 一重天的局面十分混乱 万族混居 也隐藏着不少东西 那都是当初 迁入九中天的时候留下的 钟清点了点头 他本人就是从一重天进来的 当然知道 但在万族进入九中天不久 一重天就被诅咒所污染 相当于 我等来时的路 被堵死了 羽微臣轻叹一声 那诅咒虽然无影无形 但确实是可怕至极 哪怕是我等真仙 也不能无视 只要诅咒还在一重天一日 那么我们就无法通过一重天离开 钟清目光一动 原来一重天有入口 不知道在何处 倘若能从一重天离开的话 那么不怕诅咒的他 不就可以想走就走了吗 羽微臣摇了摇头道 一重天的入口 并不是固定存在的 当年既然是为了避祸 那么进入之后 入口自然不会是敞开 摆在那里的 据说一重天的出入口 在各处空间犹疑不定 而且正常情况下 处于封闭状态 只有通过秘法 才能追踪到位置 并且打开 当然 你要是有足够的耐心 花上的几万年搜索 倒也未必不能找到 但你也知道 谁也不可能顶着诅咒 在一重天寻找出入口 钟清点了点头 目光闪动 那不知道 这秘法又是什么 听到此处 羽微臣微不可查地 看了钟清一眼 眼中似乎闪过一丝明雾 但他没说什么 只是道 这个本作也不知道 只是听说而已 掌握一重天入口信息的 只有最早带领万族 进入九重天的那些古老存在 但他们大多数身允 加上一重天被污染 这方法也就失去了意义 所以并未流传下来 别说本作 恐怕就是狼环仙君大人也不知道 但若说仙盟之中 还有谁可能知道的话 那就只有白泽仙君了 他虽然不是当年的十二仙君之一 却也是在九重天创立之初 就已经是真仙的古老存在 加上白泽神兽的种族天赋 白泽仙君 可谓是如今九重天内 最为渊博的存在 如今八重天任何一位仙君援君 对白泽仙君都要以前辈之礼相待 哪怕是最高傲的金羽援君 和富海仙君都要礼让几分 但白泽仙君平日并不在仙盟 反而喜欢在九重天各处游荡 有些神龙剑手不见尾 即便是我等仙盟针线 想要见到他老人家也不容易 钟小游你以后 若是有机会见到白泽仙君 倒是可以问一问他 钟卿点了点头 反正他无视诅咒 若实在不行 便可以考虑从一重天离开这条路 当然他表面上不会这么说 而是开口问道 既然一重天不行 那么只剩下九重天了 宇维臣点头道 正是如此 当然 仙盟也并未放弃一重天这一路 毕竟诅咒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威胁 这几千万年来 仙盟从未停止过对诅咒的研究 只可惜收效甚微 所以目前 仙盟的第一目标还是九重天 但这一条路 说实话 其困难也丝毫不比一重天要差 第九重天 乃是维持着整个九重天的中枢 当年创造之初 有十二仙军 以及无数真仙合力炼制 如此重要的地方 其防御自然是要固若金汤 为了防止任何意外出现 它从一开始 就是被封闭的 其中还设下了无数关卡 哪怕是万族自己人 也无法通过 这些手段 可不仅仅是阵法禁止这么简单 可以说是万族当初无数年来 仙盗发展的至高巅峰结晶 加之一重天被诅咒污染 似乎让九重天 也产生了某种异变 甚至连从前留下的一些手段 都失效了 而如今的仙盟 对比当年万族 不但没有进步 甚至 还在衰退 想要破解当年前辈的成果 又谈何容易 因此 从仙盟成立之初 努力到现在 突破九重天的进度 也十分缓慢 至今不过三分之一而已 关于九重天内的具体情况 等你以后自然会接触到 毕竟身为仙盟真仙 无论种族出身 所有人都要为破解九重天而出力 钟卿点了点头 我明白了 多谢宇兄讲解 说到此处 宇威臣忽然神色异素 钟小友 还有一件事 是你需要知道的 钟卿挑了挑眉 宇兄请说 宇威臣开口道 之前就和钟小友说过 仙种对仙盟来说十分重要 因为仙种的道果规则 并未被九重天内的环境影响 或许是因为这个原因 九重天内的一些关卡手段 仙种也更容易破解 所以以后恐怕 还有诸多要仰仗钟小友的地方 钟卿点了点头 那是自然 这不须宇兄说 宇威臣沉隐了一下 但钟小友你要知道 如今仙盟内 仙种其实并不只有 钟小友你一人而已 哦 钟卿看起来惊讶地挑了挑眉 但实际上 心中毫无波动 因为 他压根就不是什么仙种 有什么好惊讶的 宇威臣沉声道 虽然钟小友 确实是我人族 这数百万年来 第一次出现的仙种 也是目前人族唯一的仙种 但拥有仙种的 可不只是人族而已 当下仙盟内 除了钟小友你之外 还有四位仙种 其中 天人族有两人 所以钟小友 你需要提防天人族 这 钟卿摸了摸下巴 就算我是仙种 天人族也有仙种 但我没招他没惹他 天人族的仙种 跟我有什么关系 总不能是天人族 和人族的关系 已经恶劣到了 哪怕人族 出现了一个仙种 都要打压的程度 宇威臣苦笑道 这倒不是 天人族虽然高傲 不将人族放在眼里 但也不至于 只是因为这个 毕竟他们是看不起人族 若是刻意打压仙种 岂非等于承认 人族的仙种 不弱于他们 这中间 是有实际的利益之争的 钟卿一听到利益 就有精神了 哦 那是什么情况 宇威臣刚刚开口道 本作之前也提到过 如今的第九重天 乃是当年 整个万族仙道的 至高成就 本身同样是 一件之高仙气 也是九件之高仙气 之中最强的 名为乾坤轮 镇压着整个 九重天的时空与气域 乾坤轮中的空间 与下面八重天的 任何一重都不一样 其间时空变幻 无穷无尽 还分为许多区域 有着无数前人 所留下的手段 只有将它们 全部破解之后 才能让乾坤轮 真正的核心显现 届时才能通过核心 找到离开九重天的路 钟卿点了点头道 这和所谓的利益之争 有什么关系吗 当然有关系 宇威臣苦笑道 说来也是可笑 正如你所说 如今的先盟 比起上古先到时期 也不知道衰退了多少 那些乾坤轮内 上古大能们 留下的各种阵法禁止 各种手段 对于如今的先盟来说 都是宝贵的财富 明白了 钟卿摸着下巴开口道 科技进步靠考古试吧 嗯 宇威臣虽然听不懂 钟卿在说什么 不过大概意思还是明白的 点了点头道 是啊 还不仅仅如此 当初为了创造九重天 和乾坤轮 甚至还有不少 真仙身影其中 留下无数遗藏 可以说乾坤轮这一重天 对于如今的万族来说 就是最大的宝藏 而仙种 对乾坤轮内许多环境 有着极高的抗性 甚至有许多地方 只有仙种才能进入 所以如钟小有 你这般仙种 对于先盟来说 是切切实实的理 而且 会和其他种族的仙种 形成竞争 宇威臣轻轻一叹 所以 天人族若是知道你的存在 势必会出手打压 钟小有日后也要小心 对外族默要提起此事 钟卿点了点头 宇兄放心 我心中有数 所谓天人族打压 他倒是没怎么当回事 但他本来就不是啥仙种 自然更没兴趣 对别人宣传自己事 但如果内天人族当真来找事 那结果就不好说了 说到天人族 钟卿倒是想到了 之前那为一天 目光一转 钟卿开口问道 宇兄 之前我们碰到的 那个找事的看大门的 是什么来路 住在哪里 宇威臣足足愣了好一会 才明白 钟卿口中找事的 看大门的指的是 仙门 镇守仙将为一天 将镇守仙门的 天护神将称之为 看大门的 估计也只有 钟卿能说得出来了 宇威臣嘴角抽出了几下 开口道 那是天人族的 天护神将为一天 由他镇守仙门 监督一切通行之人 便可见天人族 如今在仙门的势力了 他的实力 虽然在三十六位 天护之中 算不上名列前谋 但也绝对算不上弱 即便是本作 也不敢说 有把握能委赢他 此人性格高傲 形势乖张 但他身为 天元仙君的心腹 地位权力极高 即便同为天护 也没几位敢于招惹他 钟小友 你问他的住处 是想要做什么 我知道他之前为难于你 你可能心中不悦 但他毕竟是 天人族仙君的得力干将 最好还是不要去招惹他 宇威臣劝慰道 钟小友 以你的天赋 将来迟早能成为 援军级别的强者 届时 哪怕是仙君 也不敢拿你如何 不必急于一时 和这等人计较 钟卿淡淡一笑道 我记住了 宇兄放心 我没打算和他计较 只是想知道 他住在哪里 心里有个树 以免以后碰上 宇威臣略带怀疑地 看了看钟卿 开口道 若是如此便好 他是天元仙君的人 自然是 住在天元仙区 就在靠近天元仙宫 背面的仙宫之中 除了在仙门 镇守的时候 你也碰不上他 无需担忧 钟卿点了点头 我知道了 多谢宇兄 宇威臣 见钟卿神色如常 看起来也不像有什么异样 这才些微放下心来 开口道 既然如此 那么钟小友 本作便先带你在 仙门各处逛一逛 熟悉一下吧 钟卿微笑道 正有此意 两人这便离开了仙宫 一路上 宇威臣带领钟卿 在狼环仙区内 四处走了一圈 并且指明了自己和仙门 人族几位著名强者的住处 之后又带着钟卿 前往中央仙区 中间遇到其他人 宇威臣都介绍 钟卿是下界二重天 心境的真仙 不曾提仙中半个字 钟卿自己 当然更不会提 这中间 宇威臣还为钟卿介绍了 不少真仙强者 虽然钟卿也没记住几个 不过大部分遇到的人族真仙 乍一见倒还是十分和善 听闻钟卿是心境真仙 也纷纷表示欢迎 有些更是颇为热情地 送上了些见面礼 这倒是让钟卿记住了 这仙门的人 比起深渊之主可大方多了 都不用他主动开口 就知道送东西 以后再见到深渊之主 可得提一下 这位至爱亲朋 和他们好好学习一下 当然 这也是理所应当 大家都是真仙级别的人物 修炼到这个境界不同意 都在仙门 低头不见抬头见的 只要没什么利益冲突 谁也不会闲着没事找麻烦 客气一点 又不会有什么损失 以后说不定还能处上 交情帮上忙 何乐而不为呢 总而言之 今日仙门之行 钟卿很愉快 宇威臣将钟卿送回仙宫之后 还没望额外叮嘱钟卿 不要去和唯一天为难 钟卿满口答应 然后将宇威臣送出仙宫之后 掉头就去了天元仙区 赶早不如赶巧 趁着还早 钟卿决定去把唯一天解决了 宇威臣说的没错 没必要和唯一天这种人为难 多麻烦 时间弄死就没事了 钟卿点了点头 为自己的机智点了个赞 虽说他也不怕 但为了避免引来更多的麻烦 钟卿赶往天元仙区一路上 也都很低调 甚至改变了容貌 避免引起注意 仙门很大 八大仙区 每一个都堪比 下界一个大与庞大 但好消息是 仙门很大 八大仙区也很大 所以相对之下 钟卿一个人 走在仙门之内 只要不释放气息 就显得很不起眼 实际上 就算钟卿释放了气息 估计也不会引来什么注意 虽然在天人族 所在的天元仙区内 一个人族显得有些突兀 但钟卿的气息 实在太弱了 仅仅是一个大地的气息 要知道在仙门 连仙宫内的一个公俄侍女 都是伟仙 不夸张地说 一名在下界叱咤风云的大地 在仙门里 拼尽全力 可能都砸不了 随便一座仙宫的一块地砖 因此 不管是人还是兽 没人会在意 一个大地怎样 加上之前 与微臣为各大真仙介绍钟卿 也仅限于仙族真仙 所以 在天元仙区 根本没人认识钟卿 所以他很顺利的一个人 找到了天元仙区内 唯一天所在的仙宫 这路上 他一度找不到路 甚至还拦了个人问路 对方虽然很奇怪 但也随口指了路 仙族虽然出现在天元仙区 有些奇怪 但天人族和仙族 即便关系不好 也没到全体上下 所有人都互相仇视的地步 难保就有个脾气古怪的 天人族 有仙族朋友呢 而且 唯一天又是镇守仙门的天护 他手下每日都要接触 万族无数人 因此 一个外族人找唯一天的仙宫 倒也不是特别意外 此刻 钟卿就站在这座仙宫之外 凝视着内力 这座仙宫同样华美 比之人族的仙宫 都要奢华许多 据说 这也是天人族的性格 普遍喜欢奢华大气的 大门洞开 守卫也并不多 仙门内各大仙宫的守卫 基本也就是个摆设 正常情况下 不可能有人敢在仙门内闹事 要是真有 也不指望一些守卫 能起到什么阻拦作用 钟卿倒是并不担心 唯一天不在 来之前他特意绕路去仙门看了一下 唯一天果然没在那边 这也正常 之前在仙门内 狼环仙君出手成戒 让唯一天受了些伤 对方自然是不能再继续看大门 而是回到自己的仙宫内养伤 钟卿身形一闪 门外的守卫 根本没有察觉他的身影 便已经进入了仙宫之中 在这座偌大的仙宫内 钟卿转了几圈 还找了个宫额侍女 询问唯一天的位置 那位仙额小姐姐 同样没有多少怀疑 顺口指明了道路 毕竟谁能想到 有人会一个人 悄悄闯进仙蒙天护的仙宫内掌势呢 很快 来到了唯一天静修的内殿之外 钟卿很是自然地走了上去 还伸手敲了敲门 请问唯一天在不在 另一面 就在钟卿离开仙宫 前往天元仙区之后 没过多久 钟卿自己的仙宫 却也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钟卿的仙宫 同样有象征性的守卫看守 但面对这位一身黑色长衫 头戴玉冠 气质不俗的男子 这些守卫却好像根本没有看到他一般 黑衣男子的目光平静 似乎在感受着什么 没过一会 他目光微微一亮 确实有圣血的气息 他纵身飞起 在钟卿的仙宫洞天之内 掠过一座座山川河流 最终落在了一座秀丽的山顶道场 而此处 这道场颇为热闹 因为这里 是麒麟和小嘎给自己选的道场 姬一姬二等同样选了自己的道场 此刻 双方之间正在发生一场激烈的争夺 只是这争夺并不是针对道场 而是针对稻草人 大哥应该在我们的道场 你们凭什么跟我们抢 姬一愤怒叫道 麒麟小黑不屑地哼了一声 你看你那破道场 哪里比得上我这座漂亮 况且我这里只有我和小嘎 你那里那么多鸡鸭 吵吵闹闹闹的 大哥在你那怎么清静地下来 说着 他看向一边的道场人 大哥 还是跟咱们住一起吧 姬一怒道 你要不要脸 大哥什么时候成了你的大哥了 你个后来的 也好意思蹬鼻子上脸 自从幽名帝君道场的经历之后 响开了的麒麟小黑 开始很自然地 跟记忆接二等人争宠起来 不过任由他们两边 吵得热火朝天 稻草人始终静静地站在一边 没什么反应 但不知何时 他忽然感知到了什么 目光转向天空 随着稻草人一动 正要打起来的小黑和记忆等 也都随之看了过去 却见一名身穿黑衣的男子 正从天上缓缓落下 炯炯的目光 看向众人 想不到此处 竟然有着许多天地一种 那中青果然不一般 众人看着黑衣男子 发觉此人从未见过 灯石狐忆起来 小子 你什么来路 是刘光宗的 这是你黑带的地盘 你一个记名弟子 不准乱走知道吗 稻草人在身边的时候 小黑的胆气总是很壮 他见那黑衣男子的目光 凝视着自己 灯石挺起胸膛开口叫道 而黑衣男子看着小黑 目光之中 也渐渐浮现出惊喜之色 果然 果然是真的 这等气息 九中天内 竟然还有如此纯正的圣族血脉 他无视了其他人 缓缓走上前来 来到小黑面前 小家伙 我和你是同族 跟我走吧 麒麟小黑文言一愣 你说什么 黑衣男子微微一笑 张开双手 释放出自身的气息 一时间 在场众人 除了稻草人毫无反应之外 其他所有人 都是呼吸一致 只感觉一股前所未有的 恐怖压迫感 扑面而来 简直仿佛整个天地 都在瞬间暗了下来 这压迫感到 并非带有什么敌意 或者说恶意 而是黑衣男子的层次太高 他如果不刻意 收敛自己的气息 那么 仅仅是自身的存在 都会对周遭天地 造成极大的压迫 不过对于麒麟小黑而言 他倒是没感受到什么压迫 与之相反 他从黑衣男子 所释放的气息之中 感受到了一股熟悉的亲切感 那是和自己极为相似的气息 仿佛同出一圆 黑衣男子张着手臂笑道 感受到了吗 小家伙 没错 我和你一样 都是麒麟圣族 圣血麒麟 乃玄英一脉的血液 花音落下 他也收回了气息 其余一众也都松了一口气 下意识看向麒麟小黑 他们现在也已经看出来 这黑衣男子 根本不是中青仙宫里的人 而是从外面来的 而且 就是为了小黑而来的 因为没感受到什么恶意 他们倒是没多少忌惮 一边的稻草人 也没什么反应 黑衣男子走到小黑面前 他身材高大 因此直接席地而坐 方才和小黑平起对视 小黑眨巴着眼睛看着他 虽说 之前已经遇见过一只火麒麟怪大叔 但眼下这黑衣大叔 给他的感觉倒颇有些亲切 因此也不怎么害怕 我们是同族 黑衣男子点了点头 轻叹一声 是啊 我也没想到 如今九中天内 除了我之外 还有其他的圣血麒麟 他凝视着小黑 开口问道 小家伙 你应该是从下界来的吧 你的父母在何处 小黑摇了摇头 不知道 别说父母了 他连自己从哪来的都不知道 是吗 黑衣男子却是皱了皱眉头 心中也不知道脑补了多少 最终长叹一声 也是 倘若你父母还在的话 也不会让你久居于下界 早已带你上午重天才是 看你的样子 恐怕也不知 如今我麒麟一族的事情 他顿了一下 又是一叹 恐怕如今整个九中天内 悬婴一脉圣血麒麟 就只剩下了你我而已 小黑自然是一脸猛逼 不知道怎么回答 在上八重天之前 别说圣血麒麟了 他甚至连半个童族都没见过 只是有一些血脉传承的 关于麒麟一族的记忆罢了 黑衣男子看着小黑说道 无乃淋漓 外人称呼 我为玄灵 小家伙 你叫什么名字 小黑想也不想地答道 我叫小黑 你可以叫我黑眼 淋漓 这小孩怎么回事 看着还挺乖的 一张嘴就是眼 而且这名字更离谱了 堂堂麒麟圣族 圣血玄英 居然叫做 小黑 淋漓的脸也黑了 谁给你起的名字 他不相信 若是同为麒麟的父母 能给自己的起这种名字 小黑很自然回道 当然是主人 主人 淋漓目光一动 果然是那中青吗 他脸更黑了 身为人类 能收服麒麟圣族 已经是天一般的负责 居然还给人起这样的名字 要是那中青还在这里 他恐怕就忍不住要出手了 不过他深吸了几口气 还是很快平复了心情 比起名字 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他的神念 在小黑的身上扫过 很快露出了赞许之色 以你的年纪 能有现在这样的修为 即便是在麒麟圣族之中 也是极为罕见 堪称妖孽 嗯 或许是那个中青 也将你教得不错 但更重要的是你天赋异禀 小黑 你的麒麟圣血之精纯 甚至比起我要更高 如今麒麟圣族 圣阳麒麟早已绝境 而玄音麒麟 也只剩你我 你便是我麒麟一族将来的希望 你那主人中青或许不俗 但他毕竟是个人类 麒麟一族真正的传承和修炼 还需要同族来指导 所以 跟我走吧小黑 你会成为我麒麟一族的圣子 只要修炼得体 以你的天赋 将来的成就定然在我之上 圣子 小黑眨了眨眼睛 有什么好处 淋漓笑了 到底还是个孩子 好处自然是数之不尽 成为圣子 你便相当于 如今九中天整个麒麟一族的少主 比之仙种也丝毫不差 实际上 以你的圣血浓度 天赋本就不下于仙种 即便不能越过尾仙 也能迅速完成九转 成就真仙 届时 我会亲自教导你 整个麒麟一族的资源宝物 多年来的底蕴 都将为你所用 说到此处 淋漓的脸上 也浮现出一丝自傲之色 我麒麟一族 在九中天内 纵然不敢说是最强 但不管是天人族还是龙族 也都丝毫不用忌惮 与我们为敌 他们也要掂量掂量 单打独斗 我虽然不敢说能 奈何得了那富海老龙 但他想胜过我 也没那么简单 跟在我身边 整个九中天内 都无人敢打你的主意 其实说到这里 正是那位麒麟一族之王 七大仙君之一 玄灵仙君 七大仙君 执掌整个仙盟 乃至九中天至高的权柄 同样自身也是最巅峰的强者 而玄灵仙君 许给小黑的条件 俨然比起清传弟子 还要高得多 俨然就是想让小黑 成为如今麒麟一族 太子一般的存在 小黑听闻 眼睛一亮 有宝物 什么宝物 淋漓微微一笑 随手一扶 却见一物出现在小黑面前 那是一面光滑无比 此乃麒麟玄火箭 乃是我亲自炼制 是适合我麒麟一族使用的仙气 而且 以身具玄音圣血 能将它的威力 发挥到最大 就作为给你的小小见面力吧 麒麟小黑本来还很兴奋 一看到是仙气 顿时就没了那么高的情绪 呕了一声 随手收了下来 原来是仙气啊 确实够小的 不过也还行 琳琳还没说完的话 直接卡在了喉咙里 不是 我就谦虚一下 你还真不当回事啊 琳琳仿佛是一口气没提上来 险些把自己呛倒 又深吸了几口气 方才平静下来 我这可是仙气啊 而且还不是一般的仙气 是我这仙君级别的强者 亲自炼制的仙气 比起寻常真仙仙气 品质要高得多 即便还没到大品仙气的级别 但也绝对是最顶尖的仙气 况且还是针对麒麟一族的体质 相对于一只麒麟来说 更是无价之宝 比你这整座仙宫都还要宝贵 我身为仙君谦虚一下 你怎么还顺着说了 殊不知对于小黑来说 仙气还真就不怎么当回事 毕竟跟在中青身边 三天两头就见到仙气 甚至他自己也有一见 早就麻木了 不过毕竟是人家赶上来主动送的 不收白不收 琳琳在心中告诫自己 这还是个孩子不懂事 不要当回事 面上挤出笑容 开口道 好了 接下来就和我一起寻灵仙宫吧 等过些日子 我在召集我们麒麟一族 各位真仙以及重要人物 正式为你举办加冕圣子的仪式 然后 麒麟小黑想也不想地摇了摇头 不去 琳琳刚想转身 文言一个亮呛 差点没摔倒 什么玩意 你不去你收东西 倒是挺利索呀 他压下心中波澜 维持着笑容道 怎么了 你还有什么顾虑吗 小黑依旧是果决地摇了摇头 不去 琳琳嘴角抽了抽 难道是 还舍不得你那主人中青吗 他顿了一下开口道 我对仁族倒是没什么偏见 你既然已经认主 那也是你的自由 那中青我虽然没有亲眼见过 但他的事迹我来之前 就已经亲自打探过 确实非同寻常 若是我没有猜错的话 他很可能是 仁族新诞生的一位仙种 即便不是 也绝对是顶尖的妖念 倒也勉强和你的身份相配 你若是想要帮上他 大可以跟我一起 回麒麟一族 等你日后晋升真线 直接代表我麒麟一族去支持他 我也不会说什么 毕竟 我当年也和仁族的一些前辈有交情 但你毕竟是麒麟 在这里修炼 终究不如和同族在一起 由同族来教导你 这也是 为了你的修炼前途 但他巴拉巴拉说了这么一大堆 麒麟小黑 仿佛是半个字都没听进去 摇着脑袋 不去不去 行了 你还有事没 没事 我要去找姬一那混账打架了 等下次有空了 再来找我玩吧 你既然和黑爷是同族 来这里 想必主人也不会反对的 旁边的姬一听了 方才回过神来 灯石大怒 还想干架是吧 来啊 谁怕谁 接着 一击一麒麟 就直接撂下了淋漓 只留下淋漓在一边凌乱 不是 这小麒麟怎么回事 是不是被那个人族 养出什么问题了 都听不懂麒麟话的 淋漓目光闪动 开始寻思着 要不要直接动手 将小黑直接带回去 以他的实力 别说这心境真仙的先公之内 就是狼还先君本人出手 都未必拦得住他 但当他的目光 无意间落在旁边的稻草人身上的时候 却忽然一惊 稻草人明明一直就站在那里 但方才到现在 淋漓在和小黑对话的时候 竟然直接忽视了他的存在 这不是淋漓看不起他 实际上作为先君级别的强者 哪怕他不去特别注意某个人 这整个先公之内 一只蚂蚁的动作 都瞒不过他的感知 但这稻草人 离得这么近 却就是被他莫名忽略了 能做到这一点 定然非同寻常 而且此刻 即便淋漓注意到了稻草人的存在 刻意感知之下 此人竟仍是若隐若现 捉摸不定的样子 能做到这一点 说明对方的实力 绝对是在真仙级以上 甚至比起一般的真仙 还要强出不少 淋漓的目光凝重起来 他也注意到 机翼的真身 似乎只是普通的鸡 竟然能和拥有圣族血脉的 麒麟小黑霹里啪啦 打得不相上下 而且不只是机翼 旁边还有一堆鸭 气息都不弱上多少 先前他的注意力 只在小黑的身上 现在才发觉 这仙宫内处处都是古怪 那中青果然非同反响吗 淋漓心中暗暴 他在收到火麒麟凌翅的消息之后 便马上调查了中青的背景 身为仙君级别的存在 无不拥有着强大的情报能力 注意不到中青还好 一旦注意到了 想要调查清楚 一些事情并不难 这位心境真仙 让与微臣这位人族老牌天护 亲自下界迎接 路上一巴掌就拍翻了灵翅 在仙门前和天人族 为一天发生冲突 却完好无损 甚至身上还有大地气息 结合这种种 淋漓推断 中青很可能是人族的仙种 若是仙种 没理由之前毫无踪迹 说不定便是人族秘密培养的种分 既然如此 对方身边定然会留有很多后手 以保护仙种 有什么闪失 作为仙君之一 淋漓深知 人族如今看似衰退 但作为过去万族中最强大的存在 还有着不知道多少隐藏的底蕴和底牌 绝不可小看 思索之后 淋漓忽然出手 纵身落在小黑面前 但一边的稻草人 只是看了一眼 并没有动弹 淋漓却是出手 分开了正在打架的小黑和基一 小黑不满教道 你拦着我干嘛 快让开 今天黑夜飞让这臭鸡知道 谁才是大大哥的头号小弟 淋漓嘴角抽了抽 开口道 小黑 既然你不愿意跟我回麒麟一族 那我也不强求 但你毕竟是麒麟 还是让麒麟来教导更好 你仍然可以 是我麒麟一族的圣子 想要住在这里 那也可以 但我以后 可否时常来此 教你一些东西 小黑眨了眨眼睛 教我东西 什么东西 淋漓眼睛转了转 看了看后面的基一 微微一笑 这才眼睛一亮 你不早说 那有什么问题 我跟主人说一声不就行了 对了 主人呢 而与此同时 天元仙驱 唯一天的仙宫之内 大门后面 传来了唯一天沉闷的声音 是谁 唯一天今日的心情很不好 以往他镇守仙门 过往真仙 有几个敢不对他刻刻气气 以礼相待 哪怕是龙凤麒麟这一类神兽 在他面前 也不敢太过嚣张 因此 除了仙君援君级别的强者 唯一天向来是不把其他人放在眼里 更无论是区区人族 虽说明面上不会有人这么说 但大多数天人族心中 都有这般想法 天人族出身于人族不假 但在各方面都要优于人族 相对于人族 天人是天生的上位者 生来就应该凌驾于人族之上 成为人族的主宰和掌控者 而下位竟敢反过来对抗上位 岂非到反天罡 今日 那小小一个人族心境真仙 竟敢在掀门 当着大众的面 公然违逆 甚至羞辱于他 简直令人忍无可忍 更忍无可忍的是 人族那女人 竟然因为这点小事出手 将他压得生生下跪 即便对方是先君 那又如何 身为天人一族的真心 岂能向人族下跪 这过后更是蛮横出手 将他打伤 对唯一天来说 这简直是奇耻大辱 忍无可忍 那就 再忍忍 唯一天眼中闪过一丝冷色 他已经将此事 禀报了天元先君 相信先君绝不会善罢甘休的 在那之前 他也只能在宫内养伤了 此刻正满腹憋屈怨气之时 殿门外却忽然传来了敲门声 伴随着一道有些耳熟的声音 唯一天在吗 唯一天一皱眉 下意识问道 是谁 同时 心里也有些奇怪 倘若是同僚好友 或者其他真仙来访 自然会有下人来提前通传 若非真仙 又怎敢直呼其名称呼他的姓名 听到唯一天的回复 那声音再次响起 还带着一丝喜意 原来人在啊 那就好办了 接着 唯一天就见到 店门被人缓缓推开 一名青年晃晃悠悠 跟回自己家一样走了进来 进来以后 还没忘记 顺手把门再关上 这一系列动作太过自然 以至于唯一天 虽然第一眼就认出了来人是谁 但还是足足愣了好一会 方才反应过来 随即勃然大怒 开口喝道 小子 是你 这青年 不正是之前那和雨薇晨在一起的人族 心境真仙中青 对方今日让自己蒙受奇耻大辱 此刻 竟然还敢大摇大摆地 也很自然地对他点了点头 唯一天心中怒火上涌 但也没有完全失去理智 死死盯着中青 开口喝道 小子 你来干什么 竟敢擅闯奔江先公 虽然他心中愤怒无比 但这是有点诡异 哪怕中青又带着狼还先君来 问责他都能理解 结果中青竟然自己一个人 出现在他先公请殿之内 着实令人难以理解 倘若不是身为真仙 灵台清明 他都要以为自己产生幻觉了 下一刻 中青依旧很自然地给出了答案 他对唯一天招了招手 你好 我来把你宰了 一时间 唯一天的大脑多有些当机 中青说得轻描淡写 语气轻松随意 简直句好像在说 我来找你吃饭一样 不知道还以为他和中青是朋友 紧接着 唯一天终于回过神来 心中怒火前所未有的生疼暴涨 还想杀我 这人族的小子 当真是他见过最为狂妄大胆之人 区区一个心境真仙 招惹了身为三十六天虎之一 仙门镇守的他 不但毫不惧怕 居然还独自一人找上门来想杀他 从未被如此藐视过的唯一天 怒急返笑 好好好 好个人走的小子 来得正好 倘若你躲起来的话 有狼还那女人庇护 本将倒还拿你没什么办法 如今你狂妄自大 无法无天 竟敢闯入本将的仙宫 真是已有取死之道 正好给了本将理由和条件 能亲手杀了你 一血前耻 他低喝一声 抬起右手 挤来 伴随着一道流光闪耀 无边恐怖凌厉的锋芒卷起 断神戟出现在掌心之中 他握住几柄 反手一个旋转 一时间 长戟光芒大放 风雨雷电 地火水风 乃至天地万物破碎的恐怖毁灭之意 笼罩整柄长戟 在几间不断汇聚 连仙宫内特意加固过万倍的空间 都几乎难以承受 这凝聚的恐怖威能 开始缓缓扭曲崩塌 唯一天纵起长戟 上前一步踏出 然后他就被突兀出现在面前的钟轻 一巴掌连人带己拍的粉碎 连惨叫一声的机会 都来不及发出 唯一天眼中杀意和愤怒 转化为无边惊恐的那一瞬间 就彻底凝固 破碎的长戟 化作万千碎片 闪烁在同样粉碎的唯一天的血肉之中 闪烁出阵阵光芒 乍一看去 缠绕着金光的血肉 和其间 即夹杂的犹如群星一般的点点光芒 这一幕 甚至有些诡异的美感 钟轻皱了皱眉头 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巴掌 坏了 又用力过头了 唯一天 那把断神戟 好歹也是个仙气 留着当的战利品也好啊 即便 他已经有一仓库仙气了 多了 拿来送人玩也可以啊 结果拍得碎成这样 估计修都没法修了 不过他又转念一想 这玩意太过显眼 留着就是个罪证 万一被人认出来以后 麻烦更多 所以还是算了 我他目光一闪 在满地唯一天英雄碎片之中扫过 一抬手 一枚储物戒落入手中 还算不亏 中青收起储物戒 迅速溜耗 离开之前 他还特意又将店门眼上 料想这货 怎么也是个真仙 养伤养个几十上百年 也很正常 到那时候 自己都不一定 还在仙蒙了 届时事发也无所谓了 走出大殿的中青 仿佛没世人一样 还跟路过的仙娥 随口打了个招呼 离开仙宫 扬长而去 然而 就在中青忽略了一点 那就是不管世人 还是天人 都是有社交的 就在他 离开之后 不到半个时辰 仙宫门前 便有一人到来 宫门守卫们 见到此人 连忙低头行李 罗维天大人 来人 是一名同样头顶道文 身穿一身 银笛紫纹长袍 外表看来 不过二三十岁 面容俊美的男性天人真仙 他点了点头 开口道 听闻你们家主人受伤 我特来看看 不知伤势如何 一名守卫 已经急忙跑进去通传 另一名守卫 则是领着罗维天进殿 请大人放心 主人的情况尚可 伤势虽不清 但也算不上大案 说话间 另一名守卫 已经回归 有些尴尬到 罗维天大人 主人他在请殿内 并未回复 无等不敢闪开 罗维天微微一笑 无妨 我了解他的性子 此刻多半是在生闷气呢 我自己进去见他吧 先公守卫下人都知道 这位罗维天大人 同样是天人族 真仙天护之一 和他们的主人 维一天是好友 自然不会阻拦 任由罗维天 来到殿门之前 罗维天站在门外 面带微笑 开口道 怎么 还在生气 也是 你都有上百万年 不曾受过伤了 既然是狼环先君出手 那也无可奈何 放心 天元大人 不会就是不理的 说了几句 殿门内 却依旧是静悄悄一片 连个哼声都没有 罗维天皱了皱眉头 觉得有些不对劲 这殿门并无禁止封锁 因此 他能感受到 唯一天的气息 就在寝殿之内 虽然显得有些微弱 但想必是受伤之骨 但以微异天的性格 发怒之时 也不会像这样 一言不发自己生闷气 更不会面对他 来里都不理 沉吟了一下 罗维天开口道 既然你不说话 那我就进来了 花音落下 面前大殿殿门 自然洞开 他迈不进入 然后 就待在了原地 不是因为 没看到微异天 而是因为微异天 满地都是 当忠卿回归自己先公 进入洞天之时 还隔着上万里 就听到 麒麟小黑得意的笑声 响彻整个洞天 哈哈 你这扁毛街 还得意不 敢跟你黑爷动手 这就是下场 小黑跟记忆 记二他们打架 那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钟卿本没有当回事 只是随意地感知了一下 却注意到 小黑所在的山顶道场 还有一道陌生的气息 灯石移了一声 一个闪身挪移了过去 却见道场之中 化作孩童模样的 小黑双手插腰 将记忆踩在地上 猖狂无比地 仰天大笑 这倒是让钟卿 有些新奇 以往小黑和姬一打架 有赢有输 但总体还是五五开 更多时候是两败俱伤 毕竟两边境界 基本没什么差别 小黑仗着身为 麒麟血脉天赋更强 但没什么战斗经验 还怕疼 而姬一打起架来 十分凶狠 动不动就鸡毛满天飞 经常能反过来 压制小黑 这次竟是小黑毫发 无损大获全胜 着实少见 不过 这不是重点 很快 钟卿的目光 就落在了一边的黑衣 男子身上 黑衣男子自然 也注意到了 钟卿的道道来 对他点头一笑 你就是钟卿吧 多谢你照顾小黑了 还有之前 我族的灵斥 也承蒙你关照了 灵斥 这一说 钟卿很快就反应了过来 看向黑衣男子 你是麒麟 黑衣男子笑道 你可以叫我灵力 外人称呼 我为玄灵 玄灵 钟卿目光一转 就回想起了这个名字 当时有些惊讶 你是玄灵仙君 前不久才从雨薇尘口中 听说了仙君的名号 钟卿当然不会忘得这么快 眼前这黑衣男子 正是九重天内 麒麟一族之王 九天先蒙七大仙君之一 玄灵仙君 一位仙君 就这么突兀出现在 自己家的仙宫内 钟卿虽然有些意外 但还是 很快就明白了过来 你是为了小黑来的 正是 灵力点了点头 看向一边 还在洋洋自得的小黑 你可能不知道 小黑和我一样 都是麒麟一族中 罕见的圣贤 玄英麒麟 甚至小黑的血脉浓度 还在我之上 如今整个九重天 恐怕也只剩下 我和小黑了 我已经决定 封小黑 为我九重天 麒麟一族的圣子 对于什么圣子 钟卿没有在意 而是凝视着灵 离开口道 那么 你是想要带走小黑吗 他可没忘记之前 灵翅被自己一巴掌拍昏之前 是何等激动的模样 不用说钟卿也能猜到 小黑对于麒麟一族来说 定然是意义重大 灵力嘴角掀起 淡然笑道 实不相瞒 原本我是这个打算 不过现在 却是改变主意了 哦 钟卿偏头道 为何 灵力淡然道 小黑对你感情甚深 况且 你虽是人族 但将小黑养育的 也是不错 我想 他跟着你 或许也不坏 就在此时 小黑也终于注意到了 这边的钟卿 连盲性冲冲地跑过来 主人 你看见没有 记忆这鸟毛 根本不是黑夜 我的对手 钟卿拍了拍小黑的脑袋 看向灵力 小黑也顺着看过去 这才想起来介绍道 对了主人 这大叔叫什么灵力 跟黑夜我是同族呢 灵力眼角一抽 额头冒出黑线 是灵力不是灵力 合着这小子 连自己的名字都没记住 小黑 却不管这么多 得意洋洋道 这大叔人还怪好 见面 就送黑夜我礼物 还交了 黑夜一个很厉害的招数 不过他想让黑夜 我和他走 黑夜我收了他的礼物 没鸟他 灵力 钟卿 这一刻 灵力开始怀疑 自己的选择了 在实力修行上 小黑跟着钟卿 确实发育得不错 看样子 恐怕还不到万岁 就已经是大地修为 但是这个思想品德教育 是一点没有啊 或者说 根本就是长歪了 这种事 你也好理智气壮地说出来 钟卿倒是反应过来 颇为赞许地 拍了拍小黑的脑袋 干得不错 灵力 原来是跟你这主人学的呀 灵力开始考虑 要不还是干脆 把小黑带走好了 这才多大 就交成了这个样子 以后 还得歪成什么样 不过 既然已经做出了决定 现在又改口 显然不符合他身为先军的身份 灵力只好寻思着等 自己以后多来教育小黑 早日将其拉回正道 看向钟卿 灵力开口道 小黑跟在你身边 倒也不算辱没 他的天赋 只是 你也知道 小黑毕竟是麒麟 虽然身为纯血麒麟 都有血脉传承的天赋 但我麒麟一族 延续了这无数年 可不仅仅 只有血脉传承而已 有许多专属麒麟一族的神通法门 是人类所不会 也交不了的 索性如今你我都在先蒙 相隔不远 若是你不反对的话 日后我会经常来你的先宫 教小黑一些东西 有人赶着上门来 替小黑当老师 甚至还倒贴学费 这等好事上哪去找 钟卿自然不会反对 点了点头道 当然可以 此时机翼已经从地上爬了起来 抖了抖身上掉落的鸡毛 大吼一声 兄弟们 大家一起上 早已经看小黑不爽的鸡二鸭七 等鸟二话不说 就嚷嚷着扑了上来 卧槽 玩这招是吧 以多欺少 当黑爷怕你们 凌威破天 小黑大吼一声 瞬间就化为 麒麟真身 浑身上下 爆发出无边威严 麒麟之威 在转瞬间 凝结于脚上一点 伴随着小黑的吼声 急冲而去 当场就将鸡二顶翻在地 哈哈 就你们这群菜鸡菜鸭 就算一起上 黑爷我又有何惧 小黑踩着鸡二 哈哈大笑 凌鲤看着这一幕 露出了雌妇一般的微笑 这招乃是我麒麟一族 最常使用 也最为标志性的 功法神通之一 一般的纯血麒麟 掌握这招 至少要花上十年 小黑只用了两次便入门 可见其天赋非同反响 如此下去 想必用不了多少年的功夫 小黑便能将 麒麟一族的传承 全部掌握 淋漓前脚刚刚说完 小黑就被嘎嘎叫着的 鸡三等鸟 扑上来暴打 大哥 我来帮你 旁边小嘎见识不妙 冲上来帮忙 然后被一起暴打 小黑奋力用凌威 破天顶 翻了一两只 但还是四提难敌 一堆鸡爪压掌 被揍得嗷嗷叫 淋漓 他嘴角抽了抽 有些尴尬的笑道 小孩子打闹而已 小黑毕竟 才刚刚掌握这招 能有这样的表现 已经很不错了 钟卿也点了点头 小黑和鸡翼 他们的修为境界相同 同镜之下一打十 毕竟还是太困难 倒也可以理解 不过这么快 就从原本的一打一都 勉强变成 被群殴还能反击 也可见淋漓叫的东西 确实是有用了 他转头对淋漓道 既然是小黑的铜族 那也算是自己人 以后你想来就来吧 淋漓看着中卿平静的眼神 感觉他这话语气 有些不对 怎么有点像是长辈 对晚辈的态度 心想着可能是自己的错觉 淋漓暂且没放在心上 他开口道 我已认定 小黑为我麒麟一族的圣子 你既然是小黑的主人 同样也算是我麒麟一族的自己人 淋漓似乎想到了什么 摇了摇头道 一致对外就是理所应当的 不像你们人类 即便同族之中 也有无数勾心斗角 钟卿点了点头 这话他倒是反驳不了 人族可能是所有种族中 最擅长内斗的种族了 他一路从一重天走到现在 所见人类彼此之间的 互相算计争斗 比起应付外族的要多得多了 所以 若是有朝一日 你遭逢了什么大事 人族保不住你 也可以带小黑来玄灵仙宫找我 他淡然开口 语气中却透露着强大的自信 人族保不住的 我麒麟一族 未必就保不住 钟卿也是微微一笑 既然如此那就多谢 了 不过灵力说是这么说 倒也没想过 真能有这种情况 在他看来 钟卿是人族秘密培养的先种 自然有人保驾护航 能有什么大事 然后第二天 就出大事了 玄灵仙君 几乎是前脚刚回玄灵仙宫 后脚就收到了来自 中央仙区的紧急传讯 召集七大仙君 前往中央仙宫议室 中央仙宫 此处乃是整个仙盟的中心 堪称九众天内万族的 至高之地 大殿顶上 有日月轮转 群星闪烁 置身于仙盟最高之处 在此处 可以俯瞰整个九天仙盟 任何时候 都会有七大仙君之一 在此坐镇 这十万年来 坐镇中央仙宫的 乃是凤凰一族的朱雀仙君 玄灵仙君一来 首先便看到的是 朱雀仙君那张乍一看不变男女 完美无瑕 却毫无表情的面旁 对他轻轻点头 林里也点头回应 龙凤麒麟三族 都有其最顶级纯正的至高血脉 比如麒麟一族的圣雪麒麟 龙族的紫金神龙 如今两族仙君 玄灵仙君和富海仙君 也都是至高血脉出身 唯独朱雀仙君不同 凤凰一族至高血脉 乃是天皇天凤 朱雀仙君如其名 原身乃朱雀神兽 甚至都算不得是 纯正的凤凰一族 却以无可争议的威望和实力 压倒了凤凰一族的所有真仙 成为仙君 她和狼环仙君 也是七大仙君之中为二的女性 朱雀仙君 召集我等 是为何事 林里开口问道 朱雀仙君摇了摇头 淡淡道 发出召集的并不是我 而是天元 天元吗 林里皱了皱眉头 天人一族拥有两位仙君 势力是毋庸置疑的最强 脾气也都是如意的眼高于顶 让林里也有些不喜 她淡淡道 那他人呢 朱雀仙君还没回话 我来了 林里回头 却见两道人影 并肩走入仙宫大殿之中 两人的头顶 淡金色的纹路 闪烁着光辉 气质滑贵 一人身材高大 身穿神甲 龙行虎步 如同一位盖世神将 另一人身穿白衣 双手富与身厚 超凡脱俗 两人都是俊美的不似人类 正是天人一族的两大仙君 天元仙君与神游仙君 拥有两大仙君的天人族 毫无疑问是 整个仙盟最强的势力 这一点 无论是 谁都不得不承认 即便富海仙君 号称仙盟最强者 也不敢说 能以一己之力 胜过两位仙君 与天人族 真仙强者的数量 也是万族之中最多 这个人族所创造出的 也是万族中 最年轻的种族 如今已经成为 主导整个仙盟的庞然大物 目光扫过两位天人仙君 淋漓淡淡道 看两位这不紧不慢的样子 想来也不是什么大事了 那身穿甲昼 身材高大的天人仙君 瞥了淋漓一眼 沉声道 等各位仙君天护 都到场便知道了 很快 又有一道人影 缓缓步入仙宫大殿之中 正是狼桓仙君 狼桓仙君的目光 扫过众仙君 召集列位 所为何事 天人仙君沉声道 再等一会 富海仙君也该到了 果然 话音刚落 一道身高 足有丈许的庞大身影 出现在大门正中 满头冰蓝色长发 披散身后 身披青色大肠 胸前敞开 露出剑朔的胸膛 随时高达丈许 却挺拔修长 丝毫不显臃肿 外表看来 不过三十多岁的人类模样 面容称不上俊朗 但五官深邃 犹如刀销斧凿 充斥着坚毅的气息 漠然的眼神 带着一股俯瞰世间的霸气 最引人瞩目的是 从额上发间生出的 一对挺立的紫金龙角 无须多言 这位便是龙族之首 也是先蒙至强者 富海仙君 有什么事赶紧说 富海仙君 镜子走到殿内 七张玉座之中 最正中 也最高大的一张座下 语气平淡 却带着无庸置疑的绝对 今日紫金一脉有心声 本王赶时间 富海仙君实力强悍 对外人不假辞色 但同时也是出了名的护短 对真龙血脉极为看重 族中但凡有纯血真龙出生 他都必定要到场 甚至有过一尊真仙 和一条不过伪先进的真龙 起了冲突 最后被富海仙君 直接踏破仙宫 打成重伤的事情发生 这也是为何同为神兽 龙族格外娇横 毕竟有个户短 又谁都打不过的龙王老大 哪怕天人族 也不敢对龙族太过无礼 一名仙将快步走入大殿 抱拳道 诸位天护除雀 必须镇守岗位的 也都已经赶到 正在殿外等候 诸雀仙君点了点头 既然都到了 那就开始吧 众人都很默契地 无视了道场的 只有六位仙君 最后一位白则仙君 像这样的场合 从来是看不见他的影子的 除非是涉及到什么 真正关系仙盟 乃至九中天的大事 否则平日里 连其他六位仙君 都联系不上白则仙君 诸位天护 也在随后鱼贯而入 他们自然不能比仙君来得还晚 早已在外集结 其中自然也包括于微臣 他也是心中疑惑 同时还有些担心 前脚刚刚接引中轻入仙盟 后脚就有仙君召集 难道是事情暴露了 一位仙种出现 此等大事 确实是足以让诸位仙君集结的 毕竟放眼如今整个仙盟 仙种的数量 甚至比仙君还少 一旦暴露 中轻定然会立刻被置于风口浪尖 好在仲天护建立之后 天元仙君随即开口 召集诸位 是因为昨日发生了一件事 镇守仙盟的天护 唯一天天将死了 此言一出 不少人微微变色 殿内灯时响起了一阵 窃窃私语之声 仙盟天护总共就三十六位 每位都是资历地位极高 死了一位天护 确实是大事 不过与微臣反而松了一口气 什么嘛 原来不是中轻的仙种身份暴露了 但下一刻 他脸上的表情凝固了 不对劲 谁死了 唯一天 若说其他天护死了 与微臣虽然会惊讶 但不会过于震惊 可死的是唯一天 那就不一样了 昨天唯一天才和他们发生过冲突被打伤 今天就死了 世上哪有知妖巧的事 虽说唯一天受了伤不假 但那是狼环仙君所伤 仙君大人又岂会下手如此没有轻重 一瞬间 于微臣就想到了某个可能性 难道是于微臣面色一变 连忙摇头 这怎么可能 且不说中轻有没有这么大的胆子 他成为真仙不久 即便是仙种 实力强横堪比老牌真仙 也没理由能杀得了唯一天 别看唯一天在狼环仙君面前不敢抬头 但也是实打实的三十六天虎之一 或许仙盟内能败他的人不少 但要说能杀他的 可就不多了 中轻绝不会在其中 难道是唯一天有什么仇家 趁着他受伤袭杀了他 就在于微臣胡思乱想的时候 开口的却是富海仙君 他冷哼一声 把大家叫来 就为了这点屁事 这话虽然有点不讲理 但确实是富海仙君的风格 若是换成他龙族 随便一条真仙级的真龙死了 他定然都能把整个仙盟翻过来 但其他种族 尤其是星境崛起 挤占了他龙族最强种族位置的天人族 富海仙君都不带眨眼的 这九中天内 也不是什么安乐我 一边邻里也淡淡道 仙盟从成立至今 也不知道死过多少真仙 九中天内更是危险重重 纵然天护也有陨落之危 既然唯一天死了 谁杀的他 杀回去便是 倒也无需兴师动众 将诸位都叫过来 仙盟从来不是铁板一块 唯一天之死 对天人族是一种削弱 暗地里说不定其他人还偷着乐呢 天元仙君也不着恼 他沉生开口道 确实如此 但问题就在于 唯一天身为镇守仙门的天护 却在仙盟之内 自己的仙宫之中 不明不白地被人所杀 而且出手之人 实力非同寻常 从本仙君亲自查探来看 唯一天是被人一击轰杀 连仙气断神戟都被轰成了碎片 这话一出 在场众人的脸色倒是凝重了几分 光是杀唯一天还好说 能一击把唯一天连人带仙气轰碎 这实力可就不得了了 整个仙盟援军级别的强者之下 有能力做到这一点的寥寥无几 更重要的是 唯一天是在仙盟内被杀 这意味可就非同寻常了 众天护的脸色也都凝重起来 在仙盟内直接闯进别人仙宫内杀人 这可太胆大妄为了 而且能杀唯一天就意味着也能杀他们 一时间虽然不说人人自危 不过众人也都意识到了其威胁性 但富海仙君似乎依旧并没有当回事 只是不耐烦道 那又如何 你天人族 尤其是那唯一天本就嚣张跋扈 说不定哪天就得罪了哪个援军 将他杀了也是顺理成章 倘若是惹到本王头上 本王便会这么干 不管是谁 他若是敢对我龙族之人出手 本王挖地三尺 也要将他抓出来碎尸万段 自己不去抓凶手 把我们叫到这里 莫非是想让我们帮你天人族抓凶手 富海仙君这话说起来 可以说是毫不留情面 直接的狠了 不过这也确实是一些人心中的想法 天元仙君的脸色也有些难看起来 尽管知道富海仙君性格一向直接火爆 但也没想到同为仙君 富海仙君竟也如此不给面子 一边的神游仙君倒是并不着脑 反而淡然一笑 开口道 富海仙君此言诧异 唯一天是我天人族的不假 但他更是仙蒙天护 是镇守仙蒙的仙将 从这方面而言 他也代表我仙蒙的脸面 倘若是在外面与人交战 被人所杀也就罢了 但贼人如此大胆 敢在仙蒙内杀人 同样也是对我仙蒙威严的挑衅 就算富海仙君看我天人一族不顺眼 但我等同在仙蒙 同一阵线 而天护乃是仙蒙骨干 若是仙蒙连天护的生死都不重视 日后仙蒙有何威严 他似笑非笑道 若是富海仙君如此不在乎仙蒙的脸面 不如直接率领龙族脱离仙蒙如何 富海仙君面色一沉 凝视着神游仙君 冷冷道 你是何意思 说话之时 他龙谋树童微微收缩 散发出一股危险的气息 在场一众天护 都感受到一股无形的恐怖压迫散开 纷纷变色 但神游仙君丝毫不惧 只是微笑道 怎么 本仙君说的不够清楚吗 倘若富海仙君不在乎仙蒙的事情 大可以带领龙族脱离仙蒙 此话一出 整个大殿之中的气氛都凝固了起来 富海仙君嘴角扯出一丝弧度 显得有些猙獰 张嘴仙蒙闭嘴仙蒙 看来某些人 当真是将仙蒙当作自己的了 说话之间 就无法呼吸 而天元仙君也轻吼一声 同样释放出气息 与富海仙君相抗 神游天元两大仙君起立之下 富海仙君的气息压迫 也被推了回来 但三位仙君强者的气息对撞 即便是坚固如中央仙公 都在这恐怖的威压之下 开始微微动摇起来 面对这一幕 有些人担忧 有些人冷笑 有些人则是幸灾乐祸 最后一种 大多是仁族 如今仙蒙各族中 和天人族关系最不好的 就是仁族 与微臣就是幸灾乐祸的那个 虽然一开始也担心想到中卿身上 不过想想 又觉得不大可能 中卿能杀微一天 已经不可思议了 更别提一击轰杀 简直是天方夜谭 多半是其他某些人 或许是微一天的仇人 或许是针对天人族 才趁着微一天受伤的机会动手 打起来吧 打得越激烈越好 与微臣嘴角上扬 如此一来 就不会有人注意到钟小友了 此时 终于有第四人开口了 这是中央仙公 若要动手的话 去外面 开口的人 是朱雀仙君 他作为这十万年间 坐镇中央仙公的仙君 也相当于这段时间的 仙盟主侍者 一股纤维冲天起 横插入双方之间 将两边的气息都隔开 朱雀仙君淡淡道 仙盟天护被杀 自然要重视 找出凶手是势必的 天人族若是需要帮助 各族自然也不另提供 但也无需如此劳食动众 让诸位 仙君都为此劳神 若是没有其他要事 就此散了吧 见朱雀仙君出手 傅海仙君也冷哼一声 收回了气息 站起身来 准备离开 此时 同样收回气息的天元仙君 却忽然开口了 且慢 傅海仙君止住脚步 看向天元仙君 龙眸微闪 怎么 你当真想和本王打上一场 天元仙君瞥了 傅海仙君一眼 倒也未尝不可 不过不是现在 今日召集各位 可不是只是为了唯一天之事 哦 傅海仙君咧了咧嘴 露出有些尖锐的牙齿 莫非你 还有什么鸡毛蒜皮的小事 一并说来算了 天元仙君 嘴角扯起一丝 意味深长的笑容 是吗 小事 他的目光扫过在场众人 缓缓开口 时隔数百万年 人足 我仙蒙又出现了一位仙种 这算是小事吗 话音落下的一瞬间 整个大殿之内 瞬间寂静了下来 羽微臣脸上的笑容 也瞬间凝固 狼桓仙君 玉容也当时冷了下来 连傅海仙君眼中 也闪过一丝亚裔之色 仙种 首先开口的 却是朱雀仙君 你说出现了仙种 天元仙君淡然一笑 不错 而且 还是人足 这一刻 所有人的目光 都朝着一人的脸上 集中了过去 正是狼桓仙君 神游仙君跟着开口 笑眯眯道 狼桓仙君 出现一位仙种 对于我仙蒙来说 可是了不得的大事 如此好事 怎的还藏着掖掌 狼桓仙君翘脸之上 已经蒙满了冰霜 但并没有开口反驳 他知道这时候反驳 已经没有意义了 天元仙君既然能说出此事 就说明他 已经知道了中青的存在 此时狡辩掩饰 不过是土废口舌 他只是冷冷地 看向天人族两大仙君 本仙君倒是想知道 是谁告诉两位 如此好事的 其实不用问 他已经知道了答案 知道中青身份的 除了他之外 只有寥寥数人 在所有知道中青身份的人之中 有可能泄露的人 只有一个 狼桓仙君的眼角余光 锁定了一众天护之中的 某道身影 上青先门老祖 红玉成 此刻红玉成站在众人之中 面无表情 目不斜视 仿佛此事和他毫无关系 理直气壮道 甚至狼桓仙君 一时都有些怀疑 是不是当真是他泄露的 当然 这想法也就一闪即逝 其实中青的身份 仙君级别的人物 只要有心注意到 查清楚并不难 毕竟中青在二重天 做下了不少大事 身上的大地气息 更是瞒不过人 但今日才是中青 加入先盟的第二天 除非是像灵离那般在半路 就知道了他的存在 并且直接猜出了中青的身份 否则根本来不及 查出什么东西 那么泄密之人 除了红玉成 也不会有其他人了 狼桓仙君心中愤怒的同时 也是感到一阵无力 除了外部天人族的压力 对他来说 最大的问题 还在于人族内部 人心不齐 只要不是真正到了 全体生死存亡的关头 外有大敌 人族就能万众一心铁板一块 只是个不切实际的幻想罢了 永远都会有人别有心思 甚至有些人 到底有没有将人族视为一个整体 将自己当作人族的一份子 都不好说 狼桓仙君本以为 红玉成这等老牌真仙 至少知道 什么叫大局为重 有容人之量 现在看来 他还是太过高看有些人的底线了 不过此时可不是追究的时候 只见神游仙君轻声一笑 怎么知道的 就不劳狼桓仙君关心了 仙种对于整个仙盟都非同小可 我们只是想知道 人族出现仙种 可是事实 狼桓仙君面无表情地 看了神游仙君一眼 点了点头 却有此事 直到此时 大殿之内 众人方才醒悟 灯使一片哗然 难怪天元仙君 不惜召集全体仙君天护 竟是有仙种出世 从仙盟创立至今 出现过的仙种 死了的活着的加在一起 都不超过各位数 每一位出现 对仙盟都是一场地震 而且还是人族的仙种 人族这些年来的衰退 是有目共睹的 而在此时 一位仙种意味着什么 无人不知 神游仙君手指 轻点着玉座扶手 勾着嘴角道 我听说 这位仙种 叫做钟卿 是昨日才加入仙盟的 狼环仙君淡淡道 正是 所以还没来得及介绍而已 是吗 神游仙君笑道 时间确实有些紧张 不过 本仙君还听说了 一件有意思的事情 昨日 刚刚加入仙盟的 这位仙族仙种钟卿 曾在仙盟 和天护为一天发生冲突 接着被狼环仙君所伤 也因此才会离开仙盟 回仙宫养伤 也才有了后面 在自己仙宫被杀之时 这是不是 有些太巧了 此言一出 众人悚然 神游仙君的话 显然是在指向 狼环仙君和仁族 此时众人才明白 今日之事 远不是那么简单 在他们来到这里之前 变化已经产生了 狼环仙君 依旧面无表情 冷冷看向神游仙君 哦 莫非你的意思是说 唯一天的死 和钟卿 或者本仙君有关 神游仙君微笑道 岂敢 狼环仙君 是先蒙前辈 又是仙君之尊 即便真的杀了唯一天 也是唯一天该死 又怎会用这种 偷偷摸摸的手段呢 不过年轻人嘛 倒是有可能气盛 因为一时之气 想不开犯下大错 也不是没可能 他转头目光扫过众人 轻笑道 不过既然已经知晓 我先蒙又出一仙种 乃是可喜可贺之事 为何不将那钟卿换来 一问便知 即便和他无关 仙种将士 我等怎么也得见一见 狼环仙君 你说是吗 如今 仙君天护其聚 无论如何都躲不过去了 也只能点了点头 开口道 那便将钟卿请来 不过 比起神游仙君明显的借题发挥 狼环仙君最担忧的 还是钟卿的身份暴露的事情本身 至于唯一天之死 其实他在听闻唯一天被杀的时候 也是第一时间便想到了钟卿身上 但很快 又推翻了自己的想法 觉得根本不可能 钟卿身为仙种再怎么强 毕竟还是心境真仙 估计连大眼层次都没到达 又如何能一击轰杀唯一天 那便宇威臣自觉出恋 属下去请 今日钟卿正在布置自己的仙宫洞天 毕竟接下来相当一段时间 估计都会再次度过 钟小友 然后他便看到宇威臣满脸焦急的急匆匆赶来 是宇兄啊 钟卿微微点头道 这么着急 所为何事 宇威臣看着不紧不慢的钟卿 苦笑道 还是钟小友你悠闲 今日可是出了大事了 还记得昨日那个唯一天吗 他死了 说话之时 宇威臣也在观察钟卿的反应 看到钟卿的眼中 这才微微点头 虽然不排除是装的 但宇威臣还是愿意相信钟卿的 殊不知 钟卿的惊讶是真的 只不过 他惊讶的是其他原因 这么快就被发现了 钟卿还想着 唯一天在家养伤 不见个百八十年都很正常 毕竟就他昨日加入仙蒙之时 就与威臣待他所了解的而言 仙蒙的真仙 是没什么魂灯命牌之类的东西的 这一类东西 对于生命本质 已经发生变化的真仙来说 没什么作用 有很多方法可以瞒过 当然最主要的原因是 仙蒙并不是什么宗门世家 就如字面意义上 更多是结盟而已 而魂灯命牌一类 怎么也需要注入一丝神魂 虽然可以用来判别生死 但也可以被人拿来做功夫 到了他们这等层次 在这上面做手脚方法可太多了 因此 对于真仙来说 将自己一丝神魂 交给别人来看管 是几乎不可能接受的事情 所以 钟卿估摸着 这事就算瞒不了百八十年 三年五年也不成问题 哪曾想昨天刚杀的人 今天就是发了 当然惊讶归惊讶 反正只包不住火 也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钟卿很快就恢复了平静 而宇威臣 则是略带试探性的开口问道 钟小友 此事应该和你没关系吧 钟卿毫不犹豫地回答道 当然和我没关系 我只是悄悄地潜入 小小地打了他一拳而已 他自己太脆了 被一拳打碎了 那能和我有什么关系 宇威臣见钟卿如此理直气壮 也松了口气 不过很快又提了起来 唯一天的事还好说 但问题在于 你仙种的身份暴露了 钟卿撇了撇嘴 没有太大反应 毕竟他本来就不是什么仙种 宇威臣却是冷哼了一声 无须多想 肯定是洪玉臣那丝透露 洪玉臣 谁来的 钟卿一正 宇威臣嘴角抽了抽 钟小友你这就忘了 正是之前在下检 和你交过手的上 清仙门老祖 钟卿这才想起了对方 呕了一声 脸上虽然没什么表情 眼底却有光芒微微一闪 当初在上清洞天 那老家伙伸手过来 他正惦记着 把那手给撅了 还是想法子把人拽过来 宇威臣就到场了 没能再打下去 现在他都快把这事忘了 这老家伙 居然还能跳出来 想到此处 钟卿开口问道 宇兄 那洪玉臣 话说到一半卡壳了 钟卿本来是 想要问宇威臣 洪玉臣的先公在哪里 但又一想他昨天 也是这么问人家 唯一天的先公在哪 要是原封不动再来一遍 未免太明显了 你的事情已经暴露给各位先君了 如今中央先公之中 各大先君天护齐聚 正在等着你呢 赶紧走吧 片刻之后 中央先公 宇威臣带着钟卿 走入了大殿之中 一瞬间 众多目光 都汇聚到了钟卿的身上 不用多说 众人也知道 这名和宇威臣一起到来的青年 便是人族新出现的先重了 好奇 惊讶 忌惮 狐疑 这夹杂着种种感情的一道道视线 有些刺人 也有些则是纯粹的赞叹之色 这青年看起来就年纪不大 但外表气质 却是无可挑剔的超凡脱俗 不愧为先种之相 但钟卿对所有人的注视 都熟视无睹 镜子走到了大殿正中 回禀各位先君 钟卿已到 宇威臣低头一礼 随即回到了队列之中 而钟卿则是很随意地点了点头 对着几位先君一抱拳 你们好 我是钟卿 死 一阵倒吸凉气的声音响起 众天护都是面色微变 殿上可是足足六位先君 是整个九天先盟 也可能是整个九中天至高至强的存在 钟卿这一个心境真仙 面对六位先君 态度竟然如此随意 别说是心境真仙 哪怕是援君级别的强者 也不敢如此无礼 但六位先君表情各异 却是没有人生气 林里昨日就见过钟卿了 对眼前这青年人的脾气 也有几分了解 不曾啄恼 反而嘴角先气 带上了些许笑意 朱雀先君一如既往的面无表情 似乎从来不会有什么情绪波动 神游先君和天元先君 两位天人族先君表情平静 看着钟卿的目光有些意味深长 狼还先君眉头紧锁 显然此时没什么心思去计较礼仪 更别提就算昨日出见之时 钟卿也是这般 他也不在乎这些虚理 傅海先君则是咧嘴一笑 有意思 这小子本王喜欢 比你们天人族那两个先种强多了 此时神游先君终于开口了 看着钟卿淡然笑道 果然不愧是先种 气度不俗 先蒙右天一后起之秀 真是可喜可贺 不过 本先君倒是想要问问 你可还记得 镇守先门的先将为一天 钟卿点了点头 你说 昨天在先门拦我的那个傻帽吗 记得 此话一出 在场众人都是眼角一抽 这位人族的先种 说话是不是有点太直接了 更直接的来了 只听神游先君淡淡道 他昨日和你起了冲突之后 在自家先公之中被杀 你可有什么头绪 钟卿还没回答 一边狼还先君终于开口了 神游先君 你这是什么意思 莫非是觉得 钟卿和唯一天之死有关 神游先君淡淡道 狼还先君此言诧异 先蒙天护被杀 自然要调查真凶 而钟卿 昨日在唯一天死前 才和其接触过 本先君也只是正常盘问而已 何故多心 他似笑非笑的目光 看向狼还先君 难道先君自己也如此怀疑吗 狼还先君脸色一冷 刚要开口说话 却见下方 钟卿挠了挠后脑勺 大大方方地开口了 唯一天是我打死的 怎么了 此话一出 整个大殿 瞬间就陷入了寂静之中 人群中 与微臣张大了嘴巴 说不出话来 钟老殿 你怎么回事 刚刚在先公 不还说和你没关系吗 连狼还先君 也是一阵 神游先君目光一闪 而天元先君的脸色 则是冷了下来 哦 你承认了 在我先蒙 杀戮同僚 是什么罪名 钟卿撇了撇嘴 等一下 我还没说完呢 我昨天 跑进唯一天的先公 打了他一拳 他就死了 有什么问题吗 他说得如此直接 这一次 众人反而露出了古怪之色 狼还先君也回过神来 冷横出声 天元 神游 你们这便急着 要给钟卿扣上罪名了 若是本先君没记错 你们也说过 唯一天是连人带着断神戟 被人一击轰杀了吧 也还说过 整个先盟之内 能做到这一点的人 都寥寥无几 现在 却要栽赃给钟卿 钟卿他纵然是先种 也不过心境真仙 正面一对一交手 都未必能胜得过唯一天 这种荒谬之言 有人会相信吗 众人此时方才反应过来 原来钟卿 刚刚是在说反话 傅海先君 也跟着黑黑直笑 你们两个是脑子进了水吧 听不出这小辈 在嘲讽你们吗 天元先君和神游先君 脸色一沉 钟卿 其实我谁也没嘲讽 也没说反话 你们信吗 不管他信不信 显然店上其他人都不信 狼还先君淡淡道 钟卿是我人族 心境的先种不假 若是想要发难 大可以不用找这么多借口 神游先君微微一笑 开口道 狼还先君真是误会无等了 天人族和人族同出一脉 本是同源 我等又怎会故意冤枉人族的先种 但唯一天之死实在蹊跷 前脚刚和中青起了冲突 以至于动手 后脚便死在先公之中 狼还先君默然道 什么叫天人族和人族同出一脉 难道不是天人族出于人族吗 此言一出 天元先君和神游先君 乃至殿内天人族的天护 都是面色一变 这是事实不假 但也是天人族最不愿意承认的事实 而此刻 狼还先君竟然在大庭广众之下公然提起 简直是在接天人族的短 神游先君皮笑若不笑道 清出于蓝而胜于蓝 天人族是否出于人族 和优劣与否关系不大 不过先君此言 一有所指啊 狼还先君瞥了他一眼 没有在这个话题上深究 而是开口道 唯一天是你们天人族的天护 他平日里的作风 你们心中自然有数 他得罪的人可不止中青而已 兴许是谁看不过眼 将他杀了吧 天元先君冷声道 话虽如此 中青极有嫌疑 很可能与此事有关 谁也不能否认 实际上 我等已经问询过昨日天元先盟那只人 曾有人言 在唯一天死前 见到过一名陌生人族 出入天元先驱 甚至还询问了唯一天先公的方向 说着 他扭头看向天护之中 开口道 罗维天 出来吧 一名天人族 真先缓缓不出 对着几位先君毅力 罗维天 是你发现唯一天之死 同样 也是你碰到有人 向你询问唯一天的先公位置 可是 天护罗维天点了点头 正是 看到此人 中青反倒是一正 不错 昨日 他在天元先驱乱绕 没找到唯一天先公 就找了个人问路 而那人 正是眼前这天人真先 合着也是 这人发现了唯一天被杀 却听罗维天叹了口气 沉声道 昨日 我本是去另一位朋友的先公做客 路上 便遇到一名人族青年问路 不曾多想 便为其指名 在另一位朋友先公之中 我提起此事 恰巧得知了唯一天受伤之事 作为朋友 自当前去探望 其料却发现 唯一天已经被害 说到此处 罗维天眼中闪过一丝痛恨 下手如此狠辣 当真是不为人子 念及之前的事情 又想到 很可能就是因为 我为那凶手指名道路 才导致唯一天被害 当真是悔之莫及 他当即单膝跪下 还请先军惩罚 神游先军点了点头 安抚道 此事与你无关 那人既有杀心 就算没有你 唯一天也难逃一劫 你无须自责 说话之时 他的目光却一直盯着钟轻 诸位 想必也听到了 那问路之人 十有八九 就是杀害唯一天的凶手 其后唯一天被杀之后 其宫内也有一名仙俄 看到一名人族青年 从唯一天寝殿方向走出 此人如此嚣张大胆 连人迹也不必 却也对我们指明了方向 其一 他是人族 其二 他并不熟悉仙盟 甚至找不到唯一天的仙功所在 想必 这能说明很多东西了 天元仙君淡淡道 罗维天 你来看看 这位仙族仙种 是否是昨日 向你问路之人 罗维天此时方才起身 回过头 目光落在了钟轻的身上 而钟轻依旧面不改色 心不跳 任由他打量自己 就好像这事 真的和他半点关系没有一样 凝视了片刻之后 罗维天方才回头抱拳道 回仙君 面容气息和那人并不一样 不过身形相似 而且 那人身上弥漫的 却是大地境界的气息 钟轻昨天的伪装 可以说十分不惊心了 只是遮掩了一下气息和容貌 连身材都没怎么改变 是吗 神游仙君手指轻点俯手 面容气息可以改变 既然身形相似 又是人族 对仙蒙不熟悉 而且显露大地气息 有些过于刻意了 旁边天元仙君淡淡道 仙蒙之内 哪来什么大地 神游仙君轻笑道 如此更说明 那人对仙蒙不熟悉了 能进入仙蒙 哪怕为工人侍卫 也至少是伪仙的层次 钟轻 他别的都是假的 大地可是真的 合着按你这意思 我钟轻连工人侍卫都不配当呗 而这位钟轻仙种 据我了解 是从下界二重天出身 昨日才被刚刚借引到仙蒙 神游仙君目光炯炯 如此说来 对仙蒙不熟悉 倒也是很正常了 店内众人面色微变 两位仙君 简直是字字诛心 每一句都在指向钟轻 甚至说的钟轻 都开始反思了 这么多相同点 那凶手该不会是我吧 我不对 好像本来就是我 那没事了 此时 却有一人笑出声来 敢在这种时候 这种场合笑出声的人 身份定然不一般 众人下意识看向笑声传来的方向 君是一惊 发笑的 竟是玄灵仙君 神游仙君微微眯眼 玄灵仙君为何发笑 玄灵仙君笑道 怎么 笑也不行 我笑你 为了指钟轻是凶手 找的理由也太过牵强了 外貌能够伪装 种族就不能了 起码 以我的手段 若要伪装成人族 有一百种方法 让罗维天看不出来 更无论 哪有人在仙盟内刺杀真仙 伪装都只装一半的 只改变一下气息面貌 连身材都不变 杀一位天护 是这么随便的事情吗 若是如此 此人未免太不靠谱了 众人注视之下 玄灵仙君侃侃而谈 况且 人族和天人族的关系 众所周知 一个人族不做伪装 大摇大摆地走在天原仙区 询问唯一天的仙功 简直像是把我有问题 我是凶手这八个字写在脸上 要么 是刻意为之 要么 就是此人不靠谱到了一定程度 钟卿面无表情地看着玄灵仙君 明明是在帮他说话 可钟卿怎么感觉 你这老东西 像是在骂我呢 好吧 他承认 自己可能是随便了一点 但那也只是 一点小疏忽 他又不经常干这种事 犯点错误怎么了 此话一出 众人也都觉得有些问题 陷入了沉思之中 狼环仙君眼中 倒是露出意外之色 身为仙君 玄灵仙君所说的这些问题 自然是他也能想得到的 但他没想到的是 玄灵仙君居然会出言帮助钟卿 虽然他之前确实想过 要拉拢麒麟族 但还没开始行动呢 怎么你还预判了 不过难得有别人帮忙开口 狼环仙君又岂会错过这等机会 他也跟着开口 冷声道 凶手是谁 尚且不知 但两位想要借机声势 将由头主落在钟卿身上 本仙君是看出来了 钟卿也跟着点头 说的一点都没错 虽然我确实是凶手 但不代表你能冤枉我是凶手 神游仙君和天元仙君 不留痕迹地对视了一眼 天元仙君沉声开口 玄灵仙君说的不是没有道理 但若是因为凶手出来乍道 不熟悉仙蒙 同样也能说得通 以目前的情况而言 最有嫌疑的确实是钟卿 这一点毋庸置疑 天护仙将 在仙蒙内被杀 此事事关重大 关系到我仙蒙威严 绝不可轻易放过 在彻底查清其真相之前 钟卿既有嫌疑 亦不能做事不理 可有问题 神游仙君也跟着点头道 找到真凶之前 钟卿作为最有嫌疑之人 暂且收监仙玉天一层 可有问题 来了 狼环仙君眼神一寒 得知钟卿身份暴露的那一刻 他就已经预料到了 神游仙君和天元仙君的手段 唯一天之死 只是给了他们一个由头而已 即便是心腹手下 天护之尊 也比不上一个人族仙种的重要性 借唯一天之死 想办法将钟卿控制起来 才是真正的目的 仙玉天乃是仙盟所开辟的一处小事件 专门为了囚禁真仙级别的存在 共分为三层 针对不同层次的重犯 但哪怕是最浅的第一层 也只有真仙才能被关入 这不是重点 重点在于 仙玉天的第一层 其看守之权能 是掌握在天人族的手中 或者说 根本就是天人族的底盘 一旦钟卿被关进仙玉天第一层 想怎么炮制它 可都任由天人族了 真落到天人族手中 就算是仙种 那怕人不死断绝道徒的方法 可是要多少有多少的 至于理由 等钟卿废了之后 找什么理由还不是随意 因此在这一点上 郎桓仙君是绝不可能让步的 他冷冷道 真是笑话 钟卿是我仁族之人 就算有嫌疑 也应该由我仁族来监管控制 何时轮得到天人了 神游仙君微微眯眼 情笑道 郎桓仙君此言当真奇怪 无论是天人还是仁族 不都是仙盟的一份子 而仙玉天 归属乃是仙盟 而不是我天人族的私欲 钟卿有杀害仙盟天护的嫌疑 暂且投入仙玉天 难道不是理所应当吗 郎桓仙君才是 莫不是你人族的人 可以在仙盟内肆意妄为 也只有你人族才能处置 面对神游仙君的言语攻势 郎桓仙君没有丝毫动摇 他面无表情 与其毫无起伏 仙玉天乃是囚禁有罪真仙的地方 既然还不曾确定 钟卿是凶手 将其投入 仙玉天是合理 倘若两位能找到 钟卿杀人的实证 再来说这话吧 天元仙君冷哼一声 看来郎桓仙君 是打定主意要薄毙钟卿了 郎桓仙君也语气骤沉 看来两位 是打定主意 要冤枉钟卿了 这一刻 大殿内的气氛 瞬间陷入了紧张之中 神游仙君和天元仙君 看似坐着不动 若有若无的气息 已经一散而出 四面八方 铺天盖地地朝着郎桓仙君一方压来 郎桓仙君以一对二 也丝毫不拒 争锋相对 就在此时 一道声音响起 我说 你们问过我的意见没有 三人下意识回头 便看见了正背着手 姿态随意地站在殿中的钟卿 天元仙君锐利如刀的目光 落在钟卿身上 仿佛要将他神魂刺穿 你的意见 笑话 既为仙蒙之人 当遵守仙蒙法度 莫非你以为自己是仙种 便可以无法无天 钟卿语气平淡道 我加入仙蒙 是因为听说 仙蒙准备齐心协力 打破智骨 巨王九仲天之外 而不是来给人当狗 任由人指使的 和我是不是仙种 没有关系 那个什么仙玉天 谁爱尽谁尽 神游仙君 看似面带笑容 眼中却闪过危险的光芒 还真是年轻气盛啊 不过这恐怕就由不得你了 钟卿也是微微一笑 竟是在大庭广众之下 对着两位仙君抬起手指 勾了勾 来 有本事就来试试 此言一出 众人皆悚然 一位心境真仙 竟敢在大庭广众之下 中央仙宫之内 当面挑衅两位仙君 他以为自己是赴海仙君不成 仙种虽然罕见 但是从古到今 也是有几位的 可胆子这么大的 还当真是头一回见 天元仙君 神色也彻底冷了下来 仿佛寒霜附体 他豁然站起身来 缓缓走向中卿 不愧是人族仙种 这等张狂 倒是比数百万年前 你那位前辈 要强上不少 既然如此 就让本仙君来试试看 你张狂的资本 试试什么 狼桓仙君自然不会坐视不理 他身形一闪 已然拦在了中卿面前 哼 软得不行 想来硬的 若论张狂 如今仙蒙之中 又有谁急得上你天人族 狼桓仙君冷冷道 当年老是创造出你天人一族 恐怕也想不到 会有今日局面吧 倘若知道的话 他还会不会选择你们呢 本仙君 也早就 想要领教一下 天人族的张狂 又有何资本 天人先君和神游先君 目光皆是一尘 他们两人 正是当年最初创造的那一批 天人族之一 狼桓仙君说来 还是他们的前辈 毕竟当年成为天人族的时候 他们连真仙都还不是 狼桓仙君 却已经是先蒙那风头 最盛的后起之秀了 但狼桓仙君的话 无疑是戳痛了他们 无论今时今日 天人族如何强大 他们都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 那就是 天人族是被人创造出来的 而眼前之人 就是创造他们那人的弟子 好啊 天人先君冷冷道 千万年来不曾交手过 本先君也想看看 你继承了当年那位的几分实力 狼桓仙君淡然道 哪怕只有三成 也足以荡平一切叛逆 天人族两大先君的脸色更加阴沉 狼桓仙君话里话外 口中的叛逆 所指的不就是他们天人族 以先君这等人物的涵养 本不该轻易动目 但这是 涉及到种族问题 对天人族来说 乃是不可触及的逆龄 双方不再说话 而是默默积蓄气势 大变之中 气氛愈发凝固 几乎令人窒息 似乎有什么无比恐怖的东西 正在孕育 在场一众天护强者 纷纷变色 这可是三大先君 倘若他们真在这里打起来 那可不得了 先不说是否会毁坏中央先公 在场众人若是被波及其中 会死伤多少 可不好说 也有人别有想法 狼桓先君虽然实力强横 即便在先君之中也名列前茅 但若说以一敌二绝不可能 哪怕附海先君也不行 今日真要打起来 结局无庸置疑 说不定能趁着这个机会 彻底打夫人族 有这般想法的 都是天人族的天护真仙 就在这气氛凝固 剑拔弩张之客 忽然间有一道身影 缓缓走到了狼桓先君身边 转过身来 面对神游天元两大先君 众人都是一惊 有什么人敢在这时候 站到狼桓先君这一边 或者说 有本事在三大先君 气势碰撞之客站出来的 又能是谁 很快众人便得到了答案 差不多得了 那人淡淡道 还真当先盟 是你们天人族的了 看到来人 神游先君和天元先君 皆是面色一变 玄陵先君 此事与你无关 你出来做什么 不错 此刻站到狼桓先君身边的 正是玄陵先君 狼桓先君更是意外 先前玄陵先君开口 帮中青说话 也就罢了 此事眼见者都要开打了 玄陵先君居然还出面 站在了人族一方 这可就耐人寻味了 玄陵先君略带讽刺的一笑 怎么 不是说这是关系到整个先盟威严的大事吗 这时候 又与我无关了 难道本先君 难道麒麟一族 就不属于先盟了 神游先君话语一致 其实借口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玄陵先君的态度 是明显站在了狼桓先君 或者说中青一方 只有一个狼桓先君 他们还能以示压人 若是加上麒麟一族和玄陵先君 那可就不一样了 别的不说 真要打起来 玄陵先君和狼桓先君联手 他们还会处于下风 在场能参与这等层次战斗的 除了他们之外 也就只有只有朱雀先君和富海先君 但这两位无论如何 都不可能站在天人族一方 而先盟内支持天人族的援军级强者不是没有 今日却不在 到了这等层次 没有把握 都不会轻易动手 一旦吃亏 可不是小事 但眼下的局面 却是他们先挑起来的 若是主动收手 面子上显然过不去 天人族两大先君面色难难看 一时间有些骑虎难下之意 而其余众人 也是面色各异 玄陵先君在这种时候站出来 已经很代表麒麟一族的态度了 可麒麟一族 到底是什么时候不声不响的 跟人族结盟的 这等可谓是震动整个先盟 会改变九中天内局势的大事 此前竟然没有半点征兆 但实不相瞒 这是不光是他们不知道 狼桓先君自己也不知道 就在这僵持之时 终于有人开口 打破了紧张的气氛 那就让他去一趟温星天吧 声音平见悦耳 此言一出殿内瞬间寂静下来 只见朱雀先君淡淡道 是不是忠卿所作 去一趟温星天就明白了 何须如此麻烦 狼桓先君皱了皱眉头 看了一眼忠卿 本先君相信和忠卿无关 温星天又如何 忠卿则是有些发猛 他也不知道啥是温星天 看到羽威臣在一边 便传音问道 羽兄 温星天是什么 羽威臣此时才回过神来 连忙开口解释 就如同仙玉天一样 温星天是仙蒙所创造 开辟的一处独立世界 到了真仙这等层次 无论在哪种方面 一般的手段 都已经很难起到作用 本源规则一成 独立于天地之外 不在五行之中 什么真言大法 搜魂之类的手段 都对真仙无效 所以才有温星天的存在 整个小世界 都由众位真仙 以本源规则之力构建而成 以外天地压制内天地 方可对真仙进行温星 每次动用 都需要至少五位大眼层次的真仙来主持 耗费极大 所以即便在仙蒙 也很少有用到的时候 大眼层次 比起这所谓的问星天 钟卿倒是更敏锐地注意到了 宇威晨提到的这一处 宇威晨先是一正 随即反应过来 钟小友 你不知道何谓大眼吗 钟卿耸了耸肩 没有回答 宇威晨也是愣了一下 心下有些奇怪 这对于真仙来说乃是常识 所以之前他也不曾跟钟卿提起 没想到他居然不知道 若是钟卿是一重天那些老家伙培养出来的 怎会连真仙的修为层次都不告诉他 这培养的也太过随意了 不过此时显然不是纠结这个的时候 宇威晨急声道 真仙并不像之前的层次 有那般细致划分 说白了 无论境界高低 其实都是对本源规则的利用 而大眼便是突破真仙之后继续修行 本源规则彻底成熟 可以演化诸般神通玄奥的层次 这不是重点 钟小友 你确定唯一天不是你杀的 要是进了问星天 可就瞒不住了 钟卿好奇道 这问星天有如此厉害 宇威晨叹道 虽然从古至今 还没有过先君援君层次的存在被问星的例子 但这以下 经过问星天的 没人能瞒得住事实 问星天本身 就相当于用整个小世界所组成的真言大政 在里面谁也说不了假话 钟卿点了点头 哦 那我就放心了 如果是用点其他什么办法 钟卿可能还有点忌惮 毕竟这些真仙手段 一个比一个奇鬼 比如之前上清老祖红玉成 跨越了足足六重天伸手过来 这一出 他想破头 也想不通怎么做到的 现在 你告诉我这问星天 其实也是阵法 那就没事了 宇威晨 你怎么还放心上了 但不等他再问 那边几位先君已经发话了 神游先君和天元先君对视了一眼 开口沉声道 既然朱雀先君开口了 那我等也没意见 只看钟卿 敢不敢进了 狼环先君也转过头 来看向钟卿 轻声道 钟卿 本先君知道你是冤枉的 不过今日若不自证 难免落人口舌 日后麻烦无穷无尽 你可愿意前往问星天一行 你放心 有本先君在 无论谁也冤枉不了你 钟卿本来不怎么想去 不过他最怕麻烦 一听狼环先君说 麻烦无穷无尽 也就点了点头 那就去一趟吧 寓座之上 傅海先君咧开嘴 有意思 本王也很久没看到问星天了 还等什么 早早解决 本王还忙着呢 神游先君和天元先君面无表情 其实到底谁才是杀害唯一天的凶手 他们并没有十分在乎 唯一天之死 只是给了他们一个 刚好可以对钟卿动手的理由而已 发难的根本目的 还是想要将钟卿控制起来 届时怎么炮制着人族的心境先种 还不是他们说了算 但其实从玄陵先君站出来的那一刻 就已经注定他们无法得手了 只是他们主动发难 又主动退缩 面子上过不去而已 朱雀先君发话 也等于是给了他们一个台阶 他们也就顺理成章地接了下去 倒是玄陵先君 有些担忧地看了钟卿一眼 其实在今日在场诛人之中 他是唯一一个当真认为是钟卿杀了唯一天的 原因很简单 他昨日就在钟卿的先宫 钟卿前脚走 他后脚便进了钟卿先宫找小黑 而那段时间正是唯一天被杀的时间 他是眼睁睁看着钟卿离开和回来的 总不能唯一天被杀的时候 钟卿恰好一个人在外面闲逛 哪有这妖巧的事情 当然 他也不在乎唯一天之死 之所以站在钟卿这边 也只是因为他是小黑的主人 但若是钟卿进了问星天 这时可就瞒不住了 只是看钟卿一脸平静 好像事不关己的样子 搞得玄灵先君都有些动摇了 该不会真和他没关系吧 半个时辰之后 先蒙北方天空 云间秘境之中 却见一条星云大道 朝一处坐落在白云之间的小世界通去 那小世界便是问星天了 狼还先君开口道 你进入问星天之后 放松星神 先蒙各族 会各自出动一位天护真仙 一同启动问星天大阵 届时 问你什么 你开口回答便是 也无需担心 本先君在 不会让他们问你 和唯一天之死无关的内容 以免透露 你的其他事情 钟卿点了点头 然后就这么轻轻松松地背着手 顺着星云大道 走进了问星天之中 这一刻 不仅是在场的诸位先君和天护 钟卿甚至还能感觉到 远处的星河云层中 也有一些之前不曾出现的气息浮现 目光汇聚过来 其中甚至有些气息的强大 不下于他之前感受过的狼还先君 与另外两大先君碰撞之时的气势 估计就是与微臣提到过的 先蒙内援军级别的强者了 当然 他也没有什么压力 他也不是毫无理由 就敢当面挑衅神游先君和天元先君的 毕竟 他现在并不清楚 自己的实力到底有多强 虽说能一巴掌轻松秒杀维一天 但是维一天之上呢 初次见到狼还先君 对方都不用出手 光凭气势就能压得维一天抬不起头来 显然差距不是一般的大 钟卿之所以不担心 是因为在感受到这几名先君释放的气势碰撞之后 并没有感觉到多少威胁感 强度确实和自己之前碰到过的任何存在 不可同日而语 但既然无法给他致命的威胁感 就不用太过忌惮 再不济 他也有不死之身 说到不死之身 钟卿又想起失踪了许久的白灵 作为真传弟子之一 这个不知道跑哪去了的小徒弟 要说钟卿完全不关心 那是不可能的 但这小家伙 比起寒跑跑还难找 从一冲天一路过来 钟卿也不是没询问过系统 但都没有半点气息 至于八重天 钟卿还没去查探过 等今日势必 他也准备下去前往八重天日月星三周 看有没有寒跑跑和白灵的踪迹 心中胡思乱想着 钟卿步入了问星天之中 与此同时 各族早已准备好的五位天护真仙 纷纷飞到了问星天四周 占据方位 身上同时泛起本源规则的气息 与整个问星天的气息连成一体 其中人族的天护 正是与微臣 另外四位 则分别是天人族、麒麟族、龙族、凤族的天护真仙 问星天外 神游仙君和天元仙君面无表情 但眼底似乎有幽深的光芒闪动 而朱雀仙君 眼见五位天护到位 便开口宣布 问星开始 伴随着朱雀仙君一声低喝 包括与微臣在内 五位真仙同时催动本源规则 无形之力浑然一体 融入整个问星天之中 问星天内的钟卿 也感受到有一股莫名的力量 从整个小世界的运转之中弥漫而出 将自身笼罩 虽说没有什么压迫感 但这莫名之力也让钟卿皱了皱眉头 与此同时 问星天外 朱雀仙君再次开口 问星天运转之下 天地问星 容不得一切虚假 脱口而出的 就一定是真话 哪怕心里想的是假话 在脱口而出的那一瞬间 也会被大阵之力强行扭转 而且 闭口不言也是行不通的 真言大阵的力量会强制让人回答问题 真仙中卿 先蒙天护 是否为你所杀 朱雀仙君开口问话之客 天外 天元仙君目光一闪 神游仙君的嘴角则是微微上扯 带起一丝若有四无的笑意 虽然将钟卿控制投入仙玉天的目的失败了 但不代表 他们便没办法了 天人族在仙蒙内乃势力最强大的一族 并非空话 这些年来 天人族早已将自己的触手 延伸到仙蒙的方方面面 无孔不入 就如仙玉天的第一层 已经被天人族基本掌控一样 即便是问星天 天人族依然可以做手脚 问星天这等规模的存在 用于真仙 其构成繁杂无比 其中也不知道蕴含了多少众法门 有些时候 只需要一个小小的改动 便可以让最终的结果大相径庭 而为了问星天能随时派上用场 仙蒙时不时都需要派人去维护 这中间 自然有很多空隙 让天人族可以做一做功夫 在问星天的真言大阵中留下暗门 对于天人族来说 这仅仅是无数个后手的其中之一 布下之时 也不曾预料到今日 但只要存在 就总有能用到的时候 就比如现在 没有人发觉 五位天护真仙 在催动问星天的那一刻 其中那位天人族真仙 所打出的法印之中 有一道是与正常相反的 这是个不能再微小的细节 启动问星天那一刻 每位真仙打出的法印 都有足足成千上万 谁也不会去关注 每一个法印是否标准 更别说 若是法印出错 问星天根本无法启动 但此刻 这一个不起眼的相反法印 却是启动了天人族 此前留下的暗门 将真言大阵中的一处 观翘逆转 如此一来 最终呈现的结果便是 原本的真言大阵内 无法说谎话 而此刻的真言大阵内 说不出真话 其实从一开始 神游仙君和天元仙君 就不觉得唯一天 是中清所杀 天元仙君亲自查看过 唯一天被杀的现场 那一击的威力 让他都有些忌惮 怎么可能是 中清一个心境真仙打出来的 所以 击杀唯一天的人 必定不是中清 得到真相 而现在 中清脱口而出的 只能是谎话 也就是说 只见中清神色平静 理直气壮地脱口而出 唯一天不是我杀的 哈哈 果然是你 神游仙君大笑出声 结果笑到一半 嘎然而止 怎么好像他听到的话 和之前预料中的不一样 中清说的什么来着 反应过来的神游仙君 和天元仙君 同时傻眼了 而不知情的狼环仙君 和宇威臣等人 则是露出一丝喜色 我就说嘛 中清怎么可能杀得了唯一天 果然相信中清是没错的 而知晓真相的神游仙君 和天元仙君回过神来 看向彼此的眼神 都是古怪无比 什么情况 他们可是眼睁睁看着手下的天护 打出逆转法应的 也就是说 此刻的真言大振 处于逆转状态 中清却说 唯一天不是他所杀 这岂不是说 原来真是这小子干的 神游仙君和天元仙君 这一刻心中五味杂陈 不是 哥们 我们一开始 只是想着冤枉你 结果你真是凶手啊 你早说不就行了 合着咱们白当这个恶人了 不对 中清好像真的一开始就说了 人就是他杀的 结果包括 他们两大仙君在内 没一个相信的 原来你那时候 说的是真话 心情复杂的天人族两大仙君 都不知道该用什么表情了 同时更大的疑惑 从他们心中生起 中清到底是如何做到的 一击将唯一天 连人带断神迹一起打碎 这等威力 是一个连大眼层次 都没达到的心境真先能做到的 就算是仙种 也不可能有这种实力 而且 既然人是中清所杀 中清怎么还敢经问心天 两大仙君目光一动 仅凭中清自己绝不可能做到 背后只怕 还有其他人 又联想到之前在大殿上 此前和人族并无多少联系的 玄灵仙君忽然站出来 旗帜鲜明地 站在狼环仙君和中清一方 等时面色一变 他们似乎已经窥探到了 人族某个惊人谋划的一角 恐怕狼环仙君等人 早就在暗中策划着什么 而人族仙种 定然是他们计划中重要的一环 中清之所以赶进问心天 恐怕也是有着 类似他们一样的暗手 让他可以在问心天内说谎 只是对方显然也想不到 天人族早对问心天做了手脚 反而顺了他们的心意 今日倘若不是他们 对问心天留下的暗手 估计根本就察觉不了 两大仙君面色凝重 只觉大事不妙 而朱雀仙君 还在继续发问 刚刚问题 只是确定 唯一天是否为中清所杀 人不是中清亲自杀的 不代表和中清没关系 也可能是他伙同其他人下手 于是朱雀仙君第二次发问 唯一天之死 是否你伙同其他人所为 神游仙君和天元仙君面露冷笑 这还用说 肯定是啊 他们如今心中已经认定了 此事必定是人族的阴谋 说不定还是狼桓仙君亲自动手 只可惜 此刻中清说出的只能是假话 果不其然 中清点了点头 继续用坚定的语气回答道 没有什么其他人 这回 他说的是真话 下一刻 问心天炸了 轰隆隆 具象之中 整个问心天都随着中清那一句话说出口 开始崩塌 所见之处的空间都在破碎 大阵崩坏 时空逆乱 由古往近来众多真仙所打造 此刻也有足足五位大眼真仙坐镇维持 堪称坚不可摧 连仙君短时间内都难以摧毁的问心天 就这么在短短时间内炸裂崩坏 化作了一团紊乱的破碎 时空 在场仲仙都惊得目瞪口呆 还是与微臣反应快 急忙道 不好 问心天崩塌 里面危险 钟小友 快出来 话音落下 他连忙施法 自身本源规则 演化出一道坚不可摧的防御 笼罩中清四周 抵御问心天崩塌的余波 但此刻在问心天内 中清却是一连猛逼 反应过来的他也是纳闷不已 自从他知道 问心天的主体是真言大阵 就没什么忌惮的了 毕竟他有阵法免疫 只是他也不知道 真言大阵这一类阵法 碰到阵法免疫会是什么结果 是干脆没反应 还是出现其他变化 所以那第一个问题 他故意回答的假话 想看看 这问心天会有什么反应 结果是毫无反应 钟清还以为是因为阵法免疫 导致真言大阵无法辨别 因此没有反应 第二个问题 他回答的却是真话 毕竟唯一天本来就是他一个人所杀 没有任何其他人参与 结果真话一开口 问心天就没了 这特么是什么道理 我说假话你没反应 我说真话你反而炸了 我看你这是在刁难我钟清 这一刻连钟清都不敢确定 到底是什么原因了 他怀揣着纳闷的心情 飞出了问心天 而仲仙看着花费了千万年 打造维护的仙盟 重敌问心天 崩塌破碎成了一滩废墟 一个个也不知道 该用什么表情来面对 历史上问心天动用的次数不少 但还从来没出现过这种情况 问个话 能把整个小世界问炸了 真是大姑娘上教头一回 几位仙军大人 应该怎么算 有人问出声来 但仙军们也不知道 他们也是猛逼状态 更猛逼的是 神游仙军和天元仙军 不是 我们设的暗门 只是逆转真言大阵 又不是自曝 怎么还能问出这种效果来 而且 钟清刚刚说的 明显也是假话 朱雀仙军沉默了半天 方才开口 问心天上一次动用 也是几百万年前的事情了 或许这中间维护不曾做好 以至于阵法失衡 具体原因 本仙军之后会安排 阵法仙师查探 与微臣连忙开口问道 那钟清 朱雀仙军又沉默了一回 道 虽说问心天崩塌 但之前的问题已然证明 唯一天之死 并非钟清所为 钟清无罪 此言一出 人族众仙纷纷露出喜色 他们当中有不少 都在昨日见过钟清 但并不知道 这年轻人 是人族心境先种 今日既然知道了 自然也明白 钟清对人族的重要意义 眼见钟清洗脱嫌疑 自然为他高兴 只有神游仙军 和天元仙军臭着脸 一言不发 他们现在知道了 唯一天真是钟清杀的 可偏偏去拿钟清没办法了 毕竟他们总不能干脆承认自己 给问心天耍了手段吧 原本他们是主动出击 冤枉中清的那一个 无论中清是否能逃脱 他们也是 摆在明面上的阳谋 人族也只能咽下这口气 现在反而是明知道 钟清真杀了唯一天 却无法问责 要自己 把这闷窥吃下去 这憋屈 别提多难受了 接下来该如何 天元仙军传音沉声道 能让本仙军如此恼火之人 也有数百万年不曾出现过了 神游仙军目光冰冷 露出一丝微笑 莫及 这才是开始而已 再过不久 便是探索摩罗天的时候了 天元仙军微微皱眉 可他是仙种 会有人族大眼护法 很难下手 神游仙军淡然一笑 恰巧这才是我们的机会 不是吗 不是才有一个很不错的棋子 送上门来吗 天元仙军目光一闪 你是说 可是他此次泄密 狼环仙军不可能猜不到 如此便不可能选他 神游仙军微笑不语 眼神却有些意味深长 问星天之事 本仙军自会派人处理 今日势必 三月之后 便是摩罗天开启之时 他看向中清 摩罗天乃是九中天 乾坤伦中 密藏二十四天之一 中清 你既已加入先盟 又身为先种 当代表人族探索摩罗天 你可有意见 中清有些不明所以 一边与微臣连忙传音道 乾坤伦内时空分界无数 其中至关重要的 便是密藏二十四天 只有将这二十四天全部破解 才能找到乾坤伦核心所在 而密藏二十四天内 许多区域只有先种才能进入 一些隐藏的存在 也只有先种才能感应到 二十四天会在不同时段开启 每次开启 都会由先种代表各族进入探索 不过这密藏二十四天内 大多数危险重重 不过中小有放心 你是心境真仙 在你成就大眼之前 无论如何 先盟都会为你安排护卫 以免你遇到致命危险 中清这才点了点头 开口道 既然是探索九中天 那中某自然当人不让 他之所以加入先盟 一来是见识高层风景 二来就是想要找到 离开九中天的道路 护卫不护卫的导师不重要 既然是探索九中天乾坤伦 他自然不会错过 朱雀先君汉手 转而看向狼环先君 先种如密藏朱天 护法人选 你们人族可自行挑选 若是人手不足 亦可请求其他各族元首 但你也知晓 护卫需要为其量身打造七天法一 时间资源有限 所以名单月底之前 必须给出不可更改 狼环先君淡然一笑道 这是自然 人族如今虽然不比从前 但护卫先种的人选 还是能挑得出来的 朱雀先君微微点头 接着一挥长袖 散 钟小友 这次可是显得很纳 宋钟卿回到先宫之内 与微臣感叹道 若非玄灵先君突然站出来 这次只怕结果难料 他又有些疑惑道 只是不知 为何以往跟我人族 并无多少交流的玄灵先君 会在今日出面帮助我等 与微臣看向钟卿 难道是因为钟小友 你训养的那只小麒麟 钟卿微微一笑 或许是吧 不过比起这个 与兄还是跟我说说 关于密藏24天和摩罗天的事情吧 与微臣点了点头 也是 毕竟对于钟小友来说 这才是真正的大事 他顿了一下 开口道 密藏24天内 各有一处密天境 而每个密天境内 都藏有一处乾坤天罗眼 代表整个乾坤轮运转的一处节点 只有将24个乾坤天罗眼 全部破开 才能让乾坤轮的核心浮现 届时才能通过核心 找到从九中天离开的道路 为了隐藏保护这24个乾坤天罗眼 所分割创造出的小事件 每一个都有着不同的防护和性质 其中有一部分 牵扯到闯入者的本源规则之力 在九中天内成仙者 道果经过九转磨练 而诞生出的本源法则 与上古之时 真仙的并不相同 也是因为如此 在其中一些密藏天内寸步难行 只有仙种才能在其中自由活动 而且 仙种因为体质问题 在密藏天内 对一些隐藏禁止法门的感应 也远超寻常真仙 所以说 想要破解密藏24天 找到出去的道路 没有仙种是不行的 中轻文言倒是有些振奋 虽然听起来就很麻烦 但不怕麻烦 就怕连头绪也没有 他开口问道 既然有24天 那么现在仙蒙已经破解了其中几天了 宇维臣轻探道 密藏24天并不是全部同时打开的 他们本身在乾坤轮内的入口位置 也是在时时刻刻变换 24天中的每一天 都在不同的环境 不同的时间下打开 维持的时间也不尽相同 很可能其中一次 对某一个密藏天的探索进行到一半 便不得不退出 以至于前功尽弃 先蒙花费了上千万年 才算是初步总结 归纳出了密藏24天开启的规律 时至今日 哪怕是成功攻克了即将打开的摩罗天 也才是先蒙破解的第八个乾坤天罗眼 中轻摸着下巴 也就是说 才刚刚三分之一吗 宇维臣点了点头 叹息道 正是 前路尚且慢慢 中轻倒是若有所思 他倒是不缺时间 但他从穿越到现在 加起来也不到十年 自然不可能在这里磨个几千上万年 倘若这密藏24天破解起来 当真麻烦无比 几千上万年都看不见希望 他就不得不考虑要回到一重天 寻找另一处出口了 不管如何 这一次摩罗天之行 应当会有些收获 摩罗天在已经探明的密藏24天中 也算是颇为危险的一届 宇维臣道 不过钟小友不必担心 在你突破到大眼层次之前 探索密藏天 都会为你指派四位大眼层次的真仙 随行护卫 钟清点了点头 这个他之前已经听朱雀先军说过了 不过他又有些好奇 既然探索密藏天如此危险 意义又如此重大 那些先军援军 又为何不亲自出手呢 即便他们不是仙种 也可以带上仙种吧 宇维臣苦笑道 这个道理 先军们又怎会想不到 但密藏天可不是想尽就尽的 其中一部分 确实会由先军和援军们直接出手 可更多的密藏天 例如摩罗天 本身就有限制 最多只有大眼层次 及以下的存在才能进入 这本身也是 针对于乾坤天罗眼的一众防护 先军援军们所处的 都是大眼之上的层次 他们是进不去的 因此只能指派大眼真仙 作为护卫和仙种一起前往 所以 等你突破到大眼层次 也就不需要护卫了 因为这本身 就是进入密藏天的上限 听到这里 钟清忽然开口问道 宇兄 这护卫的人选 似乎是不能随便更改的 宇维臣点头道 是啊 刚刚也说过 有些密藏天 只有仙种能活动自如 但仙种古往今来就那么几个 仙盟自然也要考虑 没有仙种的情况 一众仙君援军们 因此而创造出了一种七天法衣 可以在一定程度 掩盖本源规则的气息 并非仙种的真仙 穿上七天法衣 便可以在密藏天内活动 只是不如仙种那般灵活 维持的时间也有限罢了 但每位真仙的本源规则都不相同 七天法衣 需要针对个人进行专门打造 还要花费无数珍贵材料 每一件法衣的价值 甚至要高过一般仙气 所以必须提前确定人选进行打造 名单一旦确定 立时开始打造法衣 不能再换人了 说到此处 宇威臣笑道 这次忠小友你进摩罗天 不出意外的话 本作也会担任护卫之一 另外三位 狼还仙君 也会选择值得信任的人足真仙 你就放心吧 忠卿点了点头 忽然目光一闪 那么这名单 有没有可能会被篡改呢 宇威臣文言一正 忠小友怎么会这么想 名单确认之后 便会被送到中央仙宫内封存 谁也改不了 但他毕竟也是活了 无数年的老怪物 目光一宁 随即笑道 倒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性 不过你放心吧 狼还仙君自然也会考虑到这一点的 宋宇威臣离开之后 忠卿摸了摸下巴 转身进了宫殿 名单确定之后 就不能更改了吗 那感情好 当天晚上 狼还仙君便选出了 四位人族大眼真仙的名单 送往了中央仙宫 只等第二日 经由朱雀仙君确认后 便着手安排仙将打造七天法医 仲仙虽然都已经是活过 不知道多少年的存在 但终究还是保留着一些 最初的生活习惯 因此仙蒙亦有日夜之分 当夜 中央仙宫 月黑风高 虽说是仙蒙至高权柄所在之处 但也是因为权威太大 又在仙蒙正中心 正常情况下 几乎不可能有人敢入侵中央仙宫 真有本事从仙蒙外打到这里的 有没有护卫 也没多大区别 所以就和各位真仙的仙宫一样 这里的防卫也基本是个摆设 反正都有防御大阵和警戒大阵 哪怕一般真仙也进不去 但如此一来 有时候就防不住内部一些别有用心之徒了 夜色之下 一道黑影悄声无息地从侧面进入 手中撤出一枚玉符 按在了阵法之上 然后闪身入内 并未引起任何动静 黑影一路深入 来到仙宫侧垫 仙物垫 这里白日便是仙君处理事物之处 只见虚无之中 点点星光闪烁 那是一枚眉闪烁着微光的玉符仙鹿 黑影来到玉岸之前 一抬手 玉岸上漂浮着的一枚玉符便飞了过来 伴随着仙力注入 一道光幕在虚空中浮现出来 这是一份名单 上面写着四个名字 右上角 赫然便是宇微臣三个字 那黑影嘴角扯出一抹弧度 手中光芒闪烁 将宇微臣三个字抹去 接着 他手指轻点 取而代之浮现出另外三个大字 红玉琛 黑影又是一点 名单消失 玉符也回到了岸上 接着黑影身形一闪 随即消失在原地 一刻钟之后 却见仙物殿那星河一般深邃的阴影角落之中 两道人影浮现 一人是外表看起来34岁 身材高瘦 样貌清雅的中年男子 另一人则是宇微臣 两人来到愿案之前 抬手一点 那玉符飞起 名单浮现 看着上面出现的红玉琛三个大字 两人的嘴角都浮现出一丝冷笑 仙君神机妙算 宇微臣抚恤笑道 天人族果然会出手篡改名单 清雅男子则是看着红玉琛三字 冷哼一声 红玉琛这丝 看来是已经彻底倒向天人族了 宇微臣脸上也浮现出复杂之色 他也不是第一个了 恐怕在这之前 他和天人族便已经暗通取款了 只是这一次 因为中卿之事 再也瞒不下去了而已 今日他的先公之中 已经不见踪影 恐怕是早已料到先君会问责 所以根本就没有回廊还先君 此刻 恐怕正在天人那里 名单一旦呈上给朱雀先君 七天法一开始打造便无法更改 到时候让红玉琛取代本座 护卫中卿 哼 还真是打得好算盘 清雅男子道 好在先君对他们的手段 早已有所预料 也给了 你我穿戒服进入大阵 一早再次等候 说着 他抬起手 将红玉琛三字抹去 换回了宇微臣的名字 如此便放心了 宇微臣摇了摇头 这还只是开始而已 可以预料到 今后天人族 这般小手断不会少 中卿是我人族的希望 我等一定要护持好他 绝不能让他出什么意外 清雅男子点头道 这个自然 之后摩罗天内 你我也要多多注意 摩罗天的幻境 可不是开玩笑的 两人将玉琛送回岸上 又聊了几句 这才转身离去 然后 就在两人前脚离开不久 后脚便有一道身影 背着手大摇大摆地 来到了中央仙宫外 绕过正门的守卫 人影来到阵法之外 什么也没做 就这么大喇喇地走了进去 却并未引起防御 和警戒阵法的任何反应 就这么一直来到仙物殿外 一道月光洒落在他的脸上 显现出一道清秀的面庞 不是中卿又是谁 他堂堂正正地走进仙物殿 就跟回家一样 走到月岸前 一抬手将玉琛射入手中 名单浮现 中卿微微一笑 对不住了玉琛 话音落下 他一抬手将与微臣的名字抹去 然后 写上了龙飞凤舞的三个大字 红玉琛 看着自己的手笔 中卿满意一笑 将玉琛送回岸上 然后转身背手 大摇大摆地走出了仙物殿 一夜无话 第二天 宇微臣再次来到中卿仙宫 看样子心情不错的样子 身边还有三人随行 钟小友 仙君已经呈上了名单 这次便有本座和另外三位道友 担任你的护卫 来 本座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前日你也见过 是藤苍吾 藤道友 同样是我人族天护之一 宇微臣所介绍的 是一名头戴玉官 身穿黑白道袍 身材矮小 气质却十分出城 站在那里 犹如一株苍松挺立的真仙老者 这位真仙 正是刚来仙蒙那日 宇微臣带钟卿 结识过的人族真仙之一 钟卿恍然 与老者见礼 我记得你 藤道友 你送了我一株仙元柳 藤苍吾微微一笑 本座平日里 也就爱这些花花草草树木之流 仙元柳 只是可以改造洞天环境 算不上什么质宝 钟小友见笑了 宇微臣笑道 藤道友可是我人族真仙中 种植培育林花一草造诣最高的大师 他所培育的仙猪 放眼珠天也是有名的 接着他介绍第二人 这位钟小友你 想必也记得 丁向黎 丁道友 丁向黎则是一名身材高大 外表约莫四十多岁 面容刚毅 虽然同样穿着道袍 但看起来像将领 多过像道人的强壮男仙 钟卿点了点头 我记得 你送的是思南 而最后一人 则是身材高瘦的清雅男子 宇微臣笑道 这位是圆眼圆道友 钟卿看着清雅男子 面露疑惑 这位就不眼熟了 你送的是什么 圆眼和丁向黎 与微臣几人同时嘴角一抽 合着你寄人 就是看人家送了什么东西 圆眼勉强笑道 钟小友说笑了 之前你来到仙蒙的时候 本座职守在外 还并未与钟小友相见 谈和送了什么东西 与微臣连忙介绍道 圆道友的身份可不一般 他和本座一样 都是之前二重天的四大仙门之一 太清仙门的老祖 哦 太清仙门啊 钟卿露出恍然大悟的神色 然后问了一句 哪个太清仙门来着 与微臣 圆眼 你不知道你有个毛线啊 眼见着圆眼的脸皮 有点抽筋的模样 与微臣连忙解释道 钟小友你忘了 二重天的四大仙门 分别是被你灭了的上清仙门 还有我之一脉的羽化仙门 另外 两大便是太清仙门和造化仙门 钟卿这才想了起来 原来是二重天的 之前没打过交道计 不大清楚 不好意思 圆眼勉强笑道 没什么 钟小友年纪轻轻 就近身真仙 想必是最新修炼 不关心外事 他忽然一拍脑袋 一抬手 一方锦盒出现在手中 初次见面 小小礼物不成敬意 这是本作炼制的御仙丹 可以用仙力洗涤身躯和神魂 同时增加资质 钟道友当然是用不上了 不过 若是有位成仙的后辈弟子 倒是可以一用 钟卿眼睛一亮 二话不说就接了过去 这下记住了 圆眼道有事吧 你看你这么客气 不用送礼物也没关系的 我又不记仇 圆眼心道 本来送不送没关系 你这记仇两个字 一出我不送还真不行了 几人闲谈了几句 与微臣方才说到正题 钟小友 过些十日 便要进入摩罗天了 这摩罗天非同寻常 里面危险重重 还需提前做好准备 一边腾仓舞点着头正色道 密藏二十四天 各有各的危险 其中摩罗天最大的威胁 便是那真假难辨 无孔不入的幻境 钟青有些好奇道 都是真仙了 还怕幻境吗 圆眼摇了摇头道 若是一般的幻境 自然不怕 但摩罗天内的幻境 恐怖无比 直指内心 既有那种规模极大 覆盖极广的超大型幻境 又有针对个人所演化的幻境 哪怕真仙的神识感应 也会被蒙蔽 更有甚者 连本源规则都会被欺骗 更大的威胁在于 摩罗天内不仅有幻境 同时还有真正对自身 有威胁的禁止险境 和幻境夹杂在一起 真真假假 难以分辨 一不小心 就会被层层叠叠的幻境所笼罩 直到力量耗劲死 这么恐怖吗 钟青摸着下巴 这么一说 他也觉得有些麻烦了 若说有什么实实在在的危险他 倒是不怕 先不说能不能打得过他 就算能他 也有不死之身 没什么好怕的 但如果是幻觉 一巴掌拍过去 也不一定有用啊 宇薇辰微微一笑 当然 钟小友也不必太过担心 这也是你身为 仙种的感应能力更强 更容易分辨幻境 而且 为了应对摩罗天的幻境 仙蒙也开发出了一种 针对性的神通术法 名为破幻神诀 宇薇辰双手变换出道道法印 特意放慢了速度 演示给钟青看 今日本作便将之传授给你 此法专门针对幻境 可破除一切虚假 在摩罗天内 如果身陷幻境之中 觉得难以摆脱之时 便可以动用此法 不过此法消耗极大 也只能破除眼前的部分幻境 只能用来当作身陷困境之中 用来脱身的底牌 不可常用 这破幻神诀 和他以往 见过那些繁杂无比的 功法神通不一样 掌握法印就可以施展 十分简单 即便钟青这个 基本算是修炼小白程度的真仙 也很快掌握 也感觉自己 确实可以施展出来 一直以来 他所用的手段 都是从系统来的 好不容易自己掌握了一个 倒也有些成就感 摩罗天的最大难点 便是如何 从那重重幻境之中 找到隐藏在最深处的 乾坤天罗眼 丁向黎探道 先蒙探索摩罗天 算上这一次 已经是第五次了 摩罗天每百万年开启一次 之前四次都是无功而返 显然并非一日之功 这次即便不成 也可以预料 钟晓有你 不要有太大压力 钟青表面上点头称是 心里却下了决定 这次进摩罗天 一定要找到乾坤天罗眼才是 百万年开启一次 他可没那个功夫 在这再等个百万年 几人又寒暄了片刻 方才告辞离去 宇维尘临走之前 又给钟青留下了一面铜镜 说这是狼桓仙君 亲自炼制的洞真镜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穿透幻境 是狼桓仙君 让他带给钟青的 钟青毫不客气地照单全收 宇维尘四人前脚刚走 后脚又有客人上门 既然要去摩罗天 便带上这个吧 第二次来到 钟青仙宫的玄灵仙君 一进门就随手将遗物 抛给了钟青 钟青一看 却是一根青蓝色的 类似长脚的误事 这是何物 玄灵仙君淡淡道 在摩罗天内最大的危险 便是陷入幻境之中 找不到出口 摩罗天开启的时间是有限的 倘若迷失其中 等到摩罗天关闭 下一次便是百万年以后 困在摩罗天内百万年 必死无疑 你若是死在里面 小黑想必不会高兴 这根破虚脚 乃是用我麒麟一族 钟青麒麟的灵脚所打造 青麒麟拥有 麒麟一族最强的空间天赋 若是迷失在摩罗天空间内 便可念动法觉 引动神念 破虚脚 便会瞬间穿破空间 制造出一条通道 以便可以通过其回到入口 不至于出不来 这也是好东西啊 那我就不客气了 钟青口中说着不客气 实际上也很不客气地收下了 那嘴角的弧度都压不下去 钟青来到先蒙之后就发现 这里虽然也有不少 如为一天那样的傻貌 但也有很多有热情 又大方的老哥 一个个都不用他暗示 就主动送礼 个个都是人才 说话又好听 这几天收礼 都收到手软 简直像回到家一样 以前怎么就没碰到 这么多热情好客的老哥呢 与此同时 一重天乱魔海 天渊之内 某位深渊之主 忽然有点想打喷嚏的感觉 看着笑得合不拢嘴的钟青 玄灵仙君摇了摇头 我今日要再教小黑 一道麒麟神通 就不和你多说了 请便请便 对于大方的老哥钟青 也很热情 正好我要出去一趟 就劳烦你帮我看个家了 玄灵仙君眼角一抽 我堂堂仙君 麒麟之王 你叫我帮你看家 恐怕整个先蒙 整个九中天 也就只有钟青 敢说出这种话了 他刚想说什么 忽然反应过来 你又要出去一趟 玄灵仙君忽然警戒起来 你该不是又要出去杀人吧 上次他来钟青先攻 就刚好是钟青出门的时间 然后等钟青回来 唯一天就死了 即便经过了问星天 玄灵仙君也不相信 钟青和唯一天的死没关系 所以现在一听钟青要出门 当时有点敏感起来 这小子 难道是杀人上瘾了 他把先蒙当什么了 钟青一正 那哪能呢 我只是准备去下面 日月星三周逛一逛 再说什么交友 我来这什么时候杀过人了 玄灵仙君满是怀疑地打量了 钟青几眼 摇了摇头 不再理会钟青 镜子去找小黑了 而心情不错的钟青 哼着小调出了先攻 直奔先蒙之外 经过先门之时 钟青注意到 除了护天卫仍在之外 守门的仙将 却是换了另一个人 额头上那范精的道文 昭示着 这又是一位天人族真仙 只不过和唯一天不同 这位新任的守门仙将 并没有阻拦钟青 甚至没有开口说话 仅仅是在钟青经过的时候 淡淡地瞥了他一眼 等钟青离开之后 这位天人仙将 方才闭上眼睛 与此同时 脑中神念摇杆 仙君大人 人族的仙种 独自离开仙盟了 要不要派人跟上去 不到片刻 一道低沉的声音响起 不用 在外界 他看似一人 但实则不然 想在八重天下手 没那么简单 无需担忧 时机 早已安排好了 那仙将微微点头 是 大人 接着方才睁开眼睛 看着那道代表 钟青的红光不断远去 消失在视野尽头 半个时辰之后 八重天 新州大陆中央 巨星城中 看着人来人往 车水马龙的热闹街道 钟青一时间 还以为自己又回到了一重天 二重天的地盘 被各大宗门势力瓜分 很少有这种极为庞大的城市 那是因为 宗门之间的争斗太过激烈 动不动就打得天翻地覆 几乎每天都有宗门负面 城市规模太大 打起来动辄死伤上一人 毁掉了损失也大 重建起来 还不知道要花费多少功夫 所以 二重天的人类聚集地 更多是中小型的城镇 乃至市集之流 当然 即便是这个所谓中小型城镇 相对之下 也已经是大的惊人了 而在八重天 虽然亦有许多宗门势力 争斗也时有发生 但大家头顶上都有真仙 即便真仙正常情况下不能参与 可只要存在 便等于为宗门斗争 画下了一条底线 大家打起来心里有数 也都有各度 不会太过分 否则你顶头上的真仙老祖 和我顶头上的真仙老祖见了 面子尚不好看 也因此 这八重天的繁华程度 远超想象 动辄一座城镇的规模 就抵得上下界一遇 但生灵数量又没那么多 不似下界那般拥挤 最终呈现出的城镇的模样 可谓是堂皇大器 华美无比 随便一座酒楼 都是重重叠叠 动辄百层起步 一道走廊都犹如大道一般 能容纳十艘非洲并行 不可谓不壮观 对于从下界而来的中青来说 也算是开了眼界 仙蒙像是他前世印象中的 天庭仙界一般 而这八重天的城市 则称得上仙城二字 当然 他下来也不只是为了 看风景闲逛的 中青目光一动 开口询问道 系统 有没有寒跑跑的气息 系统的回复很快 正在搜寻中 片刻之后 系统给出了答案 回宿主 并未检测到寒跑跑气息 没有 这下中青是彻底愣了 一重天没有 二重天也没有 他一路跟着找到八重天了 居然还没有 这寒跑跑 到底是跑了还是死了 总共就九重天 能助人的就八重 他从一到八重都找遍了还没有 这人能跑哪去了 中青难以置信地问道 系统 你确定吗 他该不是死了吧 系统这次回复的倒是很快 回宿主 寒跑跑生命迹象尚在 这一下连中青都无语了 这小子 总不能是在九重天吧 或者说 中青目光一凝 或者说 他已经不在这九重天中了 想到此处 中青顿了一下 再次开口 系统 搜索白灵的气息 片刻之后 系统给出了同样的答案 回宿主 并未检测到白灵气息 中青摸着下巴 一时间沉默了这两个徒弟 都不在一到八重天 寒跑跑也就罢了 这小子本来就能跑 而且中青也还没将他收入门下 不知道他的底细 但白灵就不一样了 白灵在一重天就失踪了 但从系统提示来看 他的境界到现在仍然是三阳境 就这么点境界 别说八重天 就是二重天他也上不去 如此说来 可能性只有一个了 这两小家伙 该不会都不在九重天吧 这个可能性 让中青有点懵 他这个当师父的 都还在九重天里打转 找出去的办法 这两小的 在他不知道的时候 已经出去了 这未免有点 中青目光闪动 但倘若是真的 他们又是 从何处离开九重天的呢 显然他们不可能 是从乾坤轮离开的 那要么就是 他们从一重天的 那道入口离开 要么就是 除了一重天和乾坤轮之外 还有其他离开的方法 想到此处 中青摸着下巴 陷入了沉思 看来这九重天里 还隐藏着不少秘密啊 就在此时 一道声音忽然从耳畔响起 小伙计 我看你面膳 要不 你请我喝个酒吧 中青刚刚还在沉思之中 这声音忽然响起 毫无预兆 吓了他一跳 险些就下意识一巴掌拍了过去 好在他反应及时生生止住 此时中青才发现 身前是一个身着白衣 看起来比他年纪大不到哪里去 约某二三十岁 青年模样的男子 正笑嘻嘻地看着他 你是哪位 中青眯了眯眼 打量了一下白衣青年 虽然没从对方身上 感受到什么恶意 但他也同样确定自己 从来没见过这人 白衣青年黑黑一笑 我是谁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已经好几天没喝过酒了 这酒重犯了着实难受 小兄弟 你看起来是个好人 你看这旁边的翠玉楼 他们家的翠玉穷将堪称一绝 整个新州都是有名的 你有没有兴趣 请我喝上几杯啊 中青挑了挑眉头 见过自来熟的 没见过这么自来熟的 你谁啊 一上来就让我请你喝酒 中青刚想拒绝 又忽然心中一动 开口问道 笑嘻嘻道 认不认识 很重要吗 就算我不认识 也能猜到你 肯定很喜欢喝酒 因为你刚刚站在这里 盯着翠玉楼半天了 可见是很想喝酒了 中青一正 这才反映过来 自己刚刚等候系统 寻找韩跑跑和白灵的踪迹 又思索他们 去向的时候 在外人看来 就是在盯着酒楼发呆 顿时失笑道 原来如此 可既然你觉得 我是想喝酒 那不应该是你请我喝吗 怎么变成我请客了 白衣青年默然道 都一样了 你不要计较了 再说 这翠玉楼消费太高太贵 若没人请客 我可是来不起的 说着 他也很是自来熟的 扯着中青进了酒楼 来来来 这翠玉楼的翠玉穷江 每天上午出教 这会儿投一批的味道最好 白转千回 滋味无穷 可不能错过 中青倒是没有抗拒 一来 他也被白衣青年的话 勾起了蝉虫 反正他下来除了找徒弟 也是没事出来 逛逛八重天 有美酒自然不能错过 二来他也察觉了 这白衣青年 绝非凡俗 在突破大地之后 中青的感应 比之前灵敏了许多 哪怕是与微臣 一类大眼针线的气息 他也能感知几分 即便不开启天眼 也很少有什么东西 能瞒得住他的眼睛了 但这白衣青年 在他眼里 却是个普通人 毫无修为气息 放在别处没什么奇怪 但这里可是八重天 灵气之浓郁 环境之优渥 什么都不干 光是生活在这里 时间久了 都能自聚修为 没看着上来迎客的小二 二者结合之下 中青索性就跟着 白衣青年上了楼 两人在二楼窗边 找了个哑作 白衣青年豪气的一挥手 刚出教的翠玉琼江 先来食坛 不用上什么 小家子气的酒杯 直接用大碗 再上几个特色菜 小二唱了个诺 很快便搬来了食坛酒 还未开启 一股若有四无 仿佛置身竹林中的 清新香气 就扑鼻而来 中青也是眼睛一亮 好个透平香 不愧是八重天的美酒 白衣青年黑黑一笑 拍开泥风 率先给中青针上一碗 只见那美酒色泽清澈 却是犹如玉石一般的翠绿之色 在碗中回荡 闪烁出澄澈的清光 异香扑鼻 光是嗅之 就让人有些飘然质感 中青端起碗来 抿了一口 只感觉一股香气 从入口一直蔓延到体内 发散开来 仿佛整个人当场就要飞升而去 口味醇厚无比 却不失清新 仿佛一口吞下了一块美玉一般 沁人心脾 怪不得叫翠玉琼江 当真名副其实 中青由衷赞叹道 白衣青年也黑黑一笑 是吧 我还能忽悠你不成 各族美酒 各有千秋 但若说新州人族美酒 这翠玉琼江当属第一 放眼整个酒中天 堪比者也寥寥无几 中青微微一笑 将碗中酒一饮而尽 尝出了一口气 白衣青年也随手端起酒坛 为中青再次道满 道酒之时 他仿佛寒暄一般随口问道 吃急那老家伙还好吧 中青耸了耸肩 同样随口答道 算不上好吧 两人都没有表现出 什么意外之色 中青一开始就猜到 这白衣青年 不会是什么素不相识的普通人 站在大街上 忽然被个不认识的人 拉去喝酒 其他地方不好说 但大概率不会发生在八重天 白衣青年黑黑一笑 也是 当年他落的可不是一般的惨 还能留这条老命 已经是不容易了 可惜啊 这一蹉跎就是几千万年 吃急便是一重天乱抹海内 他那位挚爱 亲朋深渊之主的大名 在中青上八重天之前 深渊之主曾说 在八重天若到了必要之客 可以提他的名字 不过中青还没提起他的机会 想不到先从别人口中说出来了 比起这个 中青更好奇的倒是另一件事 你是怎么看出来 我和他有关系的 虽然他只见过深渊之主 但他也不觉得 自己身上有什么对方留下的气息 真要有的话 他自己也没理由察觉不了 白衣青年默然一笑 这不是很明显吗 你身上有混沌之气淬炼的痕迹 放眼整个九中天 也就那老家伙那里还有了 中青这才明白过来 回想起来 当初认识深渊之主 就是因为中青狂吞他的混沌之气 差点让深渊之主气得暴毙 又因为身在深渊之底 拿他没办法 只能把他叫过来商量 最后不得已给点别的东西 打发了 然后从此就被中青给赖上 嗨嗨 从此就成为了他的老朋友 想不到白衣青年 竟然是从此处看出来的 由此可见 这白衣青年和深渊之主 恐怕十分熟悉 否则不会连这也知道 中青有些好奇问道 这么说 你去过一重天 对方的身份 此刻中青已经隐约猜到了几分 白衣青年耸了耸肩 我当然怕诅咒 谁不怕诅咒 就是吃鸡那老东西 如果不是他事先沾染了诅咒 也不会落到现在这个地步 那玩意沾上这辈子 可就毁了 不过 我自己下不去 不代表就去不了一重天了呀 中青目光一动 你是说 用分身和化身之类 可不是说 这诅咒是因果级别的存在 即便分身沾染 也会追溯到 本体吗 倘若诅咒这么容易对付 一重天恐怕早就尾仙真仙满地跑了 又怎会轮到当初奉天殿那几个大地高高在上 连分身都不能避免 这才是诅咒最恐怖的地方之一 白衣青年黑黑一笑 那是别人的 我自然有我的办法 不过 这可不能告诉别人 也不对 别人就算知道了 也用不了 再说了 他端起酒碗干了一大口 输了一口气看向中青道 别人或许会在意这事 你又用不着在意 你不是不怕诅咒吗 中青目光一动 原来你看出来了 白衣青年漠然道 眼瞎的才看不出来 我一开始也以为 是吃鸡那老家伙做的 惊得可是够呛 不过转念一想 吃鸡要是有那个本事 也不会现在还在意重天了 泽泽 可以免疫诅咒的存在 这可真是不得了 难怪吃鸡那老东西 居然愿意拿他的宝贝混沌之气 来给你淬炼 回想了一下当时的场景 中青默默点头 说的一点都没错 深渊之主就是自愿的 绝不是他抢的 狼环那丫头 也不知道是猜到还是没猜到 白衣青年拎起一根 不知道是出自什么灵兽 片得薄如蝉翼的肉片 放进嘴里 美滋滋地品味着 不过 他大概也想不到这一层吧 你可不只是仙种这么简单 连我也很好奇 你说 你到底是个什么 中青 他放下酒碗 很认真地回答道 我是人 白衣青年扑斥一声 中青顿时不爽起来 觉得受到了侮辱 怎么我说我是人 你还笑起来了 我看着哪里不像人了 白衣青年痴笑道 你要是人的话 我也是了 中青 你找茶是不是 来来来 我们出去打一架 白衣青年连忙摆手 还是免了 我最讨厌打架了 那有什么意思 不如喝酒来得开心 中青哼了一声 开口道 正好 我也有个事想问你 白衣青年一摊手 知无不言 中青想了一下 开口问道 你知不知道 易重天的出口在哪里 白衣青年点了点头 当然知道 中青眼睛一亮 那你知不知道 打开易重天入口的法觉 白衣青年再次点头 我也知道 中青灯时大喜 那岂不是说 如果我不怕诅咒的话 就可以从易重天离开了 如果能直接从易重天离开 他自然懒得在这里 易重重地去破解什么密藏24天 白衣青年摇了摇头 不可以 中青顿时脸色一垮 为什么不行 既然知道入口和打开的法觉 直接离开不就行了 白衣青年笑眯眯道 你只是问我知不知道 那我当然是知道的 但我又没说 现在还能用 中青一正 什么意思 白衣青年不知不觉 法觉又已经喝干了一碗酒 同时开口道 我所知道的 都是九重天行程之初时候的 但现在不同了 凤天殿被诅咒污染之后 一切都发生了变化 用过去的法觉 已经无法再打开入口 而且即便能打开 你也过不去 现在的入口 远不如之前那般稳定 随时都有可能崩塌 别说你 就算一般的 真仙都很难通过 中青文言顿时有些失望 看来他还是只能老老实实 走九重天这条路 但他又想到了什么 开口问道 虽然我不行 但没有可能 有其他人 已经从一重天的入口离开了 白衣青年摸着下巴 这个嘛 倒不是没可能 事实上 别说离开 甚至外面有人 可以从一重天的入口进来 中青目光一宁 什么意思 外面有人进来了 外面是什么样子 此时他也想到了一个问题 当年万族说 是为了躲避大劫 才进入九重天内 那大劫到底是什么 现在出去 就不怕撞上了吗 白衣青年微微一笑 你的问题还真不少 九重天确实封闭了无数年 如我们这般存在 也确实没人出去过 但无数年下来 便保不准有人机缘巧合 从一重天的入口离开 虽然从内部无法打开 但是有人可以从外面打开 那时恰逢其会 说不定就有人趁机离开 至于外面 现在是什么样子吗 这个你问我 我也不知道 毕竟 我也没出去过不是 当年那场大劫 倒不是我卖关子 只是 那还不是你现在能知道的事情 别说是你 就算是我吗 知道的比你想象的 恐怕还要少 但可以确定的一点是 外面的世界 经过这上一年 大劫已经过去 甚至还重新发展起了仙道 至于具体达到什么程度 就不得而知了 这也是为什么这里的人 费尽心思 也要出去的原因 钟卿目光闪动 既然你没没出去过 又是如何知道的 白衣青年笑道 这当然 是算出来的 钟卿继续问道 谁算的 白衣青年 一只手端着酒杯 另一只手抬起来 指了指自己的鼻子 我呗 钟卿文言一正 白衣青年摇了摇头 则则叹道 为了算出那一挂 我可是吃了不小的苦头 到现在还没好拳 但也没办法 如果不确定外面是否安全 谁又敢出去 还不如继续待在这里 你说是吧 钟卿古怪的看了白衣青年一眼 点了点头 这倒是 那你方才说 外面有人进来过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 白衣青年抹了抹嘴角 又给自己倒满一碗酒 两人虽然交谈没停 但是喝酒也没停 整整食谈翠玉穷江 这小小一会的功夫 就已经空了一半 你一杯我一杯 谁也没少喝 白衣青年一边倒酒 一边开口道 就在最近这些年头 嗯 可能也就是几万年吧 酒中天内 时不时会出现一些 来历不明的存在 来历不明的存在 钟卿好奇问道 白衣青年啃着一块水晶骨 斜着眼看向钟卿 比如你这样的 钟卿打了的哈哈 我也不是从外面来的呀 白衣青年哼了一声 你当然不是 因为你既不了解 酒中天内的事情 也不了解 酒中天外的事情 钟卿咳嗽了一声 他有点怀疑眼前之人 是不是看出了什么 但又不能主动问 只能打了个哈哈 那你说的应该不是我才对 当然不是 白衣青年默然一笑 那些人的来历 我多少还能算到一些 但你的来历 我是半点也算不出来 所以 你的来头 只怕是比他们要大得多了 钟卿很认真道 那你误会了 我只是一个 普普通通的小修士罢了 白衣青年撇了撇嘴 你说是就是 他继续道 除了你之外 还有一些人 他们来历神秘 不属于酒中天内 任何一个势力 实力虽然有高有低 但都有些特殊的手段 除了我之外 酒中天内有能力发觉 他们存在的人 恐怕不多 比如 数千年前 曾经有个女人 叫做月灵 这个女人可不一般 之前在八重天 曾有日洲的两个大宗门争斗 原因就是因为她 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 钟卿心中咯噔一声 却是想到了 某个类似的名字 她故作好奇的味道 两个大宗门 因为她而争斗 红颜祸水 白衣青年摇了摇手指 倒不是因为那种事 是这女人在背后操纵 拨动风云 两大宗门都被她玩弄于鼓掌之中 着实厉害 钟卿皱眉道 不管做什么都应该有原因 那她是为了什么 白衣青年懒散道 是啊 为了什么呢 或许 是为了寻找某样东西 什么东西 钟卿下意识地问道 白衣青年耸了耸肩 双手一摊 不知道 钟卿翻了个白眼 白衣青年继续道 但像她这样的人 还不止一个 三万年前 还有一个女人 自称凤铃儿 似乎是凤族之人 但又似乎不是 她在六重天凤祥天出没 几乎将整个凤祥天 都翻了过来 最终导致了九头鸟一族 和凤族产生误会而决裂 首领九凤 也就是如今先蒙的九凤援军 最终带领九头鸟一族 离开了凤祥天 若非如此的话 如今凤族的势力 当不在龙族之下 白衣青年笑道 很有意思吧 从一重天到八重天 这样的人 都时不时会出现 虽然隐藏得很深 但还是瞒不过我 只不过 我也看不出 他们具体的来历 只能猜测 他们来自外面 刚刚也说过 根据我从前的推算 外界的大劫已经过去 残留下来的仙道文明 已经重新发展了起来 我们在里面 一直在想办法要离开 外面的人 未必不会想办法进来 但除非还有隐藏的 第三条道路 否则的话 他们多半 都是从一重天的入口来 若是如此的话 他们如何规避诅咒 也是一个问题 而且 他们进来 似乎都是在寻找什么东西 白衣青年端起酒碗 抿了一口 轻声道 这九重天内的秘密 恐怕比你我想象的 都还要多得多啊 就连我 光是这九重天内的事情 也都还有不知道的 钟卿陷入了沉思之中 他回想起自己 曾遇见过的那个人 他也叫灵儿 虽然是在一重天碰到的 但他并不像是一重天的人 甚至看样子 也不在二重天 或者八重天 难道他也是 如白衣青年所说 从九重天外 进来找什么东西的 再结合启寒 跑跑和白灵的事情 钟卿就感觉一头两个大 白衣青年 似乎看出钟卿的苦恼 悠悠道 你呀 也不用想太多 有些事情 不一定会有答案 即便有 也不一定是你想要的 再说 以你的能力 不管什么事情 迟早会有知道的一天 这九重天内 真正有能力 走出去的人不多 但你多半是其中之一 钟卿微微一笑 那就借你急言了 他暂且放下疑惑 不管是什么 在九重天内 多半是得不到答案的 既然一重天的通道 对他来说走不通 他也只能考虑 怎么破解密藏24天 从乾坤伦离开九重天了 想到此处 他开口道 再过一段时间 我就要进摩罗天了 你可有什么要提醒我的 白衣青年默然一笑 提醒你 你有什么事需要我提醒的吗 区区一个摩罗天 对你来说 应该不是问题 当然 真说有什么要提醒的 那你需要注意的 不在摩罗天 而在先蒙 钟卿想到了 他上八重天之前 深渊之主给他的告诫 先蒙中 有些人值得相信 有些人要小心 虽然没有明说 但他直觉眼前 这白衣青年 就是可以相信的那一类 因此 开口问道 莫非你说的是天人族 出乎意料的 白衣青年点了点头 又摇了摇头 你要注意的 并不是天人族的直接威胁 他倾笑一声道 以你的实力 先蒙的也不是没人护着你 天人族想拿你怎么样 可不简单 但值得注意的 是天人族 这个种族本身 钟卿皱起了眉头 你在打什么哑咪 他这辈子 最恨迷语人了 白衣青年神秘一笑 你猜 我为什么不愿意 直接回先蒙 天人族 不是你表面上 看起来那么简单 花音落下 他站起身来 打了个酒格 这一顿 喝得着实舒服 下次再一起喝酒吧 中轻健壮 也站起身来 虽然还有些疑惑 白衣青年最后 那句话的意思 但此时 他已经基本确定了 对方的身份 因此 点了点头 行了 你的废话 我会记住的 白衣青年 嘴角抽了抽 还是头一回 有人敢说他的真言 是废话 却见中轻回过头 对外面一招手 小二 来了两位客官 有什么吩咐吗 中轻大手一挥 这翠玉琼江 再给我上一百坛 打包带走 小二面露难色 客官 咱们家翠玉琼江 最是火热 但教藏有限 因此每桌 都有限定份额 两位是在二楼雅坐 有三十坛的份额 这一百坛 着实是难以从命 这样啊 中轻摸着下巴 那就再来二十坛好了 好嘞 您稍等 中轻回头 对白衣青年笑道 这酒确实不错 还是带些走好了 白衣青年大为感动 搓着手黑黑笑道 哎呀 这怎么好意思呢 不过看在你这么热情的份上 我要是拒绝也不好 那就确之不公了 说话之时 几名伙计 搬来了二十坛酒 中轻一挥手 将其全部收入了 自己的储物界中 回头看着白衣青年 这么好的酒 我准备带些回去 给我家宠物和徒弟们尝尝 对了 你刚刚说啥 白衣青年 没啥 他颇为不爽地撇了撇嘴 心到这小子 还真是不上道 不过索性 也是白蹭了一顿酒 他也就不说什么了 然后下一刻 就见中轻对他一拱手 多谢你请客了 你看你这么客气 真不好意思 下次一定我请 告辞 花音落下 中轻的身影 瞬间消失在原地 只留下了白衣青年一人 白衣青年 愣了好一会 没回过神来 这小子刚刚说什么来着 多谢你请客 是不是说反了呀 而且 这小子就这么走了 他好像没结账来着 直到小二客气的声音 在耳畔响起 才让他清醒过来 这个 客官 您是要怎么结酒钱 零食的话 我们只接受 极品零食 当然有等价的宝物 也可折现 您看 白衣青年 终于反应过来 差点没气的当场喷血 明明是他想要 白蹭中轻一顿酒 居然被这小子 反过来给白嫖了 更过分的是 这小子 居然还打包了二十坛酒 还真是一点 都不跟他客气啊 谁要请你客了 甚至因为中轻 把剩下的二十坛 全打包走了 白衣青年 就是自己想再买几坛 都买不了 沟槽的臭小子 你就缺德吧 这九重天里 多少人想请我喝酒 都没机会 你个杀千刀的 居然还敢反过来白嫖我 还下次一定 下次我不把你打得半身不随 我就不叫白泽 白衣青年跺着脚 咬牙切齿吐出的话语 若是有先萌的大人物在此 只怕要经得目瞪口呆 不错 这白衣青年 正是那位先萌 最古老 也最神秘的第七位先军 白衣则先军 只是这位先军此刻的模样 却并不是那么哑观 客观 看着白衣青年 长得满脸通红的模样 殿小二的声音 也逐渐沉了下来 您该不是 结不了账马 白衣青年浑身一震 扭头善笑道 这个 我身上暂时没零食 能打白条吗 另一面 中轻带着二十坛美酒 美滋滋地 回到了先萌之中 这一次 那把守仙门的先将 甚至看都没有看中轻一眼 任由他进出 中轻回到先宫之内 很快就叫来了几个 真传弟子 叶姬火妹 小黑小嘎 姬姬姬二等弟子侍从 一起分享美酒 这倒不是他区别对待 实在是因为他的记名弟子 实在太多了 即便大部分都留在了二重天 此刻光 在小世界里的 都有好几万 要是全都叫来 这二十坛酒 一人够呛 能分到一滴润润喉咙 玄灵先军此时 还在先宫内 教导小黑 也跟着沾了光 看着杯中美酒 玄灵先军才算是放下心来 这是翠玉琼江吧 据说是新州人族最好的酒 看来 你是去了新州 既然是下界喝酒去了 那多半 就不能是跟前天一样 又去杀了某个真线 叶姬火妹 还有一众弟子 尝过之后 也纷纷赞不绝口 钟轻笑道 只是份额有限 今日只能带回来这么多了 若是喜欢的话 以后大可以下界 去新州的翠玉楼喝酒 到时候就说 挂在白泽先军的帐上就好了 玄灵先军手一抖 险些梅浆杯中的酒全都泼出来 他听到了什么 白泽先军 玄灵先军满脸 惊讶地看着钟轻 你碰到白泽先军了 钟轻点了点头 虽然没有报上姓名 但多半就是他了 玄灵先军面色古怪 他们这些先蒙的先军 想见白泽先军一面 都是千难万难 几十万年 都不一定有一次机会 这小子倒好 刚来先蒙还不到两三天 就见到了 你 和白泽先军说了什么 玄灵先军迟疑了一下问道 钟轻回想了一下 开口道 只是一起喝了个酒 说了些废话而已 不过他人还怪好嘞 第一次见面就请我喝酒 挺大方的 说是以后喝酒 都可以挂他账上 同一时刻 下界星州街道上 某位满脸煤气的白衣青年 狠狠打了个喷嚏 大方 请你喝酒 玄灵先军有些准不会了 这怎么和他印象中的 白泽先军一点都不一样 难道不是同一个人 这九重天内 还有第二只白泽吗 他摇了摇头 你们具体说了什么 我也不过问了 但既然是白泽先军的真言 定然是意味深长 你要好好铭记 三月之后 就是进入摩罗天的日子 这些天我还会再来 有什么想知道的 你问我便是 说着他便怀揣着心思 将杯中酒一饮而尽 然后告辞离去 接下来的日子 就平静了许多 钟轻一直窝在仙宫之内 除了偶尔出门 闲逛之外 什么也没干 一眨眼 三个月便过去了